一个老旧的乌丝灯被黑色的电线悬在屋子中央,闪烁着昏暗的光芒,静谧的气氛犹如墨汁滴入清水,正在房间内蕴染蔓延。 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大圆桌,看起来已经斑驳不堪,桌子中央立着一尊小小的座中,花纹十分繁复,此刻正滴答作响。 而围绕桌子一周,坐着十个衣着各异的人,他们的衣服看起来有些破旧,面旁也沾染了不少灰尘。 他们有的趴在桌面上,有的仰坐在椅子上,都沉沉地睡着。 在这十人的身边,静静地站着一个戴着山羊头面具,身穿黑色西服的男人。 他的目光从破旧的山羊头面具里穿出,饶有兴趣地盯着十个人。 桌上的座中响了起来,纷针与石针同时指向了十二。 房间之外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低沉的钟声。 同一时刻,围坐在圆桌旁边的十个男男女女慢慢苏醒了。 他们逐渐清醒之后,先是迷惘地看了看四周,又疑惑地看了看对方。 看来谁都不记得自己为何出现在此处。 早安,九位。 山羊头率先说话了,很高兴能在此与你们见面。 你们已经在我面前沉睡了十二个小时了。 眼前这个男人的装扮实在是诡异,在昏暗的灯光下吓了众人一跳。 他的面具仿佛是用真正的山羊头做成的,很多毛发已经发黄变黑,打结粘在了一起。 山羊面具的眼睛处挖了两个空洞,露出了他那脚狭的双眼。 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不仅散发着山羊身上独有的山腥味,更有一股隐隐的腐烂气息。 一个闻着花壁的男人愣了几秒,才终于发现这件事情的不合理之处,带着犹豫开口问到山羊头。 是谁? 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疑问。 那我就跟九位介绍一下。 山羊头高兴地挥舞起双手,看起来他早就准备好答案了。 一位名叫旗下的年轻人坐在距离山羊头最远的地方,他迅速打亮了一下屋内的情况。 片刻之后,神色就凝重了起来。 奇怪,这个房间真是太奇怪了。 这里没有门,四面都是墙。 换句话说,这个屋子四周,屋顶和地板都是封闭的,偏偏在屋中央放着一张桌子。 既然如此,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难不成是先把人送过来,然后再砌成了墙吗? 旗下又看了看四周,这里不管是地板,墙面还是天花板, 统统都有横竖交错的线条,这些线条将墙体和地面分成了许多大方格。 另外,让旗下在意的一点,是那个山羊头口中所说的酒位。 坐在圆桌四周的无论怎么数都是十个人,加上山羊头自己,这屋里一共有十一个人。 酒位是什么意思?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不出所料,手机早就被收走了。 不必跟我们介绍了,一个清冷的女人开口被山羊头说道, 我劝你早点停止自己的行为,我怀疑你,拘禁我们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会形成对你不利的证词。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嫌弃地搓弄着手臂上的灰尘,仿佛对于被囚禁来说,他更讨厌被弄脏。 清冷女人的一番话确实让众人清醒不守,无论对方是谁,居然敢一个人绑架十个人, 不论如何都已经触犯法律的底线了。 等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打断了众人的思路,他缓缓地看向那个清冷女人, 开口问道,我们都刚刚才醒过来,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囚禁了二十四个小时? 她的语气平稳而有力,但却一针见血。 清冷女人不慌不忙地指了指桌面上的坐钟,回答道, 这里的钟表只向十二点,可我有晚睡的习惯,我上一次在家中看表就已经十二点了, 这说明我们被囚禁了至少十二小时。 他说完之后又用手指了指四周的墙面,继续说道, 你们也该发现了,这屋子里没有门,说明这个人为了让我们进到这个屋内费了一番功夫。 他说,我们已经沉睡了十二个小时,如今时钟再次指向十二点, 说明至少转了两圈,所以我怀疑超过二十四个小时,有问题吗? 白大褂听完这个回答,冷冷地看了女人一眼,目光之中依然带着怀疑。 毕竟在这种环境内,这个女人过于冷静了。 正常人面对这种绑架行为,会冷静地说出她这番话吗? 此时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健壮年轻人开口问道, 山羊头,为什么这里有十个人?你却说有九个? 山羊头沉默着,并没有立刻回答。 砍家产,我不管这里有几个人花壁男人骂了一声, 一撑桌子想要站起身来,却发现自己的双腿贪软使不上力气, 于是只能继续指着山羊头说,粉肠,我劝你识相点。 你可能不知道惹了我有多么严重的后果,我真的会要了你的命。 此言一出,在座的男人们的表情都渐渐严肃了起来, 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个牵头人,如果能一起将这个山羊头制服, 那情况还在控制中。 可是众人却发现自己的双腿不知是被人注射了什么东西一样, 此事完全使不上力。 于是花壁男只能用语言威胁着山羊头大声地叫骂着。 旗下没有开口,伸手微微抚摸着下巴, 他盯着桌子上的座中若有所思。 事情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知道山羊头所说的是九个参与者, 如果这里有十个人的话,只能证明其中一人并不是参与者。 那他是谁? 这屋子里坐着六男四女。 难道有一人是绑架着吗? 山羊头不再言语,缓缓地来到旗下身边, 站到了一个年轻人身后。 众人也跟着他的目光看去, 才发现眼前的年轻人与在座的所有人都不同。 他的脸上虽然也很脏, 但却洋溢着一股幸福的微笑。 山羊头将手掌缓缓地举起, 放在了年轻人的后脑勺上。 年轻人的笑容越发诡异, 他神色激动,看了众人一眼, 看起来他早就知道了什么。 只听一声闷响, 羊头人把年轻人的头狠狠地撞在了桌面上。 粉白色的东西如倾洒的颜料, 煞时间在桌面上横向铺开, 每个人的脸庞都见到了血点。 这个年轻人的头颅居然在桌面上被撞了个粉碎。 房间外再次响起了一阵遥远的钟声。 旗下离死者很近, 他感觉到有一块不明物体沾到了自己的脸上, 温热,黏腻。 他自问自己的心理素质已经足够强大了, 却没想到此刻也发起抖来。 坐在死者右边的女生愣了三秒之后, 终于面容扭曲, 放声尖叫。 这声尖叫撕破了众人的心理防线, 能够将人类最坚硬的头骨用手在桌面上撞碎。 那个山羊头还是人吗? 他瘦弱的身体为何可以爆发如此强大的力量? 山羊头缓缓地开口说道, 之所以准备了十个人, 是因为要用其中一人让你们安静下来。 第二章,说谎。 女人的尖叫停止, 众人的思绪也戛然而止。 方才正在叫嚣骂骂的几个男人此刻也静了声, 如今已经不是违法的问题了, 眼前的这个怪人真的会杀人。 足足沉寂了一分多钟, 山羊头才微微汗手, 很好, 九位, 看来你们都安静下来了。 众人变言变色, 却谁都不敢开口说话, 正如他所说, 现在真的是九位了。 旗下伸出颤抖的手, 将一块粉黄色的东西从自己的脸庞取下。 那块被击碎的大脑带着体温还在微微地跳动, 可是没几秒之后, 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失去了生机。 下面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山羊头伸出血淋淋的手指, 指了指自己的面具, 说道, 我是仁阳, 而你们是参与者。 众人听后遗症, 随即有些不解, 仁阳, 参与者。 如今把你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参与一个游戏, 最终创造一个神。 山羊头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接连的两句话, 大抵了解了眼前的男人是个疯子, 可这个疯子却说自己要创造一个神。 创造? 什么神? 剑术的年轻男人有些紧张地问道, 和女娲一样的神。 山羊头手舞足蹈地说着, 他散发着山欣慰, 声音带着一份猙獰, 多么美妙啊。 你们将与我等一起见证历史, 曾经的女娲创造了人类, 却在补天石化做彩虹, 我们不能失去女娲, 所以要创造一个女娲。 有一个伟大的任务, 正等着神去做。 她的声音逐渐高昂起来, 整个人好似打了鸡血。 女娲, 剑术的年轻人眉头紧锁, 总感觉这件事实在是太难接受了。 她顿了顿, 开口问道, 你们是某种宗教吗? 宗教? 山羊头巍巍一正, 转向这个年轻人, 说道, 我们比宗教辉弘得多, 我们有一个世界。 听完这句话, 众人又开始沉默不语。 剑术男人的问题很有针对性, 这个羊头人的所作所为与邪教无异, 但大多数的邪教都倾向于虚构一个新的神, 而不是用女娲这种英雄式的人物。 既然如此, 剑术男人继续开口问道, 你想要我们来这里参与什么? 我说过了, 一场游戏而已。 山羊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若是赢了, 你们当中的一个就会成为神。 砍加铲, 花壁男似乎冷静下来了, 他骂骂咧咧地开口说道, 封神榜是吧, 若我们赢不了呢? 赢不了, 山羊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血迹, 有些失望地说道, 赢不了就太可惜了。 虽然他没直说, 可众人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赢不了就死。 他给出的选项中没有活着出去这一条路, 要么成为他所谓的神, 要么像那个脑袋开花的年轻人一样死在这里。 如果大家都明白了, 那这场游戏正式开始, 本次游戏名为说谎者。 山羊头从怀中缓缓地掏出了一打指, 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到美人身边放下一张。 随后他又掏出几支笔分给众人, 桌子上有不少血迹, 每个人的白纸落到桌上时都沾染了红色, 翻过纸来拿手一擦, 血红色就像颜料一样铺开, 使白纸变得更红。 接下来, 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讲述一段来到这里之前, 最后发生的故事。 山羊头继续说, 但要注意, 在所有讲故事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说了假话。 当九位都讲完故事, 你们便要开始投票。 若八个人全部都选中了说谎者, 说谎者出局, 其余人全部存活。 若有其中一人选错, 则说谎者存活, 其余人全部出局。 说谎者? 众人略微有些不解, 真的会有人在这生死关头说谎吗? 等等, 我们可以商讨战术吗? 剑朔男人忽然问道, 随意。 山羊头点点头, 游戏开始之前, 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自商讨战术, 请问是现在使用, 还是等会使用? 我现在叫用。 剑朔男人不假思索地说道, 请便。 山羊头向后退了一步, 远离了桌子。 剑朔男人抿了名嘴, 然后环视了一下众人, 目光尽可能地绕开了趴在桌面上那具丢了脑袋的尸体, 开口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待会儿要撒谎, 但这个规则听起来太过武断了, 只要有一个人投错票, 我们大家都会死。 而就算我们选对了, 那个说谎者也会死, 这样看来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死者。 现在我想到了一条所有人都可以活下来的办法。 众人听到这句话, 纷纷看向剑朔男人, 让所有人都活下来, 这种事办得到吗? 剑朔男人不等大家想明白, 随即公布了答案, 我们九个人都说真话, 最后在这张纸上写下无人说谎, 这样的话不违反规则, 我们也可以顺利活下来。 白大褂用手指微微敲着桌面, 片刻之后开口说道, 你这个计划很好,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自己不是说谎者, 可我们该怎么相信你? 若你本来就是说谎者, 那我们都写下无人说谎, 最后存活下来的也仅仅是你。 你这叫什么话? 剑朔男人的面色有些微怒, 我若是说谎者, 怎么可能提出这种建议? 我只需要保住自己就好了。 山羊头微微地挥了下手, 说道, 一分钟的时间到了, 请停止交流。 两个男人纷纷冷哼一声, 不再言语。 下面请大家抽卡。 山羊头从裤子口袋中 又抽出一小叠卡片, 那卡片看起来有扑克牌大小, 背面写着女娲游戏四个字。 剑朔男人一愣, 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身份牌。 山羊头大笑着说道, 若是抽到说谎者, 则必须说谎。 剑朔男人狠狠地咬着牙, 你在耍我们? 有这种规则为什么不提前说? 这是为了给你一个教训。 山羊头冷笑着说道, 我还未说完规则, 你便问我是否可以商讨战术, 是你们浪费了宝贵的一分钟, 而不是我不提前说。 剑朔男人的面色有些难看, 但想到这个山羊头杀人的手段, 还是把怒气咽了下去。 一分钟的功夫, 九个人都从山羊头的手中 抽到了一张卡片, 可是谁都不敢翻开看一看。 若卡片上写着说谎者, 那就变成了自己活 还是其他人活的问题。 四个女生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 而男人们的脸色也并不好看, 这抽的并不是身份, 而是生死。 旗下深呼一口气, 漫不经心地用手扣住自己的卡片, 然后挪到自己眼前。 轻轻翻开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说谎者三个字。 第三章, 有技术的人, 说谎者。 旗下在心中把这三个字念了几遍, 确认自己的身份之后, 又不动声色地将卡牌扣住。 就在一分钟以前, 她也曾经幻想过 所有人都活着离开这样的念头。 但现在不同了, 虽然自己和眼前的八人并不认识, 但这一次, 死的只能是他们了。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 请牢记规则, 本次游戏尤且只有一个说谎者, 山羊头伸出手指了指旗下 左边的性感女孩, 那么从你开始, 顺时针轮流。 啊? 我? 女孩一愣, 随即嘟起了嘴。 旗下扭头一看, 从自己左手边的女孩 开始顺时针轮流讲述的话, 对自己并不是很有利。 自己将成为最后一个讲述者。 在极度紧张, 压抑的情况下, 人们通常只能记住 第一个讲述者和最后一个讲述者。 但现在提出质疑的话, 未免显得太过挑脱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只见性感女孩眉头紧簇, 一双大眼睛滴溜乱转,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说道, 好吧, 我先讲, 但我从小不会讲故事, 如果讲得不好, 大家不要怪我。 此刻的众人都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静静地听着。 性感女孩伸出纤细的手指, 将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然后说道, 我叫田田, 是个, 呃, 是个基础工作者。 我们凭本事赚钱, 我也不觉得丢人。 此时大家才注意到, 这个叫做田田的女孩穿得很少, 仅仅穿了一件脏兮兮的低胸短裙, 该挡的地方都没挡住。 但看起来, 她也并不在意这件事情。 我的故事很多都不方便, 拿出来给大家讲, 总之叫我行动可以, 叫我描述,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毕竟有点文化的话, 谁会干我这行啊? 总之我来之前正在上班, 但我遇到的那个客人真的很奇葩, 我们店里明明提供了服务场地的, 但他执意要去他的车里, 说这样会比较刺激, 于是, 为了赚钱, 我也只能跟他去了。 我这也是第一次在车里上班, 没想到看起来挺高档的车, 里面却那么窄, 没多久的功夫, 就浑身是汗了。 我真的不知道, 在这种坡地方, 到底有什么刺激可言。 这期间, 那个客人的手机还一直在响, 他死活不接电话, 我真是烦到的要命。 田田似乎还想接着骂两句那个客人, 可是眼神一不小心, 瞟到了桌面上的死尸, 立刻下了一个机灵, 然后深呼一口气说道, 哎, 算了, 我选择的这个行业, 我认了, 只是我没想到会忽然发生地震啊, 我一开始还以为我们的动作太大了, 所以摇晃的厉害, 谁知道真的地震了。 一说到地震二字, 所有的人面色都微动了一下, 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们的车子停在小巷里, 正上方就是的大广告牌啊。 那个时候, 我的头身在车外面, 正好看到了, 田田的手指着自己的头顶比划着, 声音发抖地说, 那个巨大的广告牌不知道为什么, 哐嚷一声之后就断了, 直接落到了车上, 我就没了意识。 他又长舒了一口气, 说道, 等我醒来, 就出现在这儿了, 我真的要吓死了。 田田露出了一脸委屈的表情, 这表情看起来是专门练习过, 让男人看了就有些心动, 坐在他一旁的花碧男微微愣了一下, 说道, 各位, 我们还需要继续讲吗? 白大褂一愣, 看着花碧男, 什么意思? 这个小姐已经撒谎了, 咱们直接投票就可以。 花碧男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 你说什么? 田田一惊, 我哪里撒谎了? 花碧男目光冷峻地看了一眼田田, 说道, 你的名字, 你说你叫田田, 可是所有的裴酒小姐都是化名, 像田田, 小芳, 莉莉这种化名很常见, 所以你隐瞒了自己的真名, 就已经撒谎了。 这一句话都说完, 田田的脸都变红了。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就叫田田, 我的本名好多年没用过了。 说完之后, 她又还试了一下大家, 又补充道, 在我上班的地方, 只有叫我田田才能找到我, 说我本名都没有人认识了。 众人此刻都开始沉思起来, 而旗下的脸色也有些严肃。 从刚才田田的那一段话中, 旗下听不出任何说谎的感觉, 她在描述故事的时候, 节奏平稳, 语气舒缓。 这种跟朋友聊天一样的讲述手法, 只能证明两个结果。 一是她所讲述的故事, 要么是老早以前就编好, 给自己讲述了很多遍。 二是, 她说的是真话。 可现在, 花壁男给旗下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那就是名字撒谎。 名字撒谎不需要涉及到逻辑性和合理性, 一般人很难看出破绽。 毕竟在座的所有人都素未谋面, 名字也只能通过对方的讲述得知。 旗下又仔细回想了一下山羊头的话, 她说在所有讲故事的人中, 有一个人说谎了, 这个规则没有说明, 说谎者必须要用假故事来撒谎, 假名字也一样适用。 田田见到自己被怀疑, 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起来非常紧张。 你, 你们要是还不相信的话, 我的本名叫张丽娟, 我是陕西人, 你们可以教我本名试试啊。 你们叫本名, 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只会答应, 田田, 这个名字, 我, 并不如想象中的聪明。 也就是说, 她不可能提前编织好这个谎言, 更不可能临时想到姓名说谎这个计谋。 山羊头说, 有且只有一个说谎者, 那这个人只能是旗下自己。 如果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田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她就找到了一个必胜的方法。 要编造名字的话, 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姓, 这个姓虽然不稀有, 但也不算常见, 要避免这种容易让人记住的姓出现。 换句话说, 她所讲述的一切内容都要尽可能的不惹人注意, 所以她准备叫自己李明。 剩下的故事, 她可以正常讲述, 这样就算是再厉害的人也不可能看出破绽。 游戏已经要结束了。 第四章, 灾难。 此时, 花碧男举起了手, 看向山羊头。 喂? 裁判, 像这种有化名的要怎么算? 算作撒谎吗? 山羊头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只是淡淡地说道, 所有的过程本人都不会再参与了。 你们只需要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 写下名字即可。 你们只需要记住, 规则是绝对的。 最后, 我会亲自对败者进行制裁。 制裁两个字, 置地有生, 让众人不免打了个寒颤。 这, 这就说明我没有说谎。 田田着急地喊道, 要是说谎的话, 我现在就死了, 对吧? 就算是化名, 我的化名也真的叫田田。 众人谁都没有回答她, 现在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键阶段, 任何的疑点都不能放过。 那接下来轮到我讲了, 花碧男撇了撇嘴, 一脸都不情愿。 如果这个小姐的故事不算撒谎, 那我肯定也不算。 我叫乔家静, 在广东生活, 没有什么职业。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收债。 乔家静的普通话比较差, 众人只能仔细地去听。 要说现在的人可真是有趣, 借钱的时候什么都答应, 到了还钱的时候就开始哭惨了。 砍家产, 他们骂我们这些收债的人是魔鬼, 是冷血。 可是那个粉肠也应该换个角度想想, 在他最无助, 最需要钱的时候, 是我伸出了援手。 在所有机构都不会借钱给他的时候, 是我借给了他。 对他来说我并不是魔鬼, 而是救世主。 可是他怎么对待我这个救世主? 他到处哭惨, 说自己多么的不义, 被人骗走了二百万。 又痛斥我们讨债的人多么冷血, 居然想用街坊邻居的同情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可他借钱的时候, 我们签了合同, 所有的利息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 如今他还不上, 就是我们的问题吗? 昨天晚上, 我准备让他找个教训, 就把他带到了一个高楼的天台, 想要他的命, 可这粉肠居然趁乱掏出刀子, 准备杀掉我。 在一片混乱之中, 他把我推下的天台, 撞到了一块广告牌。 后面的事情, 我都想不起来了。 众人听完这个男人的故事, 纷纷皱起了眉头。 而田田似乎发现了什么一样, 怒笑着说道, 看吧, 我就说你为什么会往我身上泼脏水? 原来你才是那个说谎者。 什么? 你凭什么说我说谎? 乔家竟恶狠狠地说道, 我在陕西, 你在广东。 田田指着他说道, 你这个故事, 根本就是照着我的故事编出来的。 我那里地震, 你居然也地震。 我被广告牌打到, 你竟然也撞到了广告牌。 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 我管你在哪? 我就是遇到了地震。 花碧南瞪着眼睛说, 我如果隐瞒不说, 那才叫说谎。 至于广告牌, 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块广告牌吧? 总之你就是说谎。 田田指着乔家竟说道, 你这职业本来就是坏人才蛋的, 说谎也不奇怪。 哼, 你的职业比我好到哪去? 旗下看了看激烈争论的二人, 觉得这件事确实有点蹊跷。 并不是因为这二人谁说的话是假的, 而是因为他也遇到了地震。 他既不在陕西, 也不在广东, 而在山东。 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这么大范围的地震吗? 这个地震横跨了半个国家, 涉及三个省份。 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这岂不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别吵了, 早点结束吧。 坐在对面的剑兽男人, 喝止了两人, 然后看了看下一个女生, 该你了, 如果真的要评判谁在撒谎, 不如所有人都讲完了再说。 二人听到这句话后, 都冷哼一声, 不再言语。 乔家庆身边的女人, 怯声声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嗯, 我, 我叫萧冉, 是一名幼师。 看起来, 这名叫做萧冉的女孩, 吓得不轻, 她的声音很小, 带着颤音。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陪着一个孩子等家长, 那个孩子原先都是妈妈来接的, 后来听说妈妈得了重病, 脑子里长了东西, 要做手术, 所以这几天换成爸爸来接了, 只是他爸爸好像经常忘记过来。 昨天已经晚上六点多, 其实我早就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 可不知道为什么, 那孩子的父亲始终不接电话。 我不知道孩子家的地址, 无法送他回家, 只能和他站在路口一直等。 其实那天晚上我也有事情的, 我约了心理咨询师, 我感觉自己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希望心理咨询师能帮我开导一下, 但我没想到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晚上约个见面也泡汤了, 就当我走神的时候, 整个地面忽然摇动起来了, 我吓得不行, 过了好几秒我才发现地震了, 地震的感觉和听说的不一样, 大地不是跳动的, 而是左右摇晃的, 那感觉像是我站在一张桌子上, 然后有人不断地摇晃那张桌子, 我第一时间将身边的孩子抱在怀里,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看到远处的重生寺三座塔都开裂了, 幸亏我们站在空地上。 紧接着, 我看到一辆失控的小轿车冲着我们急速奔来, 我只能摇摇晃晃地抱着孩子向一旁跑去, 可是晃动的大地让我每跑一步都会摔倒, 最后摔倒的时候我撞到了头, 然后直接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就已经在这里了, 这是一段没什么亮点的讲述, 唯独让旗下觉得奇怪的便是重生寺三塔, 这三座塔在云南大理, 旗下轻轻地抚摸着桌子上的卡牌, 虽然用手扣住了那三个字, 但他知道那里写的是说谎者, 那么会有多个说谎者吗? 如果规则是绝对的, 那山羊头刚刚所说, 有且只有一个说谎者就是绝对的, 自己既然抽到了说谎者, 便证明其他人不可能是说谎者, 说谎者仅有一人, 他们说的都是真话, 可是这横跨了三个省份的故事, 却隐隐地连在了一起, 不仅仅是地震, 就连他们所讲述的内容也都连了起来,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又转向下一个人, 那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 第五章 医生, 哇, 白大褂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加冷静, 甚至连桌面上的那具尸体也影响不了他, 我叫赵海博, 是一名医生, 你们应该从我的穿着就能看出来。 他伸手扯了扯自己脏兮兮的白大褂, 继续说道,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给一位女士做手术, 那女士得了脑室内肿瘤, 肿瘤增长迅速, 近半年来持续增大, 已经引起了轻微脑积水, 若不尽快开炉处理, 会有生命危险。 我选择的是额叶的手术入路, 在CT定位下, 直接穿刺至脑室, 其实这种手术每一次进行都伴随着相当大的风险, 但那位女士为了长期陪伴自己年幼的儿子, 选择了冒险。 通常来说, 手术室为了保证环境的稳定性, 连微风都不可以有, 可谁也没想到比风厉害的东西来了。 地震来临的时候, 我刚刚取下那位女士的头骨, 正在剪切硬脑膜, 这一步若是出现问题, 极容易造成大脑挫伤, 留下毁灭性的后遗症。 我当机立断, 决定终止手术, 将女士的头骨暂且盖回去, 否则在到处扬尘的环境之下, 那位女士的性命堪忧。 可我没想到, 这一步比我想象中的难度要大, 我连站都站不稳, 又怎么可能将一小块头骨准确无误地盖回去? 身旁的护士将我撞得东倒西歪, 所有人都无法保持平衡。 我在荒万之中, 只能先用无菌床单将那位女士的头部盖上, 然后马上转身组织众人撤离, 可此时却被一辆医疗小推车撞到了腿, 整个人摔到了地上。 不等我重新站起来, 手术室的天花板直接开裂了, 我立刻就失去了意识。 众人听完医生的讲述, 面色都不太自然。 在这段故事之中, 他使用了很多医学术语, 这些术语当中若有一个词是瞎编的, 任谁也无法识别。 赵医生, 你是哪里人? 剑硕男人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我并不觉得有义务回答你的提问。 赵医生回答道, 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剑硕男人张了张嘴, 却没说什么。 该, 该我了吗?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眼神闪烁了一会儿, 说道, 我叫韩一默, 我是个。 等等。 山羊头忽然开口打断了韩一默的发言, 这个举动把韩一默吓了一跳, 他不明所以地回过头去。 怎, 怎么? 到中场休息时间了。 山羊头善笑着说道, 众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中场休息时间。 旗下看了一眼桌子中央的座钟, 从醒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现在是十二点半。 也就是说这个休息是强制性的。 旗下心里默默念叨着, 当十二点半时, 无论讲述者是谁都会强制休息二十分钟。 可是游戏才进行了三十分钟, 如今光休息就要二十分钟。 旗下皱起眉头, 他知道这并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 这个游戏的举办者本来就是疯子, 没必要用常人的思维去考虑, 于是他只能在心中一遍一遍地给自己洗脑。 我叫李鸣, 山东人, 只有将这段话无数次地灌输给自己, 轮到自己讲述时才可以脱口而出。 众人都面露为难地静静等着, 说是中场休息, 可是众人的气氛却更加压抑。 请问我们可以讲话吗? 剑瘦男人开口问山羊头。 哦, 当然, 你们现在是自由时间, 我无权干涉。 剑瘦男人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赵医生。 赵医生, 你到底是哪里人? 赵医生的面色沉了下来, 我说, 你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我很不满。 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 我是哪里人? 你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恶意。 剑瘦男人声音沉稳地说道, 你说得越多, 真实性就越强, 既然大家都说了自己的家乡, 你也没必要隐瞒了吧? 说得越多, 真实性就越强。 医生不知可否地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说多错多, 如果规则是绝对的, 我现在的讲述不存在任何问题, 况且我也不相信, 你们任何一个人。 这话有些偏颇。 剑瘦男人说, 在场一共九个人, 只有一个是敌人。 你若是愿意和大家配合, 我们可以齐心协力, 将那个说谎者揪出来。 如今你越是隐瞒就越可疑, 我已经是第二次问你了, 你还要隐瞒吗? 剑瘦男人看起来非常擅长盘问, 仅仅几句话就将赵医生逼入了逻辑死角。 他的话意思很明确, 只有说谎者才不需要相信别人, 毕竟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如今医生继续隐瞒的话, 反而会成为众矢之地。 可是能够成为脑科医生的人, 又怎么会是泛泛之辈? 只见他冷哼一声, 开口问道, 那你先回答我, 你是谁? 做什么呢? 我? 剑瘦男人没想到, 医生会忽然反将一军, 表情有些不自然。 没错, 既然在我讲述之后, 你不依不饶地问我, 那我也可以在你讲述之前先问问你。 赵医生笑了一下, 很公平吧? 剑瘦男人思索了一下, 点了点头, 说道, 你说得对, 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我叫李尚武, 是一名刑警。 一句话出口, 众人纷纷看向了他, 在这个时候, 刑警两个字给了众人想象不到的安全感。 你是警察? 医生愣了一下, 难怪从一开始就感觉这个男人在打探着什么, 他也是第一个提出要让所有人都活下去的人, 说不定他真的想到所有人出去。 医生的态度很明显改观了不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对刚才的态度道歉, 我是江苏人, 此时花碧南乔家静的面色有些难看, 我说, 赵医生, 你要相信这位李警官吗? 嗯? 赵医生不明所以地看了看乔家静, 你要说什么? 乔家静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淡淡地说道, 现在不是讲述时间啊, 换句话说, 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撒谎。 第六章, 警官, 你小子不要挑玻璃剑了, 李警官瞪着乔家静, 非常严厉地说, 你是放贷的, 而我是警察, 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谁? 旗下看了看正在吵闹的众人, 他知道李警官应该没有说谎, 他真的是个刑警, 可是他的方向错了, 也许是职业天性, 也许是正义感使然, 他始终想把众人有序组织起来。 中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半, 众人渐渐没了声音, 旗下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在心中说了无数次我叫李明, 直到自己都有些心烦, 毕竟他身边一直趴着一具头颅破碎的尸体, 让人无法惊心。 血液顺着桌子滴答滴答地流到地上, 众人跟这具尸体共处一室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一股诡异的臭味开始飘散。 旗下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身边的尸体, 他的裤子已经肮脏不堪。 人在死后, 短时间内各种器官都会失去肌肉力量的约束, 造成尸禁。 在尸寿到来之前, 一股恶臭就已经扑面而来了。 旗下和另一个女生分坐在尸体两边, 那女生似乎是对这气味很不满, 一直用手掩着口鼻。 又过去十分钟, 山羊头终于开口说道, 二十分钟中场休息结束, 游戏重新开始。 方才那位叫做韩依默的年轻人定了定心神, 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我叫韩依默, 是个网络小说作家。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租来的房子中撰写一部小说的大结局, 由于书里登场了上百个人物, 在大结局的时候几乎都要登场, 所以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撰写, 完全没有听到外面的动静。 甚至, 我连我什么时候地震, 什么时候失去意识了都不知道。 韩依默所讲述的故事和众人都不同, 目前看来他是完全独立的, 并且短短三五句话就戛然而止。 就这样, 剑朔男人微微一正, 你说一句不知道就算结束了吗? 因为我不能说谎, 所以我没必要因为迎合大家而编造一个答案。 韩依默的声音虽然不大, 却莫名地让人幸福。 好, 那下一个吧。 李警官面色依然带着怀疑, 又开口说道, 该那位女士了。 喂, 调子, 乔佳靖对眼前这个李警官的态度有些不满, 大家都是参与者,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像个队长一样, 总得有人出来组织大家才行吧。 李警官辩驳道, 我说过了, 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是敌人, 剩下的八个人必须要团结起来, 那也轮不到你在这指挥。 乔佳靖完全不把李警官的话放在心上, 在外面我或许会怕你, 可现在这种情况, 谁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说谎者。 二位不要再吵了, 青棱女人开口打断了二人, 这个青棱女人从一开始便指责山羊头, 囚禁了众人24个小时, 看起来条理清晰, 非常冷静。 见到二人冷静下来, 他继续说道, 这一次所谓的游戏, 无论最后谁赢了, 剩下的人有可能被视作间接杀人, 毕竟是我们集体投票, 让人杨杀死他的, 这才是你们应该要考虑的问题。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面色微微动容了一下, 若是自己真的从这间屋子里活着出去了, 那他确实杀死了其余的八人。 可那又能怎么办? 自己面前的卡片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说谎者, 有谁会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 让其他人活下去? 我叫张晨泽, 是一名律师。 青棱女人双手环抱, 面无表情地说着, 很遗憾在这种诡异的地方和大家见面, 否则我一定会递上我的名片。 众人根本理解不了这个张晨泽的幽默, 但看起来他本人也并不在意。 来这之前, 我正在整理开庭资料, 我的当事人被骗走了二百万元, 涉及金额巨大, 性质恶劣。 在说到二百万这个数字的时候, 众人表情如常, 但乔家竟明显震惊了一下, 问道, 二百万? 没错, 二百万。 都说律师是最公正无私的人, 但我们也有私情。 那个男人为了养活家人, 不惜借了高利贷, 让人十分担忧。 但非法借贷是另一起案件了, 和我无关。 当地震的时候, 我正开车去见当事人, 在青阳大道上, 刚过了杜甫草堂, 途径武侯寺附近, 我记得, 当时我开得并不快, 大约四十麦左右, 忽然见到前方不远处的地面开裂了。 我立刻刹车, 稳稳地停在裂缝前面, 却没想到身后的车子避让不及, 发生了连续追尾。 我只听到几声巨响, 车子被顶入到了裂缝中, 随后就昏迷了, 来到了这里。 又一段故事结束, 此时仅仅还有三人没有讲述了。 武侯寺, 赵医生思索了一下说道, 想要猜出谁在撒谎, 真的太难了。 下面该我了。 李警官看了看众人,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李尚武, 是一名刑警, 内蒙人。 来这之前, 我正在蹲守一个诈骗犯, 据可靠消息, 我们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切行风。 这个犯罪嫌疑人诈骗金额巨大, 高达二百万元, 是我是今年街道的第一起金额巨大的诈骗案。 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在车里监视, 只等那个诈骗犯的出现。 可是那个嫌疑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他似乎嗅到了什么危险的气息, 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 我们这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车上, 精神都要崩溃了。 可你们知道, 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 比没有吃的, 喝得更要难受的是什么吗? 是没有烟了。 我们两个人身上连一根烟都没有了。 按照原则来说, 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岗位, 可没有烟的滋味太难受了。 于是我让我同事跑步去买烟, 而我则紧紧地盯着犯罪嫌疑人住所的出入口。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同事离开没多久, 整个大队都开始剧烈地摇晃。 我本想下车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却忽然被人从身后用细线勒住了脖梗。 虽然我们都很擅长近身搏斗, 但从车子后座勒过来的细线非常难处理。 我不仅完全碰不到身后那人, 更无法将细线从我的脖梗处取下。 此时, 众人盯着李警官看了看, 发现他的脖梗处确实有一条红红的痕迹。 于是我立刻将座椅放倒, 恢复了呼吸, 可我却无法转过身来, 毕竟我的身材高大, 双腿被卡在方向盘底下。 身后那人趁我躺倒的功夫, 不知用什么东西狠狠地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便失去了意识。 众人听完了李警官的话, 不禁开始怀疑起来。 他讲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在他之前, 所有参与者都是由于意外而受伤昏迷的。 只有他是被人袭击而来到了这里。 第七章,迎面。 条子,你在说谎。 乔家静冷声喝道。 哼,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但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说谎? 仅仅是因为有人袭击我吗? 当然不是。 乔家静微微一笑,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之前所有人讲述的故事或多或少都有联系。 这些故事当中有许多共用的角色, 如果抛开地理位置不谈, 众人的讲述都是合理的。 那又怎样? 问题就出在这里。 乔家静伸手指向了律师张成泽。 你和律师的故事中有一个共同人物, 那就是骗了二百万的诈骗犯。 可你们的故事是相互矛盾的, 这说明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说了假话。 李警官也跟着顿了顿, 问道, 哪里矛盾了? 乔家静摇了摇头, 看着李警官说道, 张律师已经要准备开庭了, 这说明在他的故事里已经抓到了嫌疑人。 而你却还在蹲守, 说明在你的故事中嫌疑人仍未落网, 这不是矛盾了吗? 李警官微微沉思了一下, 开口说道, 要明白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之前所有讲故事的人跟其他人都不在同一个城市。 换句话说, 我们的经历就算是再相像, 说的也绝不可能是同一件事。 既然是不同的事情, 自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旗下静静地看着, 这始终在争辩的二人并没有开口阻拦。 是的, 争辩吧, 争辩得越凶越好。 只要他二人有任何人给对方投一票, 说谎者都赢了。 毕竟规则是绝对的, 除了说谎者外, 有任何一个人投错了票, 会让剩下的人全部陪葬。 虽然李警官已经给出了解释, 但是乔家静的话还是印在了众人心中。 毕竟这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两个人故事中有相违背的剧情。 旗下不由地对这个叫做乔家静的混混高看了一眼。 他虽然看起来放荡不羁, 但比想象中的聪明。 嗯, 该我了, 一个姑娘开口说道。 众人这才收起思绪, 看向了他。 这个女生在一开始死人的时候发出了剧烈的尖叫。 此时他似乎冷静下来了, 只是目光一直不敢往身边看。 各位好, 我叫做林晴, 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旗下微微一顿, 因为林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在唐代以前, 林晴是苹果的意思。 这两个字富含诗意, 让人印象深刻。 或许这位林小姐的父母想让他们的女儿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但这个名字很显然会在这里害死她。 在场的人当中有作家, 有教师, 有律师, 有医生, 有警察, 他们都有可能知道林晴的意思。 只要将这个名字在心中盘旋几次, 那么林晴所讲的故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 林晴发现众人没什么反应, 于是伸手捂着自己的口鼻继续说道, 我是宁夏人, 到这之前, 我正在等待一个咨询者, 他是一名幼师。 众人见怪不怪地看了一眼那名叫做萧染的幼师, 这一次的故事又有联系了。 据他所说, 现在的幼师行业很难做, 孩子打不得, 骂不得。 家长把幼师当保姆, 孩子把幼师当庸人, 每一个教室里面都装着监控, 家长实施监测, 你的语气稍微严厉一点, 家长就会一个电话打到园长那里去。 可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不就是让孩子建立三观的吗? 如果老师不可以严厉教导, 那孩子如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觉得长期以来, 自己一直处于迷惘, 压抑的状态。 所以, 我给他整理了一份一个月左右的治疗方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咨询者始终没有来赴约, 我就一直在工作室里等。 地震来临, 我根本没有逃出去的机会。 毕竟我的工作室在26楼, 楼层越高, 震感就越强烈, 我感觉整个大楼都在晃动。 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宁夏也会有地震, 这一次让我感受到了。 后来我隐约记得天花板塌下来了, 我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家听完林晴的故事,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乔家静率先说道, 我有两个问题。 你说, 林晴捂着口鼻问道, 你说每个教室里都装着监控? 是什么意思? 众人没想到, 乔家静关注的点居然是这个, 但林晴不愧是心理咨询师, 他非常耐心地解答道, 我想, 之所以安装监控, 是为了让家长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看到教室中的画面吧。 原来是闭露电视, 是个贵族幼稚园吗? 乔家静自言自语了一句, 而后又问道, 那你约见的那名幼师, 就是旁边这个萧染吗? 这我不知道。 林晴摇了摇头, 我和那个人只加了微信, 其他的情况准备见面再谈。 微信? 乔家静愣了一下, 似乎没明白, 李警官伸手打断了二人, 说道, 混混, 你又来了, 萧染在云南, 而这位林晴在宁夏, 有谁会跨越这么远的地理位置, 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 乔家静也毫不示弱, 我只是觉得有一点, 这是第一次有人的故事, 提到了其他的参与者。 赵医生这一次觉得, 乔家静说的话有道理, 也在一旁点了点头, 问道, 萧染, 你去找心理咨询师的理由, 和这位林晴所描述的一样吗? 嗯, 萧染怯生生沉吟了一下, 说道, 不是很一样, 我是因为被一位家长长期指责, 所以有些抑郁, 那就证明这只是个巧合了。 赵医生点点头, 毕竟是两个地区的事情, 咱们也没有必要强行关联起来。 此时大家都沉默了一下, 张律师却忽然开口了, 这位林女士, 你所讲述的故事, 有一半都是那位诱师的故事, 这不为归吗? 啊? 林晴微微愣了一下, 我讲那位诱师, 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我的工作内容。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张晨泽微笑了一下, 我想说的是, 若那位诱师的经历是你编的, 自然会跟萧染的故事有出入, 也就能证明你撒谎了。 你…… 林晴没想到, 眼前的女人居然可以如此咄咄逼人, 只能辩解到, 刚才赵医生和李警官都说了, 我们的省份不一样, 这都是巧合而已。 巧合? 是吗? 张晨泽双手环抱, 继续说着, 我们可是九个陌生人, 如果要在对方的故事中听出破绽, 必须要给我们一点线索。 而这个线索, 就是所有人的故事都是相连的, 听了每个人的故事, 我感觉我们是被特意挑选的人, 这样我们, 才可以顺利在众人的故事中发现破绽, 找到说谎者, 否则这个游戏就太离谱了, 因为说谎者的赢面实在太大了。 第八章, 摊牌。 这番话, 几乎是把众人点醒了, 也同样点醒了旗下。 是啊, 说谎者的赢面确实太大了, 旗下的眉头皱了一下, 为什么自己的赢面会这么大? 跟一群陌生人说谎, 他们并不认识自己, 也不了解自己, 随便皱一个谎言, 认谁都很难看破。 难道用一个假名字, 真的可以葬送八条性命吗? 还是说, 抽到说谎者的人是天选之子, 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 不对, 旗下心中暗道, 如果抽中了就能活下来的话, 不如直接在卡牌上写上生和死, 这样的话会更容易达到目的。 否则这接近一个小时的游戏又有什么意义? 一股深深的违和感在他心中蔓延, 旗下不断回想着山羊头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难道, 喂, 该你了? 乔家竟伸手拍了拍旗下, 他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众人正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事到如今已经来不及多想, 否则自己会显得更加可疑。 只见他定了定神, 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 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我叫李明, 山东人这句话, 可是此时此刻绝对不能用这个答案, 想要找到这个游戏的解法, 只能赌一把。 旗下睁开眼睛, 对众人说道, 各位, 我叫旗下, 山东人是一个职业骗子。 骗子? 在场的众人只听到旗下说的第一句话, 便纷纷惊呼出声, 毕竟骗子这个角色出现在了很多人的故事里。 这个骗子也将众人的故事若隐若现地连在了一起, 更讽刺的是, 他们要判断一个骗子说的是不是真话。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想办法洗干净自己手里的那二百万。 总之是费了一番功夫吧, 最终到手一百四十万。 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省钱的办法了。 可是在拿钱回来的路上, 却忽然遇到了地震, 走到门口时看到我家的房子在不断地摇晃。 按理来说, 这种时候绝对不可以进入室内, 毕竟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但我很担心屋内的人, 只能在这种时候冲进去了。 果然, 在我进入房间的同时, 门廊倒塌, 我被压住, 失去了意识。 旗下语气平淡, 聊聊几句话地讲完这个故事, 众人都警惕地盯着他。 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但只有这样, 才能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只要那个山羊头此刻开口, 那就说明自己猜测的八九不离十了。 正如旗下所想, 山羊头缓缓地走上前来, 对众人说道, 很好, 所有的人已经讲完了故事, 下面是二十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二十分钟后, 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眼前的白纸上写下一个名字。 果然, 旗下眉头一扬, 果然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这样一来,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众人此刻有些慌乱起来, 毕竟距离决定他们的生死, 仅仅只剩下最后二十分钟了。 乔家庆和李尚武都想要把票投给对方, 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二人充满了敌意。 而赵医生开始质问作家韩一默, 毕竟韩一默的故事跟所有人的故事毫无关联。 张律师和萧冉似乎对旗下吃怀疑态度, 而林晴、 韩一默、 田田三个人仍在犹豫。 按照表面规则来说, 这一场游戏说谎者已经要赢了, 因为票数不统一。 规则说得很清楚, 只有众人都选中了说谎者, 八个人才能一起活下来。 旗下不参与任何的讨论, 默默地闭上了眼。 无数个线索在他脑中盘旋。 山羊头说讲故事的人中, 尤其只有一个说谎者。 山羊头说规则是绝对的。 山羊头说各位已经沉睡了十二个小时。 旗下睁开了双眼, 现在就只差最后一个信息, 这道题就能解开了。 可是那个信息在哪里呢? 忽然, 一道灵光在脑海中炸线。 墙上, 地板上那一道道横竖交错的线, 让他瞬间清醒起来。 他又看了看桌面上的时钟, 现在已经快要一点了。 原来是这样, 旗下瞪大了眼睛。 好玄, 我明明是个骗子, 却差点被你们骗了。 众人似乎发现了旗下的异样, 只是这个骗子从一开始就很少说话,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喂, 能再给我一张纸吗? 旗下问道山羊头, 听到这句话, 山羊头很明显的一愣, 然后试探性的问道, 还要一张纸? 是的, 旗下点点头, 我需要一张草稿纸。 山羊头沉没了半天, 从自己的西服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旗下。 旗下也不客气, 接过纸来便开始计算。 他数了数墙面上的大方格总共是9个, 而地板和天花板的方格总共是16个。 没猜错的话, 旗下快速动笔写着什么? 方格是每平方米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位于一个高三米, 长和宽都是四米的房间中。 四胜四乘三, 四十八立方米。 旗下的手微微颤抖着, 不够, 完全不够。 众人不解地盯着旗下, 这明明是一个推断谁在撒谎的问题, 可他却做起了数学题。 只见他又列出了很多数式, 最后得出了54.6和49.14这两个数字。 在看到这两个数字的时候, 旗下面如死灰, 仿佛在试图接受什么。 如果他所想的猜测完全正确, 那现在的情况真是太恐怖了。 他的毛子不断地闪动, 思绪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众人的争辩声也渐渐小了下来。 眼前这个男人不参与任何的讨论, 仅仅是一直在计算着什么。 难道他真的找到了这道题的答案吗? 过了好久, 他才抬起头来看着众人, 那眼神当中带着恐惧、犹豫、怀疑和迷惘。 各位, 旗下轻了轻嗓音, 小声说着, 本来我不想救你们的, 可是如果你们选错了, 我也会死, 我绝对不可以死在这里, 有人在外面等我,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想办法出去。 我只能在此公布答案, 希望你们听我仔细说完。 亮仔, 答案是什么意思? 李旗下最近的乔家竟微微一愣, 你知道谁在说谎了? 旗下没有回答, 只是伸手拿起自己的身份卡, 然后在众人面前缓缓掀开。 这是我抽到的身份。 众人定睛一看, 卡片上面说谎者三个字格外醒目。 第九章, 难以接受的真相。 众人看到这三个字之后, 面色都有些错愕。 我抽到了说谎者, 旗下缓缓地说, 但是这张牌先不掀开都无所谓, 因为根本不重要。 他将卡牌拿起来, 随意地丢在桌子中央。 我若没猜错, 你们每一个人手中的牌都是说谎者。 众人听后谁都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 李警官才开口问道, 所以, 你是说当才大家都说了谎? 没错, 旗下点点头, 各位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 你们都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谎言, 让故事在剧情逻辑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全成立。 李警官思索了一会儿, 好像也想到了什么。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李警官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问题就更棘手了。 众人又看向李警官, 不明所以。 李警官继续说道, 按照规则来说, 只有我们所有人都选中了说谎者, 我们才能一起活下去。 但这样一来, 说谎者就输了。 所以我们啊, 赵医生率先明白了李警官的意思。 你是说, 我们可以随意投票, 因为大家都在说谎, 这变成了碧莹的游戏, 只有被投票的人要死。 没错, 李警官点点头, 现在最优的方案, 就是将所有的票数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这样可以将损失降到最小, 毕竟剩下的人能活下去。 他的这句话, 又将众人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而反观山羊头却没有任何动作。 这样说来, 他们只是在投票让其中一个人去死。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李警官说道, 警官喜欢打断别人说话, 是你的爱好吗? 这样会让你有成就感。 你这叫什么话? 李警官皱着眉头回答道, 我不是在帮你出谋划策吗? 我不需要你帮我。 旗下不假思索地说道, 你的想法会害死大家的。 什么? 李警官一愣, 我为什么会害死大家?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如果所有人都在说谎的话, 岂不是任何一次投票都可以成立。 李警官, 山羊头说过, 规则是绝对的, 尤其只有一个说谎者, 你还记得吗? 这, 李警官微微沉吟了一下, 回忆起山羊头确实说过这两句话。 我现在给大家整理一下思路。 旗下冷冷地说道, 这一场游戏中, 看起来说谎者的赢面很大, 因为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要赢了, 可若我们随意投票, 最后死的会是我们全部的人。 坐在旗下身边的乔家静摸了摸自己的花壁, 自言自语地说道, 因为我们破坏了规则。 是的, 旗下点点头, 但是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 我们根本无法推断对方是否在说谎。 正如张律师所说, 我们只能靠各自的精力是否矛盾来推断, 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区的人, 就算发生的事情再矛盾, 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证明对方说谎了。 旗下看了看陷入沉思的众人, 然后又说道, 举办者特意选了我们九个都在这里, 必然有他的目的, 那就是让我们从一个个看似相互关联的故事当中, 自以为是的找出破绽。 但是那样真的对吗? 我们有什么把握, 能够知道对方一定在说谎呢? 旗下冷笑一声, 在这个游戏当中, 我们唯一能从已知的线索中百分之百确认的说谎者, 只有这一个人。 他所说的话, 和我们目前的处境完全不同。 旗下拿过笔, 在纸上刷刷地写下了人羊两个字。 我之前就在好奇, 为什么山羊头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介绍人羊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看起来很多此一举。 现在想来, 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众人缓缓地扭头看了一眼人羊, 他依然没有任何动作。 李警官错愕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骗子, 我有个疑问, 山羊头说的规则是所有讲故事的人当中, 尤其仅有一个说谎者, 可他并没有讲故事啊。 没有吗? 旗下不置可否地耸了一下肩膀。 我可记得, 山羊头清清楚楚地说过, 他把我们聚集到这里, 是为了创造一个神, 这不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吗? 李警官默默低下了头, 他觉得旗下所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可是, 赵医生开口了, 你这所有的假设, 都是建立在所有人都是说谎者的前提之下, 可你为什么会断定我们是说谎者? 假如我们翻开卡牌, 只有你一人是说谎者, 又该如何? 你们不可能说了真话。 旗下苦笑一声, 表情有些绝望, 我也花了些时间来验证这个问题。 我不仅知道, 你们都在说谎, 更知道你们在哪里说了谎。 他将自己的草稿纸向前一推, 然后看了看身边的田田, 田田, 你当时在车里工作, 把头伸在外面, 掉落的广告牌真的砸在车上, 让你失去意识了吗? 田田抿着嘴唇, 不敢言语。 乔家静, 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摔到了广告牌上, 真的只是失去意识而已吗? 乔家静沉默。 小冉老师, 你带着那个孩子, 真的躲开了那辆急行过来的汽车吗? 萧冉的眼神闪躲了一下。 赵医生, 手术室为了保持稳定, 建造得比一般的房间要牢固得多, 可你说手术室的天花板塌了, 你真的只是被打晕了吗? 赵医生把头扭到一边。 韩一默, 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专心写作时最怕打扰。 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吗? 韩一默微微叹了口气。 张律师, 你的车子被撞入了裂缝, 那个裂缝有多深? 张律师双手环抱, 面无表情。 李警官, 你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 能够瞬间将座椅放倒, 整图身后人的束缚吗? 李警官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红色痕迹, 欲言又止。 林情, 你的天花板也塌下来了, 但你说你的工作室位于高层, 高层一旦开始塌陷, 整座楼都不会存在了吧? 林情深深地低下了头, 旗下见到众人的表情, 伸手敲了敲桌面说道, 各位, 承认吧, 包括我在内,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第十章, 结束了? 大家都在接受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 片刻之后, 李警官率先翻开了自己的身份牌, 上面果然写着说谎者。 众人也将自己的卡牌一一翻开, 全部都是说谎者。 你很厉害, 张律师向旗下投去了认可的目光, 可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都已经死了的? 旗下指了指自己的草稿纸, 说道, 这不难。 我一直在想, 房间为什么是密封的? 墙壁和地板为什么要花线? 桌子中央为什么要摆坐中? 而羊头人又为什么要让我们强制进行中场休息? 正常人的空气消耗量在每分钟0.007立方米, 每小时就是0.42立方米, 这个房间里总共有10个人, 也就是说每小时的空气消耗量会达到4.2立方米。 按照羊头人所说, 我们不仅在这个房间里沉睡了12个小时, 更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游戏。 如果用4.2立方米乘以13, 便得到了54.6这个数字。 旗下用笔将草稿纸上的54.6圈了出来, 说道, 这是我们应该要消耗到的空气立方数。 他又环视了一下房间, 说道, 可是我们这个房间总共有多少个地方呢? 众人也跟着他的目光看去。 主办者给我们留了线索, 他们在墙面和地板划上了线, 将墙面和地板分割成了许多个正方形, 而每个正方形的边长都在一米左右。 旗下指了指墙上的痕迹, 墙面的正方形数量是3×4, 地面和屋顶是4×4, 这个房间的长宽高就是4×4×3, 共48立方米。 而48立方米的房间, 如何容纳54.6立方米的空气? 旗下皱着眉头, 表情黯然地说道, 过了这么久, 按理来说空气正在变得稀薄, 可我们没有任何缺氧的感觉。 赵医生沉思了一会儿, 拿过旗下的草稿纸, 又指了纸上面的49.14, 问道, 这个数字又是什么意思? 旗下面色十分严肃地看了看赵医生, 回答道, 这也是需要消耗的空气数, 只不过计算的是9人的。 9人? 赵医生愣了一下, 毕竟这屋里明明有10个人在消耗空气, 他却计算9人的数量。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旗下面无表情地说道, 假如羊头人不是人, 那我们的空气数够用吗? 很显然也不够。 你是个什么疯子? 赵医生沉音医生居然做出这么诡异的假设, 很难理解吗? 旗下指了指自己右手边的无头尸体, 赵医生, 你应该非常了解头骨, 一般来说人类用单手, 能够击碎头骨吗? 赵医生没有回答, 因为他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必说人类的头骨, 就算是一只兔子的头骨, 想要单手在桌子上击碎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旗下收回了目光, 又看了看众人, 说道, 时间不多了, 我已经写下了我的人选, 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但要记住, 只要有一个人的答案和我不同, 在座的众人都要被制裁。 众人有些胆怯, 一个能随意杀人的怪物, 如今要被他们投票淘汰。 他甘心吗? 乔家静用余光看了看羊头人, 发现他始终没有动作, 深邃的目光从山羊面具里穿出, 不知在思索什么。 砍家铲, 豁出去了。 乔家静大手一挥, 也写下了仁阳二字。 众人犹豫了一下, 也纷纷写下了答案。 旗下放眼一望, 乌衣例外全都是仁阳。 时钟指向了一点, 游戏结束。 羊头人缓缓地走上前来, 说道, 恭喜各位, 你们在说谎者游戏中活下来了, 下面我将亲自对败者进行制裁。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羊头人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 转过枪头, 抵住了自己的心脏位置, 直接扣动了扳机。 一声难以想象的巨响 在狭窄的房间中回荡。 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之中, 声音难以消散, 众人都感觉有些耳鸣。 紧接着, 山羊头捂住了自己的胸膛, 开始惨叫。 巨大的叫喊声 很快压过了枪声的回响, 在房间内不断地激荡, 叫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些发寒。 山羊头一边惨叫着, 一边吐着血, 隔了足足一分多钟, 声音才小了下来, 变成痛苦的闷哼。 搞? 搞什么? 乔家竟愣愣地看着羊头人, 他来真的? 又隔了几分钟, 闷哼声也听不到了。 在座的九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双腿, 可以使得上力气了。 赵医生率先站了起来, 走到羊头人身边, 伸手摸了摸他脖梗出的动脉, 发现已经停止了跳动。 喂? 赵医生冲着山羊头大喝一声, 游戏结束了, 我们怎么出去? 可是, 这个房间什么变化也没有, 唯独多了一具尸体。 真奇怪, 我们真的死了吗? 田田仿佛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他伸出纤细的手掌,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巴掌。 哎呀, 田田惊叫一声, 还是很疼啊。 为什么死了还能感觉到疼? 乔家竟无奈地摇了摇头, 怎么? 你以前死过? 我, 田田微微愣了一下, 好像确实没死过。 所以说, 谁知道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看这情形, 说不定这里就是地狱了。 乔家竟看了看屋内的两具尸体, 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不仅能感觉到疼, 还能闻到臭味。 所以我们是什么? 魂魄吗? 作家韩一默问道, 赵医生听后, 也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发现自己的心跳, 体温, 脉搏全都正常, 自己也在正常呼吸, 可是居然不消耗氧气。 看来死亡真的是个神秘的东西, 任何医学常识都解释不了。 不管我们是什么, 我可不想往后的日子里, 都困在这个小房间中。 李警官说, 找找怎么出去吧。 李警官走到山羊头身边, 顺手拿起了落在他手边的枪。 这个举动把众人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远离了他。 李警官熟练地拉开枪膛看了看, 然后又退出弹夹, 发现这把枪只有一发子弹, 现在已经空了。 这既是个好消息, 也是个坏消息。 好的是, 他们无需担心, 有人会拿着这把枪再伤害别人。 坏的是, 遇到其他危险时, 他们也无法自保。 而乔家竟胆子很大, 他伸手慢慢地摘下了羊头人的面具, 发现面具之下, 是一个面容完全腐烂的男人。 他的双眼上翻,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好可怕的脸。 张律师在一旁附和道。 第十一章, 继续吧。 旗下一直在座位上坐着, 既没有站起来, 也没有去寻找线索。 他感觉还是有点乖乖的。 同样没有站起来的, 还有心理咨询是林晴。 你在想什么? 林晴漫不经心地捂住自己的口鼻问。 我? 旗下一愣? 怎么? 你要给我的心理诊断一下吗? 那倒不是, 虽然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但现在这个处境, 实在不适合心理治疗。 林晴微微笑了一下, 我只是想问问, 你在想什么? 旗下沉吟了一下, 说道, 我在想原因。 原因? 旗下没有理会林晴, 反而叫住了赵医生, 问道, 医生, 一般人被枪打中心脏, 能够存活多久? 赵医生回过头来, 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若我记得不错, 心脏重担, 人在几秒之内, 就会进入无意识状态, 但由于医学上的死亡, 指的是脑死亡, 所以就算无意识, 大脑也会在工作几分钟的时间。 旗下点了点头, 刚才那个羊头人惨叫了几分钟, 说明他的身体构造, 比一般人类要强韧得多吧? 是的, 他在心脏中枪的情况下, 足足几分钟, 才完全失去意识。 众人听到旗下和医生说话, 不由地安静下来, 方才都是因为这个骗子的思路清晰, 大拇指比成了一把枪的形状, 放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一般人都会选择这样自杀。 他想了想, 又用手从下往上对准了自己的下额, 或者这样, 旗下收回了手, 直向了自己的心脏。 无论怎样, 自杀者都会选择一种 让自己尽量不痛苦的方式死去, 可他为什么要对准自己的心脏呢? 乔家进的手里把玩着羊头面具, 然后翻了翻那男人的头, 说道, 说不定这个粉肠脑袋更硬, 一枪都打不死开。 既然他会吐血, 那就证明他和我们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 李警官说道, 就算他再强壮, 这种距离下一枪打中头颅也必定会死。 旗下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只能想到一个原因了。 他伸手指向乔家进手中的面具, 说道, 羊头人之所以选择自己的心脏开枪, 八成是为了保护某样东西, 游戏恐怕还未结束。 乔家进一证, 你是说, 他怕打坏自己的面具? 没错, 在旗下的指挥之下, 乔家进将羊皮面具翻了过来, 那粗糙羊皮的内衬暴露在众人眼前, 一股腐烂酸臭的味道也从中传出。 果然如旗下所料, 羊皮面具的内部用黑色的钢笔写了字, 只是有些地方沾染了血迹, 乔家进也不在意, 抓起自己的T恤擦了擦, 自己终于可以辨认了。 搞什么? 乔家进愣了一下, 开始用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阅读上面的字。 我是人狗, 你们受了诅咒, 我希望你们活下去。 时钟一刻不停, 四面皆有杀鸡。 若想活下去, 请往家乡的方向转动一百次。 对了, 都说雨后春笋, 为什么春笋不怕雨打? 雨后见, 旗下微微皱起了眉头, 果然是下一个游戏的提示。 这笼罩在众人面前的死亡阴影始终挥散不去。 他们已经死了, 却还要再死一次吗? 喂, 骗子, 这是什么意思? 乔家进问道, 我怎么知道? 旗下冷哼一声, 这里有九个人, 难道非要我来思考吗? 张晨泽律师缓缓地坐到椅子上, 说道, 虽然不想承认, 但你的思路跟举办者非常契合, 如有什么想法的话, 还是说出来吧。 我? 不等旗下说话, 四周的墙面忽然发生了变化。 在众人一脸震惊之下, 一个个孔洞凭空浮现出来。 原本水泥砌成的墙面, 此刻竟然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软体。 片刻之后, 一排排孔洞整齐地排列在了墙壁上, 好似原先就在那里一样。 同一时刻, 四面都响起了链条的拉扯声。 什么情况? 众人一瞬间慌乱起来。 快看屋顶! 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 众人抬头仰望, 发现连屋顶也是密密麻麻的孔洞。 旗下终于站起身, 从乔家静手中拿过羊皮面具, 仔细看了看, 上面最后一句话。 雨后见。 雨。 乔家静捏手捏脚地走到墙边, 趴在空洞边往里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连着退了好几步。 我掉! 他大叫着想找地方藏起来, 却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藏。 怎么了? 里面是什么? 萧然有些害怕地问道。 众人知道, 乔家静的胆子已经很大了, 如今能让他吓得连连后退, 必然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我丢你老! 乔家静大喊一声, 是鱼叉呀! 孔里面全都是正在后退的鱼叉。 正在后退是什么意思? 赵医生不解地问道, 应该是在上弦。 旗下说, 从刚才开始, 四面就不断地传出链条声, 现在这些鱼叉都上了弦, 随时可能发射。 喂? 骗子, 你快想想办法呀。 乔家静来到旗下身边, 着急地说道, 这四面八方一起发射的话, 咱们往哪藏啊?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下, 自己活下去倒是不难, 毕竟现场已经有两具尸体了。 鱼叉的贯穿力有限, 只需要把两具尸体堆在墙角, 自己藏在尸体后面, 这样一来虽然有可能受伤, 但存活率还是很高的。 这一次想让所有人活下去估计会很难, 他轻声说道, 你, 乔家静欲言又止, 只能又向李警官和赵医生求助, 可是那二人看起来更加手足无措, 旗下又看了看杨平面具上那几句提示语, 难道自己理解错了吗? 只有剩下最后一个人, 这个游戏才会真的结束。 如果始终让大家都活下去, 这种杀人游戏会不断地浮现。 毕竟这个房间非常诡异, 四面的墙壁会随时发生变化。 这看起来不符合任何的科学道理, 更像是魔法。 可如果举办者是能够施展魔法的厉害人物, 为什么要为难他们九个死人? 这难道是什么管理鬼魂的机构进行的恶趣味游戏吗? 正在旗下出神的时候, 灵晴却看着他手中的面具开口了, 这上面写了让我们存活下去的方法, 说要向家乡的方向转一百圈。 众人稍微冷静了一下, 开始思索起这句话来。 难道是面向家乡的方向自己转圈? 田田问道, 不对吧? 乔家静摇摇头, 在这屋子里, 你要怎么判断家乡的方向? 而且自己转上一百圈, 除了头晕之外,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呀? 不管了, 我先试试。 田田随便找了个方向, 开始自己转圈。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知道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第十二章, 你们的家乡。 如果规则是绝对的这句话, 依然适用于这第二个游戏, 那面具上所写的东西就是破解之法。 可这要如何破解? 鱼叉又要什么时候发射? 时钟一刻不会停, 难道是一点一刻? 旗下转头看了看桌面上的座钟, 现在已经一点五分了。 如果一点一刻就是鱼叉发射的时间, 那现在仅剩下十分钟不到。 向家乡的方向转动一百圈, 在场九个人的家乡各不相同, 况且一百圈也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思考的方向错了, 他们很容易就会把这十分钟浪费掉。 可是这个房间里, 除了自己, 还有什么能够转动的东西? 旗下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中央的座钟上。 他探出身子, 伸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座钟, 却发现他被死死地固定在了桌面上, 一动不了分厚。 中动不了? 难道是椅子? 旗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下的椅子, 这是一把老旧的, 散发着发霉味道的普通椅子, 他就随意地摆在地上, 不存在任何机关。 既然如此, 那就只剩下。 旗下看向了屋子中央的圆桌, 这才发现他有些奇怪。 这张桌子并不能被撑倒圆桌, 因为它似乎是个多边形, 只不过边的数量较多, 给人感觉第一印象是圆。 他伸出手转动了一下桌面, 果然从桌子内部传来了隐隐的链条声。 但是桌子很重, 旗下用了不小的力气, 也只能转动桌子几厘米。 一百圈? 这个数字绝对不是仅靠两三个人就能完成的, 在场的九个人需要齐心协力转动桌面, 才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 林晴敏锐地捕捉到了旗下的动作, 于是喊停了众人。 众人纷纷走到桌子旁边来看了看, 发现这桌子果然可以转动。 真有你的啊, 旗下又看了一眼时钟, 虽然时间紧迫, 但现在的问题变得更纯粹了。 把这张圆桌向家乡的方向转一百圈, 无非就是两个答案, 向左或是向右。 可是众人的家乡分别落作东南西北各个方位, 如何能确定向左还是向右? 旗下,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鱼叉什么时候发射了? 林晴捂着口鼻问道, 提示说时间一刻不停, 估计会在一点十五分。 旗下轻声说道, 乔家静听后面色一变, 那岂不是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咱们快点开始转吧。 赵医生将趴在桌面上的尸体一到一边, 也缓缓坐了下来, 伸手试了是桌子的重量, 说道, 可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这么沉的桌子转动一百圈, 如果错了方向怎么办? 那也有百分之五十的生存希望了啊。 乔家静着急地说道, 如果不动的话, 怎么都是死? 转起来的话, 还有五十的希望能活, 抓紧时间吧。 说吧, 他便用尽力气开始向左转动桌面。 乔家静虽然看起来瘦弱, 但他的力气非常大, 仅仅一个人就将桌子转动了半圈, 还愣着干什么? 我丢, 帮忙啊。 乔家静对众人吼道, 剩下的人知道乔家静说的有道理, 只能暂且帮他一起转着, 如今根本没有正确答案, 只能赌一把了, 而旗下却始终没有动, 他不知道思考方向在哪里, 左, 还是右, 为什么关键词是家乡呢? 大家都是中国人, 所以是东方,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答案是右, 那住在西边的人又怎么办? 亦或者在场个人的家乡 都跟春秋时期的左转有关, 答案是左, 旗下双眼威逼, 本想用两具尸体来挡住自己, 可如果其他人全都死了, 下一个游戏来了的话, 又该如何呢? 现在还不是放弃他们的时候, 旗下按道一声, 然后伸出手, 从转动的桌面上抓起了一张白纸, 拿起笔站起身来走到一边, 他找了一个空地坐下, 开始刷刷地书写着什么。 众人虽然有些不解, 但手上的动作依然没停, 至今已经把桌面转了十几圈了, 要不是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骗子, 我以为那哥们就是个数学家呢? 乔家静对一旁的田田说道, 田田刚才自转得有些头晕, 只能敷衍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的旗下却没有列出数式, 只是在纸上大体地画了一个国家地图, 家乡? 他的头脑飞速运转, 忽然想到了什么? 慢着慢着, 旗下瞪大了眼睛, 如果说举办者的神通如此广大, 可以从这么多省份中找出经历相似的人, 那省份也是一个重点吗? 他回过头, 看着正在旋转桌子的众人, 认真地问道, 你们刚才有人在家乡的问题上说谎了吗? 众人纷纷摇头, 毕竟家乡牵扯到口音和表达习惯, 说谎的话容易露出破绽。 很好, 旗下微微汗手, 现在请轮流把你们的家乡再动说一次。 李警官率先说道, 我是内蒙人, 旗下伸手在内蒙的位置画了一个黑点, 我是四川人, 律师张晨泽冷冷地说, 我在陕西了, 田田说, 云南大理, 又是萧染说道, 广东, 乔家静说, 宁夏人, 心理咨询师林晴说, 我在江苏工作, 赵医生说道, 旗下将众人的家乡在地图上一一标注, 又写上了自己的山东, 此刻所有人都将目光聚集在了作家韩一默的身上,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家乡, 韩一默, 你是广西人还是台湾人? 韩一默一愣, 问, 你怎么知道? 你先回答我, 我是广西人, 旗下点点头, 此时留给韩一默的只有两个省份, 广西自治区和台湾省, 若他的答案不是这两个的其中一个, 则他就说了天大的谎, 索性他说了实话, 旗下将最后一个省份也在地图上标注, 此刻草图上正有九个黑点, 果然如此, 旗下低声说道, 快停下来, 向右转, 右, 旗下快步跑到桌子旁边, 将白纸往桌子上一扔, 开始向反方向转动桌面, 众人虽然有些不解, 但也跟着他转动起来, 赵医生看了一眼桌面上的地图, 和那九个黑点, 为什么是又? 第十三章, 一场雨, 旗下一边努力转动桌子, 一边说道, 宁夏和山东的位置可以连成一条横线, 内蒙, 四川, 云南可以连成一个片, 而广西, 广东, 陕西, 江苏四个点可以连成一个方形, 这正是幼字, 不管最后韩一默的家乡在哪, 只要是广西省和台湾省的任何一个都会组成一个口字, 所以答案从一开始就确定了, 众人一边加快着手中的动作, 一边露出异样的目光, 旗下的思路太过跳脱, 但却连续两次揭开了谜底, 这不禁让众人开始怀疑起来, 旗下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 于是开口对众人说道, 你们也不要误会, 如果下一个游戏是抛弃你们自己活命, 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让自己活下来, 听到他这么说, 众人只能沉默下去, 咬紧牙关地转动着桌子, 九个人围坐在桌边, 不断地向右边拨弄, 多少圈了? 乔家静问道, 二十六圈, 林晴回答道, 这你也能数出来吗? 乔家静眨了眨眼睛, 这桌子看起来都一样, 我看着桌子上的血迹数的, 林晴认真的说道, 技术对我们心理咨询是很重要, 旗下皱了皱眉头, 还不到三十圈, 得抓紧时间了, 众人虽安静下来, 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可这桌子越到后期越难移动, 似乎内部的链条越上越紧了, 我丢, 怎么回事? 乔家静咬着牙说道, 这也太沉了, 加油, 说不定他真的连着门, 田田也呲牙咧嘴地说道, 他的这句话, 让众人在绝望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门, 既然这个房间能够凭空变出孔洞, 为什么不能凭空变出门? 大家的胳膊都有些酸痛, 但还是一圈一圈地旋转着桌子, 大家不要放弃, 还剩最后五圈? 林秦大声叫道, 此刻的众人都在咬紧牙关, 使着力气, 没有一个人敢松懈, 咔啦, 咔啦, 随着最后一圈结束, 桌子很明显被镶嵌到了什么东西中, 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胳膊的酸痛感逐渐涌现出来, 此刻距离一点一刻仅剩三分钟, 门呢? 乔家静着急地大喊一声, 四周的墙面毫无变化, 漆黑的空洞之中还能看到冰冷的鱼叉泛出的寒光, 乔家静的声音当中带着一丝绝望, 错了, 我们猜错了, 萧染间叫一声, 应该往左转的对不对? 我们不该相信那个骗子的, 我们都要死在这了, 旗下微微皱眉, 错了, 还不等众人反应, 桌子中央的座中忽然起了异样, 他轻微抖动了一下, 随即射出了八道激光, 八道激光从座中发出, 渐渐移动到桌边停止, 在众人的不解之下, 座中将桌子犹如披萨一般精准地分割成了数个一样大小的扇形, 哗啦, 一声巨响, 桌子四分五裂, 中央的座中此刻直立在一个小小的木桩上, 旗下仔细看去, 小扇形有九个, 大扇形有一个, 不, 与其说是扇形, 不如说是三角形, 毕竟每一块桌板的底边都是平的, 时间太过紧迫, 众人都手忙脚乱, 这是什么东西啊? 韩一默惊叫一声, 桌子怎么还碎了? 李警官此刻发现每个扇形桌面的背部竟然还有把手, 常年的职业经验让他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是盾牌, 他把最大的扇形桌面拿起来, 挡在自己身前, 我们可以用这个盾牌来挡住鱼叉, 众人听到这句话也纷纷举起桌板, 可惜比较大的桌板仅此一块, 其余每个人都只能拿到一块小三角形, 勉强能够挡住自己的身体, 可仅仅十几秒, 大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们该怎么挡住? 律师张臣则罕见地露出了一丝慌乱, 四面都有鱼叉的话, 我们只能挡一个方向, 要合作, 旗下回过神来开口说道, 我们围成一个圈, 互相挡住对方的身后, 众人听后赶忙调整队形, 静静地等待着, 此刻大家安静地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九个陌生的人此刻却成了队友, 缺一不可, 旗下此时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作家韩一抹, 发现他的脸上全是细寒, 浑身都在发抖, 看起来格外紧张, 此时房间外面遥远的地方再次响起了一声钟声, 你没事吧? 旗下问道, 没, 没什么? 韩一抹摇摇头, 喂, 赵医生, 你把你的桌面倒过来, 张臣则忽然开口说道, 为什么? 赵医生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桌面, 他的肩头在下, 宽头在上, 你这样无法挡住我的腿, 张臣则紧张地说, 我会被射中的, 倒过来我就无法挡住我的头了, 赵医生也不甘示弱, 头重要还是腿重要? 有些人听到了二人的争吵之后, 觉得赵医生的话颇有道理, 此刻居然纷纷把扇形转了过来, 肩头在下, 宽头在上, 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 那就是四面八方飞射过来的鱼叉, 只会被挡住上半部分, 所有人的腿都会受伤, 这样真的对吗? 萧冉愣了一下, 就算我们能把腿藏到肩头里, 挡住正面, 可是身后飞来的鱼叉怎么办? 天上飞来的鱼叉又怎么办? 我来挡住上面吧, 李警官将自己巨大的桌板举了起来, 都靠近一点, 我保护你们, 不得不说, 这个办法如今看起来也是最优解了, 最大的桌板由一个人举起来挡住上方, 其余人挡住四周, 可旗下还是觉得有点问题, 灵情快速地思索了一下, 说道, 剩下的人按照一上一下摆放吧, 我们每个人可以错落开, 对, 有道理, 乔家静也附和道, 不对, 旗下开口打断了二人, 如果大家的桌板都与鱼叉垂直, 太容易被贯穿了, 亮仔, 那你说怎么办? 乔家静问道, 旗下的目光停留在了地上的羊皮面具上, 为什么春笋不怕鱼打? 最后一句提示语让旗下若有所思, 慢着慢着, 再丢点时间, 旗下皱了皱眉头, 众人平住呼吸,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离鱼叉发射仅剩一分钟了, 先不管他了, 赵医生冷喝医生, 就按照灵情说的, 错落排放吧, 你个粉肠给我收声, 乔家静也大叫一声, 我相信骗子说的话, 你, 赵医生咬了咬牙, 把花咽了回去, 大桌板和小桌板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对, 旗下忽然瞪大眼睛, 是谎言, 大桌板会害死我们的, 什么? 李警官有些疑惑地看向旗下, 警官, 把大桌板丢倒, 你去拿最后一块小桌板, 所有人尖头朝上, 众人虽说略带怀疑, 但大多数人的头脑只剩一片空白, 只能暂且照办, 赵医生微微思索了一下, 也将肩头倒转过来, 李警官也在迟疑了几秒之后, 拿起了最后一块小桌板, 大家都俯下身子, 旗下继续说道, 将肩头向后移, 靠在一起, 李警官, 你也不必挡不上方了, 和我们一起, 众人在旗下的指挥之下, 竟然将所有的扇形慢慢并列, 形成了一个锥体, 谁也未曾想到丢掉了大桌板之后, 所有的小桌板居然严丝合缝地形成了一个棱锥, 挡住了四面八方和正上方的空隙, 远远看去, 锥体犹如春笋, 正在等待一场大雨的来临, 众人在漆黑的空间中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 唯有呼吸声在众人之间回响, 要来了, 旗下心中算了算时间, 开口轻声示意, 下一秒, 众人只听到风声炸裂, 一根看不见的东西狠狠地撞在了旗下手中的桌板上, 紧接着, 四面八方的响声犹如狂风暴雨席卷而来, 鱼叉的力道出奇的大, 众人只感觉手臂被震得生疼, 眼看就要握不住桌板了, 好在所有人的桌板此刻都顶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啊, 萧冉面前的桌板忽然被一根鱼叉贯穿, 使得他惊叫一声, 旗下一回头, 发现那根鱼叉在距离萧冉的眼睛仅仅两三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幸亏桌板够硬, 否则萧冉现在已经死了, 第十四章, 与后见, 撑住, 李警官大喝一声, 鱼叉数量有限, 再撑一会儿, 我们就活下去了, 众人还不等回答, 又听到一声尖叫, 扭头一看, 竟是田田, 她没有萧冉那么幸运, 贯穿的鱼叉刺破了她的手掌, 田田一时之间失了力气, 面前的桌板也被呼啸而来的鱼叉撞得东倒西歪, 小心啊, 乔家静一咬牙, 伸手去抓田田面前的桌板, 就在这间隙, 一根鱼叉准确无误地从缝隙飞了进来, 贯穿了韩一墨的肩膀, 韩一墨痛苦地惨叫一声, 但手依然紧紧地抓着桌板, 不要慌, 李警官伸手扶住韩一墨, 然后双手分开, 替她顶住了半边桌板, 乔家静也当机立断, 伸手替田田扶住桌板, 好在这两个人力气非常大, 整个阵型又开始稳定起来了, 随着冲撞声渐渐小了下来, 众人才明白这个阵型到底有多么合理, 桌板与鱼叉便是垂直的, 极其容易被贯穿, 现在与后春笋的造型会让五个方向的鱼叉 与桌板的接触面都变为斜面, 鱼叉的贯穿力大幅度下降, 尤其是从正上方飞逝而来的鱼叉, 此刻都因为锥形的特性而改变了行径路线, 又过了一会儿, 桌板外面彻底没了声音, 结束了吗? 韩一墨咬着牙问道, 再等一分钟, 旗下回答说, 众人又举着桌板静静地等了一分钟, 发现外面确实已经没有动静了, 乔家静小心翼翼地挪开一个缝隙, 向外瞧了瞧, 我丢, 他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众人也慢慢地将桌板移开, 发现地上, 桌面上几乎插满了鱼叉, 而地上的两具尸体更是惨不忍睹, 此刻就像两只刺猬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刺, 每一根鱼叉都有绳子相连, 绳子的另一头连接墙壁的空洞, 此刻屋内一片狼藉, 赵医生当机立断地挽起袖子, 来到韩依陌身边, 她的情况不容乐观, 鱼叉贯穿了她的肩膀, 需要马上处理, 韩依陌慢慢地坐下, 苦笑一声, 刚才我就在想自己会不会那么倒霉, 没想到真的中招了, 田田的表情非常内疚, 她赶忙跟韩依陌道歉, 可是众人知道这也不是田田的问题, 她也被鱼叉刺破了手掌, 喂, 亮妹, 过来, 乔家静招了招手, 我能给你包一下, 嗯, 田田一愣, 你会包扎, 小小会一点, 乔家静从死去的山羊头身上, 撕下了一条西装布, 又将布撕成了两条, 一条紧紧地绑在了田田的胳膊上, 用一直血, 另一条仔细地缠在了伤口上, 我以前在街上的时候经常受伤, 所以就自己学了一些包扎, 乔家静说, 田田微微地点了点头, 没有言语, 来到这里之后, 众人难得清静, 仿佛暂时摆脱了死亡的阴影, 可是四周依然没有出现房门, 这个该死的房间仍然把他们困在了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房间外面又是什么,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赵医生的方向便传出了叹息声, 旗下扭头一看, 正在给韩一墨处理伤口的赵医生, 此刻竟然一脸为难, 怎么了, 李警官问道, 伤得很重吗, 伤倒是不重, 赵医生摇摇头, 只是我没法把鱼叉取下来, 众人往前凑了凑, 发现问题确实很棘手, 鱼叉的尖端是倒钩, 拔出来会对伤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鱼叉的尾部又连着绳子, 此刻的韩一墨像是一条被射中的鱼, 无论游到哪里, 都会被这根绳子死死地牵住, 只能割断绳子, 然后从正面把鱼叉抽出来了, 赵医生抬头说道, 可是我手边没有力气, 韩一墨此刻嘴唇有些发白, 贯穿在肩胛骨上的鱼叉, 只能如此了, 赵医生也点点头, 作家, 我要你选择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趴下, 我们需要切割你背上的绳子, 你不要着急, 慢慢来, 注意你正面的鱼叉, 小心不要二次受伤, 韩一墨点点头, 开始艰难地挪动身体, 旗下看着这一幕总感觉有些违和感, 慢慢来, 现在这个场合真的有时间让他们这么做吗? 他看了看满地的绳子,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如果猜得不错, 他们仍然在争分夺秒, 不能慢慢来, 旗下忽然开口说道, 马上给他把鱼叉取下来, 他快步走到医生身边, 一脸认真地对韩一墨说, 你忍一忍, 我现在就给你把鱼叉拔出来, 韩一墨有些不解, 但也没有拒绝, 你搞什么? 赵医生没好气地推了一把旗下, 你这样会让他的伤势加重的, 没有时间了, 再磨蹭的话他真的会死的, 旗下也推开赵医生, 从身后一把就抓住了韩一墨背上的鱼叉, 一声惨叫声传了出来, 带着到此的鱼叉贯穿起来容易, 想要取下来难上加难, 喂? 李警官此刻也跑了过来, 一把拉开旗下怒喝道, 你晓得要杀人吗? 旗下两次被阻, 面色也难看了起来, 我理解你们要救人, 可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 鱼叉就坏, 还不等旗下说完, 四周的链条声又响了起来, 仿佛有什么巨大的机关再次发动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韩一墨撕心裂肺的惨叫, 众人这才回过神, 发现所有的鱼叉居然在绳子牵引之下, 慢慢回收, 而地上的韩一墨此刻也被巨大的力量拖动着, 旗下老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鱼叉上的绳子可不是摆设, 他们早晚都会把鱼叉收回去的, 众人慌乱地跟着韩一墨跑着, 期间李警官试图拉住绳子, 对抗那黑色孔洞之间的巨大力量, 可最终都是徒劳的, 地面上插满了鱼叉的桌板, 此刻渐渐被鱼叉撕得四分五裂, 也开始渐渐后退, 这种能够撕碎木板的力量, 绝对不是徒手可以抗衡的, 韩一墨虽然疼痛难忍, 但他很快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被拉扯到墙面, 却依然没有挣脱鱼叉的话, 整个人就会被牢牢地定在墙面上等死了, 想到这里, 他痛苦地站起身来, 重新抓住旗下, 一字一顿地说道, 帮我把鱼叉拿下来, 现在就拿下来。 第十五章, 一波未平, 旗下表情有些为难, 刚刚他已经试了试, 这个鱼叉的道次非常精巧, 根本难以抽离身体, 看着那鼓鼓流出的鲜血, 旗下一阵恍惚, 他们真的死了吗? 死了的人, 也会受伤吗? 旗下定了定心神, 如今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而是要马上割断绳子, 现在所有的鱼叉都在慢慢后退, 如何用其他的鱼叉割断他的绳子?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当绳子全都缩回墙里的时候, 鱼叉会全部消失, 韩一墨也会死亡, 要想办法取得一枚鱼叉, 可是到底要怎么办? 旗下眉头微皱, 快速环视着四周, 只能再赌一把了, 他从地上抓起两个缓慢后退的鱼叉, 然后迅速把他们的绳子绑在了一起, 打了一个死结, 喂? 不要再围着韩一墨了, 旗下开口说道, 都像我这样做, 我们至少要留下一枚鱼叉, 灵情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找了两个鱼叉, 干净利索地打了一个结, 但他打的结形状很怪, 旗下从未见过, 此刻他来不及多想, 只能先盯着自己眼前的两枚鱼叉, 随着绳子的不断收缩, 两根绳子此刻紧紧地拉扯在了一起, 按照这个势头下去,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根绳子断裂, 从而留下其中一个, 旗下慢慢地向后退了退, 两根绳子此刻发出了骇人的声音, 若他猜测得不错, 在这种巨大的拉扯之下, 断裂的绳子有可能会伤到人, 果然下一秒, 其中一根绳子发出巨大的声音, 断裂了, 另一根绳子也带着鱼叉, 在空中毫无规则地乱捂了几下, 而后狠狠地甩在地上, 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印记, 旗下跑上前去, 想要在鱼叉收回到墙壁之前, 将断裂的绳子解开, 可此刻却发现, 先前绑在一起的两根绳子, 由于巨大的拉扯力已经完全变形, 不必说解开绳子, 就连绳子的形状都难以辨认了, 我好了, 好了, 旗下回头一看, 发现灵琴打的绳结十分巧妙, 在绳子断裂的时候, 就自动分离了, 李警官连一开始的绳结还没有打好, 听到这句话后, 赶忙放下手中的鱼叉, 说道, 我去搁, 给我, 接过鱼叉之后的李警官三步并坐两步, 在韩一墨马上就要被拉扯到墙壁的时候, 来到了他的身后, 好在这手里的鱼叉看起来虽然是尖头, 但尖端处也有细小的开刃, 足够荡成小刀使用, 乔家静健壮也上前帮忙, 虽说旗下已经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办法, 可是韩一墨已经离墙面不足半米了, 这股撕裂的疼痛感让韩一墨无法抵抗, 他只能跟着绳子慢慢后退, 否则胸前的倒钩会让他痛不欲生, 李警官一把抓住他身后的绳子, 短暂思索之后, 瞄准了最接近韩一墨身体的绳子, 开始用尖利的鱼叉切割起来, 他的手很稳, 每一刀都准确地切割在了绳子上, 但绳子比想象中的还要坚硬, 几次切割之后只留下了小小的缺口, 他快速目测了一下, 发觉事情有点棘手, 虽然这根绳子早晚都会被切断, 但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用不了一分钟的功夫, 韩一墨的身体就会和墙壁接触, 到时候想要从背后切断绳子便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丢,还没好吗? 乔家静有些着急地问道, 你慢吞吞, 要害死这个粉肠了, 别瞎必变, 李警官冷喝一声, 然后继续加大着力气, 随着韩一墨的身体距离墙壁越来越近, 李警官的脸上也已经全是细寒了, 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非常强悍, 虽然空气里充满着紧张压抑的气氛, 但他使用那细小的鱼叉连一次失误都没有, 每一刀都砍在之前的缺口上, 可是眼看韩一墨距离墙壁不足30公分, 李警官的手臂已经难以行动了, 乔家静眼急手快, 直接挡在了韩一墨身后, 用自己的身体垫住了他, 这样一来韩一墨虽然会过早地受到伤害, 但短时间内他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不会再变化了, 条子, 快, 李警官沉住呼吸, 继续切割着, 此时绳子已经断了一大半, 可还是连在一起, 韩一墨不断痛苦地哀嚎着, 那鱼叉从他的身体贯穿出来之后, 又用倒钩狠狠地刺毁他的胸膛, 此时他的鲜血已经染满了衣服, 看起来非常害人, 想要我们的命, 像个爷们一样, 李警官严肃地说, 这么多人都在想办法保住你, 别给我哭哭唧唧的, 韩一墨听到这句话立刻收了声, 他知道李警官说得对, 如今大家都在这里好来跑去, 自己不能拖中人的后腿, 倒钩深深地刺进了韩一墨的血肉, 他发出闷哼, 不断地咬着牙, 赵医生见状立刻拿起一块布条塞到了他的嘴里, 毕竟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 可能会咬碎自己的牙齿, 众人围在韩一墨身边, 短短的二十秒, 却像几个小时那么长, 李警官一丝不乱地切割着绳子, 终于随着最后一次手起刀落, 坚韧的绳子被分割开, 同一时刻, 韩一墨和乔家靖全都因为失利而扑倒在地, 周围的人立刻上前扶住了二人, 看起来韩一墨保住了一条命, 赵医生立刻将韩一墨拉到一边, 开始检查起他的伤口, 此时他的伤口情况与预想的没什么差别, 依然需要从正面将鱼叉抽离, 如今最棘手的就是止血问题, 赵医生思索了半天, 最终还是用几块布条, 堵住了韩一墨鱼叉附近的伤口, 喂, 医生, 不给他把鱼叉拿掉吗? 乔家靖问道, 不能拿, 拿了他会死的, 赵医生面色严峻地说, 死? 乔家靖有些疑惑, 走上前去推散了一下赵医生, 搞什么? 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 结果你却不救人吗? 我正是在救他, 赵医生不耐烦地甩开乔家靖的手,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鱼叉只有留在他身上他才能活命, 为什么? 一旁的萧染也不禁发问, 鱼叉若是抽离了, 他的身上就只剩下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赵医生冷静地回答道, 如今留下鱼叉, 他虽然会疼痛不堪, 但至少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那些小伤口用不了多久, 就会因为血液凝结而暂时停止流血。 第十六章, 一波又挤, 众人虽不懂什么医疗知识, 但也大体明白了赵医生的意思。 现在对他们来说, 抽离鱼叉很简单, 缝合一个伤口很难, 现在作家的命已经保住了,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赶快离开这里, 然后找一个有条件的地方, 重新给他处理伤口。 赵医生一句话又将众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如果不能离开这个诡异的房间, 他们的下场早晚不会跟韩一墨一样。 可是要怎么离开? 游戏结束了吗? 林琴捂着口鼻问,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下, 摇了摇头, 那面具刚刚写得很明白, 那个叫做人犬的人希望他们活下来, 右说与后见。 按理来说, 在这一阵如同暴雨的鱼叉乱射之后, 那个所谓的人犬就会现身, 他有可能带来下一个游戏, 可他为什么不现身呢? 喂, 骗子? 乔家静缓缓地走到旗下身边, 一脸严肃地问道, 你有办法活下去的, 是吧? 怎么? 旗下冷冷地回答道, 我能不能活下去,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没你那么聪明, 只能找个人合作。 乔家静似乎在推荐自己, 你有脑子, 我有力气, 咱们合作吧。 旗下听到这句话,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对不起, 我是骗子。 除了自己之外, 我不打算相信任何人。 不等乔家静在说话, 李警官处忽然传来一声疑问, 这是什么? 众人听后扭头看去, 却发现李警官此刻正在仔细地端向手中的鱼叉。 怎么? 赵医生靠近了李警官, 小心翼翼地问道, 有字, 李警官把鱼叉递给了赵医生。 赵医生接过来看了看, 面色一变, 这手指粗细的鱼叉尾部果然有细小的文字。 我是仁阳, 能看到这段字, 说明你们活下来了。 可是你们到底活下来几个人呢? 有人受伤吗? 我真的非常担忧你们,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死。 一刻钟后, 死亡再次添降, 躲开他们, 想办法活下来。 赵医生咬了咬牙, 随即狠狠地将鱼叉摔在了地上。 似乎想要把至今全部压抑情绪都释放出来。 你冷静一点。 李警官沉声说道, 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要怎么活下去? 活下去? 可我们已经死了呀。 赵医生终于忍受不了了。 我们已经死了, 却还要被死亡的恐惧折磨, 主办者到底想要什么? 他就不能干脆地杀了我们或者放了我们吗? 大家的脸色此时都有些难看。 是啊, 这一波又一波的死亡威胁, 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真如那个羊头人所说的, 要选拔一个什么? 难道除了一个人会成为神, 剩下的就要下地狱吗? 各位, 我们已经活过了两个游戏, 你们认为是自己聪明吗? 不, 赵医生用力地攥着拳头, 我们是运气太好了。 可是下次呢? 下下次呢? 在这千变万化的房间里, 我们究竟能活到什么时候? 李警官抿了抿嘴唇, 走上前去, 伸手揪住了赵医生的领子。 哥们, 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 最不能缺的就是士气。 若你不想活了, 可以自己去死, 不要在这里动摇军心。 我? 赵医生嘴唇微微颤抖着, 可我们要怎么出去? 你有办法能带我们出去吗? 李警官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办法我没有, 我只知道要活下来, 只要活下来, 便一切都有希望。 他松开了抓住赵医生的手, 走到一旁拿起鱼叉看了看, 然后又走到韩一墨身边 看了看他肩膀上的鱼叉, 发现两个鱼叉上有样的文字。 看来他们的运气, 真的是太好了。 刚才的这一关不仅要躲开致命的攻击, 更要留下至少一个鱼叉, 才可以知道下一关的线索。 不管怎么说, 这次至少给了明确的线索。 李警官仔细读了读鱼叉上的字, 开口说道, 跟刚才不同, 这一次的攻击只会来自上方。 他指了指鱼叉上死亡再次添降几个小字。 话音刚落, 整个房间又变化起来, 墙壁上所有的洞此刻都在缓缓消失, 而天花板上的洞也开始发生变化, 竟出现了许多看起来一米长, 二三十厘米宽的长方形孔洞, 仔细看去, 孔洞共有九个。 这难道就是死亡再次添降吗? 看起来游戏正在变得简单。 李警官看着天花板上的九个孔洞, 叹了口气说道, 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这次, 为什么又变成任阳了? 张律师指了指地上那一具 被鱼叉搞得四分五裂的尸体, 开口问道, 任阳不是已经被我们杀死了吗?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也觉得很奇怪。 刚才死掉的那个羊头人 确实称呼自己为人羊, 可他的面具里却写着我是人狗。 一块羊, 一块狗, 这难道也是线索之一? 没什么时间了。 李警官开口对众人说, 已经一点二十三分了, 看起来用不了多久, 天上那九个洞就会往下投射出什么危险物。 大家先拿起桌板, 靠墙站好吧。 此时众人发现, 地面上的桌板也有些奇怪, 这些桌板似乎有着特殊的构造, 在被鱼叉拉扯撕碎之后, 仅留下了一个带着把手的正方形, 看起来中央部分的木材比周边更加坚硬。 虽说手中的桌板已经很小了, 但好在天花板上的九个洞 全部都聚集在差不多中央的位置, 看起来站到墙边应该是安全的。 大家默默地走到地上捡起碎裂的桌板, 来到了墙边分散站好, 远离了中央的孔洞。 而此刻旗下没有洞弹, 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第三个游戏都太过蹊跷了, 因为主办者非常直接地给出了解决方案。 在旗下看来, 这次的提示非常多此一举, 究竟是想要他们死, 还是想要他们活? 为什么要单独说明人羊和人狗? 假如人羊和人狗指的不是姓名, 那会代表什么呢? 喂,骗子, 快过来啊! 乔家竟喊了一声, 你站在孔洞下面会死的。 死? 旗下冷眼看了看天上的孔洞, 我不可能死在这里的, 我有不得不出去的理由。 怎么回事, 看起来最聪明的人也被二五载了吗? 乔家竟有些不解, 旗下伸出食指, 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慢着, 慢着, 再丢点时间。 众人连呼吸也放慢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房间中央的旗下, 大家都有些不明白, 如此明显的游戏有什么地方还需要反复思索。 第十七章, 羊和狗。 羊和狗, 旗下眯起眼睛, 仔细地思索着所有事情。 一开始那个自称仁阳的人, 想要他们自相残杀, 可现在这个人羊却说非常担忧他们这几人, 又说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们去死。 这不是在说谎吗? 忽然, 旗下脑海当中有一道亮光闪了一下。 是了, 就是这个, 说谎。 这一切都跟旗下预想的方向一样, 羊和狗根本不是什么人名, 而是游戏类型。 羊有没有可能代表狼来了的故事? 放羊的孩子因为说谎多刺, 无人施救, 所以羊的游戏中存在谎言, 是说谎的游戏。 狗有可能代表忠诚, 正如刚才的鱼叉游戏中, 他们若是没有一起合作, 现在应该一个都活不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合作? 旗下又拿起鱼叉看了看, 他知道, 杨在解说规则的时候就有说谎的可能。 可是这短短的几句话, 到底哪一句说了谎?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死, 如果这一句话是谎言的话。 等一下, 旗下慢慢张大了眼睛, 这段话并不是答案, 而是害死众人的陷阱。 你讲什么? 乔家静不解地问道, 这一段话全都是谎言。 旗下果断地说道, 站在墙边会死, 站在孔洞下面才是省。 赵医生和李警官面面相去, 不知道旗下到底要表达什么。 各位, 还记得吗? 杨氏会说谎的。 旗下站在屋子中央, 企图让众人靠近自己, 我们按照他所说的规则去做, 最终会害死自己, 这就是杨和狗的区别。 可是这样真的合理吗? 小然有些胆怯地问道, 整个房间中只有你的头顶有孔洞, 怎么想, 那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吧? 关于这一点, 旗下也没思考明白, 这头顶的孔洞到底会掉下什么东西, 才能害死墙边的人。 嗯, 旗下又思索了一下, 改了说法, 无碍, 这一关结束之后, 我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出去, 所以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去选择就好。 你怎么知道我们能出去? 李警官警惕地问道, 因为这一次的提示中, 没有关于下一次游戏的预告。 旗下回答说, 这样想来有两个可能, 要么代表这是最后一个游戏, 要么是主办者有很大的把握, 能够在这次游戏中将我们全部击杀。 众人听后面色沉重, 但也无言反驳, 总之我会站在这里。 旗下又指了指自己的脚下, 至于你们怎么选, 就看你们自己了。 旗下自知现在的一切都是猜测, 保险起见, 还是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正方形桌板, 拿在了手中。 听完旗下的一番话, 乔家竟缓缓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说道, 我说过了, 我相信你, 可我是骗子。 旗下冷冷回答, 无所谓。 灵晴仔细思索了一下, 也捂着口鼻朝着屋子中央走去。 喂? 你做什么? 萧冉贴着强大喊道, 你真的相信他? 灵晴微微点了点头, 说, 是的, 你们仔细想想, 我们是靠谁才活到现在的。 萧冉听后一正, 忽然觉得灵晴说得颇有道理, 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之后, 也跟上去了。 韩一墨用手捂住自己肩膀上的伤口, 也走了过去。 你叫旗下是吧? 我也相信你。 田田, 张晨泽跟着走了过去。 此刻静止剩下赵医生和李警官, 还紧贴着墙壁了。 喂? 你们不过来吗? 田田喊道。 我, 赵医生看起来有些犹豫, 似乎没有决定到底怎么选。 没必要强迫他人。 旗下伸出手摆了摆, 这一关不牵扯合作, 只要自己能活下来就行。 地上的时钟渐渐来到了1点28分。 李警官眯起眼睛盯着旗下, 他并不认为这个骗子此刻会选择寻死, 可他为什么要带着众人站在孔洞下面? 此时林情看出了二人的心思, 冲着他们说道, 旗下不像是说谎, 你们要过来吗? 你看得出来? 李警官低声问道。 没错, 林情点点头,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大多时候都能分辨对方是否在说谎。 既然如此, 李警官和赵医生互相看了一眼, 默默地走上前去, 对着林情说道, 有专业人士开口了, 我们就相信你。 众人纷纷捡起距离自己最近的桌板, 伸手举起桌板挡在了自己的头顶, 这样不管从洞中掉下什么东西, 第一时间也能有所防备。 你们还挺有心机。 乔家静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从地上拿起了桌板, 他仔细看了看, 现在的桌板比先前的更像一块盾牌, 不仅是个边长四五十公分的规整正方形, 还有一个异常牢固的把手。 旗下瞟了一眼时间拉住了乔家静, 说, 准备好, 要来了。 话音刚落, 时钟来到了一点三十分, 屋顶处响起了巨大的链条声, 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上弦。 只可惜, 孔洞中没有任何反应, 想象中的死和声都没有出现。 等待了几秒, 众人脚底的地板竟在此刻陡然上升。 坏了, 旗下面色一变,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 众人的吵闹声此起彼伏, 谁都没有想到, 主办者居然想在这间低矮的房间中将众人挤成肉饼。 什么情况? 不等几人问明白现在的处境, 旗下立刻开口喊道, 快蹲下。 反应比较快的三四人立刻蹲下身来, 可他们眼中的绝望之情已经压抑不住, 众人知道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 地板和天花板极有可能会合在一起, 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 旗下蹲在地上, 大脑飞速地旋转。 他知道自己猜测的方向应该没错, 头顶的孔洞绝对会是生路, 可到底该怎么活下去? 地板伴随着巨大的声音缓缓上升, 房间的层高在短时间内缩短了一半, 众人必须完全蹲下身子才能在其中活动。 旗下抬起头看了看, 方才头顶的长方形孔洞 此时竟已来到了眼前触手可得的位置。 趁众人慌乱之间, 旗下当机立断, 伸手向孔洞之内探了探, 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孔洞, 里面空间巨大, 天花板的构造看起来也不太寻常, 似乎是一种坚硬的金属。 难道, 旗下蹲在地上赶忙低下头, 鬼使神差地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正方形木板, 既然孔洞是生路, 而木板是手中唯一的道具, 那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旗下将木板竖起来, 塞到了天花板的孔洞中, 随后在里面将木板横置, 向下一拉, 这块木板居然牢牢地卡在了孔洞中, 只录出了一个向下的把手。 这就是, 生路。 旗下的眼睛慢慢瞪大了, 瞬间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身旁的众人见到旗下的动作, 也赶忙有学有样, 纷纷将自己的正方形桌板卡在了天花板的孔洞中。 要小心, 待会儿。 旗下刚要开口说什么, 众人脚下的地板轰然碎成粉末。 啊, 我丢。 惊呼声同一时刻爆发出来, 众人的身体统统往下一坠, 身体也在此时下意识地抓住了头顶的把手, 这才没有直接掉落下去。 韩一默咬着牙, 用左手死死地握住头顶的把手, 可他失血过多, 身上的力气正在流失, 此刻旗下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左手一点一点松动。 第十八章, 是非题, 九个人此时如同天花板上的吊灯, 抓着把手荡来荡去。 灵情向下一看, 心凉了半截, 底下是大约十米深的空洞, 如果没有抓住把手, 此时必然已经摔死了。 喂, 作家, 你抓紧啊。 乔家静此时也发现韩一默正在不断开始松动, 顿感着急, 关键时刻, 你怎么无力啊? 我, 韩一默脸上的肌肉都在用力, 但身体还是一点点向下滑。 乔家静距离韩一默很近, 立刻松开一只手, 抓着他的裤子向上一提, 乔家静的力气很大, 韩一默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拖了起来, 他赶忙在此时伸手重新抓稳把手。 李警官见状也伸手去帮忙, 二人一人一只手, 拖住了即将下落的韩一默。 众人刚要松一口气, 却又听到一声闷哼。 扭头一看, 天天忍不住叫出声来, 此时几人才想起他的手也受过伤。 可是这姑娘看起来非常能忍, 一直到自己的血液沾满了把手, 才闷横出声。 他右手松开, 仅用一只左手抓住把手, 可是女生的力气本来就小, 想用一只手撑起全身的重量更是难上加难, 于是猛然向下滑去。 旗下神色一变, 立刻伸手抓住了他受伤的手腕。 短短一触碰, 他发现天天消瘦的身体一直在微微地再发抖, 手腕也十分冰凉。 哟, 骗子, 你人还不错吗? 乔家静开口说道,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我只是不想再看见尸体了, 你别想多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众人的手臂都开始酸痛起来, 长时间的吊挂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建议事, 就连李警官的额头也开始冒汗了。 我们得掉到什么时候? 灵晴问一旁的旗下, 不知道。 旗下沉声回答道, 他知道目前已经没有下一个游戏的提示了, 可众人依旧看不到希望。 若是主办方再狠心一点, 就这么让众人吊挂着, 他们丧命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 真的没有下一个游戏的提示了吗? 旗下心中有些打鼓, 会不会有什么未知的提示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他低头望着下方的地面, 若有什么提示, 一定会在下方的某处。 嗯? 他放眼一望, 由于地面坍塌, 底部出现了新的墙壁, 在下方最角落出的墙壁上似乎有一个门。 可那个门对于众人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他们距离底部的地板还有差不多十米的距离, 从这个高度跳下去不可能安然无恙。 灵晴跟着旗下的目光看了半天, 也发现了问题。 是门? 众人听后纷纷向下望去, 果然发现了在底部那扇破旧的墓门。 正在众人瞠目结舌的绝望之际, 那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 一个黑色人影从阴暗处走了进来, 旗下放眼一望, 这人也穿着黑色的西装, 但他的面具和羊头人完全不同。 他竟然戴着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的舌头。 久违了, 各位, 我是人蛇。 他缓缓地开口说道, 人你老母。 乔家敬大喝一声, 羊, 狗之后是蛇。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请不要激动。 人蛇的声音很平稳, 他抬头看了一下众人, 然后说, 你们正在进行最后一轮游戏。 我的手边有一根拉杆, 只要我拉动它, 你们的天花板就能缓缓降落, 谁都不会受伤。 众人寻声望去, 在墓门的一旁果然有一根不起眼的拉杆。 刚才由于灯光昏暗, 谁都没有注意到。 那, 那你现在能拉下它吗? 萧冉怯生生地问道, 我, 人蛇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 开口说道, 我和你们玩一个游戏,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了。 又是游戏, 赵医生的头发有些凌乱, 他狠狠地咬着牙, 似乎想要吃人。 听好了, 各位, 这个游戏叫做是与飞。 人蛇微微地走上前来, 对悬挂在天上摇晃的众人说道, 接下来, 你们所有人总共可以问我三个问题。 而我的回答只有是, 何否? 要注意, 我不会说假话。 三个问题问完之后, 如果我答应救你们, 那我就会拉下拉干, 若我没有答应, 便会将这道门锁上, 任由你们自生自灭。 旗下眉头一皱。 三个问题, 只能回答, 何否? 这个游戏未免太刁钻了一些。 无论如何, 众人的目的是让这个舌头人放他们下来, 所以只能围绕这个话题提问, 可他会答应吗? 又是萧冉趁众人思考之际, 当机立断地开口了。 喂, 你能放我们下来吗? 别。 旗下一惊, 赶忙伸手去捂住萧冉的嘴, 可是这姑娘快人快语, 问题已经清清楚楚地传到了人蛇的耳中, 只见人蛇冷笑一声, 开口说道, 否。 喂? 靓女。 乔家竟大叫一声, 一共三个问题, 你不要乱搞啊。 我。 萧冉为难的低下头, 表情非常难过, 还剩两个问题。 人蛇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一步, 让自己更加靠近木门, 看起来他已经放弃了众人。 萧冉不经意间的一句提问, 让这个游戏变成了地狱难度, 人蛇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放他们下来。 若他有心救人, 又何必设置这个游戏?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他不想救人, 又该怎么让他答应拉下拉干? 就算问题换成你不会放我们下来吗? 他的回答也只会变成是, 骗子, 你有办法吗? 乔家竟回头看向旗下, 旗下微微闭上眼睛, 心思杂乱。 办法, 办法, 作为一个人, 哪里有这么多办法? 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的每一步都需要旗下的办法, 他凭什么可以背负这么多人的性命? 但他紧接着又感觉有些绝望。 若他放弃了, 众人还有活下去的办法吗? 我不能死在这里, 旗下的眼睛再次亮起微弱的光芒, 他还在等我。 一个温柔的女生在旗下脑海中响起, 下, 你知道吗?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他微微地睁开眼, 脑海中的思路瞬间清晰了很多。 是了, 他错就错在完全跟着对方的道路走了。 舌头人, 旗下低声地开口叫道, 李警官一愣, 回过头来问道, 喂, 你要问什么? 咱们提前沟通好, 免得再造成刚才的那样的情况。 没关系, 我已经想到活下去的办法了。 旗下信誓旦旦地低下头, 俯视着人蛇, 你们不要说话, 这一切马上就结束了。 你真的有办法? 张晨泽问道, 应该。 旗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仔细思索着接下来要问的两个问题。 不, 准确来说是一个问题, 仅仅需要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游戏从一开始, 就不能纠结如何让对方拉下拉杆, 只要考虑是和否的逻辑即可。 人蛇看似对旗下很感兴趣, 那双眼睛正从蛇皮面具的空洞向外张望。 旗下顿了顿, 开口问道, 人蛇, 假如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拉下拉杆, 你的回答会跟这个问题一样吗? 第十九章, 无所不能。 我, 人蛇微微一正, 他想要选择一个答案, 却发现无论如何回答都是徒劳的。 哈哈哈哈, 人蛇忽然之间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不多久就收起笑声, 说道, 你可真是有意思。 有意思? 旗下冷冷地看了看人蛇, 哪里有意思了? 我不是已经赢了吗? 人蛇缓缓来到墙边, 伸手拉下了拉杆, 众人只感觉身体一坠, 而后整个天花板开始慢慢地下降。 乔家静满脸的不解, 他扭头问道旗下, 骗子,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样就算赢了? 旗下发现众人果然在下降, 暗松了口气, 说道, 你思考一下吧, 只要这个问题问出口, 无论如何, 我们都已经得救了。 假如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拉下拉杆, 你的回答会跟这个问题一样吗? 乔家静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 根本想不明白。 原来如此, 赵医生面带思索地点点头, 若他回答是, 那下一个问题也只能回答是, 这样我们就得救了。 毕竟下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拉下拉杆, 可他要说否呢? 乔家静感觉自己发现了什么漏洞, 他说否不就行了吗? 他若说否, 下一个问题也只能说是。 韩依默有气无力地说道, 这个问题妙就妙在, 若他回答否, 就承认了两个问题, 他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还记得吗? 这个舌头人说他不会说假话。 乔家静一震, 再次转过头来看向旗下, 开口问道, 这都是你刚刚想到的吗? 你是个什么怪物? 怪物不敢当。 旗下摇摇头, 我只是个浪迹江湖的骗子。 说话间, 几人已经缓缓地落到地上。 由于长时间的吊挂, 大家的手掌都有些火辣辣的疼痛, 而两个伤者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各位, 恭喜你们在面试中活了下来, 推开这扇门, 一个新世界在等着你们。 舌头人将手背在身后, 站到木门的旁边。 扑街仔。 乔家静恶狠狠地走了上去, 似乎想要把所有对于人羊, 人狗的不满都发泄到眼前的人蛇身上。 人蛇冷眼转过身, 看着气势汹汹的乔家静, 却毫不动他。 你们一个个都是变态吗? 乔家静大喝一声, 上前就抓住了人蛇的衣领, 带着这些奇怪的面罩, 一次次地想置我们于死地, 现在终于让我逮到了。 人蛇冷笑一下, 一声说道, 趁你还活着, 劝你早点放手。 你说什么? 乔家静用力举起拳头, 眼看就要飞到舌头人的脸上时, 却被李警官拉住了手臂。 喂, 你忘了那个被敲碎头颅的男人了? 李警官低声喝倒, 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你准备怎么打败他们? 我, 一丝不甘的表情浮现在乔家静硬朗的脸上, 他咬了咬后槽牙, 缓缓吐出几个字, 可是这些天杀的。 放心, 我们不是能出卷吗? 李警官打断他, 低声说道, 只要能出去, 我一定会给他们好看的。 众人听后不再言语, 只是缓缓地来到了人蛇面前, 近距离看着此人, 才发现他有多么诡异。 这个舌头人周遭的气温比其他地方更低, 他老旧的西装和头上戴着的面具 一起散发着诡异的新臭味。 他的双眼正从面具之中射出目光, 明显是个人类, 可他身上的味道又像一条死了很久的蛇。 各位, 欢迎来到新世界。 舌头人闷闷的声音从面具里传出, 然后回头打开了屋门。 随着枝嘎一声轻响, 屋外的亮光传了进来。 旗下皱了皱眉头, 他发现门外根本不是室外, 反而是一条走廊。 外面是哪儿? 旗下问道, 我说过了, 是新世界。 舌头人缓缓地举起双手, 将来的神会在你们之中产生, 将会在新世界中产生。 多么令人振奋。 又是神, 乔家静恶狠狠地问道, 你们到底在策划什么动静? 见到有人提问, 舌头人明显来了兴趣, 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他可以实现一切想法。 无所不能? 乔家静的眉头都凝成了一股绳。 赵医生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冲乔家静摆了摆手, 然后对舌头人说道, 好的, 我们知道了, 快让我们出去吧。 让到了一边, 旗下率先走了上去, 身后的众人看起来也不想在此处多停留, 纷纷加快了脚步跟着。 众人一步踏入走廊, 一股特殊的味道就灌满了鼻腔。 该怎么形容那种味道? 沉重, 一股非常沉重的味道。 这味道就像是全世界的几十亿人都死了, 然后暴露在空气里腐烂, 这股腐烂的味道吸引来无数虫子争相进食。 它们大量的繁衍, 又大量的死亡, 然后也腐烂了。 将这铺天盖地的腐烂气味沉淀一段时间, 等它变得不再刺鼻时, 就成了现在这般沉重的味道。 旗下过了好久才缓过神来, 然后睁开眼睛看去, 却发现眼前是另一番让人绝望的景象。 它们正身处一条望不到头的走廊中, 这里的天花板低矮又压抑, 顺着这条走廊一直向前铺沉。 而走廊的两侧, 无数个木门正在缓缓打开, 正如它们身后的木门一样。 没多久, 木门开始渐渐地出现人影, 大部分都是浑身是血的面具人, 远远望去, 只有极少数的门里走出了正常人。 而那些所谓的正常人, 看起来也都神色疲惫, 颤颤巍巍, 和旗下一样, 他们也活下来了。 什么情况? 韩一抹虚弱地问道, 被抓来的不止我们九个。 旗下的面色格外沉重, 眼前的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个组织抓来了无数的人, 然后进行杀人游戏。 可是, 活下来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张晨泽暗叹一声, 放眼望去数以千计的门里, 走出来的只有寥寥数人。 像旗下所在的房间里全员生还的情况, 甚至连一个都没有见到。 各位, 请。 舌头人向一旁挥了挥手, 示意众人前进的方向, 然后站在门边覆手而立, 看起来他不准备离开。 走吧。 众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排成一条长队, 缓慢地离开了。 经过一闪闪破旧的木门时, 众人近距离看到了那些戴着动物面具的人。 我先前见过的羊和蛇, 他们无一例外地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弥漫着腐烂的味道。 而门里的景象大多都是满地的尸体, 不知道他们究竟参与了什么游戏。 又走了十几步, 众人被眼前两个动物面具吓了一跳。 左边那人戴着一个巨大的老鼠面具, 依靠在墙上。 而右边那人戴着一个巨大的攻击面具, 双手环抱在胸前。 这两个面具明显不是人造产物, 而是实实在在的动物头颅做成的。 可世上哪里会有这么巨大的老鼠和公鸡? 这两人与其他头戴动物面具的人一样, 只是淡淡地看了旗下等人一眼, 没有其他动作。 这些动物都是什么? 灵晴有些被吓到了, 下意识地远离了那二人。 旗下微微一皱眉头, 仿佛想到了什么? 羊、狗、蛇、树、鸡。 是生肖。 他嘴唇微动, 吐出几个字。 众人一正, 纷纷看去。 那些穿着破旧西装的人所戴的动物面具, 果然都在十二生肖之内。 第二十章, 寻道。 十二生肖代表着什么? 走廊的尽头又是什么? 阴曹地府吗? 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昏暗走廊之上, 众人颤颤巍巍的向前移动。 经过先前高强度的几轮游戏, 所有人都感觉身心疲惫。 此刻忽然之间放松下来, 一直缠绕在几人身边的死亡气息也淡化了。 旗下不经意间转过头, 看到了站在自己一旁的灵晴。 他始终用手捂着口鼻。 手也放在了自己的口鼻之上。 虽然这里的味道很难闻, 但你这样会呼吸困难。 呼吸? 灵晴巍巍一正, 随即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不觉得呼吸困难, 只是不捂住口鼻总感觉怪怪的, 就像。 像什么? 像没穿衣服一样。 灵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拿下了捂住口鼻的手。 他的鼻子很挺拔, 嘴唇也很红润, 完全没有遮挡的必要。 旗下并不理解像没穿衣服一样是什么意思。 灵晴巍巍一笑, 还是感觉不太自在, 于是用手又捂住了口鼻。 有点害羞啊, 你们不会觉得别扭吗? 灵晴问到旗下, 就这样录着自己的口鼻。 为什么会别扭? 旗下感觉很奇怪。 就是口罩啊, 灵晴也非常不理解地看着旗下, 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不戴口罩。 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坦然? 口? 还不等旗下反应过来,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丝诡异的亮光。 众人被这道亮光吸引, 纷纷向前看去。 是出口, 有一道像是夕阳晚霞一样的亮光, 从出口处传了进来。 要出去了? 乔家竟激动地叫了一声, 我看到夕阳的光了。 这一句叫喊, 无疑是给几人打了一针强心剂, 赵医生搀扶着韩一墨, 跟随众人一起加快了脚步。 夕阳? 旗下稍微思索了一下, 对众人说道, 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十二点,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游戏时间, 现在应该是两点左右。 无论是凌晨两点, 还是下午两点, 都不可能见到夕阳。 我看你是多虑了。 李警官摇了摇头, 房间里的时间也不一定准确, 说不定现在真正的时间就是傍晚。 旗下微微点了点头, 他知道李警官说的没错, 他对于时间的一切认知 都来自于房间里的坐钟, 可谁也不能保证 房间里的坐钟是正确的时间。 又向前走了几步, 众人在出口的旁边 见到了一个黑影。 随着不断前进, 那黑影渐渐浮现出人形, 他同样戴着动物的面具, 可这面具却让众人感觉到一阵反胃。 与其他所有动物面具都不同的是, 此人的面具不是用某一只动物的头颅做出来的, 而是用溶线缝合了许多器官制造出来的产物。 他的嘴巴像是鳄鱼, 鼻子又像是牛, 脸旁用的是鱼鳞, 脖子用的是蛇皮。 除此之外, 他还在自己的面具上缝合了狮子的鬃毛和熊鹿的脚。 这个动物简直就像是。 你们好, 我是人龙。 那个凤合而成的怪物缓缓地开口了, 全员生还。 真是新奇啊。 龙。 众人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浑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并不是因为龙有什么可怕, 而是他们太熟悉这个开场了。 每次有人这样介绍自己, 接下来就会是一场可怕的游戏。 诸位不要紧张, 你们的考验已经告一段落了。 人龙摆了摆手, 众人才发现他的手上还戴着鹰爪的手套。 他身上的一切动物器官都有些腐烂臃肿, 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可他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自顾自地说着, 我不会给你们带来新的考验, 只是给你们一点建议。 众人没有说话, 紧紧靠在一起, 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人龙。 十天, 你们有十天的时间改变这一切。 人龙缓缓地说道, 若十天之内你们得不到三千六百的道, 那你们所在的世界就会湮灭。 你们目之所及的一切也都会一起陪葬。 短短的一句话让众人难以理解。 三千六百的道, 旗下皱起眉头倒是什么东西? 你说我们所在的世界会湮灭? 那又是什么意思? 有问题, 嘿嘿嘿, 很好。 人龙点了点头, 有问题说明你们还很清醒。 所谓道, 就是, 人龙将手伸进自己的黑色西装口袋中, 摸索了半天, 掏出了四颗金色的小球。 那小球外圈是白色的, 内圈是金色的, 浑身上下闪着金光, 看起来有些奇怪。 这就是道。 人龙继续说, 只要三千六百的道, 你们就有救了。 旗下沉吟了一下, 伸手接过了一个小球, 这个小球摸起来并不坚硬, 甚至还有些弹性。 拿着吧, 这本来就是你们的。 人龙笑着说,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接过了四颗道。 你们度过了四个考验, 说谎者, 雨后春笋, 天降死亡, 是与非。 这是你们的奖励, 也是你们的筹码。 众人从未料想过, 自己多次用性命换来的东西, 竟然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珠子, 此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道, 旗下皱了皱眉头, 一脸无奈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找不到三千六百个这样的小球, 这里就毁灭了。 嘿嘿, 没错, 这里毁灭的话, 你们可出不去哦。 人龙点点头, 他脸庞上的鱼鳞与狮子棕毛, 跟着他的头部一起晃动, 看起来非常别扭。 貌似你有不少这样的小球, 难道你自己凑不齐三千六百个吗? 李警官当机立断地说道, 而且, 你比我们都要强大, 明明可以自己去找的, 为什么要选我们? 我? 人龙吃笑了一下, 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有罪的人得不了道, 只有像你们这样的天选之人, 才能得到最后成神。 这太荒唐了。 张臣则开口打断人龙, 他的双手抱在胸前, 有些微怒地问道,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第二十一章, 副帝。 当然, 嘿嘿,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人龙缓缓地向前走了一步, 对众人说道, 这个门里走出过无数个人, 这番话我对每一个人都说过。 无数个? 众人愣了一下, 李警官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究竟抓来了多少人? 抓来? 人龙歪了一下脑袋, 从面具的空洞之中露出一双污浊的眼睛。 他冷冷地盯着, 李警官笑道, 你会不会搞错了? 真的是我们把你们抓来的吗? 难道不是吗? 李警官咬着牙说道, 我们难不成是自己来的? 灵晴叹了口气, 对旗下和李警官说道, 你们都知道他们是疯子, 所以不要试图和他们争论, 我们快出去吧。 他的一番话让众人清醒不少, 这些戴着动物面具的人本来就不正常, 眼前这个将各种动物头颅缝合在一起的人更是疯得厉害, 若是跟着疯子的思路走, 自己用不了多久也会疯掉的。 众人绕过人龙, 走向了他身后的出口, 要记住, 没有三千六百个道, 谁也出不去。 人龙最后低声提醒道, 旗下鬼使神差地扭过头, 问他, 我们要怎么获得道? 我丢? 你理他干嘛? 乔家记没好气地推了旗下一把, 你真的要去找那些金桌? 不管怎样, 我一定要出去。 旗下的眼神透着一股坚毅, 一股微风扑面而来, 带着那股难以名状的沉重味道, 在场的几人缓缓睁开眼, 却没有如获新生一样的喜悦, 因为眼前是一座犹如废墟一般的死城, 暗红的天空之上挂着一轮土色的太阳, 那太阳的表面有着丝丝黑线, 正在向内部蔓延。 在这怪淡的天空之下,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破败的城市, 看起来是一座小城的繁华地带, 只不过像被炸弹轰炸过一次, 然后又被焚烧殆尽, 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没有扑面, 最后成了这般模样, 房屋大多损坏了, 墙体开裂, 无数暗红色的植物爬满了墙壁, 李警官咽了下口水, 问道, 喂, 人龙, 你带我们来的是什么鬼地方? 他转过头去, 话音戛然而止, 慢慢张大了嘴巴, 众人随着他的声音也回头一看, 他们的身后根本没有建筑物, 而是一个空旷的广场, 此刻的九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中央, 仿佛从天而降。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出来的门呢? 人龙吗? 可惜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广场最中央, 有一个格外显眼的大型电子显示屏, 看起来用了有些年头, 连边缘都有些生锈了。 屏幕上此刻亮着一句, 让众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听到了招哉的回响。 招哉? 什么鬼东西啊? 乔家竟把这句话读了两遍, 还是没明白。 旗下发现, 电子显示屏的上方, 还立着一座巨大斑驳的铜钟。 这种古老的东西, 与电子显示屏放置到一起, 看起来非常不和谐。 过了许久, 作家韩一默慢慢地抬起头, 低声说了一句, 所以我们真的死了, 这里就是阴曹地府, 对吧? 看到这番景象之前, 他还抱有一丝希望, 说不定他们并没有死去, 只是临死前被人抓到了这里。 可是这明显不正常的世界, 又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我们死没死, 我只知道, 若再不给你处理伤口, 你就真的死了。 赵医生强打精神, 架起了韩一默的手臂。 这句话, 也把众人从恍惚之中慢慢拉回了现实, 不管怎样, 他们现在好像是活着, 既然好像活着, 那就不能放弃, 那里好像有个便利店。 林秦伸手一直远处, 虽然看起来毁坏得很严重,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针线和纱布。 乔家静二话不说, 架起了韩一默的另一只手臂, 苦笑了一下说道, 去看看吧, 要是能有点吃的就更好了。 众人向前缓缓前进着, 这里的景象无时无刻都在透露出一股古怪的气息, 让众人有些心神不宁。 便利店在一条道路的中央位置, 门口的玻璃已经完全破碎, 招牌也塌了一半。 在众人马上就要走到门口时, 却缓缓地停下了脚步。 便利店的对面有间餐厅, 一个人影正站在店门口。 他戴着牛头面具, 身着黑色西装, 背着手仿佛一尊雕像。 众人的心情不由得有些紧张, 这些戴着动物面具的人都是疯子。 现在他站在此处, 难道要颁布什么考验吗? 几人小心翼翼地等待了一会儿, 发现那个牛头人完全没有动弹。 他不仅没有说话,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几人一眼。 众人这才终于撞起胆子, 又向前挪动了几步, 来到了便利店门口。 是个假人吗? 田田小心翼翼地问道。 旗下仔细瞧了瞧牛头人, 他面具之下的眼睛还在微微转动, 应当不是假人, 像是在守护身后的餐厅。 管他是什么人, 我们就当他不存在。 李警官转身打开便利店破败的房门。 门刚打开, 一股恶心的味道就扑面来。 这座城市的味道本身就已经分外沉重, 而便利店的味道更是不妙。 腥味、臭味、 烧焦的气味夹杂着丝丝热气, 在这间屋子中回荡。 这些味道闻起来都很新鲜, 像是刚刚才散发出来。 哦, 律师张晨泽承受不住, 直接弯下了腰杆呕了起来。 田田有些担心地看着他, 问道, 大律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张晨泽擦了擦嘴, 望着田田说道, 你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受影响。 田田的表情不太自然, 只能苦笑了一下说道, 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 我闻过更难闻的东西。 别, 别说了, 张晨泽差点又吐了, 旗下掩着口鼻来到室内, 这里的货架大多都倒在地上, 地板飞漆漆的, 黏乎乎, 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第二十二章, 店员。 真恶心, 乔家静皱起眉头, 看着地上脏兮兮的东西, 这种扑鼻的臭味, 不会是排泄物吧? 排泄物? 旗下忽然转头看向乔家静,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换言之, 这里除了他们酒人和动物面具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亦或者说, 其他的东西。 这个人或者东西, 像是在此处生活了很久, 否则也不可能留下满地的排泄物了。 众人四下翻找了一下, 根本找不到针线和纱布, 而便利店外面, 也见不到有药店或者诊所, 盲目出去寻找, 盲目怕是坚持不了那么久。 这可怎么办? 李警官双手插腰, 无奈地望向赵医生, 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 还不等赵医生说话, 便利店的收银台后面一阵响动, 员工休息室的门缓缓打开了。 酒人大惊失色, 立刻后退了几步, 看向那扇缓缓打开的门。 一个瘦弱的人影, 从那门后闪了出来。 定睛一看, 出门的竟是个瘦得不成人形的姑娘, 根本看不出年纪。 她的面颊深深地凹陷下去, 眼睛向外秃着, 好似整张脸上的肉都没有了。 她抿了抿干裂的嘴唇, 好奇地望向几人。 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她似乎是反应过来了一样, 赶忙整理了一下自己脏乱破旧的衣衫, 用沙哑的嗓音开口说道,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李警官仔细理解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貌似是明白了。 你是店员? 女生点点头? 嗯, 众人没有在说话, 因为这件事透露着一股不合理, 且不说为什么这里还有其他的人类, 就算他真的是店员, 又为什么会在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便利店中工作? 店员见到众人没有动作, 只能试探性地说一句, 请随意挑选。 虽然话是这么说, 可是这里哪还有挑选的空间? 货架上几乎没有商品, 仅有的东西也都腐烂了, 沾满了污秽污。 店员的眼睛呆滞, 死死地望着几人。 这目光让几个女生有些害怕。 有针线吗? 旗下面不改色地问到店员, 这, 线? 店员无神的眼睛微动, 然后伸出手, 模拟着穿针引线的动作。 你是说, 这种针线? 众人这才发现, 他的手上沾满了丹河乌黑的血迹, 甚是骇人。 旗下又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就是这种针线。 你有卖吗? 骗子。 依, 乔家竟在认识旗下之前, 觉得自己是天底下胆子最大的人, 可如今就连他也不敢跟这个女人搭话, 这女人不正常, 你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又怎么样? 旗下平稳地说道, 我们的情况不能比现在更坏了。 女店员又呆呆地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之间打开了前台的隔板, 冲了出来, 众人这才看清他的全貌。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又脏又肥大的白色衬衫, 就如同衣服挂在衣架上一般不协调。 衬衫上不知道抹了些什么东西, 感觉像油, 又像是血。 这件衬衫几乎到了他的膝盖, 他的下身好像没有穿裤子, 大腿上全都是干涸的血迹。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想要往后退一步, 却被女店员一把扼住了手腕。 他感觉自己的手腕像是被一根老树藤缠住了, 干枯又生疼。 我这里有啊, 女店员张开嘴, 露出发黄的牙齿, 有针线的。 你跟我来啊。 他的手不断地指向员工休息室, 仿佛想让旗下跟他进去。 众人属实是被他吓到了, 就照着女人目前的表现来看, 跟他走进去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 算了, 我们不买了。 乔家静走上去, 试图拉开那女人的手, 你先放开。 可女店员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一边拉着旗下挪动着脚步, 一边露出开心的微笑。 这屋子里面就有针线, 你来啊。 他的力气甚至比乔家静和旗下两个大男人加起来都要大。 喂? 快来帮忙啊。 乔家静回头吼了一声, 李警官和赵医生回过神来, 也赶忙冲了上去。 女店员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旗下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气拖动着自己, 完全无法挣脱。 二人距离那间员工休息室本就不远, 如今六七步的功夫已经进了房门。 赵医生和李警官正在向外拉着旗下, 却没想到女店员忽然松开了手。 啊! 一声惊呼, 几个人差点摔倒。 各自站稳身体之后, 却见到女店员并没有在意几人, 反而回声过去, 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找起了东西。 四个男人也惊魂未定地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 这里比外面要稍微干净一些, 角落中放着一张折叠床, 被褥都已经发黄了。 上面还有一大滩血迹, 看起来比较新鲜。 另一个角落, 一个简易的炉子上正摆着一口秀气斑斑的铁锅, 里面咕噜咕噜地正在烹住着什么。 而女店员对一切熟视无睹, 正在一个老旧的箱子里翻弄。 在哪呢? 真线, 她不断把箱子里的东西丢出来, 那里面有一拉罐, 有老旧的杂志, 还有锅碗瓢盆。 乔家竟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看向那口铁锅。 说起来, 我还真挺饿的。 她小声地对旗下说道, 如果她不是个疯女人就好了。 我想问问她, 可不可以让我蹭顿饭。 旗下望了铁锅一眼, 里面煮着一个白白的东西, 她也感觉有点饿。 这地方的东西, 你也敢吃。 李警官问道, 谁知道那东西多么脏, 可是闻起来很香啊。 乔家竟说得没错, 脱这口铁锅的福, 屋子里的气味居然香飘飘地, 盖住了恶臭。 你在煮什么? 乔家竟大着胆子问道, 看来她真的想分一口。 小猪仔。 女店员回答道, 小猪仔。 乔家竟来了兴趣, 正想去铁锅那里看一看, 女店员却惊呼一声。 啊, 找到了。 只见她转过身, 双手捧着一雾, 兴冲冲地对众人说道, 看啊, 真线。 李警官上前一看, 面色有点为难, 这并不是什么真线, 而是一个生锈的鱼钩, 外加一小捆杂乱的鱼线。 她转过身看向赵医生, 用眼神向她适应了一下。 赵医生微微一思索, 盯着鱼钩和鱼线开口问道, 姑娘, 还有其他的针线吗? 没有了。 女店员摇了摇头, 只有这个, 你们买吗? 第23章, 交易。 赵医生为难地看了看旗下, 旗下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个可以用吗? 旗下小声问, 问题不大。 赵医生点点头, 一用缝合针经常会用到弯针, 只要够锋利就行。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对女店员开口说道, 姑娘, 我们没有钱, 可以用东西和你换吗? 钱? 女店员双眼直愣愣地看着旗下, 似乎在理解钱是什么意思, 过了很久, 她才开口说道, 我不要钱, 你和我睡觉吧。 睡觉? 旗下嘴唇微动, 什么意思? 我们睡完觉就可以是小猪崽了。 女店员露出了一丝癫狂的表情, 而后竟然流下了口水。 花吧, 她走到了脏兮兮的床边, 弯腰坐了下来, 然后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 那个位置正好有一大滩干涸的血迹。 来啊, 快过来。 女店员马里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她里面什么都没穿, 干瘪的身体沾满了脏泥和血迹, 看起来像个窟窿。 乔家竟沉默了半天, 才用胳膊肘戳了戳旗下, 说道, 你就现身吧。 你怎么不去? 旗下没好气地说, 老板点的是你啊。 乔家竟幸灾乐祸地说道, 没听到吗? 只要你跟她睡觉, 我们就可以吃她锅里的小猪仔。 况且, 作家也在等待于勾救命啊。 你这怎么说都算功德无量? 还不等旗下回话, 女店员好像听到了乔家竟所说, 于是转脸对她说道, 你也可以来, 你们四个都可以来。 啊? 乔家竟一愣, 我? 搞什么? 李警官终于忍不住了, 从井这么多年, 眼前的情况完全超出她的认知。 姑娘, 你图什么呢? 我们是来买东西的, 你为何还要搭上自己? 我, 女店员瞪大了眼睛, 忽然之间大吼道, 我要吃猪仔啊。 说完, 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赶忙把手中的鱼钩和鱼线放到床上, 然后跑到铁锅旁边往里面看去。 小猪仔, 可别被煮坏了。 她有些担心地拿起一根树枝, 在锅里挑弄了几下。 旗下趁着这个功夫, 悄悄走到床边, 然后将鱼钩和鱼线拿了起来, 回头交给赵医生, 说道, 先去救人, 这里我们对付。 好。 赵医生拿着鱼钩和鱼线来到外面, 从地上找了一块还算干净的石头, 开始处理鱼钩。 她把屋内的情况三言两语地跟几个女生说了一下。 田田身为专业人士, 依然不能理解屋内店员的行为。 别管那些了, 旗下说得对, 先救人吧。 林晴接过鱼线, 又回头去查看韩一墨的情况。 赵医生用石头把鱼钩上的铁锈打磨掉, 然后尽量地将它磨得更加锋利, 林晴也在一旁将杂乱的鱼线整理好。 差不多了, 赵医生确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 回头对韩一墨说, 我要给你取下鱼叉, 然后缝合伤口了。 好。 韩一墨微微点了点头, 但是我们没有麻药。 赵医生为难地说, 这股疼痛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没事, 至少我能活下来, 对吧? 韩一墨苦笑了一下问道, 屋内三个男人站在女店员身后, 看着他拨弄着锅子, 他一件衣服都没穿, 可三个男人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逃。 喂, 骗子。 乔家静小声问道, 你把人家的货偷了, 他一会儿生气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李警官在一旁沉默了一会儿, 小声说道, 我们不是还有刀吗? 不知道他要不要。 那怎么行啊? 乔家静有些不悦地说道, 那是用我们所有人的命换来得到, 你就这么给这个疯子了, 咱们这也是再救人命啊。 二人正在争论, 女店员缓缓地回头过来, 他像是放心了一样, 神色泰然地走到床边, 那里本来放着鱼斗和鱼线, 现在空空如也。 他有些犹犹豫地看了看床, 似乎觉得哪里不妥, 咦? 但很快, 他就摇了摇头, 说道, 对了, 睡觉。 你们四个谁先来? 女店员抬起头, 望着眼前三个人, 神色又恍惚了一下, 问道, 不是四个, 你们一直都是三个人吗? 算了, 三个也行。 乔家静摇了摇头, 小声说道, 看吧, 他疯得比我想象中还厉害。 嗯, 旗下愣了半天, 开口说, 我们不想和你睡觉, 我们只是来买东西的。 花霸,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道, 放到了女店员身边, 然后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值钱, 但我们只有这个了。 按照旗下所想, 生活在这里的人肯定认识那些动物面具, 也肯定或多或少地听过道, 这种拿命换来的东西, 不管怎么想都是有些价值的。 女店员好奇地看了看那颗珠子, 然后拿起来捏了几下, 这珠子似乎有点弹性, 不知是什么材质。 接着在三个人震惊的目光之下, 将珠子扔到了嘴里, 只听咯吱一声, 珠子被他咬碎嚼了嚼, 吞到了腹中。 不好吃, 女店员摇摇头, 离小猪宰差远了。 这, 三个大男人从未想到自己用命换来的东西, 会被人当作零食, 一时间都语色了。 不睡觉? 那你们走吧。 女店员无奈地叹了口气, 表情十分的失落, 总有人会来和我睡觉的。 虽然情况让三人理解不了, 但现在好歹是可以走了。 三个人信心地退出屋外, 正在盘算着该如何与众人说他们损失了一个道, 却见到眼前赵医生已经拔掉了韩一墨身上的鱼叉, 此时他的鲜血喷涌, 满头都是嘘汗。 快来帮忙。 凌晴叫了一声, 乔家静和李警官赶忙冲了上去, 帮忙按住韩一墨的手脚。 在这种极度疼痛的情况之下, 人会不由自主地乱动。 韩一墨, 你看着我。 赵医生严肃地说道, 还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赵医生。 韩一墨皱着眉头, 咬着牙说道, 没错, 你要保持清醒。 赵医生将鱼钩穿了线, 一下子就刺破了他的皮肉。 韩一墨又闷哼一声, 你和我聊聊天? 赵医生不慌不忙地说道, 聊些你感兴趣的事来分散注意力。 我感兴趣的是, 韩一墨苦笑了一下, 你不是小说作家吗? 赵医生说道, 聊聊你的作品怎么样? 第24章, 黎群。 哼哼, 韩一墨苦笑一下, 赵医生, 你想多了。 我身为小说作家, 最不想聊的就是自己的作品, 若有闲暇时间, 我想暂时忘掉作品里的一切, 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那就聊别的。 赵医生已经在慢慢地缝合伤口, 可是这道伤口是圆形的, 缝合起来比一般的伤口更加复杂。 他定了定神, 又问道, 告诉我, 你平时除了写作, 都怎样放松自己? 我, 会玩游戏。 赵医生点点头, 那可太好了, 我下班了也会玩游戏, 你都玩什么游戏? 韩一墨由于失血过多, 现在的思维非常缓慢, 过了好久他才说道, 英雄联盟, 里面有个女人者叫阿卡丽,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哦? 赵医生笑了笑, 那还真是巧了, 我也玩英雄联盟, 也很喜欢阿卡丽。 虽然他语气平稳地说着话, 但众人都看到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毕竟从医这么多年, 这是第一次在不打麻药, 患者清醒的情况下缝合伤口。 如今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喜欢这个角色, 还是单纯地想顺着韩一墨的话题聊下去。 赵医生, 你也喜欢阿卡丽吗? 韩一墨无力地点了点头, 我对阿卡丽的一切都很着迷, 这个叫做暗影之拳的女人者, 我感觉她的故事背景也。 赵医生手上的动作微微一停, 然后抚摸着韩一墨的脸, 问道, 韩一墨, 你看得到我吗? 韩一墨不知道赵医生为何忽然问出这个问题, 只能回答道, 我看得到你。 我是谁? 你是赵医生。 赵医生听后又点了点头, 说道, 韩一墨, 你现在已经出现幻觉了, 一定要保持清醒。 幻觉? 韩一墨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还算正常, 不明白赵医生所言何意, 我不是正在和你正常聊天吗? 怎么会出现幻觉呢? 应该是失血过多的症状, 你的大脑攻血不足。 像你所说的阿卡丽, 她的英雄称号叫做离群之刺, 并不叫暗影之拳。 离群之刺? 韩一墨眯起眼睛, 不由得有些犹豫, 她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难道这也是幻觉的原因? 乔家竟在一旁戳了说旗下, 问道, 骗子, 他们在说什么呢? 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我不玩游戏, 听不明白。 我倒是打过电动, 乔家竟撇了撇嘴, 可我没听过他们说的这个游戏啊, 这个英雄什么的对战游戏, 比恶狼传说还有趣吗? 旗下不想参与这个话题, 走到一旁, 找了一个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 她正在思考另一件事, 韩一墨和赵医生的聊天也没了声音, 估计是韩一墨的幻觉太多, 导致聊天根本进行不下去, 众人的气氛渐渐沉默下来。 灵情发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于是坐到旗下身边。 你在想什么? 灵情问道, 旗下扭头望了灵情一眼, 表情冷淡。 这是你第二次问我在想什么了? 旗下说道, 你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每次都这么直白地问患者吗? 可你不是我的患者啊。 灵情摇摇头, 我们也不会把咨询者称为患者, 那样很不礼貌。 我只是单纯地好奇, 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脑子里究竟都装了些什么? 装着我的妻子。 旗下一脸怅然地开口说道, 你的妻子? 灵情默默地点了点头, 之前你说有人在外面等你, 那人就是你的妻子吗? 是。 旗下点了点头, 灵情微微笑了一下, 我没猜到是这个答案, 原来你已经结婚了吗? 我为什么不能结婚? 旗下感觉灵情好像话里有话, 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可你是一个骗子, 你的妻子又是个怎样的人? 你。 旗下罕见地有些生气, 他缓缓地站起来, 眼神冰冷无比, 什么意思? 我是骗子, 所以能嫁给我的人也只会是三较九流, 是吗? 啊? 我? 灵情被旗下的气势吓到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 只是很好奇。 我劝你不要对我好奇。 旗下依然冰冷地说道, 我是个骗子, 我说的话也不会是实话。 二人的聊天不欢而散, 但灵情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在意。 赵医生那头也终于缝合好了伤口。 差不多了, 赵医生一边擦着手上的血迹, 一边说道, 目前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只能希望伤口不要感染。 谢谢, 韩一默的嘴唇苍白, 缓缓地对赵医生说, 见到一切都告一段落, 旗下缓缓地站起身, 对众人说道, 各位, 是时候告别了。 其余八人听到这句话, 纷纷露出疑惑。 告别? 你要去哪? 乔家竟问道, 这就和你们无关了。 旗下看着街对面的餐厅, 若有所思, 你不会真的要去找到吧? 李警官愣了一下, 怎么? 你有什么指教? 旗下似乎默认了这个答案。 恕我直言, 你这是在送死? 李警官无奈地摇了摇头, 三千六百个道。 三千六百个道是什么概念? 如果每次都能获得一个道, 之前那种濒临死亡的游戏, 你要通关三千六百个。 是。 旗下点点头, 听起来几率非常渺茫, 但还是有希望的吧。 有希望? 李警官叹了口气, 十天三千六百个游戏, 平均一天三百六十个。 就算你每天什么都不做地去通关游戏, 这个时间也远远不够。 更何况你会随时死在游戏中, 但若你什么都不做, 十天之后才会死。 说完之后他顿了顿, 又说道, 而且这个死是建立在人龙所说的话完全属实的基础上。 换言之, 十天之后我们不一定会死, 这里也不一定会毁灭。 你找起了三千六百个道, 他也不一定会放你出去。 道理我都明白。 旗下打断李警官的话, 说道, 但我不准备在这里等, 哪怕我只是出去转转, 也比呆在这里好多了。 可你, 李警官还想跟旗下争论些什么? 员工休息室的门又嘎吱一声打开了。 众人转头看去, 之前那个女店员走了出来。 他一丝不挂, 满嘴都是油渍, 手中攥着什么东西, 干瘪的身体仿佛只剩下骨架。 张辰则微微皱了皱眉头, 将自己的女士西装脱了下来, 然后走上去披在他的身上。 他转过头望着几个男人, 面色微怒。 你们几个大男人进到房间到底都做了什么? 这姑娘的衣服哪去了? 乔家竟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一事半会可说不明白, 我劝你也别管他了。 你人真好, 女店员的双眼直直地看了看, 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 又看了一眼张辰泽。 可惜你不是男人, 不然我一定要跟你睡觉。 睡觉? 张辰泽被这个姑娘吓了一跳。 你在说什么胡话? 既然不能睡觉, 那我把这个给你吃。 他摊开脏兮兮的手, 手中握着一根已经煮烂了的婴儿手臂。 第25章 分歧点 张辰泽双眼圆睁,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能不自觉地往后退着。 怎么了? 乔家竟被张辰泽挡住了视线,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这位趾高气昂的大律师退了好几步, 然后一屁股坐到了肮脏的地面上。 你? 你? 张辰泽伸手, 只是女店员? 众人也寻声望去, 发现那女店员摊开的手掌中捧着一小节手臂, 那手臂非常小巧, 不像是成年人的。 况且, 上面的手指根根分明, 也绝对不是什么动物。 看来这个女店员确实烹住了一个, 那手臂此刻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旗下看到了这一幕, 又联想了一下这个古怪房间的环境, 瞬间明白了什么。 这就是小猪仔。 旗下试探性地问道, 没错啊。 女店员点点头, 你们不吃吗? 旗下沉着脸, 又问道, 你说让我们和你睡觉, 你就能吃小猪仔, 吃的就是这种小猪仔。 嗯, 女店员呆滞地看着旗下, 小猪仔很好吃, 这里的血腥味很重, 女店员的大腿和床上都有血迹, 若旗下猜得不错, 这个女人分娩没有多久, 她让男人和她睡觉, 只是为了获得一口食物。 我大约一年才能吃一次小猪仔, 女店员笑了笑, 露出肝黄的牙齿,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人愿意和我睡觉? 我可以用猪蹄跟你们换, 我, 我们不吃, 李警官摇摇头, 既然不吃, 那就算了, 他摸索了一下, 将那根煮烂了的食物塞到了衣服口袋里, 又抹了抹自己手上的油, 张晨泽看到自己披在对方身上的衣服被搞成这样,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在此之前, 他从未想过这种食材会有这么多油子, 天天慢慢地走到女店员身边, 表情复杂地对他说道, 姑娘, 你吃掉的不是小猪仔, 是的, 是的, 不是小猪仔, 女店员无神地双眼转了转, 那就是小猪仔啊, 他忽然就窜出来, 还把我撞疼了, 众人面面相去, 谁都接不上话, 嘿, 我又饿了, 女店员一扬眉头, 我去喝猪肉汤了, 能吃饱真好啊, 说完, 他转过身子, 再次走进了员工休息室, 关门之前,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傻笑着对众人说道, 请随意挑选, 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几个人沉默了半天, 气氛非常压抑, 终于还是旗下打破了沉默, 开口说话了, 各位, 就算时间之后, 这个破地方毁灭不了, 我们也回不到现实事件, 旗下伸手摸了摸额头, 如果要永远留在这里, 我们迟早会跟他一样疯掉的, 这次李警官没有反对旗下, 他也犹豫了, 在这看起来明显不正常的城市里, 在这暗红色的天空, 土黄色的太阳之下, 人类能保持理智多久, 屋内传来了除具碰撞的声音, 听起来女店员似乎又给自己盛了一碗真修, 此刻正在大块朵衣, 仅仅一门之隔, 一个女人在吃某些绝对不能称之为食物的东西, 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太反常了, 我想出去看看, 旗下开口说道, 你们不好奇吗,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都是谁, 城市有边缘吗, 外面是什么, 我们怎么来的, 又要怎么出去, 与其说是好奇, 众人脸上的表情更像是害怕, 我只觉得这里处处都有危险, 萧染摇了摇头, 对旗下说道, 在那些游戏, 我宁可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靓女, 这里没有吃的, 也没有喝的, 乔家竟摸了摸肚子说道, 我们要活命, 总不能真的去吃那个小猪崽吧, 她的立场不言而喻, 与其待在这里等死, 她也想要出去看看, 九个人此时似乎被分成了两对, 有人想走, 有人要留, 赵医生看了看身旁的韩一墨, 说道, 出去看看是没问题, 可是伤者去不了, 他注定只能留在这, 作为医生, 我也应该留下照顾他, 那我留下陪你们, 萧然小声说道, 你们是不要命了吗, 乔家竟摇摇头, 一个病患, 一个弱女仔, 外加一个医生, 你们三个人准备在这生活了, 我也留下, 李警官忽然开口, 赵医生三个人扭头看向他, 知道若是有体格健壮的李警官也留在这, 自然会更加安全, 李警官冲着赵医生点了下头, 说道, 这个混混说的对, 你们三个独自在这太危险了, 不必说那些动物面具, 就算是里面那个女人发起风来, 你们也应对不了, 如今选择留下的人数已经到达四个, 众人又把目光停留在田田, 张辰泽和林晴身上, 这三个女生还未表态, 我当然是留下, 张辰泽微微一笑, 我是律师, 在情报没有完全到手之前, 我是不会主动出击的, 这会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 说完, 他便起身走到了李警官和赵医生一措, 此时的旗下和乔家竟两人似乎成了另类, 他们在这看起来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想要出门探险, 就像是没长大的孩子, 田田看了看身旁的林晴, 然后走到了旗下身边, 却始终没有说话, 他似乎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加入旗下的队伍, 嗯? 乔家竟嘴角一扬, 我以为你会留下呢? 留下? 田田苦笑着摇摇头, 然后伸出手指了指地上, 说道, 你们看不到吗? 这里有一道墙, 这道墙让我不得不走, 墙? 旗下和乔家竟低头看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墙, 墙的那一侧是警察, 是律师, 是医生, 而墙的这一侧是骗子, 是混混, 是妓女, 田田语气平淡, 他将一丝额头的散发捋到耳后, 又说, 我们的阵营从一开始就确定好了, 是吧? 旗下和乔家竟神色一动, 明白了田田的意思, 是啊, 就算他们九人都是被迫来到此处的普通人, 但依然有他们自己的阵营, 旗下, 乔家竟, 田田都是生存在灰色地带的人, 注定了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如今没有选择自己阵营的人, 只剩灵情, 众人未曾想到的是他竟慢慢走到了旗下等人身旁, 旗下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姑娘有点问题, 可又说不出哪里管, 你也来, 田田疑惑地看着这个姑娘, 你和我们不是同类人, 跟着他们的话或许, 但我很有用, 灵情捂着口鼻冲田田笑了笑, 打断了她的话, 我了解人性, 说不定能帮得上忙, 乔家竟伸了个懒腰, 缓缓说道, 好啊, 两个靓女相伴, 我和骗人仔也不会无聊了, 不要叫我骗人仔,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而且我也不需要你们跟着, 行, 行, 乔家竟点点头, 咱们什么时候走, 现在吗? 我, 不等旗下说完话, 灵情就开口说, 现在的时间真的不早了, 我个人建议, 还是明天出去吧, 明天? 众人扭头望了望窗外, 天色果然已经变暗了, 那天空更加暗红, 不断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第26章, 死者, 说是时间后, 现在应该算是第灵天吧, 灵情换了一只手捂住口鼻, 又说道, 你们现在出去, 一会儿就看不清道路了, 毕竟这里也没有路灯, 旗下自知灵情所言有理, 于是静静地走到一旁, 找了一个干净的货架坐了下来, 他确实有些着急了, 竟然连时间都忘记看, 可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去见自己的妻子, 去见云念安, 去见那个喜欢穿着白衣的女孩, 小安, 我马上就会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 你等着, 咱们马上就有钱了, 旗下的表情始终与其他人不同, 他并未慌乱, 并未悲伤, 只是有些着急, 随着天色变暗, 众人纷纷找干净的位置坐了下来, 幸亏这里的夜晚并不寒冷, 大家只是有些饥饿, 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水米未尽, 每个人都感觉使不上力气, 没有人在开口说话, 他们只是缓缓地看着天上那轮土黄色的太阳落下, 世界完全掉入黑暗, 这一天的经历对所有人来说都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众人都幻想着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眼前的所有印象能够消失, 整个城市似乎都静靡了下来, 不知在酝酿着什么, 众人听见远处似乎有婆娑的声音, 但又听不真切, 这里太黑了, 黑到分不清自己的眼睛到底是不是真的, 众人自小在城市中成长, 从未见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骗人仔, 你睡了吗? 乔家竟在旗下的不远处忽然开口问道, 怎么, 你说这里有其他的参与者吗? 旗下沉默了一会, 对,回答说,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任龙说, 门里走出过上千万个人, 按道理说, 这里不止我们九个, 乔家竟也沉默了一会儿, 又问, 那个女店员会不会就是曾经从门里走出来的人? 嗯? 旗下微微一愣, 她从未往这个方向思考过, 毕竟那个女人看起来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仔细想想, 这并不冲突, 提前十年将人抓来, 或是提前十天将人抓来,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按照任龙的说法, 这里将在十天后湮灭, 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起点, 但终点相同,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应该不会像女店员那样完全疯掉, 毕竟他们只需要在这里待上十天, 无论如何, 十天之后都会看到结果, 骗人仔, 你睡了? 乔家竟问, 旗下不再理会他, 反而将头扭向一旁, 认真地思索着今天发生的事, 这一切怪异的情况, 究竟是因为什么? 得不到旗下的回答, 乔家竟也不再自讨没趣, 渐渐没了声音, 过了没一会儿, 又有两个人在黑暗中开口说话了, 听起来像是赵医生和李警官, 赵医生, 怎么? 我想问问, 若一个女人长时间营养不良, 能够孕育生命吗? 赵医生略微沉默了一下, 明白了李警官的意思, 屋内的女店员看起来很久没有吃过饭, 却为何能不产下阴海? 其他人仿佛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都在静静地等待她回答, 赵医生整理了一下思路, 说道, 这个问题很复杂, 女性若是长时间营养不良, 容易导致月经不调, 甚至绝经, 毕经, 换句话说, 缺乏基本的维生元素会导致她们无法排卵, 自然无法受孕, 所以, 这又是一个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吗? 李警官沉声问道, 那个女店员的身体情况看起来很差, 具体情况不能下定论, 在非洲的某些地区, 人们的营养摄取量也非常低, 但也有较高的出生率, 找医生叹了口气, 但这毕竟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牵扯到每个人的体质, 以及关键营养的摄入, 我所了解的也不多, 李警官听后不再说话, 也没了动静, 屋内的众人又陷入了沉默, 旗下本来不想睡, 但在完全丢失视觉的情况下, 人的感知会变得模糊, 最终慢慢停止思考, 伴随着街道上静谧的沙沙声, 旗下的眼皮沉了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去的, 梦中他见到了云念安的身影, 夏, 你知道吗?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是的, 小安, 我知道, 梦中的旗下点了点头, 我马上就能出去了, 你等着,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 只听一声巨大的, 几乎是近在耳边的钟声, 如炸雷般响起, 旗下睁开眼, 慌忙站起身, 发现外面天色已然亮了, 一回头, 众人惊魂未定, 都和旗下一样, 四下张望着, 那钟声太过巨大, 惊醒了他们, 怎么回事? 萧染下意识地躲在了李警官身后, 还不等众人做出反应, 房间的角落里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咳嗽声, 那咳嗽声像是含了一口水, 赵医生发现声音来自背后, 于是慢慢转过身, 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韩依莫躺在地上, 他的腹部插着一把纯黑色的巨剑, 那巨剑像一颗钉子, 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地上, 整个剑身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插下, 有一大半都没入了地里, 他的嘴里喷吐着鲜血, 不断地咳嗽, 喂, 韩依莫伸出手, 声音不太自然, 听起来不像是痛苦, 不像是恐惧, 更像是疑惑, 旗下微微皱眉, 然后走过去蹲下身, 握住了韩依莫的手, 我在, 他一边回答着, 一边抬起头看了看建筑的天花板, 整个天花板都完好无损, 这把黑色的巨剑并不像是从天而降, 韩依莫嘴唇微动, 眼睛开始泛光, 呜咽了一声之后, 竟然开始痛哭, 这, 这地方不对劲, 旗下, 她的咳嗽声越来越大, 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血水从口中喷出, 又倒灌进鼻子里, 韩依莫大声地咳嗽了几声, 紧接着浑身一僵, 失去了生机, 在难以呼吸的情况下, 短短几个字, 就会让她用尽全部的力气, 是啊, 真正的冰死之人,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交代一眼, 接下来是沉默, 久久的沉默, 众人知道, 韩依莫应该还有很多话想说, 但留给她的时间显然不够,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了, 旗下见到韩依莫无神的双眼, 眉头一皱, 忽然之间头痛欲裂, 她捂着额头蹲下身躯, 感觉有什么东西要从自己头脑中钻出来一样, 随即撕心裂肺地惨叫了一声, 啊, 众人还没从韩依莫死亡的事实中回过神来, 紧接着又被旗下的惨叫吓了一跳, 天人仔, 你没事吧? 乔家静小心翼翼地问道, 静默了半分钟, 旗下才慢慢地平整呼吸, 说道, 我没事, 先看看韩依莫吧, 众人见到旗下确实没有什么异样, 才扭头看着韩依莫的尸体, 心中五味杂陈, 一个念头在他们心中不断地盘旋, 他们真的死了吗? 人死后还会再死吗? 韩依莫被人杀了, 萧然小声地说道, 这句被人杀了将众人一语惊醒, 是的, 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死后会死的问题, 而是凶手问题, 韩依莫被发现时还有意识, 也就是说, 那把巨剑刚刚才刺入他的腹部, 换言之, 杀死他的人没走远, 更有可能隐藏在剩下的八人之中。 第27章, 愚蠢, 旗下, 张晨泽双手环抱, 面无表情地说道, 韩依莫受伤后第一个叫出的人是你, 你们之前认识吗? 旗下眼皮也没抬, 右手扶着额头回答道, 不认识, 那你对他的死有什么头绪吗? 张晨泽继续问道, 旗下不再回答, 反而端向起韩依莫身上的巨剑, 这把剑古风古色, 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上有战痕累累, 又像是经历了很多争斗, 可是现在这个年代, 有谁会拿着这么一把巨剑与人争斗? 旗下, 我再问你话, 张晨泽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准备解释什么吗? 我需要解释什么? 旗下问道, 你想说我杀了韩依莫, 不管凶手是不是你, 你总要说点什么, 来洗脱嫌疑吧? 旗下依然没回答, 反而伸手去拔剑, 喂? 李警官见状赶忙走了上来, 旗下, 不管凶手是不是你, 我们保护案发现场,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旗下打断道, 要不然等你们警察来调查的时候, 容易丢失证据, 李警官嘴巴微动, 雨色了, 现在不必说等警察来调查, 就连他能不能活着出去, 都是个问题, 旗下见到李警官沉默, 于是双手用力, 继续拔剑, 他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将剑身完全抽离地面, 乔家进剑状也上去帮忙, 这才发现, 巨剑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重, 这通体漆黑的古剑, 不知是用什么金属打造, 重量大约在150斤上下, 相当于一个强壮的成年男子, 旗下大口地喘着粗气, 将铁剑扔在地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 旗下平稳了呼吸, 才终于开口对张成泽说道, 张律师, 我和你确认一下, 这把铁剑有一人长, 一百多斤, 你现在怀疑, 是我举起了这把铁剑, 在黎明时分, 悄无声息地杀死了洞都动不了的寒一墨, 并且, 我还把剑身深深地插入了地面, 张成泽抿了抿嘴唇, 面色不太好看, 李警官见到气氛有些不妙, 于是站出来打圆场, 旗下, 既然你没有杀死韩一墨, 为什么非得把剑拔出来不可呢? 旗下也不与张成泽纠缠, 反而是低头看了看, 这把沾满鲜血的巨剑, 他仔细查看了一番, 摇了摇头, 又将铁剑翻了过来, 果然, 在另一面的剑柄处, 刻着七黑剑三个小字, 方才韩一墨所说的内容中, 有用的信息不多, 他好像一直都在试图接受什么事实, 只可惜到死他都没想明白, 而这段话中唯独让旗下记住的信息, 就是七黑剑三个字, 这把剑叫七黑剑, 乔家静在一旁问道, 旗下微微抚摸着下巴, 喃喃自语的说, 这三个字在韩一墨的另一侧, 也就是说他被刺穿的时候, 不应该知道这把剑的名字, 可他为什么会提到七黑剑呢? 我觉得你的思路很另类, 李警官摇摇头说道, 为什么要去管一件凶器的名字? 现在的问题, 不是应该考虑韩一墨的死因吗? 旗下看了李警官一眼, 又说道, 韩一墨被刺杀十天是亮的, 就算他当时在睡觉, 受到这么重的创伤, 也绝对会睁开眼, 理论上他应该看到了凶手, 可他却对凶手的名字只字不提, 反而两次提到了七黑剑, 这不是很奇怪吗? 可他叫了你的名字, 萧冉在一旁小声说道, 不管那是什么剑, 韩一墨确实第一时间喊出了你的名字, 所以呢? 旗下问, 所以, 你是凶手啊? 萧冉有些胆怯, 他躲在李警官身后, 不敢看旗下, 旗下也没有辩解什么, 只是盯着萧冉看, 似乎在判断这个女人究竟是真正的凶手, 还是单纯的傻, 而且我们的同伴死了, 你完全不悲伤, 却在此处冷静地分析了起来, 可你是个骗子啊, 你的分析有什么用? 萧冉几乎是带着哭腔地说道, 我们之中有谁会相信你? 悲伤? 旗下皱着眉头, 仿佛有些不理解, 你是说, 我应该为这个认识不到一天的人而悲伤, 你这么冷血, 所以我才说你像凶手, 萧冉的声音渐渐变大了, 你昨晚不是要走吗? 为什么非要在这里过夜? 仔细想想的话, 你就是为了杀人才故意留下的吧? 旗下此事已经大抵明白了, 眼前这个女人并不一定是凶手, 但一定是愚蠢, 她在一开始的房间中, 也曾经大喊过,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骗子类似的话, 对她来说, 逻辑没什么用, 她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结果, 乔家静有些听不下去了, 对着萧冉说道, 喂, 笨女仔, 你如果不喜欢动脑, 就别打断人家讲话, 我觉得骗人仔分析的有道理, 可是你们三个本来就不是好人啊, 萧冉委屈地反驳道, 我们这里出了人命, 你们三个是最可疑的吧, 我笨又怎么了, 我笨也不会做坏事啊, 这一句话针对的不仅是旗下, 连乔家静和一旁的甜甜也包含在内了, 是啊, 他们三个本来就不算什么好人, 旗下点点头, 答道, 你说的对, 他放弃了查看尸体和巨剑, 反而缓缓地站起身来, 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必要了, 人就是我杀的, 众人听到旗下这么说, 纷纷面无表情, 只有萧冉显得有些激动, 你们看, 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刚才啰嗦了一大堆, 是想用那把剑的名字转移注意力, 李警官在一旁皱着眉头, 不知在思索什么, 喂, 骗人仔, 乔家静有些理解不了了, 你就算承认了, 又有谁会信, 不必说你, 这把剑就算你和我一起搬动, 也不可能不发出响声啊, 旗下摆了摆手, 走出了便利店, 无所谓, 反正只有十天的时间, 被扣上凶手的罪名又能如何, 况且, 我不喜欢跟愚蠢的人争辩, 听到旗下这么说, 乔家静也撇了撇嘴, 跟上去了, 然后是田田, 他从一开始就决定, 要跟旗下和乔家静走, 如今更是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林秦回过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李警官一眼,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摇摇头, 走了, 仅剩八个人的队伍分成两队, 留下来的四人面色都有些复杂, 只有萧冉看起来像是放了心, 太好了, 那几个看起来很坏的人终于走了, 萧冉, 我们好像忘了件事, 赵医生在一旁小声对萧冉说道, 萧冉跑出屋子, 喊住了四人, 站住, 旗下冷冷地回过头, 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萧冉问道, 道呢? 道? 没错, 四个道, 我们九个人拼上性命赢回来的道, 总不能让你全都带走吧, 第二十八章, 分道扬镳, 赵医生此时也走了出来, 面色闪躲, 看他的样子并不像是前来阻拦的, 反而像是来助阵的, 没有四颗道, 只有三颗了, 旗下说, 三颗? 萧冉眉头紧皱, 你弄丢了一颗, 旗下看了看萧冉身后的赵医生, 眼神带着一丝阴厉, 赵医生似乎也注意到了旗下的眼神, 只能开口说道, 萧冉并不是旗下弄丢了, 而是她用其中一颗道, 跟那个女店员换取鱼钩和鱼线了, 什么? 萧冉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 随即叹了口气, 又对旗下说, 行吧, 你用刀去做交易, 是你自己的事, 现在我要你把属于我们队伍的两颗还给我们, 属于你们的两颗? 旗下面色异冷, 萧冉, 半天没动静的田田忽然插话道, 不能这么说吧, 如果非要算清楚的话, 那损失的一颗道, 是为了救你们队伍的寒衣墨, 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我说过了, 那是旗下自己决定做的交易, 跟我们队伍无关, 你老母, 乔家竟往前走了一步, 面色凶狠, 原先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完全变成粤语, 我从不打女人看, 但你个女仔毫无要脸, 喂, 冷静点, 林秦上前拉住了乔家竟, 说道, 那些倒是旗下迎来的, 就让他决定怎么分配吧, 乔家竟有些愤恨的抿了抿嘴唇, 勉强把怒火压了下去, 旗下伸手缓缓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然后说道, 人龙说过, 这些倒计是我们的奖品, 也是我们参与游戏的筹码, 你们准备在这里等死, 所以我一刻都不会给你们, 怎么, 不用骗, 改用抢了吗? 萧冉怒笑道, 这世上没有哪里是法外之地, 我劝你想想清楚, 这么做对吗? 我们这里可是有警察的, 李警官此刻听到屋外的争吵, 也走了出来, 两个队伍本来并无隔阂, 此时却因为这名叫做萧冉的诱尸, 而显得剑拔弩张, 怎么了? 李警官问到赵医生, 我在屋里都听到这里有好大的动静, 没事, 萧冉有话跟旗下说, 赵医生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有话跟我说, 旗下面色一冷, 赵医生, 你可真行啊, 你确定是萧冉有话跟我说吗? 旗下知道萧冉只是一把枪, 而赵医生才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 毕竟凭萧冉的智慧和胆量, 若是没有人怂恿的话, 不可能出门与旗下四人对峙, 打掉对方的枪可以止住攻势, 但打倒对方的人才可以一劳永逸, 赵医生一正,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旗下说道, 旗下, 可能你会有些不满, 那些道也确实是你帮我们迎来的, 可那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 我们也有所付出, 你理应给我们一半, 是吗? 旗下听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回道, 是这么说的呀? 什么? 赵医生听到这句话, 眼珠子一下子瞪大了, 你, 你的八怪在讲什么鬼东西, 我什么时候和你一起杀韩姨墨了? 李警官和萧冉的脸色瞬间都变了, 不是你说的吗? 旗下漫不经心搓了搓手, 你和我说那个人的伤口都没缝好, 肯定活不成, 少个人就少个累赘, 剩下的人出去的希望会更大一些。 胡说? 赵医生彻底被旗下激怒了, 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你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吗? 虽然韩姨墨的伤口确实很难处理, 但我给她指出血了, 你, 你, 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旗下往前走了一步, 拍了拍赵医生的肩膀, 对萧冉和李警官说道, 别在意, 我是个骗子, 刚才的话也是我胡周的。 你, 赵医生气得嘴巴都歪了, 你讨厌被颠倒黑白吗? 旗下低声说道, 我也同样讨厌, 若你跟那个女人再来纠缠我, 问我要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我一定给你们的教训。 赵医生被这句话吓得不轻, 也终于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绝非善类。 在以前的游戏中, 旗下虽然一次次地伸出援手, 却不代表他可以任人宰割。 萧冉此时也想到了什么, 男男自语地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因为你是医生, 出现伤者的话不得不去照顾, 你为了摆脱这个累赘而杀了他。 我, 怎么可能呢? 赵医生还会说话, 旗下便摇头否认道, 萧冉, 当才的话真的是我瞎编的, 你可千万别信。 可是怀疑的种子已经在萧冉的心中悄然扎根, 又怎能轻易拔除? 旗下, 这眼的是哪一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警官皱着眉头问道, 旗下看了看眼前这个健兽的男人, 他对这位警官的印象还算不错, 只希望他们没有沆瀣一气地贪图自己的道。 萧冉说, 我应该把道分给你们两个, 你觉得呢? 旗下问道, 李警官听后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说, 咱们已经试验过了, 道在这里不能作为货币, 留下也没什么用, 况且, 那本来就是你迎来的, 还是你拿着吧。 那怎么行? 萧冉有些激动地说道, 那些道是用我们的命换来的呀。 李警官苦笑一下, 说道, 既然你知道那些道是用你的命换来的, 就更应该感谢旗下曾经救了你的命。 我? 萧冉被枪住, 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李警官说的也不无道理, 如果没有旗下, 他早就死在那个可怕的房间中了。 旗下默默点了点头, 从怀中掏出一颗小球, 冲着李警官抛了过去。 李警接住, 翻手一看, 赫然是一颗道。 嗯? 他面带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会去参加游戏的, 给我道也没有用, 暂且寄存在你那里。 旗下挥了挥手, 就当洗个钱, 那一颗给你, 我手里的两颗就干净了, 你们也别来烦我了。 这, 李警官还是有些疑惑, 却不知该说什么好。 赵医生与萧染的面色更是复杂至极, 二人心中十分杂乱。 众人等了一会儿, 发现李警官依然站在原地没有离去。 调子? 还有事吗? 乔家静问。 第29章, 谜团。 李警官没有看乔家静, 反而对着旗下问道, 我确实有件事, 关于韩一默。 你刚才是不是有话没说完? 韩一默的死代表了什么? 那把劲又是什么意思? 旗下眯起眼睛, 仔细打量了一下李警官。 警官, 你擅长的是刑侦, 我擅长的是诈骗, 现在你向我请教案子, 不会很奇怪吗? 李警官无奈地低下头, 说道, 都已经来到了这种鬼地方, 行侦怎么可能还派得上用场? 旗下听后略微沉默了一会儿, 决定将自己想到的线索告诉他。 警官, 我只能说, 韩一默有可能认识那把剑。 认识? 李警官皱起眉头, 然后略带思索地点了点头。 你是说, 他曾经见过那把剑? 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了。 旗下说道, 你还是关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 什么意思? 旗下叹了口气, 转身就要走, 却被李警官一把拉住了。 你别走, 我到底是什么处境? 林秦捂着口鼻凑到了李警官耳边, 然后小声说道, 警官先生, 旗下不愿意说, 我可以替他说, 你要小心的地方有两个。 两个? 没错, 第一, 能够轻易举起那把剧剑的在场只有那个疯掉的女店员, 她的力气非常大。 换句话说, 如果韩一默真的是被人杀死的, 那么女店员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们要趁早离开这个地方。 李警官面色沉重地点点头, 又问道, 第二呢? 第二, 就是你的队友们, 他们看起来并不值得信赖。 李警官的嘴唇微动, 仿佛想到了什么。 如今站在他这一边的, 有一个受情绪左右, 看起来并不聪明的幼石骁然, 有一个对所有的事都默不关心, 只看利弊的律师张成泽, 还有一个曾经与自己对峙过, 有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赵医生。 他们四个人的组合, 若是遇到了威胁生命的考验, 能够互相信赖吗? 李警官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 才终于开口说道, 旗下, 不管怎么说, 我会以便利店为本营, 在附近几个区域探索。 若你们有什么情报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交换。 旗下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走了。 剩下几个人,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跟了上去。 李警官望着四个人的背影出神了一会儿, 和赵医生, 萧冉一起回到了便利店。 他又何尝不知道, 外面的四个人在关键时刻更值得信赖, 但他们要去收集到, 换句话说, 他们在找死, 跟着他们也并不安全。 如今, 想要顺利地活下去, 只能先找到一个根据地, 然后从长记忆了。 旗下带着几人不断前行, 不多久就来到了昨天降临的广场上。 他想来此处确认一件事情, 那就是清晨听到的巨大钟声。 这里如同昨天一样, 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 而显示屏上方悬着一口铜钟。 韩一墨被人刺杀的时候, 剧中响了。 林晴眨了眨眼睛, 开口说道, 我似乎听到过好几次钟声。 好几次? 乔家静一顿, 问道, 什么时候? 林晴的瞳孔稍微转了一下, 回忆道, 你们还记得, 我们在房间中刚醒来时, 被人养打碎了头颅的那个男人吗? 他在死亡时, 似乎也有钟声响起。 田田似乎明白了什么? 难道说, 每次有人死亡, 这种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眼前的铜钟似乎像是桑钟 在向众人通报死亡的人数。 不对, 旗下摇摇头, 我们经历过的那条走廊, 少说也有上千个房间, 在我们经历游戏的同时, 各个房间都在死人。 若这东西是桑钟, 我们不可能只听到两次钟声。 这, 田田觉得旗下说的也有道理, 可既然如此, 剧中想起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咦? 林晴抬头仰望了一下显示屏, 发现上面空空如也。 我记得, 昨天这上面有一行字, 众人抬头一看, 上面的字确实消失了, 好像是回想什么的, 乔家静摸着下巴说道, 我回想昭灾。 我听到了昭灾的回想, 旗下说, 啊对, 乔家静点点头, 那是什么意思? 旗下摇摇头, 这可不是靠猜就可以知道意思的东西, 他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太少了。 昭灾是什么? 回想是什么? 我又是谁? 算了, 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旗下转过身, 刚要走, 却忽然之间正住了, 他的眼前是一张枯稿的, 带着笑容的脸, 这张脸不知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背后, 此刻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旗下瞳孔一动, 赶忙往后退了两步, 剩下三人也吓了一跳, 眼前是一个枯稿的老人, 他点起脚尖身躯弯得像一棵死树。 我想到了, 老人微微一笑, 露出紧剩的一颗牙齿。 你问我的问题, 我想到了, 旗下被这老头盯着, 只感觉背后发寒, 你在跟我说话? 老人抿了抿干裂的嘴唇, 小伙子, 我知道答案了, 就是赌命啊, 只要赌上你的命, 一切都好办了。 他伸出戴着肮脏指甲的手, 便要去抓旗下, 我们距离出去, 已经近在咫尺了, 只要你愿意赌上命。 旗下皱着眉头又退了几步, 虽然听不懂老人在说什么, 但他口口声声要自己的命, 实在是太诡异了。 喂? 老头, 你是谁? 乔家静有些狐疑地开口问道, 你以前见过旗下? 老人神色一动, 扭头看向乔家静, 他表情复杂地张了张嘴, 然后问, 你不认识我,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默, 老人浑浊的眼睛不断闪动, 过了很久才终于想到了什么, 原来如此, 你们已经见过天龙了。 天龙? 四个人面面相去, 没希望了, 老人摇着头, 慢慢背骨伸去, 我们斗不过他的, 我们永远迷失在这里了, 怪不得生肖再次回来了。 他一边念叨着, 一边走远, 背影看起来非常落寞。 第三十章, 人数, 砍家产, 又是疯子, 乔家静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总感觉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 我们也会疯掉的。 旗下被这个老头搞得心烦意乱。 旗下, 你没事吧? 灵晴在一旁问道, 没事, 旗下定了定心神, 这些人阻止不了我, 我要去参与游戏了, 你们可以不必跟来。 我跟你去, 灵晴说道, 不管你去参加什么游戏, 我都和你去。 听到这句话, 旗下慢慢停下了脚步, 他回过头, 冷冷地看着灵晴。 这个眼神分外冰冷, 把灵晴吓得不轻。 这, 怎么? 灵晴, 你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 灵晴有些疑惑地反问道, 我需要有什么动机吗? 旗下再一次盯着灵晴的双眼, 说道, 你接近我是为了什么? 无论怎么想, 你也应该跟着另一对行动吧。 我们三个和你不是一路人, 更不该成为同伴。 听到旗下这么问, 灵晴只是微微一笑, 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想出去, 旗下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说了很多遍, 我要出去, 见我的妻子, 她不能没有我。 你听明白了吗? 灵晴眼睛眨了一下, 回道, 听明白了。 我的妻子叫于念安, 她为我吃过苦, 替我遭过罪, 是我此生全部的念想, 所以我要回去找她, 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够不够清楚。 够清楚? 现在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还不准备离开吗? 旗下冷言说道, 灵晴微微低下头, 思索两久之后, 回答说, 因为某些原因, 我还是不能走。 旗下皱着眉头看着灵晴, 她虽然没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危险和谎言, 但她始终看不透灵晴的目的。 随便你, 旗下见到说不通这个女人, 只能回过身去, 继续往前走。 乔家静也跟着旗下走了上去, 开口说道, 骗人仔, 我们说好的, 你有头脑, 我有力气, 咱们合作。 你也有不得不出去的理由吗? 是, 乔家静点点头, 虽然我不想死, 但也不想坐以待毙。 合作是没问题, 但我要先说好。 旗下看了一眼乔家静, 继续说道, 我和你素无交情, 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我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我丢? 你是一点义气, 也不讲吗? 乔家静无奈地摇了摇头, 真是不讨人喜欢。 听到几人在交谈, 田田默默低下了头, 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可与他们比起来, 自己又在做什么呢? 假设他真的排除万难, 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了。 假设他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归了原本的生活, 那自己会再次过上暗淡的日子, 与那些肮脏的老男人热情相拥。 这样想来的话, 说不定死在这里也是个不错的归宿。 天天, 你怎么了? 灵晴问道, 没什么? 离开了广场, 众人来到了另一侧的街道。 这里与便利店的街道不一样, 似乎都是一些小型民居, 一栋栋低矮的房子交错排列, 不知道是否有人住在此处。 没走几步, 四人又看到了一个动物面具, 那人此刻正站在一个老旧房间的门口, 副手而立, 旗下静直冲着他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发现, 此人带着一个巨大的老鼠面具, 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但此人的身材很瘦小, 问鼠人是吧? 鼠头人也终于注意到了眼前的四个人, 然后笑了笑, 开口说道, 我不是鼠人, 是人鼠哦。 他的声音很好听, 是个女孩子。 这应当是众人第一次遇到动物面具之下, 是女人的情况。 不见,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乔家竟没好气地说, 我管你是什么东西? 人鼠就是人鼠, 叫错了可就麻烦了。 那女生黑黑笑着说道, 难得有人光顾我这里, 你们要参与考验吗? 旗下看了看人鼠身后的房子, 然后问他, 什么规则? 鼠类考验, 门票一个道, 人鼠就像是一个非常耐心的导购员, 温柔地向几人介绍, 你们很难在其他城区找到难度这么低的考验了。 所以, 你身后的是什么游戏? 旗下又问道, 人鼠回身推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小型的仓库, 我的游戏叫做仓库寻道, 现在这个房间中有一个道, 现一个人进入, 五分钟之内找到道, 你们就赢了, 那颗道也归你们了。 旗下感觉有点不妥, 于是又问道, 若我们找不到呢? 找不到? 人鼠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找不到的话, 你们门票作废就损失了一个道呀。 损失一个道? 旗下一愣, 就这样, 那还能怎么样? 人鼠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这是怎么回事? 旗下皱起眉头仔细思索了一下, 门票一个道, 获胜获得一个道, 失败则失去一个道。 这个游戏很违和, 听起来既不会获得更多的道, 也不会因此而丧命。 既然如此, 参与这些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这不是个好机会吗? 田田说道, 我们趁此机会参与一次, 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处境。 可是, 旗下还是有些疑惑, 就算这次的游戏赢了又能代表什么呢? 我可以先去试试。 田田回头对旗下说, 死了也没事。 这叫什么话? 林晴感觉田田的状态不太对。 真的, 田田淡定地说道, 我刚才想通了, 我感觉我出去或是不出去, 根本没什么区别。 话罢, 他问旗下要过一个道, 回头递给了任鼠。 这样就可以了吗? 田田问, 是的, 已收到门票, 从你进入房间之后游戏便会开始。 任鼠热情地点点头, 我再重申一次游戏规则, 现在这个房间中有一个道, 若你在五分钟之内找到并且带出来, 这个道就归你了。 好, 我知道了, 田田再次点了点头。 你准备好了吗? 任鼠问道, 准备好了, 田田点点头。 很好。 任鼠说, 游戏开始, 祝你好运。 说完他便关上了门。 第31章, 鼠类游戏。 房间之外的几人, 毕竟是第一次主动参与游戏, 每个人都有些紧张。 旗下, 林晴叫道, 怎么? 你曾经说过, 不同的动物代表的是不同的游戏类型, 是吧? 应该是。 林晴听后, 看了看眼前的人鼠, 然后小声问道, 你觉得鼠类游戏是什么游戏? 旗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不提前知晓游戏类型, 田田的处境就会比较被动。 可是, 鼠跟什么有关呢? 看起来, 现在正在进行的游戏很符合鼠的特性, 那就是在众多杂物之中寻找目标。 旗下低声说道, 难道鼠就是寻找类游戏吗? 房间内的田田先是大体环视了一下房间, 发现这里有许多货架, 而每个货架上都摆着大大小小的纸箱, 放眼一望至少有上百个。 田田随意拿来一个纸箱看了看, 里面装满了杂物。 他心中盘算了一下, 若是在这五分钟之内将纸箱一一打开, 然后翻找里面的东西, 怕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到, 毕竟箱子的数量太多了。 他又抬起头, 发现这个不大的仓库中仅有一盏白赤灯, 而开关就在身边的墙壁上。 田田思索了几秒, 忽然之间系上心头。 他运了运力气, 直接将一个货架推倒, 发出巨大的声音。 屋外的几人听到之后, 立刻慌乱了起来。 喂? 亮女仔, 你没事吧? 乔家敬大喝一声。 我没事。 田田高声说道, 我只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点头说道, 没错, 确实是个好办法。 哎? 乔家敬一愣, 这你都知道。 你们二人是有武侠小说里的传音入密吗? 只听屋内的声音越来越大, 田田将所有的货架全部推倒, 纸箱也撒了一地。 各种杂物一时间倾泻而出, 有的纸箱装着塑料的盘子和碗, 有的纸箱装着旧衣服, 还有的纸箱装着废纸。 他又走到几个完好无损的纸箱前, 大力地踩踏着, 没多久的功夫, 原本整齐的仓库就已经一片狼藉。 他气喘吁吁地看了看, 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然后走到墙边, 关闭了白痴灯。 房间内瞬间一片黑暗, 只能听到田田的呼吸声。 这, 田田环视了一下, 慢慢地皱起眉头。 在他的印象里, 那个叫做道的小球散发着隐隐的光芒, 若是此处的杂物撒乱一地, 在黑暗中有极大的概率能够发现到。 可在他关灯的瞬间, 整个房间都陷入了黑暗, 再无一丝一毫的亮光。 他有些不幸邪, 大着胆子走了上去, 然后用脚不断地踢动各种纸箱, 加大自己的搜索面积。 一个能够发光的小球, 为何会在黑暗的房间之中, 完全失去踪迹? 踢了半天, 田田感觉所有的纸箱都被自己打开了, 却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发光的东西。 此时任署在室外敲了敲门, 说道还剩十秒。 田田无奈地摇了摇头, 打开了灯。 借着这突如其来的灯光, 他发现自己脚下居然是一箱罐头。 之前的罐头装在纸箱中, 如今倾洒了一地。 他伸出手, 拿起一瓶罐头读了读标签, 发现里面装的是豆子。 田田摇动了一下罐头, 果然传出了沙沙的声音。 我好像都刮耸, 田田咬了咬牙, 难道在这些罐头里? 只嘎, 任署从外面扭动把手, 推开了门。 时间到了, 挑战失败。 田田一惊, 抬起头来, 正对上人鼠那张诡异的脸。 门外三人立刻迎上前去, 乔家静问道, 怎么样, 亮女仔, 找到了吗? 不行, 田田将罐头一扔, 一脸悲伤地站起身。 我怀疑到, 装在这些罐头里, 只是要在五分钟之内, 把这几十个罐头徒手打开,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旗下低头看了看, 这些罐头都是残豆罐头, 在里面藏一个道, 很合理, 可他还是感觉有哪里不太对。 田田信心地退出房间, 有些恐慌地看了看人鼠, 可人鼠没有其他动作了, 他只是关上房门, 继续站在门口。 原来真的只是损失一个道。 田田小声问道, 他不准备要我的命。 人鼠笑了笑, 问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的命? 乔家静见到这一幕, 也算是明白了。 我说, 骗人仔, 照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吧。 再来一次, 旗下皱了皱眉头, 我们已经知道, 道大概率放在那些罐头里了, 这一次进去, 可以直接开罐头, 反正他也不会杀我们。 旗下看了看自己的口袋, 那里只剩一颗道了。 当初人龙说过, 这些道既是他们的奖励, 又是他们的筹码。 这样看来, 参与这些游戏需要缴纳一定的道, 从而和对方进行对赌, 若是他们在此处消耗了过多的道, 那日后的游戏就无法进行了。 亮女仔, 你确定你找了其他所有的箱子? 乔家静跟他确认道, 我并没有仔细翻找, 只是将所有的箱子打开, 然后关上了灯, 天天摇了摇头, 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亮光的地方, 所以道应该被装在密封的容器中。 很好, 那我再进去试一次。 乔家静点头说道, 可此时旗下却忽然伸手拦住了他。 等等。 嗯? 旗下看了看人鼠, 问道, 我能再听一次游戏规则吗? 当然。 人鼠笑了笑, 回头打开了房门, 众人这才发现屋内居然崭新如初, 所有的货架都回归了原位, 箱子也摆了回去。 我丢! 乔家静一愣, 灵晴和甜甜也惊诧一声。 人鼠慢慢地走了进去, 环视了一下, 问道, 怎么样, 我的游戏很神奇吧? 旗下点了点头, 人鼠又说, 我的游戏叫做寻道, 门票需要消耗一个道。 现在在这个房间中有一个道, 只要你们能在五分钟之内找到, 那么道就归你们了。 说完, 他又热情地笑了起来, 旗下听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我要再玩一次。 他说, 好, 没问题, 人鼠点点头, 你们想玩几次都没问题, 这一次, 我要赌命。 旗下说, 第32章, 赌命, 一语过后, 众人皆惊, 甚至连人鼠都微微震了一下。 你要, 赌命, 人鼠确认了一遍, 没错, 旗下点点头, 我要赌上我的命。 人鼠的喉咙微动, 咽了下口水, 然后说道, 没, 没必要吧。 他的反应超出了旗下的想象, 本以为这些动物面具, 应当是愿意自己赌上性命的, 可他为什么慌乱了? 我, 我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找寻游戏, 你, 你赌上性命, 也太夸张了。 而且, 我的门票只要一个到, 你没必要赌上性命的呀。 林晴和乔家静也在一旁不解, 这游戏, 还能赌命的吗? 乔家静皱着眉头问道, 可是骗人宰你, 为什么要赌命啊? 咱们的倒不够了。 我想起那个哭搞老头说的话, 想在这里试一试, 旗下低声说道, 看对方的样子, 似乎很害怕我赌命。 我知道你很想赢。 林晴插话道, 可是你赌上性命去开罐头, 若是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倒不在里面怎么办? 我会赢的。 旗下说完便抬头看向任鼠, 我已经下了赌注, 可以开始了吗? 任鼠沉默了半天, 才终于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若真想赌命, 那就别后悔, 现在游戏开始。 旗下走进了房间, 任鼠正要退出房间, 降门关上时, 旗下却一把拉住了他。 这个动作, 让任鼠的浑身都一整。 旗下面无表情地伸出手, 缓缓地从任鼠的上衣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刀。 我找到了。 门口的三人纷纷张大了嘴巴。 这样可以吗? 游戏开始的瞬间, 在裁判的身上找到刀。 这样真的没有破坏规则吗? 只见任鼠不断地颤抖, 看起来非常害怕。 我若没猜错的话, 只要你关上房门, 这个房间就不可能再有刀了。 是吧? 旗下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 旗下轻声说, 你每一次在解说游戏规则的时候, 一定要站到房间中, 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房间中有一个刀。 你这句话说得没错, 可惜是个巨大的陷阱。 见到任鼠没有回话, 旗下继续说道, 现在房间中确实有一个刀, 只可惜马上就会消失了。 任鼠面具之下的眼睛开始疯狂地转动, 憋了好久才问道。 你就因为这个大胆的假设赌上了自己的命。 假设? 当然不是。 旗下继续说道, 真正让我确信的是你在宣告甜甜游戏失败的时候。 什么? 当时他关着门, 按理来说我们所有人都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可你打开门的瞬间就跟甜甜说他失败了。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会知道他没有找到? 我? 答案显而易见, 你知道屋子里不可能有道。 任鼠的身体微微打了一个寒颤, 而鼠类游戏则是另一个陷阱。 我们都以为鼠类喜欢咒服夜出, 在黑暗中找寻目标, 这也是甜甜思考的方向, 按理来说他没错。 可这世上还有其他的鼠类, 他们会把重要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嘴巴中, 是吧? 任鼠盯着旗下看了半天, 知道自己真的输了。 他顿了顿, 忽然之间使出了很大的力气, 将旗下推倒, 扭头就跑。 我掉! 乔家静见状立刻伸手去抓任鼠, 可他就像真正的老鼠一般, 一个转身躲开了。 他的奔跑速度很快, 顺着接到扬长而去。 既然此刻都有些无措, 他们从未想过这些动物面具居然会逃跑。 什么情况啊? 骗人仔, 乔家静从地上将旗下扶了起来, 一脸都不解, 他为什么跑路了? 我也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但看表情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难道赌命? 指的是, 他往人数的方向看了看, 想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 却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 旗下伸出手, 颤颤巍巍地指着远处, 三人扭头一看, 也瞬间愣在原地, 只见半空之中出现了一个漂浮的人, 拦住了人数。 我丢, 终结者吗? 乔家静的声音略带颤抖, 眼前的警官已经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只见半空中那人轻轻地挥了挥手, 人数就瘫坐下来, 仿佛浑身都使不上力气了。 紧接着, 二人在远处消失, 下一秒又出现在旗下四人身前。 这如天神下凡的一幕, 让在场的四人一时之间头脑空白。 半空之中, 漂浮的是个体型瘦长的男人, 他赤裸着身体, 披着一件血红色羽毛做成的披风, 散乱的长发上也插了几根羽毛。 此刻整个人在空中上下翻动, 好似一只飞鸟。 四个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不清, 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而仁鼠更是浑身发抖, 面具之下仿佛听到了乌液。 仁鼠, 你要做什么? 来人轻声问道, 你刚才是要逃跑吗? 仁鼠不断发抖, 听起来声音都变形了。 逃跑可不行。 来人慢慢落地, 伸手温柔地抚摸着仁鼠的头。 你要乖一点, 赌命就是赌命。 朱雀大人, 仁鼠哭嚎着叫道, 请饶了我。 那可不行哦。 被称作朱雀的人伸出修长的手指, 不断地在仁鼠的面具上游走, 愿赌就要服输, 是对方要和你赌命, 我也没有办法呢。 旗下心中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壮起胆子问对方搭话道, 我, 我不想要他的命, 我赌伤自己的命, 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道而已。 哦? 朱雀抬起眼睛看了看旗下, 手却慢慢下疑, 挪到了仁鼠白皙的脖子上, 像握住一只真正的老鼠那样, 握住了他。 仁鼠浑身僵硬地发着抖, 一句话都不敢说。 有这个必要吗? 旗下皱了皱眉头, 我是赌命的发起人, 现在我不想要他的命了, 只想要到, 杀了他对我来说没有益处。 仁鼠听到旗下似乎在为自己求情, 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有意思啊, 仁鼠, 快起来吧, 他放过你了。 他拍了拍仁鼠的后背。 第33章, 雀跃。 仁鼠惊魂未定, 慌张地看了看朱雀, 似乎在征求他的同意。 怎么? 需要我把你扶起来吗? 朱雀笑着问道, 不, 不用, 仁鼠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他顿了半天, 才对旗下说道, 谢谢, 谢谢, 旗下摇摇头, 你不必谢我, 我只是, 不吃, 话还没说完, 旗下就看到有一只手从仁鼠的腹部穿了出来, 他的身体一正, 声音也戛然而止, 温热黏匿的血液见了旗下一身, 朱雀从背后慢慢地抱住仁鼠, 像抱住了一个恋人, 这孩子很有礼貌呢。 朱雀闭着眼睛, 贴着仁鼠的脸庞, 仿佛在嗅他身上的味道, 会说, 谢谢是个好习惯, 可是你违反了规则, 竟然妄图逃跑, 他放过了你, 我可不会放过你。 说完, 朱雀便伸出另一只手, 摘下了仁鼠的面具, 丢到了地上, 旗下与仁鼠面对面, 此时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仁鼠分明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她的脸上有还未褪去的稚嫩, 满含泪水的眼中全是恐惧与绝望, 嘴中也磕着鲜血。 好, 好疼, 仁鼠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乖, 马上就不疼了, 朱雀用鼻子蹭着仁鼠的头发, 你马上就会死的, 放心, 放心, 我丢你老母, 你放开。 朱雀冷笑一声, 抽出了自己血淋淋的手, 将仁鼠顺势向前一推, 旗下下意识地抱住了这个女孩, 表情尽是错愕, 没错, 这就是赌命, 自己赢了, 对方就会死, 就算自己不想要她的命, 她也一定会死。 这个叫做仁鼠的小女孩, 是被旗下活活逼上死路的, 她以为赌的只是自己的命, 却未曾想过对方会开出同样的假码, 可他们不是游戏的举办者之一吗? 这些动物面具, 难道也是某种参与者吗? 旗下,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朱雀甩了甩手上的血, 冷冷地开口问道, 神, 旗下一愣, 抬起头来看着她, 你知道我的名字? 朱雀嘴角微微扬了一下, 然后指着四人轮流教导, 旗下, 乔家静, 林晴, 张丽娟,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田田也跟着正住了, 张丽娟是她的本名, 可是自从十四岁之后就没有用过了, 什么叫为什么在这里? 林晴问道, 我们不在这里, 又应该在哪里? 朱雀的脸上一直都带着一股意味深长的笑容, 只见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说道, 看来你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简直太可悲了, 你有话就直说, 遮遮掩掩的算什么? 旗下怀中抱着掩掩一息的人数, 眼神格外冰冷, 你以为卖关子会让你显得很深沉吗? 听到这句话, 朱雀的眼神慢慢冷峻下来, 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旗下, 我果然跟你喝不来, 朱雀轻蔑地看着她, 你永远也逃不出去, 就在这里腐烂吧, 哦, 到了现在这个田地, 旗下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她咄咄逼人地继续问道, 让我在这里腐烂, 你现在要杀了我吗? 朱雀一个闪身飞升到旗下身旁, 身后的羽毛披风也飘了起来, 她伸手抓住了旗下的衣领, 恶狠狠地说道, 若不是规则限制, 我一定在这里撕碎了你, 也就是说, 按照规则, 你不能杀我, 旗下回道, 朱雀终于又露出了笑容, 我不杀你, 你也会死在这里, 在众人警惕的目光之中, 朱雀缓缓地飘到了半空之中, 犹如神明,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死在这里? 旗下抬起头问道, 因为你是旗下, 所以注定要死在这里, 朱雀冷哼一声, 然后在空中消失无踪, 她并不像电视剧中的仙人那样飞走, 也不像施展了魔法一样发出光芒, 整个人只是在空中输得消失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众人摸不着头脑, 因为我是旗下, 所以我会死在这里, 躺在旗下怀中的人鼠咳嗽了一声, 旗下低下头, 看了看她, 这个女孩的脸庞很干净, 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的心情有些复杂, 若自己没有选择赌命, 那这个少女应该不至于有此下场, 仔细想想, 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旗下不利, 一个道换一个道, 或许真如她自己所说, 旗下再也不可能找到这么简单, 这么安全的游戏了, 人鼠将手伸进口袋里, 然后艰难地说道, 真是可惜啊, 我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你们是第一批参与者, 我还以为能赚到道呢, 她将道递到旗下的手里, 然后断断续续地说, 这里的一颗是你们的门票, 另外三颗是我自己的道, 现在都归你了, 四个人看着眼前的女孩,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按照立场来说, 她们本应是敌对的, 可这女孩的无助感, 绝望感, 却又深入己人的内心, 引起了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共鸣, 你也是某种参与者吗? 旗下语气冷淡地问道, 人鼠听到这句话, 反而笑了出来, 她的嘴中又开始流出鲜血, 这里谁又不是参与者呢? 说实话, 我宁可像你一样, 从未戴上鼠的面具, 尽管我们都出不去, 她的头缓缓地躺到一边, 手臂也垂到了地上, 两个女生在一旁叹了口气, 连乔家静也一脸悲伤, 可旗下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冷淡, 她将女孩在地上放平, 缓缓地站起身来, 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旗下, 你没事吧? 灵晴问道, 我? 旗下微微一正, 我看起来像是有事吗? 因为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不太正常, 我? 话音未落, 旗下整个人忽然头痛欲裂, 她淒厉地惨叫一声, 抱着自己的头蹲了下来, 喂? 骗人仔? 乔家静感觉旗下的状态有些不对, 金晨寒一墨死亡时, 旗下也出现了头痛的情况, 旗下只感觉脑袋像要裂开, 有什么东西在大脑的深处跳动着。 第34章, 我的战术, 旗下死死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耐心地等待那阵头痛消失, 过了大约半分钟, 她才平稳了呼吸, 慢慢地放下手, 站起身来, 她的表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阵头痛如同刮过身边的一阵风, 来得虽说猛烈, 却总在某一时刻淡然消失, 灵晴看了一眼旗下, 问道, 你, 你没事吧? 你经常头痛吗? 不, 在我记事以来, 这是第二次, 旗下叹了口气, 说道, 估计跟这鬼地方有关, 灵晴还想再问些什么, 可看起来, 旗下并不想纠缠这个问题,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 就算我脑袋里面生了虫, 我也不准备在这个地方诊断, 旗下抬头看着暗红色的天空, 继续说道, 脱这个小姑娘的福, 我们知道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有吗? 天天看了看地上人数的尸体, 表情还是有些悲伤, 我感觉唯一有用的信息, 就是关于赌命的规则了, 这个孩子也因此丧了命, 不仅如此, 旗下说, 我本以为这是一片充满着混乱和疯狂的土地, 可现在看来, 这地方也有属于自己的规则, 规则? 没错, 旗下点点头, 刚才那个叫做朱雀的男人, 应当就是此处的管理者之一, 管理者? 你是说那个鸟人? 乔家敬问, 是, 他现身是为了保证规则不被破坏, 可是管理者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天天有些不理解, 他赤身裸体带着一个披风, 看起来好奇怪, 跟他的种种诡异行为比起来, 不穿衣服已经是最正常的一项了, 旗下顿了顿, 又说道, 这只是我们目之所及的线索, 或许管理者的上面还有其他人, 灵情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了, 那个叫做朱雀的人曾经说如果不是规则限制, 一定杀了你之类的话, 乔家敬也点点头, 能够限制住那种有特异功能的疯子, 相信他上面的人会更加可怕, 特异功能? 难道不是特异功能吗? 和终结者一样, 乔家敬比划道, 那人可是在天上飞啊, 听到这句话, 三个人都顿了一下, 终结者是什么意思? 灵情好奇地看了看乔家敬, 看你穿得挺时髦, 结果却是个徒佬吗? 乔家敬憨笑了一下, 连终结者都没看过吗? 时? 时髦? 灵情尴尬地张了张嘴, 这两个字现在只能在老一辈那里听到, 能够说出来就已经够土的了, 可自己却被这种人嫌弃了, 乔家敬用胳膊肘捅了捅旗下, 问道, 骗人仔, 你应该看过的吧? 阿诺施瓦辛格, 简直不要太帅, 阿诺施瓦辛格, 灵情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又好像没听过, 我不在乎什么终结者和施瓦辛格, 我也不在乎那个鸟人有多么不可思议, 旗下缓了缓, 说道, 我现在只想知道规则的范围有多大, 能够规范到什么程度? 三人不懂旗下所言, 面面相觑, 骗人仔, 你要做什么? 旗下缓缓地伸出手, 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对三人说道, 我想知道, 杀人夺道到底可不可行? 此言一出, 灵情和田田各自往后退了一步, 只有乔家敬原地没动, 杀人夺道? 乔家敬皱了皱眉头, 表情严肃至极, 你是说, 若是十天之内你, 没有凑齐三千六百个道, 就要去抢别人呢? 是,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旗下说道, 如今我们也是一支队伍了, 如果要完成这种大事, 必须有你们的帮助, 所以我现在把计划说出来, 听听你们的意思, 我不会帮你的, 乔家敬果断摇摇头, 就算这个地方天塌下来, 我也不会做不意的事, 那些有道的人恐怕都跟我们一样, 历经千辛万苦才活下来, 我们有什么理由杀掉他们, 是吗? 旗下神色复杂地点点头, 可如果我们要逃出这个鬼地方, 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那可是三千六百个道啊, 你们真的不打算是一事吗? 我也拒绝, 灵情也开口说道, 我认为这个主意并不好, 如果我们真的杀了人, 就算能够从这里出去, 也不可能过上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了, 天天思索了半天, 开口说, 是的, 如果说要杀死别人的话, 我更想自己先死, 旗下看着三个人的眼睛, 撕损了半天, 嘴角才微微的异扬, 很好, 如今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们, 我真正的计划了, 什么? 乔家敬一愣, 我丢, 骗人仔, 你再试探我们? 旗下点了点头, 说道, 若你们三个可以接受杀人夺到这种计划, 只能证明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会随时放弃你们, 你, 乔家敬差点被旗下给气死,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去杀人呢? 按道理来说, 规则不可能允许杀人夺到这种情况发生, 旗下解释道, 虽然我不清楚这里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但似乎一直在保持着一种诡异的公平, 那些管理者们更像是裁判, 如果真的是裁判, 那就一定会保证参与者们的安全, 他顿了顿, 又说, 换句话说,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死在游戏中, 而不是自相残杀, 众人听到旗下的话, 都有些沉默, 过了一会儿, 灵晴回过神来问道, 既然如此, 你真正的计划是什么? 我的计划不复杂, 旗下回答道, 既然这些游戏不会送命, 那我们就去一个一个的试探, 你们先去搞清楚游戏规则, 顺带收集线索, 当有把握了之后, 我就去赌命, 最后, 获得的所有道我们都评分, 在到达三千六百克之前, 我们可以一直用这个战术, 第三十五章, 传单是什么? 哎? 三个人一脸震惊地看着旗下, 这个计划虽然不复杂, 但听起来处处都是危险, 你要一直跟对方赌命, 灵晴问道, 这样听起来也太, 这就是目前的破解之法, 旗下说,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 乔家静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骗人仔, 你真的不怕死吗? 怕, 旗下说道, 但我一定要出去, 天天叹了口气, 忽然一脸认真地说道, 旗下, 你知道, 我并不是因为相信你, 或是想要依托于你, 才加入这个队伍的, 我来这里, 是因为那里容不下我, 我知道, 旗下点点头, 所以我很难相信你最后会把道平分给我, 我也不认为自己, 能在最后关头打败你, 成为唯一活下来的那个人, 所以呢, 所以我跟你的合作都是暂时的, 若我觉得眼下的情况对自己不利, 会随时背叛你, 天天苦笑了一下, 说道, 虽然对我来说, 活下来和死在这里没什么区别, 但如果有希望, 我也会争取一下, 总而言之, 我和你们三个人一起, 只是为了获取属于我的那份, 旗下听后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的表情, 反而是有些放心地点了点头, 这样很好, 很好, 天天眨了眨眼睛, 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我只是为了道, 你也可以不用太相信我, 这世上最牢固的关系, 就是雇佣关系, 旗下说道, 我没什么意见, 此时的乔家敬和林晴却互相看了一眼, 天天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真的可以相信他吗, 既然我们大家都谈妥了, 那就出发吧, 天天似乎没想到, 旗下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让他心中有些不踏实, 但仔细想想, 自己还有什么被骗的空间吗, 四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情, 再度向城市深处前进, 静谧的城市时刻都在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旗下发现, 他们似乎在不断地向繁华地带深入, 这里能隐约地看到一些原住民, 他们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地, 徘徊在荒拜的街上, 人似乎变多了,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里不仅有各种原住民, 更能时不时地见到动物面具, 站在建筑物前面, 仿佛越往城市深入走去, 见到的人就会越多, 旗下正说着话, 却见到一个原住民抱着一打指, 向着他们四人静止走来, 那人的身形和女店员一样消瘦, 如同一具骷髅, 乔家镜眉头一皱, 往前踏了一步, 本以为会有什么危险, 却见到那人将纸递给乔家镜一张, 开口说道, 游勇剑神了解一下, 不等乔家镜伸手接过来, 那人就像一具僵尸一样松开了手, 传单也掉到了地上, 可他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缓缓走开了, 英勇剑神, 乔家镜眨了眨眼睛, 英勇剑神是什么鬼东西, 他将纸片捡起来一看, 上面的字迹几乎都被磨掉了, 看起来十分陈旧, 这里居然还有发传单的, 田田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便利店里既然有店员, 那街上有发传单的也不奇怪吧, 旗下说道, 传单是什么? 林勤问, 短短的一句话, 却让三个人都略微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旗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问传单是什么? 林勤又清清楚楚地说了一遍, 传单是什么? 三个人同时向林勤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这是正常人能够问出来的问题吗? 你不知道传单是什么? 旗下问道, 不知道啊, 林勤很自然地摇摇头, 你们都知道, 三个人都没有回答, 但心中依然疑惑, 这个林勤从一开始的表现就很奇怪, 他喜欢捂着口鼻, 又执意要跟着旗下, 如今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他难道不是人类, 亦或者说, 他是主办者的一员, 这个可怕的想法开始在旗下的头脑中盘旋, 若他真的不是人类,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 林勤旗下终于还是开口了, 如果不搞清楚林勤的身份,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下心来的, 传单这种东西是常识物品, 常识? 林勤的表情显然很不解, 就因为你们三个知道, 他就是常识了吗? 乔家竟此时插话道, 这不是我们三个知不知的问题, 传单这种东西又不稀有, 人人都应该知道的, 为什么你会不知? 是啊, 田田也点点头, 你难道没有见过传单? 你们真的好奇怪, 林勤有些被问烦了, 我不知道传单是什么? 那又怎么了? 你们要为了这张纸片而怀疑我吗? 旗下看了看眼前这个女孩, 她的行为确实很难理解, 如果她是举办者之中的议员, 露出了这么明显的破绽, 至少应该撒个谎, 把这件事情圆过去才对, 可看她的样子根本不像在隐瞒什么, 而是真的有些生气, 她并不觉得不认识传单有什么不妥, 难道她是清白的? 可是正常人不认识传单的几率大吗? 旗下想了想, 如果硬要说的话, 确实有极小的几率可以让一个人从未见过传单, 比如说林勤是资本家的女儿, 从小出入贵族场所, 出行有车接车送, 又或者她在其他地方深造, 近期才回到国内,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几率都很小, 更何况她只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所谓传单就是印在纸上的广告, 乔家静跟林勤说道, 你从没见过? 没有, 林勤很认真地点点头, 旗下也不知该怎么问, 一直皱着眉头思索, 喂? 哥们, 马路对面忽然传了一声叫喊, 让几个人心头一惊, 只见对面有一个穿着很破烂的眼镜男正在招手, 看这脸, 哥们, 这是众人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其他的正常人, 不由得有些紧张, 来的人到底是敌室友, 你在叫我吗? 旗下试图跟对方搭话, 没错, 你们也是良人吧? 眼镜男笑了笑, 良人, 就是正常人啊, 眼镜男说道, 你们不这么叫吗? 旗下顿了顿, 回答道, 我们看起来也不像疯子吧, 哈哈, 我就知道, 眼镜男笑着说道, 我们找到个不错的游戏,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赚点吧? 那人始终跟旗下等人, 保持着距离, 似乎也有些忌惮, 旗下和乔家静互相对望了一眼,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对方, 可是再仔细一想, 这个地方的规则不允许抢夺刀, 对方如果图谋不轨, 只能骗, 可真要说到骗, 旗下没怕过谁, 第36章, 第牛, 怎么赚的? 旗下又问, 我们找到了一个牛泪游戏, 听规则能够赚取大量的刀, 可是那个游戏需要二十个人才能够开启, 我们还差五个人,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还差五个人, 旗下一愣, 你们已经集齐了十五个人, 看来这里真的有许多参与者, 没错, 眼镜男点点头, 他伸手指了指远方, 那里果然人头攒动, 看起来有了不少人,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点头说道, 好, 我们也去看看, 好的, 那我先过去等你们了, 眼镜男很时趣地走开了, 喂, 乔家静感觉有些不妥, 咱们一起过去, 如果那是一个暴力团伙怎么办? 你希望我给你露一手吗? 不会的, 旗下说道, 每个房间最多只有九个人, 在这种环境之下, 想要组成一个十多个人的团伙, 还是太勉强了, 不必说这些陌生人, 就连同一个房间走出来的我们, 也不见得完全相信对方, 说完他便看了看林晴, 似乎话里有话, 林晴显得有些不悦, 他似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怀疑了, 难道就是因为自己不认识那个传单? 走过一条老旧的马路, 四个人来到了一座大型建筑前面, 正如眼镜男所说, 这座大型建筑的门口, 站着一个戴着水牛面具的男人, 门外的众多参与者们, 三三两两地各自为伍, 刻意与对方保持着距离, 这些人虽说都是陌生人, 但能够看到这么多正常的人出现在一起, 旗下四人, 还是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安心, 就算这些人看起来再不顺眼, 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可以啊, 小眼镜, 一个中年人拍了拍眼镜男, 一下子就找来了四个人, 旗下看了看眼前的牛头人, 走上前去问道, 游戏规则是什么? 牛头人淡淡地说道, 牛类游戏, 每人门票一个道, 需要二十个人才可以开启, 游戏过程当中会有玩家淘汰, 当游戏结束时, 留在场上的玩家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通关人数相同的道, 与通关人数相同的道, 旗下一正, 你是说, 若场上最终剩下二十人, 那么这二十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二十个道, 是, 乔家经一听也张大了嘴巴, 我丢, 那岂不是一次就发达了, 这一下子就是四百个道啊, 会有这么容易吗, 田田感觉有些不可置信, 喂, 人牛, 你不会赖账吧, 牛头人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摇了摇头, 说道, 请容我纠正你一下, 我并不是人牛, 不是人牛, 田田疑惑地看了看眼前这个大汉, 可是你们不都叫人什么的吗, 我是地牛, 牛头人淡淡地说道, 若你以为我是人牛, 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众人这才发现, 眼前的地牛确实和之前见到过的动物面具不太一样, 他的面具很干净, 简直如同活牛一般栩栩如生, 他的黑色西装也一尘不染, 好像专门晕烫过, 他在说话时仿佛面具的嘴巴也在微微张动, 可是人牛和地牛有什么区别, 地牛旗下挠了挠头, 搞不清楚其中的关系, 他抬起头来, 又问道, 地牛, 你的游戏是什么, 地牛稍微顿了顿, 说道, 缴纳门票, 知晓内容, 缴纳门票, 旗下现在唯一在意的, 是四个人同时参与游戏的话, 那之前商讨的战术就失效了, 他们四个人将同时投入到一个未知的游戏当中, 风险极大, 但若参加的是赌注这么大的游戏, 风险和收益似乎又成了正比, 骗人仔, 你觉得牛的游戏类型是什么, 乔家静在一旁问道, 旗下微微沉思了一下, 回答道, 估计是我最讨厌的类型, 哦, 你还有讨厌的游戏类型, 乔家静一下子来了兴趣, 是什么, 牛生儿情更, 若我猜得不错, 应该会是体力型游戏, 旗下淡淡地看了一眼乔家静,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这种莽夫, 哈, 乔家静将袖子一撸露出了自己健壮的花壁, 终于轮到我表现, 等一下, 你说谁是莽夫, 旗下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若不是看待道的份上, 我估计不会进入牛的房间, 放心, 你叫我一声大佬, 牛类游戏我都给你过了, 乔家静一脸坏笑地说着, 听起来很划算吧, 旗下回过头来, 看了看眼前的乔家静, 你和我年纪看起来差不多, 顶多二十六七岁, 我凭什么叫你大佬, 你要这么说, 我可得跟你好好算算了, 乔家静挠了挠自己的头, 你是哪一年生呢, 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之中, 还可以嬉皮笑脸, 你有这个功夫, 不如趁早热热身, 旗下爱答不理地说着, 免得待会抽筋了, 别啊, 乔家静来了兴致, 你快说啊, 要是你比我大的话, 我也可以叫你一声大佬, 唉, 旗下实在是拗不过乔家静, 只能叹了口气说道, 行, 那你先说, 你是哪一年生的, 79年, 乔家静黑黑一笑说道, 79年, 好笑吗, 旗下一皱眉头, 你为了骗取这个大佬, 还真是不择手段, 我不想跟你谈这个话题了, 唉, 为什么啊, 乔家静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你快说你是哪一年生的啊, 你是不是比我小啊, 田田也在一旁笑着摇摇头, 看来跟乔家静待在一起, 是个正确的选择, 他的性格会让众人心头之上的阴霾消散一些, 乔家静又叫了几声旗下的名字, 发现对方完全不理自己了, 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时间过去了几分钟, 目前的人数仍然是19人, 随处可见, 想要在短时间内凑齐20个人确实有些勉强, 他还没来吗, 中年男人问到身旁的小眼镜, 是不是睡过头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今早答应要过来的, 小眼镜挠了挠头, 要不然, 我再去街上拉一个人过来吧, 算了算了, 中年男人摆摆手, 现在已经19个人了, 还是等等他吧, 我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他们的对话, 被不远处的旗下一字不差地收入耳中, 死, 旗下眉头一皱, 死是什么意思, 这个游戏会死, 还不等他想明白, 远处便出现一个懒洋洋的身影, 他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的伤疤, 下身穿着一条迷彩裤, 一边伸着懒腰, 一边朝这里移动, 第37章, 分队, 来了, 小眼镜高兴地叫道, 终于来了, 只见那个大汉缓缓地来到眼前, 他身高大约一米九, 留着寸头, 他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摸着口袋, 然后问到牛头人, 多少, 门票一个到, 大汉从兜里掏出一颗小球, 用大拇指弹点牛头人, 被牛头人稳稳地抓在手中, 睡饱了, 开始吧, 大汉伸了个懒腰, 又活动了活动脖子, 门声说道, 让我看看, 你们又搞出了什么名堂, 旗下四人看向这个长相凶悍的大汉, 感觉他并不是善来, 乔家静并没有怎么理会大汉, 毕竟他在街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这些人仗着自己强劲的身体, 便在街上横行霸道, 乔家静还亲手打哭过其中几个, 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大汉, 是否也是直老虎, 人数凑齐二十个, 大家开始缓缓地走上前去缴纳门票,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也掏出了四颗刀,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上缴了这四颗, 他们的刀便仅剩一颗了, 我们真的要参与这个游戏吗? 乔家静问道, 咱们的战术怎么办? 我也在纠结, 旗下说道, 虽然这样做很冒险, 可我感觉, 二十个人一起参加的游戏, 不是这么容易碰到的, 值得赌一把, 在征得其他三人的同意之后, 旗下在牛头人眼前的箱子里, 投入了四颗刀, 很好, 牛头人点点头, 然后回过头去打开门, 只见门内是一个向下的楼梯, 通向地下室, 各位参与者, 请进, 他回过身去, 缓缓地走下楼梯, 而参与者们, 也在各自带着谨慎的表情, 跟在他身后, 向着地底伸出走去, 这个场地看起来很大, 和人数的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甜甜小声说道, 要小心, 旗下回到, 我有不祥的预感, 那个中年男人, 在参与游戏之前, 便断言这个游戏会死, 这让旗下十分在意, 可如今, 他怕的并不是死, 而是怕永远被埋葬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身为一个骗子, 他经历过太多次赌上性命的冒险, 可无一例外的都活下来了, 仔细想想, 这次跟以往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在刀尖上填写罢了, 没多久的功夫, 众人来到了楼梯尽头, 这里是一个不大的房间, 昏暗的灯光下, 充斥着老旧的味道, 在房间中央放着二十把椅子, 而房间的两侧各有一个门, 门上用油漆涂了颜色, 一黄一绿, 各位, 请坐, 牛头人说, 不必担心, 现在游戏还未开始, 众人听后, 将信将疑地坐下, 旗下四人也并排坐到了一起, 这时他们才发现, 椅子两侧的扶手处各有一个小灯, 一黄一绿, 由于此次是团队游戏, 为保证游戏公平, 下面要进行随机分队, 请各位在座位上不要走动, 否则会提前对众人进行制裁, 一句话说出, 众人面色都有些不自然, 反应最大的便是小眼镜与中年男人了, 啊, 分队, 旗下摸着下巴, 微微思索了一下, 知道这个设定只对举办者有利, 如果这是一场对赌的游戏, 那一定要使参与者的赢面降到最低, 如此想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乱所有人的队伍, 由头人走到房间的一角, 找到了一个按钮开关, 然后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中人, 说道, 游戏正式开始, 话罢, 他将按钮按下, 所有人椅子两侧的灯都闪烁了起来, 黄色和绿色的光芒开始不断变换, 在这阴暗的空间里形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旗下看着自己扶手上的小灯, 略微也有些紧张, 如果牛真的代表了体力型的游戏, 那并不在自己擅长的范围, 这一次的游戏, 还是要靠一身蛮力的乔家劲, 可自己能够这么想, 其他人同样也会, 例如, 那个小眼镜和胖胖的中年男人, 他们叫来了那个大汉作为帮手, 可所有人的小心思, 似乎全都在递牛的掌握之中, 他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才有了这次随机分队, 旗下知道, 若是自己运气极差, 和乔家劲分到了两个队伍的话, 这次的游戏的收益就变得难以捉摸了, 还未等旗下想出一个完全的计策, 两色灯光就停止了闪烁, 一部分人的黄灯亮了起来, 另一部分人的绿灯亮了起来, 看来这就是随机分队, 旗下扭头环视了一下四个人的分队, 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跟乔家劲同时亮起了黄灯, 看来分到了一队, 可忧的是, 两个姑娘亮起了绿灯, 分到了另一队, 若这真的是体力型游戏的话, 对他们来说会非常不利, 人群中的唏嘘声此起彼伏, 看起来除了旗下的队伍之外, 其他人的分队也不尽人意, 下面宣读游戏规则, 流头人闷闷说道, 双方独立进行游戏, 各自拥有一个场地, 互不关联, 只要能在场地之中坚持十分钟不被淘汰, 则视为过关, 最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和过关人数一样的道, 听完这个规则, 很多人坐不住了, 喂, 中年男人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这他娘的跟没说一样, 我们到底去参加什么游戏, 我们会遇到什么动险, 众人听后也静静地看向递牛, 本以为他会再解释一下游戏规则, 可他只是看了看中年男人, 随后淡淡地说道, 请黄灯队伍跟我来, 你, 中年男人咬了咬牙, 却又不敢开口大骂, 他没有跟自己的队友分到一起, 本身就一肚子火, 如今连规则也搞不清楚, 整个人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一旁的小眼镜人只能不断地拉扯着他的衣服, 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旗下扭头看了看甜甜和灵晴, 说道, 不管那个门里是什么东西, 一定要小心, 记得保命为主, 嗯, 两个姑娘紧张地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 旗下和乔家镜向前走去, 二人看了看自己的队友们, 发现情况也不容乐观, 这十个人当中, 竟然有六个都是女人, 如果真的进行团队的体力型游戏, 必然是一场苦战, 除了旗下和乔家镜之外, 另外两个男人是小眼镜与中年男人, 而旁边的队伍却只有甜甜和灵晴两个女生, 丢, 乔家镜看了看那两个队友的身材, 不由地暗骂了一句, 一个排骨仔, 一个肥老, 别说了, 旗下说道, 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十个人排好队, 在黄色门前站好, 另外十人也在牛头人的指挥之下, 在绿色门前站好, 随着一阵低沉的链条声响起, 众人面前的门打开了, 俨然又是一段向下的楼梯, 乔家镜二话不说就走了下去, 但却有些陡峭, 众人大约走了几十街, 才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场地上, 这里约莫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在场地中央放着一个桌子大小的圆形铁板, 旗下快速审视了一下这里的环境, 此处四面都是高墙, 正面有一个大铁门, 而大铁门的上方有一个倒计时的电子时钟, 时间定格在十分钟。 第38章, 黑色莱克, 有点奇怪, 旗下小声说道, 我本以为体力型的淘汰游戏, 应当会有很复杂的场地, 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淘汰参与者。 说得对啊, 乔家镜点点头, 也看了看这方正正的场地和中央的铁板, 面容也疑惑了起来, 在这里要怎么淘汰我们? 话音刚落, 众人眼前的大铁门震动了一下, 随后缓缓生气。 嗯? 胖胖的中年男人看到门开了, 一脸的疑惑, 这是什么? 还要往前走吗? 就在门完全打开的同时, 墙上的倒计石也动了起来, 看来游戏真的开始了, 搞什么? 大家面面相去, 根本不知道眼前是什么情况。 可下一秒, 一阵低沉的闷吼声从门内传出, 那声音并不是人类。 我丢, 乔家镜身上的汗毛立了起来, 有没有搞错? 只见一只通体漆黑的巨大动物从中走出, 他用双腿站立, 嘴巴微微张开, 不断地低淌的口水, 看他的眼神像是饿了三天。 在他完全走出铁门之后, 铁门也随即关闭了。 这是, 熊? 乔家进步游地往后退了一步, 若对手是人, 他有十足的把握跟对方拼一拼, 可对方居然是一只一人多高的熊。 旗下定睛一看, 面色沉了下来, 这熊的品种是黑熊, 它在果梗处有很明显的白色月牙图案, 可是这一只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一般来说, 黑熊的体身高很少会超过人类, 大约在一米六到一米八之间, 可这一只看起来至少有两米多高, 非常害人。 啊! 一个女生刚想尖叫, 却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可是声音还是泄露了一丝。 这一声戛然而止的声音, 不仅让众人一个机灵, 更吓了黑熊一跳。 黑熊在短暂的停顿之后, 发出更加低沉的闷吼, 看起来像是被激怒了。 这他妈什么鬼游戏! 中年男人哀嚎着大叫一声, 随后回头就跑, 可三步之后便愣在了原地。 他发现, 众人下来时的楼梯已经不见了。 此时, 他们的身后只是一堵高墙, 完全没有退路。 我们死定了! 我丢! 怎么办? 乔家静扭头看向旗下, 这已经不是靠体力就能搞赢的事情了。 不太好办, 旗下的神色也开始沉重起来。 为什么对手偏偏是熊? 熊的近距离杀伤力甚至大过老虎和狮子, 而这范围有限的场地正是他绝佳的狩猎场所。 看着巨大的黑熊一步一步地靠近众人, 离他最近的两个年轻女孩已经吓得不会动弹了。 快! 快装死! 坐在地上的中年大叔大喝一声, 遇到熊装死还有一线生机的。 这一嗓子把最前方的两个女生吓得回过神来, 她们立刻躺到地上浑身颤抖地闭上眼睛。 不行! 旗下也大喝一声, 快起来! 跑啊! 可是那两个女生却根本不听旗下的话, 躺在地上一栋未动。 见到有人装死, 也其余众人也都四仰八叉地躺倒一片。 如今站在场上的只剩旗下, 乔家静和一个微胖的姑娘了。 骗人仔,装死不对吗? 乔家静也神情严肃地开口问道, 遇到熊不是应该装死吗? 如果遇到棕熊装死, 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黑熊不行! 旗下一脸认真的摇摇头, 棕熊不会吃人, 攻击人类只是要守护领地。 当他认为死亡的人类对他不构成威胁时, 就会停止攻击。 可是黑熊不一样, 黑熊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是会吃人的。 话音刚落, 那只巨大的黑熊便靠近了其中一个装死女孩, 用鼻子嗅了嗅她的脸。 愚蠢, 旗下暗道不妙, 人类遇到黑熊就算全力逃跑都九死一生, 更不必说躺在地上等死了。 果然, 那只黑熊嗅了几秒钟, 忽然张嘴咬住了女孩的脖子。 女孩惨叫一声, 但声音戛然而止, 卡在喉咙中完全发不出来。 他慌乱的双手不断地捶打着黑熊, 却感觉捶在一个坚硬的纱带上。 黑熊并未松口, 反而伸出前掌, 稳稳地拍在了女孩的胸前。 那胸口肉眼可见地塌了下去, 看起来骨头全都碎了。 女孩喷出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直接没了动静。 看到这一幕, 旗下的心脏仿佛停跳了一拍。 动物商人的新闻他只在手机上看过, 却从未亲眼见到, 这场面简直就是虐杀。 众人不论男女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此时, 他们才终于相信装死没用, 纷纷四散而逃。 人类虽然是地球的统治者, 却在这些地球原住民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若是没有工具和武器, 究竟要怎么对抗这只熊? 等一下, 工具和武器? 旗下忽然想到了场地中央, 那块和桌子一样大小的铁板。 谁说这里没有工具和武器了? 主办者不是还放了一样东西在这里吗? 乔家界, 我们要拿到那个铁板。 旗下说道,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看起来能保护我们。 丢, 你可真会跳啊。 乔家近看了看, 那几乎放在黑熊脚下的铁板。 为难地说道, 那东西暂时缺货, 这位顾客, 您要不要换个别的? 别废话了。 旗下说, 若是不用那个铁板挡住黑熊, 咱俩的死只是时间问题。 行吧, 乔家近似乎下了什么决心, 我引开黑熊, 你去拿铁板。 引开? 旗下虽然有些犹豫, 但知道这是此事唯一的办法了。 黑熊的奔跑速度能达到48公里每小时, 你是跑不过他的, 尽量跟他周旋。 我知了, 乔家近点点头, 二人商议好对策, 随即分头行动。 只见乔家近慢慢地接近了黑熊, 忽然高喝了一声, 喂, 蠢才。 黑熊一愣, 抬起头来看向他, 眼神之中竟是谨慎的杀鸡。 他慢慢地向前一步, 似乎在试探。 而乔家近也不客气, 同样也向前一步。 这个举动却让眼前的畜生犹豫了, 他看不出乔家近的深浅。 正蠢才, 你想跟我过两招? 乔家近挤出一丝笑容, 伸出手巢自己挥了挥, 来打我。 虽然黑熊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也明显被乔家近的态度挑衅到了。 只见他慢慢直起上身, 用双腿站立, 让自己的体型看起来更大。 吼, 黑熊嘶吼一声, 仿佛再给自己增加气势, 嘴里的腐烂味道也喷洒而出。 巨大的咆哮回荡在不大的场地里, 所有人的汗毛都倒立起来。 乔家近慢慢地留下一丝冷汗, 感觉自己好像招惹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第39章, 乔家近的距离已然只有一米多。 这一次, 乔家近无论如何都不敢再向前挪动了。 那黑熊的臂长很长, 再往前就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 无疑是送死。 于是他只能慢慢地向后退了一步。 见到这一幕, 旗下露出了一丝紧张的神色。 动物之间的对峙规则非常简单, 若一方退了, 则是怕了, 怕了, 就会变成猎物。 黑熊看到乔家近退了一步, 犹豫的气势渐渐变得狂暴起来。 现在, 黑熊忽然往前一扑, 粗壮的前臂如同一根石柱一样挥下。 乔家近也不再逞强, 一缩身子躲开了这一击, 顺势在地上向后翻滚了一圈后立刻跑动起来。 黑熊嚎叫一声, 四肢着地追了过去。 现在的黑熊已经完全把乔家近当作了猎物。 骗人仔, 你抓紧时间啊。 乔家近一边跑着一边大吼, 我这条烂命可交给你了。 你也别太相信我。 旗下也有些紧张地说道, 那个铁板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哇, 见到黑熊跑开, 旗下立刻跑向地上的那枚铁板。 按理来说, 之前见过所有的游戏都不是死局, 一定会有一条生路, 在这一览无余的房间中, 生路定然会跟着铁板有关。 跑进了一看, 这枚铁板表面有些斑驳, 还有许多生锈的地方。 这, 旗下伸手摸索了一下, 才发现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圆形铁板, 上面没有任何的机关, 更没有文字提示。 搞什么, 旗下感觉自己被摆了一道, 这个铁板简直就像一个随处可见的垃圾。 乔家静跑了大约十几步, 发现黑熊和自己已经近在咫尺了, 立刻停止奔跑, 忽然转过身来大吼一声, 蠢才! 黑熊被乔家静吓了一大跳, 也马上后退一大步, 再次双脚站立。 乔家静冷笑一声, 伸出手指, 恶狠狠地指着黑熊说道, 是不是吓了一跳? 正蠢才, 你以为我怕你吗? 你给我听好了? 黑熊愣愣地看着乔家静, 看向乔家静, 不知他到底要跟一头黑熊说什么。 可让众人始料未及的是, 乔家静见到稳住了黑熊, 没有一丝犹豫, 转过身去拔腿就跑。 黑熊知道自己被戏弄, 更加狂暴地咆哮了一声, 又追了上去。 而此时, 场地中央的旗下针已经把铁板翻了过来, 正仔细地研究着, 这铁片非常厚重, 上面连个把手都没有, 想举起来抵抗熊的攻击都做不到。 还不等旗下想明白, 却忽然感觉到后背吃痛, 似乎有什么东西, 狠狠地撞在了自己身上。 他本就蹲在地上, 受到如此大力的冲撞, 难以稳住身形, 倒在了一旁。 这才看清撞到自己的是, 队伍里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看了看被撞翻在地的旗下, 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了, 然后将地上的铁板立了起来, 咬住牙, 慢慢地在地上推动着, 没几步就来到了墙角, 接着用铁板挡住了自己, 瑟瑟发抖地缩在角落。 旗下眉头一皱, 心说不妙。 这个办法自己先前也想过, 只要用铁板把自己挡住, 然后躲在房间的角落, 存活下来的几率会大幅提高, 可如此一来, 存活下来的只会有一人, 游戏也失去了意义。 拿一个道来赌命, 最后赢得一个道。 如果让旗下选的话, 他不会选择这个结果。 骗人仔, 还没好啊。 乔家经又大喝一声, 你是真没把我当回事啊。 慢着慢着, 旗下有些犹豫地回到, 再丢点时间。 他头脑快速地旋转着, 知道现在就算将铁板夺回来, 作用也不大, 毕竟他至少要救下自己和乔家经两人的命。 可那铁板面积有限, 只能勉强挡住一人。 这可要怎么设好? 眼下算是脱了乔家经的福, 剩余的八位参与者暂且安全, 可时间毕竟才过去一分多钟, 想要在十分钟的时间里活下来, 不可能全都指望乔家经一人。 此时, 一个看起来微胖的女生, 跑向了中年男人的方向, 与其颤抖地说着, 能不能让我躲进去? 求你了, 我不想死。 不行不行。 中年男人躲在圆形铁板后面大声叫道, 这里只能躲一个人, 你进来咱俩都要死。 不会的, 女生的声音不断发抖, 双脚也变得挺使唤, 咱们一人躲一边, 肯定不会死的。 二人正说着话, 先前和中年男人一对的小眼镜,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他没有问中年男人的意思, 直接掀开了铁板, 挤到了墙角。 喂? 小眼镜? 中年男人一下子慌乱了, 你做什么? 小眼镜咬着牙回道, 老吕, 你不能只顾自己活命啊。 原先还可以抵在墙上的铁板, 由于小眼镜的加入而东倒西歪, 毕竟老吕身材肥胖, 这铁板完全无法抵挡住二人的身形。 微胖女人见到这一幕, 也不再与老吕攀谈, 掀开铁板的另一侧也钻到了墙角, 其余四人也不再到处乱跑, 纷纷向铁片靠近, 毕竟那是他们最后的生路。 愚蠢, 旗下也缓缓地靠近了人群, 此时仅仅过了几秒的功夫, 众人已经因为抢夺铁板而打作一团。 老吕, 你不能太自私了, 把铁板让出来, 我们再想想办法。 小眼镜? 你还年轻, 你可以跟熊跑, 我可不行啊, 快上去抢铁板, 你滚开, 铁板后面没位置了。 如今, 他们每个人的气势看起来都能单杀一只熊, 但到了这个危急关头, 他们宁愿狠狠地抓住对方的脖梗和头发, 打得满嘴是血, 也不愿意向熊的位置靠近半步。 铁板也仿佛受到冷落, 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而另一端的乔家镜被黑熊逼到了墙角, 眼看无路可去, 只能顾忌重施, 再次大喝了一声转过身来。 这一次, 黑熊虽然也吓了一跳, 但很明显没有后退的意思, 他伸出自己的前臂向前一扑, 被乔家镜侧身躲开, 坚硬的爪子也在墙壁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 呦, 乔家镜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黑熊, 你有点太过分了。 旗下知道, 若自己再不做点什么, 乔家镜必死无疑, 而乔家镜若是死了, 剩下的人也会被一一虐杀。 毕竟敢和黑熊正面周旋的只有乔家镜一人, 他一个人不仅要抵抗黑熊的攻击, 更要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害,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 第四十章, 二八定律 等一下, 旗下一皱眉头, 仿佛想到了什么, 既要抵抗敌人, 还要保护自己人, 听起来真是一个很耳熟的处境。 有了, 这次真的有办法了。 旗下跑到铁板旁边, 将这没沉重的东西扶了起来, 在地上慢慢滚动着, 仿佛在验证自己计策的可行性。 喂, 乔家镜? 旗下叫道, 我找到答案了, 来我这里, 我等你这句话可等了好久了。 乔家镜缓缓说道, 等着, 我马上就来。 黑熊隐隐地感觉眼前的猎物想要逃跑, 于是再次双脚站立, 加大了自己的攻击范围。 可乔家镜却完全没有逃走的意思, 只见他忽然向前一个跳步, 双脚跨立, 尖随腰动, 又全向着黑熊的脸颊180度旋转打出。 碰! 一声巨响, 这一拳接接实实地飞在了黑熊脸上, 居然将黑熊打退了一步半。 黑熊先是微微顿了一下, 鼻子不断喷着热气, 然后甩了甩头, 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打得有些头昏脑胀。 他从未想过眼前这个一直逃跑的猎物, 居然有这么可怕的爆发力。 乔家镜也甩了甩自己被震得生疼的手臂, 骂骂咧咧说道, 你这蠢材还真够结实。 黑熊回过神来, 张着嘴大吼了几声, 恼羞成怒地再次挥击而下。 乔家镜仔细地盯着对方的动作, 右脚一个小车步, 紧接着左右脚变换转移了重心, 不仅躲开了这一击, 更让黑熊重心不稳, 险些扑倒。 趁此空隙, 他稍微一毛腰, 一个上, 勾拳从下方甩出, 狠狠地打在了黑熊的下额。 一声诡异的哀嚎响起, 黑熊又吃了一拳。 虽然这种伤害对于皮操弱后的他来说, 造不成什么威胁, 但他确实对眼前的男人有些忌惮了。 我丢, 手都快断了, 你还不愉恼? 乔家镜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然后一个潜滚翻从黑熊身旁溜走了。 见到这一幕的旗下也稍微有点愣神, 他以为乔家镜只是一个寻常混混, 可看起来对方的格斗能力非常强悍。 这一招一式不像是街头打架, 更像是综合格斗。 乔家镜来到了旗下身边, 一边甩着自己的右手一边问道, 咱们该怎么做? 你来。 旗下回过神, 冲着乔家镜招了招手, 你将这块铁板砥柱来阻挡黑熊的攻击。 就这样, 乔家镜有些不解, 骗人宰你是昏头了吗? 我以为你会有更好的主意。 不, 这就是最好的主意。 旗下把乔家镜拉到身前, 让他扶住铁板。 可这块铁板毕竟是圆形的, 放在地上并不稳定, 极其容易滚动。 乔家镜只能低下身, 用肩膀抵住桌板, 尽量让他稳固一些。 这东西非常沉, 乔家镜咬了咬牙, 我举不起来。 你不必举起来。 旗下解释道, 只需要在地上滚动就可以了。 呦, 那我明白, 可我这样就看不见那畜生了。 乔家镜说道, 这大铁板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 怎么抵挡攻击。 此时的飞熊已经越发的愤怒, 朝着乔家镜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我来帮你看。 旗下站在乔家镜身后说道, 你? 没错, 我会从身后拉住你的衣服。 旗下说道, 我向右拉, 你便向右滚动铁板。 我向左拉, 你就向左滚动铁板。 行, 乔家镜点了点头, 开始调整铁板的方向, 让他尽量冲着黑熊。 这样想来, 咱俩应该是死不了, 就是不知道, 那群粉肠会不会来抢铁板。 他们不会来抢的。 旗下说道, 因为我要保住这里所有的人。 蒋名? 乔家镜一愣, 你要用这块铁板挡住所有的人? 喂? 旗下扭头向着那群打作一团的人吼道, 你们再打下去, 就真的要死了。 不想死的话, 就来到我背后。 众人听到旗下的话, 都回过神来看着他, 也看了看乔家镜手中的铁板。 中年男人率先站起身来, 擦了擦混战中, 不知被谁抓破的脸。 你们两个瓜皮, 给我把铁板放下。 他跌跌撞撞地跑向乔家镜, 似乎想要将铁板夺回去, 可此时的乔家镜无法放手, 只能用眼神瞪向中年男人。 旗下此时却向前一步, 挡在了二人之间。 喂? 让开! 中年男人吼道, 小眼镜, 快来帮忙。 旗下头脑飞转, 心中响起一个声音, 二八定律, 决定权往往只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 想要控制住一个群组, 只需要控制住其中少数的人。 还不等中年男人请来帮手, 旗下忽然伸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脖子。 对方从未想过, 眼前这看起来斯文的男人居然会如此狠辣, 一时之间失了神。 别闹了。 旗下说道, 想要活命, 就听我的。 听你的。 中年男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愤怒。 你算老姐, 死死地卡在对方喉咙上,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乔家竟见到旗下的表现,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他先前只觉得旗下很聪明, 跟着他或许有一线生机, 未曾料想到对方还有如此凶狠的一面。 嗨嗨, 你, 你放手, 中年男人看就要窒息了, 伸出手不断地锤打旗下的胳膊。 你是个疯子吗? 要么在这里被我掐死, 要么就老老实实地站到后面。 旗下的眼神冰冷无比, 似乎从未有过感情, 这两个选项你挑一个。 小眼睛见状赶忙跑上来, 带着哀求的语气说道, 大哥呀, 不至于, 不至于的呀, 你先把老吕放开。 他虽然这么说着, 但却不断地调整身形, 站到了旗下侧面, 并且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旗下快速打量了此人一番, 发现他的眼睛在混战中, 不知被谁打碎了一侧, 看起来有些狼狈。 狩猎法则, 旗下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二人, 心中默默念叨着, 狩猎者定然比猎物更加凶猛, 再狡猾的猎物也有其罩门与要害。 大哥你先放开, 要不然啊。 小眼镜一步一步地向着旗下靠拢, 似乎另有打算。 旗下面色一寒, 立刻伸出另一只手, 这一次他没有扼住对方的脖梗, 反而捏住了对方的脸颊, 一只大拇指按在了碎裂的眼镜上。 我靠! 小眼镜惊呼一声, 随即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你若也想找麻烦, 我就把眼睛碎屑揉到你的眼睛里。 别别别, 小眼镜慌乱地挥舞着手, 此刻他半蹲着身体, 仰着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我错了, 错了大哥, 你们说啥我们都听。 第41章, 我母鸡啊。 很好, 旗下点点头, 我必须要在这里活下来, 如果有人阻挠我, 后果会非常严重。 这一句话可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 毕竟旗下的眼神像急了一个杀人犯, 他似乎真的会杀人, 连一向嬉皮笑脸的乔家镜此刻也神色严肃起来, 一个疑问不禁在他心中浮现, 旗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经此一变, 众人像一只只绵羊一样乖巧地站起身, 然后来到了铁板后面。 旗下健壮也缓缓地放开了手, 中年男人和小眼镜惊魂未定地互相搀扶了一下。 旗下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他是这个群组的唯一领导人, 你要怎么让所有人都活下来? 一个微胖的女生问, 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 旗下缓缓地回答道, 答案就是老鹰捉小鸡。 老鹰, 捉小鸡? 众人似乎有些不理解, 现在三个角色都有了。 旗下伸出手指向了不远处的黑熊, 说道, 老鹰。 然后他又指了指狼狈的二男舞女, 说道, 小鸡。 最后又看了一眼乔家镜, 叫道, 母鸡。 母女老母啊, 乔家镜一脸嫌弃地说道, 能不能换个名字? 众人此刻有些明白过来了, 地上的那块铁板非常沉重, 想要用它来抵御黑熊,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地上滚动, 可铁板面积有限, 灵活度也很差, 人员一旦分散了, 处境就会变得危险。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一个人挪动桌板, 而剩下的人排成纵列跟在他后面。 正在众人思考之际, 黑熊已经靠了过来, 此刻他的眼中似乎没有其他的目标, 只盯着乔家镜一人。 来了! 旗下小声被乔家镜示意, 乔家镜听后立刻将双腿向后伸出, 整个身体呈斜脚, 用肩膀抵住铁板。 下一秒, 黑熊挥舞着粗壮的前臂, 狠狠地击打在了铁板上。 当! 一声巨响传出, 黑熊的攻击被弹开, 他与乔家镜都后退了一步。 幸亏乔家镜提前做好了防御姿势, 否则这一下虽然打不破铁板, 也足够把他压成肉饼。 众人见状不妙, 赶忙将队列站得更紧密了一些。 四个男人站在队伍前方, 五个女人站在后方。 中年男人也乖乖地揪住了旗下的衣服。 喂, 骗人仔, 这样的攻击还有几次。 旗下看了看远处墙上的时钟, 说道, 放心, 只剩七分钟了。 七, 乔家镜一愣, 我丢, 这不就是刚开始? 黑熊的耐力并不好。 旗下说道, 我不相信他会在剩下的时间里不间断地攻击, 只要熬过前七就可以了, 不要掉以轻心。 旗下也拉扯着乔家镜的衣服, 控制着他的方向, 让铁板在地面上滚动了起来。 这个举动可把黑熊难倒了。 他虽然有着毁灭性的力量, 但毕竟不属于敏捷型的追猎者, 无法立刻从侧面发动进攻, 只能不断挪动着自己巨大的身躯。 可不管他挪动到哪个位置, 铁板都会面冲着他。 五, 黑熊不断低迷着, 他已经围着众人绕了一整个圈, 可却依然无法找到可以攻击的破绽。 其实老鹰捉小鸡有一个非常容易破解的方法, 那就是老鹰忽然变相, 比如一直向右移动的老鹰忽然向左移动, 小鸡的队伍就会由于移动惯性被抓住末尾的人。 这是所有人在童年玩了许多次得出的战法, 旗下并不相信眼前的黑熊会在短时间内想出这么聪明的招式。 很好, 很好,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着, 就这样僵持下去。 此时众人一个拉一个, 虽然队伍很长, 但都和黑熊保持着绝对安全的距离。 你这办法说不定真的能行, 乔家静小声说道, 就是我有点累, 再忍忍。 旗下说道, 六分多钟很快就过去了, 可是我毕竟一天也没吃饭了, 我, 来了, 旗下大喝一声, 乔家静立刻调整重心, 将整个身子压低, 再次与黑熊对撞在了一起。 当, 这次的力气明显比上一次要大, 乔家静险些连人带板一起被打翻。 这熊瞎子真是没完没了, 中年男人紧张地大喝一声, 喂, 最前面的小伙子, 你得好好顶住啊, 你他妈来顶一个试试。 乔家静没好气地骂道, 他只感觉自己的全身都被震得生疼, 骨头像是要散架了。 黑熊发现自己的全力一击还是没有打破防线, 显得十分恼怒, 只见他原地顿了顿, 开始缓缓地后退。 什么情况? 小眼镜问道, 他放弃了, 旗下微微一皱眉头, 感觉不太妙。 后退? 糟了!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也立刻低下身形, 与乔家静一起抵住了铁板, 然后回头对中年男人说道, 喂, 你来控制方向。 啊? 虽然有些不解, 但中年男人知道, 眼前的铁板代表着众人的命, 自然不敢怠慢, 只能学着刚才旗下的样子, 拉动着二人的衣服, 控制着铁板的方向。 如同旗下料想的一样, 黑熊后退并不是放弃了, 而是准备用助跑来增强攻势。 他准备全力一搏, 旗下看了看身旁的乔家静, 说道, 这一次能挡住的话, 我们十有八九能活下来。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乔家静无奈地摇了摇头, 咱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挡下来啊? 黑熊不断地向后退, 眼看退到了墙边, 一直在掌握方向的中年男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咽了下口水。 黑熊的原地一击已经足够致命, 若是他加上助跑, 再压上自己全部的体重, 仅靠这块铁板能够挡得住他的飞奔突袭吗? 肥老! 乔家静大叫一声, 他发动攻击的时候, 记得说一声啊。 可中年男人此刻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眼球快速转动,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黑熊在地上磨了磨自己的前掌, 忽然之间开始加速。 中年男人见状也不再犹豫, 直接抛弃了众人, 向后方的一处空地跑去。 喂, 你! 乔家静还未开骂, 就已经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只能先慌忙地压低身形。 此刻小眼睛站了出来, 一拉旗下的衣服, 大吼道, 方向不太对。 再往右一点, 旗下和乔家静同时瞪大了眼睛, 来不及调整方向了。 顶住! 话音刚落, 二人感觉就像被一辆飞奔的卡车撞到, 自己的身体竟然连同铁板一起腾空了, 不受控制地向后飞了半米, 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次冲撞不仅让整个队伍东倒西歪, 更是把铁板撞倒, 压在了二人的身上。 第四十二章, 趋利避害。 嗨嗨, 乔家静躺在地上不断地咳嗽着, 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撞碎了。 小眼镜反应迅速, 立刻爬起身来, 开始将铁板撫围。 快来帮忙! 他对身后的几个女人吼道, 这俩人若是倒了, 我们就逗完了。 几个女生虽说被吓坏了, 但也知道此时事态紧急, 大家都俯下身, 咬着牙开始搬动铁板。 旗下躺在地上, 整个人都有些头晕, 黑熊的这一击连似乎把他的魂魄都撞飞了, 真不知道乔家静一个人是如何抵挡住两次攻击的。 我要让那个逃跑的肥老不得好死, 乔家静咬着牙骂道。 趋利避害, 人之常情, 旗下躺在地上, 嘴中默默念叨, 奏记大将军梁伤约至于趋利避害, 为死乐生, 义附军也。 你被撞傻了? 乔家静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旗下, 跟他妈大将军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那个粉肠忽然之间抛弃了我们, 这铁板也不至于倒成这样。 此时的铁板已经被几个女生扶了起来, 小眼睛又俯身去拉起下和乔家静, 哥们, 你们还好吗? 二人站起身, 有气无力地扶住铁板。 不能说还好, 只能说没死。 乔家静一边回答着, 一边看了一眼黑熊。 经过这次冲撞, 那畜生的情况也没强到哪去, 巨大的身躯看起来晕头转向, 不断地甩着自己的脑袋来保持清醒。 这次换我吧。 小眼睛说道, 你们俩先到队伍后方休息一下。 话罢, 他便学着乔家静的样子, 放低身形, 用肩膀抵住铁板。 可小眼睛看起来实在是太瘦弱了, 仅仅是抵住桌板就显得十分吃力, 他的双腿不断地发抖, 额头上轻筋爆起。 我靠, 这铁板这么沉吗? 他似乎感觉自己的姿势有问题, 稍微调整了一下双腿的角度, 结果铁板并没有变轻。 兄弟, 我不是不相信你。 乔家静无奈地摇了摇头, 靠你抵住桌板的话, 我们站在后面也没什么意义了, 横竖都是死。 要, 要不还是你来吧? 小眼睛尴尬地笑了一下, 站到了一旁。 此时队伍基本已经调整好了防御阵型, 乔家静也重新抵在了铁板上。 黑熊也差不多清醒过来, 他本想再度向着铁板进攻, 却看到了孤零零站在一旁的中年男人。 糟了, 老吕! 小眼睛一下子慌乱起来, 你快过来啊。 哼, 乔家静冷哼一声, 那肥老自己要出去寻死, 就由他去吧。 不行, 小眼睛神色一冷, 老吕以前救过我的命, 我不能不管他。 你有够傻的。 乔家静说, 可还不等小眼睛想出办法救下老吕, 黑熊已然挡在了人群和老吕之间。 他仿佛也明白老吕一旦躲到铁板后面, 自己就再也没有击杀他的可能了。 此时的小眼睛看起来非常着急, 他憋了半天, 他回头对旗下说道, 能不能救救老吕? 旗下眼神一冷, 说道, 可以, 你去救吧, 我不拦你。 我, 我没有办法, 所以想要拜托你, 小眼睛颤抖地说着, 你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人, 能不能帮帮我? 不能。 旗下毫不犹豫地说道, 要去你就自己去。 小眼睛听完之后还想说什么, 但仔细想想, 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来 拜托一个陌生人卖命。 他私存良久, 只能咬着牙说道, 那, 那好, 那我去救。 他缓缓地放开, 抓住旗下衣服的手, 盯住黑熊。 紧接着, 小眼睛非常滑稽地深呼吸了三次, 然后大叫了一声给自己壮胆, 右脚一躲地面, 向着黑熊就要冲过去,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旗下伸手拦住了他。 哎呦, 我去, 小眼睛吓了一跳, 差点被这一拦扭到腰, 干嘛啊? 你会死的, 不怕吗? 旗下缓缓地问道, 我他妈能不怕吗? 小眼睛都快哭出来了, 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驴死啊。 既然如此, 我和你做个交易。 旗下盯着不远处的黑熊说道, 这场游戏, 如果我能让你们活下来, 你们俩的道归我。 哎? 小眼睛没想到, 旗下此时会忽然提出这等要求, 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回答。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救他。 旗下的语气不容反驳, 一时之间将小眼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和老驴赌上性命来参与这次游戏, 结果却连一颗道都没有获得。 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我只能答应把我自己的道给你。 可老驴的, 小眼睛为难地说道, 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那你替他做个担保。 旗下说道, 你俩是一起的吧? 我, 小眼睛思索了再三, 还是觉得命比较重要得多, 行吧, 我替他做担保, 如果我们俩都活下来了, 我们的道归你。 好, 旗下点点头, 把鞋脱下来给我。 什么? 你的鞋? 旗下重复了一遍。 小眼睛不知他要做什么, 赶忙将两只脏兮兮的运动鞋脱了下来, 递给了旗下。 狩猎法则, 动物生性敏感, 旗下心中再度默念, 第一剂, 袭击背部。 旗下将一只运动鞋拿在手中掂量了一下, 忽然向前一个, 跨步将鞋子用力投掷出去, 正打在黑熊的后背上。 这一下, 把黑熊吓了一大跳, 他整个身体似乎都颤抖了一下, 他拿起另一只运动鞋, 冲着黑熊的面旁狠狠置了过去。 这只鞋子飞到了黑熊的鼻子上, 力量虽然不大, 却打了他一个裂键。 黑熊再次被激怒, 完全无视眼前的老吕, 转头就向旗下冲了过来。 旗下反应迅速, 立刻拉动乔家静的衣服, 调整着铁板的方向。 黑熊这一次的攻击看起来毫无章法, 只是单纯地用前掌拍在了铁板上。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虽然疯狂地吼叫着, 但这几次攻击的威力明显不如之前, 全都被乔家静和铁板挡了下来。 老吕也在此时慌乱地跑过来, 加入队伍中。 第43章, 20秒。 黑熊不间断地攻击了七八次, 攻势一次比一次轻微, 沉重的撞击声也慢慢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拍击声。 差不多了, 旗下说道, 他的攻击应该到此为止了。 果然如旗下所说, 结束了最后一次有气无力的攻击之后, 黑熊谨慎地看了看眼前的铁板, 鼻子中喷吐了几口热气, 放弃了。 他看起来并没有很累, 但却停止了攻击。 这就结束了, 乔家静从铁板一旁探头瞄了一眼, 那家伙应该还有力气啊。 动物和人类不同, 为了应对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危险, 他们很少会让自己陷入筋疲力竭的状态。 如今就算还有余力, 他也不准备跟这块铁板死磕到底了。 果然, 黑熊默默地转过身去, 走向了地上的一具尸体。 这是游戏刚刚开始时就丧命的女人。 同样, 她也是黑熊更加稳定, 安全的食物。 黑熊的眼睛盯着铁板的方向, 又嗅了嗅地上的尸体, 随后张开嘴, 扑哧一声就咬破了尸体的肚子。 听声音就像咬破一个装满水的塑料袋, 鲜红的东西洒落一地。 接着, 黑熊用鼻子拱了拱, 开始用舌头挑选满意的器官, 没多久的功夫就传来了巴唧巴唧的声响, 好像吃得很香。 众人扭过脸去, 实在是不敢看这一幕。 黑熊则一边吃着, 一边看向铁板, 双方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峙局面。 幸好时间所剩无几。 在众人紧张, 压抑的氛围之下, 黑熊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只是将那具尸体的腹部全部吃空, 露出了几根森森的肋骨。 旗下看了看时间, 只剩三十多秒, 看来游戏要结束了。 可此时, 吃饱喝足的黑熊忽然之间嘀吼了一声, 再一次扭动着巨大的身躯跑了过来。 他似乎也知道, 时间所剩无几, 准备放手一搏了。 来了, 准备好。 旗下大喝一声, 提醒着乔家静。 乔家静双脚向后一蹬, 整个人呈斜脚抵在铁板上。 身后的纵队也赶紧站好。 此时的众人有些团结, 每个人都用手稳稳地扶住前面的人。 本以为这一次的攻势也可以安然度过, 却不曾料想那黑熊跑到铁板前竟然一仰身子站了起来, 两米多高的身形给了众人极大的压迫感。 坏了, 旗下顿感不妙。 下一秒, 黑熊将两只前掌搭在了铁板上方, 把头探了过来。 他张着嘴, 牙缝里还有人肉的碎线。 吼。 一声俱吼, 旗下感觉自己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 黑熊那腥臭的口水也喷了自己一脸。 顶住啊。 小眼睛大叫一声, 乔家竟死死地咬住牙, 用力地推着桌板。 他明显地感觉到有几百公斤的重量正在向前推, 企图把自己压成肉饼。 我, 他, 妈。 乔家竟连说话都变得困难, 旗下立刻上前去与他一起顶住, 黑熊的力量太够恐怖, 以至于身后的人都有些吓呆了。 黑熊又用力向前推了几次, 发现铁板前进不了分毫, 竟然双手扒住边缘, 猛然朝自己的方向一拉。 乔家竟和旗下本来就在抵住桌板向外用力, 却从未想到黑熊也向外用力, 顺势将桌板直接拉翻在地。 二人瞬间失利, 扑倒在地上。 当! 随着一声铁板触地的巨响, 所有人都暴露在了黑熊眼前, 包括破绽最大的乔家竟和旗下。 还不等二人反应, 黑熊立刻伸出前掌向乔家竟打去。 乔家竟陡陡然一翻身, 闲闲地躲开了这一击。 喂? 骗人仔? 快站起来! 滚到一旁的乔家竟大吼一声, 再躺下去你就死了。 旗下倒在地上不断地打滚, 感觉刚才好像撞到了胸口, 一时之间呼吸有些困难。 乔家竟爬起身, 焦急地看向旗下的方向, 坏事, 骗人仔, 你快起来啊! 旗下也想起, 可身上实在疼得厉害, 试了几次都摔倒在地。 黑熊仿佛也发现了旗下的情况, 随即放弃了伸手灵活的乔家竟, 转而向旗下扑去。 乔家竟一咬牙一跺脚, 驻跑了两步之后, 飞升而起, 从侧面使出一招原地顶膝, 刚好撞在了黑熊的脸上。 黑熊哀嚎一声, 立刻双眼一臂, 用前掌一挥, 甩在了乔家竟的腹部。 呃啊! 这一击看起来打得随意, 却偏偏打在人体最柔弱的地方, 乔家竟直直地飞了出去。 嗨嗨, 丢, 乔家竟感觉自己的肋骨好像断了。 怎, 怎么办? 小眼镜紧张地说道, 我们得救他们。 说完他就想到了什么, 立刻回头对中年男人说道, 老吕, 你快脱鞋, 我有办法救他们。 别傻了。 中年男人说道, 小眼镜, 你想引火上身吗? 现在, 黑熊只要吃了他俩, 我们就安全了。 时间马上到了。 小眼镜抬头一看, 游戏果然只剩不到20秒就结束了。 黑熊此时又冲着旗下伸出了钱币,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说游戏即将结束, 但旗下必死无疑。 这个男人方才一直在铁板前尽力与黑熊周旋, 不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但他确实救了众人的命。 小眼镜做了一秒的思想斗争之后, 立刻下了决心。 喂? 王八蛋? 他一边大叫着, 一边向前跳了一步, 别动他。 黑熊一愣, 向后缩了一下。 中年男人也吓了一跳, 嘀吼一声, 我靠, 小眼镜你疯了? 你个熊瞎子, 小眼镜没理中年男人, 反而骂骂咧地冲着黑熊说道, 有本事你来追我。 话还没说完, 黑熊立刻扑了过来, 小眼镜大惊失色, 转头便跑。 他本以为自己能和乔家静一样, 能与这黑熊纠缠个几十秒。 可他从未想过被一只巨大的, 充斥着无尽杀气的狩猎者追逐, 会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 自己的背后不断地传来热风, 散发着隐隐的恶臭。 虽然他已经让自己尽量冷静下来, 可他的双腿不断发抖, 没跑两步就要摔倒一次。 他只能不断地站起来再摔, 摔了再起。 看这情形, 在黑熊杀死他之前, 他有可能先把自己摔死。 第四十四章, 张山。 原本整齐的队伍几乎在瞬间土崩瓦解, 众人四散而逃, 黑熊却只追着小眼镜。 完了完了完了, 小眼镜一边绝望地念叨着, 一边在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跑动。 妈妈, 我这次真的要死了。 不出十步, 黑熊已然把小眼镜逼到了墙角。 小眼镜的双腿彻底不听使唤了, 摊坐在地上一动不了分毫。 他已在墙上回头一望, 一张极度恐怖的黑脸印满了视线。 丑陋, 争鸣, 恶臭。 黑熊伸出鼻子, 嗅了嗅小眼镜的脸庞。 小眼镜的面色苍白, 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一直到黑熊将嘴巴靠近了他的脖子都没敢动一下。 妈妈, 小眼镜念叨着, 我回不去了, 妈妈, 别等我了。 黑熊张开散发着腐烂气味的嘴, 刚要咬下去的时候, 躺在地上的乔家镜忽然大喝一声。 喂? 时间到了呀。 天杀的, 你们要耍赖吗? 别再杀人了。 众人扭头一看, 墙上的垫子钟果然已经结束了倒计时, 停在了灵。 下一秒, 远处的铁门忽然打开, 黑熊浑身一震。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从铁门当中迸发而出, 黑熊如同一个随风摇曳的纸片, 他痛苦地哀嚎一声,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抓入了门里。 游戏结束, 众人活了下来。 结, 结束了, 过了好几分钟, 一个女生才颤颤巍巍地说道, 黑熊走了。 女生们慢慢地站起身, 互相抱在了一起, 喜极而起。 小眼镜似乎被吓傻了, 只能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丢, 乔家竟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身体, 捂着自己的腹部一脸疲惫地说道, 真是不容易啊, 骗人仔, 多亏你的老鹰捉小鸡了。 旗下站起身后没有说话, 反而表情有些担忧。 怎么了? 乔家竟问, 你说, 旗下开口问道, 他们俩人活下来了吗? 他们? 乔家竟自然知道旗下说的是甜甜和灵情, 可他不敢胡乱猜测。 谁也不知道另一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也和这里处境一样, 被一头黑熊追杀吗? 他们的队友能够团结起来, 想出老鹰捉小鸡的计策吗? 众人回过身, 发现来时的楼梯已经出现在身后了。 别想了, 我们直接去看看吧。 乔家竟拍了拍旗下的肩膀, 走吧。 老吕把小眼镜扶了起来, 一行人互相搀扶着, 缓缓地走上楼梯, 来到了先前放有椅子的房间中。 递牛静静地站在这里, 等待着众人的凯旋。 活下来九哥? 递牛微微一顿, 不错。 砍家铲, 乔家竟小声骂了一句, 总有一天我要做这些人一顿, 请稍作片刻, 另一个房间的人还未归来。 递牛冲几人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坐下。 众人也不再客气, 纷纷坐到了椅子上, 对于死里逃生的他们来说, 这里没有什么会比那头黑熊更可怕了。 大约等了两分多钟, 乔家竟坐不住了。 喂, 老牛, 他们的游戏还未结束吗? 你们双方同一时刻开始, 现在都应该结束了, 可他们还未回到这里。 神, 旗下一皱眉头, 感觉自己的头痛好像要犯了。 他赶忙捂住自己的额头, 问牛头人游戏结束了却没有人回来, 那岂不是说明他们全都死了? 我不知道。 牛头人晃动了一下脑袋, 请各位少坐, 不要着急。 说是不急, 可是谁又能不急? 这次的队伍是随机打乱的, 换句话说, 在场的参与者中几乎多有队友分到了另一队。 旗下一转头, 看到了坐在自己前方不远处的小眼镜, 他正在跟身旁的中年男人低声说着什么。 啊? 那怎么行? 中年男人惊呼一声, 小眼镜赶忙创他挥手,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 中年男人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说什么都不行。 说完他一回头, 正好对上了旗下的眼神, 但他立刻将眼神挪走, 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然后继续用不大的声音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我就得让张珊替我做主了。 哼, 旗下冷笑一声, 大体猜到了二人对话的内容。 等了足足五六分钟, 众人才听到了一个沉重的脚步声 从一旁的门里渐渐浮现。 来了, 在这阵脚步声之后, 更有大量的脚步声响起, 听起来这支队伍的存活人数也不少。 齐飞的门里慢慢地钻出一个大汉, 他面容冷峻, 然后快速地环射众人, 脸上慢慢露出一丝笑容, 干, 你们都活着。 张珊, 张珊, 小眼镜激动地跑上前去, 太好了, 你没事, 我靠。 小眼镜大叫一声, 赶忙后退了一步, 眼前的场景实在是太害人了。 方才这位叫做张珊的大汉 站在黑暗中, 未能见得全貌, 可随着他不断地走到灯光底下, 那一身骇人的伤痕也显露了出来。 他的全身都是血迹, 胸前更有三道深深的抓痕, 他的右臂夹着两根黑黑东西, 像两根粗壮的树木。 而田田和林晴也渐渐地从门里献出身形。 亮女仔, 乔家静上下打量了一下二人,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田田苦笑了一下, 你们还好吗? 还是老样子, 乔家静无奈地摇摇头, 靠骗人仔的主意, 我们还是活下来了。 啊? 田田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旗下, 这次游戏也能靠旗下, 林晴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乔家静, 你不是说要自己搞定牛泪游戏吗? 丢, 别提了, 乔家静骂骂咧咧地说道, 对方要是个人的话也就算了, 那可是个黑熊, 这世上谁能打得过黑熊啊? 田田和林晴对视了一眼, 有些为难地开口说道, 说不定真有人可以打死一只熊。 听到二人这么说, 旗下和乔家静看向了那名叫做张山的强壮男人, 难道他打死了熊? 只见他身后不断走出队友, 二人数了数, 正好十人。 显然, 他们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人死亡。 张山将腋下夹着的两个东西往地上一丢, 然后一脸疲惫地坐到了椅子上。 干, 老牛,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熊这种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低头一看, 发现他扔到地上的根本不是什么树枝, 而是两条血淋淋的黑熊钱币。 第四十五章, 擎贼擎王, 地牛没有搭话, 只是扫了扫存活的众人, 然后略带不悦地说道, 每人十九颗道, 游戏结束。 请各位依次上前来领取自己的道。 小眼镜看了看张山的伤口, 不由地留下了冷汗。 张山, 你真的没事吗? 老子好着呢? 张山笑着拍了拍小眼镜的头, 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看你和老吕都还挺精神的。 啊, 小眼镜忽然叫了一声, 张山, 说到老吕啊, 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老吕此时也着急地凑到张山面前, 手舞足蹈地说道, 是啊, 是啊,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做主? 发生什么了? 见到窃窃思语的三人, 旗下的面色一沉, 然后回头问到林晴, 你们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晴深呼吸一口气, 说道, 说实话, 我本来以为我们死定了。 没错, 田爹也在一旁说道, 黑熊走出来的时候, 我和林晴吓得连战斗都站不住了。 然后呢? 乔家静问道, 然后林晴眨了眨眼睛, 思索着说道, 我只记得, 大喊了一句你们让开, 便一个人抬起铁板, 向黑熊打了过去。 什么? 旗下和乔家静同时低吼一声, 我俩根本不敢看, 林晴说道, 简直太残忍了, 那人用铁板将黑熊扑倒, 压住了对方的身体, 然后骑在铁板上一直攻击黑熊的头部, 整个场地全都是血。 我丢, 这可真是终结者了, 乔家静咬着牙说道, 那个大块头好犀利啊。 他好像知道黑熊的弱点, 游戏还没结束, 黑熊就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 他鼻子断了, 牙也被打掉了好多颗, 林晴说, 田田也补充道, 但那个张杉自己也不好过, 黑熊临死反扑, 掀开了铁板, 随后用爪子不断地挠向他, 挠得他浑身是血, 幸好不到一分钟黑熊就倒下了, 也是拖他的福, 剩下的人都没事。 旗下听后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怪不得田田和林晴会认为这个游戏靠自己赢不了, 原来在他们的场地里, 并没有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方式过关, 反而有人将那枚沉重的铁板当作武器, 和黑熊打了起来, 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迟迟没有上了? 乔家静问, 游戏都结束三四分钟了, 你们才回来, 我和骗人仔都要给你们准备后事了, 这就更可怕了, 林晴抿了鸣嘴唇, 低着头说道, 那个大汉将熊打死了之后, 忽然说了句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熊掌可是好东西, 于是就指挥我们一起用铁板砸断黑熊的双臂, 所以那两个熊臂乔家静还想说什么, 却忽然见到那个大汉, 小眼镜以及老吕三个人直直地向这边走了过来, 他们三人的腰上都挂着一个小布包, 看起来已经领到了自己的道, 为首的大汉一脸冷漠, 眼神不断地盯着旗下, 似乎来指不善, 哟, 乔家静忽然想起旗下和小眼镜的交易, 知道情况有些不妙, 骗人仔, 怎么搞, 马太效应旗下喃喃自语地低声念叨着, 凡有的加倍给他, 叫他多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取, 什么意思, 旗下没搭话, 低头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下这里的环境, 将一把椅子拖到自己身前, 可以保证自己与对方隔开距离, 他身旁还有三把椅子, 他仔细看了看, 发现其中的一把椅子放在自己最容易拿到的地方, 他的腿部快要折断了, 正是极好的武器, 牛头人距离此处还有十步, 无法在第一时间出手阻拦, 旗下知道只要一切顺利, 绝对可以放倒张山, 问题不大, 旗下用冰冷的眼神看了看张山, 他能打死熊, 但很可惜, 我不是熊, 你要做什么? 灵晴感觉有些害怕, 乔家静也一脸严肃地看着走过来的三人, 稍微活动了一下脖子,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紧张,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 如果这个大汉的真是给对方出头的, 那定然是一场恶战, 张山来到旗下面前,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旗下也抬起头, 望着这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 我听说, 你跟我的朋友们发生了点故事, 张山淡淡地说道, 没错, 旗下说, 那个大叔用道从我这买了命, 干, 你以为你是谁? 张山伸出小拇指, 挠了挠自己的耳朵, 从你这里买命, 你是阎王爷吗? 我可以是, 旗下往前走了一步, 让自己更靠近椅子, 我可以救人命, 也可以让人死, 张山皱了皱眉头,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不会好好说话吗? 我能否好好说话, 主要取决于你们是否会把道给我, 你可真够讨人厌的, 大汉皱了皱眉头, 我如果不给, 你打算怎么样? 小眼镜听后一愣, 赶忙小声说道, 张山, 啥意思啊?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你别管, 张山回头小声说道, 我自有安排, 你如果不给, 我就自己拿, 嗯? 你小子活够了? 不等张山反应过来, 旗下立刻将自己脚边的椅子向前一踢, 撞到了张山的膝盖上, 张山吃痛, 赶忙后退了两步, 旗下趁此空隙, 立刻向前跑去, 顺势抄起地上的椅子, 抓住了椅子腿部, 他知道张山身上有伤, 要想放倒他, 现在是极好的机会, 三十六计, 擒贼擒王, 旗下心中暗道一声, 之后便将椅子抡了起来, 张山见状不妙, 马上一毛腰, 伸手护住自己的头部, 下一秒, 椅子在他手臂上炸开了花, 咔, 这一下虽然很痛, 但却没有伤到要害, 催其肩, 夺其魁, 移解其体, 旗下再度默念, 张山很明显地恼怒了, 你小子还真的, 可还不等他骂出声, 却发现旗下的手中, 居然还握有一根断裂的椅腿, 旗下借着惯性转了一圈, 然后将椅腿轮到了对方头上, 张山明显不是泛泛之辈, 他立刻转过头, 用最坚硬的额头撞向这个木棍, 劈啪, 一腿硬生断裂, 在张山头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痕迹, 有意思, 张山咬着牙说道, 你小子打架下死守, 那我也不客气了, 第四十六章, 一山二虎, 他见到旗下没有后招, 便立刻大胯一步向前跑来, 旗下也毫不犹豫, 将身旁的两把椅子再度向前一推, 挡在自己和张山之间, 身材高大的张山本身就有些行动缓慢, 此时又被这两把椅子阻挡, 险些摔倒, 龙战鱼也, 骑到穷也, 旗下一个助跑, 踏上椅子跳了起来, 还不等张山稳定身形, 他便直接扑了上去, 骑到了对方身上, 他知道张山跟小眼镜, 老吕有着本质区别, 绝对不可能靠威慑就让他妥协, 于是趁对方反应过来之前, 骑在他身上乱拳冲着对方的脸颊打出, 张山第一时间曲起双臂, 护住了自己的下巴和侧脸, 同时用双眼盯住对方的肩部, 通过判断对方的出拳, 不断地抵挡着旗下的攻势, 旗下的拳头如雨点一般打在对方的胳膊上, 只感觉像打在墙上一样坚硬, 小子, 你在找死, 旗下趁着对方说话的间隙, 将拳头从张山的两条胳膊之间打下, 直冲对方的鼻子, 可张山却像早就撂到了一样, 直接用双臂一夹, 旗下的拳头就前进不了半分, 他卡住旗下的关节, 又顺势将他的胳膊抓住, 向旁边一扭, 旗下就滚到了一旁, 张山也挣脱了束缚,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张山缓缓地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你小子来到这里之前是个杀手吗? 哪有这么打架的, 旗下也面色严峻地站起身来, 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才的袭击已经是自己孤注一掷了, 可没想到对方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喂喂喂, 小眼睛此时跑上前来, 一脸着急地说道, 你俩好端端地怎么打起来了, 都先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了, 张山怒笑着说道, 今天我必须打的这小子心服口服, 还不等旗下想出下一个对策, 张山已经先飞了所有的椅子冲了过来, 他那粗壮的手臂如同一根柱子一样, 向着旗下的面旁挥舞过去, 千钧一发之际, 乔家竟伸手勾住了他的胳膊, 大只老, 你可不能打他, 张山见到自己被人阻挡, 又加大了几分力道, 却发现眼前这个轻瘦的花壁男人力气很大, 自己完全动不了, 又跳出个出头鸟, 张山冷哼一声, 我凭什么不能打他, 因为他是我的大毛, 乔家竟人畜无害地笑了笑, 你要是打坏了他的头, 我俩可就都变傻了, 他是你的大毛, 张山觉得眼前的男人有点意思, 那你是什么东西, 我妈, 乔家竟放开张山的手, 脱掉外套, 露出满身的纹身和横练的肌肉, 如果非要说的话, 我是他的拳头, 张山扬了一下眉毛, 说道, 有点意思, 那我就和你这个拳头过个招, 话吧, 张山摆出拳击架势, 一只胳膊拳起护住下巴, 另一只胳膊随着胯部扭动, 直接甩向乔家竟, 乔家竟一个俯身前冲, 躲开拳头的同时, 立刻来到对方身前, 抡起自己的右手, 打出一技上勾拳, 张山一仰头也闪了过去, 随即马上调整身形, 将右手抵在前方, 拉开了与乔家竟的身位, 短短一挫身的功夫, 二人就知道对方必然是练过两下子, 否则也不可能有此伸手, 张山紧紧思索了半秒, 便再一次跨步上前, 用左手打出一技重拳, 乔家竟这一次没有闪躲, 反而抓住了对方的整只手臂, 然后身体腾空而起转了一圈, 一只脚勾住了对方的脖子, 用自己的体重直接将对方拉翻在地, 他两只手抓住张山的胳膊, 放在自己的大腿之间, 不断向后拉, 双脚也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一只压住对方的颈部, 另一只正准备压住对方的胸口, 张山有些难以置信, 但此刻也已经回过神来, 这是一招综合格斗中常见的地面技术, 十字骨, 若对方扭住了自己的胳膊, 那自己必败无疑, 想到这里, 他伸出右手, 与自己的左手死死地握在一起, 两只手的手指相扣, 让乔家竟暂时无法将自己的胳膊拉直, 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通, 为何一个脾里脾气的混混, 能够使出如此标准的招式, 好在自己对格斗技术也略有研究, 此时虽然没有破解对方的十字骨, 但也未让对方得逞, 乔家竟发现张珊的左手无法拉动, 便伸出一只脚蹬在对方的右手臂上, 靠大腿的力量让对方的两只手强行分离, 张珊此时已经汗流加倍, 自己的双手毕竟只是手指相扣, 受力并不牢固, 很快, 张珊的两只手分开, 左手瞬间被拉直, 巨大的痛感使他哀嚎一声, 但他毕竟体型庞大, 很快就一扭伸, 用右手冲着对方的腹部打去, 乔家竟将压在对方脖梗上的右腿一缩, 用膝盖挡住了这一击, 张珊似乎发现了一条生路, 不断地用右拳冲着乔家竟打去, 乔家竟只能用膝盖不断抵挡, 十字骨想要施展成功, 关键之处有两点, 一是要牢牢控制住对方的一只手臂, 二是要用双腿压住对方的脖梗和胸口, 乔家竟为了抵挡对方的攻击, 只能将腿缩了回来, 失去了右腿的束缚, 张珊可以起身了, 于是他用力一抽自己的左臂, 整个人翻身而起, 想要反客为主, 压住乔家竟, 乔家竟见到对方挣脱, 立刻伸出右脚抵住了他, 张珊无法近身, 便不断地用双拳向着乔家竟招呼过去, 乔家竟缩起双臂左右遮挡, 并始终用右腿与对方保持着距离, 趁张珊不注意, 乔家竟举起来的右腿陡然下落, 猛地踢在对方小腿上, 张珊再度失去重心, 眼看就要摔倒, 乔家竟趁势而起, 绕到了对方身后, 伸出右臂勒住张珊的脖子, 左手与右臂相扣增大力度, 向后一跳再次将两人拉倒在地, 使出了一招裸脚断头抬, 乔家竟正准备锁紧对方脖梗, 却忽然发现情况不太对, 仔细一看, 原来张珊将一只手挡在了脖梗前, 裸脚之势一时之间无法形成, 虽然挡住了乔家竟的攻势, 但张珊也并不好过, 他护住了自己的要害, 却让自己的手也被锁住了, 二人此刻谁都无法挣脱, 互相锁在了一起, 喂, 大只老, 乔家竟咬着牙说道, 你要不要认说, 你叫我一声大老, 我现在就放手, 干, 老子就算是死在你手里, 也绝对不可能认输, 张珊不断绷紧身上的肌肉, 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可是乔家竟的架势非常稳定, 暂时找不到任何破绽, 第47章, 逃离, 正在围观的众人一脸惊慌之际, 帝牛缓缓地走了过来, 二位, 停手, 他淡淡地说道, 你们就算杀死了对方都没关系, 但麻烦你们出了这间屋子再动手, 二人油盐不尽, 完全不把帝牛放在眼里, 此刻都在咬着牙, 暗中使力, 帝牛看了看扭打在一起的二人, 也索性不再劝说, 反而俯下身, 将乔家竟的胳膊从张珊的脖梗处, 毫不费力地拿开, 然后左手揪住张珊的衣领, 右手抓着乔家竟的胳膊, 轻轻一抛, 二人便像是两颗小石子一样, 各自飞了出去, 撞翻了所有的椅子, 我丢, 乔家竟感觉自己的骨头差点断了, 另一侧的张珊也不太好过, 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身上的伤口全都在流血, 干, 死老妞, 总有一天我要扒了你的皮, 此时, 众人也赶忙上前去查看二人的情况, 喂, 乔家竟, 你还活着吗? 乔家竟听后苦笑一声, 你说呢? 田田和灵晴也围了过来, 三个人一起扶着乔家竟站起身, 而另一侧的张珊也被小眼镜和老吕扶了起来, 没事吧? 张珊? 小眼镜问, 老子没事, 张珊挠了挠头自己身上的伤口, 感觉不太好受, 但还是回过神来对小眼镜说, 看来你说的没错, 那两个人有点意思, 是吧? 小眼镜似乎自己受到了夸奖一般, 开心地笑了起来, 花碧男的力量很强, 而那个叫做骗人仔的非常聪明, 他们二人绝对够资格的, 老吕却在一旁不断地撇嘴, 仿佛不太认同小眼镜所说, 走, 咱们再过去聊聊, 张珊爽朗地笑了一下, 带着二人再度向前走去, 还未走出三步, 地牛便伸出一只漆黑的手按在了张珊肩膀上, 还准备惹事? 张珊看了看地牛, 说道, 放心, 这是单纯的谈话, 地牛微微思索了一下, 将手收了回来, 小心点, 我看见你呢, 几步的功夫, 张珊与齐下, 乔家静再次面对面, 乔家静往前一步, 挡在了齐下面前, 大只佬, 准备出门之后, 和我再分一次胜负吗? 算了, 张珊挠了挠自己胸前触目惊心的伤口, 说道, 今天我没力气了, 下次再和你约, 哈, 乔家静被对方逗笑了, 既然你不是来打架的, 找我们做什么? 这话说得真不讲理, 张珊无奈地摇摇头,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来找你们打架的, 是你那个兄弟忽然之间跟我动手, 乔家静思索了一下, 发现确实如此, 不是找我们打架的, 旗下感觉眼前这人有点奇怪, 那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张珊回过头, 冲着小眼镜和老吕挥了挥手, 二人便从腰间摘下布袋, 递给了他, 老吕虽说一脸的不情愿, 但看起来对张珊有所忌惮, 也只能照他的吩咐去做了, 张珊将两个布袋拿在手中一掂量, 随后抛给了旗下, 总共三十八个道, 给你, 旗下不可置信地接过两个布袋, 打开一看, 果然是金灿灿的小球, 这是什么意思? 乔家静狐疑地看了张珊一眼,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为什么你要把道给我们? 因为这是在游戏中说好的, 愿赌就要服输, 张珊回头看了看小眼镜, 继续说道, 况且小眼镜在我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夸你们, 说你们俩很不错, 很不错? 旗下和乔家静面面相去, 不知对方要做什么, 我一开始来找你, 也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张珊伸出一根指头, 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对旗下说, 小眼镜告诉我, 你靠这里打败了那只黑熊, 是真的? 旗下没有回答, 依然面带谨慎地看着张珊, 别多想, 张珊说道, 我们正在聚集一批厉害的人物, 然后一起走出这个地方, 你们两人有没有兴趣加入? 没有, 旗下回答, 别拒绝得这么快嘛, 张珊憨憨地笑了一下, 伸手拍了拍旗下的肩膀, 你们可以再考虑考虑, 是啊, 小眼镜也走上前来, 对着旗下和乔家静说道, 乔先生, 骗先生, 你们俩的能力都很出众, 我们有很大希望可以走出这里的, 骗先生, 旗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叫我? 是啊, 小眼镜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这位乔先生不是一直喊你骗人仔,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算了, 名字只是一个称呼, 你怎么叫都行, 但我是不会加入你们的, 为什么这么坚决? 小眼镜有些不理解, 俗话说, 人多力量大, 而且, 我和你一起参与过游戏, 知道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队友, 我们如果一起的话, 可我不相信你们, 旗下打断道, 况且这地方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你们聚集了再多的人又如何, 最后关头还不是充当炮灰? 只, 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小眼镜微微一正, 你在说什么傻话, 这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难道不是吗? 旗下反问道, 那些动物面具说过, 旗下刚要说什么, 却忽然愣住了, 等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吗? 不, 并没有, 任阳曾经告诉旗下, 若是赢下游戏,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会成为神, 当时乔家静曾经清清楚楚地问任阳, 若是赢不了游戏会怎样? 任阳的回答是, 赢不了, 就太可惜了, 他并没有说过逃离这里的问题,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可惜这个词很有奇异, 任阳当时的可惜是在替谁可惜? 替他自己, 还是替参与者? 旗下眨了一下眼睛, 感觉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个鬼地方除了成神与被毁灭之外, 难道还有逃离这个选项吗? 你们, 为什么觉得可以一起逃离这里? 旗下问道, 当然是因为我们见到过逃离这里的人啊, 张山回答, 第48章, 收获, 你说什么? 旗下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你说你见过有人逃出来? 没错, 张山点点头, 不过准确来说, 我们只是找到了那人的笔迹, 这, 旗下感觉这件事有点怪异, 你只找到了笔迹, 就认定那人逃出了这里, 张山笑着点点头, 被旗下说道, 哥们, 我先把话说清楚, 如果你要加入我们, 我们可以和你分享这些消息, 可现在, 不管你信不信, 到我的话就说到这了, 旗下也大约明白了张山的意思, 可他实在是无法推断, 对方说的是真是假, 此时, 一个微胖女生听到了张山的话, 凑上前来, 问道, 哥, 你们还收人吗? 我什么都可以做, 张山看了看这个女生, 笑着说道, 姑娘, 不是我不想收你, 可我们的目标是攻破所有游戏, 你有这个决心应对接下来的危险吗? 微胖女生听后, 默默低下了头, 思索了一会后, 开口说道, 我可以, 哈哈, 张山似乎并不相信微胖姑娘的话, 缓缓走上来对她说道, 姑娘, 别逞强, 好好活着吧, 姑娘没有说服张山, 面色一沉, 见到整个房间内没有人在说话, 张山又看了看旗下, 从口袋里翻出来一张废纸, 用手指头沾了沾自己身上的血, 简单地画了一幅草图, 这是我们位置, 张山将废纸递给旗下, 如果你想通了, 可以来找我们, 旗下接过废纸, 依然面带谨慎地看着三人, 可张山毫不在意, 搂住小眼镜, 从地上捡起那两只熊臂, 便一蹶一拐地向门外走去, 喂, 旗下叫道, 嗯? 张山回过头, 却发现一个白花花的东西 冲着自己的面旁飞来, 赶忙伸手一接, 试了布袋, 这次我改主意了, 只收一半, 旗下说道, 那个戴眼镜的人还不错, 他的道我不要了, 张山看了看手中的布袋, 愣了几秒, 忽然爽朗地笑了出来, 哈哈, 够意思, 小眼镜在一旁一脸的不紧, 啊, 为什么啊, 这是我自愿的, 你之前明明说, 我是个骗子, 旗下冷冷地说道, 我的话不要信, 可, 可是骗先生, 我叫旗下, 旗下说道, 别叫我骗先生, 太难听了, 旗下, 张山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 有趣, 我会记住你的, 说完, 他便举起一条黑熊的钱币, 抛给了四人, 我丢, 乔家静下了一大跳, 但还是把这个毛茸茸断枝接了过来, 他发现这个断枝格外地重, 至少有二三十斤, 此时正在哗啦哗啦地滴着血, 张山说道, 这东西, 我们三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拿着也很沉, 你们帮我拿去丢掉吧, 丢掉, 张山摆了摆手, 转过身去了, 旗下四人看着这条熊臂, 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直到张山带着那两个人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 地牛走上前来, 将四个肮脏的布袋递给他们, 拿着, 旗下等人这才回过神, 接过了属于自己的奖赏, 这一次的道非常多, 多到几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托张山的福, 众人还得到了久违的实物, 微胖的女生站在不远处看了一眼旗下, 缓缓地走过来, 带着试探性地问道, 我, 可以加入你们吗? 我的队友都死在面试中了, 旗下似乎没听到那女生的话, 只是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布袋, 对三人说道, 走吧, 说完他便转身向着出口的方向走去, 留下那个女孩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 乔家静冲着女孩无奈地怂怂肩, 说道, 别生气, 她一直这样, 见到乔家静看起来是个很好沟通的人, 女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然后面带紧张地说道, 请让我加入你们吧, 我现在好害怕, 这, 乔家静一脸歉意的笑容, 也行吧, 靓女, 要不然你先跟着, 喂, 乔家静, 旗下站在远处回过身来叫道, 走了, 乔家静看了看旗下, 发现旗下对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哦, 好的, 我来了, 乔家静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点点头, 回身说道, 靓女, 这次不行了, 下次再约吧, 说吧, 她也像旗下一样, 再也没有理会那个女生向出口走去了, 微胖女生见到乔家静也走了, 原先一脸委屈的表情冷漠下来, 渐渐地变成了阴狠, 此刻屋里仅剩她与地牛二人, 参与者们都已经离去了, 地牛一边收拾倒在地上的椅子, 一边抬头看向她, 过了一会儿, 才淡淡地开口问道, 你还在干老勾当? 是啊, 微胖女生点点头, 真是可惜, 我们这趟越来越难干了, 为什么你不能正常一点? 地牛转过头来问道, 我们一起听从指令不好吗? 哈哈, 微胖女生被逗得露出一脸怒笑, 她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地牛的衣领, 面带凶狠地问道, 你凭什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说到正常, 你们生肖能比我们强到哪去? 地牛把头扭到一边, 静静地说, 至少我们在向着同样的目标努力, 那就各自努力, 看看谁才是对的。 微胖女生松开了手, 转身走到出口, 临走前又严肃地说道, 张杉不能留。 至于那个旗下, 我去想想办法。 骗人在, 乔家进出门之后, 小心翼翼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然后低声问道, 什么情况? 那女人有问题吗? 我不确定, 但八九不离时。 旗下说道, 在这种地方还是小心些吧。 你还会面相? 乔家进笑了一下, 凭那个女人慈眉善目的样子, 我倒是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根本不是面相的问题。 旗下摇摇头, 第一, 她说她的队友全都死在面试中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她肯定用了什么极端手段, 否则我很难相信, 九个人里面会单单活下来一个弱女子。 旗下说道, 第二, 她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存活至今, 再结合她在游戏中那求生的手段, 足以证明她不是寻常人。 她极有可能是为了我们的道, 才接近我们的。 乔家进听后, 也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原来如此啊, 丢, 我还以为她很可怜呢。 当然, 我说的也有可能全是假的。 旗下说道, 我只不想轻易相信别人。 说完她又回过头, 问到三人, 对了, 你们的道, 给我用一下。 第四十九章, 英克网。 乔家进听后未曾犹豫, 将腰间的布包递了过去, 林晴也紧随其后。 田田看了看这二人, 表情有些不自然, 但自己毕竟是弱势, 再三思索之后, 还是交上了自己的布包。 旗下接过所有的布包, 坐到一旁开始鼓刀着什么, 没多久的功夫, 她就丢掉了一个空的布包, 站起身来对三人说道, 我们这次赚了五人份, 总共九十五颗道, 这个数字不能被四人平分, 只能加上一开始, 我们剩下的那颗, 凑成九十六颗, 每人二十四。 她将三个布包向前一递, 对三人说道, 我给你们装好了, 记得当面清点, 事后我不会认账。 田田赶忙伸手接过布包, 打开数了数, 确实是二十四颗道, 一颗不少。 林晴和乔家进则将布包 重新挂回腰上。 你们不清点一下吗? 旗下说道, 我可是骗子。 没关系。 林晴摇摇头说, 如果以后发现少了, 我就从你那里抢。 是的, 别来这套。 乔家进也挥了挥手, 接下来去哪儿? 旗下看了看乔家进怀里的熊臂, 思索了一会, 说道,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几个人的想法很简单, 若是能将这条熊臂煮熟, 只要能果腹, 不管它是什么味道, 都可以咽下去。 可是, 在这座破败的城市里, 想要找到烹饪的必需品, 非常困难。 干净的水源, 炉灶, 锅子, 打火机, 这些东西一个都没有。 几人在城市中废弃的建筑中 乔家进终于忍不住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将熊臂扔到地上, 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腕, 咱们带着这几十斤肉到处逛, 最后没饿死, 也累死了。 辛苦你了。 灵晴笑着对乔家进说, 要不要换我拿一会儿。 那倒不用, 感觉这里希望很大。 田田环视了一下这个餐馆, 发现这里被破坏得并不严重。 果不其然, 几人在其中稍微一翻找, 就在一个桌子底下找到了铝锅。 这口锅看起来还算干净, 那些损坏的家具, 唯独缺少水和火。 我去厨房看看, 田田直接向餐厅的后厨走去, 说不定那里有水。 旗下略微点了点头, 便开始在房间中寻找其他有用的东西。 过了几秒之后, 旗下觉得不太妥当, 又对乔家进说, 乔家进, 你去和田田一起吧, 小心原住民。 有理。 乔家进也点点头, 向后厨的方向走去, 可还未走出三步, 便远远地听到田田的讲话的声音。 咦? 你怎么在这里? 呀! 乔家进立刻向后厨跑去, 一打开门, 却发现这里站着那个微胖的姑娘。 她伸出手, 轻密地挽着田田的胳膊, 对众人说道,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这要巧吗? 旗下冷眼看着这个女人, 表情有些不悦。 你跟踪我们? 啊? 女生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怎么可能? 是我先来这里的呀。 乔家进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姑娘为什么要特意在这里等着她们呢? 你们在找东西吗? 女生又问, 是的, 我们在找水和火。 田田回答道, 水和火? 女生又笑了起来, 那太好了, 这里都有的。 在旗下谨慎的目光之下, 那女人带着田田走到了一处壁橱, 她翘起脚将壁橱的门打开, 里面果然放着几个塑料桶当中装满了清水。 接着,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看, 旗下只感觉这一切简直太过巧合了, 就像被人安排好的一样。 田田有些高兴地接过女人递来的打火机, 问道, 小姑娘, 你真的要把这个借给我们吗? 姐姐, 你别那么客气, 女人人畜无害地笑道, 我们这些幸存者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 田田对这个女人顿身好感, 连连道谢。 你想要什么? 旗下在一旁问, 微胖女生听后茫然地转过头, 回答说, 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要啊, 只是帮你们个忙而已。 最好是这样, 旗下不再理她, 转身去收集可以当柴火的东西了。 那个哥哥很奇怪啊, 女孩眨着一双大眼睛, 她怎么对我这么方便?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习惯就好了。 田田也笑着说,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姐姐, 你叫我萧萧就好了。 灵晴在一旁看了看萧萧, 总感觉哪里有些怪。 这姑娘的身材微胖, 肩膀也很宽, 身上穿着一件非常肥大的T恤, 可她的脸颊却很萧瘦, 与身形不成正比。 萧萧, 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田田说, 我们四个人吃不完那条熊臂。 嗯, 萧萧开心地点了点头, 旗下见到这个叫做萧萧的姑娘, 有心隐瞒, 自己也不再逼问, 她只希望对方不要搬门洞府, 在这里妄图欺骗自己。 乔家静找了几块砖, 搭成了一个简易的灶台, 在里面丢了一些废旧木头点燃了。 田田在萧萧的帮助下, 将锅子洗刷干净, 又煮了一锅废水。 旗下则在一旁处理熊臂。 她在家中经常烹饪, 但却从未烹饪过熊臂, 只能暂且把它当成一只鸡来处理。 在用热水简单地烫了一下之后, 便拔掉了毛, 包去了皮, 又用清水冲进了血。 她坚持让萧萧不许接触食材, 众人也没反对。 乔家静从厨房拿出一把生锈的菜刀, 简单打磨了一下, 将处理好的熊臂砍成两段, 直接整段扔进了锅里。 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完美的烹饪方式了。 肉汤, 看着锅中的水慢慢煮沸, 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 几人都围坐在一起, 静静地看着铁锅, 一言不发。 没多话, 灵晴开口问道, 熊肉会好吃吗? 好吃。 乔家静立刻点头说道, 你没吃过熊掌吗? 你吃过? 田田扭头问, 有幸吃过一次。 乔家静说, 那味道我终身难忘啊, 有朝一日从这里出去的话, 我一定要再吃一次。 田田听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可真是个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 乔家静被逗笑了, 田田, 你傻了? 吃熊掌犯法。 田田又补充了一句, 这东西再好吃又能怎么样? 你想为了他进橘子吗? 胡说八道什么呢? 乔家静略带不屑地看了看田田, 吃熊掌什么时候犯法了? 田田皱了皱眉头, 总感觉自己和乔家静 有时很聊得来, 有时又不在一个频道。 你真带多上上网。 田田叹了口气, 不要每次都这么理所应当地显示无知。 王? 乔家静挠了挠头, 你是说, 前些年兴起的那个英克王? 第五十章, 熊掌,正在搅拌锅子的灵晴, 听到这句话, 手一抖, 险些将餐具掉到地上。 英克王这个词, 自己只在历史书上看过。 田田的眼珠也微微颤动, 他看着乔家静, 一脸严肃地问道, 乔家静, 你上次说,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不是说了吗? 79年, 乔家静伸出一根指头, 挠了挠鼻子, 一脸不在意地说道, 1979年, 怎么了? 田田慢慢地站起身来, 谨慎地盯着乔家静的眼睛。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若真的是79年生人, 今年应该四十多岁了。 灵晴听到这句话微微一愣, 转头看向田田, 好像不对吧? 旗下没有理会正在争论的众人, 反而自己给自己盛了一碗肉。 乔家静眉头一锁, 感觉田田说的话非常难以理解。 田田你怎么回事? 呃, 傻了吗? 我这样血气方刚的靓仔, 哪里像四十多岁? 是的, 他不像四十岁, 以他的长相和身体素质来说, 绝不可能四十多岁。 一旁的潇潇听到几人谈话, 和旗下一样, 始终没有动作。 灵晴嘴巴微动, 问道, 乔家静, 现在是哪一年? 乔家静面色狐一地盯着他, 2006年啊。 他一扭头, 发现田田和灵晴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自己, 感觉更加奇怪了。 你们都盯着我做什么? 灵晴感觉整件事情透露着说不出的诡异, 他又扭头看向田田, 问道, 田田, 你来自哪一年? 我来自2019年, 田田皱着眉头说, 这是怎么回事? 灵晴感觉浑身无力, 慢慢地坐了下来。 各位, 我来自2068年。 啊? 乔家静大惊失色, 2068年? 旗下听后, 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 他确实很像来自未来的人。 这样一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在他的那个年代, 从小就要戴着口罩, 口罩会像寻常衣物一样, 从出生就普及。 所以, 他不戴口罩时会露出异样的神情, 感觉自己像没穿衣服。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 他也不需要认识传单是什么东西。 网络广告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了。 旗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 众人还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这样不就更诡异了吗? 田田的嘴唇微微发抖, 对众人说道, 我们没有来自同一个年份, 却聚集在了同一天, 这难道真的是神所做的? 灵晴听后也不可置信地说道, 如果我们不是来自同一天, 那我们来自之前所遭遇的地震 也不是一回事。 说完他又看向乔家敬, 可在我的记忆中, 却没听说过, 你们所在的地区有过大规模的地震。 那你呢? 田田忽然问旗下, 你来自哪一年? 我来自2022年。 旗下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家敬感觉自己有些头晕, 骗人仔, 为什么会这样? 你那么聪明, 是不是猜到什么了呀? 旗下摇摇头, 他所知道的任何理论知识 都解释不了眼前的情况。 为何大家都来自不同时间段? 神选拔这些人究竟是随机挑选, 还是有意为之? 参与者们的时间跨度又有多长? 不管怎么说, 我们只会在这里聚集十天。 旗下看了看窗外暗红的天色, 眼神非常坚定, 不管这一切是不是神做的, 我都不关心。 我现在只想填饱肚子, 早点去找到, 就算你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在意, 我也不建议你们去探求真相。 众人听到旗下的话, 坐了下来。 是的, 旗下说得对, 他们要出去。 不管众人来自哪一年, 都有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逃离这个鬼地方, 回到他们原本的生活。 如果花上几天的时间来调查时间段的问题, 会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 五个人取来了餐厅里的小碗, 每人盛了一碗肉汤, 表情依然有些不自然。 这个地方的谜团似乎一层包裹着一层, 众人想要搞清楚的事情非常多。 但正如旗下所说, 想要探求真相, 就一定会浪费大把的时间。 究竟是真相更重要, 还是逃脱更重要? 是啊, 别想了。 田田叹了口气, 我们经历过的不可思议还少吗? 林晴与乔家竟相对一望, 都无奈地摇摇头。 田田拿起一个老旧的炒勺, 将熊臂上的肉缓缓撕下, 在每个人的碗里都装了一些。 熊臂已经被炖煮的稀烂, 轻轻一碰, 肉就脱离了骨骼。 一股肉香也随之飘散出来, 带着滚烫浓郁的汁水, 冲击着每个人的鼻腔。 嗨, 挺香的。 乔家竟咽了下口水, 拿过了自己的碗。 旗下也将碗捧在手中, 没有动弹。 他用余光撇了一眼萧萧, 看到他也开始吃了之后, 旗下又默默等了一会儿。 直到确定眼前的食物完全没有问题了之后, 才从骨头上撕下了一条白肉。 他将熊肉拿到鼻前闻了闻, 香气扑鼻, 随后将肉扔进了嘴中, 轻轻一咬, 滚烫的肉汁就在嘴中炸开。 呼, 旗下被烫了一下, 胆忙呼出了几口热气, 随后胡乱嚼了嚼, 就将白肉吞了下去。 难吃。 他从未想过, 熊肉竟然如此难吃。 静嘴的触感又肥又腻, 嚼了几下之后, 留下满嘴的山腥味。 或许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的调味料, 也或许熊肉的味道本就如此。 总之, 旗下只吃了第一口, 就已经不想再碰这碗东西了。 他看了看一旁的灵晴, 却没什么感觉。 他们一边大口地嚼着肉, 一边看向两人。 怎么? 不好吃。 乔家静问。 你说呢? 旗下问, 咱们年代不同。 难道味蕾也不同吗? 确实很难吃。 乔家静口齿不轻地说道, 可是咱们得活命啊, 骗人仔。 你小时应该没吃过垃圾里的剩菜吧? 旗下听到乔家静的话, 感觉有点意思, 他把手中的碗一放, 略带细写地说道, 乔家静, 你平常的食谱可够充实的, 你不仅吃过熊掌, 还吃过垃圾。 骗人仔你有点放肆了啊, 乔家静又塞了一大块肉进嘴里, 说道, 你知道我比你带了多少吗? 以后叫我乔爷, 我会罩你。 乔爷这辈子吃过的垃圾 比你吃过的熊掌还多。 我再说一次, 我既没吃过熊掌, 也没吃过垃圾。 田田和林晴又被这两人逗笑了, 仿佛手中的食物也变得好吃了一些。 是的, 无论众人来自哪个年代, 此刻都是战友。 旗下也不再和乔家静斗嘴, 从碗中又挑了几块肉吃了下去。 不管怎样, 吃点东西总比饿着肚子强多了, 接下来不知道还要进行什么样的游戏, 需要时刻保持充沛的体力。 熊的手掌部位恰好在旗下的碗中, 他本以为所谓的熊掌会跟其他部位有所不同, 可是仅仅咬了一口, 旗下就连连干呕。 这个部位比其他的部位更加肥腻, 入口就像是一块带着肥肉味道的鼻涕, 心骚无比。 古人真的把这个东西当作真锈。 第五十一章 萧萧 几人吃了小半部分的熊肉, 紧接着又喝干净了肉汤。 不得不说, 肉汤的味道比熊肉好一些, 也或许是因为众人太渴了, 喝什么都觉得香甜。 把剩下的熊肉留在这里吧。 旗下活动了一下身上的筋骨, 对众人说道, 要是晚上我们有命回来的话, 可以再吃一顿。 萧萧忽然开口道, 我要再吃一碗。 说完他便拿过自己的碗, 又挑了一些熊肉进去。 随便你。 旗下缓缓地站起身来, 看了看天色, 现在应当是下午, 得抓紧时间了。 旗下说道, 我们四个人只赢得了九十五个道, 按进度来看远远不够, 今天的目标是三百六十个。 说得也对, 乔家敬也站起身来, 咱们走吧。 甜甜和灵晴收拾好东西,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二人扭头一看, 萧萧依然没有站起身, 她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继续地吃着碗里的肉。 萧萧妹妹, 你不走吗? 甜甜问, 萧萧将一大块肥腻的肉扔进嘴里, 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却始终没有回答。 别理她了, 旗下知道, 这个女人目的并不单纯, 众人早点分道扬镳也好, 我们走吧。 乔家敬点了点头, 转身向旗下走去, 正在此时, 远处传来一阵巨大的钟声。 当, 众人面露疑惑, 旗下刚要说什么, 却忽然看到自己的眼前飞来一道墙。 什么? 还未等旗下反应, 自己就重重地撞在了那道墙上。 隔了好几秒, 她才反映过来眼前的情况, 原来那并不是什么飞来的墙, 而是自己面冲下倒在了地板上。 她从未有过这种诡异的感觉, 好像自己的感官全都混乱了一般。 旗下艰难地扭过头去, 发现乔家敬, 林晴, 甜甜三个人也都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 他们闭着眼睛仿佛失去了意识。 这是什么? 旗下感觉现在的情况非常诡异, 于是不可置信甩了甩头, 她想伸出左手却伸出了右手, 她想要站起身来却摔在了地上。 这种感觉像急了醉酒, 可头脑却意外地清醒。 萧萧盯着自己的碗, 大口地吃着剩肉, 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你, 做什么? 旗下盯着萧萧, 你下毒了? 虽然嘴上这么问, 可是旗下心中还是觉得有些疑惑。 这些熊肉萧萧吃得比任何人都多, 如果真的是下毒, 他为什么没事? 旗下, 你听, 中响了。 萧萧淡淡地说道, 中响了,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想跟你谈个条件。 萧萧放下空腕, 站起身来。 条件? 旗下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微胖的女人, 她原先以为这个女人最多有点心机而已, 可现在看来她似乎比自己想象中的更要可怕。 现在对方已经完全掌握了主权, 自己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你要谈什么条件? 旗下问, 不要再收集到了。 萧萧说, 安心在这里生活吧。 什么? 旗下想过好多种可能, 唯独没有想到过这个情况。 对方竟然不是为了道而来。 你说, 让我在这安心生活。 旗下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手脚完全不听使唤, 只能扶在地上恶狠狠地说道, 我他妈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 萧萧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 然后走到四个人身边, 将他们腰间的倒全都拿了下来。 最后, 她蹲到了旗下身边, 面无表情地说, 因为你太强了, 你有机率收集到足够数量的刀。 那不是正好吗? 旗下咬着牙说, 我会解开这个鬼地方的谜团, 带所有人出去的。 不, 我不能让这种事发射。 萧萧冷静地摇了摇头, 我不允许有人收集成功, 我要保护这个地方。 若你继续执迷不悟, 我会让你后悔的。 原来如此, 旗下冷哼一声, 你看起来是个正常人, 结果却是个疯子。 你想让我跟那些行尸走肉一样, 永远生活在这里。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鬼地方只剩十天的寿命了吗? 这里要湮灭了, 这里要湮灭了。 萧萧点点头, 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 那我换个说法, 我要你在这几天内静静地等待湮灭, 不许再去收集到。 你, 疯子, 旗下缓缓地说, 若我不照做, 你会怎么样? 杀了我吗? 或许吧, 你不会的。 哦?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就有机会杀我。 旗下说, 你本来可以直接杀掉我, 却要跟我谈条件, 这是为什么? 萧萧听后眉头一皱, 转过身去将锅子拿开, 把所有的道都扔进了炉火中。 喂? 旗下大喝一声,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随着炉火劈啪作响, 旗下等人用命拼来的道, 全部化作了灰烬。 萧萧也在此刻回过头来, 一脸悲伤地对旗下说道, 我不杀你, 是希望你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加入我们。 旗下感觉跟这个叫做萧萧的女人根本无法沟通。 你是听不懂吗? 这里只剩下十天了, 十天之后一切都会消失的, 什么叫做将来的某一天加入你们? 说完之后, 他顿了顿, 又问道, 你们又是谁? 旗下。 萧萧说, 十天之后你全都会明白的, 这地方, 这些人。 他指了指地上躺着的三人对旗下说道, 他们都不重要, 他们死不足惜, 但你不一样, 你要在这里生活。 别扯了。 旗下说, 他们对我重不重要, 你又怎么可能知道? 喂? 萧萧我也愣了一下,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对旗下说道,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他们死不足惜。 你, 你要做什么? 说完, 萧萧便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了里面一件运动背心。 此时旗下才发现, 眼前的女人哪里是什么微胖, 她身上的肌肉含量甚至远超乔家境, 她的腹肌线条分明, 双臂也犹如石柱。 当时见到这个女人身形庞大, 肩膀宽阔, 很自然地会以为她的身材肥胖。 虽说她的脸庞消瘦, 但任谁也想象不到, 在那宽大的T恤之下, 会是一身强健的肌肉。 第52章, 急到, 萧萧随手打碎了一张桌子, 从地上拿起了一块带有钉子的木板, 慢慢地走到乔家境身边。 喂? 旗下感觉不妙, 你要做什么? 你等一下, 这些人死了就死了。 萧萧说, 他们死不足惜, 我证明给你看。 别! 旗下着急地喊道, 我懂了, 你说的话我都照做, 你先把东西放下。 萧萧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缓缓抬起了手中的木板。 喂? 你说的条件我都答应, 你不需要证明给我看。 见到萧萧就像发了疯, 旗下又赶忙去叫乔家境。 喂? 乔家境? 你别装死啊! 起来啊! 话音刚落, 萧萧的木板就落了下去, 带有钉子的那一侧, 直接插入了乔家境的头骨。 急到万岁, 他笑着说, 只见乔家境浑身一颤, 手脚猛然抽出了几次, 随后静默了下来。 喂? 乔家境? 旗下瞪大眼睛, 嘴唇微动。 你说话啊, 乔家境, 你他妈装什么, 熊都没打死你, 钉子怎么可能杀死你? 旗下没有等来乔家境的回答, 反而看到了那扩散而开的血迹。 他知道, 用一根钉子插入大脑, 任谁都活不下来。 乔家境死了。 瞧, 旗下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一句话。 你有头脑, 我有力气, 我们合作吧。 旗下, 你看, 萧萧笑着说, 他们死不足惜的。 啊, 旗下忽然之间惨叫一声, 脑海深处传来了一阵剧痛的感觉, 他的双手双脚瞬间恢复知觉, 但此刻也只能抱着自己的脑袋打滚。 见到旗下忽然之间能够随意活动, 萧萧明显顿了顿。 这一次头痛的时间非常之久, 旗下感觉那根钉子没有刺向乔家境, 反而像是插入了自己的大脑, 那根钉子不断地搅动着他的脑浆, 让他生不如死。 两分钟之后, 旗下的头痛陡然消失, 他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真厉害, 旗下, 萧萧叫道, 你可以无视我的回响吗? 我劝你适可而止, 旗下冷冷地说道, 有什么事情, 你冲我来。 不, 萧萧说, 我得让你明白, 这些人可以随便杀, 你也可以杀死他们的。 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旗下的双眼极度冰冷, 整个人看起来不带有任何感情, 我跟你们这些疯子不同, 别把我和你们相提并论,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萧萧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一抖手, 将钉子木板从乔家静的脑袋上拔了出来, 他甩了甩上面的血, 对旗下说, 等我把他们都杀了, 你自然会懂的。 说完, 他又静止地走向田田, 疯子, 你够了, 旗下嘴唇微动, 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狗言残喘地活到现在, 你凭什么决定我们的生死? 所以我说, 那没有意义。 萧萧再一次举起了木板, 旗下这次没有给他机会, 立刻冲了上去, 本想直接将这个女人撞倒, 可莫大的冲击力之下, 那女人却纹丝未动, 旗下只能临时改变对策, 抱住了对方那如同承重墙一般厚实的腰, 将对方向后推去。 萧萧退后了两步, 面色冷峻了下来。 旗下, 我明明在帮你, 你却执迷不悟, 我很心寒。 萧萧摇摇头, 掐住了旗下的脖子, 随后像扔一只狗一样, 将他随手扔了出去。 旗下撞到墙上, 痛苦地哀嚎一声, 他感觉眼前的女人的力量异常强劲, 应当经受过相当严苛的训练, 急到万岁。 萧萧笑了一下, 手中的木板再次落下, 击穿了田田的头颅, 旗下的脑海中响起了田田的声音。 我来到这里, 只是因为那里容不下我。 那股撕裂至极的疼痛再次席卷而来, 旗下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脑袋, 痛苦哀嚎。 田田也死了, 旗下感觉自己的脑袋要裂开了, 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整个人的意识都在逐渐模糊。 在晕倒之前, 他听到远处又响起了一阵巨大的钟声。 下, 你看, 云年安拿着一件破旧的衬衫, 似乎在给旗下炫耀。 看这里, 他伸出白皙的手指, 指了指衬衣胸前的口袋处, 那里缝有一个卡通的小羊。 你破掉的地方, 我给你补好了。 手艺不错吧? 确实不错。 旗下一边大口地吃着泡面, 一边点了点头, 可是为什么不买一件新的? 省点钱呀。 云年安笑了笑, 等以后我们有钱了, 你想买几件就买几件, 现在先凑合着吧。 旗下听后微微一顿, 将泡面放下, 说道, 小安, 我们马上就会有钱的, 我那一旦成功的话, 咱们就有二百万了。 我相信, 云年安笑着点点头, 下,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条,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功的。 嗯, 旗下点点头, 感觉格外的安心, 他还想跟云年安说点什么, 却忽然看到了窗外的天色, 那暗红的天空上挂着一轮土黄色的太阳, 旗下眨了眨眼睛, 感觉事情有些奇怪, 怎么回事,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云年安, 却发现他的脸已经变成了萧萧, 萧萧笑着对旗下动了动嘴唇, 开口说道, 急到万岁。 下一秒, 萧萧身后浮现出了两个人影, 赫然是乔家静与甜甜, 他们的额头流着脑浆与鲜血, 正在猙獰地看着旗下, 眼神带着一丝怨恨, 一丝不甘, 你, 你们, 我, 旗下忽然感觉到一阵恐惧, 于是立刻从椅子上翻身而下, 跑出了门外, 他要逃离这个鬼地方, 这一切都是噩梦, 等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 才感到一股更深的绝望, 门外是一条无尽的走廊, 两侧有千万个房门, 此刻正在不断地走出戴着动物面具的人, 旗下, 旗下, 一阵焦急的声音响起, 将旗下拉了回来, 他慢慢地睁开眼, 发现眼前是灵晴干净的脸庞, 灵,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头痛欲裂, 怎么回事, 灵晴的双眼勤着泪, 乌叶着说道, 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跟乔家敬和田田一样死掉了, 旗下这才回想起那恐怖的精力, 浑浑噩噩地站起身来, 看向了不远处乔家敬与田田的尸体, 一时之间湿了身, 虽然这里不是梦境, 却是比梦境更加可怕的现实, 旗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晴哽咽着问, 是谁杀了他们, 旗下没有回答, 反而面无表情地看向灵晴, 略带疑惑地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还活着, 第53章, 新的目标, 灵晴听完之后明显一愣, 什么叫我怎么还活着, 他渐渐地向后退了一步, 感觉眼前的旗下有些危险, 你, 你要做什么, 旗下看到灵晴的反应之后, 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慢慢地走到乔家敬和田田的身旁, 旗下,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灵晴带着颤音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旗下蹲下身, 盯着这两位相处不过两天的战友, 心中五味杂陈, 虽然心情低落, 可每当想到与二人在一起的时刻, 自己的脑海当中, 就似乎有一条虫子想要破体而出, 让他头痛欲裂, 灵晴有点害怕地看着旗下, 你说话, 你, 那个叫做萧萧的女人, 杀死了他们, 旗下低声说道, 我要让他血债血偿, 萧萧, 灵晴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 是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孩, 旗下轻轻抚摸了一下田田的额头,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空洞, 这是被钉子刺穿之后留下的痕迹, 田田曾经说过他可以死在这里, 但如今, 他连自己因何而死都不知道, 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灵晴说道, 为什么他要杀死乔家静和田田, 旗下微微一顿, 说道,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我更想知道, 为什么他没有杀死你, 难怪你会那样问我, 灵晴似乎知道旗下的意思, 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了下来, 你就算怀疑我, 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刚醒来时, 我确实怀疑过你, 但现在已经没有疑虑了, 毕竟, 你刚似乎在害怕我杀了你, 这不像是同谋者会露出的表情, 旗下又不舍得看了一眼乔家静和田田, 缓缓站起身来, 你刚才以为是我杀了他们, 对吧, 我, 灵晴懊恼地低下头, 确实, 毕竟只有咱们两人活下来了, 凶手也只能是, 旗下没有在意, 继续说道, 萧萧说让我放弃寻找到, 可我不打算听他的, 灵晴皱着眉头仔细理解了一下这句话, 不由地发出了疑问, 他让你放弃寻到,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他们好像是一个组织, 如果没猜错, 他们正在阻止别人收集到, 这就太奇怪了, 灵晴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去摸自己的腰间, 啊, 我的道呢? 说完他看了看旗下的腰间, 又低头看了看乔家静和田田的腰间, 众人的道都没有了, 这正是我想和你说的, 旗下喃喃道, 那个女人不是在收集到, 而是在摧毁到, 说完, 旗下指了指不远处已经熄灭的火炉, 对灵晴说, 我亲眼看到他把我们的道烧毁了, 可这是不对啊, 灵晴似乎有些不能理解, 你不是说过, 裁判不可能允许杀人夺到这种事情发生的吗? 旗下低头思索了一会, 回答说, 那个叫萧萧的女人很聪明, 或者说他深谙此处的规则, 第一, 就像我说的, 他没有夺到, 他只是把道摧毁了, 第二, 他在取下道或者摧毁道的时候, 乔家静和田田都还活着,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都没有违反规则, 也就是说, 杀人是被允许的, 夺到却不行, 灵晴低下身子, 表情格外伤心, 他一屁股坐到地上, 问旗下, 如今我们一颗道都没有了, 就算想参加游戏也不行了, 是吧? 旗下看了看灵晴, 淡淡地说道, 你很在意是否参加游戏吗? 之前我并未感觉, 你想要走出这里, 灵晴点点头, 是的, 本来我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 可现在, 我有一件事必须要回去确认一下, 回去确认? 没错, 灵晴也一脸认真的看着旗下, 我要回到现实世界, 去确认一件事情, 旗下盯着灵晴的眼睛看了三秒, 仿佛在判断她是否在说谎, 过了一会, 她缓缓地站起身来, 说道, 灵晴, 不管怎么说, 我们分开吧, 分开? 是的, 分开, 旗下点点头, 那个女人是冲我来的, 继续跟着我, 你会非常危险, 灵晴也站起身来, 回答说, 我不能离开, 我必须要和你一起行动, 否则我回到现实, 也无法确认那件事, 旗下听后微微一顿, 问道, 你说的那件事, 和我有关? 是, 你对我这么感兴趣, 也是因为那件事? 旗下问道, 是, 旗下很少遇到自己完全想不明白的情况, 眼前这个叫做灵晴的女孩, 实在让她太好奇了, 抱歉, 我真的不能说, 灵晴摇摇头, 你只需要记得, 我们不是敌人, 旗下略微沉默了一回, 然后与众心长地劝说道, 你跟我在一起, 可能会死, 嗯, 灵晴显得有些犹豫, 但还是回答说, 我准备赌一把, 说不定我不会死, 还会从这里出去, 见到灵晴如此执着, 旗下也不再劝说, 他缓缓地走到门口, 看了看已经变暗的天色,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一起赌一把, 旗下说道, 我们并不是没有道了, 还有一颗存放在熟人那里, 你是说, 灵晴也想到了什么, 李警官会把道给你吗? 他会, 旗下顿了顿又说, 但他的那三个队友不会, 那怎么办, 旗下转移目光, 看了看地上的乔家镜, 咬着牙说道, 我去求他们, 那一刻, 道我势在必得, 只要我不断地进行游戏, 那个叫做萧萧的女人, 一定会再次出现的, 我不能让乔家镜和甜甜死得不明不白, 说完, 他便将剩余的熊肉, 连同锅子一起拿了起来, 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灵晴也紧跟其后, 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暗淡, 城市之中似乎有着不少虫鸣, 到处都能听到蟋蟀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们得快点了, 旗下说, 希望他们能看得上这些熊肉, 灵晴再一次抬头看了看旗下, 感觉心里空空的, 眼前这个男人似乎没有感情, 他对所有人的死亡都漠不关心, 第五十四章, 乱世男女, 二人抱着一口老旧的铝锅, 无断在城市中穿行, 旗下从未想过, 一座城市若是没有了灯光, 竟然会比野外还要漆黑, 仅仅走了十几分钟, 天色便像低了沫一样沉寂下来, 四周嘻嘻嘻嘻的重鸣声交响呼应, 让旗下心烦意乱, 灵晴, 你还在吗? 旗下问, 我还在, 灵晴应声回答道, 你走慢一点, 小心摔倒, 不能再慢了, 旗下看了看天色, 现在还勉强能看清一点路, 我们要趁早赶到便利店, 你抓住我的衣服吧, 灵晴点点头, 伸手抓住了旗下的衣服, 二人凭着记忆, 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 才终于来到了之前降临的广场, 好在这里视野空旷, 大体能看清轮廓, 进入广场向东走去, 二人看到了一家亮着火光的店, 那里应该就是便利店的位置了, 生了火, 灵晴有些疑惑, 他们怎么找到火源呢, 说完他就明白过来, 店里有女店员, 当众人与他相遇时, 他就在生火做饭, 估计火源也是问他借来的吧, 二人在一片黑暗之中, 冲着火光前进, 终于来到了便利店门口, 让二人感到奇怪的是, 便利店对面的餐馆, 本来站着一个牛头人, 此刻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李警官, 张律师, 你们在吗? 灵晴试探地问了一句, 萧染, 赵医生, 屋内很明显传来的动静, 但却没有人应答, 怎么回事, 灵晴刚想进去看看, 却被旗下拉住了, 看后点, 我先进, 他小声对灵晴说, 伴随着嘻嘻嘟嘟的重叫声, 二人进了店, 可当旗下刚刚踏入大门时, 一块木板便冲着他的面门飞来, 好在旗下早有防备, 立刻向后一闪, 闲闲地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啊, 灵晴惊呼一声, 赶忙扶住旗下, 你没事吧, 他们这才看清屋内手持木板的不是别人, 正是赵医生, 他的身后跟着萧然, 赵医生看了看旗下, 又看了看灵晴, 这才挤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啊, 原来是你们俩啊, 我还以为是谁, 旗下仔细打量了一下二人, 面容略带不解, 赵医生赤身裸体穿着白大褂, 连鞋也没穿, 他将白大褂像一个风衣一样裹在身上, 面色十分不自然, 而他身后的萧然, 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 脸上的妆容也花掉了, 二人像是被打劫的小情侣一样, 紧紧依偎在一起, 旗下算是看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但却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旗, 旗下, 你别误会啊, 赵医生一脸陪笑说道, 萧然说他好像受伤了, 我再帮他检查呢, 你跟他解释什么? 萧然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赵医生, 支支吾吾的, 你还算的男人吗? 旗下摇了摇头, 我不想管你们的事, 李警官和张律师呢? 啊, 赵医生又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容, 他们二人白天出去探查附近的情况了, 至今还没回来, 什么? 旗下眉头一皱, 至今还没回来, 如今天色已经完全变暗, 李警官说过他会调查附近的区域, 所以二人不太可能在外面流宿, 如今还未回来, 难道是死了? 亦或者是, 这二人在撒谎, 旗下慢慢地走进屋子, 环视了一下这里的情况, 虽然地面还是非常脏乱, 但看起来没有新鲜的血迹, 更没有打斗的迹象, 屋内点着微弱的篝火, 不远处摆放着寒一墨的尸体, 让气氛显得既暧眉又诡异, 旗下回头看了看那做贼心虚的二人, 缓缓地开口问道, 你们不是一个队伍吗? 他们二人天黑都没回来, 你们非但不担心, 反而有闲情意志在这里玩起来了, 这, 担心也没用啊, 赵医生说道, 天这么黑, 我们也没法出去寻找, 只能等天亮再说了, 你管得着吗? 萧冉怒喝道, 我们的队伍里的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担心? 旗下没有回答, 走到员工休息室, 轻轻地推开了门, 屋内, 那个女店员蹲在墙角, 面冲墙壁, 嘴中喃喃自语地念叨着什么, 看来她一直都在这没有动过, 旗下将门关上, 又回头看向赵医生, 毕竟赵医生还算可以沟通, 道, 还在这里吗? 旗下问, 这, 赵医生的面色明显有些防备, 她说, 白天放在这里的道, 我想借来用用, 事后加倍奉还, 借道, 赵医生微微思索了一下, 然后打量了一下, 旗下那更加脏乱, 沾着几丝血迹的衣服, 你们自己的道呢? 那个混混和妓女呢? 他们有名字, 灵晴忽然开口说, 不要这样叫他们, 哦, 赵医生敷衍地点点头, 立什么牌坊啊, 萧冉裹了裹自己的衣服, 也走了上来, 他们俩不会是参加游戏, 然后死了吧? 旗下面色沉重, 微微点了点头, 差不多, 哈? 萧冉怒笑一下, 面带细血地说道, 你不是信誓旦旦的, 要收集三千六百个道, 离开着吗? 现在害死了队友, 又来借我们的道? 旗下听后抬起眼皮, 看了看这个女人, 淡淡地说道, 虽然情况确实如此, 但我劝你适可而止, 赵医生此时赶忙上来打圆场, 算了算了, 有话好好说, 说完他又扭头看向旗下, 我们不是不想借给你, 而是李警官把刀带走了, 带走了? 旗下顿了顿, 没错, 赵医生指着门对面的餐厅说道, 在你走后, 他们二人去那里参加了游戏, 好像赢了, 之后他们又去了别的地方, 旗下顺着赵医生的手指看去, 很快就发现了一点, 什么叫好像赢了? 你们离得这么近, 连他们赢没赢都不知道, 这个, 赵医生皱着眉头干笑了几声, 本来萧染不让他们带着道出去的, 可是李警官非要去看看, 他们观念不同, 吵了一架, 我们也没法去问, 就游他们去吧, 毕竟这种送死的事, 谁要跟他们一起? 呦, 他们去? 旗下听后, 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一把抓住了赵医生的衣领, 力气非常大, 哎呦, 萧染看后一愣, 赶忙冲着旗下扑了上来, 你干嘛呀? 旗下一个侧身, 紧接着身脚一半, 萧染立刻扑倒在地, 在这不满污汇的地上, 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狗吃屎, 旗下深呼吸一口气, 对赵医生说, 恶狠狠地说道, 亏我看在李警官的面子上, 对你们客客气气, 可你们他妈的居然分道扬镳了, 第55章, 崇明, 灵晴被旗下的举动吓了一跳, 赶忙上前来拉住他, 旗下, 你冷静点, 他有些不明白一向沉稳的旗下, 为何会忽然之间暴躁起来, 旗下依然没有松手, 他紧紧地抓着赵医生的衣领, 咬着牙说道, 你要我怎么冷静, 灵晴听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是啊, 从一开始的人数开始, 到最后的乔家静和甜甜, 他们经历了太多濒临死亡的瞬间了, 难怪, 旗下继续说, 难怪你们听到有人进门, 第一反应是拿木板打过来, 你们知道, 李警官和张律师根本不会回来的, 是吧? 赵医生脸上露出了一丝慌乱, 不是, 旗下你听我说啊, 我也没有办法呀, 他们二人真的想去送死, 送死? 旗下冷哼一声, 你们从未踏出过这个房门, 发现这里的游戏不会送命, 反而有可能得到道, 所以才带着张律师一起走了, 赵医生露出了一脸疑惑的表情, 看起来他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不会送命, 怎么会这样? 萧冉此时从地上爬了起来, 擦了擦脸上的污泥, 一脸愤怒地回过头, 赵海波, 你还愣着干什么? 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赵医生的面色显然不太好看, 废物, 萧冉着急地叫道, 你怎么这么废物? 旗下看了看萧冉, 又看了看赵医生, 忽然感觉有些心灰意冷, 他哪里还有时间在此处跟二人纠缠, 想到这里, 他默默放开了手, 现在的旗下完全失去了方向, 李警官和张律师会去哪里? 他们有没有见到弟子开头的生肖? 他们有参加赌命的游戏吗? 他们还活着吗?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门外虫子的叫声更加嘈杂, 仿佛有一只蟋蟀正趴在门外, 让人始终无法静下心来思考, 旗下, 我们该怎么办? 灵晴一脸悲伤地问道, 旗下抬起头, 问赵医生, 他们二人有没有说去哪里? 他的心中抱有最后一线希望, 李警官为人谨慎, 如果真的要远去, 应该会留下一丝线索才对。 没有, 赵医生摇了摇头, 到看到他们参加完对面的牛头游戏之后, 顺着街道巷又走了。 呦! 旗下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天色, 心中暗自盘散起来, 李警官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只是想远离这两个人罢了。 毕竟他跟自己说过, 有朝一日, 希望能够再次见面, 互换情报。 既然如此, 他应该还会在这一带附近活动, 除了街对面的餐厅, 极有可能在距离这里最近的游戏房间。 确定了大体方向之后, 旗下心中有了底。 如今虽然天色漆黑, 但他实在不想继续跟这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 于是从屋内拿起一个木棍, 缓缓地走到韩一墨的尸身旁边, 低声说道, 兄弟, 死了也不得安宁, 委屈你了。 你又要做什么? 萧染没好气地问, 旗下没回答, 只是撕下了韩一墨身上的一块衣服碎片, 缠在了木棍顶端, 然后又拿着木棍在地上涂抹了一些干燥的雾。 做完这一切, 他走到屋内的火光旁边, 将带有衣服碎片的那一侧点燃, 一个简易的火把就做好了。 灵亲, 我准备出去找他们。 旗下说道, 不知道外面会不会有危险, 但我不想留在这儿。 你要在这里等到天亮吗? 天亮之后, 不管我找没找到他们, 都会回来接你。 灵亲听后, 扭头看了看萧染二人, 摇了摇头, 不, 我跟你一起吧。 说完, 他便抱起了那桩有熊肉的锅子, 站到了旗下的身旁。 这是什么? 赵医生终于发现了那口破旧的铝锅, 双眼都有些发光了。 这是, 灵亲顿了顿, 然后摇摇头, 没什么, 是吃的。 赵医生立刻向前一步, 你们找到吃的了。 萧染此刻也面色微变, 有东西吃, 他们二人的眼神变得有些不像人, 反而是恶极的野兽。 旗下将灵晴向身后一拉, 挡在几人之间, 缓缓地说道, 不好意思, 这东西不是给你们吃的。 旗, 旗下, 赵医生颤颤巍巍地说道, 夏哥,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了, 你别往心里去。 是啊, 萧染也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 这世上哪有不拌嘴的人, 再说, 你身为个大男人, 难道真要跟我这个女人生气啊? 刚才都是和你开玩笑呢。 就是就是, 赵医生跟萧染二人一唱一和, 你们这锅里东西不少, 我们就吃一点, 不可能全都吃光的。 旗下的面色再度沉了下来, 说道, 这锅里的东西是乔家竟拼了命证回来的, 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他若答应了, 我也没意见。 萧染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一阵变化, 停顿了片刻之后, 直接向那口锅子扑了过去。 旗下早就撂到了这一招,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手拦住了他。 怎么, 不用骗, 改用抢了。 旗下略带嘲讽地说道, 这世上没有哪里是法外之地, 我劝你好, 好想想清楚。 你们的队伍里, 原先可是有警察的。 你…… 旗下冷哼一声, 将萧染推开, 举着火把走出了门外, 灵情也紧随其后。 萧染和赵医生此刻才知道, 什么叫做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那一锅带着微微香气的东西, 明明就在眼前, 他们却连碰都碰不到。 不许走。 萧染大叫一声, 再次跟着旗下冲出了门外。 门外的世界, 除了昏暗的火光和虫鸣之外, 漆黑一片。 可让萧染没想到的是, 旗下和灵情此时竟然静静地站在门外三步之远的地方, 背对着他, 一动没动。 嗯? 没几秒, 他又看到旗下和灵情慢慢地后退了一步。 喂, 你们怎么了? 萧染问道, 灵情像的机器人一样, 机器僵硬地回过头来, 眼中充满了恐惧,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做出噤声的动作。 有毛病是不是? 萧染没好气地说, 你们要走可以。 啊, 给我留下。 说完这句话, 萧染感觉不太对。 旗下手中的火把照亮了一小片区域, 那昏暗的火光之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下一秒, 萧染看清了火光之下的东西, 他的眼睛瞬间张大, 脸上涌现出了极度恐惧的神色。 就在旗下面前, 有一个受到不成人形, 浑身发白的赤弱男人。 他四肢着地, 两条腿撑在身后, 以一个极其不协调的姿势在地上爬动。 在那干瘪的脸上, 挂着两个被挖空的眼眶, 他的嘴巴撅起, 不断地发出声音。 嘻嘻嘻嘻, 嘻嘻嘻。 第五十六章, 坐着。 萧染刚要惨叫一声, 赵医生立刻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 那声惨叫也变成了闷哼, 压抑在喉咙中。 赵医生看到刚才出门的三个人都没了动静, 好奇跟出来看看, 却见到了如此诡异的一幕, 也差点下丢了魂。 四个人谁都不敢发出声响, 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造型好像蟋蟀的人。 只见他像个虫子一样快速摆动后腿, 整个人不断地改变着方向,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又时不时地抬起自己脸上的两个血窟窿, 四处张望。 他的脖梗扭动也不像人类, 反而像昆虫一样快速, 扭动幅度也大得害人。 几秒之后, 那人忽然之间高高跃起, 向着便利店的墙壁跳去。 旗下赶忙举起火把照亮, 企图跟随对方的身影, 毕竟在这漆黑的环境之中, 最忌讳的就是丢失目标的行踪。 可是火把举起的瞬间, 就算是以旗下的心理素质也差一点腿软坐到地上。 火光所照到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人, 放眼一望至少有十多个, 他们都在墙壁上快速移动着。 火光一照, 他们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样, 又纷纷向黑暗处爬去。 他们像是蟋蟀, 像是蟑螂, 像是蜘蛛。 总之不像人, 旗下只感觉自己浑身的汗毛, 全都慢慢倒立了起来。 这一路上, 他跟灵情摸着黑来到便利店, 曾经不断听到此起彼伏的虫鸣。 那虫鸣声有时很远, 有时很近, 原来那都不是虫子, 而是一个一个的人。 一想到自己和灵情在前进时, 身旁的地面, 不远处的墙壁上, 全都是这种东西。 这种感觉, 甚至不能用后怕来形容啊。 旗下留下一丝冷汗, 慢慢转过身, 冲着几人挥了挥手。 众人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都缓缓地后退着。 旗下举着火把, 紧紧盯住墙壁上的人, 然后和身后三人, 一步一步地退到室内。 他们全程不敢, 发出一丝声响, 动作极其缓慢。 这些人看起来, 眼睛都被挖掉了, 应该只能通过声音寻找方位。 好在众人都知道, 保命要紧, 谁也没发出声音。 关上门之后, 旗下又从一旁 拿来一个木板抵在门后, 众人继续向后退着, 一直退到墙角。 这冰冷而斑驳的墙面 给了众人一丝安全感。 那, 到底是什么东西? 萧染颤抖着问道。 世人, 赵医生说完之后, 立刻摇了摇头, 人类的骨骼 不可能做出那种动作, 他们只能是虫子。 旗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说道, 昨天晚上我也听到了 嘻嘻嘶嘶的声音, 说明这些东西 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而是一直都在。 他回过头, 一脸严肃地对林青说道, 我们俩的运气 实在是太好了, 一路上都没有踩到这些东西。 林青也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 看起来被吓得不轻, 四个人随即陷入了沉默。 在没有见到这幅可怕的景象之前, 或许众人在晚上 还能睡个安稳觉。 可此时, 众人说什么也不敢闭上眼睛, 只能靠在墙壁上 死死地盯着门口, 随时提防那些东西破门而入。 失去了睡意和声响的夜晚, 格外地漫长。 众人在墙边站立了足足半宿, 现在已是腰酸腿痛。 他们渐渐地发现一个问题, 门外的那些虫子 似乎真的只是虫子。 他们压根不想闯进 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来。 旗下正在用这里的规则 解释这里的现象。 就算他们长得再诡异, 就算他们的双眼 一直都在躺着血, 他们也只是虫子。 如果虫子和电源 是一样的东西, 那一定会认真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 这样想来, 门外的虫子危险性 不会太大, 就算他们会主动攻击人类, 也不见得会成群结队的撞门。 想到这里, 旗下缓缓地坐下, 活动了一下酸痛的四肢。 见到有人带头, 其余的三人也坐下身来, 但他们依然满脸紧张。 旗下, 我们怎么办? 灵晴问道。 旗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旗下找到一块干净的木板, 铺在灵晴身边, 天亮之后, 我们出发, 去找李警官。 可是门外那些? 放心。 旗下毫不在意地说道, 他们不会进来的, 只要我们不出去, 暂时不会有危险。 灵晴听后, 如同一个孩子一样, 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然后躺了下来。 而旗下也来到墙角, 找了一块干净的木板盖在锅上, 自己则坐在木板上, 压住了锅子。 萧染和赵医生面面相去, 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又看了看旗下和灵晴。 他们哪里睡得着? 就算可以完全不在意门外的虫子, 可萧染一直觉得, 旗下是个危险人物。 在一开始讲述的故事中, 他是一个诈骗了二百万的诈骗犯,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个好人? 与他睡在一起, 第二天凌晨会不会再次莫名其妙地死去? 旗下完全不在意萧染和赵医生的表情, 反而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对他来说, 这两个人就算彻夜难眠, 也和自己无关。 躺在木板上的灵晴看了看坐在墙角的旗下, 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往旁边挪了挪, 开口说道, 旗下, 这个木板足够大, 你也躺上来吧。 旗下抬了一下眼皮, 说道, 不用, 我习惯坐着睡。 坐着睡? 灵晴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下, 站起身, 将木板一到了旗下身边, 然后重新躺下来, 继续说道, 那你就坐在我旁边睡吧。 旗下也没有拒绝, 比起萧染和赵医生来说, 灵晴给她留下的印象还算不错。 灵晴躺在木板上, 略微有些好奇地看了看旗下, 问道, 为什么你会习惯坐着睡? 旗下听后扬了一下眉毛, 随后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坐着睡不会让我进入放松的状态, 能让我的大脑随时开始运转。 灵晴点了点头, 但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你一直都坐着睡? 是的, 很多年来都是这样。 旗下感觉灵晴很奇怪, 于是转头看向她,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灵晴咽了下口水, 又整理了一下语言, 才终于开口问道, 可你是有妻子的, 就算是你们二人住在一起, 你也每晚都坐着睡吗? 第57章, 老吕。 嗯? 旗下一愣, 她没想到灵晴的出发点竟然是这个, 你是不是想多了? 旗下摇摇头说, 我每天都会抱着小安, 一直等她睡着, 然后自己再坐到书桌旁边。 哦, 灵晴像是忽然放下心一样的点点头, 那你这样不会很辛苦吗? 我, 旗下想要说什么, 但一时有些语色, 灵晴, 你可能不了解我这个行业, 如果我在某一刻放松警惕, 等待着我的, 很有可能就是万丈深渊。 这样吗? 灵晴似懂非懂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喃喃自语一样地说道, 其实我对你真的很好奇, 你看起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结果却靠骗人为生。 听到这番话, 旗下默默低下了头, 我也不想。 她说, 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第二天的长夜比第一天的更加漫长, 漆黑的夜色悬在半空, 犹如一个酒味见面的朋友一样, 迟迟不肯离去。 虽说旗下和灵晴或多或少都睡了一会儿, 可天亮时分还是感觉浑身都酸痛男人。 而赵医生和萧染看起来似乎一夜没睡, 他们一直都在盯着大门和旗下, 此时二人的面色都有些憔悴, 黑眼圈也很重。 他们不仅害怕门外的那些虫子冲进来, 更害怕旗下会在黎明时分举起一把黑色的巨剑谋杀他们。 好在一直等到天亮时分, 这两件事都没发生。 走吧。 旗下伸了个懒腰, 对灵晴说是时候开始今天的旅程了。 时间过去了一天, 旗下的收益是零, 原先的每天收集360个道的指标, 也变成了每天收集400个。 按照昨天的情况来看, 许多游戏的奖励会根据难度的攀升而提高, 若想快速达成目标, 今天必须要进行几场极度危险的游戏。 二人并未跟萧染和赵医生告别, 便站起身抱起履锅出了门。 门外已经完全看不见虫子的踪影了, 不知道那数量惊人的怪物白天的时候都躲在哪里。 难道都在附近的建筑物里吗? 空气依然浑浊, 但旗下已经渐渐地习惯了这股腐烂之中带着恶臭的味道。 他带着灵晴出门之后, 经过了对面的餐厅, 然后向右侧的道路走去。 这里的建筑物跟旗下遇到人数的地方不同, 大多都是商铺。 二人顺着街一直走到尽头, 也没有发现有人活动过的痕迹。 如今站在钉子路口, 旗下向左右两侧都看了看。 他们如果来到过这里, 是去了左边还是右边? 旗下自问并不算了解张律师和李警官, 也无法推断他们的决策。 正在此时, 灵晴在靠近右侧的墙角发现了什么? 旗下, 你看, 他指了指墙边一个角落, 那里有些发白的痕迹。 旗下听后俯身过去, 发现这里有两个歪歪扭扭的符号, 既像数字5和2, 又像字母S和Z。 这会是他们留下的吗? 灵晴看了看这两个符号, 有些疑惑地问道。 八成是, S呢? 灵晴又问, 如果是李警官的话, 不是应该用L吗? 我也不能理解, 说完之后他顿了顿, 问道, 灵晴, 你还记得李警官的本名吗? 本名? 灵晴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想到了什么? 啊, 他在第一个游戏时曾经说过, 他叫李尚武。 说完他就看了看, 那个既像S又像武的符号, 难道这真是他们留下的? 灵晴说道,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旗下也有些疑惑, 如果真要给他们留下什么信息, 其中的内容应该要更加明确才对。 现在想来, 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好像是怕自己迷了路, 所以才留下这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 不管怎么说, 这个方向一定有人, 我们先去看看吧。 二人确定了方向, 再次出发, 顺着破败的街道往前走着,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 旗下就在一个建筑物里听到了嘈杂的吵闹声。 天杀的, 这次不算, 再来, 一个男人大吼道, 有本事再来啊。 话音刚落, 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出门来,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 我的娘, 男人揉着自己的屁股, 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给我等着的。 旗下看了他一眼, 面容沉了下来。 这个被推出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先前见过的矮胖中年男人, 老吕。 旗下身处的城市看起来规模也不小, 居然能够连续两天碰到同一个人, 真是太巧了。 老吕也注意到了旗下, 哎, 你小子, 说完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于是摇摇头, 站起身, 一脸懊恼地就要离去。 等一下, 旗下喊住了他, 你在这里见到过别的人吗? 老吕听后回过头来, 面露轻蔑地看了一眼旗下, 哟, 这不是阎罗王大人吗? 从你那里买的命我还没用完呢, 要来收钱了。 旗下听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想和你争论之前的事, 我现在在找我的同伴, 如果你能帮忙的话, 我会想办法报答你。 报答? 老吕的眼珠子转了一下, 然后带着一脸假笑走了过来, 行, 刚才见到的那两个人在哪, 我立刻就告诉你。 两个人? 行, 你要我帮什么忙? 旗下冷冷地问道, 他伸手一只眼前的房间, 那是一家围棋社。 帮我进去, 赌营那只猪。 老吕笑着说道, 我要让他说的裤衩都不上。 猪? 旗下扭头一看, 围棋社里果然坐着一个脏兮兮的猪头人。 他的面前摆着黑白两色的棋子, 旁边还放有两个空腕。 旗下摸了摸鼻子, 然后转过身来问老吕, 你见到过别的人吗? 老吕顿了顿, 说道, 见过呀。 旗下又往前走了一步, 贴近了这个肥胖男人, 又问, 我再问你一次, 你见到过别的人吗? 老吕有些害怕, 他不断地盯着旗下的两只眼睛看, 我真的见过啊, 两个人? 是, 一男, 一女? 是啊, 什么特征? 啊? 老吕听后赶忙回忆道, 男的一本正经, 女的不怎么爱说话。 老吕不断地往后退, 看起来对旗下心有余悸。 他知道这个男人曾经把张杀按在地上打, 非常不好惹。 而旗下也通过几次接连的逼问, 发现对方并不像在撒谎, 于是说道, 行, 我答应了。 灵情的嘴角略微上扬了一下, 小声说道, 旗下, 你还懂心理学? 第58章, 运气游戏, 我倒是不懂什么心理学。 旗下摇摇头, 小声回答道, 只是习惯了当个恶人。 见到旗下答应了请求, 老吕对他的态度也改观了一些。 喂, 小子, 咱们可先说好, 赢下来的道都归我, 我要留下一刻。 旗下说, 不可能。 老吕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你小子在跟我谈条件吗? 之前你拿走我19个道, 现在还想要。 你要是这个态度, 我现在就走。 旗下点点头, 说道, 好, 但我不要了, 但是门票你要帮我交。 老吕听后, 眼珠子又转了转, 凑上前来说道, 小子, 我可警告你, 那两个人不在这个区域, 你要是敢耍弄我,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的行踪的。 放心, 耍弄你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老吕这下有了底气, 拉着旗下就要走进房间。 等到, 旗下说道, 保险起见, 你还是和我说一下这个游戏吧。 哦, 老吕一拍脑门, 我他娘的差点忘了。 小子, 你以前没玩过猪类游戏吗? 你说呢? 旗下皱着眉头问, 嗨, 猪类游戏, 顾名思义, 把自己当成猪就行了。 当成猪? 旗下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猪? 就是不用动脑啊。 老吕笑着说道, 猪类游戏全部都是运气类游戏, 就像猜拳或者猜大小那样。 什么? 旗下顿了顿, 你是说, 输赢全凭天意的运气游戏? 对啊。 老吕点点头, 然后又看了看旗下, 你不会反悔了吧? 我, 旗下虽然算不上反悔, 但也确实有些不能理解, 猪和运气有什么关系? 猪类游戏, 你怕啥呀? 老吕有些无奈地说道, 之前看你挺聪明的, 真到拼运气的时候, 却害怕了。 拼运气? 旗下知道, 猪可不是什么低智商动物。 在全球所有物种里, 猪的智商可以排到前十位, 它们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五岁的儿童。 况且, 老吕所说的猜拳或者猜大小, 也并不是纯运气游戏。 只要战术得当, 绝对可以输少赢多。 我还是想问问, 这个游戏究竟是玩什么? 旗下看了看眼前的建筑物, 这里分明是个围棋设, 怎么会有人在围棋设完运气游戏? 简单来说, 两队一样多的棋子, 一黑一白, 你闭着眼睛随意摸一颗, 摸到黑子就算赢。 就这样。 对啊, 老吕说道, 我都跟你说了呀, 运气类游戏。 说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白色棋子, 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他娘的连续两次都摸到白子, 运气糟透了。 旗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自己根本不能保证能赢过猪头人。 他捡起地上的白子看了看, 确实是一枚非常普通的棋子, 不存在任何机关。 小子, 你到底行不行? 老吕有些着急了, 不想要那两个人的行踪了? 旗下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只能把希望压在李警官身上。 而要询问李警官的行踪, 又要敲开这个老吕的嘴。 退一万步说, 现在他已经没有可以输掉的东西了。 就算这次的运气类游戏输了, 自己也并没有损失什么, 我只是在考虑对策。 旗下说, 进去吧。 老吕听后兴奋地点点头, 拉着旗下就进入了房间。 李警感觉情况有些离谱, 但没出言阻止, 默默地也跟了上去。 一进屋子, 猪头人就高兴地手舞足蹈。 哼哼, 来了, 又有人陪我玩了。 他的声音非常低沉, 但说话的语气却很幼稚。 旗下不由地捂住了口鼻, 猪头面具的气味实在是太难闻了。 死猪头! 老吕大喝一声, 今天我要你输的连裤衩都不剩。 哈哈哈哈, 好呀好呀。 猪头人拍着手, 谁来和我玩? 旗下缓缓地坐到了猪人对面, 说道, 我来。 门票怎么算? 门票随便给, 最多五个道, 赢了就翻倍。 猪头人说, 拿来拿来, 随便给旗下摇摇头, 人猪是吗? 是的, 我是人猪, 我是人猪。 说完之后, 他又指着旗下, 你是笨猪, 你是笨猪, 众人都没理他, 毕竟谁也不想跟疯子沟通。 老吕咬了咬牙, 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了五个道, 一脸不情愿地递给了人猪。 旗下发觉老吕的眼神真的很像一个赌徒, 这明明是运气类游戏, 他却愿意一直投入。 老吕, 五哥? 旗下有些疑惑地看了看他, 赌注会不会太大了点? 小子, 老吕一脸认真的看着旗下, 我刚才连完了两局, 第一局一个道, 第二局两个道, 结果全都被这死猪赢去了, 只要你赢下这一局, 我不但能回本, 还有富裕。 旗下略微思索了一下, 重新看向人猪, 道, 游戏规则是什么? 很简单哦。 人猪将眼前的黑白棋子往前一推, 开口说, 黑白棋子各五十颗, 我要你全部放到这两个碗中。 他又推来两个一模一样的大瓷碗。 至于两色棋子怎么分配, 就看你自己了。 人猪憨憨地笑了笑, 当你分配完毕, 就要蒙上眼睛, 我会打乱两个碗的位置, 摇晕其中的棋子。 接下来, 你要随意挑选一个碗, 再从碗中随意挑选一枚棋子。 只要你能挑中黑子, 就算你赢。 当然, 期间如果有人妄图干扰游戏, 或是给你任何提示, 我都会对在场的众人进行制裁。 旗下听后面无表情, 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碗和棋子, 竟然冷哼一声。 嘿嘿, 你笑什么? 人猪笑着说道, 只要你足够好运, 说不定能赢啊。 旗下只感觉有些可笑, 自己分配棋子的数量, 自己挑选棋子。 运棋类游戏? 猪类游戏? 这看起来, 输赢五五开的游戏分明是一个火坑, 吸引着无数参与者跳入其中。 人猪, 我小看你了。 旗下说, 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太多了。 第59章, 百分百。 哦? 人猪有些不解, 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老吕也有些疑惑。 小子, 你说啥呢? 这游戏难道有必胜法? 必胜法不敢说。 旗下摇摇头, 但是猪类游戏绝对不是运气类游戏, 而是彻头彻尾的概率学。 什么意思? 老吕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管你怎么分配, 黑子白子的数量都是50克, 也就是说, 你摸到所有棋子的概率不是二分之一啊。 是吗? 旗下不置可否的摇摇头, 就因为这一点, 才让这个游戏看起来趋近于运气类。 实话跟你说, 小子, 老吕凑到旗下耳边, 小声说道, 第一次我把黑白两色的棋子分开放, 这样只要我能挑中装有黑子的碗, 那就赢了, 可惜我输了。 第二次我将黑白棋子均匀分布到两个碗中, 结果还是没摸到黑子, 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老吕摸了一下下巴, 又说, 仔细想想的话, 如果将比例打破, 每个碗的黑白棋子有多有少, 这样反而会更不利于我摸到黑子。 所以不管怎么说也不可能有必胜法。 旗下点点头, 这个游戏是不可能必胜的, 我只能尽量让自己获胜的几率变高一些。 嗯? 你有办法了。 旗下没有回答, 反而跟人猪说,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人猪憨笑了一下, 然后伸出手, 做出请的姿势, 开始分配。 旗下看了看两个一模一样的碗, 又看了看质地, 触感都一样的黑白棋子, 默默地抓起了一把棋子, 放入了碗中。 老吕默默地看着旗下, 不知道他到底要如何安排这一百个棋子。 只见旗下一直抓起棋子, 不断地丢入碗中, 仿佛根本不计算黑白子数量。 都算算已经放了几颗了。 旗下并未说话, 只是一直像一个碗中丢着棋子。 老吕和灵晴互相看了一眼, 都不知道旗下要做什么。 直到旗下将所有的棋子 都丢入了同一个碗中, 他才停下了动作。 猪头人见状有些生气, 喂喂喂, 犯规了呀, 必须要分配到两个碗里。 我知道, 旗下点点头, 分配还未结束。 说完, 他从碗中拿起一枚黑色的棋子, 丢入了另一个碗中。 我的分配结束了。 旗下抬起头, 淡然地看着人猪。 什么? 在场的几人都有些错愕。 这是什么分配方法? 一个碗中有一颗黑子, 另一个碗中有其余的99颗棋子。 老吕看着桌面上的两个碗, 瞳孔动了动, 过了好久才开口说道, 妙啊, 妙啊。 他明白了旗下的战术。 原先不管老吕如何分配, 两个碗中, 棋子的最优分配就是双双变为二分之一。 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有一半的几率摸到黑子。 可旗下打破了这个均衡, 他让一个碗中摸到黑子的概率变为百分之百, 而另一个碗摸到黑子的概率尽可能地接近二分之一。 由于一开始就要随机机选择一个碗, 所以旗下很有可能直接就选中那个装有黑子的碗, 他不需要从碗中再挑选棋子, 直接获胜。 就算他运气不好, 选中了另一个碗, 那么选中黑子的概率也与二分之一所差无几, 毕竟是49%, 他等于给自己获胜加了一层隐秘的保险。 人猪见到这一幕, 面具下的眼神很明显变得阴冷了一些。 你是在跟我耍小聪明吗? 人猪的语气变了, 听起来不再那么幼稚, 反而带着一丝狡诈。 小聪明? 旗下感觉有些好笑, 扬了一下眉毛说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规则, 怎么会是小聪明? 人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眼罩, 缓缓地递给旗下, 说道, 我认识不少聪明人, 他们大多数的运气都很差。 旗下点点头, 结果眼罩, 这我无法反驳, 毕竟聪明人做事很少会仰仗运气, 可我们归根结底是在赌博。 人猪语气低沉地说道, 赌博最重要的就是强运, 你很聪明, 但你的运气又如何呢? 不知道, 旗下答道, 不过咱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旗下缓缓地戴上眼罩, 双手放在桌上不再动弹。 人猪拿过两个碗, 开始摇云其中的棋子。 这个规则原本是为了应对某些投机取巧者, 他们会用白子打底, 然后将黑子全都铺在上层, 方便自己摸倒。 可如今对于旗下的战术来说, 这个规则完全失去了效果。 人猪知道, 不管他如何摇云其子, 眼前这个男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出一课, 毕竟他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他准备把一切都交给自己的运。 想到这里, 他随意地摇了摇, 又打乱两个碗的位置, 一左一右地重新摆好。 喂, 你要选择哪个碗? 人猪问道, 你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 我, 旗下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左边, 我选左边。 灵晴和老吕同时一正, 心中顿感不妙, 因为旗下的左手边正是装有99颗棋子的碗。 人猪的眼神忽然亮起了一丝光芒, 很好, 接下来请你从中选择棋子吧。 他略带嘲讽地将那个碗推到旗下面前, 仿佛在看他的笑话。 旗下嘴角微微上扬, 说道, 你不是想要测试我的运气吗? 用这个碗来测试, 刚刚好。 十, 人猪一愣。 你, 你知道这个碗是错的? 差不多吧。 旗下慢慢地将手伸进碗中, 说道, 其实选择左右两侧和选择剪刀石头不一样, 看似是均衡的概率, 却总是由于人类的思维而导致偏差。 什么意思? 老吕在一旁不解地问道, 就像大多数人剪刀石头不会先出剪刀一样, 其实概率并不均衡。 旗下解释说, 不会让自己的手掌大开, 优失安全感, 让人潜意识觉得压抑, 所以剪刀就成了最中庸的选择。 选择左右两侧也同样如此, 人的潜意识中会认为左侧更安全, 毕竟这世上大多数人是右撇子, 他们经常使用右手, 右手受伤的几率也远远高于左手, 所以当选择一个安全方向时, 很容易选择左侧。 你, 确实不是普通人。 人猪说, 没必要夸我, 因为你也明白这些道理。 旗下说道, 你把99颗棋子摆在我的左手边, 应该不是无意而为吧。 第六十章, 心理战, 人猪没有说话, 反而静静地看着旗下, 说, 就算你把这些都看透了, 依然要在49%的概率里拿到黑子。 没错, 旗下不断地在碗中摸索, 当所有的科学都不再起作用时, 我也会相信玄学。 那么你的玄学理论是什么? 就是我一定要出去。 旗下说, 我相信我自己百分之百能够从这个鬼地方离去,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摸到黑子。 说吧, 他从碗中抓起两颗棋子, 握在掌心, 然后举到人猪面前, 翻手给他一看。 人猪的脸色瞬间变了, 面具之下的眼睛一直在颤抖,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两颗都是黑子。 那两颗晶莹透亮的黑色棋子, 犹如两颗空洞的眼睛, 躺在旗下的手中静静地看着人猪, 看得他心里发毛。 等了一会儿, 旗下见到人猪没有说话, 于是嘴角再度一扬, 将其中一颗黑子丢了回去, 留下了另一颗。 我选完了。 几秒之后, 人猪才明白了过来。 你, 你敢耍我? 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想要立刻发作, 但仔细想想, 旗下什么也没做。 他只是把旗子举到自己眼前而已, 人猪失算了。 当旗下将两颗黑子举到他眼前的时候, 他应该说点什么的, 哪怕是一句嘲讽, 哪怕是一句戏谑, 哪怕是催促对方快点做出选择, 可他错就错在什么都没说。 毕竟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两颗都是黑子的情况, 才足以让人沉默。 他以为旗下将一切都交给了孕, 却没想到他在最后时刻依然在做心理博弈。 人猪刚刚还在疑惑, 为何眼前的男人会一次性掏出两颗黑子? 他的孕有这么强吗? 现在想来, 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掏出的旗子是什么颜色。 他在看自己的反应, 他会根据自己的反应或是语言来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人猪像是被彻底击败了, 缓缓地坐下来, 说道, 不得不承认, 你不仅心思缜密, 孕也强得可怕。 旗下将棋子放在桌上, 慢慢地摘下了眼罩, 多谢。 老吕一下子跳了起来, 将压抑了半天的喜悦之情全部释放了。 你真贪娘的是个天才啊。 他激动地抱住了旗下, 小子, 之前我跟你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旗下无奈地摇摇头, 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 灵情也替二人高兴, 虽然这一次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的刀, 但是赢了就是让人开心。 人猪一脸不情愿地走到一旁, 从一个盒子中取出了十颗刀, 交给了老吕。 老吕喜笑颜开, 将刀收到口袋里, 然后回头对旗下说, 小子, 不是我不想给你, 这次是我出的门票, 所以见谅了。 旗下也不在意, 点点头站起身来, 倒无所谓, 我现在要知道那两人的行踪。 哦, 那好说。 老吕说道, 我老吕虽然抠门, 但绝对恩怨分明。 你跟我来, 早上我在一个游戏房间外面, 见到那两个人了。 太好了。 旗下和灵情纷纷点头, 站起身来就要出门。 喂, 仁珠叫了一声, 三个人茫然地回过头, 怎么了? 你叫什么名字? 仁珠盯着旗下问道, 旗下? 旗下, 仁珠重复了一次, 然后在桌子前面缓缓地坐了下来,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等了半天, 仁珠都没有再说话, 搞得众人有些迷惘, 是不是一下子赢得太多, 给这死猪整疯了? 老吕小声说道, 估计他在这一天都转不了十个岛。 疯? 灵情撇了撇嘴, 他们本来就是疯的吧? 就当众人都收拾好东西, 准备离去的时候, 仁珠终于说话了。 旗下, 听到仁珠叫自己的名字, 旗下再度回过头来, 表情都有些不耐烦了, 到底什么事? 我要和你再赌一次, 这次我要赌命。 仁珠语气沉稳地说道, 三个人听到这句话, 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仿佛谁都理解不了仁珠的意思。 是, 什么? 老吕反应过来之后, 一下子后退一大步, 别理他。 旗下听后皱起眉头, 我拒绝。 拒绝? 仁珠双手抱在胸前, 你要拒绝? 没错。 旗下点点头, 我不可能在胜算只有五成的情况下, 赌上自己的命, 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老吕扭过头, 狐疑地看着旗下, 小子, 你在说什么鬼话? 怎么了? 旗下扭过头去? 你也觉得我应该赌命? 这哪里是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老吕着急地直跺脚, 在这个鬼地方, 只要有一方提出赌命, 另一方必须要接受啊。 旗下微微一正, 像是明白了什么。 原先自己跟仁鼠提出赌命的时候, 虽然他也万般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现在想想,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决定。 他的游戏非常简单, 如果对方真的选择赌命, 那十有八九是找到了破解之法。 在对自己这么不利的条件之下, 应该无论如何都会拒绝的吧? 可当时的他没有。 原来在这里只要提出赌命, 就会强行签订生死状骂。 如若破坏了这个规则, 像猪鹊那样的审判者就会从天而降, 对违反规则的人进行制裁。 旗下的脸色变得异常冰冷, 那个猪鹊巴不得想杀了他, 如果自己再次选择逃跑, 后果不堪设想。 更绝望的是, 旗下刚才使出的所有计策, 在第二次使用时都会失效, 失败的概率将大幅提高。 别害怕。 人猪仿佛看透了旗下心中所想, 于是开口说道, 我可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猪, 我们这次换个更有意思的玩法。 他从一旁的箱子中掏出两副眼镜, 放在了桌子上。 这可是我跟杨哥借来的好东西。 众人定睛一看, 这眼镜与寻常的眼镜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在眉心的鼻托位置有一个小型的装置, 不知是何作用。 两位, 我要你们帮我一个忙。 人猪憨笑着说, 帮忙。 老吕瞬间撅起了嘴, 帮你。 不可能。 你们若是不答应, 我会宣布和你们所有人赌命。 人猪语调怪异地说。 第61章 猪的命。 人猪的差点没站住, 不就是赢了你十个道吗? 至于玩得这么大吗? 你们以为, 我想在这个鬼地方当作一只猪, 每天都靠运气来过日子吗? 人猪伸出手, 摸了摸面具上的猪嘴。 虽然面具没有表情, 可他却总给人一种争鸣的感觉。 你们不了解我, 只有赌命, 只有和厉害的人物赌命, 这里的生活才有意义。 人猪的眼神给旗下一个感觉, 他一直都在扮猪, 等待有朝一日能够吃掉老虎。 真的是疯子, 老虎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旗下, 眼前的人猪点名要和他赌命, 此时就算逃跑也来不及了。 人猪, 换个方式吧。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我自己留在这和你赌命, 不需要他们俩人的帮忙。 哎? 老虎和林晴同时一愣。 小子, 你这是做什么? 老虎一愣, 这次的游戏是我拉你来的。 你自己留在这赌命算什么? 旗下同样不解地看了看老虎, 发现自己之前对他确实有点偏见, 没想到老吕在关键时刻居然意外地靠得住。 大叔, 旗下说道, 留下来的人越多越危险, 如果我死了, 你就带我的这位朋友去找那一男一女。 不行, 我不会走的。 林晴摇头道, 旗下, 你忘了我和你说过的话了, 我他娘的也不走。 老吕摇摇头, 小子, 这个人猪点的是你, 按理来说, 我和这个小姑娘是安全的, 不过你放心, 你要是死了, 我亲自给你收尸。 旗下无奈地挠了挠头, 虽然对老吕的看法有些改观, 可他说话依旧很难听。 听起来真不吉利, 既然如此, 我也不劝你们了。 旗下叹了口气, 抬头看向人猪, 你说, 有新的玩法, 是什么玩法? 人猪再次露出激动的神情, 将两副眼镜推给二人, 来, 戴上, 戴上。 林晴和老吕在迟疑了片刻之后, 将两副眼镜戴了起来。 下一秒, 眼镜腿的尾端伸出两条机械臂, 绕着二人的后脑勺咔哒一声, 手尾相连地扣在了一起。 林晴感觉不太妙, 她想要将眼镜摘下来, 却发现这小小的眼镜带有复杂的机关, 此刻就像金箍一样死死地套在了头上。 怎么回事, 林晴当要说话, 人猪却伸手打断了她。 美女, 不要随便开口。 人猪笑着说道, 现在开始, 只有按照我的规则来, 你们才会安全。 规则, 现在你们的眼镜已经开始生效了。 人猪解释道, 你们其中一人会感觉眼镜有些冰凉, 另外一人会感到眼镜有些灼热。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感到眼镜冰凉的人只允许说假话, 而感到眼镜灼热的人只允许说真话。 旗下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个游戏模式似曾相识。 如果你们想要动什么歪心思, 或是在游戏之前就开口说话的话, 人猪伸手指了指自己的眉间, 这里就会被贯穿, 明白了吗? 林晴听后立刻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发现自己眉间的位置似乎有什么机关正在触发, 这副眼镜的内部上的发条有可能是弓弦, 也有可能是机关。 老吕的脸色也轻一阵子一阵, 他知道说多错多, 自己不一定哪一句话就会触发机关。 人猪见到二人沉默下来, 又扭头看向旗下, 开口说道, 而我和你要玩的游戏, 大体规则与上一次相同, 这不过这一次我来分配。 你分配? 旗下看了看桌子上的棋子, 略微思索了一下。 你分配之后, 听起来是不是对你很不公平? 当然不公平。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旗下知道规则还没有结束, 毕竟关于真话和假话的规则还未登场。 所以我大发慈悲, 给你加上一条规则, 人猪憨笑着哼起了几声。 你在挑选完毕之后, 需要向这二人询问来进行颜色确认, 但是, 无论你挑选的是谁, 总计只能询问一次。 说完, 他又抬起头, 对灵晴和老吕说, 未保公平起见, 你二人只能回答黑色和白色两个答案, 有没有问题? 二人面带恐慌地点了点头, 旗下似乎是明白了, 这个规则很离谱。 现在他无法知道, 灵晴和老吕谁会说真话, 询问的话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手表定理, 旗下闭上眼睛默念道, 人在只有一块手表的时候会清楚地知道时间, 可当有两块时间不同的手表时, 却无法相信任何一个。 你准备好了吗? 旗下? 人猪问道。 旗下深呼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看着人猪, 同样的话我也想问你, 这可是赌上性命的一战, 你准备好了吗? 性命? 嘿嘿嘿, 人猪哼哼唧唧地露出笑容, 很快变笑地浑身发抖。 我们在这里生活, 哪里还有性命可言, 只有在死的时候, 我才能感觉自己活过。 旗下点了点头, 他知道人猪似乎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 寻常的思维根本无法说服他。 于是, 旗下伸手拿起眼罩, 戴了起来, 人猪则默默地分配起妻子。 林琴和老吕在一旁看着这泰然姿若的两人, 明明他们才是赌命的主角, 可二人始终神色淡定, 仿佛全都不在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反倒是林琴和老吕紧张得双腿直抖。 你想出去吗? 旗下忽然问, 什么? 人猪头也没抬, 漫不经心地说, 除了死在这里之外, 你们想过逃出去吗? 人猪的手停在半空顿了一下, 回答道, 往哪里逃? 从哪里来的, 就回哪里去? 旗下戴着眼罩, 却面色认真地说道, 难道你不想回去吗? 人猪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我如果不想回去, 又怎么会甘愿成为猪? 什么?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得知了什么重要线索, 可是我并不打算逃出去。 旗下, 人猪将棋子全部放置好, 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我准备从这里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第62章, 送命题, 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旗下露出一脸沉思的表情, 不知在思索什么。 我已经分派好了, 该你了。 人猪将两个碗都向前一推, 选择吧, 选择你和我当中活下来的那个。 灵晴和老吕看到这一幕纷纷醋眉。 人猪将所有的棋子平均打乱, 每个碗中都黑白残半。 接下来的一切真的要靠运了。 旗下根本没有动作, 他侧过耳朵, 仿佛想用听觉来判断棋子的颜色。 过了一会儿, 旗下开口说, 人猪, 你帮我选吧。 是, 人猪一愣。 你说什么? 我说你帮我选。 旗下认真地说道, 帮我选两颗, 我再从中选一颗。 旗下, 这可是赌命, 你不准备自己掌握命运吗? 没关系, 旗下看起来并不在意。 你说过, 你想参与到赌命当中, 来让你感觉自己曾经活过。 可仔细想想, 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玩, 你并没有参与。 人猪沉默不语, 事实确实如此。 所以, 我给你参与进来的机会。 旗下指了指眼前的碗, 这个游戏是我和你之间的博弈,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选。 人猪伸出手来, 缓缓地抚摸着自己的下巴。 那下巴处长着没清理干净的猪毛, 于是他就像抚摸胡须一样地 抚摸起了猪毛, 看起来有一种诡异的睿智。 他思索了很久, 始终猜不透旗下的动机。 这本来是一个胜负各战五成的游戏, 可如果自己来挑选妻子的话, 对于旗下来说, 结果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在这么紧张的赌命时刻, 眼前的男人却把生死全都交给了敌人来定夺。 他是放弃了, 还是在耍小聪明? 别犹豫了, 人猪, 你选完了我才更好选, 不是吗? 旗下说, 我选完了, 你才更好选。 过了一会儿, 人猪终于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那么就让我来送你上路吧。 旗下点点头, 不再说话。 人猪则向着桌子上的碗伸出了手, 果断拿起了两枚白子。 对于旗下来说, 这两颗白子就是通往地狱的门票, 无论他到最后怎么询问, 白色也不可能变成黑色。 他正要将这两枚白子交给旗下的时候, 脑海中却忽然闪过了什么。 人猪猛然抬起头, 心中暗道, 等一下, 不对, 难道旗下没有料到自己会选两颗白子给他吗? 这可是对赌啊, 是一场对方赢了自己就会丧命的比赛, 他为什么会信心满满的让自己挑选? 啊, 人猪恍然大悟, 慢慢的将手缩了回来, 他在耍诈, 什么叫你选完了, 我才更好选。 人猪的思绪豁然开朗, 这两颗白子一旦交给旗下, 旗下就会立刻反悔, 他会将这两颗白子放在一边, 然后从剩下的碗中再度挑选棋子。 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打破碗内的平衡, 让白子剩余48克, 黑子剩余50克。 旗下获胜的几率直接提高了一些, 毕竟旗下不是生效, 他在游戏中说出的话不是规则, 只是他自己的建议罢了。 既然不是规则, 那么旗下自己也不需要遵守, 所以反悔是极有可能的。 你可真是好算计啊, 人猪心中一阵后怕, 自己险些着了旗下的道, 他思索了一下, 又拿出了两枚黑子, 可此时他又犹豫了, 将两枚黑子直接交给对方, 这样做反而更加危险。 如果对方预判了自己的预判, 岂不是直接获得胜利? 人猪低下头, 看了看手中的旗子, 他的左手是两颗白子, 右手是两颗黑子。 他发现不管是哪一种选择, 居然都会增加旗下获胜的几率, 情况有些离谱。 难道这一切都是旗下提前计算好的? 果然还是应该给他两颗白子吗? 他眯起眼睛, 再度思索了一下, 至少白子会略微提高旗下获胜的几率, 但黑子是大大提高。 不,不对。 人猪再次摇了摇头, 两黑两白都不行, 毕竟他不知道旗下的策略会是什么。 人猪只能被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 舍弃了两黑两白的战术, 将一黑一白拿在手中。 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既然无法让对方获胜的几率降低, 那就保持原状, 让一切回归到二分之一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对于旗下来说应当更加棘手。 没错, 就是这样, 人猪点点头, 将一黑一白放到了旗下手中。 旗下, 我挑好了。 人猪说道, 这道送命题再次回到了你自己的手中。 送命题, 旗下摸了摸手中的两颗棋子, 面色颇为复杂。 人猪终于松了一口气, 至少在目前阶段自己已经做出了最优的选择。 对于旗下来说, 一黑一白的情况应该最难处理, 他要挑出其中一颗来询问那两个人棋子的颜色。 他既不知道自己挑出的棋子是什么颜色, 也不知道自己询问的人会说真话还是假话。 在这种双重迷雾之下, 旗下获胜的几率将无限降低。 老吕和灵晴看到旗下手中的一黑一白, 纷纷流下了冷汗。 这二人也不是蠢人, 自然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看起来, 旗下前妻的计策已经全部都失效了, 一切回到了原点。 现在旗子依然是一黑一白, 二人依然是一针一甲。 若是没有吉强的运, 究竟怎么才能活下来? 老吕抿了名嘴, 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 两只手已经紧张到冰凉。 旗下, 你要询问谁? 仁珠问道。 旗下扭头冲向老吕的方向, 又扭头冲向灵晴, 面色沉重地思索着。 到底谁是说真话的人? 大约三十秒, 旗下才做出选择, 我选灵晴。 灵晴听后浑身一颤, 像是被吓到了。 好, 仁珠扭过头, 冲着灵晴挥了挥手, 来吧小姑娘, 切记规则。 你只能回答黑色或白色, 如果敢说出其他的话, 或是给出任何的暗示, 你都会直接毙命。 灵晴脸色苍白地点头, 仁珠又回过头冲着旗下, 开始吧, 旗下, 你只有一次询问的机会, 能否保住自己的命, 就看你这一问了。 第六十三章, 强韵。 旗下舔了舔发丹的嘴唇, 从手中拿起一枚旗子。 灵晴看到之后, 瞳孔瞬间瞪大了, 那是一颗白子。 旗下, 我只能说假话, 你千万不要相信我, 灵晴在心中大声呼喊, 希望有奇迹发生, 能让旗下听得见。 他现在非常害怕, 害怕旗下对他的信任会害得他丧命。 千万不要相信我, 灵晴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念叨, 只见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并未发问, 反而又拿出了黑子。 灵晴眉头紧锁, 他知道不管是黑子还是白子, 自己只能给出相反的答案。 只见旗下将黑子慢慢地举了起来, 凑到灵晴眼前, 说道, 灵晴, 告诉我。 灵晴伸手捂着自己的嘴,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他根本不想告诉旗下这是白子, 可如果他不说假话, 眼睛上的机关就会出发。 旗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一样, 淡淡地说道, 别紧张, 灵晴保持大脑运转, 一切都还没结束。 灵晴听后, 绝望地点了点头, 在确定他的情绪变得相对稳定了之后, 旗下开口问道, 灵晴, 告诉我, 老吕会说这颗棋子是什么颜色? 哎? 灵晴和老吕同时一愣, 人珠也转了一下眼球, 听好了我的问题。 灵晴, 我再问一遍。 旗下重复道, 老吕会说这颗棋子是什么颜色? 老吕? 灵晴回头看了一眼老吕, 头脑飞速运转, 自己的眼睛触感冰凉, 定然是说假话的。 而人珠至今为止都没撒过谎, 说明他的规则是绝对的, 所以老吕会说真话。 既然如此, 老吕会说这个棋子是黑色。 灵晴刚要将黑色两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什么? 自己是说假话的, 所以不能告诉旗下黑色这个答案。 就算老吕说黑, 自己也要说成白。 这样一来, 一切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 这个游戏的关键点根本不在老吕, 而是在自己这里啊。 灵晴咬了咬嘴唇, 最终还是艰难地说出两个字, 白色。 此时,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扼住了真话喉咙的人, 所有的真话只要经过他的口中, 最终都会变成假话。 老吕懊恼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感觉一切都完了。 白色吗? 旗下扭过头, 似乎在看自己手中的棋子, 然后嘴角扬了扬, 说道原来如此。 人珠沉思了一会, 心中暗道, 你要怎么办? 旗下, 你最信任的人告诉你, 手中的棋子是白色。 你会做何选择? 只见旗下将手中这颗黑子, 缓缓地放到一边, 然后拿起了另一颗白子。 他将白子往前一递, 递到了人珠手中。 哦? 你选好了? 人珠问道, 这一次的人珠有了前车之鉴, 故意让自己的语调净显平淡。 这样一来, 旗下就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语言, 来判断手中的棋子颜色了。 是, 我选好了。 旗下点点头说, 但不是你手中的那颗, 那一颗白子是你的。 什么? 旗下没有理会人珠, 反而将面前的黑子握在手中, 说道, 我手上的这一颗黑子是生, 你手中的那一颗白子是死, 游戏结束。 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情况下, 旗下慢慢地摘下了自己的眼罩, 一切都跟自己预想的一模一样。 对他来说, 现在唯一让人觉得别扭的, 就是眼罩戴久了, 对灯光有些敏感吧。 你, 人珠激动得浑身发抖, 你在开什么玩笑? 旗下睁开眼看了看人珠, 说道, 我都和你赌命了, 怎么会是开玩笑? 说完他又指了指灵晴和老吕, 把他们放了吧, 愿赌服输。 人珠睁大眼睛愣了半天, 最终懊恼地叹了口气, 从抽屉中拿出一个遥控器, 六神无主地按了下去。 老吕和灵晴只听咔哒一声响, 眼睛的机关解除了, 二人赶紧把这要命的东西摘了下来, 随手丢在一旁。 旗下? 你小子真弹娘的行啊? 老吕激动的大吼, 走上来一掌就拍在旗下后背上。 你是不是中过彩票啊? 这都是啥运气啊? 运气嘛, 旗下摇摇头, 这次赌命我根本就没有靠任何的运气, 只是人珠轻敌了。 人珠听后默默地转过头, 说道, 我轻敌? 没错, 旗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缓缓站起身。 我老早就和你说过, 聪明人不会仰仗运气, 可你却未放在心上。 所以, 你是说, 人珠也不可置信地站起身, 刚才的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是的, 旗下点点头, 我的计策非常简单, 只要你挑选给我一颗黑子一颗白子, 那么我就赢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会赢, 不存在任何的意外。 人珠瞪大了眼睛, 瞳孔不断放大, 这是他在成为珠以来, 第一次输得如此彻底。 为了让你顺利地给我挑选一黑一白, 我还特意告诉你你选完了, 我才更好选。 旗下伸出手, 从桌子上拿起两颗黑子和两颗白子, 分别抓在手中, 仿佛在模拟人珠当时的心理活动。 你应该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吧? 结果发现, 不管怎么选择, 给我一黑一白才是最保险的。 人珠的面具里传来不可置信的声音, 你连这都算到了, 该说你是太谨慎了, 还是太粗心了? 旗下掂量了一下手中的两颗白子, 若你能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直接给我两颗白子, 我现在已经死了。 人珠不再说话, 只是愤愤地盯着旗下。 旗下又说道, 当我手持两色妻子时, 只要像刚才那样提问, 便百分之百地知道了手中妻子的颜色。 灵晴听后, 赶忙思索了一下, 片刻之后, 他就张大了嘴巴。 旗下刚才问的问题, 简直太巧妙了。 他询问另一个人会说, 这是什么颜色, 不管被询问的人会说真话还是假话, 只要旗下手持黑子, 对方统统都会说出白色这个答案。 当他询问灵晴时, 灵晴知道老吕的答案是黑色, 却由于自己说假话的特性而改成白色。 当他询问老吕时, 老吕会直接说出灵晴的答案, 白色。 退一万步说, 就算旗下收到的答案不是白色, 而是黑色, 他也会立刻知道自己手中的另一颗才是正确答案。 第六十四章, 赎罪的人, 你毕竟不是羊。 旗下对人珠说道, 第一次遇见人羊时, 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你以为在自己的游戏中加入说谎机制会让你的胜率变高, 却没想到这个抉择反而害死了你。 人珠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便伸手摘下了自己头上的面具。 在这肮脏发臭的面具之下, 是一个五官端正的男人, 他看起来四十岁上下, 眉眼之间充满了睿智, 只可惜就差一点。 人珠说道, 差一点我就能从这里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了。 旗下听后眼神微动, 随即问道, 人珠到底什么叫做堂堂正正地走出去? 人珠正了正, 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年轻人, 发觉他很像年轻时的自己。 旗下, 你犯过错吗? 犯错? 旗下认真地思索了一下, 犯错这两个字其实不太好理解, 从某些方面来说, 自己的职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 自己没有选择, 只能如此。 无关于法律, 人珠又说, 而是那种足以改变你整个生命轨迹的错误, 让你懊悔不已的, 让你后悔万分的, 让你余生都在还债的错。 旗下听后眉头狠狠地皱了一下, 大脑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疯狂跳动。 你什么意思? 旗下冰冷地问道, 我们都是有罪之啊。 人珠苦笑着说, 果然啊, 有罪之人得不了道, 我最终还说死在这里。 有罪之人得不了道。 旗下好像听过这句话, 旗下, 你知道吗? 商场如赌场。 人珠缓缓站起身来, 走到一旁的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 我曾将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拿去赌一个希望, 现在看来, 那和赌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区别。 人珠找了半天, 才从抽屉里找出一把陈旧的左轮手枪。 他吹了吹手枪上的灰尘, 又打开轮盘, 看了一下仅剩的一颗子弹。 继续说道, 当时我的胜算不足五成, 董事会里的其他股东都持反对态度。 可我知道, 我赌上的只是流动资金, 并不会导致集团破产, 反而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丝希望。 可谁也没想到, 一场席卷全球的传染性疾病忽然爆发, 集团收益严重受创, 后期由于流动资金不足难以周转, 导致持续亏损。 人珠抬起绝望的眼神看向旗下, 本以为我在赌一张去往天堂的门票, 可没想到我来到了地狱。 说完, 他继续仔细地擦拭着枪塘。 旗下感觉人珠的话让自己心中的疑惑稍微解开了一些, 所以你认为这里是地狱? 谁知道呢? 人珠摇摇头, 明明是我自己一手创建的集团, 可我最后却被董事会开除了。 身为董事长, 我失去了权力, 为了还债, 我又低价卖出了股权。 我的妻子陪我白手起家, 最后却拿不出治病的钱。 我在国外留学的女儿没钱继续念书, 最后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妓女。 跟现实比起来, 这里简直就是我的天堂, 我每天什么都不需要考虑, 只需要想办法让你们去死。 人珠的语气渐渐失控起来, 我时常在想, 要是我那次没有赌上五成的胜算, 结果会如何? 旗下沉没了半天, 才终于吐出四个字, 愿赌服输。 人珠忽然间像试了神, 苦笑了几声, 说道, 是的, 愿赌服输。 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旗下又开口说道, 人珠抬起深邃的眼睛, 看向旗下, 然后缓缓地说, 我回答了你太多的问题, 这样对其他参与者很不公平。 什么? 旗下有些不解, 这些消息难道不可以告诉我们吗? 人珠听后, 将左轮手枪的轮盘打开, 飞速地旋转了一下, 然后一抖手腕甩进了枪膛, 接着慢慢地将手枪举起, 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就将一切交给孕。 人珠说, 你每问我一个问题, 我都会扣动一次扳机, 只要枪没响, 我就会回答你。 旗下看霸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你曾经是集团的董事长, 难道不想走得体面一些吗? 体面, 人珠无奈地笑道, 我带着这个臭气冲天, 毛发肮脏的猪头, 已经很久了, 还谈什么体面? 既然如此, 旗下点点头, 那我得罪了, 大叔, 你为什么要自愿成为人珠? 咔! 人珠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连眼睛都没眨。 枪没响, 因为我要赎罪人珠回答说, 有人告诉我, 只要戴上面具, 用游戏的方式送参与者去死, 终有一日可以赎罪。 什么叫做赎罪? 咔! 枪没响, 人珠叹了一口气, 所谓赎罪就是可以修改自己的过去, 弥补之前所犯下的错误, 毕竟所有的生肖都是罪人。 旗下将脑海中支离破碎的线索串联了一下, 感觉有些不可置信,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 又问, 所以, 你曾经有机会出去, 但你没有, 反而选择留在这里赎罪。 咔! 人珠皱了皱眉头, 正如他所说, 旗下有着极强的运, 连续三枪都没响。 我不确定能不能出去, 但我留下来了。 人珠继续说道, 希望你们都没有犯过错, 否则, 你们终究和我一样, 会选择自愿留在这里, 毕竟留在这里会有一丝看不见的希望。 旗下慢慢地凑上前去, 非常严肃地问, 所以, 从这里出去最快捷的方法是什么? 咔! 人珠闭上眼睛, 浑身一颤, 结果枪依然没响。 我不确定, 人珠说道, 三千六百的道显然是最缓慢的方法, 就算我戴上了面具, 却依然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人, 如果你想探求这个地方的真相, 那就要想办法赢夏天和地。 说完之后, 他顿了顿, 又说道, 不, 不要妄想赢过天, 只要赢过地就好了。 天地人三才生效从上而下排列, 皆以龙为首, 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 第一不要招惹天, 第二不要对上龙。 人珠的四次回答, 确实让旗下的思路清晰不少, 看来想要逃出这个地方,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他已经没有问题, 要问人珠了, 可对方却依然举着枪, 眼中的表情很复杂。 旗下知道, 第五枪的死亡几率是百分之五十, 第六枪百分之百。 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 似乎又回到了刚才五成几率独命的时刻。 旗下站起身, 转身走向出口处, 灵晴和老吕不知何意, 也缓缓地跟了上去。 正要出门时, 旗下转头问出了第五个问题, 大叔, 你觉得后悔吗? 问完此言, 旗下并没有等人珠回答, 带着灵晴和老吕转身走了。 偌大的骑射, 此刻显得空空荡荡, 只有人珠孤身坐在中央。 他思索了两久, 慢慢吐出三个字。 谢谢你。 一声巨大的枪响回荡, 人珠倒了下去。 第六十五章, 假冒。 走出骑射的三人, 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死掉的是人珠, 但无论怎么看, 人珠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 他不是怪物, 不是疯子, 更不是妄恶的举办者。 旗下低着头, 一直在思索着什么, 灵晴跟在他身旁寸步不离。 老吕此刻不断地向屋内看去, 那里躺着人珠的尸体, 可他看起来毫不在意, 反而在寻找别的东西。 怎么了? 旗下转头问, 那个, 虽然现在说这话有点不太合适。 老吕说道, 但是你赌命赢了, 对方的倒是我们的了。 别傻了, 旗下摇摇头, 人珠不可能还有道, 他给你的石刻就是他的全部了。 傻? 老吕眼珠子一瞪, 随后夸张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我不信。 他慌忙走进屋子里, 尽量不去看人珠的尸体, 然后翻找起了他的抽屉。 原本干净整洁的骑射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翻了个底朝天。 正如旗下所说, 这里一颗倒都没有了。 旗下在门外摇摇头, 说, 若他还有剩余的道, 又怎么会选择和我们赌命? 这他娘的不是耍赖皮吗? 老吕气急败坏地骂道, 空手套白狼啊。 空手套白狼? 旗下有点理解不了老吕的思路, 对方不是付出了命吗? 嗯, 也对。 老吕双手合十, 冲着人珠的尸体拜了拜, 在下嘴急, 莫怪莫怪。 拜了几下之后, 老吕还是感觉有点亏, 毕竟自己也不想要对方的命啊。 我得找找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老吕开始在房间内继续搜索, 可是这里本来就是废旧骑射, 除了随处可见的棋子之外, 唯一能算值钱的东西就是桌椅板凳了。 太亏了, 老吕懊恼地摇摇头, 小子, 咱们太亏了, 你差点死在这儿, 结果咱们是空手走的。 正说着话, 老吕忽然看到了人猪放在地上的猪头面具。 面具, 老吕嘴巴微动, 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娘的, 这不就是最值钱的东西了吗? 旗下一皱眉头, 环步上前开口问道, 你要做什么? 做买卖啊。 老吕拿起了地上肮脏发烧的面具, 像一个宝贝一样捧在手中。 其小子, 有了这个面具, 咱们不就可以作为汽车的买卖了吗? 神, 旗下瞳孔一动, 感觉不太靠谱。 老吕, 你要成为人猪。 冒充你懂不懂? 你…… 老吕把面具举起来, 假装戴在脸上, 然后发出闷闷的声音说, 哼哼, 终于有人来陪我玩了。 快分配, 快分配。 旗下始终皱着眉头, 这件事情听起来太过危险了。 生效受那些管理者的统一管理, 怎么可能被人随意冒充? 老吕, 你应该知道杀人夺道是不行的吧? 旗下问道, 我听张山说过, 但这不是杀人夺道啊? 老吕把面具往前一推, 人不是咱们杀的, 这也不是道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旗下接过面具, 放到了桌子上, 我劝你不要碰这个东西。 网小了说, 这叫冒充。 网大了说, 这就是篡权, 这比杀人夺道还要严重。 篡权? 旗下点点头, 成为生效, 是否需要考核? 设计游戏又有哪些规则? 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 就戴上这个面具, 恐怕你会受到管理者的制裁。 老吕听后略显失落, 刚刚他都可以看到, 自己每日收入几十个道的美好画面了, 可转眼又破灭了。 旗小子, 你会不会太谨慎了? 老吕恋恋不舍地问道, 说不定这个面具, 就是谁想戴谁戴, 只要能出题就行。 我不知道。 旗下说, 我只是把我的看法告诉你, 如果你仍然要戴这个面具, 我也不会再拦你。 但在那之前, 你先把那二人的行踪告诉我。 老吕思索再三, 对旗下说道, 你等等啊。 说完他就扭动肥胖的身躯, 抱着面具在房间中四处跑动, 他把面具藏到桌板后面, 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废旧物一层一层遮挡住。 先藏在这吧, 做人至少要留一手嘛。 老吕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回头说道, 旗小子, 我说话算话, 绝不食言, 你跟我来吧。 三人告别了这让人惊心动魄的骑射, 前往破败的街道。 老吕拉着他们走向了来时的路。 对了, 旗小子, 你刚才为什么不选我啊? 老吕问道, 什么? 就是真话假话的时候啊。 老吕挠了挠胖乎乎的脸, 你选了这个叫什么灵晴的小姑娘, 怎么不选我啊? 旗下无奈地说道, 实不相瞒, 我感觉灵晴比你聪明一些。 噗, 刚才还有些悲伤的灵晴一下子笑出声来, 旗下虽然是个骗子, 可是很多时候却根本不撒谎。 这叫什么话啊? 老吕有些无语, 旗小子你不了解我, 我越到关键时刻越聪明。 是啊, 旗下点点头, 关键时刻还会想到抢铁板, 缩墙脚。 哎, 老吕忽然被僵了一军, 神色有些尴尬, 这你不能怪我啊, 当时我也不知道你小子那么有主意。 也对, 我们扯平了。 旗下说, 老吕无奈地耸了耸肩, 然后看向了灵晴一直抱着的铝锅, 问道, 这熊肉你们吃了吗? 吃了。 灵晴回答道, 特别难吃。 哎, 老吕有些失落地点点头, 熊肉虽然难吃, 但至少能填饱肚子, 只可惜张杉没有吃到啊, 最终还是做了饿死鬼。 他为什么不吃? 灵晴漫不经心地开口问。 下一秒, 他忽然瞪大了眼睛, 旗下也意识到了什么, 二人一起看向老吕, 饿死鬼? 老吕的眼神有些失落, 他叹了口气说道, 张杉死了。 死了? 二人一口同声地惊呼, 对啊, 要不然我怎么会一个人出来? 第66章, 诡异的天堂口, 他怎么会死了? 旗下不可置信地说道, 昨天分别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也感觉很奇怪。 老吕说, 可能是失血过多, 晚上睡觉之前还有说有效, 可今天早上就没醒来。 旗下瞳孔微缩, 感觉这件事情有说不出来的诡异。 张杉虽然受了伤, 但显然不致命, 从灵晴和田田的描述来看, 黑熊只是给他造成了一些皮外伤, 并未伤到内脏。 可他怎么会在睡梦中死去了呢? 他有没有受什么其他的伤? 灵晴问道, 比如清晨被刀剑刺中之类的。 没有, 老吕有些悲伤地摇摇头, 但我也不好说, 胸口窝子也不跳了。 旗下抚摸了一下下巴, 感觉这件事八成和萧萧有关。 在地牛的游戏中, 乔家敬和张杉无疑是最出彩的两个人, 没有他们俩, 这两局游戏不可能存活这么多人。 可仅仅是一夜的功夫, 二人便双双殒允命了。 若不是萧萧干的, 那定然是地牛干的。 你们在耍赖吗? 旗下咬着牙喃喃自语, 眼神之中带着一份冰冷。 谁? 我? 老吕一愣。 旗下心中有了一股不妙的预感, 照这个趋势下去, 有通关希望的人会越来越少。 想到这里, 他扭头对老吕说, 老吕, 既然你们的组织已经不在了, 能不能告诉我关于逃出去的事? 不在了。 老吕尴尬地挠了挠头, 也不能说不在了, 只是张杉死了, 我就不能留在那里了。 嗯? 旗下没明白, 张杉不是你们的首领吗? 那倒不是。 老吕摇摇头, 我们的首领不是张杉, 他算是组织里的三号人物。 三号人物? 嗯? 老吕继续说道, 我们的组织叫做天堂口, 有差不多二十个人, 首领叫做楚天秋,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人。 二号人物叫做云摇, 他的运气非常好, 对赌的时候经常会赢, 而且长得非常漂亮, 听说来这之前还是个明星。 至于张杉, 由于以前当过兵, 所以大多挑选牛泪。 等, 等一下,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漏洞, 赶忙打断了老吕。 你说, 你们这个组织有二十个人, 现在估计不到二十了, 张杉一死, 我们这些废物就被踢出来了, 不是这个问题。 旗下一脸疑惑地说道, 老吕, 你们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 两天前啊。 老吕不假思索地说道, 你们不是吗? 旗下这下更加疑惑了, 我们确实是两天前来的, 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短短两天时间就能建立好一个组织, 甚至还能分出三位首领, 你们彼此能够互相信任吗? 说完之后, 旗下又摇了摇头, 不对, 你们在昨天就已经有了组织, 换句话说, 你们第一天就建立了这个叫做天堂口的东西。 嗯, 老吕严肃地点点头, 这都是楚天秋的主意, 他在第一天的时候没有参加游戏, 反而是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寻找强者, 由于我和小眼镜, 张杉是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的, 所以就一起加入了他。 可现在张杉死了, 我就…… 慢着, 旗下再次伸手打断老吕, 你是说, 那个叫做楚天秋的男人, 用了一天的时间聚集了二十个人。 是啊, 老吕认真地看着旗下, 所以我说楚天秋非常聪明, 可你们为什么会相信他? 旗下不解地说道, 遇到陌生人前来组队, 难道不是应该持怀疑态度吗? 因为张杉相信他。 老吕解释道, 我不知道他跟张杉悄悄说了什么, 总之张杉思考了几分钟之后, 就带着我和小眼镜一起加入了天堂口。 不过不得不说, 那里的人都还不错, 相比之下, 我是最废物的一个。 旗下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吕, 仿佛在判断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如果真有天堂口这种东西, 真的有楚天秋这么厉害的人物, 为什么他会没事? 生肖真的想要除掉厉害的参与者, 那第一个被除掉的就应该是首领楚天秋。 小眼镜没和你一起吗? 旗下又问, 没, 老吕有些失落, 小眼镜比我强, 所以留在天堂口了。 他从小学习好, 不像我呀, 光摆摊卖袜子就卖了二十多年。 旗下点点头, 看来虽然张杉死了, 但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个叫做天堂口的组织, 依然掌握着逃离这里的方法。 张杉曾经提到过的逃出这里的笔记, 应该在首领身上, 以老吕的身份不可能知道详细内容。 旗下也渐渐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这一次找到李警官之后, 尽量跟对方组队, 毕竟他是少数旗下可以信爱的人之一。 接着, 他们可以去天堂口毛遂自荐, 一方面可以追求逃脱的方法, 另一方面, 如果那里真的有一批厉害人物, 旗下不介意与他们一起参与这些要命的游戏。 旗下正想着, 三个人便经过了那个邪有S和Z的接口。 老吕带着二人直接向反方向走去。 灵情一愣, 转头对旗下说, 原来是我们方向走错了吗? 那个S和Z不是他们留下的? 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老吕听到了二人谈话, 也远远地瞥了一眼那两个既像字母又像数字的文字。 S和Z? 老吕迟疑了一下, 那不是52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旗下又问, 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在很多地方都见到了这样的数字。 老吕说道, 可能是方便让人记录的数字吧。 比如, 这里就叫做52大街一类的。 当旗下知道这两个符号跟李警官无关的时候, 也已经不关心他的含义了。 毕竟这里让人疑惑的事情太多, 根本没有时间一一调查。 我们快到了, 就在前面。 老吕加快了脚步。 第67章, 兔子。 绕过一个街角, 三人来到了一间破旧的警局。 这里门口站着一个兔头人, 就在这儿。 老吕说道, 好像已经结束了。 旗下看了一眼兔头人, 这似乎又是一个女人。 她的面具很破, 西服也沾满了灰尘, 明显是人兔。 这就说明李警官如果真的参加了她的游戏, 肯定也没有生命危险。 要玩我的游戏吗? 人兔笑着问道, 不, 旗下摇摇头, 我想问问之前来参加游戏的一男一女, 还在这里吗? 一男一女? 人兔一只手抱在胸前, 另一只手拖住了下巴, 看起来有些妩媚。 哦, 你是说那个剑术的小伙子, 是吧? 没错, 那可是个不懂情调的男人。 人兔扭捏地挥了一下手, 我都说了, 可以不要倒, 只要陪我玩一天就行, 可他就像动木头一样吗? 旗下有些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他在哪? 小伙子, 你长得也蛮俊俏吗? 人兔忽然伸手摸了一下旗下的脸庞, 这个举动把他吓了一跳。 虽然你看起来没那么健硕, 但只要能陪我一天, 我不仅给你道, 还告诉你那个男人的去向怎么样? 旗下推开人兔的手, 回头对二人说道, 算了, 咱们在附近找找吧。 老吕和林晴也深知不能跟生效纠缠, 纷纷随着旗下转身离去, 要自己寻找的话, 要是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什么? 旗下刚走出三步, 忽然正在了原地。 为什么他会受伤? 旗下不解的回过头, 你的游戏有那么危险吗? 那倒没有。 人兔扭了一下腰, 往前走了一步, 我的游戏都是逃脱类游戏, 解救我啊, 可是设计了非常精密的机关呢。 可是那个小伙子仗着自己体格不错, 偏偏要用蛮力破解, 我有什么办法? 旗下听后没再说话, 一扭头, 忽然在地上看到了几丝新鲜的血迹, 不断向前行进。 以这个出血量来说, 李警官受伤应该不重, 人兔八成是在危言耸听。 很快, 几人跟着血迹来到了一间药店的门口, 屋里不断地传来碰撞声, 显然有人在里面。 李警官? 旗下开口叫了一声, 屋内的动静停了一下, 张律师率先走了出来。 旗下? 他看起来有些不太一样, 原本整齐的面容显得有些狼狈, 他身上全都湿透了, 仿佛刚刚下过水。 发生什么事了? 旗下问道, 李警官呢? 张律师的眼睛忽然瞪大, 一把就抓住了旗下。 你快帮帮我吧, 李警官已经不行了。 什么? 旗下感觉有些疑惑, 他们一路跟随着稀稀粒粒的血迹过来, 看起来顶多是手臂滑破的程度, 怎么会不行了呢? 三人跟着张律师进了门, 一股非常浓重的铁锈味飘了出来。 没走几步, 他们看到了浑身通红的李警官, 他的全身都沾满了鲜血, 让人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他哪里受了伤, 只见他嘴唇发白, 面色铁青, 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怎, 怎么回事? 灵晴颤抖着跑上前去, 李警官, 你到底伤到了哪里? 李警官扭过头来, 看着旗下和灵晴, 脸上挤出一丝苦笑, 他缓缓地伸出手, 仿佛想要说些什么。 旗下低头一看, 心脏猛然跳了一下, 这根本不是伤到哪里的问题。 李警官的整只右手全都消失不见了, 他的手腕处有一个非常粗糙的断口,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被切断的, 而是被扯断的。 而他似乎是为了止血, 找了一根铁丝勒在了手臂, 那铁丝紧紧地嵌在皮肉中将附近的血肉勒得发紫。 也正因如此, 手臂的断口处只流出了少量的血液。 天哪, 灵晴想要帮忙做点什么, 却发现自己根本帮不上忙。 张律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兔子的游戏, 张晨泽用力地咬了咬嘴唇, 那个女人简直就是变态。 旗下的眼神渐渐阴冷下来, 他来到李警官身旁, 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每一句话都如梗在喉。 他曾设想过许多和对方见面的场景, 可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是如今的局面。 张律师, 带他们出去吧。 李警官忽然开口说道, 我想跟旗下单独聊聊。 单独聊聊? 几人听后都有些疑惑。 张晨泽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带着灵晴和老吕出了房间。 见到众人离去, 李警官苦笑了一下, 对旗下说道, 皱着眉头干什么, 看起来跟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我, 旗下叹了口气, 只能说道, 我会替你报仇的, 那个兔子。 不, 李警官摇摇头, 那个女人是疯的, 不要参与她的游戏。 旗下还未出口的话, 又哽在喉咙中不知所言。 李警官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你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了吗? 没有, 旗下失落地说道, 我想我可能错了, 我不仅没有找到离开的方法, 甚至还害死了乔家静和甜甜。 这里只剩李警官一人, 旗下终于说出了隐藏在心中的难过, 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 李警官发白的嘴唇咧了一下, 然后挪动了一下身体, 让自己的坐姿舒适了一些。 怎么了呢? 李警官问道,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吗? 旗下不知要如何描述关于萧萧的事情, 只能摇了摇头。 如今连他信任的李警官也要死去, 旗下感觉自己的头痛又要犯了。 他甩了甩头, 假装没事地问道, 为什么把我单独留下? 我有些话, 想在死前找个人说。 李警官摸了摸口袋, 掏出了一个破旧的烟盒, 里面居然有两根发霉的香烟, 估计是他在某个废弃的建筑里找到的。 他拿起一根烟掉在嘴上, 然后摸了摸其他的口袋, 低声骂了一句脏话。 忘了我没找到火, 死前都抽不上这一口。 第68章, 异象, 旗下听后立刻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一个打火机, 这是萧萧借给他的。 他将打火机点燃, 伸手凑了过去。 李警官一愣, 随后用满是鲜血的左手捂住了火焰, 然后探头过来将香烟点燃。 片刻之后, 他拍了拍旗下的手。 呼, 一口浓烈的烟雾吐出, 李警官整个人看起来都放松了一些。 舒塔, 李警官笑了笑, 现在死了也不怕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 旗下坐到李警官对面, 略带严肃地看着他。 李警官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旗下, 田天和乔家静是怎么死的? 被人杀了。 旗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昨天中午过后, 被这个打火机的主人活活打死了。 说完, 他将打火机向前一地, 塞到了李警官手中。 李警官低头看了看, 这个绿色的塑料打火机, 眼神有些失落。 是吗? 他抬起头, 对旗下说, 那个人在杀死乔家静和田天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 旗下摸着下巴整理了一下思路, 要说奇怪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他简单地组织了一下语言, 把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警官。 包括那个女人奇怪的体型, 以及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下毒。 最后, 旗下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在他杀人之前和杀人之后, 我分别听到了两次钟声。 李警官听后, 将烟举起, 颤颤巍巍地又吸了一大口。 他在吐出了团团烟雾之后又说道, 钟声响起的时候, 我恰好在那个巨大的显示屏前面。 什么? 那巨大的钟声从我耳畔响起, 让我以为整个世界都爆炸了。 李警官开玩笑时地说道, 你知道屏幕上写了什么吗? 旗下这才想到, 那个屏幕上会无缘无故地显示文字, 于是问道, 写了什么? 我听到了嫁祸的回响, 李警官一字一顿地说道, 嫁祸? 旗下喃喃自语地思索起来, 之前是招灾, 这次是嫁祸。 李警官将烟盒里仅剩的一根香烟递给了旗下, 要么, 旗下点点头, 伸手接过了烟, 李警官用左手给他点上, 我就知道你抽烟。 李警官叼着烟, 将打火机扔给了旗下, 动脑子的时候, 最适合抽烟了, 是吧? 旗下没回答, 接过打火机之后, 瓶了一口这有些发霉的烟卷。 香烟在放置很长时间之后, 口感会变得辛辣, 这只也不例外, 我很多年没吸烟了。 旗下说道, 是啊, 他说完之后顿了顿,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二人缓缓地吐着烟雾, 就像学生时代一起藏在厕所吸烟的同学。 第二次钟声呢? 旗下问道, 屏幕上有新的字吗? 没有。 李警官叼着烟摇了摇头, 第二次钟声响起的时候, 那行字消失了。 旗下若有所思地盯着手里的香烟, 感觉事情还是有些诡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旗下问道, 那个钟根本不是丧钟, 而是某种其他的警示。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去思考了。 李警官无奈地靠着墙壁, 吸着手上最后一根香烟,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你, 你比我更有希望在这里活下去。 为什么? 旗下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为什么你不可以在这里活下去? 因为我是警察。 李警官笑了笑, 举起了自己断裂的右臂, 这只手是为了救张律师而丢掉的。 本来我可以完全不用管他的, 但我做不到见死不救。 可你不一样, 旗下, 你没有包袱。 旗下似乎明白了李警官的意思, 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想救下所有的人。 他的原则贯彻始终从未变过, 这个原则会在这里害死他的。 旗下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又问道, 你把我单独留下, 应该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些事吧? 是, 李警官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旗下, 我心中有一个秘密, 至今都没与任何人讲过, 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去死, 所以要在死前说出来。 那为什么是我呢? 旗下不解地问道, 你明明可以讲给张律师, 因为你和他一样都是骗子吧? 李警官苦笑着摇摇头, 虽然你们一点都不像, 但仔细想想, 这似乎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旗下听后, 举起烟深沉地吸了一口, 然后说, 你说吧, 我听着。 李警官双眼无神地望着前方, 缓缓道出了他真正的故事。 整整十分钟的时间, 旗下静静地听他讲完所有的一切。 旗下的眼神不断闪烁, 仿佛听到了完全不可置信的内容。 李警官, 原来你在第一个游戏里, 撒了这么大的谎。 他嘴唇微微颤抖地问道, 旗下只觉得李警官当时的讲述有些诡异, 可没想到他居然用一个天大的谎言贯穿始终。 是, 李警官的双眼瞬间变得通红, 这是此生犯过最大的错。 仅仅是犯错? 旗下皱着眉头站起身, 之前对李警官的崇敬之情也没有了。 你跟那个骗子沆瀣一气, 一直在想办法帮他脱身, 结果你却骗我们, 说你当时在蹲守。 虽然我也不是什么良好市民, 但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黑警。 李警官一仰头, 热泪便顺着他的脸庞滑落了。 是啊, 黑警, 李警官苦笑了一下,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意外,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对我的审判。 什么? 旗下眉头紧锁, 冷眼望向李警官。 说不定我死在这里, 就是赎罪了。 李警官话音刚落,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钟声。 当! 旗下扭头向室外一看, 满脸都是震惊。 终为什么又响了? 这次屏幕上写的是什么字? 李警官就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 伸出颤抖的手, 从地上拿起空了的烟盒, 然后从里面掏出了一支烟。 他从自己的口袋中一摸, 又摸出了一个金属打火机。 在旗下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中, 李警官把香烟重新点燃, 脸上露出示然的微笑。 接着他缓缓地把头低下, 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 旗下, 我死了就是赎罪了。 旗下愣了愣, 看了看他口中那根干净无比的香烟, 感觉情况十分诡异。 喂, 李尚武, 你先别死, 旗下冲到李警官身边跪坐下来, 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的口中依然叼着那根香烟, 手中握着一个有些陈旧的Zippo打火机。 第69章, 舍己, 痛, 深入骨髓的痛。 旗下咬住了牙齿, 蹲在地上痛苦的闷哼。 他感觉自己仿佛真的有什么严重的心理问题。 每次有人在自己身边死掉, 他都会头痛欲裂。 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难道只要自己见到死人, 就会这样吗? 不, 旗下已经在游戏里见过好几次死人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死后都会让他头痛。 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旗下才终于长出一口气, 再次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 门外三人也终于注意到了屋内的情况, 他们纷纷跑进屋来查看, 却发现李警官已经叼着烟死去了。 张晨泽捂着嘴, 想要痛哭却又不敢出声。 狗日, 他慢慢地走到墙角, 抓着自己的头发蹲了下来, 原先过分标准的普通话, 此刻也都成了方言, 这都啥子事情都在搞啥子。 他的情绪看起来非常不稳定, 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 还不等旗下开口说话, 远处又一次响起了钟声。 当! 林晴和老吕一惊,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虽然他们都不知道钟声代表了什么, 但是他们已经很多次在死人的时候, 听到这个声音了。 林晴定了定心神, 来到张律师身边,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说道, 张律师, 你要振作一点。 我要杂子才能振作。 张律师一脸憔悴地抬起头来, 眼神中都是绝望。 李警官是为了我, 为了救我才死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晴握住了张律师冰凉的手, 这种时候不要压在心里, 跟我讲讲。 他似乎很懂得如何跟情绪失控的人聊天, 短短几句话就让张律师放松了戒备。 都是那个兔子, 张律师摇摇头, 那个疯兔子, 他想要我们两个人的命。 若不是李警官, 我们俩全都得死, 他们都是疯子, 他们的眼里完全没有法律。 他们的遭遇和旗下推断的不同, 并不是李警官发现了这个鬼地方的游戏模式, 而是张律师。 在旗下四人走后, 张律师果断跟便利店对面的牛头人聊了起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他需要收集到足够的情报,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得知了这个地方的游戏不会送命, 反而有可能赢得到之后, 他与李警官、 萧冉、 赵医生说明了情况, 可三人之中只有李警官支持他的看法, 并决定拿仅剩的一颗道具赌一把。 却坚持要把倒留在自己身边, 宁可让这一丝机会浪费, 也绝不允许拿去赌博。 李警官碍于对方是个弱女子, 一直都对对方好言相劝, 可张律师却不惯着他。 几次逻辑清晰, 言语锐利地呛火之后, 他将萧冉对得哑口无言。 毕竟说到吵架, 一个幼儿园老师怎么可能吵得过律师? 便利店对面设计游戏的是人牛, 那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游戏, 障碍赛跑。 在餐厅里摆着许多废酒轮胎和木质高墙, 只要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跑道, 就能赢得两颗道。 这场游戏几乎就是为李警官量身设计的, 他本来就是警校出身, 障碍赛跑在学生时代经常练习,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已经有些生疏了, 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跑道依然绰绰有余。 门票一颗道, 获胜赢得两颗道。 李警官似乎是找到了什么漏洞, 他一连参加了三次, 二人的道也变成了四颗, 一直到他实在没有体力了, 二人才离开了游戏场地。 这一次的经历让二人信心大增, 他们认为有望在见到旗下之前收集到足够多的道。 后来他们误打误撞, 又来到了人兔的游戏场地。 那是逃脱类型的游戏, 他们本以为这个游戏的难度也不会太大。 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 二人分别被困在房间的两个角落。 张律师被绑在一个巨大的透明鱼缸中, 鱼缸正在注水。 而李警官则被一副手铐, 靠在了房间另一侧的墙边。 他的手边只有一根木棍。 李警官手铐的钥匙放在张律师的鱼缸中。 而张律师鱼缸注水的开关就在李警官的不远处。 二人手边都有拯救对方的方法。 可张律师被铁丝捆了起来, 根本解不开绳子, 也无法将手铐的钥匙丢出鱼缸。 李警官虽然离水阀开关很近, 可他被锁住了右手, 距离水阀始终有两步的距离。 二人谁都无法第一时间就到对方。 这个游戏的有多么残酷。 它根本不是逃脱类游戏,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考验人性的游戏。 看起来二人都被困住, 需要各自逃脱。 可是仔细想想, 李警官的处境和张承泽根本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承泽一定会溺死, 可是李警官不会。 他就算在这里待上一天都是安全的。 张承泽毫不避讳地说, 那一刻,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接下来, 李警官试了很多方法来挣脱手铐。 对他来说, 寻常的手铐并不难打开, 可他手边没有任何开锁工具, 唯一能有用的就是一根木棍了。 李警官真的好傻, 张承泽乌液着低下头, 他为什么不把木棍丢过来打碎鱼缸, 反而打断了自己的。 旗下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做过思想斗争。 什么? 张承泽抬无神的双眼。 你说, 这是他考虑过后的结果? 嗯。 用木棍击碎玻璃不是明智之选, 可他连试都没试, 张承泽又哭了起来, 他明明可以试一试的。 他试了之后呢? 旗下说, 若是那个木棍没有打碎玻璃, 反而掉在了鱼缸旁边, 你们又该怎么办? 张承泽耿住了, 旗下的问题一针见血。 如果那个木棍没有击碎鱼缸, 反而掉在了远处, 二人就完全失去了逃出那里的希望了。 在张承泽一脸震惊中, 李警官用那根木棍打碎了自己的手掌。 第七十章, 新的队友。 如果角色对立, 张承泽知道自己绝对不会为了对方的性命而断掉自己的手。 可是, 李警官真的这样做了。 他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 只要将自己的手掌打到脱臼, 很容易就可以从手铐里脱离出来。 可是他失误了。 旗下记得, 李警官当初从鱼叉之下拯救韩一墨的时候, 情况也依然非常紧急, 可他却未曾失误。 或许这一次的他真的有些慌乱了。 他在击打手掌的时候, 用木棍不小心击打在了手铐上。 而手铐的原理就是这样, 若是从外部用力, 手铐只会越靠越紧。 他知道自己就算将手掌的骨头全部打碎, 也不可能抽离了。 看到鱼缸里的水已经握过了张律师的脖子, 李警官当机立断, 放弃了敲碎自己手掌的计划, 反而转向了自己的小臂。 这一次, 他的力道比之前更大, 大到他好几次都要昏厥过去。 张律师也只能将头仰起, 不断地在水面上寻找空气。 就在他的意识也快模糊的时候, 那个男人来了。 他第一时间关掉了水阀, 又用木棍击碎了鱼缸。 接着他用紧盛的左手解开了张律师身上的铁丝。 就这么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李警官右手断裂处已经在疯狂流血了。 张晨泽赶忙折断一截铁丝, 给他紧紧地绑在手臂上。 这下子, 二人才算是从那个鬼地方逃了出来。 张律师面带悲伤地看了看李警官的尸体, 不, 旗下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或许只是在弥补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犯过的错? 众人不解地看向旗下? 什么意思? 旗下本想说些什么, 可还是把花咽了回去。 李警官方才讲述的事情, 应该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 既然他已经死了, 就让这个秘密跟他一起陪葬吧。 灵晨将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了下来, 给张律师披在了身上。 张律师, 你身上都湿透了, 小心感冒。 一旁的老吕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他手足无措了半天之后, 才把那口吕锅抱了过来, 对张律师说道, 哎, 小姑娘, 节哀顺变啊, 你吃点东西不? 张律师略微一愣, 问道, 这位是, 我是吕, 你叫我老吕就行。 老吕憨憨地笑了一下,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他是我们在参与游戏时候认识的人。 灵晨解释说, 张律师, 你肯定饿了吧? 旗下特意带着这锅肉来找你们。 肉? 张律师确实有些饿了, 从来到这里开始算起, 他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他赶忙接过锅子, 抓起里面已经凉透了的心骚肥肉,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看着他浑身湿透, 劈头散发, 狼吞虎咽的样子, 任谁也想不到, 他曾经是个指刀气昂的律师。 在吃下了几块肉之后, 张律师才口齿不清地说道, 旗下, 谢谢, 旗下没有说话, 毕竟这锅肉是给李警官的, 如今李警官死了, 给张律师也没什么不妥, 至少他看起来比萧染和赵医生靠谱一些。 旗下, 本来我对你有些看法的。 张律师继续说道, 可你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吃的, 还给李警官带来了烟, 你真的很细心。 他伸手指了指李警官叼着的香烟, 开口说, 他花了很久, 才找到两根发霉的香烟。 旗下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会, 走上前去, 从李警官的嘴中拿下了那根香烟。 旗下从未见过这个牌子的香烟, 在烟地处写着四个字东虫下草, 放到鼻子前一闻, 有股浓郁的奶香味和中草药的香气。 没错, 这是我带来的烟。 旗下神色复杂地说道, 只可惜李警官还没来得及抽就死了。 灵情感觉有些不解, 自己几乎和旗下寸步不离, 却从未记得他找到了香烟。 旗下又从李警官的手中拿起了那个金属打火机, 这个打火机也是我带来想送给李警官的, 如今看来只能我自己用了。 众人自然没有反对, 只是灵情有些疑惑, 旗下走到一旁, 拿起打火机和香烟不断地端向, 他总感觉这件事情有说不出的诡异。 难道这一切都和那个钟声有关吗? 想到这里, 他又从地上捡起了那个老旧的烟盒, 仔细检查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任何机关。 怎么了? 灵情走过来轻声问道, 有什么不对吗? 旗下眉头一皱, 根本没法回答。 他要怎么告诉灵情? 李警官从一个烟盒中掏出了烟? 还是说李警官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 这些不足为奇的事情, 说起来丝毫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却偏偏让旗下摸不着头吗? 兴许是我自己看错了, 旗下将香烟和打火机都装到烟盒里, 回头说道, 张律师怎么样了? 情绪已经稳定了, 我们该怎么办? 旗下点点头, 说道, 我们的目的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个, 不是吗? 说完他就缓缓地走向了张律师, 说道, 张律师, 我有话就直说了, 能不能为你借一个道? 一个道? 张律师眉头一扬, 有些不解? 没错, 旗下点点头, 实不相瞒, 我们的道被人烧毁了, 现在一颗都没了, 张律师听后慢慢地低下了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旗下, 我可以把道都给你, 张律师抬起头, 一脸认真的说, 我们组队吧, 旗下抿了明嘴唇, 说道, 我并不是不想和你组队, 只是待在我身边似乎会有危险, 他将乔家境和田田的遭遇, 解明恶药地告诉给了张晨泽, 然后说, 我现在被盯上了, 他们会杀死我身边的人来阻止我, 乔家境和田田死了, 你有受影响吗? 张律师问, 这, 你根本不会受影响, 张律师说道, 也就是说, 杀死你身边的人来威胁你, 这一招是行不通的, 理论上是这样, 那我就是安全的, 张律师缓缓地站起身来, 我们做一个协议, 我的道都给你, 我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助你, 但作为交换, 你要帮我逃出去。 然后面色有些沉重, 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会不会太乐观了? 我并不知道, 要怎么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李警官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能逃出去的话, 旗下八成做得到。 旗下听后沉默了, 在他的人生之中, 事情很少会超出自己的预料, 他通常会以精密的计划来掌控一切事情, 可自从来到这里, 他曾许多次地感受到了无力, 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不会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一开始, 旗下制定了战术, 想要倚靠赌命来获得到, 可是紧接着就遇到了会在游戏中丧命的递牛。 后来乔家竟和田田在旗下的注视之下死了, 他纵然有万般不甘, 却根本无力阻止。 现在, 他本想来和李警官组队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可是李警官也死了, 他只能被迫和张律师组队。 可是, 张律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能运筹帷幄的感觉, 真的让我很不舒服。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 张律师,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问我几个问题? 张律师思索了一下, 说道, 好, 只要不牵扯隐私, 你问, 你不得不出去的理由是什么? 问, 张律师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我就算没有要出去的理由, 也不可能甘愿待在这里吧。 旗下点了点头, 又问, 你觉得杀人夺道是可行的吗? 杀人夺道, 张律师拖着下巴, 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慎重地回答道, 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但我不想这么做, 这触犯了法律,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又说,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犯过错吗? 犯错? 张律师一愣, 你是指犯罪吗? 无关于法律, 旗下说, 而是那种足以改变你整个生命轨迹的错误, 让你懊悔不已的, 让你后悔万分的, 让你余生都在还债的错。 张律师的眼神忽然冰冷下来, 他直勾勾地盯着旗下, 问道, 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和我们的组队有什么关系吗? 他没有回答, 但旗下也已经知道答案了, 看来一切的起因都在第一场游戏中, 每个人都撒了谎,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们一起行动吧。 旗下点点头, 对张律师伸出了手, 张律师有些狐疑地看了旗下一眼, 也慢慢伸出了手, 和他卧在了一起, 老吕看到众人的表现, 感觉自己又成了局外人, 仿佛想要融入这个小团体, 还需要花点功夫。 他知道, 旗下绝非一般人, 跟他一起行动的话, 获得到的几率会大幅提高。 想到这里, 老吕走上前憨笑了一声, 然后对旗下说道, 旗然找到了, 那我是不是也该走了? 旗下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 淡然说道, 不送。 哎? 老吕稍微愣了一下, 旗小子, 你不准备留我吗? 没那个必要。 旗下转过, 身去缓缓坐下, 继续打量着手中的打火机。 老吕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 本想上演一出众人不舍, 被迫留下的感人戏码, 结果眼前的年轻人完全不吃这一头, 这可怎么是好? 他又转头望向林晴, 眼神之中还带着一丝期待, 可林晴太了解旗下了, 他不可能留一个陌生人在身边。 毕竟之前, 乔家静和田田的遭遇, 就是那个叫做萧萧的陌生人造成的, 所以林晴并没有搭理老吕, 见到林晴半天都没有反应, 老吕只能又看向张晨泽。 他心说这个女人看起来也很面善, 应该不会那么无情。 于是, 俯身到张律师身边, 替他将依附骨得严实了一些, 然后说道, 小丫头, 我可走了, 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让老吕没想到的是, 张晨泽比林晴更加冷血。 大叔, 不劳您费心。 张晨泽冷言道, 另外和您声明一下, 除非紧要关头或是医疗场合, 否则请不要碰我。 你们, 老吕气得牙痒, 但又无话可说, 毕竟是他自己提出要走。 以前只见过自己给自己台阶下的, 却没见过用一个台阶把自己架上悬崖的。 这一次轮到老吕恋恋不舍了, 他一步三回头地走向门口, 发现确实没有任何人挽留他, 于是只能信心地走到门外。 刚要离去, 老吕猛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于是赶忙退了回来, 对众人说道, 我今天早上发现了一个需要四个人组队才能参加的游戏, 你们有没有兴趣? 听到这句话, 林晴和张晨泽双双望向旗下。 旗下缓缓抬起头, 思索了三秒之后问道, 什么动物? 见到旗下果然对到感兴趣, 他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 嘿嘿, 是狗啊。 老吕说道, 这可是验证咱们小队配合度的游戏, 肯定没问题啊。 狗? 旗下一正, 低头沉吟了一会儿。 狗是团队配合类的游戏, 林晴和张晨泽都不算蠢人, 并且他们会听自己的指使, 配合起来问题不大, 唯一的变数是眼前的老吕。 旗下面色复杂地盯着老吕, 仿佛在思考团队游戏的可行性。 齐小子, 你咋了呀? 你不信我? 老吕有些着急了, 我说过了, 越到关键时刻, 我越聪明。 老吕,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旗下问, 可以。 你说, 在进行游戏的时候, 一切都听我的指挥。 老吕听后眼珠子转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好, 还有呢? 没了, 就这一个要求。 嗨, 我还以为是啥事? 老吕笑着白白手, 你放心拉起小子, 到时候都听你的。 旗下始终觉得不靠谱, 又嘱咐道, 或许我会做出 看起来很诡异的决定, 但想要赢得比赛 就必须听我的。 哎, 我知道了, 老吕认真地点了点头, 见到老吕一脸严肃, 旗下也不再纠缠, 转身来到张律师身边, 问道, 吃饱了吗? 嗯, 张晨泽从地上捡起一片 还算干净的废纸, 仔细地擦了擦手上的油渍。 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好, 但你要不要换上 李警官的衣服? 旗下说, 张律师听后一正, 看了看自己身上湿透的衣服, 又看了看李警官那浑身是血的T恤, 思考了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我有洁匹, 就穿我这一身吧。 第七十二章, 身份牌, 在简单收拾了一下之后, 众人跟随老吕前往游戏场地, 或许就像老吕自己说的, 由于他常年在街边摆摊的关系, 所以他对城市中 错综复杂的小道特别熟悉。 众人跟随他在各种小巷之中穿梭, 旗下有好几次都感觉自己迷失了方向, 但老吕反而闲听信步, 一直左拐右拐。 期间, 旗下有好几次同样看到了老吕所说的数字, 除了之前见过的五十二, 旗下还见到了十九和三十四。 他猜测老吕可能是对的, 这些数字只是某人为了记录而写下的标志。 大约二十分钟的功夫, 众人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旅馆前, 狗正站在门口, 似乎再跟几个人说话。 旗下四人走近一看, 瞬间变了脸色。 眼前的狗面具实在是太逼真了, 那是一只大型斗牛犬的面部, 他的西装黑的发亮, 贴身的衬衣也一尘不染。 是地狗, 旗下愣了一下, 张成泽微微眨了下眼, 问道, 地狗是什么意思? 不是人狗吗? 地狗比人狗要高一级, 旗下摸了摸下巴说道, 在地级游戏中是会死人的。 死人? 张成泽一证? 那我们还参加吗? 这…… 旗下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下, 就算是地级, 但游戏依然是合作类, 只要他们四人齐心, 旗下有把握能赢。 想到这里, 他回过头, 又慎重地看了看张成泽和老吕, 说道, 你们能保证听我安排吗? 可以。 张成泽点头, 能。 老吕也附和道, 旗下听后也算放了心。 太好了, 有人来了。 地狗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叫喊, 这一下就可以开始了吧。 旗下扭头一看, 发现地狗身边的那几个年轻人都在朝这里看。 怎么回事? 不是四个人组队吗? 旗下疑惑地问老吕, 我也不知道啊, 早上那只狗跟我说四个人组队才可以参加的。 旗下走上前去打量了一下这四人, 三男一女。 他们看起来年纪都在二十多岁, 其中一男一女互相搂着对方, 似乎是情侣。 这些人脾里脾气, 头发也染得五颜六色, 给旗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 如果说乔家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混混中赫赫有名的打手, 那这些年轻人就像是混混中最底层的喽啰。 要来参加我的游戏吗? 地狗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 每人一个道, 生死各安天命。 输了的队伍会全员淘汰, 存活的队伍会获得每人五颗道的奖励, 以及淘汰队伍的全部战利品。 全员淘汰? 众人一愣。 什么规则? 旗下冷言问道, 缴纳门票, 知晓规则。 又来了。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之前递牛的游戏也是这样, 在缴纳门票之前, 连会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喂? 行不行啊, 你们? 一个染着绿色头发的混混, 看起来有些不太烦了, 还没完就怕了。 旗下没理会绿毛, 思索了一会儿又问道, 递狗, 你的游戏会随机分队吗? 随机分队, 老吕和灵晴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确实是个问题, 若是递狗学习递牛, 在缴纳门票之后, 忽然打乱众人的组队, 胜负将难以预料。 不会。 德斗说道, 你们将始终保持现在的分队, 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也都是为了争取团队的利益。 听到这句话, 旗下才缓缓放下心来。 看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团队合作类游戏, 只不过, 现场有两支队伍, 八成会进行对抗。 老吕看到旗下一直在犹豫, 赶忙掏出四颗道地了上去。 老吕, 旗下一皱眉头。 你做什么? 这次我请。 老吕坚笑了一下, 最后要是赢了的话, 也给我多分一点。 我不想多分给你。 旗下说, 赢来得到所有人平分, 否则我现在就走。 这…… 老吕叹了口气, 随后不太高兴地点了点头。 哎, 行吧行吧, 你小子真是一毛不拔啊。 两支队伍纷缴纳了门票,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在缴纳门票之后, 地狗的态度忽然一百八十度转变, 他高兴地手舞足蹈, 像接待客人一样的将八个人让进了屋内。 快请进啊, 各位。 得狗笑着说道,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场地。 众人虽说一脸不解, 但也只能信信地跟了上去。 进屋之后, 旗下四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破旧的旅馆。 内部构造比较简单, 左右各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每条走廊都有几个房间。 不知道几位喜不喜欢看叠战剧。 地狗搓着手问道, 旗下发现地狗的手背毛茸茸的, 似乎戴了很逼真的手套。 叠战剧? 谁看那玩意? 一个金发混混摇摇头。 你别废话了, 快说, 咱们要玩什么? 真是心急啊。 地狗从前台的抽屉里抽出两摩卡片, 然后往前一地, 说道, 虽然你们是以四人为单位的小队, 但每个人在队伍中都有自己的身份卡, 现在请抽取你们的身份。 旗下看了看那摩身份卡, 很像第一次见到任阳时候的卡片, 他们的背面都写着女娲游戏四个字。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灵晴将四张卡片接了过来, 然后回头说道, 谁先抽? 都一样, 你发牌吧。 张成泽说道, 灵晴听后点了点头, 将卡片背过来洗乱, 然后逐一发给了三人。 旗下接过身份牌一看, 一脸都不解, 上面写着发信人, 这个要保密吗? 老吕将卡牌扣在胸前, 小心翼翼地问道, 众人看向地狗, 不需要。 地狗笑着说, 祖园可以互相查看对方的身份,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互相交换身份。 几人听后, 纷纷地向旗下围了过来, 站成一个圈。 他们将卡片一一翻开, 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同。 旗下的身份为发信人, 灵晴的身份为收信人, 张成泽的身份为人质。 你的呢? 旗下看向老吕, 发现他始终不肯亮出自己的牌。 我, 我这个, 怎么说呢? 事到如今, 旗下也不再询问, 直接扣住老吕的手腕, 将那张牌强行亮了出来。 上面写着, 奸血。 第七十三章, 奸血。 奸血?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下, 不明白这张身份牌的意思。 若四个人中存在奸血, 按理来说, 身份应该保密。 可地狗开局就让众人互相查验身份, 甚至还允许交换身份牌, 到底是要玩什么游戏? 各位, 你们要交换身份吗? 地狗站在旅馆的前台处问道, 旗下看了看众人手中的牌, 感觉有些为难。 连接下来要进行的游戏, 是什么都不知道, 如何才能得知最重要的身份是哪一个? 如果奸细的身份是用来破坏团队合作的, 那这张牌给老吕非常合适。 他为人不算聪明, 旗下对付起来难度不大。 可是, 发信人和收信人又是做什么的? 旗下, 我和你换吧。 林晴拿着自己的收信人往前一地, 虽然我没搞懂这两个身份的意思, 但是看字面意思, 发信人在前, 收信人在后。 我来做第一个, 你当收信人的话, 好歹有个周旋的余地。 旗下觉得林晴说的不无道理, 他确实有必要作为后手。 好, 我们交换。 二人交换了卡片, 林晴成为了发信人, 旗下是收信人。 那个, 老吕拿着手上的卡片不知所措, 我, 我这个。 旗下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口说道, 老吕, 不管奸细的任务目标是什么, 你尽管做好分内的事, 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必要的时候多思考。 老吕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旗下又回头看向张成泽, 他此刻正拿着一张人质排出神, 他的身上湿漉漉的, 旗下能想象到这种寒冷。 张律师, 你还好吗? 旗下问道, 这个人质, 张成泽嘴唇微微一动, 会不会是那种被绑在鱼缸中的人质? 旗下认真地思索了一下这个问题, 点了点头, 确实有可能, 需要我跟你交换吗? 不必, 张成泽摇摇头之后苦笑了一下, 说不定你们几个都不如我有经验, 我来当这个人质再好不过了。 看到张成泽脸上那故作坚强的表情, 旗下不知如何劝说, 我不担心我的处境, 只是希望你不要也打断自己的手。 旗下几人确定了身份, 反观对方队伍也已经交换完了卡片, 绿毛、金毛、光头的身份分别是发信人、 收信人和人质, 他们团队中唯一的女孩是奸细, 女孩好像并不满意自己的身份, 似乎是别人跟他交换的。 双方选定了身份, 请列队站好。 地狗笑眯眯地说着, 旗下微微一愣, 他发现的狗在笑时, 整个面部肌肉都在动, 仿佛他不是戴着狗头面具, 而是长了一颗真正的狗头。 首先有请抽到奸细的玩家初恋, 地狗伸手做出请的姿势, 老吕和女孩在私存了片刻之后站了出来, 请大家给予掌声。 地狗自顾自地拍起了手, 众人谁都没动, 静静地听着他闷闷的掌声, 自顾自地回响。 首先,我要恭喜二位, 在这场游戏中抽到了存活率最高的身份。 存活率最高? 二人同时皱起眉头。 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们由于奸细的特殊身份将会在对方的队伍中行动。 地狗伸出手, 一边笔划一边解释道, 你们有两个完成任务的方式, 第一是当好奸细, 替原本的队伍获得胜利, 从而全队存活。 第二, 你们也可以抛弃原本的队伍, 替现有队伍赢得比赛。 只要在最后关头, 你们所在的队伍愿意接纳你们, 你们就可能以新的身份存活下来。 老吕自己理解了一下这番话, 然后开口问道,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奸细, 而是双面间谍? 我们不管替哪个队伍获得胜利, 都算是赢了。 没错, 只要新的队伍愿意接纳你们, 你们便赢了。 地狗笑着点点头, 旗下感觉这个规则有点漏洞, 开口问, 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奸细? 墙头草的话, 一个不就够了吗? 问得好, 地狗点点头, 这也正是本次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新的队伍要接纳奸细, 必须要抛弃自己队伍派出去的奸细。 换句话说, 一个队伍最多只能有四人, 不存在两个奸细, 都加入了同一阵营的情况。 说完这番话, 旗下的脸色有些难看, 果然, 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在计划之内, 原来奸细是可以叛变的。 还不等旗下说什么, 老吕就回过头来问道, 旗小子, 你们不会抛弃我吧? 旗下盯着老吕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反问道, 你呢? 我抛弃你们有啥好果子吃啊? 四颗刀的门票都是我交的。 老吕有些着急的说, 赢了的队伍每人获得五颗刀, 外加对方身上的战利品, 对吧? 可是你们身上穷的叮当响, 只有那个律师身上有几个刀, 我帮对方杀死你们的话, 顶多获得五颗刀的收益, 也就是我忙活半天只能赚到一颗刀啊。 旗下点点头, 说道,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最好了, 我是不会抛弃你的。 那咱可说好了呀。 老吕抓住了旗下的手, 我会尽量把对面搞得一团糟, 替你们赢下比赛。 等会儿, 旗下将老吕一把拉到身前, 低声说道, 有几件事我要和你交代一下。 另一边, 那个同为奸细的女孩听了规则之后, 也很为难。 她来到了自己的男朋友绿毛身边, 一脸不情愿地说道, 搞什么呀, 我要去对方的队伍了。 放心啊, 宝贝。 绿毛伸手搂住了女人的腰, 就是去走个过场。 那些老弱病残, 怎么可能搞得引你? 走个过场? 女人意味深长地看向旗下的队伍, 哦, 绿毛将女人往前一搂, 二人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 宝贝, 你别一直拒绝我, 今晚能不能? 看情况。 女生伸手按住绿毛, 随后说道, 这其中有个逻辑关系, 那便是要看你能否赢下游戏。 第74章, 张律师的选择。 地狗, 剩下的规则呢? 旗下问道, 这个游戏到底是玩什么? 请各位跟我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解。 地狗说着话, 将众人领到了旅馆的一条走廊中, 开口说道, 这旅馆一共有两条平行的走廊, 走廊的布置全部都是相同的, 两个队伍各占一条走廊开始进行游戏, 谁能最先完成任务便可以宣告胜利。 说完他就推开了走廊的第一扇门, 门上写着发信人, 这是发信人的房间。 地狗说道, 游戏开始后, 两位发信人只能在各自的房间中不可以外出, 你们的任务就是将一封装有密码的信件投递出去, 这空荡荡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的东西也一目了然, 一封信, 一个铁盒, 一把金色钥匙, 一把金色锁。 灵琴思索了一会儿, 问道, 既然我们不能出这个房间, 又要怎么把信送出去? 很简单, 把信给奸细。 地狗说道, 请各位跟我来。 他带着众人出了房间, 来到了走廊上。 走廊就是所有奸细的活动区域, 你们在各自的走廊中穿梭, 负责送信, 让奸细帮忙送信。 德狗说道, 有时候明知道送信人是奸细, 也有不得不把信送出去的情况。 众人听后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在场的大多都是年轻人, 又有几个人研究过谍战剧。 这是什么? 灵琴看到走廊中有一个小型机器, 那机器看起来像个电暖器, 上方有一个巴掌大的小孔, 这是粉碎机。 德狗说道, 奸细可以随自己的喜好, 将任何东西丢入粉碎机中, 包括信、钥匙、锁。 但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尺寸限制, 铁盒是丢不进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奸细送任何东西。 灵琴问道, 单独送一把钥匙也可以。 没错, 只要你们愿意, 可以让奸细在走廊中多次往返。 众人隐隐的感觉, 这个游戏并不简单, 将要发生的情况也完全难以预料。 前半部分规则就先说到这里了。 地狗笑着说, 请发信人回到自己的房间, 接下来的规则不需要你们参与了。 灵琴看了旗下一眼, 然后缓缓地走向了房间。 对方队伍中的金毛也去到另一条走廊, 进入了房间。 旗下看了看走廊上的粉碎机, 忽然有些后悔。 看来, 奸细才是这场游戏中变数最大的角色。 二位奸细, 不论你们收到什么东西, 一定要在三分钟之内送到。 除非那个东西, 你们已经毁掉了。 地狗伸手指了指走廊上的电子表, 那里有一个三分钟的计时, 若是时间为零, 货物依然没有被处理的话, 就会被制裁。 老吕和女生听后一正, 不是说我们的身份最安全吗? 当然, 你们只要将东西送到了或者毁坏了, 就会安全。 德狗笑着说, 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拖延时间而定下的规则。 见到众人不再言语, 地狗又说道, 请奸细留下, 剩下的人跟我来。 老吕和女生留下了, 地狗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去。 目前, 双方都只剩下收信人与人质。 走廊的尽头有另一个房间, 门上写着收信人。 地狗推开门, 只见门里依然有一张桌子, 一把银色的锁。 房间的角落里, 有一个像电冰箱一样的大型设备。 这就是收信人的活动空间。 德狗说道, 除了奸细之外, 你们不能与任何人联系。 说完, 他又走到大型设备旁边, 说道, 这个柜子是人质需要待的地方, 游戏开始之后, 你们会被困在柜子中。 旗下率先上去查看了一下柜子, 柜门上有个电子显示屏, 此刻显示位锁定。 而柜子内部的构造也颇为怪异, 柜壁是用金属打造的, 上面还有不少孔洞, 看起来就像是。 这是我定制的大型微波炉。 地狗说道, 半个小时之后, 若是没有任何人打开柜门, 里面的人就会变成肉。 一旁的大光头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他正是对方队伍的人质。 微波炉? 妈的什么鬼? 他大叫一声向后退去, 老子才不要进去。 喂? 金发难一把抓住了他, 别闹了。 你要在这退缩了, 阿姆出去之后会杀了你呢。 此言一出, 光头鸣显被吓到了。 那, 那我也不能钻进微波炉里啊。 放心, 这些人怎么可能是阿姆的对手? 金发难抓住光头的肩膀, 相信他的手段吧。 光头私存半上, 略带犹豫地点了点头。 至于收信人, 你们的规则和写信人并无不同。 德狗继续说道,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若你们成功地收到了信, 请立即打开信封, 破解其中的开门密码, 将队友解救, 最先解救出队友的队伍, 视为胜利。 旗下见到一旁的张晨泽始终在沉默, 于是淡淡地开口问道, 你相信我吗? 张晨泽沉吟了半课, 说道, 旗下, 我相信你, 但这个游戏的变数太多了。 在这个房间中, 你无法跟其他人交流, 更不可能商讨战术。 就算我相信你, 也不代表你一定能救我出来。 这, 旗下一时欲色, 地狗看到正在交谈的二人, 非常不合时宜地凑上前来, 微笑着开口说道, 就算是现在, 你们想要交换身份的话, 逃出自己那张收信人看了看。 张晨泽刚刚经历了从鱼缸中逃生, 紧接着又进入了微波炉中, 这样对他是不是太过残忍了? 张律师, 按照道理来说, 我确实应该和你交换, 旗下有些为难的说道, 让你接连两次成为人质, 对你来说太, 没关系。 张晨泽说道, 旗下, 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你应该拿到这张收信人, 站在整个游戏的中间地带, 你会更容易掌控全局。 相比于其他人, 我也更放心让你来打开门锁, 你不会觉得对你很残忍吗? 旗下问, 残忍? 张晨泽挤出一丝笑容, 只要是正确的事情, 就应该无条件执行, 正好我身上的衣服还湿着, 就当进去烘干了。 第75章, 攻心计, 各位若是已经明白规则了, 请各自就位, 接下来的指令请听房内广播。 地狗将众人安排好, 独自来到了前台。 两条走廊中, 众人皆以就位。 发信人们都坐在走廊的第一个房间中, 走廊中站着对方派来的奸细, 而最后一个房间则有收信人和人质。 这场游戏的规则看似很简单, 那便是发信人将密码递给奸细, 奸细递给收信人, 收信人查看密码, 最后开门。 可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的规则, 却让众人心里都没底。 毕竟这个游戏最重要的一环, 掌握在对方的队伍中。 各位, 地狗在前台处拿着一个话筒说道, 同一时刻, 各个房间以及走廊的广播里都传出了他的声音。 游戏将在十分钟后开始, 现在请奸细们与发信人接头。 灵晴在房间中看着各种道具, 脑海中不断地思索着对策。 箱子、锁、钥匙、信。 四样物品当中有三样都有可能被粉碎机粉碎。 想要躲开粉碎机, 必须将信封装在箱子中, 然后上锁。 这样一来, 整个箱子都无法被丢入粉碎机中, 奸细只能送到对面。 可问题是, 钥匙怎么办? 虽然他不知道旗下手头有什么工具, 但按照游戏的设定来看, 必然不可能有配对的钥匙或是任何开锁工具。 那他收到盒子之后要怎么打开? 咚咚咚, 一阵微弱的敲门声响起, 奸细女生从外面打开了门。 好了吗? 他面无表情地问道。 灵晴看了看女生,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姜若雪, 你好了吗? 若雪,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灵晴开门见山地问道, 叫做姜若雪的女生思索了一下, 说道, 加入你们这件事情风险太大, 我不能赌。 风险? 没错, 姜若雪点点头, 若是帮你们赢下比赛, 你们在最后关头选择不接纳我的话, 我一样要死。 她的表情很认真, 仿佛早就思索过这个问题了。 你的担忧不无道理, 灵晴点点头开始了她最为擅长的聊天手段, 但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假设, 在你的了解中, 你的队伍想要赢下比赛的话, 他们会用什么方法? 姜若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你是说他们也会和奸细合作? 嗯, 就是这个意思。 灵晴说道, 就像面试一样, 我们如今是双向选择, 你也一样, 你要考虑的不是我们会不会抛弃你, 而是你原本的队伍会不会抛弃你? 他们不会的。 姜若雪坚定地说道, 为了一个糟老头子而抛弃我, 不论怎么想都不可能, 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糟老头子, 而是为了活下去。 灵晴尽可能地放缓语气, 这样能使对方的心理戒备持续降低, 一般人会把性命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别人手中吧。 姜若雪这一次很明显犹豫了, 他张了张嘴, 仿佛想说些什么, 但还是沉默着。 而我和你合作, 也只是为了活下去, 那你们派出去的奸细呢? 姜若雪说道, 他明明是你的队友, 你却可以直接放弃他吗? 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 更不可能因为这四个小时的相识 而堵上自己的性命。 灵晴一脸认真地说道, 而你又和自己的队友认识多久了? 他们会为了你而选择冒险吗? 姜若雪呆愣了一阵, 他在三思索之后, 还是没有答应灵晴的请求。 我不能相信你, 你快点准备好信吧, 建议你做得结实一点,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毁坏里面的信。 姜若雪摇摇头说, 其他的话不要再说了。 我能问问你这么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吗? 灵晴最后问道, 阿牧是我的男朋友, 还需要什么其他的理由吗? 身为心理咨询师的灵晴知道, 想要在几分钟之内瓦解一个人的心理防线, 几乎不可能。 这是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节。 正常人对于陌生人的防备心理极其严重, 尤其是在这种生命攸关的场合, 双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让对方丧命, 只会比平时更加小心。 灵晴也不再浪费时间, 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的箱子上。 如果完全不考虑跟姜细合作的话, 有没有办法让旗下拿到信? 另一边, 坐在发信人房间的阿牧也见到了奸细老吕。 我说小伙子,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啊。 老吕一直手扶着门框, 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阿牧挠了挠自己翠绿色的头发, 向老吕投去了轻蔑的目光。 他没有看桌子上的东西, 反而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老头, 石刻道, 买你同伴的命, 怎么样? 傻玩意。 老吕一愣, 石刻道, 你看起来不是蠢人, 自然知道这里的生存法则吧。 老吕思索了很久, 才缓缓开口说道, 你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傻话呢? 为了石刻道, 怎么能出卖队友? 况且, 门票都是我交的。 十五颗。 阿牧继续说道, 除了这场游戏本该获得的奖励之外, 我会另外给你十五颗道。 老吕的眼神慢慢看向地面, 脸上写满了犹豫。 别想了, 老头, 你应该知道如何才能百分之百活下去。 阿牧的手指敲了敲桌子, 声音里充满了警告的意味, 我们会接纳你, 让你活下去, 出门之后, 我们各奔东西。 老吕小心翼翼地问道, 给我十五颗道, 你们岂不是一无所获? 没关系啊。 阿牧毫不在意地摇摇头, 我们取了对方的命, 就可以得到对方身上的战利品,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 那个女人呢? 老吕又问道, 她不是你对象吗? 女人而已。 阿牧凑上前来, 恶狠狠地看着老吕, 女人死了, 再找就是了。 可我一旦死了, 情况就会有点糟糕啊。 老吕感觉, 眼前这个男人, 身上下也掏不出十五颗道, 在这里答应对方的请求, 自己将赚的盆满钵满。 我要定睛。 老吕说道, 现在就给我五颗道。 什么? 这样一来, 你就不能杀我了。 老吕露出笑容, 虚汗也从脸庞滑落了, 杀人夺倒是不行的, 对吧? 第七十六章, 关键时刻聪明。 老狗, 你还挺聪明的。 阿牧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当然, 关键时刻, 我很聪明的。 老吕露出一脸难看的笑容, 真希望你的队友, 能看到你这封面孔。 阿牧从怀中掏出五颗道, 像喂鸽子一样的, 洒在了地上。 老吕赶忙趴在地上, 将到一颗一颗的捡了起来, 然后装到口袋中。 嘿嘿, 我的队友们会理解我的。 老吕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我早就提醒过他们, 我关键时刻很聪明。 他们自己, 没有料到我会叛变, 我也没办法啊。 阿牧露出一脸皮笑若不笑的表情, 将上锁的箱子连同金色的钥匙 一起递给了老吕。 那接下来的事情可就交给你了。 另一边的收信员房间, 旗下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囚徒困境吗? 他嘴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不, 应该是水桶定律。 队伍中最弱的成员将决定队伍的整体强度, 旗下的手指微微敲动桌面, 心中正在计时, 可到底哪块板子才属于我们这个水桶呢? 双方的间隙应该都与发行人碰过面了。 他依然闭着眼睛, 在脑海中尽可能地模拟双方见面时的场景。 时间大约过去十分钟, 我们的奸细还没有把信送过来, 说明灵情的游说失败了。 毕竟恋爱中的女人没有什么理由 亲手害死自己的恋人。 至于另一边, 旗下睁开眼睛, 伸手玩弄着桌子上的银色钥匙, 老吕大概率已经看变了。 他的面色渐渐冷淡下来, 开口说道, 从现在开始, 对方将同时有两名奸细的帮助, 事情正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好消息是水桶定律正式失效, 我方队伍之中不再存在短板。 旗下缓缓地露出一丝冷笑, 接下来就是米格25效应。 正在此时, 门口忽然传来一句话语, 前苏联在打造米格25战机的时候, 明明所有的配件都不如美国, 却可以通过提升综合性能, 使其成为世界一流战机。 这就是米格25效应, 是吧? 旗下扭头看去, 奸细江若雪正站在门外,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的手中抱着一个盒子, 盒子上了锁。 你觉得米格25效应是正确的吗? 江若雪问道, 我不太确定。 旗下同样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不确定现在属于我的零件是否好用, 可你一出现, 我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 我一出现就让你顿悟了, 那你可真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江若雪略带嘲讽地将盒子放到旗下面前的桌子上, 下面就请你用你的米格25效应打开这个箱子吧。 旗下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盒子, 金色锁头牢牢地锁住了他。 他用手边的银色钥匙试了试, 完全打不开。 他又将盒子抱起来, 轻轻地晃了晃, 果然听到其中沙沙的声音。 有信? 怎么称呼? 旗下问道。 江若雪。 江若雪, 你刚才有粉碎过钥匙吗? 旗下问道, 你觉得你的队友会把钥匙给我吗? 江若雪双手环抱, 仿佛正在看一出好戏, 像你这种自认为聪明的人, 没有钥匙就打不开盒子了吗? 对江若雪说道, 你刚才听到了吗? 听到? 听到什么? 脚步声。 旗下说, 这个老旧旅馆的隔音并不好, 在你行动之前, 应该就听到脚步声了吧? 那又怎么样? 江若雪撇了撇嘴, 整个建筑物里能动弹的, 就我和那个老头, 有脚步声也不足为奇。 可他为什么比你出发的要早呢? 旗下用敲着桌子, 略带深意地看着江若雪, 我们的奸细, 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就出发了? 你? 江若雪神色一正, 仿佛想到了什么? 你觉得, 在这个游戏中, 自己有多大的概率活下来? 旗下不断地敲着桌子, 试图用语言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若你的队伍跟我们的奸细合作了, 你还有剩饭吗? 我懂了, 江若雪的眼神渐渐冰冷了下来, 你打不开盒子, 所以把目标转到了我身上, 这样做, 会不会太幼稚了? 旗下点了点头, 说道, 这都被你看透了吗? 你不要妄想蛊惑我了, 江若雪向后退了一步, 我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你的, 旗下不再说话, 反而看向自己敲桌子的手指, 时间差不多了, 他面色一冷, 男男自语道, 就让我验证灵剑是否好用, 还不等江若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另一条走廊忽然传出了嘈杂的叫喊声,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打架, 只可惜离得有点远, 听不清具体内容, 很好, 是上等灵剑, 旗下手指不再敲打桌面, 反而缓缓地站起身, 开口说道, 江小姐, 若你刚才答应和我们合作, 结局将会完全不同, 但如今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只是备用灵剑, 哼, 真有意思啊, 江若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才能拿到信, 旗下根本没有想办法打开锁, 反而拿起自己的银色锁头, 又锁在了盒子上, 此时的盒子同时拥有两把锁, 你已经精神失常了吗? 江若雪问道, 再上一把锁, 难道是想复负症吗? 我精神失常? 还真有这个可能, 旗下将盒子拿起来, 塞给了江若雪, 劳驾, 帮我送回发信人, 什么? 江若雪一愣, 将这个两把锁的箱子, 送回发信人, 原来是这样, 他瞬间大惊失色, 直接明白了旗下的计策, 你, 你等一下, 旗下不等对方说完, 直接将他推出了房间, 然后降门上锁, 江若雪一脚踏进走廊, 墙壁上的倒计石亮了起来, 三分钟, 他此刻握着盒子, 面色复杂, 早知道对方是这种人物, 刚才应该假意答应下来才对, 来到走廊, 另一条走廊的声音, 也变得清晰可闻, 江若雪回过神来, 缓缓地趴在墙上听了听, 不一会儿, 他的表情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阿木听起来非常生气, 他一直在大喊, 你个老狗, 居然把钥匙毁了? 第77章, 上等零件, 走廊另一边, 发信人的房间, 老吕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的两个鼻孔都在流血, 手指也被掰断了一根, 别, 别打了, 老吕求饶道, 要是把我打死, 就没人给你们送信了, 饶了我吧, 老狗, 阿木一把耗住老吕为数不多的头发, 恶狠狠地说道, 我对你不好吗? 啊, 倒给你了, 信任也给你了, 你他妈居然敢粉碎掉我的钥匙, 真是抱歉, 老吕用力挤出一脸苦笑, 我都送完了盒子, 才发现还有钥匙没送, 我本来想立刻送过去的, 可是三分钟倒计时, 只剩下三秒了, 我不把钥匙丢进粉碎机的话会死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阿木拽着老吕的头发, 将他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这一下撞到了眼眶, 老吕的眉毛处开始血流不止, 哎哟, 别打了, 老吕抱着额头在地上哭嚎, 再打, 真的要打死了, 阿木稍微平稳了呼吸, 慢慢地松开了手, 老狗, 幸亏我没有完全相信你, 他缓缓地站起身, 从自己怀中掏出了一封信, 神, 老吕看到那封信, 瞬间愣在了原地, 你没有把信放进去, 你们这些小伎俩, 在我面前如同小孩子一样, 阿木面单怒笑地蹲到老吕身边, 说道, 老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这一次信没有送到对面的话, 我可不管什么制裁不制裁, 一定第一时间冲到走廊上, 戳下你的眼睛, 咬碎你的喉咙, 听明白了吗? 老吕浑身发抖地点了点头, 这个阿木绝对做得到, 他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就算游戏输了, 他也绝对不可能放过自己的, 其小子, 我这把老骨头就帮你到这了, 老吕喃喃自语地说道, 另一侧, 姜若雪正抱着盒子拖延时间, 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没有想到, 那个年轻人出乎意料地聪明, 他手中两把锁的盒子被破解, 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尽量拖延时间, 希望自己的队伍能靠这点时间率先获得胜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距离倒计时结束只剩十秒的时候, 江若雪敲开了灵晴的房门, 灵晴似乎没想到自己还会收到回信, 一点都不解, 他方才将带锁的盒子寄出去, 希望旗下手边能够有趁手的工具打开盒子, 可现在盒子不仅完好无损, 甚至还带着两把锁寄回来了, 快拿着, 我没时间了, 江若雪说道, 灵晴害怕奸细死后无人送信, 赶忙接过了盒子, 他看着盒子上的两把锁, 慢慢瞪大了眼睛,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有第二把锁, 我明白了, 灵晴赶忙掏出自己的金色钥匙, 将金色的锁头解了下来, 如今, 箱子上只剩一把银色锁头, 快, 灵晴将箱子重新递回给江若雪, 快送回收信人, 江若雪咬着牙, 看了看手中的盒子, 知道大事不妙, 眼前这个女人仅用几秒钟就看透了这个战术, 显然也不是泛泛之辈, 喂, 让我加入你们吧, 江若雪一脸当大的说道, 我们合作吧, 只有合作才能让你们胜利啊, 灵晴仔细盯着江若雪的双眼, 很快露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真奇怪, 若你真的想跟我们合作, 旗下应该不会想出这个计策, 旗下? 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 你就算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不会输掉比赛的, 灵晴面带歉意地笑了笑, 抱歉, 这次不行了, 江若雪盯着灵晴, 心中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若雪,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了, 灵晴将门缓缓地眼上, 对不起, 来到走廊上的江若雪, 反而没有了之前的表情, 他缓缓地来到走廊中央, 嘴中微微呢喃着, 原来他就是旗下,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隔了几秒之后, 他似乎是在跟什么人对话一样, 连连点头, 是的, 我可以死, 可接下来的是怎么办? 好, 江若雪点点头, 需要我给他留个小惊喜吗? 知道了, 他抱着手中的铁和缓布上前, 静止来到了旗下的房门口, 江若雪微微闭上了眼睛, 伸手敲了敲门, 旗下打开门后, 第一时间看了看他手中的盒子, 心满意足地笑了, 那盒子上只剩一把银锁, 这个队伍里全都是上等零件, 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下等战斗机, 怎么, 现在就把盒子给我吗? 还是你要再拖延一会时间? 旗下问, 江若雪缓缓睁开眼, 远处却忽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钟声, 大, 旗下一愣, 心中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赶忙四下环视了一圈,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我现在就给你吧, 江若雪说道, 你应该知道, 就算得到了这个东西, 也不能立刻打开门的吧? 当然, 旗下面带谨慎的伸手接过盒子, 毅然小心翼翼地盯着对方, 对面的老吕应该早就把信送到了, 可我们现在还没输, 说明收信人就算看到了信的内容, 也无法立刻开门, 让我看看你的手段, 江若雪说道, 旗下有些狐疑地看了看他, 你若是见识到了我的手段, 可能会没命的, 没关系, 他笑着说, 谁会输还不一定呢? 也对, 旗下拿出自己的银色钥匙, 顺利地打开了箱子上仅剩的最后一把锁, 他掏出信封打开看了看, 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随后来到大型微波炉面前, 仔细地观看了显示屏上的提示,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触摸屏, 支持手写输入, 留给旗下写密码的位置是四个空格, 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 需要输入四个数字还是字母, 汉字, 旗下又回头拿出这封经过加密的信,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破解密码, 他将信舒展开来, 露出上面孤零零的一行字母, MLGDRZDQVXL, 除了这行字母之外, 信上再没有其他提示了, 江若雪看到这行字母之后也有些疑惑, 似乎不太明白这个密码的原理, 每个游戏都有生路, 旗下喃喃自语地念叨着, 设置一个过于复杂的密码会让参赛者们失去这条生路, 所以破解这条密码的方式不会太困难, 而在我已知的简易密码破解方式中, 不牵扯到数字的仅有一种, 凯撒密码 第78章, 右键即到, 所谓凯撒密码是目前最简易, 也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加密手段, 简而言之, 就是将字母表上的所有字母都进行平移, 如A变成B, B变成C等, 比如常见的英文单词Cam, 用凯撒密码的加密方式将字母平移一次, 写出来就变成了DBO, 这样看起来写下的是一串乱码, 但经过破译之后却可以成为准确的单词, 现在唯一需要确认的便是字母进行了几次评译, 旗下毕竟不是破解密码的专家, 尽管他知道了大体方向, 但剩下的问题只能使用最笨最直接的方法, 尝试, 他先假设每个字母都被偏离了一次, 可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破解之后依然得到了一串乱码, 于是进行二次偏离, 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却让旗下沉默很久, MLGDRZDQVXL, 他的手边没有纸笔, 一切都只能靠大脑的运算, 要将这一长串字母每一个都平移两次, 将M想成K, 将L想成J, 属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还是不对, 几分钟之后, 旗下慢慢地皱起眉头, 他已经试了两次, 却始终没有破解密码, 难道是自己的思考方向错了? 所有的字母总共可以偏离25次, 换句话说, 可以是除了A之外的任何字母, 如果每一个都要靠心算, 工程量会大到难以想象, 这就是你的手段, 姜若雪在一旁靠着门框问道, 旗下没回答, 只是定了定心神, 开始第三轮偏离, 现在开始, 他要将每个字母都试图向前偏离三次, 将M想象成J, 将L想象成I, 可是这一次, 仅仅试验了五个字母, 旗下的神色就变得沉重起来, 姜若雪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哦, 你是不是解出来了? 旗下嘴唇微动, 念出了自己的答案, JIDO1, SWAY, 对对对, 姜若雪高兴地拍着手, 破译之后原来真的是几刀万岁啊, 我还以为没有成功呢, 一提到这四个字, 旗下罕见得有些恐慌了, 他一屁股坐到座位上, 有些惊恐地看着看着姜若雪, 嘴中喃喃自语地问,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也没什么啊, 姜若雪摇摇头, 我反正也要死了, 这一次就当和你打个招呼, 打招呼, 旗下狠狠地咬着牙, 你们上一次跟我打招呼, 杀死了我的两个同伴, 哦, 他倒是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 不过也无所谓了, 你要多担待, 萧萧一直都是那样, 不过他人还不错了, 你们在跟我扯什么鬼话, 旗下慢慢地站起身, 人还不错, 我现在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你好像真的很生气, 姜若雪走上前来拍了拍旗下的肩膀, 说道, 这样吧, 这次游戏之后我会死, 以命换命, 这样会不会让你萧萧姐, 旗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感觉眼前的姜若雪很怪, 或者说, 击到的人都很怪, 他顿了顿, 回头拿起桌面上的那一封信, 问道, 原来的密码呢? 你们改刀密码, 岂不是又会害死我的队友? 你在说什么呢? 这就是密码, 姜若雪不解地看着旗下, 这不是你队友发出来的信件吗? 你, 旗下同样有些不解, 你说几刀万岁就是密码, 你们跟蒂狗是一伙的? 那倒不是, 我们和生肖没有关系, 姜若雪摇摇头, 旗下, 你要明白一个逻辑关系, 既然蒂狗说信就是密码, 而姓是极刀万岁, 那么极刀万岁就是密码, 什么? 旗下总感觉这是一个很诡异的逻辑关系, 姜若雪看起来不像是那种完全没有理智的疯子, 但他说出来的话依然难懂, 旗下缓缓地走到柜子前, 姜姓姜仪的在触摸屏上手写了四个汉字极刀万岁, 姜若雪见状笑着说道, 这四个字从你手中写出来, 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只听咔哒一声轻响, 柜门打开了, 张晨泽此时正坐在里面瑟瑟发抖, 他一抬头对上了旗下的视线, 还不等旗下说什么, 张晨泽立刻扑了上来, 与他抱在了一起, 旗下? 旗下神色有些尴尬, 两只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太好了, 真是吓死我了, 张晨泽的浑身都在发抖, 不知是因为恐惧, 还是因为寒冷, 我还以为自己会在里面被活活烤死, 张, 张律师, 我记得你好像不喜欢别人触碰你, 旗下尴尬地说道, 啊, 张晨泽赶忙放开手, 擦了擦哭的梨花带雨的双眼, 不好意思, 我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吧, 倒是没有困扰, 只是吓我一跳, 旗下摇摇头, 我不太喜欢超出预料的事情, 在我印象中你不是这种人, 对, 对不起, 张晨泽慢慢地低下头, 恢复了往日的神态, 就在二人沉默时, 屋内的广播又响了起来, 有队伍成功解救了队友, 游戏结束, 整个建筑物里的人瞬间嘈杂了起来, 正所谓有人欢喜, 有人忧, 旗下只听一阵剧烈的脚步声响起, 似乎有什么人正在向他所在的房间跑来, 他感觉不太妙, 立刻出门看去, 只见老吕鼻青脸肿, 此刻像是逃命一样的跑向自己, 旗小子, 救命啊, 旗下眉头一皱, 发现老吕身后跟着一个绿毛, 此刻正像一条疯狗一样追打着他, 老狗, 我和你说过了吧, 我要是死了一定要你尝命, 绿毛似乎杀红了眼, 紧紧跟着老吕, 那不是你男朋友吗? 旗下扭头问道, 疾到的人都这么疯, 他可不是疾到, 姜若雪双手环抱, 这一次我的角色扮演游戏也到此为止了, 要演一个恋爱脑的女人真的好累, 意思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不管了, 旗下说道, 不管了, 我等死, 姜若雪进屋坐了下来, 开始闭目养神, 旗下点点头, 从桌子上抄起了那个铁盒, 第七十九章, 奇怪的罗剑, 老吕终于在即将被追到的最后关头来到了旗下的身边, 旗小子, 杀人了呀, 老吕将旗下推到身前, 你可得救救我, 发生什么事了? 旗下疑惑地问道, 见到旗下挡在面前, 阿牧显然怒不可遏, 滚开, 旗下没有让开身位, 反而伸手拦住了阿牧, 哥们儿, 有话好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有些着急地问道, 我这位队友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阿牧渐渐停下脚步, 狐疑地看了看旗下, 你是他们的首领, 旗下听后挠了挠头, 并没有回答阿牧的问题, 反而问道, 总之你先别动手, 跟我说说情况, 好, 既然你有疑问, 我就让他死个明白, 阿牧恶狠狠地说, 刚才这个老狗, 话还未说完, 一个铁盒便朝着阿牧的脸庞飞了过去, 他根本想不到眼前的男人会忽然出手, 一时之间来不及闪躲, 被击中了鼻子, 短短一个劣切的功夫, 阿牧便迅速调整了身形, 妈的, 真有你的呀, 虽然鼻子还是很酸, 但阿牧已经明白眼前的男人不太好惹, 如果掉以轻心的话, 自己很有可能在制裁到来之前被杀掉, 他刚刚站稳脚跟, 还未摆出还击的架势, 旗下便甩出一拳再一次打在了他的脸上, 阿牧见到旗下出拳的样子很业余, 本以为这一拳不会有什么实际威力, 可没想到自己却直接被撂倒在地, 整个太阳穴都在隐隐作痛, 旗下紧接着冲着他的下巴猛踢一脚, 阿牧便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见到对方已经失去站立, 旗下缓缓地扔掉了手中握着的锁头, 被这东西击中太阳穴, 一般人爬不起来, 谁在乎到底发生了什么, 旗下冷冷地说道, 我的队友你也敢动, 愿赌就要服输, 正在此时, 光头和金毛也赶到了此地, 旗下感觉有些奇怪, 为什么对方的柜门也打开了, 难道对方紧随其后也迫移出了密码, 阿牧, 二人着急地跑上前来, 发现阿牧已经被人打翻在地, 杀了他们, 阿牧有气无力地说道, 再不动手, 咱们就要被制裁了, 妈的, 二人站起身, 纷纷从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 见到这一幕, 旗下和老吕都向后退了一步, 虽然旗下下手颇为很辣, 但面对两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持刀混混, 依然想不出任何的对策, 喂, 地狗, 旗下咬着牙大喝一声, 玩家私斗, 你不管吗, 隔了几秒钟, 远处才传来地狗有气无力的声音, 管, 当然要管, 但请各位稍等啊, 我正在收拾东西, 晚点再来, 哼, 光头混混将刀缓缓地举了起来, 说道, 生肖本就希望我们在游戏里自相残杀, 又怎么会出手阻拦, 旗下的面色阴沉到极点, 他从未想到, 玩家们自相残杀也是被规则默许的, 之前他们和张山在地牛的游戏场地大打出手, 地牛也是最后才出手阻止的, 看来这次的情况只会比当时更糟, 老吕带着张晨泽跑, 旗下低声说道, 我刚才待的房间里有窗, 打破窗子跑, 其小子, 那你呢? 老吕有些心慌地问道, 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们, 你, 老吕的眼珠子转了转, 很快就下了决定, 那你自己小心, 他回头拉起张晨泽的手冲进房间里, 将座位上的姜若雪一把拉开, 然后举起椅子打碎了窗户, 快走, 老吕冲张律师喊道, 那群人是亡命之徒, 真的会杀人的, 一旁的姜若雪, 饶有兴趣地看着二人, 嘴角也扬起一抹微笑, 不行, 我不能走, 张晨泽说道, 大叔, 请不要碰我, 都他娘的, 啥时候了呀? 老吕感觉眼前的姑娘, 实在是有点太倔强了, 现在可是在逃命啊, 我碰你一下咋了, 旗下不走, 我也不走, 张晨泽说道, 要逃命的话, 你自己逃吧, 说完,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细长的玻璃碎片, 反手握在手中, 转身就要向门外走去, 丫头骗子你袖斗了, 老吕都快急疯了, 他上前一步抓住张晨泽的手腕, 你拿这个破玩意要干啥啊? 人家可是有刀的, 请不要碰我, 张晨泽的眼中透出一丝冰冷, 在这种地方想要活下去, 光跑是没用的, 我去和他们拼命, 姜若雪听着二人的聊天, 不由得乐开了花, 你们真的好有意思啊, 他捂着嘴, 非常不合时宜的笑着, 二人同时望了他一眼, 但谁都没有答话, 老吕继续劝说着张晨泽, 小丫头, 你看过电视剧吧, 本来逃走就没事的, 有的人非要回去送死, 你现在不就是这种添乱的人吗? 张晨泽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若是只有旗下一人, 他的死亡几率确实很高, 可如果我带着凶器加入战局, 我和他二人的生存几率将会成指数倍的增长, 啥玩意, 老吕听了一头雾水, 你他娘的拿着玻璃茶子冲上去, 就成指数倍的增长了, 姜若雪被逗得不行, 在一旁笑出声来, 你到底在笑什么? 张晨泽问道, 我, 姜若雪走到张律师身边, 开口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对付那两个人? 我也不知道, 张晨泽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玻璃碎片, 运气好的话, 我能用这个东西捅破一个人的喉咙, 姜若雪缓缓地伸出手, 握在了张晨泽的手, 一字一顿地说道, 姐姐, 你要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 张晨泽有些不解, 没错, 就像你自己说的, 姜若雪笑着对张晨泽说道, 正因为你的加入, 你和旗下的存活几率才会变高, 所以, 你出现一定会杀死其中一个人, 而你要杀死其中一个人, 就一定要用玻璃刺破他的喉咙, 这一切都是注定好的, 所以不要说什么运气好的话, 什么意思? 张晨泽还是不懂, 女士, 你不是和对面是一伙的吗? 我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乎谁是队友吗? 姜若雪慢慢地放开了张晨泽的手, 说道, 去吧, 一条人命等着你去拿。 第八十章, 吕不在世, 姜若雪的一番话, 姜老吕和张晨泽都说得有些猛, 但如今事态紧急, 根本来不及过多的思考。 张晨泽深呼吸了三次, 拿着玻璃碎片就冲了出去, 旗下此时正脱下自己的外衣绑在手臂上, 试图跟两个男人周旋。 旗下? 我来帮你了。 张晨泽将随玻璃举起, 站在了旗下身边。 帮我? 你疯了? 旗下咬着牙说道, 快走啊。 没事的, 张晨泽似乎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会没事的。 金毛混混见到旗下分心, 立刻向前跑去, 只要在这千军一发之际将刀子塞进对方的胸膛, 一切都结束了。 旗下小心。 张晨泽也向前一步, 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胡乱地将玻璃碎片往前一定。 金毛见到这一幕不由觉得好笑。 拉向旁边一侧身, 想要躲过眼前的女人, 却不曾料想一脚踩到了地上的金属盒子。 哎? 她的身形一歪, 整个人立刻失去了重心, 接着向前一扑, 用自己的喉咙撞在了玻璃碎片上。 可! 金毛的嘴中立刻吐出了大量的鲜血。 你! 旗下一愣, 赶忙一把将金毛推走。 脱离了玻璃碎片, 她的喉咙如同打开的水龙, 哗哗地喷着鲜血。 阿烈! 光头大吼一声, 快步上前来扶住自己的同伴。 光头不断地用手堵住金毛喉咙上的伤口, 看起来非常慌张。 旗下也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那个金属盒子, 是自己之前攻击绿毛时掉在地上的, 没想到在此时居然帮了大忙。 这是多么幸运的巧合。 张晨泽此刻才终于睁开眼, 忽然发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阿! 她吓得赶忙丢掉手中的玻璃碎片。 之前口口声声说着要杀人, 如今真的杀了人, 让原本是律师身份的张晨泽花容失色。 旗下没有犹豫, 在张晨泽丢掉玻璃碎片的同时, 立刻从地上捡起来方才金毛掉落的匕首。 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你们他妈的找死! 光头发了疯一样的怒吼一声, 然后举起匕首挥舞着砍了过来。 旗下立刻将张晨泽推进屋里, 紧接着后退了几大步。 这种没有张法的攻击最难躲避, 因为根本不知道对方要攻击哪里, 旗下只能尽可能地与光头拉开距离。 可旗下毕竟站在走廊的尽头处, 三五步的功夫就已经被逼入了死角。 虽然双方都手持匕首, 但旗下的想法只是保命, 对方却像是一只湿了着的疯狗。 我和你拼了。 光头举着匕首狠狠地挥下, 旗下赶忙侧身闪避。 趁着对方挥空的功夫, 旗下当机力断地划上了对方的胳膊, 旗下自知这一下划得非常深, 似乎割到了骨头。 想死的话就来吧。 旗下威胁道, 光头完全没有在意伤口的疼痛, 举起刀子转身就刺向旗下的心脏。 旗下自知来不及闪躲, 赶忙将身子放低, 本该刺向心脏的刀子也刺进了他的肩膀。 他痛苦地闷哼一声, 立刻用自己的匕首朝着对方的腹部刺去。 可下一秒, 光头伸出左手, 牢牢抵住了旗下的刀刃, 匕首也毫不留情地刺穿了他的手掌。 就凭你也想杀我。 光头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道, 你杀过人吗? 不等旗下回答, 光头立刻将旗下肩膀上的匕首狠狠地一转, 大片的血肉被挖开。 啊, 旗下痛苦地惨叫一声, 整个人痛得快要昏厥了。 就在此时, 一个肥胖的身影忽然冲了过来, 从背后死死地抱住了光头。 光头一愣, 右手的匕首也脱了手。 妈的, 光头发现抱住自己的人正是奸细老吕,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是你毁掉了我们的钥匙是吧。 老吕虽然非常害怕, 但依然死死地抱住对方, 他知道自己一旦松了手, 旗下必死无疑。 光头将自己左手翻转过来, 从手上的血肉中拔出匕首, 翻手一次就噎进了老吕的肋骨。 啊? 老吕一愣, 只感觉有个冰凉的东西闯进了自己的血肉, 这种感觉他从未体会过。 光头咬着牙, 将匕首拔出来又连刺了几次。 这下, 老吕才终于感受到了彻骨的疼痛。 老吕浑身发着抖, 可依然没有松手, 他张开嘴咬住了光头肩膀, 狠狠地一扭头, 居然连皮带肉撕了一大块下来。 光头哀嚎一声, 拿起匕首准备彻底了结老吕的时候, 灵晴不知从哪冒出来, 拿着一块玻璃碎片刺中了他的手臂。 旗下, 你再不动老吕就要死了。 他面容慌张地大喝一声, 这一声吼叫让即将昏厥的旗下醒了过来, 虽然他的整个左边身体都失去了知觉, 但此时此刻绝不是倒下去的时候。 等他看清眼前的局势之后, 面色一惊, 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自己肩膀上的匕首, 怒吼了一声就刺进了光头的脖子。 光头瞬间没了力气, 几个人也都因为失利而倒在了地上。 老吕, 旗下一把将光头掀开, 赶忙查看老吕的情况, 可是仅仅看了一眼, 旗下的声音就开始发抖了。 老吕, 你怎么样? 老吕躺在地上不断地抽搐, 他的左侧肋骨已经血肉模糊了。 旗小子, 你关键时刻不太聪明啊。 老吕苦笑了一下, 脸色已然苍白无比。 是, 我不如你聪明。 旗下伸出颤抖的双手, 用力捂住了老吕的伤口, 可鲜血还是从他的指缝中流出来。 老吕, 你别死, 这次的门票我还没还给你。 我他娘的怎么会死呢? 老吕叹了口气, 说道, 旗小子, 要知道我的本名叫什么, 肯定就不担心我了。 叫什么? 我说了你可别笑, 老吕苦笑一声, 以前我跟别人说我的本名, 别人都会笑的。 我不笑, 我保证不笑。 旗下正在想办法给老吕止血, 可是光头下手实在是太狠了, 血完全止不住。 我叫吕凤仙, 老吕干笑了几声, 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 是不是一听就死不了? 你他妈的是吕不在世, 当然不会死。 旗下跪在地上不断地颤抖, 一直到自己头痛欲裂, 一直到老吕没了动静。 旗下将老吕一把拉到身前, 低声说道, 有几件事我要和你交代一下, 跟我交代, 老吕有些摸不着头脑, 旗小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对策? 游戏马上就开始了, 赶紧告诉我啊。 旗下听后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也不算对策, 老吕, 如果对方邀请你加入的话, 你也可以答应下来。 啥? 老吕愣了一下, 随即明白了过来, 记中记是不是, 我先答应下来, 然后再从内部把他们给。 不, 旗下摇摇头, 老吕, 我们就在这分开吧。 哎? 我仔细思索了一下, 我们只认识了很短的时间, 为了你而赌上性命的话, 整支队伍都不会安心的。 旗下认真地解释道,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提前脱离队伍, 一旦对抗起来的话, 我们大家都没有压力。 你, 老吕的表情有些失落, 明明是个中年胖大叔, 看起来却委屈得像个孩子。 对不起, 老吕, 我只是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奇小子, 老吕忽然开口打断道, 你说, 你们不能为了我而赌上性命, 但我可以啊。 什么?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都先不要行动, 我会在第一时间拿出我自己的诚意, 你看了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老吕说道, 可如果最后关头我们不接纳你, 你就死了。 旗下说, 你可不是那样的人。 老吕憨笑着说, 我老吕虽然卖了一辈子袜子, 但关键时刻看人很准啊, 你等着的。 唉,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话虽这样说, 但我还是不会完全相信你, 只能看看你的表现再说。 第81章, 放弃, 痛。 旗下抱着自己的脑袋, 全身颤抖不已。 灵晴站在旗下身边, 一脸为难地看着他。 虽然这个场面他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 但旗下的表现总令人不安。 旗下一直都跪在地上哀嚎, 脑海中传来的巨大痛感, 已经远远超过肩膀上的刀伤。 姜若雪见到这一幕后, 将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说道, 你们的队长看起来很奇怪, 他一直都是这样, 好像每次有人死了, 他就会头痛。 那他杀人的时候怎么不痛? 姜若雪问, 这。 灵晴根本不知道旗下头痛的原理, 但根据他的记忆, 旗下确实是在每次有人丧生之后才会头痛的。 他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催眠了一样。 姜若雪继续说道, 每次要感到悲伤的时候, 大脑就会以疼痛来麻木这个感觉。 灵晴听到这番话, 仿佛醍醐灌顶一般地瞪大了眼睛。 催眠? 哦? 你懂催眠? 姜若雪扭过头, 看向眼前的灵晴。 灵晴没有回答, 反而陷入了思考, 有道理, 若是催眠的话, 的确有可能造成这个效果。 可那不仅需要极其高超的催眠技术, 更要旗下的全身心投入的配合才行, 这种水准国内应该没有人能够做到。 灵晴说完之后, 感觉更加疑惑。 如果国内没有人能做到, 国际上的催眠师就更不可能了。 催眠不同于其他的心理咨询手段, 若对方使用的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 人类很难放松心理戒备, 更不可能使大脑进入无意识状态。 所以你是心理医生? 江若雪问道, 我是心理咨询师。 灵晴回答说, 江若雪, 你是不是很懂催眠? 不懂。 江若雪摇摇头, 但我被人催眠过, 当时催眠师给我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 说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人类通过催眠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封印起来的。 我看这个旗下就很像这种情况。 是的, 这种技术只能存在于理论中, 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有人做到的。 二人正说着话,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地狗终于现身了。 哎呦, 搞成这个样子, 他看了看地上已经死掉的光头, 金毛和老吕, 表情有些为难。 你们这些参赛者打架, 真是没轻没重的。 话音刚落, 他就来到了奄奄一息的阿牧身边, 举起自己的右脚, 狠狠地踩碎了对方的人头。 鲜红的脑浆伴随着翠绿色的头发, 煞世间如烟花般溅落一地。 张承泽和林晴都别过脸去, 虽然他们见到了很多次死人的场景, 却依然忍受不了人命像牲畜一般被涂漏。 我好像该上路了。 见到缓步走来的地狗, 姜若雪冲二人笑了笑, 没什么事, 得话我就先挂了, 有空再联系。 地狗见到对方如此识趣地送死, 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他不再废话, 伸出手抓向了姜若雪的脖子。 慢着, 旗下慢慢地站起身来, 看表情已经不再头痛了。 做什么? 地狗扭头看向他。 捕着自己的肩膀说道, 从现在开始他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 你不可以杀死他。 在场众人听到这话纷纷一论, 连姜若雪本人都带了一下。 你搞什么? 我从头到尾都没帮过你们啊。 那不重要, 总之, 这不违反规则吧。 旗下看着地狗, 一脸认真的问道。 地狗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确实如此, 只要你们抛弃自己队伍的奸细, 就可以接纳新的奸细。 说完, 他慢慢地缩回了手,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非常脏的布包。 这里是二十颗道, 连通地上的所有尸体, 现在都是你们的奖品了。 地狗摆了摆手, 将刀扔在地上, 转身离去了。 尸体也算是奖品, 旗下的眼神逐渐暗淡下来。 我开始厌恶这个鬼地方了。 这就是你不识货了。 姜若雪对旗下说道, 尸体可是好东西, 有许多幸存者都靠吃尸体活着呢。 吃尸体? 灵晴一愣, 真的假的? 怎么, 在这个地方除了尸体, 不远处的张律师忽然开口了, 刑法第302条, 侮辱尸体罪。 盗窃, 侮辱, 故意毁坏尸体, 尸骨, 骨灰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你没事吧? 姜若雪不解地看向张律师, 在这个地方, 法律还生效吗? 张律师有些恍惚, 他低头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 继续说道, 刑法第232条, 故意杀人者, 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姜若雪和灵情面面相去, 纷纷摇了摇头, 你只是自卫。 旗下说道, 我亲眼看到那个男人自己撞到了玻璃上, 和你没关系。 张承泽这才回过神来, 一脸担忧地来到旗下身旁, 看了看他的伤口。 这个伤口让他想起了韩一墨。 韩一墨左侧肩膀受伤之后, 很快就死了, 这一次会不会轮到旗下? 各位, 这20颗刀还有尸体身上的那些, 你们分了吧? 旗下将布包往前一推, 我们分了, 你呢? 张律师问, 我止不住伤口的血, 旗下默默地低下头, 就算我包扎好了伤口, 往后的几天也会因为刀伤无法行动, 这场游戏我输了。 你在说什么, 灵情瞬间有些慌乱, 你现在放弃的话, 之前的努力都算什么? 对啊, 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我们回去找赵医生吧。 张律师也带着哭腔说道, 没用的, 旗下摇摇头, 就算赵医生真的肯帮我, 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伤势变轻。 旗下咬着牙站起身来, 看了看二人, 表情非常失落。 我本来不想放弃的, 我的妻子一直都在家中等我, 但我做不到了, 剩下的事只能交给你们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又说道, 如果你们不想再去参与游戏, 我也不会有意见, 毕竟每个人的命都是自己的。 姜若雪双手环抱在胸前, 漫不经心地开口说道, 旗下, 你再演戏给我看吗? 第82章 回想, 什么?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我不傻。 姜若雪笑着说, 你若是怕我阻拦你, 又为何把我留下呢? 旗下捂着自己的伤口, 脸色逐渐苍白了起来。 让我来猜猜, 你是希望我给其他几道者报信, 让所有人都以为旗下已经放弃了, 所以才留下我的性命的, 对吧? 几道者? 林晴和张晨泽面面相去, 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确实很聪明。 姜若雪点头道, 可你算错了一件事, 那就是, 我根本不关心你是否会集齐三千六百个道, 我也不会阻拦你。 旗下的面色异常阴沉, 没想到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被对方看透了。 虽然同为疾导者, 但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都是不同的。 姜若雪从自己的手腕上拿下一根皮筋, 将自己散落的头发扎成丸子头, 然后说道, 有的人热衷于破坏比赛, 有的人喜欢毁掉道, 还有的人在街上招摇撞片的扮演原著名, 但我不同。 你有什么不同? 旗下问, 我喜欢体验不同的游戏, 看人们勾心斗角。 姜若雪毫不避讳地回答道, 集盗者们虽然都是一群疯子、 骗子、 赌徒, 但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守护这里。 而我守护这里的方法, 就是煽动那些良人参与游戏。 所以, 你是托? 旗下一针见血地问道, 托? 姜若雪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照你这么说, 我还真是托, 只不过没人给我钱。 旗下一时之间无话可说, 心中只能不断地思索一个问题, 急盗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呢? 姜若雪问, 真的要放弃吗? 你说呢? 旗下松开捂住伤口的手, 然后给姜若雪展示了一下手指尖的血迹。 你能让我痊愈吗? 这我确实做不到。 姜若雪摇摇头, 我想不明白让你痊愈的逻辑关系, 否则我一定会救你的, 毕竟你刚刚保下了我的命。 见到旗下三人依然面带警惕地看着自己, 姜若雪也不再自讨没趣, 他伸了个懒腰露出自己性感的曲线, 然后问道, 你们要杀我吗? 不杀的话, 我走了。 三人本就不是穷凶极恶之徒, 自然没有杀姜若雪的理由。 转念在一想, 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对方的理由。 我真走了? 姜若雪又确认了一遍, 见到众人还是没有反应, 他无态地摇了摇头, 激起了远方一阵钟声。 听到这阵激荡心灵的声音, 旗下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钟声到底代表着什么? 姜若雪回过头来, 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念在你救了我的命, 我可以魄力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好, 旗下点头, 见到旗下答应下来, 姜若雪才开口说道, 目前已知只有两种情况会让钟声响起, 第一是听到回响, 第二是回响消失。 什么是回响? 旗下又问,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姜若雪摇摇头, 我们的关系有这么好吗? 旗下捂着伤口, 面色逐渐暗淡下来。 姜若雪似乎有些愚心不忍, 便说道, 旗下, 这一次我魄力多回答你的问题。 回响是个很抽象的东西, 有的人终生理解不了, 而有的人就算理解了, 也无法发挥回响的力量。 今天我的运气很好, 连续成功了两次回响, 这也是你们能活到现在的原因。 张晨泽仿佛想到了什么, 果然, 被我用玻璃杀死的那个人, 是你动的手脚。 如果你们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动手脚上, 怕是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回响。 姜若雪转过身就要离去, 走了三步之后,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听声说道, 旗下, 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悲伤, 人在极端的情绪之下, 才会听到回响。 话罢, 姜若雪推开旅馆的门, 走上了街道。 喂,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 旗下远远喊道, 先牵着吧。 姜若雪没回头, 紧紧挥了挥手, 她的一番话, 让众人听得云里雾里, 但旗下, 却感觉自己抓住了什么线索。 按照旗下的理解, 回响似乎是某种超能力, 这种超能力会随机出现在某些人的身上, 而此时, 剧中也会响起, 屏幕上会提示我听到了回响。 换句话说, 之前的每一次钟声响起, 都是有人获得了这个名叫回响的超能力, 而第二次钟声响起, 代表使用者隐藏起了超能力, 或者使用者丧命了。 李警官是回响者,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李警官? 林晴和张晨泽同时看向旗下, 李警官临死之前, 钟起了第一次钟声, 他死后又响起了第二次钟声, 旗下试图将李警官当时的诡异行动 跟这个超能力结合起来, 这说明他在临死之前获得了这个能力, 可是他的表现很奇怪。 旗下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那个老旧的金属打火机, 对林晴和张晨泽说道, 他当时就像一个魔术师从空烟盒中掏出了烟, 又从空口袋中掏出了打火机。 什么? 张晨泽疑惑地看着旗下, 这两样东西不是你带给他的。 不是。 旗下摇摇头, 当时怕你们的精力过多地关注这些问题, 所以我隐瞒了没说, 但现在想想, 他确实是短暂地获得了这份超能力。 所以, 你是说, 林晴伸出自己的手笔花着, 这个叫做回响的超能力, 可以让人凭空变出东西。 不。 旗下再次摇摇摇头, 若是仔细理解一下姜若雪的话, 再结合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个叫做回响的东西分为很多个类别, 每个人所获得的能力也不相同, 目前已知的有招哉和嫁祸, 以及李警官的隔空取物。 张晴泽也在此时点头插话道, 那个姜若雪的能力也与李警官不太相同, 他好像可以控制一件事情的逻辑关系。 第83章, 放弃的前兆, 逻辑关系。 不管怎么说, 这个叫做回响的超能力, 都已经超出了众人的理解范围。 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不仅有着像神一样的人, 还有遍布街道的疯子。 众多参赛者在这里被随意屠戮, 现在居然还可以获得超能力。 若这不是一场梦, 谁又会相信? 旗下, 张晴泽看着旗下的伤势, 表情很是担忧。 你刚才没有骗到姜若雪,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骗? 旗下捂着伤口摇了摇头, 我没有骗人, 而是真的要放弃了。 哎? 二人着实有些愣了, 你真的要放弃? 是的, 旗下的眼睛如同一汪死水, 我的身上被人刺了这么大一个窟窿, 想要继续参与游戏是不可能的。 张晴泽和林晴未曾想到 旗下居然会如此果断地放弃, 一时之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不要灰心, 我也会一些包杂。 林晴说道, 我们先找个地方给你把鞋止住, 接下来还有好多天的时间, 说放弃有些太早了。 直雪, 旗下抬起头看了看天色, 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 现在才到傍晚。 是啊, 旗下, 张晴泽也在一旁复合道, 你比我们都有希望集齐三千六百个道, 你若是放弃了,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三人找了一间破旧的按摩店落脚。 按照张晴泽的想法, 按摩店有单独的隔间和床铺, 至少能让旗下好好养伤。 这间按摩店和其他的建筑物一样, 屋内几乎已经完全破败了, 好在还能找到一些布满。 林晴将布满撕成细条, 正在为包杂做准备。 张晴泽也收拾出了一个干净的单人沙发, 二人将旗下扶到沙发上, 然后脱掉了他的上衣。 旗下的上衣已经完全被血液浸透, 拿在手中感觉很沉, 只要稍微一扭动, 衣服里的血水就哗哗地往下掉。 二人此刻也终于明白, 就像旗下自己说的, 他的伤势不必说继续参与游戏, 连站着都要用尽全力。 林晴看了看旗下的伤口, 感觉有些不妙。 那个光头将匕首刺进了旗下的肩膀的时候, 旋转了刀刃。 这个动作使得原本应该是一道切口的伤势, 绽放成了一朵红色的肉花, 不仅使体表的皮肉完全撕裂, 更有可能伤到了体内的肌肉组织。 我们没法缝合伤口了, 林晴说道, 你先忍一忍, 我给你包扎。 光包扎没有用, 旗下从口袋中掏出了那个破旧的金属打火机, 找一块干燥的木头, 点燃之后可以给我止血。 这, 林晴有些为难的结果打火机, 可能会很疼。 没事, 旗下刚要说什么, 却忽然听到了不远处有轻微的响动声, 那声音就像有什么东西, 非常有节奏地撞在墙上。 怎么? 噓! 旗下让二人静了声, 侧耳仔细听去, 这栋建筑物里好像有人。 有人? 二人赶忙将自己的声音压了下来, 也仔细听了听, 屋内确实有什么东西在响动。 可能是原住民, 旗下缓缓站起身, 说道, 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我们换个地方吧。 别, 你的伤势不允许在四处走动了, 我去看看。 张晨泽说道, 我们进来这么久的时间, 如果有危险的话, 早就死了。 不行, 旗下刚想伸手拦住张晨泽, 可他做事总是雷厉风行, 一个剑步已经冲了出去, 旗下剑撞只能回头叫林晴, 快拦住他, 没必要冒险。 林晴点了点头, 赶忙蹬了上去。 可是这间按摩店本就不大, 走廊两侧夹起来只有四个隔间, 张晨泽几秒的功夫就找到了发出响动的房间。 他稍微思索了一下, 伸手敲了敲门。 晨泽! 林晴有些着急的小声说道, 小心原住民啊! 原住民应该不会伤害我们。 张晨泽见到没人应答, 便伸手推开了房门。 刚刚推开门, 一股恶臭就传了出来, 将二人纷纷逼退了一步。 屋内, 一个受骨如柴的男人正背对门口的方向, 在给床上的客人按背。 二人看清眼前的景象之后,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 原住民不会伤人, 可是原住民的行为总是能够让人挤背发寒。 那趴在床上的客人根本就是一具干湿, 金兽男人却将双手交叉, 不断地在干湿的后背按压着。 他看起来已经按了很久了, 干湿的整个后背都被压扁了下去, 恶臭的液体也见得满床结实。 客人, 力道还可以吗? 客人, 力道还可以吗? 金兽男人一边毫无生机地询问, 一边用力地向下按压着。 他的手隔着干湿撞在了床板上, 发出咚, 咚的声音。 两个女生愣在原地, 半天没动。 旗下缓缓地走来, 从二人背后伸出了手, 将房门关上了。 别受影响。 说完, 旗下就找了一间还算干净的隔间走了进去, 坐在了床上去找根木头吧。 灵晴回过神来, 知道现在给旗下止血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赶忙转身去寻找干燥的木头了。 而这一头, 张成泽看着刚才的房间若有所思, 几秒之后, 他开口问道, 旗下, 你说这些人原来都和咱们一样吗? 旗下没有回答, 反而对张成泽说道, 张律师, 你以后不要这么冲动啊, 若房间里面不是原住民, 而是一群像之前光头那样的亡命之徒, 你要怎么办? 张成泽慢慢低下头, 回答说, 我有点关心则乱了。 如果这里不能休息的话, 你的伤势会加重的。 关心则乱? 旗下感觉稍微有点尴尬, 他思索了一会儿, 对张成泽说, 张律师, 你要知道, 我从那个巨大微波炉里救下你, 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赢得游戏。 这并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关照。 我知道, 张成泽点了点头, 可能是因为李警官的事情, 一个那么好的人就在我眼前死去了, 我担心你也会变成那样。 那么好的人, 旗下沉默了, 他回想起李警官迷流之际给自己讲述的故事。 李警官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好人吗? 第84章, 我叫李尚武。 我叫李尚武。 我说谎了。 2010年5月22号, 我和同事接到任务, 前去蹲守一名诈骗犯。 这名诈骗犯名叫张华南。 他为人非常狡诈, 有过数次前科。 更加棘手的是, 张华南具有极其高超的反侦查意识, 曾数次逃脱警方的围捕。 而这一次的诈骗案中, 张华南也被迅速列为重要嫌疑人之一, 由我和同事日夜蹲守。 李队, 来一根。 小刘从怀中掏出了我最爱的东虫下草烟, 他不是什么有钱人, 却总爱揣着50多块钱的烟, 平时自己不抽, 动不动就给我递一根。 小刘, 你每个月挣多少钱? 我没有接那根烟, 反而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红将军, 八元一包, 便宜, 净大。 两千七。 小刘说道, 李队您不是知道吗? 你每个月两千七, 抽东虫下草。 我叼了一根将军, 小刘赶忙地上打火机。 李队您这是说哪儿的话? 小刘赶忙陪笑说道, 东虫下草我哪儿舍得抽? 这不是给您喂着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 对他说, 咱是刑警, 谁能办案子, 谁就牛逼, 职场上的那一套, 你少学。 是是是, 李队您说的是, 小刘把东虫下草放进怀中, 自己又掏出一包六元钱的长白衫。 我这不正在跟您学习办案子吗? 说实话, 小刘人很聪明, 悟性也很好, 据说在警校的时候, 也一直都名列前茅, 可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他的, 小小年纪偏偏偏学了一身油腻的官场本事, 一加入警队, 就让我们这些前辈头痛不已。 李队, 您说, 咱能蹲到那个张华南吗? 这, 我微微思索了一下, 你管那么多, 上头让咱在这蹲着, 咱们只管遵守命令就行。 我们把车停在张华南家的马路对面, 全神贯注地盯着唯一的出入口。 这种蹲守一般都是两人一队, 方便其中一人休息换班, 可我们不知道要再次蹲守多久, 这种未知的煎熬会在无形之间增大烟瘾。 早知道我该带条裤衩来的, 小刘说道, 干什么? 你小子要在这儿换裤衩? 哈哈, 小刘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开玩笑的, 李队, 再来一根。 我们在这封闭的空间里, 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由于不敢打开车窗, 车内很快就雾蒙蒙的一片了。 小刘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空调换换气, 否则在这种环境下, 肺癌的几率趋近于百分之百。 时间整整过去一天, 我们二人都没合眼, 我因为经常熬夜的关系, 感觉还能扛得住, 可小刘已经昏昏欲睡了。 你休息一会吧。 我说, 我一个人盯着就好了。 李队, 那能行吗? 您还没休息? 我怎么能先睡? 他虽然嘴上在逞强, 但眼皮已经在打架了。 没关系, 你睡吧, 晚上我叫你。 那, 那行, 我就咪半个小时。 不到二十秒, 小刘的憨声就响了起来, 看起来这孩子累坏了。 在确认他熟睡之后, 我从口袋里慢慢地掏出手机, 看了看未读短信。 四条短信中有三条都是喧喧发的。 爸爸, 你今晚回来吃饭吗? 爸爸, 奶奶说你这两天出任务去了, 你要注意安全呀。 爸爸, 下个礼拜五下午开家长会, 到时候你能回来吗? 我略微皱了一下眉头, 还是给萱萱回了一条信息。 过两天我就回家了, 你好好吃饭。 发送完成之后, 我打开了第四条未读短信。 那个陌生号码仅仅发来三个字, 还在蹲。 我再次瞟了一眼身旁熟睡的小刘, 然后向另一侧挪了挪身体, 快速地回复道, 别他妈废话, 藏好了。 做完这一切, 我把手机揣起来, 又将座椅慢慢放倒, 准备一小觅一回。 队里新买的车真是有点高档, 这座椅竟然是电动的, 会慢慢地放倒, 不至于像以前的车那样忽然倒下去, 让人闪到腰。 至于蹲守张华男, 别逗了, 有我在, 他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忽然被一阵猛烈的窑洞给晃醒了。 我慌忙地睁开眼, 发现小刘正在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李队啊, 你怎么也睡着了? 嗯? 我刚睡醒有点猛, 想了半天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 你醒了? 坏了。 李队, 咱俩都睡着了, 要是张华男那小子现身了可怎么办? 没事, 他跑不了, 我揉揉眼睛将座椅回归原位。 跑不了? 哦, 我是说我刚刚才睡下, 应该不会那么巧的。 哎, 小刘看起来还是一脸都不放心, 他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说道, 我就说我不该睡的, 这下惨了, 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犯了错。 没事的, 小子,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来也奇怪, 小刘从这一刻开始仿佛打了鸡血, 一连两天没合眼。 中间我都睡了好几次, 可每次醒来都能看见小刘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楼洞。 你小子想猝死吗? 我有些担忧地问, 现在我醒着, 你睡一会吧。 不行, 小刘的黑眼圈非常重,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憔悴。 李队, 我这次说什么也不休息了, 必须等到张华男现身。 正在这时, 我口袋中的手机又响了, 就算是诺基亚6300, 如今也快耗尽电量了。 我打开手机一看, 张华男那小子居然又给我发短信了。 我不动声色地测了测身体, 想看看对方发了什么。 小刘却冷不丁地在我身后问道, 队里有命令了? 哦, 没有。 我笑了笑, 手中捏着手机往旁边躲了躲。 不是队里, 那是谁发的? 他呆呆地望着我手中的手机。 我知道, 一般人可问不出这种失礼的话。 小刘现在由于长时间缺乏睡眠, 整个人有些恍惚了。 见到他的样子, 我顿时心生一计。 我把手伸进兜里, 将烟盒中的烟挪到口袋里, 然后把空烟盒拿出来, 在他眼前晃了晃。 小刘, 你去买包烟吧。 买烟? 这附近没有小麦波啊。 他愣了一下说道, 可是我一根烟都没了。 我把烟盒和手机都揣进怀里, 对他说道, 附近没有的话就去远一点的地方, 长时间熬夜的话, 没有烟可不行。 而且车上的矿泉水和面包也快没有了, 你方便的话也都买一点。 他呆愣地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点点头, 说道, 好的理对, 我去去就回。 第85章, 刀档货。 见到小刘慢慢地消失在远处的街道, 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立刻给张华南回了信息。 你不要命了吗? 别主动联系我。 让我没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的张华南在收到短信之后, 没有任何动静。 我也只能从口袋中掏出先前藏好的烟, 又点上了一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的心情也逐渐焦躁起来, 要蹲守一个根本不会出现的人, 这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就当手上的烟快要抽完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车门响动, 本以为是小刘回来了, 可那人却直接坐在了后排。 李警官, 别来无恙, 一个许久未曾听到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让我浑身一颤。 张华南。 你他妈疯了?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张华南从我手中拿过烟蒂, 狠狠地吸了一口。 什么车? 反正没有警车的涂装,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漫不经心的表情, 感觉越发的生气。 你难道不怕我现在就开车把你拉到警局? 有。 老李, 咱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张华南讥笑着望向我, 七年前你抓我的那一次, 我可是给了你十万块钱给萱萱治病, 你得治安图报啊。 你的恩我他妈早就报完了。 我咬着牙, 心中万分纠结, 早知道我就不该和这个人渣扯上关系, 我让你消停一些, 结果你却接连惹伤案子, 我还是应该亲手把你送进警局的。 你就这么跟萱萱的救命恩人说话。 张华南将抽完的烟蒂丢出了窗外, 萱萱现在上小学了是吧? 我记得是四年级六班。 你, 听到萱萱的名字从这个人扎嘴中说出, 我瞬间怒不可遏。 你要是感动萱萱, 我绝对把你碎尸万段。 咱们是相互的。 张华南笑了笑, 你把我逃脱追捕, 我就不会动他。 我心中隐隐地知道, 只要上了这艘贼船,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下去。 七年前我亲手抓捕张华南的时候, 他却忽然要给我十万元买他自己的命。 虽然我向来饥饿如愁, 可我的女儿萱萱却患了非常罕见的疾病。 医生说, 那叫克里格勒纳贾尔综合征。 他告诉了我, 这个病有多么罕见, 也说了很多应对这种疾病的方法。 可我一个字都听不明白。 我只知道, 萱萱要医治肝脏, 我需要钱。 张华南的十万块钱确实救了萱萱的命。 可也从那一天起, 他就威胁我会把当年的事情捅出去。 张华南哪里是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只是有我的帮忙而已。 我不能让萱萱出事, 他是我已故战友的孩子, 叫了我十年的爸爸, 自然是我的女儿。 张华南, 我是有底线的。 我看着后视镜里的人渣开口说道, 你若是不想被抓, 这些年最好老实一些, 否则我绝对会让你后悔的。 妈的, 张华南的表情忽然阴冷下来, 呃狠狠地骂了一句, 李尚武, 你还跟我谈上条件了? 我要是被抓, 道上的兄弟绝对不会放过萱萱。 听完这句话, 我心中狠狠一咎。 你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老老实实地当我的狗, 别给我动什么外星子。 张华南用脚踢了一下前座, 否则我不仅让你身败名裂, 更会让你家破人亡。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张华南如果被抓,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自己身败名裂并不重要, 毕竟错误是自己犯下的, 理应承担后果。 可是萱萱怎么办? 所以张华南不能被抓, 他得死。 我已经受够了每天给一个诈骗犯提供帮助, 也受够了魅者良心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如今萱萱的病治好了, 我也该还债了。 留下张华南的命, 这世上只会有更多的人受他迫害。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 我选择当年就把他送进监狱, 而不是背上这么多年的良心债。 可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那样做, 萱萱会不会原谅我? 张华南, 你吃饭了没? 我淡淡地开口问道, 吃饭? 他略微一愣, 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 被蹲守了这么多天, 我带你吃都好的去吧。 刚才的话就当我说多了, 你别往心里去。 这还像巨人话。 张华南仰躺在后座, 缓缓地伸了个懒腰。 你们一蹲就是三天, 我他妈的天天都在吃卦面。 我点了点头, 给车子打了火, 然后挂荡起步。 现在我需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让张华南的尸体尽量晚几天被发现。 虽然我一定会被抓, 但也要在那之前安顿好轩轩。 我一边缓慢地开着车, 一边从腰上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张华南一直都在后座瞇着眼睛, 正在闭目养神。 见到这一幕, 我把车缓缓地开到了一旁的小巷中。 可还未等车子停稳, 身后的张华南忽然发难, 他伸过来一根坚硬的铁丝, 瞬间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顿时感觉不妙, 这小子居然也想杀了我。 张华南, 你找死。 我咬着牙不断地拉扯着脖子上的铁丝, 想要转过身去, 可是双腿一直都被方向盘卡住。 你真是好算计啊, 李警官, 张华南一边用力一边说着, 你们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蹲手吧。 结果你却开车带我出去吃饭,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另一个人发现你不见了, 不会联系队里吗? 仅仅十秒的功夫, 我感觉眼前黑得厉害。 张华南真的准备下杀手, 我知道一旦我死了, 萱萱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 想到这里, 我立刻掏出腰间的手枪, 反手朝后猛开三枪,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打中了没有。 封闭的车厢内, 巨大的手枪声让我的耳朵一阵鸣叫。 我他妈的给你钱花, 你居然还想杀我? 张华南怒喝一声, 加重了手上的力气。 这一下勒得太狠, 我只感觉自己的血管都要爆炸了。 危急时刻, 我立刻按下座椅上的按键, 此时若是能够放倒座椅, 说不定还有逃脱的希望。 可我忘了, 这辆高档汽车会以最舒适、 最缓慢的节奏慢慢地将座椅倒下去。 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人的腰部, 也有可能是为了让人在疲劳的时候, 能够睡个好觉吧。 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之下, 我的眼前全都黑了。 一分钱一分货, 高档有高档的道理。 腰果然不痛呢。 第86章 我的使命 爸爸, 下个礼拜五下午开家长会, 到时候你能回来吗? 我在恍惚之间猛然睁开眼, 脖子上传来的剧痛让我知道此事绝对不能放弃。 虽然座椅放倒的速率十分缓慢, 但此刻也已经让我完全躺倒了。 张华南在这个角度根本没法用力, 只能不断地向后躲避。 我将座椅完全放倒之后, 左手继续摸索着, 很快找到了另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一旦按下去, 整个座椅都会缓缓地往后平移。 你他妈的, 张华南被我的座椅不断向后挤, 眼看就没有活动空间了。 我也终于逃脱了铁丝的束缚, 只感觉整个喉咙都在隐隐作痛, 但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不致命的都只能算皮肉之伤。 我立刻举起手枪转过身, 可眼前一片漆黑, 大脑还没从缺氧中缓过神来。 我根据声音和经验, 将枪瞄准正前方, 准备收拾掉张华南。 可此时整辆车子却猛然摇晃了起来。 几秒之后我才回过神, 这居然是地震。 我在内蒙活了三十多年, 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可这次的地震是那么清晰, 让本来就有些头欲目眩的, 我更加难以稳住身形。 连续两枪射空之后, 张华南忽然起身发难,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以前和他对过招, 这个骗子的力气并不大, 可是一招一事都很阴险。 他一只手按住我的手枪, 另一只手伸向了我左手的小拇指, 抓住之后狠狠地掰了一下。 我没料到这一招, 瞬间将左手缩了回来。 下一秒, 我终于恢复了势力, 却见到张华南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锤子。 还不等我反应, 那锤子就飞到了我的头上。 煞时间, 我感觉天旋地转, 整个人的魂魄仿佛都要从身体脱离了。 我知道这是即将晕厥的前兆, 接下来的几秒将是我最后的机会。 此时的车子也因为剧烈地震的关系, 开始随意滑行。 我从车窗里隐约看到巷子两边的房屋正在倒塌, 墙壁产生裂缝, 甚至连远处的天空上都产生了裂痕。 等等, 天空裂开了。 不等我反应过来, 张华南的锤子再次落下, 被我闲闲地躲过。 我回过神来, 知道若是不能在这里要了张华南的命, 他就会要了萱萱的命, 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人被他诈骗。 就算我要死在这里, 也绝对要把张华南拖入地狱。 我伸出一根手指狠狠地刺向张华南的眼睛, 只感觉手指一阵湿热, 直接刺穿了他的眼球。 他哀嚎一声, 松开了握住手枪的手, 我立刻瞄准他的胸膛开了一枪。 子弹清清楚楚地钻进了他的肺管, 可同一时刻, 他的锤子又轮了过来, 飞在了我的太阳穴上。 接下来的几枪不只是因为地震太剧烈, 还是因为我的太阳穴被击中, 方向完全失去了控制。 虽然我很想再补上几枪, 可我整个人的平衡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眼前能看到一片漆黑, 我连自己晕倒在哪里都不知道。 锤子似乎还在我的头上落下, 可我没有任何感觉了。 温良的液体净湿了我的双眼, 只听到自己的头骨传来了喷喷的声音。 一切都在摇晃, 一切都在破裂。 远处巨大的声音如同海浪般袭来, 惨叫声, 呐喊声, 车辆碰撞的声音, 楼梯倒塌的声音瞬间爆发出来。 不行, 我还是不能死。 我得赶紧搞定张华南, 然后下车去救人。 我需要给队里打电话, 请求支援。 要救人, 要马上救人。 地震的时候, 每耽误一分钟宝贵的救援时间, 都是在白白地葬送生命。 我有我的使命, 我不能坐视不理, 可我还会活着吗? 我现在算是活着吗? 当我睁开眼时, 面前坐着九个陌生人。 这个地方有些像审讯用的房间, 可我们从来不会准备圆桌。 圆形不会给人压迫感, 反而给人团聚和舒心的感觉。 所以审讯室的桌子通常都是方形的, 而酒店的餐桌才是圆形的。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张华南搞的什么小把戏, 可仔细想想, 我和他应该都死了才对。 我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头, 头骨稍微有些凹陷, 但是没见到出血。 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感觉到一阵刺痛。 看来当时受的伤依然在, 可我没死, 这是怎么一回事? 脖子和头骨都是致命伤, 可我却好端端地坐在这里, 我不仅能够看见、 听见, 还能摸得到自己的伤口。 警局里的前辈曾经跟我说过, 人在死的时候会把一生中做过的事情 如同走马灯一般地回忆一遍。 可我却不记得, 自己曾经见过眼前这九个人, 他们每个人都顶着一张陌生的脸, 和我一样都在四处张望。 所以, 这不是回马灯, 而是一场奇怪的梦吗? 一分钟后, 那个戴着山羊头面具的人 毫不犹豫地杀了一个人, 我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使命。 就算这是一场奇怪的梦, 就算这里是地狱, 我的使命都还没有结束, 这是让我继续还债的地方。 我要荡凭那些恶人, 更要拯救所有无辜的人。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犹豫, 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后悔。 我是一名警察, 就算在这里, 我都要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没想到我抽到的身份 竟然是说谎者, 接下来就是两难的选择。 我究竟是要先保住 无辜者的性命, 还是要活下来 亲自手刃那个戴着面具的变态。 在做了几秒钟的思想斗争后, 我明白了, 永远不要跟着闲人的思路走, 他要我们自相残杀, 可我偏偏所有人都要救。 只要大家都活下来, 一切都还有希望。 只可惜, 就算赢下这个游戏, 我也回不去了。 我杀了人, 我无法面对萱萱了, 等待我的只有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的终点只能是这里,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 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过去。 只可惜, 我的兜里连一根烟都没有, 萱萱用零花钱给我买的打火机也没带来, 接下来的日子不知该有多么难受。 若是有可能的话, 真希望能再抽一根冬虫下草。 所以就让我做完我该做的事情, 然后静静地去吧。 我叫李尚武, 我要开始说谎了。 第87章, 王不见王, 属于第三天的土黄色太阳, 再次爬上了暗红色的天空。 本应又是恶臭和平静的一天, 可按摩店内的林晴和张晨泽却慌了神。 因为旗下不见了, 他们找遍了按摩店内的所有角落, 甚至还能感受到旗下的血液在床上被风吹的冰凉, 可就是见不到他的踪影。 走廊最深处, 那个原住民依然在给干尸按摩, 让人感觉十分不安。 他走了, 张晨泽看着门外的方向怅然若失,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累了, 放弃了。 不, 不会吧? 林晴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他说不定太担心我们俩, 所以自己去参加游戏了。 二十个道都在这里了。 张晨泽拿起床上的小布包, 冲着林晴挥了挥, 旗下一刻倒都没带走, 又要如何参加游戏? 林晴一时语色, 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旗下能去哪里呢? 他如今受了伤, 身上又没有到, 拖着这副重伤的身体又能做什么。 张律师, 你愿意和我去参与游戏吗? 林晴定了定心神, 缓缓说道, 咱们俩, 张晨泽微微一愣, 你有把握吗? 我肯定不如旗下那么强, 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些人籍游戏, 若是赢了就是赚到, 输了也不会丧命。 若是有一天旗下能回来, 咱们也有足够的道重新接纳他。 张晨泽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下, 随后点了点头, 旗下能不回来? 距离烟灭仅剩七天, 旗下的伤势在接下来的几天只会加重, 完全不可能痊愈。 他真的能回来吗? 二人收拾好东西, 迎着崭新的太阳走出了按摩店。 旗下手中拿着一张血液化成的地图, 正亮亮呛呛地走在街道上。 他从未想过, 失血过多会让手脚都不听使唤, 才走了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满头虚汗了。 他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地图, 知道这是最后的希望。 天堂口。 经过三天的试探, 旗下对这里的情况已经大体有数了。 想要在这些游戏中集齐三千六百个刀, 难度和原地登天没有什么区别。 毕竟每个游戏的奖励都太过稀少了。 就算人籍游戏可以通过和生效赌命的情况下来扩大收益, 可是地籍游戏却根本没有赌命机会, 参与者在游戏中本身就会遭遇致命危险。 换句话说, 不管是人籍还是地籍的游戏, 想要获得较多的收益都要毫不犹豫地拼上自己的性命。 目前旗下经过最危险的游戏来自于地牛的黑熊狩猎, 若不是乔家境和张山的存在, 那几乎是必死的游戏。 可是如此危险的境地, 每个人最多只可以获得二十克刀。 如果旗下真的想通过参与游戏来收集刀, 那么像地牛那般危险的游戏, 需要在全胜状态下连续参加一百八十个。 这期间要死多少人, 又要受多少伤? 自己又有什么把握能够撑到最后一刻呢? 旗下计算了一整夜, 都算不出自己能够活下来的几率。 想来想去, 唯有天堂口才是最好的去处。 张山曾经说过, 他们见到有人逃脱了这里, 并且还找到了逃脱者的笔记, 现在笔记就在首领楚天秋的手中。 旗下顺着张山当时留下的地图不断前行, 终于在正午时分来到了天堂口的总部。 这里是一间废弃学校。 由于学校的牌匾已经破败了, 旗下也分不出这是小学还是中学, 只能看到映入眼帘的教学楼和篮球场。 一个男人站在校门外面, 正警惕地盯着四周。 他穿着一件运动背心, 头上扎着辫子, 看起来竟然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 旗下将肩膀上的绷带重新紧了紧, 朝着眼前的年轻男子走了过去。 见到有人走来, 男生提高了警惕, 开口问道, 良人? 良人? 旗下感觉眼前的男人的口音有些奇怪, 但也只能点点头, 我是良人。 你需要帮助吗那样? 眼前的男人不仅口音奇怪, 语法也很奇怪。 不,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我想见楚天秋。 见楚哥, 男人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请问怎么称呼? 旗下。 男生思索了一会儿, 冲旗下点了的头, 说道, 哥, 你稍等。 只见他走进校门里, 然后将大门上了锁, 随后快步地向教学楼的方向跑去了。 一楼最南边的教室里, 一个身穿黑色衬衣, 戴着眼镜的男人正在黑板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在他的不远处, 一个长相极美的女子正坐在座位上涂指加油。 楚哥, 云瑶姐, 扎辫子的男生在门口叫了一声。 进来, 云瑶头也没抬, 淡然地开口说道。 男生推门进来, 看了看二人, 然后鞠了个躬, 对黑色衬衣的男人说道, 楚哥, 外面有个人要见你那样。 楚天秋继续写着字, 漫不经心地问道, 叫什么名字? 旗下。 旗下? 楚天秋手上动作一停, 然后向左侧移动了两步。 他在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当中寻找着什么。 很快, 他就找到了那一行文字。 编号87, 说谎者, 雨后春笋, 天降死亡, 狡诈之蛇。 他在这行文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然后低头思索着什么。 怎么了? 一旁的云瑶问, 你听过这个名字? 这可是个极其厉害的人物。 楚天秋微笑了一下, 负责87号面试的三个生肖都是半只脚踏入地的人。 你觉得他们会设计出什么样的游戏? 云瑶听后也微微一愣, 那岂不是全员阵亡的面试? 不, 楚天秋摇了摇头, 因为这个名叫旗下的年轻人, 这次面试活下来九个人。 全员存活, 有这种事? 云瑶抬起一双明眸, 看了看楚天秋, 忽然想到了什么? 旗下? 不就是小眼睛这两天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良人吗? 辫子头少年好像明白了什么, 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楚哥, 我现在就把人带进来那样。 不, 楚天秋伸手拦住了少年, 又说道, 金元逊, 你帮我问他的问题吧。 问题? 嗯, 楚天秋点了点头, 你帮我问问那个叫做旗下的人, 你是哪一天来的? 哥, 可是我去问他问题, 他会不会听不明白那样? 没关系, 你正好趁此机会练练汉语。 楚天秋笑着说, 叫做金元逊的年轻人虽然有些不解, 但他知道楚天秋向来深思熟虑, 只能点了点头出了门。 我不太懂, 云瑶将指甲油吹干, 然后扭上了瓶盖。 你明明说, 那个叫做旗下的, 是个极其厉害的人物, 却不准备把他收入麾下吗? 楚天秋微微一笑, 云瑶, 这正是王不见王。 第88章, 一个爱斗, 王不见王? 云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你是说, 那个叫旗下的, 甚至和你一样厉害? 不, 他比我强大得多。 楚天秋将粉笔放了回去, 找了个椅子坐下, 只不过他经受的磨练太少了, 想要借助他的力量, 我们还要等个机会。 金元勋出门之后, 看了看在门口默默等待的旗下, 面色有些尴尬。 他要见我了吗? 旗下问道, 不, 金元勋摇摇头, 楚哥, 让我问你个问题那样。 问题? 旗下思索了一会, 点点头, 谨慎是对的, 他要问什么? 请问, 你是哪一天来到这里的? 旗下眉头一皱, 感觉颇为奇怪, 明明有很多问题可以问, 可楚天秋却单单问这件事, 我是三天前到这里来的。 三天前, 金元勋摇摇头, 哥, 你稍等, 我去回复一下。 旗下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可他已经有些站不住了。 三天前, 楚天秋笑了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是的, 金元勋摇摇摇头, 哥, 我们都是三天前来这里的, 所以也不奇怪吧那样, 还需要问什么吗? 不必再理他了。 楚天秋说, 这次他回答错了, 我们也不必再给他机会了。 啊? 金元勋一愣, 哥, 那个人看起来受了很重的伤那样, 如果不理他的话, 很有可能, 那就让他死吧。 嗯, 金元勋一愣, 哥, 你不是说, 还不是时候。 楚天秋回头看了看云瑶, 云瑶, 你帮我送送他吧。 好, 明白了。 云瑶伸了个懒腰站起身, 冲着门外走去。 阿西, 我们若是想逃出去的话, 不是应该借助强大者的一个力量那样吗? 金元勋一脸的不解, 那个男人如果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不让他加入? 他一定要加入我们, 只不过不是现在。 楚天秋微笑着说道, 现在的旗下犹如一条受伤的蛇, 他憎恨这里的一切, 他想活下去, 也想逃出去, 这样的状态是无法加入天堂口的, 我们也无法把他视为队友。 金元勋愣了半天,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云瑶出门没几步就看到了站在院外的旗下, 他的半边衣服全都是鲜血, 看起来颇为害人。 旗下? 云瑶问道, 是, 旗下点点头。 我问你, 如果一个气味密码的前半部分是YMWDH, 后面两位应该填什么? M.S. 旗下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你们天堂口的人都这么无聊吗? 真的假的? 云瑶愣了一下, 你仅用了一秒就想到了, 英文的年, 月, 周, 日, 小时, 按照时间长短来算, 最后两位一定是分钟秒的首字母所写。 旗下说道, 这算是天堂口的面试吗? 那倒不是, 只是我的个人测试。 云瑶嫣然一笑, 我很喜欢聪明人, 为了破解这个密码, 我们可是死了一个队友, 那说明天堂口也不过如此。 旗下回答说, 不, 只是我的水平太差了而已。 云瑶摇摇头, 纠正道, 若是楚天秋出面, 估计也只用一秒就可以破解, 所以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楚天秋? 旗下问道, 他已经让我等了二十分钟了, 你见不到他了。 云瑶笑颜如花, 弯着一双眼睛回答说, 你没有通过面试, 所以天堂口也不准备接纳你。 旗下听后, 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 也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才是面试。 他盯着云瑶说道, 那个问题我回答错了。 这我不知道。 云瑶嘟了一下嘴, 楚天秋说你错了, 那就是错了。 我明白了。 旗下点了点头, 回过身去准备离开。 喂? 云瑶叫了一声, 虽然天堂口不准备接纳你, 可我很喜欢你啊, 我很喜欢帮助洛珀的帅哥, 你要不要以我绯闻男友的身份留下? 相信楚天秋也不会拒绝的。 旗下回过头看了一眼云瑶, 表情带着一丝细血, 心领了。 真冷淡啊。 云瑶挠了挠头, 从身后掏出一瓶矿泉水, 这个给你, 我们交个朋友吧。 看到云瑶手中的塑料瓶, 旗下吞了下口水, 他已经将近一天没有喝过水了。 这瓶水算我欠你的。 旗下伸手接过, 扭开盖子, 闭起眼睛, 一口就将水全喝掉了。 现在的他身负重伤, 就算对方下毒也没什么可怕的。 好甜, 旗下呼了口气, 看来我缺水太久了。 之所以这么甜, 是因为这瓶水我喝过一口。 云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现在咱们就算间接接吻了吧。 谢谢你的水, 有机会我会还你的。 旗下将瓶子随意丢在地上, 转身离去了。 看着旗下远去的背影, 云瑶感觉有些生气, 真没礼貌啊。 当红偶像爱豆亲自示好, 都被拒绝了。 他走了? 楚天秋出现在云瑶身后, 开口问道。 走了? 他放弃了吗? 看表情不像放弃了, 反倒向下了什么决心。 云瑶摇了摇头,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我要喜欢上他了。 哦? 前两天还说喜欢我, 这么快就一亲别恋了吗? 楚天秋苦笑了一下, 我还真是猜不透你。 爱豆的心思, 你别猜。 云瑶耸了耸肩, 期待下次与旗下见面的日子咯。 二人从大门口离去, 破败的校园再次恢复了沉寂。 而那名叫做金元勋的少年 也重新站在了门口, 再次谨慎地望着四周, 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 旗下找到一面碎裂的墙, 坐下休息了半个小时, 然后重新站起身来, 沿着马路向前走去。 经过这一次和楚天秋的间接会面, 他越发地清楚 这个鬼地方的规则了。 情况恐怕比他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现在, 他只剩最后一个念头, 那就是到城市的边缘看一看。 如果还有什么能够逃离这里的方法, 一定会在边缘处。 第89章 奇怪的原住民 旗下怎么也没想到, 他沿着马路整整走了一天, 一直到太阳坠入了地平线, 他都没有看到这座城市的边缘。 正常人每小时的步行速度 可以达到五公里, 但旗下测算了一下, 以自己的身体状态, 每小时的行进速度 只在三公里左右。 今天一天, 他已经走了七个多小时, 大约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现在只感觉头晕目眩, 双腿都在不断地发抖, 能够继续向前走, 几乎都靠着双腿的惯性。 只希望我能晚点死。 又走了十几分钟, 旗下确实有些走不动了, 他找了一间破旧的建筑物 走了进去, 天将入夜, 若是在室外会碰到那些诡异的虫子, 虽然暂且不知道 那些虫子究竟有什么危险, 但他还是选择提前规避 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旗下用李警官的打火机 点燃了一个火堆, 然后将天堂口的地图拿了出来, 翻到背面, 用手指头沾着自己的血液, 大体地记录了一下 之前走过的路程。 这座城市比他想象中的 要庞大太多了。 本以为沿着道路走下去, 至少会来到像野外一样的地方, 可没想到身边的建筑物 逐渐高大了起来, 仿佛自己正在从郊区走向市中心。 普通城市的直径 很少会超过50公里, 旗下一边用自己的鲜血画着图, 一边盘算着什么, 理论上明天下午之前 就会到达城市边缘, 到时候一切就会见分晓。 想到这里, 他靠近火堆, 找了一个还算舒服的姿势 躺了下来, 身上的血迹已经全都干涸了, 散发着难闻的铁锈尾。 昨夜, 灵情用火把给他处理了伤口, 虽然鞋止住了, 但被烧伤的地方既痛又痒, 让他整夜都难以入眠。 天亮之后, 旗下拖着已经接近报废的身体 爬了起来, 一夜的休息并没有让他恢复任何的体力, 他现在整个人都已经透支了, 没有水源, 没有食物, 也没有药品。 旗下甚至有些羡慕寒一沫, 可以死得那么干脆。 他从房间里找了几张还算干净的废纸, 撕成碎片之后咽了下去。 若是肚子里什么都没有, 他是见不到城市的边缘了。 迎着朝阳, 旗下再次出发。 他离最初的广场已经很远了, 这里听不到钟声, 也很少会看到声响。 可随着他的不断深入, 城市中的原住民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里仿佛就像一座真正的城市一样, 只不过街上的人大多都是行尸走肉, 他们没有表情, 没有攻击性, 也不与其他人交流, 只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街上。 旗下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自己和这街上的行尸走肉一样。 他们的动作, 神态, 表情, 甚至走路的速度都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多么的讽刺。 难道这些人也曾经被人扎了一刀, 然后目标明确地走向城市边缘吗? 随着太阳越来越高, 旗下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太对。 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和脖子, 貌似已经开始发烫了。 看来用火烧伤口还是太冒险了, 就算能暂时止住止血, 也避免不了伤口的感染和发烧。 旗下感觉自己越走眼皮越重, 整个人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到地上, 这一次若是倒了下去, 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又过去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旗下在路边缓缓地停下了脚步, 他一步都走不动了。 此时, 他把手搭在路旁的一辆老旧出租车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真是可惜啊, 旗下眺望了一下远处的道路, 明明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只可惜自己要倒在这里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依然见不到这里的最终秘密。 旗下扶着老旧出租车, 懊恼地低下头, 刚想原地坐下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车里有人。 那人不像是一具尸体, 反而是一个正在眨眼的女人。 原住民妈? 旗下看了看僵硬的地面, 又看了看车子里的软座椅, 露出了一丝苦笑。 如果真的要死在这里的话, 他至少要选择一个柔软的位置。 想到此处, 旗下鬼使神差地打开车门, 直接坐到了副驾驶。 车上很香, 是印象中女生的车。 不知算不算好消息, 旗下在最后关头, 可以摆脱那股弥漫整座城市的恶臭了。 以前我从未想过, 汽车的座椅会这么舒服,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下可以安心死了。 请问去哪? 身旁的女人淡淡开口问道, 去哪? 旗下苦笑着摇摇头, 我现在还能去哪? 她用手拍着自己的大腿, 慢慢地念着歌词, 开, 往城市边缘开, 把车窗都摇下来, 用速度换一点痛快。 城市边缘吗? 女人思索了一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您给我指路吧。 花吧, 女人就按下了车内的计较显示器, 然后扭动了一下钥匙。 和旗下预料之中一样, 车子传来老旧的声音没有发动。 女人并未放弃, 连续扭动了好几次钥匙, 终于再五次用力地扭下车钥匙之后, 整个车子都颤抖了起来。 旗下一愣, 扭过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女人, 她看起来果然不像是原住民, 至少她的面色红润, 体型也很匀称, 难道是个良人? 一个有着自己汽车的良人。 您系一下安全带, 出发了。 女人伸手挂一挡起步, 松离合给油门一气呵成。 旗下有些不知所措的摸来安全带, 却发现手边只有一根松紧绳, 上面的金属卡扣已经绣烂了。 她来不及思考这些, 只能试图跟女人搭话。 你, 你是出租车司机? 客人您真会开玩笑。 女人摇了摇头, 然后从二档挂到三档。 我不是司机, 难道还是偷车的? 见到眼前的女人沟通顺畅, 对答如流, 甚至还能开个小玩笑, 旗下更是不理解了。 精神这么正常的女人, 明显不是原住民, 那她就应该是参与者。 可是, 参与者为什么会开出租车? 你难道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很不正常吗? 旗下指了指窗外的景象, 试图搞清楚眼前这个长相平庸的女人的立场。 是吗? 女人听后望了眼窗外, 淡淡地说道, 是有些不正常。 明天了,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眼前的女人依然是原住民, 可她好像是刚刚才转变成原住民的, 目前思维还比较清晰。 你叫什么名字? 旗下又问道, 女人没说话, 折指旗下面前的位置, 那里挂着女人的从业资格证, 上面有女人的照片和姓名。 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许刘年。 许刘年。 旗下微微点了点头, 很有诗意。 好听吧? 许刘年微微一笑, 仍然牧师前方地开着车, 我还以为这个名字会让我成为大明星呢? 结果最后开了出租车。 哈哈, 旗下跟着她有气无力地吃笑了几声, 可下一秒, 她的面色却阴了下来。 许刘年,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怎么了? 旗下伸出毫无血色的手, 指着面前的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这上面的照片确实是你。 是啊, 这是我的车, 所以挂着我的从业资格证有什么问题吗? 许刘年露出一脸不解的表情, 别跟我装傻, 旗下猛然咳嗽了几声, 然后深呼一口气说道, 这里挂着你的从业资格证, 说明这辆车真的属于你, 那你是谁? 这座城市里为什么有一辆车属于你? 我听不懂, 许刘年摇摇头, 客人, 你平时都和别人这么聊天吗? 参与者怎么可能带着一辆车被抓来这里? 旗下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炸裂了, 虽然在这个诡异的地方谈起世界观有些可笑, 可面前的女人的存在确实超出了旗下的理解范围, 她本以为那些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原住民都是先前的参与者, 他们在这里待了太久的时间, 所以疯魔了, 迷失了, 可眼前居然还有许刘年这种人物, 她的行为很怪异, 可是她的思维却很清醒, 她在这座城市中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我确实听不懂, 许刘年摇摇头, 客人你要是存心找麻烦的话, 还是趁早下车吧, 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确保眼前看到的东西不是幻觉, 许刘年, 她叫道, 又怎么了, 眼前的女人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客气, 语气当中充斥着不耐烦, 你开出租车, 一天能拉几个客人, 旗下话锋一转, 聊起了家常, 我, 听到这句话后, 许刘年明显愣了愣, 好像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样, 私存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你好像是我今天的第一个客人, 那你一周能拉几个客人呢? 旗下又问, 许刘年感觉自己脑海中有一块隐藏许久的黑暗地带, 正在被眼前男人的一个个问题慢慢撕开, 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 他感觉自己一切多好, 可遇到这个男人, 仅仅听到了几个问题之后, 他脑海中的痛苦回忆, 犹如翻江倒海一般倾洒而出, 我好像一周都没有拉过客人, 他的神情开始恍惚起来, 眼球不断地转动,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旗下发觉自己的问题正在动摇对方, 于是继续追问道, 这一周你都是什么? 喝什么? 收车之后又去哪里? 我 许刘年的表情渐渐慌乱, 整个人正处在崩溃的边缘, 我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 没有客人的时候, 我就一直停在路边。 你在路边停了多久? 旗下虽然语气平淡, 可是整个人却汗毛竖起, 生怕听到什么诡异的答案。 一阵巨大的摩擦声响起, 许刘年将车子狠狠地杀停在了路中央, 他嘴唇颤抖着看着前方, 眼神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那眼里有感情, 跟街上的行尸走肉完全不同。 我在路边停了两年啊, 他失声吼叫出来, 随后嚎啕大哭, 天哪, 我这是怎么了? 梁, 旗下喉咙微动, 咽了下口水。 你不吃不喝不睡, 在路边停了两年, 他伸出自己的双手看了看, 这才明白过来, 是这辆车, 当我在城市里见到这辆车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着魔了一样, 这辆车有什么古怪吗? 旗下问道, 我怎么可能在这里见到这辆车, 我根本就不, 许刘年猛然回过头, 这才发现, 旗下那沾满血迹的衣服, 你受伤了? 没事, 旗下摇摇头, 这伤不要紧, 你现在清醒了吗? 许刘年双手颤抖地查看着旗下的伤势, 这才发现, 伤口表面已经被人粗暴地处理过, 整片血肉被高温烫烂, 虽然止住了血, 但是烧伤痕迹非常重。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若不赶紧找到药品的话, 说完他就哽咽了一下, 我差点忘了,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药品, 是的, 这里根本不具备让我们生存下去的条件, 旗下示弱地望着远方, 许刘年, 我活不久了, 你最后能帮我个忙吗? 你, 你说, 继续往前开, 旗下说道, 我想逃出这里, 想要看看这座城市的边缘, 许刘年有些悲伤地看了看旗下, 知道他现在能保持清醒, 基本上算是个奇迹了, 好, 我带你去城市边缘, 你要撑住, 他再次挂上了档, 颤颤巍巍地将车子重新启动, 旗下将头靠在车窗上, 看着外面渐渐倒退的风景, 他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感觉喉咙中有什么东西正压着自己的气管, 呼吸极为困难, 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的时候, 旗下看到的不是走马蹬, 而是那些破败的飞速后退的高楼, 记得那一天, 自己也是坐上一辆出租车, 义无反顾地奔往另一座城市, 他本以为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 自己和于念安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可没想到,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许流年将车子开得飞快, 旗下用力地咬着自己的舌头, 来让意识保持清醒, 没多久的功夫, 他的嘴里就含满了鲜血, 随后打开车窗, 将一大口血水吐了出去, 你, 你没事吧? 许流年着急地问道, 没事, 旗下擦了擦嘴, 轻声说道, 我现在感觉很好, 不需要为活着发愁, 这些天从未感觉如此放松过, 二人在沉默中飞速前进, 车子又开了将近半个小时, 喂, 你还活着吗? 许流年降低了车速, 伸出右手不断地摇晃旗下, 我们到达城市的边缘了, 你要怎么逃出去? 旗下用尽全身力气, 回过头睁开眼, 努力地看着前方, 几秒之后, 他的瞳孔渐渐放大了, 眼前正是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口, 上面的指示牌已经秀极斑斑, 分辨不出字迹了, 顺着高速公路的收费口看去, 一条条宽阔的公路向前铺陈着, 更是有其他的高楼若隐若现, 原来这里根本没有边缘, 旗下嘴唇微微移动, 再次被眼前的景象击垮了, 袁阳曾经的话语在旗下耳边缓缓响起, 我们比宗教辉红得多, 我们有一个世界, 是啊, 如果这里根本不是一座城, 而是一个世界的话, 要怎么逃出去? 我们接下来去哪? 许流年回头看向旗下, 却发现他毫无生机地躺在了座位上, 他的眼神带着一丝不解, 一丝怨恨, 一丝不甘, 甚至到死都没有瞑目。 第91章 彩票 客人 一个声音缓缓响起, 醒醒来 旗下慢慢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依然坐在出租车上, 此时正在公路上奔驰, 他茫然地坐了起来, 第一时间看了一眼瓦澜的天空, 整个人震惊到不能自已, 客人你咋了? 身旁的声音继续问道, 旗下没有理他, 反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肩膀, 没有伤口, 他又赶忙摇下了车窗, 一股甘甜清香的味道, 直接蛮不讲理地灌入了鼻腔, 带着高速行驶特有的风声, 疯狂地吹打着面旁, 是新鲜的空气, 是凉爽的风, 我逃出来了, 他不受控制地大喝一声, 脸上带着难以压抑的喜悦, 难道这辆出租车才是破局的关键点? 他就像明河之州一样, 能够带着人自由地出入那个诡异的中烟之地, 而这位名叫许流年的女人, 就像明河百度人卡戎一样, 他负责运送上车的人往返阳间, 旗下回过头, 不禁一间一愣, 眼前哪里有什么许流年, 身边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大汉, 由于职业关系, 他的皮肤被紫外线灼烧得有黑发亮, 客人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大汉有些害怕的, 看了看旗下, 你不会嗑药吧? 你,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见过这个大汉, 可仔细想想又毫无印象,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客人你别吓我呀, 出租车司机看起来五大三粗, 但还是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不是你要打车去济南吗? 这都跑了快三百多公里, 你可别给我搞失忆啊, 大汉指了指眼前的价位表, 上面已经跑到九百多块钱了, 什么? 旗下震惊地看了看道路上方的指示牌, 发现车子果然正要进入济南, 他瞬间回忆起了一切, 自己确实曾经见过这个大汉, 因为自己在地震之前的一天, 正是坐他的车义无反顾地奔赴济南, 我回到了前一天, 旗下一抹口袋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他扫了一眼之后, 立刻露出一脸疑惑, 九月二十七日, 果然是地震前一天, 这是怎么回事? 想到这里, 他赶忙去摸自己胸前的口袋, 那里有一张小小的纸片, 还好, 还在, 客人, 你到底咋了? 司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从兜里摸索手机, 大拇指始终放在紧急拨号上, 师父, 说好的一来一回两千块钱车费, 我会一分钱都不少的给你, 旗下忽然开始放下心来, 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一切似乎重新来过了, 真的, 司机看到旗下的表现正常了一些, 也稍微放松了警惕, 你这小伙子一惊一乍的, 我还以为嗑药了, 没有, 我只是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 旗下开着窗, 不断地吹着九月的风, 感觉心情无比舒畅, 好在我现在梦醒了, 嗨, 年轻人是不是都喜欢熬夜啊? 司机非常老常地说道, 晚上不睡觉, 白天呼呼大睡, 那能做什么好梦? 师父你说得对, 旗下漫不经心地答道, 对旗下来说, 如今的他有了第二次机会, 虽然在明天的正午时分地震会来临,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拿到钱, 毕竟今天是最后期限了,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出租车终于到达了济南市内, 师父也很时趣地打开了导航, 前往立夏区二环东路, 小伙子, 你要去的这个地方, 司机仔细地看了看导航, 好像是省级彩票中心, 开好你的车, 师父, 旗下再次开始闭目养神, 没多久, 车子在彩票中心门口停了下来, 旗下也果断地从口袋中输出了一千元递给了司机, 师父, 麻烦在这等等我, 如果你愿意空车返回的话我也没意见, 这话说的, 我肯定得在这等你啊, 旗下前往彩票中心楼下, 那里已经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迎接他了, 齐先生, 是吧, 是我, 旗下点点头, 我已经等您很久了, 这边请, 工作人员冲着旗下一招手, 将他引入了大堂, 走了几步, 他又耐心解释道, 现在的彩票领取流程已经简化了, 一会儿会有工作人员将您的彩票验名真伪, 之后, 现场就会给您开举银行支票, 请稍等片刻, 我赶时间, 麻烦快一点, 旗下点点头, 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了彩票检验处, 那个, 能把彩票给我吗? 工作人员说, 旗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皱巴巴的小纸, 递给了工作人员, 而工作人员又转头, 交给了窗口内的检验员, 对方十分重视, 立刻开始查验真伪, 奖金一百九十万, 您稍等, 检验员开始掏出仪器, 扫描彩票上的号码, 旗下静静地候在一旁, 让先前引路的工作人员有些疑惑, 旗先生, 您看起来怎么不开心啊? 开心? 是啊, 中了将近二百万的奖金, 您应该开心才是啊, 或许吧, 旗下点点头, 嗨, 跟您说, 前些日子有个人中了一百万, 结果明明是八月天, 那人穿着羽绒服, 带着大面具就来了, 您说现在这个社会, 谁还把一百万当的宝啊? 工作人员自己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 反观旗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场面颇为尴尬, 还有多久? 旗下问道, 啊, 您别着急啊, 工作人员挥了挥手, 最近用假彩票诈骗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所以我们得仔细查验, 你什么意思? 旗下一愣, 看向对方, 啊? 您别误会, 工作人员赶忙陪笑, 我可不是说您带来的彩票是假的, 齐先生看起来也不是那种会诈骗的人啊, 旗下没答话, 继续在一旁等待着, 没多久的功夫, 查验员收起了仪器, 露出一点笑容, 查验完毕了, 彩票没有问题, 可以开支票了, 旗下心中冷笑一声, 彩票当然没有问题, 这张中奖一百九十万的彩票, 是自己花费二百万现金买来的, 是货真价实的中奖彩票, 虽然要交三十八万的税, 可是剩下的钱就干净了, 想要将手里诈骗得来的二百万变得来路正常,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真是恭喜您啊, 齐先生, 工作人员继续陪笑道, 我这就安排人给您开支票, 请问您要捐款吗? 捐款? 强制性的吗? 旗下问, 那倒不是, 只是中彩票的人大多都会捐款, 既然不是强制的, 那我一分钱都不捐。 第九十二章, 裂缝, 旗下拿着一张支票走出了彩票中心, 静止走向了出租车。 啊, 这么快啊, 小伙子, 司机正站在车子外面抽烟, 他身旁那辆海蓝色的车子显得与当地薄荷色的车子格格不入, 旗下没答话, 伸手拉开车门坐了下来, 咱, 现在回去吗? 司机问, 嗯, 旗下点点头,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这一次他选择坐在了车子后方, 得了, 师傅将烟头扔到地上踩灭, 坐上了驾驶室, 话说小伙子, 你不准备在济南玩吗? 我有个老伙计在这里, 你要是不赶时间的话, 我赶时间, 旗下说道, 开车吧, 哦, 师傅甘大地点了点头, 旗下回忆起上一次, 自己就是在济南耽误了半天的时间去银行取钱, 最后带着一大包现金回到家里, 本意是想给于念安一个惊喜, 可这一次, 他不得不把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全都省掉了, 如今的他, 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回家中, 带于念安逃离到空旷地带, 想到这里, 旗下掏出手机想要给于念安打个电话, 让他提前收拾几件衣服, 方便二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住在外面, 他打开通讯录找到了第一个联系人, 那个备注为A的人直接拨打了电话, 这个备注是旗下特意给于念安写下的, 只有字母A才可以让他的电话一直保持在通讯录的第一位, 等了十几秒, 电话那一头却依然没有人接听, 怎么回事, 旗下有些疑惑, 印象中的于念安从不会离开手机, 可如今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旗下挂断电话又拨了几次, 可始终都无人接听, 这不免让他有些担心, 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现在已然是下午四点了, 师傅, 七点半之前要是能回到青岛, 我多给你五百元车费, 旗下抬头对司机说道, 真的? 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旗下, 然后又看了看表, 三个半小时, 三百五十公里, 虽然有些勉强, 但对于老司机来说却不是难事, 只要在高速上全程保持一百二十麦的车速, 估计七点半之前刚好能到, 一天之内能赚到两千五百元的机会确实不多, 司机显然有些不敢相信, 我不骗你, 旗下点点头, 注意安全, 开车吧, 司机心中隐约猜到了什么, 一般人谁会选择打车前往另一座城市呢? 出租车虽然费用昂贵, 可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像火车, 动车那样需要实名制购票, 也就是说眼前的男人是想要偷偷摸摸来到济南, 不希望任何人发现, 所以综合看来他应该真的中了彩票, 只有中奖一百万元以上, 才需要到省级彩票中心领奖, 说不定实际奖金比一百万还要多, 想到这里, 司机无奈地摇摇头, 听说中彩票的几率比被雷劈中还要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眼前的男人年纪不大, 却偏偏有着这么好的运气, 自己已经到了中年, 却依然在干体力活, 旗下坐在后排, 用余光看着司机在驾驶室那神色复杂的样子, 不由得嘴角一扬, 是啊,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个中了彩票的人就坐在自己身后, 没贼胆的人, 旗下心中暗道一声, 眼前的出租车司机是旗下在众多司机里面精心挑选的, 当时他们几个出租车司机正在酒店门口等活, 眼前这位五大三粗的司机却因为插队被一个精瘦的同行骂得连连求饶, 那一刻旗下看透了他, 明明都想挣钱, 谁也不比谁差, 可他却如此胆小, 这样的人不可能杀人劫财的, 只见司机的表情阴晴不定了半天,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老老实实的牧师前方开车了, 旗下也仰靠在座椅上, 再次拨通了云念安的电话, 却依然没有人接听, 如此安静的环境下, 旗下又回想起了在中阴之地发生的事情, 那一切都太真实了, 完全不像是一场梦,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左侧肩膀, 此时也完全没有受伤的痕迹, 可自己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发生的一切, 他记得韩一墨, 乔家静, 田田, 李景观, 张山, 老吕都死在了那里, 自己明明也死了, 却回到了之前的生活, 这样说来, 那些人会不会也回到了他们自己人生, 这一切恐怕都是一场诡异的恶作剧吧, 随着天色变暗, 高速公路护栏上的灯光缓缓亮起, 虽然只在那个鬼地方待了三天, 可旗下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夜晚见到灯光了, 随着视线不断向后快速平移的夜光灯, 让他感觉莫名的心安, 看起来司机真的很想挣到那五百块钱, 一上了高速公路就全程保持最高线速, 他与世上的其他人都一样, 始终都在为了一日三餐奔波, 旗下按下决心, 就算最后超时了, 他也会把五百元交给司机, 师傅有几次试图和旗下搭话, 可渐渐地也发现这个年轻人实在不算健谈, 于是只能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 试图让气氛没有那么尴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89.7交通广播, 略带雌性的声音缓缓传出, 这似乎是出租车司机都爱收听的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点整, 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的网友留言, 主持人说完这句话后明显愣了愣, 接近十秒钟都没有说出下一句话, 绝对算得上是直播事故了, 哈哈, 司机幸灾乐祸地说道, 小伙子, 你看这都啥玩意, 现在的主播是不是都是花钱买的岗位啊, 旗下微微皱了下眉头, 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直播主持人的心理素质都非常强悍, 就算网络平台的留言大多都是无用的, 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挑出关键信息播报出来, 可如今为什么十多秒了还没有说话, 我们这边的网络平台留言有些奇怪哈, 主持人语气怪异地说道, 平台连续收到了几十条留言, 都在说轻盈高速靠近青岛出入口的上方出现了一条诡异的裂缝, 我们这边会尽快联系交警, 确认一下这道裂缝是来自于指示牌还是其他建筑物, 请过往车辆小心避让一下, 第九十三章, 不安, 裂缝, 司机师傅打了哈欠, 开口说道, 咱这就是轻盈高速啊, 一会儿进青岛的时候正好路过, 到时候看看是谁家的豆腐渣工程又被曝光了, 上方出现裂缝, 旗下略微感觉有些奇怪, 虽然他知道地震会在明天中午来临, 可在那之前会不会出现奇怪的征兆, 还没等旗下想明白, 司机忽然开始猛踩刹车, 原本一百二十麦的速度陡然直降, 坐在后排的旗下根本没接安全带, 这个紧急刹车差点让他撞到了前排座椅, 怎么了? 他稳住身形之后疑惑地抬起头, 奇怪啊, 高速上排长龙了, 旗下顺着司机的目光向远方看去, 果然发现前方的交通十分拥堵, 马路上五颜六色的车辆一眼望不到边际, 司机有些着急地看了看时间, 哎呀, 估计是发生连环相撞了, 我以前遇到过, 至少堵一个小时, 前面就是进青岛的出入口了呀, 马上就七点半了, 这可怎么是好? 他不断地左右张望着, 似乎在想着如何变换车道, 才能绕过这拥挤的车流, 没事, 师傅, 这就算到青岛了, 旗下说道, 你慢慢开吧, 哎呀, 司机从后视镜里略带惭愧地看了一眼旗下, 小伙子你挺实在的, 你放心, 八点半之前, 我肯定把你送到家, 旗下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师傅也将车子慢慢地排到了队伍最后, 让二人未曾想到的是, 这条长龙从他们加入开始就没有再动过, 他们的身后也源源不断地有车驶入, 如今他们被加在整条队伍的中央, 进退两难, 真是怪事, 等了一个多小时, 时间眼看就来到八点半, 师傅只能无奈地挠了挠头, 就算有连环碰撞也应该处理完了呀, 旗下有些心急, 但此时此刻除了等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旗下的住处仍然有着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若是旗下再像之前那样徒步前进, 怕是天亮才能到达, 想到这里, 他再次掏出手机拨打云联安的电话, 仍然没有人接听, 手机另一头的盲音提示让旗下更加心烦, 此时二人都各自沉默着, 唯有车内的广播依然在沙沙作响, 各位听众, 轻盈高速出现不明气候现象, 实际情况有待专家分析, 有条件的司机朋友请提前绕行, 气候现象, 师傅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这种新鲜词, 有些摸不着头脑, 估计就像球状闪电或者海市蜃楼那样吧, 旗下解释道, 说不定引起大量人员围观, 也有可能间接引发了交通事故, 原来是这样, 小伙子你懂得真多啊, 大学生吧, 旗下没再理会司机, 继续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在上一次的记忆里, 他并没有选择当晚回到青岛, 所以对高速路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只知道第二天早上出发时, 整条道路已经恢复正常了, 换句话说, 眼前的交通堵塞不会持续很久, 旗下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 可是人在长时间漫无目的等待的时候, 都会产生烦躁的情绪, 毕竟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马路上渐渐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 吵得人心绪不宁, 再过一会儿, 司机们渐渐熄了火, 下了车, 开始互相攀谈起来, 出租车师傅一看就是闲不住的人, 见到有人走动, 便第一时间下了车, 他不再理会旗下, 反而叼起香烟, 与附近的几个司机砍起了大山, 旗下叹了口气, 拿出手机给余念安发了信息, 安, 明天可能要出事, 你收拾点日常用品, 早上我带你出去避避, 旗下特意将事情说得严重一些, 而且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是让余念安在看到信息的瞬间, 就明白事情的重要性, 至于地震, 意象一类的话的都可以暂时不提, 做完这一切, 旗下才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知道明天是地震, 只要在余念安身边就会感到安心, 他能力有限, 救不了太多的人, 如今到处宣扬明天会地震的消息, 自己只会因为扰乱公共秩序, 而第一时间被捕, 所以在有限的范围里, 旗下只能选择救下少数人,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救世主, 他所做的一切, 也仅仅是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旗下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忽然被司机的开门声吵醒, 小伙子, 你快来看这个, 他也不管旗下是不是在睡觉, 大着嗓门就嚎了起来, 什么? 旗下茫然地睁开眼, 看到司机正拿着一个手机, 冲他晃悠, 他接过手机, 发现是一张照片, 拍摄地点应该就是前方的高速公路路口收费站, 这是前面的司机拍的, 在这条路上都传开了, 司机一脸激动地说道, 小伙子你学问多, 你快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气候现象, 旗下放大了一下图片,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要说气候现象, 这东西未免也太冷门了, 只见天空上悬着一道裂缝, 有许多发光的东西从裂缝中清晰而下, 好似星星掉落了, 许多车子被这片光幕挡住, 根本前进不了, 天裂了, 旗下疑惑地问道, 是啊, 看起来真的很像天上裂了的口子, 这个气候现象是不是叫做一世银河落九天, 旗下无奈地撇了撇嘴, 大叔,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 但你说的这个现象肯定不存在, 司机憨憨地笑了一下, 坐到了驾驶室的位置, 不过据说这个口子正该变小, 应该一会儿就消失了, 那些发光的东西一旦不挡路了, 我们也就能走了, 旗下点点头, 掏出了手机, 瞬间愣了一下, 凌晨三点多了, 是啊, 司机也伸了个懒腰, 小伙子你人实在, 大哥我也不是抠门的人, 所以我早就把机甲器关了, 要不然路上等待的时间也不少钱呢, 旗下关注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 而是他发现到现在为止, 余念安都没有回信, 一股不安的感觉在他心中蔓延, 第九十四章, 未曾改变,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车流终于动了起来, 只是前进的, 比旗下想象之中的要缓慢不少, 看来最接近入口的地方, 确实因为这道奇怪的气候现象而引发了车祸, 等到那诡异的裂缝消失, 直至车流重新开始进入青岛, 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旗下在这段时间里不间断地拨打余念安的电话, 可始终无人应答, 此来想去, 只有一个理由能够解释现在的情况, 余念安已经被警方控制了, 师傅, 换个目的地吧, 旗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知道自己家不能回了, 于是和司机说道, 我上车的地方不用去了, 我给你一个新地址, 旗下说完便在手机上搜了一个地址, 伸手递了过去, 哦, 师傅接过手机, 扫了一眼就知道了目的地, 行, 公里数差不多, 我直接拉你过去, 终于在上午十点半左右, 司机师傅将旗下拉到了目的地, 这里是市北老城区的一片廉价出租房, 终于到了呀, 小伙子, 师傅长出一口气, 真是没想到耽误了这么久, 没关系, 师傅, 旗下从口袋中又掏出一千五百元现金递给了司机, 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师傅激动地接过钱, 小伙子你有事的话, 再叫我了, 旗下点了点头, 正要朝出租屋走去, 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回头说道, 师傅,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很累了, 但是中午之前先不要回家, 累了, 就在车上待一会儿, 嗯? 司机愣了一下, 啥意思? 家都不让回了, 我没理由骗你, 旗下说道, 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 待在外面会安全一些, 旗下说完话后便不再理会司机, 朝出租屋走去了, 这是旗下和余年安租下的备用落脚点, 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特殊时刻, 他准备在这里收拾几件衣服, 然后再打算接下来的事情, 走出七步之后, 旗下口袋中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他心头一惊, 赶忙掏出来看了看, 安来电, 啊, 旗下一愣, 感觉自己的推断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余年安难道没有被警方控制, 亦或者, 这个电话是其他人让他打来的? 喂? 旗下接起电话, 语气平淡地打着招呼, 他知道, 就算这个电话来自警方, 自己也一定要让他们带着余年安离开室内,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下! 余年安有气无力地叫道, 对不起啊, 我好像生病了, 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昏睡, 一直到现在才醒过来, 生病了?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问道, 昨天你喂鱼了吗? 不, 余年安微笑一下, 干什么呀? 还给我搞暗号? 没有情况发生, 只是我真的有点不舒服, 旗下这才明白过来, 赶忙说道, 安妮听我说, 马上收拾一下东西, 在楼下等我, 我这就去接你。 嗯? 没时间解释了, 相信我。 旗下着急地说道, 我骗过很多人, 唯独没骗过你。 好, 余年安答应道,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你大约多久到? 我, 旗下翻手看了看手机, 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从此处搭车过去, 少说也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恐怕会正好赶上那场可怕的地震。 你先不要管我多久到, 总之你要赶紧离开家, 哪怕站到门口都好。 哦, 那好吧, 余年安点点头, 我洗八脸, 十分钟左右就下去。 好。 旗下挂掉电话, 赶忙回头寻找出租车司机, 发现他果然没走, 此刻正坐在驾驶室, 用一个微型的紫外线手电, 检验假钞。 师傅! 旗下敲了敲车窗, 把司机吓了一跳。 哎呀妈呀! 司机赶忙收起钱, 这才发现眼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大客户。 小伙子! 他把车窗摇了下来, 左右打亮了, 一下问道, 又咋了? 带我去昨天我上车的地方。 旗下说道, 这次也要尽快, 给你一百。 嗨! 师傅笑着, 对旗下招了招手。 我知道了, 快上来吧。 旗下打开车门坐了上去, 脸上的表情依然有些着急, 他在车上不断地查看着手机, 只可惜在地震发生的刹那, 他没有记住时间。 只知道地震大约在中午十分来临, 催促了一下司机, 麻烦再快一点。 小伙子也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我现在可是疲劳驾驶啊。 大叔, 我真的很赶时间。 好好好。 司机拗不过旗下, 只能又踩了踩油门。 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 仅仅四十分钟就到了。 谢了师傅, 旗下扔下一百元, 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可放眼一望, 他就觉得有些诡异。 余念安根本就不在楼下等他。 怎么回事? 旗下的第一个反应是, 余念安可能在附近的便利店里买东西。 他拨打对方的手机, 却依然没人应答。 安, 你去哪儿了? 不等他想明白, 远处忽然传来了阵阵巨响。 只听轰鸣声接踵而至, 好似有数万辆火车正在马路上行驶。 下一秒, 大地猛然抖动起来, 旗下一时之间重心不稳,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糟了, 他心之不妙, 上一次地震来临的时候, 他也是站在这个位置。 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同样的时间点, 同样的位置。 就算一切重新来过了, 可却什么都没有改变。 四周车辆开始连环碰撞, 人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旗下顾不上许多, 只能朝着自己家的单元楼跑去, 就算余念安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在家里, 自己也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可是地震的时候实在是太难行动了, 旗下摔倒了五六次, 才终于找回了平衡。 啊, 他朝着楼上大吼一声, 明明自己家只住在三楼, 应当能听到声响才对。 旗下重新定了定心神, 走进了单元门。 他记得自己之前走进单元门的时候, 门廊倒塌了, 他也是因为这个才丧了命。 想到这里, 他赶忙向旁边闪身一躲, 一块巨大的石头, 瞬间就砸到了先前他站立的地方。 这块石头非常硕大, 被砸到不可能活命。 看来我之前果然是死了。 第九十五章, 余念难安。 旗下重新稳住身形, 抬头看了看楼梯。 在这巨大的晃动之下, 老旧的楼房开始有了大量的裂痕。 青岛是一个很难见到地震的海滨城市, 所以在此地建造的房屋根本不知道能够撑得住多少级的地震。 旗下担心房屋随时都会倒塌, 必须赶紧找到余念安才可以。 安, 听得见吗? 快下来啊。 旗下再次大喝一声, 整座楼房都在晃动, 巨大的声响很快就压过了旗下的声音。 安, 旗下稳住身形, 继续向楼上跑去。 可是, 地震会造成正常人平衡感的紊乱, 更不必说要跑上楼梯了。 旗下只感觉自己双腿被磕得满是瘀青, 但也手脚并用地不断向上攀爬。 若是余念安在这次地震中丧了命, 旗下也没有什么理由再活下去了。 妈的, 还在晃。 旗下再一次摔倒在地, 整个膝盖都失去知觉了。 他曾看过新闻, 震赶最强烈的地震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 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分钟。 可旗下感觉整个大队已经摇晃了接近五分钟, 却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该是一场规模多么庞大的地震。 终于, 旗下拖着一身伤痕来到了三楼。 大楼依然在持续摇晃, 旗下想要敲门, 可忽然想起余念安有可能会躲在桌子下面, 此时乱跑会更加危险, 于是只能从口袋中掏出钥匙。 可是他根本没法把钥匙插进锁里。 人在晃, 手在晃, 楼在晃, 视野里的一切都在晃, 远处依然有着大量巨响传来, 甚至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 妈的, 妈的, 旗下双手拿住钥匙, 终于插进了锁里。 随着咔哒一声响, 房门打开了。 啊, 你在吗? 旗下大叫了一声, 可是屋内一片安静, 他瞬间想到了什么。 屋内无人应答, 只有一个可能, 于念安早就出门了。 旗下二话不说, 扭头就要走, 可忽然想到于念安给他打的电话。 不, 还有第二个可能, 他病倒了。 旗下瞬间陷入两难的抉择, 整栋大楼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若是不趁早跑出去, 自己定然要死在这里。 可他绝对不能抛下于念安。 啊, 你在吗? 旗下推门进了房间, 空荡荡的房间, 没有任何人说话。 几样简陋的家具, 也在地震之中东倒西歪。 旗下瞥了一眼小餐桌下方, 那里空空如也。 不在这里? 难道在卧室? 他扶着单人沙发, 艰难地向前走着, 三五步的功夫来到了卧室门口。 如果于念安还在家中, 露出了一丝安心的表情, 卧室里半个人都没有, 目光所及之处, 只有一张书桌和一把座椅。 旗下长舒一口气, 他知道于念安大概率 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如今就算自己死了, 也没什么可怕的。 他刚要转身逃走, 却忽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地 愣在原地。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渐渐地在旗下心头升起, 让他寒毛根根树立, 久久不能平静。 在巨大的地震中, 旗下茫然地转过头, 看了看这间诡异的卧室。 为什么只有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床呢? 他完全无视天花板上 掉落的细小碎片, 一步一顿地走到书桌旁, 印象中, 桌子上有一张 自己和于念安的合影。 可当旗下走近 拿起那张照片时, 却发现画面中 只有呆呆的自己。 他站在大海边 面无表情地望着镜头, 留下了这张孤单的照片。 啊, 旗下似乎失了神, 刚刚找到的平衡感 全都消失不见。 他只感觉天旋地转 又回归到了 一步一跌的状态, 摔了无数胶材 爬到客厅中。 这里有一张单人沙发, 一个单人使用的小餐桌。 这屋子里 甚至没有给第二个人 准备座位。 开什么玩笑? 旗下露出了一丝绝望的笑容。 你们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他又想起了什么, 赶忙爬到门口, 那里放着一个小鞋柜。 旗下狠狠一咬牙, 打开了鞋柜的门。 里面只有一双男士皮鞋。 这间屋子从内到外, 完全没有于念安生活过的痕迹。 旗下忽然没了力气,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跟于念安在一起相处的画面 全都历历在目。 他身上的味道, 他手掌的温度, 他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 每一个细节 旗下都清清楚楚地记得。 可他为什么根本就不在这里? 旗下想不通, 发生的一切他都想不通。 于念安不到一个小时之前 还给自己打过电话, 他怎么会不在这里呢? 旗下颤颤巍巍地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再次拨打了A的电话。 他缓缓地咽了下口水, 整个人的身体颤抖不已,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合对后再拨。 随着冰冷的中音双语播报响起, 旗下手中的手机也掉落到了地上。 这一切都太可怕了。 于念安, 不存在。 不可能, 旗下的眼神忽然之间坚定了起来。 他明明能够回忆起 跟于念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 于念安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旗下猛然站起身来, 在晃动的房间之中屹立着。 他思索片刻, 再次走向卧室, 二话不说, 拉开了衣橱。 众多男士衣服里面, 有一件老旧的白衬衣。 他将白衬衣拿来翻手一看, 胸口位置缝着一只卡通小羊的补丁。 这是于念安亲手缝的。 旗下从来不会缝补衣服, 破旧的衣服只会被他丢掉。 若是于念安不存在, 这只小羊也不应该存在。 天杀的, 我懂了。 旗下冷漠地抬起头, 看向窗外, 中烟之地。 你们想逼疯我? 你们想让我以为自己是个疯子? 他慢慢站起身, 表情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仇恨。 就算你们是神, 我也要你们把于念安还给我。 话音刚落, 旗下看到窗外的天空上, 居然裂开了一道道巨大的痕迹, 裂缝中漆黑一片, 犹如无影宇宙。 整个天花板也在此时轰然倒塌, 随着一声毁灭世界般的巨响, 旗下被狠狠地压在了乱石之下。 弥留之际, 灵晴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我对你真的很好奇, 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可你是个骗子, 你的妻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是有妻子的, 就算是你们二人住在一起, 你也每晚都坐着睡吗? 第九十六章 可惜, 一个老旧的乌丝灯被黑色的电线寻在屋子中央, 闪烁着昏暗的光芒。 静谧的气氛犹如墨汁滴入清水, 正在房间内蕴染蔓延。 随着桌面上的石钟指向十二, 一阵低沉的钟声从很远的地方震荡而来。 桌子旁边的十个人陡然惊醒, 纷纷看着这诡异的场景。 旗下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熟悉的场面, 心中犹如万马奔腾一般不能平息。 他回来了, 每个人都回来了。 山羊头依然站在众人身边, 散发出独特的腐烂气息和山腥味。 虽然早就想到会回来, 可当旗下再一次坐到圆桌旁边的时候, 心中只有绝望。 早安, 九位, 任阳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 很高兴能再次与你们见面。 你们已经在我面前沉睡了十二个小时了。 旗下趁此机会, 无动声色地打亮了一下那些熟悉的脸庞, 发现他们的表现如同自己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样。 乔家竟愣愣地看了看任阳, 开口问道, 是谁? 经此一问, 旗下皱起了眉头。 搞什么? 难道所有人都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吗? 既然如此的话, 自己为什么还记得? 既然你们都有这个疑问, 那我就跟九位介绍一下。 任阳刚要挥舞双手, 慷慨陈词的时候, 张律师开口说道, 不必跟我们介绍了, 我劝你早点停止自己的行为, 我怀疑你, 拘禁我们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我记录下来, 形成对你不利的证词。 旗下茫然地看了看张律师, 又看向赵医生, 该他提出质疑了。 果然, 赵医生开口了, 等等, 我们都刚刚才醒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囚禁了二十四个小时? 到底怎么回事, 旗下嘴唇微动, 这些人都跟不认识对方一样, 他们说着和上一次同样的话, 做着和上一次同样的动作。 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只是重新来过一次。 张律师趾高气昂地和赵医生解释了一番, 引起了众人的侧目。 是的, 在旗下的印象里, 张律师一开始的表现非常可疑, 他在利用一切机会宣扬自己的强势, 这恐怕是他冷静外表下的保护色。 在他解释完之后, 众人随之陷入了沉默。 沉默足足持续了十几秒, 旗下感觉有点奇怪, 上一次似乎有谁在这个时刻说了些什么, 可这次他没有说, 所以后面的一系列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种现实与记忆产生的割裂感, 让旗下甚是疑惑。 各位可能也发现了, 这屋里明明有十个人, 我劝你这个粉肠识相点。 乔家精恶狠狠地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惹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我真的会要了你的面。 旗下猛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自己右手边的年轻人, 那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也是旗下只见过一面的, 屋子里的第十个人。 他依然带着一脸诡异的笑容, 看着众人。 由于已经在这里走了一遭, 旗下有些明白了, 脸上挂着这种笑容的几乎都是原住民。 难道这第十个人仅仅是仁阳找来凑数的吗? 仁阳走到年轻人身边, 将手放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旗下一惊, 赶忙将脸不动声色地扭到另一边。 上一次, 这个年轻人的脑浆蹦溅到了自己的脸上, 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再体验一次那温热的感觉了。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年轻人的脑袋在桌面上开了花。 同一时刻, 远处传来了一阵钟声, 而也就是这一阵钟声, 让旗下陡然想到了什么。 这个刚刚才死去的男人或许并不是原住民, 而是一个回想者。 可他的表现为何如此呆滞? 他的作用为何如此荒唐? 之所以, 准备了十个人, 是为了用其中一个人让你们安静下来。 仁阳甩了甩手上的写说道, 灵晴瞬间传来了尖叫声, 和上次的时机分秒不差。 旗下早该想到的, 他们醒来的瞬间听到了钟声, 说明此时至少有一个人获得了回想。 当年轻人死掉的时候, 钟声再度响起, 回想结束。 若只发生一次的事情, 可年轻人接连两次死亡都响起了钟声, 他定然是回想者。 随着灵晴的尖叫声戛然而止, 仁阳怪笑几声。 很好, 走位, 看来你们都安静下来了。 下面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仁阳, 而你们是参与者。 如今把你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参与一个游戏, 最终创造一个神。 这一次的旗下, 没有因为死人而受到惊吓, 所以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仁阳的讲解上面。 可此时, 众人又陷入了沉默。 旗下有些忘了当时谁说过话, 只记得有人问仁阳创造一个什么神, 可他为什么不开口? 你们不好奇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什么? 仁阳愣愣地看了看众人, 你爱说不说? 乔家竟咬着牙冷哼一声, 在我面前杀个人, 我就要扶你吗? 罢了, 仁阳摇摇头, 说道, 我们要创造一个和女娲一样的神, 他能实现我们的一切想法。 一个伟大的任务, 正等着神去做。 看了看沉默不语的众人, 山羊头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好无趣啊, 都没有问题吗? 几位女生明显是被吓坏了, 旗下又看了看剩余的男人们。 李警官面色严肃地盯着仁阳, 和上次没有什么不同。 赵医生跟韩一默也在见到死人之后, 颤颤巍巍, 脸上带着几分害怕的神情。 而乔家竟则一脸不屑, 露出属于他的独特表情。 见到没人说话, 乔家竟无名火起, 别人都害怕仁阳, 他可不怕。 砍家铲, 封神榜是吧? 我们和你做游戏赢了, 你就给我们封个神。 若我们赢不了呢? 赢不了。 任阳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鲜血, 与其有些失落地说道, 赢不了就太可惜了。 替谁可惜? 旗下冷不丁地开口问道。 任阳回过头看着旗下, 眼神冰冷至极。 替这个世界可惜。 替这个世界? 旗下一愣, 好像明白了什么, 可脑海中的疑问更多了。 也就是说, 若不能创造出神, 损失最大的就是中烟之地。 第97章, 任阳的指示。 可是这脸, 旗下还想问些什么, 任阳却忽然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浑身一颤, 把到嘴边的画声声咽了下去。 上一次任阳从来没有触碰过旗下, 这只手代表着什么? 旗下只感觉那只手微微地用了一下力, 好像在跟他暗示什么。 他抬头看了一眼任阳, 却发现对方并没有看自己。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游戏规则。 任阳离开旗下身边, 开口说道, 接下来, 我要你们每个人讲述一段来到这里之前最后发生的故事。 但要注意, 在所有讲故事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说谎了, 当所有人都讲述完毕时, 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规则。 所有人中, 尤其只有一个说谎者, 需要大家投票选取。 这个游戏, 险些让当时出入此地的众人当场丧命。 任阳将手中的白纸交给在座的九人。 旗下拿着这张纸, 脑海中有一道微光闪过, 好像又有一种违和感在心中陡然浮现。 对了, 此时此刻, 不是应该有个人问人养我们可以商讨战术吗? 可那个人为什么不说话了? 旗下的瞳孔忽然放大了一些。 是了, 原来是他, 他在这一次的经历中忽然变得寡言少语了。 先前每一次旗下感到违和, 都是因为这个人在应该开口的时候没有开口。 原先他要问的那些问题, 这一次一个都没有问。 他为什么没有疑问了? 旗下知道答案只有一个。 那个人不需要再问那些问题了, 他也存有上一次的记忆。 旗下将头转过去, 面带疑惑地盯着那个健硕的男人。 李警官! 只见李警官面色严肃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 仿佛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 既然各位没有疑问了, 下面开始分发身份牌。 任阳从口袋中掏出一叠扑克牌大小的卡片, 走到了每个人身边。 提前声明, 若是抽到说谎者, 则必须要说谎。 众人都从任阳的手中领过自己的卡片, 每个人的面色都不太好看。 旗下则在这期间有意无意地看向李警官。 是的, 他变了, 他甚至都没有着急查看自己的身份。 旗下也用手掌扣着自己的身份牌, 脑海中一直在思索着什么。 现在情况比较棘手。 若是贸然跟众人说出这一切是第二次了, 估计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 反而会在此时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毕竟九个人中不是每个人都有过人的智慧, 只要有人把节奏带偏, 旗下被投票出局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 这里不是表明自己身份的最佳场合。 既然要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旗下必须像以前一样的带领众人渡过这些难关。 他抬起头看了看四处的墙壁和地面, 如同上一次一样, 被一些线条整整齐齐地分割成了很多个正方形。 游戏场地没变, 游戏规则没变。 那个, 要不我说两句吧。 赵医生没有请示人阳, 自顾自地开口了。 众人此刻都面带怀疑地扭头看向他。 咱们都是第一次见面, 我也不知道你们都是谁, 但我建议说谎者还是提前自己站出来吧。 赵医生严肃地说道, 为了你一个人, 而导致剩下的八个人勾心斗脚, 实在是太残忍了。 是啊, 萧染忽然附和道, 你们谁要是抽到了说谎者, 就直接承认吧,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玩命啊? 旗下苦笑一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二人的格局和李警官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们手上的牌明明是说谎者, 此刻却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开始发话。 这么做并不是想让说谎者站出来, 而是急于向大家传递一个错误信息, 他们不是说谎者。 毕竟在正常人的思维里面, 说谎者可不会让说谎者站出来。 而反观李警官当时的发言, 从始至终都希望所有人团结起来, 不要说谎。 旗下本以为在场的众人根本不可能理会这俩人, 可没想到身旁不远处的乔家静面色却面带犹豫。 他拿起自己的卡牌看了半天, 仿佛一直都在下什么决心。 旗下一愣, 瞬间感觉不太妙。 没错, 乔家静是这种人, 他太天真了, 他会被这俩人蛊惑的。 他不知道所有人的手牌都是说谎者, 他只知道为了遵从道义, 自己没必要拖累大家, 所以有可能在此时自爆身份。 只见他长叹了一口气, 刚要开口的时候, 旗下赶忙抢话问到仁阳, 喂, 快讲故事吧, 从谁开始讲。 乔家静被吓了一跳, 话到嘴边没有说出, 此时又重新犹豫了起来。 人类就是这样的动物, 若是下了很久的决心忽然被打断, 那就要重新下一次决心。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 那本次游戏正式开始。 你第一个讲述, 仁阳伸手指了指田田。 啊? 我? 田田多了一下嘴, 随后缓缓到来了他的故事。 好, 好吧, 我叫田田, 是个技术工作者。 田田整篇讲述和之前没有任何不同, 若是旗下记得不错, 甚至一个字都不差。 在他讲述完毕之后, 乔家静也自然地发出了疑问。 他指责田田是假名字, 理应是做说谎, 二人甚至还为这件事大吵一架。 接下来便是众人一个一个地讲起故事。 旗下被逼无奈, 只能装模作样地认真听着, 尽管这些故事他已经听了一次。 听故事之余, 旗下又看了看自己面前的那张身份牌, 背面写着女娲游戏四个字。 他忽然发现自己从刚才开始, 就没有看过自己的身份。 若是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很有可能把矛头指向他。 想到这里, 旗下面无表情地翻开身份牌, 打眼一扫。 见到卡片上的字, 他略微一愣, 又把卡牌拿得靠近了自己一线。 下一秒, 他只感觉浑身一颤, 整个人呆住了。 那卡牌上根本没有写说谎者三个字, 反而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还记得。 什么? 旗下认真地读了几遍这句话, 又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任阳, 可任阳并未理他。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还记得。 旗下低下头, 揉了揉眼睛, 那张卡牌上面的字又悄然变化了, 变成了说谎者。 第九十八章, 顺理成章, 旗下茫然地抬起头, 目前讲故事的人已经变成了李警官。 我叫李尚武, 内蒙人, 我是一名刑警。 李警官淡然说道, 来这里之前, 我正在蹲守一名诈骗犯。 可是我失手了, 明明等到的那个人, 却和他在地震中扭打了起来。 我被他打晕了, 来到了这里。 原先冗长的故事, 此刻仅仅变成了三句话。 所有人讲述的故事都没有什么不同, 但此刻李警官却表现得十分反常。 好在只有旗下记得曾经的事情。 刑警? 萧然此刻惊呼一声, 你是警察, 为什么不想办法救我吗? 因为我, 李警官略微愣了一下, 说实话, 我不知道要怎么带大家出去, 如果有那种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道理? 萧然不解地问道, 你是警察, 你就应该自己去调查, 去想办法。 难道每次有凶杀案, 你都说我不知道凶手是谁就可以结案了吗? 这不一样, 李警官摇摇头,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 我只能尽力保住大家的性命。 萧然越说越激动, 直接伸手指着一旁的人羊, 这不就是凶手吗? 你直接抓他? 够了, 旗下实在看不下去了, 出眼打断道, 一只大呼小叫的, 烦不烦? 乔家敬也点点头, 条子不是人吗? 我们现在都动不了, 生杀大权全在羊头人手中, 你让条子拿什么抓他? 你们? 萧然还想争吵两句, 却忽然看到旗下那冰冷的眼神, 又瞟到了乔家敬见状的花壁, 瞬间知道这两人绝非善类, 他明白有着这种眼神的人跟警察可不一样, 他可以一直对警察大呼小叫, 警察绝不敢出言不逊, 可眼前这两个男人不能惹。 我, 我只是太害怕了。 萧然露出一脸委屈, 摇摇头说道, 哎, 也可能是我太相信, 警察了吧。 阴阳怪气, 欺善怕恶, 旗下冷哼一声, 你该不会是挑拨离间的说谎者吧? 怎么可能啊? 萧然大叫一声, 我怎么可能是说谎者? 你不要血口喷热啊? 哦, 旗下点点头, 既然你不是说谎者, 那你的卡牌上写的什么字? 写的是, 萧然刚要脱口而出, 却瞬间愣住了, 阳头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 除了说谎者以外的身份牌是什么。 他只说过若是抽到说谎者, 则必须说谎, 自己想要洗清嫌疑的话, 必须当众说出自己的身份才可以。 可是另一个身份写的是什么字? 实话者? 普通人? 参与者? 还是空白卡片? 萧然只感觉自己身上的血都凉了, 整个人害怕都不能自已。 眼前的年轻人实在太过聪明了, 仅仅一句话就把自己逼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有几个人此刻也都愣愣地看向萧然, 面色颇为疑惑。 是的, 若是他们开始怀疑萧然是说谎者, 那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在已知的规则里, 现场尤其只有一个说谎者, 而每个人都以为那个人就是自己, 所以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其他的说谎者的。 所以他们现在陷入两难的境地, 都在思考是否会存在多个说谎者的情况。 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萧然见状不妙, 只能破罐子破摔, 开口狡辩道, 万一你才是说谎者, 只是想从我这里套取答案怎么办? 旗下点了点头, 你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如此, 我和你赌一把。 赌一把? 没错, 我喊三二一, 你和我同时喊出自己卡牌上的字, 让现场的众人判断一下谁的身份是编的。 旗下准备在此好好地置一致萧然, 害群之马没有什么留下的必要。 这, 萧然明显犹豫了, 旗下心中冷笑一声, 若这真的是尤其只有一个说谎者的游戏, 他必死无疑。 因为在场的众人, 没有任何人知道另一个身份是什么, 只要旗下信誓旦旦地说出一个身份, 自己就已经赢了。 三, 二, 旗下面带色冷峻地倒数起来, 他的一字刚要开口的时候, 赵医生忽然出来百元场了。 哎, 算了算了, 旗下扭头看向他, 兄弟, 咱不能为难女人啊, 我看你俩都不像说谎者, 真要投票的话, 还是等到大家都讲完了故事再说吧。 赵医生一脸陪笑地说道, 旗下当然不可能在这里将萧染定罪为说谎者, 毕竟真正的答案有待揭晓。 后面雨后春笋的游戏也需要九个人的共同努力, 萧染还不能死, 所以他答应了赵医生的请求。 行吧, 旗下点点头, 只要那个女人不再对其他人指指点点, 我没什么意见, 我哪有指指点点, 萧染都起了嘴, 露出一副惹人恋爱的表情, 我只是太害怕了, 别怕, 我相信你。 赵医生在一旁笑着说道, 李警官讲述完故事, 接下来便是林晴, 他讲述了自己在26楼的高层中遭遇地震的故事, 最后是旗下, 旗下也将自己的故事全盘拖出, 当他讲完的时候, 不由得感慨, 时间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虽然自己知道曾经发生的一切事情, 可当他第二次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依然和第一次有不小的区别, 包括各种语法, 措辞, 叙事顺序。 可再看看其他人, 除了李警官之外, 他们明明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 却跟上一次的讲述一字不差。 这样来说的话, 谁是正确的? 谁又是错误的? 当旗下也讲完故事之后, 任阳宣布众人进入到了20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旗下也问任阳要来了另一张空白的纸, 将之前已经写过一次的公式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几乎顺理成章。 旗下带领众人将矛头指向任阳。 而任阳也在众人一脸诧异之下, 再度开枪自尽了。 第99章, 虞叉。 如果有可能的话, 旗下很想跟任阳问个明白, 为什么他拿到的卡片会写着那样一句话? 但是任阳若是活下来, 这场游戏参与者就输了。 也就是说, 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搞清楚任阳的想法。 他也不知道李警官是不是领到了一样的卡片。 当所有人的都为了自己能重新站起身来而激动不已的时候, 旗下却始终在关注另一个问题。 任阳传递的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信息? 等等, 任阳是会说谎的, 他有没有可能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旗下始终都搞不清楚该不该相信他。 现在说谎者的游戏结束了, 若是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拥有接下来的游戏攻略, 难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保险起见, 旗下决定暂时遵从任阳的意思, 毕竟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他就算隐瞒了一切, 依然可以带众人逃出这间屋子。 旗下尽量让自己像上次一样, 带领众人发现了任阳面具下的文字。 但这一次, 旗下还要尽量收集上一次错过的线索。 在众人查看任阳面具的时候, 他和李警官同时来到了任阳身边。 李警官意味深长地看了旗下一眼, 张了张嘴, 但却没有说话。 旗下也没有说话, 二人仿佛有什么默契一般, 开始同时搜索任阳的遗体。 上次, 他们只看了对方的面具, 却没有搜索对方的身体。 让旗下始料未及的是, 任阳身上居然连一颗刀都没有。 他也更确信身旁的李警官记得一切了, 因为任阳自杀用的手枪明明放在一旁, 李警官却连看都未看一眼。 这是什么? 李警官从任阳的口袋中搜出了一张纸, 他大体扫了一眼, 直接对给了旗下。 旗下很自然地接了过来, 仔细读了读, 瞬间露出了一脸疑惑。 这是一份签了字的合同, 文件的开头写着生效飞声对赌合同。 这是…… 你先收起来吧。 李警官拍了拍旗下的手, 出去再看。 旗下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将那份合同叠好,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看来这一次真的是获得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个生效身上有这份合同却没有到, 说明它和其他的生效有本质区别。 当鱼差来临的时候, 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会被损坏。 上一次, 旗下只顾着考虑如何逃脱, 却忽略了这些线索。 雨后春笋是什么意思? 向家乡的方向转一百圈又是什么呀? 远处的众人七嘴八舌地问道。 对于旗下来说, 现在需要精湛的演技, 让他可以像上次一样 无动声色地带领众人逃脱。 你要是太辛苦了, 接下来的游戏我可以替你说出答案。 李警官低声说道,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可你搞不定那些道德高手。 旗下小声回答说, 我没有包袱, 更好对付他们。 旗下走向桌子, 缓缓地站到了乔家庆身边。 乔爷, 我需要你的帮助。 旗下说道, 乔爷。 乔家静一愣, 瞬间露出了一脸自豪的笑容。 你这两袋说话很中听啊, 以后我照你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 听到他这么说, 旗下莫名有些安心, 待会儿你卯足了静, 带大家活下去吧。 哦? 众人此时发现, 四周的墙壁如同橡皮泥一般变化起来, 露出一排排孔洞, 众人刚要上前查看, 却被旗下止住了。 他转身对众人说道, 各位, 先不要管墙壁, 我找到答案了, 向家乡转动一百圈, 就是找个东西向右侧转动一百圈。 右侧? 众人听到旗下说话, 纷纷侧目看向他, 为什么是右侧? 旗下拿起一张白纸, 简单地画了的草图, 然后跟众人耐心地解释了一番。 原来如此, 你好聪明。 林晴点点头, 可是我们要把什么东西转动一百圈?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甜甜眨了眨眼睛问道, 我们自己向右侧转一百圈吗? 旗下摇摇头, 说道, 大家找一下这个屋子里除了自己,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转动的吗? 韩一默率先发现了, 眼前的桌面居然可以转动, 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 大家在旗下的带领下, 开始有序地向右转动桌面, 目前看起来一切情况都在掌控之中。 这一次, 乔家竟格外卖力, 喊着口号带领大家转动的桌子。 当一百圈转完之后, 桌面再度被激光分成了九块, 这一次大家拿到桌板的时间 比上一次早了将近五分钟。 接下来, 我会告诉大家提示的后半段与后春笋是什么意思。 他让众人拿着桌板, 然后解释如何才能组成一个锥形, 这一次他有了经验, 提前告诉众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让桌板之间出现间隙。 旗下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上一次的鱼叉直接导致了韩一默的死亡,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想尽量保下这个人的性命。 众人在赞叹旗下聪慧的同时, 也不免有些怀疑, 眼前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有条脸? 他不仅破解了游戏, 更提前预知了待会儿会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这个游戏简直像他自己设计的一样。 我们把桌板摆成这样, 是为了什么? 乔家敬问道, 一会儿真的要下雨吗? 那倒不是, 一会儿我们摆好了桌板, 就。 话还没说完, 旗下不经意间看了一眼韩一默, 发现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不少虚汗, 身上也在忍不住的发抖。 韩一默, 没事吧? 韩一默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事, 我只是有些害怕。 旗下眉头一皱, 问道, 你怕什么? 我。 韩一默还未回答, 远处响起了一阵巨大的钟声。 当。 旗下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一切的经历都太熟悉了。 韩一默回想了, 他一把抓住韩一默的肩膀, 压抑着声音, 一脸着急地问道, 韩一默, 我都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提前跟众人说明了, 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 我。 你说啊。 旗下确实有些着急了, 他有一股非常不祥的预感。 我害怕那些鱼叉, 韩一默看起来真的非常恐惧, 冷汗都从他的额头滑落了, 我感觉那些鱼叉一定会射穿我。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面色渐渐冷峻了下来。 韩一默, 我什么时候说过, 那些孔洞里面射出来的东西是鱼叉? 第100章, 韩一默的担忧。 啊, 韩一默眼神逐渐恐慌起来, 那些孔洞里不是鱼叉吗? 听到韩一默的话, 乔家竟果断放下桌板, 走到墙边向那些孔洞里看去。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我丢! 他大喝一声, 连忙倒退了几步, 确实是鱼叉啊。 洞里面全都是正在后退的鱼叉, 众人慌乱不已, 大呼小叫的声音此起彼伏, 而旗下却始终面色复杂地看着韩一默。 你早就知道里面是鱼叉了。 旗下问道, 不是, 我只是刚才无意间看到了, 韩一默的眼神一直在躲闪, 明显是在撒谎。 难道你也, 旗下愣愣地看着韩一默, 却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韩一默也记得, 他隐瞒了这个事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记得之前事情的人, 似乎都收到了人羊的卡片。 由于旗下并不知道暴露记忆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只能选择不戳穿他。 没必要害怕。 旗下话锋一转, 一脸认真的看着韩一默, 低声说道, 这次鱼叉不会贯穿你的。 可是旗下, 韩一默似乎也有话想说, 可始终不知道怎么开口。 若旗下猜得不错, 韩一默想说的是, 我上一次就被贯穿了。 这次我们调整位置, 你站在我跟李警官之间。 旗下看向众人的方向, 若是你的身边不会露出空隙, 鱼叉是没有理由贯穿你的。 韩一默略带感激地看了一眼旗下, 茫然地点了点头。 当众人冷静下来之后, 旗下重新安排了队伍的站位。 尽量让每个女生的身边都有男人, 接着又把韩一默保护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 韩一默也是一名回想者, 保住她的性命不会有错。 另外, 我还要再安排一个应急方案, 请大家过来一下。 旗下指挥众人说, 若是一会儿, 有人的桌板出现难以稳定的情况。 旗下安排好一切, 便让众人提前站好阵型, 将所有的桌板靠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尖锥。 站在尖锥中的众人背靠背, 黑得看不到一丝光亮。 旗下能感觉到身边的韩一默正在不断地发抖, 似乎这个阵型对她来说根本没有安全感。 不好意思, 韩一默好像知道自己很惹人注意, 只能小声道歉说, 我一直都有幽闭恐惧症, 从小就很害怕封闭的空间和漆黑的环境。 一句话出口, 旗下忽然想到了什么。 韩一默在漆黑的锥体之中被鱼叉射中, 又在漆黑的黎明被巨剑刺穿。 难道这都跟她的幽闭恐惧症有关吗? 忽然之间, 锥体四周响起了巨大的破风之声。 要来了? 在旗下的一声令下, 众人开始轻移重心, 牢牢地顶住眼前的桌板。 毕竟旗下给出的策略看起来万无一失,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保证锥体的牢固性。 鱼叉开始如暴风骤雨般在锥体上落下, 众人只感觉手掌被震得生疼, 但好在这一次的九人有了心理准备, 锥体兼顾得有些难以置信。 碰! 一声巨大的响声在萧染的面前出现, 他手中的桌板瞬间被打歪了, 一道眨眼的光亮从裂隙之中穿了进来, 旗下顿感不妙, 毕竟萧染的身后就是韩一墨, 这个裂隙射进鱼叉的话, 百分之百会要了韩一墨的命。 转! 旗下大喝一声, 众人得了令, 纷纷拿着桌板向右侧转去, 整个锥体如同暴雨之中旋转的陀螺, 此时不仅以斜面接触鱼叉, 自身更是旋转不止, 一些想要进入裂隙的鱼叉, 纷纷被拒之门外。 两圈之后, 一旁的赵医生替萧染扶稳了桌板。 停! 旗下再次大喝一声, 众人又一次将桌板稳住, 雨中的春笋落地生根。 随着桌板附近的碰撞声逐渐减小, 鱼叉的攻势延缓了下来, 又过了半分钟, 那些撞击完全听不到了。 结束了吗? 不知是谁小声问了一句, 再等一分钟, 旗下非常谨慎地说道, 众人自然没有反驳, 在这极度安静的追体之中, 又静静地等待了一分钟的时间。 旗下将桌板小心翼翼地掀开, 他看了看已经安全的房间, 伸出手拍了拍韩一默的肩膀, 说道, 你看, 我们会没事的。 韩一默依然在发抖, 但还是面带感激地点了点头, 没事了吗? 可我总感觉, 其余几人也纷纷掀开桌板, 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得说不出话来。 地上的两具尸体, 此时犹如刺猬一般被扎满了鱼叉, 鲜血渐落的到处都是, 俨然一副地狱般的景象。 哦? 这是什么? 李警官用浮夸的演技, 捡起了地上的一根鱼叉, 这上面好像有字。 旗下无奈地摇摇头, 让李警官做这种事, 还真是难为他了。 趁着李警官带领众人查看鱼叉的时候, 旗下又确认了一下韩一默的情况, 他看起来虽然还是很害怕, 但状态比刚才好多了。 韩一默, 我说过的这次会没事的。 韩一默听后苦笑了一下, 说道, 旗下, 谢谢你,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那些鱼叉一定会射中我。 旗下刚要说点什么, 却忽然感觉不太对, 这个房间的某个地方依然能够听见隐隐的链条声。 难道还有鱼叉? 乔家静此刻好像也发现了什么? 有一根绳子此时绷得笔直, 横在房间的中央的半空中。 这搞什么? 乔家静看了看这根绳子, 发现它的两端都在孔洞中, 与地面上那些拴着鱼叉的绳索很不一样。 旗下也感觉有些疑惑, 为什么绳子的两端都在孔洞中? 鱼叉呢? 乔家静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一下绳子, 发现它正在微微抖动, 好奇怪啊。 他试着拉了拉绳子, 发现绳子居然可以被抽离。 旗下略微一愣, 瞬间想到了什么? 那根本不是悬在半空中的绳子, 而是有一根鱼叉, 阴叉阳错, 射入了墙上的一个孔洞中, 这根鱼叉卡住了另一根鱼叉。 乔家静, 别碰它。 第101章, 破灾。 乔家静听后立刻锁回了手, 但他刚刚触摸时, 给绳子加入的一丁点力量, 已经足够打破这个诡异的平衡了。 只见某一侧的孔洞中, 不断发出巨大的链条声, 连带着绳子一起颤抖不已。 旗下立刻从地上拿起一块桌板, 大喝一声, 韩一末, 来我身后。 韩一末听后, 赶忙跑到了旗下身后躲了起来, 他抓着旗下的衣服, 看起来非常紧张。 莫非定律吗? 旗下拿着桌板, 不断地向远离孔洞的一侧移动, 韩一末也在他身后不断地挪动着。 按理来说, 旗下与孔洞已经不是垂直关系, 里面射出的鱼叉也绝不可能飞向他们, 更不可能伤到他身后的韩一末, 可旗下就是莫名地感觉不安。 站在孔洞旁边的乔家静, 看到旗下的表现甚是不解。 他看了看绳子, 又看了看旗下, 疑惑地开口问道, 骗人仔, 你搞什么? 乔家静, 离那里远点, 还有一根鱼叉, 小心受伤。 旗下严肃地回答道, 话音刚落, 孔洞当中忽然一阵巨响, 两根鱼叉同时喷出。 第一根是之前阴叉阳错射进孔洞中的闯入者, 而第二根显然是蓄力已久的本尊。 So, 一切都发生在一秒之内。 第一根鱼叉喷出孔洞之后, 直接飞到一旁, 有气无力地插到了地面上。 而第二根鱼叉却卯足了力气, 朝远离旗下的另一侧陡然飞去。 见到鱼叉的飞行轨迹并不是自己的方向, 旗下刚刚觉得有些安心, 却忽然见到那根鱼叉准确无误地设在了房间之中, 依然站立的座钟之上。 这台座钟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是众人得知时间的重要工具, 可没想到此时却成了地狱使者的跳板。 一声金属与金属碰撞的声音炸开, 无数火花四溅。 不知那座钟是什么材料打造, 被鱼叉猛烈撞击之后依然屹立不倒, 可鱼叉也因为这次撞击而改变了方向。 他如同一条忽然发现猎物的毒蛇猛然转头, 冲着旗下和韩一墨飞奔而来。 鱼叉的身姿放得很低, 几乎全程贴地飞行, 旗下健壮立刻将韩一墨向后一推, 自己拿着桌板迎了上去。 按照鱼叉如今的飞行方向来看, 他一定会在射中韩一墨之前优先撞到桌板。 就当鱼叉和桌板近在咫尺的时候, 贴地飞行的鱼叉撞到了地面, 反弹力让他瞬间拔地而起。 这个不可思议的轨迹让他直接飞越了旗下, 下一秒又撞到了屋顶, 再次改变方向之后义无反顾地奔向旗下身后的韩一墨。 在所有人的眼中, 这跟鱼叉就像是一条弯折前进的闪电, 绕开一切障碍物之后准确无误地飞向目标。 正如韩一墨所说, 他一定会被鱼叉射中。 眼前这跟鱼叉的一切行动轨迹都是那么的诡异, 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韩一墨。 旗下自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挪动桌板挡住鱼叉, 表情已经略显绝望。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就韩一墨了, 纵然是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那也是韩一墨能够自己躲开。 可看他那紧张发抖的样子, 估计连一步都难以挪动, 这一次他还是要死。 就在鱼叉距离韩一墨不到五公分的时候, 站在孔洞旁边的乔家静忽然伸手, 抓住了孔洞内喷尸而出的绳子, 然后猛然往后一扯。 绳子扯动鱼叉, 牵移发而动全身。 他的出手速度非常快, 让高速移动的鱼叉瞬间像是被狂风吹过的花朵一样, 瞬间失去了平衡。 那根鱼叉也终于停止了前进, 在半空之中不甘地摇晃了几下, 随后掉在了地上。 这一秒之内发生的事情太过惊心动魄, 让众人全都停止了呼吸。 半晌之后, 韩一墨一屁股坐到地上, 汗水已经把衣服全都打湿了。 乔家静看了看手中的绳子, 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跟鱼叉来蹦迪的吗? 在屋子里蹿蹿蹿, 蹿你妈的头啊。 旗下放下桌板, 惊魂未定地来到韩一墨身边, 将他扶起来, 问道, 你怎么样? 我没事, 现在真的没事了, 你们救了我的命, 太感谢你们了。 旗下, 你简直是我的救世主。 旗下扶着韩一墨的手一顿, 发现他已经不再发抖了。 原来是这样,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大概率已经猜出什么叫做招灾了。 接下来, 你还会怕吗? 旗下问道, 有点, 但是没有特别害怕。 韩一墨挤出一丝苦笑说, 知道接下来的游戏有你在, 我感觉比较安心。 听到这句话, 旗下感觉把韩一墨救下来, 真的是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了。 虽然招灾的全部能力尚不清楚, 但目前看来, 他可以预知到接下来要发生的危险。 若是跟那些生效对决的时候带着韩一墨, 旗下应当可以通过他的恐惧程度来判断游戏的危险程度。 若是再顺利一些, 旗下可以得知是否可以跟对方捕命。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假设, 当务之急是带领韩一墨活下去。 从这一刻开始, 他没有必要再救那些不重要的人。 接下来的天降死亡和是与非, 就算只有少数人能过关也无所谓。 李警官, 旗下叫道, 你刚才说鱼叉怎么了? 哦, 李警官反应了过来, 然后赶忙配合道, 这个鱼叉上有字啊, 你卖看看。 旗下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鱼叉之后, 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那我明白了。 各位, 这次的出题人又变成了仁阳, 可是仁阳是会说谎的。 他把自己的推断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众人, 然后静止走到了房间中央的孔洞下面, 他知道地面会在几分钟后塌陷, 而那时, 众人需要挂在天花板上逃过这一劫。 旗下说出自己的推断, 本意只是想救下其中的部分人, 可没想到众人纷纷地信服了他的话。 当旗下站到孔洞下面的时候, 第一个站到他身旁的就是萧冉。 此时的萧冉露出了一连仰慕的表情, 几乎是无条件相信旗下说的话, 或许是因为旗下的几次表现全都堪称完美, 让萧冉产生了爱慕之情。 齐哥, 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相信你。 萧冉谄媚地说道, 呵, 旗下冷笑一声, 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 第102章, 狡诈之蛇。 第三个游戏也完全不出预料的平安度过, 旗下带领众人吊挂在天花板上, 静静地等待人蛇到来。 久违了, 各位, 人蛇终于现身, 开始与众人攀谈。 我是人蛇, 人你老母。 乔家敬大喝一声, 羊, 狗之后是蛇,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请不要激动。 人蛇的声音很平稳, 他抬头望了一下众人, 然后说道, 你们正在进行最后一轮考验。 我的手边有一根拉杆, 只要我拉动它, 你们就能缓缓降落, 谁都不会受伤, 那你会拉下它吗? 萧冉问, 我, 人蛇淡然一笑, 我和你们玩一个游戏,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你们自己了。 旗下听后, 扭头看向众人, 开口说道, 待会儿谁都不要说话, 交给我来。 人蛇饶有兴趣地, 看了半空中的旗下一眼, 走上前来说道, 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说谁能在三次之内说中答案, 我便拉动拉杆放你们下来。 有趣的, 问题, 旗下略微一愣, 他感觉人蛇之前, 好像并不是这样说的。 听好了, 各位, 若是你们身患重病, 且流落荒岛, 手里有两种长相一模一样的特效药, 各十片, 以致这两种药, 只有每天各吃一片才能活命, 可你们不小心将要混在一起, 分辨不出了。 假设救援会在十天之后到来, 那么这十天之内, 你们要如何服药活下来?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有些奇怪。 之前的人羊和人狗设计的游戏 与上次完全相同, 可人蛇却忽然改变了问题。 请, 请问药片的颜色有差别吗? 萧染开口问道, 人蛇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还剩两次机会。 喂? 靓女? 乔家静大叫一声, 一共三次机会, 你不要乱搞啊。 我? 萧染为难地低下头, 表情非常难过。 此时, 旗下对他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分, 他不仅自以为是, 甚至还不听劝。 旗下, 这是什么情况? 李警官看向他, 小声问道, 为什么问题变了? 我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上一次我就感觉这个人蛇怪怪的。 哪里怪? 李警官问, 上一次我们赢了, 人蛇却没死。 旗下一针见血地说道, 人羊叔给我们之后死了, 可人蛇没有, 这显然很矛盾。 你这样一说, 确实是李警官摇了摇头, 知道现在不是究竟这个问题的时候, 改口问道, 那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有, 这个问题和是与非一样, 是一个寻常的逻辑问题。 旗下怀疑蛇类游戏恐怕是逻辑类或是智力类, 也算是比较符合蛇类狡诈的特性。 见到众人都在盯着旗下, 人蛇也向他投去了目光, 开口问道, 你知道破解方法了吗? 是, 旗下点点头, 答案就是把所有的药片捣碎成粉末,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再尽可能的平分成十份, 每天服下一份。 哦, 人蛇露出兴奋的目光, 然后不动声色的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子, 看了一眼之后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自言自语的声音很小, 不仔细听的话,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旗下总感觉人蛇的表现很奇怪, 仿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 几秒之后, 人蛇忽然露出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你可真有意思, 有意思。 旗下眼神一冷, 忽然想起人蛇在上一次的游戏中, 当他破解了是与非的答案时, 人蛇笑得前仰后合, 也说出了这句话。 等着, 我现在就把你们放下来。 人蛇拉动把手, 众人缓缓落地。 各位, 恭喜你们在面试中活了下来, 推开这扇门, 一个新世界在等着你们。 舌头人将手背在身后, 站到木门的旁边。 扑街仔。 乔家竟恶狠狠地走了上去, 似乎想要把所有对于仁阳, 仁狗的不满都发泄到眼前的人蛇身上。 人蛇冷眼转过身, 看着气势汹汹的乔家竟, 却毫不动弹。 你们一个个都是变态吗? 乔家竟大喝一声, 上前就抓住了人蛇的衣领, 带着这些奇怪的面罩, 一次次地想置我们于死地, 现在终于让我逮到了。 人蛇冷笑一下, 笛声说道, 趁你还活着, 劝你早点放手。 你说什么? 乔家竟用力举起拳头, 眼看就要飞到蛇头人的脸上时, 却被李警官拉住了手臂。 乔家竟, 算了。 李警官说道, 这些人是疯子, 别理他们。 众人没有人再跟人蛇说话, 乔家竟也不甘地缩回了手, 大家在李警官的带领之下, 走出了屋子。 旗下站在队伍最后, 刚要出门的时候, 人蛇却忽然开口了。 旗下, 期待下次再和你玩啊。 旗下浑身一正, 愣在了原地。 他扭过头来看向人蛇, 咬着牙问道, 你们也都记得一切, 是吧? 嘿嘿嘿嘿, 人蛇晃动着腐烂的舌头, 慢慢凑近旗下, 为什么会不记得呢? 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妙啊。 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会像老朋友一样定期见面, 而你会解答我的各种疑问。 听到人蛇这么说, 旗下忽然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是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会和人蛇定期见面。 中烟之地第十天会湮灭, 旗下也会随之死亡, 可他在这里死亡之后, 会暂时回到现实, 等待一天后经历那场巨大的地震, 而后又在现实中死亡。 不论是中烟之地还是现实世界, 旗下都像进入了一个诡异的轮回, 永远都逃不出去。 他的人生最短是一天, 最长是十天。 只要这个诡异的地方还在, 他就永远回归不了自己的生活。 这些疯子不仅把旗下永远地困在了这里, 还把于念安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了。 人蛇, 你们这样戏耍我, 一定会后悔的。 旗下冷冷地说道, 后悔? 旗下没在理他, 走出门去跟上了队伍。 一出门, 那熟悉的沉重味道扑面而来, 让旗下感觉有些恶心。 第103章, 新的分队。 齐哥, 你怎么才出来? 萧冉站在门旁笑着问道, 看起来他一直都在等旗下。 旗下没理他, 冲着不远处的众人走出。 哎, 齐哥, 你等着我啊? 走廊两侧的房门缓缓打开, 许多生肖浑身是血地走了出来, 他们跟人蛇一样, 一动不动地站在门边。 李警官见到旗下跟了上来, 低声问道, 你准备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呢? 李警官神色复杂地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现在内心很动摇, 完全没有方向。 动摇? 灵晴有些好奇地看着窃窃私语的二人, 然后往前一步来到了二人身边。 他轻轻捂着口鼻开口问道, 奇怪, 你们在来这里之前就认识吗? 不认识。 旗下摇摇头, 灵晴盯着旗下看了半天, 居然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在说谎。 李警官没回答, 仍然牧师前方向前走着。 走了许久, 众人才渐渐地看到了远处的亮光。 任龙戴着一张极度丑陋的面具, 直直地站在那里。 你们好, 我是任龙。 他的样子将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吓了一跳。 诸位不要紧张, 你们的考验已经告一段落了, 而我也不会给你们带来新的考验, 只是给你们一点建议。 乔家竟非常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问道, 什么建议? 十天? 你们有十天的时间改变这一切。 任龙缓缓地说道, 若十天之内你们得不到三千六百个道, 那你们所在的世界就会湮灭。 你们目之所及的一切也都会一起陪葬。 而如今你们度过了四个考验, 说谎者, 余后春笋, 天降死亡, 两种药丸, 这是你们的奖励, 也是你们的筹码。 他从怀中掏出四颗闪闪发光的金色小球, 递给站在最前面的李警官。 这是什么东西? 萧染问道, 看起来好奇怪。 他伸手拿过了道, 白色的内圈是金色的造型像个立体的荷包蛋, 捏起来还有股莫名的弹性。 这就是道。 任龙挥舞着双手高兴地说着, 只需要三千六百颗道, 你们就可以逃出去了。 赵医生听后微微思索了一下, 问道, 我们该怎么获得那么多道? 去参与游戏。 任龙说道, 这个城市中有着遍地的游戏, 只要你们足够强大就一定能获得到。 你是说, 我们要主动参加这些要命的游戏? 赵医生感觉很不能理解。 你们到底是什么疯子? 我们不是疯子, 只是想努力活下去罢了。 任龙忽然有些失落的低声说道, 难道你们不想活下去吗? 听到他的问题, 众人又沉默下来。 旗下往前一步, 开口问道, 任龙, 我们若是集齐了三千六百颗道, 之后要怎么办? 之后, 任龙似乎从来没想到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一时有些语色。 是的, 我们要把三千六百颗道交给某人吗? 旗下又问, 还是说需要把它们带到某个地方? 这, 任龙思索了半天, 开口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你们集齐三千六百颗道, 自然有人出来找你们。 什么叫你没猜错的话? 旗下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你也不知道集齐之后要怎么办。 是的, 我不知道。 任龙如实回答道, 我只知道, 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行动都会被监视, 所以, 集齐之后自然会见分晓。 旗下皱了下眉头, 看着眼前这四人飞龙的怪物, 知道他虽然是龙, 可他的等级毕竟是人, 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你们有很多问题, 这样很好, 任龙的语气听起来依然失落, 有问题说明你们还很清醒, 希望你们可以永远都这么清醒。 我们走吧。 旗下不再理会任龙, 回头对众人说道, 众人点点头, 绕过任龙的方向, 先后走出了走廊。 旗下记得, 上一次众人出门之后, 身后的建筑物诡异地消失了。 于是, 这一次他特意在出门之后, 立刻回头看去, 李警官也意识到了什么, 同时回过头, 二人发现了一扇孤零零的门, 他们依然站在空旷的广场上, 可身后却立着一道诡异的门, 通向了另一个空间。 任龙正站在那个空间之中, 幽怨地看着二人, 似乎有千言万语, 压抑在喉咙之中。 接着, 那道门在旗下的注视中慢慢缩小, 仅仅几秒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咦? 田田也发现了一样, 回头惊叫一声, 我们出来的门呢? 众人听后纷纷回头, 眼前的一幕实在是太难理解了。 他们此时站在四通八达的中央广场上, 背后是一个电子显示屏和剧情同钟, 那屏幕上写着一句话, 我听到了招灾的回响, 可众人此时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我要去收集到, 旗下说到需要几个队友。 啊? 赵医生一惊, 不是吧? 你真的要去参加那些游戏啊? 咱们现在出来了, 肯定要先想办法逃命啊。 没关系, 你去逃命就行。 旗下说到, 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吗? 乔家静听后, 扶着下巴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加入。 你有头脑, 我有力气, 我们合作吧。 好, 旗下点点头, 还有吗? 田田看到乔家静也加入了, 自己思索了半天, 她看了看自己身旁的律师、 警察、 教师、 医生, 又看了看乔家静和旗下, 开口说道, 我也加入吧。 旗下见到这熟悉的一幕, 不知道怎么规劝, 只能点了点头。 灵情思索了半天, 也缓缓地走了过来, 我也可以加入吗? 旗下此时有些为难, 没想到这一次的分队和上一次一模一样。 她虽然相信灵情和田田, 但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 她更希望这一次加入队伍的是李警官和韩一墨。 这样一来, 队伍中有着四个男人, 并且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能力, 赢下游戏的几率会提高一些。 尤其是考虑到极道的存在, 田田和灵情跟着自己, 极有可能会遇到情况之外的危险。 还不等她说些什么, 队伍中的萧冉忽然走了出来, 开口说道, 齐哥, 你那么厉害, 能不能也带我一起走啊? 不能。 旗下回答道, 第104章, 少年。 萧冉听后表情略微一正, 随即恢复笑容, 走上前来贴着旗下, 一股柔软温热的感觉不断蹭着旗下的手臂。 齐哥, 你那么聪明, 一定能带我们出去的吧? 你就当带带我。 田田面色无奈地打量着眼前的姑娘, 感觉她的状态比自己的同事们还要专业。 不, 说白了她和她的同事们没有谁真正喜欢这份职业, 全部都是因为生活而被逼无奈, 所以任谁都不会露出这种谄媚的表情。 我们合不来, 旗下油盐不尽, 冷冷地看向萧冉, 你换个队伍吧。 萧冉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冷, 但很快又恢复入出。 通过刚才几个游戏的表现, 她知道旗下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若是不跟着她自己绝对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齐哥, 萧冉委屈地嘟起了嘴, 你就那么不喜欢我啊? 是, 我非常不喜欢你。 旗下再度点点头, 甩开了萧冉, 远离了她, 还有人要跟我一起走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此别过了。 她的目光盯着韩一墨和李警官, 带着一丝期待。 旗下希望这二人能够自愿参加游戏, 这样他们才可以蜕变成值得信赖的队友。 旗下, 李警官忽然开口叫道, 怎么了? 李警官嘴唇微动, 仿佛在组织语言, 过了一会儿她才问道, 你觉得我出得去吗? 旗下听后, 缓缓地低下了头, 眼睛看向了地面。 这个问题一语双关, 很难回答。 若是李警官能够回到现实世界, 那他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犯。 就算运气好, 能够让李警官回到杀人之前的一天, 那他也是个勾结诈骗犯的黑警。 这种两难的处境像是两把尖刀, 分别抵住了他的喉咙和心脏, 让他前进不了分毫。 难怪李警官至今都一脸犹豫, 他根本没有出去的理由。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郑重其事地问道, 你有牵挂吗? 牵挂, 一张胖乎乎的可爱笑脸浮现在李警官的眼前。 那是萱萱, 我当然有牵挂, 可我该如何面对他? 我会帮你。 旗下打断李警官的话, 不管是出去还是处境, 我都会帮你。 李警官一愣,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旗下,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可由于双方都有顾忌, 谁都没有再次把话说开。 难道旗下已经有办法对付张华南了? 仔细想想, 旗下和张华南的水平甚至不在一个维度, 若他愿意给自己出谋划策, 一定可以摆脱那个人渣。 对于张华南来说, 寻常的道理已经不管用了, 如今只能以恶制恶。 好, 我相信你。 李警官说道, 我也加入。 旗下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韩一默,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仅仅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这一次相比于上一次来说, 唯一的变数就是韩一默。 李警官目前还未回响, 韩一默就成了队伍当中唯一的回响者。 这样看来, 双方都有回响者的情况下, 他们是不是有希望对抗即到? 我, 可不可以拒绝? 韩一默回答道, 可以。 旗下点点头, 但我想知道原因。 我, 韩一默一脸为难地抬起头, 旗下, 虽然你刚才救了我, 我很想报答你, 但以我的心理素质, 完全承受不了这些游戏, 我会崩溃的。 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诚实的理由, 诚实到旗下都不知该如何反驳。 韩一默最大的问题就是胆小, 并且据他自己所说, 他患有很严重的幽臂恐惧症, 许多游戏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旗下转念一想, 按照姜若雪的说法, 越是极端情绪下的人就越容易听到回响, 这恐怕也是韩一默率先觉醒出这个能力的原因。 若是不需要你参加游戏呢? 旗下问, 不需要参加游戏? 韩一默有点没听懂。 那我岂不是更没理由加入你们的队伍了? 旗下也觉得这个要求有些牵强, 但为了拉韩一默入火, 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没关系, 你跟着来就是帮我们出谋划策就可以。 旗下说道, 如果真的能够赢得到, 我会分给你。 韩一默听后略加思索, 也加入了队伍。 见到众人积极分队, 在一旁看了许久的张律师有些不理解。 开口问道, 在对情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你们都这么有信心吗? 萧冉站到旗下身边, 很自然地挽起了他的手。 有齐哥在, 我们还需要什么情报? 放手! 旗下喝止了萧冉的动作。 张律师说的不无道理, 旗下做的一切都太可疑了。 现在除了张律师和赵医生之外, 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旗下这边。 这让双方的队伍人数变成了7比2, 极其不平衡。 赵医生看了看现在的分队情况, 也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我说两句吧, 既然大家都站到了警官那边, 其实我感觉我们也没什么必要分队了。 大家单纯一起行动, 这样不是更安全吗? 对对对, 萧冉也赶忙说道, 大家一起走擦安全啊。 事情渐渐地发展到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旗下很想出言制止, 可他没有理由。 在此处强行让众人分成两对, 反而更加让人怀疑。 李警官见状也点了点头, 如此看来也确实不用分队了, 大家一起走吧。 旗下知道, 上一次见到并且记得, 萧冉真实面目的人只有自己。 李警官算是跟萧冉有小摩擦, 但也算不上敌对。 韩一默更是在第一晚就死了, 完全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 只有旗下明白, 这个女人有可能从内部瓦解掉整个团队, 可现在要怎么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她踢出去呢? 各位, 虽然我不是很想打断你们, 林情在一旁忽然开口说道, 但有件事我一直很在意。 怎么了? 乔家静扭头问道, 林情伸出一根手指指向远方, 那里正站着一个少年。 从刚才开始, 好像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 少年见到众人注意到了自己, 也毫不避讳, 冲着人群缓缓走了过来。 见到她的样貌, 旗下不由地一愣, 只见那个扎着辫子的少年来到众人面前, 向征信地鞠了个躬, 然后说道, 各位, 之前见到你们一直都在交谈, 所以我没有插话那样。 现在你们聊完了吗? 第105章, 天堂口。 少年的口音和语法都很奇怪, 让众人有些不解。 旗下仔细地思索着眼前的情况, 这个少年明显是天堂口的人,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你是? 李警官问道, 哥, 我叫金元勋。 少年俊朗的脸庞露出一丝笑容, 冲李警官再度锯了个躬, 然后抬起头来问道, 请问哪位哥叫旗下? 众人纷纷扭头看向旗下的方向, 旗下只能无奈地走上前去, 说道, 我是。 太好了, 哥, 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等我? 是。 金元勋点点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旗下之外, 谁都没有见过金元勋, 不由得一脸疑惑。 萧然此时往后慢慢退了一步, 一脸谨慎地问道, 旗哥, 为什么你在这里会有熟让? 旗下没礼萧然, 反而在考虑金元勋的动机。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就是为了问我一个问题。 他似乎知道对方要问什么了。 就是这样, 金元勋点点头, 哥, 能借一步说话吗? 旗下点点头, 跟着金元勋来到了几步之外。 哥, 有个人让我问你, 你是哪一天来到这里的? 听到这个问题, 旗下略微思索了一会儿,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天堂口可以相信吗? 若他们还跟上次一样, 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在中烟之地乱窜, 估计结局也不会太好。 旗下如此, 不如相信楚天秋一次。 旗下小声回答道, 我的肉身来这里第十一天了, 我的精神仅仅四天。 呀, 七八, 金元勋按骂一声, 楚哥真的是神亮的男人。 你说什么? 旗下一愣, 看向眼前的少年。 哥, 实话说吧, 我们明明都是第一天来到这里, 可我今天按照楚哥的吩咐, 问了好几个人这个问题, 居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第一天那样。 你说楚哥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楚天秋当然知道些什么。 若猜得不错, 他也保有上一次的记忆。 可让旗下在意的还有第二件事, 为什么楚天秋在上一次时就问出了这个问题? 他在上一次就已经保留记忆了吗? 难道, 他们比自己来这里更早。 旗下经历了两次轮回, 可楚天秋经历的次数更多。 他每一次都可以保有记忆, 所以他按照记忆来挑选队友。 这样说来, 天堂口的强大应该超乎旗下的想象。 萧冉见到二人一直在窃窃私语, 非常不合时宜地走了过来。 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们在聊什么? 金元勋微微一笑, 说道, 咱们过去吧, 接下来的话需要告诉你们所有人。 金元勋再次来到了众人面前, 开口问道, 各位, 我们现在正在集结一批厉害人物, 成立一个组织来一起攻破游戏。 现在旗下哥已经通过了首领的问题, 被准许加入。 你们有那样的一个兴趣吗? 你说的组织是做什么的? 李警官小心翼翼地问道, 呀, 就是一起参与游戏的攻略组那样子, 哥。 金元勋说, 游戏分为很多个种类, 我们可以让某些人有针对性地参加某些游戏那样。 李警官仔细地盯着金元勋看了半天, 然后问道, 你是朝鲜族吗? 是的, 哥。 金元勋点点头, 我在沿边生活的区域那里, 大家很少说汉族语那样, 所以我也不是很擅长, 如果说的不明白, 请见谅。 李警官点点头, 他所在的城市也有很多蒙古族, 是谁让你来找我们的? 乔家静问道, 是和我一起走出房间低歌, 叫做楚天秋。 金元勋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正在执行他的一个命令那样。 旗下伸手摸了摸下巴, 仔细地思索了一下这件事, 说实话他并不了解楚天秋, 他对此人的一切了解, 仅限于他有一份可以逃脱此处的笔记。 金元勋, 楚天秋只邀请了我一个人吗? 旗下问, 是, 但不完全是。 金元勋耐心地解释说, 楚歌这样邀请了你, 但你可以随意带上你的人。 刚刚来了一个叫做张山的大哥, 他也带了自己的人那样。 张山听到这个名字, 旗下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老吕和小眼睛的脸。 他现在有些明白, 为什么张山会带着这两个人一起加入了, 他们二人的确值得成为队友。 旗下回头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八人, 忽然有了主意。 带着这八个人贸然前去参与游戏的话, 自然会有许多变数。 既然人数已经如此庞大了, 不如直接带着所有人一起加入天堂口。 这样一来, 既可以甩掉脱油瓶, 又可以想办法获取笔记。 想要让一滴墨水消失,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丢到大海里。 那我们九个人可以一起加入吗? 旗下又问, 可以, 楚歌说过, 只要你答应加入, 你提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这一下众人都开始犹豫了, 他们愿意加入旗下的队伍, 是因为亲眼见识过旗下的手段。 可是这个至今都没有先生过的楚天秋能够信任吗? 各位, 我要加入楚天秋的组织。 旗下不等众人思考明白, 便开口说道, 你们若是同意可以跟来, 不同意的话也可以自己行动。 众人听后都露出了犹豫的神情。 哦, 对了, 金元勋开口补充道, 根据楚歌所说, 你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很难获得食物和水源, 但我们的组织会尽量保证每个人的食物分配。 这么好? 乔家静依然有些怀疑, 你们让我们免费吃喝, 目的是什么? 金元勋听后还事了一下众人, 开口说道, 我们的目标是攻破所有游戏那样, 组织里不养闲人, 所以全体成员必须听从楚歌的指挥, 他会带领我们出去的。 所有游戏, 众人愣了一下, 难道不是集齐三千六百个道就能出去吗? 为何要攻破所有游戏? 道怎么分配呢? 萧染问道, 多劳多得。 金元勋回答, 楚歌并不是很在意道那样, 所以你们不必担心。 旗下发现楚天秋似乎在走一条很怪异的路, 这一切恐怕都跟他手上的那份笔记有关, 难道笔记里记载离开这里的方法并不是收集到, 而是攻破所有游戏吗? 旗下哥, 你怎么说? 金元勋最后确认了一遍旗下的心意, 不用说了, 我加入, 旗下说。 第106章, 无权复活的人, 虽然众人各怀心思, 但最终还是决定一起加入天堂口, 毕竟大多数人都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如今有个人信誓旦旦地站出来告诉他们能够出去, 任谁都会想去看看的。 金元勋带着众人刚要离开, 旗下却一眼瞥到了广场旁边的小路, 这条小路他曾经去过一次通向中烟之地最安全的游戏, 一个道换一个道, 全程没有任何危险, 就像是旅游观光, 如果有可能的话, 旗下想去见一见人数, 跟那个孩子说一声抱歉, 各位, 你们先跟金元勋去吧, 我随后就到, 旗下默默地退到队伍最后, 跟众人说道, 金元勋听后有些不解, 哥, 你随后到, 你知道我们组织在哪里吗? 旗下自知诗言, 改口说道, 是我忘了问, 你给我画个地图吧, 金元勋点了点头, 从怀中掏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地图, 递给了旗下, 我们组织在一座学校那样, 这是我之前画好的地图, 乔家镜面带思索地看了一眼旗下, 骗人仔, 你去做什么? 只是去附近转悠一下, 旗下回答道, 不会耽误太久的, 我和你一起吧, 乔家镜有些谨慎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我总感觉这里怪怪的, 和我一起, 咱们不是合作了吗? 乔家镜开朗地笑了一声, 你可是我的大脑, 你要是走丢了的话, 我就回不去了, 旗下听后安心地点了点头, 尽管乔家镜不记得以前发生过的事, 但他依然是他, 既然如此, 金元勋走到二人面前, 两位哥, 我会带着剩余的人前往组织, 你们要注意安全, 骗人仔, 咱们要去哪里逛逛? 乔家镜伸了个懒腰问道, 跟我来吧, 旗下面色冷静地回答着, 将乔家镜拧向了小路, 二人在小道中穿梭半天, 旗下按照记忆一直在寻找人数的小仓库, 那个仓库虽然很小, 但却承载了人数的全部希望, 他应该是从很多地方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杂物, 然后精心设计了这个游戏, 可这一切都被旗下给毁了, 如果这次能够见到他, 不妨给他提几个改进游戏的合理建议, 让他多赚点到全当赔罪了, 奇怪, 旗下在街上大体环视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哪个建筑物的门前有人, 他喃喃自语地问道, 是我记错路了, 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吗? 乔家镜疑惑地问道, 我, 旗下滑到嘴边却没有出口, 他虽然信任乔家镜, 可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记忆, 没有, 我只是在随便看看, 二人转过街角, 正要继续走的时候, 却看到不远处一个黑黑的东西横在了路中央, 旗下一愣, 心中有了一股不妙的预感, 他正要向前一步, 却被乔家镜拉住了, 我丢, 骗人仔, 等一下, 乔家镜将旗下挡在身后, 缓缓地走上前去, 地上是一具已经发黑了的瘦小尸体, 他的面容青黑丑陋, 皮肤开始溃烂溶解, 地上还流了许多恶臭的黄色浓水, 而在尸体的小腹处, 开着一朵腐烂绽放的肉花, 怎么会这样? 旗下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 脑海之中满是惊恐, 他分明就是人鼠, 可他却死在了这里, 上漆, 开始高度腐烂发黑, 少说死了有十天了。 十天? 旗下心头一惊, 你说这具尸体死了十天了? 也有可能超过十天。 乔家近站起身, 捂着口臂往后退了一步, 我一来到这里, 就感觉很奇怪, 空气中的臭味非常不寻常, 说不定这个城市里死了很多人。 旗下缓缓走上前去, 感觉脑海之中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 为什么所有人都复活了? 可人数却没有? 难道这孩子没有复活的权利吗? 可旗下转念一想, 同为生肖的人数为什么还在这里? 骗人仔,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 旗下不知怎么回答,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二人也只是慌乱地见了一面, 可如果自己不出现的话, 他根本不会躺在这里。 他走到一旁, 从路边摘下了一朵暗红色的小花, 回身放在了人数胸口。 如果这个孩子有选择的话, 他可能会选择从来没有见过自己。 我不认识他, 只是看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死在这里, 有点惋惜。 旗下对乔家近说道, 走吧。 乔家近虽说不理解旗下的行为, 但也只能跟着大脑走了。 旗下走出三步之后, 忽然想到了什么, 停在了原地。 怎么了? 乔家近问。 旗下疑惑地回过头, 看了看人数的尸体, 总感觉有一股违和感。 他又看了看人数的身边, 除了流洒一地的农业之外, 居然空无一物。 面具呢? 旗下皱了皱眉头, 如果这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十天之前, 为什么面具不见了? 是有人偷了, 还是朱雀收走了? 虽然自己已经保有记忆回到了中烟之地, 可旗下依然对这里一无所知。 要想搞明白这里的事情, 只能去见一见楚天秋了。 没事, 我们快点去跟别人会合吧。 二人离开了小巷, 回到了之前的广场,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旗下抬头再度望了一眼屏幕, 上面依然写着, 我听到了招灾的回响。 他曾见过的回响者, 从来不会持续回响这么久, 看来韩依默的能力确实很特殊。 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旗下忽然发现, 走近了一看, 竟然是两个数字, 八十七。 他伸手轻轻地摸着这两个数字, 这些数字似乎遍布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我现在有太多问题, 想问楚天秋了。 旗下转过身, 却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张哭狗, 微笑的老脸。 那人翘起脚尖, 整个身体像是一棵枯死的老树。 他在用自己布满皱纹的脸庞, 不断地贴近旗下。 第107章, 老人家。 旗下猛然后退一步, 却发现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掉! 乔家静也吓了一大跳, 二人明明刚刚才来到这里不足一分钟, 这个老头是从买帽出来的, 他为什么会悄无声息地站在旗下背后? 小伙子, 天龙真的不能招惹啊。 老人露出紧剩的一颗牙齿, 伸出枯稿的手臂抓向旗下, 赌命, 就算赌命都不一定能行啊。 乔家静刚要上前阻拦, 旗下却把他拉了回来。 慢着, 我想跟他聊聊。 他将乔家静拉到一旁, 也伸手抓住了老人。 二人如同两个许久都未曾见面的朋友一样, 扶着对方的手臂。 老人家, 你认识我吗? 旗下问道。 老人听后微微一愣, 差一点老泪纵横。 他抓住旗下的手不断地用力, 抓得旗下生疼。 你愿意和我说话了? 太好了, 我能等。 老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就算一切重新来过, 我都可以等。 你马上就可以回到这个鬼地方, 解放我们所有的人。 老人看起来疯得比较厉害, 旗下只能顺着他的话往下问。 解放所有人? 旗下问道, 解放是什么意思? 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老人哀嚎道, 有人撒了谎, 有人撒了天大的谎。 他把所有的人都耍了。 老人家, 你先冷静一点。 旗下放开了老人的手, 抓住了他的肩膀, 试图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谁把我们耍了? 他撒了什么谎? 是。 老人刚要说话, 天上忽然响起了一阵闷雷。 旗下在这里第一次听到雷鸣, 他猛然抬起头, 却发现天上连一片云彩都没有。 既然没有云彩, 何来雷鸣? 我不能说, 老人惊恐地低下头, 声音变得非常小, 我说出来会死的。 会死? 好, 那我们换个问题。 旗下继续问道, 你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那是什么意思? 老人抬起头来, 面色恐惧, 却与其认真的说道, 小伙子, 谁都出不去啊, 死了也出不去, 生了死, 死了生, 为什么都出不去? 旗下问道, 就算我们收集了足够的道, 也依然出不去吗? 道? 老人一愣, 然后疑惑地抬起头盯着旗下, 问道道是什么东西? 道是什么东西? 旗下从未想过老人会问出这个问题, 他口口声声喊着让旗下赌命, 结果却不知道道是什么东西。 道就是, 旗下一抹口袋, 发现自己身上没有道, 之前人龙给的四颗全都在李警官身上, 于是他只能描述了一下道的外形, 开口说道, 就是一个黄白色的小球, 核桃大小, 闪闪发光, 那东西是我们参加游戏的筹码, 据说集齐了三千六百克就能出去, 三千六百克道, 老人的眼神逐渐疑惑起来, 原来如此, 就算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这副不堪的样子, 他依然记得主人说的话, 主人? 旗下一愣, 主人是谁? 我不能说, 老人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你在这里问我的问题会害死我的, 旗下感觉眼前的老人身份非同一般, 他绝对保有之前的记忆, 他的记忆可能比任何人的都要长, 说不定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大忙, 老人家,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旗下又问, 我们那里有东西吃, 你饿吗? 老人看起来骨瘦如柴, 脸上的皮肤也如同老死的枯树皮一样, 布满开裂的皱纹, 他应该很久都没吃过东西了, 吃东西, 别傻了, 我根本不需要吃东西, 老人面色一暗,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失望, 你居然邀请我吃东西, 真是天大的笑话, 不需要吃东西, 旗下仔细想想, 知道老人说的不无道理, 他们就算在中烟之地饿死了都没关系, 自然不需要吃饭, 乔家静在一旁看了老人半天, 无奈地叹了口气, 骗人仔, 他明明是个疯子, 你还能聊这么久? 旗下还未回话, 老人就看向了乔家静, 他一步一步地靠近乔家静, 逼得他节节后退, 喂喂喂, 乔家静明显有些慌乱了, 我不打老幼和女人的呀, 你别乱来, 老人没有理会乔家静, 一把扼住了对方的腕子, 你, 乔家静把手往回一抽, 却根本动不了分毫, 我丢, 你这是什么力道, 练家子吗, 乔家静, 老人抓着他的手, 缓缓地说道, 你为什么不记得我, 旗下都记得, 你却不认识我, 旗下慢慢地眯起眼睛, 这个老人果然认识他们, 哎, 乔家静一愣, 他这辈子从来没跟疯子打过交道, 看起来非常紧张, 我点解钥匙你, 你戏编的呀, 老人没说话, 抓着乔家静的手腕沉默了半声,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上一次你死在回想之前, 回想什么呀回想, 乔家静有些不客气地说道, 你现在搞得我脑袋嗡嗡响, 再不松手的话, 真的要打人了, 老人猛地把手松开, 乔家静也忽然失利, 后退了一步, 你要保护好旗下, 老人缓缓地说道, 想要解放所有人, 我们还需要依靠你的力量, 老人说完后沉默下来, 慢慢地低下头若有所思, 旗下向前一步说道, 老人家, 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吗, 我还有很多事想要问你, 不了, 老人点点头, 你不需要找我, 只需要等我来找你就可以了, 这, 旗下有些为难地看了看他, 这个老人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大秘密, 这个秘密让他看起来痛苦不已, 好吧,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老人向后退了几步, 开口说道, 我没有名字, 但是在这里, 他们都叫我白虎, 话音一落, 老人的身体陡然浮起, 然后在空中梳地地消失了, 他既不像武侠片那样飞走, 也不像玄幻片那样使出法术, 整个人只是在空中梳地消失了, 第108章, 瓮中, 我丢你, 乔家竟瞬间张大了嘴巴, 他颤颤巍巍地指着刚才老人消失的地方, 骗人宰你, 刚才看到了吗, 终结者呀, 白虎, 旗下巍巍念叨着这个名字, 感觉十分怪异, 这个白虎, 难道是和朱雀有着相同地位的那个白虎, 看他在空中消失的样子, 明显不是寻常人类, 极有可能是和朱雀一样管理者, 可他看起来为什么如此疯癫, 明明身为管理者, 却似乎在帮着旗下逃脱这里, 旗下正在思索着, 乔家竟忽然大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骗人宰, 你不会吓傻了吧? 嗯? 旗下一愣, 吓傻了? 你怎么不惊讶呀? 乔家竟看起来既害怕又兴奋, 一个活生生的终结者老头啊, 阿诺, 老头, 施瓦心格呀, 说完他顿了顿, 又念叨着, 或许该叫阿诺, 施瓦老头, 心格, 打住, 旗下摆了摆手, 越说越离谱了, 咱们赶快去学校吧, 乔家竟一游未尽地点点头, 又看了看老头刚才消失的方向, 小声嘟囔着, 难道是在拍电影? 二人跟着金元勋给的地图, 朝着学校出发, 一路上二人看到不少站在建筑物门口的生肖, 这种景象虽说旗下已经见过一次, 可乔家竟却显然是第一次见到, 让他惊讶不已, 上一次旗下拖着受伤的身体, 走了整整四个小时才来到学校, 如今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面孔, 正在谨慎地打量着四周, 旗下缓缓地走了上去, 良人? 一个中年男子开口问道, 是, 旗下点点头, 我们两个都是良人, 被楚天秋邀请过来的, 另一个年轻人略微思索了一下, 问道, 你们二人当中有人叫做旗下吗? 我就是, 旗下点头答道, 年轻人听到这个答案, 扭头看向中年人, 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个细节被旗下清清楚楚地捕捉在眼里, 原来如此, 二位请跟我来吧, 年轻人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身子一转, 冲二人招了招手, 旗下与乔家竟也对视一眼, 跟着年轻人走进了校园, 但年轻人故意加快了脚步, 跟旗下和乔家竟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中年男人则在三人走后, 马上朝另一个方向离去了, 这是什么贵族学校? 乔家竟踩了踩脚下的塑胶篮球场地, 露出一脸的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丢, 这地面是用橡皮做的吗? 比沙子地贵多了吧? 旗下抬头看了看教学楼, 几个窗户前面似乎有人影在向这里看, 但当旗下抬头的瞬间, 他们全都装作忙碌的样子, 纷纷离开了, 有点不对, 旗下小声念叨一句, 乔家竟, 当心点, 当心? 刚刚还吊儿郎当的乔家竟听到这句话后, 面色忽然一冷, 露出了一副打手特有的狠辣表情, 小声问道, 有情况? 我不知道, 总之很奇怪, 旗下回想着刚才的几处细节, 总感觉天堂口不像在欢迎新成员, 反而像在瓮中捉鳖, 二人跟着年轻人走进了教学楼, 他们的身后远远地跟着几个人, 那几个人不靠近也不远离, 一直保持着安全距离, 乔家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然后不动声色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真有你的, 骗人仔, 这都能提前看出来, 他活动完脖子之后又扭了牛手腕, 咱们被围了, 看清楚有几个人了吗? 旗下问, 九个? 乔家竟回答说身后四个, 面前一个左右两侧的两个, 旗下面色一沉, 狠狠地皱了一下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 天堂口的目的是杀人吗? 可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直接在旗下众人落地的时候动手, 偏偏要费这么大周折, 把人带到这所学校里? 旗下又转念一想, 还是觉得有些不对, 李警官, 韩一墨, 赵医生他们呢? 如果对方真的要杀人, 警校毕业的李警官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在这个地方或许只有张山和李警官有一战之力, 可旗下见过张山, 他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根本没有理由对众人出手, 既然如此的话, 这个诡异的包围圈是怎么回事? 旗下心中的疑问非常多, 但现在也找不到人给自己解答, 骗人在, 你打架水平怎么样? 乔家静问道, 不怎么样? 旗下摇摇头, 但我读过兵法, 兵法? 那让你对付九个人还真是取材了, 乔家静笑了一下, 你待着别动, 我给你露一手, 话音一落, 乔家静渐渐加快了脚步, 直接走到了身前的年轻人身边, 伸手搂住了对方的肩膀, 年轻人似乎没想到这个情况, 神色稍微愣了一下, 晾仔, 你们这里蛮大吗? 乔家静笑嘻嘻地跟对方攀谈着, 是, 是吗? 年轻人挤出了一丝笑容, 这里原来是个学校, 当然很大了, 你知吗? 乔家静一脸认真地看着年轻人, 想要围堵的话, 最好是在空旷的场地, 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围堵很容易失败, 啊, 年轻人眼神飘忽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 我有点不明白, 你看啊, 乔家静伸手指了指, 地面上废弃的桌椅板凳, 这地上随处都是障碍物, 不仅能够阻拦围堵者, 还能让我捞起来当武器, 你觉得在这种场合, 九个人拦得住我吗? 年轻人渐渐发觉事情不太妙, 想要挣脱乔家静的胳膊, 可乔家静的力气非常大, 他根本动弹不了分喉, 亮仔, 为什么堵我们? 乔家静面容渐渐阴朗下来, 我们的队友吗? 年轻人再次尝试挣脱, 却被乔家静死死地按住, 最终也只能放弃了, 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厉害, 年轻人挤出了一丝苦笑, 可你们算错了一点, 唯独你们的不是九个人, 而是十个人, 话音刚落, 二人身旁的一扇房门忽然炸裂, 竟然是一个壮汉撞破了门, 冲了出来, 他如同一只野牛, 狠狠地撞向乔家静, 第109章, 熟人, 还不等乔家静反应, 那个坚硬如山的男人, 便狠狠地撞在他的小腹上, 然后双手一抱, 将他不断向后推去, 乔家静终于回过神来, 伸出一只腿向后一蹬, 正好蹬在墙面, 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紧接着他伸出双拳,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就敲在了对方后背, 几拳下去, 乔家静忽然发现, 这个大汉似乎专门锻炼过, 后背的肌肉非常强硬, 他临时改变对侧, 直接用手肘向下砸去, 巨大的撞击声不断回响, 见到大汉还是毫无反应, 他又飞起自己的膝盖, 狠狠撞向着大汉的面旁, 大汉也立刻伸起自己的右脚, 阻截了这次攻击, 此时的大汉也有些疑惑, 本以为这人身材瘦弱, 应当三两下就能放倒, 可对方的一招一拾明显不是寻常人, 定然也是练过的, 自己的后背被打得生疼, 在挨几下恐怕要挂踩, 干, 你们看什么呢, 快来给老子按住他, 大汉怒吼一声, 四周的人见状赶忙跑了上来, 旗下惊呼不妙, 立刻审视周围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最多能够撂倒两人, 可剩下的人怎么办, 就算那些人都被撂倒了, 张杉怎么办, 他为什么忽然之间攻击乔家境, 见到有人朝乔家境跑去, 旗下立刻跑向距离自己最近的桌椅, 他把桌椅随便往走廊上一推, 形成了一个屏障, 然后顺手从地上抄起了另一把椅子, 学校的桌椅几乎都是铁制的, 被这东西打到很难站起来, 旗下面前的两个人被阻挡, 但其他方向仍有人跑动, 他只能一咬牙, 朝着另一个方向狠狠地丢出了椅子, 再次拦住了两个人, 妈的, 这个叫旗下的也有问题吗? 一个人怒吼一声, 别管他, 先按住那个花壁男, 几个人直接绕开了旗下, 朝乔家境和张杉的方向跑去, 旗下一皱眉头, 感觉甚是奇怪, 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乔家境, 放开他, 旗下冲着众人冲去, 沿途还踢倒了一人, 但双拳难敌四手, 旗下根本没有经受过格斗训练, 面对这种以少敌多的局面, 几乎不可能靠头脑化解, 我拦着旗下, 你们赶快去抓他, 一个男人忽然抱住了旗下, 对剩余的人喊道, 旗下一咬牙, 直接揪住那人的耳朵, 然后狠狠地转动起来, 哎呦呦呦, 男人痛得呲哇乱叫, 你放开放开放开, 旗下见到男人被自己控制住, 直接甩起胳膊, 十分用力地撞在了对方喉咙上, 那男人立刻干咳一声, 倒地不起, 不断做出干呕的动作, 你们真的要惹怒吗, 旗下咬着牙, 恶狠狠地看着四周的人, 又想当着我的面纱, 我的队友, 这一次, 我拼了命, 也不可能让你们得逞, 旗下真的发了疯, 用胳膊肘撞碎了身旁的窗户, 然后取下了一根细长的玻璃碎片, 他的眼神充满愤怒, 似乎真的想要杀人, 见到眼前的男人宛如恶魔化身, 几个人纷纷向后退去, 谁都不敢靠前, 旗下不再理会喽啰, 直接转身走向了张山, 现在的张山和乔家静互相抱在一起, 谁都无法松手, 正当旗下要对张山出手时, 一个肥胖的身影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一下子抱住了旗下的腰, 你他娘的拿玻璃茶子干什么, 要杀人吗, 那个肥胖身影大叫一声, 张山, 快跑啊, 将细长玻璃反手一握, 冲着肥胖身影就要刺去, 可距离对方还剩三公分的时候, 旗下看清了那人的样貌, 随后浑身一震, 棱在了原地, 是老吕, 自己马上就要刺下去的位置, 正是之前光头刺死老吕的位置, 之前的老吕为了救下自己, 也是这么莽撞地抱住了杀人者, 可这次自己似乎成了那个恶人, 此时此刻的处境和那个宾馆中的走廊又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凶手从光头变成旗下把了, 旗下真的要杀死老吕吗? 或许他可以无条件地杀死这里的任何人, 可老吕不行, 他也终于理解了当时的小眼镜, 为什么面对一头杀人不眨眼的黑熊, 仍然要执着地救下老吕, 当时小眼镜信誓旦旦地说, 老吕救过我的命, 我不能不管他, 是的, 老吕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现在的旗下也一样, 老吕救过他的命, 他不能杀老吕, 见到老吕咬着牙抱住自己, 旗下也没了办法, 他一身的力气都没有用武之地, 呆愣了片刻, 手中的玻璃也慢慢地掉到了地上, 众人趁机一拥而上, 拿出一根绳子将乔家静五花大棒, 我丢, 乔家静可真是没见过这场面,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有本事和我接着打呀, 找个蟒夫一直抱着我算什么呀? 张山见到乔家静终于被制服, 也面带痛苦地扭了扭腰, 楚天秋说的还真没错, 如果不下杀手的话, 你这小子没有七八个人根本按不住, 喂, 大只佬, 看你挺能打的, 结果人多欺负人少, 乔家静不断扭动着身体, 高声叫骂道, 搞骗术, 搞偷袭, 搞围堵, 你他妈还算的男人, 有本事放开我单挑, 生死各安天命, 我, 张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 我他妈又不是来和你比武的, 谁和你单挑, 楚天秋说要绑住你, 我就绑住你, 就这么简单, 那就让楚天秋和我单挑, 乔家静明显被惹怒了, 他脸上似乎写着六个字, 适可杀不可辱, 他宁可被人打倒在地, 也不想被一根绳子绑住, 见到那个疯狗一样的男人被绑住, 老吕慢慢地松开了手, 他有些后怕地看了看掉在地上的玻璃, 然后拍了拍旗下, 旗下扭过头看着他, 不明所以, 小伙子, 你刚才是不是停手了? 老吕问道, 不, 旗下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语色了, 真是吓人啊, 你明明可以杀了我的, 老吕的额头上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浮现出虚寒, 我只是还个人情, 旗下摇了摇头, 大叔, 以后你别这样抱住别人了, 浑身都是破绽, 下次能不能晃得安全点的动作, 第110章, 王, 还个人情, 老吕明显是没听明白,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眼前这个中年男人胆小, 贪婪, 爱说谎, 爱冲动, 一上头, 几乎聚集了所有缺点于一身, 可旗下就是无法讨厌他, 旗下只能不再与他交谈这个问题, 静止走向了张山, 这些人似乎一直都不对自己出手, 情况有些怪异, 为什么绑住我的队友, 旗下问道, 张山活动了一下自己被打痛的后背, 说道, 老子不是说了吗, 这是楚天秋的意思啊, 你小子刚才下手也挺狠, 楚天秋居然没让我把你绑起来, 如果楚天秋给不出正当理由, 我下手只会比这更狠, 旗下的语气很严肃, 一点都不像在虚张声势, 干, 你不会好好聊天吗, 不过也无所谓了, 楚天秋本来就要见你, 张山冲着不远处挥挥手, 小眼镜就跑了过来, 旗下也再次见到了熟悉的面容, 张山, 你没事吧, 小眼镜问道, 我没事, 你带这个人去见楚天秋吧, 张山挥了挥手, 然后活动了一下后背, 夫妻被旗下打倒在地的年轻人, 带着乔家静离去了, 小眼镜打量了一下旗下, 然后说道, 旗先生是, 请跟我来, 旗下面色谨慎地点头, 跟了上去, 二人一直在走廊中前进, 一直来到了最南边的一间教室门口, 小眼镜伸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楚先生, 云小姐, 我把人带来了, 让他进来吧, 一个男人在屋内说道, 不等小眼镜说话, 旗下就推门走进了教室, 云瑶正坐在一张课桌前涂抹着指甲油, 而一个斯文的陌生男子, 此刻似乎正在黑板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二人一见到旗下, 纷纷转头望向他, 呀, 落魄的帅哥, 云瑶指着旗下高兴地叫道, 你答应成为我的绯闻男友了吗? 旗下没有理会云瑶, 反而盯着那个陌生男人看, 旗下? 陌生男人笑了笑, 将粉笔放在了黑板的凹槽中, 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久仰, 我是楚天秋, 旗下点了点头, 走了上去, 身后的小眼镜拾去地关上了门, 云瑶站起身向旗下走了过来, 他的身上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旗下, 你来了可太好了, 楚天秋也走向了旗下, 脸上一直带着一股儒雅的笑容, 很抱歉, 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你见面, 希望你能见谅, 楚天秋, 告诉我, 你这么做的理由, 旗下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是说, 我控制住你的队友, 楚天秋微笑一下, 我该怎么和你说呢? 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地盘, 其实我没必要和你解释, 我和你确认一下, 旗下微微一皱眉, 你把我们骗到这里, 然后控制了我的队友, 还不准备跟我说明原因, 是又怎么样呢? 或许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那么, 这里是什么规矩? 旗下问, 我就是规矩, 楚天秋再次露出微笑, 笑得旗下很不舒服, 只要大家听我的, 我早晚会带所有人出去的, 旗下冷眼看着楚天秋, 不知在盘算着什么,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哎呀, 你俩这是在聊什么呢? 云瑶走上前来打圆场,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搞得这么严肃, 以后大家要当队友的, 见到二人都没回话, 云瑶想起楚天秋之前说过的王不见王, 或许这两个人的确不适合当队友, 但他们二人毕竟都很有头脑,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论谁走了都是天堂口的巨大损失, 能不能给爱逗个面子? 云瑶笑着拉起旗下的手, 又拉起楚天秋的手, 你们二人当着我的面握握手, 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必了, 旗下抽回自己的手, 没错, 楚天秋也收回了手, 云瑶, 别担心, 旗下是个聪明人, 看来他也明白这个地方的规矩了, 我最后再和你确认一下, 旗下微微地皱了一下眉,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皇帝, 所以加入天堂口的人都要无条件受你指使, 听你拆遣, 并且不能提出疑问, 是吧? 虽然有些偏颇, 但大体意思差不多, 楚天秋推了一下眼镜, 当然, 我并不是什么土皇帝, 只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你也知道, 若是群龙无首的话, 这么多人就会像是一盘散沙, 最后谁都出不去, 云瑶无奈地摇了摇头, 旗下, 你别见怪, 楚天秋虽然是我们的首领, 但他的目的是带领我们出去, 大家毕竟还是队友呀, 旗下再次点了点头, 看了看身前的两人, 忽然扭头对云瑶说, 你能往后退一退吗? 退后, 云瑶一愣, 随即笑着问道, 怎么? 我身上的味道不好闻吗? 不, 很好闻, 旗下说道, 但我希望你往后退一退, 云瑶思索了一下, 点了点头, 退到了两步之外, 我懂了, 你是想打量一下我的身材吗? 云瑶说完, 自顾自地转了个圈, 不, 我只是怕伤到你, 旗下说道, 伤到我? 不等云瑶和楚天秋反应, 旗下忽然一个跨步上前, 他学着记忆里瞧, 夹进击打黑熊的样子, 尖随腰动, 右臂像一根绳子一样甩出, 拳头在空中旋转180度打出, 本来瞄准的是楚天秋的下巴, 可这一拳却飞到了他的嘴上, 看来自己的格斗技术真的需要多加练习, 哼, 楚天秋根本来不及反应, 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拳, 整个人哀嚎一声, 然后像一棵被砍倒的大树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云瑶吓得用双手捂住了嘴巴, 他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 旗下甩了甩有些胀痛的右手, 再次走向了楚天秋, 楚天秋的嘴里被旗下打的全都是血, 整个人躺在地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旗下缓缓地在他身旁蹲了下来, 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道, 楚天秋, 你在跟我装什么? 第111章, 诗人, 装, 楚天秋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 你说我在装, 我可不管你是天堂口的首领, 还是统治这里的神明,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呢? 旗下冷冷地说道, 我, 楚天秋的表情明显有点异样, 他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到, 旗下居然是这样的性格, 我哪里招惹你了, 上次我来找你, 你故弄玄虚地耽误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知道当时的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吗? 有话直接说出来不好吗? 旗下扭过头, 从地上抓起了一块砖头大小的石头, 这一次我相信了你, 带着众人集体过来, 你又二话不说绑了我的队友, 楚天秋,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呢? 旗下在手中掂量了一下这块石头, 感觉足够让一个人脑袋开花了, 你, 你等等, 楚天秋确实有些害怕了, 他赶忙挥了挥手, 你听我说, 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 只可惜你没有提前告诉我原因, 旗下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这一生最讨厌的事, 就是超出我预料的事, 你可能觉得这样故作神秘会让你显得很强大, 可在我看来十分幼稚, 接下来不管你说出多么让人震惊的真相, 我都准备打破你的脑袋, 旗, 旗下, 你等等, 云瑶赶忙跑了过来, 拿住了旗下的手, 你要做什么呀? 你不能在这里杀楚天秋啊, 那么我在哪里可以杀? 旗下问道, 需要特意把他搬到走廊去吗? 你, 云瑶的脸上阴晴不定, 看起来十分慌张, 旗下, 我替楚天秋道个歉, 但如果你现在杀了他, 我们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死了都能活, 旗下冷笑一声, 这一次我打烂你的脑袋, 让你长个记性, 来世, 别再招惹我, 别, 楚天秋瞬间瞪大了眼睛, 我现在还不能死, 旗下的眼神冰冷无比, 看起来绝对不是在虚张声势, 在楚天秋和云瑶一脸惊慌之下, 旗下将石头高高举起, 然后狠狠地砸了下去, 巨大的声音陡然响起, 地面煞事间尘土飞扬, 云瑶赶忙闭上眼睛, 将头转到一旁, 可印象中老将肆意的景象并未出现, 那颗石头落在了楚天秋一旁的地面上, 看着楚天秋慌乱的神情, 旗下缓缓地问道,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记, 记住了, 楚天秋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记得什么了? 不, 不能招惹你, 很好, 旗下拍了拍手, 站起身来, 然后找到了个椅子坐下, 问道, 为什么绑走乔家境? 惊魂未定的云瑶赶忙去扶起楚天秋, 楚天秋刚大地笑了一下, 从地上捡起自己被打飞的眼镜, 缓缓戴上了, 你果然是个厉害人物, 楚天秋难看地笑道, 本以为今天能给你个下马威, 可我却差点被你的马踩死, 楚天秋, 如果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可靠的队友, 那就收起你的套路, 和我真心换真心, 旗下冷冷地回道, 我不是寻常人, 若你一直跟我耍小心思, 只会激怒我, 是了, 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了, 楚天秋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 也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看起来老蛇不少, 当他看你的眼神, 我以为你真的会杀了我, 可我是个骗子, 旗下说道, 我说的话, 你只能信一半, 三个人分三个方向坐着, 气氛有些沉默, 你还没回答我, 旗下说, 为什么要绑走乔家境? 其他人呢? 旗下, 你的处境很危险, 楚天秋定了定神, 抬起头来说, 你的队伍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严重的问题, 旗下皱了皱眉头, 你知哪方面? 人数不对, 楚天秋一针见血地说道, 走出你们房间的男女比例有问题, 哦, 旗下看向眼前这个斯文的男人, 男女比例有问题, 没错, 楚天秋严肃地点点头, 实话告诉你, 从你们房间里走出来的人, 应该是六男三女, 可如今却是五男四女, 嗯, 旗下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然后呢? 然, 然后? 楚天秋一愣, 旗下,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的队伍里面, 极有可能会入了几道者, 我不确定, 闯入者究竟有几人, 所以将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了, 我说我知道了, 旗下开口说道,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我, 楚天秋完全没预料到, 旗下是这个态度, 瞬间瞪大了眼睛, 原来如此, 你这个人简直太可怕了, 难道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旗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楚天秋, 我现在有些怀疑, 怀疑? 你如此大惊小怪的, 真的是个聪明人吗? 旗下缓缓地站起身, 那双身不可测的眼里充满了疑惑, 如果你发现我们队伍当中, 有一个人是吉道, 难道不应该低调地拔出这根刺吗? 可你却大张旗鼓地打草惊蛇, 这不像是聪明人的作为。 你, 楚天秋一味深长地看了旗下一眼, 是我失策了, 我没有想到,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我早就知道, 我的队伍里大概率有吉道, 但这个人很奇怪, 旗下说道, 我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组过队, 也在很多人面前暴露过自己毫无防备的时候, 但既没有人伤害我, 又没有人抢夺道, 所以我一直都在考虑, 要不要花几天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 旗下自知, 整支队伍里唯一没有跟自己组过队的女人, 就是萧然, 可她是吉道吗? 纵观她的表现, 就差把可疑两个字刻在她的脸上了。 吉道真的会安排一个如此愚蠢的人卧底到队伍中吗? 既然根本没有人图谋不轨, 你怎么知道队伍里有吉道? 一旁的云瑶问道, 这是很简单也很诡异的道理, 旗下挠了挠头, 说道, 若我没猜错, 你们一开始的面试房间里都是九人吧? 是的, 云瑶在一旁点点头, 难道你们不是九人吗? 没错, 我们的房间里有十人, 旗下的一番话让二人纷纷错愣一下, 十人? 第112章, 无法复刻的记忆, 没错, 十人, 云瑶和楚天秋纷纷沉默了一会儿, 楚天秋忽然抬起头问道, 既然你所在的房间是十人, 你又怎么推断出我们的房间是九人? 因为当我们九人走出房间的时候, 人龙居然说我们房间里的人是全员存活, 旗下冷笑一声, 真是奇怪, 若是全员存活的话, 我们不应该走出来十个人吗? 楚天秋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旗下的聪明程度和他想象中的相差无几, 可是九人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又显得很合理, 毕竟房间中的逃生装置全部都是九人份, 旗下继续说着, 我们的房间中有九块桌板, 九条绳子, 如果房间之中真的有十个人, 游戏资源根本难以分配, 也就是说我们的游戏本来就是给九个人准备的, 只要房间里走出九个人, 那么就被视为全员存活, 旗下面容严肃地的看了看窗外, 低声问道, 既然如此, 房间里为什么会有十个人? 见到二人没有回答, 旗下继续说道, 所以我大胆地推断, 我们的房间中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或者发动了某种特殊的能力, 也或者直接简单暴力地买通了仁阳, 总之仁阳杀死了我们房间真正的参与者, 为的就是保下他的身份, 楚天秋眨了眨眼睛, 问道, 你就通过这点蛛丝马迹, 推断出了这么准确的答案, 不能算是准确, 因为见到你之前, 我也不确定对方是男是女, 旗下说道, 接下来换我来问问你了, 好, 楚天秋点点头, 你想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房间的人员配着? 旗下问道, 连我们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 楚天秋缓缓地舔视了一下自己有些发干的嘴唇, 说道,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它几乎是天堂口的核心秘密, 旗下扭头看了楚天秋一眼, 再一次露出怀疑的表情, 天堂口的核心秘密不就是那本笔记吗? 也就是说, 这是笔记上记载的内容, 那我换个问题, 旗下问道, 保存记忆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只有少数的人可以保有记忆? 你应该猜到了吧? 楚天秋说道, 旗下答案就是回想, 只要是在十天内听到回想的人, 下一次轮回就可以保有记忆, 你说只有回想者可以保有记忆? 旗下曾经也考虑过这个方向, 但他还是感觉很疑惑, 韩一墨跟李警官确实是回想者, 他们保有记忆是正常的, 可自己为什么也记得一切呢? 自己难道回想了吗? 旗下思索了半天, 感觉答案只有一个, 若自己真的是回想者, 那他回想的时间应该在自己死前的一小段时间, 毕竟那里距离广场很远, 理论上听不到终声, 但是自己若是真的回想了, 那获得的能力又是什么呢? 云瑶微笑了一下, 说道, 旗下, 看你的表情似乎不知道自己回想了, 这女人一语道破了旗下的窘境, 让旗下对他另念相看, 看来能够加入天堂口的人果然都不是泛泛之辈, 我确实没有印象, 旗下如实回答道, 当时我离居中很远, 有可能我错过了这个信息, 很远, 云瑶沉思了一下, 城市东南西北四个角落都有剧中, 应该不会听不到的, 旗下一皱眉头, 新书原来如此, 剧中不止一座, 反而有四座, 可是这四座都在城市中, 难道旗下没有听到终声是因为自己到达了城市边缘? 旗下, 若真如你所说,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想的话, 事情就会有些棘手了, 楚天秋严肃地说道, 棘手? 没错, 楚天秋点点头, 你不知道上一次的经历中自己为何回想, 所以无法在这一次的经历之中复刻, 换句话说, 你并不能稳定获得回想, 也就不能稳定保有记忆, 旗下摸着自己的下巴沉映了一会儿, 说道, 怪不得刚才我要敲碎你的头颅时, 你说我现在还不能死,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来得及回想, 若是现在死了, 之前的记忆就都不复存在了, 是, 楚天秋点点头, 这点小事自然瞒不住你, 但我还是要奉劝你趁早找到自己回想的原因, 否则你会迷失在这里的, 二人相对一望, 旗下又开口问道, 假如上一次某个人在冰死之际短暂获得了回想, 这一次想要复刻的话, 难道也需要让他进入冰死之际吗?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楚天秋回答道, 旗下脑海中浮现出了李警官的脸庞, 这当中似乎有一个悖论, 若是李警官回想的契机是冰死, 那理论上他绝对不可能丢失记忆, 不管他死在游戏中, 死在烟灭中, 还是被生效或是管理者杀死, 他都会保有记忆, 可看李警官的样子, 他仅保留了一次记忆而已, 这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问题, 旗下和李警官等人, 极有可能很晚才来到中烟之地, 他们只经历了两个轮回, 不, 等一下, 旗下谨慎地打断了自己的思路, 假设上一次的轮回中, 李警官就已经保有记忆了, 但他听从了仁阳的指令, 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隐瞒的话, 这样的可能性有吗? 有, 并且还不小, 这也证明了李警官为何一开始, 没有加入旗下的队伍, 反而选择留守, 因为他知道收集三千六百克, 倒根本不及于一时, 可他最后却为了救人而死, 这就是旗下所说的悖论, 如果李警官真的保有记忆, 他应该知道, 就算张律师溺死了也没关系, 几天之后就会复活, 又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这么痛苦的方式, 搭上自己的性命呢? 那么话又说回来, 韩一默又保留了几次记忆, 他也是极其容易回想的体质, 按理来说, 只要他来到中烟之地, 就有非常大的概率保有记忆, 旗下越来越发觉眼前的情况有点细思极恐, 他到底来到这里多久了? 第113章, 勇敢的姑娘,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巧合? 在某一次轮回里, 他们九人恰好没有任何人听到回想, 所以他们同时丢失了记忆, 另外, 与九人曾经认识的其他参与者也恰好没有回想, 所以他们不管在这里如何行动都很难碰到熟人, 这个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定然是有, 只是可能性非常低, 无限猴子定理,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如果让无限只猴子花费无限多的时间在键盘上随机敲打字母, 那么他们当中的某一只一定可以在某一天连续准确地敲出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 尽管概率无限低, 但它是可以发生的事情, 旗下此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如果他们轮回的次数足够多, 那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极小的概率发生全员失忆的情况, 这会让他们以为自己刚刚来到这里, 但是这样说来的话, 不就太可怕了吗? 正如白虎所说, 他们被困在这里, 生了死, 死了胜, 谁都出不去, 楚天秋, 出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旗下有些绝望地问道, 三千六百克道到底有没有意义? 旗下, 很高兴我们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接下来要和你谈的内容全部都是机密, 楚天秋缓缓站起身来, 表情同样绝望, 三千六百克道无论怎么想, 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我们就算能够在一次一次的轮回中得到道, 可这个世界毕竟存在极道, 他们会想尽办法阻挠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在表面上收集道, 但实际上进行我们自己的计划。 是的, 云摇也附和道, 我们的敌人非常多, 那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旗下又问, 天堂口的人口口声声说要攻破所有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楚天秋低声说道, 我们可以轮回, 但城市中的生效不行, 旗下脑海中浮现出人属的尸体, 那代表什么? 楚天秋推了一下眼镜, 严肃地说道, 代表只要我们花费足够多的时间, 就一定可以堵死所有的生效。 什么? 旗下一愣, 原来如此, 怪不得是攻破所有的游戏, 而不是通关所有的游戏。 没错, 楚天秋点点头, 假如这座城市里的生效全部都死亡了, 游戏和道没了意义, 最上面的人自然要出来见我们, 那时就是我们出去的机会, 也就是说, 天堂口的最终目的是直面举办者。 旗下感觉这个方法非常荒唐, 但说不定可行, 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可能会死许多次。 楚天秋说, 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无限猴子定理,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达成这个目标的。 旗下略微地点了点头, 现在他对天堂口的看法稍微有些改观, 可我还有一个问题, 旗下说道, 我曾参与过两次地级游戏, 根本找不到赌命的契机, 在地级游戏中我们本来就会丧命, 又要怎么拉生肖下水。 楚天秋和云瑶同时沉默了, 他们似乎知道答案, 但看表情却难以弃之。 与地级赌命行动, 我们仅仅进行了一次, 就被暂时搁浅了。 楚天秋摇了摇头, 那几乎就是必死的游戏, 所以在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前, 暂时不考虑与地级赌命。 必死? 根据旗下对这里的了解, 他不太相信会有必死的游戏。 旗下, 人级生肖每个动物都有9到12位, 而地级生肖每个动物有2到3位, 现在仅仅是和人级生肖赌命就已经让我们伤亡惨重了。 楚天秋语气开始变得深沉, 我们从市中心一直向这里进发, 几乎扫平了沿途的生肖, 但也仅仅消灭了人级的一半。 三个月前, 我们开始扎根在这个学校, 准备以这里为根据地, 再度向附近出发。 旗下听后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去过市中心, 那里确实很少能见到生肖, 大多都是原住民, 原来是天堂口的杰作吗? 楚天秋见到旗下不太相信自己, 解释道, 我们曾经有一个队友跟地马赌过命, 后来呢? 旗下问, 后来楚天秋的表情悲伤至极, 他输了并且没再出现, 没再, 回来。 旗下一愣, 难道他? 他没有复活。 楚天秋说道, 输掉的那次游戏让他永远消失了。 旗下慢慢地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 他真的被淘汰了? 没错, 他跟我来自同一个房间。 楚天秋难难说道, 自从他与帝级赌命失败之后, 不管轮回几次, 那个座位永远都是空的。 听到这句话, 旗下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加入天堂口的决定十分正确, 现在旗下不仅对这个鬼地方更加了解了, 也对行动的方向更加明确了。 能和我讲讲那次赌命吗? 旗下问道, 可以。 楚天秋点点头, 开始缓缓说出了这个故事。 那个勇敢的女孩, 叫做许刘年。 她与楚天秋, 云瑶, 金元勋等人来自同一个房间。 他们的面试游戏为 人猪, 人马, 人牛。 总体难度不算很大, 可是众人直到第三次轮回时, 才能保证最多八人存活。 那时的回想者楚天秋, 云瑶, 许刘年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带领众人突破难关。 许刘年是个平凡的姑娘, 却有一个不平凡的梦想, 她想成为一个演员。 为了这个梦想, 她十六岁就去了横殿, 在那里待了很久。 由于许刘年的长相太过平庸了, 一开始只能扮演死尸。 工资四十元一天, 每天通常要躺八个小时, 若是剧组超时拍摄, 每个小时会有五元钱补贴。 那些年的横殿不像这几年, 就算是扮演死尸, 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肥差。 许刘年很快就因为温饱问题, 而伤透脑筋。 她每个月只能赚到几百元, 就算天天吃泡面, 都不一定能传得出房租。 后来, 她准备改变系路, 自己在网上学了一点功夫, 脑子一热就跑去面试武行。 女性武行人数稀少, 不论是当做替身还是群演, 都有不错的待遇。 许刘年也成功地赚到了一笔小钱, 本以为她能像许多表演界的前辈一样, 从一个龙套慢慢熬成大腕, 可是天不遂人愿。 她在一次替身演出时受了重伤, 被一根脚手架撞到了腰部。 这次经历险些伤到脊椎, 让她瘫痪。 从那往后, 许刘年的身体不允许她长期站立, 所以演员的梦想破灭了。 但她舍不得横店, 于是在24岁那年, 她用自己攒下的钱在横店当地盘下了一辆出租车, 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第114章 地马的赛车 许刘年与来到此处的众多人一样, 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成为了中燕之地的一员。 同样, 她也成为了楚天秋和云瑶的队友。 由于她性格很好, 与大家都很合得来, 自身又带着点散打功夫, 很快就成了队伍当中的主力军, 引领众人渡过了不少难关。 她腰上的病痛在此处竟然被淡化了。 所以, 在没有张杉的那段时间, 许刘年可以得心应手地参与牛、虎、 鸡类的体力型或争斗型游戏。 但最适合许刘年的, 无疑是马类游戏、 竞速类。 武行的演员真的是个神奇的职业。 无论竞速的内容是轮滑、滑板、 山地车或是摩托车, 地马。 地马的游戏非常极限。 规则是给每个队伍一辆自动挡的老旧汽车, 用以双方竞速。 而地马手中有八张卡牌, 分别写着刹车、 油门、 油门、 方向盘、 方向盘、 车门、 挡风玻璃、 座椅。 两支队伍轮番上前挑选自己需要的卡片, 裁判会将未曾得到的零件从车上拆除。 参赛的两个人猜拳, 胜者可以选择卡牌的先挑拳, 败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车子摆放在内侧跑道或是外侧跑道。 在许刘年赢下猜拳时, 他果断提出了与地马赌命。 在那一刻, 游戏的规则变化了, 一个叫做玄武的人从天而降成为了新的裁判。 参赛者也不再是两支队伍, 而是许刘年与地马。 当时的楚天秋竭尽自己的脑力, 尽可能地为许刘年提供计策。 他知道, 若是双方轮番挑选, 我方一定要拿到刹车和油门。 由于比赛场地是一个类似于操场跑道的圆圈, 所以还要拿下方向盘。 油门和方向盘都有两张, 拿到的概率很大, 当务之急是谁能拿到刹车。 好在许刘年赢得了猜拳, 可以第一个挑选, 他可以先手拿下刹车, 之后与对方平分油门和方向盘。 至于座椅, 车门, 挡风玻璃都是可有可无的配件, 在关键时刻可以舍弃。 当楚天秋的故事讲到这里时, 旗下略微皱了一下眉头, 他感觉楚天秋的计策出了问题, 但当时的许刘年完全相信了楚天秋, 他第一个上前果断拿下了刹车, 而蒂马也不出所料地拿下了油门。 第二回合, 许刘年挑选了油门, 本以为蒂马会拿下方向盘, 可对方却拿下了车门。 这个动作让当时在场的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许刘年已经获得了刹车和油门, 可蒂马却拿下了油门和车门。 车门对于竞速来说是个重要的零件吗? 第三回合, 许刘年按照定下的战术拿下了方向盘, 此时对他来说, 竞速必备的三样东西已经齐全了。 可众人谁也没想到, 在这一回合, 蒂马还是没有拿方向盘, 他拿了座椅。 在场的众人全都面露疑惑, 根本不知道蒂马的计策是什么。 若他始终不拿下方向盘, 又要怎么渡过弯道? 楚天秋当机立断, 让许刘年抢下第二张方向盘。 这个计策在当时看来显然是绝杀。 虽然许刘年浪费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可却让对方永远都不可能拿到方向盘。 此时的对方没有刹车, 没有方向盘, 车子上只有油门, 座椅, 车门, 以及最后剩给他的一张挡风玻璃。 这辆车子根本不受操控, 要如何竞速? 而反观许刘年的车子, 获得了刹车, 油门, 以及两张方向盘。 虽然没有座椅, 但就算蹲着开车, 在这种情况下也绝对不是问题。 两个人在裁判的监视之下, 完成了对车子的改造。 许刘年从地上随意捡起了一个木箱, 放在车上荡成座位, 竞速正式开始。 在一个环形跑道上, 地马选择将自己的车子摆放在跑道那侧, 许刘年的车子在外侧。 一般情况下, 内圈的跑道都会比外圈的短一些, 这样选择无可厚非。 许刘年全神贯注的目视前方, 他知道对方不能过弯, 如今只要度过第一个弯道, 比赛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随着玄武一声令下, 二人踩下了油门。 楚天秋讲到这里, 脸上流下了冷汗。 旗下, 我错了。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 若我早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就应该换个策略的。 要赢下一场竞速比赛,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 率先到达终点。 第二, 失去一个司机。 很明显, 地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他根本就不需要方向盘和刹车。 二人虽然在一开始的直线区域骑头并进, 地马的车子也紧紧地跟着许刘年, 可许刘年的车子是有刹车的。 正常人在车子有刹车的情况, 过弯时都会选择减速。 可地马的变态程度超乎众人的想象。 由于他选择自己的车子再跑到那圈, 所以许刘年在过弯时一定会在某个瞬间经过他的面前。 而地马就把自己的胜算全都堵在了那一个瞬间。 楚天秋虽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可他毕竟距离许刘年太远, 自己的大喊也完全无法传到对方的耳朵中。 在许刘年经过地马面前时, 地马将油门踩到了底, 两辆车子轰然相撞。 由于地马的车子有挡风玻璃和座椅, 相撞的瞬间没有让他立刻飞出车子, 反而是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将玻璃撞了个粉碎, 他的码头也瞬间皮开肉绽, 流出大量的鲜血。 许刘年没有料到对方会直接拼了命相撞, 整个人煞时间在车子内东倒西歪, 同样也被撞得头破血流。 可他毕竟是武行出身, 很快就从混乱中回过神来, 猛打方向盘。 这是许刘年最后的机会, 只要渡过这个弯道, 地马就只能认输了。 第115章, 巅人。 可是地马的每一个选择, 似乎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他没有给许刘年留下车门。 所以, 两辆车子原地摩擦的时候, 地马直接击碎了自己的车窗, 伸手去抓许刘年。 许刘年见状不妙, 他要在这里杀死自己。 见到无法抓住许刘年, 地马改了计策, 他不再去抓许刘年, 反而抓住了对方的车门门框。 此时此刻, 地马放弃了驾驶汽车, 坐到了自己车子的副驾驶, 然后死死地抓住了许刘年的车子。 他强悍的肉身迸发出无穷力量, 竟然将自己的车子挂到了对方的车子上。 对方转弯, 自己便转弯, 对方加速, 自己也加速。 这就是和地鸡赌命。 他们不仅要有过人的智慧, 还要面对生肖身上无比强悍的力量, 以及他们癫狂的想法。 许刘年毕竟是个普通人, 他想了很多办法, 根本无法让地马的手从车子上脱离, 只能面带惊恐地继续向前飞驰。 此时的许刘年知道自己绝对不可以刹车, 若是车子停了, 地马就会直接扑到自己的车上来, 把他大卸扒快。 规则里根本没有提到关于杀人的问题, 想到这里, 他只能继续加速, 既然正面拼不过, 就只能按照原有的规则, 靠速度取上。 好在许刘年车技不错, 他在急速前进的同时, 不断用车子撞向对方的车子。 由于地马的手臂在车子中央, 所以很快被两辆车家的血肉模糊,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强迫对方松手, 可他低估了地马的决心。 地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这只手, 那手臂被撞得稀烂, 已经能看到黄白色的骨头, 可地马的脸上却诡异地露出了笑容。 他死死地抓住许刘年的车, 整个人从自己的车子里探出身来。 许刘年被眼前的怪物吓得浑身发抖, 却拿他毫无办法, 居然妄想跟我们赌面。 你知道我们多么想到这里活下去吗? 这是小年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在高速行驶的车子上, 地马杀死了许刘年。 这场荒谬的比赛开局不到30秒, 就落下了帷幕。 他们甚至都没有经过第一个弯道, 其中一个司机就已经生死, 比赛被迫结束。 听楚天秋讲到这里, 云瑶露出悲伤的表情。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看向窗外, 说道, 旗下, 你知道当我们看到小年死了,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是什么? 旗下问道, 是下次要换个战术。 云瑶苦笑一声, 这个地方真的太可怕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 我们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 楚天秋也在此时开口说道, 而我们的队友小年,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过。 听完这个故事, 旗下的头脑有些混乱。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暂且不要跟地级赌命。 旗下说道, 你们至今为止, 连一个地级都没有杀死吗? 是的, 二人点点头。 那么天级呢? 旗下问, 你们的战术听起来非常不完善, 地级之上还有天级, 若你们连地级都杀不死, 又为什么定下这个计划? 这, 楚天秋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旗下, 我们来到中烟之地, 满打满算已经两年多了, 这两年我们基本上转变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可却从未见过天级生效。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里不存在天级? 我不敢确定。 楚天秋说道, 目前已知的情报就是如此。 旗下默默地点头, 他现在已经大体明白了。 难怪上一次在地牛的游戏中见到张山, 他没有选择跟对方赌命。 天堂头组织目前畏守畏尾, 只能选择对抗人级生效。 他们认为, 若是跟地级生效赌命失败, 便会从中烟之地彻底消失。 可旗下知道,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既然你们两人愿意把机密消息说给我听, 那么我也分享给你们一个消息。 旗下的面色渐渐严肃起来, 这个消息可能会颠覆你们的整个计划。 什么? 二人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我见过许流年。 旗下说道, 许流年根本没有被淘汰, 而是即将变成原住民。 楚天秋完全没料到这个情况, 一时之间错愣了一下, 变成原住民。 楚天秋正了正, 你是说变成巅人? 哦? 你们这里是这样称呼的吗? 良人和巅人? 旗下点点头, 按照你所说, 确实是个巅人。 只是他游离于良人和巅人之间, 看起来还有救。 云瑶一步走上前来, 着急地问道, 小年在哪里? 我要去找他。 楚天秋也点了点头, 说道, 旗下, 云瑶和小年非常要好, 若小年真的还留在中烟之地的话, 你就告诉他吧, 天堂口会报答你的。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问道, 有纸笔吗? 我画给你们看。 云瑶听后, 从自己的包里, 掏出了一个散发着香味的小本子, 那里距离此处很远。 旗下在本子上大体地画了一下, 从这里出去有一条大路, 那条大路几乎贯穿了整座城市, 顺着这条大路向北走, 大约25到30公里, 在一座破败的黑色大楼旁边 有一辆老旧的出租车, 许刘年就在那里。 但那毕竟是上一个轮回的事情, 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还在。 二人不可置信地捧过旗下画的地图看了看, 表情殷勤不定,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此处很远, 正常人难以到达。 天秋, 你怎么说? 云瑶问道, 不管他在不在, 哪怕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要派人去找到他。 楚天秋严肃地说道, 云瑶, 后院的车子差不多修好了, 你带着小眼镜和金元勋一起去吧, 就算小年式的巅人, 也一定想办法把他带回来。 好, 云瑶一改往日的神态, 拿着自己的包包着急地出了门。 第116章, 落脚之地, 见到云瑶走出屋子, 旗下又看向楚天秋, 我的队友能放了吗? 可是你们队伍中那个疾到, 我会处理。 楚天秋点点头, 本来还准备了一个迎新会, 现在估计要暂时往后放一放了。 他走到教室门口, 将门打开, 张山正站在门外不远处。 你们谈完了? 张山说完一愣, 盯了丁楚天秋的面旁, 干, 你咋受伤了? 我这不碍事。 楚天秋摆摆手, 张山, 刚才都是一场误会, 把旗下的队友都放了吧。 旗下跟着张山前往学校的二楼, 在走廊最近投出的气, 才是李找到了自己的队友。 楚天秋做事也算谨慎, 他并没有把几人锁起来, 只是准备了一些罐头和瓶装水, 然后安排了一个大婶, 拉着众人聊天。 那大婶脖子上既带着佛牌, 又挂着十字架, 看起来信仰颇为复杂。 他此时正拉着李警官, 和他讲村子里神仙帮助警察办案的例子。 旗下, 你来了? 李警官见到旗下, 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率先站起身来。 你们没事吧? 旗下问道,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李警官疑惑地看了旗下一眼, 倒是你, 怎么现在才来? 我去见楚天秋了。 旗下话把还视了一下众人, 问道, 乔家近没来吗? 那个混混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李警官问道, 站在二人身后的张山此时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个疯狗在另一个房间。 我早就告诉他, 如果不动手就给他吃得和喝的, 可他死活不听。 在他的带领下, 旗下又找到了乔家近。 他看起来一切都好, 就是气得不轻。 喂? 骗人仔。 乔家近虽然被五花大绑, 但气势依然非常强硬, 赶快来把我放开, 今天我要打哭这个大只佬。 张山也有些被说烦了。 你这花胳膊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只老虎了? 我不用真功夫, 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能撂倒我? 不是是怎么知道? 乔家近冷哼一声, 骗人仔。 你怎么站到敌军那边去了? 是不是对方给你威逼利诱了? 那倒没有。 旗下摇摇头, 乔家近, 这些人本来是准备要放了你的, 可是你的状态非常狂躁, 他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狂躁? 你说我狂躁? 乔家近大喝一声, 他们把我绑了起来, 还不许我狂躁。 乔家近, 你也动手打人了。 旗下说道, 要不你跟他们道个歉, 也不用给你绑得这么辛苦了。 张山听后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乔家近连正常沟通都费劲, 又怎么可能道歉? 对不起, 乔家近忽然之间低头说道, 我给大家诚挚道歉, 麻烦给我松绑吧。 哎? 张山一愣, 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乔家近, 我还以为你这小子很有原则呀。 怎么一瞬间就道歉了? 听说我道歉就能给我松绑, 我瞬间觉得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乔家近憨笑了一下,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向来能屈能伸。 在乔家近也回归队伍了之后, 众人根据张山的指引, 来到了一楼最北边的房间。 楚天秋给了九人分配了一间教室, 有几床老旧但还算干净的被子, 有少量的瓶装水和罐头, 还有两个打火机和一个手电筒。 这一层似乎住了很多人, 大家以队伍为单位, 各自住在教室中。 此时天将入夜, 许多人坐在教室里聊天。 这里的生活, 跟旗下上一次荒野求生般的生活, 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 他们来到教室内, 率先铺好床铺, 乔家近用一个废旧的铁盆, 在教室中央点起了篝火。 李警官拿来几分罐头, 给众人打开, 放在铁盆旁边加热。 九个人围坐在一起, 静静地等待着, 气氛有些沉默。 旗下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几个男人, 乔家近, 韩一墨, 李警官, 赵医生, 心中也在自顾自地盘算着什么。 还习惯吗? 张山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向屋内的九人, 我们的位置也比较有限, 只能让你们九个人待在一起, 委屈委屈了。 山德, 谢谢你。 萧冉站起身来, 冲着张山不断微笑。 李警官站起身, 友善地冲张山点点头, 说道, 哥们儿, 安排得很好, 费心了, 有烟吗? 烟。 张山听后沉默了一下, 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小半盒香烟, 表情有些不舍, 我就这些了。 没事没事, 李警官很自然地接过了那小半包烟, 我不嫌少。 谢了呀。 张山见到自己的精神食粮被拿走, 顿时有些慌乱。 不是, 兄弟, 你好歹给我留一根啊, 我实在是憋得太久了。 李警官抽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 点燃了。 那行吧, 张山摇了摇头, 你们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应该就要去进行游戏了。 送别了张山, 萧冉冷眼看了一下李警官。 怎么了? 李警官疑惑地问道, 能不能别在这里抽烟? 萧冉说道, 哦, 好, 我这就出去。 李警官点点头, 他又转头看向了旗下, 问道, 要抽烟吗?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接过了一根香烟。 他明明告诉过李警官自己很久不抽烟了。 韩一末, 你抽吗? 李警官又看向韩一末。 啊, 韩一末没明白李警官的意思, 笑了一下说道, 我不会抽啊。 我教你。 李警官将一根烟直接塞到韩一末的嘴里, 这东西不难, 一睁眼一闭眼就会了。 说完他又看了看剩下的几人, 说道, 咱们三个抽烟的话在这里确实不太合适, 毕竟还有不抽烟的, 跟我来吧。 旗下此时明白了李警官的意思, 于是搭住韩一末的肩膀, 跟着李警官一起来到了走廊。 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一直盯着这四周, 谨慎地向前走着。 他们接下来要谈论的事情太过敏感, 为了提防隔墙有耳的情况, 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可以。 可是这偌大的学校之中, 到底哪里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旗下, 去天台的话会不会安全一些? 李警官问道, 或者地下室? 不, 旗下摇摇头, 操场中央最安全。 第117章, 招灾。 三个人来到了操场中央, 李警官给旗下和自己点燃了香烟。 韩一末尴尬地笑了一下, 然后将香烟叼在嘴中, 问道, 这东西要怎么学? 李警官伸手, 直接将他嘴中的香烟拿了下来, 装回了烟盒, 学个屁。 你知道, 我现在多么羡慕不抽烟的人吗? 这东西百害而无一例, 不会最好, 千万别学。 嗯? 韩一末有些听不明白了, 李警官, 可你刚才还说? 旗下摆了摆手, 打断了韩一末的话, 然后问道, 韩一末, 什么是漆黑剑? 啊, 韩一末的面色一顿, 若是旗下不提, 他差点忘记了那次诡异的遭遇。 他在上一次的轮回之中, 被漆黑剑刺穿了肚皮。 韩一末来回夺步了几次, 才抬起头对二人说道, 六十年前, 江湖之中有一位名震天下的伐恶使, 换作初期, 他使得一把沉重巨剑, 配上他那神出鬼没的轻功, 在江湖之中依照自己的喜好, 赏善罚恶, 被他认定为善之人, 赏赐文银一两七钱, 被他裁定恶之人, 定被巨剑刺穿丹田。 一时之间, 倒得天下人心惶惶, 纷纷不知自己, 是善是恶。 而他挥舞之巨剑, 因其剑身, 剑尖, 剑锦, 剑刃, 剑柄, 剑碎, 剑鞘七处, 全部都是漆黑颜色, 故名漆黑剑。 李警官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往前走了一步, 伸手敲了一下韩一默的头。 哎, 韩一默被吓了一大跳, 李警官, 你干什么呀? 我正在回忆呢, 你小子是不是以为我第一次审问别人? 李警官无奈地撇着嘴, 看你的眼神,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编的, 给我说实话,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编的呀。 韩一默有些着急地说, 为了编这些东西,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这是你的小说? 旗下忽然开口问道, 是啊, 韩一默点了点头, 在我的笔下, 这个名叫初期的侠客被奸人所害, 本以为江湖能回归平静, 可未曾想到, 那把漆黑剑并未在江湖绝技, 他仍在神出鬼没的赏善乏恶, 只不过再也见不到使剑之人, 仿佛这把剑自己有了生命, 总会在黎明时分刺穿人的丹田。 李警官努力让自己接受这个设定, 然后问, 这和你被杀有什么关系? 要怪就怪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韩一默有些尴尬地低下头, 身后摇摇头, 有点抽象。 简单来说, 就是我脑海中的东西太多了。 韩一默指了指自己的眉心, 我总感觉, 若不能找到一个宣泄口, 将我脑海之中的东西疏导出来, 我就会憋死。 所以, 我试过很多途径, 一开始是画画, 可是我毕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训练, 所以我的画笔不能承载我的想象, 于是我选择了写作。 李警官深吸了一口烟, 笑了一下说道, 我听说, 很多人穷尽自己的一切来成为作家都没有成功, 可你却是被逼无奈。 差不多。 韩一默点点头, 我的大脑中有一个事件, 随时都在等待倾泻而出, 所以我不能待在封闭的环境之中, 否则我的大脑会不受控制的胡思乱想。 旗下似乎抓到了什么重点, 开口问道, 你是说, 这把剑是你的胡思乱想吗? 只能是这样了。 韩一默回过头来, 非常严肃地说道, 在那个漆黑的黎明, 我一直都在瑟瑟发抖, 我很害怕漆黑的环境, 所以我担心自己会死在这里。 后来我的思绪飞跃, 居然开始担心那把漆黑竟会像故事中记载的那样刺破我的丹田。 旗下微微一愣, 这个情况似曾相识。 在面试房间中的时候, 韩一默也担心过鱼叉会贯穿自己的身体。 当时若不是乔家静出手阻拦, 现在他也已经美梦成真了。 结果, 我真的被刺穿了, 韩一默苦笑一下, 这个地方真不错。 我建议所有的作家都过来走一走, 只要待过一天, 绝对不会灵感枯竭。 不, 不是这个问题吧。 李警官仔细思索了一下, 才发现这件事有多么的不合理。 照你这么说, 漆黑剑根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 这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 可为什么它会刺穿你? 我不知道。 韩一默摇摇头,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看到漆黑剑时, 既有些开心, 又有些害怕。 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笔下的世界变成真的。 但当你真的看到书中的东西成为现实, 任谁都会害怕的吧。 是的, 这种感觉非常诡异。 旗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开始理清其中的逻辑。 韩一默预感到鱼叉会刺穿自己, 所以会发抖, 会害怕, 这种情况尚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 可漆黑剑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是提前预感到了漆黑剑会刺穿自己, 所以才会整晚都在害怕吗? 但是, 这把剑理论上是不会出现的。 他在怕什么? 招灾。 旗下的眼睛慢慢瞪大了。 等一下, 如果韩一默能够提前预知危险, 那这个回响根本不应该叫做招灾, 而应该叫做避险或者预知之类的名字。 为什么是招灾? 旗下瞬间犹如五雷轰顶, 他之前的推断方向全部都反了。 鱼叉根本不会刺穿韩一默, 漆黑剑也根本不会杀死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韩一默的呼唤, 他认为鱼叉会刺穿他, 于是那根鱼叉排除万难都要刺穿他。 他认为自己会死在漆黑剑之下,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算凭空产生漆黑剑也要刺穿他的丹田。 只要韩一默相信这个灾难会发生, 那么他就一定会发生。 此所谓招灾, 旗下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 眼前的年轻作家让他感觉极度危险, 本以为将他待在身边可以诡避灾难, 可他的存在即是一个活脱脱的灾难。 第二次终生至今都没有想起, 韩一默仍然在招灾。 第118章 李警官的战术 可是现在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吗? 这并不是的好主意, 人类最难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思想。 韩一默的情绪看起来还算稳定, 如果此时将这个消息说出来, 难免会影响他的思绪。 韩一默, 你现在感觉害怕吗? 旗下小心翼翼地问道, 倒是不怕。 韩一默淡定地摇摇头, 这里灯火通明, 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危险。 那, 那就好, 李警官发现旗下居然有些慌乱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韩一默怅然地望着天空, 旗下, 你说我们会不会永远都出步? 爷! 旗下上前捂住了韩一默的嘴, 额头慢慢地流下一丝冷汗。 韩一默, 你冷静点, 我们一定会从这里出去的。 韩一默听后微微点了点头, 旗下也松开了手。 旗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相信你。 韩一默说道, 你就像我笔下曾经的一个人物, 在故事的大结局, 他突破了根本不可能破解的难关。 你能这么说, 那就最好了, 旗下努力挤出一丝苦笑, 有我在, 所以你不要担心。 看着旗下的表情, 李警官也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招待就是乌鸦嘴吗? 对, 韩一默你可, 千万别胡思乱想。 李警官后知后觉地说道, 我和旗下会带大家出去的。 韩一默感觉眼前的二人有些奇怪。 你俩怎么了? 我, 李警官和旗下对视一眼, 话都卡在了喉咙里。 没, 没什么。 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关闭韩一默的回响, 否则以他这惊人的想象力, 火车有可能会开到操场里, 天空之中会下起雨时雨。 你俩真的好怪。 韩一默叹了口气, 半夜把我交到操场中央, 结果话又不说清楚, 旗下感觉自己的大脑有些混乱。 目前已知的回响者,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寻常的超能力。 他们不存在飞天遁地那般的神通, 反而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 韩一默可以召唤灾难来临, 姜若雪可以强行为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建立逻辑关系。 而李警官又可以凭空拿出不存在的东西。 而那个名叫萧萧的女人, 在杀死乔家境和田田时, 也是一动不动, 仅仅吃了一碗肉, 众人便全都倒地不起。 旗下记得他的回响叫做嫁祸。 既然如此, 完全可以大胆推测一下, 萧萧确实是下了毒, 但他根本不需要将毒药下在众人的碗中, 只需要下在自己的碗中。 届时, 他将自己的中毒嫁祸出去, 便可以完成这次谋杀。 旗下露出了一丝苦笑, 若是在现实世界中提出这种推理的人必然是个疯子, 可在中烟之地里, 这种推断莫名的让人幸福。 我有点困了。 韩一墨伸了个懒腰, 你们不回去睡觉吗? 我们再抽支烟, 你先去吧。 李警官说道, 那好吧。 韩一墨点了点头, 我先去了, 你们也早休息。 话罢, 他转身走向灯火通明的教学楼, 在途中似乎又遇到了张杉, 二人聊着天消失在远方。 如今只剩旗下与李警官, 已经没有什么该隐瞒的东西了。 旗下转过身, 开门见山地问道, 李警官, 你还记得自己的回想吗? 我的, 回想。 他皱了皱眉头,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我上一次回想了吗? 我只记得自己抽了根烟就没了意识, 问题就出在那根烟上。 旗下说道, 你从老旧的烟盒中, 掏出了一根干净的冬虫下草, 你还记得吗? 旗下自知这个问题有些为难李警官了, 他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 不仅失血过多, 甚至还伴随着剧烈疼痛和意识的模糊。 我似乎有点印象, 李警官点点头, 冬虫下草是我们内蒙的特色烟, 一包要一百块钱呢。 我隐约记得自己在死之前好像抽到了冬虫下草, 但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那打火机呢? 旗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发现打火机早就不在了, 于是只能伸手笔划到一个用了很久的ZIPO打火机, 看起来是比较寻常的款式。 李警官一愣, 你怎么知道这个打火机的? 那是萱萱用自己的压碎钱给我买的礼物, 我平常一直待在身上。 旗下点了点头, 那我明白了。 李警官, 我怀疑你的回想非常强大, 可以凭空变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你说啥? 李警官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你是说我不仅回想了, 甚至还变出了萱萱送我的打火机? 是的, 林晴, 张律师曾经亲眼见到了你的回想, 只不过现在除了我之外, 没有其他的证人了。 李警官低下头, 表情十分复杂。 你怎么了? 旗下问道。 旗下, 只有回想者才能保有记忆吗? 我听说是这样的, 而我会在冰死时听到回想。 是。 旗下再次点点头, 李警官慢慢抬起头来, 说道, 旗下, 我似乎找到了一个逃出这里的方法。 什么? 旗下扭头看了李警官一眼, 是什么办法? 想办法让我死。 李警官抬起头来认真地说道, 让我进入冰死状态。 旗下眉头一皱, 你疯了? 不, 我没疯。 李警官的眼神不断闪烁, 似乎一直在脑海中判断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半晌之后, 他开口说道, 我会在冰临死亡的时候, 想办法掏出三千六百颗岛。 这样, 你们就都能出去了。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能力具体要怎么发动, 但我在冰死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感知的。 他的眼神非常严肃, 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 一个倒有核桃大小, 正常人怎么可能在身上装着三千六百颗? 旗下感觉这个计划太冒险了。 我觉得不太靠谱, 还是思考一下别的方案吧。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李警官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会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 第119章, 咚咚咚, 够了。 旗下打断了李警官的发言, 李警官, 你凭什么要救所有的人? 为了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你宁可让自己一次一次地死去吗? 李警官微微一笑, 拿出一根烟又点上了。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他摇了摇头说道, 我是刑警, 怎么可以只帮助自己认识的人? 这世界上的受害者对我来说都是萍水相逢, 但我一定会拼上性命保护他们, 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我不同意。 旗下说道, 你的回想能力只是我的猜测, 具体能不能随心所欲地变出物品根本不得而知。 如果你只能变出打火机和烟又要怎么办? 那我们也没有损失。 李警官回答道, 试一试也未尝不可。 说不定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真的能够毫不费力地带大家出去呢? 可如果你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三千六百颗刀, 我们出去了, 那你怎么办?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按照这个逻辑来看, 你在集齐三千六百颗刀的瞬间死亡了, 根本没有出去的权利。 那不是正好吗? 李警官爽朗地笑了一下, 旗下, 我最好的结局就是为了拯救众人而死在了这里。 别说这么灰气的话。 旗下有些担心地回答道, 在我们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 你不可以断定自己的结局。 他知道李警官说到做到, 死在这里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归宿。 张华南, 李警官喃喃自语的小声说着, 有他在, 我没法回去。 李警官, 你来自2010年, 对吧? 旗下问道, 是的, 我给你个联系方式, 你回到现实世界之后联系当时的我。 旗下说, 我会帮你对付张华南, 联系当时的你。 李警官略微眨了眨眼, 旗下, 你来自哪一年? 今年多少岁? 我来自2022年, 今年26岁。 李警官低头沉思片刻, 抬起头来说道, 你在2010年只有14岁, 你知道张华南是什么样的人物吗? 没关系, 旗下摇摇头, 他斗不过14岁的我。 你, 李警官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眼前的男人, 一个14岁的少年, 难道真的能斗得过穷凶极恶的骗子吗? 可李警官忽然想到, 旗下也是一名骗子, 但是他的眼神与李警官见到的所有罪犯都不同, 那眼里没有恶, 只有绝望。 旗下, 你真的是个骗子吗? 李警官淡淡地问道, 你骗了几次, 骗了谁? 这和我们逃出这里没有关系。 总之, 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也就是说, 在第一个故事中, 你也说了谎。 李警官问道, 那不重要, 你只要记得我会帮你, 而你作为交换, 答应我不要轻易为了别人而断送自己的性命。 李警官仔细思索了一下旗下说的话, 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理由。 我答应你, 李警官点头说道, 但若是我在某一次游戏中死于意外, 那我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这个能力。 行吧? 虽然李警官还是不放弃, 但这次他提出的方案比之前的要好一些。 旗下, 你的回想是什么? 李警官忽然问道, 旗下听后挠了挠头, 说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李警官一顿, 这情况可就难办了, 也就是说, 下一次你不一定会保有记忆吗? 是的, 旗下点点头, 但你不一样, 李警官, 除非被一枪打爆头颅, 否则你一定会保有记忆的, 可以说, 我们逃出去的希望都聚集在你身上。 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又能做什么? 李警官为难地说, 若你们都忘掉了这一切, 我又怎么可能成功? 旗下知道这件事确实很棘手, 若真的想要逃出这个诡异的地方, 理论上保有记忆的人越多越好。 随着游戏的不断进行, 轮回将一次又一次地开始, 所以, 回想者的数量也应该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 保有记忆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既然如此, 任阳的那句警示有什么蹊跷吗? 该小心的人是谁? 是生效? 是疾到? 还是其他的参与者吗? 旗下表情严肃地思索了一会儿, 对李警官开口说道, 李警官, 若下次我忘了这一切, 你就跟我说一句话。 一句话? 嗯。 旗下点点头, 你只要告诉我于念安说, 咚咚咚, 我就会明白一切, 这是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命令。 与于念安待在一起的时候, 旗下总会陷入沉思状态, 此时于念安就会说咚咚咚, 而听到这三个字的旗下会回过神来, 笑着问道, 门外是谁? 原来旗下在家呀。 余念安总会调皮地回答, 半天不理我, 我还以为旗下不在家呢。 这样傻兮兮的游戏二人做了不下几十次, 成为了旗下印象中余念安的独特标志。 这样就可以了。 李警官点点头, 你会相信我吗? 都到了这种鬼地方, 还有什么是不能相信的吗? 旗下一脸惆怅地说道, 我必须要从这里回去, 但在那之前, 我要问中烟之地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属于你的东西? 李警官眨了眨眼, 明显没听明白。 旗下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反而又想起另一件事, 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这是在仁阳身上搜出来生效飞声对赌合同。 之前一直都有外人, 旗下还未有机会阅读这篇诡异的合同。 如果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话, 从这份合同之中定然能够亏得端倪。 李警官见状也凑了上来, 二人一人拿着一册, 借助四周教学楼昏暗的灯光, 将这份合同通体阅读了一番。 李警官读完之后, 露出一脸复杂的表情, 第120章, 生效飞声对赌合同。 生效飞声对赌合同。 鉴于, 甲方为乙方提供飞声机会, 乙方为甲方选拔面试者, 故双方本着平等互惠, 互相信赖, 生死无悔原则, 经甲与双方友好协商, 自愿签订本协议。 1.合同标的物。 1.1本合同适用于人及生效, 在签订本协议时, 生效确认已无剩余数量的道, 并自愿进入面试房间, 成为房间主理人。 1.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乙方甘愿堕入无限轮回, 直至合同到期或房间内空无一人。 1.3若乙方出现连续三次空房间的情况, 请乙方立即自杀, 甲方会第一时间履行甲方义务。 1.4乙方会在合同完成后, 晋升为地级, 并离开面试房间。 1.5若在合同期间, 乙方思维不在正常, 或出现其他无法沟通, 包括但不限于癫狂, 智力缺失, 楼乙化等情况, 本合同自动作废。 2.双方权利及义务。 2.1甲方应保证乙方在签署该协议之后, 得到肉体强化, 强化标准应大于最强参与者十倍。 甲方承诺该强化, 不会随着乙方离开面试房间而消失。 2.2甲方保证乙方会在每次死亡后保留记忆, 并顺利复活, 直至合同完成或乙方违约。 2.3乙方承诺签署此协议时, 本人不存在回想特性, 否则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由乙方一力承担。 2.4乙方承诺会给参与者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并保证能够正确引导参与者主动, 自愿, 坦然走向死亡, 期间乙方不得滥杀无辜, 公报私仇。 2.5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时, 承诺双方神志清醒, 思维正常, 能够进行简单交流, 否则本协议作废。 3.注意事项。 3.1所有参与者皆为人类或人形生物, 若在参与者中见到生肖或非人类生物, 不要试图与对方交流, 请马上自杀。 3.2面试房间为全封闭式房间, 若在面试房间中见到璀璨星空, 请确保乙方神志清醒, 若清醒则立即紧闭双眼, 马上自杀。 3.3面试开始时, 全员都不可行动, 若乙方见到有人走动, 请立即远离走动之人, 确保自身安全之后, 请马上自杀。 3.4甲方绝不会主动出现在乙方面前, 若有人声称自己为甲方成员, 请乙方将其击杀, 并马上自杀。 3.5若自杀失败, 请尽可能破坏自己的双眼以及听觉, 在面试房间之中安静等待救援, 甲方将派出专人, 将乙方杀死。 3.6参与者人数, 应小于等于9人, 若发现参与者多于9人的情况, 请先确认乙方神志是否清醒, 若清醒, 设法杀死多余人员, 并在游戏结束后自杀。 3.7本合同规定内容到4, 合同期限为止, 若一方发现合同分类超出4条, 请确保本人神志清醒, 若清醒, 则立刻撕毁合同并马上自杀。 4.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10年, 10年后无论对赌是否成功, 本协议自动作废。 5.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其永恒, 本协议永不作废。 6.请无视以上内容, 马上自杀。 7.请马上自杀。 8.请马上自杀。 9.请马上自杀。 10.请马上自杀。 本协议仪式两份, 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拥有最终解释权。 甲方, 阴魂管理局委托代理人, 天龙。 乙方, 生效代号仁阳, 张强。 看完这份合同, 不必说李警官, 连旗下都感觉自己好像是疯了。 满脑子除了请马上自杀之外, 根本不记得其他的内容。 很难想象仁阳在那个昏暗的房间之中, 每天都靠这封信支撑着自己。 他还清醒吗? 旗下, 你, 你怎么想? 李警官问道。 我, 旗下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份合同确实包含了很多内容, 但同样也让人费解不已。 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天龙作为这份合同的发起人, 也就是合同中的甲方, 似乎许给了仁阳飞升的权力。 只要仁阳让面试房间之中的人全部消失, 并且保持三次轮回, 那么他就成功了。 合同达成, 他可以离开面试房间, 成为帝阳。 再结合楚天丘的说法, 若要让房间之中的人消失, 那就需要再和帝级生肖的赌命游戏中失败。 换句话说, 生肖的目的其实和天堂口一样, 双方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峙局面, 他们都要在一次一次的轮回之中杀死对方。 只有某一方成功了, 这里的轮回才能被打破。 旗下的脑海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若是天堂口的计划并不牢靠, 那么成为生肖又如何? 仁珠曾经也说过, 他想从这里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所以才成为猪。 可以再大胆推断一下, 对于这些人及生肖来说, 并不是什么必不可缺的物品, 他们的目的是杀人。 只要杀死的人够多, 他们才有权利获得生肖飞升对赌合同。 前往面试房间, 毕竟合同中提到签订本合同时, 生肖已无剩余数量的道。 也就是说, 面试房间既是参与者的面试, 也是生肖的面试。 当通过了面试, 生肖就可以摇身一变, 从人成为地。 难怪如此。 旗下默默地点点头, 难怪人鼠和人猪看起来更加接近人, 他们有人类的感情, 并且没有显示出强悍的力量, 原来只有签下了生肖飞升对赌合同, 才能够获得像人羊、地牛那般的力量。 也就是从这个时刻起, 生肖开始渐渐脱离人的范畴, 他们的外貌和力量将更趋近于怪物。 旗下感觉中烟之地似乎就是一个大型的流水线, 似乎在生产着什么东西。 这里不需要其他的外力参与, 自己就可以形成一个体系。 可是这个体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旗下摸了摸合同上的甲方姓名, 阴魂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天龙。 阴魂管理局是个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要委托天龙来代理这件事? 旗下沉阴片刻将自己的推断告诉了李警官。 本来有些猛的李警官听完之后, 大脑彻底当机了, 想要推断出这种诡异的现象, 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 然后再用疯子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只可惜李警官完全做不到。 第121章 闯入者 好处是我们知道了生肖的动机。 旗下说道, 这算不算拿住了对方的软肋? 这,李警官面色为难地摇了摇头, 如果这份合同都是真的, 那么确实有可能。 什么意思? 李警官指了指这份合同的第5条到第10条, 说道, 合同里写着, 这份合同只有四个分类, 说明这几条内容应该不存在合同中。 难道说这份合同是被改过的? 确实如此。 旗下点点头说道, 但这并不奇怪吧? 你都能凭空变出香烟, 所以我也能理解合同上凭空出现文字。 你的理解包容性也有点太强了。 李警官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怎么就理解不了呢? 按照合同上的内容来说, 若是仁阳看到了超过四条内容, 那么就证明他的神志不清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又说道, 但看情况, 我们也能看到超过四条内容, 所以这和神志是否清醒无关, 不排除是天龙在用这一招除掉仁阳。 但是仁阳有些怀疑, 所以他没有把合同撕毁, 反而一直留在身上。 李警官问道, 旗下转过身, 嘴角一扬, 我说李警官, 你的理解包容性也很强, 你就别取笑我了。 李警官摇摇头, 我学的是正经行真, 那些询问, 勘验, 检查, 搜查, 扣押一类的技巧, 在这里很难拍的上用场。 总之, 这份合同的事, 咱们先不要告诉别人, 直到出现下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回想者。 旗下将合同折起来, 放进自己的口袋中。 李警官点点头, 只能暂且把这件事埋进心里。 对了, 李警官从口袋中掏出四颗道, 旗下, 这东西给你吧。 给我? 旗下没有伸手去接, 反而摇了摇头, 李警官, 我们现在是天堂头的人了, 他们想让我们卖命, 所以得让他们出道, 这四颗留在身上保命吧。 那也留在你身上保命吧。 李警官说, 你比我更会用到, 他们在你手里能翻倍, 在我手里纯属浪费。 我拿过了一颗道, 这样吧, 如果我全拿走, 定然会引起队伍里道德高手的不满。 上次, 我给了你一颗, 这次我拿回来一颗, 就当扯平了。 李警官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答应了这个方案, 二人随即转身回到教学楼。 在这座灯火通明的教学楼里, 旗下感觉莫名的安心, 这是一种与人住在一起的感觉。 远处的马路上, 依然传来了嘻嘻索索的声音, 看来虫子已然出动了。 但他们都在下意识地远离这里, 看来人越多越安全, 那些虫子如果要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偏堂口也不可能大摇大摆地维持这么久的时间。 回到房间时, 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下了。 李警官和旗下对视一眼, 也找了个地方躺下, 不一会儿就想起了憨声。 旗下漫不经心地确认了一下韩一默的状况, 然后回身关上教室门, 又从旁边拿了一个塑料打火机, 放在门把手上。 做完了这一切, 他也来到角落里, 拿起之前加热的罐头, 简单吃了几口, 然后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了。 自从来到这个鬼地方, 这是第一次能安稳地睡个好觉。 在半梦半醒之间, 旗下闭上了双眼。 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难以察觉的响声传入耳中, 旗下立刻睁开了双眼。 打火机掉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甚至还步入屋外的虫鸣响亮, 但旗下很少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 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醒来。 篝火已经完全熄灭了, 整个屋内漆黑一片, 旗下用了几秒钟才大体看清四周的环境。 黑暗之中似乎有什么人开门进来了。 旗下本以为是某个队友深夜去上了厕所, 可若真是那样, 打火机应该早就掉落了。 换句话说, 今夜房门第一次被打开。 想到这里, 旗下又数了数黑夜之中躺着的八个黑影, 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断。 除了他自己之外, 屋内躺着八个人, 站着一个人。 站着的人是谁? 旗下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他保持着安静, 然后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发现根本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 只见那个黑影慢慢地走到一个躺着的人身边, 低下头看了看他。 若旗下没记错, 躺在那里的是灵晴。 难道有人图谋不轨? 旗下缓缓地站起身来, 挪动着自己的脚步。 对方有些大意了, 他不可能料到屋内有人竟然整晚都坐着睡觉。 只见那人伸手抚摸了一下灵晴的头发, 然后低下头秀了秀灵晴身上的香气, 又转身走向另一个人。 旗下慢慢停下脚步, 静观其变。 那人又来到了韩一墨身边, 这一次他没有动, 只是静静地在韩一墨身边站了一会。 正在旗下一脸疑惑之际, 那人又朝另一个人走去, 看方向应该是李警官, 李警官憨声震震,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旁的变化。 黑影的方向在愣了几秒之后, 传出了几乎听不到的奇怪儿子。 紧接着他又挪动脚步, 似乎在房间之中寻找着什么。 而旗下一直在对方身后不远处站立着, 跟着他的脚步一起挪动, 始终避开对方的视线。 黑影开始查看屋内的情况, 旗下便一直在对方身后三五步的位置。 对于旗下来说, 目前这个黑影尚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 就算将对方制服也没有任何的说辞。 若对方是天堂口的人, 假意来探望众人住的习不习惯, 该当如何? 亦或者对方声称走错了房间, 又当如何? 正所谓捉贼要捉脏, 旗下只能谨慎地盯着黑影, 时刻准备忽然发难。 只见黑影在屋内环视了一圈之后, 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接着又伸出指头, 数了数躺着的八人。 片刻之后, 他棱在了原地。 旗下微微皱了下眉头, 感觉事情不太妙。 若对方很了解屋内的众人, 此时应该知道少了一位。 想到这里, 旗下立刻回身去关闭房门。 同一时刻, 那个黑影扭头就跑。 二人几乎是同时奔向了教室的屋门, 旗下自知关门已经来不及了, 随后伸手去抓对方, 可对方竟然一个转身躲了过去。 能够在第一时间决定逃跑, 看来也不是个蠢货。 旗下思索了一瞬, 立即大喊道, 站住。 一声大吼, 惊动了整座教学楼。 若是有其他人醒了, 眼前的黑影根本无处遁形。 那黑影没在犹豫, 顺着走廊大不留心地跑走, 旗下距离对方紧紧三五步。 刚要伸手抓住对方, 旗下去看到那个黑影在平地上跳了一下。 还不等旗下反应过来什么意思, 感觉自己脚下猛然一半, 立刻飞身摔了出去。 对方竟然在地上提前布置了绳索。 见到对方一溜烟消失在走廊尽头, 旗下感觉情况不妙, 他顾不上疼痛, 略微思索了一下之后, 直接转身跑回教室, 此时众人渐渐地开始苏醒了。 旗下, 发生什么了? 灵晴有些担忧地问道, 有人闯入。 旗下拉开教室的窗子, 直接翻身跳到院子中。 乔家静听后也眉头一锁, 赶忙跟了上去。 第12章, 袖采合冰。 喂? 骗人仔。 乔家静在身后着急地问道, 谁闯入了? 我不知道。 旗下来到校园中, 扶下身子快速前进。 这破地方还有贼吗? 乔家静没穿上衣, 露出了一身刀疤。 旗下这才发现对方不仅仅有一双花臂, 更是闻了得满背。 让他有些疑惑的, 是乔家静小腹的伤口。 那道伤口狠心, 像是被刺不久, 他绽放着刀口, 但却未曾流血。 难道这就是乔家静真实的死因? 估计不是贼那么简单。 旗下回过神来说道, 我们先去看看。 话罢, 他带着乔家静直接前往校园的大门处。 此时仍然有人在站岗, 只不过那个大汉看起来摇摇晃晃, 已经要睡着了。 张山? 旗下认出了站岗那人, 但并未叫醒对方, 只是在校门不远处藏着。 骗人仔,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乔家静问, 我想抓住那个鬼。 旗下说道, 此时教学楼的各个房间中已经升起了火焰, 看起来很多人都醒了。 一时间众人吵吵闹闹, 都在纷纷议论着刚才的骚动。 旗下隐奔身形, 认真地盯着校园出口, 他绕了近路, 明显可以比那个黑影更快来到校门口。 若没有人从出口处逃离, 只能说明那个黑影来自天堂口内部了。 骗人仔, 你看那个大只佬。 乔家进朝张山的方向拧了拢嘴, 他看起来快睡着了, 我要去踹他一脚。 等, 等一下, 旗下拉住了乔家静, 踹他一脚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乔家静眨了眨眼, 认真地解释道, 所谓踹一脚, 就是我会抬起我的腿, 用大腿发力, 然后膝盖带动小腿, 随后用脚掌接触他的臀部, 给他造成一些伤害。 我, 旗下有点听懵了, 每次跟乔家静聊天, 总有一种秀才遇上兵的感觉, 我不是问你这个。 你为什么要去踹他? 下站说啊, 乔家静说道, 我现在踹他一脚, 他就会发火, 他发火, 就会和我单挑, 单挑, 我就会揍他,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 你这也能称得上计划。 旗下摇摇头, 说道, 你和那个人打起来, 事情就麻烦了, 你俩估计都得受重伤, 是吗? 乔家静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你说那个大只老有两下子? 是, 他不仅有两下子, 而且人还不错, 我建议你们找机会解释一下。 旗下说道, 你俩若是能联手, 估计能无伤打死熊。 打死熊? 乔家静露出了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骗人仔, 看起来你确实没打过架, 你知道熊是什么级别的对手吗? 哦? 旗下饶有兴趣地盯着乔家静, 熊是什么级别? 就这么说吧, 乔家静伸手比划了一下, 虽然我乔也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假设现在有一头熊站在我面前, 要和我单挑, 我绝对绝对不可能动他一根汗毛, 只会立刻恭恭敬敬地给他跪下认输, 然后等死, 慢一秒都是我不识抬举, 旗下听后挠了挠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绝对绝对不可能动他一根汗毛,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看起来嘴硬, 但行动比较怂, 你这个情况似乎有点发育反了, 改天让灵晴给你看看病吧, 我可没钱看心理医生啊, 乔家静小声嘟囔了一句, 我看起来病了吗?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直到天蒙蒙亮都未曾见到有人从校园里出门, 现在教学楼的人几乎全都醒了, 不太可能藏匿一个陌生人, 若那个黑影没有选择逃跑, 只能说明他来自天堂口, 可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人的心思非常缜密, 甚至在进门之前就给自己安排好了逃脱的路线, 又布置好了绳索, 所以不太像个临时起义的色狼, 更像是在有计划地探查着什么, 看来几道早就渗入了天堂口, 是什么?旗下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蹲抹了的大腿, 被乔家静说,不必等了,咱们走吧。 他深知那个人已经错过了逃离的最好机会, 现在天亮了,门口还有守卫, 逃离更加不可能了。 乔家静点了点头, 站起身跟着旗下回到教学楼, 骗人仔,我们是不是得让这个地方的扛把子, 替我们主持一下公道? 乔家静摸了摸自己的胳膊, 看来清晨的凉风让他有些微寒, 这小贼都闯进咱们地盘来了, 是不是有点目中无人? 扛把子,况且这件事也不能让他处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旗下低声说道, 闯进咱们的房间的也有概率是楚天秋的人。 二人说话间已经来到了教学楼门口, 楚天秋正披着一件衣服走出来。 旗下? 楼上怎么都乱成一团了? 楚天秋疑惑地推了一下眼镜, 你们俩怎么从外面进来? 没事,我可能看错了, 追了黑影追了半天。 旗下伸了个懒腰, 把大家都惊动了,抱歉。 楚天秋听后略微沉思了一下, 说道,这个地方的夜里确实会有许多诡异的东西出没, 但那些东西应该不会伤人的。 旗下点了点头, 他知道楚天秋说的是那些虫子, 索性也没有再解释。 白狗问道,怎么救你自己? 云瑶呢? 还没回来。 楚天秋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 他将披着的衣服再次裹了裹。 说道,昨晚他们开车去找小年, 到现在还没回来。 是吗? 旗下听后面色也有些沉重, 自己画的地图并没有什么问题。 若他们找不到那个叫许刘年的女人, 只能说明对方换了一个位置。 难道在城市边缘? 上一次旗下搭着他的车前往城市边缘之后, 那个女人难道留在了那里? 旗下正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楚天秋, 却忽然听到了身后引擎的轰鸣声。 三个人同时放眼望去, 只见一辆老旧的白色轿车亮着车灯远远驶来。 第123章 出发 回来了 楚天秋神色一动, 赶忙迎了上去。 楚天秋纵然有些小缺点, 但他似乎很看重队友。 张珊打开了校园大门, 车子缓缓来到广场中央。 云瑶率先打开车门, 慌慌张张地跑了下来。 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全都是蝼蚁, 吓死我了。 云瑶? 楚天秋上前问道, 怎么样? 找到小年了吗? 没有。 云瑶懊恼地站起身来, 旗下说的那辆出租车我们找到了, 上面挂着小年的照片, 但是小年不在哪里。 不在? 楚天秋愣了一下。 旗下, 你真的在那里见到小年了? 楚天秋问, 你说呢? 旗下皱了皱眉头, 那辆车上有那个女人的从业资格证和照片, 难道我会胡周吗? 确实很奇怪, 云瑶点点头, 为什么小年的出租车会出现在中烟之地? 这也不是他的回想啊。 楚天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小年还在中烟之地活着,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早晚会找到他的。 金元勋和小眼镜也下了车, 看起来两人都累坏了, 你们辛苦了。 楚天秋微笑着说道, 今天你们休息吧, 剩下的人行动即可。 那怎么行啊? 云瑶果断摇了摇头, 今天可是我跟旗下第一次并肩作战的日子, 就算我再困都要坚持。 什么? 旗下一愣, 和我并肩作战? 是啊。 云瑶点点头, 这是天堂口的规矩, 由我带你们去参与游戏, 考察一下你们的本事。 楚天秋此时凑到旗下身边, 小声说道, 我先声明, 以前没有这规矩。 旗下听后一脸无奈, 问道, 那我的队友呢? 他们怎么安排? 你想亲自安排的话也可以。 楚天秋回答, 若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我会让他们去参与一些人籍的游戏, 有一些已经有了完整攻略, 可以进行赌命了。 我可以亲自安排。 旗下一位伸长的点点头, 队伍当中有个女人叫萧然, 她心思缜密, 温柔游礼。 还有一个男人叫做赵海博, 他智力超群, 大功无私。 我需要能安排这两个人, 去参与一个人兔的逃脱类游戏, 我把地图画给你。 没问题, 楚天秋点点头, 你对你的队员比我更加了解, 我会听从你的建议, 安排他们过去的。 旗下又问云瑶借来了纸笔, 画了一张大体的草图, 递给了楚天秋。 其他人呢? 楚天秋接过地图之后问道, 还有需要特别关照的吗? 应该没了, 但请务必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好, 楚天秋答应道, 那我们呢? 旗下问, 我们以天堂口的身份参与游戏,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有。 楚天秋笑道,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行动就可以, 但是天堂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将所有同伴的尸体带回学校, 统一安葬。 我不允许我的伙伴扑视荒野。 好, 知道了, 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旗下没有反对。 楚天秋点点头, 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片给了云瑶, 说道, 云瑶, 这是今天你的游戏安排, 顺路做了吧。 好, 我会和旗下一起加油的。 云瑶说, 旗下想了想, 又说, 要出去行动的话, 我要带着旁边这个没穿衣服的家伙。 乔家静尴尬地双手环抱, 冲大家一笑, 所以, 我能先去穿个衣服吗? 见到乔家静慌张地跑走, 云瑶笑了笑, 那个人好可爱啊。 旗下看了云瑶一眼, 问道, 你要带谁? 就咱们三个行动吗? 我能带谁啊? 云瑶委屈巴巴地, 看向身边的几个男人, 小眼镜和金元勋不爱搭理我, 楚天秋又要在此作证, 你说我好端端一个爱斗, 怎么会成这样了? 来, 姐, 我什么时候不搭理了那样? 金元勋吓了一跳, 你看看, 云瑶指着金元勋对旗下说, 听到这个人叫我什么了吗? 他叫我姐, 还不如不搭理我呢? 金元勋直接呆住了, 本来就不善言谈的他, 看起来确实对付不了云瑶。 小眼镜此刻也在一旁陪笑着说道, 云小姐, 我也不是不搭理你, 只是咱们俩确实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你听, 云瑶拍了拍旗下的肩膀, 云小姐三个字多么的响亮, 我得有二十年没听过这个称呼了,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听起来似乎是你不想搭理他们, 而不是他们不搭理你, 都一样, 云瑶掏出一个唇膏在嘴上抹了抹, 反正我和他们俩互不搭理, 两个老实八糟的男人被云瑶说得如坐针毡, 搞得楚天秋也不知如何是好, 旗下此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云瑶凭什么可以成为天堂口的二号人物, 他比这里大部分人都要强吗? 不一会儿的功夫, 乔家竟穿好了衣服下了楼, 让旗下疑惑的是他身后还跟了一个人, 田田, 什么情况? 旗下低声问道, 呃, 让他自己和你说吧, 乔家竟挠了挠头, 有口难言, 你们俩要出去参与游戏吗? 田田问道, 是, 带上我吧, 田田面色为难地说, 我没法留在这里, 这里容不下我, 这, 旗下瞬间明白了田田的意思, 田田始终认为这里没有人会看得起他, 所以他会下意识地跟自己和乔家竟靠拢, 这个可怜的女人并没有什么求生的欲望, 他极有可能会死在游戏中, 虽然二人之间交情不深, 但旗下希望对方好好活着, 他的人生已经很不易了, 没必要继续折磨自己, 不方便也没关系, 田田似乎发现了旗下的窘境, 改口说道, 我自己出去转转, 说不定能给大家把刀带回来呢? 说完之后, 他摸了摸口袋, 然后又看向旗下, 能借我一颗刀吗? 旗下身上仅有一颗刀, 但他不想给田田, 这颗刀会害了他的。 算了, 你和我们一起吧。 旗下摇摇头说, 如果获得刀, 我会分给你一份。 是吗? 听到这句话, 田田并没有很开心, 旗下知道他并不想要刀, 只是想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加入队伍, 既然如此, 那我得先和你说好了, 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只是为了刀, 你们可以不用相信我。 好, 我知道了。 旗下点点头, 然后又看向云瑶, 爱逗, 我们三个身上可穷的叮当响, 你确定要和我们一起吗? 旗下,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被富婆包养是什么感觉。 云瑶拍了拍自己的包包, 今天的门票我请了, 你只需要提供大脑就行。 第124章, 云瑶的回响, 四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队伍, 开始向城市中出发。 这个队伍看起来确实有些诡异, 云瑶和田田两个八单子打不着的人, 竟然会组成队伍。 他会问道, 我, 我是, 见到云瑶光鲜亮丽的外表, 田田一时之间语色了, 她的脸上写满了自卑二字,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正在家待夜呢。 乔家竟此时忽然开口说道, 你没看她穿得这么少吗? 那是睡衣。 哦, 原来是这样。 云瑶点点头,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云瑶, 是个偶像组合的主唱, 小姐姐, 你长得也很漂亮,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要不要考虑成为爱逗? 爱, 逗? 爱逗就是爱逗的音译, 也就是偶像艺员的意思了。 我都这个年纪了, 田田苦笑了一下, 而且我也不配成为偶像。 不配? 小姐姐, 你看起来非常难过。 云瑶忽然严肃起来, 盯着田田问, 以前有人欺负过你吗? 我? 乔家竟此时拍了拍云瑶, 说道, 靓女, 你看起来很喜欢聊天啊, 要不咱俩聊, 你别骚扰她了。 哦? 云瑶被乔家竟吸引了注意力, 那你又是做什么的? 我丢, 乔家竟尴尬地笑了笑, 被你这么疑问, 我好像也没正经工作。 搞什么啊? 云瑶疑惑地看了看眼前的二人, 你们的面试房间是失业专场吗? 说完她,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看向旗下, 旗下? 你呢? 你那么聪明, 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吧? 三个问题问猛了三个人, 你要不要换个话题? 旗下说道, 她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小眼镜和金元勋 应付不了这个女人了, 照这个聊天方式, 估计也就乔家竟能跟她对两招。 换话题,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 又问道, 你们都擅长什么? 我没什么特别擅长的。 旗下说道, 只是比别人多看了点书, 这我看得出来, 云瑶一脸崇拜的点点头, 我就喜欢博学的男人, 我也没什么擅长的。 乔家竟耸了耸肩, 只会打架。 打架? 云瑶一愣,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特长。 嗯, 乔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干笑两声, 那你擅长什么呢? 我吗? 云瑶忽然停下脚步, 转头对三个人说道, 我的运气非常好。 运气非常好。 旗下和乔家竟面面相去, 你这个特长听起来比打架还不靠谱。 旗下说道, 你准备用你的运气带领我们赢得游戏吗? 有何不可? 云瑶笑了一下, 我从小运气就特别好, 所以这就是我的特长。 盲目自信和特长还是有区别的。 旗下说道, 运气不管怎么说也是个不可控的东西。 难道你? 话说到这里, 旗下略微一愣, 他扭头看向云瑶, 眼神之中闪着一丝不可置信的光芒。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云瑶笑着点点头, 你果然很聪明, 他的名字叫做强运。 旗下宁可自己没有猜中, 云瑶的回想全是强运。 这样说来, 世上岂不是没有东西可以难倒他了? 我丢, 你们到底在聊什么? 乔家竟明显一头雾水, 强运是什么东西? 谁的名字叫强运? 旗下没有回答, 只是越想越后怕。 跟这些人比起来, 自己简直是太莽撞了。 这些拥有超能力的回想者都谨慎地组成团体进行游戏, 可自己居然一直以凡人之力与生效赌命。 所以, 你可以百战百胜吗? 旗下问道, 百战百胜? 云瑶疑惑地看了一眼旗下, 我差点忘了, 你还不了解回想,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想要百战百胜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可能? 旗下显然没听明白, 他低声问道, 如果你的超能力就是强运, 你又怎么可能会输? 哪怕你面对的是一只黑熊, 黑熊也有可能突发疾病而死吧。 云瑶听后, 略微私存了一下, 面色严肃地回答说, 旗下, 谁告诉你, 回想就是超能力了? 难道不是吗? 旗下说, 回想者做的事情, 他们所发挥的力量, 都是寻常人所不具备的, 这还不算超能力吗? 云瑶听后, 略微点了点头, 说道, 难怪你会这么想, 但实际情况却有点差别。 旗下, 回想不是一种超能力, 而是一种信念。 信念? 这个词比超能力要抽象得多。 旗下忽然想到, 江若雪曾经的解释, 他也说过回想是个很抽象的东西。 我很难解释这种感觉, 云瑶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 又说道, 总之我的回想并不会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甚至失败的几率还不低。 这, 旗下眨了眨眼, 也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发动强运, 但也有可能失败。 嗯, 就是这个意思。 云瑶见到旗下明白了这个原理, 高兴地点了点头, 看到云瑶开心的表情, 旗下一点都笑不出来。 他觉得云瑶疯了, 这是什么狗屁回想? 有时可以强运, 有时则不能。 要按这个说法, 自己又何尝不是间歇性的强运? 可是云瑶确确实实保留了记忆, 他的确是个回想者。 很难想象他会凭借这么激烈的能力, 大摇大摆的生存至今。 旗下不再考虑这个诡异的回想, 改口问到云瑶, 我们去参与什么游戏? 随意。 云瑶笑了一下, 我感觉我们这支队伍很强的, 遇到谁都可以碰一碰。 可以。 乔家敬也点了点头, 骗人仔, 上次我被绑住了, 没法挥出来, 这次给你露一手。 田田此事也开口道, 如果有什么比较危险的项目, 我想第一个去试试。 旗下慢慢地捂住了额头, 他感觉这支队伍到处都是问题。 第125章, 人猴。 云瑶最终选择了一个猴类游戏, 那门口的生肖戴着的面具根本不是猴子, 而是一只腐烂的大沸沸。 怎么样? 旗下, 敢试试吗? 云瑶站在门口问道, 我试试。 旗下望了一眼沸沸, 又看了一眼云瑶, 我倒是挺想知道强运的意思, 要不然, 你给我展示一下, 你是不是搞错了? 云瑶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早就说过, 这次的组队目的是探查你们的实力, 方便接下来的游戏类型分配, 怎么成了你们考验我了? 旗下三个人有些不知怎么应对他, 看来这个爱斗还是有些任性的, 也就是说你完全不插手。 旗下问道, 人猴而已, 大多是智力类或者灵巧类, 这还能难得倒你吗? 云瑶笑着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直接跟对方赌命哦。 赌命? 乔家静一愣, 这里还能赌命? 旗下自知, 现在跟对方赌命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他不清楚猴的套路, 自己也没有得到回想, 此时赌命若是失败了, 会葬送已知的全部信息。 想到这里,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走到了大沸沸身边, 问道, 人猴是吗? 没错, 人猴点了点头, 要参加我的游戏吗? 什么规则? 旗下问道, 我们轮流从箱子中往外拿到, 拿到最后一个到的人, 赢, 赢的人可以获得台面上的所有到。 人猴听起来年纪不大, 像个少年, 他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规则。 旗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下巴, 问道, 门票呢? 门票即是相中到, 看你想出多少个, 我比你出的只多不少。 哇, 这是随机门票的游戏啊, 云瑶看起来很开心, 若是能赢, 我们就真的赚到了。 我的天, 好赌啊。 乔家静大叫一声, 回头兴奋地对云瑶喊道, 靓女, 快拿一千八百个道出来。 骗人仔这次赢了, 我们就直接回家。 我哪有那么多? 云瑶没好气地说道, 我浑身上下就一个小包, 去哪给你变出一千八百个道? 这个鬼地方, 不可能有人带着一千八百个道, 还不被挤到发现。 旗下嘟荡了一句, 又抬头看向人猴, 猴子, 你一共还剩多少? 我, 人猴微微一顿, 这我不能说, 你怕我跟你赌全部加当吗? 旗下说道, 不管你是什么意图, 我都不会透露自己的道。 有意思, 旗下点了点头, 那我们开始吧。 四个人纷纷进了屋, 可这毕竟是人籍小游戏, 参与者只有旗下自己。 一进屋旗下, 就发现自己似乎上当了。 屋内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分明摆了两个箱子。 我的游戏叫做箱中道, 我们将各自的道, 分别放入这两个箱子中。 人猴拍了拍桌面上的两个箱子, 又说, 我放入的道只会比你多。 游戏开始后, 我们轮流从任意的箱子中取出任意数量的道, 但要注意, 谁取完道之后, 两个箱子都空了, 谁就赢了, 换句话说, 拿到最后一颗道的人胜利。 旗下听后, 又陷入了沉思, 他打量了一下两个蜜蜂的箱子, 发现他们的洞口很小, 只能勉强伸进一只手。 如果想要定制一个策略的话, 很明显牵扯到一个先手或是后手的问题。 那么谁先取? 旗下问道, 猜拳决定。 人猴耐心地解释道, 赢了的人可以指定谁先从箱子中取到, 输了的人指定取到的箱子, 唯独不能指定取到的数量。 原来如此, 旗下点点头。 云瑶在一旁看了半天, 问道, 旗下, 你想读几颗? 十颗。 旗下说道, 十颗? 云瑶一愣, 你有把握吗? 差不多。 若是从同一个箱子中取到, 旗下倒是有赢下的把握。 可如今人猴准备了两个箱子, 让游戏的变数更大了一些。 从任意的箱子当中拿走任意数量的刀, 这个游戏跟人猪的逻辑游戏不同, 完全看参与者的策略。 云瑶, 开局的猜拳非常重要。 旗下低声对云瑶说道, 你能用你的强运帮我吗? 这, 云瑶为难地低下头, 说道, 对不起, 于是说道, 那我就自己来。 云瑶愧疚地点点头, 开始从自己的包中取道, 旗下, 你帮我一下。 他先拿出了四颗塞到旗下手中, 旗下一只手握不住, 只能双手捧做碗状。 没多会儿的功夫, 云瑶又掏出两颗, 然后接着翻找。 他的包看起来东西非常多, 不仅有着各种老旧的化妆品, 甚至还有包装纸, 擦过嘴的纸巾和用过的卸妆棉。 你的包该整理了一下了。 旗下说道, 爱豆的包包, 你别管。 云瑶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接着又掏出来三颗, 几颗了? 九颗了。 旗下无奈地回答道, 好了好了, 找到了。 云瑶掏出最后一颗道, 放入旗下手中。 旗下捧着这一堆道来到人猴面前, 举起双手晃了晃, 说道, 十颗, 我放进去了。 人猴点了点头, 然后掏出了十二颗道, 在众人面前轻点之后, 投入了另一个箱子中。 猴子, 来猜拳吧。 他可以在连续多次的猜拳中, 通过判断对方的性格, 出拳逻辑来保证猜拳的结果。 可若真的要一局定胜负, 就成了纯粹的运气游戏了。 猴子, 你出什么? 旗下问, 这招对我没用, 我不会回答的。 人猴说道, 开始吧。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能将一切都交给运气了。 二人一局定胜负, 却同时出了步。 紧接着第二回合, 二人又都出了石头。 见到这一幕, 旗下感觉这次猜拳非比寻常, 对方竟然使用了跟自己完全相同的策略。 第三回合, 旗下出了石头, 而对方依然是不。 你果然花了心思, 自始至终都不肯出剪刀, 旗下喃喃自语道, 承让了。 人猴说道, 我猜拳向来很强。 是吗? 旗下瞳孔微动, 意味深长。 第126章, 作弊者。 正如规则所说, 人猴是猜拳的胜利者, 他可以指定谁做先手。 我自己先手。 人猴说, 你来指定箱子。 旗下低头思索了一下, 说道, 十个道的箱子。 人猴听后面色一沉, 瞳孔竟然抖动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的场地似乎来了个不得了的人物。 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是早就找到了破解之法, 还是无意而为。 在思索了片刻之后, 人猴站到了十个道的箱子面前, 从中取出了一个道。 如今, 两个箱子变成了十二颗, 九颗。 看到人猴只拿出了一个, 旗下面色也略微移动。 一颗, 你也不是个蠢人啊。 二人的思想博弈已然刀光剑影, 可表情却依然平淡。 乔家竟像模像样地看了半天, 小声问道云瑶, 这游戏有那么难吗? 你觉得很简单吗? 云瑶双手环抱, 轻声说, 旗下现在的每一步走得都很妙, 包括他故意输下猜拳, 为的就是指定箱子。 你? 乔家竟一愣, 骗人仔故意的。 可就算猜拳输了, 游戏就能赢了吗? 我们不妨来模拟一下。 云瑶说道, 此时一个箱子里有九颗, 另一个箱子里有十二颗, 你会选哪个箱子, 又会拿几颗? 嗯, 乔家竟想了想, 我可能会把十二颗全都拿走, 那么我就会把另一个箱子的九颗都拿走, 我赢了。 云瑶笑着说, 那我在箱子里留下一颗, 只拿十一颗呢? 乔家竟又问, 那我也在箱子中留下一颗, 只拿八颗, 下一回合我还是赢了。 乔家竟倒吸一口气, 发现自己怎么都赢不了, 这么说来, 下一个拿到人不是毕书吗? 不, 旗下不会像你这样决策的。 云瑶说道, 我喜欢的人可不是傻子, 说的也是乔家竟刚要答应, 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我丢, 你是在说我是傻子吗? 只见旗下走到十二颗道的箱子面前, 思索了几秒之后, 伸手从里面掏出了三颗, 此时的两个箱子都是九颗了, 人猴的眼神犹如一潭死水, 仿佛正在盘算着什么。 猴子, 这样可以了吗? 旗下问, 现在认输的话, 上一次人猪的赌局之后, 现在的旗下格外小心, 他担心对方会在输尽道之后 破釜沉舟的选择赌命。 人猴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从面前的箱子中掏出一颗道, 旗下摇摇头也掏出一颗道, 看来规则不允许认输, 否则人猴也没有必要坚持了。 人猴又从箱子中拿出了两颗道, 旗下也拿出了两颗道, 接下来的游戏成了垃圾时间。 无论人猴从箱子中拿出多少颗, 旗下都只会拿出一样的数量。 如此做法, 可以保证他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渠道的。 就算箱子中是一万个道, 旗下也绝对不可能输。 开局几个简单的博弈, 让他渐渐立于了不败之地。 我刁, 我好像明白了, 乔家竟眼睛张大了, 这不就直接赢了吗? 嗯, 云瑶点点头, 在两个箱子中剩下相同数量的道时, 后手必胜。 你确实很厉害, 人猴难难自语地说道, 可是你疏忽了? 说乎, 旗下眉头一皱, 不由得有些疑惑。 在这几乎是必赢的游戏里, 人猴难道还留有后手? 旗下看了看双方面前的道, 人猴眼前是五颗, 自己眼前是六颗, 数目已经如此明显了, 难道还? 等一下, 旗下浑身一正。 人猴眼前为什么是五颗? 他总共从箱子中取了三次, 分别是一颗, 一颗, 两颗。 旗下清清楚楚看到的, 怎么会变成了五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从表面上看, 现在人猴面前的箱子剩余五颗, 旗下面前的箱子剩余六颗。 而此时, 闻到人猴选取了。 他来到了旗下面前, 从六颗道的箱子中拿出了一颗。 旗下眉头直皱, 短短一瞬间, 双方的立场居然被颠倒了。 现在看来, 两个箱子中都剩五颗, 接下来, 无论旗下从哪个箱子中取多少颗, 人猴也只会取出跟自己一样的数量, 最后一个取到的人变成了人猴。 正如云瑶所说, 当箱子中的道数量相同时, 后手必胜。 旗下输了? 喂, 出老千要砍小指的呀。 乔家竟看出了端倪, 狠狠上前说道, 你个臭猴子是不是偷球了? 是。 人猴直言不讳地回答道, 我作弊了, 你能怎么样? 我, 乔家竟没想到对方会承认得这么干脆, 竟然一时之间没了脾气。 人猴见到几人阴晴不定的表情, 慢慢地伸手朝向桌子上的刀。 只见他用两根手指夹住一颗, 轻轻一拿, 桌子上立刻扫了两颗刀。 他翻过手来给众人展示, 这才发现他的掌心捏着另一颗刀。 这叫掌心藏法, 魔术中最基本的手段。 人猴微笑着说道, 你是不是该庆幸, 没有猴赌命? 旗下露出了一丝苦笑。 是啊, 谁说不能作弊呢? 人猴在某一次取刀的时候, 看似取了一颗, 实则取出了两颗。 这么致命的动作, 你却没有注意。 人猴玩弄着手里的两颗小球, 看来你轻敌了。 是, 我确实轻敌了。 旗下一脸无奈地点点头, 我们让游戏结束吧。 接下来, 旗下一口气掏出了五颗刀, 扔在桌子上, 云瑶也在一旁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旗下居然破罐子破摔了, 难道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吗? 人猴微微一笑, 也从箱子中掏出了五颗刀。 游戏结束了, 田田和乔家静也无奈地看了对方一眼, 表情复杂。 对他们来说, 石刻刀是什么概念? 众人经历了四轮死亡游戏, 也才获得了四颗刀, 如今一口气就输掉了石刻。 人猴把桌面上的所有刀, 都拢到了自己的面前。 没想到今天一早, 就有人送这么多刀, 真是感激不尽。 人猴笑着说, 我也没想到, 有人会提前帮我归拢好, 同样感激不尽。 旗下说, 是啊, 人猴微微一愣, 什么? 第127章, 寻一个奇迹。 旗下伸出手, 略微晃动了一下自己面前的箱子, 结果却清晰可闻地传来了刀的滚动声。 猴子, 接下来该我了吧? 旗下问, 你, 人猴的猴结略微动了一下, 他计划好了每一步, 却不知在哪里出了问题。 箱子中还有一颗, 他赶忙数了一下桌面上的刀, 确确实实是22颗, 箱子里的那一颗是什么? 你一开始的赌注根本就不是石刻, 人猴慢慢瞪大了眼睛。 王八蛋, 你骗我。 旗下伸手掏出了最后一颗刀, 是的, 你能够用你的魔术手法, 我自然也可以用我的特长。 说完, 他将刀拿出来放在桌面上, 缓缓地说, 幸亏我一直把这个箱子放在自己面前, 让你没有什么机会检验里面的刀。 骗术吗? 人猴有些失神地说, 你早就知道我会作弊了, 那倒不是, 只是给我自己加一道保险。 旗下说道, 我的箱子比你的箱子始终多一颗刀, 这不会影响我的胜负, 只要我在最后一次将刀全都取出来, 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你说过你的刀比我的只多不少, 而我是十一颗, 没有破坏规则。 可我想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做的手脚。 人猴问, 那个女人把刀给你的时候, 我可是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 分明是时刻。 我确实没有你那般华丽的手法。 旗下拿起一颗刀, 学着人猴的样子, 想把它不动生死地藏在手心。 可惜是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我想要加一颗刀到筹码当中, 只能从一开始就把它握在手里。 人猴瞬间明白了过来, 在那个女人将刀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男人的手中已经有一颗刀了。 他把手捧做碗状, 接过了那女人递过来的四颗刀时, 就已经是五颗了。 没想到, 我那么早就已经失败了。 人猴渐渐没了力气, 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 顿了一会儿, 他抬头看向旗下, 似乎有话想说。 旗下发现了这点, 但却不紧不慢地将刀拿了起来, 交给了云瑶。 最后, 旗下缓缓地说道, 这两颗刀给你东山再起, 你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 没必要一起用事。 什么? 人猴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恐怖, 当场看透了他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孤注一掷的话, 我也会亮出我的底牌。 旗下说, 我不介意拼个鱼死网破, 反正我没有损失, 但你绝对都不够我的。 人猴彻底低下了头, 眼神之中写满了放弃二字。 很好, 我们有缘再会了。 旗下点了点头, 带着身后三人快步离开。 旗下, 你怎么了? 云瑶问道, 你是在害怕人猴跟你赌命吗? 没错, 旗下不断地回头张望, 生怕人猴跟出来。 可你不是有底牌吗? 云瑶感觉旗下很有趣, 开口说, 你的聪明才智比那个人猴强多了, 真要赌命的话, 我觉得你的胜算也很大。 我有个屁的底牌, 快走吧。 旗下拉着众人匆匆前进, 刚才都是骗他的, 这个人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居然会作弊。 若真是赌命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他会使出什么作弊手段。 啊? 骗他的? 云瑶瞬间大笑起来, 你演得好像啊, 你不会是个骗子吧? 快走吧。 旗下无奈地说, 三个人找了个路边稍作休息, 明明天亮才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众人却感觉过了好久, 我们把刀分了吧。 旗下说, 赚了十课, 由于你和我都出了刀, 所以我和你分到三课, 乔家敬和甜甜美人两课。 旗下, 我能和你谈恋爱吗? 云瑶冷不丁地忽然问道, 神, 旗下差点被这句话噎住, 你搞什么? 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一旁的乔家敬和甜甜也张大了嘴巴, 他们感觉这姑娘好像确实有点问题。 云瑶听后眨了眨眼, 又对着旗下问, 你喜欢我吗? 旗下眉头紧锁, 随后摇了摇头, 承蒙爱戴, 但我结婚了。 没关系, 云瑶毫不犹豫地说, 我可以只当你中烟之地的女朋友, 出去之后互不联系。 你有病吗? 旗下有点看不错眼前的女人,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听不明白? 我有妻子。 云瑶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旗下, 然后挠了挠自己的头, 小声嘟囔道, 还是不够吗? 不够? 云瑶深呼一口气, 说道, 旗下, 别在乎你那妻子了。 难道我比她丑吗? 难道我不如她好吗? 与其挂念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不如。 云瑶, 不要葬送我对你的好感。 旗下的眼神瞬间冰冷无比, 仿佛想要杀人,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我的妻子。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什么好人。 怎么了? 你想骂我吗? 云瑶说道, 或者你想打我。 来, 我就在这等着。 乔家竟彻底看猛了, 这突如其来的火药味, 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喂喂喂, 你二人有话好说啊? 乔家竟赶忙过来劝道, 这突然之间是怎么了? 空气之中有着一股莫名的压抑, 见到旗下似乎真的生气了, 云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哎呀, 好了好了, 云瑶摆了摆手, 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对不起, 旗下, 我不该那样说你的妻子的, 能嫁给你的姑娘, 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 旗下皱了皱眉头, 同样被云瑶说得云里雾里。 你在搞什么? 我想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听到回响, 好像失败了, 云瑶傲恼地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是你骂我骂得不够狠, 还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你, 总之我可能太过着急了, 旗下你千万别生气哦, 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听到回响, 旗下似乎明白了什么。 难道你回响的契机是? 是求而不得。 云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从小到大, 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都会得到, 当我陷入求而不得状态时, 即会响起钟声。 第128章 回响的种类 求而不得? 这是多么可笑的契机。 世上的所有人, 谁又没有过求而不得的时候, 如果仅仅是想要的东西无法得到, 那云瑶在这种物资极度匮乏的地方, 岂不是应该时时刻刻都在回响吗? 可他没有。 乔家静听到这里表情有些不自然, 骗人仔, 偶像女,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他狐一地盯着二人看了看, 我虽然不爱动脑子, 但我不傻。 你们到底对这里知道些什么? 旗下听后表情略微有些为难, 他不习惯对信任的人说谎, 现在的处境让他有些被动。 乔家静, 在回答你之前, 我想在最后问云瑶一个问题。 问我? 云瑶一愣是什么? 旗下把云瑶拉到一边, 小声问道, 我们若是暴露自己的记忆, 会怎么样? 怎么样? 云瑶眨了眨眼, 瞬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能怎么样呢? 要不我夸夸你, 你好厉害哦。 嗯? 旗下愣了一下, 完全没有想到云瑶竟会给出这种答案。 我不明白, 暴露记忆怎么了? 云瑶问, 我们比别人拥有着更多轮回的记忆, 这不是好事吗? 你难道一直在隐瞒这件事? 旗下的大脑一直盘算, 云瑶说的不无道理, 难道仁瑶真的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若你一直隐瞒不说, 又怎么跟队友相认? 云瑶继续问道, 这样一来, 你们每一次轮回都好似新的开始, 根本不可能出去啊。 是的, 仔细想想, 天堂口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过这个规则。 若楚天秋隐瞒记忆, 又怎么可能聚集组织内的所有人? 旗下越来越觉得这是仁瑶的一条计策, 因为他要履行合同条约, 引导众人主动, 自愿, 如果真的有人相信了这句话, 无疑是浪费了一次轮回的机会。 好在天堂口来了, 他们的做法与仁瑶完全相悖, 打消了旗下的顾虑。 既然如此, 旗下转过身来, 看着乔家敬和田田, 我们已经是队友了, 理应把真相告诉你们,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十分重要, 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存亡, 你们要仔细听好。 重要? 田田一愣, 那我不听了。 说完他就往后退了几步, 躲到了很远的地方。 搞什么? 乔家敬走上前去拉住田田, 也不是听到了就要杀头的消息。 不了, 田田有些局促的摆摆手, 我本来就不是个聪明人, 知道的东西自然越少越好。 旗下也说了这些消息, 关乎每个人的存亡, 我可负担不起所有人的存亡。 这, 乔家敬不知该怎么劝说, 向旗下投去了一个求助的目光。 田田, 没关系。 旗下说道, 你来一起听着, 反正你只是想要道, 对吧? 我记得你的目的, 不会为难你的。 我? 旗下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二人娓娓道来了一切。 期间, 乔家敬听得津津有味, 好多次都露出了异样的表情。 而田田一开始完全不感兴趣, 可听了几句之后, 也渐渐地被吸引了。 毕竟旗下所讲述的事情, 太过匪夷所思了。 什么叫做, 他们会一直在十天之内生了死, 死了生? 什么叫做回想者会保留记忆? 我丢啊, 乔家敬听完之后, 目瞪口呆, 骗人在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一切。 旗下说, 乔家敬, 我和你不是刚刚才认识, 上一次轮回之中, 我们已经是生死相依的战友了。 我不是问这个, 乔家敬眨了眨眼, 我想问我真的打了一只熊吗? 旗下一顿, 最终还是决定不理他了。 总之, 现在没有任何可以隐瞒你们的事情了。 旗下说道, 云瑶是回想者, 他的能力就是强欲。 而我保留了记忆, 所以我也有可能是回想者, 但我不清楚自己的能力是什么。 所以你们一直聊的回想, 就是这个意思。 乔家敬思索了一下问道, 就是特异功能呗, 搓牌, 透视, 听头子这种。 云瑶听后立刻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是说了吗? 回想是一种信念, 他是潜在的。 行吧, 乔家敬无奈地摇了摇头, 潜在就潜在。 当云瑶第二次提到潜在这个词时, 旗下好像明白了什么。 也就是说, 回想其实是一种特性, 它不会牵扯到发功问题。 只要听到了回想, 这个能力就会一直存在, 甚至你不想要它时, 它也会一直存在。 韩一默就是最好的例子, 它根本摆脱不掉这个回想。 四个人一边聊着一边前进, 竟然来到了旗下等人先前降临的场地, 屏幕上依然写着那句圣人的话。 我听到了昭灾的回想, 韩一默的昭灾已经持续一天了。 昭灾? 云瑶抬头看了看, 我第二次见到这个回想了, 只是不知道谁是这个幸运呢? 幸运?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不知道韩一默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 你知道很多回想的种类吗? 旗下问道, 我确实知道一些种类, 因为上一次轮回时, 没有人跟我组队, 楚天秋就派我助手最西边的那个显示屏, 我负责每天都向他汇报显示屏上的文字, 一脸手了三天。 神, 旗下瞬间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 上一次你在显示屏前面待了三天? 对。 云瑶点点头, 前三天有点热闹的回想声此起彼伏, 告诉我, 旗下着急地说道, 你都看到了什么回想? 云瑶听后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说, 你对这个很在意吗? 我非常在意。 旗下知道回想的名字很重要, 大多都能通过名字来判断对方的能力。 云瑶点点头, 然后缓缓道来, 首先是第一天一连触发了两次回想, 第一个名为替罪。 第129章, 见证者, 替罪? 旗下疑惑地看了云瑶一眼, 难道不是招灾吗? 等一下, 旗下默默地低下了头, 第一个回想的人并不是韩一默, 而是那个面露古怪笑容的第十人, 他才是替罪的回想。 可是替罪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就是屏幕上写的招灾了。 云瑶继续解释道, 我很少见到第一天就触发两次回想的情况, 纵然是回想者, 大多数人也会选择在后面几天才开始发动能力, 后来好像是, 嫁祸。 云瑶回忆了一下, 这个回想都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 我也有可能看错了。 旗下听后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那是萧萧的手段, 紧接着是激发, 然后是, 等等。 旗下赶忙喊住了云瑶, 激发? 按照先后顺序推断, 旗下知道这一次回想的人是李警官。 可激发是什么意思? 想了很久, 旗下都想不到激发和凭空变出物品的联系。 你接着说, 后来呢? 旗下问, 再后来的回想比较有意思, 隐约记得是个成语的前半句。 云瑶抬起头来不断地思索着, 是什么来着? 啊, 我想起来了, 云瑶笑着说是探囊啊。 探囊? 没错, 云瑶点点头就是探囊取物的探囊。 旗下默默地重复了几遍这两个字, 心中慢慢浮起一丝不妙的感觉。 这才是李警官的回想。 可为什么不是创造? 难道李警官的能力根本不是凭空创造出物品, 而是将原有的物品取出? 这确实很抽象。 换句话说, 李警官只能拿出东西, 而不是变出东西。 他从中烟之地掏出金属打火机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打火机就会消失。 此所谓探囊。 所以他在死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掏出三千六百克刀, 除非他真的有这么多。 看来得找个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 要不然那个男人一定会不断寻死的。 话又说回来, 李警官和萧萧之间为什么多了一个激发? 这又是谁发动的能力? 旗下感觉颇为疑惑, 由于刚刚来到中烟之地, 所以他对每一次钟声响起的时机都很在意。 他记得萧萧的钟声之后, 紧接着就是李警官。 不对, 旗下谨慎地皱起了眉头, 在萧萧连续杀了乔家静和甜甜之后, 旗下曾因过度的头痛而晕厥了一小段时间。 如果真的有一个回想者现身的话, 只能在这一小段时间里。 可那是谁? 旗下略微思索了一下, 随即摇了摇头, 他好像陷入了一个误区。 谁说回想者就必须是自己认识的人。 这城市中有数不清的人在各自进行着游戏, 谁都有可能听到回想。 最后一次就是我的熟人了。 云瑶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说道是极道的人, 其回想名为因果。 旗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江若雪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逻辑关系。 纵观他的能力来说, 似乎可以先确定一件事情的结果, 然后创造一个符合逻辑关系的成因。 当时在他修改掉铁盒中的密码时, 也说过类似的话。 因为铁盒当中的信就是开门密码, 信是极道万岁, 所以极道万岁就是开门密码。 也就是说, 无论原先的密码是什么, 只要江若雪发动了能力, 那么箱子中无论写的是什么, 都会无条件地成为密码。 这些能力听起来一个比一个诡异, 但好在江若雪似乎有个缺点, 若他无法想到两件事之间的逻辑关系, 便不能使因果成立。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 他当时有心想救旗下, 可却亲口说自己做不到, 因为人受了重伤就会死, 所以他也无法强行改变其中的逻辑。 我以前可从来没有遇到过, 回想如此密集的开始。 云瑶笑了笑, 让我一度以为天堂口和集盗提前进入全面战争了呢。 你们两个组织以前有过战争吗? 旗下问, 应该没有吧? 云瑶思索了一下说道, 我不清楚, 因为我曾经也丢失过记忆, 毕竟大伙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在一个轮回中获得回想, 所以天堂口的人除了楚天秋之外, 或多或少的都失忆过。 比如张珊, 他上一次几乎是猝死在了第二天的夜里, 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回想, 但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之前发生的事, 天堂口就不会倒下。 虽然云瑶在笑着, 但旗下却从这句话中听出了一丝悲伤。 说起来, 天堂口应当是整个中烟之地最悲伤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数都存有记忆, 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根本出不去, 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多久的思想挣扎, 才最终愿意站在一起, 慷慨赴死。 而那些没有回想的普通人则不同, 每一次的经历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 他们永远都认为自己刚刚才来到这里, 所以天真的以为一定有办法逃离。 或许这就是天堂口选址在学校的原因, 因为他们要把记忆代代相传。 那楚天丘的回想是什么? 旗下又问, 我不知道。 云瑶回答,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听错了, 又问道,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云瑶又重复了一遍, 你不知道? 旗下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回答。 不仅我不知道, 连楚天丘自己都不知道。 云瑶笑着说, 他回想的契机非常独特, 只可惜每次回想之后必然会死, 所以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能力是什么。 哦? 旗下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难道楚天丘回想的契机也是冰死?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云瑶苦笑一声, 旗下, 楚天丘回想的契机是见证中焉。 第130章, 拳套, 见证中焉。 如此说来, 楚天丘的回想契机既苛刻又稳定。 首先, 他必须足够隐忍, 在十天之内尽量不去参与任何游戏, 一直等到中焉之日来临, 在这期间, 无论他有多少同伴死亡, 他也只能置若罔闻。 同时, 他还要逃避极道的追捕, 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 最后, 他见证一切的毁灭, 并跟随中焉一起消失。 昨天你真的吓死我了。 云瑶说道, 你那一砖头拍下去的话, 几乎葬送了中焉之地所有良人逃脱的希望。 是吗? 旗下还是感觉很疑惑。 如果楚天秋真如云瑶所说, 那他绝对是个厉害人物。 他来到这里两年, 七百三十天的时间里, 至少经历了七十三次轮回。 他每一次都能活下来, 并且保留了记忆。 如此城府和手段, 为什么会在昨天暴露出巨大的破绽? 旗下如果是疾到的话, 楚天秋已经死了。 我还是小看了你, 旗下自言自语地说道, 几人在路边稍事休整了一会儿, 随即前往下一个游戏场地。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去上个厕所? 乔家静说道, 憋好久了。 嗯, 旗下扭头看了他一眼, 面露刚大的说道, 那你换个地方吧, 这里有女生。 当然, 当然, 乔家静点点头, 立刻钻入了一旁的小巷, 剩下的三人只能原地等待。 说起来, 人的思绪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正当旗下心中盘算着 如何才能完美复刻上一轮的经历, 从而再次获得自己的回想时, 他就看到了那三个男人, 绿毛, 金毛, 光头。 当然, 姜若雪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不知道在何处扮演什么角色。 在那三个人迎面走来的时候, 旗下的脸色变了。 一看到光头的脸, 旗下就梦回老吕和自己被杀的时刻, 他身上好几个位置都隐隐作痛。 肩膀, 心头, 大脑。 这个人不仅心狠手辣地杀死了老吕, 更是重伤了自己。 云瑶见到旗下的状态不太对劲, 开口问道, 怎么了? 你认识那些人吗? 我。 光头也在不远处用胳膊肘捅了捅绿毛。 阿牧, 开口说道, 朋友们, 朋友们, 朋友。 云瑶笑着问道, 你是谁? 我只是个苦命的路人。 阿牧无奈地摇了摇头, 实在抱歉, 你们身上有刀吗? 我们刚才不小心输掉了所有的刀。 趁二人说话之际, 旗下不动声色的环视四周。 可惜, 这里太空旷了。 手边没有武器, 附近更是没有可以借用的道具。 既然如此, 又要怎么撂倒眼前的三个人? 这可真是龙战鱼也, 骑到穷也了。 别紧张, 我们不是什么坏人。 阿牧说, 两位小姐姐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一起坐下聊聊, 我们的据点离这里很近的。 她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 一把就抓住了云瑶软嫩的手。 美女, 我阿牧是出了名的专一, 一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而光头此时也深摸了一下田田的胳膊。 田田见惯了这种情况, 甚至都没有躲避。 可以啊, 我可以借给你们几颗道。 云瑶抽回了自己的手, 点点头, 转身去掏自己的背包, 我们在这种地方活下去本就不容易, 应该互相帮助的。 田田听后有些不解, 一脸疑惑地盯着云瑶, 正在旗下思索之际, 却猛然看到云瑶从包中掏出一瓶防狼喷雾, 直接喷到了阿牧脸上。 啊, 阿牧根本没想到眼前这个长相甜美的姑娘会忽然出手, 一不小心吸了一口那古怪的烟雾, 只感觉鼻腔中犹如着了火, 一时之间眼泪喷嚏不停。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云瑶甩起背包, 抡在了对方的头上, 紧接着又补了一脚, 大叫道, 你自己说了道凭什么我给你买单? 还大言不惭的要认识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田田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旗下当机立断, 狠狠地飞起一脚将阿牧撂倒, 紧接着云瑶瑶和田田说道, 不能纠缠, 先走。 他知道对方身上都揣着刀, 真要拼起命来肯定会受伤。 往哪走? 金毛顿时反应过来, 从兜里掏出折叠刀, 光头一个跨步上前, 来到了众人身后, 堵住了去路。 旗下伸出手将云瑶和田田挡在身后, 用余光不断地看着左右两人。 田田确实见惯了这种场面, 他虽然很紧张, 却依然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 握在手中。 当下最麻烦的地方在于, 他们不可以受任何的伤, 否则伤口处理不了,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死。 你包里还有力气吗? 旗下小声问道云瑶, 没了, 剩下瓦尔勺, 指甲刀, 云瑶说道, 这些能行吗? 瓦尔勺可以。 旗下说道, 足够废掉一只眼。 云瑶听后点点头, 赶忙从身后将一根小铁棍塞到了旗下手中。 他似乎有些慌乱, 在打人之前从未想到自己招惹的竟然是些亡命之徒。 结果瓦尔勺之后, 旗下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太乐观了。 废掉对方的眼睛确实不难, 但瓦尔勺的攻击距离非常极限, 当自己能够把瓦尔勺插入对方眼睛的同时, 对方也一定可以将匕首刺入自己的身体。 拳套, 你他妈迷路了吗? 旗下咬着牙大喝道, 打残之后先拿到。 阿牧捂着眼睛叫了一声, 挑断手巾, 脚巾让他们自己等死就行。 说完他就睁开红肿的眼睛, 颤颤巍巍地从口袋中也掏出一把折叠刀。 可他刚要上前, 一直纹着花壁的手, 却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 亮仔, 等下等下, 那花壁的主人说道, 先听我说。 阿牧吓了一跳, 立刻回过头来, 你又是谁? 别紧张, 放轻松, 我就是个小拳头。 男人微微一笑, 然后抬起头来, 对另外二人招了招手, 都把刀放下, 先听我说。 阿牧感觉不太妙, 他分明从对方的笑容之中感受到了一股极度恐怖的气息。 第131章 单挑 阿牧赶忙用力, 想要甩开这男人的手, 却发现自己的腕关节被非常巧妙地扣住, 一动就痛。 他咽了下口水, 抬起头略带恭敬地问道, 你, 你要说什么? 听我说, 打架就好好打架, 不要抄刀子。 是那个女人先动手的。 阿牧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好端端地过来问个话, 他直接就动手了, 这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能行? 此时的金毛和光头也注意到了阿牧的神色不太自然, 果断放弃了包围, 朝着乔家静一步一步地走来。 你说那个靓女揍你了? 乔家静点点头, 这还真是稀奇, 他怎么没揍我呢? 你, 你他妈找茬, 阿牧咬着牙说, 你要真想动手的话, 我们也不怕你。 光头和金毛的眼神一冷, 举着刀子又往前了一步。 那可太好了, 我正愁找不到理由动手呢。 乔家静伸出左手抓住了阿牧的衣领, 紧接着右手捏住对方的手腕用力一握, 阿牧便惨叫一声将刀子脱了手。 光头一个剑步冲上来, 举起刀子就要刺, 乔家静一运力, 竟然将阿牧整个人提了起来, 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之后, 狠狠地摔向光头。 光头自知根本无法接住阿牧, 只能闪身躲避, 阿牧也随即摔在了地上。 他的后背完全着地, 整个人摔得七昏八锁。 光头闪躲之后赶忙冲上去, 拿着刀子横向一划。 大多数人见到这种攻击都会后仰躲避, 虽说可以避开致命一击, 但也会露出巨大的破绽。 可乔家静偏偏没躲, 在光头出手的瞬间, 他也向前一步, 几乎钻到了光头的怀中。 下一秒, 他用左手的手肘撞向对方的右手小臂, 短暂地阻挡了攻击, 紧接着又伸出右手手肘挥向对方的下巴。 这种超近距离的格斗, 手肘要比拳头好用得多。 大汉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肘, 整个人刚要向后倒去, 乔家静又伸手抓住了对方的衣领, 把即将要倒下的光头拉了回来。 我要杀。 大汉回过神来刚要大叫一声, 乔家静立刻划拳为掌, 从下而上地对在了光头的下巴上。 光头张他的嘴巴直接被强行关闭了, 上牙和下牙撞在一起, 煞时间发出巨大的声音。 这一下他彻底没了动静, 一仰头倒了下去。 乔家静并未放松警惕, 他一个侧身躲开了身后刺过来的尖刀, 随后把对方的整个手臂夹在腋下, 右手在下, 左手在上, 直接锁住了对方的胳膊。 金毛此时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大叫一声, 别。 可他慢了一步, 还不等他说完, 乔家静轻轻用力一撅, 对方的手臂就脱臼了。 一声淒厉的叫声传了出来, 金毛的刀子也脱了手。 乔家静回过神, 同样抓住了金毛的衣领, 然后一个下盘扫腿, 再次放倒了对方。 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三个人, 仅仅三十秒之内就全都躺在了地上, 发出痛苦的闷横。 哇, 你真的好厉害啊。 云瑶高兴地上前来, 拉住了乔家静的胳膊, 你是武术家吗? 乔家静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又回头看向旗下, 怎么样, 骗人仔。 我没骗你吧, 我真的有一手。 是, 我早就知道了, 旗下点点头, 但跟我印象里有点差别。 你怎么一直去抓对方的衣领, 这是什么武功露术? 嗨, 乔家静面路易斯尴尬地微笑, 哪有什么武功露术, 我刚才方便的时候, 不小心沾到手上了。 云瑶听后一顿, 金毛三个人低头哈腰地站在旗下等人的面前, 除了光头之外, 那二人脸上都是谦逊的笑容。 唉, 其实是一场误会, 阿牧笑着说道, 我们居然跟静哥动手了,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啪, 乔家静一巴掌抽在了对方脸上, 说道, 好好道歉。 是是是, 阿牧被抽了一巴掌, 反而笑得更灿烂了。 各位大哥大姐, 我们真的错了, 要早知道静哥有这身手, 我们说什么也不敢找麻烦。 啪, 又是一巴掌。 怎么, 我没有这身手, 你就可以找麻烦了。 不不不, 阿牧摆了摆手, 我们以后谁的麻烦都不找了, 从此改过自信, 绝对不再惹事了。 啪, 唉, 阿牧被打懵了, 不是, 静哥, 我刚才说的话也没问题啊。 是, 你没问题了, 你的两个马仔呢?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乔家静问, 阿牧捂着自己的脸, 面露委屈, 他们不说话, 你打我干什么呀? 啪, 连续几个巴掌下来, 我错了错了, 阿牧赶忙回头, 戳了光头一个嘴巴子, 你们俩也给我道歉啊。 我不道歉, 光头大喝一声, 刚才被打倒, 只是我的疏忽, 阿牧, 我们为什么要怕他? 这根本不像你的作风。 你小子, 阿牧急得呲牙咧嘴, 他知道, 刚刚乔家静展露出来的身手十分了得, 但他依然面不改色, 心不跳, 对付三个拿刀的敌人, 游刃有余, 说明他的真实实力不止于此。 乔家静看了光头一眼, 问道, 你想怎么样? 单挑, 单挑, 好, 乔家静点了点头, 然后来到了一处空地, 活动了一下脖子, 随后他指着光头说, 你, 出来, 光头咬着牙看着乔家静, 你以为你每次都会那么好运吗? 出来, 乔家静没回答, 只是招了招手, 光头也来了脾气, 立刻脱下自己的上衣, 摔到地上露出一身雪白, 强健的肌肉, 这身肌肉看起来在健身房中下过不少功夫, 乔家静微微一笑, 也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光头健壮, 微微咽了一下口水, 感觉对方和自己并不在一个层次上, 虽说乔家静的肌肉不如光头发达, 但那栩栩如生的纹身映沉着满身害人的刀疤, 让他显得格外耀眼, 只见此人左侧是过尖龙, 右侧是下山虎, 后背纹有一只巨大的龙鲁, 正在汹涌的海浪之中辗转腾挪, 就在龙鲁的身前, 一行草树的字体龙飞凤舞地由上而下排练, 到为止的事情了。 第132章, 我叫乔家静, 我叫乔家静, 我说谎了, 我并不生活在广东, 只是来找人而已, 但对于我来说, 在哪里都一样, 毕竟在我替龙爷蹲完四年苦药之后, 波兰街已经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那天接我出狱的只有一个滚友, 帮里的兄弟一个都没有现身, 荣爷也没现身, 四年里只有九子来过几次, 但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静哥, 这里, 滚友见到我出来, 站在马路对面热情地跟我招手, 你是, 我有点忘了, 在哪里见过他了, 滚友亮啊, 静哥, 滚友亮, 这种烂大街的名字不知道听过多少, 实在对不上号, 四年前我就有一百多个小弟, 小弟还有小弟, 哪里记得这么多, 我只能假装认出了那人, 你怎么来了, 静哥, 我来接你, 他把我拉到了旁边一辆老旧的皮卡旁边, 快上车, 苦遥辛苦, 我带你去哈皮亚, 那一刻我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替荣爷顶了罪, 可四年来他未曾忘过我一眼, 但要问我后悔吗? 不后悔, 十一岁那年, 我和九子拿着小刀捅死了一个地头蛇, 要不是荣爷从九龙城寨, 带将我和九子带出来, 让我学打拳, 给我们差事做, 现在我们早就横市街头了, 四年的时间并不足让我报恩, 荣爷和九子应当很忙, 我只能去帮里见他们了, 车子一直开往望角, 却并未进入波兰街, 反而在山东街转了半天, 最终停在了一家面馆的门口, 这是一间很小的面馆, 我不太清楚来这里的目的, 滚友亮拉住手杀, 回头对我笑着说, 静哥, 你多饿没啊, 先吃点东西, 我不饿, 带我去见荣爷, 嗨, 滚友亮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对我说道, 见荣爷也要吃得饱饱, 难道让荣爷管饭呀? 我拗不过他, 只能下车走进面馆, 这里空无一人, 店家是个老汉, 吃什么? 老汉没好气地问道, 随便来, 滚友亮笑道, 来招牌, 我坐了下来, 不禁感叹时代变化飞快, 望角的样子和四年前天差地别, 不知道这条山东街是谁在管, 还是烂崖仔吗? 店家老汉将两碗杂碎面端了过来, 非常不客气地扔在桌面上, 一时间汤水飞溅, 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好吃, 比苦药里的东西好吃太多了, 我几乎全程都为咀嚼, 将那些滚烫的汤面一股脑吞下了肚, 这一刻我才感觉我真的活着, 将汤碗放下, 我看到屋内有了其他客人, 那几个老友叼着牙签, 始终在看我们的方向, 见到我吃完, 那一桌四个人站了起来, 来到了我们面前, 滚友亮感觉不对, 立刻站起身来, 呀, 几位大哥, 什么指教, 吃完了? 领头的老友笑着说, 在这里吃面要交吃面费, 每人一百块, 我抬头看了一眼老店家, 他嘴中骂骂咧咧, 整天就知道来, 收收收, 收了, 给你老妈上坟, 虽然嘴上骂得厉害, 但店家依然自顾自的洗碗, 看来对这种情况, 已经司空见惯了, 老不死的你说话当心点啊, 一个喽啰指着老汉说道, 怎样啊, 老汉一摔碗, 顺手抄起一把菜刀来, 搞我呀, 好了好了, 领头的老友白白手, 我们已经收了保护费, 按照规矩不能找他麻烦, 今天就只收个吃面费, 我确实有些不理解, 时代是变了, 变得我看不懂了, 收店家保护费我尚能理解, 可是保护呢, 如今不仅不保护, 甚至还准备问时刻要钱, 你们跟谁的, 我问道, 怎样啊, 要找我大哥, 老友拍了一下桌子, 你算老几啊, 你又是混哪里的, 我混哪里的, 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坐不住了, 望脚是荣业的地盘, 这里居然有人不识的我吗, 见到我要起身, 滚友谅赶忙拦住我, 别别别, 静哥, 交给我, 我能处理, 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 数出二百块, 交给了对方, 各位大哥见谅, 我们吃完就走了, 老友收了钱, 笑眯眯地拍了拍滚友谅的脸, 实相啊, 我自知说来不足三个小时, 还是不要惹事得好, 况且, 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并未阻拦滚友谅, 只能由他去吧, 可谁知那老友收了钱并未走, 又开口说道, 饮汤费呢, 你们不仅吃了面, 还饮了汤, 饮汤费每人五百, 啊, 滚友谅陪笑道, 大哥,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能不能给个面子啊, 下次收, 我将筷子放下, 缓缓站起身来, 眼下的情况, 已经不是滚友谅能处理的了, 进哥进哥, 滚友谅走过来拉住我, 我能处理, 做什么, 要动手, 老友将滚友谅推到一边, 对我说道, 看你的眼神像是不服啊, 店家, 一张桌椅多少钱, 我问, 看你怎么用啊, 老汉说道, 你自己撞坏的收一万, 那四个, 杂种撞坏的不要钱, 那你可能要亏了, 我根本没有料到, 放倒这几个人, 竟然只用了十秒, 不, 确切来说是八秒半, 他们看起来, 像是从未经历过几十个人厮杀的实战, 难道这个时代, 只需要唬人, 就可以赚钱吗, 大哥, 别打了, 老友哀嚎着向我求饶, 我错了, 你到底是哪条道上的, 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 告诉你们大哥, 波兰基阿静回来了, 有什么问题, 让他亲自跟我谈, 我赵丹全收, 我看到滚友亮听到这句话后, 立刻露出慌乱的表情, 我脑子不聪明,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阿静, 老友听后愣了半天, 你是毒鬼戎手下的那个四二六红棍, 他的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随即一句话未说, 和其余几人站起来跑走了, 静哥, 惨了, 滚友亮着急地看了看那几人跑走的方向, 回头对我说道, 你回来的消息瞒不住了, 快去大路避一避吧, 避, 我十分不理解, 我有什么可逼的, 带我去见荣爺, 难道我替荣爺蹲苦腰, 蹲出罪过来了, 我太笨了, 根本想不通其中的缘由, 你见不了荣爺了, 鬼友亮着急地说, 静哥, 荣爺拿了帮里的钱, 和九哥一起跑路了, 什么, 这句话像晴天霹雳一般, 炸入我的脑海, 荣爺偷了帮里的钱, 荣爺拿了二百万, 现在全帮都在追杀他, 听到这句话, 我慢慢地坐了下来, 鬼车, 九子和荣爺在一起, 怎么会做出这么傻的事情, 从我小时候起, 荣爺就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阿静, 阿九, 你们一人是拳头, 一人是大脑, 对我来说缺一不可, 第133章, 变故, 鬼友亮见到我无动于衷, 更是着急万分, 静哥, 邦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现在话是人是肥通, 他向来和荣爺有过节, 会要了你的命的, 我从身旁拿起一瓶可乐, 打开了瓶盖, 鬼友亮, 你走吧, 走, 接下来的事情, 是我和通爷的事, 你待在这里, 会连累你的, 我饮了一口可乐, 常温, 不好喝, 鬼友亮沉默了半天, 才缓缓站起身来, 他给殿家赴了面前, 然后回身, 冲我聚恶的功, 静哥, 你以前帮过我, 如果下辈子需要我的话, 你讲一声, 好, 走吧, 我摆了摆手, 鬼友亮私存了一会儿, 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折叠刀, 放在我的面前, 静哥, 防身用的, 我打架从不抄刀子, 我摇了摇头, 拿走, 你拿着吧, 静哥, 我没什么能帮你的了, 看着他一步三回头的走出面馆, 我的心里依然不能平静, 我真的好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面馆老汉静静地待在一起, 他洗碗, 我饮可乐, 谁都没有讲话, 二十分钟过去, 门口的街道传来了车声, 黑压压十几辆车停在了屋外, 一大群面色严肃的人, 骑刷刷地冲了进来, 这些人我大多没见过, 为首的男人我却认识, 冲哥帮你的白纸扇, 他的脸上有一道从左额头到右下巴的狭长刀疤, 很是显眼, 冲哥来到我的面前, 缓缓地坐下, 拿起另一瓶可乐, 常温的, 我说, 没关系, 他用牙咬开了瓶盖, 咕咚咕咚地引了好几大口, 他咬了咬嘴唇, 看起来有苦难言, 冲哥, 来见我要这么大阵仗吗? 我看了看屋内挤满了几十个人, 面无表情, 四年前最凶狠的红棍, 你一个人能够赤手空拳打翻了三十七个人, 不带这个阵仗怎么能行? 那么, 是通也有话对我讲吗? 冲哥私存了片刻, 回头对众人说道, 你们去街上等着, 没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是, 冲哥, 带到众人走后, 冲哥深叹一口气, 阿静, 你说,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这里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不可以回来? 冲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压抑着声音说道, 阿静啊, 我和通也都有心放过你, 可你大摇大摆地回来还打了人, 你要让他怎么出面处理这件事? 你可是叛徒的心腹啊, 要说冲哥有心放过我, 我尚可以理解, 毕竟他以前也很照顾, 可通也有什么理由放过我? 荣爷不是叛徒, 我说,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冲哥听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松开了手, 然后从怀中掏出两样东西, 左边是一张机票, 右边是摩托车钥匙, 阿静, 自己选吧, 去泰国, 通也有差事给你做, 保证你下半辈子饿不死, 要么骑上后门的摩托车走, 以后不要再露面了, 冲哥好像是第一天认识我, 居然让我选, 两样东西我都不选, 冲哥, 我坐你的车, 我站起身来, 向门外走去, 冲哥摇摇头, 收起桌面上的东西, 蹬在了后面, 正要出门, 我又想起了什么, 冲哥, 我没有钱, 通也的人, 我知道通也喜怒无常, 他常年和荣叶摩擦, 而我对他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眼中钉, 通也, 阿静来了, 冲哥敲了敲门, 让他进, 冲哥点了点头, 站在门外打开了门, 我跨步走入了房中, 屋内光线很暗, 烟雾缭绕, 隐约能听到佛珠的碾动声, 通也, 阿静啊, 我说, 给二爷上香, 阴影处传来了通也低沉的声音, 我点点头, 来到一旁的官二爷向前, 将三只香举过额头, 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次, 来, 通也坐在暗处招了招手, 我来到通也面前坐下, 叫道, 通也, 嗯, 阿静啊, 通也大肤翩翩地仰坐在沙发上, 手中碾动着手串, 你在毒鬼戎手下做事的时候, 我就听过你, 风头很近的, 通也太爱了, 我阿静就是一个猛夫, 只会打架, 瞎讲, 通也有气无力地咳嗽了一声, 我听说毒鬼戎送你去学的, 是, 容爷教我吃饭的本事, 是我的恩人, 阿静永远忘不了, 听到这句话, 通也撵动手串的指头停顿了一下, 随即又说道, 可是阿静啊, 毒鬼戎犯了帮规, 你说, 这笔账要怎么算, 我点点头, 说道, 我不相信容爷偷了钱, 二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他不会那么糊涂的, 通也听后冷哼一声, 将手中的手串扔在桌面上, 随后从阴暗处直起身, 露出了自己臃肿的面庞, 阿静不是偷钱, 而是欠钱, 他问我要了二百万, 到了还钱的时候就跑路了, 通也咬着牙说道, 那个粉肠拿的不是帮你的钱, 是我的钱啊, 什么, 通也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深呼吸了几次才慢慢平静下来, 依然咬着后曹牙问, 你说, 该怎么算, 我的命能不能底, 我问, 通也没有说话, 只是重新拿起了手串, 闭着眼睛继续撵动了起来, 我等了几秒钟, 通也依然没有讲话, 我想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多谢通也成全, 我站起身, 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刀, 退后了两步, 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可还不等我搁下去, 我的身后忽然冲出了两个人, 将我死死按在了桌子上, 我没料到, 这房间里还藏着别人, 好小子, 真有种, 通也点点头, 只见他干笑了几声之后, 又立刻沉下脸来, 阿静啊, 可是我娶了你这条烂命, 有什么用? 我的钱呢? 通也, 我没用, 拿不出二百万, 我被按在桌子上, 咬着牙说, 这笔账, 你想怎么算? 如何才能放过容爷? 阿静啊, 阿静, 你可真够傻的, 通也一伸手, 旁边的人递过一支烟, 给他点上了, 你替毒鬼戎蹲了四年苦谣, 出来之后, 依然要帮他挡刀, 这又是何苦呢? 我说过了, 容爷对我有恩, 可他一直拿你当枪使, 从来都不顾你的死活, 通也吸了一口烟, 严肃地问道, 那个叫做滚有量的粉肠, 既不是我的人, 也不是你的人, 为什么偏要带你来望脚呢? 第134章, 两张脸, 我, 我的脑海中, 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念头, 我居然在那个瞬间, 怀疑了容爷, 而你刚刚出来, 身上又怎么会有刀呢? 通也拿过我手中的刀, 仔细端向了一下, 这刀仔仔细细地打磨过, 锋利异常, 足够杀人了, 可是那个粉肠没想到你会这么傻, 竟然想用这把刀杀自己, 我不懂通也的意思, 只知道他说的绝对不是好话, 他在冤枉容颜, 阿静, 我有一个办法, 让我和毒鬼容那个粉肠的账一笔勾销, 他挥了挥手, 将那些按住我的人支开了, 我直起腰, 活动了一下筋骨, 问道, 什么办法? 你来帮我做事, 我给你饭吃, 他见我没答话, 又说道, 我也可以让你去学拳, 你有暗底, 成不了职业拳手, 但我会推荐你去地下拳馆, 毒鬼容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以后跟我吧, 我略微愣了一下, 通爷, 我阿静烂人一个, 真的能抵得过二百万, 你可不是烂人一个, 通爷摇了摇头, 除了你, 我去哪里找一个又能打右中心的马仔, 我好像明白了, 原来之前的机票真的是通爷的意思, 他不仅不杀我, 居然还要收我, 你在狱里四年, 上下我都打点过了, 通爷继续抽着烟, 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道, 这些年来没有任何人为难过你, 是吧, 确实如此, 四年来没有人找过我的麻烦, 通爷, 我向通爷身居一躬, 承蒙抬爱, 但我的大佬是荣业, 只要他还在, 我就不能认第二个大佬, 通爷听后沉默了很久, 他慢慢站起身来, 身高直到我的肩膀, 可是整个人却有一股破人的气势, 阿静, 我感觉我给足你面子了, 是, 我点点头, 通爷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 但我一直都把荣业当父亲,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问, 好小子, 你有种, 通爷伸出手在我脸上狠狠地拍了两下, 拍得我生疼, 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荣业, 又怎么可能认他当大佬, 只见通爷在我身边停留了一会儿, 转身走到窗口, 看起了风景, 我始终捉摸不透这个男人的想法, 通爷, 那二百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我的问题, 通爷传来了难听的笑声, 哼, 要说现在道上的人可真是有趣, 借钱的时候什么都答应, 到了还钱的时候就开始哭惨了, 通爷抽了口烟, 看了一眼窗外的车水马龙, 然后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毒鬼戎骂我是魔鬼, 是冷血, 可是那个粉肠也应该换个角度想想, 在他最无助, 最需要钱的时候, 是我伸出了援手, 在所有机构都不会借钱给他的时候, 是我借给了他, 对他来说我并不是魔鬼, 而是救世主, 我还是感觉不太理解, 荣爷居然向通爷借钱, 阿九没有拦着他吗? 可是他怎么对待我这个救世主? 他到处哭惨, 说自己多么的不义, 借来的二百万也被骗走了, 又痛施我阿通多么冷血, 居然想用帮中老家伙们的同情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可他借钱的时候, 我们签了合同, 所有的利息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 如今他还不上, 就是我的问题吗? 通爷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似乎都在发抖, 他以为我是什么人, 那二百万有没有被骗走, 我还不知道吗? 听到这番话, 我低下了头, 我不了解实际情况, 更不敢妄加评判, 通爷, 我听说九子跟荣爷一起走了, 是真的吗? 是, 通爷点点头, 听说赌鬼龙想把阿九培养成下一个白纸扇, 他可真够有野心的, 手下养着一个红棍一个纸扇, 真把自己当成龙头了, 阿九是我的兄弟, 我对通爷说, 我想去见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让荣爷把钱还给你, 通爷听到这句话, 明显有些生气, 很好, 你想走的话, 就走走看, 通爷点了点头, 之后又挥了挥手, 他身后的两个人慢慢走上前来, 立在了我的面前, 阿静, 你自诩四二六红棍, 我觉得你是谦虚了, 通爷往后退了两步, 坐到了沙发上, 那通爷的意思是, 这两位是我手下的双花红棍, 通爷自顾自的又掏出一只烟点燃了, 不知道你们谁更狠, 我微微一笑, 瞬间抬起左脚踢中了其中一人的膝盖, 他哀嚎一声跪下身, 我又飞起右腿膝盖撞在了他的下巴上, 电光石火之间, 我又甩出右手击中了另一个人的小腹, 趁他弯腰的功夫, 我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撞向墙面, 只听一声闷响, 墙壁上溅满了血液, 见到第一个人马上要起身, 我放开了手, 骑到了第一个人身上, 飞起乱拳朝他脸上打去, 他终于反应了过来, 开始曲起手臂护住自己的脸颊, 可这对我没有用, 手臂的防御范围有限, 我的攻击范围无限, 他挡下巴, 我便打太阳穴, 他挡两侧, 我就打鼻子, 他一直在挡, 我一直在打, 拳拳到肉, 我比平时更加卖力, 似乎想将这四年压抑的情绪, 全部发泄出来, 先前被我撞到墙上的红棍, 也清醒了过来, 马上从身后抱住了我, 可他没有立即调整好自己的架势, 如果能第一时间锁住我的喉咙, 说不定他还有胜利的希望, 我伸手一握他的手肘, 朝反方向一扣, 此时留给他的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松手, 要么脱臼, 可红棍毕竟是红棍, 如果能屈服在力量之下, 对不起这个名号, 那人被我生生地脱掉了关节, 否则他的手就废了, 于是我放开了倒地之人, 伸出手肘撞在了身后人的肋骨上, 趁他走神之际, 我又用后脑勺磕向对方的鼻子, 他的鼻子刚刚被撞在墙上, 此时又被我的后脑击中, 整个人痛苦不已, 终于松了手, 我回身一个扫腿, 将此人撂倒, 此时两个人全都倒地了, 趁他们还不能动, 我将二人跌落汗式地拽到一起, 左右两侧分别露出他们的脸, 然后扑身压上去, 随后乱拳打出, 左手一拳打左脸, 右手一拳打右脸, 这世上的人好端端的, 偏偏要有两张脸, 你们都是人前一张脸, 人后一张脸, 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哪一张才是你们真正的脸, 荣耶, 你骗了我吗, 小子, 你也骗了我吗, 够了, 通爷冷冷地说道, 可我并未停手, 我心中的苦门太多了, 我说够了, 不知道打了多久, 我才终于被人拦住, 回身一看, 竟然是冲哥,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到房间来, 此时正带着一众小弟拉着我, 我低头, 发现那两个红棍已经被我打成了猪头, 好在我没下杀手, 否则他们现在应该一颗牙也不剩了, 好小子, 真够狠, 一个人撂倒两个双花红棍, 还叫自己四二六, 通爷站起身, 面容冷俊地朝我走过来, 对不住, 通爷, 我朝他低下头, 面露愧疚, 通爷看着我, 眼神非常深邃,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最终摆了摆手, 背过身去, 阿冲, 叫他走, 是, 通爷, 第135章, 我的恩人, 我不明就里地来到了冲哥的办公室, 阿静, 坐, 他抽了支烟, 支开了左右的人, 然后拉开抽屉, 将一打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冲哥, 你这是, 荣爺在广东, 我给你地址, 你去找他吧, 冲哥淡淡地说道, 什么, 我有点不明白, 不是说现在全帮都在追杀荣爺吗, 原来你知道他的位置, 是, 冲哥点点头, 追杀他只是我放出去的障眼法, 可这是为什么, 阿静, 我知道通爷的心意, 与其要拿200万, 他更想要你这个人才, 你能给他再赚一个200万, 可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通爷, 出于江湖规矩, 他必须要去杀了荣爺, 到时候又要怎么收你, 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始终理解不了, 所以这个消息只能拦在我这里, 下一步该怎么做, 只能等你见到通爷之后再做打算, 冲哥, 你说通爷要收我, 可我毕竟是荣爺的人, 阿静, 有过节的是两个大佬, 你只是听命行事, 通爷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冲哥糊了一口烟, 表情有些难过, 只是你让他失望了, 我的表情忽然也有些暗门, 冲哥, 我是个笨人, 认死你, 荣爺一天是我的大佬, 就一辈子是我的大佬, 现在他跑路在外, 我领去照顾他, 你可能会后悔的, 冲哥咬着牙说道, 有的人嘴上说的好听, 背地里让你干的都是要命的差事, 有的人看起来不尽人情, 却是真心想留下你这个人才, 我很笨, 但我不蠢, 荣爺怎么可能要我得命, 他让我学权, 就算手骨折了都要继续练, 那是为了锻炼我, 他让我一个人打三十多个人, 那是为了磨炼我, 他让我和九子抽签替他蹲苦腰, 也只是为了测试我, 我败过官二爷, 这些道理我都懂的, 冲哥, 替我谢谢通爷, 我打断他的话, 站起身来, 拿过了桌子上的钞票, 这笔路费, 我会想办法还给他的, 见到我油盐不尽, 冲哥也来了脾气, 妈的硬警仔, 你去吧, 你最好死在广东吧, 他坐在转椅背过身去, 怒气冲冲的挥了挥手, 赶紧滚, 出门之前, 我停下脚步, 回声问道, 冲哥, 通爷为什么这么认可我, 我见到冲哥的背影, 继续吞吐着烟雾, 他思索了好久, 才终于淡淡的说道,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很难找到你身上这么纯粹的江湖气息了, 嗯, 是嗯, 愁是愁, 做的不是好事, 但尽量当个好人, 你很像我们的年轻时候, 他从怀中掏出一条项链, 头也没回地跑给了我, 我接过来翻手一看, 是一块小铜牌, 中间刻着一个通字, 若是你办完了事, 想回帮里的话, 这东西能帮你, 滚吧, 我把铜牌揣进上衣口袋, 向冲哥深深鞠了一躬, 这世上对我有恩的人很多, 等我报完了荣爷的恩, 一定来报通爷和冲哥的恩,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广州, 按照冲哥给出的信息, 荣爷现在住在一个还算高档的公寓里, 知道他过得不错, 我也能够放心了, 傍晚, 我敲响了荣爷的房间门, 那头隔了很久才传出动静, 门缓缓打开后, 我见到了他, 荣爷还是那个样子, 和四年前相比, 毫无变化, 阿静, 他先是一愣, 随即露出欣喜的表情, 可接着又把欣喜压了下去, 短短一秒内变换了三次表情, 看起来心情十分复杂, 荣爷把我让进屋子, 这里的装修很简单, 仅有一些必备的家具, 屋内还有另一个人, 我本以为是九子, 结果却是一个女人, 荣哥, 这是, 女人问道, 进来啊, 阿静, 荣爷说完之后, 又看了看我, 阿静, 大嫂, 我向那女人低了下头, 叫道, 大嫂, 荣爷挥了挥手, 让那女人暂且离开了, 那女人走之前不断狐疑地看着我, 我也毫不示弱地盯着她, 我自小在荣爷身边长大, 从不记得有这个大嫂, 荣爷, 九仔呢? 我环视了一圈, 感觉这里住不下三个人, 阿静, 荣爷抽出一支烟, 阿九死了, 我的瞳孔微微一颤, 希望是自己听错了, 你说九子怎么了? 我们逃来广东的路上, 阿九被肥痛的人砍死了, 荣爷深呼一口气, 懊恼地低下了头, 什么? 九子被通爷的人砍死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头猛然跳了一下, 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脑海之中闪过无数个片段, 可那些片段就像空中炸开的花火, 我想要伸手去抓住, 却被烫得生疼, 记得十一岁的时候, 九子没心没肺地笑着对我说, 阿静, 你有力气, 我有头脑, 咱们一起跟荣爷吧, 可现在全都回来了, 我却没有大脑了, 荣爷和通爷给了我完全相反的说法, 仅凭我自己的智慧, 根本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的事? 我声音颤抖地问, 十多天了吧? 荣爷摇摇头, 阿静, 我对不住阿九, 也对不住你, 你昨天出来, 我没办法去见你, 我缓缓地坐下, 感觉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一切都有些奇怪, 可我说不出问题所在, 荣爷骗了我, 还是通爷骗了我, 这个时候, 若换成九仔, 他又会怎么做? 我实在是太笨了, 阿静, 苦要辛苦, 荣爷说道, 你今天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吧, 今天, 我摇了摇头, 说道, 不止今天, 荣爷, 我还想继续跟你, 跟我? 我点点头? 是, 就像十多年前那样, 我说, 你是我的恩人, 我还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荣爷微微一顿, 烟灰掉在了地上, 阿静, 别想了, 我带你下楼吃点东西, 他站起身, 披上自己的外衣, 我也跟着他走出了屋门, 我们在街边的小摊点了啤酒, 荣爷很沉默, 我也很沉默, 他点了一份烧熊掌, 这是我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看着他吃的狼吞虎咽, 我想, 那东西一定很好吃吧? 是的, 熊掌一定很好吃, 荣爷吃过, 就等于我吃过了, 几瓶啤酒下肚, 心里有些压抑, 我很想念酒子, 那是我的兄弟, 没想到四年苦药过后, 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想到这里, 我打开了一瓶啤酒, 洒在了地上, 敬给我的兄弟, 荣爷见到我的表情, 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站起身来买了单, 他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但半天都开不了口, 此时看到了一旁的录像厅的招牌, 只见他思索了半天, 开口说道, 阿静啊, 你不喜欢朴德西的, 我带你看着电影散散心吧, 那是个洋鬼子拍的电影, 叫终结者,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后来又想了想, 我也没有钱看电影, 但这不妨碍我对终结者的喜欢, 电影拍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吗? 他太震撼了, 震撼到我一度忘记了酒子的事情, 一直到电影结束, 开始黑评出英文的时候, 我都迟迟不愿起身离开, 若九仔能看到这个该多好, 他那么聪明, 一定可以告诉我, 这些机器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明明是机器, 结果却愿意让人拍他们, 可惜酒子再也看不到了, 阿静, 我想惊喷洗手了, 荣燕的声音从我一旁传来, 什么? 我扭头看他, 我年纪大了, 不适合这样下去了, 荣燕摇摇头, 你走吧, 走, 我眨了眨眼睛, 荣燕, 你要我去哪里, 别走这条道了, 去哪里都行, 他苦笑了一下, 说道, 这天地是很大的, 还记得吗? 天地本宽, 而彼者自爱, 我怎么会不记得, 那是我后辈的字, 第136章, 挑福, 我可以不走这条道, 我回答说, 只要能跟着你, 让我走哪条道都可以, 荣燕面色一变, 懊恼地说道, 阿静, 我不需要有人再跟我了, 我的钱够花到我老死了, 你是在拖累我, 知不知, 不, 我被荣燕的一番话说得很难受, 可能是我喝太多酒了, 毕竟以前我没这么难受过, 荣燕不再需要我了, 酒子也不需要我了, 我成了漂浮在半空的拳头, 没有了身体和大脑, 我该落在哪里, 又该安放在哪里, 我知了, 我点点头, 感觉眼睛和鼻子有些难受, 荣燕,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明天天亮我就走, 回到荣燕家中, 我躺在沙发上, 始终难以入睡, 到底怎么了呢? 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那个傻大脑, 拳头不在, 他不会跑吗? 为什么要搭上自己? 平时的聪明才智都去哪了? 妈的, 我看你根本不是大脑, 你就是个傻子吧? 我越想越难受, 夜越来越深, 我却再也禁不下心来了, 只要一闭上眼, 酒子的脸就浮现在我眼前, 他曾经那些如同放屁一样的废话, 此时我却记得分外清楚, 阿静, 你要是没有我这个大脑, 你该怎么办? 阿静, 你平时得多笑笑, 现在看起来跟块木头一样, 阿静, 跟我学我丢, 这样说比较有气势, 我丢, 你不喜欢吗? 那砍家产怎么样? 阿静, 你记得穿上衣啊? 怎么又这样出来了? 阿静, 保护我呀! 我丢, 大脑被打坏了, 你也就变傻了, 阿静,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就再找个大脑吧, 阿静, 若是找不到大脑, 你就多笑笑吧, 至少做个笑死鬼,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竟然留下了东西, 冰冰凉, 我丢, 我苦笑一声, 想要活在这世上, 真的很难, 想到这里, 我翻身而起, 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 轻轻打开房门, 来到了天台, 阿静, 你是因为早就知道, 活着这么辛苦, 所以才会一直笑的吗? 我坐在天台边缘, 两只脚垂在外面, 看着楼下璀璨的霓虹, 此时此刻, 我好像脚踏整座城市, 心中有着说不出的自由, 饮了一口酒, 又往地上倒了一口酒, 凌晨的微风吹得我身上冰凉, 我又忘记穿上衣了, 酒仔, 今天我们喝个痛快, 啊, 我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惊叫, 吓得我差点跳楼, 我稳住身形回过身去, 看到地上瘫坐着一个大婶, 她的左手拿着一只扫把, 右手拿着一大黄纸, 她颤颤巍巍地看着我,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东西, 我感觉不太妙, 立刻翻身下来, 前去查看她的情况, 大婶, 你没事吧, 你, 大婶皱了皱眉头, 但表情很快冷静下来, 我不太明白, 我只是坐在这里喝酒, 怎么会吓到你, 你, 大婶气急败坏地指了指我的身后, 你的纹身啊, 谁让你这样闻的, 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说道, 大婶你放心, 我有纹身, 但我不是坏人, 谁说这个了, 大婶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你说, 你闻什么不好, 非闻一行字, 我还以为见鬼了呢, 我的大脑当中, 忽然之间闪过了什么, 大婶, 你还见到过其他人背上也有一行字, 可不是吗, 大婶蹲下身子, 在地上铺开黄纸, 之前有个小伙子, 和你背上的纹身很像, 上周在这跳楼了, 要不是你俩长得不一样, 我还真以为自己见鬼了, 你说什么, 怎么, 我大半夜的特意来骗你吗, 大婶将黄纸小心翼翼地分散开, 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打火机, 今天是那小伙子的头七, 我虽然是个扫垃圾的, 但该讲的规矩还是要讲, 只见他点燃了黄纸, 双手合十, 嘴中默念, 我只是个扫地的, 无意打扰, 冒犯莫怪, 冒犯莫怪, 摇曳的火光在凌晨晃动, 映衬着我犹如一潭死水般的眼神, 大婶, 别烧了, 我面无表情转过身子, 将后背上的纹身展示给他, 你仔细看看, 确定他跟我的纹身很像吗, 大婶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说道, 像啊, 当然像, 就是自不同嘛, 你这是天地本什么东西的, 他那是风啊花啊的, 字数比你多一些,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彻底死了, 哎, 警察说那个小伙子, 根本就不是这楼上的住户, 你说他好端端的, 为什么非要在这跳楼呢, 搞得我, 说完之后, 大婶自知诗言, 拍了三下自己的嘴, 呸呸呸, 讲错话了, 莫怪莫怪, 我算是明白了, 九子七天之前, 在这里跳了楼, 所以, 容爷骗了我, 我扭过头, 看向天台的边缘, 似乎看到九子的影子站在那里, 他赤裸上身, 后背同样有一行龙飞凤舞的草书文字, 风花雪月本贤, 而饶嚷者自容, 可你为什么会跳楼呢, 我问, 九子的影子苦笑一声, 说道, 阿静, 你带着我的笑容活着吧, 我眨了眨眼, 那个影子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 是我今夜喝了太多的酒, 还是九子头七真的回来了, 那一刻, 我仿佛真的见到了他, 他的表情非常难过, 我了解九子, 若他被人砍死, 不会露出这副难过的表情, 他只会嚣张地叫我帮他报仇, 因为他根本不想死, 我学着九子的样子, 露出那副没心没肺的笑容, 试图站在他的角度思考, 这一次, 把你的大脑借给我, 以前有荣爺和九子在, 根本不需要我自己动脑, 可现在不同了, 那么, 通爷追杀荣爺, 目的是什么? 是要钱, 所以, 通爷不可能下杀手, 否则人才两空, 他是最大的损失者, 更何况, 追杀这件事是交给冲哥办的, 而冲哥想替通爷收了我, 因为他就算探查到了荣爺的位置, 也没有派人直接杀死荣爺, 所以, 追杀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九仔被砍死, 更是无稽之谈, 我抬起头来望着月亮, 问道, 出于道义或是其他考虑, 你想让荣爺把钱还给通爷, 对不对? 天空之中, 安静无比, 荣爺不仅不听, 还以为你要反他, 对不对? 我再次问月亮, 没有人回答, 你根本就不知道荣爺要杀你, 所以毫无防备地跟他来了天台, 对不对? 那月亮看起来毛茸茸地, 隐藏在凌晨的薄雾中。 第137章, 我的计划, 我坐在荣爺的床边, 轻轻地拍了拍他, 他慢慢地睁开眼, 低声问道, 阿静? 怎么了? 荣爺, 出来一下吧。 我看了看一旁熟睡的大嫂, 同样低声说道, 我有事想要问你, 走到客厅中, 我刚要出门,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天台上很冷, 我要穿上我的上衣, 我明明记得上衣挂在衣架上, 可我却是在沙发上找到他的, 但衣服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无所谓, 就算它没了都无所谓, 我披上上衣, 来到天台等荣爺, 荣爺耽搁搁了一会儿才上来, 看起来没有睡醒, 怎么了? 阿静, 这么晚, 他裹着一件睡衣, 吸了吸鼻子, 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是, 我遇到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我咬了咬牙, 问道, 荣爺, 你为什么需要钱? 荣爺顿了一会儿, 说道, 我说过了, 我想金盆洗手, 所以要给自己留点棺材本, 那你为什么要去借通爷的钱呢? 你自己的积蓄应该也够养老了, 他又沉默了一阵, 说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告诉你了, 阿静, 我拿帮你的钱去澳门, 输了八十多万, 是吗? 我默默低下了头, 上一次荣爺输了钱, 被三十多个人砍, 是我替他摆平的, 这一次我不在, 谁能替他摆平呢? 在这件事暴露之前, 我必须想办法填上帮你资金的缺口, 荣爺淡然地说道, 我不管问谁借钱都还不上, 所以只能选择了跟我有过节的肥通, 你偷帮你的钱去赌, 酒子没有拦着你吗? 我问, 阿九, 荣爺的眼神飘忽不定, 要不是阿九, 我那天在澳门早晚可以回本, 都是他不让我赌,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心里狠狠一通, 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我的兄弟, 阿静, 阿九绝对被肥通收满了, 荣爺咬着牙说道, 我借钱的时候他就一直阻拦, 借到了之后又让我尽快归还, 我为什么养了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要不是我, 他能活到现在吗? 我点点头, 问道, 你说酒子一直都在劝你还钱, 那他是在天台劝你, 还是在家里劝你? 家里有那个女人, 这种事情我叫他不要说, 所以只能再添, 他语色了, 我的眼睛很难受, 好像有东西要流出来, 荣爺, 酒子在逃亡广东的路上就被通爷砍死了, 他却来这里劝你还钱, 我捂着额头, 感觉自己非常难过, 这四年之间的每一天, 我都在幻想着与荣爺和酒子重逢, 我从未想过等待我的会是这样的结局, 还未等我说什么, 却忽然感觉小腹一阵冰凉, 有什么东西刺入了我的腹部, 我条件反射般的伸出右手捏住对方的喉结, 左手往下一按扼住对方的腕子, 可是这里哪有别人呢? 能够刺中我的只有荣爺, 荣爺的眼睛瞪得很大, 看起来很愤怒, 可他刺中了我, 为什么会愤怒? 而我捏住他喉结的手指也在颤抖, 这到底都是为什么? 荣爺缓缓地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一条项链, 那是一个铜牌, 上面写了一个通字, 荣爺说得没错, 阿静, 连你也卖我, 我盯了那个铜牌好几秒, 才终于认出那是什么东西, 你身上带着肥痛的牌子, 这次来是取我人头的吗? 我浑身都没了力气, 两只手渐渐都放开了, 这条命是荣爺的, 他想要, 我还给他, 我慢慢地移开了荣爺握住匕首的手, 然后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擦匕首上的指纹, 最后将匕首拔出来扔在了地上, 我没有再看荣爺, 反而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天台旁边, 九子的影子又出现了, 他和我肩并肩站着, 阿静, 你不带着我的笑容活着了吗? 他问, 我很难受, 我笑不出来, 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 一直都在往外流, 九子, 要是有下辈子, 那时我在笑吧, 不等我跳下去, 整个天台忽然之间剧烈抖动了起来, 我本想稳住身形, 可仔细想想没什么必要, 于是纵身一跃, 向下跳去, 就在这时, 荣爺跑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如同一个鞦韆一样地在半空之中晃动, 随后茫然地抬起头, 看了看荣爺, 他在哭, 阿静,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卖我, 他的眼泪落到我的脸上,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以为我是爱报恩的, 可是我太笨了, 让荣爺误会了, 荣爺, 松手吧, 这样我就是摔死了, 和你没有关系, 荣爺抓着我的手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荣爺, 你的恩我报完了, 剧烈的晃动之中, 荣爺最终还是松了手, 我只感觉自己撞在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 浑身的骨头都好像断了, 假如真的有下辈子, 我要先找到九子, 然后回去给童爷说声谢谢, 我想我误会童爷了, 如果能再选择一次, 我可能不会替荣爺蹲苦药, 这样一来九子就不会死, 我也不会死, 不, 如果真的能再选一次, 我想回到十一岁那一年, 我会抢下九子的刀子, 叫他不要杀死地头蛇, 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正常的人生了吧, 当我再次醒来, 依然理解不了眼前的状况, 这都是什么, 拍电影吗, 那些穿着过度时髦的男人女人, 那戴着面具穿着西装的男人, 早安, 酒位, 那个面具人说话了, 很高兴能在此与你们见面, 你们已经在我面前沉睡了十二个小时了, 如果真的是拍电影, 应该跟终结者好好学一学, 他的服装道具实在是有点破烂, 可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我太笨了, 理解不了这个地方, 他说的话我听不懂, 大家的问题我也听不懂, 阿静, 跟我学我丢, 这样说比较有气势, 我丢, 你不喜欢吗, 那砍家产怎么样, 阿静,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就再找个大脑吧, 阿静, 若是找不到大脑, 你就多笑笑吧, 至少做个笑死鬼, 是啊, 关键时刻还是听酒子的吧, 他的计策从来都没有错过,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破人, 再加上通爷的口头产怎么样, 砍家产, 我不管这里有几个人, 我拍了一下桌子, 指着面具难恶愤愤地说道, 粉肠, 我劝你十项点, 你可能不知道, 惹了我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真的会要了你的命, 幸亏他们不了解我, 要不然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我以前从来不会说砍家产和粉肠, 我也从不想杀人, 在找到我的新大脑之前, 就这样假扮下去吧, 我是乔家静, 我要开始说谎了, 第138章, 杀人, 旗下, 田田, 云瑶三个人纷纷扭过脸去, 眼前这一幕实在不忍直视, 说的好听一点叫单挑,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单方面的痛欧, 那个光头大汉在乔家静面前, 就像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 毫无招架之力, 这场比赛没有裁判, 所以双方使用什么招式都不会有人上前阻拦, 旗下感觉乔家静很奇怪, 他每次打架的时候似乎都会变成另一个人, 之前第一次进入天堂口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的眼神总是会忽然冷峻下来, 大, 大哥, 阿牧被吓得结结巴巴, 他现在终于知道对方的实力和自己的差距有多少, 别打了吧, 再打下去, 他真的要死了, 乔家静停了手, 那光头大汉站在原地摇摇欲坠, 嘴里滴答着鲜血, 道歉, 光头迷迷糊糊地伸出手, 仿佛在座衣, 然后用完全肿了的嘴唇说道, 对不起, 阿牧和金毛赶忙跑上前来扶住光头, 眼中满是惊恐, 滚吧,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们了, 乔家静摆了摆手, 阿牧和金毛点点头, 转身就要带着二人离去, 不能走, 旗下眼神一沉, 喊住了三人, 他知道这些人的平行, 如果走了, 极有可能再去杀人, 乔家静疑惑地回过头, 怎么了, 骗人仔, 这些人是祸害, 旗下说道, 绝对不能放走, 说完, 他便从地上捡起了一把折叠刀, 缓缓地走上前来, 乔家静皱了皱眉头, 伸出一只手挡住了旗下, 骗人仔, 把刀子放下, 你说什么, 我说把刀子放下, 打架就是打架, 不要动刀子, 乔家静自知当年, 就是因为自己十一岁时, 动了刀子杀了人, 自己的人生才活到如此模样, 旗下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气, 但还是沉住气, 扭头看向乔家静, 他们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心狠手辣, 绝对不能留, 你真的想好了吗, 这可是在杀人, 乔家静低声说道, 他们还会复活的, 旗下说, 我现在杀了他们, 只是希望接下来的九天, 没有人打扰我, 那也不行, 乔家静始终捏着旗下的手腕, 骗人仔, 呆教训的, 我都教训过了, 你如果觉得不解气, 可以再去补上脊脚, 但你不能杀人, 你, 旗下顿了顿, 他发觉乔家静的眼神很认真, 不像是在开玩笑, 不管他们能不能复活, 你一旦开始杀人, 就再也回不去了, 乔家静从旗下的手中, 缓缓地接过刀子, 他们很危险, 我要杀掉他们, 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度危险, 我们是人, 不是动物, 若你习惯了这个想法, 便不可能回到正常的世界去了, 旗下听后,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想来也是讽刺, 在上一次轮回中, 他还用你觉得杀人夺到可不可行这个问题来试探乔家静, 在得知乔家静拒绝杀人之后, 才放心地把他收为了队友, 仅仅几天的功夫过去, 旗下的心态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正如乔家静所说, 一旦习惯了杀人这个想法, 他便彻底融入到了中烟之地, 与那些生效无异, 倘若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现实, 他也注定要背负着人命债活下去, 乔家静, 就算我们不杀人, 也总会有人杀我们, 旗下冷冷地说, 你身上背负着道义, 可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背负着你这种道义, 当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 杀人是一件正常行为的时候, 我们又要怎么办, 交给我, 我能处理, 乔家静说, 你能处理到什么时候, 旗下表情有些暗淡, 若是你死了呢, 我, 乔家静叹了口气, 脸上也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骗人仔, 我不如你聪明, 所以想不要那么远, 我只知道, 现在你不能杀人, 我不同意, 事情仿佛进入了僵局, 平时看起来最牢不可破的一对搭档, 此时竟然有了分歧, 一旁的田田面带悲伤地看着这两人, 他知道他们谁都没有错, 只是快被这里逼疯了, 在这种地方, 到底要不要把自己当成人, 想到这里, 他缓缓走上前去, 从乔家静的手中拿过了刀子, 我有个主意, 田田说, 两个人扭头望向他, 不明所以, 我去杀, 他轻柔的声音缓缓道来, 你们不需要纠结了, 我去杀人就行, 神, 乔家静一愣, 靓女, 这不是谁去杀的问题, 你想当杀人犯吗, 我无所谓, 田田摇摇头, 这可能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毕竟我就算回到现实世界中, 也依然要过暗无天日的生活, 仔细想想, 我最好的结果, 就是死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这样的话, 没人会同情我, 也没人会笑话我, 旗下眨了眨眼, 感觉事情, 好像有点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啊, 田田苦笑了一下, 我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杀了人, 你们让我去杀谁都没关系, 只是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上我, 说完他就朝着那三个人走去了, 阿牧摔伤了腰, 金毛脱就了胳膊, 光头被打得头昏脑花, 他们不知道旗下等人在讨论什么, 只能看着这个女人举着匕首缓缓走来, 啊, 阿牧, 好像不大对啊, 金毛开口说道, 他是不是要杀我们, 不, 不会吧, 阿牧愣愣地说道, 我们道了歉也挨了打, 况且我们根本没伤人啊, 没必要吧, 要不要跑啊, 可是, 阿牧看了看乔家静, 如果他真的想要了结自己的性命的话, 他们拖着重伤的身体又能跑到哪去, 田田已然来到面前, 举起了刀, 他的手哆哆嗦嗦,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糟糕, 大, 大姐, 阿牧咽了下口水, 你到底要干嘛, 我只是想为信赖我的人做点贡献, 田田哽咽着说道, 对不起, 他的手虽然抖, 可下手时却未曾拖泥带水, 匕首冲着阿牧小夫飞过去的时候, 旗下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匕首掉了, 阿牧也紧张地摔到了地上, 算了, 田田, 旗下的心中非常纠结, 他将田田扶在怀中, 发现这个姑娘浑身都在发抖, 他害怕得不得了, 是的, 这可是杀人啊, 对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 你却要把刀子捅入他的小夫, 已经够了, 旗下说道, 不需要这样, 他将田田慢慢地扶到一边, 看了看眼前吓坏了的三个男人, 这三个人都受了很重的伤, 接下来的几天想要闹事都不行了, 今天算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第139章, 孤单的王, 李警官看了看身旁的金元勋和小眼镜, 又看了看另一侧的张成泽, 心里有些打鼓, 虽然他和张律师短暂地组过队, 但说白了, 这三个人他都不太熟悉, 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不熟悉的人居然要组队进行游戏, 真的合理吗? 那个叫楚天秋的人这样安排, 到底是什么打算? 李先生, 听说您是警官, 小眼镜问道, 是, 李警官点点头, 在这里遇到警官, 是不是很讽刺? 那倒没有, 小眼镜非常礼貌地摇摇头, 在这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那你是做什么的? 李警官问道, 我是教书育人的, 小眼镜说, 咱们都是很辛苦的行业, 所以我很理解你, 李警官听后点点头, 他看了看小眼镜的形象, 这个男人身材精瘦,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有些看不出年纪, 原来你是老师吗? 是, 小眼镜点点头, 二人随即没了话, 李警官无奈地叹了口气, 要不是那个叫做楚天秋的, 如此安排队伍, 他更想跟韩一默一起行动, 若是不能守着那个家伙的话, 他有可能会害死身边的人, 张晨泽此时看了看金元勋, 那个少年似乎边走路边发呆, 看起来有些好笑, 你是学生吗? 他问, 呀, 我? 金元勋尴尬地笑了一下, 姐, 我确实是学生, 张晨泽发现这个年纪, 仅有十三四岁的少年, 眼神里却有一股成年人的深邃, 四个人非常尴尬地聊着天,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游戏场地, 门口站着一个带着缝合面具的怪物, 李警官盯着面前那个怪物一样的脸庞, 不由得挠了挠头, 与之前见过一面的人龙一样, 眼前这人也是用许多动物皮肤拼合而成的面具, 可看起来又与人龙不太一样, 可之前见过的人龙面具, 是用牛和鳄鱼的面部拼成的, 眼前人却是用马头和蛇皮, 他身材非常瘦弱, 同样在面具上粘贴了巨大的鹿角, 各位好, 那人开口说话了, 听声音竟又是个女人, 要参加我的游戏吗? 李警官上一次被人吐害死, 听到女裁判的声音不由得有些忌惮, 小眼睛看了看眼前这人, 又掏出自己怀中的地图看了看, 面容有些犹豫, 他们此行是楚天秋安排的, 可为什么目的地是这么个怪物? 金元勋啊, 我们会不会走错了? 小眼睛把地图拿到金元勋眼前, 你帮我看看, 金元勋拿来地图看了看, 感觉方向没错, 可地图上的这个地点分明写着人虎, 并且附了几十个字的攻略, 眼前的怪物哪里像虎? 我是人龙, 那女人说道, 免费游戏, 有人要玩吗? 四个人面面相觑, 他居然是人龙, 只不过他的面具跟之前见过的人龙并不是一个风格, 也难怪, 小眼睛点了点头, 楚先生说这里的游戏都是按照十二生肖分类的, 所以遇到龙也没什么奇怪, 毕竟都在十二生肖之内, 除了李警官外,其余三人都未能保有记忆, 所以只能按照楚天丘的指挥行动, 可就算是保有记忆的李警官, 也是第一次见到龙并的游戏, 如今地图出了差错, 要参与游戏吗? 我觉得没必要冒险, 李警官说, 地图出了差错, 就说明楚天丘给的攻略也行不通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可倒不要, 金元勋说, 什么? 哥, 倒一个不要, 金元勋解释道, 门票那样不要, 不亏的呀, 小眼睛皱了皱眉头, 明白了金元勋的意思, 这是免费游戏, 也就是说最差的情况是不赚不赔, 若是赢了, 更能给组织做点贡献, 毕竟楚天丘还说过, 人籍游戏大部分都是安全的, 可龙的游戏内容是什么? 小眼睛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警官, 楚先生说你是回想者, 张晨泽听后一愣, 他跟金元勋面面相去, 回想者, 那是什么? 我确实是回想者, 李警官点点头, 但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很早就被淘汰了, 所了解的东西也非常有限, 并不知道龙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小眼睛点点头, 对三人说道, 目前只有两个选择摆在我们眼前了, 要么打到回府, 拿上另一份地图再度出发, 要么在这赌一把, 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要和你们大家商议一下, 李警官想了想, 说, 投票表决, 有人决定回去吗? 见到没人举手, 李警官自己举起了手, 我个人建议从长计议, 贸然参加未知的游戏有点冒险, 又等了几秒, 发现众人都没答话, 他信心地放下了手, 又问道, 那么有人决定要参加这个游戏吗? 金元勋举起了手, 小眼睛思索了一下, 也举起了手, 二比一, 众人扭头看向张成泽, 他始终没表态, 我弃拳, 张成泽说道, 在没有详细的情报时, 我不会贸然做出任何选择, 没关系, 已经有结果了, 李警官点点头, 既然我们是一个队伍了, 那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去人龙的游戏碰一碰, 就算失败了, 也争取带一份攻略回去, 三人纷纷点了头, 向人龙走去了, 在他们走进那个建筑物的时候, 人龙关上了门, 可下一秒, 整个建筑物在街道上陡然消失了, 仿佛这里本来就是一片广场, 什么都没有, 天堂口, 楚天秋坐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 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沾染血迹的动物面具, 他嘴里轻轻哼着古典音乐, 拿手指打着节拍, 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没多久, 他睁开眼, 看了看桌面上的国际象棋棋盘, 上面摆着黑色的棋子和一些破旧的塑胶玩具, 他将四枚兵组拿起来, 轻轻地放在一个巨大的怪兽玩具面前, 自言自语地问道, 屠龙者们, 机遇已经摆在这里了, 你们要选择怎么死? 说完他笑了一声, 又看了看怪兽玩具的身后, 那里放着另外四枚棋子, 一个王, 外加之前的四个兵将塑胶怪兽左右围住, 形成了围剿之势, 旗下,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楚天秋闭上眼睛, 继续哼起了古典乐, 为什么棋盘上始终只有一个王呢? 第140章, 面对人龙, 放走了那三个人, 旗下的表情依然有些民众, 他不知道自己和乔家静到底谁对谁错, 但无论怎么说, 也不能让田田替自己杀人,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旗下问, 云瑶听后,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地图, 那是出发之前楚天秋递给他的, 他仔细看了看之后, 说道, 距离这里不远, 是个虎, 要一起去看看吗? 人虎吗? 旗下问, 是的, 云瑶点点头, 进入中烟之地前几天, 楚天秋很少会安排人进入地级游戏, 毕竟要保存实力, 后面几天才是重头戏, 哦? 旗下一顿, 为什么? 因为经历过前期的磨练, 回想者们逐渐复苏, 那时候进行地级游戏要容易得多, 原来如此, 旗下点点头, 但也有特殊情况, 云瑶说, 虽然说楚天秋并不在意道, 但为了让天堂口招纳厉害人物, 每次也都会有强者带队, 在前期参与获得到的游戏, 旗下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张山的时候, 他便带着老吕和小眼镜参与了地牛的游戏, 既然如此, 我们去那个虎看看吧, 旗下点点头, 我还从未经历过虎的游戏, 乔家竟此时也洗去了阴霾, 变得开朗起来, 骗人仔, 虎, 听起来就适合我有没有? 是, 有, 旗下点点头, 无奈地瞥了一眼乔家竟, 你厉害得不得了, 但你能不能先把上衣穿上? 乔家竟这才发现自己还光着上身, 他在与光头单挑的时候, 把衣服摔在地上, 至今都没捡起来, 失误了, 乔家竟尴尬地笑了一下, 走到一旁捡起自己的上衣穿上了, 众人走了大约十几分钟, 跟着地图拐入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小巷, 才终于看到了一个生效, 旗下眯起眼睛, 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云咬此时也有些不解, 咦? 是人龙? 他低头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地图, 上面分明写着人虎, 旗下拿来地图看了看, 地图画得虽然有些简单, 但关键信息很清楚, 包括应该在哪个路口转向, 可众人根据这个地图到达的游戏房间, 却是人龙, 要参加我的游戏吗? 门票免费? 那个戴着缝合面具的男人说道, 不能参加, 骗人仔, 乔家静拉住了旗下, 问道, 龙怎么了? 和虎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我只知道有人告诉我, 第一不要对上天, 第二不要招惹龙, 乔家静虽说有些不理解, 但他知道要相信大脑, 好吧, 那算了, 二人正要离去, 却发现云摇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偶像, 你不走吗? 乔家静问, 我觉得机会很难得, 云摇说道, 我们在市中心只遇到过一次龙, 所以我想去搞清楚龙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可我感觉龙很危险, 旗下说, 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吧,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是危险的? 云摇苦笑了一声问道, 就算这个游戏会死, 你觉得危险吗? 这, 旗下眉头一皱, 感觉云摇说的也颇有道理, 这里的游戏再难, 也只是让人死, 可如今他知道, 死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不牵扯赌命,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绝对安全的, 况且, 人龙的游戏无须门票, 换句话说, 众人根本没有损失, 旗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发现唯一的疑点就是楚天秋了, 为什么他会给出错误的地图, 难道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笨, 更粗心吗? 云摇, 你说, 你见过一次龙, 那是什么游戏? 旗下问, 见过龙的不是我, 是楚天秋, 云摇轻声说道, 他说龙问了他一些智力问答, 他没有全部答对, 所以失败了, 智力问答, 旗下的瞳孔一动, 云摇,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骗你做什么? 楚天秋就是这么说的, 旗下再次思索了起来, 诡异, 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 十二声效忠, 龙生而为神, 有莫大的法力, 按照人猪的说法, 龙是绝对不能招惹的, 可他的游戏居然是智力问答, 旗下, 你们在这里等我吧, 云摇说道, 我想自己去看看, 田田和乔家静此时扭头望向旗下, 不知他是什么打算, 可对于旗下来说, 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想要知道楚天秋真正的想法, 只能投身到人龙的游戏中去, 他难道想借人龙的手除掉自己? 可是云摇明明和自己在一起, 若是有危险, 云摇怎么办? 旗下慢慢闭上眼睛, 将念头放空, 仔细地思索着, 楚天秋, 你在盘算什么? 而另一头, 楚天秋哼着古典乐, 不断拿手指打着节拍, 旗下, 你会怎么选? 二人相隔甚远, 思绪却犹如刀剑般碰撞了起来, 没过多久, 旗下睁开了眼, 云摇, 我决定和你一起, 嗯? 云摇扭过头来, 没必要啊, 我自己去就行了, 不, 我和你一起, 旗下说, 让乔家静和田天在这里等着, 云摇拗不过旗下, 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然后走到了人龙面前, 乔家静和田天一脸无奈地对视一眼, 我们俩想参加游戏, 云摇对人龙说道, 不可以, 人龙摇了摇头, 最少四人参加, 四人? 听到这句话, 乔家静缓缓地走了上来, 骗人仔, 你不带拳头, 想去哪? 乔家静, 你别乱来, 我感觉这里没有古怪,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你和田天在这等着, 我们再等两个路人, 那不行, 让田天自己在这等着, 乔家静摇摇头, 要去就一起, 别闹了, 旗下眉头紧皱, 我不能再让你出事, 再爱, 乔家静一愣, 虽然我听不明白, 但我也一样, 我不能再失去大脑, 什么鬼东西, 旗下也没听明白, 不是说了听我的吗? 我让你在这待着, 不要逞呢? 乔家静完全不听, 往前走了一步, 骗人仔, 你知道不? 一个人如果没了拳头还能活, 可若没了大脑, 就活不了, 你…… 此时田天也走了上来, 说道, 也带上我吧, 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的, 旗下有些为难, 他不想看到乔家静和田天出事, 毕竟上一次的轮回还历历在目, 可如果游戏真的是智力问答的话, 其实带着几个人都无所谓, 毕竟毫无危险可言, 只见旗下又思索了一会儿, 抬头问道, 人龙, 你的游戏是什么类型? 团队合作, 人龙不假思索地说道, 第141章, 悄悄版, 团队合作, 旗下一愣, 你是说, 我们四个人为一组, 合力进行游戏? 没错, 旗下吸了一口气, 感觉团队合作要比智力问答更加靠谱,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保护乔家静和甜甜, 具体规则是什么? 旗下又问, 进入房间知晓规则, 旗下看了看人龙身后的房间, 那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屋子, 看起来还没有公共厕所大, 如此说来, 在这个房间内进行的游戏定然不会太过复杂, 就算往最坏的情况考虑, 也顶多是个团队逃脱类, 你这个游戏会有奸细吗? 旗下问, 自然不会, 人龙摇了摇头, 只要你们四个始终一条心, 我们四个有可能会自相残杀吗? 旗下又问,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 人龙摇了摇头, 听到这句话, 旗下知道值得赌一把, 既然如此, 我们一起吧, 人龙缓缓露出笑容, 好, 很好, 他点点头, 让开了自己身后的门, 他并未进入, 只是给旗下等人让出了一条通道, 旗下和云瑶对视了一眼, 缓缓地走了上去, 乔家静和甜甜也紧跟齐后, 四个人进入了房间, 此时才发现房间顶多三四个平方, 四面都是金属材质, 脚下是铁网做成的地板, 房间角落里放着一把老旧的木头矮凳, 矮凳上面放着一把莫德发亮的长刀, 而左手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倒计时的电子钟, 时间停在十分钟, 在这个一目了然的小厕所里, 到底要进行什么游戏? 啪, 一声脆响, 四个人身后的房门不出意料地关上了, 旗下回过头去, 发现身后变成了一面铁墙, 我丢, 乔家竟暗骂一声, 那个粉肠还会说规则呀, 他是不是搞忘了? 不会的, 耐心等等看, 话音刚落, 四个人同时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 他们脚下是铁网, 可铁网下方的地面居然开始快速下降, 四个人站在铁网地板之上, 仿佛悬空了, 云瑶有些紧张地扶着金属墙壁, 仔细感受了一会儿, 发现了端倪, 我们的房间好像在上升, 就像电梯一样, 是的, 和厕所比起来, 这里确实更像电梯, 毕竟四面都是金属墙壁, 可脚下为什么是铁网? 四个人感觉房间正在快速移动, 可他们根本看不清外面是什么, 只能通过脚下的铁网看到一片漆黑, 好在铁网还算结实, 不用担心摔死, 小心点, 乔家竟走到矮凳旁边, 用手拿起了刀, 把他护了起来, 晃得这么厉害, 小心踩到刀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众人感觉房间一震, 似乎停了下来, 但情况依然不妙, 他们感觉房间就像拴在一根弹力绳上, 不断地上下晃动, 非常不稳定, 在一低头, 他们的脚下十几米的地方传出了火光, 那火光在四人的正下方熊熊燃烧, 此时有着丝丝烟雾弥漫到了电梯之中, 这是做什么? 乔家竟蹲在地上, 顺着铁网往下看了看, 做叉烧吗? 可这火离得也太远了点, 旗下知道人龙不可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可火代表什么? 各位,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场地, 人龙的声音忽然从四面八方响起, 很是诡异, 喂? 你这个粉肠在哪里啊? 乔家竟往前一步, 可这一下让整个房间晃动得更厉害了, 吓得他赶忙扶住一旁的墙壁, 别动, 旗下感觉不太妙, 我们好像被拴在了一个并不结实的东西上, 众人仔细感受了一下, 感觉旗下说得非常有道理, 人龙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随即大声说道, 本次游戏名为悄悄版, 只要为被淘汰, 则每人获得十颗道, 下面游戏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 十分钟的倒计时开始走动了, 什么? 云摇一愣, 这就开始了, 规则呢? 不, 旗下略带恐慌地说道, 悄悄版三个字恐怕就是规则, 他慢慢地移动了几步, 然后摸索了一下四周的墙壁, 果然找到了一扇暗窗, 那暗窗直径仅有五六公分, 像个网球大小, 他轻轻向外一推, 一个小窗口就被打开了, 他身上的汗毛根根倒立, 龙毕竟是龙啊, 这种建筑物真的存在吗? 旗下的眼神不断闪烁, 慢慢地后退了几步, 剩下几人见到旗下的表情, 也纷纷往那个小窗口看去, 可紧紧一眼, 所有人的心头都凉了半截, 只见小窗外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根向外延伸的, 几十米长的巨大金属柱子, 这根巨大的金属柱子一头连接着旗下等人的电梯, 另一头连接着另一个电梯, 那个电梯里也有人发现了暗窗, 此刻也往这个方向看过来, 只是暗窗太小, 距离又太远, 双方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貌, 这根巨大的金属柱子就像一个敲敲板, 中央被固定, 两头挂着两个房间, 此刻正在微微晃动, 妈的, 敲敲板, 旗下暗骂一声,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骗人仔, 这到底是乔家静不断地眨着眼睛, 他看了看脚下远处的火焰, 不由地流下了冷汗, 敲敲板是个很难稳定的物理结构, 用不了多久, 双方一定会因为细微的重量差别, 而导致其中一头坠到地底, 可他们的脚下是火焰, 若是沉了下去, 房间内的人就会直接坠入火焰中被活活烧死, 要变轻,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们的房间只有变轻才能活下去, 还不等旗下说完, 他们感觉自己的房间正在缓缓下坠, 他们比对方更沉, 糟了, 除了田田之外的三个人面色一惊, 立刻往靠近铁柱的一侧活动, 田田你也过来, 乔家静说道, 田田听后点了点头, 赶忙站到三人身边, 按照杠杆原理来说, 他们不能站在房间的最外侧, 否则会导致房间的作用力大于对方, 看来对方提前发现了这一点, 说明他们也不是好对付的, 楚天秋哼完了一段音乐, 缓缓地露出了笑容, 让我猜猜, 他睁开眼说道, 你想用自己的力量保护队友, 所以会答应参与人龙的游戏, 是吧? 楚天秋直起身子, 看了看棋盘, 右边是四个兵, 而左边是王、后、马、像, 这八个棋子此时正左右开弓, 围剿一只怪兽, 有时候, 自作聪明也是一种绝症, 楚天秋沉思了一下, 伸手将棋子中央的怪兽缓缓拿走了, 此时的阵型有些奇怪, 八个棋子分左右两侧, 剑把弩张对峙着, 可他们却不像是在围剿怪兽, 反而像是在自相残杀, 第142章, 要变轻, 楚天秋慢慢站起身, 不再去看桌上的棋盘, 反而走到一个餐桌前停下了, 那里有他给自己准备好的精致早餐, 咚咚咚, 微弱的敲门声传来, 楚天秋手里的动作顿了顿, 怎么? 他问, 要是死人的话, 会不会很难解释? 门外说, 这里所有人死了都没关系, 只要那个自作聪明的旗下, 还活着就够了, 楚天秋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此时的他既聪明又自大, 我们要把最惨痛的悔恨送给他, 我知道了, 门外那人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缓缓离开了, 旗下四人紧紧地贴在墙壁上, 正在紧张地深呼吸, 悄悄板的两头又进入了非常诡异的稳定状态, 我们的运气太好了, 云瑶喃喃自语地说道, 两个房间的重量居然恰好是一样的, 与其说我们运气好, 不如说人龙本就是这么安排的, 旗下咬着牙说道, 现在这样僵持住是最好的情况了, 若是我们能一直僵持到, 找到解决办法, 话音刚落, 几人的房间又开始缓缓下降, 旗下想要僵持, 可奈何对方不想僵持, 既然你们想死, 旗下咬了咬牙, 别怪我, 我们该怎么办, 乔家竟贴着墙, 脸上流下了冷汗, 到底如何才能比对方更轻, 田田看了看乔家竟手中的长刀, 咽了下口水, 说道, 会不会是需要我们砍断一只手, 别傻了, 旗下打断了田田的想法, 不管你砍下了哪只手, 在这个蜜蜂的房间里, 都这么丢不出去, 我们的重量始终不变, 这, 田田默默地低下了头, 表情有些难过, 靓女, 你的想法也太危险了, 乔家竟把刀藏在背后, 这个想法我也给你否决了, 再想想别的吧, 云瑶二话不说, 来到了网球大的小窗口旁边, 把自己背包里的盗拿了出来, 然后像投硬币一样, 一颗一颗地投了出去, 你, 旗下微愣一下, 但知道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重量能减一点是一点, 我们一起, 众人纷纷掏出了口袋中的刀, 现在不是心疼刀的时候, 若是在这里沉了下去, 这次轮回就要结束了, 乔家竟和田田掏出自己的存款, 一股脑地丢了出去, 旗下也掏出了几颗刀丢了出去, 为保险起见, 他在口袋中留下了一颗, 那是李警官给他的, 旗下用这颗刀赢了人猴, 这是他的幸运物,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劫难中再次带来好运, 可众人丢完了几乎所有的刀之后, 发现房间的位置并没有变化, 这说明对方也正在想办法变轻, 看来那只队伍中也有一个聪明人物,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还有什么能丢的, 云瑶咬了咬嘴唇, 缓缓地拿起了自己的背包, 非常不舍地从里面掏出一只唇膏, 化妆品在中烟之地甚至比到还要稀有, 他看起来非常心疼, 犹豫了几秒之后, 他便将唇膏丢了出去, 紧接着是粉底, 遮瑕, 眼线笔, 唇彩, 各式各样的化妆品, 犹如下了一场小雨, 噼里啪啦地往下落, 同为女生的甜甜, 见到这一幕, 竟然也感觉有点心疼, 此时四个人才终于感觉, 房间正在缓缓上升, 脚下的火光也离得越来越远, 很好, 旗下紧张地贴着墙, 远远地往下看了一眼, 就这样保持下去吧, 一斤两斤的重量也足够分出胜负了, 可他们上升了还不足一分钟, 平衡又被打破了, 不知道对方的房间做了什么手脚, 重量也在不断下降, 金属柱子连接着两个房间发出巨大的枝嘎声, 旗下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房间正在下沉, 两个房间虽然未曾见面, 但他们都在想尽办法活下去, 刀丢完了, 刀呢? 乔家静看了看手中的刀子, 这把刀也有两三斤, 直接丢了吧? 不行, 旗下说道, 乔家静现在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交给你, 困难的任务? 乔家静一顿, 什么事? 这个任务恐怕只有你能做到了, 旗下指了指一旁的小矮凳, 把他劈碎了, 这个小矮凳从一开始就放在房间中, 想来也不是无意而为, 定然有他的作用, 乔家静明白过来, 拿起小矮凳掂量了一下, 拾目的确实很重, 要论力量的话, 只有你能短时间内把他劈成碎片, 但一定要注意, 动作幅度不要太大, 否则我们很难保持稳定, 我知了, 乔家静点点头, 然后深吸一口气, 抡起长刀就劈在了矮凳上, 瞬间打出了一条裂缝, 只见他没有继续用刀, 反而伸出手指拿住裂缝, 然后用力一掰, 木纹开裂, 矮凳被他分成了两半, 他甩了甩手, 又砍向剩下的部位, 由于暗窗的面积有限, 乔家静只能将这个矮凳砍得非常细小, 才有可能将他解体丢出去, 所以他果断采用了和匹柴一样的策略, 只见他拿起一条矮凳的凳腿立在地上, 猛然从上面一批, 然后用手一掰, 拿下了一根细长的木条, 你们先拿去丢, 乔家静说, 三个人分工明确, 乔家静卡矮凳, 天天将木条拿起来递给旗下, 旗下再递给云瑶, 由云瑶丢出去, 这样能尽可能地保证四个人的动作幅度最小, 短短两三分钟之内, 四根凳子腿已经被分解完毕, 全部都丢了出去, 如今只剩一块木板, 奇怪, 云瑶不断顺着暗窗往对面看去, 为什么我们还是平行呢? 他们到底在用什么战术? 可下一秒, 他就远远地发现对面的暗窗里似乎也丢出了木头碎块, 糟了, 对面好像也在劈凳子, 云瑶说道, 咱们得快一点了, 旗下知道对方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 毕竟双方的房间布置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双方的房间内都只有一把矮凳和一把长刀,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认识谁都会选择劈碎椅子的, 越早劈碎椅子, 他们距离死亡就越远, 乔家静不由地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不得不说他的力量用得非常巧妙, 虽说动作幅度不大, 可是每一刀都精准无误地顺着木头的纹理劈下去, 矮凳很快就四分五裂, 成为了一堆碎片, 田田不断拿着木条递给二人, 乔家静觉得还是有些慢, 便又拿了很多细小的木头从地板上的铁网处丢了出去, 时间过去六分钟, 此刻四人的房间慢慢升起, 明显比对方轻了不止一个档次, 稳住, 旗下让众人全都聚在自己身边, 尽量让房间变得更轻, 云瑶此时微微思索了一下, 从乔家静的手中夺过了长刀, 将手里的皮包也砍成了碎片, 顺着孔洞丢了出去。 第143章 不能用的战术 房间上升的速度再度攀升, 旗下趴在暗窗上向外一看, 对方的房间此刻如同失去了绳索的电梯, 正不断奔着火焰沉下去, 他心中有些不适滋味, 对面的房间中也是一支队伍吗? 也是四个人吗? 他们可能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就在对方马上就要坠入火焰之中的时候, 下降的速度忽然延缓了下来, 旗下眉头一皱, 知道对方也已经将矮凳全部丢出去了, 看来对方也有个身强力壮的家伙, 现在双方的重量相差不多, 甚至有可能再度回到一开始的状态, 旗下微微思索一下, 马上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卷成了毛巾状, 顺着暗窗扔了出去, 他回头刚要说什么, 发现乔家静也把上衣脱掉了, 把我的眼拿去掉, 说完他就开始脱裤子, 啊你, 云瑶尴尬地捂了一下眼, 你怎么忽然就, 别担心, 我不全脱, 那, 那我们呢? 天天有些尴尬地问道, 你俩就算了, 旗下摇摇头, 你们的衣服没有多少重量, 脱了也没用, 旗下接过乔家静的上衣和牛仔裤, 二话不说就塞了出去, 紧接着他又脱下了自己和乔家静的鞋子丢了出去, 云瑶和田田此刻也学着他们把鞋子脱下来, 用刀切碎之后丢出去了, 两个大男人脱得只剩贴身短裤, 然后来到墙边紧张地向外看, 果然平衡再次被打破, 对方的房间刚刚有上升的趋势, 紧接着又沉了下去, 对面确实有个聪明人, 可是他的策略总是慢其下一步, 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游戏中, 不必说慢一步, 哪怕慢一瞬都会坠入地狱, 直到远处加速下落的房间, 眉头猛然一皱,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对, 他赶忙回过头来对三人喊道, 抓稳地上的铁网, 啊, 三个人一愣, 马上学着旗下的样子蹲下身子, 然后紧紧地抓住地上的铁网, 他们发现从脚下的铁网正好可以看到远处下方的情况, 直见远处的房间势大力沉地撞到了火焰之中, 无数流火四溅而开, 瞬间照亮了附近的区域, 下一秒, 房间又因为撞击的反作用力从火中弹起, 如同真正的翘翘板一样, 连接两个房间的金属柱也迸发出巨大的声音, 而旗下几人的房间也跟对方同步, 猛然上升之后又骤然下降, 若不是几人提前抓住了铁网, 现在应该都被摔伤了, 一阵阵非常缥缈的惨叫声从远处的房间传来根本听不真切, 但众人知道, 对方不是被烧伤就是被撞伤, 此刻损失应该非常惨重, 虽然他们紧紧掉入火中一瞬间, 但这突然而来的高温足够烧毁他们的衣服和头发, 妈的, 旗下咬着牙, 狠狠地垂着地面,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闭上眼, 不忍再看也不忍再听, 可想象中的惨叫声并未再次传来, 喂, 骗人仔, 好像不太对啊, 乔家镜摇晃了一下旗下, 你快看看, 旗下一睁眼, 发现他们的房间正在缓缓下降, 而对方的房间却如同一轮太阳, 挂着火焰稳稳上升, 怎么回事啊, 撞击地面的反作用力虽然会让他们短暂上升, 但绝对不可能持续上升, 他们又有了计策, 难道还有可以丢的东西, 但自己却没想到, 是什么? 旗下不断地环视着四周, 他们的身上已经没任何的额外之物了, 可为什么对方仍然在上升? 此时, 田田慢慢伸出了自己的手, 举到了乔家镜面前, 做什么? 乔家镜瞪着眼问道, 我的手很瘦小, 应该可以丢出去, 田田声音颤抖着说, 我说了不行, 乔家镜不断地摇头, 一定有别的办法,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没有时间想别的办法了, 田田大叫一声, 用不了一分钟, 我们就会倒到火里, 我宁可疼死, 也不想被烧死, 不不不, 乔家镜继续摇头, 还有骗人宰在, 他会有办法的, 你不愿意看, 那我就自己来, 田田说道, 把刀子给我, 我说不行啊, 两个人嘈杂的声音, 能让田田砍下自己的手, 可是, 除了这样做,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说不定, 砍下田田的一只手, 或是两只手, 亦或者, 旗下猛然一皱眉头,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 旗下, 你他妈的在想什么?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 不能这样对他, 冷静点, 冷静点, 仔细想想, 该用什么知识, 云瑶扭头看了看旗下, 他看起来非常的痛苦, 他眼中的绝望之情, 比平时更强, 蓝思登原则吗? 不不不, 灾难偏误法则, 这不是, 旗下抓着自己的头发, 不断地喃喃自语, 房间缓缓下降, 骇人的热气, 已经弥漫到了整个房间之内, 四个人开始汗流加倍, 此时每一秒的时间, 都如同一年一般漫长, 乔家静有些不忍心地看了看旗下, 然后拿着刀子, 走到了房间的角落中, 一言不发地, 朝着地面的铁网, 狠狠地挥了下去, 你做什么? 云瑶擦了擦汗问道, 我想帮骗人仔, 乔家静淡淡地说道, 但我很笨,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砍掉一部分铁网, 砍掉, 铁网, 云瑶和旗下同时一顿, 没错, 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 是啊, 旗下慌张地站起来, 他的表情异常扭曲, 好主意啊,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乔家静身边, 盯着他砍铁网, 可是铁网分外坚硬, 乔家静用了很大的力气, 连续砍了许多刀, 才砍断了其中一根铁丝, 照这个速度, 众人定然会坠入火海, 云鸟也蹲下身, 懊恼地捂住自己的额头, 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乔家静和旗下依然没有放弃, 他们把刀子放在一旁, 伸手抓住了铁网的缺口, 然后用力拉扯着, 巨大的声音发出, 铁网被他们拉起, 但是根本没有锻炼, 他们的重量始终不变, 乔家静, 这里再砍一下, 旗下指了指铁网的连接处, 好, 他回身去摸刀子, 却发现刀子不见了, 第144章, 快速变轻, 旗下和乔家静慢慢地转过头, 发现田田颤颤巍巍地举着刀子, 他的眼里不断地流着泪, 表情非常复杂, 他看起来不想死, 但也不想活, 我, 田田嘴唇颤抖着说, 我有办法, 喂, 乔家静伸出手, 慢慢地站起身, 我知道你有办法, 但你先把刀子放下, 旗下也站起来, 慢慢地靠近田田, 你的办法行不通, 你先听我说, 别过来, 田田往后退了一步, 对不起, 我只能这样了, 不, 乔家静打断道, 我刚才看过了那个孔洞的尺寸, 你的手就算切下来, 也丢不出去的, 我们还需要时间把你的手切碎,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旗下咽了下口水, 对田田说, 乔家静说得对, 你这么做是没用的, 可你们也根本砍不断铁网, 田田哭着大叫道, 我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更好的办法, 旗下也大喝一声, 砍铁网就是唯一的办法, 不, 田田跪倒在地, 痛哭不止, 其实你早就想到了吧, 旗下, 这才是唯一的办法, 那个办法不行, 旗下又往前了一步, 我们试试别的, 旗下, 我不想成为一句交叹, 我肮脏了一辈子, 死的时候想漂亮一些, 乔家静, 快把刀子抢下来, 旗下失声大叫, 快, 还不等乔家静一步跨上前, 田田猛然举起了刀子, 放在自己的左侧脖梗的动脉处, 狠狠地割下了一刀, 他完全没有犹豫, 一阵水管破裂一样的声音陡然响起, 血液喷出一米多高, 煞时间像是吹来了一阵夏天的雾, 带着热气染红了所有人的面庞, 刀子落到地上, 田田也扑倒在了地上, 他身体中的血液止不住地喷涌而出, 为地面下起了红色的雨, 田田, 乔家静和云瑶同时跑过去, 按住了他脖子上的伤口, 可血液根本按不住, 狡猾地从二人的指缝当中滑走, 云瑶急地流下了痘大的泪水, 他经历过了无数次在游戏中对有死亡的情况, 此时却是第一次想要流泪,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傻姑娘吗? 就算知道自己死了会活, 可谁又会心甘情愿地死? 我丢! 乔家静用两只手不断地按着田田的脖子, 却看到他的脸肉眼可见地变成了苍白的颜色, 靓女, 你到底搞什么? 旗下慢慢地捂住自己的额头, 那阵熟悉的痛感又来了, 啊…… 旗下跪倒在地, 痛苦地捂着自己的额头, 骗人仔? 旗下? 云瑶又赶忙来查看他的情况, 却发现他痛得浑身发抖, 这是怎么回事? 云瑶问旗下患有什么疾病吗? 我也不知, 乔家静说道, 骗人仔? 你哪里不舒服吗? 旗下没有回答, 只是蜷缩在地上等待那阵剧痛过去, 重量的平衡再度被打破了, 房间开始上升, 旗下知道这一关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放血, 一个成年人身上的血液可以达到五千毫升, 约等于十斤的重量, 这是切断两个手掌都不能比你的, 两个房间之中的重量差异本来就很小, 若是某一方可以快速丢掉几斤, 则定然可以获胜, 如果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出大量的血, 胳膊动脉就是唯一的方法, 足足半分钟过去, 旗下才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 你, 云瑶感觉旗下的表情不太对, 你没事吧? 我看起来像有事吗? 旗下反问一声, 然后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看着吧, 我们要赢了, 乔家竟和云瑶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刚刚还一脸痛苦的旗下忽然之间好像换了个人, 他既不悲伤也不恐慌, 整个人如同一汪死水, 好像对所有人的死亡都漠不关心, 旗下走到墙边, 看了看还在垂死挣扎的对面, 将刀子也丢了出去, 正如旗下所说, 他们要赢了, 随着甜甜身体内的血液大量地流出, 他们的房间也开始缓缓升高, 远离了脚下的火焰, 对方看起来又想了什么办法, 可是都失败了, 远处的房间如同飞蛾, 义无反顾地扑向烈火, 惨叫声再度袭来, 火焰已然完全吞没了房间, 旗下漫不经心地扭过头, 却发现墙上的倒计时结束了, 倒计时结束的下一秒, 他们的房间猛然抖动起来, 似乎在急速飞行, 三个人扶着墙壁稳住身形, 隔了好久才感觉房间停止了抖动, 怎么回事啊, 乔家静问道, 旗下低头看了看脚下, 铁网地板下面变成了木质地板, 看起来他们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咔, 直尬, 身后一阵轻微的声响, 众人发现那面墙又变成了门, 此刻已经打开了, 门外是一条走廊, 而正对面是另一道铁门, 旗下率先走出房间, 然后回头一看, 他的背后果然是一个电梯, 可是这个电梯刚刚通向了哪里, 对面的铁门是另一个电梯吗, 恭喜, 人龙站在一旁开口说道, 你们赢得了游戏, 旗下扭头看向他, 发现他站在走廊中央,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柜子, 柜子中放了一些衣物, 我的游戏是很注重服务的, 你们丢出来东西我已经全部收好, 放在了这里, 人龙笑了一声, 快穿上衣服吧, 别感冒了, 众人心里都有些不适滋味, 但也默默地走了过去, 拿起了衣服穿上了, 云瑶的包包和鞋子已经砍得稀巴烂, 但他却找回了自己的化妆品, 人龙, 这样耍弄我, 你会后悔的, 旗下穿好了衣服说道, 耍弄你, 人龙面具之下的眼睛眨了眨, 我哪里耍弄你们了, 说完他又走到另一个铁门前, 伸手敲了敲门, 请问还有人要出来吗, 铁门冒着热气, 无人应答, 真是奇怪啊, 我请你们玩个敲敲板, 怎么还玩出人命来了, 人龙意味深长地看向旗下, 你说这是为什么, 什么, 旗下眉头一皱, 乔家说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的, 大家都不要动, 倒计时结束就可以出来了, 第145章, 做不到的梦, 你他妈的在耍我们, 乔家静一把就抓住了人龙的衣领, 力气非常大, 怎么会呢, 人龙摇摇头, 我都说了这次的游戏是敲敲板, 你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啊, 哈哈哈哈, 乔家静瞬间将对方扑斗, 然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你在放什么狗屁, 乔家静咬着牙说道, 既然是敲敲板, 我们怎么可能保持全程稳定, 哪怕有一个人动了一步, 我们的平衡都会被打破, 这是一个注定有人要死亡的游戏, 你明明杀了人, 却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人龙挨了一拳, 笑得却更大声了, 那也是他亲手杀的人, 人龙大笑着说, 杀人者不是我, 是他, 人龙一边狂笑着, 一边伸手指向了旗下, 他是个大骗子, 他骗了你们啊, 是谁第一个提出要变轻的, 哈哈哈哈, 你现在还在挑拨离间, 乔家静恶狠狠地挪动着手掌, 慢慢捏住了人龙的脖子, 你们真的要逼我杀人吗, 人龙的戾气完全像是普通人, 他挣扎了几下, 发现正脱不开, 随即又露出笑容, 艰难地大叫着, 哈哈, 杀裁判, 杀裁判, 云瑶听到这句话, 赶忙上前将他拉开, 乔家静, 不行, 你会引来上层人物的, 乔家静听到这句话微微一顿, 上层人物, 他说的没错, 旗下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乔家静, 放手, 骗人仔你, 乔家静愣愣地看着旗下, 不知他到底做何打算, 怎么, 不杀我了, 人龙躺在地上笑着说道, 再用点力, 我马上就死了, 旗下面色如常地看了人龙一眼, 淡淡地回头说道, 我们走吧, 骗人仔, 你在搞什么, 乔家静问, 没什么, 只是游戏结束了, 带走了, 乔家静看起来非常难过, 他咬了咬牙, 走回刚刚的房间之中, 从地上抱起了甜甜的尸体, 他的脸惨白无比, 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 不用怕了, 静女, 我带你走, 三个人无视了躺在地上的人龙, 正要离开走廊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另一个铁门中传出了轻微的咳嗽声, 有人还活着, 云瑶一愣, 看向那个铁门,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刚才对方的房间落入火中二三十秒, 确实有活下来的可能, 可现在该怎么办, 我去看看, 云瑶果断走上前去, 本来就是我们把他们害成这样的, 如果留在这里的话, 他们一定会死的, 说完他就敲了敲门, 有人吗? 那铁门很烫手, 门内一点动静都没有, 此刻走廊的另一头传来了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众人扭头一看, 不由地吓了一跳, 那是另一个人龙, 他走起路来步伐恶挪, 应当是个女人, 只见女人龙走到躺在地上的男人龙身边, 伸手将他扶了起来, 接着又回头对几人说道, 你们要打开门吗? 我可以帮你们, 旗下和乔家静盯着对方,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印象中, 这是第一次有两个生肖同时出现站在一起, 更何况他们都是龙, 让人感觉非常不妙, 把门打开, 云瑶回过神来说道, 我要带他们回去, 哼哼, 女人龙微微一笑, 那就如你所愿, 他轻轻地一挥手, 另一扇铁门也打开了, 一阵骇人的热气从中传出, 紧接着便是刺鼻的烧焦味, 咳咳, 咳嗽声不断地从门内传来, 让旗下心头一惊, 这个声音他仿佛在哪里听过? 不, 不会吧, 旗下瞪大了眼睛,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站到了房间门口, 云瑶和乔家静也感觉不太妙, 纷纷靠近了房间, 房间内, 李警官的半边身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他的左手已经被砍掉了, 现在正用右手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着什么东西, 难怪在他们第一次掉入火焰之后, 房间就开始缓缓上升, 李警官切掉了自己的手, 他也在流血, 只不过他流血的速度远远慢于甜甜, 喂, 为什么? 旗下瞳孔颤抖着, 而李警官旁边躺着早就已经烧死的三具尸体, 他们的衣服被烧烂, 与皮肤融为了一体, 这加速了他们三人的死亡, 而李警官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旗下算到了一切的事情, 却未曾算到李警官在对面, 旗下, 李警官的嗓子听起来已经完全沙哑了, 太好, 你快来, 一阵巨大的钟声在此时响起该来的总会来, 旗下慢慢地走到李警官身边, 蹲下身, 他的大脑狠狠地一通, 因为他看到李警官身旁放着三颗刀, 而李警官继续在自己的口袋中摸索着, 为什么? 为什么对面的房间是李警官? 谁和他组了队? 灵晴, 张律师, 韩一墨在这里吗? 三颗刀, 你看, 我已经拿出了三颗刀, 李警官吃力地笑着说, 有希望的, 你再等等, 我不着急, 李警官, 我不着急, 旗下咬着嘴唇, 看着地上的三颗刀, 表情非常绝望, 李警官本来就有三颗刀, 换言之, 他一颗都没有变出来, 旗下, 我会让所有人都出去的, 谁都不用死, 他继续摸索着口袋, 可是眼里的泪水已经开始哗哗地流下来, 那口袋是空的, 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为什么口袋是空的呢? 我相信你, 李警官, 旗下低声说道, 你不要有负担, 李警官摸索了很久, 同样也哭了很久, 我, 李警官的眼中慢慢流出鲜血, 与眼泪揉杂在一起, 看来他的眼睛也被烧伤了, 隔了好一会儿, 这个高大的男人才终于哽咽出声, 旗下, 对不起, 我可能做不到了, 李警官真的要走了, 他的双眼湿了神, 最后一次将手伸进了口袋里, 旗下捂着额头,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情况, 他可以看到别人毫无预兆地死去, 但不想见到一个好人露出绝望的表情, 只见李警官伸手胡乱一摸, 随即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他用力挤出笑容, 颤抖着将手拿了出来, 翻开给旗下一看, 那手中果然有一颗刀, 你看, 旗下, 你看, 他沙哑着说道, 可以的, 我可以的, 这个办法可以, 谁都不用死, 还不等旗下接过那颗刀, 李警官忽然喷出了大量的鲜血, 紧接着整个人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手垂到了地面上, 钟声再次响起, 他走了, 旗下表情非常复杂, 他看着那颗多出来的刀,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 露出了绝望的笑容, 先前李警官送给自己的那颗刀, 不在自己的口袋中了, 第146章, 两个骗子, 探囊毕竟是探囊, 就算李警官的信念再强, 他也不可能成为造物主, 旗下从地上捡起几颗刀, 下一秒就痛得难以言表, 倒也滚在了地上, 骗人宰你, 乔家进上前扶住旗下, 一脸不解, 他根本不知道旗下哪里出了问题, 只能看到他浑身颤抖地蜷缩着, 云瑶没有理会旗下, 反而愣愣地看着李警官身旁的两具尸体, 虽然他们已经面目全非, 头发和衣服也都被烧毁, 可那二人的身材太显眼了, 一个看起来是个少年, 而另一个人身材精瘦, 不会吧, 云瑶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们刚才一直都在和他们自相残杀吗? 偶像别说了, 乔家进小声说道, 也就是说, 田田拼了命地放干自己的血, 只是为了杀死我们自己的同伴, 云瑶瞪着眼, 心中犹如万马奔腾, 别再说了, 乔家进看了看几乎已经失控了旗下和云瑶, 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你们都冷静一点, 如果龙是这样的游戏, 我们怎么才能带领全部人出去? 云瑶眼神黯淡下来, 楚天秋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旗下终于回过神, 慢慢地站起来, 脸上的表情全都消失了, 骗人仔, 乔家进看了看眼前旗下, 总感觉自己和他相隔很远, 不像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乔家进, 你看到了吗? 旗下说, 就算我们不杀人, 也迟早会被杀死, 乔家进的眼神也变得冰冷起来, 说道, 骗人仔, 我不懂那些大道理, 我只知道你没做错, 这就够了, 你觉得我没做错吗? 旗下慢慢地从地上捡起一颗一颗的道,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乔家进, 你会后悔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的? 不会的, 乔家进说, 骗人仔, 保持冷静, 你快要被这个地方影响了, 他冷冷地推开两个人龙, 出了屋子, 乔家进只能跟了上去, 云瑶私损了半天, 也跟着他们走了, 喂, 你们的奖励还没拿? 男人龙笑着扔过来一个布包, 三十个道啊, 你们还是赚了, 旗下伸手接过布包, 感觉非常讽刺, 赚了? 五条人命, 还不如三十个道值钱吗? 那么, 三千六百颗道又价值几何? 旗下完全没有心思继续接下来的游戏, 毕竟他用五条人命了解了龙, 可门心自问, 这种感觉悲伤吗? 不, 他只是觉得心里很空, 却没有感到悲伤, 三个人带着田田的尸体回到天堂口, 楚天秋正站在教学楼前, 看到远处走来的三人面容一惊, 立刻迎了上来, 怎么回事? 他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第一天就有人死了? 旗下和乔家进互相看了一眼, 乔家进点点头, 将田田递到了旗下怀中, 田田的身体格外的轻, 通体冰凉, 粉茶, 你出来, 乔家进冲楚天秋挥了挥手, 然后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做什么? 楚天秋慢慢后退了一步, 我有事要问你, 你出来, 发现楚天秋依然一动未动, 乔家进只能主动走上前去,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楚天秋紧张地看了看乔家进, 是准备在这里动手吗? 为什么你给的地图通向人龙? 乔家进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有什么目点? 什么? 楚天秋一惊, 人龙, 旗下严肃地盯着楚天秋的双眼, 这个男人的疑点太多了, 我给的地图是虎啊, 怎么会是龙? 看他的表情, 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正在此时, 旗下扭头看到身后又有四个人走来, 林晴, 韩一墨, 老吕, 张山, 看来他们是同一个队伍, 由此推断, 李警官身旁死去的人是张律师, 他们四人似乎也参与了游戏, 此时拿着一个布包回来, 林晴, 你来得正好, 旗下说道, 来帮我测个谎, 测谎? 林晴还没反应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旗下怀中的甜甜, 他面容一惊, 快步走上前来查看甜甜的情况, 可甜甜的肤色已经白得发紫, 完全不像活人了, 怎么回事? 楚天秋这个人渣又耍小聪明, 旗下低声说道, 我怀疑他早有预谋, 你帮我判断一下他是否在说谎? 好, 林晴点了点头站起身, 来到了乔家靖身旁, 与他一起面对楚天秋, 张山此刻感觉情况不太对, 也大步上前来到了楚天秋身边, 我干, 剑拔弩张的, 咋了? 大只老, 我没工夫陪你玩, 乔家靖说, 你的大佬害死了人, 我要他一个解释, 解释? 张山皱了下眉, 而后冷哼一声, 天堂口的规矩就是服从楚天秋的安排, 况且游戏本来就会死人, 要什么解释? 旗下叹了口气, 说道, 所有人去参加的游戏都是楚天秋安排的, 他在这次安排中同样害死了小眼镜和金元勋, 这可是第一天啊, 你们没有任何疑问吗? 深, 楚天秋明显一愣, 小眼镜和金元勋死了, 张山也有些疑惑地看向楚天秋, 毕竟小眼镜和自己来自同一个面试房间, 他为人非常仗义, 对谁都谦逊有理, 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死了? 老吕听后也瞬间惊掉了下巴, 啥玩意, 谁他娘的害死了小眼镜, 可在看楚天秋, 他依然一脸委屈, 你在跟我装什么? 旗下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让你收起你的如意算盘,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楚天秋摆了摆手, 我给你们的地图都是虎, 绝对不可能是龙, 你仔细想想, 我根本没有理由害死金元勋和小眼镜的, 灵晴紧紧盯着楚天秋的表情, 面露疑惑, 他看起来并不像在撒谎, 这只说明两个可能, 第一, 此人完全不知情, 第二, 他做过相应的微表情训练, 他的眼神, 嘴唇, 鼻孔, 手和脚的摆放位置, 全都不像说谎的人, 旗下, 有点奇怪, 灵晴说道, 他没有说谎的概率更大, 是吗? 旗下微微点头, 楚天秋果然不是个寻常人物, 难道楚天秋给的确实是虎类地图, 可是龙鳩占鹊潮霸占了虎的游戏场地, 可如果这么说的话, 为什么李警官和金元勋的队伍会跟自己自相残杀? 旗下思索了半天, 忽然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 心中不由暗保, 楚天秋, 你难道和我是一样的人吗? 你是一个骗子, 我知道你始终很怀疑我, 但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们的目的是逃出这里, 留下的人自然越多越好, 金元勋和小眼镜都是有潜力的回想者, 你仔细想想吧, 在他们回想之前, 我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死呢? 第147章, 崭新的自己, 这个理由不管是不是编造的, 看起来还算充分, 就算楚天秋要安排一场对抗类的游戏, 为了保险起见也应该让自己人率先回想, 况且自己和云瑶组成队伍, 如果遇到危险他肯定逃脱不掉, 楚天秋又怎么会轻易地葬送组织里的二号人物, 他若是一直以这种策略行事, 张山和云瑶便不可能一直追随他了, 只可惜李警官的队伍全军覆没, 使得这场看似阴谋的行动死无对证, 这样一来, 一切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旗下, 楚天秋面带悲伤地说, 在游戏中失去队友是一件极其痛心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宁可死掉的人是自己, 可你根本不参加游戏, 又怎么知道这种感受? 旗下淡然地回道, 谁说我不用参加游戏呢? 楚天秋摇了摇头, 当游戏有了详尽攻略之后, 我也会带队参与的, 只是偶尔会存在意外, 我的队友们为了保下我的记忆, 便会替我去死, 那种感觉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旗下冷眼盯着楚天秋并没有说话, 这个人真的很有趣, 他自始至终都在说真话, 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到毫无痕迹的表演? 学校后面有一片荒地, 你们可以把队友带到那里埋葬, 楚天秋指了指教学楼后方, 这几个月来, 天堂口失去的所有成员都在那里, 另外, 你们告诉我小眼镜和金元勋的位置吧, 我会派人把他们带回来的, 旗下盯着楚天秋的双眼看了很久, 嘴角竟然微不可见地上扬了一下, 太有趣了, 这才是他来到天堂口期待看到的画面, 只有和真正厉害的人博弈, 才能继续挖掘自己的潜力, 队友死了又怎样, 人龙又怎样, 当他知道楚天秋不是一个蠢人的时候, 竟然莫名地有些开心, 让我看看你的手段吧, 楚天秋, 旗下心中暗道, 只有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云瑶的带领下, 旗下和乔家静来到了这片荒地,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大片用破旧木头搭起来的坟墓, 密密麻麻, 数量众多, 甚至连云瑶本人的坟墓也屹立在角落中, 那坟墓里鼓鼓地埋着东西, 见到这个土包, 旗下忽然感觉不太对, 云瑶,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指着云瑶的坟墓问道, 如果你站在这里的话, 那么坟墓里面是谁? 原来你还不知道吗? 云瑶悲伤地低下头, 旗下, 死了就是死了, 而我们再度回来, 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神, 旗下一愣, 感觉这句话, 有点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范围, 一旁的乔家静更是直接死机了, 云瑶指了指几处不同的地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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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里, 都是我。 云瑶苦笑着说, 我明明被埋葬在里面, 可却依然站在这里, 所以, 我还是原来都我吗? 旗下慢慢地睁大了眼睛, 等一下, 这个情况太过诡异了, 也就是说, 现在乔家静, 田田, 李警官在第一轮时死去的尸体, 依然躺在中阴之地的某处, 可他们又可以丝毫不受影响地, 进行第二轮, 倘若现在能去到城市边缘, 那里也一定有一具旗下的尸体, 一个崭新的自己, 旗下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 结合这两次经历来看, 每次所谓的轮回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时间没有重置, 人也没有重置, 这里的时间的确是一天一天向前推进的, 最有力的证据有两个, 一是便利店的女店员生下了孩子, 吃下了小猪仔, 若是时间一直在十天之内轮回, 她如何生下孩子? 若是每十天就会重来, 她为什么会受成那般模样? 二是, 人数的死亡时间超过了十天, 她的尸体呈现出了超过十天的腐烂状态, 这就是最佳的证据, 可既然如此, 为什么进入中烟之地的人会认为这里是一个轮回? 毕竟每当十天过后, 一批崭新的人就会被扔进来, 新的时间和新的人又为何会被称之为轮回? 但由于某些诡异的原因, 一部分崭新的人会继承尸体的记忆, 认为自己在不断地轮回, 可是这里真的是轮回吗? 能做到这种诡异事情的东西, 确实像的神, 可神为什么要让众人一次一次地去死吗? 中烟之地的人类就算再厉害, 也没有人会释放出魔法, 那些叫做回响的能力看起来虽然让人惊奇, 可仔细思索之后, 明明是一个又一个的无用技能, 难道众人要靠这些能力是什么? 难怪这个地方有着非常惊人的腐烂味道,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尸体的数量只增不减, 这一切再一次超出了我的预料, 还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吗? 云瑶叹了口气, 露出笑容, 有朝一日, 这个世界会被我们的尸体填满的, 乔家静慢慢地把田田放到平地上, 从一旁拿起了一个生锈的铁锹, 开始漠不作声地挖土, 旗下和云瑶所探讨的内容太过深奥, 进入不了她的脑海, 她只知道田田很可怜, 她很冷, 不应该让她继续这么冷,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坑洞挖好了, 乔家静正要抱着田田放进去, 云瑶却把她叫住了, 等一下, 她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只唇彩, 俯下身子给田田仔仔细细地涂了上去, 面色惨白的田田看起来瞬间有了气色, 她思索了一会, 又拿出腮红, 轻轻地在田田的脸上扑了扑, 她说过她想走得漂亮一些, 云瑶欣慰地笑了一下,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不会有人笑话她, 更不会有人看不起她, 乔家静点点头, 把田田抱入了土坑中, 然后拿起铁锹, 将土扬了上去, 云瑶看着被土渐渐掩埋的田田, 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喜欢她, 从下一次开始, 田田将成为我的正牌女友, 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好她, 任何跟她做对的人都是我的敌人, 旗下和乔家静对视了一眼, 不知怎么回答, 云瑶明明是个姑娘, 却要找个女友,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旗下说道, 你假装自己喜欢很多人, 很多东西, 其实是为了寻找求而不得的契机, 是吧, 云瑶一愣, 她没想到自己竟会被旗下一眼看透, 但真心的喜欢和嘴上说的喜欢是不同的, 旗下摇摇头, 你似乎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状态里, 当一个人说他喜欢面前的所有东西时, 说明面前的东西他都不想要, 或许你是对的, 但这次不同, 云瑶摇摇摇头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 这个叫做甜甜的女孩子让我心里很难受, 她明明自己已经过得很不如意了, 却依然在为别人考虑, 现实世界中我保护不了她, 但在这里我会尽我所能, 可是她不会记得你, 旗下说道, 她会傻傻地再次醒来, 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再度寻死, 到时候你要怎么保护, 我的机会有很多次, 她总有一次会记得我的, 云瑶苦笑了一下说, 爱豆的恋情你别管, 爱豆的心思你也别猜, 乔家静默默地从一旁摘下一朵暗红色的野花, 放在了甜甜的坟墓上, 她的心也很痛, 想要保护的人没有保护到, 这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 她感觉自己的耳边总是听到奇怪的响声, 像个钟, 可是那钟声稍纵即逝, 总是听不完整, 第148章, 道德高手, 旗下用废墓板给甜甜简简单地做了一个墓碑, 刻上了张丽娟三个字, 我们回去吧, 三个人表情复杂地来到校园中, 发现张山正在四处张望, 搞定了, 张山向旗下走来, 你们又有队友回来了, 看起来受了一顿折磨呢, 快去安慰一下吧, 好, 旗下点了点头, 他正要走, 忽然感觉不太对, 又有人回来了, 哪里还有人, 甜甜, 乔家静跟自己在一起, 灵晴跟韩一墨之前就回来了, 李警官和张律师留在了人龙的场地, 还有谁, 不会吧,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两个人都回来了, 是啊, 看起来遭了不少罪, 但也把人兔的面具拿回来了, 张山点头说道, 总算是没有白白受苦吧, 他骂得开什么玩笑, 旗下推开张山, 快步走进教学楼, 乔家静和云瑶也紧随其后, 三人来到了旗下队伍所居住的教室中, 只见赵医生正在劝萧然, 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 齐哥? 萧然一瞬间就看到了旗下, 赶忙把衣服脱了下来, 只留下了贴身衣物, 我正在换衣服, 你怎么进来了? 乔家静无奈地将头扭到一边, 旗下冷冷地看着萧然和赵医生, 心中有些疑惑,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萧然很明显被绑在了鱼缸中, 他的衣服都湿透了, 可他为什么会没事? 这两个人居然能够破解人兔的游戏, 并且毒死了对方, 难道有人在说谎? 你们, 没事? 旗下问, 齐哥, 你担心我呀? 萧然穿着贴身衣物走到旗下身旁, 伸手挽住了他, 不断地用身体蹭着旗下的手臂, 怎么会没事呢? 刚才我差点就吓死了, 那你为什么没死? 旗下冷冷地问道, 嗨, 你还说呢? 萧然堵起嘴巴, 刚刚赵医生死活都不救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吗? 赵医生干笑几声, 我被靠住了, 动都动不了, 齐哥, 那个人兔设计的游戏真的好弱呀, 萧然开始摆弄自己湿漉漉的头发, 他用一个巨大的鱼缸把我困住, 可是鱼缸的粘合并不牢靠, 当水要满出来的时候, 鱼缸的其中一面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而被水压抖, 我也就得救了, 是啊, 赵医生点点头, 鱼缸的一面倒了, 萧然就可以把钥匙用脚踢出来, 我解开手铐, 接着就能救他了, 伸, 旗下慢慢地瞪大了眼睛, 心中有一万句脏话都没有说出口, 原来人兔游戏的破局关键, 见死不救, 妈的, 旗下咬着牙按骂一声, 凭什么? 这他骂的是凭什么? 这个游戏专杀好人? 李警官之所以会死, 正是因为他迫切地想要救下张辰泽, 假如他的心再狠一点, 一直等到水流灌满鱼缸, 两个人就都会得救了, 可是谁又敢赌? 就算自己会赌, 李警官也肯定不会, 按照旗下对李警官的了解, 若是有人在他面前遇到危险, 无论是刀山火海, 他一定要去救, 人兔毕竟是人啊, 他的游戏应该非常简单, 正如他自己所说,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逃脱游戏, 简单到根本不需要逃脱, 真是好人不偿命, 王八活千年, 旗下低声说道, 什么? 小冉感觉自己好像听错了, 岂哥你说什么呢? 滚! 旗下来到一旁缓缓坐下, 表情懊恼不已, 是啊, 若是李警官和田田不想救人的话, 他们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可是这样的世界观真的对吗? 到最后几天的时候, 这里都会留下什么怪物? 难道好人就理所应当的在前期被淘汰, 只留下一群人渣来见证中烟吗? 萧冉明显有点生气了, 他来到旗下面前, 开口说道, 齐哥,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你说谁是王八?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冷眼看向萧冉, 他现在的心情非常差, 这个女人难道要在这里找麻烦吗? 你没听清楚吗? 旗下说道, 先起你的耳朵给我听好了, 我说你王八活千年, 你有病是吧? 萧冉怒笑了一下, 双手环抱起来, 我整天给你好脸,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旗下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 表情格外阴朗, 喂, 骗人仔, 乔家静感觉不太对, 胆忙走上来,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虽然他很讨厌, 可是打女人的话, 还有你? 萧冉指着乔家静恶狠狠地说, 整天闻个花壁晃晃悠悠, 后背还闻着恶心人的字,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乔家静一愣, 慢慢回过头来, 他忽然忘记不能打女人到底是谁说的了, 萧冉嘴角微微一扬, 我可是听说了啊, 那个出来卖的死了, 出来卖的, 旗下和乔家静瞬间握紧了拳头, 萧冉冷笑着说道, 能叫你一声气歌我真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你带着这么多人出去, 不仅没毒死生效, 还死了的贱祸, 所以, 你连我都不如, 到底在叫什么? 赵医生见状赶忙上前打圆场, 哎呀, 萧冉, 算了算了, 大家都不容易, 不容易个屁, 怎么, 你们两个人之前都威风去哪里了? 萧冉往前走了一步, 气势汹汹地说道, 就知道欺负我这个弱女子是吧, 让我猜猜, 你们的游戏一到关键时刻, 两个男人就推那个贱货上前挡枪, 对不对? 萧冉, 你少说两句吧, 赵医生也明显感觉不太对, 怎么了? 萧冉仰起头来瞪着双眼, 多大的本事啊, 要打女人? 来呀, 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看看, 旗下打女人了, 大伙快来看啊, 旗下气得浑身发抖, 他可没有乔家静那般道义, 他现在就想让这个女人彻底闭嘴, 萧冉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凭什么这么说甜甜? 萧冉见到旗下无动于衷, 气焰更加嚣张, 自己没有本事, 气拳撒在女人身上了, 你找死啊, 正当旗下要上前撕烂萧冉的嘴时, 旁边一个高挑的身影瞬间冲了上去, 他拉住萧冉的头发, 将她狠狠地摔倒在地, 紧接着她迈开自己的长腿, 直接骑在了萧冉身上, 轮圆了自己的手臂, 给了她一个狠狠的巴掌, 萧冉还未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却看到眼前的女人巴掌连环披下, 恶狠狠地抽向她, 第149章, 病除, 啊, 你干什么? 萧冉惊叫出声, 可是那个高挑的身影并不打算放过她, 她一连抽了几十个巴掌, 才终于缓缓停下来, 旗下和乔家竟不打女人, 我打, 云瑶喘着粗气说道, 你还有什么意见? 你他妈的, 萧冉咬着牙想要推开云瑶, 却又被云瑶抓住了手臂, 又赏了三个巴掌, 你在讲啊, 云瑶吼道, 你再说甜甜试试看啊, 萧冉被打得脸颊通红, 看起来既生气又痛苦, 赵海伯, 他大叫道, 有人打我了, 你看不见吗? 刚才白让你摸的吗? 赵医生此时才终于反应过来, 赶忙走上前要拉住云瑶, 在他马上就要触碰到云瑶的时候, 两只强而有力的手按住了他, 只见旗下和乔家竟一左一右, 挡在了他的身前, 赵医生, 旗下叫道, 女孩子的事情让女孩子自己解决吧, 我们别插手, 是啊是啊赵医生, 乔家竟笑了笑, 单挑的时候不要干扰, 赵医生的脸上阴晴不定, 可是你们, 或者你要和我单挑吗? 乔家竟笑着问, 我现在有档期, 可以接, 我, 赵医生为难地看了看乔家竟, 又看了看地上的萧冉,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只见云瑶又甩了十多个巴掌, 打得萧冉毫无还手之力, 姐, 别打了, 别打了, 萧冉哭嚎着叫道, 你男人牛逼, 你男人牛逼行了吧, 啪, 这句话不对, 再说, 云瑶生气地说道, 你牛逼, 你最牛逼, 啪, 再说, 萧冉彻底猛了, 姐, 你要我说什么, 啪, 说, 啪, 对不起, 对不起, 萧冉哀嚎着大叫, 我不该这样说她的,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云瑶果然没在打了, 萧冉也松了口气, 说十遍, 云瑶说, 啊, 啪, 我叫你说十遍啊, 在云瑶的友好协商之下, 萧冉生生地道歉了十次, 你给我记好, 在这里说话当心一些, 有人质得了你, 云瑶又狠狠地揪了揪萧冉的头发, 算是警告, 最后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她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双手也通红了, 偶像女, 你没事吧, 乔家敬问, 我没事, 就是手有点疼, 哦, 那我带你去冷敷一下, 旗下扬了一下眉头说道, 肿了可就不好了, 是的, 乔家敬连忙点头, 二人扶着云瑶出了屋子, 赵医生一脸尴尬地从地上扶起萧冉, 不知该说什么好, 萧冉的一双眼睛都要瞪出血来, 妈的, 她算个什么东西, 她咬了咬牙, 发现嘴里全都是血, 她往地上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 念念有词地说道, 我一定要杀了你, 旗下用瓶装水打湿了一条毛巾, 给云瑶慢慢地包在了手上, 那个萧冉真的太可恶了, 云瑶完全没在意手上的红肿, 仍然生着气说道,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 我真的气死了, 同样都是女生, 她说的话, 我一句都理解不了, 旗下点点头, 你要挽出手一秒, 打她的就是我了, 算了吧, 云瑶叹了口气, 你要是打了她, 那女人肯定闹得沸沸扬扬, 一边败坏你的名声, 一边装成弱者, 这就是癞蛤蟆跳到脚上, 她不咬人, 恶心人, 无所谓, 我不在意名声, 旗下摇摇头, 又给云瑶的毛巾上倒了一些水, 那也不行, 云瑶说道, 真的遇到这种事, 听众只会认为弱者有理, 我曾经历过一次,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我把她痛打一顿最好了, 旗下点点头, 但话锋一转说道, 我猜那个, 萧冉不会善罢甘休的, 以后不要跟她组成一对, 小心她背后下黑手, 云瑶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我会注意的, 三人在洗手间附近正聊着天, 迎面忽然走来了一个大神, 旗下对这个大神有印象, 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佛牌和一个耶稣像, 今天手腕上又多了一串珠子, 同意, 云瑶站起身来, 开心地笑了一下, 有事吗? 小云啊, 被称作同意的女人慈祥地点点头, 我听说这次有很多人都没能保留记忆, 所以我准备继续开课了, 你要来听吗? 啊, 云瑶露出了一脸为难的表情, 要不我就不去了吧, 我有记忆的, 旗下和乔家近不解地看了看云瑶和大神, 开课? 同意见到旗下感兴趣, 赶忙上前来拉住了旗下的手, 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小伙子你看起来很虔诚, 要不要一起来听一听我的课? 我虔诚? 旗下无奈地苦笑一下, 大神您看人不太准, 我长这么大没有信过神, 同意的脸上依然露出笑容, 说道, 可是小伙子, 若这世界没有神, 这个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这, 大神简短的问题问住了旗下, 他又转头看向乔家近, 从上到下打量了对方一番, 说道, 小伙子, 看起来你也不信什么? 大神, 您看人确实不太准, 乔家近单大地说, 我拜了十多年的官二爷, 好吗? 无所谓的吗? 大神摇摇头, 今天下午我在北边的教室上课, 会给大家讲解中烟之地的由来, 以及回想的原理, 你们有空的话都可以来的吗? 什么? 旗下一愣, 大神明知道中烟之地的由来和回想的原理, 说完他就看了看云瑶, 可云瑶露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 是的, 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同一点头说道, 我佛向来慈悲, 会让我们明白圣母的一切旨意, 旗下感觉眼前的大神信的东西有点多,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了上帝, 我佛, 真主, 圣母, 这世上的主流宗教都快被他信完了, 要不然我也, 旗下刚想拒绝, 大神却一把拉住了他, 小伙子, 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必须要病出心中的余念啊, 第150章, 母神, 余念, 你还有余念吧, 大神笑着问道, 你这样如何才能得到回想, 我, 为什么要病出我的余念, 旗下的眼神瞬间冰冷下来, 你到底什么意思, 小伙子, 来听我的课吧, 大神笑着说道, 我会将众人的一问一一解答的, 说完, 大神一只手合十, 一只手在胸前画了十字, 跟众人告别离去了, 云瑶无奈的摇摇头, 对旗下说道, 我建议你别去, 怎么, 同意的理论天马行空, 他的课会把你讲疯的, 旗下本就是无神论, 自然不想去, 可病出余念这四个字, 犹如一声炸雷, 掉在了他的心间, 我们今天下午还需要参与游戏吗, 旗下问, 倒是不需要, 云瑶说, 你们俩的实力我已经完全认可了, 接下来就是自由时间, 你们可以去探查游戏, 制定攻略, 有空的话去赚点道, 毕竟天堂口后期的食物和水势, 需要用到来换取的, 好, 我知道了, 旗下点点头, 既然没有别的安排, 那我下午就去见一见这个大神, 告别了云瑶, 乔家竟和旗下回到教室中, 简单地吃了点罐头, 萧染和赵医生已经不在这里了, 只留下了林晴跟韩一墨, 二人正在聊天, 四个人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旗下, 你们今天怎么样, 林晴问道, 非常不好, 旗下摇摇头, 田田, 李警官, 张律师都死在游戏中了, 啊, 韩一墨一愣, 李警官和张律师也死了, 不, 不是吧, 旗下感觉不太妙, 韩一墨, 你别太担心, 他们会回来的, 韩一墨沉重地点了点头, 说得也对, 但我还是有些难过,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今天下午, 你们跟我去个地方吧, 下午大约一点多的时候, 旗下, 乔家竞, 林晴, 韩一墨四个人来到了北边的教室中, 让旗下未曾想到的是, 这里居然已经坐着十多个人了, 他还在人群中见到了老吕和张杉, 几人微微点头行李, 并未过多交谈, 四个人找到一个角落中坐下, 静静地等待着, 旗下发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纸笔, 在这里听课, 难道还要做笔记吗? 没一会儿的功夫, 同一打开门进来, 人还是不少的嘛, 他慈祥地笑了一下, 将一个茶杯放在了讲台上, 然后回头擦起了黑板, 他举手投足之间, 真的很像的老师, 旗下和乔家竞面面相去, 感觉这好像是个很正式的课程,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童禅, 你们可以叫我童一或者童老师, 童一慈祥地还示了一下房间内的众人, 然后说道, 在座的很多人, 其实都和我是生死之交, 但是你们都忘了, 今天我的课程会让你们明白这个世界的一切, 好, 老吕起立鼓掌, 大家给童老师一点鼓励好不好, 众人疑惑地看了看老吕, 随即嬉戏拉拉地拍了两下手, 老吕, 别捣乱, 坐下, 童一挥了挥手说道, 他再次还示众人, 然后说道, 今天上午我们损失了五个同伴, 首先请大家和我一起悼念, 说完他就将两只手握在一起, 放在自己的下巴前, 缓缓念着, 慈爱的母神,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 乃不是为了五个失去的灵魂而悲伤, 而是为了五个将要进入您的国的灵魂而高兴, 他念完之后, 抬起头对众人说,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十多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有气无力地跟着他念出了声, 虽然我们心中万分悲痛, 但那只是因为想念与不舍, 慈爱的母神, 愿他们与您同在, 他们都是您属灵的孩子, 一生都在您的看护之下, 再次我们感谢您, 也希望您宽恕他们五人所犯的罪, 愿您让他们的灵魂在您的国得以安息, 慈爱的母神, 愿您因信仰赐福于他们, 愿您因虔诚赐福于他们的后代, 愿他们所追求的信仰被他们的后代所传承, 直到您的国降临, 旗下的脸色慢慢冷峻下来, 我有点受不了了, 怎么了? 乔家静扭头问道, 这大婶说得多好啊, 跟演戏一样, 这大婶觉得有东西在保佑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些诡异的经历吗? 旗下冷笑一声, 若是保佑我们的东西, 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个母神, 我真是庆幸自己从来不信神, 灵情在一旁听得也直皱眉, 还有个奇怪的地方, 旗下和乔家静同时看向他, 这一段话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基督教的道词, 灵情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可如果真是基督教, 应该向天父祷告, 而不是慈爱的母, 所以他根本分不清玛利亚跟耶和华, 旗下说道, 这是怪我, 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咱们走吧, 还不等几人站起身, 同意忽然慷慨激昂起来, 伟大的创世母神,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祷告吧, 众人听后鸦雀无声, 创世母神, 旗下略微一愣, 他并未听过这个神, 开天的是盘古, 早人的是女娲, 难道创世母神指的就是女娲?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扭头问韩一默, 你是写小说的, 听过女娲的某个名号叫做创世母神吗? 没, 韩一默摇摇头, 这不像是咱们的传统称呼, 就算叫神母也比母神正规一些, 在场的众人都有些如坐针毡, 看来不止旗下自己想走, 人群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开口问道, 大姐, 先别拜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童一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然后回过身, 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神字, 神? 众人念出了声, 不错, 童一点点头, 能够建造中烟之地的必定是个神, 他就是母神, 在座的各位听到这个解释都沉默了半天, 大姐, 中年男人摇摇头说道, 这就是你的课程, 你想告诉我们这个地方都是神话故事, 我只是个领路人, 童一依然保持着儒雅的微笑, 母神的启示并不是凡人所能领悟的, 所以你们有疑问也很正常,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那个什么神把我们带来这里的? 一旁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问道, 你曾见过他吗? 当然没有, 童一摇摇头, 母神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 但他无处不在, 我能感受到他。 第151章, 想见你, 越说越离谱了, 中年男人没好气地说道, 大姐, 我们是相信你才跟着过来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扯这些东西呢? 孩子, 你还是误不到, 童一摇了摇头, 但是没关系, 母神会谅解你的, 他伸出自己的手, 做出拥抱的姿势, 中正, 母神会谅解你的罪。 你, 中年皱了皱眉头, 但表情依然将性将疑, 这里的人口口声声说, 他们曾经见过, 所以对方知道他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为什么神要我们死呢? 清秀的年轻人问道, 孩子, 你错了。 童一摇摇头, 仔细想想吧, 神并没有让我们死, 只是我们自己本就该死。 我们该死? 众人还是不理解, 你们一定记得, 自己来这里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死了。 童一仰起头说道, 我们本就该死的, 但是母神让我们复活了, 他不是在杀戮我们, 而是在孕育我们, 无论我们死去几次, 都一定会以崭新的姿态活下来。 是母神赐予了我们另一种生命啊。 旗下只感觉后背有些发寒, 这是什么鬼逻辑? 如果真有这个母神, 那他为什么要让众人在这里, 而不是现实中复活? 复活之后, 为什么又要让他的子民再去死亡? 这简直就是邪教。 旗下深叹一口气, 能活着来到天堂口的人都不是傻子, 估计没有几个人会信他的。 正如旗下预料的一样, 在座的众人没有任何人搭话, 大家的表情都不太自然。 他们不仅怀疑童姨, 甚至开始怀疑天堂口这个组织。 此时一个黑兽的女生举手问道, 那我们死后, 为什么不去阴曹地府, 反而来到了这里? 那正是因为我们有罪。 童姨解释道, 虽然我不了解你们所有人的过去, 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有罪, 我们都是来赎罪的。 听到这句话, 有的人慢慢皱起眉头, 你是说我们犯了法? 叫做中正的中年男人问道, 不, 童姨摇摇头, 你的人生有罪, 不代表你一定做了犯法的事情, 但归根结底, 我们所犯的都是要下地狱的罪。 挑拨离间是罪, 以鹅传鹅是罪, 抛弃所爱是罪, 甚至连糟蹋粮食都是罪。 这个大婶说的, 我好像有所耳闻, 韩一墨此时小声对旗下说道, 我在写书的时候曾经查过资料, 十八层地狱中有很多层 都是为了承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建立的。 他刚才提到的糟蹋粮食, 挑拨离间, 以鹅传鹅都在其中。 是吗? 旗下疑惑地看了看韩一墨, 这个知识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可是地狱不是佛教用语吗? 黑兽女生继续问道, 阿姨您身上带着这么多东西, 到底是什么信仰? 母神是哪个宗教的? 孩子, 母神怎么可能是某一个宗教里的人物? 童姨耐心地解释道, 她即是一切啊, 我身上带着所有的东西, 所建立的一切信仰, 才能尽力地去理解母神的想法。 可是阿姨, 这世上没有一个宗教是神建立的, 建立宗教的都是人, 这都是有历史可查的。 黑兽女生不客气地说道, 您如果愿意去查资料的话, 甚至可以洞悉一个宗教的整个发展史, 到时候您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孩子, 你总会懂得。 童姨继续笑着说, 若你只相信这世上的一个宗教, 那你总会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 可若你追随母神的脚步, 这世上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林秦此时用胳膊轻轻地捅了捅旗下, 问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是指哪方面? 旗下有些疑惑, 因为这个大婶的奇怪之处特别多。 我是说, 为什么楚天秋会把他拉进天堂口? 林秦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不是说这里都是厉害人物吗? 旗下听后眉头一皱, 林秦说得对, 这个大婶到底哪里有过人之处? 难道, 楚天秋认同他说的话吗? 大, 一声巨大的钟声在远处响起, 旗下微微地眨了眨眼, 但还是回过神来看向大神。 现在他所认识的人都未曾参与游戏, 这个回想者八成不是自己人。 下面是本堂课的第二个课题, 何为回想? 童一微笑着看向众人, 在座的众人只能耐着性子, 姑且听听这第二个课题是什么内容。 童一先是简单地介绍了钟声响起的时机, 这跟旗下所知道的内容相差无几。 唯一的区别是, 童一声称屏幕上写的我, 即是母神。 我听到了回想, 即是母神听到了回想, 不得不说他的解释目前找不到破绽。 当我们感受到回想时, 就可以暂时借用母神的力量, 他会赐予我们无限可能。 童一见到众人并不相信自己, 于是说道, 你们面前都有纸笔, 现在请随意写下一句话, 我会向你们证明母神的存在。 说完这句话, 他便背过身去, 面朝黑板。 众人窃窃私语了一会儿, 还是将信将疑地在纸上写上了文字。 旗下四人的面前也有一张纸, 众人看了看, 将这张纸递给了旗下, 看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话想说。 旗下的脸上露出一丝悲伤, 结果笔来思索良久, 默默写下了, 安,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 你们可以向我随意提问。 童一笑着说, 我会知道你们所有人纸上写的内容。 扯淡。 旗下第一个举起了手, 问道, 大婶, 我写了什么? 童一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你写的内容无非是心中重要之人, 若我没猜错的话, 是安, 我好想见你。 哼, 旗下冷笑一声, 意思差不多, 但内容不太准确, 你的回想可能还需要磨练一下。 旗下将桌面上的纸拿起来, 刚要给众人展示的时候, 却如原地炸雷一般, 忽然瞪大了眼睛。 那纸上分明写着, 安, 我好想见你。 这五个字, 确实是旗下自己的字迹, 莫都没干。 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刚才记错了? 骗人仔, 你做什么? 乔家静不解地问道, 大婶不是猜对了吗? 你,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刚才写的是什么吗? 旗下瞪着眼睛问, 你刚才写的就是这句话? 三个人同时露出疑惑的表情。 第152章, 何为回想? 不是, 旗下感觉情况有点怪, 你们说我刚才写的就是这个? 你没事吧? 旗下, 你看起来好像很累。 灵情说道, 人要学会疏解自己的压力, 否则会承受不住的。 你以为我疯了? 旗下皱起眉头, 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纸, 他知道自己很清醒, 绝不可能在这里疯掉。 刚才的钟声一定是童一发动了能力, 他有可能篡改了自己写下的内容。 他的能力或许和姜若雪的因果能力差不多, 无论童一说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都会无条件成为旗下写下的内容。 这个能力的可怕之处在于其他人根本发现不了端倪, 仿佛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段文字本来就该是这样。 唯有写下文字的本人才有可能知晓内容发生了变化。 童一微微一笑, 说道, 原理稍后揭晓, 还有其他人需要猜吗? 在场又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举起了手, 童一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很明显他的答案与众人记忆中的不同, 但却与纸片上的内容相同, 这让众人不禁怯怯私语了起来。 直到完全没有人举手, 童一才转过身扫视了一眼众人, 然后盯着旗下淡淡地开口问道, 小伙子,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虽然旗下知道哈德的答案是错的, 但如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对, 旗下点点头, 可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是对的? 童一听后, 微微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很巧妙, 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他转身在黑板上又写下一个字, 是姓。 其实能够听到回响的人非常多, 但是能够完全操控回响的人非常少。 童一轻轻地敲了敲黑板上的字, 说到关键点就在于姓。 众人听后还是不太明白。 旗下只知道云瑶曾说过, 回响是一种信念。 难道这句话来自童一吗? 回响的能力来自母神, 他将能力赐予我们, 以求我们在危难之地得以自保。 可却有几个人真的感恩母神。 那些回响者们使用着自己的能力, 却未能表现出他们的虔诚。 听到这句话, 旗下知道自己的推断还是有点乐观了。 这个大婶所写的信是信仰。 童一继续说道, 我所见过的回响者中, 没有任何人发动回响的成功率高于我, 归根结底, 是因为我相信母神一定会忽悠我, 毕竟我是他最虔诚的孩子。 按照这个说法, 旗下感觉童一发动回响的成功率确实很高。 当时的姜若雪仅仅发动了两次因果能力, 便说自己运气太好了。 可在看童一, 他一连说出了七八个人纸片上的内容, 却未曾遭到一次反驳, 说明他每一次都成功了。 信, 旗下默默地思索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一丝飘渺的线索。 相信母神, 片刻之后, 旗下慢慢地张大了眼睛。 没错, 原来这才是童一出现在天堂口的原因, 他的理论非常重要, 自己有些先入为主了, 刚刚居然一直没有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大婶, 旗下再次举起了手, 一脸认真的问道, 你是说, 想要成功地发动回响, 我们必须相信这一次回响一定能成功。 是, 你确实是个聪明的孩子。 童一笑着说, 你要从心底里完全相信母神赐给你的力量, 才有可能亏得端倪。 这样说来的话, 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如果, 旗下继续验证着自己的想法, 我的回响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摞钞票, 按照您的理论应该如何实施? 很简单, 那就是你的潜意识认为, 你的口袋里真的有这样一摞钞票, 不可以有任何的怀疑和顾虑, 这样你就可以借用母神的力量, 从口袋中掏出钞票。 原来如此, 旗下有些迷茫的低下头, 一直喃喃自语地说道, 火车根本不会开进城市里, 天空也不可能下起雨时雨。 韩一墨是安全的, 因为那些匪夷所思的灾难在现实中不会发生, 他的潜意识里不可能相信这些灾难的来临。 就算他始终是招灾, 可招来的依然是力所能及的灾难。 房间中的鱼叉乱窜, 所以他相信自己会被贯穿, 这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可漆黑剑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为什么韩一墨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漆黑剑呢? 恐怕只有一个答案了。 这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推进故事, 他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一把剑, 他尽可能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故事的讲述者, 而不是故事的编造者。 若是一个作家, 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是真的, 读者又怎么可能相信? 所以他在那个漆黑的黎明凭空凝聚了漆黑剑, 而这把剑也跟他想象中一样分毫不差地刺死了他。 而李警官的行为也同样得到了解释, 在他第一次掏出打火机和烟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接近昏迷, 那时的他可能连自己身处和方都不知道, 所以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口袋中, 应该始终带着打火机和烟。 这也证明了他为什么只有在死前最后关头才掏出了一颗刀。 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只有三颗刀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掏出第四颗。 可当他要放弃时, 要死亡时, 竟然忘记了自己将其中一颗交给了旗下。 所以第四颗出现了。 而童一之所以能够以极高的概率发动回响,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对潜意识控制得当, 而是他完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母神, 一切都是母神的力量。 他认为自己只要虔诚地向母神参拜, 便会百分之百地成功借用这个力量。 他的巧合使他成为了强大的回响者。 这太合理了,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简直是回响最完美的解释了, 他不是超能力, 确实是一种信念, 他是潜在的, 他是持续的。 灵晴等人见到旗下正在沉思, 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灵晴, 旗下忽然扭过头来看着灵晴,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忙。 第153章, 杂念, 我想要控制潜意识。 旗下低声说道, 我需要让韩一默不要去想某些东西。 灵晴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旗下, 你闭上眼睛, 我和你做个试验。 好, 旗下点点头, 闭上了眼睛。 旗下, 请你不要去想象一只黑色的猫。 灵晴说道, 旗下听后, 闭着眼默默皱起了眉头。 现在, 请你不要想象那只黑色的猫正在看你, 也不要去想象它有一双棕色的, 漂亮的瞳孔。 旗下沉默着, 现在, 请你不要想象那只黑色的猫正慢慢地朝你走来。 我, 旗下的眉头慢慢地松开了, 静静地听灵晴讲述着, 也绝对不要想象那只黑猫蹭了蹭你的腿, 似乎是饿了。 你没有意识到那只黑猫的毛发非常柔软, 你也不知道它其实很喜欢你。 见到旗下的表情已经完全平淡了下来, 灵晴缓缓地开口问道, 那么旗下, 你四下看看, 你现在站在哪里? 旗下听后微微一皱眉, 他四下一看, 自己竟然站在家里。 你如果很累的话, 可以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灵晴说, 旗下慢慢地转过身, 发现身后有一张床, 可他从来不在床上睡觉。 他愣了愣, 瞬间睁开了眼睛, 那脸上的平淡表情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和绝望。 灵晴, 你在催眠我, 也不算催眠, 只是个精神放松。 灵晴笑着点点头, 旗下, 你看起来非常累, 内心也非常压抑, 这样你会撑不住的。 没必要, 旗下摇摇头, 灵晴点点头, 其实我已经给你举了一个例子了。 例子? 灵晴点点头? 你发现了吗? 人类是听不懂否定词的。 正如灵晴所说, 在他一直劝告自己 不要去想某些事情的时候, 旗下的脑海中 会把它塑造得格外清晰。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现象, 人们很乐意 用你别做某件事来劝说他人。 比如你别太累了 你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在别人耳中就会变成 你很累你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劝说效果会适得其反。 旗下听后点点头, 一脸惆怅地说, 所以我们无法干涉别人的思想吗? 说实话, 我们连自己的思想都控制不了, 又怎么干涉别人呢? 问题确实很棘手, 韩一默这条路很难突破, 关键点可能还在李警官身上。 旗下只能又问道, 那假如我想让一个人的潜意识 相信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可以做到吗? 灵晴听后眨了眨眼睛, 问道,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大神所说的回想者? 是的, 旗下点点头, 李警官, 他是那个能掏出钞票的人。 灵晴又问, 差不多, 那也很难办。 灵晴说道, 人之所以被称为人, 是因为我们都有基本的认知能力, 况且, 一般人在不确定自己口袋中 是否贷了现金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是我口袋中可能有钞票, 而不是我口袋中一定有一摊钞票。 按照大神的说法, 第一个情况是会失败的。 旗下点点头,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影响它吗? 有两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灵晴说道, 第一是长期的洗脑, 类似于催眠, 虽然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但也会让对方永远认为 自己的口袋里装着钞票, 但这也有弊端, 那就是可能会影响对方正常的逻辑思维。 他会认为自己的口袋里, 除了钞票之外, 不可能存在其他的东西。 旗下再次点了点头, 第二呢? 第二就是, 灵晴为难地咽了下口水, 说道, 让这个人彻底失去正常的认知能力, 陷入神志不清或者思维混乱的状态, 这样他会永远相信自己, 也就是变成一个疯子。 旗下问道, 没错, 灵晴点点头, 你会发现这世上凡是被称作疯子的人都很纯粹, 包括精神病人也一样, 他们的信念感极强, 会对某些奇怪的东西深信不疑。 若是这样看来, 急到的人不正是一群疯子吗? 他们发动回响的概率很高, 正是因为他们疯得足够纯粹。 而眼前的童仪, 他深信着母神, 看起来也不太正常。 可是灵晴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灵晴你, 旗下有话想说, 但思考了一会, 还是没有说出口。 有些话不方便当中讲, 或许当二人独处的时候再说, 会更好。 当几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童仪已经结束了对于回响概念的阐述, 开始讲起了回响的契机。 按照他的说法, 回响通常只有在起初阶段需要借助契机, 当一个人多次感受到回响之后, 说明他完全获得了母神的青睐, 届时可以主动发出回响, 从而获得无上的能力。 当然, 也有些人的回响太过特殊, 他们始终都要借助契机, 那回响要怎么关闭? 旗下举手问道, 关闭? 童仪盯着旗下看了看, 为什么要关闭? 这世上有谁会主动放弃母神的赏赐? 有可能你的母神给的不是赏赐, 而是诅咒。 旗下说, 总会有人想要关闭自己的回响的。 孩子, 你可以把回响理解成一种声波, 在它覆盖到你的时候, 你才可以听得到它, 但是声波是会散去的。 旗下听后顿了顿, 问道, 你是说回响都是暂时性的? 童仪点点头, 我们从来不需要主动关闭回响, 只需要等待它慢慢散去。 旗下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寒一墨, 他已经回响了整整一天, 那么, 他的回响会持续多久? 会不会是十天? 接下来, 童仪又开始宣扬起了母神的伟大。 由于他展示出来的回响太过诡异, 又有好几个人信服了他的话。 不知为何, 旗下在童仪的宣扬中感受到了更深的绝望。 当一个世界只能祈祷神来拯救自己的时候, 便证明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办法。 他们真的能够从这里逃出去吗? 自己真的能问这里的神要回于念安, 然后再次拥抱他吗? 我才刚要给他更好的生活。 旗下的眼神落寞起来, 心中痛苦至极。 童仪继续对众人说道, 只要我们病出了心中的余念, 便一定能够得到母神的青睐, 最终获得母神的力量。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非常不舒服。 不由地开口问道, 大神, 一般都说病出杂念, 可你为何总要说病出余念? 孩子, 你不明白吗? 余念就是杂念啊。 童仪缓缓地说道。 第154章, 易怒的人。 你说什么? 旗下慢慢站起身来, 看起来非常不冷静。 不要跟我胡扯, 别人的余念才是杂念, 我的余念是我的一切。 喂, 骗人在你冷静点, 乔家竟伸手拉了拉旗下, 忽然之间这是怎么了? 灵晴也发现了这一点, 旗下很奇怪, 她的情绪并不稳定, 她的心理状态始终是痛苦的, 压抑的, 焦虑的。 我的妻子就叫余念安。 旗下对大婶说道, 这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她消失了。 童一听后略微思索了一下, 问道, 孩子, 消失是什么意思? 她存在的痕迹被抹除了。 旗下说道, 这个手段确实很像你说的那个变态母神, 如果你能感受到她, 能不能让我直接和她对话? 我有很多事想要跟她问个明白。 童一微微摇了摇头, 孩子, 虽然你的情况很可怜, 但连我都无法跟母神交谈, 又怎么帮你建立联系? 况且,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存在痕迹被抹除的情况。 什么? 旗下皱了皱眉。 一般来说, 回想者回到死亡之前的那一天, 是非常明显的神次, 他们可以带着母神的力量享受一天的神之体验, 可没想到你却感受到了痛苦。 童一意味深长地看了旗下一眼, 孩子, 你也有记忆, 说明也得到了神次。 那么抹除你妻子存在痕迹的, 会不会是你自己? 旗下刚要说什么, 却慢慢张大了眼睛。 这段话的信息量实在太大, 搞得旗下一时半会无法反应。 原来回想不只是中烟之地的专属能力吗? 他们甚至可以带着回想回到现实世界中度过一天, 可是这也无法解释余念安慰和消失不见。 就算我的回想真的是抹除一个人, 我又怎么可能抹除我的妻子? 我到现在都不能相信我的妻子消失了。 旗下咬着牙说道, 我绝不可能病出我的余念, 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同一抬起头来盯着旗下, 他的眼神格外深邃。 孩子, 你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妻子? 你…… 旗下瞬间愤怒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有没有妻子? 难道连我自己都分不清吗? 你凭什么说她不存在? 灵晴和乔家静赶忙站起身来将旗下拉住。 旗下? 你…… 灵晴始终有话说不出来。 她真的很奇怪。 正常人提到自己的妻子时, 大多是自豪的、 思念的、 向往的。 可很少有人会像旗下这般。 只要是提到余念安三个字, 几乎都会让她瞬间变得敏感, 脆弱、 易怒。 两个人将旗下拉着坐下, 发现她身上在微微发抖。 童一盯着旗下又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孩子, 去问问别人怎么样。 问别人? 旗下一愣。 当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问一问你和妻子的共同好友。 童一端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茶, 若他们也记得你的妻子, 便说明她的消失确实是被人做了手脚, 可能是母神, 也可能是回响。 可若他们不记得你的妻子, 那就只能说明。 别说了。 旗下打断道, 我自然会回去查清楚的。 话虽这样说, 可他却不记得自己和余念安有共同好友。 余念安, 有朋友吗? 不对, 旗下嘴唇微微动弹了一下, 一个更加诡异的念头开始盘旋在他的脑海。 有朋友吗? 童一无视了这个小插曲, 又向众人交代了几句母神的伟大, 随后宣布下课。 当众人缓缓离开教室的时候, 旗下依然坐在原地没有动。 旗下, 你没事吧? 灵晴轻轻地拍了拍他, 旗下回过头来, 没事, 只是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怕什么? 韩一默忽然插话道, 这不是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大神吗? 旗下叹了口气, 问道, 韩一默, 你真的相信那个大神所说的? 怎么说呢? 韩一默摸着下巴微微思索了一下, 旗下, 一般像我们这种处境, 我是说忽然降临到一个异世界一样的地方, 都会有前辈带路和指引的, 只要跟着前辈说的做, 最后应该会获得很好的结局。 我看那个大神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如果旗下猜得没错, 韩一默在试图用小说里的桥段解释现在的现象, 你上次死得早, 可能不知道, 旗下摇了摇头, 我们在中阴之地游荡四天, 没有任何指引者和带路者, 不仅是我们, 就连这里的生肖都一样, 他们也始终在摸索着前进, 大家都在一头雾水中以命相拼, 这才是我认为最可怕的地方。 啊, 韩一默稍微一顿, 随即又思索了起来,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 那会不会因为我才是主角? 什么? 上一次因为我没有出现, 所以你们也没有获得指引, 韩一默组织了一下语言, 试图让自己的观点更加易懂, 我是说这次主角出现了, 所以指引也随之而来了, 旗下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 他从来不知道作家的想法会这么诡异, 韩一默, 虽然我对这里的了解不多, 但我知道那个大神所说的东西, 有一大半都是假的, 我建议你不要跟随他的脚步, 否则会疯掉的, 说完他便缓缓地走出了教室,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天色已经傍晚, 第一天也要宣告结束, 好消息是, 旗下得知了许多上一次没有得到的情报, 距离那虚无缥缈的逃脱又更近了一步, 坏消息是一天之内痛失了三名队友, 田田, 李警官, 张律师, 四个人回到教室的时候, 赵医生正坐在里面吃罐头, 小染不知去了何方, 他见到旗下和乔家静, 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并未打招呼, 韩一默和林晴不明所以, 只能找地方坐了下来, 旗下跟乔家静给他们二人取了食物, 四个人围坐在一起, 没一会儿的功夫, 云瑶从门外进来, 他向里面打量了一下, 说道, 旗下, 虽然这么说有点冒昧, 但今晚有个迎新会, 你们要参加吗? 第155章, 迎新会,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问道, 迎新会? 是的, 云瑶点点头, 本来应该昨晚举办的, 可是昨晚我们开车去找小年了, 所以退市到了今天, 有这个必要吗? 林晴插话问道, 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队友, 这个迎新会听起来实在是太讽刺了, 我知道, 所以我才说有点冒昧, 云瑶苦笑了一下, 没关系, 那你们休息吧, 我再去问问别人, 还不等云瑶离开, 旗下又叫住了他, 这个迎新会主要是什么目的? 云瑶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主要是介绍大家相互认识, 方便后期的行动, 对了, 我们还会拿出啤酒招待大家, 听到这里, 乔家静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我丢, 听起来真的很重要啊, 我们一定得去, 韩依莫似乎没听明白, 哪里重要了, 迎新会啊, 写字在, 乔家静略显激动的抓着韩依莫的手说道, 听起来就很重要, 韩依莫疑惑的看了看旗下, 他还是不明白迎新会怎么了, 旗下无奈的叹了口气, 你以为乔也能有什么深远的打算, 他都快把想喝啤酒四个字写脸上了, 是啊, 乔家静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这四年来就喝过一次啤酒, 还是死之前喝的, 虽说旗下并不想参加这个迎新会, 但毕竟乔家静想来, 旗下知道他很少会这么有主见, 所以决定满足他的心愿, 四个人出发时, 韩依莫执意要拉上赵医生, 他说, 赵医生在上一次轮回的时候, 试图救他, 不但给他缝合了鱼叉的伤口, 还一直陪他聊天, 让他不要失去意识, 所以一定是个好人, 旗下不敢说赵医生是不是个好人, 但至少他是一名合格的医生, 在救人的时候, 展现出了非常专业的一面, 至于做人方面, 人都是复杂而多面的, 只能不予评判, 迎新会在学校的食堂举办, 众人将食堂中的所有的桌子堆到一起, 摆成了两个长桌, 长桌上点着不少蜡烛, 将这不大的食堂照得灯火通明, 许多罐头, 蓬化食品, 干果和饮料堆放在桌子上, 看起来颇为壮观, 不知道楚天秋到底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 五个人找了个位置缓缓坐下, 现场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 此时楚天秋、张山、云瑶站在众人的最前方, 正在跟来往的人一一打招呼, 看来正如小眼镜和金元勋描述的一样,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楚天秋找来的, 怎么一直没有看到那个萧老师, 灵晴问道, 他出去了吗? 旗下和乔家静同时扭头看向赵医生, 我不知道, 赵医生摇了摇头, 我也有一会儿没见到他了, 没了更好, 乔家静拿起桌子上的饮料看了看, 那个女仔都快烦死人了, 话虽这样说, 但旗下心中总有一股不安的感觉, 乔家静没在意, 只见他翻弄了一会儿桌面, 忽然面色严肃起来, 糟了, 我们被摆了一道, 啊? 坐在他身旁的韩一墨被他吓了一跳, 赶忙四处张望着, 怎么, 怎么回事, 谁摆了我们一道? 乔家静一脸认真地回过头来, 说道, 写字在, 这里没有酒啊, 我们被骗了, 看着乔家静的表情, 旗下恨不得揍他一顿, 面对黑熊的时候, 也不曾见他露出这副表情, 没有酒, 难道比黑熊还可怕吗? 我说, 你最好别吓唬韩一墨, 旗下劝说道, 他胆子小, 吓坏了可就麻烦了, 胆子小? 乔家静伸手搂住了韩一墨, 写字在, 有我和骗人仔在这里, 难道还会遇到对付不了的事? 韩一墨听后微笑一下, 被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 众人纷纷落座之后, 站在最前面的楚天秋开口了, 各位, 虽然我们都已经见过面了, 是整个天堂口的领路人, 说完他又向旁边一伸手, 这位是云瑶, 他是天堂口的副首领, 若我不在这里的话, 一切后勤, 安排任务等都由他做主, 众人健壮也向云瑶打了个招呼,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见过楚天秋,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见过云瑶, 他那人畜无害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笑容, 让众人见他第一面时便留下了好感, 而左边这位叫做张山, 楚天秋继续介绍到, 他也是天堂口的副首领, 主要负责带领众人参与游戏, 张山向众人点了点头, 大家没必要太压抑了, 楚天秋说, 这里是我们轮回不止的凄凉之地, 无论你们死掉几次, 都会被我带回天堂口, 你们永远都是这里的一份子, 所以, 你们可以抛开人世间的一切顾虑, 专注完成我们的目标, 说吧, 他扭头看了一眼张山, 给了他一个眼神, 张山心领神会的点点头, 从一旁的桌子底下搬出了两箱啤酒, 今天是迎新会, 我们会拿出大量的食物资源招待大家, 但从明天开始, 每个人都需要花费到来购买食物, 做不到的人可以随时退出天堂口, 这里不养闲人, 乔家竟此时默默举起了手, 怎么? 楚天秋看向他, 倒可以买酒吗? 可以, 楚天秋点点头, 但酒比一般食物贵, 那没关系, 乔家竟笑了笑, 我比一般人厉害, 很好, 楚天秋笑了一下, 从明天开始将由张山带队进行地级游戏, 高风险有高回报, 有想要参与游戏的可以联系他, 不过明天不建议新手参与, 只招收记忆保留者, 旗下记得上一轮的第二天, 也是由张山带队参与游戏, 他们与自己在地牛的游戏中碰面了, 张山将啤酒发到桌子上, 每人一瓶, 旗下和韩一默都不喝, 让给了乔家竞, 他看起来格外开心, 他用牙咬开瓶带之后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几口, 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可过一会儿便有些失落地说道, 常温的不好喝, 差不多得了, 旗下摇摇头, 这个地方去哪里给你找兵呢? 第156章, 漫步人生路, 酒确实是个好东西, 原本气氛有些沉默的迎新会, 在众人几瓶啤酒下渡之后, 气氛逐渐变得活络起来, 不少人开始拿着自己的酒瓶与其他人碰杯, 然后做着自我介绍,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众人将会成为一起赴死的战友, 乔家静, 旗下吃着花生问道, 你不得不出去的理由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乔家静看着远方热闹的人群, 缓缓地开口说道, 报恩吧, 或是报仇? 我也不清楚, 他猛喝了一口啤酒, 表情十分平淡, 平日里嬉皮笑脸的乔家静, 此时好像换了个人, 你呢? 韩一默? 旗下又看向韩一默, 我想完结我的小说, 韩一默回答道, 我只差最后一个章节, 就可以结束这段故事, 就算是要我死, 我也想完结了小说之后再去死, 那也太绝对了, 旗下摇摇头, 小说比你的命还重要, 那倒不是, 韩一默苦笑了一下, 谁会真的想死呢? 可是地震来了, 我定然是要死的, 可我为什么不直接发表那一章, 反而要自己核对一遍呢? 旗下听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韩一默说的并不是出去的理由, 反而更像死前的愿望, 此时, 一个黑瘦的女生, 和一个穿着西装的大叔, 拿着酒瓶肩并肩走了过来, 旗下记得这二人, 他们参加过同一的课程, 各位, 认识一下吧, 黑瘦女生笑着说道, 你们是来自一个房间的人吗? 是的, 林晴在一旁点点头, 你们也是吗? 嗯, 我叫李湘玲, 黑瘦女孩冲着林晴伸出了手, 林晴也伸出手, 二人简单地握在了一起, 接触的一瞬间, 林晴发现, 这个女孩的手掌有不少老姐, 我叫钟镇, 西装男人朝着几人点头, 旗下面带疑惑地看着二人, 然后问道, 你们其他队友都死了吗? 没有, 叫做李湘玲的姑娘摇了摇头, 我们存活了五个人, 但剩下的三人不想来到天堂口, 所以只有我和大叔过来了, 我叫乔家静, 乔家静拿起自己的酒瓶, 碰了钟镇的酒瓶一下, 叫我阿静就行, 好的兄弟, 二人和林晴, 乔家静, 韩一默交谈起来, 原来他们的队友是三个罪犯, 那三人从到达城市开始, 便一直在寻找防身用的匕首, 钟镇和李湘玲自知跟对方不是一路人, 本想单独行动, 却遇到了前来游说的张杉, 在短暂的沟通之后, 二人便决定来天堂口看看, 三个都是罪犯, 旗下皱了皱眉头, 是啊, 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是刑满释放的, 还有一个人是从监狱里来的, 李湘玲不由地露出一丝后怕, 感觉真是好吓人, 旗下自然知道对方说的这三人是谁, 可此时他却有了另一个疑问, 如果说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来赎罪的, 那么阿牧、光头、金毛三个人真的在反悔自己的行为吗? 就像童一所说, 来到这里的人全都有罪, 可旗下已经亲眼见到了许多人并无悔过之心, 对于阿牧他们三个来说, 这里不像是让他们赎罪的地方, 反而是让他们完全解放的地方, 云瑶此时走了过来, 见到旗下一直在吃花生, 不由得有些疑问, 旗下, 你怎么不喝酒? 因为我要保持清醒, 旗下说道, 你们喝吧, 何必那么嘞? 云瑶坐到了旗下身边, 给他打开了一瓶酒, 我们本来就身处一个必死的地方, 还有什么是需要处处小心的吗? 旗下感觉云瑶说的话不无道理, 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 还是算了, 我吃花生吧, 其说完他便继续包起了花生, 云瑶感觉旗下很奇怪, 他面前的花生壳都快堆成小山了, 这个人是有多么喜欢吃花生, 哼, 不喝算了, 云瑶一撇嘴, 扭头又看到了林晴, 小姐姐,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心理咨询师, 林晴微笑了一下回答道, 哇, 云瑶高兴地跟他碰了一下酒瓶, 我们团队以前也有专业的心理顾问哦, 团队? 林晴顿了顿, 那你是? 我们是少女偶像团体, 叫齐寺庙, 他笑了一下问道, 我们在2027年就已经出道了, 小姐姐, 你了解过吗? 我们的组合吗? 你是来自哪一年的? 听到这句话, 林晴面露一丝尴尬, 没, 没听过, 我的时间比较往后, 旗下无奈地摇摇头, 也替云瑶尴尬, 林晴来自2068年, 他追星的时候, 估计云瑶都要退休了, 可云瑶看起来毫不在意, 拉着林晴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 从生活起居到哲学思想, 也幸亏林晴肚子里有东西, 无论什么话题都能聊上几句,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天堂口的人拿来了几节电池, 交给云瑶, 他见状开心地转身离开, 来到一个老式收音机面前, 装上电池, 按下了播放键, 然后回过身来对在场的众人说道, 各位各位, 今天的迎新会, 我们招纳了几个之前没有见过的队友, 我很喜欢他们, 所以心情特别好, 准备给大家演唱一首歌, 众人听后赶忙热情的鼓子掌, 乔家静, 韩一墨, 钟镇, 李湘玲, 赵医生, 纷纷凑上前去, 找了个位置极好的座位坐下了, 随着收音机里老旧的旋律传出, 云瑶也非常大方地跟着唱了起来, 他长相甜美, 台风也很好, 不太像是偶像团体, 反而像是专业的歌手, 收音机放出来的歌声耳熟能详, 在场的很多人都会唱, 这场演出从云瑶的独唱, 慢慢地变成了大合唱, 其中, 乔家静唱的最起劲, 在你身边路虽远, 未疲倦, 伴你慢行, 一段接一段, 越过高峰, 另一峰却又见, 目标推远, 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这是邓丽君在1984年发行的漫步人生路, 不知为何, 放在这里总感觉很应景, 看着远处高唱的众人, 自己身在何方, 这首歌看起来只有他跟林晴不会唱, 二人坐在角落中仿佛被这个世界孤立了, 旗下, 林晴叫道,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旗下包花生的手停了一下, 随后若无其事地问道, 说什么, 我是在中烟之地游荡的疾道者, 我的目的是肃清整个天堂口, 林晴开心地一笑, 望着远处的众人喝了一口啤酒, 愿将欢笑声代言苦痛那一面, 杯也好, 洗也好, 每天找到新发现, 远处, 众人依旧大声地唱着歌, 洋溢着开心的气氛, 第157章, 队伍中的疾道, 旗下包花生的手没停, 他将一颗花生上的红色薄皮用手指搓下来, 然后吹了口气, 扔到了嘴中, 肃清这里,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他问, 因为我不想那么快暴露, 林晴牧视前方又喝了一口酒, 我不要听这个答案, 旗下低着头, 看着手中的花生说道, 我要听真话, 因为我想邀请你加入疾道,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中烟之地, 林晴又说, 这也不对, 旗下摇了摇头, 再换个理由, 林晴沉默了, 旗下比他想象中更有诚服, 旗下, 要不然你说说你的想法, 林晴将这个问题抛了回去, 在你的推测中,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很怪, 旗下面无表情地说, 你曾多次束手帮助了我们, 所以我很难推断你的动机, 我只知道你没有恶意, 只是在计划着什么东西, 你连这也能推断出来, 林晴笑了一下, 你不是在唬我吧, 旗下又吃了一颗花生, 回头说道, 林晴, 你根本不可能肃清天堂口, 因为你的回想是激发, 什么, 林晴先是一愣, 随后很快冷静下来, 只见他苦笑了一声, 摇摇头问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 林晴, 你想做什么呢, 旗下低着头说道, 你是我的敌人, 还是队友, 我并未确定我的立场, 林晴依然挂着笑容, 对旗下说道, 真亏你沉得住气, 猜到了我的身份, 却一直不说, 旗下顿了顿, 书上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在你没有进攻之前, 我不会主动入出破绽, 哈哈, 林晴捂着嘴笑了一下, 我不信孙子兵法, 我只信战争论, 因为战争论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旗下并不想跟对方扯皮, 他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碎屑, 扭头问道, 所以, 你主动汇入了我们的队伍, 并且激发了三个回想者, 这是你的进攻手段吗? 是, 林晴给点头, 我是整个房间中最早苏醒的, 我触碰了身旁的男人, 所以他回想了, 我站起身来之后, 触碰了韩一墨, 所以, 他也回想了, 我们上一次找到李警官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跑上前去查看他的伤势, 也让他成功得到了回想, 林晴所描述的激发和旗下所想的没有什么不同, 队伍中的每一个回想者获得能力的时候, 林晴都触碰过他们, 林晴继续说道, 本来我可以不触发终生的, 可谁知, 那个叫萧萧的女人执意要杀了你, 于是只能被逼无奈, 献出我的能力以证明身份, 这才把你救了下来, 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狠心, 隔了一天就直接离家出走了, 我和张律师足足找了你七天, 哦, 旗下眉头一皱, 林晴所说的话似乎有两个疑点, 他准备逐一问个明白, 林晴, 你和萧萧同为集道组织, 却互相不认的, 林晴从旁边又拿了一瓶啤酒, 递给旗下, 能帮我打开吗? 旗下拿起身边的开瓶器, 打开了瓶盖, 递给了他, 只见他喝了一大口酒, 随后说道, 首先, 集道并不是组织, 我们没有首领, 没有规章, 没有固定的成员, 也没有固定的计划, 我们除了一句集道万岁之外, 一无所有, 什么? 旗下本以为中焉之地是生肖, 参与者, 集道者, 三足鼎立, 可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是这样, 其次, 每一个自称集道的成员,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里, 我根本不知道其他的集道者是谁, 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灵晴有些惆怅地看了旗下一眼, 似乎不止, 我想对你下手, 那个叫做江若雪和萧萧的二人组, 也看好了你, 旗下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话锋一转又问, 为什么你在使用能力的时候, 可以不触发终生?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灵晴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 漫不经心地说, 旗下, 听到终生则必然有人回响, 可是有人回响却不一定有终生, 你是说, 旗下仔细理解了一下这段话, 推断道, 这里有些人回响的时候, 根本不会惊动那个剧中, 没错, 旗下感觉自己有些先入为主了, 毕竟每一次终生响起的时候, 都会伴随回响, 可谁说有人回响的时候, 终生必须响起, 当时他问过江若雪终生响起的原理, 对方也只是回答听到回响或回响消失, 他也未曾说过, 回响和终生是必然关系, 这是巴布洛夫的狗, 旗下皱起了眉头, 有人在用终生耍我们, 并不算是耍你们, 等你可以操控回响时, 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灵情轻轻地擦了擦嘴, 又问道, 那么旗下, 你猜你的队友中, 有没有人明明是回响者, 却始终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呢? 你猜, 会不会有人一直都在欺骗你? 不得不说灵情的话, 让旗下后背一寒,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 那此人的诚服, 未免太深了, 可是灵情的话, 又有几分能性, 在这个鬼地方,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 到底要如何才能破解? 我连队伍中有疾到都可以不在乎, 又怎么可能在乎一个隐瞒身份的回响者? 旗下意味深长地看了灵情一眼, 现在我不想和你谈论别人, 只想问问你的立场, 接下来的日子, 我应该怎么对待你? 灵情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旗下, 我有一个大计划, 但我自己做不到, 想拉你入伙。 什么计划? 正如我所说, 其道一直都在保护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他们错了, 灵情露出一脸认真的表情, 我把我的力量借给你, 咱们一起毁了这里吧。 你是说, 旗下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的激发可以极大地增加一个人的回响概率, 让我们组建一直回响军队, 然后把这里倒个稀巴烂, 最后回到现实世界去吧。 第158章, 资深者, 旗下听后沉默了半声, 说道, 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 你是说, 所有的几道者都想保护这里, 可你不想。 是, 你准备走一条和他们完全不同的路, 毁了这里。 是,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自称激道呢? 旗下向灵情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你现在的目标和天堂口, 或是所有的参与者们一致, 你直接隐瞒下去, 当个彻头彻尾的参与者不好吗? 在你面前我瞒不住的。 灵情说, 在给你阐述疯子理论的时候, 我感觉你看透了我, 与其在将来的某一天, 被你狠狠揭露, 不如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是吗? 旗下点点头, 我本来以为你不是疯子, 可你却比鸡刀疯子更厉害。 我是清醒的, 灵情继续喝着酒, 脸颊也开始泛红了, 我在现实世界主修心理学, 又怎么可能变成疯子? 可你为什么不激发我呢? 旗下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没有拿出你的诚意, 我又如何跟你合作? 谁说我没试过? 灵情叹了口气, 我每次触碰过你之后, 都会问你在想什么, 可你的思绪被锁住了, 你每次都在思念你的妻子, 根本感受不到我的激发。 见到旗下没说话, 灵情又补充道, 我想和你统一战线, 旗下, 我没有其他的退路了。 听到这句话, 旗下又沉默了起来。 此时, 他们一人吃着花生, 一人喝着啤酒, 正像朋友一样平淡地聊天。 你上次说, 要回到现实世界去确认一件事, 那是什么事? 我忘了告诉你, 那件事改变了我。 灵情开心地笑了一下, 旗下, 你最终走出了这里, 虽然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的悲惨, 但你确实出去了。 旗下一顿, 缓缓问道, 你在现实世界中见不我。 那倒没有。 灵情笑着说, 我只是听说过你。 在我的时间, 你住在我朋友工作的医院里,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你不断地宣扬着中烟将至, 无人生还, 神知欺诈等诡异的理论, 让整个医院的人头痛不已。 旗下面色一沉, 那你想回去确认的是, 我想确认那个人是不是你。 灵情笑得更开心了, 毕竟我朋友在对我描述那个老者的时候, 我始终感觉他和你很像。 那个老者逻辑思维非常强悍, 可惜他疯了。 那么他是我吗? 大概率是。 灵情点点头, 虽然那个老者无名无姓, 叫他旗下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可只要在他耳边提到余念安三个字, 他就会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 说到这里, 灵情黑黑一笑, 扭头对旗下说, 我让我朋友失了很多次, 在他耳边不断地叫着余念安, 效果很好玩呢。 咯蹦, 旗下捏碎了一颗花生, 这就是你说的, 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悲惨。 旗下神色绝望地说道, 你以为只要跟着我, 就一定能找到逃出去的办法。 是啊, 灵情开心地点点头, 你没有在2022年死亡, 反而活到了2068年, 这不正是最好的证据吗? 72岁的老爷爷, 你不了解我。 旗下摇摇头, 若我真的从这里回到了现实, 但却丢了余念安, 我不可能活到2068年, 那你是说, 那个老人不是你。 灵情笑着举起了酒瓶晃了晃, 说不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变故, 让你失去余念安也必须活下来呢。 旗下盯着灵情的眼睛思索了很久, 才微微点了点头, 他露出一丝冷笑, 说道, 好, 我答应联手, 就让我看看未来的变故。 原来在这里想要活下去, 最重要的就是欺诈吗? 灵情也笑着看了看旗下, 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仿佛达成了协议。 云瑶唱完了一首歌, 在众人的安可呼唤下又打开录音机重新唱了一遍, 看来他只找到了这一首歌的录音带。 灵情, 你在这里游荡多久了? 旗下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觉得我的回答会是真话吗? 灵情问, 我可以通过你的回答来判断真假, 很久,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久。 灵情黑黑一笑地说道, 我可是滋身的疾到, 那你曾经见过我吗? 旗下又问, 没有, 灵情摇摇头, 我在中烟之地游荡的时间比楚天秋还要长, 可我从未见过你。 旗下微微一皱眉头, 感觉事情又有些超出预料了。 这个问题就很重要, 我希望你说真话。 旗下盯着灵情的双眼问道, 真的, 灵情点点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欺骗你。 旗下, 我至少有七年的时间没有听过中烟之地有你这号人物。 至于七年之前的话, 我甚至都不知道中烟之地存不存在。 七年? 旗下一愣? 难道自己的推荡错了吗? 他本以为按照白虎的说法, 自己应当在中烟之地游荡了很久, 可是七年是怎么回事? 旗下知道自己的头脑不会随着轮回的次数而改变。 换句话说, 只要他在中烟之地醒来, 则必定会通过面试房间。 若是遇到城市中的生肖, 也定然会去碰一碰。 运气再好一点, 能够保留记忆的话, 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把中烟之地搞得天翻地覆。 他会认识很多人, 也会杀死很多生肖。 可为什么这种情况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 难道我在这七年之中没有一次通过面试? 旗下眼神一冷, 忽然扭头看向林晴。 那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潜入我们的面试房间呢? 旗下说道, 若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我, 又为什么要潜入我们的房间甘愿成为我的队友? 林晴慢慢地伸出自己的手, 数了数自己的手指。 我们的相遇算是第三次吧? 他看向旗下, 第一次我在游戏中见到了你, 可惜你死了, 第二次便进入到了面试房间, 这是第三次。 说完他又笑了笑,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回想的时候可以接连的和生效搏命, 可你却做到了, 只可惜啊, 最后你死在了一个寻常的地基游戏中, 也就是说, 旗下面色沉重地看向林晴, 我来到中烟之地仅仅三个轮回。 第159章 第二次博弈 有可能, 林晴点点头, 你在第一次的轮回里大放一彩, 不仅吸引了天堂口的注意, 更引起了极道的注意。 原来是这样, 旗下眯起眼睛思索着, 也就是说, 我已经来到这里一个月了, 那于念安消失了一个月吗? 还来得及, 旗下最终默默念叨着,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旗下, 我之所以想要成为你的队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林晴说道, 什么? 你太过聪明了, 这会让你显得并不聪明。 我想要在你身旁监督你, 毕竟想要成功逃离这里, 需要万事小心。 旗下稍微一顿不了解林晴的意思, 你从不收敛自己的锋芒, 也不懂得藏起自己的智慧, 这样的行为和自杀无益。 林晴喝光了手中的酒, 又说道, 我若是你, 可能会把自己装成一个傻子, 最后关头再显露自己的智慧。 没有必要。 旗下说道, 如果我会遇到危险, 只能说明我散发的智慧远远不够, 只要我能从谋略上碾压对方, 便根本不需要隐藏。 真是个怪人。 林晴笑了一下, 你从来都不把天堂口, 急到生肖放在眼里吗? 并不是不放在眼里, 我只是想出去。 旗下说道, 那林晴放下酒瓶, 伸出手指擦了擦嘴唇, 我的回想者军队计划已经告诉你了, 现在想听评你的想法, 你有计划吗? 计划, 旗下远远地望了一眼楚天秋, 如果真的要制定一个计划, 楚天秋的立场至关重要。 这个男人在盘算什么? 他的笔迹又是什么内容? 想到这里, 旗下慢慢地站起身, 林晴, 我们今晚的交谈到此结束了, 下面还有另一场博弈等着我, 当我有计划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你。 他从桌面上抓起一把花生, 缓缓地来到了楚天秋身边。 此时的楚天秋孤单地坐在角落里, 正面带微笑地望着云摇的方向。 旗下, 楚天秋注意到了走来的人, 扬了一下眉头, 怎么了? 我想问你点问题。 旗下把花生撒在桌子上, 拿起一颗包了起来。 好啊, 楚天秋笑了一下, 你想问什么? 一个参与者拿着自己的道具参与游戏, 可路上有一伙奇怪的疯子, 他们每次都会抢夺过往参与者的一半数量道, 然后再返还一个。 参与者在这条路上一连走了好几天, 多次碰到了那伙疯子, 可他的道每次都没有任何损失,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楚天秋听后微微一愣, 皱起了眉头。 旗下低头吃着花生, 一言不发, 他贿赂了疯子。 楚天秋说, 旗下面无表情, 仍然没有说话。 见到旗下的样子, 楚天秋知道答案可能有所偏颇, 他又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那个参与者把他们都杀了。 旗下点了点头, 又开口问道, 两个人一起杀人, 其中一人被血液溅了满脸, 而另一人没有。 可是杀人之后, 为什么是脸上干净的人立刻跑去洗脸? 因为他血液过敏。 楚天秋答道, 哦, 原来是这样。 旗下的表情黯淡下来, 参与者是杀人犯, 杀人犯血液过敏, 原来是这样。 哈哈, 楚天秋笑了一下, 旗下, 你是想考我吗? 这些问题可担不住我, 你要喝酒吗? 我给你拿一瓶。 他刚要站起身来离开, 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坐下, 旗下冷冷地说道, 什么? 我要和真正的楚天秋谈话, 接下来的事情你做不了主。 旗下说, 真正的楚天秋? 楚天秋的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旗下, 你在说什么? 难不成我还是个假的楚天秋吗? 你说呢? 旗下缓缓地抬起眼, 我问你的两个问题很显然是逻辑问题, 可你回答问题的思路却完全不使用逻辑思维, 纯粹是靠着自己的意想瞎猜。 曾经有不少人和我说过, 楚天秋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可这就是你的聪明吗? 楚天秋听后默默地叹了口气, 说道, 旗下, 我确实不如你聪明, 虽然我承认这一点, 但我的确是楚天秋。 听到这句话, 旗下感觉情况不妙, 这个人真的是太奇怪了, 他又没有说谎, 在高明的骗子都一定有破绽, 可楚天秋偏偏没有。 既然他是楚天秋, 他不聪明, 可是楚天秋很聪明, 那么会不会有另一种情况? 你说你是楚天秋? 旗下默默地问道, 那么这世上有两个你吗? 什么? 一个你在明处挡枪, 另一个你在暗处谋划, 旗下不断地推断着现在的情况, 感觉自己离真相又进了一步, 因为某些回想的原因, 这世上出现了两个你。 楚天秋的眼角微微跳动了一下, 让旗下抓住了致命的破绽。 原来如此, 如果楚天秋的回想是创造另一个自己, 显然不太合理。 旗下继续说道, 他理应创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而不是愚笨的自己, 否则太容易露出破绽了。 楚天秋的表情慢慢变了, 让我猜猜, 旗下慢慢敲打着桌面, 所以发动回想的人并不是楚天秋, 而是另一个人, 对吧? 沉默。 假设这个人的回想是变成另一个人, 那限制条件就有点苛刻了, 他必须完全相信自己就是楚天秋, 回想才可以一直成功, 旗下抬起头来盯着楚天秋的双眼, 这样的话, 一切就成立了, 无论我们如何审问你, 你都是楚天秋, 不存在任何破绽, 因为你打心底里就相信这件事, 可你偏偏做不到和楚天秋一样聪明。 旗下, 你, 楚天秋此时有点慌乱了起来, 可是在天堂口, 有谁可以把自己百分之百的当成楚天秋呢? 旗下嘴角一扬, 这个人对楚天秋非常了解, 拥有回想, 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扮演他。 你先别说了, 楚天秋伸出手来拦住旗下, 所以,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回到天堂口的? 旗下慢慢地凑近了眼前人, 缓缓开口叫道, 曾经是演员的许刘年女士。 第160章, 目标生效。 旗下的话音刚落, 眼前的楚天秋陡然变成了许刘年。 他完全不像电视剧中演出的那般, 或是逐渐变化, 或是撕下面具, 整个人只是在半秒钟之内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旗下一眨眼, 眼前之人又变回了楚天秋。 眼前之人仿佛正被一层窗帘盖着, 掀开窗帘他便是楚天秋, 拉上窗帘他就成了许刘年。 旗下, 别闹了, 楚天秋定了定心神, 医生说道, 我不能在这里暴露身份, 你帮过我, 所以我不为难你。 旗下说, 让我见楚天秋。 不行, 楚天秋压低声音说道, 你应该知道他的记忆是逃出这里的关键, 他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失忆过了, 你这么做, 是要把他置入危险的境地里。 我知道, 但我想和他商讨的, 正是逃出去的事。 旗下说, 我不管他再步什么局, 都别把我当成妻子, 否则场面会失控的。 楚天秋听后咽了下口水, 缓缓说道, 旗下, 你确实不能见他, 若你有什么计划, 我可以帮你转达。 转达? 旗下听后嘴角一扬, 也罢, 你帮我问他一个问题就好。 什么问题? 帮我问问楚天秋, 你来这里多久了? 什么? 楚天秋一愣? 咦? 若是楚天秋这次回答错了, 我便让他彻底出局。 旗下站起身来, 不再理会眼前人走向了自己的座位。 灵晴见到旗下走来, 微微一笑, 聊妥了? 聊崩了? 旗下回答道, 哈哈。 灵晴拿着酒瓶哑然失笑, 二人随后不再说话, 反而继续看着喧闹的众人。 没一会儿的功夫, 云瑶唱完了歌, 在众人经久不绝的掌声中退回了座位。 众多观众此刻也陆陆续续地 坐回了原先的位置。 骗人仔, 偶像女真的好厉害啊。 乔家静说道, 我还以为放的是磁带, 结果真的是他唱的啊。 是啊, 他唱歌很好听。 旗下点点头, 看到赵医生也面带尴尬地坐了回来, 旗下忽然有了一个新想法,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大胆。 赵医生, 明天我想和你一起组队参加游戏。 旗下说, 我。 赵医生愣愣地回头看向旗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旗下嘴角一扬, 在这里我比萧染更可靠吧。 赵医生盯着旗下看了一会儿, 问道, 还有谁? 旗下说道, 我们不带其他人。 什么? 赵医生一愣, 就你和我。 乔家静和林晴听后也一愣。 骗人仔, 你要单飞? 旗下摇了摇头, 不, 这只是暂时的。 说完他扭头看了看林晴, 低声说道, 明天我把乔家静托付给你, 若是他没回来, 我们的合作就终止了。 明白, 林晴点了点头, 乔家静, 明天我和你一起走吧。 呃, 乔家静看起来非常不减, 这是什么分队? 拳头就这么定了, 旗下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和赵医生两个大男人, 应该遇不到什么危险, 你去保护一下林晴。 乔家静无奈地点了点头, 好吧, 可是像我这么厉害的人, 出场费是很贵的。 知道了知道了, 林晴也点点头, 赚了道就给你买酒。 迎新会在众人快乐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从明天开始, 众人便再也没有了快乐可言, 他们将会不断地投入到游戏当中, 直到天堂口空无一人。 旗下让众人先回去休息, 自己却迎着夜色来到了学校后面的荒地。 他手里拿着一罐饮料和一包零食, 走到张丽娟的墓前, 缓缓放下了。 旗下抬起头看了看漆黑的天空, 又听了听远处的虫鸣, 眼神格外绝望。 天天, 那把刀子是故意放在你面前的。 但, 我让你死在游戏中只是为了让大家出去, 你不会怪我的, 是吧? 第二天, 众人组成了各个小队, 再度出发。 旗下跟韩依默虽然保有记忆, 但并未加入张山的队伍。 韩依默的记忆保留得很短, 况且胆子也小, 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与张山一起参与地级游戏。 所以他选择跟随林晴和乔家静的队伍行动, 前去攻略人级游戏。 旗下跟赵医生也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出发。 让旗下在意的是, 萧染整整一夜都没回来, 不知去了哪里。 他有可能离开了天堂口, 也有可能躲在暗处策划复仇。 哼, 旗下露出一丝冷笑。 你要是能耐再大点, 最好帮我引出楚天丘。 你说什么? 赵医生在一旁问道, 没事, 我们走吧。 二人迎着土黄色的太阳走出了学校大门。 旗下, 赵医生缓缓扭过头看着他, 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了解队伍中的大多数人, 唯独不了解你。 旗下淡然地说道, 赵医生,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个很现实的人。 赵医生回答道, 我通常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原来如此, 旗下点点头, 我也一样, 这世上没有人是为了别人而活, 是吧? 赵医生听后不再讲话, 只是静静地跟着旗下。 二人花了半个小时, 渗入了城市中央, 期间经过了很多的生肖, 可旗下看都未看一眼。 赵医生不由地感觉有些奇怪。 二人来到这里, 难道不是为了参与游戏吗? 旗下,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这次的目标。 旗下说道, 你看起来很了解这里,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有了目标吗? 赵医生问, 是啊。 旗下点点头, 只可惜目标看起来有些稀少, 至今都没有出现呢。 赵医生狐疑地看了旗下一眼, 再次沉默了起来, 他心中感觉不太妙。 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二人至少路过了二十多个生肖之后, 旗下才终于找到了目标。 那个生肖, 有一颗栩栩如生的攻击头颅, 它头顶的机关像一颗肥瘦的肿瘤一般晃动, 脸上的毛发白得发亮。 有了, 旗下说道。 第161章, 地鸡的争斗。 这, 赵医生见到这个场景, 慢慢地后退了一步。 旗下, 这个东西看起来太可怕了, 我们换一个吧。 是吗? 旗下扭头问道, 鸡而已, 十二生肖当中鸡听起来是很安全的动物了, 你怕什么? 可, 可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攻击? 赵医生头摇得像波浪鼓, 总之它看起来很诡异, 我们还是换个, 我已经决定是它了。 旗下说道, 赵医生, 咱们的目标是逃出这里, 无论是3600颗道, 还是攻破所有的游戏, 地鸡都必须要拿下, 是吧? 可, 可是旗下。 赵医生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 旗下此时却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赵医生, 就算把你打昏, 我也必然会带着你报名地鸡的游戏, 到时候, 你可能连自己因何而死都不知道。 你, 旗下, 你已经疯了吗? 赵医生眼神一冷, 猛然推了旗下一把,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是逃出这里。 旗下说道, 若你能为我所用, 我便带着你一起逃出这里。 赵医生的眼神慢慢冷峻下来, 他看了看眼前的旗下, 又看了看远处的地基。 可是, 你有把握吗? 赵医生问道, 我不好说, 但我一定尽力。 旗下回答, 见到旗下信誓旦旦的表情, 赵医生摸着自己的下巴, 思索了一会儿。 这个动作, 让旗下嘴角一扬。 果然啊, 每一个人都在说谎。 赵医生,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想参与积累游戏, 我建议去找一个看起来破烂一些的面具。 不, 就这个。 旗下说道, 赵医生, 我再给你一次思考的机会。 妈的, 赵医生痛骂一声, 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 你知道, 这个栩栩如生的鸡代表什么吗? 这不是听不听劝的问题。 旗下露出了一副诡异的表情。 赵医生, 我想跟你结成身后的友谊, 所以必须要和你共同经历生死。 身后的友谊。 赵医生愣了愣。 你认真的? 算是吧。 旗下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只见赵医生低下头又沉默了很久, 不知在思索什么。 旗下, 这个游戏是不是需要很多人参加? 应该是。 会有女孩子吗? 女。 旗下眉头一皱, 感觉这个问题很诡异。 我怎么知道? 旗下答道, 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半上, 赵医生抬起头看了看空无一人的远方, 然后说道, 好, 就去试试吧。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感觉自己和赵医生似乎不是一路人, 完全猜不到对方在想什么。 二人缓缓地来到地基面前。 二位, 快参加! 地基瞬间喊出了声, 吓了二人一跳。 他应当是个男人, 可是说话的音调很高, 就等你们俩了。 哦? 已经有其他人了吗? 旗下问道, 怎么参加? 每人五个道, 赢了就每人十五个道。 地基大喊道, 每组两个人就能参加。 还挺贵, 旗下慢慢扭头看向赵医生, 就让我们赌一把吧。 随你便。 赵医生无奈地说道, 旗下从口袋中掏出全部的十颗道递给了地基, 然后回头问道, 赵医生, 基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基, 赵医生顿了顿, 我怎么知道? 我是争斗类型的游戏。 地基忽然插话道, 每次都会有少量玩家参与, 进行精彩的争斗。 旗下听后, 眉头扬了扬, 那这一次, 二对二。 地基大喊道, 看起来他的性子非常的急躁, 每一次都会直接给出答案。 这不正好吗? 旗下回头拍了拍赵医生, 就看看你和我能配合到什么程度。 你死了可别后悔。 好, 谨遵教唤。 二人跟着地基进入了房间。 这里是一个改装过的棋牌室, 装修非常豪华。 整个场地只有中央放着一张精致的方桌, 桌子中央摆着一摞卡牌。 这个房间有三面墙, 都是由古香古色的白花木板搭建的, 可让人感觉奇怪的正是第四面墙。 就在方桌的左侧, 立着一面完全由透明玻璃建成的墙。 这里就像是个录音棚, 坐在方桌旁, 可以清楚地看到玻璃墙后面的情况。 地基, 不是说就差我们俩了吗? 我们的对手吗? 旗下问道, 其他人还没来啊? 地基着急地说道, 你们来了就行, 骗来一个算一个。 我们慢慢等啊。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说这地基还真是急躁。 他嘴上说着慢慢等, 可是始终都在来回踱步, 他不断地去门外张望, 期待马上就找来下一组人。 我们已经交了门票, 能先跟我们说说规则吗? 旗下问, 太麻烦了, 地基大吼一声, 我设置的规则太麻烦了, 所以只能说一遍, 等人来齐了一起说。 旗下微微点头, 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卡牌, 规则不能说, 那我们能先看看道具吗? 不行, 你太赖皮了, 地基大吼一声, 我会杀了你啊。 听到这句话, 旗下微微咽了下口水, 对方无论看起来再怎么疯癫, 他也是地基, 这种经过强化的怪物, 想要杀人只需要动动手指, 既然地基不准备透露规则, 旗下只能大体推断一下, 这张方舟的中央摆着一副牌, 难道是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打牌吗? 可是这样的话, 争斗如何体现? 一旁的玻璃房间又是做什么的? 思来想去, 旗下根本揣摩不到眼前的疯子 会设计出什么样的游戏, 于是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闭目养神, 赵医生则紧张地不断环视着四周的环境, 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看起来既有期待又有恐惧,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才终于迎来了第二组参与者, 地基又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脸红带片, 将那一男一女带进了房间, 男人身材很高大, 应该接近一米九, 女孩看起来很文静, 眼神格外深邃, 他们走进屋里之后, 紧张地看了看旗下和赵医生, 然后也来到了桌子旁边坐下, 你, 你们好, 男人开口说道, 旗下和赵医生谁都没有回话, 只是冷眼望着这二人, 既然是争斗类游戏, 自然不需要问好, 第162章, 兵器牌, 没必要打招呼, 女孩来到桌子旁边坐下, 估计他们是咱们的对手, 哦, 是吗? 男孩尴尬地笑了一下, 这是个对战卡牌, 他好了, 地基大吼一声, 四个人齐了, 下面宣布游戏规则, 旗下, 赵医生, 男孩, 女孩围坐在了方桌周围, 地基则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卡片, 只见他从卡片之中抽出了五张放在桌子上, 众人探身看去, 这五张卡片上分别画着图案, 一把刀, 一根棍子, 一条绳索, 一块石头, 一面盾牌, 我的游戏叫做兵器牌, 地基笑着吼道, 你们将在我的面前进行最精彩的争斗, 旗下看了看这五张牌, 不由地陷入沉思, 用牌进行争斗, 下面的时间里, 你们每个队伍当中, 只有一位可以坐到方桌旁边, 地基说道, 而剩下的一位, 则要进入玻璃房间之中, 众人同时扭头看了看一旁的玻璃房间, 进入房间的人, 称之为搏斗者, 留在桌旁的人, 称之为策划者, 地基手舞足蹈地继续介绍着规则, 策划者会在每一回合打出卡牌, 卡牌上的道具便是搏斗者使用的道具, 原来是这样, 旗下慢慢地眯起了双眼, 游戏开始时, 每个策划者摸五张卡牌, 往后每回合打出一张卡牌, 下一回合再摸一张卡牌, 直至一方或双方的搏斗者死亡, 顺带一提, 牌队中还有两张生牌和一张死牌, 当你们摸到的时候, 自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 此时, 赵医生和那对情侣的面色慢慢变了, 一方死亡? 鱼还问道, 你是说搏斗者是真的在里面搏杀? 没错, 地基大吼道, 游戏若是失败了, 死的可不仅仅是搏斗者, 话音一落, 几个人的椅背忽然弹出了什么东西, 扣在了众人的脖子上, 是个金属项圈, 旗下和赵医生的脖子上的项圈亮起了红色灯光, 而那对男女亮起了蓝色灯光, 诸位, 你们暗颜色分成两对, 若是项圈感应到有任何一个人的脉搏停止跳动, 队友的项圈便会爆炸, 几人用力拽了拽自己脖子上的项圈, 发现他格外坚固, 动弹不了分毫, 赵医生, 如今我们生死与共, 旗下低声说道, 赵医生没有说话, 只是面色不太好看, 一旁的高个子男生坐不住了, 他看起来非常紧张, 不断地四下环视着,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危险, 之前那些游戏明明都, 紫山, 没事的, 有我在, 女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管这里的游戏多么困难,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叫做紫辰的男生看了女孩一眼, 慢慢地点了点头, 听到这句话, 旗下不由得对眼前的女生有些好奇, 他看起来虽然也有些紧张, 但面色如常, 此时正在不断地, 查看着四周的环境和桌子上的纸牌, 在这种环境之中, 能够立即思索对策的人, 定然是个聪明人, 下面请分配搏斗者和策划者, 地基说, 旗下慢慢举起了手, 问道, 请问这些图案的卡牌各有几张, 不好意思, 不能说, 地基用力地摇摇头, 你们只能自行推断, 那么所有的卡牌总共有几张, 女生举手问道, 也不能说, 地基看了看二人, 然后将桌面上的卡牌全部收好, 重新洗牌之后, 放在了桌子中央, 请分配角色, 旗下慢慢地站起身, 给赵医生使了背眼色, 二人来到了一旁, 赵医生, 你平时有锻炼身体吗? 不, 不是吧, 你让我进去, 赵医生一愣,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远处一米九的男生, 着急地对旗下低声说道, 你觉得我能打赢他? 要不然, 旗下挠了挠头, 你留在这里动脑筋, 我进去, 这, 赵医生自然知道, 旗下的头脑比自己更加灵光, 他留在这里当作策划者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想到自己要跟那个身高一米九的男生进行搏斗, 还是免不了双腿打战, 我会被他打死的, 赵医生小声说, 我被打死了怎么办? 你被打死了我也会死, 旗下说, 我会尽量避免那种事情发生的, 你有把握吗? 没有, 旗下摇摇头, 我只是想来体验一下低机的游戏, 据说我和他有些渊源, 所以, 这次的游戏我完全没有把握, 你和我随时都会丢掉性命, 你真是个疯子, 赵医生骂道, 你这一次体验会害死咱们俩的, 不一定吧? 旗下说, 反正没有退路了, 不如我们试试看, 听完旗下的话, 赵医生思索了再三, 还是颤颤巍巍地答应了下来,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由旗下作为策划者了, 而那一男一女, 也已不出意外的分配完毕, 高个子的男生, 作为搏斗者, 将会和赵医生进行争斗, 他的表情看起来比赵医生还要害怕, 二人几乎是全身发抖的, 站到了玻璃房间之中, 二位, 既然你们是搏斗者, 接下来有一些关于搏斗者的规则, 需要告知你们, 第七说道, 当策划者出牌完毕, 天花板会立即掉下你们的道具, 你们也会获得十秒钟的行动时间, 十秒? 二人对视了一眼, 又看了看得及, 十秒之后, 请立刻停止行动, 无论对方死亡与否, 都需要将道具扔进你们身后的窗口中, 第七摇头晃脑地问道, 除了行动时间之外, 任何的搏斗都被视作违规, 请问有没有问题? 二人回身一看, 自己的背后果然有一个小窗口, 没, 没有问题, 赵医生答道, 很好, 第七点点头, 又回身看了看坐在桌子旁边的旗下和女生, 至于策划者, 我再重申一次规则, 一开始, 你们每人持有五张牌, 每回合打出一张, 下一回合再摸一张, 地鸡的声音很吵, 吵得二人难以静心, 要打出一张牌, 请把它摆放在桌面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二人一口同声地说, 第163章, 斗智斗勇, 游戏开始了, 作为争斗游戏, 地鸡将争斗发挥到了极限, 一侧斗智, 一侧斗勇, 双方只要有一环出现问题, 则定然双双隐命, 在压抑的气氛之中, 对面的女生开口说话了, 你先摸牌, 还是我先摸牌, 无所谓, 旗下说道, 你先吧, 女生点点头, 摸起一张牌, 但她没看牌的内容, 只是扣在了自己的面前, 旗下也伸手摸起一张牌, 扣在了面前, 二人在摸牌的时候, 谁都没有看牌的内容, 一直都在盯着对方的双眼, 这次的卡牌游戏已经关乎性命, 所以, 博弈从摸牌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二人轮流往自己面前放着卡牌, 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玻璃房间内, 赵医生和高个子的男生, 见到这一幕都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每个人摸了五张牌之后, 旗下把五张牌拿在手中, 慢慢地打开看了看, 情况非常不妙, 盾牌, 石头, 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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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兵器牌, 但看牌面简直像是石器石代, 他把牌慢慢地合在一起, 再度抬头望向眼前的女孩, 女孩依然面色如常, 也淡淡地看了手中的卡牌一眼, 随后抬起头来跟旗下对视着, 我叫旗下, 怎么称呼? 苏闪, 女孩答道, 闪? 旗下感觉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闪亮的闪, 是, 女孩答应道, 幸会, 旗下敷衍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看桌面上的牌堆, 如今他手中有一张石头和三张绳子, 有可能是因为牌堆中石头和绳子的比例更多, 如果这样想来的话, 所谓兵器牌自然是杀伤力越高的卡牌越稀少, 棍子应该比石头还要少, 而刀子最少, 当然也有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所有的牌数量一样, 只是自己的运气很差, 那么, 眼前这个叫做苏闪的女孩又摸到了什么牌? 她是冷兵器时代吗? 她会有刀子吗? 她会有两张生牌和一张死牌吗? 二位, 若是决定好了, 就请出牌, 地基打断了二人的思路, 伸手敲了敲桌面,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默默地拿出一张牌扣放在了桌面上, 然后抬起头问道, 苏闪,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什么? 那就是, 我们打光了所有的牌, 但是游戏并未分出胜负, 所以我们算做平手, 会吗? 苏闪敷衍地回答了一声, 然后掏出一张卡牌扣在了眼前, 平手的话, 那最好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都温柔一点, 没必要置对方于死地。 旗下说道, 好啊, 苏闪点点头, 将扣住的卡牌往前一推, 旗下也点点头, 同样将自己面前的一张卡牌也推了上去, 出牌完毕, 赵医生和那位叫做紫辰的男生已经紧张得快要停止呼吸了, 见到远处的二人面色如常地选定了卡牌, 他们立刻来到天花板下盯着上方的窗口, 这里会掉下他们的第一个兵器, 请开牌。 地基说道, 话音一落, 旗下和苏闪同时翻开了面前的卡牌, 赵医生和紫辰头顶的两个窗口也在此时打开, 有黑乎乎的东西掉了下来, 二人慌忙万分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兵器, 可赵医生却直接傻了眼, 掉下来的是一根绳子, 他立即将绳子捡起来, 然后马上扭过头, 却发现时步之外, 那个一米九的男生缓缓地捡起了地上掉落的一把砍刀, 啊, 赵医生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 这是什么破东西, 旗下你他妈耍我, 他二话不说地来到玻璃墙边, 拿着绳子不断地拍打着玻璃, 旗下, 你他妈的耍我, 好在这面玻璃墙看起来是专门定制的, 非常坚硬, 无论赵医生怎么拍打都没有出现裂痕, 旗下慢慢地皱了一下眉头, 对方果然摸到了刀子, 因为他料到自己不会在第一回合出盾牌, 所以果断堵上了刀子吗? 旗下深呼了一口气, 说道用剪刀石头部的逻辑来玩这个游戏固然没错, 可惜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虑, 比如说, 苏闪问, 比如说, 人心, 地基此时拿起身旁的一个对讲机, 开口说道, 第一回合请搏斗者开始行动, 赵医生和紫辰的房间里响起了广播, 一旁的十秒倒计时也开始了, 开, 开始, 赵医生听后胆忙连退了好几步, 啊, 紫辰大叫了一声给自己壮胆, 他拿着砍刀往前走了一步, 赵医生双手攥着绳子浑身都在发抖, 他知道自己不是黄飞红, 不可能用一根绳子抽掉对方手中的刀, 对方的身高体重完全在自己之上, 如今还拥有了比自己更厉害的兵器, 这要怎么打? 我, 我, 紫辰拿着砍刀不断地发抖, 他看起来比赵医生强不了多少, 你, 你别乱来啊, 赵医生带着哭腔大吼道, 你这是在杀人啊, 我知道, 就算杀了你, 我也, 我也, 紫辰咬着牙不断地往前走, 可他根本下不了手, 假设把一个正常人忽然关到玻璃房间中, 扔给他一把刀, 告诉他不杀人的话他就会死, 一般人会在十秒钟之内砍下几刀, 答案是一刀都砍不下去, 旗下面无表情地透过玻璃墙, 看着那个高大的男人, 十秒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由于灾难偏误, 他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建设, 总以为情况不会差到如此地步, 可殊不知苏珊早就规划好了一切, 他度过了灾难偏误时期, 并设计好了完善的战术, 准备在开局时杀招进出, 试图一举赢下游戏, 对方的合作思维出现了断层, 亦或者说, 他们的智商不在同一个维度, 第一张牌打出刀子, 对于斗志来说是上上之策, 这张牌会断送掉对方的反应时间, 如果玻璃房间内是两个没有思维的虚拟角色, 旗下现在已经输了, 可惜人心是复杂的, 十秒的时间一眨眼就过, 行动时间结束了, 这十秒之内, 叫做紫辰的男生除了往前走了三步之外, 再无其他的动作, 这是一个正常人所能做出的全部努力, 请二位将道具丢进窗口, 地基拿着对讲机说道, 紫辰, 你, 女生着急地拍了桌子一下, 看起来非常不甘, 你怎么这么傻,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游戏不必说里面那个看起来顶多二十岁的男生, 就算换成身经百战的张杉, 也不见得他能在第一回合果断地杀死对方, 紫辰一脸懊恼地将砍刀缓缓地丢进窗口, 而后生气地抽了自己好几个耳光, 赵医生像捡了一条命一样, 也浑身颤抖地把绳子丢掉了, 第164章, 刀牌, 从第二回合开始, 这场游戏会变得越发困难, 紫辰的懊悔已经冲淡了些许的迷茫, 若是在这一回合苏闪依然能打出刀子, 对方有可能会动手, 虽然不会让赵医生死亡, 但足以让他受伤, 而旗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手中的几张绳子全部消耗掉, 否则情况就会陷入被动, 请摸牌, 第17说道, 苏闪并未客气, 二话不说的摸起了一张新的卡牌放入手中, 旗下也在他之后拿取了自己的卡牌, 石头, 麻烦, 旗下心中略微有些烦躁, 但还是将这张石头收了起来, 如今就算让赵医生用刀子, 对上紫辰的绳子, 他也不见得能够杀死对方, 更何况至今为止, 旗下连一张刀子都没有摸到, 你说你叫旗下, 是吧, 苏闪问道, 是, 刚才你为什么会出绳子呢, 旗下扬了扬眉吗, 说道, 我们刚才不是商量着要平局吗, 所以, 我只能打出一张没有杀伤力的牌, 苏闪顿了顿, 又问, 那这次呢, 你还是绳子吗, 是, 旗下说道, 我依然是绳子, 旗下说完便将一张牌扣了出来, 苏闪, 这张牌代表着我的合作意向, 是吗, 苏闪顿了顿, 略微思索之后也将一张牌放下了, 赵医生和紫辰再度紧张地看着二人, 不知他们到底做何打算, 请开牌, 地基伸手示意, 二人再度掀开自己的卡牌, 旗下依然是绳子, 可苏闪是石头, 赵医生离桌子上有一段距离, 根本不知道旗下出了什么, 但还是立刻回到窗口底下, 等待着自己的道具, 当见到一根老旧的麻绳, 再一次扔下来的时候, 赵医生气得咬牙跺脚, 旗下, 你是不是真的想让我死, 他拿起绳子再度回过头, 发现对方手中是一块砖头, 妈的, 赵医生连忙推到墙角, 一脸惊恐地盯着对方, 双方又进入了尴尬的僵持状态, 直到时间飞速流逝, 紫辰知道, 这一次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辜负苏闪的心意了, 于是一咬牙一跺脚, 往前跑了几步之后, 用头棒球的姿势, 将砖头狠狠地扔向了赵医生, 赵医生缩在角落中, 用手护住自己的头, 一条腿也蜷缩起来, 护住自己的要害, 在他惊恐的叫喊声中, 那块砖头撞在了他的大腿上, 很痛, 但是不算受伤, 赵医生哀嚎一声, 砖头也落在了地上, 时间到, 请搏斗者停止行动, 将道具丢进窗口, 紫辰刚刚激起气势, 听到这句话之后, 似乎又忽然泄气了, 他有些尴尬地朝赵医生低了下头, 然后走到他旁边, 弯腰去捡地上的砖头, 在这个瞬间, 赵医生的面色冷俊了下来, 他缓缓握紧了手中的绳子,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蔓延, 可不可以在这里勒死对方, 这是绳子唯一的杀人方法了, 可若真的这样做, 规则怎么办, 他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二人看起来都信心地推到一边, 各自拿起自己的道具, 扔进了窗口里, 旗下看着那个高大的男人, 嘴角慢慢地一扬, 嘴中默念, 一鼓作气, 再而摔, 三而解, 赵医生揉了揉自己, 被撞痛的大腿, 伸手按了几次, 检查了一下, 发现骨头没有受伤, 顶多是个淤青, 于是也放下心来, 抬起头来, 一脸愤懑地盯着眼前人, 大哥子, 你真的要动手吗? 赵医生问道, 大哥, 对不起, 但我不能死, 更不能让苏闪死啊, 你, 赵医生咬着牙, 嘴中嘟嘟囔囔地骂着什么, 而玻璃房间之外, 是另一幅景象, 旗下和苏闪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 看着对方, 每个人的眼神都藏着杀鸡, 我付出了两次真心, 得到的是刀子和石头, 旗下说, 旗下吧, 说道, 让我猜猜, 旗下, 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 旗下扬了一下眉头, 洗耳恭听, 会不会你骑驶的武装牌里有大量的绳子, 导致你不得不连续两回合都打出绳子?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因为你不得不打出绳子, 于是系上心头, 顺势和我提出合作, 若是我答应了, 你便可以稳稳地消耗掉手中的绳子, 之后再找个机会置我于死地。 若是我不答应, 看了看旗下, 问道, 不知道我这么猜, 会不会有些唐突, 让你难堪? 完全不会。 旗下面路欣喜, 随后伸手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我很喜欢和聪明人博弈, 若我死不了, 就会变得更强。 谢谢你说我是聪明人。 苏珊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继续吧。 说完, 她便伸手摸了一张牌, 翻开看了看, 又加入了手中。 旗下始终无法从她的表情中 掳取出有用的信息, 于是只能埋下头, 也摸了一张牌。 拜托了, 给我刀子。 旗下心中暗道, 她把这一张牌慢慢地拿起来看了看, 眉头微不可见地抖动了一下。 刀子! 苏珊盯着旗下的表情不由得嘴角一扬, 这个男人露出破绽了。 旗下近了静心, 慢慢地把这张牌放入手牌中, 盯着她看了很久。 既然摸到了刀子, 那么接下来的战术需要重新定制了。 旗下慢慢地抬起头, 问道, 苏珊, 我非常认真地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不跟我合作吗? 不合作。 苏珊说道, 规则里从未说过两支队伍可以合作, 况且我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你。 既然如此, 那你可别后悔。 旗下拿出一张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哼, 谁后悔还不一定吗? 苏珊没有犹豫, 也拿起一张牌扣在了桌子上。 我选好了。 地基上前一步, 请开牌。 二人翻开了卡牌。 苏珊面前赫然放着一张盾牌。 她面露一丝冷意, 我偏偏让你扑个空。 旗下点点头, 翻开卡牌。 又是一条绳子。 第165章, 至于勇。 什么? 苏珊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明明。 旗下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自己的眉头, 然后又微不可见地跳动了一下。 你说这个? 旗下问, 被你注意到了? 苏珊盯着旗下, 撕存了片刻, 又缓缓地坐下了。 她承认自己轻敌了。 她和紫辰在这个鬼地方已经转悠了一天多, 遇到了不少对手。 这是第一次遇到会在游戏中丧命的情况, 也是第一次遇到像旗下这般聪明的人。 她居然使用微表情控制着对手的思路。 为什么这个游戏跟之前遇到的不同? 为什么这次的对手也明显厉害了许多? 现在情况非常棘手。 按照争斗的属性来看, 盾牌一定非常吸手。 若是牌队中拥有足够数量的盾牌, 很有可能会使双方无人受伤。 所以, 如何巧妙地使用盾牌成了保护几方搏斗者的主要策略?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正是最差的情况。 绳子对上了盾牌, 苏闪如同用自己的鲜马对上了对方的下等马。 现在就有点意思了, 旗下把所有的卡牌都握在手中, 问道, 通过我的表情, 你猜猜现在我的手中有没有刀子? 苏闪慢慢皱起眉头, 她知道若是想要赢过眼前人, 必须思考地再周到一些才行。 此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着对方的思路走, 不管她的手中有没有刀子, 都一定要比她想得更多。 玻璃房内, 二人的头顶再度落下道具。 紫辰的面前哄郎一声巨响, 落下了一面圆盾。 这是一面有着金属包边的木质盾牌, 直径差不多一米。 她赶忙捡起盾牌立在自己眼前, 然后紧张地看了看对面的赵医生。 赵医生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绳子, 表情格外复杂。 这是第三次掉下绳子了。 旗下, 你他妈给我这么多绳子, 是想让我给你编个网吗? 她怒气冲冲地把麻绳拿起来, 盯着眼前那举着木盾的男人。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宝贵的进攻机会, 却没想到是用绳子去抽木笨。 她越想越气, 扭头看向玻璃房间外的旗下。 你小的手气到底有多差啊? 旗下在玻璃房间外面, 冲着赵医生无奈地耸了耸肩, 然后嘴唇动了动, 用唇语说道, 抽他, 抽他。 赵医生刚才被那块砖头打到了大腿, 此时正有一肚子火没出撒。 他看到对面的男人用一面大铁盾挡住自己, 他往前走了几步, 抡起了手中的绳子, 在空中转了几圈之后, 狠狠地抽向了对方的木盾。 只可惜, 赵医生三十年来从未体验过用一根麻绳去抽别人, 这一下挥舞虽然荡起了不小的风声, 角度却偏的离谱。 只见赵医生拽着绳子的一头, 从上方挥下, 带绳子中央部分与盾牌接触之后, 绳子末端的角度忽然变化, 竟然鬼使神拆地抽在了对方头上。 啊! 紫辰立刻哀嚎一声, 手中的盾牌也直接掉在了地上。 赵医生也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 当他绳子挥动的时候, 他分明听到了类似巴掌的声音, 难道抽到了对方的脸? 旗下回过头, 慢慢地看了看苏闪, 发现这个女孩已经惊呆了, 用绳子抽盾牌, 结果却能抽到盾牌身后的人概率有多大。 说来也是巧, 能够触发这个效果无非有两个前提。 第一, 持盾之人完全不动, 第二, 双方距离足够远, 这是只有凑齐两个胆小鬼之后才能出现的局面。 苏闪此时眉头紧皱, 拿绳子的人打伤了拿盾牌的人, 这起步是用仙马出战结果, 却输给了下等马。 紫辰捂着自己的眼睛慢慢抬起头来, 整个人的表情已经有些癫狂了, 他慢慢地把手放下, 赵医生发现他左侧的整个眼球已经变得通红, 仿佛有些内出血。 哎? 赵医生一愣, 心说刚才那根绳子难道正好抽打在了他的眼睛上? 你? 紫辰伸手指着赵医生, 你要杀了我? 不, 不是, 我没有。 赵医生赶忙摆了摆手,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 仔细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了看, 哥们, 你现在应该是眼球轻度破裂, 需要马上闭上眼休息, 否则伤口有可能恶化, 你的眼睛就保不住。 放屁! 紫辰大叫一声打断了赵医生的话, 你, 你给我等着。 在地基的指挥之下, 二人又将道具扔掉了, 旗下嘴角一扬, 感觉现在的场面很有趣, 本来只是想让赵医生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结果却直接打伤了对方的眼睛, 这并不算一件坏事。 罐中的区区没有外力干扰, 很难自相残杀, 只不过旗下之前定制的战术失效了, 接下来对方的状态会如同一只疯狗, 寻常战术不再有用。 请摸牌。 地基说道, 苏闪听后伸手抓起了一张卡牌, 旗下也紧随其后, 拿在手中看了看, 是棍子。 现在旗下的手牌堪称完美, 刀子、棍子、石头、石头、盾牌。 这五张牌能攻能守。 前期最困难的绳子阶段已经度过了, 接下来只要旗下稳住手中的牌, 即使打出摸到的绳子, 他便会完全掌握主动权。 从斗志层面来说, 旗下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布局, 渐渐处于上风。 若他猜得不错, 苏闪手中应当积攒了大量的绳子, 要怪只能怪他前期的攻势太猛, 葬送了沉淀的机会。 看起来他没有读过兵法, 不懂后机勃发, 接下来他会进入短暂的弱势期, 变得只有杀星却没有杀招。 但这个游戏并不是只靠斗志就能赢的。 从斗勇层面来说, 赵医生已经完全处于下风了。 现在的紫辰看起来非常生气, 估计能够把石头打出刀子的效果。 只是不知道对方的手中还会有石头吗? 第四回合, 请出牌。 李姬再次挥了挥手。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抽出了一张石头, 扣在了面前。 现在赵医生的杀意不足, 只能这样了, 他嘴中默念一句, 将卡牌推了出去。 苏闪也在短暂的思索之后, 打出了一张卡牌。 二人同时掀开, 都是石头。 第166章, 绳子的作用。 苏闪, 你再孤注一掷, 这会害了你的。 旗下说道, 当你要制定战术时, 最好从敌人的角度审视战局。 是吗? 苏闪不痛不痒地回了一句。 你在教我如何使用策略吗? 玻璃房内, 随着一声脆响, 二人的头顶同时落下了一块砖头。 这是赵医生第一次见到可以防身的东西, 他赶忙上前去将砖头捡了起来。 可他刚一抬头, 立刻看到眼前有什么东西抡了过来, 于是下意识地伸手一挡, 只感觉自己被一股蛮力撞到, 退了几步之后, 摔倒在地。 紫辰的眼睛瞪着血, 骑在了赵医生身上, 拿起砖头狠狠地朝他拍了下去。 赵医生赶忙丢到了自己的砖头, 他生前从未挨过这种打, 只感觉自己的手臂好像断了。 啊! 赵医生慌张地大喊, 杀人了!杀人了! 紫辰像是疯了一样地砸了好多下, 直到赵医生的惨叫都变成了带着哭腔的哀嚎, 地鸡的声音才缓缓响起。 时间到,请停止行动。 听到这句话, 紫辰微微一愣, 这才回过神来看了看自己身下的男人, 已经被自己打得连连哀嚎。 他虽然用手臂护住了头部, 但如今嘴巴和鼻子都在流血。 你, 紫辰想说什么, 但还是咽了下去, 缓缓地站起身, 将手中的砖头拿回去扔掉了。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如他所料想的一样。 在打出同样卡牌的情况之下, 赵医生必败。 正在他思索之间, 地鸡却慢慢拿起对讲机, 语气冰冷地说道, 请马上丢掉道具。 旗下一愣, 赶忙扭头看去, 赵医生此时正躺在地上翻来覆去地哼击着, 似乎浑身都痛, 他的砖头也在一旁未曾动过。 喂, 旗下慢慢站起身, 来到了玻璃墙旁边, 伸手拍了拍, 赵医生, 你没事吧? 你需要马上丢掉道具。 老子不干了, 赵医生闷闷的声音从玻璃房间内传出, 你一直都在耍我, 再打下去, 我会死的。 我没有耍你。 旗下说,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 咱俩就真的死了。 他知道, 这场游戏最难的地方在于策划者和搏斗者几乎没有沟通, 出现分歧, 死死无生。 请策划者远离剥裂, 地基冷冷地说道, 赵医生, 旗下冷冷地叫道, 你先站起来, 那你答应我, 下一回合丢刀。 赵医生躺在地上说道, 我要杀了他, 你丢刀。 旗下听后, 微微地捏了一下手中的牌, 他确实有一张刀子, 可他作为制胜的关键, 绝对不可以贸然打出。 赵医生, 出什么牌, 是由我来决定的。 旗下说, 我才是策划者, 我管你是不是策划者, 你要是不给我刀, 下一回合我就让咱俩都死。 赵医生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吼道, 请策划者马上远离剥裂, 地基尖着嗓子大喊一声, 旗下的眼神忽然之间暗淡下来, 跟赵医生这种人合作果然还是有些不妥, 他并不会相信自己。 亦或者, 想到这里, 旗下顿了顿, 开口说道, 好, 赵医生, 我知道了, 你先起来。 听到这句话, 赵医生才缓缓站起身, 捡起了地上的砖头, 骂骂咧咧地走向了身后的窗口, 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在转身之后消失殆尽, 表情也瞬间冷漠下来, 给了旗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小子, 明白了吗? 赵医生心中暗淡, 看到赵医生的表情, 旗下嘴角一扬, 我就知道, 赵医生丢掉了砖头, 旗下也坐回了方桌旁边, 第五回合要开始了, 请摸牌, 地基伸手示意, 每一次都积极摸牌的苏闪, 这一次却没有着急行动, 旗下好奇地抬头看了看他, 问道, 怎么了? 你先吧。 苏闪冷冷地说道, 每次都首先, 似乎不太公平, 不公平。 旗下思索了一下, 也不再推脱, 果断伸手摸来了一张卡牌, 不出所料, 是数量最多的绳子。 这是一张坏牌吗? 不, 这是一张恰到好处的牌。 旗下将所有的牌在手中洗乱, 然后抽出绳子, 扣在了桌面上。 赵医生能够成为脑科医生, 自然不是什么蠢人。 刚才他的苦肉计, 是为了骗出对方所有的盾牌。 这张绳子来得恰到好处, 就让他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吗? 苏闪思索了一会儿, 也扣下了一张牌, 他的表情看起来格外谨慎。 请开牌。 二人同时掀开手牌, 居然是两张绳子。 旗下, 你让我猜到了。 苏闪低声说道, 旗下见到对方的牌, 并未露出意外的表情。 这个叫做苏闪的姑娘, 本来就非常聪明, 看破赵医生的伎俩也在预料之中。 只可惜, 这一次的策略让对方成功地消耗了一张绳子。 赵医生自然不会矫情到用两个人的性命赌一张包子, 可他的战术有些着急, 玻璃房间内掉下两根绳子。 赵医生面无表情地上前, 把绳子捡了起来, 他知道旗下明白了他的意思。 可是对方为什么也是绳子? 难道对方已经没有盾牌了吗? 还是说, 那个女孩看破了这个技术。 紫辰第一次拿到绳子, 面色非常不自然。 前面四个回合中, 他获得的道具不是刀子就是石头, 如今却拿到了最没有杀伤力的绳子。 正当他犹豫的时候, 赵医生却挥舞着手中的绳子抽了过来。 还不等紫辰伸手阻挡, 那绳子就抽在了他的胳膊上。 这感觉比被一根铁棍打到还要痛。 啊! 紫辰大叫一声, 绳子差点脱了手, 你他妈的! 他把绳子在手中对折了一下, 然后怒气冲冲地往前走了两步。 你敢抽我? 紫辰自知, 绳子在他手中无法挥动自如, 只能尽量缩短他的长度, 让他像个鞭子一样地拿在手中舞动, 然后狠狠地抽了赵医生几下。 赵医生也不甘示弱, 用胳膊阻挡了几次之后, 同样将绳子对折之后也抽了回去。 旗下见到这一幕点了点头, 原来绳子并不是一无是出的武器, 当二人的手中都有绳子时, 他们会不自觉地保持距离。 这种情形使得双方不得不折起绳子抽对方, 而一旦发生这样的场面, 游戏就会进入失控状态。 第167章 王牌 原来如此, 旗下点点头, 新说设计这个游戏的人非常聪明。 绳子看起来是一个胆小鬼专用的武器, 可偏偏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超乎想象的痛。 当两个胆小鬼拿着绳子搏斗时, 其中一方极有可能被激怒。 人类若是被激怒, 便有可能杀死对方。 所以, 在这副卡牌之中, 看起来最人处无害的绳子反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有可能成为一切的导火索。 二人忍着剧痛, 互相抽了对方几次, 十秒的时间也已经耗尽了。 他们停了手, 怒气冲冲地将自己的道具丢掉, 随后站回原位。 可这一次的情况有点不同, 二人看起来浑身都痛。 赵医生一直捂着自己的小腹, 而子晨一直捂着手臂。 他们的眼神都变了, 似乎正在慢慢接受这个十秒搏杀的规则。 他们此刻正在叙事待发, 只等下一回合道具来临。 第六回合, 请摸牌。 旗下抬眼看了看苏珊, 他没有摸牌的意思, 于是毫不客气地伸手摸来了一张新的卡牌。 如今他手中的卡牌依然稳定, 盾牌, 刀子, 棍子, 石头, 石头。 这一张新的卡牌, 无论是什么都不会陷入被动, 他会根据牌面来制定新的战术。 可当旗下真的看到这张牌时, 瞳孔却不受控制地收缩了一下。 那牌上画着一张手枪, 手枪上方还用英文写下了, Joker。 这是, 王牌。 他回过神, 将卡牌慢慢收入手中, 脑海里开始不断地思索对策。 蒂基说过, 这副卡牌当中还有两张生牌和一张死牌, 可这一张写着, Joker的王牌究竟是生牌还是死牌。 慢点, 等一下。 旗下用手微微地抚摸了一下额头, 然后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这张牌。 这情况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手枪杀人只需要一瞬间, 无论拿着手枪的人是胆小鬼, 还是真正的杀人犯。 他们只需要有一秒的杀星就够了。 就算他们会后悔, 那也是开枪之后的事。 想到这里, 他又扭头看了看玻璃房间。 这房间并不大, 赵医生和紫辰相隔最多十几步。 在这种距离之下, 手枪的优势很大。 那么, 下一回合自己要打出这张枪吗? 如果对方有盾牌的话, 又该怎么办? 旗下不得不承认这张手枪 确实不在他的想象范围中, 他一时之间没有将微表情控制好。 若是苏闪抓住了这个破绽, 顺势打出盾牌, 情况会有些棘手。 不对, 旗下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里的盾牌是木质的, 他挡不住枪。 这张牌是必胜的。 正在旗下出神的时候, 苏闪却将一张牌扣在了桌面上。 我选好了。 他说, 旗下抬起头, 他自知这一回合自己露出了破绽, 并不适合打出枪。 虽然子弹可以贯穿木头, 但杀伤力仍然会下降。 如果要万无一失地杀死对方的搏斗者, 现在还不是时候。 旗下只能将一张棍子扣到了桌面上。 请开牌。 苏闪打出的依然是绳子。 正如旗下所料, 现在是对方的绳子阶段。 旗下有些后悔没有直接打出枪, 但仔细想想, 每一次的出牌都关乎着自己的性命, 谨慎一点不是错事。 赵医生学聪明了, 他直接举起手, 在棍子落地之前抓住了他, 然后二话不说地冲了上去。 还不等子臣捡起地上的绳子, 赵医生一棍将他打翻在地。 紧接着又抡起了棍子, 冲着他狠狠地挥了五六次。 只能说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若不是紫辰拿着砖头将赵医生按在地上打, 赵医生也不可能发这么大的火。 紫辰, 苏闪一脸担忧地站起身来, 不断地向玻璃房间内张望。 他有些慌乱了。 别打了, 让他别打了。 苏闪扭头对旗下说道, 让他住手。 时间到了, 他自然会住手。 旗下说, 苏闪听后面路易斯不悦, 然后缓缓地坐下, 说道, 旗下, 你认输吧, 我摸到了声牌。 嗯? 旗下一愣, 随即看向对方,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 不管你信不信, 我第二回合就已经摸到了声牌, 只是我一直在寻找两拳之法, 所以没有贸然打出。 苏闪说, 我一度以为可以让所有人都活下来。 旗下看了看苏闪的眼睛, 无法根据他的表情判断这句话的真伪。 这女孩的心思隐藏得很深。 十秒的时间已过, 递机让二人收了手。 但旗下和苏闪依然没有动弹。 你说, 你摸到了声牌? 那你说说, 声牌的牌面是什么? 旗下问。 苏闪听后, 慢慢地伸出拇指和食指, 比成了一把手枪的形状。 是一击必杀的东西。 他说, 任何道具都挡不住的。 旗下听后微微一顿, 脑海中再度盘算起来。 这句话, 依然有可能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情况更加不乐观。 因为眼前的女孩太聪明了, 猜到了声牌的内容。 所以你现在认输, 我们就不必厮杀了。 说不定, 你们也不用死。 苏闪说, 旗下知道, 不管这个女孩有多么聪明, 她的经验毕竟浅薄, 她甚至不知道, 这个鬼地方有自己的规矩。 参与者既然提着自己的人头, 来参加地级游戏, 那就不得不做好死亡的准备。 游戏失败是死, 中途逃脱依然是死。 我不会认输的。 旗下说, 我来参与这只机的游戏, 为的就是杀死对手赢下游戏。 你们都是神经病吗? 苏闪情绪有些失控了。 如果我们会在游戏中自相残杀, 最后怎么可能有人出去? 我们参与者杀到最后, 真的会有人收集到三千六百克道吗? 旗下没有回答对方, 她来到这个鬼地方已经两次了。 不, 准确地说,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她早已没有了心中的迷惘。 现在只想遵循此地的规则, 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活着出去找回余孽安。 别说了, 苏闪, 继续吧。 旗下默默地摸起了一张新的卡牌。 苏闪也在沉寂了半天之后摸起了一张牌。 二人看了看自己的牌, 同时皱起了眉头。 苏闪真的摸到了枪, 而旗下摸到了死牌。 第168章, 战术商讨。 该说这是好运还是厄运? 旗下在两回合内接连摸到了生牌和死牌。 死牌的牌面是一个闹钟。 闹钟上方清清楚楚地写着死牌两个字, 而卡牌的下方还有一行很小的字。 当打出这张牌时, 需丢弃另外两张手牌, 双方强制休息五分钟, 策划者可与搏斗者会面。 什么? 旗下皱着眉头又把这段话读了一次。 虽然他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可却捉摸不透这张死牌的意思。 自己打出这张牌, 居然需要额外丢弃两张牌。 换言之, 打出这张牌之后, 自己的手牌会永远保持在三张, 直到游戏结束。 有谁会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之中, 将手牌上限降到三张? 更何况, 这张牌写得很明白, 自己丢掉两张手牌换来的是双方强制休息。 对方会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之下, 获得一次跟搏斗者商讨战术的机会。 打出这张牌, 将会增加几方的死亡几率。 这就是死牌吗? 旗下抬头看了看苏珊, 他也微微皱着眉头。 旗下心中按道死牌只有一张, 他的表情为何会变化? 这只能说明一个情况, 他真的摸到了升牌。 他发现升牌居然真的是一把手枪, 此刻心中正在犹豫。 接下来极有可能是升牌对升牌。 若是旗下猜得不错, 游戏有可能在三个回合之内结束。 不太妙, 旗下再次看了看自己的升牌。 假如自己和对方同时打出升牌, 赵医生存活的概率有多大? 等等, 手枪! 一个念头忽然在旗下的脑海当中不断地徘徊。 片刻之后, 他抬起头, 感觉自己有什么念头被打开了。 这场游戏想要赢的话, 靠的并不是升牌。 苏珊此时拿出一张牌扣在桌子上, 说道, 开始吧, 我选好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面色一沉, 随后同时掏出了三张牌。 死牌和两张石头。 想要赢, 必须要打出死牌。 死牌才是这场游戏胜利的关键。 策划者必须要将升牌的内容告诉搏斗者。 三张牌? 苏珊看到旗下的出牌略微一愣, 规则里从未提到可以一次性打出三张牌。 地基在一旁点了点头, 说道, 请开牌。 二人翻开牌面, 苏珊打出的是一张棍子, 旗下是一张死牌。 他有些疑惑地拿过旗下的死牌看了看, 读了几遍上面的文字露出一脸的不解。 强制休闲。 有人打出死牌, 游戏进入休息阶段。 地基挥了挥手, 玻璃房间内的门打开了。 旗下立刻站起身, 走到玻璃房间内, 拉着赵医生来到角落中。 搞什么? 旗下, 赵医生看起来依然很不冷静, 怎么还有休息时间? 赵医生, 你若是有什么手段的话, 现在趁早驶出来吧。 旗下环视了一圈, 淡淡地说道, 再不驶出来就没机会了。 我, 赵医生面色尴尬地咬了咬牙。 旗下, 我也不瞒你了, 我确实有手段, 但现在驶不出来。 需要什么? 需要, 赵医生慢慢地低下了头, 需要女人。 妈的, 我真是不该问你。 旗下低声骂了一句, 算了, 长话短说, 我有几句话要和你交代一下, 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沟通的机会。 还需要什么沟通? 赵医生问, 你已经摸到刀子了吧? 你给我, 我杀了他, 你杀不掉他的。 旗下说, 除非一刀封猴, 否则寻常的刀伤不可能让他马上毙命。 一刀封猴? 赵医生是医生, 自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只是用刀砍伤对方, 那么直到游戏结束他都不会死。 游戏获胜的规则是其中一方的搏斗者脉搏停止跳动。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当面对一个全力防守想要活下去的高大男人时, 杀死对方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条件。 所以, 你有什么主意? 赵医生问, 接下来三个回合至关重要。 旗下说, 赵医生, 如今我的手中有一张手枪, 一张刀子, 一张盾牌。 紫辰, 你怎么样? 苏闪一脸担忧地看着眼前的男生。 我没事, 紫辰苦笑了一下。 苏闪, 多亏了你一直给我提供强于对方的武器, 目前我还没事。 苏闪发现对方的眼睛看起来非常骇人, 左眼的眼白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裂痕。 紫辰你看起来不太好。 没事, 紫辰眨了眨眼, 总感觉眼睛里像是有沙子。 苏闪, 接下来还有厉害的道具吗? 嗯, 苏闪点点头,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现在手中有手枪、 刀子、 石头以及两张绳子。 手枪? 紫辰顿了顿, 问, 那你有战术了吗? 我, 苏闪为微尘撕了一会儿, 说道, 跟我被赌的男人非常聪明, 我不确定能不能赢下他。 没关系, 苏闪, 我相信你。 紫辰点点头, 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就算输了, 我也没有怨言, 可是输了的话, 咱们就死了。 苏闪一脸失落地说道, 没有你带我走出房间, 我早就死了。 紫辰说道, 不管对方的战术是什么, 给我刀子吧, 就算他拿的是手枪, 我也有把握, 杀死他。 苏闪的眼神闪烁了一会儿, 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时间结束, 旗下依然在跟赵医生交代着什么, 而赵医生已经是一脸死鸡了的表情,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 赵医生喃喃自语地打断了旗下, 你精神真的正常吗? 信我, 旗下拍了拍赵医生的肩膀, 我们只能这么做了, 四个人回到了原位, 每个人的表情都有些不同, 当地基说出游戏继续时, 紫辰的头顶落下了一根棍子, 而赵医生的头顶空无一物, 这是暂停之前双方所打出的卡牌, 赵医生见状直接后退了几步开始围着房间狂跑, 紫辰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前还气势汹汹的男人此刻竟然撒腿就跑, 于是只能踢着棍子追了上去, 可十秒钟的时间太短了, 紫辰虽然追上了赵医生, 可接连两次挥动棍子都被他躲过了, 并未给对方造成伤害, 你居然逃跑? 紫辰愤地看了赵医生一眼, 将棍子丢到了身后的窗头中, 怎么? 赵医生喘着粗气, 换作是你的话, 你不跑吗? 下一回合我就让你死。 紫辰冷冷地说, 谁会死还不一定呢? 赵医生也不甘示弱地回到, 地基再度伸手示意, 第七回合请摸牌。 第169章, 升牌。 苏闪伸手抓起一张牌, 旗下也紧随其后, 这一张牌的牌面是什么都无所谓, 二人的战术早已确定了, 旗下将手枪放在桌面上, 而苏闪放下了一张刀子, 二人谁都没有隐瞒, 竟是直接将牌面向上推了出来。 苏闪, 我是枪, 你是刀。 旗下说, 苏闪点了点头, 说道, 旗下, 你开过枪吗? 开枪? 你知道我们的卡牌打出之后, 会掉下什么型号的手枪吗? 苏闪继续问道, 而这把手枪怎么上膛, 保险要怎么解除? 旗下略微皱了一下眉头, 并未回答, 我读你的队友, 无法在十秒钟之内扣动扳机, 就算他真的成功开枪了, 也不会直接打死紫辰。 苏闪故作镇定地说道, 十秒钟的时间太短了, 说完, 他又拿出一张手枪, 翻开给旗下晃了晃, 而只要紫辰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会在第二回合让他拿到手枪, 那时才是分出胜负的时候。 旗下盯着苏闪的眼睛看了很久, 说道,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死在这里。 哼, 是吗? 苏闪冷笑一声, 可你却接连痛下杀手, 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人死在这里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旗下挠了挠头, 说道, 这样吧, 这场游戏之后, 若你想明白了什么事, 可以去西边的学校找我。 什么? 苏闪微微一愣, 这场游戏之后, 解释起来挺麻烦的。 旗下摇摇头说道, 也可能你永远也不会记得我。 别再岔开话题了。 苏闪打断道, 我的眼前只有胜负, 让我们开始吧。 地基看到二人的卡牌之后, 挥了挥手, 玻璃房间内的道具掉了下来。 紫辰立刻伸手拿起地上的砍刀, 正要跑上前去的时候, 一个乌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不要动, 男人持枪一侧的肩膀微微厚倾, 双臂弯曲, 两手持枪, 姿势非常专业。 此时的赵医生脑海之中 不断回响着旗下说的话, 当我打出手枪时, 切记不要让他掉到地上。 现在的情况和旗下预料的完全相同。 这把格洛克十九 跟我射击课程用的那把一样。 赵医生咬着牙说, 我已经瞄准了你的胸腔, 人类的上半躯干中了枪, 在没有医疗措施的情况下存活几率极低。 紫辰见状微微咽了一下口水, 他感觉对方说的大概率是真的, 但是到如今, 认输绝无可能, 于是他嘴唇微微一动, 挤出四个字, 你在唬我, 你可以试试。 赵医生的双手丝毫不抖, 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 把刀子放下, 作为交换, 这一回合我不开枪, 放下。 紫辰一直都在思索着, 对方手中明明有枪, 为何执意要自己把刀子放下? 我数五个数, 你若不放下刀子, 我马上就开枪。 赵医生顿了顿, 嘴中念叨着, 五、四、三、二, 我不可能放下。 紫辰大喝道, 我要杀了你。 他举着刀子当要往前, 一个冰冷的广播声却缓缓响起, 时间道, 请停止行动。 神, 紫辰茫然地抬起头, 发现十秒时间已过, 不管对方说的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 方才都是在拖延时间, 可他拖延时间的目的是什么? 请二位丢掉道具。 赵医生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见状甚是不解, 只能将刀子也丢到了自己身后的窗口里。 这是他第二次拿到刀子, 可惜每一次都动弹不得, 这种感觉让他难受不已。 旗下, 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苏闪问道, 不,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准备和你赌一把, 赌上我们台面上的一切。 赌一把, 若是有可能的话, 我还想把你逼入绝望的境地。 旗下说, 你是真的不正常, 苏闪的双手都有些发抖了, 根本不知道眼前的男人在想什么, 你不仅要杀了我, 还要让我绝望? 我, 旗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点了点头。 第八回合, 请摸牌。 旗下听后直接摸起一张牌, 连看都没看的丢在了一边。 苏闪也缓缓摸起一张牌, 她知道不管对方在想什么, 眼下都是杀死对方的最佳时刻。 她按照自己的策略将手枪摆了出来, 而旗下则打出了一张刀子, 二人完全不掩饰自己的策略, 双双将牌面亮了出来。 立场颠倒了, 苏闪, 旗下说道, 这一回合拿枪的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们。 苏闪说, 第七挥了挥手, 第八回合的道具也掉了下来。 当紫辰看到手枪时, 以最快的速度伸手捡了起来, 对准了赵医生, 可是半秒之后, 她的额头就流下了冷汗。 手里的这把枪太轻了, 赵医生不紧不慢地捡起刀子, 抬起头说道, 得罪了。 话音一落, 她直接冲了上去。 这他妈是什么东西? 紫辰大叫着扣下了扳机, 枪口处喷射出了肉眼南巡的小水柱。 苏闪慢慢地瞪大了双眼, 她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个游戏中所有的道具都是为了杀人才存在的, 棍子打磨过, 刀也开了风, 可枪却是玩具。 赵医生片刻的功夫已经来到了紫辰的眼前, 挥起一刀, 直接砍在了对方的大腿上。 啊! 紫辰痴痛惨叫一声, 原地跪了下来, 腿上哗哗地流着鲜血。 他认为自己死定了, 可赵医生砍完一刀之后并没有其他的行动, 反而面色凝重地慢慢后退了几步, 等待十秒时间过去, 然后将砍刀扔到了身后的窗口里。 紫辰咬了咬牙, 站起身, 忍着剧痛也将手中的手枪扔了出去。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枪是玩具吗? 紫辰喃自语地说道, 所以你要在手枪落地之前接住它, 否则我会听出它是塑料制品。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策划者有多么可怕。 赵医生微微叹了口气, 他指挥我用一把刺水枪成功卸掉了你的刀子。 此时的苏闪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看起来最厉害的升牌竟然是一块毫无作用的塑料, 他的杀伤力甚至不如绳子。 这只公鸡居然在这副牌里面给我留下了飘渺的希望。 苏闪慢慢地抬起头, 感觉自己被摆了一刀, 他在耍我, 他没有耍你。 旗下摇摇头折纸牌面上的字, 这张牌叫做升牌, 而且上面一直都写着Joker。 也就是说手枪必胜。 旗下冷静地说道, 既然有必胜牌, 那我们为何还要费这么多周折斗智斗勇? 谁摸到枪谁就赢, 这可不是地基期望看到的画面。 看看我们手中的牌吧, 他想让我们在漫长的厮杀中折磨对方, 所以手枪只是个恶作剧, 打出这张升牌, 没有任何人会死。 第170章, 下次见。 苏闪沉默了一会儿, 他感觉自己始终静不下心。 是啊, 若是仔细想想就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升牌写的是Joker, 而死牌写的是死牌? 他拿起刚刚摸的牌看了看, 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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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绳子。 苏闪手中除了一张石头之外, 剩下的全部都是绳子。 如此还有胜利的希望吗? 旗下见状翻开了之前扣下的牌看了看, 也是绳子。 就出这个吧。 旗下将绳子直接名牌打出, 扔在了苏闪面前。 你, 苏闪眨了眨眼, 一丝冷汗从她的额头滑落。 我好像明白你的计划了, 我已经要输了。 没错, 旗下点点头, 眼下你还有一次赌上性命的机会, 那就是打出石头。 苏闪听后, 默默地拿起了手中的石头。 她虽然不想跟着旗下的计划走, 但眼下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想要杀死对方的搏斗者, 这张石头是最后的希望。 毕竟, 绳子在十秒之内杀人的概率几乎为零, 时间在拖延下去, 紫辰也会因为失血而死。 她慢慢地把石头放了下来, 眼神当中带着一丝绝望。 旗下, 为什么你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人呢? 苏闪声音颤抖着问, 总有一天, 你会和我一样的。 旗下冷言道, 苏闪理解不了, 她也不想理解, 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心狠手辣地杀死陌生人。 我相信紫辰, 苏闪将石头放到了桌面上。 旗下感觉有口难言, 思索了再三, 还是开口说道, 你的那个队友会害了你的, 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没必要一直照顾弱者。 地鸡面带微笑地挥了挥手, 二人的道具随之掉落。 赵医生把手高高举起, 在绳子落地之前, 一把抓住了她。 而紫辰也忍着腿上的剧痛, 从半空中接住了砖头。 她自知脚上有伤行动不便, 只能握住砖头做防守姿态, 可让她未曾想到的是, 赵医生并没有拿着绳子进攻, 反而一转身就把绳子扔到了身后的窗口里。 哎? 紫辰微微一顿, 却又见到赵医生把腿就跑, 远离了紫辰的攻击范围。 你在搞什么? 紫辰咬着牙说道, 你准备接下来的时间一直都逃跑吗? 没错, 赵医生擦了擦脸上的鼻血, 你已经被砍伤了, 刘喜儿死是迟早的事, 我没必要把自己搭上。 原来你砍我的腿是早就计划好的, 紫辰一时之间气不打一处来, 他捂住受伤的腿, 一瘸一拐地朝着赵医生走去。 赵医生一转身, 又跑远了几步。 别傻了, 你放弃吧。 赵医生大叫道, 接下来的时间你不可能有机会抓到我。 紫辰跟着赵医生追了半天, 直到大腿上的血已经灌进了自己的鞋子里。 你…… 紫辰知道时间将至, 此时不做点什么就真的让对方得逞了。 苏闪立刻站了起来, 大叫一声, 紫辰, 不要。 说时时那时快, 紫辰将手中的砖头掂量了一下, 狠狠地抛向了赵医生。 旗下叹了口气, 盯着眼前目瞪口呆的女孩说道, 结束了, 苏闪。 只见赵医生侧身一躲, 然后立刻捡起了地上的砖头, 紧接着把它揣到怀里, 趴到了地上。 什么? 紫辰有些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你拿我砖头做什么? 紫辰! 苏闪连忙跑到了玻璃墙边, 一边伸手拍着玻璃, 一边大声叫道, 快把砖头抢回来。 他想要害死你。 地鸡不动声色地冷笑一声, 开口说道, 十秒时间一到, 请双方丢掉道具。 听到这句话, 紫辰感觉自己的血都凉了, 一股极度不安的感觉开始在他心中蔓延。 喂, 你把砖头还给我。 他瘸着一条腿跑上前去, 伸手去拉着赵医生。 可赵医生趴在地上将身子缩了起来, 把砖头稳稳地藏在怀中。 他一言不发, 一动不动。 妈的! 紫辰的声音不断颤抖着, 你快点给我, 你再不给我我就要死了。 赵医生紧闭双眼, 将头深深地埋在双臂中, 任由紫辰拳打脚踢。 我再说一次, 地基冷笑道, 请马上丢弃道具。 喂? 紫辰带着哭嚎声叫道, 你给我啊。 苏闪浑身不断地颤抖着,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丧命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苏闪, 挑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等待死亡。 旗下也在一旁故意说道, 对了, 尽量不要把血剑到我脸上。 苏闪抬起一双绝望的眼睛看着旗下, 如今是他的死亡倒计时, 他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又怎么可能在这里死掉? 可是谁又能来救他? 想到这里, 苏闪脑海当中有一根弦嘎嘣一声断掉了。 当! 巨大的钟声在远处回荡。 旗下慢慢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对不起, 之前说了很多可怕的话, 那不是我的真心话。 旗下站起身, 缓缓地说道, 苏闪, 借好了, 西边, 学校, 天堂口, 我叫旗下。 还不等苏闪反应过来, 地基已经走进了玻璃房间内, 继续冰冷地说道, 请马上丢弃自己的道具。 你, 你等一等。 紫辰双手慌乱地挥舞了一下, 再给我点时间, 我, 我马上就好。 最后五秒, 地基慢慢地闭上双眼。 喂? 哥? 大哥? 紫辰不再殴打赵医生, 反而带着哭腔的跪了下来, 求求你还给我吧, 我不想死。 对不起, 赵医生捂着砖头低声说道, 我也不想死。 五秒的时间一晃而过, 地基以极快的速度伸手贯穿了紫辰的心脏, 蓝色方犯规, 接受制裁。 地基笑着甩了甩手上的血, 同时从手中丢下了一块形状不明的血肉。 苏闪的项圈此刻也闪起了蓝灯, 那蓝灯越闪越快, 似乎正在进入倒计时。 苏闪,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旗下扭头看着眼前的女孩。 苏闪盯着旗下的眼睛看了几秒, 仿佛忽然想通了什么。 原来是这样。 城市西边, 学校, 天堂口。 苏闪说道, 旗下, 我记得了。 下次见, 旗下说道。 下次见, 苏闪苦笑一声。 第171章, 难以触发地回想。 楚天秋坐在昏暗的房间中吃着早餐, 却忽然听到了微弱的敲门声。 怎么? 他问, 他有个问题, 想要问你。 门外说, 让我猜猜, 楚天秋缓缓摸了一下下巴, 该不会是想问问我来这里多久了吧? 没错, 门外的黑影点了点头, 真是太有意思了。 楚天秋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旗下, 这样才对啊。 都视我不好, 门外的声音听起来吱吱吱, 没想到让旗下看出了破绽。 和你无关。 楚天秋摇摇头, 就算可以瞒住所有的人, 但不可能瞒住旗下。 他早晚都会发现的, 只不过比我预计的早不少。 所以,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门外有些为难的说道, 他说, 若是你答错了, 就让你彻底出局。 是吗? 楚天秋微微点了点头, 来到了桌子旁坐下, 那里有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上写了许多不明所以的词汇, 有愤怒、 绝望、 恐惧、 不舍、 思念、 骄傲、 悲伤、 悔恨等诸多情绪, 满满当当地写了一整页, 可奇怪的是, 许多词汇都被人画掉了。 旗下还会回响吗? 楚天秋问, 没有。 门外说, 楚天秋面色一沉, 拿起笔将悔恨也画掉了。 如今的本子上仅有悲伤一个词汇, 他将笔毛盖上, 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悲伤二字, 开口说道, 我可能找到答案了。 是吗? 门外的黑影也思索了起来, 可会不会, 是我们给旗下的悔恨根本不够? 哦? 楚天秋微微思索了一下, 你是说, 他根本不在乎队友的性命? 我不好说。 门外回答道, 我从他的表情之中什么也看不出来。 有意思, 楚天秋点点头, 也就是说, 他是故意中计的,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哪怕损失队友也想调出我的存在。 损失队友, 门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 天秋, 我们也损失了两个队友, 那个叫做旗下的人, 有那么重要吗? 他甚至重要过金元勋。 楚天秋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问道, 林晴是不是加入天堂口了? 是, 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场面啊。 楚天秋敲了敲桌面, 我准备见见他, 可, 可他是疾到啊。 门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慌乱, 资历这么深的疾到不多了。 楚天秋慢慢站起身, 他跟那些心静的疯子还是有区别的。 门外沉默了半声, 说道, 我知道了。 楚天秋微微一笑, 被旗下打伤的嘴巴还在痛吗? 门外没答话, 过了半天才缓缓问道, 旗下的问题你到底要怎么回答? 这不难, 你告诉他我从未离开。 乔家竟拿着一个布包, 心情格外美丽。 心里一声, 写字在, 你俩也蛮聪明啊。 他打开布包数了数, 这一次人狗的游戏居然赚了六个道, 只是不知道六个道够不够买酒。 林情微微皱了皱眉头, 伸手拿过布包, 期间又不经意间碰了一下乔家竟的手指。 乔家竟也没在意, 见到布包被拿走, 双手插进了兜里。 林情微微叹了口气, 问道, 乔家竟,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乔家竟眨了眨眼, 怎么问得这么直白? 他想拿着道具买酒, 可惜不能直说。 我, 林情感觉乔家竟有些奇怪, 他和旗下一样, 无论如何触碰都完全没有回响的征兆。 林情感觉想要完全激发乔家竟的能力, 应当要释放自己的全部回响, 可那样就会激起终生, 事情会变得有些棘手。 你在压抑自己的内心吗? 林情问道, 你? 乔家竟愣了一下, 我压抑自己的内心做什么? 虽然乔家竟矢口否认, 但林情还是发现了端倪。 他感觉乔家竟并不是真正的乔家竟, 亦或者说他并没有在做自己。 乔家竟, 想想你自己是谁? 林情说道, 不要压抑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自己, 乔家竟的眼神慢慢冷峻下来。 你是谁? 来到这里之前, 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我? 乔家竟的耳边似乎有若隐若无的钟声响起, 若是没有伪装, 回忆的滋味苦涩至极。 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 乔家竟打断了思路, 露出笑容扭头说道, 心理医生, 我没钱预约你, 所以也不用给我看病了。 他懒洋洋地伸了下胳膊, 然后静止向前走去了。 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说明他的回想非常强大。 林情扭过头无奈地看了看寒一墨, 口中喃喃自语, 至少比招灾强大得多。 三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城市中游荡, 正准备前往下一个游戏时, 却忽然听到了巨大的钟声。 什么? 林情略微愣了一下, 这钟声听起来离得很近。 谁回想了? 是自己人吗? 我们去看看。 林情朝着钟声响起的地方指了指, 三人随即改变了方向。 可当他们刚刚走到巨大的显示屏旁边时, 震耳欲聋的钟声再度传来。 回想结束了, 屏幕上只留下了孤零零的一行字。 我听到了招灾的回想, 刚才是冰死之人回想。 林情嘴巴微动, 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乔家静盯着屏幕, 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问道, 招灾是谁的回想? 为什么一直都在? 是, 林情瞥了一眼寒一幕, 发现他并没有反应, 只能信心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三个人在屏幕前面等待了片刻, 并无其他发现, 正准备离去时, 那屏幕却如同刷屏一般, 刷刷地出现了好几行字。 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 接连不断的钟声, 站在剧中前面的三个人, 被这钟声震得难以站稳。 我听到了嫁祸的回想, 我听到了因果的回想, 我听到了原物的回想。 加上原先的招灾, 此刻同时有四行字闪烁在屏幕上, 看起来格外害人。 怎, 怎么回事? 韩一墨愣在了原地。 第172章 偶遇, 旗下和赵医生拿着三十颗刀走出地基的棋牌室, 不到三步, 旗下的脸色沉了下来。 赵医生, 你到底是个什么变态? 他回过头问道, 啊? 赵医生一愣, 我? 变态? 你的回想需要女人才可以发动。 旗下露出一脸鄙夷的表情, 你是武侠故事里记载的滋阴补扬的魔头吗?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啊? 不过回想, 赵医生眨了眨眼睛, 你是说, 我这个就叫回想。 你说什么? 旗下微微一愣, 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有必要继续隐瞒吗? 我, 我没有隐瞒的, 赵医生面色刚大的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我似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 对周遭的环境进行破坏。 破坏? 旗下的面色迟疑起来, 这可真是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也就是说, 人兔的逃生游戏并没有鱼缸倒塌这个解决方案, 只是赵医生的回想发动了, 可赵医生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有回想? 我只要触碰到女孩子, 便会短暂的获得一些奇怪的能力。 赵医生尴尬地说道, 上一次我想和萧冉深入交流的时候, 被你打断了。 旗下面色难看地捂住了额头, 她总感觉这件事情很离谱。 那天的赵医生马上就要得到真正的回想时, 却被自己打断了。 难怪啊, 旗下点了点头, 那天我和灵晴去找你们, 你躲在暗处用一块木板挥过来, 是真的想杀了我吧? 我, 赵医生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我阻拦了你, 没让你变成超人。 旗下叹了口气, 紧接着眼神一冷, 问道, 赵医生, 你一直都保有记忆吗? 我, 赵医生警惕地看了看旗下, 说道, 旗下, 虽然我不懂什么叫做一直保有记忆, 但我记得上一次发生的所有事。 什么? 但是有个人明确地跟我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还记得, 所以我, 旗下微微一顿, 原来赵医生并不是房间内一直都保有记忆的那个人, 他单单保留了一次记忆而已, 我好像猜错了,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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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等旗下想明白, 就被接踵而来的钟声吓得心头一颤, 二人茫然抬起头, 任谁也未曾见过如此紧密的钟声, 仿佛有一群人同时回响了一般, 三个人从暗处慢慢地现出身形, 正站在旗下身后, 旗下, 你听, 钟响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响起, 旗下浑身一正, 随后僵硬地转过身, 那张让人不寒而栗的脸浮现在眼前, 是萧萧, 是那个毫不留情杀死乔家静和甜甜的萧萧, 这张脸就是钟烟之地给旗下的第一印象, 疯狂, 旗下又看了看站在萧萧左右两侧的一男一女, 一人是曾经见过一面的姜若雪, 而另一人却是一个陌生男人, 咦, 奇怪, 萧萧盯着旗下的双眼看了看, 你看起来像是记得我, 你果真回响了吗? 旗下没有说话, 只是略带敌意地盯着对方, 既然如此, 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 旗下, 我上次说的话你领悟了吗? 萧萧摆弄着肥大的T恤慢慢地走上前来, 旗下, 这是, 赵医生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感觉不太妙, 旗下没回答, 反而咽了下口水, 问道,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本来是想混入地基的游戏里杀人的, 没想到却遇到了你, 萧萧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 我什么都不想做啊, 就只是偶遇, 江若雪听后甜甜的一笑, 跟旗下招了招手, 嗨, 好久不见, 明明是偶遇, 你三人又为何要回想? 旗下问, 还不是想拉拢你? 萧萧笑了一下, 开口说道, 上次我告诉你, 这里的人死不足惜, 我想你应该也理解了吧, 在这种地方, 只有回想者才有资格存活下来, 剩下的人无论死掉几次都是一样的结局, 旗下听后也慢慢地走上前去, 与萧萧面对面站着, 萧萧面色不改, 依然笑着说, 我们在这里发出回响,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 我们比大多数人都强得多, 就算这样, 你还不想加入我们吗? 萧萧, 你给我听好了, 旗下面色冷峻地说道,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 就是超出我预料的事, 你胆敢当着我的面, 杀死我的队友, 就要做好了跟我永远为敌的准备, 哦, 萧萧顿了顿, 收起了笑容,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说话很客气, 所以有些蹬笛子上脸了, 我对你的态度始终这样, 旗下说道, 有什么事情, 你就冲我来, 不论你杀掉我几次, 我都不会妥协, 你以为我不敢, 气氛一时之间紧张了起来, 众人都站在原地对峙着, 赵医生则一直都在盘算逃跑的路线, 啥玩意, 站在萧萧身后的陌生年轻男人, 忽然开口打破了气氛, 小江, 这都是啥玩意, 哎呀, 你别着急, 江洛雪拉了拉陌生男人的衣角, 小生说道, 萧萧应该有计划的, 那特么能行吗? 男人不耐烦瞪了瞪眼, 别搁着欺负人, 老孙, 我什么时候欺负人了? 萧萧皱着眉头回身说道, 你不知道情况就别说话, 我他妈还用知道情况吗? 年轻男人立刻走了上来, 站在了萧萧和旗下之间, 他看起来有些不悦, 你都杀了人家队友了, 还谈什么情况? 下手咋还不知道轻重呢? 老孙, 你, 亏我还被小江骗得开起了回响, 咋的, 就干这事啊? 被称作老孙的年轻男人, 感觉自己被耍了, 玩儿呢? 我哥这陪你俩站街成场子呢? 气氛一时之间掺杂了几分尴尬, 萧萧和姜若雪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老孙, 我们想拉这个叫做旗下的人入伙, 那你就好好被人说啊, 老孙用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瞪了眼萧萧, 你杀人干啥? 我要好好跟他说啊, 萧萧漫不经心地摇摇头, 我说这些人死不足惜, 可他不信, 你这话, 我咋听着隔音呢? 老孙回过头, 看了看旗下, 说道, 哥们, 你别听他胡烈烈, 你对我那事儿, 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 我替你出头, 旗下和赵医生顿时面面相去, 这是在做什么? 演戏吗? 第173章, 石头, 我说,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旗下皱了皱眉头, 咋的? 老孙上下打量了一下旗下, 我们一伙的就不能干账了, 旗下感觉眼前的男人身上, 有一股和乔家境非常相似的特质, 只是这个特质结合了南北差异之后, 在二人身上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谢了, 但我不需要有人给我出头, 旗下说道,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俩想先走, 走, 老孙的表情有点愣, 我替你出头, 结果你要走, 旗下感觉自己又陷入了袖才遇上兵的劲得之中了, 我说过, 我不需要有人替我出头, 旗下说道, 你们如果想演戏给我看, 趁早免了, 演戏? 老孙一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来来来, 你看看, 我是不是演戏? 说完他就把手握起来, 为旗下说道, 这石头给你防身,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了, 你看看我下不下死手, 他把手往前一递, 看起来似乎把什么东西递到了旗下手中, 可旗下知道那手里是空的, 我说你, 还不等旗下提出异议, 他赫然发现自己的手中多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这石头安安静静地躺在手上, 仿佛早就在这里了一样, 这, 旗下一愣, 凭空变石头, 老孙没有迟疑, 伸手一握, 一根粗壮的石棍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萧萧, 你快给这哥们道歉, 一直得罪人家的话, 咱怎么拉他入火? 我猜不道歉, 我又没做错, 萧萧说道, 要不是托我的福, 旗下能这么快地了解中年之地吗? 旗下面色一沉, 将手中的石头扔到了一旁, 说道, 你们实在太荒唐了, 我重申一次, 我不会入火的, 你们俩就算在这里, 因为我打死对方, 我也不可能入火, 哎, 哥们儿, 老孙回过头来, 拉住了旗下的胳膊, 有话好说吗? 你要是觉得不解气, 这根棍子给你, 旗下冷哼一声, 果然是在演戏, 我不想和你们扯上关系, 嗨, 我真不是演戏, 老孙见到旗下不吃这套, 将手中的石棍也随手丢了出去, 我一直都很不满意萧萧的做法, 他太偏激了, 旗下给了赵医生一个眼神, 二人不想纠缠, 准备绕过几人离开, 哥们儿, 老孙依然没有放开拉住旗下的手, 你真的不考虑入火吗? 旗下停下脚步, 看了看眼前的老孙, 问道, 你要杀我吗? 啥? 不杀我就别耽误时间了, 我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吧? 旗下扭头看了看萧萧, 我不可能与这种风子为伍, 萧萧听到这句话后, 面色略带一丝失落, 老孙此时也一脸尴尬地棱在了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姜若雪慢慢地走上前来, 笑着说道, 算了, 老孙, 让他走吧, 哎, 小姜, 你不是说这个人很厉害吗? 但是他对萧萧的第一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 没必要再纠缠了, 姜若雪苦笑着回头对萧萧说道, 萧萧, 我之前找到的那瓶李燕你吃了吗? 吃了, 每天午夜我都在吃, 萧萧低着头说, 啥玩意儿, 午夜吃? 老孙瞬间吓了一跳, 麻烦你看准了再吃啊, 我就说, 怎么一到了半夜我就吐酸水, 合着你特么都吃我肚子里了是吧? 啊, 萧萧一愣, 不, 不是吧, 下货给你了, 旗下看着这群疯子, 感觉自己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这难道又是一场戏吗? 走, 他低声跟赵医生说道, 好好好, 赵医生一路小跑的就要离开, 不, 不行, 萧萧忽然转过头来, 表情呆滞的看向旗下逃跑的方向, 洛雪不能让他走, 他太聪明了, 他会收集到三千六百克道的, 你冷静一点, 萧萧, 江洛雪皱着眉头说道, 我很冷静, 萧萧深呼吸了一口气, 说道, 所有人都死不足惜, 可旗下不一样, 他注定要和我们一样在这里生活下去的, 话音一落, 他就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了穿戴里面的运动背心和一身横练的肌肉, 这景象把赵医生吓了一跳, 我的妈, 他从未想到萧萧的T恤下, 竟然会是这副强健的躯体, 萧萧从一旁拿起了旗下刚才丢掉的石头, 萧萧, 江洛雪有些着急地拉住了他, 你别冲动, 不是说好了有事一起商量吗, 我先把旗下留下, 萧萧露出诡异的笑容, 我先让他留下, 然后我们再商量, 说完他就狠狠地挥动石头, 撞到了自己的脑门上, 这个举动把旗下和赵医生都看待了, 这一击下去, 萧萧的额头已经开始哗哗地流血, 他, 他在干嘛, 别管了, 快走, 旗下拉着赵医生转身就跑, 萧萧的脸上慢慢露出了失落的神情, 失败了吗, 没关系, 他再一次举起石头, 狠狠地敲下了第二次, 随着一声闷响, 旗下身旁的赵医生直接原地飞了出去, 啊, 赵医生躺在地上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妈的, 这是什么啊, 他眉头紧锁, 感觉自己被一块石头击中了, 可是自己的额头只有痛感, 未曾受伤, 看到赵医生在地上不断地打滚, 旗下咬着牙看着眼前的三人, 疯子, 你们没完了, 萧萧见状, 摇摇晃晃地丢掉了石头, 看起来状态也不太好, 老孙, 快把他绑起来, 啊, 老孙一愣, 不是, 你真要绑他, 别废话了, 快点, 萧萧捂着额头说道, 那, 那对不住了哥们, 老孙左手凭空出现一根石棍, 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卷绳子, 朝着旗下缓缓地走了过来, 旗下面色一冷, 缓缓地撸起了袖子, 绑我, 你试试, 姜若雪的面色也不太自然, 赶忙上前去扶起了赵医生, 他感觉事情有点难以控制了, 那个, 你还好吗? 赵医生捂着额头看了看现在的状况, 慢慢地站起来, 一脸赔笑地说道, 我没事, 没事, 话把他就下意识地摸了摸姜若雪的手, 谢谢啊。 第174章, 回想斗法, 刚刚还带着微笑的姜若雪, 瞬间收起了笑容, 毕竟无意碰到和故意抚摸有着本质区别, 这个男人给他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 旗下敏锐地注意到了赵医生和姜若雪之间的古怪氛围, 他和赵医生交换了一个眼神, 于是微微点了点头, 向着眼前的老孙走了过去, 哥妈, 我是真不想动你啊, 不再考虑考虑了, 不考虑了, 旗下冷言道, 说也说不听, 不如直接动手, 话音一落, 不等老孙反应过来的功夫, 旗下已经向前猛踏一步, 旋转出拳, 老孙错愕了一瞬间, 也下意识地扔起自己手中的石棍, 向旗下头上挥去, 按理来说, 此时不论是谁, 都应该赶忙护住自己的头部, 否则就算打到了对方自己也定然受伤, 可旗下偏偏不曾躲避, 用自己的天灵盖生生地挨了这一击, 说来也奇怪, 老孙手中的石棍居然像是用沙子制成的, 在接触到旗下天灵盖的瞬间, 居然如同泡沫一般散乱成无数碎线, 哎? 老孙还未来得及惊诧, 下巴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这一拳打得又重又准, 他只感觉两眼发黑, 瞬间失去了平衡, 他慢慢地向后倒去, 竟然倒坐在一块石头上, 那石头像个座位一样, 正好接住了老孙,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那块大石头像从刚才开始就放在这里, 但仔细想想又不可能, 这是马路正中央, 怎么可能放着一块大石头自己却没有看见? 下一刻, 石头陡然发生变化, 好似被白蚁侵蚀了一般, 慢慢碎裂成沙子, 老孙也终于倒了下去, 可当他马上就要摔到地上时, 沙子再次凝结成石头, 片刻又再次化成了沙子, 见到他终于倒地, 找一声长舒一口气, 旗下感觉自己可能神志不太清醒了, 这都是什么情况? 回想斗法吗? 见到老孙被旗下一拳撂倒, 萧萧也变了脸色, 有意思, 他缓缓地走上前来, 身上的肌肉如同一块块宝石一般, 在暗红色的天空之下映出光芒, 旗下, 看起来你练过两下子, 我现学现卖, 只是你的朋友轻敌了, 旗下甩了甩右手, 但额头已经留下了一丝冷汗, 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太过可怕了, 他有着非常强悍的肉体力量, 更有着名叫嫁祸的回响, 作用在他身上的伤害极有可能转移到其他人, 一拳下去, 就算能够伤到萧萧, 倒下的也可能是旗下自己, 既然如此, 要怎么打? 可是, 萧萧看起来完全没有顾虑, 他双拳一握猛然冲了上来, 旗下面色一紧, 赶忙顾忌重施, 再度摆好了出拳姿势, 向着他的面部甩出一拳, 可旗下的出拳速度远不如萧萧, 仅仅一个错身的功夫, 就被他击中了胸膛, 这一拳硬的向铁, 啊, 旗下被打翻在地, 他感觉自己在长达十秒钟的时间里, 都无法呼吸, 子伟难受至极, 面对这种赤手空拳的敌人, 赵医生破坏周遭环境的回响, 也无法发动了, 老孙把他绑起来, 萧萧说道, 他必须成为疾盗, 嗨嗨, 老孙慢慢站起身, 看起来并未受伤, 我真没想到, 这小子的进攻这么有技巧啊, 下次得谨慎点了, 正当老孙拿着树藤慢慢靠近旗下的时候,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我干, 真是嚣张, 几人一愣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 缓缓朝此处走来, 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人, 躺在地上的旗下也艰难地扭过头, 瞬间感觉安心了不少, 张珊, 佟姨, 云瑶, 干, 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 想要绑坐我们天堂口的人, 张珊缓缓地来到萧萧面前, 面色异常阴芒, 他的身上沾了不少血迹, 应当是刚刚参与了什么游戏, 萧萧感觉有些不妙, 上一次见到这个男人时, 他没有回想, 但徒手打死了一只熊, 张珊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萧萧, 不由地露出一丝笑容, 很漂亮的肌肉啊, 就用来干这些肮脏事吗, 萧萧迫于张珊的气势, 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一旁的云瑶也见到了熟悉的面孔, 可说实话, 这个面孔他并不想见, 嗨, 云瑶, 姜若雪微笑着挥了挥手, 别嗨了, 我不想跟前任交谈, 云瑶有些冷淡的一开眼神,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抢人可不是你们急到的作风, 赵医生把旗下扶起来, 二人慢慢向着张珊三人的位置移动, 孩子, 你没事吧, 童一上前掺住旗下, 我没事, 旗下摆摆手, 姜若雪继续笑着看向云瑶, 抢人不是我们急到的作风, 那你说说看, 我们的作风是什么, 我不说, 云瑶略带不悦地看着姜若雪, 你个欺骗感情的渣女, 我不想跟你说话, 哈哈, 姜若雪被云瑶逗笑了, 小云你还是那么可爱, 早知道我就不甩掉你了, 麻烦你搞清楚, 是我知道你的身份之后甩了你, 云瑶冷冷地看了看眼前的三人, 劝你们赶紧收手吧, 咱们六个如果真的动起手, 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老孙在身后扯了扯萧萧, 小生说道, 这个大汉是谁, 以前交过手吗? 是, 萧萧小生回答道, 如果他这次获得了回响的话, 咱们估计要交代在这儿了, 三个都是回响者, 老孙又问, 是, 各顶各的刀手, 萧萧慢慢往后退了一步, 眼下的情况虽说有些棘手, 可他实在不想放弃其下, 童一微笑了一下, 开口说道, 孩子们, 你们明明获得了母神的眷顾, 为什么要用来做错事? 错事? 萧萧冷哼一声, 凭什么你们做的是正确的事, 我们做的就是错事? 赶紧滚, 张山摆了摆手, 今天那是不与你们计较, 若是以后再敢绑人, 老子可真不客气了, 见到张山的态度, 萧萧却犹豫了起来, 若这人已经获得了回响, 为何会这么客气? 难道他在虚张声势? 但虚张声势有时也是一种战术, 万不可掉以轻心, 张山, 萧萧叫道,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张山和云瑶对视了一眼, 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是疾到, 自然不可能这样放弃, 萧萧说, 可是我们很想拉起下入火, 不如我们对赌一场, 对赌? 我知道一个可以厮杀的地级游戏, 就让我们在游戏中见分晓, 如何? 第175章, 战斗分队, 就算张山没有保留记忆, 他也听说过, 疾到是一群疯子, 可是这群人, 未面也太疯了, 张山问道, 因为有裁判, 萧萧笑着说, 若是在游戏里杀掉你们, 其他的天堂口成员就没有理由报复了吧, 旗下越听越感觉不对, 等, 等一下, 他茫然地抬起头, 你们这是以我为赌注在打赌吗? 没错, 萧萧点头, 你以为我是什么? 旗下说道, 你就算赢了又怎样? 我不想加入你们, 听不懂吗? 若不答应, 我们见你一次杀你一次, 除非你永远窝在天堂口一步都不出来, 否则你就在这里一次次的腐烂吧, 萧萧笑着说道, 旗下被这疯子气得牙痒,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阻止他们, 云瑶思索了一下, 问道, 若我们赢了呢? 赢了的话, 你们就再也不会骚扰旗下吗? 萧萧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若是你们赢了, 我答应你们以后不会用武力绑走他, 这个回答让张珊变了脸色, 干, 你在跟老子玩文字游戏, 他皱了皱眉头, 你们不用武力, 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是吧? 这可是我身为疾到, 有史以来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萧萧笑着说, 你们要怎么选? 无尽的厮杀, 还是一次性的厮杀? 云瑶微微思索了一下, 他知道疾到是什么德行, 若是不答应, 估计旗下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你们要进行什么游戏? 云瑶问, 我知道前面路口有一个刚刚建成的地虎游戏, 三对三, 至今无人涉足, 萧萧说道, 明天天亮, 我们在那里厮杀, 如何? 虎, 旗下顿了顿, 小声问道云瑶, 虎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说是体力型却比牛轻松一些, 说是争斗型却比姬温柔一些, 说是团队型却又不必像狗那般配合。 云瑶说道, 云瑶连续举了三个例子都在说虎的不足, 可旗下却从中听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也就是说, 虎是同时包含体力, 争斗, 团队的游戏。 不错, 萧萧见到二人正在窃窃私语, 又开口说道, 我可先说好, 旗下本人不准参加, 否则我们没法下杀手。 他若参加, 这场比赛直接作废。 云瑶等人听后互相看了看对方, 并未做出回应。 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只要你们一句话。 萧萧说, 这道题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云瑶自然知道旗下的实力非同小可, 想要逃出中烟之地, 必须要把它留在天堂口, 可是为了这个理由贸然参与地虎, 值得吗? 你们派谁参加? 云瑶问, 就你们三个吗?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 萧萧回答道, 你们可以派出你们的最强阵容, 我们也不会干涉。 听到这个回答, 云瑶扭头看向旗下, 小声问道, 你怎么看? 我有的选吗? 旗下感觉现在的情况有点让人反胃, 一群疯子获得了超能力, 他们的目的居然是想方设法地纠缠自己, 期待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疯子。 但他转念一想, 这,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天堂口和集道进行堂堂正正的厮杀, 自己不必参与,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置身事外, 却又可以见识双方手段的绝好机会。 你们想答应吗? 旗下问道, 楚天秋不在, 一切由我做主。 云瑶说道, 我们定然要留下你, 那你们答应就是了。 旗下满不在乎地说道, 若是输了, 下次再见面我就送你一句吉刀万岁。 有病? 云瑶无奈地撇了撇嘴, 转头又对萧萧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日出十分前面路口的地虎见。 众人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下离开了现场。 事关重大, 云瑶只能带领众人立刻回到天堂口, 商议接下来的事宜。 楚天秋听几人说了事情的经过, 表情严肃至极, 之后便立刻召集天堂口现有的人手, 聚在一间教室中开启了紧急会议。 由于一部分人外出参与游戏, 现场只有寥寥十多个人。 地虎? 老吕问道, 这以前有谁参与过地虎吗? 在座所有的人竟然无人搭话。 张山参与过。 楚天秋说道, 他很适合虎类游戏。 是吗? 张山并不记得这件事。 是的, 这次还需要你带队。 楚天秋点点头, 由于某些原因, 我们不能放弃旗下, 所以辛苦你了。 没事。 张山点了点头, 可我该选哪些队友? 楚天秋环视了一下屋内的众人, 发现第二个合适的人选并不在这里。 旗下有个队友叫做乔家静, 把他也带上。 旗下听后微微一愣, 乔家静? 凭什么? 凭什么? 楚天秋看了旗下一眼, 凭他现在是天堂头的成员, 理应听我拆遣。 况且他的争斗能力异常强悍, 跟虎很契合。 旗下本想拒绝, 可转念一想, 今天的乔家静和灵晴一起行动了, 灵晴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触碰到他。 接下来乔家静回响的概率将大幅提升, 这次地虎的游戏正是一个极好的奇迹。 白虎曾经说过想要逃脱此处, 乔家静的能力至关重要, 可是安全性又该怎么办? 旗下一抬头, 一眼瞥到了如同巨人一般的张山, 他忽然感觉自己有点多虑。 若是乔家静和张山组成一个队伍, 都赢不下这场厮杀游戏的话, 那萧萧可以算是天下无敌了。 乔家静跟张山组队, 甚至比跟自己组队还要安全。 可是第三个人选呢? 旗下也在此时盘算起来, 这个队伍现在欠缺的是什么? 只见楚天秋思索了一会儿, 喃喃自语地说道, 真可惜金元勋不在, 但是金元勋就算在这里, 情况也不容乐观。 他的性格和张山, 乔家静太像了。 楚天秋顿了顿, 又看向了角落里坐着一个黑兽女孩, 李湘玲。 他叫道, 在, 女孩如同一阵风, 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思来想去, 还是你最合适了。 楚天秋冲他微微一笑, 两个粗忙的大男人组队总会有些不妥, 他们的不足就由你来弥补吧。 女孩干练的一笑, 竟然行了一个练家子的拱手礼, 得令。 旗下定睛一看, 那女孩的手心手背全都是老姐。 第176章, 云瑶的疑惑。 楚天秋选定了出战人选, 乔家静, 林晴, 韩一墨三人正好推门进来。 他们没想到屋内坐着十多个人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乔家静环视了一圈, 目光停在旗下身上, 赶忙走过来对他说骗人仔。 刚才你听到了吗? 连续三次钟声啊。 是, 我听到了。 旗下点点头, 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件事。 你叫乔家静是吧? 张山带着李湘林缓缓地走了过来, 明天咱们三个一队进行一场厮杀类游戏。 咩啊! 乔家静有点摸不清状况, 怎么又不让我带大脑出门? 这样很危险的。 大脑? 张山也愣了愣, 谁是你的大脑? 乔家静伸出大拇指, 撇了撇身边的旗下。 我跟骗人仔合作了, 他就是我的大脑。 有意思。 张山笑着点了点头, 他是大脑的话, 你又是什么东西? 乔家静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如果非要说的话, 我是他的拳头。 那就对了, 张山点点头, 现在你的大脑遇到了危险, 能不能解决, 就看你这拳头挥得狠不狠了。 嗯? 乔家静扭头看了看旗下, 骗人仔, 你被人贬了吗? 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旗下说道, 明天的厮杀游戏跟我有关, 但我参与不了, 只能有你帮我了。 帮你? 那好说, 乔家静微微伸了个懒腰, 所谓厮杀也就是说对手是人吧? 没错, 放心吧, 搞得定, 楚天秋见状也点了点头, 既然选完了, 乔家静也回来了, 那, 等一下, 楚天秋问, 我冒昧地问一句, 这三个人当中谁回响了? 三人互相望了一眼, 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楚天秋, 云瑶感觉有点不太妥当, 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回响, 说完他就狐疑地看向楚天秋, 你这是什么安排? 云瑶感觉这次的战术非常奇怪, 我跟你说了, 对面是吉道, 那是三个货真价实的回响者。 这, 楚天秋面色迟疑了一下, 没问题, 我相信他们三个。 像, 相信, 云瑶以为自己听错了, 天秋, 你在说什么? 你只拍这三个人, 就是因为相信他们? 难道没有其他战术了吗? 张珊感觉气氛有点微妙, 于是拍了拍云瑶的肩膀, 说道, 没关系, 我觉得楚天秋肯定有他的安排, 再说, 搏斗和厮杀的游戏, 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 楚天秋见到有人替自己说话, 表情也放松下来, 既然如此, 散会吧, 你们三个趁机认识一下, 毕竟明天就是队友了, 你们三个先别走。 旗下小声对云瑶, 张珊, 三个人听后默默点了点头, 带到众人稀稀拉拉地走出了房间, 云瑶忍不住开口了。 张珊, 你不觉得楚天秋很奇怪吗? 他看起来非常生气, 昨天他的计策害死了金元勋和小眼镜, 今天又安排你们三个去对付回响者, 不, 不止这一次, 他上一次就很奇怪。 张珊苦笑一下, 说道, 云瑶, 你忘了, 上一次我也没有回响, 我的记忆里, 已经没有楚天秋原本的样子了。 这, 云瑶环视了一圈, 发现现场的众人里, 似乎只有自己认识原本的楚天秋, 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 憋得难受。 在他的印象中, 楚天秋的计策都向来都以稳健为主, 他从来都不会给出这样莽撞的计策。 之所以这一轮的天堂口, 有这么多人失去了记忆, 正是因为上一轮的楚天秋, 在最后几天中, 几乎是自杀式的, 安排众人前去参与游戏。 在云瑶的记忆里, 每一轮按照楚天秋的安排参与游戏, 天堂口之中十之八九的人都可以获得回响, 毕竟楚天秋清楚每一个人回响的契机。 可是上一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楚天秋忽然改变了战术? 难道有什么变故是自己不知道的吗? 等等, 云瑶缓缓扭头看向了旗下, 说起来上一轮最大的变故正是旗下。 旗下来拜访楚天秋, 楚天秋拒绝见他。 那之后的第二天, 楚天秋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瑶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但他却摸不到答案的影子。 众人没有理会云瑶, 反而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张珊双手环抱在胸前, 问道, 咱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俩都擅长什么?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乔家静, 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练过? 乔家静点了点头, 说道, 大只老, 我不仅练过, 而且很有一手的。 哦? 张珊瞬间来了兴趣, 我练过一些伞打。 你练的是什么? 乔家静伸出自己的手, 数着自己的指头说道, 拳击, 散打, 摔跤, 柔道, 咏春, 泰拳, 秦拿, 太极, 结拳道, 巴西柔术。 停停停, 张珊伸手打断了乔家静, 谁问你格斗的分类了? 老子问你练的是哪种? 都练过。 乔家静信誓旦旦地说道, 都, 张珊一愣, 我干, 你小子吹牛也得有个限度啊, 你年纪也不大, 怎么可能练这么多种? 旗下挠了挠头, 和林晴交换了一下眼神, 竟然是真话, 他的表情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 完全没有隐瞒。 我练了十多年了, 乔家静说, 都只会些皮毛吧。 你, 张珊又语色了, 难怪之前要绑住这个人的时候, 差点吃了大亏, 那你, 每天都练多久? 从十一岁开始, 没日没夜, 只要我有一只手能动, 我就在练拳。 张珊微微咽了一下口水, 又问, 那你实战过吗? 来这里之前, 每天都在实战, 从未有一天见短。 乔家静面色如常地回答道, 第177章, 拳头和兵器。 张珊感觉眼前的男人, 实在是有点可怕, 他每天都在实战, 来这里, 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 问, 张珊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我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张珊, 学过点散打和勤拿, 我当过三年兵, 退伍之后, 成了一名厨师。 厨师? 几人听后都愣了愣, 张珊的气质, 确实和厨师不符, 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浑身都是健壮的肌肉。 要说他是健身教练都有人性, 可他居然是个厨师。 旗下微微点了下头, 难怪上一次的张珊 执意要取下熊掌, 原来是职业本能。 那你呢? 二人同时扭头 看向了那个黑瘦的女孩, 李湘玲。 这个女孩有着小麦色的皮肤, 五官非常精致, 最惹人注目的 无疑是他的那一双眼睛, 旗下似乎能从这双眼睛当中 看到闪闪的亮光。 他穿着寻常的运动装, 整个非常挺拔地坐着。 见到众人望向自己, 李湘玲又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力量, 行动起来如同刮鬼一阵风。 我叫李湘玲, 生长在武术世家, 从小练习陆河枪, 距今也有二十年了。 他向众人行了一个拱手礼, 幸会。 陆河枪? 乔家竟露出了一脸惊叉的表情, 所谓惊气神内三合, 腰手眼外三合的陆河枪。 正是正是。 李湘玲看起来很高兴, 你了解过陆河枪吗? 是啊, 我本来要练的, 只不过长枪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不是很实用, 最后放弃了。 乔家竟说道, 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 长枪当然不实用了, 我们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 和锻炼自己。 李湘玲笑着说, 你要喜欢的话, 有机会我教你一套枪法。 嗯, 好啊。 乔家竟点点头, 旗下听后慢慢扬起了眉头, 难怪这个女孩的精气神, 看起来比寻常人强大许多, 她是基本功极其扎实的传统武术练习者。 虽说传统武术已经不再注重杀人, 但练了二十年的武术, 她的灵活性、协调性、反应能力、 身体素质应当都是顶尖的。 这样看起来, 这个队伍真的不错。 旗下点了点头, 力量、 技术、 灵巧全都有。 旗下, 你还是过于乐观了。 云瑶说道, 对面可是回想者, 更何况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说不定明天我们要对战的极道都是擅长战斗的回想者。 是吗? 一旁的灵晴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我感觉他们很难找到其他的同伙。 云瑶一愣, 回头看向灵晴, 你怎么知道? 猜的。 灵晴说, 你们今天见到了几个人, 分别都是什么能力? 云瑶听后回忆了一下, 说道,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能力, 姜若雪, 其回想为因果。 旗下补充道, 还有萧萧, 嫁祸。 说完, 他就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灵晴, 灵晴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他与萧萧跟姜若雪都有过一面之缘, 但看起来只有萧萧适合参与虎类游戏。 姜若雪如果上场的话, 就算他的因果再强大, 也不可能对抗张杉。 若他不慎被打伤, 甚至可能因为因果而反噬自己。 毕竟他会认为自己受伤了, 所以会死。 云瑶继续说道, 至于第三个人, 看他的表现似乎加入极道不久。 说完他又转头看向旗下。 旗下, 你跟他动过手, 看清他的能力了吗? 说到他的能力, 那可太奇怪了。 旗下回答道, 怎么奇怪? 灵晴问道, 他能够凭空变出石头。 旗下说道, 可是石头的造型似乎可以随心所欲。 灵晴听后点点头, 说道, 他的名字叫原物。 原物? 云瑶眉头一皱, 你怎么知道? 韩依默在一旁插话道, 我们三个人当时在显示屏前, 正好看到了他们三个人的回响。 原物? 旗下默默地念叨了一下这两个字, 感觉还是没有头绪。 灵晴又继续说道, 我认为原物和嫁祸有可能会参与明天的比赛, 但因果不会, 也就是说他们最多找来一个帮手。 是吗? 云瑶将信将疑地看了灵晴一眼, 你怎么又知道? 又是猜的。 灵晴说, 我感觉疾到的人员不会太好, 所以他们的预备役也不会很多。 这样说的话也对, 云瑶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众人陷入了沉默, 不过也有好消息啊。 云瑶话锋一转, 说道, 疾到者都是一群疯子, 他们喜欢彰显个人能力, 所以根本不会考虑团队配合,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啊。 说完他就看了看张珊, 乔家敬, 李湘玲, 气氛有点尴尬, 这三个人之前几乎都不认识, 能比疾到的合作强到哪去? 乔家敬憨憨地笑了一下, 说道, 原来我们还需要配合啊。 哈哈, 这个男人曾经一个人打倒了37个人, 张珊也为难地挠了挠头, 但, 我还以为是三对三单打独斗呢。 这个男人曾经一个人打死了凶, 这二人在面临危险境地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指望别人会来帮助他们。 旗下也慢慢地捂住了额头, 这支队伍如今是两个拳头, 外加一杆兵器, 拼得又何尝不是个人能力。 旗下知道, 如果明天的游戏真是三对三单挑的话, 反而更好, 纯粹比拼格斗技术的话, 就算萧萧有嫁祸也不可能占到便宜。 可是云瑶说过, 地虎的游戏带有一定程度的团队合作, 他们三个真的能行吗? 云瑶思索了半天, 说道, 要不然这样吧, 我这里有一些锻炼团队信任感的小游戏, 以前我们组合刚刚成立的时候经常做, 现在我交给你们, 你们临时抱佛脚锻炼一下团队默契吧。 啊, 三个人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锻炼团队默契的小游戏, 就在一天以前, 乔家静还想踹张山一脚, 如今刚过了一天, 竟然要让二人培养出团队的默契, 旗下健壮伸手拦住了云瑶, 对三人说, 我觉得没必要, 临时组成的团队力量远不如发挥极致的个人能力, 你们三个明天就用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本领吧。 第178章, 紧张, 当给几人安排完了战术, 天色也逐渐变黑了, 说起来, 张山、 乔家静、 李湘林三个人也根本没有商讨战术, 他们只是锻炼了一下身体, 聊了几句闲天, 等到张山和李湘林离开后, 旗下环视了一下屋内的几人, 感觉场面颇有些讽刺, 如今留在这里的人除了自己之外, 只有乔家静, 林晴, 韩一墨, 赵医生, 短短两天就只剩这几人了, 除了乔家静之外, 没有一个是正常人, 或许真如萧萧所说, 在中烟之地只有回想者才有资格活下去, 乔家静, 旗下坐在角落中轻声叫道, 乔家静听后也来到了旗下身边坐下, 怎么了骗人仔, 明天你们的对手是极道, 所以有几句话想和你单独交代一下, 旗下说道, 是什么, 你还记得同一的课程吗? 旗下问, 乔家静挠了挠头, 记得一部分吧,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回想发动成功的前提是信念, 若是走投无路, 可以想办法让对方产生自我怀疑, 哦, 乔家静听后也微微思索了一下, 可是具体要怎么做? 是我也说不准, 旗下抚摸着额头说道, 毕竟我们不知道, 明天游戏的具体规则, 那也没关系, 明天也会去的吧? 乔家静问道, 不参赛, 只是在一旁出谋划策, 我当然想去出谋划策, 只是地级生肖都格外狡猾, 不知道会不会让我有开口的机会, 安拉, 明天我给你露一手, 乔家静面色如常的拍了拍旗下的肩膀, 不要担心, 我不管你要露几手, 切记无论是疾道还是天堂口, 都不能完全当成自己人, 旗下低声说道, 地级游戏虽然有危险, 但也不是必死无疑, 你的最终目的是活着, 就算游戏输了都没关系, 明白吗? 乔家静仿佛又在旗下的身上看到了九子的影子, 九子曾经说过, 阿静打不过就要跑, 只要活着就行啊, 明白吗? 别担心, 乔家静回过神来说道, 骗人仔, 就算对手是终结者, 我也有办法扭掉他一只胳膊, 话虽如此, 可旗下怎么能不担心, 若没有极深的城府, 又要怎么在中烟之地活下去, 越是善良的人, 在这里死得就越惨, 乔家静不适合活在这里, 入夜之后, 几人简单吃了点东西, 然后将桌子拼在一起躺下了, 旗下拿起一个打火机, 给韩一墨升起了火, 希望这样能让他的幽臂恐惧症缓解一些, 接着将打火机轻轻地放在门把手上, 最后找了一个远离门的角落坐下, 第二天也要过去了, 今天的好消息是没有损失任何的队友, 坏消息是旗下被寄到钉上了, 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道要怎么办, 夜晚时分, 楚天秋站在走廊上敲了敲窗户, 旗下面无表情地将窗户拉开, 怎么了? 旗下问, 旗下, 他说我从未离开, 楚天秋低声说道, 这个答案让旗下面色一正, 但又很快回过神, 说道, 我知道了, 楚天秋不再言语, 转身离去了, 而旗下也坐在椅子上, 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很累, 脑海中有许多根弦都在紧绷着, 一刻都不能放松, 下, 你知道吗? 这世上的道路有很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是, 我知道, 旗下在睡梦中点点头, 眼角含着泪, 我一直都知道, 这一夜那个黑影没有出现, 门把手上的打火机自始至终都放在那里, 直到黎明时分, 才被一阵低沉的敲门声震掉, 起床啦, 张山在门外大喊道, 旗下立刻睁开眼, 教室内的几人也都缓缓坐了起来, 虽然住在天堂口很安全, 可坚毅的桌板依然让他们感觉腰酸背痛, 我丢, 乔家竟活动了一下四肢, 感觉浑身难受, 这才几点啊, 别睡了, 张山推门进来, 打火机也掉在了门后, 楚天秋说了, 因为地级游戏交了门票, 才能知晓规则, 所以我们早点去交门票, 看看到底玩什么, 乔家竟慢慢打来个哈欠, 好, 你们先去, 就像捏个宠物一样的把他从桌子上提了下来, 哎哎哎, 乔家竟愣了一下, 瞬间清醒了不少, 大只老你有点过分了呀, 事关紧急, 咱们早点出发吧, 张山丢给乔家竟一包饼干, 老七, 你也要一起去吗? 是, 旗下点点头, 我去帮你们出出主意吧, 韩一默听后也来了兴趣, 我能去吗? 旗下一顿, 不, 你先别去了, 今天你跟林晴和赵医生走吧, 啊, 林晴扬了下眉毛, 让他跟赵医生吧, 赵医生一惊, 啊, 啊, 韩一默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么多人嫌弃, 表情有点尴尬,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四个人去就行, 张山说道, 一语过后, 乔家竟慢慢地走到了门口, 可他一回头, 却发现剩下三人谁都没有跟上来, 他有些不理解, 怎么, 不是要走吗? 乔家竟打了哈欠, 走是可以走, 张山点点头, 可是你小子不穿衣服就去吗? 啊, 乔家竟一低头, 发现自己光着上身, 立刻灰溜溜地跑到一边穿上了衣服, 告别了几人之后, 旗下与参与游戏的三人组迎着土黄色的朝阳出发了, 清晨的中烟之地很奇怪, 这里并不寒冷, 也没有清晨专属的朦胧雾气, 只是一切风景都有些昏暗, 众人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直到天色逐渐放亮, 小巷里偶尔能够见到原住民走动, 这一路上的气氛都有些怪异, 旗下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 他看了看眼前这三个人, 他们的表情完全不像是去参加地级游戏, 反而像是去旅游, 他们太放松了, 张珊此时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挠了挠头, 回头问乔家竟, 小子, 你紧张吗? 嗯, 什么? 乔家竟一顿, 我问你紧张不紧张, 张珊又问道, 我, 是不是应该紧张一下, 乔家竟有些摸不着头脑, 干, 这可怎么办, 张珊显得有点为难, 楚天秋可是再三叮嘱我, 这次游戏一定要小心谨慎, 可是我一直紧张不起来, 还寻思让你对我带动带动气氛呢, 乔家竟慢慢地打了个哈欠, 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是, 其实我挺紧张的, 这个哈欠把张珊都打困了, 你呢, 李湘玲, 张珊回过神来, 扭头问道身边的女孩, 我, 李湘玲干练的一笑, 从小爷爷就教育我, 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心性, 就算泰山崩于前也要心不乱, 所以我不太知道紧张是什么意思, 第179章, 天阳, 见到三个人这副样子, 旗下总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这毕竟是地级游戏, 他们的对手是极道, 旗下心里的闲崩的痕景, 与眼前的三人格格不入, 大约一个小时的功夫, 旗下凭着记忆来到了昨天遇到萧萧的地方, 然后顺着小路转到街角, 终于看到了那位虎, 他有一颗白色的虎头, 每一个毛发都如同长在了脸上, 一般逼真, 跟其他生效不同的是, 帝虎并不是副手而立的站在门口, 而是没精打采的坐在地上, 帝虎的身后是一栋老式住宅, 足有五六层楼高, 见到有四个人走来, 他懒洋洋的抬起眼皮看了看, 然后继续低头沉默着, 喂, 张杉叫道, 来活了, 听到这句话, 帝虎慢慢抬起头来又瞥了一眼张杉, 可他还是没有说话, 你这生效怎么回事, 张杉不解的打量了他一番, 之前遇到的生效都巴不得有人上门, 可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欢迎我们了, 滚, 帝虎说, 嗯, 张杉一乐, 什么叫滚, 帝虎叹了口气, 慢慢站起身来, 又说, 我的游戏会死人, 听明白了就快滚, 他本以为说完这句话会让几人知难而退, 可面前的四个人却没有一人露出惊诧的神色, 门票怎么收, 张杉淡然地问道, 帝虎一次看了看眼前的几人, 表情依然很不耐烦, 你们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参加我的游戏有可能会死, 是, 我们知道, 张杉点点头, 所以门票是多少, 帝虎的表情微变, 定了一声之后, 回身把大铁门关上了, 说道, 不好意思, 今天不开门, 滚吧, 旗下摸着下巴看了看眼前的帝虎, 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意思, 当所有的生肖都在热情地招揽顾客时, 这只白色老虎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以往的遭遇中, 无论游戏的难易程度如何, 帝级都是希望参与者死在游戏中的, 可帝虎却偏偏以我的游戏会死来劝退玩家, 旗下忽然想起昨天萧萧提到, 这个帝虎的游戏场地是刚刚才建立的, 换言之, 眼前的帝虎是刚刚才晋升的, 所以他与其他的地级生肖不同, 毕竟他还留有人的一面, 喂喂喂, 这场游戏给我很重要啊, 乔家静说道, 这可是我的大脑保卫战, 你这个裁判能不能配合一点, 我听不懂, 帝虎摇摇头, 这附近那么多的生肖, 你们随便去救世, 只要不进我的地盘, 爱去哪去啊, 乔家静和张山面面相去, 感觉情况有点难办, 旗下走上前去问道, 帝虎, 为什么你不希望我们参与你的游戏, 我不想杀人, 帝虎想了想又补充道, 暂时不想, 为什么, 旗下问道, 我有必要和你解释吗, 见到对方没有回答问题的意思, 旗下又说道, 那假如我们自己想死呢, 你, 帝虎看起来被气到了, 这里道, 路四通八达, 你明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结果偏偏想死, 嗯, 旗下点点头,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我们选择的道路, 就是参与你的游戏, 听到旗下说的这句话, 帝虎忽然浑身一颤, 他的眼神变了, 只见那双棕色的狐眼露出不可置信的光芒, 然后盯着旗下从上到下的不断打量, 不好意思, 帝虎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帝虎半赏都没说话, 只是微微地咽了一下口水, 每人五颗道即可参加游戏, 帝虎低声说, 每组三人需要两组, 张山虽说有些奇怪, 但还是从口袋里逃出一大把道, 随意丢给了帝虎, 那我们进去了呀, 他摆摆手带着几人推开门走进了室内, 旗下没有进门, 他心里有股非常不祥的预感, 帝虎, 你曾经听过这句话吗? 他问, 帝虎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这个动作轻微地点头让旗下的心头一惊, 他走上前去一把就抓住了帝虎的肩膀, 他在哪? 什么? 帝虎愣了一下, 跟你说这句话的人在哪? 旗下的神色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你在哪里见到的他? 你这么激动, 做什么? 他摆了旗下, 他的力气很大, 旗下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你认识那只羊? 伸, 旗下忽然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 你从另一个生肖那里听到了这句话? 帝虎感觉自己说的有点多, 不由的面色一冷, 我说,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他慢慢地靠近了旗下, 你的问题是不是太多了? 我? 旗下还想问点什么, 却只感觉天旋地转, 之前收集到的那些自以为是的线索, 全都断裂了, 一只羊? 余念安是羊? 现在的情况有点过于诡异了, 难道将自己带到中阴之地的人是余念安? 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一份子吗? 可是, 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旗下慢慢瞪大了眼睛, 难道余念安三个字就是羊的谎言吗? 这只生肖所说的谎言已经不局限于游戏, 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记忆, 不, 不仅是记忆, 他曾真的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他给自己亲手缝下了羊头的卡通图案, 这种强大的能力远超地级, 难道余念安是? 喂, 旗下声音颤抖地问道, 你所说的那只羊是天羊吗? 应该是吧, 地狐眼神迷惘地看了看天空, 又补充道, 原先不是, 但现在应该是了, 旗下伸手捂住自己的额头, 感觉头很痛, 他是天羊, 我被骗了, 旗下抬起头慢慢地看向这张毛茸茸的狐脸, 很快他就露出痛苦的笑容,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相信一个虎头人身的怪物所说的话? 他跟余念安从十九岁就认识了, 如今旗下二十六岁, 就算他是天羊, 又怎么会花费七年的时间来骗一个普通人? 骗一个社会最底层人, 需要天羊花费这么久吗? 要么我被骗了,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要么我疯了。 第一百八十章, 狭路相逢, 哟, 聊着呢?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将旗下的思绪拉了回来, 萧萧已经带队来到了游戏场地, 他身后跟着两个男人, 其中一人是昨天见过能变出石头的老孙, 而另一人是个从未见过的高挑年轻人, 那年轻人穿着黑色皮衣, 戴着金色耳钉, 看起来十分懒散。 旗下的表情瞬间冷峻下来, 眼下还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处理, 他并没有理会门外三人, 反而直接进了建筑物。 进门之后, 视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空间, 目光锁及之处, 只有一台电梯和一扇木门。 五六层的高度居然有电梯? 旗下虽说有些不理解, 但还是去查看了一下木门, 却发现这门锁着根本打不开, 于是只能走进了电梯。 电梯面板上只有两个按键, 一楼和六楼。 旗下思索了一下, 按下了六楼。 电梯的速度很快, 几秒钟的功夫就把旗下送上了天台。 这是旗下第一次见到天梯直通天台的情况, 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平坦的天台。 张山三人也早就站在了这里, 他们正一起商讨着什么。 旗下下了电梯, 慢慢朝三人走了过去, 问道, 怎么样? 你来了? 李湘林说道, 我们大约知道玩什么了, 是独木桥啊。 旗下点点头, 看了看游戏场地。 这栋建筑物的天台十分平整, 但中央全都被挖空了。 旗下站在挖空的边缘往下一看, 下方是纵横错落的许多麻绳, 这些麻绳站满了视线, 一眼望不到地。 一股阴风从下方吹上来, 散发着铁锈的味道。 如果摔下去, 不是直接摔死, 就是被麻绳缠至死。 而在整个空洞的中央位置, 横着一根细长的钢材, 钢材的直径大约一米, 跨度至少二十多米。 只看场地的话, 这里确实像是独木桥的玩法。 趁着地虎和击刀的人还没上来, 旗下果断站上了独木桥。 他感受了一下这根钢材的硬度, 又是了是在上面行走的难度。 若这真是独木桥的话, 未免太简单了。 旗下站在钢材上, 伸手抚摸着下巴。 他认为, 一米的直径虽说不宽, 但让一个人在上面行走绰绰有余, 况且这跟刚才质地坚硬搭建的也十分稳定。 既然如此的话, 厮杀、团队、体力要怎么展现? 我知道了, 旗下低声难难道, 有一种规则可以全部满足这些条件。 喂, 骗人仔, 你快下来吧, 危险啊。 乔家静说道, 旗下点点头, 走下了刚才, 然后对三人说道, 我大约猜到了游戏规则, 现在和你们说一下战术。 游戏规则? 张杉眨眨眨眼, 不就是独木桥吗? 还有什么需要猜的? 不, 叫做独木桥不太准确, 应当叫做狭鹿相逢。 旗下跟几人交代了几句, 地狐已经带着三个集道上来了。 说来也奇怪, 六个参赛者看起来都完全不紧张, 表情一个比一个轻松。 地狐下了电梯之后, 看了旗下一眼, 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你们不是只交了三个人的门票吗? 谁让你进来的? 我想在一旁观战。 旗下说道, 没这个规矩, 滚。 地狐冷喝道, 不, 旗下还想说什么, 却隐隐地从地狐身上感受到了杀气。 没事的, 老七, 你下去等我们就是了。 张山说道,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记住了。 是啊, 骗人仔, 放心吧。 乔家竟微微一笑, 你也可以把大只老和功夫妞带下去, 这里留我一个就够了。 你这小子说什么呢? 张山没好气地说道, 你咋不下去呢? 乔家竟撑了撑胳膊, 说道, 因为我有一手, 老子也天生神力。 张山回道, 旗下严肃地看了三人一眼, 说道, 我的作用就到这儿了, 剩下的只能靠你们了。 嗯, 乔家竟点点头, 要保命, 记得吗? 旗下说, 我知道, 旗下面色复杂地走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时, 又再一次看了看几方的三个队友, 这一次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他们了。 旗下来到一楼的大厅, 找了个木箱坐下, 然后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这一次他没有参与游戏, 却比参与在游戏其中的人更要紧张。 楼上, 帝狐已经开始给众人讲述游戏规则了。 他先是走到独木桥的一端, 在这里插下了一柄红色旗子, 然后又来到另一端, 插下了一柄蓝色旗子。 我的游戏叫做狭路相逢。 帝狐说道, 游戏开始时, 双方需要按队伍站在独木桥上, 队伍分为左右两侧, 获胜规则是某一方存活的全部人员 到达了对方的一侧, 摸到对方的旗子。 张珊有些忐忑地看了乔家近一眼。 这个规则和旗下方才说的几乎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旗下多说了一句, 虽说规则大致如此, 但应当还有隐藏的规则, 只能在游戏当中发现了。 帝狐见到无人提问, 又继续说道, 下面说一下注意事项, 首先, 要到达对方一侧, 必须经过独木桥, 从独木桥以外的路线到达, 视为违规, 将会接受制裁。 李湘林看了看场地, 知道这条规则应当是为了避免有人从天台上直接绕到对方身后而定制的。 其次, 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退出独木桥休息, 不会被视为中途放弃, 要再次参赛, 则需要重新从己方一侧进入独木桥。 六个人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着看着场地, 思考着战术。 最后, 禁止任何人对场地进行破坏。 帝狐说道, 规则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张珊回道, 还有其他问题吗? 帝狐问, 李湘林此时开口问道, 这场游戏有时间限制吗? 没有。 帝狐摇摇头, 只要几方存活人员全部同时摸到了对方的棋子, 则游戏结束。 获胜者每人获得八颗道, 以及对方队伍身上的全部战利品。 众人点了点头, 既然没有问题, 游戏将在三分钟之后开始。 帝狐说完之后退到了一边, 请按双方队伍站到独木桥两侧。 乔家静, 张珊, 而对面三人远远地站在另一侧。 双方的眼神都格外冷峻, 似乎一句话也不想多说。 第181章, 功夫妞。 急到队伍中新加入的高挑男生看了看场地, 又看了看萧萧, 懒洋洋地说道, 不是吧, 就这。 萧萧一边做着伸展运动一边问道, 怎么? 听那老虎的意思, 我们可以杀人, 是吧? 男人问道, 当然。 萧萧点点头,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就是杀死对方,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男人摇摇头说道, 咱们在楼下直接杀了他们不就得了? 事情那么容易的话, 又何必把你叫来? 萧萧没好气地说道, 我们可是付了定金的, 你要用心服务。 好好, 我知道了。 哎, 老孙在一旁唉声叹气地说道, 这不是搁这欺负人吗? 咱仨都回想了呀, 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萧萧远远地看了看张珊, 说道, 要小心那个大个子和那个姑娘, 那个小姑娘也很厉害。 老孙问, 没错, 萧萧点点头, 虽说他的回想不强, 但他本人带着功夫, 一对一交手的话, 连你都不是对手。 呵, 老孙惊叹一声, 那我可得小心点了。 中间那个花壁呢? 高挑男人问道, 不用管他吗? 应该不用管。 萧萧说道, 上次他被我直接杀掉了, 八成是来凑数的。 萧萧回忆起, 那花壁男人虽然和自己一起参与过地牛的黑熊狩猎, 可他全程都只负责举着铁板, 极有可能是个有勇无谋的猛夫。 行, 老孙点点头, 三个人着重地盯着张珊和李湘林, 都在心中盘算着对付他们的手段。 怎么说? 高挑男人问, 咱们是一个一个的上, 还是三个一起上? 那得看对面了。 萧萧说, 我打头, 无论对方第一个人是谁, 我都会直接把他推下去。 二人点了点头, 一起看向对岸。 张珊缓缓地站上了独木桥, 说道, 你俩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乔家静和李湘林点点头, 那走吧, 一起让这群击到的疯子吃点苦头。 张珊活动了一下肩膀, 朝着独木桥的中央缓缓走去。 萧萧面色一冷, 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也走了上去。 对岸的乔家静, 见到这一幕不由地骂出声来。 我丢, 这女仔练的是什么肌肉啊? 李湘林看后瞪大了眼睛, 露出一脸羡慕的神情。 好厉害啊。 随着踩踏钢铁的脚步声, 一男一女站在了当才中央。 大, 巨大的钟声响起, 萧萧面露笑容。 张珊, 亮出你的本事吧。 萧萧说道, 对付你, 还不值得让我回想。 哦? 萧萧的笑容越发诡异。 你不会要靠自己的肉身来硬碰我的回想吧? 别废话了。 张珊立刻伸出双手, 崩起如同顽石一般的肌肉, 推向对方。 萧萧也不甘示弱, 抬起双臂握住了对方的手掌。 二人两根如同大腿一般粗壮的胳膊僵持不动, 而胳膊上面轻轻抱起, 他们脚下的钢材不断发出吱嘎吱嘎的骇人声音。 张珊双腿分开, 与肩同宽跨立, 而萧萧双腿则一前一后蹬住, 二人全都选择了最容易发力的姿势向前推去。 这种纯粹的力量比拼规则很简单, 哪一方先耗尽了力气, 哪一方就落败。 僵持了差不多一分钟, 乔家竟扭头说道, 功夫妞, 该你了。 得令。 李湘林微笑一下, 腾空而起跳到钢材之上,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跑向了二人。 哎? 另一侧的老孙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一惊, 他们又上了一个人儿啊。 没关系, 高挑男人懒洋洋地说道, 萧萧撑不住了, 会叫我们的, 可他能打赢俩人吗? 老孙问道, 这桥太窄了。 高挑男人说, 没有位置让对方两个人并肩作战, 况且这是力量比拼, 那女孩帮不上忙的。 老孙将信将疑地看着桥上的情况, 可几秒之后, 他就瞪大了眼睛, 只见李湘灵快步跑到张杉背后没有减速, 反而压低姿态划铲而行, 直接从张杉跨离的双腿之中穿了过去, 来到了张杉与萧萧之间。 张杉见状立刻松手, 往后退了一步。 李湘灵则躺在地上, 使出了一招乌龙角柱, 他的双腿如螺旋桨般盘旋一圈, 而后狠狠地踢在了萧萧的双腿之上。 下盘不稳, 李湘灵喝道, 只见他左腿踢左腿, 右腿踢右腿, 干净利落地踢歪了萧萧的重心。 萧萧根本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只感觉自己的双脚忽然离开了地面, 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李湘灵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而起, 紧接着使出腾空飞灯, 在空中自上而下, 冲着萧萧的胸膛踩下。 萧萧反应非常迅速, 将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护住自己。 李湘灵见状将脚尖一条, 反而用脚掌接触对方的手臂, 随后借力使力使出一招兔子登鹰, 他猛地向下一踏, 整个人再次跃起, 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之后, 直接跨越了萧萧, 朝着桥的另一端跑去。 嘿! 乔家竟在一旁兴高采烈地看着, 功夫妞。 好犀利啊。 张珊也不再犹豫, 趁着萧萧没起身, 立刻上前抓住了萧萧的肩膀, 想要把他推下桥。 但萧萧的双手死死地扒住独木桥的边缘, 巨大的力量让张珊根本无法动他。 张珊暗骂一句, 只能暂且放弃, 绕开了萧萧跟着李湘灵朝桥的另一端跑去。 桥另一侧的老孙见状不妙, 立刻上了桥, 挡住了李湘灵的去路。 喂? 快停下! 老孙着急地喊道, 当! 又是一阵钟声。 李湘灵并未将老孙放在眼里, 正在脑海中思索要如何将对方撂倒时, 却忽然脚下一半,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去。 好在他反应迅速, 顺势一个前滚翻站起身来。 他回头一看, 刚才绊倒自己的居然是几块石头, 几块放在刚才上的石头。 什么? 他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有些纳闷。 这石头本来就在这里了, 若是平地上有石头, 他应该早就看到了, 又怎么会被绊倒? 哎呀, 老孙无奈地摇摇头, 早就让你停下了, 没摔疼你吧。 李湘灵慢慢地后退一步, 张珊也停在了他身后, 二人面带警惕地盯着老孙。 此时, 萧萧也慢慢站了起来, 他转过身, 和老孙居然形成了包围之势。 虽然很谨慎, 但还是小看了你们。 萧萧说道, 这下好了, 既然进入了包围圈, 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张珊和李湘灵微微咽了下口水, 如今前有狼后有虎, 情况格外难办。 萧萧还想说什么, 却感觉有人拍了拍自己的后背。 大侄女, 等一下, 先听我说。 第182章, 拳对拳。 嗯? 萧萧回过头, 却发现一个花壁男站在自己背后, 面带一丝微笑。 都先别动手啊, 先听我说。 乔家静冲着远处招了招手, 喂, 那个谁, 先把石头踢下去, 别绊倒了。 滚。 萧萧没理会乔家静, 伸手猛地推了他一把。 可没想到这一伸手, 却猛然被对方扼住了小臂, 紧接着他感觉自己被人往前拉了一步, 一只手掌刮着狂风呼啸而来, 停在了他的下巴前。 这只手掌距离自己的下巴尚有几公分距离, 可巨大的掌风已经划过了面旁。 若对方没有停手, 萧萧现在应该已经被击倒了。 天台上呼呼风声刮过, 气氛有些安静。 乔家静微笑一下, 慢慢缩回了手, 一脸为难地说道, 伤脑筋啊, 第一个对手是女孩子。 我可是跟官二爷发过誓的, 老弱夫又一概不打。 萧萧面色一沉, 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刚才那一掌是什么鬼东西? 如此巨大的掌风若是击中了下巴, 自己岂不是直接死了? 是巧合? 这个看起来脾里脾气的男人随意挥出了一掌, 但却没有下手。 难道是在虚张声势吗? 无数个念头绕过萧萧的脑海, 让他的面色复杂了起来。 他慢慢地放低身形, 压了压腿。 不管眼前的男人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接下来的一击必须要让他从桥上坠落, 否则包围之势无法形成, 自己的两个队友也危险了。 乔家静开口说道, 大只女, 不想受伤的话就往后退一退, 一会儿让我们组的功夫妞陪你练练, 我先去收拾那两个摔仔了。 你没机会了。 萧萧压完了腿, 又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趾关节, 连我都放不懂, 不要妄想过桥了。 嗯, 你怎么这么固执? 萧萧没再回答, 反而冲上前去想要抱住乔家静。 他知道自己的体重在乔家静之上, 若是能使出抱摔, 对方定然无法抵抗。 紧紧眨眼的功夫, 萧萧已经压低重心来到了乔家静面前, 他的双手如同钳子一般从左右两侧搂向对方的腰部。 乔家静面色一冷, 两只腿同时向后撤去, 让对方暂时无法抓住自己的腰, 接着上身用力往下一压, 右手顺势锁住了萧萧的脖梗。 此刻乔家静以45度脚压在对方身上, 双方同时呈斜脚站立, 力量都被锁住了。 萧萧未曾料想对方竟然如此精通格斗, 随后立刻改变战术, 不再去抱对方的腰, 反而伸手击向对方的腰下。 乔家静便掌围权, 以一技直冲拳击打在对方小臂上阻结了这次攻击, 紧接着重心继续后移, 大撤了两步之后把萧萧拉倒在地。 萧萧正面扑倒, 感觉自己被撞得生疼, 可更棘手的是乔家静一直压在他的脖梗上方, 此时呼吸有些困难。 他不断使出摆拳, 在自己的拳头马上落下之前阻截攻击。 十几次挥拳之后, 萧萧只感觉自己的体力快速流失, 连眼前都有些发黑了。 大支女, 服了吗? 乔家静问道, 萧萧咬着牙, 不服, 怎么就说不听呢? 乔家静看了看对方强健的后背, 开口说道, 你的肌肉这么犀利, 为什么不去做点行侠仗义的事? 行侠仗义, 你有兵吗? 萧萧用力地推了一把乔家静, 却依然无法将自己脱离。 乔家静还想说什么, 却忽然感觉自己的脖梗被什么东西锁住, 整个人的眼前也一黑。 他咳嗽一声, 立刻松开了手, 然后挥舞了一下手臂。 他以为有什么人从背后袭击了他, 可挥舞了几次手臂后发现背后根本没有敌人。 刚才那脖梗被锁住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萧萧见到自己的家伙发动成功, 随脚一扬, 立刻站起身来, 使出一招正灯, 冲着乔家静的小腹狠狠地踢了过去。 他本以为这一击应当可以毫无悬念地踢倒对方, 可没想到乔家静虽然闭着眼, 却在受击的同时抓住了他的脚面。 乔家静根据手中抓着的脚面判断出了萧萧的位置, 立刻伸腿使出低位侧蹬, 蹬在了萧萧另一条小腿上膝盖处, 接着将手中的脚面往上一抬, 又向前一推。 身材巨大的萧萧, 两条腿都难以稳定, 一时之间失去重心, 翻倒在地。 乔家静的双眼此时才慢慢看清了附近的环境, 他知道刚刚自己进入了缺氧的状态, 但那个状态稍纵即逝, 已经可以适应了。 这是你的特异功能吗? 乔家静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蛮厉害。 我也发现自己小看你了, 萧萧缓缓地站起身来, 下面我准备和你好好的练几招。 乔家静听后面无表情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了龙飞凤舞的纹身。 俗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乔家静将上衣丢到一旁, 你已经多次发出单挑邀请, 我也不该把你继续当成一个女孩子了。 很好, 萧萧站起来揉了揉被踢痛的膝盖, 说道, 我从小最讨厌的事就是被当做一个弱女子。 你现在的状态让我很满意, 现在满意, 待会可要后悔了。 乔家静双脚前后分开, 跳动了几下, 然后又变换了一下步伐, 似乎在测量脚下的刚才可以接受的移动幅度, 不管打赢打输我都不会后悔。 萧萧回道, 能够和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动手, 我三生有幸。 乔家静听后点了点头, 那就来对对拳头。 老孙和高挑男人已经在此处僵持了一会儿, 他们被张山挡住视线, 完全不知道乔的那头发生了什么事。 萧萧咋了? 老孙想要探头看去, 张山却又往旁边挪了一步。 喂, 你俩的对手是我们? 张山说道, 不想死的话, 趁早让路吧。 让路是不可能了。 老孙摇摇头, 回身对高挑男人说道, 罗十一, 动手吧。 被称为罗十一的年轻男人点了点头, 然后双眼一闭, 迎来了一阵钟声。 要什么价格的服务? 罗十一问道, 你他妈不是明知顾问吗? 老孙骂道, 全部, 活力全开的服务。 第183章, 忘忧。 没问题, 家将我记上了。 罗十一微微一笑, 盯着眼前的二人看了看, 一个虚状的男子, 一个瘦成柴的姑娘, 估计拳头软绵绵, 打在身上不痛不痒。 哈哈, 张珊被气笑了, 不痛不痒。 你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 罗十一将老孙推到一旁, 走到了桥上。 此刻六人已经全部上桥, 只是阵形有些混乱。 从左至右分别是乔家静, 萧萧, 张珊, 李湘玲, 罗十一, 老孙。 双方的队伍已经被打乱, 目前最重要的是, 哪个队伍能够打开突破口, 带领几方获得胜利。 张珊和李湘玲已经把自己的后背 完全交给了乔家静, 二人正全神灌注地面对着眼前的对手。 张珊, 我来试试吧。 李湘玲说道, 你做压轴。 好。 张珊点点头, 万事小心。 李湘玲应了一声, 缓缓地走上前, 开口说道, 大个子, 你说我受成柴, 不知道能不能接住我的招式。 只见那位名叫罗十一的年轻人并未回答, 反而一直在嘴中默念, 虚壮, 骨瘦如柴, 不痛不痒。 虚壮, 骨瘦如柴, 不痛不痒。 他仿佛入了魔。 李湘玲不再理会眼前男人的碎碎念, 反而往前一个跳步, 猛踏地面之后, 给了对方一个扫腿。 这一击冲着对方最柔软的腹部扫去, 寻常人绝对会受伤。 可是罗十一连挡都没挡, 用自己的腰身, 生生地接下了这一击, 紧接着抡起拳头, 打在了李湘玲的脸颊上。 啊, 李湘玲被打倒在地, 张珊立刻将他扶了起来。 没事吧? 张珊问道, 没, 没事, 李湘玲自小练武, 身体素质自然强于一般人, 可他实在理解不了, 对方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出手反击。 小心点。 张珊说道, 这些疯子有回响。 是的, 很奇怪, 李湘玲揉了揉自己的脸颊, 他清楚刚才那一脚的触感, 自己明明用了很大的力气, 踢中了对方的身体, 按理来说, 绝对伤到了内脏, 可对方却完全没有感觉。 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 罗十一伸出一根指头摇摆了一下, 想要打赢我还早得很。 不管你多么皮糙肉厚, 只要我一直打, 你早晚会露出破绽的。 那你就来试试。 罗十一招了招手, 李湘玲说干就干, 一个侧身上前, 双脚大开扎纹马步, 右手手肘猛然向前一举, 正中对方的胸膛。 这大开大合的招式乃是李湘玲闲来无视, 跟村子中的其他伙伴学来的八级拳。 罗十一根本没想到, 这一击的力量会如此强悍, 虽说他没有感受到疼痛, 但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直接拔地而起, 在空中飞了小半米才摔倒在地。 李湘玲当机立断地跑上前去, 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杀人, 而是过桥, 只要能够跨越对方, 眼前的对手就只有一个了。 可没想到, 这一次他的脚下又有什么东西出现, 再一次阻拦了他的去路。 他低头一看, 自己的脚被一堆乱石围了起来。 这些乱石上面长有青苔, 有一些青苔已经爬到了他的腿上, 就好像这些乱石摆放了许多年, 而他也在这里站了许多年。 他眨了眨眼, 确定自己神智清醒之后, 赶忙低下头清理乱石。 他知道, 必须要趁对方不能动弹的时候, 占领先机,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 小心! 张珊大叫一声, 立刻扑了上去。 原先被李湘玲打倒的罗十一, 居然第一时间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 他的双手握在一起, 仿佛抓着什么东西一样的, 朝李湘玲的头部挥了过去。 李湘玲眼睛一瞪, 明明看着对方挥舞着空气, 却猛然感觉有一块石头打在了自己的头上。 果然, 他看到罗十一的手中拿着一根断掉的石棍, 那石棍似乎凭空出现, 又好似早就握在手中。 刚才的击打使得沙石乱飞, 直接将李湘玲从桥上打飞了出去。 张珊大呼不妙, 立刻扑倒在地, 在千军一发之际伸手拉住了李湘玲的手腕, 这才没有让他直接坠入地底。 喂? 丫头! 张珊大叫道, 你没事吧? 李湘玲甩了甩头, 慢慢睁开眼, 感觉自己头晕得厉害。 我没事, 山哥。 李湘玲苦笑一下, 可下一秒却看到罗十一拿着另一根断掉的石棍出现在了张珊背后, 朝着他的头部猛然挥了下去。 山哥小心啊! 李湘玲大叫一声, 张珊面色一冷, 头顶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 山, 山哥, 李湘玲虽然有些担心, 但却发现张珊抓住自己的手依然有力。 我还以为多大力气呢? 张珊冷笑一声, 这才真叫不痛不痒啊。 罗十一愣住了, 他回头挥了挥手, 老孙又丢过来一根石棍。 他运足了力气, 将石头高高举起之后, 又狠狠地砸了下去。 石头飞溅, 张珊依然毫无反应。 明明是罗十一拿着棍子打了对方两次, 可见到这一幕之后, 却让他自己后退了好几步。 这男人是个什么动险? 张珊若无其事地站起身, 用一只手把李湘玲提了上来, 放在了自己身后, 然后伸手清理了一下自己头顶的实现。 打架也就算了, 居然对小姑娘下死守。 张珊表情略微有些愤怒, 哎, 用你的棍子打我试试, 但凡我躲一下, 都跟你行。 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破人的气势逼得罗十一连连后退。 罗十一向后一伸手, 老孙又凭空摸出一根石棍。 他挥舞着石棍刚要上前, 张珊立刻伸手狠狠地一拳抡在了对方脸上。 罗十一脸旁上的肌肉全都跟着这一拳荡漾了起来, 几颗牙齿如同木屑一般飞了出去。 这一拳打得太重了。 张珊知道就算是乔家静也绝对不可能应接这一拳。 可没想到罗十一挨完了这一拳之后, 立刻回过头, 将石棍狠狠地挥下, 再一次打在了张珊的头顶。 张珊依然没躲, 一丝鲜血从他头上缓缓流下。 这一次受机仿佛让他明白了什么。 你小子的回想, 是没有痛觉吗? 张珊抹掉额头上的血, 冷冷地问道。 幸亏, 罗十一脸开满是纤细地嘴笑了一下, 我是妄忧, 不仅是痛觉, 所有不好的感觉我都接受不到。 哦? 张珊微微点了点头, 所以你打算凭借这个能力打赢我? 是。 罗十一笑着点点头, 这一次急到开好了价钱, 所以你必须死, 下次价钱合适的话, 我也可以替你卖命。 第184章, 没有弱点的人。 有意思, 张珊点了点头, 让我看看, 你这竹竿一样的身材需要挤棍子才能撂倒我。 躲在最远处的老孙看到这一幕, 脸色都变了。 萧萧曾经说过, 若是这个叫做张珊的男人获得回响, 便没有人可以打倒他了。 可如今看来, 就算他不回响, 战力依旧非常强悍, 这种一米九几的壮汉绝对不是两个正常男人可以撂倒的。 罗十一此时伸手将自己皮翼的拉链拉开, 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萧萧! 他大叫道, 我需要嫁祸。 罗十一听后感觉不妙, 他侧身一看, 萧萧居然已经被撂倒了。 那个身材瘦弱的花壁男是什么来头? 他居然可以撂倒萧萧。 这么能打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自己从未听过? 再仔细看看萧萧痛苦的脸色, 他似乎已经被撂倒了很多次。 喂, 萧萧, 你是认真的吗? 罗十一有些疑惑地问, 你不是格斗教练吗? 闭嘴, 萧萧慢慢站起身, 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尽管给我妄忧, 我要让他死, 那个花壁男看起来太瘦了, 他不可能有打倒你的力气。 罗十一说道, 听到这句话, 萧萧的嘴角慢慢露出了一丝笑意, 谢了, 还不放弃。 乔家竟笑着地说道, 虽然我并不想把你推下去, 可我的手上已经沾了不少血了, 不在乎再多沾一点。 你可以试试。 萧萧再次活动了一下四肢, 将双手缓缓举起, 双臂微曲, 与肩齐平, 显然是柔道的姿势。 乔家竟无奈地叹了口气, 慢慢地曲起双臂和右腿的膝盖。 单挑进入了关键时刻, 对方应当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若这柔道姿势便是萧萧的绝招, 自己只能使用泰拳了。 快刀斩麻, 以钢破柔。 只要自己能够一击必杀, 再多的技巧都是徒劳的。 十七岁时, 我在街上用泰拳险些打死人。 乔家竟说道, 从那之后再没用过。 哼, 当今社会还能当街打死人? 真是低劣的谎言。 萧萧冷笑一声, 立刻跑上前来, 右手挥舞而下, 想要抓住乔家竟的胳膊。 乔家竟立刻原地跳起, 用左侧的手肘自上而下地 撞在了萧萧的右手上, 紧接着飞出右拳, 势大力沉地打中了萧萧的脸颊。 他整个人的姿势非常奇怪, 完全不考虑自身破绽, 反而一招一拭都是为了击杀对方。 萧萧闷哼一声, 不受控制地向后退去。 可乔家竟并未停手, 他助跑了两步之后再次单腿跳起, 两只胳膊从左右两侧挥出, 用拳头打向萧萧两侧的太阳穴。 同一时刻, 他的膝盖也撞在了萧萧的下巴上。 人类头部的三处要害被同时击中, 这样的伤害放在任何环境中都是致命的。 由于完全舍弃重心, 乔家竟落地之后, 磨动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形。 可没想到, 萧萧受到如此致命伤, 却未受任何影响, 趁着乔家竟站立不稳, 立刻从背后抱住了他。 他的两只手臂成垂直撞锁在了乔家竟的喉咙上。 裸脚! 乔家竟没有犹豫, 第一时间伸手握住了萧萧的手指, 用力向下一掰, 嘎嘣一声脆响清清楚楚地传来, 可萧萧却并未松手。 什么? 乔家竟愣了一下, 一般人都会因为疼痛而立刻松手, 可萧萧却像没有任何感觉一般继续地锁住他。 痞子, 你说了? 萧萧怒笑道, 实战经验, 所有的脱身方法都是让对方感受到疼痛然后知难而退。 现代的萧萧看起来完全免疫了疼痛, 又要如何破解。 萧萧见到乔家竟一直都在扭动身形, 只能向后一仰把二人拖入地面。 他躺在地上将乔家竟放于自己身前, 然后死死地锁住他的喉咙。 此时的乔家竟双脚脱离了地面, 更加难以发力。 他知道在这样下去自己将会进入休克状态, 这场比赛必输无疑了。 想到这里, 他将自己的右腿高高举起, 然后猛然落下, 用脚后跟踢向萧萧的小腿。 这一击的力量很大, 可想象之中的惨叫却未曾传来。 连续踢了好几次, 每一次的力气都非常大。 萧萧感觉不太妥当, 他虽然没有感受到疼痛, 但也要感受不到自己的右腿了。 他将两只腿拳起, 狠狠地夹住了乔家竟的腰部, 然后整个人向上一拉, 巨大的痛感让乔家竟的面色通红。 妈的, 出老千事吧。 乔家竟可从未想到, 一个人居然会完全感受不到疼痛, 寻常的破敌之法完全不能生效。 他再次伸出手肘, 撞向萧萧的肋骨, 可是萧萧就像一具假人一样, 毫无反应。 喂? 乔哥? 李湘林注意到了, 正在地面厮杀的二人, 立刻跑了过来。 此时他的身后有张杉, 正巧可以脱身。 小心, 乔家竟咬着牙说道, 他出老千。 看着地上的两人, 李湘林面色一冷, 伸出两根手指, 冲着萧萧的眼睛直接插了过去。 我靠! 萧萧大惊失色, 立刻将头扭到一边, 虽然没有了疼痛, 但他依然有着下意识的反应。 这个萧萧的举动暴露出了巨大的破绽。 趁着对方重心不稳, 乔家竟立刻伸手拉住了萧萧的手臂, 用力向下一摆。 萧萧的手臂终于从脖梗上脱离了。 嗨嗨! 妈的! 乔家竟咳嗽了几声站起身来, 感觉情况非常难办, 这大织女已经没有弱点了, 需要我帮你吗? 李湘灵问道, 不必, 乔家竟摇摇头, 你去帮大织佬就好, 我不会再被锁住了, 真的没问题吗? 李湘灵问道, 放心, 乔家竟说道, 刚才有点出乎预料, 现在我已经有战术了, 那, 那你自己小心, 李湘灵点点头。 李湘灵绕开了萧萧, 重新回到了张山身后, 而萧萧也在此时站起身, 他看起来依然没有受到影响。 痞子, 你不可能打赢我的, 萧萧一边笑着, 一边往前走, 接下来我会让你, 嗯?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右脚不受控制了, 此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完全使不上力。 第185章, 宫崎信念, 有一种病叫做无痛症, 乔家竟说道, 这种病听起来像是个特异功能, 让喜欢打架的我憧憬了很久, 可后来有个聪明的家伙跟我说, 患上这种病的人死亡几率极够, 萧萧面色阴沉, 没有说话, 因为患上这种病的人根本意识不到危险, 疼痛是人类的自我保护, 可你却把他丢掉了。 乔家竟活动了一下脖子说道, 我把你的腿踢断了你都不躲避, 这真的是特异功能吗? 我的腿, 断了, 萧萧愣了愣, 乔家竟的往前一步, 笑道, 大只女, 我再说一次, 认输吧。 萧萧感觉对方的气场完全变化了, 此刻她的危险气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认输, 你就不用死。 乔家竟一字一顿地说, 思索了几秒钟之后, 萧萧慢慢咽了下口水, 这个男人太过可怕了, 如今, 或许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打倒他, 罗十一把妄忧收走。 萧萧冷喝道, 收回来可以, 钱照收的呀。 罗十一在远处喊道, 少废话, 没几秒的功夫, 萧萧感觉自己浑身都在痛, 她的腿, 下巴, 太阳穴, 肋骨, 手指, 同一时刻传来了撕心裂肺的痛感。 啊, 她闷哼一声, 用了好几秒的时间才冷静下来, 紧接着右抬起眼, 冷冷地看向乔家竟。 乔家竟冷哼一声, 她刚想上前彻底结果消消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不太对。 此时她的腿, 下巴, 太阳穴和手指, 居然也隐隐地传来了痛感。 乔家竟面不改色地往前走了一步, 发现自己的右腿也失去知觉了。 她中招了, 对方的能力似乎是将疼痛转移。 此时该怎么做? 乔家竟不由得心跳加速, 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破绽。 骗人仔, 是时候就有大脑用用了。 乔家竟心中暗道, 旗下的声音在乔家竟耳中缓缓响起, 若是走投无路, 可以想办法让对方产生自我怀疑。 乔家竟深呼吸了一口气, 她定了定心神, 忍住一身的剧痛, 迈一步就向前走去。 见到眼前的男人, 面不改色地向自己走来, 萧萧感觉情况不太对。 她立刻伸出右手, 狠狠地击打在了自己的腿上。 乔家竟在她出手的瞬间已经明白了一切, 她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果然, 这一击让她的大腿传来剧痛, 可她依然面无表情。 你在做什么? 乔家竟故作疑惑地开口问道, 打不过我就自残, 这样好吗? 什么? 萧萧瞪大了眼睛, 她感觉自己的回想应当成功了, 可为什么对方完全不受影响? 她来不及多想, 又从自己的裤子口袋中掏出一大把胶囊, 扔进了自己的口中。 皮子, 你可能不记得上一次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说完她就将胶囊咬碎, 全部吞入了腹中。 这时过量服用会导致四肢麻痹, 感觉异常精神混乱的假消做胶囊。 没多久, 乔家竟感觉自己的大脑传来一阵剧烈的眩晕, 手脚也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可她脸上依然露出疑惑的表情。 服毒? 她顿了顿, 笑着说道, 大只女, 你直接认输就可以了, 没必要服毒。 虽然嘴上说得硬, 但乔家竟的额头慢慢留下了一丝冷汗, 此刻她正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保证自己不会摔倒, 这感觉比喝了一百瓶啤酒还要难受。 她慢慢地伸出右手, 却亲眼看到自己伸出了左手, 她并未表现出异样, 反而用左手狠狠地推了对方一把。 我没工夫跟你号。 乔家竟说道, 你到底认不认输? 萧萧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感觉自己的回想好似消失了一般。 嗯, 对方有没有可能再硬撑? 乔家竟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萧萧的表情, 她知道对方的信念动摇了, 距离对方信念粉碎, 只差最后一步, 可这最后一步太难了。 若她不展现出雷霆手段, 萧萧又怎么会相信? 俗话说得好, 富贵显中求。 乔家竟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左腿和右腿, 慢慢地后退了几步, 在萧萧的一脸震惊中急速跑向了她, 而后双脚猛地一塌地面, 整个人飞身而起, 用膝盖撞在了萧萧的胸膛上。 她脑海中的计划是用右腿击中萧萧的下巴, 结果却是用左腿击中了萧萧的胸膛。 乔家竟落地之后又裂起了几步, 这才站稳身形。 她浑身都痛, 痛得不得了。 最痛的莫过于自己的胸膛, 这一击让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 她骂骂咧咧地在心中暗倒, 就算我练了这么多年拳, 也没试过自己给自己一个膝状, 原来我的力量这么犀利吗? 乔家竟顿了顿, 深呼一口气, 问道, 大支女, 服不服?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萧萧的表情一变露出惊恐的神色。 而下一秒, 乔家竟身上的伤痛陡然消失, 回想解除了。 呼, 乔家竟笑了一下, 真是不容易啊。 她缓缓地朝着萧萧走去, 我听说这一站若是我们输了, 你们就会带走骗人仔, 是吧? 骗, 骗人仔? 我曾丢过一次大脑, 这次说什么也不会了。 乔家竟抓住萧萧两只手的手腕, 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你们若是带走我的大脑, 我就变傻了。 她抓着萧萧的手腕, 拉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独木桥的边缘。 你, 你等一下, 萧萧惊恐地说道。 她发现, 乔家竟扼住自己手腕的姿势非常刁钻, 这个姿势让她的两只手抓不住任何的东西。 乔家竟的眼神里, 渐渐透露出一丝悲伤。 抱歉, 她猛然向外一推, 萧萧的两只手大开, 整个身体都向后倒去, 她慌乱地想要抓住什么, 可四周都是空气。 啊, 随着一声惨叫传来, 萧萧坠落而下, 惨叫声在中途被打断, 她又撞到了麻绳上。 沉闷的声音一声一声地传出, 萧萧的惨叫也一声一声断断续续地袭来。 直到她急速下落, 直到声音完全听不见。 萧萧坠瞧了。 远处的罗十一和老孙辈这一幕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可以接受有人能够杀死萧萧, 但难以接受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居然毫发无伤。 乔家竟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脖子, 冲着远处冷冷地说道, 既然开了杀戒, 今天就不收手了, 你们二人谁先来? 乔家竟带着冰冷的气势向前走去, 中途的李湘林和张珊纷纷让路。 张珊当过几年兵, 他认得这种眼神, 这是杀过人的眼神。 老孙和罗十一并不替萧萧惋惜, 只是觉得问题有些棘手。 萧萧不仅是中烟之地出了名的格斗专家, 本身还拥有非常适合格斗的家伙, 可他居然被一个从未见过的普通人毫发无伤地干掉了。 这说明对方的身手, 城府都强于他。 老孙缓缓地走上前来, 伸手就冲着乔家竟打去。 乔家竟左手一挥, 挡住那根不存在的石棍, 接着一记正登踢在了对方的胸膛上, 直接将老孙踢翻在地。 粉肠, 如果你们的本事只有这样, 这场游戏要结束了。 第186章 九寻之人 旗下坐在一楼的大厅中, 感觉有些无奈。 他虽然给三个人布置了开局抢战先机的策略, 可往后的发展瞬息万变, 他不清楚对面的疯子会做出什么事, 更不清楚他们的回响会使比赛走向什么样的局面。 旗下正闭着眼, 却听到门外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 盼扭头看去, 楚天秋正站在门外, 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旗下虽说有些疑惑, 但并没有说话, 再一次把眼睛闭上了。 楚天秋走进房间, 从一旁拖过来一个破碎的木箱, 坐到了旗下面前。 旗下没睁眼, 但是皱了皱眉头, 他不太喜欢有人忽然靠得这么近。 怎么了? 他问, 旗下, 队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楚天秋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旗下缓缓地睁开了眼。 队友,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他们是我生死相依的伙伴。 是吗? 楚天秋面带笑容地说道, 云瑶说你每次失去了队友就会头痛, 所以你是痛心疾首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旗下问道, 我怀疑我们是一样的人。 楚天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尘, 说道, 当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时, 队友就是我们的一切, 可当有了明确的目标时, 队友就成了棋子。 听到这句话, 旗下慢慢地露出了笑容。 楚天秋, 你可让我好找啊。 楚天秋笑了一下, 给你造成困扰了吗? 实在抱歉。 旗下慢慢伸出一根指头, 指着天花板说道, 这里有三个吉道, 你猜他们会不会想要你的人头? 别这样。 楚天秋像是跟朋友开玩笑似的挥了一下手, 本来我确实不该现身, 但我真的很想见见你。 咱们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机会, 你不会要找人来打扰吧? 那你说, 我听着, 旗下回道, 我和你都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中烟之地里的所有人对我们来说都死不足惜, 是吧? 楚天秋问, 旗下没有回答, 只是慢慢拖住了下巴。 你明知道, 人龙的游戏是我的陷阱, 却仍要参与其中, 甚至为了脱身, 还主动牺牲了一个队友。 楚天秋非常满意地点点头, 真是个不错的对手啊。 过奖, 旗下说, 你为了能活着走出这里, 撒了许多谎。 楚天秋继续说道, 你甚至和林晴那个疯子联手, 你想害死他, 你的阴狠毒辣远在我之上。 所以呢? 旗下面无表情地问道, 所以我想引火自焚, 跟你合作。 楚天秋说, 在整个中烟之地, 想要出去的话, 唯独你和我二人联手, 才有可能做到。 你要知道, 我比林晴还要疯。 旗下当然知道楚天秋有多么疯, 人命对他来说真的是棋子, 随时都可以抛弃。 我要看看那本笔记。 旗下说, 楚天秋听后微微一笑, 将手伸进口袋中, 掏出一本老旧的笔记, 随意抛给了旗下。 旗下, 你可要小心一点, 这是天堂口的核心秘密啊, 只有少数成员看过, 记得不要梦坏了。 旗下沉默着接过笔记, 打开读了读。 这是一本以第一人称记录的日记。 在日记开头就写着, 我发现中烟之地里的物品不会重置, 所以只要写下笔记, 放在一个我一定会经过的必经之路上, 那么我就永远不会失去记忆。 再往后翻, 内容基本是我和生肖赌命的心路历程, 虽然没有写明具体参与了什么游戏, 但翻了翻, 每一天都有生肖被我堵死。 日记的最后, 我堵死了中烟之地的全部生肖, 一个衣着华美的女神从天而降。 她说, 我是整个中烟之地最强的存在, 已经可以自由出入此地。 于是我出去了。 旗下面色沉重地看完了这本笔记, 感觉自己被摆了一刀。 楚天秋, 这份笔记是你自己写的吧? 他问, 当然了。 楚天秋一脸认真的点点头, 旗下, 你不会真的以为会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前辈, 独自一人通过时间的积累, 堵死了所有的生肖吧? 这只是引导天堂口的众人甘愿赴死的小小计谋啊。 哈哈哈哈。 旗下深叹了一口气, 他早就料到这本笔记有可能是假的, 但没想到假的这么纯粹。 楚天秋伸手拿回了笔记, 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口袋中, 生怕弄坏了。 现在天堂口的核心秘密都告诉你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真是有趣, 你拿出一个骗局来跟我换真心。 旗下笑了一声说道, 是想要再换一个骗局吗? 哦? 不行吗? 楚天秋露出一脸惋惜的表情, 就算这是骗局, 那也是我的秘密。 既然毒死所有的生肖并不可行, 而你又一直让天堂口的人前赴后继, 你的目的是什么? 旗下问, 我需要尸体。 楚天秋毫不避讳地回答道, 这个答案再一次地超出了旗下的预料。 你, 在创造尸体, 该怎么说呢? 旗下, 楚天秋摸着自己的下巴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这件事要告诉你的话, 我可就彻底没有秘密了。 那你想告诉我吗? 旗下问, 嘿嘿, 楚天秋露出了一丝癫狂的笑容, 当然, 要不然我冒着生命危险, 来这做什么? 那你说, 我听着, 旗下点点头。 旗下? 楚天秋喃喃自语地说道, 中烟之日来临的时候, 所有活着的人都会化作血红色的粉末, 随风飘散而去。 哦? 是吗? 旗下扬了下眉头, 看起来并不惊讶。 这蓝色的天空上方, 飘满了活到第十天的人, 如今连天空都被肉末染成了暗红色。 楚天秋像欣赏美景一样地看向门外的天空, 又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之前的尸体飘在哪里, 但他都在散发着复仇, 那还真是值得同情。 旗下不痛不痒地回道, 可是啊, 楚天秋收回目光, 对旗下说道, 你知道吗? 只有活着的人才会化作粉末, 那些在第十天之前死掉的人却在空气中腐烂。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这段话有点诡异, 也就是活着的人会烟灭。 旗下问道, 不是活着的人会烟灭, 楚天秋摇摇头是参与者会烟灭。 第187章, 两条路, 只有参与者会烟灭。 旗下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 原住民和生肖并不会随着中烟而消失。 可你怎么知道原住民没有烟灭? 旗下问, 我们所见到的他们会是原本的他们吗? 我做过实验。 楚天秋笑着说, 为了搞清楚那些疯子会不会重生, 我用了十个月来做实验。 十个月? 旗下眉头一皱, 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 你可能不会想听。 楚天秋笑着说, 我们跑题了。 你继续说, 旗下露出鄙夷的目光, 如此看来, 楚天秋比他想象中的更疯。 你也知道, 我们参与者每次死掉之后, 都会再次出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楚天秋继续一脸认真的说道, 那么一定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某天, 一个叫老A的人获得了回响, 但他没有见证中烟, 在第十天之前死亡了。 是。 旗下点点头,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好, 既然如此, 楚天秋伸出自己左手的拳头, 说道, 假设这是老A的尸体。 说完, 他慢慢地伸出一根左手大拇指, 说道, 这是老A曾经获得的回响。 紧接着, 他又伸出另一只手, 同样握成了拳头, 这是一个新的老A。 他再一次伸出大拇指, 这是新的回响。 你看看这个场面, 不觉得奇怪吗? 旗下看着楚天秋摆在眼前的两个竖起大拇指的拳头, 不断思索着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还没等他想明白, 楚天秋便开口问道, 旗下, 既然人可以复制, 那么回响是不是也可以复制? 你, 你等一下, 旗下感觉自己正在被一个疯子洗脑, 好在他很快打断了思路, 反驳道, 你这个描述好像有个误区。 说完他就指了指楚天秋的左手, 说道, 既然这是老A的尸体, 在他死亡的时候, 回响也应该随之消失了, 你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不不不, 楚天秋摇着头说, 旗下, 你这个说法才是误区, 老A的尸体的回响只是听不到了, 而不是消失了, 明白吗? 听不到了。 旗下顿了顿, 又说, 你给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 这么说吧, 楚天秋把手放下, 说道, 我收集了很多尸体, 正在想办法把他们身上的回响弄下来, 只可惜这个地方没有太平间, 尸体没几天就会腐烂, 所以我至今还没有成功。 这句话把旗下说愣了, 还记得吗? 旗下, 楚天秋继续说道, 无论我们去询问哪个生肖, 得到的答案都是他们要创造一个神, 一个和女娲一样伟大的神。 所以当我可以把所有人的回响都聚集在我自己身上时, 那我就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这个地方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为举办者已经达成了目的, 旗下的表情非常严肃, 他曾多次揣摩过楚天秋的计划, 可没想到对方疯得太彻底, 根本无法用寻常的思路推断。 他既不收集三千六百的道, 也不攻破所有的游戏, 而是要不断地创造尸体, 让他研究出成神的方法, 所以他会义无反顾地害死队伍中的任何人。 可是这一次, 楚天秋说的会是真话吗? 当我成了那个无所不能的神, 便可以把你们送出去了。 楚天秋笑着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 成交吗? 所以, 你不想出去, 只想成神? 旗下问, 当然, 楚天秋高兴地点点头, 做人有什么意思? 我有成为全能者的机会, 结果却要回到现实世界, 生老病死。 别傻了。 旗下慢慢坐直了身体, 下意识远离了楚天秋, 又说道, 可是由于上帝悖论存在, 这个世界是不会出现全能者的。 上帝悖论是人类提出的。 楚天秋说, 毕竟人类根本无法理解全能者, 他们站在狭隘的角度, 嘲笑全能者的自我矛盾, 可是全能者, 为什么要向人类证明自己? 全能者, 又为什么要回答人类的问题? 旗下深呼了一口气, 现在他的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跟时间赛跑, 否则他迟早会变成楚天秋这样的疯子。 楚天秋和林情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正常, 可内心都有着极端疯狂的念头。 林情七年, 楚天秋两年, 他们日复一日地在中烟之地醒来, 渐渐地舍弃了身为人类的人性, 道德, 法律。 所以, 长久地保留记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沉默了很久, 旗下缓缓地开口问道, 楚天秋, 我从未离开是什么意思? 楚天秋听后再度露出笑容, 旗下, 我认为我是从中烟之地创立之初就存在的人。 哦, 我不确定, 我丢失了几次记忆, 但我一定在这里很久了。 楚天秋苦笑道, 这里到处都能找到我的字迹, 最久远的字迹看起来有好多年了, 我好像曾经调查过什么东西, 如今只能从我留在中烟之地的痕迹找到一些调查的结果, 可我却想不出调查的原因了。 调查? 旗下知道, 若楚天秋回想的契机真的是见证中烟, 那么独自调查对他来说极其危险, 那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我曾亲手写下一句话, 我一定要让旗下获得回想。 楚天秋笑着说, 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承神路上的垫脚石? 垫脚石, 是吗? 旗下也露出笑容, 问道, 楚天秋, 你跟我合作, 为的就是创造尸体吗? 不, 楚天秋摇摇头,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可以双管齐下, 如今通过出售食物, 天堂口已经收集了2900克道, 我承神, 你急到, 无论我们二人接下来如何行动, 都是在增加出去的几率, 我说过, 在这个地方, 只有你和我有资格活下来, 也有资格走出去。 第188章, 老千, 可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出去, 我怎么确定你不会除掉我? 旗下又问, 这个问题很好, 我不得不和你提前讲明。 楚天秋收起笑容, 面色慢慢严肃起来, 若真有那样一天, 我会倾尽我的所能除掉你, 同样, 你也可以除掉我。 旗下点了点头, 楚天秋刚才说的这句话, 终于让旗下嗅到了真心换真心的味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说好了, 旗下微微伸出手, 你成神, 我急到, 我们合作。 楚天秋也伸出手, 和旗下握在了一起, 成交? 二人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对方, 气氛居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二人谁也不敢确定, 对方说的话有几分针, 此刻的握手也显得有些无力, 没几秒的功夫,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在门外传出, 二人扭头一看, 又是楚天秋来了, 哼, 真是吓死我了, 你果然在这儿。 门外的楚天秋说, 别担心, 我有分寸, 快走吧, 这里有不少急到, 你的处境很危险。 好, 而门外的楚天秋也在此时变成了许流年, 紧张地四处张望着, 楚天秋走了几步之后停了下来, 回头对旗下说道, 旗下应该是悲伤。 什么? 你回想的契机是极度的悲伤。 楚天秋解释道, 这是我找到的答案, 但我却找不到解决办法。 旗下顿了顿, 问道, 你是说, 你找不到办法让我陷入悲伤? 没错, 楚天秋点点头, 所以我把这个答案告诉你, 这道题由你来解开吧。 旗下没说话, 只是沉默地点点头。 楚天秋看后叹了口气, 扭头问小年, 张山在上面吧? 是的, 我安排他过来了。 楚天秋微微汗手, 对旗下说, 别担心了, 张山如果在上面, 这场游戏很难输。 很难输? 旗下抬起头, 看向楚天秋, 为什么? 因为他要回想了。 旗下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张山回想的契机是什么? 是想要赢。 楚天秋大笑一声, 随后摆了摆手, 和许流年一起离开了。 旗下望着地面, 怅然若失。 想要赢? 如果有这样的契机, 何愁没有回想? 那么自己呢? 悲伤,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 看门外暗红色的天空。 我的悲伤, 还未等他思考明白, 屋内忽然传来了 嘻嘻索索的声音。 旗下一愣, 慢慢站起身来。 这声音离得很近, 仿佛是从电梯里传来的。 他走到电梯旁边, 按下了电梯的上行键。 电梯门打开, 里面空无一物。 可那稀稀索索的声音 依然在继续。 他又扭头看向了 电梯旁边的木门, 感觉声音是从门里传来的。 有人, 他朝着门把手 慢慢地伸出手, 可下一秒门 居然自己打开了。 萧萧正站在里面, 他看起来不太好, 浑身上下多处都受了伤。 旗下, 他也愣了一下, 仿佛不知道 自己身处何方。 你, 旗下皱着眉头 看了他好久, 感觉非常疑惑, 萧萧明明在天台, 怎么会从这个门里出来? 萧萧回过神, 不再理会旗下, 反而转身走进了电梯, 二话不说, 就按下了六楼。 旗下这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游戏的隐藏规则。 他见到萧萧上了电梯, 马上回过头 想进入木门 一探究竟的时候, 木门却自动关上了。 乔家静静静静地站在桥上, 浑身都在流血。 不知道老孙用了什么招数, 现在乔家静的四肢 分别插在了四块石头中。 他笨拙地挪动着四肢, 可是一步都动不了。 而身后的李湘灵和张珊 看起来情况更加不妙。 张珊被一块像小山一样 巨大的石头压住, 整个人扑倒在桥面上昏了过去, 不知生死。 而李湘灵正浑身是血的, 想办法挪动着石头。 老孙, 看不出来啊, 罗石仪有些敬佩地 拍了拍老孙的肩膀。 你这回想在整个中央之地 拍得上号吧? 老孙看起目光有些呆滞, 只能愣愣地点点头。 是无法想象出人的身体 能够长出石头的。 老孙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思绪, 让自己保持清醒。 喂? 花碧南, 我不欺负人, 你自己跳下去吧。 不可能。 乔家静低着头, 胸膛起伏着喘着粗气, 大脑有大脑的使命, 而拳头有拳头的责任。 骗人在帮偶很多次, 这次我一步都不会退。 他用力地举起了自己几十斤的手, 苦笑了一下说道, 不就是一副石头拳套吗? 拳当给我增加攻击力了。 老孙听后甩了甩头, 拳套。 他的思维有些迟钝, 过了几秒之后才说道, 这不是拳套, 是大石头。 乔家静陡然发现自己手上的石头, 又变大了。 刚刚举起来的右手, 再度垂了下去, 这次直接掉到了地上, 让他整个人蹲了下来。 我丢, 真是难罢啊。 乔家静用余光看了看李湘林, 他依然无法挪开, 压住张杉的巨大石头。 乔哥, 李湘林露出一脸焦急的表情, 到底要怎么办? 现在唯一没有被控制的人, 就是李湘林了。 虽说他功夫不错, 可若是贸然攻击, 不见得能够赢得过这二人的回响。 他们一个人可以碾翼疼痛, 每一次攻击都痛下杀手。 另一个人可以凭空在任何地方变出石头, 稍不留神就会被砸到。 明明是三对三的战斗, 眼前这两人却一直都在出老千。 骗人仔, 要是你的话, 会怎么做? 乔家静环视了一圈, 表情格外严肃, 还不等他思考出对策, 你们这不是挺能干的吗? 萧萧缓缓地走了过来, 重新站上了独木桥, 现在杀掉他们就易如反掌了, 是吧? 第189章 横扫路河, 乔家静面如死灰。 他看了看一旁的空洞, 又看了看眼前的萧萧。 这个女人为什么没死? 他摔下去之后又回来了? 难道这也是一种回响? 现在乔家静比深入泥潭更加痛苦, 毕竟四肢都被巨大的石头锁住了。 他抽离不了, 强硬地挣脱, 却让自己的皮肤大面积受挫, 直至血流满地。 这场游戏该怎么赢? 皮子, 你刚才的气势呢? 萧萧走上前, 蹲在了乔家静身前, 露出一脸狂傲的表情。 嘿嘿, 乔家静笑了一下, 我气势依然在, 你能拿我怎么样? 怎么样? 萧萧冷笑一声站起身来, 我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 他向后一伸手, 对老孙说道, 给我石头。 老孙呆滞地看向萧萧, 愣了半天才回答说, 你别搁着欺负人。 老孙! 萧萧怒喝道, 你清醒一点,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杀死他们三个。 咱赢了就行, 你别欺负人, 老孙两眼无神地摇摇头, 我不给, 说什么都不给。 哼, 我用拳头也能打死他。 萧萧不再理会老孙, 慢慢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皮子, 你不是很灵活吗? 这一拳, 你能躲得开吗? 躲开? 乔家静脸了咧嘴, 你这大只女出拳软绵绵无力, 我根本不需要躲。 哈哈, 好。 萧萧笑着说, 那你就接接看。 说话间的功夫, 那粗壮的手臂挥舞着巨大的拳头, 已经冲着乔家静的面门飞了过去。 刹那间, 一个矫健的身影飞升而出, 一脚踢开了萧萧的拳头, 紧接着再次腾空而起, 连续几次蹬腿, 生生地把萧萧踢退了五步。 这个身影落地之后, 扎稳马步, 随后右脚前移成掉马式, 接着一手横白显鹤状, 一手前置卧虎形。 有。 萧萧活动了一下被踢痛的手臂, 说道, 我差点忘了, 还有个你。 怎么? 你一个人准备打倒我们三个人, 你觉得有生算吗? 李湘林的额头慢慢流下冷汗, 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但我绝对不会认输。 他深呼一口气, 嘴中喃喃自语道, 爷爷, 对不起, 我心惊乱了, 但这一次我确实没有办法了。 罗石一笑着摇摇头, 说道, 萧萧, 你没必要出手, 我来吧。 他活动了一下四肢, 站到了萧萧身前。 怎么? 你有兴趣? 我很喜欢杀人啊。 罗石一笑着说, 尤其是长相精致的女人, 老孙呆滞地看了看她。 你别欺负人啊。 闭嘴。 萧萧冷喝道, 李湘林没有受影响, 只见他活动了一下两只手的手腕, 自言自语道, 只可惜我连根棍子都没有, 用来用去都是我不熟悉的功夫。 哈? 罗石一被逗笑了? 怎么? 你不会指望我们变一根棍子给你吧? 变根, 棍子。 李湘林看了看一旁的老孙, 忽然想到了什么。 喂? 他冲着老孙喊道, 看好了我的招式。 一语过后, 李湘林默默地闭上眼, 放弃了虎鹤双形, 反而将手慢慢地握了起来, 好似握住了一杆长枪。 童一说过, 回想要发动, 最重要的就是信。 想到这里, 他自顾自地耍起了这根不存在的长枪。 言语心合, 他将空荡荡的双手猛然向前一戳, 大喝一声, 气鱼立合。 接着, 他双手不断变化, 好似将长枪旋转了起来。 不语招合, 凭借着肌肉记忆, 李湘林双眼微闭, 不断地将长枪在手中旋转, 随后猛地抛向天空, 而后跳起身又伸手接住。 惊起神内三合。 他腾空跃起, 双手稳定地挥舞了下, 姿势漂亮至极。 腰手眼外三合。 公蜂妞, 你。 乔家竟眨了眨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如果真的能成功, 这简直是绝杀。 老孙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慢慢皱起了眉头。 这个女人在做什么? 她在挥舞什么?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违和? 她的样子好像。 坏了, 萧萧终于有所反应, 赶忙转过头伸手去捂老孙的双眼。 老孙, 别看。 他知道, 老孙过度使用了回响, 整个人的思维认知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虽然双眼被捂住, 但老孙还是缓缓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是了, 他在挥舞棍子啊。 老孙笑着说, 原来是棍子, 我就说嘛。 话音一落, 一根细长的石棍出现在了李湘玲手中。 李湘玲猛然睁开眼, 将石棍往前一送, 右手抓住石棍末端直挑而上, 冲着萧萧的驳梗飞去。 青龙现招! 这一枪扎堆又准又快, 萧萧连出手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只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撞到, 整个人都呼吸不了, 直接被击倒。 群蓝士! 李湘玲以极快的速度再度横挥石棍, 将老孙击飞出去, 躺在地上的萧萧第一时间伸手抓住了他。 罗十一见状不妙, 趁机冲上前, 可是石棍的攻击范围太大了。 李湘玲将石棍收回, 在自己的腰间转了一圈, 然后狠狠地扫向罗十一的腿。 菠草寻蛇! 罗十一没有痛感, 但却忽然之间丢了重心, 整个人咣当一声摔在了钢材上。 妈的, 他立刻爬起身, 再度跑向李湘玲。 二郎单山? 看到势大力尘的石棍从上方劈下, 罗十一忽然之间有了主意。 这一次他并没有躲避, 竟然用自己的头部迎着棍子顶了上去。 啪! 随着一声脆响, 罗十一的额头血肉飞溅, 那根石棍也从中间断开了。 石棍的质地毕竟太过脆弱, 击打在坚硬的物体上极易折断。 不好, 功夫妞! 快跑! 乔家静大喊道, 往桥下跑! 他知道, 李湘玲的枪法虽然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但毕竟实战经验太少了, 对方准备孤注一掷, 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糟了, 李湘玲面色一变, 却见到罗十一已经冲了上来。 他赶忙将剩下的一截石棍重新握好, 再度摆开架势, 冲着对方的胸膛刺去。 动! 一声闷响, 石棍撞在了对方的胸膛上。 罗十一微微一笑, 嘴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但脚步未停, 上前一把就抓住了李湘玲的衣领, 将他猛然推倒在地。 功夫妙! 乔家静扭动了一下身躯, 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 这时, 李湘玲才看清眼前抓住自己的男人有多么恐怖。 刚才击中他额头的那一下, 打掉了他额头的大块皮肉, 此时露出了一块黄白色的额骨, 大量的鲜血从他额头流下, 染红了整张脸。 他好像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恶鬼。 让我抓住你了, 罗十一笑宁笑着说, 可惜啊, 你就算刺穿了, 我的心脏我也不会停下。 李湘玲真的有些害怕了, 眼前的人真的还是人吗? 这次的目标是杀死你们。 罗十一大笑着, 我死不死根本无所谓啊。 李湘玲咬着牙, 继续拿着剩下的一截石棍, 抽打着对方的身体, 可对方如同一具早就死掉的尸体, 完全不受影响。 来来来, 让我们一起死。 罗十一抓着李湘玲的脖子, 将他一步一步地带到桥边。 你, 你这疯子, 放开我。 李湘玲挣扎着说道, 那眼神之中已经满是恐惧了。 乔家竟此刻也艰难地回过头, 喂, 不要这样, 你们先杀我, 杀了我之后才可以杀他。 放心放心, 你们谁都跑不了。 罗十一笑着对萧萧说, 那我就先带他走, 剩下的事交给你们了。 还不等萧萧回答, 罗十一面露笑容, 带着李湘玲纵身一跃, 双双跳下了桥。 第190章, 响迎于守护。 搞什么? 乔家竟嘴唇微微颤抖着, 你们实在是太疯了。 萧萧大笑几声, 说道, 痞子, 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死, 可你呢? 乔家竟没回答, 反而扭头看向张山, 大只老, 这块石头看起来顶多三四百斤, 这就把你打晕了。 张山被压在石头下, 一动不动。 我丢, 你不会死了吧? 乔家竟苦笑一声, 再次活了一下手脚, 这下我可不好交代了。 话音一落, 一个拳头就飞到了乔家竟脸上, 乔家竟的头猛然垂到一边, 随后咳嗽了几声, 痞子, 不是一直想让我认输吗? 萧萧冷笑道, 同样的话送给你, 你现在认输的话, 我就给你一条活路。 活路? 乔家竟嘴角一扬, 回过头来说道, 你以为我要的是活路? 哦, 就是说你也不怕死, 死有什么好怕的? 乔家竟摇摇头, 我怕的是失去。 萧萧面色一冷, 反手抽了乔家竟一耳光, 故弄玄虚, 他抓着乔家竟的肩膀想把他推下桥, 却发现这人身上的石头非常重, 如同树根一样的扎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么重的石头挂在身上, 你手脚没断吗? 萧萧笑着问, 托你的福, 我手脚还硬朗着。 乔家竟说道, 你呢? 右腿还疼不疼啊? 你…… 萧萧摸了摸自己断刀的右腿, 显然被乔家竟激怒了, 随后抡起拳头, 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由于乔家竟的手臂一头埋在岩石中, 这一击除了疼痛感之外, 又加强了拉扯感。 他感觉自己快要失去这条手臂了, 还嘴硬。 萧萧冷喝道, 我今天就打断你的四肢, 让你还嘴硬。 乔家竟听后无奈地笑了一下, 回头看着张杉, 大只老, 你说咱俩该怎么办? 趴在地上的张杉, 此刻终于慢慢睁开了双眼, 他感觉自己五脏六腑全都在痛。 张杉一大口鲜血喷在了地上。 哟, 早上好啊, 乔家竟笑着说, 我, 死了没? 张杉咳嗽了几声, 低声问道, 估计是死了吧? 乔家竟点点头, 你现在算是显灵。 张杉艰难地回过头, 看了看桥面上的状况, 李湘林已经不在这里了, 而乔家竟看起来也撑不了多久。 我们, 要说了, 张杉不可置信地问道, 萧萧听后, 一瘸一拐地走了过去, 随后一脚飞在了张杉头上。 难不成你们要赢了吗? 萧萧冷喝一声, 这场战斗之后, 旗下就是我们急到的人了。 他想要将张杉也推下去, 可是张杉身上的石头 比乔家竟还要重, 居然一时半会, 无法动他分喉。 乔家竟慢慢抬起了头, 大只女, 在说什么鬼话? 你只说要带走他, 可没说过让他成为你们这样的疯子。 他若不答应, 我们只能见他一次杀他一次, 直到他答应为止。 乔家竟的面色冰冷下来, 耳边嗡嗡作响。 上一次因为我不在, 所以没有保护好酒子, 他跟错了人, 信错人了, 所以连死掉之后都没人收尸, 乔家竟慢慢抬起头来, 仿佛下了什么决心。 这一次我在这里, 绝对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 张杉也在连续咳嗽了几声之后, 露出苦笑。 看来, 我们真的要输了呀。 两个人的眼神都变了。 姓乔的, 你想不想和我大闹一场? 张杉问道, 大, 巨大的钟声从远处震荡开来, 这阵声音奇大无比, 仿佛就在眼前。 乔家竟听着钟声思考了片刻, 嘴中卸掉了伪装, 面色如同一潭死水, 大闹一场。 我真是求之不得。 大, 又是一阵巨大的钟声响彻云霄, 比起刚才的声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楚天秋和小年正朝着广场上的告示牌走去。 天秋, 你这样贸然露面, 实在是太危险了。 许刘年一脸担忧地说道, 没关系, 楚天秋摇摇头, 托你的福, 现在的疾到就算发现了我, 也会认为我是冒牌货。 许刘年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可是他们真的没有问题吗? 那个叫做张杉的男人。 小年, 你刚刚才回来, 所以不了解张杉。 楚天秋露出一股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知道他是回想者, 可是那又如何? 许刘年担忧地问, 对面也是三个回想者, 一对三, 他不可能占到便宜的。 我在大约一年多以前偶然发现了张杉。 楚天秋说道, 他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虽然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但也足够他百战百胜。 我认为, 就算是回想者, 也有属于回想者的等级。 回想者的等级? 许刘年不是很明白, 我们的能力看起来都有或多或少的弊端, 又怎么分得出等级? 楚天秋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小年, 我带你去个地方, 当你亲眼见到张杉的回想时, 自然会发现他的与众不同。 从名字上就跟其他人不一样吗? 不错, 二人说话间已经来到了广场上, 面前是巨大的屏幕和悬在屏幕上方的童钟。 楚天秋找到一把老舅的长椅坐了下来, 冲着许刘年招了招手, 过来坐。 许刘年面带不解地坐了下来, 他感觉有些不安, 他愿意为了楚天秋舍弃生命, 可他却感觉自己从来都走不进对方的心里。 这个面带微笑的男人每天都在思索什么? 楚天秋怅然地望了望天空, 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张老旧的纸片。 这张纸片像是从某本笔记上撕下来的, 已经泛黄发旧, 看起来很多年了。 上面固灵灵地写着一句话, 我绝对不能让旗下获得回响。 他又从左边口袋中掏出另一张纸条, 两张纸条的字迹一样, 内容却不一样。 我一定要让旗下获得回响。 楚天秋知道这两张纸条都是他曾经写下的, 可他却不知道哪张纸条说了谎。 既然是完全相反的答案, 那必定有一张纸条说了谎。 自己和自己说谎。 楚天秋略微一抬头, 发现不远处的童中晃动了起来。 捂住耳朵, 小年。 他将纸条收好, 伸手堵住了自己的耳朵, 许流年见状也有样学样。 大案。 巨大的钟声在面前响起, 声波在整个广场盘旋了一圈后, 冲上了云霄。 这阵钟声巨大到可以将一个人的灵魂原地震飞。 许流年和楚天秋根本睁不开双眼, 只能等那阵钟声自行散去。 片刻之后, 二人抬起眼, 看了看显示屏, 一行带着闪光的文字映入了眼帘。 我听到了天行剑的回响。 天行剑, 许流年一脸震惊地望着屏幕。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回响名字有三个字, 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强烈的钟声。 他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他开口问道。 他是。 楚天秋还未回答, 却看到巨大的童钟再次大幅度摆动了起来。 什么? 快! 快捂住耳朵。 他大叫一声。 第191章 破罚者 小年来不及反应, 赶忙捂住耳朵, 闭上眼睛。 下一瞬间, 一个比之前更加强大的声音激荡开来, 广场四周的枯数全都因为这一次激荡而颤了几颤。 许流年紧闭双眼, 感觉头晕目眩, 就算声音已经开始消散了, 可那阵眩晕感依然挥之不去。 楚天秋顾不得太多, 竟然瞪着眼睛慢慢站起身来。 这什么鬼东西? 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 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字, 我要找到这个人。 许流年茫然地抬起头, 赫然发现屏幕上又多了一行闪耀着光芒的字。 我听到了破万法的回响, 楚天秋一步一步地靠近屏幕, 嘴中不断呢喃着, 破万法。 妙, 太妙了。 只要有了这个人的能力, 那我就, 可你到底是谁? 一旁的小年感觉楚天秋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似乎有点可怕, 一阵微风从天台上吹过, 张珊的身体咔咔作响, 他双手一撑, 竟然顶着巨大的石头起身了。 看起来几百斤的石头, 如同清晨掀开的棉被一样, 从张珊身上轻松脱离, 坠入了空洞。 巨石砸断了一部分麻绳, 蛮横地掉入了地底, 发出了巨大无比的声音。 乔家竟浑身微微一震, 他身上的石头竟如同蒲公英一般, 被风吹散成了无数闪闪的星光。 二人同时站起身, 肩并肩站在了一起。 他们身上散发出无比危险的气息, 萧萧见状慢慢后退了一步。 刚才那两个钟声是什么意思? 眼前的两人回响了吗? 这两个人本身就有着极强的格斗能力, 若是再加上回响。 老孙! 萧萧回头给了老孙一个巴掌, 你给我醒醒。 这一巴掌打得非常重, 老孙迷你个眼神, 看起来也有些恢复了。 啊? 怎,怎么了? 老孙茫然地问道。 哎,麻烦了, 准备动手! 老孙回过神, 发现先前被控制住的二人 此刻已经好端端地站在眼前了。 他俩咋没事啊? 老孙甩了甩头, 放心, 交给我。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乔家静, 试图给自己增加心理暗示。 这个男人动不了, 他是长在石头中的怪物, 他动不了。 一遍一遍地默念之后, 乔家静的身旁开始浮现异样。 乔家静没在意, 只是慢慢伸出了手, 冷冷地说道, 喂, 不要出老千, 过来和我堂堂正正地决胜负。 话音一落, 他的四周不断地出现闪光的斑点, 斑点似乎想要在他的手脚之间汇集, 可总是会在马上聚集成功时, 又如同蒲公英一般飞走。 怎么回事? 老孙不可置信地看着乔家静, 你怎么还没有长出石头? 我说过了, 堂堂正正地对决吧。 你可以无视回想。 萧萧稍微愣了一下, 感觉眼前的情况有点熟悉。 他在上一轮亲自前去游说旗下的时候, 曾经杀死过眼前的花壁男。 他在自己的汤碗中加入了大量的假宵座, 让旗下三人暂时无法动弹。 可当他将带有钉子的木板插入了这个花壁男的头颅时, 旗下莫名其妙地可以活动了。 当时的萧萧以为旗下足够强大, 居然可以无视回想。 现在看来强大的不是旗下, 而是这个痞子。 他在弥留之际似乎放出了一丝回想的力量, 但他还未来得及听到钟声就死去了, 所以不能保留记忆。 原来最危险的人是你。 萧萧的眼神冷峻下来, 真是可怕。 张珊此时缓缓走上前去, 绕开了乔家镜, 站到了萧萧面前。 乔家镜感觉张珊的身上似乎有风吹出来, 他的气势也变得很奇怪。 没必要跟这个女人废话, 张珊往前一步, 抡起自己的拳头狠狠地打向萧萧。 萧萧见状赶忙沉住一口气, 调动自己的全部信念, 使出嫁祸。 动。 巨大的闷响声传来, 萧萧原地没动, 可张珊却远远地飞了出去。 这个飞行的幅度非常骇人, 足足飞了七八米才重重地砸在地上。 众人只在电影中才看到过如此夸张的飞行。 萧萧的额头慢慢留下了一丝冷汗。 这是什么力道? 若是刚刚的嫁祸没有成功, 现在他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 萧萧回过神来, 指着远处的张珊表情扭曲着大笑道,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知道就算是张珊这种人物, 被这种力道的攻击反噬也必死无疑。 活该, 你。 还不等他说完, 张珊却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站了起来。 他的胸口被打塌了, 可此时正在肉眼可见地迅速复原。 一拳不行就两拳。 张珊若无其事地再次走上前去, 看看你能挡住几拳。 我丢。 乔家竟还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大只老, 你这是? 小心, 别误伤了你。 张珊冲乔家竟摆了摆手, 乔家竟很自然地退到了一边。 说吧, 张珊再次挥出拳头, 这拳头在空中急速飞出, 竟然响起了炸雷声。 你这一拳下去, 死的不是我。 萧萧大喝一声, 而是那个痞子。 碰。 乔家竟动都没动, 却见张珊的拳头落在萧萧身上的时候, 让他的身上爆发出无数闪光的白点。 萧萧又愣住了, 他感觉自己明明嫁祸给了那个痞子, 可他居然又没事。 两拳不行就三拳。 张珊说道, 你尽管嫁祸出去, 看看最后是谁倒霉。 萧萧赶忙四下看了一圈, 桥上一共就四个人, 这拳头能嫁祸给谁? 嫁祸给老孙? 他若是死了, 自己岂不是更危险? 老孙! 原物! 萧萧喊道, 好,好。 见到张珊再次走上前, 萧萧吓得连连后退。 老孙赶忙伸出两只手, 朝着张珊挥舞着, 他闭上眼, 嘴中念念有词, 压死你,压死你, 漫天飞舞的全都是石头, 把你压成肉泥。 喂? 乔家竞大喝一声,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出老千? 一语过后, 无数发光的白色闪光从天上如大雨一般落下, 将整个场地渲染成璀璨的星河。 虽然声势非常浩大, 可那些闪光中连一块石头都没有。 啊, 我的天, 老孙不可置信地睁开双眼, 他本以为天空之中会落下大片的石头, 却未曾料想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白色的光点, 这都是什么东西? 老孙! 萧萧再次大叫一声, 声音已经嘶哑了。 老孙立刻扭过头, 又向萧萧伸出了手。 他嘴中念叨了几句, 片刻的功夫萧萧的身上就布满了石头铠甲。 张珊没有理会老孙, 反而将整个上身攻了起来, 然后用尽全身力量挥出一拳。 萧萧紧闭双眼, 再次调动自己的信念。 可是张珊的拳风呼呼作响, 让他根本无法惊心。 这一拳到底该让谁来捡? 闷想再次传来, 这一次飞走的不是别人, 而是萧萧。 第192章 并未结束 无数石头四箭, 萧萧如同一颗子弹笔直地飞了出去, 由于众人此刻正站在天台上, 四周并无建筑遮挡, 萧萧横跨了十几座矮楼之后, 又重重地掉在了很远处的街道上。 如此重创, 不可能有人活得下来。 真是犀利, 乔家竟点点头, 本以为张珊还会继续杀掉老孙, 可他却慢慢地传起了粗气。 喂, 大只佬, 你没事吧? 张珊胸口不断起伏着, 没多久的功夫, 远处再次传来了一阵钟声。 回想消失了, 我没事, 只是有点累, 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好像有点用力过猛。 没关系, 接下来的交给我, 如今的桥上只剩老孙一个敌人了。 你, 你们, 老孙自知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眼前二人, 如今自己的回想起不了作用, 接下来还有什么胜算吗? 石头人, 刚才你为什么不给那个大只女石头? 乔家竟问, 啥玩意? 老孙一愣, 刚才我和大只佬都动不了, 大只女有机会杀死我们的。 乔家竟微笑一下, 结果你没给他石头。 小小问我要石头, 我没给他。 老孙皱了一下眉头, 这咋整的? 不, 不能吧? 你人还不坏, 我不准备杀掉你。 乔家竟活动了一下脖子, 问道, 你的大佬死了, 你不准备换个码头吗? 换个, 码头? 老孙眉头一皱, 哥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或许是我说多了。 乔家竟点点头, 你看起来能力很强, 精神也算正常, 却非要跟着一群疯子。 老孙听后慢慢地低下头, 说道, 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冲突, 就算加入了天堂口, 我也不可能替你们干活。 不是加入天堂口, 乔家竟摇了摇头, 而是加入我。 加入, 你? 一旁的张山听到这句话, 也微微一正。 石头人,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乔家竟对老孙说道, 骗人仔只靠我一个人, 不可能成功的, 他需要人手。 这, 老孙听后默默低下了头沉思着, 他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不接, 你慢慢考虑。 乔家竟说道, 游戏已经结束了, 没必要送死。 老孙听后看了一眼乔家竟, 又看了一眼张山, 而后点点头, 转身走下了桥。 见到老孙离开, 张山也在一旁问道, 乔家竟,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什么意思? 乔家竟问道, 既然加入了我们, 不就是加入了天堂口吗? 张山一点都不解, 你和旗下要离开组织吗? 我不知道。 乔家竟说, 我从未说过自己要加入天堂口, 我只说过要跟骗人仔合作。 他若在我就在, 他若离开我就离开。 张山的面色慢慢凝重了起来, 他知道乔家竟和旗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们俩比任何人都适合留在天堂口。 如今, 乔家竟已经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回响, 能够放他们走吗? 大志老, 我们去触碰旗子吧。 乔家竟说道, 这一场游戏要结束了。 张山收回思绪, 点了点头, 按照规则, 只有一方的存活人员全部通过了独木桥, 并且同时触碰到对方的旗子, 游戏才可以结束。 走吧。 张山跟着乔家竟, 二人一起来到了桥的另一侧。 老孙已经进入电梯离开了此处, 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了。 可当他们二人同时用手握住旗子时, 远处的地虎却没有任何反应。 喂? 张山等了一会儿, 高声叫道, 这样就可以了吧。 地虎冷冷地看向二人, 依然没有说话。 怎么回事? 乔家竟也有点愣, 这就算赢了。 不对, 张山眉头一皱, 如果一切都是按照规则进行, 可游戏却没有结束的话, 只能说明我们还有队友活着。 功夫妞。 乔家竟也忽然想到了什么, 如果说萧萧掉下空洞, 能够再次回到桥上并不是一种回响的话, 只能说明这个游戏掉入空洞也不会死。 萧萧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上来的, 下面众多的麻绳可以减小下坠的速度, 能够让人在落地时依然存活。 二人同时想到了这一点, 同时抬起眼来看向对方。 糟了, 乔家竟微微思索了一下, 李湘灵是跟那个叫罗十一的男人一起掉入空洞的, 而罗十一应当是这三个人当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 大只老, 你在这儿等着, 乔家竟再一次回到了桥上。 你要做什么? 张山问, 我得下去看看。 乔家竟说道, 如果放人不管, 功夫妞可能会被那个初老千的人渣打死。 可你怎么下去? 我跳下去。 乔家竟说道, 跳, 张山愣了愣, 要是摔死了怎么办? 那个大只女瘸了一条腿都能爬上来, 我又怎么可能摔死? 张山还想说点什么, 却发现此时并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如今想要赢下游戏, 只有两个办法。 一, 李湘灵过桥。 二, 李湘灵死。 如果真要在这种时候选择的话, 一般人会选择哪一种? 乔家竟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 那, 你自己小心。 张山说道, 乔家竟点了点头, 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空洞, 方才压在张山身上的石头掉了下去, 砸断了许多麻绳, 此时往下跳的话, 危险性很高。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的队友被对方活活打死。 我不想在游戏中再失去队友了。 乔家竟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甜甜划破自己脖梗的瞬间, 那种感觉让我太难过了。 想到这里, 他深呼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了深坑。 张山一脸紧张地来到深坑旁边向下望着, 却发现乔家竟好像一只猴子, 他并没有直接落下去, 反而双手抓住了一根麻绳挂在了上面。 在确定好了掉落路线之后, 他荡起自己的身体又飞向另一根麻绳, 而他的身影也就这样由一根绳子换到另一根绳子, 一米一米地向下移动着。 直到乔家竟的身影完全消失, 张山才慢慢松了一口气。 真是个爱逞强的年轻人,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193章 公平 乔家竟用了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才慢慢地靠近底部, 这里的光线很暗, 眼睛一时半会无法适应。 他仔细看了很久, 才找到先前掉落的大石头, 然后翻身一跃松开了握住绳子的手, 落在了巨石上。 奇怪, 他放低身形, 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这里连半个人影都看不见。 此时, 只有浅浅的一束光从正上方落在了巨石上, 除了这一小片区域, 四周仿佛沉没在海底一般漆黑。 喂, 公辅妞, 乔家竟大喝一声, 你在这里吗? 一语过后, 回音阵阵, 两处方向传来了沙沙的脚步挪动声。 原来如此, 乔家竟跳下了巨石, 投身到了黑暗中, 因为这里很黑, 所以你们二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是吧? 四周并没有人回应, 乔家竟心中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知道, 李湘林应该伤得不轻, 否则也不可能再见到队友的时候, 一言不发, 如今需要尽可能地保证他的安全。 皮一男, 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乔家竟继续大叫着, 我在明你在暗, 你怕什么? 尽管来打我呀。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让乔家竟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不再说话, 反而轻轻挪动着身形, 冲着那阵脚步声走了过去。 喂? 你要是不来打我, 我可就去找你了。 慢慢地, 乔家竟感觉自己, 李那人已经近在咫尺, 可他并不确定, 黑暗中的人是李湘林, 还是罗十一。 于是只能将双手慢慢举起, 这样无论对方是谁, 自己都可以第一时间遏制对方的动作。 黑暗中, 乔家竟感觉自己的右手, 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他面色一冷, 直接朝那人抓去, 却感觉自己抓住了一根纤细的手臂。 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低声叫了出来, 乔家竟赶忙扶住他, 来到了对方身边。 功夫妞! 乔家竟低声叫道, 别怕。 乔哥, 李湘林惊魂未定地呼了口气, 低声回道, 你吓死我了, 你还好吧? 受伤了没? 我身上有几个伤口在流血, 现在已经没力气了。 李湘林说道, 那个男人太狠毒了, 交给我吧,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 乔家竟说道, 乔家竟伸手拍了拍李湘林的肩膀, 他感觉有些奇怪, 李湘林好像变高了。 他又仔细感受了一下, 发现自己拍完李湘林肩膀的手满是血迹。 你, 乔家竟面色一沉, 你到底受了多重的伤? 皮外伤, 李湘林有气无力地说道, 别管我了, 你要小心那个男人。 好, 乔家竟点点头, 当才到底发生什么了? 李湘林深呼一口气, 说道, 本来这里中央放着一张桌子, 上面有一根蜡烛和一把钥匙, 我们二人为了抢夺钥匙扭打了起来, 可没想到石头从天而降, 不仅压住了钥匙和蜡烛, 更让这里变得漆黑无比。 乔家竟感觉李湘林正在变得虚弱。 先别说话了, 乔家竟说道, 情况我都知了, 剩下的交给我,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他面色冰冷至极地转过身, 不再隐瞒自己的脚步声, 反而静止走向了另一侧。 那里也曾隐隐地传出脚步声, 现在想来, 定然是那个人渣藏身的地方。 喂, 乔家竟叫道, 不是看起来风头很近吗? 打完了, 女孩子就躲起来了, 不远处漆黑的角落里, 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皮子, 我认输了, 我不跟你打。 不行, 乔家竟摇摇头, 如果你把我打伤了, 我可以接受认输, 可你打伤的是我的队友, 如今我是报仇, 报仇不接受认输。 你别逼我, 罗十一躲在角落, 声音颤抖地说, 你若是逼我, 我会一次一次地追杀你们俩的, 我怎么会逼你呢? 乔家竟往前迈了一步, 我知道你受了伤, 既然如此, 我放放水, 让你两条腿。 罗十一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乔家竟回答道, 我说的不明白吗? 我不用腿, 现在开始我站在这里不动, 也不会使出梯境。 你在看不起我吗? 罗十一问, 是啊, 我蛮看不起你的。 乔家竟点点头, 我不是很喜欢欺软趴硬的人, 你会后悔的。 罗十一虽然放出了狠话, 却依然在暗处没有现身, 我再让你一只右手。 乔家竟将右手背到了身后, 右手我也不用了, 这样行吗? 你能出来打吗? 你…… 罗十一在暗处撕存了很久,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我他妈两只手都不用了。 乔家竟冷喝一声, 将双手都放在了背后, 摔在, 我让你四肢, 你他妈的, 现在敢不敢出来打? 你他妈在侮辱我吗? 罗十一终于现身了, 靠近了之后, 乔家竟借着从头顶传来的微弱光芒, 才看清他身上的伤势有多么害人。 李湘林和他果然经历了一场恶战, 此时他的额头依然露着森森的白骨, 满脸是血, 两只手似乎也受了伤, 正在不断颤抖, 他一蹶一拐地走上前来, 手中还握着一块从地上捡起来的石头。 你别以为我受了伤就能赢我, 罗十一露出了宁笑, 我真若发起狠来, 你就算是回想者也不可能占到便宜, 我绝对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乔家竟点点头, 况且我说话算话, 绝对不用四肢, 手和脚, 但凡动一下都算你赢。 这可是你说的, 罗十一手中拿着石头就要冲上来。 乔家竟此时却继续冷冷地开口说道, 但公平起见, 你也不能出老千。 话音一落, 罗十一的身上忽然亮起了淡淡的闪光, 这阵闪光如蒲公英一般散落开来, 照亮了整个洞府。 啊! 罗十一忽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片刻之后嗓子就沙哑了起来。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一会儿捂住额头, 一会儿捂住双手, 一会儿又捂住腹部。 从游戏开始到现在, 他所受过的所有疼痛同时迸发而出。 先前李湘灵机上的内脏也发挥了效果, 罗十一咳嗽了几声之后, 喷出一大口鲜血, 随后慢慢扑倒在了地上。 妈的! 罗十一抬起头慢慢地看向乔家竟。 你这是什么能力? 你他妈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能力。 乔家竟摇摇头, 我心中什么都没想, 只是想要一场堂堂正正的单挑。 你太可怕了。 罗十一咳着血, 竟然慢慢地没了动静, 这个男人活活疼死了。 扑街仔, 乔家竟说道, 下次见面, 你来杀我试试看, 我等着你。 第194章, 没坠。 乔家竟走上前去, 伸手摸了一下罗十一的脖梗, 确定对方死亡了之后, 赶忙跑到李湘灵身边。 功夫妞, 他有些担忧地叫道, 你怎么样? 我没事, 走, 我带你上去。 乔家竟说着, 就抓起了李湘灵的手臂。 不, 李, 李湘灵苦笑一声, 我就先不上去了。 嗯? 乔家竟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准备在这里安家? 嘿嘿, 李湘灵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我出了点问题, 不太好走。 什么? 乔家竟明显感觉不对, 他愣了一会儿, 伸出手去。 在即将要靠近李湘灵的时候, 乔家竟却摸到了一根竖起的木头, 像根捉腿。 我的运气真是太差了, 李湘灵笑着说道, 巨石落下的时候打碎了桌子, 桌腿正好向我飞了过来。 别, 别开玩笑了, 乔家竟说道, 你, 我的右臂被钉在了墙上, 李湘灵活动了一下身体, 尽量让自己好受一些, 就算拔下, 木棍我估计也要死了吧。 你还未回想, 别说什么死不死的。 乔家竟不断伸手触摸桌腿, 想要找到李湘灵受伤的位置。 功夫妞, 这次咱们三个人并肩作战, 赢得非常漂亮。 你要是敢忘掉的话, 我饶不了你。 山哥, 他还好吗? 李湘灵又问, 好着呢。 乔家竟点点头, 那大只佬现在估计能一拳打死胸。 说完之后, 他就感觉不太对, 我丢。 功夫妞你别瞎问, 你像是在交代一言一样, 我这就带你出去。 乔家竟终于找到了李湘灵伤口的位置, 是右侧大臂, 这根捉腿很细, 没有伤到骨头, 只是戳穿了弓二头肌。 还好, 并不是致命伤, 乔家竟瞬间放下心来。 如今的当务之急, 就是处理伤口, 功夫妞。 你刚才说要是在哪里? 别白费力气了, 乔哥, 要是在巨石下面, 我们挪不走那块巨石的。 巨石? 乔家竟回过头, 他沉思了一会儿, 走向了那块巨大的石头。 他把手慢慢地放在了石头上, 却发现自己双手全是李湘灵的鲜血, 一时之间难以惊心。 拜托, 让奇迹再发生一次吧。 他嘴中念念有词, 不断回想着刚刚战斗时的状态。 这里本来就没有石头, 乔家竟最终默默念叨着, 可惜石头一动不动。 妈的, 乔家竟留下冷汗, 我丢, 给我出现啊, 那像星星一样的奇迹。 他发现自己越是用力, 就越感受不到那阵奇迹。 乔家竟的脸上慢慢浮现出绝望的表情。 李湘灵就要被挂在这里, 活活等死吗? 别, 别这样,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赌博和老千了, 不要再有人因为赌博和老千而死去了。 一语落地, 巨石震动了一下, 煞石间碎裂成无数光点, 如同黑夜的萤火虫一般飘散四处。 当! 同一时刻, 巨大的钟声再次响起, 乔家竟感觉自己的耳边清静了很多。 他尝出了一口气, 借着白色光点散发出的光芒低头看去, 果然有一把金属钥匙。 他好了, 他捡起钥匙四下一望, 微弱的光芒此刻正照耀着不远处的木门。 公妇妞, 我现在要带你走, 乔家竟说道。 乔哥, 李湘灵咬了咬牙, 算了, 我现在是雷坠。 并肩作战的队友永远不是雷坠。 乔家竟此时也看清了李湘灵的样子, 他身上确实受了不少伤, 但大多都是皮外伤, 最严重的莫过于右臂, 他似乎是在跳跃的时候被击中的右臂此时高高举起, 将他整个人都挂在了石壁上。 可你要怎么把我放下来? 乔家竟慢慢地走过去, 看了看现在的情况, 李湘灵距离他身后的石壁差不多三十公分, 此刻他几乎是悬空, 想想就很痛。 我说过, 我练过永春。 乔家竟回答道, 永春? 李湘灵不太明白, 永春里面有提到过这招吗? 不, 你理解错了。 乔家竟走到李湘灵背后, 一手出掌, 一手握拳分别放在了桌腿的正面和背面。 我练永春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什么? 如果力量足够巧妙, 我可以很轻松地摧毁木人庄。 咔嚓! 他双手一震, 使出爆发寸净, 李湘灵身后的木棍在一瞬间应声折断了。 咦? 李湘灵甚至没感觉到疼痛, 整个人就从石壁上掉了下来, 正好被乔家竟接住了。 乔家竟将李湘灵放到地上, 然后去一旁打开了木门。 木门外面是巷上的楼梯。 走了, 功夫妙。 李湘灵看了看乔家竟那清澈的双眼, 心头有种奇妙的感觉。 这双眼睛让他心跳有点快。 走啊。 哦, 好。 旗下一脸复杂地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刚才的几次钟声他全都听到了。 为什么这次的钟声这么巨大? 是谁回响了? 乔家竟回响了吗? 那个用石头的疯子为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嗨, 旗下,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他回头一看, 姜若雪来了。 旗下没说话, 面色平静地坐了下来。 怎么又不理我? 姜若雪苦笑一下, 每次我都被你无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旗下摇摇头, 你来接你的队友回家吗? 不是, 我只是来看看你。 姜若雪坐到了旗下身边,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见面好几次了, 我哪次让你感觉我们道不同了? 旗下刚要说话, 可仔细一思索, 发现事情确实有点意思。 第一次见到姜若雪, 是在地狗的送信游戏中, 他作为敌方的间谍, 却没有掀起波澜。 更是在阿姆三个人 想要杀死自己的时候, 发动了阴狗的能力, 让其中一人 撞死在了张律师手中的玻璃上。 说实话, 那一次是姜若雪救了自己。 第二次见到他是昨天, 他曾多次出言, 劝阻萧萧那个疯子, 只可惜萧萧疯得太厉害了, 并不听劝。 如果姜若雪没有自称疾到, 旗下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参与者, 甚至人还不错。 你和萧萧毕竟是一起的。 旗下说道, 正常人不会跟他一起行动的。 我也没说过我是正常人。 姜若雪伸了个懒腰, 说道, 本来我确实是来接萧萧他们回去, 现在想想应该是接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回想的人数太多了。 姜若雪伸出纤细的手指算了算, 刚才应该有五个人回想了吧? 张山回想的几率是六分之五, 太高了。 旗下听后又沉默了起来, 他猜不到姜若雪在想什么。 正在此时, 不远处的木门传来了稀稀锁锁的声音。 第195章 想见天阳 旗下慢慢站起身, 看向了木门。 吱嘎 随着细微的推门声, 乔家静和李湘林钻了出来。 我丢! 乔家静没心没肺地笑了一下, 这妖巧啊, 骗人仔。 还有, 那个谁? 见到李湘林的伤势, 旗下面色一沉, 赶忙走了上去。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李湘林笑了一下, 现在应该是没事。 旗下打量了一下李湘林的伤势, 那根木棍戳穿了她的手臂, 但却没伤到骨头。 按理来说, 这不算什么致命伤, 只是在这中烟之地, 她接下来几天的日子, 估计会非常痛苦地度过。 我以前练枪法的时候, 也被砸到过, 很快就会好了。 李湘林变色轻松地笑了笑, 姜若雪双手环抱, 慢慢地站了起来, 片刻之后, 她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 大! 钟声在远处响起, 让旗下三人一愣。 旗下回过头来, 一脸谨慎地盯着姜若雪。 你要做什么? 要你管。 姜若雪笑了一下, 上前去拉住了李湘林的手臂, 轻声开口说道, 小妹妹, 你要理清这件事当中的逻辑关系。 逻辑? 这个木头并没有伤到你的骨头, 只伤到了你的皮肉。 况且, 你以前受过类似的伤, 这次也一样,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姜若雪说完, 又摸了摸李湘林的头, 所以不要担心, 好好养伤吧。 咦? 李湘林慢慢瞪大了眼睛, 她感觉自己的右臂 忽然之间没有那么痛了。 姜若雪趁机将手放在了木棍上, 迅速地拔了出来, 丝丝血迹从李湘林的手臂上留下, 但伤口却并不大, 看起来只是个皮外伤, 应该几天就会愈合了。 你, 你不是急到吗? 李湘林不解地问道, 是啊。 姜若雪点点头, 我不明白, 李湘林看了看旗下和乔家镜, 然后对姜若雪说道, 我们不是敌对的吗? 你为什么要帮我? 不需要你明白。 姜若雪将木棍丢在一边, 轻笑了一下说道, 我们急到做事什么时候需要跟你们理解了。 乔家镜此时也检查了一下李湘林的手臂, 发现伤势确实好了大半。 那个谁? 你蛮犀利的啊。 乔家镜开心地说道, 姜若雪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得了, 现在我是彻底接不到他们三个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他再次伸了个懒腰, 转身就要离去。 等一下, 乔家镜说道, 那个大织女和皮衣男估计是没救了, 可是石头人中途退出了, 你应该还能找得到他。 石头人? 姜若雪点点头, 行, 我知道了。 他被过身去向众人挥了挥手, 而后消失在街道上。 旗下回过神来, 又看了看乔家镜和李湘林, 这二人身上全都是血迹, 应当受了不少皮外伤。 怎么样, 我们赢了? 旗下问, 啊, 乔家镜忽然叫了一下,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现在还未赢啊? 他赶忙带着李湘林回头去按电梯, 大只佬还在上面傻兮兮的等我们呢, 功夫妞你快跟我上去。 张珊正坐在蓝色旗帜旁边等待, 看起来一脸的担忧。 大只佬! 乔家镜下了电梯之后, 高兴的叫了一声, 我把功夫妞带来了。 张珊听后赶忙站起身, 太好了。 旗下也跟着走出了电梯, 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仍然有问题, 想要问地虎。 乔家镜和李湘林按照规则, 一前一后地渡过了独木桥, 然后和张珊一起触摸了旗子。 游戏结束, 在旁边站了半天的地虎, 此时才终于动态了起来。 红色方全部摸到了蓝色方旗帜, 游戏结束。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布包, 扔给了三人, 带着那个没交门票的人, 滚吧。 这态度真是不讨喜。 张珊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回头看了看李湘林, 小李,受伤了? 嗯, 但是伤得不重。 李湘林笑了一下,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极道的人帮了咱们。 哦? 李湘林将刚才遇到姜若雪的事情 和张珊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而旗下此时慢慢走进了地虎。 做什么? 地虎没好气地问道, 我怎么才能见到他? 谁? 天阳, 我怎么知道? 地虎一把推开旗下, 静止往电梯走去。 喂? 旗下抓住了地虎粗壮的胳膊, 感觉像是抓住了一块石头,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愿意拿任何东西交话。 地虎听到这句话, 他仔细盯着旗下的双眼看了看, 想要骂两句, 可是旗下曾说的那句话又浮现在他耳中。 这世上的道路有很多条, 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地虎沉默了半天, 开口说道, 据说成为天的生肖可以自由地出入中烟之地, 所以我不知道天阳在哪里。 旗下的眼神慢慢暗淡下来, 果然如此吗? 果然, 他真的骗了我。 哼, 地虎冷哼一声, 我又何尝没被骗? 他的胡爪慢慢地握成了拳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明明是之前说好的事, 结果一件都没有兑现, 我真的傻, 居然相信杨。 什么? 旗下愣了愣, 他也骗了你。 哼, 地虎再次冷哼一声, 被骗了是我自己的事, 和你有关系吗? 旗下听后, 眉头一皱, 忽然系上心头。 你看, 既然你也被骗, 我也被骗, 为何我们二人不站在统一战线?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疯了, 他正在试图跟一只虎头人联手。 地虎听后, 一把抓住了旗下的衣领。 你算老姐, 他从上而下地打量了一下旗下, 一个没有回响的普通人妄想跟地级站在统一战线。 你凭什么? 巨大的杀气迸发而出, 地虎的眼神似乎要吃掉旗下。 好, 旗下慢慢地伸出手, 试图稳定个虎的情绪。 你冷静点, 是我一想天开了。 地虎看着旗下的眼神忽然之间湿落起来, 他松开了手, 慢慢地转过身去, 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滚吧。 第196章 救世主 四个人修整完毕, 此时需要马上回到天堂口。 毕竟每个人的身上都受了伤, 虽说不致命, 但若不赶紧处理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定然不会好受。 离开了地虎的场地, 众人花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功夫回到了天堂口。 楚天秋就像昨天一样, 正站在院子里向外张望。 喂? 旗下叫了一声, 有人受伤了, 叫人来接一下。 啊? 楚天秋一愣? 好的, 我马上去叫人。 没一会儿的功夫, 跑出了五六个人, 将三个伤者纷纷带了回去。 旗下还在其中见到了赵医生的身影。 还好, 旗下跟赵医生说道, 幸亏你没出去, 快帮他们看一下吧, 每个人都是一身的皮外伤。 好, 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外科医生。 赵医生为难地说, 只能尽我所能了。 他把三个人带到了教室中, 给他们粗略检查了一下伤势。 据说这间教室是专门给伤者准备的。 目前看来, 伤势最轻的应该是张珊。 他看起来浑身都是血, 但是根本检查不出任何伤势。 其次是乔家静, 他双手双腿的皮肤有大面积的挫伤, 看起来就像是用一块粗糙的石头把皮肤给抹开了一样。 这种伤口虽说不致命, 但受伤者会感受到超乎想象的疼痛。 情况最差的应当是李湘林, 他有几处肋骨骨折, 外加手臂挫伤, 左脚扭伤, 右手攻二投机处有不算严重的贯穿伤, 虽然都不致命, 但接下来只能静养, 不再适合参与任何游戏了。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跟赵医生交代了几句之后, 正准备出门, 却忽然愣在了原地。 伤者专用房间, 他回头看了看李湘林, 脑海当中有什么东西, 一闪而过。 静养? 乔家静也看出旗下的表情不太对, 疑惑地问道, 骗人仔, 怎么了? 没事, 旗下面色一冷, 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你们好好养伤吧, 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 他面色阴冷地打开了房门, 嘴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和张山一样, 李湘林也活不过今晚了。 旗下回到自己的教室, 打开门后发现韩一默坐在里面, 此时他正在一脸微笑地看着天空, 那微笑愤外诡异, 见到有人进来, 韩一默立刻收起了表情, 转头看向旗下, 你回来了? 旗下微微皱了皱眉头, 说道, 是, 我来拿点食物, 哦, 我帮你啊。 韩一默站起身, 从地上拿起了几个罐头, 又拿了几瓶水, 给你。 旗下盯着韩一默的双眼, 默默接过了他手中的东西, 你刚才在看什么呢? 旗下问, 我在看天。 韩一默笑着说道, 这里的天空会让人入迷。 是吗? 旗下顺着窗口向外看去, 外面是暗红色的天空, 和土黄色的太阳, 那太阳外圈有着丝丝黑线, 正从外圈向内圈蔓延。 你见过这样的天空和太阳吗? 韩一默慢慢地转过身, 面带笑容地说着, 那太阳一点都不刺眼, 仿佛一颗黄色的球, 我找不到任何的文字可以把它描述出来。 这里七星怪状的东西, 满街都是, 我也见怪不怪了。 旗下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是怪, 是美。 韩一默说道, 他飘在天空上, 让我感觉非常的美。 他就好像, 我说不出来, 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我看你是太闲了。 旗下叹了口气, 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过, 你有小说没有完结吗? 可以趁这个机会构思一下, 回到现实世界的那一天, 你可以发布。 小说? 韩一默微微一愣, 对, 小说。 旗下, 你知道吗? 每一部小说都会有一个救世主。 是吗? 旗下不痛不痒地答了一声, 我很少看小说, 所以不了解。 旗下, 你就是我的救世主。 我是救世主。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他感觉韩一默似乎有好几次都把它叫做救世主, 不由得有些心烦, 我只是曾经救了你一命, 没必要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 哈哈哈哈。 韩一默笑了一下, 试了试了, 不好意思啊, 我用词不太准确。 总之, 谢谢你救了我。 旗下总感觉有些奇怪。 韩一默之前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年轻人, 他虽然有些胆小, 但至今没有做出让人疑惑或者让人厌恶的事情。 可他今天的表现为什么这么反常? 他被中烟之地影响了吗? 一阵脚步声在走廊上响起, 听起来有什么人正在狂奔。 出事了出事了, 有没有管事的? 一个声音在门外喊着, 旗下认得那是老吕的声音。 教室中的人稀稀拉拉地走了出来, 见到满头大汗的老吕此刻正在焦急地找人, 他浑身都湿透了, 仿佛刚刚下过水。 楚天秋呢? 那个姓齐的小子呢? 他声音颤抖着大叫道, 有没有聪明人能帮帮忙? 旗下打开门走了上去, 迎面见到楚天秋也过来了。 怎么了? 楚天秋问, 那个明星老吕不断地拍着自己的胸口, 试图让自己的呼吸顺畅一点, 云摇, 云摇出事了。 旗下和楚天秋的面色同时一愣, 他怎么了? 旗下问道, 他被困在游戏场地中了, 老吕说道, 我的娘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那个兔子不准备放他走。 什么? 旗下眉头一皱, 抬眼望了望楚天秋, 可楚天秋看起来也是一脸疑惑。 兔子? 楚天秋问道, 人兔? 是啊, 老吕用力地点点头, 真是太奇怪了。 你们不是说昨天把那个兔子堵死了吗? 为啥今天那里还站着生肖啊? 楚天秋听到这句话之后, 面色大惊, 赶忙说道, 老吕, 旗下, 你俩跟我来, 其他人原地解散。 原地解散? 众人听后面面相去, 根本不知道情况。 难道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是前去营救云摇吗? 旗下深呼一口气, 跟着老吕来到了楚天秋的教室中, 把门关上, 楚天秋有些失神地说道, 到底怎么了? 旗下说道, 需要我出谋划策吗? 不, 先等一下, 楚天秋扭头看向老吕, 你先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第197章, 杀星。 据老吕所说, 他今天和云摇组成一队, 前去攻略人及游戏。 在经过一处人兔的游戏场地时, 云摇愣住了, 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位置, 据说昨天有人堵死了这只兔子。 可是那个生肖分明站在建筑物门口, 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云摇感觉很不理解, 赌命死掉的生肖怎么可能复活? 老吕和他一起上前询问了人兔的游戏, 那个人兔声音非常难听。 根据人兔的描述, 云摇发现这个游戏规则没变, 一切都跟自己听说的一样, 只是生肖复活了。 老吕说, 他根本不明白云摇为什么会那么吃惊, 本来就是一些杀人无数的疯子, 他们死了还是活了, 都尽量不要去招惹, 可云摇却像着了魔一样的不肯走。 后来呢? 楚天秋问道, 可是据我观察, 那个游戏根本没有生落。 什么? 旗下此时皱了皱眉头, 你说他自己留在了那里? 是啊, 老吕点点头, 我被绑在鱼缸里, 可是我逃出来了, 他没法逃啊。 旗下思索了一下, 问道, 他是不是被手铐靠在了一旁? 对啊, 手铐的钥匙呢? 旗下问,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老吕都快急哭了, 房间里根本没有手铐的钥匙, 云摇的运气真的是很好, 他连续丢了好几次木棍来击打鱼缸, 木棍每次都能弹回他的手里, 他就这么生生地击碎了鱼缸, 我能逃出来, 可他不能啊。 嗯? 旗下的眉头都快扭成一股绳了, 这件事不论怎么听都很诡异, 那个生肖就这么让你走了? 是啊, 老吕点点头, 那个生肖说我逃出来了, 所以可以走了, 可是云摇那丫头咋办啊? 旗下还想问点什么, 楚天秋却缓缓说道, 我知道了, 你先去休息吧。 休, 休他, 我会安排的。 楚天秋伸手拍了拍老吕的肩膀, 你先回去, 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 老吕狐疑地看了看楚天秋, 又看了看旗下, 你们别仗着自己聪明, 就见死不救啊。 放心, 楚天秋儒雅地笑了一下, 云摇是咱们的人, 我们会尽力的。 老吕听后, 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然后又打量了楚天秋一番, 这才离开了教室。 旗下, 楚天秋说道, 其实有件事一直瞒着你没说。 什么? 昨天早上, 你对有带回来的人兔面具被偷走了。 楚天秋回答道, 旗下听后瞬间感觉有点生气。 许流年, 你真的不适合当首领。 旗下直言不讳地说道, 该说的话一句不说, 不该说的话你满嘴都是。 为什么云摇一心要去人兔的游戏里一探究竟? 为什么他会像着了魔一样? 全都是因为他继承了天堂口虚假的意志。 他真的想要毒死所有的生肖, 可如今生肖在他面前复活了。 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的信念会彻底崩塌。 旗下转身就要推门出去。 你要去哪? 楚天秋问道, 我去救人。 没必要。 楚天秋说道, 你也应该知道吧? 那个人兔是我们内部人员冒充的。 八成事有谁对云摇不满才出此下策。 这种私人恩怨你要怎么解决? 你就算把他们俩都带回来了, 也没法解决的。 旗下听后微微顿了一下, 回头说道, 许流年, 你们不想要云摇, 我要。 就算人命是棋子, 这盘棋你也不能乱下。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留下楚天秋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说, 我不适合做首领。 楚天秋的眼神慢慢地暗淡下来, 这些命令明明是楚天秋安排的, 一个念头在许流年的心中不断盘旋。 楚天秋是不是错了? 这样不顾队友的死活, 众人真的能够逃出去吗? 旗下在走廊上碰到了来回夺步的老吕。 老吕, 你跟我来。 旗下叫道。 啊? 老吕听后一路小跑地跟了过来。 旗小子, 你们有计划了? 嗯, 你跟我去救人。 旗下一边说着话, 一边来到了伤者专用的教室中, 他推开门, 看了看里面的情况。 赵医生, 你给他们处理好了吗? 差不多了。 赵医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怎么了? 你给我出去一下。 旗下又扭头看了看张山, 张山你也来吧。 躺在一旁的乔家静, 听后感觉不太对, 他翻身而起, 开口问道, 怎么了骗人仔? 出事了? 你好好养伤。 旗下说道, 事情不大, 我来处理。 旗下知道, 这一次不能带乔家进去, 否则他有可能会拦住自己。 赵医生和张山互相望了一眼, 只得跟着旗下出了门。 旗下带着三人快步走出了校园。 怎么了? 赵医生不解地问道, 我们要去参与游戏吗? 不。 旗下摇摇头, 开口问道, 赵医生, 我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 在你心里, 萧冉是什么? 旗下问, 这个问题把赵医生问梦了。 你, 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这次轮回, 你从一开始就很袒护萧冉。 我想知道那是为什么。 旗下问道, 你喜欢萧冉吗? 我, 赵医生为难地低下了头, 小声说道, 旗下, 我感觉我欠他的。 欠他的? 是, 赵医生点点头, 上一次虽然你阻拦了我, 但后面几天, 我还是和萧冉那个了。 嗯, 我能想象到, 赵医生的面色看起来非常难看, 这种感觉, 他骂得别提多难受了, 我好像把萧冉当成了一个工具, 一个跳板, 我是在借用他让自己获得力量, 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旗下听后慢慢地摸了摸下巴, 说道, 可是萧冉也是同意的吧? 嗯? 赵医生一愣, 看你们俩的样子, 他不像是被逼的, 反而也有所求。 是, 赵医生点点头, 萧冉曾经说赵哥, 我从小就喜欢脑科医生, 出去的话记得多联系我, 他确实有所求, 但对我来说, 我明白了, 旗下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立场, 可是, 你忽然问这个做什么? 旗下停下脚步, 回头盯着赵医生的双眼, 回答道, 萧冉不能留, 我准备除掉他。 第198章, 自掘坟墓, 当旗下, 赵医生, 老吕和张珊来到人兔的场地时, 那只兔子正站在门外踱步,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 戴着服装的面具, 看起来有些怪异, 云瑶呢? 旗下问, 兔子顿了顿, 问道, 谁是云瑶? 他的声音非常难听, 若没猜错, 这个人正在压着自己的嗓音, 使他听起来像另一个人。 老吕可听不下去了, 大叫一声, 你别他娘的装傻啊,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丫头呢? 她还没通过我的游戏呢? 兔子慢慢地靠近身后的屋门, 你们别乱来。 旗下从上而下打量了一番这只兔子, 面露一丝惋惜, 你闯祸了? 旗下说道, 小冉, 你正在害死自己。 那兔子浑身一震, 失声说道, 失, 什么小冉? 我不是小冉, 这句话让张山和老吕都摸不着头脑, 却让赵医生露出了异样的表情。 小冉,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兔, 发现他的身高好像的确变矮了, 现在的身材像极了小冉。 你, 你怎么戴上兔子面具了? 我说了我不是小冉, 兔子大叫一声, 我, 我是人兔, 众人都直勾勾地看着他, 像在看一个小丑。 好, 人兔, 旗下点点头, 我要参与你的游戏。 什么? 兔子一愣, 现在? 现在不行, 让开。 旗下说道, 你已经活不成了, 没必要把云摇也带走。 笑话, 我活不成? 兔子铭笑道, 我现在是这里的游戏裁判啊。 我是兔子啊, 我怎么可能活不成? 见到他执迷不悟的样子,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这个女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掏出哪怕一丝真心, 下场都不会如此。 老吕在旁边站了半天, 总算是听明白了。 旗小子, 你是说眼前这个丫头是冒充的?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没错, 旗下点点头, 不用顾及那么多了, 把他拉开, 我们去救云摇。 老吕听后, 二话不说就冲上前去, 直接拉住了兔子的胳膊, 把他拉到一边。 你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不学好呢? 啊, 你干什么? 谁让你动我了? 兔子大叫一声, 你们别乱来啊。 旗下沉了口气, 走上前去想要推开房门, 却发现房门纹丝不动。 他透过房门的玻璃窗口往里面看去, 里面的布景和之前他听说过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 一旁是破碎的鱼缸, 云摇此刻正被烤在另一旁的铁柱上动弹不得。 让人揪心的是, 破碎的鱼缸此时依然在向外溢水。 这个房间居然是全封闭式的, 里面的积水已经填满了整个房间, 此时正摸过云摇的脖子。 而云摇被烤住, 根本不能直起身子,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逆甩亡。 喂? 兔子此时跑了过来, 满眼惊慌地说道, 现在游戏还没结束, 你们要中途破坏游戏吗? 破坏游戏? 旗下慢慢皱起了眉头。 虽然小冉在虚张声势, 但他确实提醒了自己, 现在他戴着这个面具, 到底算不算生效? 他设计的游戏, 到底算不算游戏? 如果这样简简单单地戴上面具, 就可以成为生效的话, 那旗下确实不能贸然解救云摇, 他会破坏规则, 强行中断游戏, 从而引来上层人物。 可是云摇能等吗? 旗下看了看那只兔子的双眼, 沉默了半天, 开口说道, 我们认输。 认, 认输? 那只兔子似乎没想到旗下会给出这个答案,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的, 我们认输。 旗下点点头, 你不是人兔吗? 人急的游戏, 输了就会损失到, 你收几个道? 我现在就给你。 兔子思索了一下, 说道, 你不是很聪明吗? 我不接受认输, 你想办法救他吧, 救不了就等死。 旗下再次看了一眼屋内的情况, 转头问道, 那你不把我放进去, 我怎么救他? 怎么?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不进去就救不了人吗? 你在外面救啊。 人兔讥笑着说道, 众人此时都有些为难, 他们互相看了对方几眼, 纷纷思考着对策。 可旗下却似乎胸有成竹, 他对兔子说,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要是不在屋内, 而在屋外, 是吧? 屋外, 兔子忍住讥讽, 开口问道, 屋外的哪里? 很简单, 这附近有一个枯萎的灌木丛, 旗下指了指路旁那干枯的灌木说道, 要是就放在那里。 不, 兔子愣了几秒, 最终被的这句话逗笑了,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哈哈。 旗下, 丑陋啊, 你信誓旦旦的, 说出了一个错误答案的样子, 真丑陋啊。 丑陋? 旗下面无表情地问道, 怎么丑陋了? 什么要是在屋外, 什么灌木丛, 真的笑死人了。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旗下, 你也有今天, 要是早就被我掰断丢掉了, 你们就看着云咬死吧。 听到这句话, 众人面露难色, 可旗下却微微仰起了嘴角。 小冉, 你犯规了, 话音一落, 一个高挑的身影陡然在半空中出现, 他赤裸着身体, 皮肤苍白, 身上披着一件用羽毛做成的披风, 这个身影吓得众人一跳。 我说, 高挑身影缓缓地说话了, 原来你设计的游戏没有破解之法。 看着这如神明一般漂浮在半空的男人, 萧染扑通一声瘫挫在地。 这个人的眼神既不像警察, 又不像恶巴, 像个高高在上的神。 你, 你是谁? 我即是朱雀。 男人笑着落到萧染背后的地上, 慢慢将他扶了起来, 然后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他。 我说, 我一直在看着你呢, 本以为物色到了一个不错的兔子, 可你怎么能不给参与者留活路呢? 萧染感觉身旁的这个男人通体冰凉, 身上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息。 如果游戏是必死的消息传开了, 还有谁会参与游戏? 生肖们的名誉怎么办? 朱雀慢慢地嗅着萧染身上的味道, 说道, 萧染, 你错过了成神的机会, 真是太可惜了。 可惜啊。 朱雀慢慢地伸出手, 摘下了萧染的面具, 抛到了地上, 然后站在他身后, 把脸和他靠在一起, 对眼前的四个男人说道, 乖, 跟他们四个人告个别吧, 要不然没机会了。 萧染忽然之间露出惊恐的神色, 转过头看着眼前的男人, 声音颤抖着问道, 哥, 你, 你需要女人吗? 我什么都可以做的。 第199章, 我叫萧染, 我叫萧染, 我说谎了, 我怎么可能陪着一个孩子等家长? 我他妈傻了, 但那又怎么样? 我问你, 我说谎了又怎么样? 真是有意思, 这世上, 难道还有没说过谎的人吗?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陌生人, 跟他们掏心掏肺的人才, 最奇怪吧? 我又不蠢, 我自然知道要怎么做。 初三那年, 我和一群姐妹, 正在厕所里招呼新转来的外地姑娘, 衣服都给她扒了, 刚要拿着烟头烫她胳膊的时候, 她却忽然冲上来把我扑倒了。 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惊吓, 一个外地转来的, 她凭什么动我? 看见她凶狠打我的样子, 我身旁的姐妹居然没有一个人赶上前阻拦, 那时候我的心很凉, 这次的招呼不花而散。 接下来的几天, 事情的发展有些奇怪, 我发现外地姑娘没有被孤立, 渐渐的有很多姐妹和她交了朋友, 反而没有人理我了。 这是凭什么? 我们的闺蜜情谊呢? 思考了一整夜, 我才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谁更狠, 谁就有朋友, 但我要如何变得更狠? 第二天, 我上了驱哥的摩托车, 驱哥是学校门口的风云人物, 他整天都带着很多小弟在我们学校门口闲逛, 他们总是把摩托车停在一边站在那里抽烟, 驱哥臃肿的身材和满视者子的光头, 使他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显眼。 我记得他们时不时地会问一些过路的学生要钱, 整个学校里,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没有一个人敢招惹他, 这不正是我最好的目标吗? 当我坐上驱哥的摩托车时, 我发现学校门口的学生们都在看我, 他们在羡慕我, 我能够认识社会上的人, 可他们不行, 我太聪明了, 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驱哥找了很多兄弟和我喝酒, 我喝了很多, 居然不需要花一分钱, 看来驱哥真的把我当成妹妹了。 驱哥让我和他睡觉, 我想都没想都答应了, 这个过程有些难受, 我不愿意再次回想。 第二天, 驱哥带着他的兄弟帮我好好的出了一口气, 那个外地姑娘, 那些我曾经的闺蜜, 在铁棍和拳头的招呼下, 纷纷管我交接。 驱哥曾经说, 我和他睡觉会很舒服, 可是现在的感觉比那时舒服一万倍。 看到驱哥他们打了人仍不尽兴, 我想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我上前去扯下那几个见惑的校服, 让众人随意拍照, 随后我也精心挑选了几张, 发到了学校的论坛里。 现在, 你们是大明星了, 这就是惹我消染的下场。 从这一天起, 我就是学校里的王, 没有任何人敢招惹我, 也没有任何人敢不听我的话。 这就是我要的感觉。 只可惜, 看到我的中考成绩182分时, 我知道我的初衷时光结束了。 那天我回家, 平时整天吵架的老男人和老女人都在家里愁眉不展。 我不明白, 不就是个考试吗? 182分, 我已经考得够好了, 他们还想怎么样? 比182分更差的成绩我也考过, 我都不愁, 他们愁什么? 小冉, 你说你以后该怎么办? 那个老女人哭着对我说, 连高中都上不了。 你说, 你这辈子该怎么办? 上不了高中怎么了? 我没好气和反问道, 反正我也不想上学了, 我准备去跟屈哥做生意。 那个老男人听到这句话,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放什么狗屁? 他恶狠狠地对我说道, 我早就让你不要跟那个屈强来往。 他是什么好人吗? 你今年才15岁啊? 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怎么可能带着你做生意? 要你管? 我也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屈哥可比你们强多了。 你俩除了在家吵架以外还有什么用? 你, 你, 老男人伸手指着我, 浑身颤抖不已。 我也不再理会他, 摔门离去。 以后的日子我不准备回家了, 我准备和屈哥过。 那个暑假, 我天天跟屈哥待在一起, 我吃他的, 用他的花他的, 他没有任何怨言, 只是要和我睡觉而已。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什么都不用付出, 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本以为, 那个10平米的出租屋, 应该就是我接下来的全部人生了。 可我还是错了。 在我第三次打台的时候, 屈哥被抓了。 他因故意伤害和抢劫罪被判了六年。 我在出租屋里又住了半个月, 直到房东来催房租时, 我才发现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我的快乐人生结束了, 我不能住在街上, 于是只能回到家里。 老女人没有怪我, 她只是看着我一直哭。 她说, 他们俩借了很多钱打点关系, 让我可以去镇上的一所值高。 她说,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靠我自己了。 她说, 一定要让我学个手艺, 下半辈子不至于饿死。 她说这, 说那, 说得我心烦意乱。 我难道表达得不清楚吗? 我不想上学了。 上学到底有什么用? 可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渠哥的手下如鸟受散, 一个都联系不上。 我没有钱, 没有住的地方, 更没有可以保护我的人。 开学那天, 我还是去了学校, 因为老女人说只有我来上学, 她才会丢钱。 我的专业是幼儿师范, 这三年让我无比的痛苦。 上了值高之后, 大家好像都变了, 互相之间攀比的居然不是谁更有势力。 谁认识更多社会上的人, 他们只比谁的手机更贵, 谁的化妆品好用。 可那些东西我都没有, 我的破手机已经用了四年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同桌的女生问我, 萧冉。 我叫陈婷。 那女孩笑着说, 你也喜欢小孩子吗? 喜欢小孩子? 这是什么诡异的问题, 我怎么可能喜欢小孩子? 我打台都打了三次,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小孩子。 算是吧? 我假笑着点点头, 小朋友们就是很可爱啊, 从小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我。 陈婷看起来很开心, 我却感觉她很恶心, 她在装什么好人? 很快, 她掏出手机来给我分享她弟弟的照片, 她不断地介绍着她弟弟有多么可爱, 此时我才明白她真正的目的。 她是在炫耀手机, 我真是太聪明了, 总是能够瞬间看透事情的本质。 我假装配合地应了几句, 当课间休息的时候, 趁着陈婷上厕所, 我将她的手机从桌洞里拨到了地上, 然后趴在桌子上装睡。 果不其然, 贵的手机就是脆弱, 当陈婷看到手机屏幕碎掉的时候, 她显得格外伤心, 我一边安慰她, 一边露出笑容, 活该啊, 谁让你在我面前炫耀? 第二百章, 纯粹的恶,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陈婷一脸懊恼地说, 新买的手机都能掉地上, 我怎么这么笨啊? 是的, 你当然笨了, 你居然来招惹我, 虽然我没有趋多照着了, 但要对付你们这些贱货, 依然绰绰有余, 这痛苦的三年时光, 对我来说, 真是一种深度折磨, 我不仅要学专业的育儿知识, 甚至还要学习钢琴和绘画, 看着那些贱货们学得如此卖力, 我只感觉一阵反胃, 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些东西? 画得再好有什么用? 别人会怕你吗? 钢琴弹得再好又怎样? 能赚到钱吗? 看来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了, 可悲, 可怜, 我和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一个强大的男人, 可以让我省去无数的努力, 既然屈哥不在了, 我需要再找一个男人, 我和学校门口的混混们认识了一下, 但说实话, 他们都太胆小了, 我让他们抢劫他们都不敢, 更不必说打人了, 强大的男人格外难找, 我只能选择了另一条路, 那就是有钱的男人, 无论是律师, 医生还是老板, 只要他们有钱, 那就是我的目标, 无论是名牌化妆品, 还是昂贵的手机, 只要他们有钱, 那就等于我有钱, 我在手机上下载了很多交友软件, 开始挑选我的猎物, 不得不说, 这件事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太多了, 身为一个高中生, 只要我主动相约, 那些老男人根本抵抗不住诱惑, 我赚到了很多钱, 班里那些见货拼死拼活的学习知识, 到头来还要替别人打工, 这样想来, 他们实在是太惨了, 我短短一个月就能赚到这么多钱, 又何必要去打工, 我终于买到了化妆品和手机, 化妆品可以让我变得更漂亮, 然后再用新手机拍成美美的照片, 我又可以继续赚到更多的钱,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班上的同学大多都在孤立我, 我知道他们只是嫉妒, 因为我的化妆品根本用不完, 手机也经常换新, 我就算用眉笔在纸上画画, 就算用粉底涂在墙上玩, 我也不可能把我的化妆品送给他们, 毕竟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会拥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活, 这三年我没有划破他们的脸, 已经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了, 接下来的人生, 我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我也根本不需要他们接纳我, 毕业以后,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挑选猎物, 可我渐渐地发现这样并不是一件好事, 不知是什么原因, 大多数男人只会约我一次, 他们给的钱远远不够我的花销, 为什么我是学生的时候可以约到那么多人, 可现在不行, 又为什么, 我约到的都只是一些穷逼, 他们甚至不想给钱, 以为这是在谈恋爱, 我萧染是什么人物, 一分钱不花就想跟我谈恋爱, 思考了三天, 我得出了答案, 是身份啊, 我现在的身份不太好, 我是一个无业游民, 这样一来, 我岂不成了专门的特殊从业者吗, 别逗了, 我跟那些出来卖的贱货可不一样, 我受过教育, 我比他们高贵得多, 可我应该给自己弄一个什么身份呢, 思来想去, 我回到了家中, 我告诉老女人, 我想成为一名幼士, 她又哭了, 真的很奇怪, 每次我有新的想法, 她都会哭, 她拉着我的手, 说我长大了, 说一定满足我的愿望, 就算砸锅卖铁都可以, 可我没想到, 他们俩真的砸锅卖铁了, 家里的房子被他们抵押了出去, 据说我的学历太低了, 如果想进幼儿园, 必须要花钱打点, 这对我来说无所谓, 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钱, 只要我能有个名正严顺的身份,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给园长交了十万块钱之后, 我顺利成为了一名幼士, 我还在这里见到了高中同学, 我的同桌, 陈婷, 只不过他和我的身份不太一样, 他如今是大专生, 被派到这所幼儿园当中实习, 可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 这就是我和他的区别, 他不如我聪明, 无论什么事情都选择最远的一条路, 而我不同, 我会走捷径, 萧, 萧然, 陈婷见到我的时候表情很复杂, 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是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真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到你, 你果然很喜欢小孩子, 最终还是成了一名幼士, 是啊, 我假笑着点点头, 我们都一样呢, 上班第一天, 我和陈婷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班, 我主要管理, 他负责协助, 我不明白这群鸡鸡喳喳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尊贵的, 他们居然需要我来照顾, 第一天吃午饭时, 我坐在蒋桌旁玩手机, 顺便将自己的资料改一下, 我需要马上告诉他们, 我是哪个幼儿园的老师, 让我的资料看起来充满诱惑, 没多久的功夫, 陈婷推门进来, 紧紧瞟了一眼, 就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哎, 他愣了一下, 萧然, 小朋友吃饭你, 怎么不管啊, 吃饭需要管什么, 我头也没抬, 在漫不经心地问道, 陈婷叹了一口气, 赶忙撸起袖子朝着小朋友们走了过去, 我抬头一看, 那些凡人的孩子大多都不会用勺子, 饭粒和菜汤撒得到处都是, 还有一个小孩连吃都不吃, 一直坐在座位上哭, 真的烦死了, 他们怎么不去死, 好了好了, 陈婷摸着那个正在大哭的小男孩说道, 不要哭了, 告诉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乌鸦呀, 说出了听不懂的话, 你叫陈莫然吗, 陈婷笑着说, 你不哭的话, 老师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小男孩抽了几下鼻子, 果然停止了哭声, 十, 什么秘密, 老师我也姓陈的, 陈婷慢慢地把勺子拿起来, 放到了小男孩手中, 你知道吗, 在所有姓陈的人里面, 大家吃饭都不哭了, 所以你也要赶快改掉哦, 小男孩呆呆地望着陈婷, 没有说话, 不幸的话你仔细想想, 你的爸爸是不是也姓陈呢, 陈婷的声音非常温柔, 班上的很多小朋友都安静下来听他讲话, 你爸爸吃饭是不是也不哭了, 身为一个小小男子汉, 你要学会自己吃饭, 这样才能长得和爸爸一样高呀, 嗯, 小男孩露出委屈的表情, 认真地点了点头, 恶心, 我摇了摇头, 真是恶心, 第201章, 幸福, 不得不说陈婷庄的非常认真, 他看起来对每个孩子都很好, 那天, 叫做陈默然的小男孩, 拉在了裤子里, 我恶心地要死, 我让他穿着肮脏的裤子, 在教室里罚站, 并且安排所有的小孩轮流参观他, 笑话他, 他敢惹我, 这是他应得的, 可是陈婷来了之后, 二话不说, 就把小孩抱起来带到了卫生间, 不仅用温水给他洗了身体, 还把那条沾满屋屋的裤子洗干净了, 我时常在想, 他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就算讨好了这些孩子, 又有什么用, 他们会给你钱花吗, 几天之后, 我发现我错了, 讨好这些孩子真的有用, 一个孩子爸爸忽然找到幼儿园里, 给我和陈婷一人送了一条漂亮的金项链, 他说老师很辛苦, 这只是一点点心意, 还不等我俩说什么, 那个爸爸便匆匆离去了, 还有这么好的事, 连绝都不用睡, 我就可以收到金项链, 怪不得我父母, 就算抵押房子也要让我成为幼儿, 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嘛, 这可真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买卖啊, 陈婷说什么都不收, 翻出了孩子入学时登记的住址, 把项链寄了回去, 真是傻啊, 这是我们应得的, 我不管他收不收, 总之我很满意, 当他将项链寄回去了之后, 那个爸爸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从此只送我一个人礼品, 完全无视了陈婷, 这都是陈婷旧游自取, 从那以后我更聪明了, 我每天都送孩子们去幼儿园门口, 然后寄住每个孩子家长开的车, 那些奔驰宝马上下来的孩子, 天生就应该被好好对待, 而那些骑着自行车送来的孩子,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我眼前, 家长对我好, 我就对他们的孩子好, 这都是相互的, 不是吗? 要不然, 我身为一个陌生人, 凭什么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们的孩子? 很快, 一部分家长明白了我的心意, 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感觉我又回到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我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那些用不到的东西我就挂到网上卖掉, 很快我就从家里搬出来, 自己租了房子,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我抛弃了两个拖油瓶, 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加精致, 可有一天, 园长把我交到了办公室, 这个中年女人的表情非常严肃, 我看着她就想吐, 你是不是收了家长的礼? 她问, 没有呀, 我笑了一下说道, 中年女人叹了口气, 你要知道, 你能够来到这儿也不容易, 你妈妈甚至给我下跪了, 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干, 这次是出饭, 我不深究, 你把东西给人送回去, 这事就算了, 嗯? 我装作听不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 园长, 你要我把什么送回去? 已经有人跟我举报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她继续说道, 若是下次再让我听到类似的事情, 你就准备回家吧, 虽然我气得发抖, 但还是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好的园长, 我知道了, 能够举报我的还有谁呢? 孩子家长? 不可能, 他们应该知道惹了我, 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会把气全都发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如此想来只有一个人了, 那就是陈婷, 他居然敢坏我的好事吗? 我真的不明白, 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每次我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总会有人出来打乱我的生活, 你们就见不得我幸福吗? 这整座幼儿园里的老师都让我恶心, 他们假装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 居然让我成了异类, 你们到底在装什么?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全心全意的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我准备给陈婷个教训, 他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可能让他好过, 我拿着一把美工刀把陈婷叫到了厕所里, 我准备好好的质问一下他, 如果他敢承认举报了我, 我就划烂他的脸, 怎么了萧然? 陈婷看起来很累, 他当哄完几个孩子睡觉, 为什么举报我? 我问, 举报你? 陈婷很明显疑惑了一下, 我举报你什么? 别装了, 我非常生气地说道, 我收了家长的东西, 园长是怎么知道的? 嗯? 陈婷慢慢皱起了眉头, 萧然, 你手里的事情搬上三十多个孩子的家长都知道, 谁都有可能是举报人, 没这个可能, 我摇摇头, 他们不敢招惹我, 否则我会让他们的孩子吃不了兜着走的, 陈婷越听越生气, 不禁开口之问道, 萧然, 我真的很想问问你, 你把这些小朋友当成什么了? 人质吗? 人质? 你靠威胁这些孩子来收取家长的报酬, 这样还算是个老师吗? 陈婷的声音越来越大, 吵得我心烦意乱, 你如果这么讨厌这些孩子, 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那些孩子把你当成可以依赖的人, 你又回报给他们什么了? 我, 我没想到陈婷居然有这么大的脾气, 一时之间语色了, 我选择什么职业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 你选择什么职业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你不准再去虐待那些孩子们。 陈婷从口袋中拿出手机, 怒气冲冲地翻出了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孩子腿上的淤青, 珊珊的腿上被人掐清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把头扭到一边, 感觉很可笑, 是我掐得要怎么样? 有证据吗? 那个叫做珊珊的小建货家里, 穷得要命, 难道还能对我不利? 我警告你, 小冉, 你如果让我带到现行, 我绝对会报警, 你如果讨厌这个职业, 请马上辞职,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会毁了孩子一生, 我们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导师, 应该全心全意地带给他们爱护和照顾, 而不是虐待, 你, 我咬着牙, 竟然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反驳他, 你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举报你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你等着被辞退吧, 搞什么? 他一个实习生, 凭什么敢这么跟正式员工说话? 我是讨厌这个职业, 可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见到他怒气冲冲地离去, 我手里的美工刀都要捏碎了, 第202章, 普通百姓, 报警, 我在学生时代, 横行霸道了那么久, 从来没有人敢拿报警来威胁我, 可不得不说我有点害怕, 我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 难道我也会像驱哥一样被抓进监狱里吗? 接下来的日子, 我更难熬了, 我没办法收礼, 就算打骂孩子, 也要背着陈婷, 平时我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第一时间给班上的孩子们点颜色瞧瞧, 可是现在呢? 我卫手卫脚的, 我怎么可以活得这么窝囊? 那天午休我用手机搜了搜, 我想知道警察都抓什么样的人, 结果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警察的职位这么方便, 他们居然不是想抓谁就抓谁, 而是必须要抓犯法的人才行, 网上都说警察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很好, 毕竟他们是人民警察, 既然如此, 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毕竟我也是普通老百姓啊, 我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只是想过更好的生活罢了, 正望着手机出神, 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之前送我金箱链的那位爸爸, 小老师, 您现在忙吗? 我不假思索地打下了不忙两个字, 想了想, 又删掉了, 有点忙, 怎么了? 大约一分钟后, 他回复了, 这两天送您的东西都被您退回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今晚方便请您吃个饭吗? 看到这句话, 我慢慢露出了笑容, 男人终究是男人啊, 我竟然在不经意之间, 使出了一招欲擒故纵, 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且盛装出席, 我选了一件非常低胸的超短裙, 又化好了精致的妆, 我有预感, 我的好日子又要来了, 这个家长平日里开的车就很豪华, 标志是P字开头的一段字母, 我不会念, 但听说叫啪拉什么, 还是叫没拉什么的, 总之很贵, 他开车带我到了镇上唯一的一家西餐厅, 落座之后, 他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里面是一块手表, 小老师, 有点打扰您了, 这点东西请您笑纳, 他笑着对我说, 我平日里工作非常忙, 小豪的事情还得麻烦您多照顾一下, 我笑着将手表拿了过来, 在手上是戴了一下, 你不要这么客气嘛哥, 我本来就是老师,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 这我知道, 他的面色有些为难,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看到小豪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想来想去, 您是陪他时间最长的人,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还得麻烦您第一时间和我说, 如果您能全心全意照顾小豪的话, 我也可以放心工作了, 我思索了一下, 抬头问道, 哥, 如果你想让我全心全意照顾小豪的话, 这确实有点为难, 嗯, 那个男人抬起头, 仿佛没懂我的意思, 班上三十多个孩子呢, 我的精力有限, 我笑着说道, 您给的东西确实很好, 但我只能说, 我会尽力, 男人挠了挠头, 看起来明白了我的意思, 但他依然很为难, 那个, 我来的匆忙, 准备的东西不是很多, 不知道您借不借意给您转账, 那怎么行呢, 我又被他逗笑了, 我是老师, 哪能又拿你的, 又花你的, 这, 男人被我说愣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此时才是我出手的机会, 哥, 你想不想跟我深入交流一下, 我问道, 如果我把你当作自己人的话, 自然会照顾小豪了, 那男人听后慢慢坐直了身体, 靠在了椅背上, 他的表情明显变了, 此时看起来有些纠结, 肖老师, 你, 你, 你还干这个, 嗨, 哥,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我只是不想白拿你的钱, 而且, 我想和你更进一步, 这样对我们都好啊, 眼前正经微作的男人, 过了几秒之后, 忽然露出了轻悦的笑容, 他是个大老板, 他肯定可以理解的, 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我和他各取所需, 这样谁也不见谁的, 我们在镇上的酒店开了房, 结果就像我说的, 连老天爷都看不得我好, 那天晚上遇到了警察插房, 我又被举报了, 他们亮出证件, 跟我说有热心群众举报, 酒店里存在非法交易, 可是他们冤枉我了, 我能够清楚地说出, 身旁男人的姓名和年龄, 我手机里也存着他的电话, 我甚至知道他的家庭住址, 我怎么可能是那种出来卖的贱货, 我们顶多算是偷情, 难道偷情犯法吗? 看着那群警察的样子, 我不由得感觉很生气, 他们凭什么冤枉我? 不好意思女士, 是我们误会了, 警察关上门就想走, 可我怎么会善罢甘休? 站住, 我说一句不好意思就可以了吗? 你们警察都是这么办事的, 呃, 那几个警察转过身来, 露出为难的表情,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那得问问你们啊, 我把双手抱在胸前, 你们这就准备走了, 要是抓罪犯的时候, 你们一枪打死了人质, 说句对不起就可以走了吗? 你, 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警察, 似乎有点不服, 刚要说什么的时候, 却被一旁年老的警察拉住了, 妹子, 真的对不起, 但我们有我们的职责, 既然有人举报, 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理的, 那中年男人说话还算客气, 今天打扰了你们, 确实是我们不对, 如果你还有意见的话, 可以去派出所举报我们, 这是我的警号, 果然如此啊, 因为我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人民警察必须为我服务, 这就是我, 和那些出来卖的见货的区别, 我又数落了他们一顿, 才终于放他们回去, 解气啊, 这种感觉太解气了, 这些趾高气昂的警察, 也不过如此, 我扭过头, 想在续前缘的时候, 却发现那个男人眼神之中的轻蔑更强了, 我没兴致了, 百天吧, 他一脸低沉地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开门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有些摸不清状况, 到底发生什么了, 思考了半天, 我都思考不出答案, 我只知道, 我的幸福幽默了, 第203章, 恶行, 想要赚点钱, 真的是很难, 靠着幼儿园每个月两千出头的工资,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包, 又沉寂了差不多一年, 第一时间找到了我, 让我请他吃顿饭, 虽然我不是很想花钱, 但我怕他打我, 思考了半天还是去了, 我和他在街边的餐馆点了几个小菜, 几瓶啤酒, 为什么不来看我, 他头也没抬得问道, 嗨, 虚哥, 我不是不想去, 只不过监狱那么远, 我一没车二没钱的, 行了, 他喝了一大口酒, 抬起头来对我说, 萧冉, 你想不想挣钱, 我发现他的眼神比六年前更可怕, 挣钱, 我有办法让你挣不少钱, 说到我在里面认识了不少朋友, 也知道了不少搞钱的路子, 我小心翼翼地盯着曲哥看了半天, 问道, 需要我干什么, 听说你现在管着一群孩子是吧, 曲哥问道, 是, 你挑个合适的孩子, 过两天带出来给我, 他说, 给我之后你就不用管了, 我给你三万块钱, 就这样, 我感觉这件事有点太容易了, 仅仅是带出来一个孩子而已, 为什么会给这么多钱, 没错, 就这样, 你有消息了就联系我, 他吃完了饭, 又剃干净了牙, 在我将信将疑的目光中对我说, 对了, 今天我没地儿住, 带我去你家, 啊, 我, 我家, 不, 不太好吧, 他瞪着一双眼睛, 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小冉, 你不会要跟老子分手吧, 你知道老子多久没碰过女人了吗, 怎, 怎么会呢, 我慌乱地笑着, 我家里都收拾好了, 就等你回来呢, 那天晚上曲哥很粗暴, 我却完全不敢反抗, 他的眼神充满了杀气, 我很害怕, 我可以跟警察大呼小叫, 却不敢惹有这种眼神的人, 他好像真的会杀了我, 第二天, 曲哥离开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回到幼儿园, 感觉有些难办, 虽说我现在整天跟孩子打交道, 可是要怎么名正言顺地, 把一个孩子带出去, 小老师, 一个小孩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 让本来就心烦意乱的, 我更加烦躁, 说, 我扭头一看, 那个叫姗姗的小女孩, 此刻正拿着一颗非常便宜的硬糖, 颤颤巍巍地举到我眼前, 小老师, 我能不能把这个糖送给你, 你以后不要再打我了, 听完这句话, 我真的很活大, 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感觉他真是给脸不要脸, 他如果不来招惹我, 我又怎么会打他, 我好端端地坐在这里, 他却偏偏拿着这么便宜的糖送给我, 这不是在找打吗, 要不是旁边这么多小孩坐在那里看着我, 我都想活活打死他, 姗姗看起来很害怕, 但他没哭, 只是坐在地上发抖, 此时又有一个老师开门进来, 我甚至都记不得他的名字, 咦, 姗姗赶忙去把他扶了起来, 小朋友, 你怎么摔倒了, 宋老师, 我害怕, 姗姗钻进了那个女人怀里, 不怕不怕, 和老师说说, 到底怎么了, 他从地上捡起那块硬糖, 问道, 老师送你的糖怎么不吃, 我不吃, 我不想吃, 姗姗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叫做宋老师的女人, 我觉得真恶心, 这个姓宋的女人明明不管我们班, 却来我们班上送孩子糖果, 这是想取代我的地位, 此时陈婷也进来了, 看到这一幕之后, 赶忙俯下身来查看姗姗的情况, 姗姗, 你怎么了, 姗姗没有说话, 陈老师, 宋老师见到陈婷进来之后, 也面露担忧, 姗姗看起来吓坏了, 还不等他说完, 陈婷的面色就沉了下来, 站起身咄咄逼人地问我, 小冉, 你又干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我没好气地说道, 你瞎吗, 没看到我在这里坐着, 陈婷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不再理会我, 反而回头问向其他的孩子, 有谁看到刚才萧然老师做了什么吗, 那群孩子瞪大了眼睛, 谁都不敢说话, 过了很久, 一个叫陈默然的小男孩才举起了手, 我看到萧老师把姗姗推抖了, 是啊是啊, 很多孩子纷纷附和道, 陈婷听到这句话, 回过头一把, 就将我从椅子上推了下来, 啊, 我被吓了一跳, 你他妈干什么, 萧然,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管你和园长是什么关系, 从此以后, 只要有孩子在你面前哭了, 那就一定是你的问题, 陈婷恶狠狠地说道, 你不想照顾他们我没意见, 但我希望你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宋老师也在一旁抱着姗姗哀声叹气, 他没有关心弱小的我, 反而去安慰陈婷, 好了陈老师, 别为这种人生气了, 他拍了拍陈婷的后背, 小心吓着孩子们, 可笑, 太可笑了, 明明是姗姗自己来招惹我, 居然让我离他远一点, 真的是太强人所难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次摩擦, 我有了主意, 姗姗家里就一个年迈的奶奶, 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她就是我最佳的目标, 只要把她带给屈哥, 我就能有三万块, 那可是整整三万块啊, 我他妈工作一年, 才能赚到三万块啊, 姗姗应该自豪一些, 因为按照她的家庭来说, 她永远不可能这么值钱, 我给屈哥发了信息, 告诉她我有了目标, 接下来就是我的计划了, 我先是找到了陈婷, 给她道了歉, 我说我当时有些着急, 把姗姗推倒纯属, 无意之举, 希望她能原谅我, 天真的贱祸就是好骗, 她居然相信了我, 小冉, 我也不是要针对你, 我真的希望, 你的孩子好一些, 陈婷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我们同时面对很多个孩子, 可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 我们就是他们的全部, 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我懊悔的点点头,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他们那么差了, 宋老师也在办公室里,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个女人似乎并不好骗, 小老师, 你真的是无意推倒姗姗的吗? 宋老师问道, 你看到她倒地了, 为什么不把她扶起来? 我当时太心急了, 没有想到, 我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 我只能用行动来弥补了, 今晚让我亲自送珊珊回家吧。 第204章, 下地狱的罪, 宋老师站起身, 从上而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开口说道, 小老师, 我听说, 你在这工作了快两年, 从没送过孩子回家, 今天怎么大发慈悲了? 这正是表明我的态度, 我苦笑着说, 我会改过自新的, 两个蠢货最终还是答应了, 他们毕竟还是没有我聪明, 今晚就只有我和珊珊, 当老师和孩子们都陆续离开幼儿园的时候, 我找到了珊珊, 这个被我打了几十次, 掐了无数次的小女孩, 珊珊, 我来送你回家, 我笑着对她说道, 她看到我时浑身一震, 像是看到了妖魔鬼怪, 笑, 小老师, 珊珊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我想让宋老师或者陈老师送我回家, 我微笑着凑到她面前, 对她说道, 小见货, 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不同意, 老师就只能掐你大腿了哦, 珊珊浑身发着抖, 眼里擒着泪, 想哭又哭不出来, 乖, 老师带你回家, 我拉起了她的手, 我几乎全程拖着她前行, 这女孩一点都不配合, 所以说我最讨厌小孩子, 出了幼儿园后, 我转过几条小巷, 前往和曲哥约定好的地点, 笑, 小老师, 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珊珊有些害怕地说道, 放心, 我是老师, 不会害你的, 我死死地攥着她的手, 把她往小巷里带, 曲哥开了一辆面包车等在那里, 她身旁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见到我过来, 他们纷纷下了车, 曲哥, 这是你说的人, 一个刀疤脸开口问道, 嗯, 曲哥点了点头, 妈的, 是个女娃娃, 听到这句话, 曲哥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小人, 你是不是傻, 曲哥恶狠狠地说道, 你带个女娃娃来做什么, 我傻, 我愣了一下, 你也没跟我说要男孩还是女孩, 这是能怪我吗, 行了别吵了, 女娃娃也能指几个, 这是咱出来之后第一单, 还是小心为主吧, 曲哥将杉杉拉上了面包车, 然后掏出钱包, 数了三千块钱给我, 三千, 我愣了一下, 曲哥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三万吗, 三万是男娃娃的钱, 女娃娃就值三千, 她头也不回的就要上车, 我却被气到了, 不行, 我一把拉住了曲哥, 你没提前说, 你只说三万, 把剩下的钱给我, 你放手, 曲哥不断拨弄着我的手臂, 我不放手, 我大喊道, 要是不给我的话, 我就喊人了, 让这里的街坊邻居都听见, 我去你妈的吧, 曲哥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 把我扇到在地, 他们则开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 扬长而去, 我在地上愣了好久, 直到附近的街坊邻居围了过来, 丫头, 你怎么了, 一个老太太问道, 刚才谁在这里大喊大叫, 出什么事了, 人群唧唧喳喳的嘈杂起来, 我却忽然记上心头, 快报警啊, 有人抢孩子啊, 一语过后, 众人接惊, 我被带到了警察局, 他们给我做了一份笔录, 原先下班回家的陈婷和宋老师也来了, 他们听说, 珊珊被抢走, 担忧的表情都挂在了脸上, 装, 还在装, 你们和珊珊非亲非故, 到底有什么可担忧的, 小冉, 你把珊珊怎么了, 陈婷一现身就抓住了我的衣领, 她已经很可怜了, 你还不肯放过她吗? 几个民警赶忙上前拦住了她, 这位女士, 您冷静一点, 我不需要冷静, 陈婷指着我, 对在座的几个警察说道, 警察同志们, 不管珊珊遭遇了什么, 这件事绝对和这个女人脱不了关系, 我对天发誓, 陈婷, 你够了, 我站起身来, 表情也很愤怒, 我都说了孩子是被抢走的, 当时很多街坊邻居都看到了, 他们不仅抢了孩子, 而且还打了我, 你胡说, 陈婷看起来气得不轻, 而宋老师却在一旁思索着什么, 没过多久, 宋老师转头问一个警察, 珊珊是在哪里被带走的, 是在老南街东头, 一个民警说, 老南街? 宋老师皱着眉头看向我, 珊珊家走样江中路就能到, 你怎么去了老南街? 样江中路? 我第一次送珊珊回家, 所以不认识路, 走错了, 我回答道, 一个民警敲了敲桌子, 说道, 萧然女士, 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隐瞒, 所有人都希望赶紧把孩子找回来, 你如果撒谎的话, 搜救工作很难进行, 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摇了摇头, 那些人抢了孩子还打了我, 他们好多个男人, 我根本反抗不了, 我心中暗自得意, 他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证据, 给驱哥打电话的记录我也删除了, 如今我毫无破绽, 宋老师回头对民警说道, 警察同志, 你们不觉得很可疑吗? 萧然迷路了, 恰好出现在那里, 而那里偏偏有人贩子, 你说的这些, 我们都考虑过了, 一个警察拿着一份文件摆了出来, 可是现场有证人证明, 说轻而听到了萧然, 对那些人贩子喊要是不给我的话, 我就喊人了类似的话, 说明他试图和人贩子斗争过, 另外也有人亲眼看到了萧然被打, 宋老师听后也沉思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一字一顿地开口说, 会不会萧然跟那些人贩子本来就是一伙的, 他说的那番话只是在要钱, 我不得不说我小看了这个女人, 你们不如先把她抓起来, 我感觉早晚能够审问出孩子的下落呢, 宋老师说道, 警察听后慢慢地抬起头, 说道, 我们办案要讲证据, 抓人同样也要讲证据,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小巷当中没有监控, 萧然是不是同谋, 还有待调查, 你们只能先回去等消息,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道路封锁排查, 尽快将孩子找到, 他们又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最终让我走了, 我和陈婷, 宋老师一起出了门, 正巧见到一个盘山的老太太向警察举走来, 她身上有一股很难闻的老人味, 恶心, 老师, 你们是姗姗的老师吗? 那个老太太含着泪问道, 啊, 陈婷忽然露出一脸内疚的表情, 您是姗姗的奶奶? 对不起, 老太太忍住心中悲伤的情绪, 抓着陈婷的手居然俯身道了个歉, 我家孙女给老师们添麻烦了, 真的对不起, 我家孙女, 不麻烦不麻烦, 陈婷赶忙扶起她, 大妈, 姗姗走丢了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把她找到的, 哪位是萧老师? 老太太又问道, 那两个女人同时看向了我, 萧老师, 老太太上前抓住了我的手, 我听姗姗说她总是惹你生气, 你千万别怪她, 如今她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真是对不起。 第205章, 无间深渊, 幼儿园老师真的是个不错的身份, 我把她的孙女卖掉了, 她居然还要跟我道歉, 是啊, 你是该和我道歉, 为什么你家的孩子是个孙女, 这让我少赚了很多钱, 况且, 这事也不能怪我, 你们如果不这么穷的话, 我会对你们很好的, 大妈, 您不需要跟她道歉, 陈婷拉着老太太说道, 我带您去见警察, 有什么事, 您都可以说出来,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你有什么说什么, 我们早晚会把坏人抓到的, 他们转身进了警局, 我可没那个耐心, 我回到家中, 躺在床上数了数钱, 三千块钱, 不多不少, 是时候给自己添点精华乳和眼霜了, 最近我生了很多气, 必须要好好保养才行, 我翻了翻手机, 准备在闲暇的时候, 多物色几个目标, 于是我去网上搜了搜当今社会最赚钱的几个行业, 一个新鲜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心理咨询师, 网上都说心理咨询师非常赚钱, 昂贵的咨询师一个小时的咨询费高达好几千, 我很快有了主意, 找到了距离这里很近的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 物色了里面那个年轻有为的男性咨询师, 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和他撩骚了起来, 心理咨询师不愧是专业陪人聊天的职业, 和他聊天非常舒服, 我告诉他我因为对孩子照顾不周, 而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他也对我发出了盛情邀约, 说可以免费帮我诊断一次, 他怎么会那么好心, 他只是看到了我朋友圈里那些露骨的照片罢了, 但这也正是我想要的, 三天后的晚上, 我在和那个心理咨询师约第二天见面时, 却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吓到了, 谁啊, 光光光, 谁, 我一直问, 门外一直不说话, 我有点慌了, 光光光, 你再敲我就报警了, 报个屁的警, 我, 曲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进来, 给我开门, 我浑身一正, 不免有些害怕, 他来干什么, 他不知道警察正在找他吗, 思考了几秒钟, 我慢慢打开了门, 怎么了, 我问, 进去说, 他二话不说把门推开, 直接进到了房间里, 曲个, 我有些生气了, 你知道现在情况多危险吗, 你想被抓, 我可不想, 那个女孩, 话还没说完, 曲个就扔过来一个信封, 我打开看了看, 是两打钞票, 应该有两万元, 小冉, 我找到了不错的买家, 他们村子里的人有钱, 孩子需求量大, 你有没有兴趣再搞一单,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一次居然能收到两万多块钱, 再搞一单, 我有些犹豫, 曲个,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接骨眼吗, 最后一次, 他点起一根烟对我说, 这次给你五万块钱, 之后咱们两清, 我本想义正言辞地拒绝, 可是五万块钱四个字, 太动听了, 曲哥, 六万块钱, 我说道, 这次我给你挑一个聪明的小男孩, 保证买家喜欢, 别得寸进尺, 这个钱需要跟很多人分, 给你六万, 我不好交代, 曲哥把烟灰弹到地上, 眼神冰冷至极, 就五万, 行还是不行, 我看着他的表情, 微微咽了一下口水, 说道, 就六万, 一分都不能少, 臭婊子, 曲哥咬了咬牙, 你想死, 我挤出一次笑容, 曲哥, 现在警方正愁找不到证据呢, 你不会希望被举报吧,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曲哥沉沉地说, 你要是举报了我, 自己能跑了吗, 我是被胁迫的呀, 我笑了笑, 我又打不过你, 所以只好听从你的安排了, 你, 曲哥瞪着我, 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好, 六万就六万, 这一次, 我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我说, 你他妈的, 怎么光想好事, 曲哥吸了一下鼻子, 我们得把货物出手才能有钱, 怎么可能见面就给你钱, 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我摇摇头说, 我只负责把人带出来, 所以我把孩子交给你们的时候, 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曲哥掐灭了手中的烟, 挪动着肥胖的身躯站了起来, 然后伸手掀起了我的上衣, 小冉, 你这么自作聪明, 早晚会把自己害死的, 他说, 我毫不客气地, 直接脱下了上衣, 曲哥, 漂亮的女人就是危险的毒品, 我慢慢地抓住了他的裤子, 你早就身陷其中了, 是吧? 哼, 第二天, 曲哥又再添眉亮时离开了, 我也照常来到了幼儿园, 我决定了, 这单成交之后, 我便离开这个地方, 随便去哪里都行, 拿着手上这八万元, 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重新钓几条大鱼, 现在我有了本钱, 应该可以出入更加上流的场所了, 临近放学时, 我又提出要送孩子回家, 这次我选中的目标是陈默然, 这个孩子也很好下手, 听说他的妈妈脑子里长了东西, 正在医院里准备手术, 现在他爸爸忙得不可开交, 哪有时间顾及孩子, 陈婷非常严肃地拒绝了我, 他一口咬定我跟人贩子有关系, 所以说什么都不可能把孩子交给我, 我说陈婷, 你好好想想, 我假笑着对他说, 就算我真的是人贩子的同伙, 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作案, 他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那也不行, 你给陈柏然的家长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接, 好好好, 我真是太聪明了, 我早就想到会是这个情况了, 我打开了手机通讯录, 翻到了陈柏然爸爸的电话, 在陈婷面前晃了晃, 然后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曲哥, 请问是陈柏然的爸爸吗? 我问, 对面顿了顿, 说道, 怎么了? 不好意思, 能不能请您放学的时候来接一下孩子? 我笑着问道, 到时候我在门口等您, 知道了, 曲哥沉声回答道, 把电话给我, 陈婷说道, 我摇了摇头, 将电话递了过去, 喂, 您好, 陈婷拿过电话说道, 您是陈柏然的父亲, 嗯, 麻烦您到时候, 一定要准时来接陈柏然, 现在幼儿园附近有人贩子出没, 陈婷说道, 另外您寄一个电话吧, 这是负责我们幼儿园拐卖案子的民警, 如果您来不了, 请给民警打电话, 民警会负责送孩子回家的, 陈婷给了对面一个电话号码, 好,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之后, 陈婷又扭头对我说, 肖然, 我会让警察时刻注意学校门口的监控, 若你敢带孩子离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 放心, 我笑着点点头, 我说过, 我和那些人贩子没有勾结了, 我马上就要甩掉曲哥了, 又怎么可能和他勾结, 放学时, 我拉着陈柏然的手绽在学校门口, 静静地等待着, 我已经跟曲哥交代过了, 他只要将孩子抢走的时候, 把钱扔给我, 我依然没有嫌疑, 只不过, 我感觉今天学校四周的气氛有些奇怪, 好像有很多人都在看着我, 他们是在羡慕我吗? 我盯着远方的重圣寺三座高塔, 虔诚的雪儿的院, 我希望菩萨能保佑我这个可怜的女人, 保佑我永远发财, 今天做完这一单, 晚上再去见见那个心理咨询师, 想想就是发财的一天啊。 第206章, 我的智慧, 张队, 我查到了, 一个年轻女警一脸严肃地对着身边的中年男人说道, 那个叫萧冉的女老师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 犯罪嫌疑人屈志强在进入监狱之前和他有密切的社会关系, 马上派人去幼儿园盯住萧冉, 张队点点头, 一组调出萧冉家附近的监控, 二组去查萧冉近期的通话记录, 看看屈志强出狱后有没有跟他接触。 是, 没一会儿, 两组民警都有了消息。 张队, 监控显示, 屈志强出狱之后确实出现在萧冉家附近, 他在那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才离开。 张队, 萧冉近期曾多次和同一个陌生号码通话, 我们怀疑那个号码的主人就是屈志强。 张队点点头, 刚要下命令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按下接听见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 您好, 您是张队长吗? 我是, 您哪位? 我叫陈婷, 是姗姗的老师。 哦, 陈老师, 我记得您, 什么事? 那个, 陈婷支支吾吾的说道, 今天萧冉又要质疑送小孩子回家, 我有些担心。 陈婷将自己的顾虑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张队长。 陈老师, 情况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挂掉电话之后, 张队长面色极其严肃地回过头, 对众人说道, 一组二组拿上家伙跟我走, 三组去开车, 四组叮烧, 今天人贩子有可能再度出动, 我们早点去部署。 他妈的居然敢拐卖孩子, 是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了。 屈志强开着车在街上慢慢悠悠地前进, 为了掩人耳目, 这次没有开面包车, 反而换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他需要等待幼儿园里的老师学生们离去, 才可以大摇大摆地去拉走那个孩子。 逐渐靠近幼儿园之后, 屈志强发现今天的幼儿园似乎放学很早, 四周都没有什么人了, 仅有的几个小伤犯此时也不再吆喝, 反而一个比一个沉默。 屈哥正在开车的刀疤脸问道, 接下来怎么办? 直接把孩子抱上车? 屈志强眺望了一下, 远方站在幼儿园门口的萧染和那个小男孩。 老八, 你车技怎么样? 屈志强问, 刀疤脸思索了一会儿, 回答说, 虽然我没驾照, 但是开了很多年了, 车技很好。 好, 屈志强指了指萧染, 给我撞死他。 撞死他? 刀疤脸有些为难。 怎么了? 你不敢? 也没有什么不敢的。 刀疤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撞死他很容易, 但是你得多分我五千块钱, 毕竟要修车。 屈志强大笑道, 没问题, 我给你一万, 你给我狠狠地撞死他。 一个卖报纸的小商贩, 看着那缓缓驶来的黑车, 一低头, 小商收到, 六点钟方向发现可疑车辆, 请A组确认身份, 完毕。 A组收到, 完毕。 没一会儿, 对方回复了。 A组确认车内人员为犯罪嫌疑人屈志强, 完毕。 卖报纸的小商贩点了点头, 切换了一下对讲机的频道。 各组注意, 犯罪嫌疑人屈志强在六点钟黑色轿车出现, 开始收网。 一语过后, 附近大量的警方开始看向那辆黑色轿车, 可下一秒, 那辆黑色轿车却加速冲着幼儿园门口开了过去。 怎么还没来? 我有些着急地站在原地, 今晚我约了心理医生, 这个兴趣的真能耽误时间。 就当我等得不耐烦时, 忽然见到远处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 那轿车开得非常慢, 看起来不太正常。 难道是驱哥的车? 我的钱来了? 我拉着陈默然刚要上前, 那辆轿车却忽然加速朝我驶来。 我还没等着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短短一瞬间, 四周又冲上来很多人。 那些人喧闹着, 叫喊着, 不断冲着我和那辆黑色的轿车说着什么。 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因为我看到远处重圣寺三座塔居然开裂了。 紧接着, 巨大的声响接踵而至, 整片大的都晃动了起来。 眼看着那辆黑色的轿车就要撞到我的时候, 我赶忙抱住陈默然向旁边一闪。 他可是我的六万块啊! 全世界都可以去死, 我的六万块可不能去死! 没想到地震的时候,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大地不是上下跳动的, 而是左右晃动的。 我一步没站稳,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好在我没事, 六万块也没事。 等灰地震过去了, 我就可以拿他换钱了。 可我刚刚一愣神的功夫, 又看到那辆黑色轿车倒着压了过来。 他似乎一心要置我于死地。 我被撞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来到这个所谓的中烟之地, 已经整整三天了。 这里好臭啊, 比我认识的那几个老男人还要臭。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那个叫做旗下的人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他却不吃我这一套。 说什么自己结婚了, 所以就不喜欢别的女人。 真是恶险。 我约过那么多已婚的男人, 他们都高兴得很。 你又在跟我装什么? 因为自己长相不错, 就跟我装。 这样的男人最难搞了。 还有那个该死的赵海伯, 妈的, 本以为他是个医生, 让他占点便宜, 出去就能给我钱花。 可是我被那个云瑶揍的时候, 他居然怂了。 我一定要杀了云瑶, 可是我该怎么办? 他身边总是围绕着旗下和那个混混, 我没法下手。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云瑶心甘情愿地送死? 正在出神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了昨天带回来的兔子面具。 我的天, 这不就是最好的手段吗? 我如果假扮成兔子, 他不就会来送死了吗? 想到这里, 我拿上面具连夜翻出了学校, 然后趁着漆黑的夜色向那个兔子的场地摸去。 没想到这个鬼地方, 虫子还不熟。 一到了晚上, 虫子的叫声震天响, 那些虫子熙熙锁锁的, 仿佛就在我的耳边。 但也无所谓啊, 只要我赶到兔子的场地, 把他的尸体处理好, 那个逃生游戏就变成我的了。 接下来我就装作兔子, 等着别人过来送死。 来得最好是云瑶, 这样我就可以报仇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总是能够找到一件事的捷径。 所以, 云瑶, 你能识破兔子是我假扮的吗? 啊, 他来了他来了, 他还带着一个胖胖的老男人, 那不会是他的拼头吧? 真是丑陋啊云瑶, 长得人模狗样, 结果却跟个老男人一起行动。 放心, 我现在就让你死。 我叫萧冉, 我要开始说谎了。 第207章 永生者 你问我, 缺不缺女人? 朱雀听到这句话, 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萧冉的脸上荡漾着非常难看的微笑, 什么样的服务我都会, 能不能不要杀我? 祸, 朱雀皮笑若不笑地惊讶了一下。 萧冉, 你知道吗? 我杀了数不清的人,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求饶的话。 萧冉哆哆嗦嗦地伸出手, 拉住了朱雀那苍白的手臂。 哥, 我, 我不是在求饶啊, 我是想和你成为自己人啊。 萧冉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当生效有规矩, 我, 我就是犯了个小错, 你没必要的啊。 啊, 朱雀忽然大叫一声, 吓得在场的众人一跳。 萧冉更是直接坐到了地上, 朱雀慢慢露出笑容, 说道, 萧冉, 我想到了, 想, 想到什么? 我可以让你自己选啊。 朱雀笑着说道, 现在我手上有两条路, 一条是生, 一条是死, 你要怎么选? 他慢慢地将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握起拳头, 举到了萧冉面前, 彻底的死亡和彻底的活着。 你选哪个? 朱雀看起来非常兴奋, 他蹲下身, 一脸期待地看着萧冉,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面色变了。 这是一道送命题, 他给众人使了个眼色, 众人纷纷向后退去。 眼前的朱雀很明显是超越生效的存在, 几个人里只有旗下的记忆中见过朱雀, 谁也不知该怎样应对。 张珊皱着眉头, 心中慢慢盘算起来, 自己若是有一天要被这个怪人追杀, 回想能对他生效吗? 彻底地, 活着。 萧冉颤抖着问道, 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句话, 朱雀本来还带着笑容的面庞, 直接失去了表情。 萧冉, 我让你选, 没让你问。 啊, 是是是, 萧冉慌忙地点点头, 我, 我选择彻底地活着。 旗下无奈地摇摇头, 他输了。 什么? 一旁的赵医生一愣, 只见朱雀听后, 立即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好, 好, 萧冉, 我可以让你永远都活着, 但作为交换, 你的理智我就拿走了呀。 说吧, 他就在萧冉的额头挥了挥, 萧冉惊恐的表情慢慢消失了, 露出了一张格外冷淡的脸。 没多久, 他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然后呆滞地看了看旗下, 走上前来问道, 哥, 你要女人吗? 我是幼儿园老师, 你给我钱就行。 旗下慢慢往后退了一步, 他知道永远活着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不会随着中烟毁灭, 反而会永远地留在这里,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原住民。 他不仅失去了出去的机会, 并且还丧失了所有的理智, 他不能成为神也不会变成生肖, 会一直靠本能活在这里。 见到旗下没理他, 他又走到张山身边, 哥, 你那么壮, 需要加钱, 加钱我就跟你回家。 张山也往后退了一步, 旗下叹了口气, 或许对于萧冉来说, 这就是旧游自取的结局了吧。 没人要我吗? 萧冉眨了眨眼, 那我先回教室了, 我可是老师。 他缓缓地推开众人, 向着远处走去了。 赵医生似乎想跟他说点什么, 但话到嘴边都没有开口。 哈哈, 朱雀大笑道, 今天饥得了呀。 竟然没杀人。 旗下慢慢地看向他, 他太疯了, 彻底地活着和彻底地死去这个问题一旦抛出来, 萧冉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无论作为原住民还是犯规的生肖, 他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面试房间中了。 旗下回过神来, 问到朱雀, 现在这个游戏还算数吗? 哦? 哦。 朱雀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游戏已经不在了, 场地荒废。 快去救人。 旗下低声对张山说道。 张山赶忙点点头, 跑到了房门面前开始撞门。 可是门里全都是水, 阻力非常大。 朱雀此时盯着旗下看了看, 面色忽然阴冷起来。 我才发现, 这不是旗下吗? 旗下料到朱雀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索性也不再逃避。 开口问道, 我也才发现, 这不是朱雀吗? 旗下,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朱雀讥笑着问道, 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旗下回答说, 你想让我去哪? 太可悲了呀,旗下, 太可悲了。 朱雀脸上的表情非常得意,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身为一个不能回想的凡人, 太可悲了呀。 你怎么知道, 我不能回想。 旗下心知肚明, 能够和朱雀交谈的机会少之右手, 他要尽可能地套出对方的话。 朱雀被旗下逗笑了, 你在硬撑什么? 他走过来拍了拍旗下的胸膛, 问道, 准备用这副不堪一击的躯体去见天龙吗? 你有几条命和他赌。 旗下的脑海中快速思索着接下来要说的话, 他只拍一步错步不错, 如果谈话的方向偏颇了, 对方可能会直接离去。 那一你说, 我该怎么去见天龙? 朱雀听后再度露出讥笑的表情, 他伸手指了指地上的肮脏的人兔面具, 戴上他一步步地积累人命, 从而强化自己的身体, 这样你才能登上巅峰啊, 我的好旗下。 旗下听后咬了咬牙, 你在耍我吗? 我若戴上了生肖面具, 最终下场也只是天龙的一条狗。 旗下咄咄逼人地说道, 连强化身体的条件都是和天龙签订合同, 我又怎么可能登上巅峰? 不, 朱雀苍白的脸颊露出癫狂的笑容, 哈哈哈哈, 旗下, 真不会是你啊, 明明已经成了这般模样, 你却还在装, 我可是朱雀啊, 你的骗术能骗过我吗? 旗下皱了一下眉头, 这一步还是错了, 朱雀虽然疯, 但他并不笨, 旗下, 你就在这里腐烂吧。 朱雀在众人的注视中, 慢慢地飘向了天空, 就算所有人都出去了, 你也只能在这里腐烂, 你给我记好了, 因为你是旗下, 所以你只能死在这里。 这句话旗下曾经听过一次, 可如今在听却有了新的感受。 朱雀, 我到底得罪了谁? 旗下问, 得罪了谁? 朱雀越飘越高, 声音也渐渐虚幻起来, 得罪了天龙还不够吗? 话音一落, 他整个人输得消失了。 我得罪了天龙。 第208章, 冒充, 朱雀消失了。 通过这一次的见面, 旗下对整个中烟之地的事情, 有了一个大体的推断, 但现在不是梳理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救出云摇。 张珊还在用力地撞门, 这扇铁门比想象中的更加坚固, 再加上房间中已经没过门的积水, 阻力大到难以想象。 众人向着门上的玻璃窗往里一看, 积水已经没过了云摇的额头, 他现在正在把头用力仰起来, 艰难地呼吸着。 张珊当机立断, 伸手砸向玻璃窗, 可是这鬼地方的所有玻璃窗, 似乎都是定制的, 坚硬无比。 张珊, 旗下叫道, 你抵抗不了里面那些积水的力量, 那就顺势而为。 旗下说道, 往外拉, 拆了他。 张珊听后立马明白过来, 只见他点点头, 然后双手抓着门把手, 一只脚踩到了左侧的墙上, 整个人向后倒去, 没多久, 他的另一只脚也离开了地面。 现在如同站在墙上一样, 双腿双臂同时发力, 向外拉扯着这扇铁门。 他胳膊上的血管根根抱起, 整个人居然憋红了脸。 哦, 但, 旗下和老吕也赶忙凑了上去, 拉扯着张珊的胳膊。 吃嘎, 巨大的响声之下, 这扇铁门居然真的开始变形了。 你俩先走。 张珊说道, 太危险了。 老吕听后赶忙点点头, 过来拉拉拉起下, 骑小子, 撤。 旗下赶忙闪到一边, 他感觉队伍里好像少个人, 扭头一看, 赵医生早就跑到十米开外了。 逛狼, 云摇, 抓住手铐。 旗下向屋内大喝一声, 开了一个大口子, 下一秒, 房间内大量的积水灌涌而出, 将口子在寝客之间变成了巨大的裂痕。 铁门也终于支撑不住, 和张珊一起飞了出去。 屋内的云摇庆幸幸刚才幸亏有人喊了一句抓住手铐, 否则在这巨大的水流拉扯下, 他的手腕极有可能脱臼。 他死死地抓着手铐, 任由那巨大的水流从自己身上卷过, 片刻之间便感觉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现在好歹能够正常呼吸了。 几个人带到水流结束, 前去把张珊扶了起来, 然后一起来到了屋内。 云摇看起来有点虚弱, 长时间的精神压抑让他的身心俱疲。 哟, 云摇苦笑了一下说道, 怎么这么大阵仗? 云丫头, 你差点死了呀。 老吕大叫一声, 那兔子他娘的耍赖皮, 差点要了你的命。 怎么会呢? 我运气好得很, 云摇咳嗽了几声, 我都把你就出去了, 又怎么可能死在这? 旗下知道他在逞强。 老吕说云摇丢了好几次木棍, 木棍每一次都弹回了他的手中。 听起来明显是个赌博, 好在他赌赢了。 他根本没有回想, 哪来的好运? 张珊上前检查了一下云摇的手铐, 发现这是很正规的锦用手铐, 不可能徒手打开, 既然如此, 要怎么把他带走? 但张珊毕竟是张珊, 很快就有了主意。 手铐既然打不开, 那么把拴住手铐的铁管折断, 不就好了吗? 他再次伸出粗壮的双臂, 握在了一旁的铁管上, 紧接着他咬住牙, 瞬间抱起青筋, 眨眼的功夫竟然将铁管弯折了起来。 在众人一脸诧异的目光之下, 张珊将这根铁管来回弯折, 发出了巨大的金属噪音。 很短的时间内, 这根铁管就出现了裂痕, 没几下的功夫直接硬生折断。 云摇的手铐也从折断的这一侧滑了出来, 他看了看拴在手上的手铐, 也毫不在意地将它像手镯一样套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漂亮不? 云摇晃了晃自己的手臂。 怎么样? 能走吗? 张珊把他扶了起来。 没问题, 云摇点了点头, 我得赶紧回去换衣服了, 要不然会感冒的。 老吕脱下了外套, 给云摇披在了身上。 谢谢。 云摇笑了一下, 那个人兔呢? 别提人兔了, 老吕摇摇头是个小丫头骗子冒充的呀, 他可真有想法, 想通过这个方法来搞到吗? 关键时刻还挺聪明的。 冒充? 云摇听到这两个字竟然松了口气, 冒充的就好, 是萧冉冒充的吗? 旗下忽然有些同情云摇, 他以为生肖是冒充的, 所以天堂口毒死所有生肖的计划依然可以执行。 可当他知道自己的口袋中有生肖飞升对赌合同的时候, 又该做何感想? 这里的生肖是源源不断的。 就算是萧冉这种普通人, 一旦他自愿戴上面具, 只要接下来的行动合理合规, 那他就真的是人兔了。 换言之, 天堂口带领参与者不断地和生肖毒命的话, 中烟之地的参与者会越来越少, 而原住民和消失的人会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 这里会只剩下生肖和原住民。 这一天来临时, 不可能有人集齐三千六百克道, 也不可能有人会出去, 那才是真正的中烟。 云摇掏了掏耳朵里的积水, 又问道, 楚天秋呢? 他这个心机男怎么不来救我? 嗨, 别提了。 那个楚小子跟我说什么一定会尽力, 结果连来都不来。 老吕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都是傻人啊, 我还以为我他娘子就够自私了。 老吕, 不要挑拨理解。 旗下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猜, 楚天秋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张珊在一旁皱了皱眉头, 他感觉这句话, 好像是旗下故意说给云摇听的。 到底谁在挑拨理解? 云摇, 你别多想。 张珊自知嘴笨, 说不出什么漂亮话, 但此时不说点什么, 确实不妥。 楚天秋作为咱们的领路人, 肯定不能轻易露面的。 张珊。 云摇叫道, 我怀疑现在的楚天秋是别人冒充的。 哎? 张珊, 老吕和一旁的赵医生同时一愣。 第209章, 下棋。 张珊愣了很久才开口问道, 冒充? 什么意思? 云摇没说话, 只是慢慢走出了屋子, 众人也跟了上去。 喂, 云摇, 你说话? 张珊叫道。 云摇走了三步, 又停了下来, 回头问道, 张珊, 你这次为什么要加入天堂口? 问, 张珊思索了一下, 说道, 因为楚天秋知道我的一切, 他知道那些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 所以我相信他认识曾经的我。 云摇听后表情更加暗淡, 这说明什么? 说明冒充的楚天秋, 极有可能认识原本的楚天秋。 在云摇的记忆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这是为什么? 旗下, 你早就知道了。 云摇问, 我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 你就说不知道。 你没说, 但我能猜到。 旗下面不改色地说, 所以我不知道。 哼, 你这个骗子。 云摇不痛不痒地骂了一句, 你们这些人真是可怕, 事情都已经荒谬到了这种地步, 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 荒谬? 旗下慢慢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 云摇, 你看这太阳荒不荒谬? 众人纷纷抬起头, 看着那诡异的土黄色太阳。 你说这天空, 这楼房, 这些居民荒不荒谬? 旗下苦笑一声, 最不可能的荒谬的东西都开始荒谬了, 被这里困住的人还能正常吗? 云摇望着天空沉默了许久, 又开口问, 旗下, 你有把握逃出去吗? 我没有逃出去的把握, 只有逃出去的决心。 旗下回答道, 你的方式是什么? 云摇问, 急盗。 旗下说, 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发现只有急盗才是真理。 急盗? 四个人同时向旗下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别误会。 旗下摇摇头, 我是说收集三千六百颗刀, 我可不是那群疯子。 云摇沉默了一会儿, 点点头, 我知道了, 五个人回到天堂口的时候, 天色已经渐晚, 楚天秋依然站在校园中向外张望。 见到云摇回来, 他瞬间露出笑容, 回来了。 云摇假笑了一下, 说道, 是, 我没事。 他没有再理会楚天秋, 反而禁止走向教学楼。 怎么了? 楚天秋问到其余人, 云摇受伤了吗? 没, 不太自然, 他盯着楚天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 却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那就快回去休息吧。 几个人纷纷点头离去了, 只有旗下还站在这里。 旗下, 发生什么了吗? 楚天秋问, 当然, 旗下点点头, 你对云摇见死不救, 他们都知道了。 什么? 楚天秋皱了皱眉头, 被他见死不救,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 是啊, 我告诉他了, 旗下点点头, 你也没有让我保密。 是, 什么? 楚天秋瞬间露出不自然的神色。 旗下, 你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很单纯的, 旗下挠了挠头, 我想让他们烦你。 你, 眼前的楚天秋可从未想到, 旗下居然会毫不隐瞒地说出自己的计划。 你要让他们烦我? 小点声, 旗下挥了挥手, 让别人听见了可不好。 楚天秋压低声音, 满脸愤怒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做?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想法, 就是想看看你的能耐。 可你不是跟楚天秋合作了吗? 楚天秋问, 你们就是这样合作的。 许流年, 跟我合作的人是楚天秋, 可你是你。 旗下说道, 咱们是三个独立的人, 可你如果真的让他们反了我, 天堂口岂不是会遭受重创? 楚天秋问道,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既然你要收集到, 自然要借助我们天堂口的力量。 不不不, 旗下赶忙摆摆手, 许流年, 你听我说。 楚天秋顿了顿, 开口道, 好, 你说, 正如我所说, 你, 我, 楚天秋, 是三个独立的人。 旗下摸了摸下巴, 说道, 我可以和楚天秋合作, 自然也可以跟许流年合作。 什么? 许流年, 你不觉得很冤枉吗? 旗下说, 楚天秋在幕后, 而你在台前, 无论你做了什么事, 他永远都是受益者, 而你永远都是挡枪者, 天堂口的人要怨恨, 也只会怨恨你, 击到的人, 想要杀也只会杀你, 最后, 他不一定会成功, 但你一定会牺牲。 你, 楚天秋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旗下说的话, 虽然听起来是非常明显的挑拨离间, 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那些害死队友的选择, 分明是楚天秋的主意, 可是大家都在骂你。 我问你, 要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旗下说, 现在你才是天堂口真正意义的领路人, 你希望队友去死吗? 旗下, 楚天秋说道, 你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人, 我远不如你聪明, 所以更不敢相信你, 我害怕你会把我拖入地狱。 旗下点了点头, 你不相信我是对的, 毕竟我是个骗子, 我的话, 你只能信一半。 既然如此, 我又要怎么跟你合作? 楚天秋问, 我和你的目标是一致的。 旗下说, 我的目的是极道, 所以我不希望失去队友, 活下来的回想者越多, 我离出去也就越近。 极道, 楚天秋默默低下了头, 你知道这是一条多么难走的路吗? 天堂口迄今为止, 都没有聚集到三千六百克道, 那是因为楚天秋的本来目的根本就不是极道, 他的心思没有放在这里。 旗下意味深长地说, 他想成神。 眼前的楚天秋听后, 默默低下了头, 看来他早就知道了这个答案。 以你对他的了解, 他若成了神, 会放这里的人走吗? 旗下说道, 他在成神之前都无视人命, 成神之后, 又怎么可能珍惜你们? 不, 可恶, 楚天秋还想说什么, 可他的大脑已经混乱不堪了。 许刘年, 如果你能平息我给你制造的困难, 我会高看你一眼, 并且和你合作逃出这里。 旗下说道, 就算人命是棋子, 这盘棋你也不能乱下。 你, 这盘棋只能由我棋下来下。 第210章, 闲人, 旗下在傍晚时刻, 拿着今天的收入来到了学校食堂。 他向同意购买了五个罐头, 五瓶水, 这些东西每样东西都价值一个道, 说实话, 很贵, 若是不参与游戏, 拿着最初通过面试房间四个道, 恐怕两三天就会断绝食物和水源。 可就算真的去参加那些人籍游戏, 正常人一天可以赚到几个道, 运气好的话, 大约三五个之间。 天堂口的人最后不是饿死, 就是战死, 这是注定的结局。 旗下刚要走, 又看到了一旁的罐装啤酒。 他拿起一罐问了问, 这破玩意居然要四个道。 唉, 都快养不起了。 旗下拿着食物和啤酒回到教室, 这里已经有三个人了, 韩一墨、 灵晴、 赵医生。 看来度过了大浪逃杀的前几天之后, 接下来的人并不容易死掉。 但韩一墨始终是个问题, 这几天里他要么去参与一些简单的人际游戏, 要么就待在教室中看天, 他不会轻易死去, 也无法断掉自己的回想。 我拿了点吃的, 旗下将罐头和瓶装水放在了桌子上, 三个人跟他道了谢, 正见到乔家静也回来了, 他的手脚包着厚厚的绷带, 但看起来人非常精神。 搞什么? 旗下皱了皱眉头, 你去病房躺着, 我把饭给你送过去。 我丢, 骗人仔,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乔家静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这也叫伤, 我需要养, 随便你。 旗下摇了摇头, 将一罐啤酒随手扔了过去, 早知道你伤好了, 这东西都不该买。 乔家静接过啤酒, 思索了几秒, 旗下坐到了乔家静身边, 说道, 跟我讲讲今天的比赛吧, 你回想吗? 讲到这个, 乔家静顿时来了精神, 把几个人聚在一起, 一五一十地讲起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这场游戏可谓是跌宕起伏, 让乔家静一度以为他们要输了。 好在他跟张山获得了回想, 最终击败了对方。 听完乔家静的讲述, 旗下感觉有好几处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 自己的回想居然可以作用给其他人。 旗下不经意间的扭头看了看韩依墨, 如果这个条件真的可以达成, 韩依墨的能力将直接上升一个档次。 招灾如果能够作用给敌方, 那岂不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能力? 可韩依墨跟萧萧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 萧萧的回想发动失败了顶多会受伤, 可韩依墨的回想若是失败了必然会死。 若他知道了这一点, 便会始终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回想的失败几率将会再度提高。 另外, 就是那个叫做罗十一的男人, 他似乎是独立在集道之外的雇佣兵, 根据乔家靖的描述, 此人收了报酬, 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也要达成目的。 可在中烟之地, 什么样的报酬才可以让对方卖命? 乔家靖, 你说他的回想叫什么? 叫不知道疼, 乔家靖信誓旦旦地说道, 嗯, 旗下眨了眨眼, 你确定这是他自己报出来的名号吗? 这, 乔家靖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好像确实报过名号, 但是我忘了, 叫忘忧, 林晴在一旁开口道, 忘忧, 乔家靖听后赶忙点点头, 对, 就叫这个名字, 你怎么知道? 我, 当时在显示屏前面, 正好看到了, 林晴回答说, 旗下默默念叨了一下这两个字, 感觉有点奇怪, 忘忧就是不知道疼, 那这个名字, 未免太不贴切了, 乔家靖回忆了一下那个男人说的话, 开口道, 好像不只是忘记疼痛, 那个男人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所有不好的感觉都接受不到,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脸色慢慢变了, 忘忧, 他一脸诧异地看向林晴, 而林晴也忽然想到了什么, 但是这怎么可能, 这个人会和旗下的悲伤有关吗? 那个人死了吗? 旗下问道, 嗯, 死了, 乔家靖叹了口气, 露出了无奈的神情, 虽然我没动手, 但他确实因为我而死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又转头问林晴, 下次能找到他吗? 林晴微微点了点头, 好, 另外, 还有那个石头人, 乔家靖说道, 我有预感, 他不是个坏人, 说不定会站在咱们这边, 旗下听后看了看乔家靖, 感觉这个情况是自己预料之外的, 你说小弟了? 旗下问, 不是小弟, 是兄弟, 乔家靖笑了笑, 那个人蛮厉害的, 那, 李湘玲呢? 旗下画风一转, 功夫妞, 你觉得李湘玲怎么样? 旗下问道, 不错呀, 乔家靖点点头, 功夫妞比我想象中的稀利多了, 骗人宰你知吗? 他居然借棍杀人, 一个人拿着一根石棍, 在一瞬间撂倒了对面三个, 要不是对面出老千, 功夫妞那时就赢了呀, 可是他要死了, 旗下说, 对, 当时他差点死了, 乔家靖点点头, 我为了救他, 从那个桥上一点一点往下, 哎, 旗下认真的盯着乔家靖的双眼, 又重复了一次, 李湘玲活不过今晚了, 你, 你讲面呢? 乔家靖略微愣了一下, 我看过功夫妞的伤势, 他没有致命伤的, 此时的赵医生三人也听到了旗下的话, 不免有些疑惑, 他们住的天堂口已经算是中烟之地最安全的地方了, 难道还会有什么危险吗? 旗下叹了口气, 说道, 你们还记得天堂口的宗旨吗? 当时金元勋非常认真的和我们说过天堂口不养闲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湘玲不能参与任何游戏, 只能在病房养伤, 他会白白的浪费药品和食物, 如果我没猜错, 天堂口应该会在今晚杀掉他。 是? 什么? 乔家静有些不解地看了看旗下, 骗人子。 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猜测? 因为张山上一次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旗下一脸严肃地回答, 身为天堂口的三号人物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 更不必说像李湘玲这般小人物了。 第211章, 叹乱日。 乔家静的面色不太好看, 过了一会儿, 他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奔着教士们走去。 拳头, 旗下叫道, 乔家静回答, 功夫妞跟我并肩作战过了, 是我的战友。 你只有一个人, 如何与整个天堂口为敌? 旗下问, 我, 乔家静顿了顿, 骗人仔, 不是还有你吗? 我不是孤身一人, 我们有两个人。 好, 既然你把我当成自己人, 那我告诉你一个计划。 旗下说道, 赵医生、 林晴、 韩一墨, 这个计划也需要你们配合。 众人听到这句话, 都一脸严肃地坐了过来。 乔家静慢慢推开了病房的门, 张珊已经不在这里了, 只有李湘林拿着一本破旧的武侠小说在看。 乔哥? 李湘林看到乔家静后, 瞬间露出笑容, 他把书本合上, 整理了一下头发后, 又坐直了身体。 你来了? 嗨, 公粉妙。 乔家静慢慢坐到李湘林身边, 你在看什么? 一本不怎么好看的武侠小说, 李湘林笑了笑, 将书本递了上去。 你看过吗? 乔家静瞥了一眼书的名字, 摇了摇头。 这本书讲的什么? 乔家静漫不经心地问道。 可扯了, 李湘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个江湖上的大侠, 长得又帅, 武功又好, 总是上演英雄救美的桥段。 书中所有出现的女子都倾心于他, 总有人问他你婚配了吗? 哈哈。 乔家静笑了笑, 他从没看过这么扯的小说, 你婚配了吗? 李湘林说道, 乔哥你说是不是很逗? 嗯, 是挺逗的, 然后呢? 你婚配了吗? 李湘林又说道, 我婚。 哎? 他抬起头盯着李湘林, 却发现这个姑娘脸颊有点红, 乔家静下的赶忙站起身来, 满脸都是错愕。 面? 搞面? 他手足无措地看着李湘林, 功夫妞, 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当, 当然, 李湘林尴尬地笑着, 眼神之中却有一丝小失落。 乔哥, 我就是给你讲书中的故事呢, 你想哪去了? 哦, 嗨, 乔家静这才放心地坐下来, 那是我不好, 我听错了。 就, 就是吗?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李湘林扭头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夜色, 又问道, 乔哥,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 乔家静摇摇头, 有人要杀你, 我来保你。 哦, 那, 啊, 李湘林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有人要杀我。 嘘, 别喊。 乔家静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前, 功夫妞, 你相信我吗? 嗯, 李湘林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你就尽管放心休息, 有我在这里, 不会有事的。 乔家静一边说着, 一边在另一处躺了下来, 看起来格外放松, 远处传来了嬉嬉琐琐的重鸣, 房间里很安静, 火堆渐渐熄灭了, 两个人谁都没有去点火, 只是静静地躺在房间的两处角落中, 李湘林根本无法闭上眼睛, 他并不担心有人来杀他, 他只是很好奇, 乔家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他明明有着满背的纹身, 可却不惹人讨厌呢? 只是一起经历了一场游戏而已, 李湘林非常小声地问道, 乔家静没有回答, 李湘林只得信信地闭上了双眼, 感觉自己有些唐突了, 时间渐渐逝去, 整个教学楼的篝火都开始慢慢熄灭, 听着窗外嬉嬉琐琐的声音, 李湘林竟然有些打瞌睡了, 来到中烟之地已经第四天了,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安心,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湘林感觉自己的手臂有些痒,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正看到一个黑影站在一旁抚摸自己的手臂, 虽说有些半梦半醒, 但他知道这个房间中只有自己和乔家静, 可他还是感觉很奇怪, 他曾经触碰过乔家静的手掌, 感觉非常炙热, 眼前这只手却格外冰凉, 乔, 哥, 李湘林轻声叫道, 那黑影没有说话, 只是不断摸索着他的手臂,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喂, 感觉到那越来越冰凉的双手, 李湘林有些害怕了, 你, 你是谁, 还不等对方回答, 李湘林却看到黑暗中有另一个身影站了出来, 然后抡起一把椅子, 直接丢向了窗户, 哗啦, 巨大的响声传来, 房间的玻璃居然被砸了得粉碎, 李湘林眼前的黑影明显吓了一跳, 转身就要逃走, 可乔家静早就等在门口了, 下一秒, 窗外忽然射进几道光柱, 显然是有人拿着手电筒正往房间里照着, 李湘林也瞬间看清了眼前的黑影, 是楚天秋, 他手中还拿着一根脏兮兮的注射器, 天秋仔, 你要做什么? 乔家静笑着问道, 来探望病人吗? 远处拿着手电的人也缓缓走了过来, 楚天秋扭头一看, 顿时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云瑶, 张山, 旗下, 林晴, 赵海伯, 韩一墨, 这群人似乎都没睡, 反而在这里专程等他一样, 你, 你们, 还不等楚天秋说话, 乔家静立刻冲着走廊大声吼道, 快来人啊, 事情大条了, 仅仅片刻的功夫, 各个教室都骚动了起来, 众人纷纷披上衣服, 探头出来, 当楚天秋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几乎被整个天堂口包围了, 旗下缓缓走上前, 略带深意地看着眼前的楚天秋, 你在做什么? 旗下问, 我来探病, 楚天秋面不改色地说, 哦, 且不说你为什么半夜过来探病, 你手里的注射器, 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 楚天秋低头看了看注射器, 只是一些抗生素, 防止伤口感染的, 我劝你好, 好想想清楚再说, 旗下从身后拉过来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 我们队伍里可是有医生的, 楚天秋见状, 微微眨了下眼, 旗下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许刘年, 这次的难题恰到好处, 你究竟要怎么解决? 第212章, 治与治, 此刻所有天堂口的众人面色都很沉重, 这个感觉太不妙了, 楚天秋毕竟是众人的首领, 可他却在夜晚时分潜入了病房, 这里受伤最重的便是李湘林,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建议让我们检查检查你手里的针筒吗? 旗下问道, 张山和云瑶的面色也很难看, 当韩依默和灵晴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完全不相信对方的说法, 楚天秋会在今夜杀人这件事, 无论怎么想都是无稽之谈, 可他们嘴上虽然说着无稽之谈, 内心却无论如何都想过来看看, 一些疑惑的种子已经在内心种下了, 可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在今晚展开如此鲜艳的花, 旗下将教室的窗子拉开, 然后从外面翻了进来, 看着楚天秋的眼神, 旗下略微有些失望, 这道题对于许流年来说, 恐怕太难了, 他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献出真身, 告诉众人自己只是个冒牌货, 这个做法不仅能够保下天堂口的名誉, 更能保下楚天秋这三个字的名誉, 否则从下一个轮回开始, 一切都会变得难以控制, 无论是真实的楚天秋还是冒牌的楚天秋, 会在今夜同时丧失统治力, 天堂口也会随之解散, 许流年旗下心中暗道, 你会自断一臂, 汽车宝帅吗? 云瑶也从窗外翻了进来, 面色阴冷地问道, 楚天秋, 你半夜过来到底要干什么? 楚天秋抬起头看了看云瑶和旗下, 又看了看一旁的李湘林, 一言不发, 难道真像旗下说的? 你要杀人吗? 张山站在窗口外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见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 楚天秋居然露出了一丝不可察觉的笑容, 旗下细微地捕捉到了这一幕, 也跟着扬了下眉毛, 我拿着抗生素, 想来给李湘林注射一下的, 他将手上的针筒抛给了不远处的赵医生, 虽说给你检查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普通人能够分辨得出氢化物和抗生素吗? 赵医生接过针筒, 发现里面是一些看起来有些浑浊的白色液体, 明显是在普通的生理盐水中混入了药物, 这东西确实如楚天秋所说, 既有可能是致人死亡的氢化物, 也有可能是注射用的头包类抗生素。 怎么样? 旗下皱着眉头问赵医生, 赵医生顿了顿, 慢慢暗动注射器, 然后用小拇指在针头处抹下了一滴液体, 接着用大拇指将液体擦开, 放在鼻子下小心翼翼地嗅了一口, 瞬间他就皱起了眉头, 一股子臭轰轰的青霉素味, 赵医生叹了口气说道, 若是氢化物, 大概率是杏仁味。 楚天秋见状, 略带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收回刚才的话, 你不算普通人, 所以针管理真的是抗生素。 张山不解, 可我还是不太明白, 云瑶皱着眉头问, 你只是要给李香菱一计抗生素, 为什么要半夜偷偷摸摸地过来给他注射? 这太不合理了。 楚天秋微笑了一下, 既然你们大家都在这里了, 我也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他慢慢地走到一旁坐下, 继续说道, 你们也知道, 天堂口的所有资源都很紧缺, 在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受伤的情况下, 我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么珍贵的抗生素拿出来使用, 这必然会遭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所以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李香菱, 那就是, 我偷偷拿着抗生素来给他注射, 这样就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件事, 就算李香菱痊愈了, 你们也只会认为他的身体素质好。 旗下听后, 慢慢地摸了摸下吧。 有意思, 许刘年似乎忽然变聪明了, 可这不是很奇怪吗? 张山在第二天猝死的消息, 是脱离了天堂口的老吕, 在上一次轮回中, 无意间透露给旗下的, 他们的相遇是一个完全的巧合, 并且老吕在说完这个消息之后, 当天就死亡了。 也就是说, 在楚天秋眼里, 旗下应该并不知道张山再上一次死亡的事。 既然如此, 他又是怎么提前猜到今晚旗下会带领众人为首在这的? 他明明有心杀人, 却拿着抗生素在深夜摸了过来, 他是什么时候想到的计划? 各位,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 楚天秋摇了摇头, 那位医生, 你可以把针筒还给我吗? 赵医生听后, 看了一眼旗下, 旗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将针筒抛了回去。 楚天秋接过针筒, 拔掉了针套, 然后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将注射器插了上去。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楚天秋足足给自己注射了三分之一的量, 现场能人意识不少, 你们应该知道, 若这是情话物, 我现在必死无疑了。 他将针筒拔了出来,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然后对众人继续说道, 说到底, 今晚只是个闹剧, 虽然是闹剧, 但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楚天秋慢慢地站起身, 随手拿了一个打火机, 又找了几张废纸, 将篝火重新点燃了。 我们天堂口现在非常不团结, 他面色沉重地说道, 因为有人想从内部瓦解我们。 我楚天秋从来不害怕那些游荡在中烟之地的疯子, 可却害怕挑拨离间的小人。 有一个人刚刚才来到天堂口, 结果就做出了很多令我伤心难过的事。 听到这句话, 旗下的面色有点疑惑。 难道楚天秋要在这里, 将这个锅甩给自己吗? 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在场的众人并不是完全站在了他这一边。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分庭炕里, 对他来说必大于力, 就算能够顺利度过这次的难关, 也必然有一些人会离开天堂口。 既然如此, 他准备将这个锅抛给谁? 难道? 坏了。 旗下猛然瞪大了眼睛, 只见楚天秋坐在熊熊燃起的篝火旁, 面带微笑地说道, 这个挑拨离间的小人叫做许流年, 他现在正藏在天堂口的某处, 我希望你们把他找到, 我们一起问得明白。 第213章, 记中记。 楚天秋果然骑车宝帅了吗? 但这一次, 骑的是真正的车, 宝的是真正的帅。 难怪眼前楚天秋能够想到如此周密的计划, 原来是本尊登场, 可是旗下依然有些不解。 如果楚天秋信誓旦旦地派人去找许流年,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没有人能够找得到许流年, 这个人已经被他杀了。 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策? 难道是因为自己跟许流年提出了合作, 所以才激起了楚天秋的杀心? 不论怎么想, 眼前的事情都透着一股诡异。 云瑶慢慢地走上前去, 开口说道, 天秋,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说, 许流年? 没错, 就是他。 楚天秋点点头, 他怎么可能是刚刚才加入天堂口的人? 云瑶满脸震惊地说道, 小年是我们的队友啊。 此时, 一旁的童仪也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他也记得许流年这个人。 据说是和楚天秋, 云瑶来自同一个房间的参与者, 只不过消失很久了。 云瑶,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过许流年了? 楚天秋往篝火里加了一些废旧木头, 仔细想想, 就算我们曾经是队友, 可你又怎么保证他现在不是吉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云瑶瞪着眼睛说道。 楚天秋不再理会云瑶, 反而对围观的众人说道, 各位, 许流年在两年以前确实是我们的队友,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与他并肩作战过, 可我怀疑现在他的身份已经转变了, 他回到了天堂口, 并且冒充了我。 众人听后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前几天我一直被他关在学校的仓库中, 由于我的回想契机很特殊, 所以根本不敢忤逆他, 只能听之认之。 楚天秋继续说道, 这也导致前些日子我们损失了很多队友, 虽然这不是我做的, 但我也给大家道个歉。 云瑶听后开口问, 那你是怎么套出来的? 我, 楚天秋冲着云瑶笑了一下, 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 给我送完食物之后忘了锁门, 让我侥幸逃脱了。 原来是这样, 张山喃喃自语地说道, 原来都是那个叫做许刘年的人干的。 旗下慢慢皱起了眉头, 虽说这件事楚天秋应对得不错, 可他总感觉很奇怪, 就像是一盘棋刚刚开始, 旗下紧紧直走了一步足, 对方却立刻选择汽车宝帅。 这个反应会不会太过应激了? 战友们, 楚天秋站起身, 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去, 我逃出来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来见你们, 而是锁上了学校的大门, 然后拿着抗生素前来救人。 现在学校大门有人看守, 按理来说, 许刘年绝对跑不了, 我们今晚是抓住他的最好机会。 要注意, 这个人的回响是划行, 他有可能会变成自己熟悉的人, 目前看来他对我和云瑶很熟悉, 变化的成功率很大, 所以我和云瑶一起行动, 不给对方可乘之机。 只要你们见到单独的楚天秋或者云瑶, 都可以直接抓住。 众人听后纷纷点头答应着, 既然如此, 今晚大家辛苦一些, 先不要休息了。 楚天秋对众人说道, 抓住许刘年才是当务之急。 他给众人分了组, 让大家分别去整个学校的各处寻找许刘年, 但唯独没给旗下指派任务。 我呢? 旗下问, 你和乔家静在这里保护伤者吧? 楚天秋说道, 我们找到许刘年之后会通知你们的。 旗下和乔家静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反对。 众人很快离开了教室, 拿着手电筒四散而去。 旗下慢慢坐下, 心中不断回想着这整件事情。 实在是太奇怪了, 旗下念叨着, 和一个疯子下棋, 要怎么预测对方的歧路? 骗人仔, 你没事吧? 乔家静在一旁问道, 没事, 旗下摇摇头, 我只是有很多事想不明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旗下的心中越来越烦躁, 他总感觉自己好像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那到底是什么? 又来了, 这种超出预料的感觉, 旗下慢慢皱着眉头。 下一秒, 远处忽然响起了钟声, 这钟声将房间内的三个人吓了一跳。 旗下向窗外看了看, 此时虽然不知道时间, 但也绝对在午夜时分。 此时不可能有人参与游戏, 那这震钟声, 急到的人打来了? 外面有人大喊道, 全愿备战。 煞时间, 整个天堂口内一片混乱。 旗下只能听到大量的脚步声和喧闹声, 接着又是震震钟声。 急到打来了? 旗下一脸不解。 这合理吗? 灵晴说过, 急到并不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组织。 他们居然打来了? 旗下顺着窗外看了看, 果然发现有人从大门口闯入, 远远望去, 来着大约二十几人。 他们举着火把, 身穿黑色衣服, 显然是一个组织。 李湘灵感觉非常不安, 他捂着自己的胳膊爬了起来, 然后看了看窗外的情况。 他们在杀人。 虽说黑夜中的视线并不好, 但也能够明显地看到, 远处发生了暴力事件, 一个年轻的天堂口成员 刚刚走到大门处, 忽然就被几个木头贯穿了。 李湘灵捂住自己的嘴巴, 然后翻身下床, 寻找可以防身的器具。 远处的钟声依然在不断响起, 配合着呐喊声和厮杀声, 更有些许爆炸声和枪声, 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丢, 乔家竟向窗外瞟了一眼, 骗人仔,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 旗下摇摇头, 走到篝火旁边迅速将火焰扑灭了。 楚天秋刚刚亲自点燃了这个篝火, 极有可能是在用火光作为标记给对方指明目标。 毕竟此时的学校中只有这个房间亮着, 这样怎么看都太可疑了。 这个房间不能呆了。 旗下谨慎地说道, 拳头, 你带上李湘灵, 我们马上转移。 好。 乔家竟没问原因, 直接伸手扶起了李湘灵, 将她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脖子上, 然后打开门, 小心翼翼地向外瞥了一眼, 没人。 几人刚要走, 忽然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他们疑惑地回头看去, 只见窗外, 一辆破旧的轿车从学校里冲破大门了开出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远处的道路上。 有人开车跑路了? 乔家竟问道, 别管了, 先走。 三个人趁着夜色来到了走廊上, 此时教学楼的正门处和庭院中有着大批敌人, 根本不可能逃脱。 骗人仔, 往哪走? 总之先远离战场。 第214章 猫队 林晴和韩依莫躲在走廊上一堆翻倒的桌椅后面, 他们被人堵住了去路。 喂喂喂, 出来! 远处那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大喊道, 出来, 让我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林晴听后, 面色阴沉至极, 他慢慢地探出头, 想要看看对方是谁, 可下一秒就撇到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朝着他飞了过来, 吓得他赶忙缩了回去。 轰隆! 一团不大不小的爆炸在桌椅上响起, 煞事间震得二人东倒西歪。 这什么东西啊? 韩依莫震惊地捂住了头, 怎么会这样? 一颗燃着火焰的石头, 慢慢地滚到了林晴眼前。 他将小石头拿起来摸了摸, 触感滚烫, 就是他带来的爆炸。 林晴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忙高声叫道, 请问是猫吗? 远处的众人果然停止了进攻, 领头的男人思索了一下, 也高声问道, 那里是谁? 报个名号。 林晴躲在掩体后, 将双手慢慢举了起来, 让对方能够看得见自己的手掌, 急道万岁。 林晴说, 这句话把一旁的韩依莫给说愣了。 幸会, 领头男人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 急道也是我们的大客户, 阁下再报个回响, 若是熟人的话, 今天就不纠缠了。 林晴听后慢慢点了点头, 激起了远处巨大的钟声, 我是激发。 林晴说道, 在场有人认得我吗? 一句激发出口, 远处的众人变了变脸色。 急道者林晴, 领头人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是, 对不住, 刚才得罪了, 领头男人挥了挥手, 让身旁的人收起了家伙, 我是猫的宋七, 我们已经见过一面。 林晴点点头, 慢慢站起身来, 幸会。 在确认了林晴的样貌之后, 宋七将手上的石头也放到了口袋里, 林晴, 我们今晚的任务是血洗天堂口, 你对我有恩, 为了不违反规定, 给你三十秒逃跑时间, 三十秒后将一视同仁。 林晴听后, 微微皱了下眉头, 说道, 对方给了多少? 我愿意加价。 林晴, 这次的价码太高, 整个中烟之地只有他出得起。 宋七摇摇头说道, 还剩二十五秒,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他不能死。 林晴不肯放弃, 继续劝说道, 至少现在不能死, 他有希望会毁掉这个地方。 宋七眨了眨眼, 感觉有点可笑。 林晴, 我记得你明明是急到没错啊, 现在怎么在帮着外人毁掉这脸? 我, 林晴不断寻找着对策, 感觉这次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宋七, 我想出去。 宋七听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还剩五秒。 林晴的双眼也慢慢失落起来, 说道, 宋七, 我们不能失去希望, 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能。 三, 算我拜托你, 那个人真的。 一, 抱歉。 话音一落, 宋七便从口袋中掏出一小块石头弹了过来, 那石头在接触到林晴的脸颊时, 忽然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还没来及听到惨叫, 林晴的脑袋就开了花, 他身体慢慢地瘫坐了下来, 正躺在韩一墨眼前。 看着这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韩一墨的眼睛慢慢瞪大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们一个一个的, 不是救世主, 就是有隐藏身份, 明明我才是主角啊。 他浑身颤抖着, 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现在的处境。 在主角对一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怎么会面临这么大的危险? 难道剧情不应该慢慢展开吗? 那些应该来拯救自己的前辈呢? 那些奇遇呢? 喂, 林晴, 你快起来, 你不是有隐藏身份吗? 韩一墨有些惊恐地叫道, 有隐藏身份的人怎么可能忽然就死啊? 你不应该救我吗? 可是林晴明显失去了生机, 完全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后面那个, 自己出来吧, 今晚没人能走。 宋七继续叫道, 韩一墨怎么可能出去? 就算知道活不了, 他也不想送死。 可是那个人的能力太诡异了, 仿佛不管丢出什么东西, 都可以引发爆炸。 爆炸? 韩一墨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竟然走神了。 他忽然想到自己书中的一个人物, 也是在死亡的时候发出剧烈爆炸, 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他开始担心自己死亡的时候, 也同样会引发爆炸。 不出来是吧? 宋七有些忌惮韩一墨, 毕竟他不知道对方的能力, 只能站在远处又丢了一颗小石头。 他本意是炸毁韩一墨藏身的桌椅掩体, 可没想到, 小石头这一次居然阴差阳错地 从桌椅板凳的各种空隙之中穿了过去, 正好落在韩一墨身旁。 哎? 韩一墨扭头一看, 身旁是一颗冒着热气的小石子, 顿时大惊失色。 可还没等他跑远, 自己的大腿就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啊!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传来, 韩一墨的大腿浇黑一片, 连血液都冒着浓烟。 这不对啊! 韩一墨撕心裂肺的叫道, 这不对啊! 谁能来救我啊? 我的救世主, 齐下! 齐下! 可是根本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吵死了, 宋气摇了摇头, 这状态, 难道你没有回想? 他回头冲着身后的人招了招手, 杀了他。 几个身穿黑衣的男人走了上去, 拿着手中的武器干净利索地刺死韩一墨。 齐下, 乔家静和李湘林躲在二楼的教室办公室中, 感觉非常不安。 眼前的骚乱不像是装出来的, 法是真的。 就在几秒之前, 三个人还听到有人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齐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齐下皱着眉头不断地从门缝里向外张望, 刚才是寒一墨。 骗人子, 乔家静思索了半天, 终于站了起来。 你觉得我们藏在这里, 有多大的几率活下来? 不足百分之一。 齐下回答道, 他知道那些人早晚会找到这个房间的, 所以我准备加入战场。 乔家静将上衣脱下来, 随意地抛在了地上。 李湘林一愣, 乔哥, 你等到天堂口的人都死掉时, 我们想反抗也没有机会了。 乔家静说道, 现在加入战场我们还有存活的机会。 齐下知道自己不可能拦住乔家静, 于是只能点了点头。 可李湘林此时却伸手拉住了乔家静的胳膊。 乔哥, 别去。 嗯? 乔家静回过头看着他, 功夫妞, 放心, 我有一手。 我有不祥的预感。 李湘林含着泪说, 你能不能留在这里? 不, 乔家静摇摇头, 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保护。 他推开门左右, 环顾了一下, 将门关上之前低声说道, 骗人仔, 功夫妞, 除非我过来敲门, 否则你们俩谁都不能出来, 知了吗? 第215章, 三个人的计, 楚天秋和云瑶此时正在开着轿车, 加速地行驶在道路上。 楚天秋, 你做什么? 云瑶不解地问道, 你没有看到天堂口被人攻占了吗? 我看到了, 但我们解决不了。 楚天秋扶着方向盘, 牧师前方地说道, 这些人的目的是血洗天堂口, 白白送死。 你, 云瑶愣了愣,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哈哈, 当然了。 楚天秋说道, 今天晚上, 我, 许刘年, 旗下三个人各有自己的目的, 并且都安排了自己的计划。 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三个人都假装重计, 在对方的计谋中上演计重计, 如今三个计谋交相辉映, 真是精彩啊。 云瑶听后, 依然是一头雾水, 许刘年居然真的回来了, 他不仅出现在这里, 甚至还谋划了什么行动,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云瑶问道, 你们三个人的目的什么? 楚天秋思索了一会儿, 回答说, 我的目的自然不必说, 是希望旗下获得回响。 至于许刘年的目的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他好像在向谁证明自己, 也有可能是想废掉我。 他拜托今晚有我出面杀死李湘林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太对。 什么? 云瑶再一次瞪大了眼睛, 他让你出面杀死李湘林。 我思索了再三, 只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所以将情话物换成了抗生素。 楚天秋大笑道, 看来小心使得万年传, 果然没错呀。 许刘年这个贱女人, 居然敢把歪主意动到我头上。 云瑶顿了顿, 开口问, 那旗下的目的呢? 这个就更难琢磨了, 楚天秋单手扶着方向盘,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有没有可能是旗下, 再物色另一个合作伙伴呢? 假如今晚的既是旗下给许刘年出的难题, 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云瑶虽然坐在封闭的车中, 却感到阵阵的寒意, 这三个人在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决策情况下, 居然都布下了自己的陷阱。 你说, 你要让旗下获得回响, 那你都布下了什么计策? 云瑶问, 就是血洗天堂口啊。 楚天秋回答道, 什么? 云瑶慢慢瞪大了眼睛, 那些来犯者是你安排的。 是啊, 花了不少钱呢。 楚天秋点点头, 今夜有猫出动, 天堂口一命不留。 楚天秋, 你疯了吗? 天堂口有一大半的人没有获得回响啊。 云瑶, 我不是疯了, 而是开窍了。 楚天秋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那些人已经死了很多次, 再死一次也不痛不痒, 可是旗下不同。 旗下的能力强悍, 可惜精神状态并不稳定, 我预计三五次轮回之后, 他就会彻底疯掉, 再也不可能获得回响了。 云瑶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 最多三次轮回, 我要测试出旗下回响的契机。 楚天秋笑着说, 以前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总以为旗下回响的契机是悲伤, 可是我看了所有的记录, 发现还有一种状态, 旗下从未有过啊。 是什么? 云瑶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心安啊, 是满足啊, 是感到幸福啊。 楚天秋大笑着, 一路撞开了道路上的蝼蚁, 让挡风玻璃煞时间沾满了鲜血。 云瑶听后慢慢睁大了眼睛, 我明白了, 所以你把李湘灵留在了那里, 你再拿天堂口所有人的命赌博。 楚天秋大笑道, 李湘灵的回响如此弱小, 可偏偏能在此时发挥巨大的能量。 她的契机遭遇战火已经达成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旗下回响的时刻。 那, 你要带我去哪? 当然是去屏幕前。 楚天秋打开了雨刷器, 将玻璃上的鲜血抹得更加均匀。 你为了能够顺利离开天堂口, 点名要我一起。 云瑶说道, 但是为了抹出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你会杀我灭口, 对吧? 你小看我了, 云瑶, 楚天秋摇摇头, 杀你没有意义。 我只是怕我已经疯了, 会在屏幕上看到奇怪的东西, 所以要拉着整个天堂口, 最正常的你和我一起。 二人来到了广场前, 楚天秋将车子的远光灯打开, 照亮了附近的一大片区域。 那屏幕上密密麻麻字已经写满了。 楚天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才终于露出了笑容。 你看, 云瑶, 我做到了, 李湘灵没有让我失望。 屏幕上最后, 那行小字写着, 我听到了显灵的回响。 太好了, 太好了。 楚天秋仰天大叫道, 可下一秒, 她的脸上忽然涌现出难过的神色, 紧接着一弯腰, 呕吐了起来。 可嗨嗨, 楚天秋呕吐了半天, 才长出一口气擦了擦嘴。 果然, 今天的晚餐不够精致吗? 云瑶微微打了个寒颤, 她分明在楚天秋的呕吐物里, 看到了一块人类的指甲。 李湘灵坐在教室中, 听着门外的喊沙声, 慢慢流下了冷汗。 有一些不好的回忆, 开始涌现出来。 齐, 齐哥, 李湘灵叫道, 你找机会跑吧, 不用照顾我了。 旗下依然安静地盯着门缝, 然后小声回道, 你别误会了, 我不是为了照顾你才留下的。 现在跑出去, 无异于送死。 她露出了一脸担忧的神色。 刚刚乔家进出门没多久, 一楼就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 现在齐下已经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刚才开车出去的人大概率是楚天秋, 也就是说, 极有可能是楚天秋本人策划了这场袭击。 她准备放弃整个天堂口的队友, 可她的目的是什么? 齐下猜不到。 既然如此, 她只能完全违背楚天秋的意愿来, 尽量不让对方的目的达成。 她让齐下待在屋里, 所以齐下转移了阵地。 可她还说过要让自己照顾伤者, 那自己是不是该和李湘灵分开? 对, 当你无法知道对手想要什么的时候, 只能先去思考对手不想要什么。 齐下思索了一会儿, 正准备回头说话, 可却一下子愣住了。 李湘灵身后正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孩, 她面容甜美, 长发过肩此时正在对着齐下微笑。 第216章, 许流年的计划。 啊, 齐下嘴唇微微动弹了一下, 余念安。 李湘灵听后一愣, 赶忙回头看了一眼, 可她的背后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什么啊? 她疑惑地问道, 啊, 你真的在这里? 齐下一步一步往前走, 瞳孔不断地颤动着, 她感觉自己思绪非常奇怪, 她好像混乱不堪, 但又似乎明白了一切。 这种感觉游离在清醒和癫狂之间, 只差最后的一根弦没有崩断。 下, 你怎么还不回家? 余念安开口说道, 家。 齐下眨了眨眼, 慢慢露出了愧疚的笑容, 我回到家, 可是你不在那里了。 李湘灵见到齐下这副样子, 吓得连连后退。 齐, 齐哥, 你怎么? 你别吓我呀。 她不断地回头看去, 自己的背后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是齐下不仅对着空气说话, 甚至还对着空气笑。 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齐下笑。 我怎么会不在家里呢? 余念安继续问道, 下, 你说, 我不在家里, 又应该在哪里? 齐下慢慢睁大了眼睛, 好像明白了什么。 你是说, 你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家。 是啊, 下, 原来我到家了。 看着齐下那渐渐失去光芒的眼神, 李湘灵实在是忍不住了。 她忍着一身的伤痛, 飞升起来一脚将齐下踹翻在地。 齐哥, 你不要被这个地方影响了。 李湘灵喊完之后, 就感觉自己断掉的肋骨痛得更加清晰, 哎呀呀呀疼。 莫名其妙挨了一脚, 齐下并没有生气, 反而赶忙站起身来寻找余念安的身影。 她太需要余念安了, 余念安是她的信念。 可几秒之后, 齐下就发现了端倪, 刚刚那一脚踢的恰到好处, 居然让她从尸神当中醒了过来。 余念安怎么可能忽然出现在这个房间中? 她的样子简直不像人, 反而像个幽灵。 齐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巴掌, 她感觉自己好像是疯了。 齐哥, 你没事吧? 李湘灵问, 我好多了。 齐下站起身甩了甩头, 然后一脸严肃地问道, 李湘灵, 你的回想是什么? 嗯, 李湘灵甘大地笑了一下, 我不知道, 只是大家都说我的回想没什么用。 是吗? 齐下知道, 若李湘灵的回想是见到一个想念之人的幻想, 那对其他人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用, 可这对于自己是致命的。 在得知那只是一闪而过幻想之后, 齐下感觉自己的大脑要爆炸了, 一股极度悲伤的感觉开始让她痛得天旋地转, 但很快她就打住了对余念安的思念, 反而开始专心应对眼前的情况。 李湘灵, 我得出去看看, 你自己藏好, 把门锁上。 齐下说道, 啊, 你也要走。 李湘灵一脸担忧地说道, 齐哥, 外面真的很危险啊。 没关系, 齐下捋了捋思绪, 慢慢地将门打开了, 如果楚天秋的目的是杀了自己, 和李湘灵待在一起反而会害了她。 还不等齐下走出门去, 却忽然见到一个身影冲了过来, 将她推入门里, 是一身鲜血的乔家镜。 齐下, 我丢, 乔家镜说道, 外面太危险了, 要小心啊。 她转过身, 让齐下一惊。 乔家镜身上的伤痕更多了, 她仿佛真的经历了一场爆炸, 整个左臂都有烧伤的痕迹, 而右边的肩膀上还有一个枪眼, 想必是经历了不少苦战。 到底什么情况? 齐下问, 是谁打过来了? 好像不是急到, 乔家镜盯着门外小心翼翼地说, 那群人都穿着黑色衣服,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齐下隐隐地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目标, 而且, 灵晴, 韩一墨都死了。 乔家镜懊恼地说道, 我没有找到云瑶和张珊他们, 不知道他们死了没。 是吗? 这么说的话, 事情难办了, 齐下眯起眼睛, 表情格外沉重。 没有什么难办的, 乔家镜一脸严肃地看着外面, 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一切都会没事的。 哦? 旗下看了看他, 你准备做什么? 我带你们走。 乔家镜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现在从二楼到一楼出口处的通道我, 已经肃清了, 只要我们在援冰赶来之前溜出教学楼, 那就没事了。 旗下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可是我们有伤者, 我来照顾李湘林。 乔家镜低声说道, 再不走, 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 好, 旗下点点头, 将李湘林扶了起来, 对乔家镜说, 带路吧。 嗯, 乔家镜小心翼翼地向门外看了看, 低声说道, 待会儿看, 我守势行动, 敌人的数量太多了, 我们小心为主。 我知道, 沉默地朝着一把椅子走了过去。 现在没人, 快走。 乔家镜回过头来刚要说话, 旗下却抡起一把椅子, 狠狠地将他击倒在地。 在李湘林一脸震惊之下, 旗下伸手将门反锁, 然后骑在乔家镜的身上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一下, 砸得确实不清, 乔家镜看起来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 你在找死吗? 旗下咬着牙蚊, 居然连乔家镜都敢冒充。 你把他怎么了? 嗨嗨, 身下之人咳嗽了几声, 瞬间变成了许流年。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李湘林瞪大了眼睛, 他完全没有看出刚才的乔家镜是别人冒充的。 你以为学个我丢就能变成他了吗? 旗下略带愤怒地说道, 什么灵晴, 韩一墨, 李湘林, 张山, 云瑶, 乔家镜可从来没有喊过这些人的名字, 更是从来没有叫过我旗下。 嘿, 嘿嘿, 许流年您笑着说道, 看破了也无所谓, 旗下, 我找到证明自己的能力的办法了。 是吗? 旗下依然掐着许流年的脖子, 恶狠狠地问, 你准备怎么向我证明自己? 我决定在今天晚上杀掉你, 让你进入下一个轮回。 第217章, 犯规。 许流年,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吗? 现在被扼住喉咙的人是你? 无, 无所谓, 许流年痛苦地笑了笑, 在这中烟之地无论是谁, 只要你有所防备, 想要杀你的成功率都很低, 可我要证明我偏偏能做到。 旗下皱着眉头, 我不在乎你在想什么, 我只想问问你把乔家竟怎么了? 他怎么样, 根本无所谓, 许流年慢慢露出了癫狂的表情, 楚天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疯, 哈哈, 今夜他要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死, 你又何尝不疯? 旗下顿了顿, 最终还是松开了掐住许流年脖子的手, 别做无用挣扎了。 旗下说, 你若现在和我们一心, 我们还有希望能够逃出去。 不, 许流年躺在地上, 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刀, 我意已决, 只有在这里杀死你, 才能让你明白我有几分能耐。 齐哥小心, 李湘灵见到对方拿出了武器, 本想跑上来支援, 可他忘记自己的脚踝扭伤了, 仅仅跑了三步就摔倒在地, 可旗下反应也不慢, 剑撞立刻伸手握住了许流年的手腕, 喂, 我说够了, 听不懂吗? 我不想再装下去了, 许流年笑着说,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 我只想做我自己。 他将手中的小刀慢慢对准了旗下, 可旗下死死地握住他的手腕, 让他前进不了分厚, 别挣扎了。 旗下说道, 你自己都说过, 在我有防备的情况下, 一般人不可能杀死我, 所以, 你以为这就是我的能耐? 许流年微笑着将手中的匕首翻转了过来, 竟然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旗下微微移皱眉头, 不太理解对方的做法。 下一秒, 许流年握着旗下的手, 将这把刀子送入了自己的心窝。 他大口咳嗽了一声, 喷出了一口鲜血, 看起来这一刀直接扎进了肺里。 你, 旗下慢慢瞪大了眼睛, 你疯了? 旗下, 许流年露出了满是鲜血的牙齿, 你觉得这招妙不妙? 旗下感觉许流年的另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裤子口袋, 紧接着就没了动静。 什么? 看着失去生机的许流年, 旗下感觉一头雾水, 他口口声声说着要杀死自己, 可却直接自杀了。 李湘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对方将刀刃倒转, 然后插进了自己的心窝。 七哥, 你没事吧? 李湘灵问, 旗下失神地站起来, 这种亲手杀人的感觉说起来是第一次体验, 难免心境有些动荡。 我, 我没事。 旗下一语过后, 整个房间却忽然抖动了起来。 下一秒, 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陡然出现在半空之中, 将房间内的二人吓了一跳。 大胆, 那个人低声说道。 旗下和李湘灵同时抬头看去, 却发现房间上方悬浮着一个女人, 她的头发长到难以想象, 像是衣服一样的披在了身上。 此刻不仅看不见她的皮肤, 更看不见她的面容。 神兽! 旗下愣了愣, 半空中的女人伸出一只手, 将面前的头发缓缓拨开, 露出苍白冷峻的面容。 他看了看旗下, 然后重复了一次, 大胆。 旗下只感觉背后一寒, 仅仅是被这个女人盯着看, 就已经冒出冷汗了。 你是在说我吗? 旗下壮着胆子问道, 我哪里大胆? 杀人夺道, 犯规。 女人冷冷地说, 夺, 旗下一惊, 瞬间想到了什么。 她赶忙伸手一摸, 自己的口袋里赫然多出了一个小圆球。 这应该是许流年在死亡时塞到她口袋中的道。 等, 等一下, 旗下罕见得有点慌乱了, 人是自杀的, 倒也是她塞给我的, 怎么能够算作是我犯规? 大胆。 女人再次冷喝一声, 人死在你的身下, 倒存于你的口袋, 犯规。 妈的,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旗下咬着牙说道, 你们只看表面的吗? 如果这样都算作我犯规, 那这个方法可以杀死中烟之地的任何人。 天空中的女人顿了顿, 仿佛在理解旗下说的这番话, 片刻之后, 她又吐出两个字, 犯规。 旗下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 指了指身旁的门, 就在这扇门之外, 两队人正在开战, 死伤无数。 你却只在乎犯不犯规。 旗下, 死。 见到她油盐不尽, 旗下心凉了一半, 她已经见过三个神兽了。 白虎和朱雀虽然疯得厉害, 但勉强可以维持简单的沟通, 可眼前的这个女人, 看起来已经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了。 现在该如何? 一个可笑的念头, 出现在旗下脑海之中。 逃跑? 身为一个正常人, 要在一个像神一样的疯子面前逃跑。 如今生存的几率能有几分? 骗人仔。 一个莽撞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他推了推门, 却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 我丢? 骗人仔? 功夫妙? 你们还在里面吗? 门外问报。 旗下面色严肃地看了她屋门, 又回头看了她李湘灵, 说道, 你跟那个傻子说, 这次打不过, 一定要逃跑。 旗, 旗哥, 这到底是? 旗下弯下腰, 从许刘年的身上拔下了匕首,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既然横竖都是死, 有没有可能给眼前这个女人拼一把? 喂, 你是哪个神兽? 旗下问道, 无疾是玄武, 女人缓缓地落到地上, 她的头发也铺满了地面, 放下兵器, 享受虐杀。 哼, 旗下冷笑一声, 都已经沦落到这种鬼地方来了, 我还要替你摆布吗? 旗下毫不畏惧地一步一步走上前去, 眼中已经渐渐有了怒火。 你们这些杂碎, 把余念安还给我。 玄武慢慢抬起了眼睛, 大胆。 第218章, 风神。 旗下一步一步地走上前, 右手举起了匕首。 玄武冷冷地看了旗下一眼, 也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他轻轻一握, 一个东西就出现在了手中, 那是一根手指。 旗下愣了一下, 只感觉自己的左手一片冰凉。 他低头一看, 自己的左手食指居然被切掉了。 此刻散发着剧痛, 但却没有喷出血液。 他缓缓地抬起手左手看了看, 发现自己的手指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切断的, 截面清晰可见, 壳里面的血液像是被锁住, 一滴都没有流出来。 奇怪的力量, 旗下冷笑一声, 太荒谬了。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什么? 大胆。 玄武又一握手, 另一根手指被他捏在了手中。 旗下只感觉眼前的人根本不需要触碰自己, 便可以从远处一根一根地折断自己的手指, 这种感觉痛苦至极。 妈的, 旗下的左手微微颤抖着, 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就是你说的享受虐杀。 玄武听后将手中的两根手指像垃圾一样地扔在了地上, 然后掀开了挡住面旁的长发。 旗下发现这个女人竟然在笑。 你不怕? 他问, 怕。 旗下笑了一下, 我现在准备杀了你。 你说, 我怕不怕? 杀了我? 你说杀了我? 玄武点点头, 他所有的头发都跟着他脑袋摆动的幅度晃动着。 好, 太好, 来杀我, 快来杀我。 旗下咬着牙, 跑了两步上去, 直接将匕首刺进了玄武的胸膛。 可这一次的手感很不真实, 他感觉自己像是把刀插进了沙袋中。 我死了吗? 玄武问道, 旗下狠了狠心, 将手中的匕首狠狠地转了一下。 自己之前就死在这一击上, 就算他无法敌得过玄武, 也必然要让他难受至极。 可正如刚才的感觉一样, 这一刀的手感太怪了。 这玄武并不像人, 反而像是一棵草, 他的身体非常容易被贯穿, 内部又好像是空心的。 我现在死了吗? 玄武顿了顿, 不解地问道。 旗下被他问得后背发寒, 而远处的李湘玲也在瑟瑟发抖。 这个女人太诡异了。 旗下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如今只能将所有的方式都是一次。 他拔出刀子, 瞄准了玄武的脖子, 又刺了过去。 还是一样的手感, 虚幻, 飘渺。 哦? 玄武愣了一下, 这样就能死吗? 旗下咽了下口水, 将匕首慢慢拔了出来, 却发现那女人的脖子处有清晰可见的刀口, 但却没有一滴血液。 我为什么没死? 玄武问道。 不, 旗下感觉自己应该是疯了。 是的。 你为什么没死? 啊? 玄武忽然露出了非常夸张的失望表情, 你杀不死我。 旗下彻底没办法了, 这个人被刀子插入了脖梗, 居然还若无其事地站在这里,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没有办法了? 玄武失声吼道, 你快想办法啊。 不, 旗下第一次在中烟之地感到恐惧, 刺眼睛怎么样? 玄武问道。 眼睛? 旗下愣了一下。 对, 对。 玄武点了点头, 然后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就是这个东西啊。 话音一落,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枚眼球, 那眼球还在左右转动, 似乎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 而旗下的左眼在此时只能看到一片漆黑了。 啊, 旗下痛苦地捂住了眼, 一阵剧痛让他差点失去了意识, 你这个疯子, 他的汗毛根根立起,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 玄武说要让自己享受虐杀, 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 哦, 对不起, 玄武吓得赶忙将眼球扔到了地上, 我下手有点重, 但你还不能死, 你得杀了我啊。 旗下抬起头来, 瞪着空洞的左眼, 然后狠狠地将匕首插在了对方的眼睛上。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玄武居然哀嚎了一声, 他感受到痛了。 旗下没留手, 将匕首拔出来, 然后朝着同一个地方又刺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这一次却没有哀嚎了。 玄武失落地抬起头, 眼睛处还插着一把匕首, 看起来非常恐怖。 奇怪, 玄武眨了眨眼, 他在眨眼的时候眼皮划过匕首, 被分成了两半。 李湘林恐惧地捂住了双眼, 这一切真的是太吓人了。 我以为我会很痛, 结果没有。 玄武呆呆地说道, 眼睛也不行吗? 旗下咬着牙匠匕首拔了出来, 此刻玄武的眼球有两道黑洞洞的刀口, 可他却依然没有受影响。 他就像是商场中的人形模特一样, 虚假。 要不, 刺我的胃。 他嘴中念叨着, 手中赫然出现一个红彤彤的东西。 旗下也在此时喷出了一口酸水, 他知道自己的胃也没了。 可这玄武的杀人手段非常独特, 无论造成什么样的伤口, 都丝毫不会流血。 哪怕这个伤口在自己的体内。 旗下跪在地上, 感觉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喂? 门外的乔家静大喊道, 骗人宰你, 是不是在里面啊? 快开门啊! 旗下知道, 无论如何也不能开门, 否则乔家静也会被这个女人虐杀。 要不然, 废。 玄武将被丢在地上, 又握住了一片肺炎。 怪物, 旗下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无比。 你这个怪物。 玄武慢慢露出了一脸失望的表情, 他蹲下身, 从长发中伸出苍白的胳膊, 抓住了旗下的头发。 你说, 我到底怎么才能死? 旗下可出了一口鲜血, 他抬起头来刚想说什么, 却忽然发现李湘林站在了玄武背后, 手中举着椅子。 不, 不要。 旗下大吼一声, 吓了李湘林一跳。 其, 旗哥, 李湘林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你做什么? 别送死。 旗下痛苦地说道, 就这样看着就好, 他不会对你出手的。 可是, 李湘林慢慢流出了眼泪, 旗哥, 我们本来就会死在今晚, 那也不能被这个怪物虐杀。 旗下再次站起身来, 拿着匕首又刺向了玄武。 这一次, 他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仅仅是手起刀落, 在玄武的身上留下了无数的刀口。 第219章, 回家吧。 光。 乔家静开始撞门, 事情真的太诡异了, 他明明能够听到旗下和李湘林的声音, 可就是没有任何人来给他开门。 骗人仔。 功夫妙。 乔家静满头大汗地叫着, 到底怎么了? 快开门啊。 此时, 猫的人听到了响动, 开始从一楼向这里聚集, 他们渐渐地将乔家静围了起来。 宋七拨开人群慢慢往前了一步, 他记得眼前这个花壁男, 刚刚他现身了很短的时间, 却扭断了六个人的胳膊。 更可怕的是, 他并不是回响者。 兄弟, 宋七叫道, 报个名号吧。 乔家静慢慢转过头来, 眼神冰冷地看着这群人报个名号。 是啊, 虽然我们杀了很多人了, 可我却想知道你的名字。 波兰街阿静。 乔家静冷笑一声说道, 你可以叫我乔爷, 也可以叫我大佬。 有意思。 宋七看了看乔家静身后的房门, 问道, 还有人在里面吗? 乔家静没有回答, 反问道, 你们为何不去别处看看? 如果执意要进这扇门, 你这群兄弟得死一半。 是, 我相信你能做到。 宋七点点头, 可就算我们全死了, 这一单任务也必须完成。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乔家静活动了一下脖子, 谁准备第一个上? 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 也活动了一下筋骨, 朝着他走了过来。 乔家静知道这些人的能耐, 刚才他躲在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这群闯入者全部都是回想者, 并且都是像罗十一那般适合战斗的回想。 除此之外, 眼前的所有人都经受过格斗训练, 一招一招非常标准。 真是烦恼, 乔家静感觉脑子有点乱。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都这么不讲道理呢? 一言不合就可以杀人, 在街上那么多年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他现在想唤起白天使用过的奇迹, 一毫奇迹的痕迹也捕捉不到。 骗人在, 我只能再拼最后一把了。 旗下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脚下的四周摆满了器官和断掉的手指, 他感觉自己的体重轻了一半, 整个人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 可他没死, 他知道自己的心脏和大脑还在, 所以一时半会死不了。 杀了我吧, 旗下喃喃自语地说道, 动手吧。 咦? 玄武又一次露出了非常夸张的表情, 你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成了我杀你了? 别折磨我了, 旗下绝望地说道, 我认输了。 别啊, 玄武尖叫着站起身来, 你不能放弃啊。 求你了, 旗下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他浑身都在痛, 那些被摘掉的器官已经停止了工作, 此刻各种窗口在他体内跳动, 他知道自己活不成, 可没想到连死都这么难。 齐哥, 李湘林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 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眼前的玄武身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扎满了刀口, 可他却如同一只没了刺的刺猬, 依然活蹦乱跳。 快点杀了我, 旗下的眼神已经死了, 我太累了。 他慢慢地抬起头, 却发现余念安正站在玄武的身后。 安, 旗下慢慢露出了笑容, 他挪动着轻盈无比的身体, 慢慢走了过去。 夏! 余念安有些担忧地看着旗下, 你怎么了? 看起来很累, 这次工作很辛苦吗? 旗下笑着笑着就哭了。 是, 这次的工作特别辛苦, 他哽咽着说道, 我真的好累, 从中烟之地开始, 旗下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漠, 他就像一台机器, 不断地规避着所有的错误, 小心翼翼地朝最优的线路前行。 他所有的程序都绷得很紧, 总是怕行差踏错, 可这样的一个人, 却在此时嚎啕大哭。 安, 你到底在哪里? 夏, 我就在家里。 余念安担忧地说道,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花生, 你回家来, 我等着你。 家? 夏, 我们回家吧。 嗯, 旗下痛哭道, 安, 他看了看自己的身后, 不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在做什么。 可下一秒, 他忽然感觉房间微微震动了一下, 李香灵也感觉不太对, 好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活动。 还不等两个人反应过来, 一声响彻云霄的钟声炸裂开来, 巨大的冲击波直接让他们二人扑倒在地, 只剩齐下还站在那里。 房间的玻璃也在这一阵剧烈的钟声中震动不停, 眼看就要碎裂。 而门外正在打斗的众人也在这一阵钟声中东倒西歪, 竟无一人能够站稳。 李香灵过了好久才爬起来, 趁着玄武还不能动, 他第一时间跑去查看齐下的状况, 却发现对方虽然站在这里, 但已经没有呼吸了。 楚天秋和云瑶站在屏幕前, 看着屏幕上那如同弹幕一样的你来我往的回响, 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 楚天秋才开口说道, 云瑶, 打个赌吧。 你要赌齐下会不会回响? 不, 楚天秋摇了摇头, 我要和你赌齐下的回响有几个字? 几个字? 我赌三个字。 楚天秋说道, 旗下绝对是中烟之地的人中龙凤, 我曾经的推断不会有错。 楚天秋话音一落, 整个剧中都开始晃动了起来, 他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可下一秒笑容就僵住了。 这个剧中的移动幅度太过骇人了。 不, 不好。 楚天秋拉着云瑶喊道, 快, 去车里。 二人当即力断地上了车, 关闭了所有车窗, 楚天秋正准备挂上倒挡退后一些的时候, 巨大的钟声炸开了。 二人赶忙捂住耳朵, 却感觉整个地面都在震动, 汽车的挡风玻璃也在这巨大的震动之下, 出现了骇人的裂痕。 楚天秋艰难地抬起头看了看屏幕, 发现一行巨大的字体出现在屏幕中央, 遮住了其他所有的回响。 可几秒钟之后, 第二阵钟声又响起, 巨大的文字就此消失不见。 见到钟声散去, 二人终于从痛苦中脱离出来。 愣了一会儿, 楚天秋声音颤抖地开口问道, 刚才那狗日的是什么东西? 云瑶的脸色也震惊至极。 云瑶, 我一定是疯了吧? 为什么屏幕上会写这句话? 楚天秋露出了难看的笑容, 幸亏我把你带来了。 你快说说, 你看到的是什么呀? 云瑶微微咽了下口水, 她也觉得自己疯了。 刚刚楚天秋还在赌气下的回响有几个字, 可屏幕上写的那句话真的是回响吗? 幸亏他们二人一起在此见证, 否则任谁也不会相信, 这数年以来只显示回响的屏幕居然写着, 我看到了生生不息的激荡。 第220章, 地狱之乐。 旗下做了个梦, 她梦到自己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两侧有无数的木门, 随着她的脚步缓缓打开, 生肖们纷纷从木门里走出来, 站在门边看着她。 他们既不说话也没有动作, 只是瞳孔不断看向旗下, 而旗下的脚步没停, 就这样一直向前走去。 沉重的脚步在腐朽的地板上踩踏出刺耳的声音, 这条路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怎么回事啊? 旗下无力地喃喃自语道, 她感觉自己的眼前很模糊, 一股股腐烂的臭味灌进她的鼻腔。 如果是做梦, 为什么会嗅到气味? 我在哪里? 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生肖, 可却止不住自己前进的脚步。 这条路快走到头了吗? 行行, 一个声音在旗下耳边响起。 客人! 行行啊! 旗下猛地睁开眼, 倒吸了一大口凉气。 可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况之后, 她又默默地倚靠在座位上, 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这一次的轮回结束了。 旗下苦笑一声, 这一次的经历对比上一次来说进步很大。 毕竟上一次死在第四天, 这一次死在第五天。 多么可笑! 十天一次的轮回, 她却根本坚持不到十天。 小伙子你咋了? 你不会嗑药吧? 身旁的出租车司机有些慌乱地问道。 旗下没回答, 只是扶着自己的额头看向窗外的光景。 她有些迷失了方向, 记忆也开始出现了错乱。 她明明记得自己正在被玄武虐杀, 可为什么她在那里看到了余念安? 是幻觉吗? 还是说, 余念安真的在中烟之地? 凉风中带着秋季独有的味道吹进旗下的鼻腔, 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 无论脑海中的闲在中烟之地绷得多紧, 今天都可以休息了。 可是她到底该去哪里呢? 去济南? 回家? 如果这是一个没有余念安的世界, 她更想要回到中烟之地。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 口袋里的手机却震动了起来。 知道旗下电话的人不多, 八成是骚扰电话。 可当她拿起手机时, 上面的备注却让她慢慢地瞪大了眼睛。 哎, 啊, 旗下愣了一下, 然后慎重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 电话那头问道, 夏, 你到了吗? 是余念安的声音。 她的声音总是像秋日里被风划过的水, 能够让旗下瞬间安心。 我, 我到了, 你怎么了? 余念安笑着问道, 你到济南了吗? 啊, 旗下的瞳孔不断地颤动着, 身体也在微微发抖。 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确认自己是不是疯了。 她咽了下口水, 缓缓地说, 安, 我不知道现在到哪里了, 我让司机师傅和你说话。 接着, 她就把手机慢慢地递给了一旁戴着墨镜, 皮肤有黑的司机。 哎, 什么? 我? 司机一愣, 小伙子, 我这是在高速上呢, 你这样很危险啊。 和他说话? 旗下眼神冰冷地说道, 干, 干啥呀? 司机似乎被旗下吓到了, 行行行, 我接还不行吗? 大汉接过电话, 大声叫道, 喂, 你哪里啊? 您好, 师傅, 你们到济南了吗? 哦, 快了呀妈, 再有十分钟就下高速了吧。 大汉嚷嚷道, 那您一定慢点开, 注意安全。 得了, 放心吧。 旗下此时正一脸震惊地看着大汉, 他能够跟余念安交谈。 余念安不是幻觉, 挂掉电话之后, 大汉依然大咧咧地说道, 哎, 小伙子, 西服茶岗。 旗下看着手机, 心情十分复杂, 他顿了很久, 扭头说道, 师傅, 返程吗? 啊? 司机一愣, 返程? 我不去济南了, 旗下摇摇头, 我之前一直都错了, 我从来就不该去济南。 小伙子, 你, 前我照付, 打表, 一分不少。 旗下坚决地看着窗外, 他只想马上回家见到余念安。 那行吧, 司机在距离最近的高速路口下了桥, 然后调转了方向朝青岛开去。 这一路上旗下一言不发, 他害怕又像上一次一样, 出租车会在高速路上排起长龙。 可让他未曾料想的是, 一切都非常顺利。 车子很快就开回了青岛, 司机将旗下送回了小区。 旗下按照计价器显示的价钱付了款, 然后站在楼下抬头看去。 他有些紧张, 就算是参与地级游戏, 他也未曾这么紧张。 余念安在家里吗? 会不会在自己推开门的瞬间, 屋里依然没有他存在过的痕迹。 旗下在楼下站了足足五分钟, 在心中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打算, 才迈开沉重的双腿向楼上走去。 若不做好心理建设, 旗下感觉这一次他会完全崩溃。 他已经开始接受余念安消失了, 他只希望命运不要一次一次地耍弄他。 三楼的高度并不高, 尽管旗下有心拖延, 可还是来到了房间门口。 他颤巍巍地从口袋中掏出钥匙, 插进了门锁。 不要耍我, 求求你们了。 旗下咬着牙说道, 你们怎么折磨我都可以, 但不能用于念安耍弄我。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动作也慢慢停了下来, 他根本没有胆量打开这扇门。 旗下在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的双眼含满了眼泪, 他要崩溃了, 如果结局再次走向绝望, 身为一个人类要怎么才能存活下去? 咔哒, 门把手转动了一下, 竟然自己打开了。 于念安手里拿着一个平底锅当作武器, 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 谁, 谁啊? 旗下盯着眼前的女孩, 震惊得难以言表。 吓, 于念安愣了一下, 手上的平底锅也垂了下去,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有小偷呢, 你不是在济南吗? 旗下再也忍不住泪水, 冲上前去拥抱了于念安。 他的声音, 他的笑颜, 他头发的味道, 他身上的温度, 一切都是真的。 安, 旗下哽咽着, 咬着牙说道, 能见到你真好。 于念安稍微一些错愕, 他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着旗下的头, 怎么了? 下, 这几天很辛苦吗? 是, 不不, 旗下用尽全身力气拥抱着于念安, 能见到你, 就算下地狱都不辛苦。 第221章, 知足, 于念安关上房门, 将旗下带到了沙发旁, 扶着他慢慢坐下, 可旗下就像着了魔, 一直盯着于念安看。 下, 你到底怎么了? 于念安握住旗下的双手, 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 不要让我担心。 我没事, 旗下摇摇头, 我这辈子从来没感觉这么好过。 你总是这样。 于念安叹了口气, 在旗下身边坐下, 这个单人小沙发能够让他们二人依偎在一起。 你喜欢把所有的事都压在自己的心里, 时间久了会出问题的。 所以, 你跟我说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做了很可怕很可怕的噩梦。 旗下眼神黯淡地说道, 可怕的噩梦? 于念安有些担忧地摸了摸旗下的脸庞, 梦到妖魔鬼怪了, 还是梦到变态杀人犯了。 对我来说, 那些都不叫噩梦。 旗下摇摇头, 安, 我梦到我把你弄丢了。 噗, 于念安被旗下逗笑了, 把我弄丢了? 那你怎么不去找我? 我找了。 旗下慢慢地捂住自己的额头, 感觉心中万分难受。 我找不到你, 我投身无间地狱, 经历无数惨剧, 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 好了好了, 于念安有些担忧地抱住旗下, 感觉他真的是累坏了, 你不要瞎想了, 因为在于念安的怀中, 只感觉自己的全世界都回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好运, 他居然真的问忠烟之地要回了于念安。 只要有于念安在, 他甚至可以与全能神为敌。 下, 你饿不饿? 于念安问道, 我。 旗下明明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了, 可他只要一看到于念安的眼睛, 便感觉一切都好, 根本不需要吃饭。 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于念安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的, 拍了拍旗下的脑袋, 等我一会儿哦。 于念安站起身, 从一旁的墙上拿下挂着的围裙, 然后进了厨房。 旗下见到于念安离开自己的视线, 感觉有些慌乱, 他也快不来到了厨房。 于念安果然在, 他就在厨房里, 哪里都没去, 此时正准备洗菜。 你怎么了? 于念安问道, 怕我给你下毒? 不, 不是, 旗下摇摇头, 我只是怕我疯了, 我怕现在的你是我的幻觉。 于念安听着听着, 就皱起了眉头, 他放下手中的菜, 走过来气鼓鼓地掐了旗下的胳膊一下。 旗下很痛, 但他却面带微笑, 你个臭小, 疼不疼? 于念安佯装生气地问道, 疼, 旗下扁扁头, 我是个幻觉, 我能把你掐疼了。 于念安嘟着嘴转过身去, 不帮我做饭, 就别在这添乱了, 出去等着。 可是旗下哪里肯离开? 他只想静静待在于念安身边, 见到旗下这副样子, 于念安也只能摇了摇头, 说道, 吓, 要不这样吧, 你猜猜我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你要是猜中了, 我就让你待在厨房里。 旗下现在满脑子都是于念安, 哪里还管他要做什么饭菜? 他不假思索地随意说道, 豆芽菜和烧茄子。 于念安洗菜的手微微一顿, 然后不可置信地回头说道, 我明明在洗小葱, 你怎么猜到是豆芽菜和烧茄子的? 嗯, 旗下无奈地笑了一下, 只能说明我们心有灵犀。 于念安将两个小菜端了出来, 旗下狼吞虎咽地吃了干净, 不知道是中烟之地的罐头吃了太多, 还是于念安的手艺太好, 旗下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于念安做豆芽菜不用醋, 反而放辣椒和小葱, 他做烧茄子不用老抽, 反而喜欢放几勺糖。 这两个小改动完全拿捏住了旗下的胃, 他感觉自己和于念安真的非常契合。 虽然于念安是第一次做这两个菜, 却偏偏都是旗下喜欢的口味。 吃完了饭, 旗下渐渐地感觉到不安。 他知道, 地震倒计时, 明天正午时分, 那场毁天灭地的地震依然会来临, 然后打破他所拥有的一切。 究竟要逃到哪里, 才能离开中烟之地? 一提到中烟之地, 那里诡异荒诞的场景又浮现在了旗下脑海中。 天堂头的屠杀最后怎么样了? 乔家静, 李香灵他们应该听了自己的话, 活下去了吧? 是的, 他们至少活到了第十天, 他们现在正在自己的时间里, 完成最后的心愿吧。 咚咚咚,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一旁叫道。 旗下一顿, 然后扭头看向身边一脸坏笑的余念安, 也笑着问道, 门外是谁? 原来旗下在家呀。 余念安哼了一声, 吃完饭也不刷碗, 我还以为旗下不在家呢。 我错了, 旗下欣慰地笑着, 他已经知足了。 假设他的人生永远都这样, 他也知足了。 他决定从这一刻开始, 每次一进入中烟之地便第一时间自杀。 什么三千六百克道, 什么桃梨, 什么极道, 什么填堂口, 统统去死吧。 他甘愿永远轮回在这一天, 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足矣了。 旗下刷完了碗, 不经意间看向了卧室的方向, 忽然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愣了愣。 他走过去慢慢推开门, 然后待在了原地。 这里依然没有床, 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他慢慢瞪大了眼睛, 感觉脑袋有点痛。 见鬼了, 床吗? 这个屋子里住着于念安, 可是却没有他睡觉的地方。 旗下慌忙地回过头, 发现于念安正在客厅里擦桌子。 他没有消失, 但屋子里没有床, 一股违和感在他心中慢慢燃起。 哦, 对了, 于念安慢慢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下, 我犯了的错, 我说出来你, 可别笑话我了。 时, 什么错, 我前些日子不是从网上买了个床吗? 于念安摸了, 摸自己的脑袋, 我看快递说今天送到, 于是我上午就找了个收费品的, 把咱家床给扔掉了, 可是快递那边出了问题, 说明天才能送到, 所以今晚只能打地铺了。 听到这句话, 旗下沉沉地松了口气, 原, 原来是这样。 他露出了诗然的微笑, 没关系的, 如果只是这样, 没关系的。 第222章, 腐臭 时间来到下午, 旗下和于念安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始终揣着不安的心情, 毕竟有的是他曾经怀疑过, 如今就算亲眼地见了, 也无法打消顾虑, 于念安和天阳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从卧室的衣橱里, 拿出了自己那件破损的衬衫, 这件衬衫的胸口处, 有着于念安亲手缝下的卡通小羊。 怎么? 下? 安? 你当时为什么要给我缝这只小羊? 旗下直言不讳地问道, 于念安盯着旗下, 像在看一个傻瓜。 下,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之所以会给你缝小羊, 是因为你的衣服破了? 不是这个意思, 旗下摇摇头, 为什么一定是羊? 因为家里只能找到这个补丁哦。 于念安有些委屈地说道, 你不喜欢羊吗? 也对, 羊可能有点太娘了, 下次给你缝个小恐龙吧。 听到于念安这么说, 旗下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是啊, 为什么他不相信于念安, 要去相信一只虎? 他和地虎总共见了一次面, 说了几句话, 可于念安整整陪伴了他七年。 安, 我又不是个孩子, 旗下摇摇头, 况且以后衣服破了, 我要缝补了, 我们买件新的就行。 嗯, 于念安点了点头, 我这不是想省点钱吗? 说到钱, 旗下的面色又暗淡了下来, 他从自己的口袋中, 默默掏出了那张皱巴巴的彩票。 今天是领奖的最后一天了。 安, 我不得不和你道歉。 旗下说道, 什么? 我已经骗到那个人渣的钱了。 旗下说, 本来可以用他的钱,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于念安听后, 微微愣了一下, 骗? 是, 我没有办法了。 旗下摇了摇头, 我想让那个人渣遭到报应, 所以只能用骗。 于念安听后, 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道, 下, 你之前跟我制定暗号, 就是因为你要去诈骗? 你害怕警察会找到我? 对, 旗下曾经告诉于念安, 若自己问他你昨天喂鱼了吗? 必然要回答喂了, 喂的少。 除此之外, 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 下, 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于念安有些失落地低下头, 我不想报复谁, 我只想和你安安稳稳的生活, 我能够待在你身边, 这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我, 于念安说出的答案和旗下心中所想一模一样, 所以, 我才要向你道歉。 首先我没有遵从你的意愿, 其次我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 旗下懊恼地说道, 这两件事都让我痛苦不已。 于念安沉寂了一会儿, 开口说, 下, 我又何尝不痛苦?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成为一名诈骗犯。 那样, 我余生都会难过至极的。 你放心, 旗下拍了拍于念安,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诈骗, 但是警察大概率是不会找到我的, 我做得很漂亮。 下, 以后的日子不管怎样, 只要我和你能够快乐地生活下去就够了。 于念安的眼里透着光, 别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管了。 我懂啊, 旗下应了一声, 虽然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但我不希望你走上这条道路。 旗下点点头, 将手中的彩票拿到眼前看了看, 撕了个粉碎。 或许正向书中所说, 每个人的运势出生时就注定的。 旗下若是拿到了这二百万, 他就会失去于念安。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情愿这张彩票永远化作灰烬。 两个人迎着初秋十分午后温暖的阳光来到了天台, 他们依偎在一起, 看着天空, 聊着回忆。 从他们相遇到相爱, 旗下每每抛出一个画面, 于念安就能说出当时的种种。 他所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和旗下记忆中的分毫不差, 看来他一直都把自己放在心上。 二人一直聊着天, 一直到夕阳浮现, 将远处的天边染蕴了色。 夏, 你知道吗? 于念安低声说道, 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是啊, 旗下点点头, 如果能永远停在。 话还没说完, 旗下微微愣了一下。 他看了看着暗红色的天空, 以及远处那土黄色的夕阳, 一时之间居然雨色了。 明明是夕阳时分, 却莫名的像中烟之地。 停在这一刻, 时间随便停在哪一刻都好, 可为什么一定要停在这一刻? 若旗下没有去过中烟之地, 永远的黄昏对他来说自然是极美的风景。 可他毕竟见识过那如同地狱一般的凄凉之地, 这红色的天空, 土黄色的太阳偏偏会让他联想起腐臭与鲜血。 腐臭? 说到腐臭, 旗下皱了皱眉头, 他似乎是在中烟之地待了太久, 如今在现实世界也能闻到腐臭的气味了。 当夕阳完全坠入地平线, 于念安已经依靠在旗下的肩膀上睡着了。 旗下伸手感受了一下夜晚寒凉的风, 伏下身将于念安抱了起来, 然后回到了家中。 他把于念安放在沙发上, 然后拿出几床被子, 在地上铺了一个简单的小床。 安置好了于念安之后, 旗下坐在身边看着他熟睡的面旁, 慢慢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他尝试着躺下来, 躺在于念安的身边, 然后将他轻轻拥入怀里。 他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躺下睡觉了, 这种放松的感觉让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慢慢舒张开来, 血液也开始徜徉全身。 多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 大概七年了吧。 旗下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只是感觉自己脑海中紧动的所有压力全都在慢慢释放。 他又做梦了, 他梦到那条长长的走廊, 两侧此时正在慢慢地走出生效。 他们正看着自己, 那眼神中既没有恭敬也没有轻蔑, 反而都像有话要说。 这条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 咚咚咚,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旗下慢慢睁开了双眼, 发现外面是漆黑的夜色, 而余念安正坐在他身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啊, 旗下愣了愣, 怎么了? 余念安没有回答, 只是盯着旗下的双眼, 缓缓地说道咚咚咚。 第223章, 门外是谁? 旗下皱着眉头慢慢坐起来, 伸手抚摸了一下余念安的脸庞。 安, 哪里不舒服吗? 余念安依然没有回答, 思索了一会之后, 依然开口说道咚咚咚。 虽说心中一万个不解, 但旗下还是试探性地问道, 门外是谁? 可这一次, 余念安却没有说出原来旗下在家这句话, 反而盯着旗下的双眼, 一字一顿地说道, 门外不是我。 什么? 旗下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 哎, 你在梦游吗? 余念安不再看旗下, 只是慢慢地躺了下来闭上眼睛,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没一会儿, 他的呼吸平缓了起来, 仿佛又睡着了。 旗下有些担忧地慢慢拍着余念安的后背, 试图让他更有安全感。 可能这些日子自己一直不在家, 余念安太累了吧。 放心, 安, 我哪里也不去, 就在这里陪你。 旗下慢慢抱住了他。 咚咚咚, 旗下猛然清醒过来, 发现余念安又坐在一旁。 窗外此时依然漆黑一片, 朦胧中只能看到余念安那双亮晶晶的毛子。 安, 你。 旗下慢慢坐起身子, 心中有一股不安的感觉。 咚咚咚, 余念安说道。 旗下盯着他的眼神, 发现他的眼里面似乎有泪水。 究竟出什么事了? 他想搞明白余念安这么多的动机是什么。 咚咚咚, 可余念安似乎只会说这一句话。 旗下沉默了半天, 还是开口问道, 门, 门外是谁? 下, 门外不是我。 旗下清清楚楚地看到余念安的眼角有一滴眼泪。 这颗泪水在黑夜中泛着微弱的光, 划过他半个脸庞后坠落。 说完这句话, 余念安闭上双眼慢慢躺下。 他又睡着了, 可旗下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余念安和他在一起七年, 从来都没有哭过。 他曾发过誓, 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余念安的眼泪落到地上。 可这一次, 他食言了。 余念安看起来非常难过, 那眼神像含了一把刀子, 在他的心中刻满了绝望。 一阵阵腐臭开始在房间内蔓延, 让旗下感觉非常不珍视。 这是, 只有在中烟之地才能闻到的气味, 为何会出现在现实中? 四周实在是太黑了。 旗下根本分不清这里是现实还是中烟之地, 他只能慢慢地抱住了余念安, 来尽可能平复自己的心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旗下感觉余念安的身体动了动。 他轻轻地松开手, 然后亲眼看着余念安坐了起来。 他睁着一双眼睛, 扭头看向旗下的方向。 咚咚咚, 旗下也缓缓坐起身子, 一个不安的念头开始在旗下心中萌芽。 如果一切真的如他所想, 这将是此生他所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情。 门外是谁? 旗下声音颤抖地问。 余念安顿了顿, 然后低声说道, 门外部是我。 一语过后, 余念安留下了痛苦的泪水, 而旗下也在这一刻崩溃了。 看着余念安再次躺下睡去, 旗下的眼泪止不住地喷涌而出。 原来是这样吗? 他很痛苦, 但他无法抵抗。 他知道说出咚咚咚的人并不是余念安, 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自己, 余念安不应该存在, 可他却躺在这里。 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是什么原因让他出现了? 我的回想到底是什么? 旗下拳起身体, 在黑夜中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他整个人的信念和坚持如同一栋坍塌的大楼, 此刻正从底部开始碎裂崩坏。 为什么余念安今天做的菜, 会和旗下猜测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他做出的口味会完全符合自己的预期? 为什么他回忆的那七年, 会和自己记忆中的分毫不差? 为什么他身上有中烟之地独有的气味? 这样看来不是太明显了吗? 旗下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 眼前的余念安既不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而是旗下创造出来的。 它是回想的杰作, 产生于自己的信念, 自然会和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 旗下身上的颤抖越来越剧烈, 他开始怀疑一切。 如果眼前的余念安是被创造出来的, 那么真正的余念安又在哪里? 不,不对,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余念安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他不存在, 这七年的记忆又是哪里来的? 旗下甚至为了余念安, 以身犯险去诈骗了一个人渣。 难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意想出来的吗? 别开玩笑了, 旗下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一定和余念安一起生活过, 那段记忆太过真实了, 真实到刻骨铭心。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为了别人而活。 可旗下不同, 他始终感觉自己在为了余念安而活。 若这世上没有余念安, 自己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呢? 那七年的光景, 灵情的声音此刻又在旗下耳盼响起。 旗下, 我至少有七年的时间没有听说过中烟之地有你这号人物。 旗下皱了皱眉头, 感觉思绪有点明朗了。 七年的时间里, 他没有一次走出过面试房间, 那会不会自己当时根本就不在房间里? 所以他才没有带领众人逃离, 所以中烟之地的所有人都没见过自己, 也没有见过乔家静, 李警官他们。 我, 当时和余念安在一起, 这个大胆的想法在旗下心中冒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仅仅进入中烟之地三个轮回, 他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进入过这里。 通过之前和朱雀, 白虎的交谈, 他知道曾经的自己应该把中烟之地搞得天翻地覆, 甚至有可能逃出来了。 他逃脱回现实世界, 可房间中其他的人没有。 然后他邂逅了余念安, 在现实世界中度过了七年。 可是七年之后, 不知发生了什么, 让他再度回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 迫使一切重新来过。 这太合理了, 旗下难难说道, 除非有一个人的记忆保存了七年以上, 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旗下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旗下感觉自己在癫狂与理智之间找到了一个奇妙的临界点, 他好像只插一根稻草, 就会坠入彻底疯狂的境地。 第224章 想念即会相见 旗下站起身来到窗边看着深夜的街景, 深夜的街上看起来有些冷清, 但却依然灯火通明。 即量辆着空车的出租驶过, 提醒着旗下这里是比中烟之地更加血淋淋的现实事件。 这里的夜晚没有爬墙而过的蝼蚁, 反而有最纯粹的人性。 旗下望着空荡的街景, 眉头一皱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真正的余念安会不会也随着地震进入了中烟之地? 这个念头一冒出窗外有一辆车子驶过, 刚好按了一下喇叭, 让旗下浑身一震。 没错, 旗下眯起眼睛, 感觉自己的假设方向很正确。 毕竟进入中烟之地的人不计其数, 根本算不出数量。 云念安可能也在其中, 甚至有可能在中烟之地远离自己的另一座城市里。 可最终由于某些原因, 他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抹出了他的存在。 再往下想, 事情就有些恐怖了。 若是每十日一次轮回, 云念安为什么没有出来呢? 因为他平步青云, 真的成为了生肖, 亦或者行差他错, 永远死在了那里。 如果非要从这两个情况当中选择一个, 旗下当然希望云念安就是天阳, 至少他还活着, 至少还有希望能够把他救出来。 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 一切都合理了。 地狐所说的话, 还有那些神兽们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线索, 仿佛都可以在此处慢慢连接起来了。 天阳云念安, 与消失的七年, 这两件事必然有着非比寻常的联系, 这也是旗下目前能够找到的全部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的成立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旗下至今为止得到的线索, 全都是真话,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了谎, 或有任何一个人是疯子, 这个答案便会像从底部腐烂的大树一样全面瓦解。 夏, 你早就醒了。 云念安的声音忽然响起, 站在窗边的旗下听到云念安的声音, 慢慢地回过头, 眼中充满了冰冷和绝望。 不知何时, 天亮了。 怎么了? 云念安盯着旗下, 有些不解地问, 没摔好吗? 没事。 旗下摇摇头, 安, 我饿了, 咱们吃早餐吧。 嗯, 云念安站起来, 轻轻点了点头, 我去给你做早餐。 半小时后, 两个人挤在单人餐桌前, 吃着简单的培根与煎蛋, 谁都没有说话。 一夜的思考, 让旗下的思路通透了很多, 但也让他濒临崩溃的边缘。 目前的情况, 竟然愈发疾瘦起来了。 他知道, 云念安本人, 有可能还在中烟之地游荡。 所以今天他不准备带眼前的替身出去, 反而要在这里静静地等待地震。 他要主动寻找云念安, 这一次目标天阳。 安, 虽然感觉很对不起你, 但今天能不能陪我在家待着? 旗下问, 对不起我。 云念安笑着问道, 在家待着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我宁愿你每天都在家呢。 是的, 旗下知道这种感觉非常别扭, 他好像在亲手杀死云念安。 他要让自己准时死在地震中, 然后万无一失地回到中烟之地。 可自己的推测是不是太大胆了? 仅仅因为几个细节, 断定云念安不是云念安。 真的云念安和创造出来的云念安到底有什么不同? 是, 他们或许完全一样。 可尽管这样, 旗下也不想要被谋划的人生。 他只要最初的云念安, 那个忽然出现在他生命中如同阳光一般的女孩子。 那个会在自己烦闷时绞尽脑汁讲笑话的女孩子。 那个磕到了手脚怕自己担心, 咬着牙不叫出声的女孩子。 那个总是爱拿着简单的智力问答, 装作高深样子考验旗下的女孩子。 那个说出咚咚咚的女孩子。 那个明明已经一身伤痕, 却甘愿抚平自己的女孩子。 只要她, 别人都不行。 差一个眼神, 一个念头都不行。 旗下和云念安挤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电视上来来往往的人。 夏, 你知道吗? 云念安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问道。 我知道。 旗下说,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嗯。 云念安点了点头, 夏, 不管你要走哪条路, 我都会支持你。 我知道。 旗下的眼神又黯淡了下来, 暗, 我会跨越千山万水找到你。 找我? 云念安苦笑了一下, 夏, 我就在这里。 是, 我知道。 旗下的眼中开始慢慢含住泪水, 因为我没法控制住自己的念想, 所以你才在这里。 夏, 不管你要去哪里找我, 只要我能感受到你的想念, 一定会来到你身边。 云念安的眼中也开始充盈着泪水,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难过。 这句话也让旗下的思绪 往崩溃的边缘迈进了一大步。 是啊, 若自己的回想是创造云念安, 那自己能够找到真正的云念安吗? 只要想念, 就会相见。 他只能在不触发任何回想的前提下去冒险, 去见天际生肖。 否则云念安会像梦念一般, 反复出现在他的身边。 他甚至不知道用回想创造出来的人算什么身份。 他会跟着中烟一起消散吗? 假如他不会消散, 那中烟之地在被尸体填满之前, 会遍地云念安。 所以他不可以让自己回想。 更让旗下担忧的是, 这看起来是一趟异常艰苦的旅程, 若是在没有回想的情况下不幸丧命, 之前所有的线索就会灰飞烟灭, 一切重新来过。 这是一场豪躲。 地震来临时, 旗下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搂着云念安的肩膀。 整座楼都摇晃了起来, 墙壁上渐渐出现裂纹, 山呼海啸的声音接踵而至。 远处出现玻璃破碎的声音, 无数个裂缝出现在天空之上, 洒下亮闪闪的星星。 安, 对不起, 旗下一脸心痛地说道。 没事, 余念安摇摇头, 下, 只要你在我身边, 无见地狱我也愿意去。 不, 旗下咬着牙说, 我不会让你留在无见地狱的, 我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天花板陡然开裂, 一大块石头砸下, 旗下下意识地将余念安护在怀中。 在这世上, 他只为了余念安笑, 也为了余念安哭。 他绝对不可以弄丢余念安。 第225章, 合同生效。 一个老旧的乌丝羹被黑色的电线寻在屋子中央, 闪烁着昏暗的光芒。 可房间内的气氛却不再静力了。 随着桌面中央的座钟滴答作响, 圆桌附近的9个人慢慢睁开了双眼。 除了张律师和田田, 每个人的眼神都跟上次不同。 乔家静有些担忧地环视了一圈, 直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这才放下心来。 旗下也抬起头, 看了看自己的战友。 除了萧冉, 一个不少。 看起来乔家静应该没有犯规, 他没有主动招惹玄武, 又和李警官临情对了一下眼神。 最后看了看赵医生跟韩一默。 大家都在, 莫名地有些安心。 可现在房间里的问题人物有三个, 首先是张律师和田田, 他们没有回想, 仍然是出来乍到的状态。 然后是曾经的第十人, 如今的第九人, 那个两次被打碎头骨的年轻人。 众多回想者都慢慢地望向那个人, 除了旗下和赵医生之外, 众人都不知道萧冉去了哪里, 只知道现在房间中真的是九人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还会死吗? 只见那个年轻人就像前两次一样, 依然露出诡异绝望的微笑, 呆呆地望着旗下。 站在一旁的人仰眼神也与上次不同了, 那双泛黄的双眼在腐烂和绝望之中, 居然掺杂了一丝欣喜。 根据合同, 他要让房间里的人全部消失, 坚持三个轮回。 如今已经开始有人消失了, 这是个好兆头。 那, 又是一阵钟声响起, 旗下皱了皱眉头, 这是替罪发动吗? 可是, 现在这个情况有必要发动吗? 早安, 九位,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给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仁阳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是仁阳。 第一句话还未说完, 仁阳就愣住了。 他开始发抖, 害怕得不能自已。 一个白衣身影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房间中, 他没有坐在圆桌旁, 更没有被限制住行动, 此时正在站在墙角阴暗处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咦? 他疑惑了一声, 是哪里? 众人听到这个声音, 纷纷疑惑地扭头看去, 那个身影也从阴暗的角落中走了出来。 怎么这么多人啊? 见到他的瞬间, 旗下只感觉脑海中的弦在这一刻崩断了。 最后的一根稻草, 终究还是如此不讲道理的来了。 可压死骆驼的稻草, 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 而是每一根。 夏, 你也在这里。 余念安笑着问道, 我刚才不是走在街上吗? 怎么一扭头来这里了? 啊, 林秦此时慢慢瞪大了眼睛。 这个女孩就是, 旗下整天挂在嘴边的余念安。 怎么可能? 就算他真的在中烟之地, 又怎么可能出现在 谁都不能动弹的面试房间中? 众人的表情纷纷复杂起来, 眼下的情况未免太诡异了。 夏, 这些人是谁? 余念安来到旗下身边, 扶着他的肩膀问道, 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 林秦扭头看着旗下, 心说不妙, 旗下的眼神不对, 他正在怀疑自己, 他要崩溃了。 安, 你, 你果然在这里? 旗下感觉自己的头脑非常混乱, 他明明没有回响, 可是余念安却出现了。 那, 是不是可以说明眼前的余念安是真实的? 旗下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可是脑海中大量的信息和线索, 此时全都冲撞在了一起, 让他的思绪混乱不堪。 啊, 旗下面容有些扭曲的惊呼一声, 他知道哪里不对了, 这个房间现在有十个人, 按照任阳以前的做法, 他会杀死房间中多出来的那个人。 这绝对不行。 他慌忙地看向任阳, 却发现任阳并没有对余念安下手的意思, 他连续退后了好几步, 三点三条,面试开始时全员都不可行动, 若一方见到有人走动, 请立即远离走动之人, 确保自身安全后, 请马上自杀, 任阳颤颤巍巍的拿起手枪缩到一旁, 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不好, 林秦大叫一声, 事情要失控了。 众人自然明白林秦的意思, 现在游戏还未开始, 若任阳自杀了, 那后面该如何进行? 众人要如何走出房间? 乔家进, 林秦叫了一声, 乔家进立刻心领神会, 对,此时任阳正推到他身前, 若能夺下他的手枪, 一切还有转机。 只可惜, 乔家进双腿不能行动, 如今只能探出身子迅速出手, 大拇指插到了手枪的扳机下面, 紧接着握住了手枪朝反方向一扭, 任阳便脱了手。 乔家进知道幸亏任阳没来得及反应, 否则以他的力量根本没法正面抗衡。 任阳见到手枪被抢走, 瞬间慌了神, 你还给我。 不不不不, 乔家进慌忙地挥着手, 杨头仔, 你先别死好不好, 你先念题目啊, 还给我。 任阳大吼一声, 精神仿佛也要崩溃了, 他在面试房间已经待了很久, 从没想到这条合同能够生效, 可乔家进拿着手枪左右闪躲, 根本不给他拿枪的机会。 任阳恨不得现在就打死这个花壁男。 合同2.4, 乔方承诺会给参与者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并保证能够正确引导参与者主动, 自愿, 坦然走向死亡, 期间乙方不得滥杀无辜, 公报私仇。 任阳自知不能杀人, 于是再度伸手抢夺手枪。 喂? 条子! 乔家进眼疾手快, 直接把手枪抛给了桌子对面的李警官。 李警官看过合同, 自然知道任阳不能轻易杀人, 于是接过手枪的瞬间便退下了弹夹, 紧接着左手一抛将弹夹扔给赵医生, 右手一抛将枪伸扔给了韩一墨。 任阳? 出题吧。 李警官也着急地说道, 既然你无论如何都会死, 不如先让我们逃离这里。 见到众人齐心协力地耍弄自己, 任阳彻底崩溃了。 他放弃了手枪, 反而慢慢地向后退, 退到离众人很远的角落中。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任阳伸出两根手指, 接着狠狠地戳向自己的双眼。 一声惨叫传出, 他的双眼血肉模糊了。 他没有停手, 反而又伸出左手和右手的食指, 插向了自己的耳膜。 这个行为把众人看得惊心肉条。 做完了这一切, 任阳带着沾满鲜血的面具抱住自己的双腿, 静静地念叨着, 合同3.5, 若自杀失败, 请尽可能破坏自己的双眼以及听觉, 在面试房间之中安静等待救援, 甲方将派出专人将一方杀死。 第226章 威胁 接下来该怎么办?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旁的张律师和田田更是被吓得不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又在做什么? 我丢, 乔家敬也彻底没辙了, 现在怎么说? 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吗? 林晴和李警官同时看向旗下, 事情已经棘手到这个地步了, 只能希望旗下有主意了, 可旗下此时却表情有些呆滞地拉着余念安的手, 静静地望着他。 安, 手这么凉, 会冷吗? 不会的。 余念安, 林晴皱了皱眉头, 感觉一切事情的起因应该都在眼前的余念安身上了。 给我枪, 他扭头对李警官说道, 只剩一个办法了。 乔家敬看到林晴的眼神, 瞬间感觉不妙, 心里一声, 你要玩火吗? 他有些担忧的低声说道, 你如果杀了那个靓女, 骗人仔不可能放过你的。 我感觉那之后的事情比现在还要难办啊, 可是他要疯了。 林晴说道, 我不管他会不会恨我, 现在当务之急是让他清醒过来, 否则他会和这个余念安永远生活在这里, 变成原著名的。 李警官跟韩一默对视了一眼, 同时想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韩一默和赵医生将枪身和弹夹抛回给了李警官, 李警官重新组装好, 然后利索地打开了保险丢给了林晴。 林晴此时沉了口气, 慢慢地举起手枪, 将枪口对准了不远处的余念安。 不管眼前的余念安是什么东西, 他看起来至少是个正常的人, 正常人被杀死, 自然会在下一个轮回复活。 对不起了, 余念安。 林晴拿起手枪刚要开枪时, 一个声音却在余念安身旁缓缓响起。 林晴, 把枪放下。 众人一愣, 发现说话之人正是旗下。 什么? 旗下转过头, 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看着林晴, 我叫你把枪放下。 你 众人也发现旗下给人的感觉不太对, 通常他做的每件事都有他的逻辑, 可此时居然在一起用事。 旗下, 如果不杀死他, 你就会。 杀了我的余念安根本没有用。 旗下冷冷地转头看了看地上的人羊, 又说道, 你们拿枪指着余念安, 不就是想让我出个主意吗? 林晴知道旗下说的没错, 自己为了借用旗下的头脑, 居然要亲手杀死他最重要的人。 你们这群自私自利的人。 旗下面带不悦地扫射了一圈屋内的众人, 为了让我出个主意, 居然敢拿枪指着余念安来要挟我。 是吧? 乔家静听后感觉不太舒服, 骗人仔,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们? 你说得对, 情况就是这样。 林晴不加掩饰地说道, 如果拿枪指着余念安就能知道对策的话, 和你沟通反而更方便了。 旗下盯着林晴的眼睛看了一番, 缓缓地说道, 不要指着余念安把枪放下, 我告诉你们对策。 林晴听后慢慢地将举枪的手放了下来。 很好, 旗下点点头, 就像我说的, 杀死我的安不会有任何作用, 当务之急是让人扬去死。 什么? 林晴一愣, 把枪扔给人扬。 旗下说, 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合同规定, 若他自杀失败, 会有更高层的人物出现亲自击杀他, 那时我们就危险了。 这一句话给众人提供了新的思路。 旗下又解释道, 余念安出现在了房间中, 我们房间有可能会被视为犯规, 若是高层人物在这里杀死我们, 对我们来说损失更大。 听到这个对策之后, 众人又互相望了望, 毕竟他们知道旗下的城府, 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这句话是真是假, 根本无法推断。 我没打算骗人。 旗下说道, 每次人养死后我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若你用仅剩的一颗子弹杀死余念安, 那我们依然会被困在椅子上, 只能坐在这里等待鱼叉来临。 他虽然眼神有些呆滞, 可说出来的话逻辑依然非常清楚, 让人不得不幸福。 他说的对, 李警官点点头, 我也看过那份合同。 虽然众人不知道李警官所说的合同到底是什么, 但看起来仁阳正在按照合同上的规定行事。 林秦思索了再三, 还是决定采纳旗下的策略,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将手枪丢给了仁阳。 仁阳虽说听不见也看不见, 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到了自己怀中。 他低头一摸, 正是手枪。 嗨, 太好了。 仁阳抬起头来, 瞪着两只流着血泪的眼睛, 兴奋地大喊道, 我能死了, 我终于能死了。 下一秒, 他便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巨大的枪声在密封的房间里反复回荡, 随着仁阳的惨叫声一起渐渐消失。 众人此时能够起身了。 张律师赶忙站了起来, 退了几步之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田田见状, 赶忙去把他扶了起来。 你没事吧? 田田问道, 这, 这地方是怎么回事啊? 张律师有些慌张地看着眼前的众人, 你们都在干什么? 你们互相认识吗? 你们都不因为有人在眼前自杀而震惊吗? 李警官慢慢走到张晨泽身边, 开口说道, 张律师, 你先冷静一点,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这一切的缘由的。 你怎么知道我信什么? 乔家静也来到田田身边, 语气温柔地说道, 靓女, 待会儿危险。 你要躲在我身后, 出了房间我会把事情都告诉你的。 田田有些警惕地看了看乔家静, 眼前这个男人看起来脾里脾气的, 他闻着花壁,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靓女, 很难相信他不是坏人。 林琴走到仁阳的尸体身边, 翻了翻他的口袋, 果然有一打A4纸和几支笔。 没多久, 又在他的口袋中翻出了身份牌。 他想了想, 回头将身份牌和纸笔分给了众人。 开口说道, 虽然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但我们保险起见, 还是先写下任阳的名字吧。 众人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说谎者, 然后又都在纸片上写下了任阳的名字。 此时的韩一默紧张兮兮地盯着房间中的第十人, 直到见他写下任阳二字才放下心来。 下一刻, 房间果然开始变化了。 许多孔洞出现在墙壁和天花板上, 第二轮游戏开始了。 第227章, 奇怪的蛇。 旗下将于念安拉到一旁坐下, 然后看了看那个第十人。 他是个面色苍白, 头发蓬乱的小伙子。 他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若不是因为于念安出现, 旗下会想跟他好好聊聊的。 可这次不行了。 旗下有了新的计划。 他俯身到于念安身边, 开始和他一起转动桌子。 其他人也陆续开始加入。 接下来的游戏说难不难, 说易也不易。 毕竟房间内有十个人。 想要精准地分配九个人的逃生资源, 一切都会显得有些捉惊见肘。 好在一直等到人蛇来临, 众人全都活了下来。 旗下和于念安抓住了同一根绳子, 此时正在半空中摇晃。 久违了, 各位, 人蛇缓缓地打开门走进屋子。 我是人蛇。 话还没说完, 他整个人都挣住了。 那天上, 分明挂着十个人。 这是什么诡异的情况? 整条走廊的所有房间全都是九人一组, 如今却是十个人存活。 有那时间震惊, 不如赶紧提问。 旗下说道, 我们不想一直被挂在这里。 人蛇过了许久, 才定了定心神。 开口说道, 好, 好吧, 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只要你们三次之内能够说出答案, 我就会拉下旁边的拉杆, 让你们久, 让你们十个落地。 众人没有说话, 人蛇也不再废话。 说道, 有兄弟二人特别喜欢飙车, 每次都将车子开得飞快。 他们的父亲虽然担心, 但根本也阻止不了他们。 这一天, 父亲想了个好办法, 对兄弟二人说, 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比赛。 但这一次的规则略有不同, 谁的车子晚到达终点, 就算谁赢了, 赢的人会得到自己的全部遗产。 本以为这个办法, 会让他们二人停止疯狂地飙车。 可未曾料想的是, 比赛当天的时候, 二人依然将车子开得飞快。 请问这是为什么? 众人听完这个问题, 自然地都看向了旗下。 可旗下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般, 一只手抓着绳子, 一只手抱着余念安。 此时正在低声说道, 安, 别怕, 很快就没事了。 嗯, 余念安小声的点头应道, 林晴和李警官面面相去。 说到底, 这个面试房间最困难的游戏 并不是前面的三观, 而是眼前人蛇的第四观。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每一次都会提出新的问题, 而他的问题偏偏又是众人 能否活下来的关键。 见到旗下迟迟没有答题的意思, 李警官决定自己来猜, 毕竟旗下没有理由 一直都帮助众人。 李警官, 林晴小声说道, 你有答案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算不算答案, 只能用行真的思路去猜测了。 他跟林晴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一旁的张律师和韩一默听后 也觉得这个答案比较靠谱,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我就先猜了, 李警官深呼了一口气, 对远处的人蛇说道, 人蛇, 我有答案了, 请答题。 李警官顿了顿, 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我认为那笔遗产有问题, 极有可能是来路不明的钱财, 由于继承了这笔钱, 就有可能会被捕, 所以兄弟二人反计道而行之, 都想把遗产嫁祸给对方。 人蛇听后, 微微摸了摸下巴, 小声嘟囔了一句, 是这样吗? 众人见到他的反应都有些不解。 过了一会儿, 人蛇摇了摇头, 说道, 应该不对, 这个答案比较牵强, 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我丢, 乔家静忍不住了, 什么叫应该不对啊? 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对, 你也考虑考虑吧。 呃, 这, 人蛇听后果然低下了头, 又慢慢思考了起来, 灵晴皱着眉头看了看乔家静, 现在的状况有种傻子刻高手的感觉, 可是这一招真的能刻到对方吗? 过了许久, 人蛇又抬起头, 说道, 我仔细思索过了, 确实不对, 这太牵强了。 题目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遗产不合法, 况且能够称之为遗产的, 无论如何也是一大笔钱啊, 所以只能算作错误答案。 啊, 这次轮到乔家静不会了, 你个蛇必然还蛮机灵的, 这都唬不到你吗? 众人此时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旗下依然在低声和余念安说着话, 完全不理会几人的窘境, 不知他是故意为之, 还是真的不想参与, 会不会他们给对方的车子动了手脚? 一旁的田田忽然低声开口说道, 如果他们将对方的刹车都改成了油门呢? 他们都想要遗产, 又都想要飙车的话, 只能让对方的速度比自己快了。 哦? 李警官此时微微一论, 觉得这个答案也有几分正确, 有道理, 只要对方杀不住车子, 那不管自己开多快, 都会获得遗产。 韩一默和张律师还是感觉这个答案有点不妥, 可他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 试试吧, 众人商议之后, 将这个答案也告诉了仁蛇。 是这样, 仁蛇听后又慢慢吸了口气, 听起来倒是符合逻辑, 可我怎么还是感觉哪里乖乖的? 别想了, 乔家静大声说道, 我刚才考虑过了, 这个答案是对的, 你再不拉拉肝就犯规了。 人蛇看起来非常为难, 众人的手臂都开始感到酸痛, 他们挂在绳子上足足有五分钟的时间了, 若这人蛇再思考一会儿, 接下来的众人只能摔死了。 我觉得还是不对, 人蛇摇摇头, 你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吧, 没有的话我就走了。 这句话让众人彻底没了主意, 旗下, 你要看我们死吗? 灵晴扭头问道,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答案了? 旗下此时才慢慢抬起头来, 眼中带着一丝绝望, 他缓缓地开口问道, 假设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们要怎么才能活下来? 短短的问题让众人都惊了声, 什么叫做不在了? 旗下低下头, 对远处的人蛇说道, 我来说答案, 人蛇见到旗下开口, 很明显兴奋了起来。 好啊, 一只二人很喜欢飙车, 双方都想要遗产, 又根据题目得知谁的车晚到谁就赢,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 二人交换车子, 他们开着对方的座驾, 如此既能畅快地飙车, 又可以让速度快的人获得遗产。 人蛇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终于从怀中掏出了小本子, 原来是这样。 妙啊, 妙啊。 第228章, 狮山, 十个人缓缓地落了地, 人蛇刚要说什么, 旗下去拉着于念庵, 直接推开木门走了出去。 哎? 人蛇一愣, 旗下, 我还没和你告别啊? 旗下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 这条长长的走廊就像梦中的一样, 众人也纷纷跟了出去。 喂, 骗人仔, 你怎么那么着急? 乔家静在身后问道, 可他没有理任何人, 只是自顾自地带着于念庵前进。 来到人龙面前, 人龙刚要说话, 却又被旗下打断了。 不用解释了, 旗下说, 把刀给我身后的人吗? 他推开人龙走出门去, 还好, 已经有人守在这里了。 那人长着一张楚天秋的脸, 许久不见的金元勋站在他的身边, 正在警惕地看着四周。 见到旗下和另一个陌生女人从天而降, 楚天秋微微愣了一下, 但他很快就管理好表情, 走上前来亲切地打着招呼。 旗下, 久违, 旗下冷言说道, 伸手搂住了于念庵, 你是哪个楚天秋? 这次怎么说? 我是我, 楚天秋顿了顿, 这次我来找你, 是专程来恭喜你的。 恭喜我, 旗下不冷不热地说道, 为什么? 你是我见过的最强者。 楚天秋说道, 几天前, 整个中烟之地都为你振战了。 是这样, 旗下露出了一丝冷笑, 所以, 你自导自演了一场屠杀。 对啊, 楚天秋也开心地笑着, 旗下, 你也知道, 在这个鬼地方, 虽然我和你合作了, 但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任何想法, 而随时杀死对方, 这并不会影响什么。 你说的对, 旗下点点头, 托你的福, 我也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哦, 楚天秋扭头看了看于念庵, 我听同意说过你的事, 所以, 楚天秋刚要说什么, 忽然感觉思路有点堵塞, 这个女人就是旗下消失的妻子, 他找到自己的妻子了, 还是说, 这是生生不息的产物, 可这一次旗下并没有回想, 这个女人是怎么出现的? 他吸了口气, 又看向旗下, 发现旗下的眼神好像有点呆滞, 他似乎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果然快疯了吗? 楚天秋苦笑一下, 幸亏我在你疯了之前找到了答案, 既然恭喜完了, 接下来呢? 旗下问, 你来邀请我们去天堂口吗? 当然啊, 楚天秋笑着走过来握住了旗下的手, 你可是我在中烟之地最好的合作伙伴, 旗下的其余的队友也慢慢从虚空之中降临, 李警官的手中还握着四个道, 众人一眼就看见了楚天秋, 呀, 大家都来了呀, 楚天秋笑了笑, 却一眼望到了九个人, 他扫射了众人一番, 这里的人大多他都见过, 唯独那个脸色发白的小伙子是个陌生人, 哦, 楚天秋很快就明白了原因, 随后点了点头, 你们这都能逃出来, 真是厉害啊, 面色苍白的男人见到楚天秋, 慢慢收起了笑容, 眼中带着一丝轻蔑, 呀, 这不是狼心狗肺的天秋仔, 乔家静皮笑若不笑地说了一声, 又来找人给你卖命, 哪里的话太过奖了, 楚天秋弯起一双笑眼, 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和李湘灵吗, 你们居然把天堂头守下来了, 真是出乎意料啊, 这一句话戳痛了乔家静, 在旗下死后, 自己和李湘灵确实把天堂头守住了, 但当时的情况格外诡异, 一度让乔家静以为自己疯了, 所以你的天堂口打扫好了吗, 乔家静问, 正在打扫呢, 楚天秋回答, 你们若是不嫌弃也一起去吧, 我给你们一些吃的, 你们也来帮我打扫一下, 这种训狗一样的语气, 让众人很不舒服, 乔家静没说话, 反而看向旗下, 旗下思索了一会露出笑容, 可以啊, 我加入, 两个人再度握了手, 林晴和乔家静并不是很理解旗下, 眼前的楚天秋明显不是什么好人, 他实在是疯得厉害, 到底还有什么加入他的必要, 众人跟着楚天秋和金元勋一路前往天堂口, 这期间众人跟张律师和田田说明了情况, 两个人看起来依然是一脸的不幸, 林晴又问了问第十人的姓名, 他看起来可以跟任何人沟通, 不存在任何障碍, 此人看着中烟之地暗红色的天空, 脸上的笑容正在逐渐减少, 仿佛在接受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实, 我叫陈俊南, 他说, 陈俊南? 林晴顿了顿, 又问道, 你见过吗? 见过, 这是第三次了, 年轻人笑着说道, 仅仅三次? 对, 仅仅三次, 林晴见到问不出什么东西, 也只能随他去了, 这个人一次一次地死在面试房间中, 是疾到者的概率太小了, 旗下扭头看向乔家静, 有个问题他很在意, 拳头, 你们把天堂头守下来了? 嗯, 乔家静点点头, 这听起来显然很不合理, 就算乔家静和李湘林身上带着功夫, 又怎么可能打赢一群全副武装的回想者? 你当时回想了? 旗下问, 没, 乔家静摇摇头, 骗人仔,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没疯的话, 情况就真的太怪异了, 说话间, 几人已经来到了学校门口, 刚一靠近这里, 一股新鲜的腐臭味就冲入了几人的鼻腔, 刚刚开始, 腐烂的尸体气味非常冲, 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十几天左右, 此时, 李湘林正在校园中搬动尸体, 他一眼就望到了走来的众人, 乔哥, 李湘林赶忙挥手, 手中的尸体也差点掉到地上, 功夫妙, 乔家静也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等着, 我来帮忙, 旗下放眼望去, 李湘林搬动的尸体有点眼熟, 下一秒, 他就慢慢瞪大了眼睛, 身后的所有人也都在此刻愣住了, 李湘林此刻正抱着一具乔家静的尸体, 慢慢地挪动着, 而放眼望去整个操场上, 此时正有七八具乔家静的尸体, 整整齐齐地马放在一起, 他们有的被炸伤, 有的被砍伤, 还有的被木头刺穿了身体, 死状各不相同, 再扭头一看, 另一旁全都是李湘林的尸体, 足足二三十具, 对成了一座小小的尸山, 乔哥, 我刚才刚帮我自己的尸体, 真是累死我了, 没事, 我来帮我自己的, 乔家静笑了笑, 第229章, 对比, 这是什么, 旗下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喂, 来帮忙啊, 乔家静一边搬动自己一边说道, 别愣着了, 李警官, 韩一墨, 赵医生听后回过神来, 也走了过去, 于年安见到这满地的尸体, 感觉有点害怕, 扭头说道, 夏, 我们是要住在这里吗? 这,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尸体, 散发着漫天的恶臭, 旗下也有点恍惚, 上一次的天堂口, 一共才三十个人, 可单单乔家静和李湘林的尸体, 就凑出了三十具, 这可真是尸横遍野了, 张律师不断地往后退着, 他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奇怪, 身边的人也很不正常, 他们难道没有发觉问题所在吗? 这里死人了, 他们一个一个地, 为什么会若无其事地搬动尸体? 他们为什么不觉得可怕呢? 那地上躺着的尸体, 和站着的两个人, 不是有同样的脸吗? 不行, 我受不了, 张律师用力地摇了摇头, 我, 我不能奉陪了, 他刚要走, 林晴却拉住了他, 张律师, 你若是自己在这里闯荡, 没几天就会饿死, 林晴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疯, 但你很快就会理解的, 而田田此时也站在众人身后, 默默地发抖, 但始终一句话也没说, 这些人真的是好人吗? 他轻轻地抱住了自己, 感觉有些寒了, 不知是因为眼前的景象让人发寒, 还是因为他穿得实在太少, 总之他止不住地发抖, 正在此时, 一件衣服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 田田吓了一跳, 赶忙扭头看去, 发现身边站着一个长相极美的女孩子, 此时正在冲他微笑, 你好, 小姐姐, 那女孩笑着说, 你穿这么少不冷吗? 田田咽了下口水, 赶紧把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拿了下来, 别, 别这样, 我身上很脏的, 要是弄脏了, 你的衣服? 不, 不脏, 女孩摇了摇头, 将衣服用力地给他裹了裹, 小姐姐, 我叫云瑶, 你叫什么? 我叫张, 我叫田田, 田田有些自卑地低下头, 他感觉眼前的女孩实在是太光鲜亮丽了, 和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田田, 云瑶笑着点点头, 很好听的名字啊, 田田听后, 面色更加暗淡了, 不好听, 其实这个名字, 是我做, 来之前, 我正在家戴业呢, 云瑶伸手搂住了田田的肩膀, 试图让她更晚活一些, 你呢? 你也在家戴业吗? 我, 啊, 是, 戴业, 对, 田田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生怕说错话, 会让别人看不起她, 那我们得互相帮助啊, 云瑶欣慰地笑了笑, 以后我会照顾你的, 田田不知眼前的女孩到底是什么动机, 哪有人一见面就对别人这么好, 难道她是骗子, 可是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看的骗子吗? 云, 云瑶姐, 你不用特意照顾我, 田田苦笑了一下说道, 我烂人一个, 不值得别人对我这么好, 住嘴, 云瑶说, 不准说自己烂人, 也不准叫我云瑶姐, 叫我小瑶, 小瑶? 田田还是有些不解, 眼前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云瑶拉着田田的手绕过了眼前的几人, 云瑶瞥了一眼齐下, 我就不招呼你了呀, 你自辩吧, 虽然嘴上轻蔑, 但齐下感觉云瑶的眼神已经变了, 原先闪闪发亮的双眼之中, 此时夹杂着一丝迷惘, 齐下无奈地摇摇头, 她知道自己亏欠田田的, 这次就让云瑶保护她吧, 过了没多久, 除了张瑞世外, 众人都上前去帮乔家镜和李湘林搬动尸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齐下拖着一具乔家镜的身体, 问楚天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同样的尸体, 楚天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说道, 齐下, 这就是你的杰作呀, 什么? 齐下一顿, 我的杰作? 齐下, 我觉得我当时的决定没错, 楚天秋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我一定要让齐下获得回响, 这句话百分之百的正确, 只要有你在, 我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齐下将乔家镜的尸体放到地上, 骤起眉头问道, 我的回想到底是什么? 齐下, 楚天秋激动地抓住齐下的手, 是生生不息啊, 这太美妙了, 只要有你在,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吗? 我要和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眼前这个满面笑容的人, 在上一次间接导致了齐下的死亡, 虽然不知道他和许流年到底商议了什么, 但这件事必然和他脱不了干系, 说来也是讽刺, 在这个处处都是杀鸡的中烟之地, 齐下接连两次死亡却都不是因为游戏, 而是人, 这里的人比生肖要可怕得多,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看似在人处无害的人也有可能暗藏杀机, 生生不息, 齐下又念叨了一下这四个字, 算是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里之所以会遍布乔家靖和李湘林的尸体, 正是因为自己的回想, 就算他已经死了, 可他却带着回想的力量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潜意识里, 一直都希望乔家靖和李湘林活下来, 所以, 他们二人真的活下来了, 但是这个结果, 任谁看了都会头皮发麻, 无论那些袭击者击杀他们多少次, 他们都会若无其事地出现, 一直到杀死最后一个敌人, 所以余念安也是在这个前提下被创造出来的, 齐下扭头望了望远处的余念安, 可是还是有点不对, 他谨慎地摇了摇头, 感觉在思索下去自己又会崩溃的, 一旁的楚天秋此时又开口说道, 齐下,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对你不利了, 你可是我成神路上最大的帮手, 哦, 齐下扭头看向他, 我如何才能帮你, 假设我成神失败, 你可以让我重新来过呀, 楚天秋脸上荡漾着开心的笑容, 不论我死掉几次, 只要有你在的话, 可我创造出来的你还算是你吗? 齐下问, 当然, 楚天秋点点头, 无论是哪个我, 只要拥有我的思想, 那他就是真正的我了, 第230章, 假的, 齐下依旧眉头紧锁地望着楚天秋, 隔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道, 我确认一下, 楚天秋, 你上一次是为了让我回响, 所以才搞出了这场闹剧, 是, 楚天秋点点头, 所以, 你这次像枝田狗一样的先殷勤, 是想让我用回响帮助你, 齐下说, 是, 可你好像搞错了什么, 齐下皱起眉头, 我们的合作里没有这一条, 哦, 楚天秋摸着下巴, 微微思索了起来, 你说的对, 这一条算是我新家的, 所以你也可以开个相应的新条件, 我们尽量维持公平, 哦, 齐下冷笑一声, 当真, 当真, 那你别后悔, 我不后悔啊, 楚天秋的回答非常干脆, 干脆的很不真实, 所以啊, 齐下, 楚天秋再度荡漾起微笑, 我这一次拿出我全部的真心, 和我联手吧, 当然, 齐下点点头, 若我不想跟你联手, 又怎么会来到这里, 是的, 是的, 楚天秋笑着点点头, 众人将所有的尸体, 都堆放在了操场中央, 背起了高高的尸山, 如今有将近六十具尸体, 全部都入土掩埋, 根本不现实, 只能让时间消化它们了, 只不过接下来的日子, 众人不会太好过, 天堂口将拥有整个中烟之地最新鲜的臭味, 齐下和队友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 来到了属于他们的教室中, 辛苦了, 乔家静依然活力满满地对众人说道, 感谢大家帮我, 搬运我的尸体, 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饭的, 众人都不是很想理他, 拳头, 过来一下, 齐下轻声说道, 有件事, 我想跟你确认, 哦, 乔家静走到齐下身边, 骗人仔, 捏尸, 你是怎么复活的, 齐下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是说天堂口防御战吗, 齐下听后叹了口气, 怎么, 你还给这一战取了名字, 是的, 乔家静一脸认真的点点头, 因为打过的价太多, 不取名字容易对不上号, 好, 齐下无奈地答应着, 就是天堂口防御战, 你当时是怎么复活的, 说来也奇怪, 乔家静说道, 我每次感觉自己被杀了, 一睁眼又会出现在附近, 然后我就一次一次, 跑到我被击杀的地点去报仇, 只不过那些人实在是有点厉害, 赤手空拳很难打的, 看着乔家静那千奇百怪的死相, 确实能想象出这是一场苦战, 以他的格斗能力都死了这么多次, 换成普通人更不必说, 不过看起来那些侵略者比我还要害怕, 乔家静有些不解, 我被杀都没有害怕, 他们害怕什么, 齐下顿了顿, 又问道, 当时, 我是说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见到, 说到这里, 齐下慢慢伸手, 指了指不远处的余念安, 哦, 你是说, 这个女仔当时在天堂口反击站的现场, 天堂口反击站, 齐下听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是, 你有在现场见到她吗? 没, 乔家静摇摇头, 当时我和功夫妞防守成功之后, 寻找了天堂口内的所有幸存者, 并没有见到这个女仔, 听到这句话, 齐下感觉自己的大脑又有点痛, 他正在推断, 眼前的余念安到底是不是回想的产物, 可现在看来他似乎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难道真的是本尊, 但是本尊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面试房间中呢? 当时医生仔, 大只老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人活下来了, 总共才六个人, 乔家静说道, 写字仔死了, 心理医生死了, 其余天堂口的人也都死了, 这次的天堂口保卫站实在是损失太惨重了, 天堂口保卫站, 旗下盯着乔家静的双眼, 忍了半天没忍住, 开口说道, 拳头, 答应我, 以后别随便取名字了, 与乔家静聊了几句之后, 旗下又来到了余念安身边, 此时的余念安正在呆呆地望着天空, 不知思索着什么, 安, 你还好吗? 旗下问, 我, 不知道, 余念安摇摇头, 下, 这里真的好奇怪, 我们不是在做梦吗? 我宁愿是在做梦, 旗下拉着余念安的手, 让他坐到自己身旁, 开口问道, 安, 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过来的? 余念安想了想, 我也感觉挺奇怪, 这里大约四五天了吧, 遇到的人都很奇怪, 这里的空气很臭, 天色很红, 而且, 你等等, 旗下慢慢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 你说, 来这里多久了? 旗下小声问道, 四五天了, 余念安说, 显然又是一道霹雳闪进了旗下的脑海, 假, 又是假的, 我之所以会忽然出现在你身边, 余念安思索着说道, 好像跟一个怪人有关, 旗下没有说话, 只剩余念安自顾自地陈述着, 那个人好像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大约三天前, 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明白, 只要你的爱人出现, 你就一定能见到他, 那个女孩把这句话重复了五六遍, 我总感觉他的精神不太正常, 旗下皱了皱眉头, 原来这个假的余念安来到这里, 是因为某个回响, 他确确实实是旗下上一次回响的产物, 但他没有出现在天堂口, 反而一直都在中阴之地游荡, 然后遇到了某个回响者,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回响者帮了他, 让他见到自己的爱人, 所以当自己出现时, 这个余念安的替身也出现了, 这样看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同样也证明了另一件事, 创造出来的余念安确实不会随着中阴消失, 他不在参与者的范畴之内, 夏, 你怎么了? 余念安感觉旗下有点奇怪, 怎么一直不说话? 在确认眼前的余念安是替身之后, 旗下已经没有什么话要和他说了, 他的感情只能给余念安, 不能给替代者, 没事, 旗下面容冷淡地摇摇头, 那就好, 余念安苦笑了一下, 对了, 夏, 我看到很多人在我眼前化成了粉末, 当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第231章 新的成员 化成粉末, 余念安见证了中阴之日, 这并不奇怪, 不仅是这一次, 余念安将会永远地生活在这里, 见证每一次的中阴, 除非有人能够杀死他, 否则他永远不会消失, 可是谁又能够杀死他呢? 尽管他是替身, 可他却拥有余念安的一切, 旗下自然下不去手, 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下手, 这个地方不可以有任何人杀死任何的余念安, 宁可放过一万, 不能错杀一个, 可是这样下去, 真的能行吗? 就像旗下心中所想, 终有一日, 这里将遍地余念安。 此时, 一个微弱的敲门声响起, 金元勋正站在门外, 灵晴打开门之后问道, 怎么了? 请问, 哪位哥叫旗下? 金元勋问道, 我是。 旗下回答, 哥, 有个人来找你那样? 金元勋组织了一下语言, 专程一个来找你的。 找我? 旗下皱了皱眉头, 只感觉脑子很乱, 毫无头绪。 试个姐。 金元勋比划了一下, 卵发很利索, 眼睛亮亮的。 旗下听后慢慢站起身, 她想起这个人了。 苏珊。 好, 我去见她。 旗下跟着金元勋出了门, 果然看到那个眼睛会发光的女孩。 她正在愣愣地看着天堂口操场中央的尸山。 苏珊, 你来了? 旗下一走一边说道, 西面, 学校, 天堂口, 旗下。 苏珊皱着眉头, 指了指面前的巨大尸山。 你是把我骗过来屠宰的吗? 我的名字没有那么长。 旗下摇摇头说, 你应该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要屠宰你, 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周折, 把你骗过来。 我觉得也是。 苏珊点点头, 所以你们这里是做什么的? 收集尸体的吗? 那倒不是。 旗下环视了一下四周, 问道, 你那个一米九的队友呢? 怎么没带来? 苏珊沉默了一会儿, 回答说, 我觉得你说的对, 如果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没必要一直照顾弱者。 你又在撒谎。 旗下盯着苏珊的眼睛说道, 苏珊, 你害怕我给你指明的道路通向地狱, 所以故意不带队友, 是吧? 苏珊听后苦笑了一下。 旗下, 你真是可怕。 他摇摇头说道, 为什么你总是能够看穿我? 因为你不是那么冷血的人。 旗下回答, 你曾在兵器牌的游戏中, 奋力保护队友。 对你来说, 这只是昨天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在一天过后性情大变? 确实。 苏珊说道, 旗下, 你毕竟亲手杀了我, 所以我不能完全相信你, 但我的潜意识告诉我, 无论如何要来这里看一眼。 你的决定没有错。 旗下回答说, 加入我, 会增大你出去的几率。 那么, 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珊问道, 我们一直都会复活吗? 旗下望了望身边巨大的尸山, 低声说道, 先进来吧,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 苏珊跟着旗下回到了教室内, 吓了赵一声一跳。 她知道这姑娘可不是什么寻常角色, 在中烟之地能够跟旗下正面交手数个回合的人根本不多见。 给大家介绍一下, 旗下说道, 这位叫做苏珊,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从今天开始她加入我们了。 乔家竟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苏珊, 被骗人在说, 聪明, 那你肯定很犀利啊。 苏珊有些不好意思地跟众人打了招呼。 说实话, 旗下的这群队友看起来比旗下和蔼得多, 让苏珊稍微安心了一些。 除了旁边那个花壁男不像什么好人之外, 剩下的人看来都算和善。 旗下, 所以你是天堂口的首领吗? 苏珊问道,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 我不是首领。 旗下说, 我只是天堂口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天堂口差不多有三十个人了。 旗下言简意该地跟苏珊说了天堂口的行动目标, 毒死所有生效, 之后又给她普及了一些中烟之地的基础知识。 但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旗下还顺带说出了自己和楚天堂的所有恩怨。 这一段话不仅说给苏珊听, 更说给面前所有的队友听。 从旗下跟楚天堂的第一次见面, 一直说到上一次的厮杀。 这可让乔家静听不下去了。 骗人仔, 你说天堂宰做了这一切, 他在杀队友。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是,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他? 乔家静越想越气, 他这摔崽在想什么? 不行, 我要去踹他一脚。 没必要。 旗下摇摇头, 拳头, 我之所以留在这里, 是因为楚天堂还有利用价值, 他许对我的2900克道还没有兑现, 如果能拿到这种数量的道, 咱们离出去就不远了。 众人听后, 面色都有些沉重。 像楚天堂这种角色, 他真的甘愿拿出所有的道。 如果他忽然发了疯, 将众人再次击杀, 又该如何? 灵情的面色也很难看, 他在中烟之地行走数年, 就算是猫也要给他几分薄面, 可楚天堂却完全不在乎, 他是真的疯了吗?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乔家静又问, 接下来由苏闪充当团队的新大脑, 负责给你们安排游戏。 旗下说道, 这一次所有人都不必听楚天堂的安排, 众人听后感觉不太对。 苏闪充当新大脑, 乔家静眨了眨眼, 那你呢? 这一次我有特殊行动。 旗下说道, 我将孤身前往各种地级游戏, 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 尽量不要去到这些游戏中, 以免你们的对手是我。 孤身前去地级, 许久没说话的寒衣墨此时终于开口了。 旗下, 不对吧? 怎么? 旗下扭头说道, 哪里不对? 你身为救世主, 为什么要单独去参与游戏? 你不应该带我一起去吗? 旗下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可笑。 说句难听的话, 他就算带任何人去, 也不可能带寒衣墨去。 你们不必去送死了。 旗下摇摇头, 我自己去就行, 记得我的忠告, 尽量不要参与地级。 此时, 在房间角落中坐着的那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 冷不定地开口说道, 那个, 哥们, 能不能单独和你说两句话? 单独? 旗下略为一正, 开口说道, 好, 我们出去吧。 二人来到了校园中, 年轻人盯着旗下看了半天, 慢慢露出了笑容, 你这人怪逗的, 不让我们去参与地级。 你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参与地级游戏, 然后在游戏中杀死你呢? 第232章, 俊男。 哦? 旗下扬了一下眉头, 杀了我, 有意思,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是啊, 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点点头, 哥们, 我也觉得, 旗下盯着这个年轻人看了一会儿, 对他有些好奇, 他的面容非常清秀, 看起来人畜无害, 可眉眼之间总有股很辣的劲。 怎么称呼? 旗下问, 陈俊男。 男人顿了顿, 接着说道, 请问宁丫怎么称呼? 旗下。 是啊, 旗下。 陈俊男慢慢咧开了嘴, 真是可笑啊。 可笑? 这个人给旗下的感觉很熟悉, 可旗下根本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他。 旗下, 到底为什么呢? 陈俊男的癫狂笑容很快扭曲了起来, 可仅仅过了几秒, 又满眼都含着泪水。 你呀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呢? 看起来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像是在崩溃的边缘, 又像是早就崩溃过了。 这句话也让旗下有些恼怒, 因为朱雀也这样问过, 为什么你会这么问? 旗下不解地说道, 你和朱雀是什么关系? 陈俊男无奈地低下头, 茫然地问道, 荒唐, 我和朱雀。 旗下, 你是来救老乔的吗? 什么? 明明已经逃出去了, 你为何又要回来? 陈俊男咬着牙问道, 你不是来救老乔的, 反而是特意回来让我杀死你丫子吗? 这句话语出惊人, 却也在旗下的接受范围之内。 看起来自己曾经的推断没错, 他真的逃出过中烟之地, 可他为什么会回来呢? 原来我真的逃出去了。 旗下点点头, 陈俊男, 你来这里多久了? 他感觉在灵情到来之前, 或者是更早的之前, 陈俊男应该是自己的队友, 只不过他保留的记忆太多了, 现在很难保持神志清醒。 来这里多久了? 陈俊男苦笑着说道, 这是什么问法? 现在都流行这种蠢问题了。 什么? 难道我们每个人来这里的时间不一样吗? 陈俊男慢慢收起苦笑, 一脸愤怒地说道, 我们难道不是一起来的吗? 这个轮回不止的鬼地方, 现在还要分出先来后到不成? 这个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多了。 在他的记忆里, 难道记得中烟之地的最初样子? 旗下思索了一下, 放缓了自己的语气, 和我说说吧, 我们到底经历过什么? 陈俊男的精神状态始终不太稳定, 听到旗下的问题之后浑身颤抖了一下, 说道, 旗下, 当年咱们三个说好的, 我掩护你们两个人出去, 可你却扔下了老乔, 自己逃了。 神? 什么? 旗下愣了一下, 你没了记忆, 所以连狡辩都不会了。 陈俊男冷笑一声, 七年啊, 那可是整整七年, 面对一心想帮助你的乔家敬, 你到底是怎么很下心的? 太丢范儿了。 老七, 你知道老乔在这七年里, 孤孤单单地死了多少次吗? 我? 一些虚无缥缈的罪名, 夹到了旗下的身上, 让他感觉非常难受。 你摸着自个儿良心好好问问, 陈俊男说道, 老乔为了你死了几次。 不, 我应该换个问法, 乔家敬哪次不是因你而死? 旗下听后也有点为难。 陈俊男, 虽然我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 但以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不可能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情。 旗下怅然地望着天空, 这世上只要有人对我付出真心, 我便不可能让他得到欺骗。 我想要对付的人, 从来只有那些充满谎言的骗子。 陈俊男沉默了, 隔了好久, 他才慢慢地摇了摇头。 是, 就算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你也依然是你。 陈俊男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呀知道吗? 这七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宰了你, 可真见到你时, 我还是犹豫了。 老齐, 告诉哥们, 你到底是个自视恶果的小人, 还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希望? 旗下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回答你之前, 我想知道之前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俊男听后慢慢站起身来, 回答说, 老齐, 你在七年前分明逃出去了。 可, 你怎么知道我逃出去了? 你亲口和我说的, 你说那天之后你就会成功? 陈俊男一脸认真地盯着他, 难道鸭没逃出去? 现在, 你要打自己的脸吗? 我对你付出了真心, 但你当时回报了我, 欺骗。 你是说, 我亲口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逃出去了? 旗下还是感觉很诡异, 听起来你之前和我的关系很好, 为什么我没有把你带走? 因为我说过了, 不想走。 陈俊男的眼神再次冷俊起来, 可我没想到你连老乔也留下了。 那一次之后, 你鸭再也没有出现在面试房间中。 原来是这样, 旗下慢慢地点了点头, 所以你没有亲眼见到我出去了, 只是发现我不见了。 几个意思? 陈俊男有点不解, 所以你还是骗了我。 不, 旗下摇摇头, 陈俊男, 你说有没有可能不是我骗了你, 而是我被骗了。 跟哥们儿逗闷子呢? 陈俊男被气笑了, 老齐, 在中烟之地能够骗到你的人有几个? 云年安就是其中一个。 旗下说, 谁? 陈俊男一愣, 看到陈俊男疑惑的表情, 旗下还是感觉不太对。 你没听过云年安这个名字吗? 中烟之地那么多人, 难道我都要记得名字? 一个奇怪的念头, 开始在旗下心中盘旋。 陈俊男, 你以前真的跟我关系很好吗? 旗下确认道, 怎么说呢? 陈俊男有些犹豫, 你这人不局气, 我感觉我跟老乔关系更好点。 旗下摇摇头, 好, 就算你只和我见过几次, 也不可能没有听过云年安这个名字吧。 陈俊男越听越乱, 什么? 我见过你, 所以就要认识余年安? 云年安是这三次轮回新出现的那个姑娘吗? 就算盘亮, 条也顺, 但我不认识啊。 旗下知道她指的是灵情。 不, 是今天一直和我站在一起的女孩。 旗下说道, 她就是云年安, 是我的妻子。 你的什么? 陈俊男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妻子。 这个简简单单的访问, 让旗下的大脑混乱不堪。 换言之, 这个最初的战友, 这个叫做陈俊男的男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妻子。 那如此看来, 云年安应该是这七年之内出现的人。 第233章, 死人了。 陈俊男, 在你的印象里, 我是什么年纪? 旗下问, 年纪。 陈俊男皱了皱眉头, 你现在就和那是一模一样。 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 几乎将旗下胡思乱想的猜测, 推翻了一半。 也就是说, 自己并不是在19岁那一年, 进入的中烟之地, 而是26岁。 自己不是来自七年前的人, 难道是来自七年后的人吗? 疑点太多了, 旗下皱着眉头思索了半天, 一把就抓住了陈俊男。 你不觉得一点太多了吗? 陈俊男愣了愣, 哪儿? 在你的视角里, 26岁的我若逃脱了七年, 然后又回到这里的话, 我不应该三十多岁了吗? 旗下皱着眉头问道, 我为什么还是26岁? 这句话让陈俊男也陷入了思索, 所以我会不会根本就没有逃出去, 反而变成了原住民。 旗下感觉只有把自己变成疯子, 才能解释这一切。 那些日子里, 我疯了, 并且邂逅了另一个原住民于念安。 由于每个原住民都以为中烟之地是现实事件, 所以我以为我是在现实中邂逅的于念安, 但我和他分明只是两个疯子。 旗下感觉这一次的猜测, 比任何一次都接近真相。 这也同样能够解释于念安为什么会出现在中烟之地。 陈俊男感觉旗下现在就很疯。 老齐, 陈俊男皱着眉头说, 我们在中烟之地一起行动了那么久, 应该都知道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原住民绝对不可能回到面试房间。 陈俊男冷冷地说, 假如说你真的变成了原住民, 那你就永远是原住民了。 不, 不对。 旗下说道, 原住民是可以回到面试房间的, 我之前见到的许刘年, 他就, 话还没说完旗下, 就愣住了。 许刘年回到面试房间了吗? 据说他跟楚天秋, 云瑶, 金元勋来自同一个面试房间中。 若他真的回去了, 云瑶怎么会不知道? 上一次看到云瑶的反应, 他完全不知道许刘年的事情。 难道我又被骗了? 难道云瑶跟许刘年和齐伙来欺骗自己? 云瑶其实什么都知道。 见到旗下的反应, 陈俊男愣了半天, 伸出手来干净利索地抽了他一个巴掌。 这巴掌不是很疼, 但格外地响亮。 做什么? 旗下吓了一跳, 你压实来冒充旗下的吗? 陈俊男问道, 你是那个画型吗? 什么? 旗下慢慢皱起眉头, 我怎么可能会是画型? 那你在这逃逼什么? 陈俊男不解地问道, 我认识的老齐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被骗了这句话, 可我在你嘴里已经听过好几次了。 你压真的不是冒充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被骗了。 是啊, 你只会跟我说放心, 他们骗不了我。 陈俊男无奈地摇摇头, 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我估计咱们再也逃不出去了。 陈俊男的这句话点醒了旗下, 在他刚刚踏入中烟之地的时候, 也曾信誓旦旦地说出类似的话。 论骗术, 他不害怕任何人, 可现在却如同惊弓之鸟, 处处卫手卫脚。 我现在有些相信你是我的队友了。 旗下拍了拍陈俊男的肩膀, 虽然是第一次和他交谈, 但旗下感觉他对陈俊男很熟悉。 呀, 别碰我。 陈俊男不耐烦地甩开了旗下的手, 我至今还怀疑你是冒充的。 是, 我差一点就不是旗下了。 旗下嘴角微微一扬, 我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才对。 正在二人说话间, 云瑶从教学楼口中走了出来。 旗下, 他叫道, 怎么了? 这位是, 云瑶看向陈俊男, 是新加入的老朋友。 旗下回答道, 哦, 云瑶点点头, 今晚还是照旧, 有迎新会, 你们要参加吗? 我知道了, 你先去, 我们随后就到。 旗下说道, 等云瑶走远之后, 陈俊男低声说道, 你不记得楚天秋是谁了? 嗯? 旗下面色一沉, 我们以前就认识他吗? 众人在迎新会的现场, 听着楚天秋千篇一律地开场白, 这一次的立场, 好像颠倒了。 旗下身边的队友, 大多都是回想者, 可天堂口保有记忆的人, 却比上一次还少。 但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有记忆的人越多, 对于楚天秋来说, 就越难控制。 让旗下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许流年, 居然大摇大摆地坐在人群中, 好像上次发生的所有事情, 和自己无关一样。 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就算你做了天大的错事, 只要能在对方回想之前杀人灭口, 便可以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 旗下一扭头, 看到云瑶身边怯生生的田田。 云瑶此时正在向众人介绍她, 并请求大家关照。 说起来, 这对田田来说不是个好主意, 反而会加剧她的焦虑, 毕竟在她的世界里, 每个人对她好都是有所图的。 苏闪一边喝着一瓶啤酒, 一边看向四周喧闹的众人, 不得不说天堂口给她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坏人。 她转头看了看旗下, 问道,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刚才去给妻子送了点东西。 旗下说道, 送东西? 你妻子呢? 灵情问旗下, 她不想来。 旗下摇摇头, 我也不想她来, 这种虚假的聚会无非是来给全都骗点啤酒, 没必要让她参与。 你还没跟我们介绍一下,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医生几人也在此时凑了过来, 虽然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面试房间中会出现余念案, 但目前看来她没有任何的危险性, 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姑娘。 她是个完美的人。 旗下说道, 不解,赵医生撇了撇嘴, 说道, 旗下, 这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人。 不, 有。 旗下义正言辞地说, 余念案就是完美的人, 他没有任何缺点。 众人听后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旗下一直都很奇怪, 他们自然知道这点。 张律师在一旁喃喃自语地说道, 真羡慕你和你妻子的爱情。 李警官听后扬了扬眉头, 之前一直都没有问过你, 张律师, 你是已婚的吗? 不是, 张律师说完之后愣了愣, 张律师自然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可到底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一个律师分不清自己是已婚还是未婚? 坏事坏事, 金元勋急匆匆地跑进聚会的食堂, 大声叫喊道, 死人了。 第234章, 杀人者是, 众人纷纷站起身来看向金元勋, 谁死了? 一个, 一个女姐, 金元勋喘着粗气说道, 那样被杀了。 听到这句话, 旗下面色一惊, 撞翻了桌椅, 立刻跑出门。 李警官也似乎想到了什么, 紧随其后, 天堂口剩余的人也稀稀拉拉地跟了上去。 旗下带着慌张的表情来到了他和众人居住的教室中, 推开门的瞬间就闻到了刺鼻的铁锈尾, 那气味混杂着操场上新鲜的腐臭, 让人神情一阵恍惚。 云念安躺在血泊中, 心头立着一把尖刀。 安? 旗下正要跑上去, 李警官却一把拉住了他。 你做什么? 旗下问道, 这一次真的需要保护现场吗? 李警官绕着教室边缘缓缓缓地走了几步, 看了看地面上的脚印, 说道, 你不想找到凶手吗? 经过李警官的提醒, 旗下这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这一次, 云念安的死亡和之前寒一墨的处境不同, 明显是谋杀。 门口渐渐也聚集了围观的人, 旗下的队友也都跑了过来。 灵晴看了看躺在血泊中的云念安, 又扭头看了看旗下, 感觉有点奇怪。 旗下? 没有头痛。 李警官带着赵医生走上前去, 检查了一下云念安的脉搏, 他已经没有生病体征了, 但身体还有温度, 显然死去不久。 李警官蹲下身子看了看地面, 这里的脚印很难看出线索, 毕竟房间里住着十个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血液只在云念安的尸体附近, 并没有带血的脚印出现。 这说明凶手杀人手段非常迅速, 在血液蔓延之前就离开了现场,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凶手有可能从窗口逃脱了。 苏闪忽然开口说道, 李警官点点头, 抬眼望望望这个姑娘。 二人同时来到窗口检查了一下, 学校的窗子只能从内部上锁, 如今所有的窗子都是锁住的。 李警官和苏闪又同时拿起了 云念安的左手和右手, 看了看他的指甲和手掌, 最后又检查了一下致命伤口。 片刻之后, 二人都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他们二人站起身, 似乎都有话想说。 李警官看了看苏闪, 问道, 你是警察吗? 苏闪点点头, 是, 你也是。 李警官听后伸手进了个礼, 李尚武, 内蒙古巴林左旗第一行政支队队长。 苏闪听后也严肃起来, 恭恭敬敬地进了个礼, 苏闪, 湖南长沙行政队技术科技术员。 二人默契地点了点头, 让其他人也感觉安心了不少。 但下一秒, 李警官就严肃地说道, 表面看来, 死者自杀的可能性更大。 你说什么? 旗下表情一正? 李队长说得没错。 苏闪点点头, 死者完全没有挣扎的痕迹, 心肺正面受窗, 正常人很难不挣扎。 苏闪又低下头, 看了看余念安胸前的尖刀。 这是一把水果刀, 只有一侧开刃。 但开刃方向是朝上的, 苏闪伸出手, 模拟出握刀的动作。 正常人握着水果刀时, 刀刃应该是向下的。 这样才方便刺入对方的身体。 众人发现情况果然和苏闪说的一样。 想要刀刃朝上, 刺入心肺。 苏闪双手一握, 双手翻转, 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只有这样, 刀刃才会向上。 他回过头来说道, 李警官点点头, 继续补充道, 屋内没有血脚印, 窗户也没有打开的痕迹, 所以苏闪说的话。 胡扯? 旗下冷喝道。 什么? 我说你们俩在胡扯。 旗下完全不相信二人说的话, 面色阴冷地坐到了余念安身边, 金元勋在哪里? 把他叫来。 人群后方慢慢走出一个少年, 正是金元勋。 哥, 我在这里, 大家都在参与聚会, 你为什么会发现尸体? 旗下立声问道, 楚歌让我巡逻那样, 金元勋回答道, 虽然你们都在聚会, 但我没去。 巡逻? 旗下依然是满脸不幸的表情。 哥, 你在怀疑我? 金元勋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你话那样说的, 你说我杀人了? 李警官和苏闪自然理解旗下的想法, 在大多数的凶杀案中,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都有不小的作案嫌疑, 余念安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旗下说道, 金元勋, 你说说, 若是自杀, 这把水果刀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听到这句话, 林情心头一惊, 刚刚旗下参加聚会时, 说过的一句话, 不知为何在他脑海中想了起来, 我刚才去给妻子送了点东西, 西八, 我怎么知道? 金元勋感觉被气坏了, 我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 我杀他做什么? 此时楚天秋也从人群后方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扫了一下房间内的景象, 瞬间皱了皱眉头, 怎么回事? 楚天秋问金元勋, 呀, 哥, 我不知道, 我发现了尸体, 但被他怀疑了, 金元勋着急地说道, 楚天秋没有说话, 反而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他扫过地面, 窗口和余念安的尸体, 然后淡淡地说, 像是自杀, 话音一落, 他感觉自己忽然之间被撂倒了, 撂倒他的既不是旗下, 也不是乔家静, 而是那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 下一秒, 面色苍白的小伙子立刻上前掐住了楚天秋的脖子, 他的手中还握着一把沾血的匕首, 显然是从尸体身上拔下来的, 此时的旗下正站在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身边, 看来二人早有预谋, 楚天秋感觉自己中计了, 许刘年在哪里? 旗下站在一旁问, 什么? 楚天秋皱着眉头, 许刘年,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杀人者是许刘年, 把他叫来, 否则我们会杀了你, 旗下说道, 人群瞬间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杀人者是许刘年, 楚天秋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扭头向人群喊道, 别, 还不等他说完话, 许刘年赶忙走了出来, 说道, 旗下, 你们别杀他, 我在这里, 我不可能是杀人凶手的, 楚天秋的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知道许刘年还是太天真了, 想要跟旗下这种人过招, 怎么可能相信他说的话? 旗下听后露出一丝微笑, 太好了, 他向陈俊南点了点头, 只见陈俊南猛然抬起手, 将手中的匕首冲着楚天秋狠狠地刺了下去, 旗下根本不在乎许刘年在哪, 他只想确认自己眼前的人是不是楚天秋本人, 可让他未曾料想的是, 千钧一发之际, 一旁的金元勋忽然伸手握住了陈俊南的手腕, 你们做什么? 金元勋低声问旗下, 看不出来吗? 旗下说, 报仇? 你们根本不知道是谁那样杀了人, 报什么仇? 金元勋喝道, 旗下抬眼望了望眼前的少年, 上一次参与地虎的游戏时, 许刘年在选择队员的时候, 曾经说过可惜金元勋不在, 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李湘林, 如此想来, 眼前的少年战斗力难道在李湘林之上, 躺在地上的楚天秋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金元勋把刀卸了, 金元勋点点头, 双手一握陈俊南的手臂, 刚要发力扭断他胳膊的时候, 却忽然被人搂住了肩膀, 亮仔, 先听我说, 第235章, 可星, 喂, 放手, 金元勋说道, 你也想死吗, 听到这句话, 乔家静不仅没放手, 反而面色严肃起来, 他慢慢地伸出三根指头, 捏住了金元勋的锁骨, 这个举动让金元勋感觉不妙, 亮仔, 你给我解释解释, 也自是这么用的吗, 什么, 金元勋的表情有点委屈, 我潮足啊, 我汉语不好, 你别,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用眼, 乔家静问道, 我普通话也很差, 所以想让你说说, 金元勋皱着眉头说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的那样清楚, 我以前只说潮雨那样, 亮仔, 咬紧牙齿, 乔家静大喝道, 啊, 咬紧了呀, 不等金元勋反应, 乔家静扣住他的锁骨, 脚下飞速一个横扫, 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整个后背着地, 发出清脆的声音, 若没有咬紧牙齿, 金元勋的舌头, 现在估计咬断了, 压西巴朗给, 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暗骂一声, 陈俊男看着乔家静干净利索地伸手, 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摇了摇头, 这种感觉让他恍惚间回到了七年前, 虽说撂倒了金元勋, 可乔家静接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今的有人拿着刀子对准了楚天秋, 该拦住他吗? 可对方好像真的杀了人, 杀人偿命固然没错, 可到底谁才是对的? 他一扭头, 看到了身边的张山和云摇, 让人奇怪的是, 以前最袒护楚天秋的二人, 此时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冷眼旁观, 拳头让他们走, 旗下说道, 什么? 不需要围观, 这是我和楚天秋自己的事情, 旗下抬起头说道, 放心, 我们只是问个明白, 不会杀人, 云摇听到这句话, 自顾自地回过身去, 拉起了田田, 田田, 我们走吧, 嗯, 田田有些不解, 这样能行吗? 臭男人的事情别管了, 越管越乱, 云摇挽着田田的手, 推开人群离去了, 张山无奈地叹了口气, 竟也带着老吕和小眼镜离开, 老家竟也立刻顺势而为, 笑嘻嘻地将所有人推出了房间, 然后关上了门, 屋里只剩下跟旗下一起走出房间的人, 外带一个金元勋, 我明白了, 楚天秋忽然露出一丝冷笑, 旗下, 你故意的? 哦, 旗下扬了一下眉头, 然后捞起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不明白, 楚天秋扭过头, 露出猙獰的笑容, 你可真是好算计啊, 这么明显的自杀现场, 你不可能猜不到, 所以呢? 所以你? 话还没说完, 陈俊南的匕首慢慢靠近了楚天秋的脖子, 兔崽子, 别瞎问, 看着小爷的眼睛, 你觉得我敢不敢宰了你? 这个男人身上隐隐地散发着一股很邪性的气息, 他的眼神不像撒谎, 他真的敢在这里杀人, 楚天秋咽了下口水, 说道, 你们想要什么? 听到这句话, 旗下不由地想感谢一下陈俊南, 他说的没错, 想要最快地制服楚天秋, 只能不讲一切道理, 直接用刀架住他的脖子, 他说我要见到天极的办法, 还要两千九百克刀, 道我可以给你, 楚天秋回答, 可是见到天极的办法, 我不知道, 往你在中烟之地游荡了两年, 旗下冷笑道, 居然真的见不到天极, 旗下, 楚天秋摇摇头, 你忘记我的目的了, 地级生肖已经足够达成我的目的, 我又何必去惹怒天极, 好, 我姑且相信你, 旗下说道, 那我只要道, 现在让金元勋把刀取过来, 现在, 楚天秋愣了一下, 你现在就要吗? 他再次贴近楚天秋的脖子, 然后伸出另一只手, 拍着楚天秋的脸, 每拍一下, 就蹦出一个字, 你, 他, 妈, 听, 不, 懂, 这个男人看起来就像是楚天秋的可心, 好, 楚天秋咽了下口水, 冷静点, 我本来就答应把刀给旗下, 没必要这样, 五分钟, 旗下说道, 够了吧, 时间有点紧张, 楚天秋回答道, 陈俊男点点头, 三分半, 够不够, 够了, 楚天秋果断地点点头, 金元勋, 你过来, 我告诉你地点, 不用, 旗下摇摇头, 直接说出来, 楚天秋面色沉重地思索了一会儿, 低声说道, 你的队友成分太复杂了, 我如果在这里说出来, 可直接杀了我没有什么区别, 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旗下说, 好, 楚天秋咬着牙说道, 金元勋, 学校后面的墓地, 从左边属的第三座坟墓, 写着楚天秋的名字, 你把墓碑推倒, 下面有条密道, 什么, 金元勋愣了一下, 餐桌对面有个厨子, 里面有装到的麻袋, 两大麻袋, 总共2900颗, 旗下听后又露出了冷笑, 果然, 这和杀了楚天秋没什么区别, 屋里不仅有吉道的人, 还有刚刚加入不久的苏珊, 楚天秋在众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藏身地, 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楚天秋, 你应该知道, 我快疯了, 旗下笑着说, 不必说你敢拿假的道来糊弄我们, 就算你给我的是2899颗, 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放心, 楚天秋慢慢地闭上眼, 我们的合作是相互的, 如今正是真心换真心, 让金元勋去拿吧, 楚哥,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金元勋点点头, 随即离开了房间, 真不愧是你啊, 旗下点点头, 为了更好地研究尸体, 你直接住在墓地里, 楚天秋面色阴沉下来, 一言不发, 旗下, 你拿到2900颗道又怎样? 楚天秋挪动了一下身体, 让自己尽量躺平, 你有能力保护好刀吗? 你身边就有疾悼者, 只要一个简单的念头, 他就能毁掉你所有出去的希望, 不需要你操心, 旗下说道, 你尽管把刀拿来给我, 以后我们依然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气氛静谧起来, 一旁的众人不解地看着旗下, 和这个刚刚加入的陈俊南,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于宁安真的是自杀的吗? 陈俊南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伸出食指, 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问道, 对了, 小楚啊, 这里还疼吗? 最近晚上睡得好吗? 什么? 楚天秋瞬间瞪大了双眼, 昔日里那么积极的小楚, 今日摇身一变成了一介首领, 真有你的啊, 陈俊南又伸手狠狠地拍了拍楚天秋的脸。 第236章 到手 你到底是谁? 楚天秋皱着眉头看着陈俊南, 小兔崽子, 陈俊南看起来很生气, 早知道真该杀了你, 看着你现在的逼要我就来火, 现场的几个回想者, 听到此人的语气也开始面露疑惑。 我说, 靓仔, 乔家静说道, 叫我俊南。 俊南? 乔家静有些摸不着头脑, 靓仔和俊南有什么区别吗? 嗯, 陈俊南听后愣了愣, 还是有区别的吧? 所以, 俊南比靓仔要帅吗? 乔家静虚心地请教道, 不是, 什么玩意啊? 陈俊南皱着眉头说, 和靓仔有什么关系? 我本来就是俊南啊。 陈俊南隐约记得, 这段对话曾经发生过很多次。 哦, 行吧, 乔家静点点头, 这位俊南, 你认识天秋仔? 旗下本来感觉陈俊南是个深沉的人, 现在看起来也有点呆傻, 和乔家静莫名的合拍。 怎么不认识? 不禁我认识, 你们也认识。 陈俊南蹲下来盯着楚天秋, 轻蔑地笑道, 七年前哭着嚎着, 要给咱们三个提携, 今儿个一见面, 压架子倒是端起来了。 七, 七年前, 楚天秋愣了一下, 你在扯什么鬼话? 你为什么可以保存七年的记忆? 为什么? 陈俊南又伸手拍了拍楚天秋的脸, 一字一顿地说道, 因为老子愿意。 旗下看着陈俊南的动作, 感觉这个人有点意思, 他跟乔家静完全不同, 乔家静看着鞋, 但为人很正, 可这陈俊南看起来人畜无害, 骨子里却斜得很, 他正好是旗下需要的角色。 没一会儿的功夫, 金元勋回来了, 他背着两个巨大的麻袋, 气喘吁吁地推开了门。 呀, 放人吧, 我把东西带来了, 东西给我看。 旗下说道, 你先放人那样。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低头说道, 楚天秋, 你的人在跟我谈条件, 我该怎么说? 楚天秋思索了一下, 开口说道, 金元勋给他吧。 什么? 哥, 他要是杀了你怎么办? 杀了我, 他就成了杀人夺道了。 楚天秋说道, 你不给他我才危险。 金元勋听后, 面色沉重地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将两个麻袋放在了地上。 拳头, 检查一下。 旗下说, 嗯, 乔家静点点头, 回头打开了一个麻袋。 下一秒, 一股直冲脑门的腐臭味 从麻袋当中荡漾开来, 让房间内的众人都向后退了一步。 哦, 离麻袋最近的乔家静彻底中了招, 连连露出干呕的表情。 我丢, 这面啊, 这么臭的。 旗下也皱着眉头, 抬眼望了望, 那麻袋里确实散发出光芒, 是刀。 可刀, 为什么会这么臭? 以前旗下手中拿到的刀, 最多时也才七十来克, 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刀的气味。 难道这东西, 本身就散发着腐臭味吗? 乔家静强忍着臭味, 从麻袋中拿出了几颗小球。 这小球外圈是白色的, 内圈是黄色的, 造型像个立体的荷包蛋, 浑身散发着隐隐的光芒, 果然是刀。 随后乔家静打开另一个麻袋, 同样也是满满当当的刀, 像是一袋子核桃。 房间内没有任何人见过这种数量的刀, 可此时根本来不及惊讶, 因为气味实在是太臭了。 旗下, 楚天秋笑着说道, 你要不要轻点一下, 离贵盖不负责的, 那就没必要了。 旗下也冷笑一声, 若我发现数量少了, 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你。 楚天秋干笑两声, 好, 那, 先走。 当然, 当然, 旗下点点头, 让陈俊南收起了对方脖子上的匕首, 然后客客气气地把楚天秋扶了起来, 咱们是合作伙伴, 我怎么可能真的杀了你? 对吗? 楚天秋慢慢站起身, 旗下, 期待我们日后的合作。 金元勋立刻往前了两步, 跟在了楚天秋身边。 嗯, 合作愉快。 旗下答应道, 目送两个人出屋之后, 旗下的面色沉了下来, 乔家静把麻袋口封上, 屋内的气味好闻了一些。 骗人在, 咱们怎么办? 乔家静说道, 要一起算算数量吗? 没有必要。 旗下摇摇头, 无论数量是多少, 拿到就是赚了。 陈俊南听后, 也思索了一下, 那接下来呢? 老七, 你准备接下来的日子, 拿着这两千九百克道行动? 不, 旗下慢慢站起身来, 对众人说道, 各位, 你们相信我吗? 众人听后面面相去, 比起楚天秋来说, 旗下自然更值得信赖一些。 你要做什么? 灵情问道, 你应该知道这里有吉道,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会想尽办法的破坏你的道。 我当然知道。 旗下点点头, 各位若是相信我, 这些道就暂且由我保管。 在收集其三千六百克之前, 任何人都见不到他们。 几个人听后, 都安静了下来。 毕竟他们都知道, 道是逃出这里的关键, 可此时的旗下, 却要独自保管。 见到众人迟迟不语, 旗下又说道, 当然还有第二个方案, 田店不在, 这里有九个人, 我们可以当场把道平分, 平分之后的事情, 各安天命, 互不干涉。 这个方案听起来, 显然比刚才更合理, 但却让众人心中更加忐忑。 我们举手投票吧。 李警官在一旁说道, 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一些。 好, 旗下点点头, 希望现在就平分到的举手。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赵医生和苏闪举起了手。 旗下看了二人一眼, 对二人的选择并不意外, 同意让我保管的举手。 乔家静, 陈俊男, 李警官跟韩一默举起了手。 旗下又看了看, 至今没有举过手的张律师和林晴, 问道, 你们怎么说? 我放弃。 张律师摇摇头, 我对情况一无所知, 所以不便做出判断。 林晴也面色沉重地说道, 我只是不希望你死在这些道上。 那我明白了, 旗下扭头对众人说道, 少数服从多数, 这些道由我保管了。 说完他就背起了一个麻袋, 回头对乔家静说, 拳头, 你背上另一个跟我走。 二人背上麻袋出门之前, 旗下又回头看了一眼云念案的尸体。 他有些难过, 但又不完全难过。 帮我把他安葬了吧。 第237章, 生效的友情。 旗下和乔家静背着两个巨大的麻袋, 迎着夜色出了门。 一路上乔家静就好像旅游, 一边走着一边哼起了粤语歌。 旗下则万分谨慎地盯着四周。 2900克刀的数量实在是太害人了, 但好在今天是第灵天, 根本不可能有人料到, 今天夜里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刀被两个人驮着走。 至于楚天秋, 旗下断定他绝不可能派人前来抢夺刀, 否则会断送二人之间唯一的合作筹码。 仔细想想, 楚天秋北到的时候并未犹豫, 可见他追求的最终目标确实不是吉道, 更像是他所谓的成神。 骗人仔,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乔家静四下望了望, 如今暮色将至, 已经快要看不清道路了。 跟着我走吧, 拳道。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有一个地方应该很安全, 但我不确定我的想法能不能行。 乔家静点点头, 随后不再言语, 只是默默地跟在旗下身后。 走了一会儿, 旗下忽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问道, 拳道, 你活到最后一天了吗? 我? 乔家静思索了一下, 你说上一次吗? 嗯, 是的, 乔家静点点头, 我和功夫妞两个人离开了天堂口, 一直待到最后一天。 中烟是什么样子的? 旗下开口之后感觉自己有点可笑, 在中烟之地待了这么久, 却只能从别人口中得知中烟的样子。 那天, 乔家静的表情慢慢暗淡下来, 我在破房子中找到了几罐豆子, 正准备生火加热一下, 给功夫妞吃, 却亲眼见到她的身体开始消散。 消散? 是的, 乔家静点点头, 那种感觉很可怕, 功夫妞一脸惊慌地看着我, 可她的手掌慢慢化成了暗红色的粉末, 飘散在空中, 紧接着是整条手臂, 肩膀, 然后是脑袋, 旗下眼前似乎出现了那一幕。 就像楚天秋所说, 在中烟到来的时候, 骗人宰你织吗? 我根本抓不住她, 乔家静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 她看起来非常难过, 功夫妞飘散在我的四周, 她到处都是, 我依然能感受到她惊恐的眼神, 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救她。 然后呢? 然后是我, 乔家静举起自己的手掌看了看, 说道, 我也开始飘散了, 那种感觉很奇怪, 不痛不痒, 但却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变成了沙子, 我有空中美丽尘埃的触感, 可我阻止不了, 旗下低头不语, 监狱, 旗下顿了一下, 嗯, 就是我来这里之前的一天, 那是我正站在监狱门口, 乔家静露出了一丝苦笑, 说来我也真是可悲啊, 明明能够回到现实世界, 可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有些事你当时没有做, 日后也不会做了, 旗下有些同情地看了看乔家静, 能够让他露出这副表情的事, 定然伤他伤得很深, 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曾经以为能够操纵一切, 可到头来却是一次一次地被耍弄, 随着夜色渐沉四周重鸣浮现时, 二人也来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栋五六层高的小楼, 面前有一个虎头人身的怪家伙, 正坐在地上, 听到游远极近的脚步声, 地虎抬起头来看了看, 哟, 他的目光在旗下身上停了几秒, 今天下班了, 明月请赶早, 说完之后, 他就站起身, 慢慢向黑暗中走去, 等一下, 旗下叫道, 地虎, 现在还不能下班, 我有事想跟你说, 滚, 地虎冷喝一声, 继续向前走去, 旗下思索再三, 还是走上前去拉住了他, 地虎, 我有个买卖想和你做, 买卖? 地虎转过头, 那头上白德发亮的毛发, 在夜色中反射着丝丝光芒, 你凭什么觉得, 有资格跟我谈买卖? 滚, 旗下如今只能赌一把了, 他将自己背着的麻袋, 扔在了地虎眼前, 接着又上前去打开了风口, 袋中数量惊人的, 倒散发出腐臭的同时, 也照亮了附近的区域, 地虎, 我现在有2900颗刀, 我想把它交给你, 一心要走的地虎, 听到这句话后, 微微一震, 然后低头看了看麻袋, 2900颗? 没错, 旗下点点头, 我希望你帮我看管, 地虎思索了几秒, 脸上的胡须抖动了一下, 随后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帮你看管, 你为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是个什么东西? 他的胡肘将麻袋口重新封上, 让四周的光芒暗淡了一些, 什么? 地虎顿了顿, 天阳, 地虎, 你很想见到天阳吧? 旗下咽了下口水缓缓说道, 我同样也想, 所以我一定会找到他, 我和你的身份不同, 所以比你有更多的退路, 你应该知道, 我哪怕一次一次的死去都无所谓, 所以更容易找到他, 这句话居然让眼前的虎头人动容了, 地虎思索了一会儿, 扭头道, 小子, 你可能不明白, 我并不是想见天阳, 我不管那个人如今是天地人哪只羊, 我只想要一个交代, 话音刚落, 不远处忽然亮起了一个淡淡的光圈, 旗下定睛一看, 这个光圈好像是他们出来炸道时的光门, 地虎望了望光门, 说道, 小子, 我该下班了, 旗下皱了皱眉头,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生肖居然真的会下班, 我懂了, 你要见那个人, 我会全力帮助你的, 如果想让我相信你的话, 你得替我办件事, 地虎说, 什么事? 地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皱巴巴的棚化食品, 塞到了旗下手中, 然后慢慢伸出手, 指了一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走过去, 大约一个小时能见到中, 面对中的右手边有一条小道, 通向一个人数的游戏场地, 地虎沉声说道, 我无法离开此地, 你帮我把这袋零食带给他, 第238章, 头痛, 什么? 旗下拿着零食的手, 微微愣了一下, 什么? 地虎轻蔑地看了旗下一眼, 还说要做交易, 结果这点小事都不愿意给我办吗? 旗下面不改色地将零食收到口袋中, 说道, 不, 只是今天太晚了, 我们行动会有危险, 那你就去老子的游戏场地休息, 那里没有蝼蚁, 地虎不耐烦地推开了旗下, 冲着光门走去了, 那这2900克道, 地虎停下脚步,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先放在我这, 若你没有帮我办好这件事, 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他单手抓起沉重的两麻袋刀, 像是毛巾一样的搭在身上, 然后转身投入了光门中, 而光门也在此时陡然关闭, 旗下和乔家静还没来得及说话, 同样的位置又出现了另一道光门, 下一秒, 大量的黑影从里面爬出, 每一个黑影都四肢着地, 扭曲着手脚, 嘴中散发着稀稀锁锁的声音, 瞪着一双没有眼球的空洞双眼, 不好, 旗下拉了一把乔家静, 快走, 乔家静被眼前这一幕吓了一跳, 但也很快回过神来, 跟着旗下向着建筑物跑去, 二人进入了地虎的场地, 回头将门挡上, 这才松了口气, 骗人仔, 那是什么东西, 乔家静不解地说道, 那些, 是人, 应该是, 旗下沉生说道, 以前见过一次, 虽然他们不会攻击人, 但总感觉很危险, 我丢, 乔家静慢慢地缓了口气, 话锋一转又问道, 骗人仔, 你把刀给那个老虎, 真的保险吗, 目前来说, 是最保险的办法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 老对地级生效完全是无用之物, 什么, 乔家静一愣, 仔细想想, 我们参与的几个地级游戏, 所有的生效全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他们收取的门票远远达不到我们所赢取的奖励, 乔家静听后摸着下巴思索了很久, 然后郑重其事地开口说道, 骗人仔, 我只参与过一个地级的游戏, 呃, 旗下摇了摇头, 你不是没参与过, 而是失去记忆了, 我们刚刚来到中烟之地时, 你揍过的那只熊就是地级游戏, 哦, 而是用刀来吸引我们送命, 道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 甚至可以亏本, 可是, 乔家静还是有些不解, 你靠一个猜测, 就把所有的道都给他了, 会不会有点冒险? 这当然很冒险, 旗下说道, 只要这两千九百颗道在我的手中, 无论我做出什么选择都很冒险, 即道也会因为这些道而对我们赶尽杀绝, 相比较而言, 将道托付给一个地级生效反而是保险的一件事了, 乔家静听后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 这我不知, 旗下摇摇头, 不必说天阳了, 连地虎说的人数, 我们都找不到了, 什么, 乔家静不解的看了看旗下, 他都告诉我们地址了, 怎还会找不到, 那个孩子死了, 旗下略带惋惜的说道, 上一次我们刚来时, 你和我一起见到的那具尸体, 你还记得吗? 我丢, 孩子, 乔家静忽然想起了当时的场景, 我只记得那具尸体非常瘦小, 居然是个孩子, 嗯,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杀了他, 乔家静看起来非常生气, 连孩子都杀, 这他妈也算个人, 是我杀的, 旗下直言不讳地说道, 唉, 当时我听说, 在中烟之地参与游戏时, 可以不缴纳筹码, 反而押上自己的命, 于是我在那个孩子的游戏里试了试, 旗下惆怅地叹了口气, 可我没想到, 这里的裁判, 居然也是某种参与者, 若我押上性命取得胜利, 便会让对方失去性命, 乔家静听后, 略带惋戏的叹了口气, 在对一切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能够考虑自己的选择, 能不能保下生肖的性命, 那我们该怎么做, 乔家静问道, 看起来那个虎头仔,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乔家静扭头看了看旗下, 他感觉按照旗下的做法, 大概率会选择欺骗地虎, 我准备明天跟他讲明这件事, 旗下说道, 事情是我做的, 我会承认, 丢, 讲明, 那他要杀你怎么办, 乔家静听起来有点不安, 我感觉我跟他过不了两招啊, 应该不会, 旗下摇摇头, 作为生肖应该不能主动杀人, 但他一定会很生气, 既然决定要跟他合作, 我自然会拿出真心试试看, 旗下说完便找了个墙脚椅坐下来, 拳头,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乔家静一脸不安地点点头, 随即找了一块木板躺下, 话虽这样说, 可旗下又怎么能睡得着,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直都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 余念安自杀了, 旗下感觉并不意外, 甚至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本想在这次轮回时去寻找天阳, 可没想到余念安的替身出现了, 于是他改变了计划, 反而带着余念安加入了天堂口, 这样一来, 无论余念安的替身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可以第一时间将矛头光明正大的指向楚天丘, 只是旗下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 这些创造出的余念安似乎总是有点奇怪, 他们的潜意识中知道自己是假的, 他们会自我怀疑, 甚至有可能出现错乱, 上一次的咚咚咚和这一次的自杀都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旗下鬼使神拆的留下了一把水果刀, 夜深人静, 孤单的教室, 恶臭的空气, 满操场的死尸, 再加上余念安的自我怀疑, 听起来多么适合自杀, 旗下感觉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辨别真正的余念安, 真正的余念安不会怀疑自己, 可假的余念安会, 除此之外, 旗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以往每次要感受到悲伤时, 那股巨大的疼痛就会袭来, 可今天他亲眼见到余念安死在自己的面前, 头却不痛, 这同样是一个绝佳的证据, 看来替身对自己根本无法构成影响, 头痛, 旗下眯起眼睛, 微微思索了一下, 自己第一次在中烟之地感受到头痛, 就是人属死亡时, 按理来说, 自己和那个孩子并不认识, 可当时为什么会头痛吗? 一个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居然会让自己悲伤, 是因为死掉的是个小孩子吗? 旗下从口袋中掏出地狐给他的那袋零食, 略带惋戏地摇了摇头。 第239章 精致的晚餐, 楚天秋披着一件外套, 正要迎着夜色前往墓地时, 却被一个少年拦住了去路, 金元勋面色十分为难地站在他面前, 盯着楚天秋看了很久, 却一句话都没说, 怎么了? 楚天秋笑着问, 有事找我吗? 哥, 金元勋低头组织了一下语言, 开口说道, 你会杀我灭口吗? 杀你? 楚天秋咧开了嘴,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了那样, 金元勋咽了下口水, 哥, 你到底在那下面做什么? 我当然是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楚天秋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只是在做实验, 做各种实验罢了。 那些面具, 还有那个哥的尸体, 都是实验。 金元勋将信将疑地问道, 当然, 楚天秋点点头,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了, 我是生物学博士, 金元勋不敢直视楚天秋的双眼, 只能将头扭向另一边, 你这问题, 我怎么会杀人呢? 楚天秋开心地笑了一下,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的双手自始至终 都没有沾染过一丝鲜血。 是吗? 怎么? 你不相信我? 楚天秋走上前去, 拍了拍金元勋的肩膀, 在你的记忆中, 楚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吗? 金元勋叹了口气, 哥, 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哦, 我差点忘了, 楚天秋也跟着叹了口气, 金元勋, 总之你放心吧, 如若有一天, 我能离开这里, 你们都会跟着授意的, 跟着授意? 嗯, 楚天秋开心地笑了笑, 你汉语不好, 所以可能不知道, 我们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得道? 升天? 金元勋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睛,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成了神, 他身边的人也会跟着升天。 楚天秋一脸温柔地笑了笑, 你明白了吗? 哥, 我相信你, 金元勋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除了相信你,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乖, 回去睡觉吧。 金元勋变色复杂地扭头离去了, 走在漆黑的夜色中, 他感觉自己和那个叫做乔家静的男人很像, 可又不完全像, 他们有着同样的性格, 却跟着不同的大脑, 到底谁的路才是正确的? 告别了金元勋, 楚天秋来到了墓地, 找到了从左边属的第三个墓碑, 然后走下了密道, 这是他偶然发现的小仓库, 经过简单的修整, 如今成了他的藏身地, 只不过, 现在藏身地暴露了, 需要尽早转移。 楚天秋走下楼梯, 推开了仓库的小门, 一股新鲜的臭味冲着鼻子袭来, 他略带沉醉地深吸一口, 然后露出笑容走了进去, 之后从口袋中掏出打火机, 点燃了墙壁上的蜡烛。 同一时刻, 房间那几个货架上的动物面具同时被照亮, 一个个空洞的眼睛浮现在眼前。 我的精致晚餐。 楚天秋毫不在意地从旁边的墙上拿下了一柄踢骨尖刀, 然后走向了餐桌。 餐桌上面摆着一具新鲜的食材, 这食材不仅很多部位都被切掉了, 如今连皮肤也被切得支离破碎。 这该死的神兽给我留下的东西不多啊。 楚天秋拿着尖刀明显是在观察一头刚刚宰杀的牛犊。 今天该吃哪一部分呢? 他的笑容逐渐深邃起来, 吃了牛心脏都不行, 难道回想是留在大脑里的吗? 楚天秋思索了几秒, 随后做了决定。 他拿着尖刀又找来了一把锤头, 接着他反手握刀, 顶住了牛仔的天灵盖, 接着用锤子慢慢地凿了起来。 若眼前的食材换成其他东西, 楚天秋绝对不会选择吃下这些白色的东西。 毕竟在没有调味料的情况下, 这部分腥味很难处理, 食用口感也较为软糯。 相比之下, 他更喜欢牛仔的手指。 只可惜, 你十根指头都不在了啊。 楚天秋无奈地摇摇头, 继续给牛仔开炉。 他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敲着锤子, 嘴里哼着销帮降一大调夜曲,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加怪异。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功夫, 一块带写的牛骨头被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 楚天秋看了看有些暗红色的牛仔内炉, 慢慢露出微笑, 然后取出勺子递了进去。 他像是在切开的西瓜中间挖取最甜的一块果肉那样, 将勺子竖直旋转了一圈, 然后取出了一勺像是豆腐的红白物体。 接着又用木柴点燃了火, 拿出一块陈年黄油擦了擦平底锅, 将牛脑放在上面心满意足地煎了起来。 辞了! 轻微腐烂的牛脑接触到平底锅的同时, 散出了浓烈的香味。 今天要不然做个黄油之事举牛脑。 楚天秋翻了翻自己的橱柜, 露出一脸惋惜的表情。 可惜没有之事了, 就单纯地煎一下吧。 他拿着勺子, 轻轻地压住锅中的牛脑, 这样可以让他受热均匀的同时, 形状也更接近方形。 通常来说, 想要让食物看起来更加精致, 烹饪的过程中就要给他塑形。 每一面煎30秒, 外表微微煎至金黄色。 等到白烟不再冒起, 就可以装盘享用了。 楚天秋将这块牛脑装进一个大平盘中, 然后将餐巾铺在腿上, 拿起了刀叉。 他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块尖的发白的边角, 插起来在鼻子前面秀了秀, 然后送入了嘴中。 外表略硬, 内部软腻。 用舌头稍稍用力, 在嘴里将针锈抹开, 一股香味就在嘴中游荡, 滋味比楚天秋想象中的好了太多。 鸡蛋啊, 楚天秋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说明明天一觉醒来, 我就是鸡蛋着了。 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平铺在了桌面上, 上面依然是他自己的字迹。 只要你吃了它, 就能获得那个人的回响。 他的表情很快暗淡下来, 心中暗道, 楚天秋啊楚天秋, 你真是自作聪明, 为什么当时不写得再清楚一点? 到底要吃下什么东西才行? 第240章 恩怨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陈俊南美好气地扭过头, 直视着韩一墨。 从来到这间教室开始, 这个男人就在盯着自己看, 看得他浑身难受。 正好其他人都躺下睡觉了, 陈俊南准备和眼前的男人亲切会谈一下, 请问明鸭到底在看什么? 韩一墨死死地皱着眉头, 压低声音说道, 你明知故问吧。 我还没问你呢,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不是很懂, 陈俊南耸耸耸肩, 今天咱们不是在准备睡觉吗? 睡你大夜, 韩一墨低声骂了一句, 你他骂。 韩一墨咬了咬牙, 似乎有话想说, 可是身边的人太多了。 你给我出来。 韩一墨打开教室门来到了走廊上, 没一会的功夫, 陈俊南也走了出来。 怎么的? 您准备跟小爷我单恋吗? 陈俊南慢慢撸起了袖子, 您可能不是个儿, 我有可能会打死你。 陈俊南, 是吧? 韩一墨没好气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我多么想宰了你。 宰了我? 因为什么? 因为你让我寸步难行。 至于吗? 陈俊南听后叹了口气,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 韩一墨看起来气得不轻, 刚才人多, 我给你面子, 不想拆穿你。 你跟着我们一起来这里, 到底有什么目点? 准备要继续捣乱吗? 我有什么目点? 陈俊南有些疑惑地看了看韩一墨, 您坐海边吗? 管得真宽啊。 我, 韩一墨皱着眉头, 感觉自己的怒火已经要压不住了。 况且你这问法我也不喜欢。 陈俊南摇了摇头, 你一个在网上造黄摇的小人, 凭什么敢像警察一样的质问我? 这句话让韩一墨一惊。 你, 你怎么会知道? 哦, 陈俊南扬了一下眉头, 我倒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您不记得曾经的我了, 怪不得今天赶在这儿跟小悠我叫板。 什么? 老韩, 我并不比你好过呀。 陈俊南无奈地笑道, 这七年来, 你方唱把我登场, 我想玩了你来想, 咱老哥儿俩明明处境差不多。 你放屁。 韩一墨一把抓住了陈俊南的衣领, 我的处境都是你造成的。 都是因为你, 我这七年来才寸步难行啊。 这样不好吗? 陈俊南问道, 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个超人, 对那一天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韩一墨听后慢慢松开了手, 表情非常痛苦。 陈俊南, 你是疯子, 但我不是。 韩一墨微微颤抖着, 我为了不让自己疯掉, 只能不断地找不同的事情做。 哦? 陈俊南忍不住笑了。 那你现在是什么职业? 铁巴巴主? 游戏解说? 论坛坛主? 还是什么其他的新奇职业? 韩一墨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陈俊南, 我只希望你别再捣乱了, 韩一墨扭头看向他, 这一次我们真的有希望逃出去。 旗下, 你不觉得这个叫旗下的男人就像救世主一样, 从天而降吗? 他会带领我们出去的。 听到这句话, 陈俊南的面色变了变, 他以为自己跟韩一墨的处境一样, 却没想到韩一墨比他惨多了。 什么叫这个叫旗下的男人? 难道韩一墨忘掉旗下了吗? 连旗下都不记得, 亏得他能坚持下来。 救世主是吗? 陈俊南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老气确实很像救世主。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捣乱的。 真的, 韩一墨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陈俊南。 嗯, 以前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韩一墨点点头, 又思索了几秒, 这才转身回到了教室。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陈俊南感觉有点愧疚。 对于这里所有的人来说, 中烟之地不可怕, 生肖不可怕, 游戏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 放弃。 陈俊南看了看窗外, 摇了摇头, 正要回到教室时, 却发现阴暗处有个人影。 正是林晴。 哟, 他微微一笑, 这是谁家大美妞儿? 半夜不睡觉, 偷听老爷们儿说话? 不好意思, 林晴往前走了一步, 站到了亮光处, 虽然感觉有点抱歉, 但我确实是故意偷听的。 嘿, 够敞亮啊。 陈俊南虽然言语轻挑, 但目光非常谨慎。 那敢问您为什么要偷听? 他知道, 眼前的姑娘深不可测。 旗下第二次出现时, 这个姑娘就跟着出现了。 当时的陈俊南看到旗下时, 以为自己疯了。 他控制不住地露出绝望的笑容。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眼前的旗下居然不是幻觉,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 既然如此, 那眼前的姑娘又是谁? 一个能够随意出现在别人面试房间中的人, 会是普通人吗? 陈俊南, 我只是想确认你的动机。 林晴说道,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立场, 切尔确定我们是要每轮厮杀, 或是每轮合作。 那你的动机呢? 陈俊南反问道, 我需要跟着旗下寻找出去的机会。 你为什么认定跟着老七能够出去? 陈俊南笑看林晴, 这我不能说, 林晴同样谨慎地盯着陈俊南。 林晴知道, 这个人保留的记忆非常多, 他的回响非常容易触发, 记得七年之前的事。 如此看来, 眼前男人每一次的替罪发动, 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激发。 他是主动赴死的。 不说就不说吧。 陈俊南点点头, 我存在的意义很简单, 我至少要把老七和老乔送出去。 那我们的目标, 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 林晴点点头, 希望你没有说谎。 放心, 我又不是老七。 林晴听后, 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 对了, 我是急道者林晴, 你以前真的没有见过我吗? 没有。 林晴点点头, 也转身离去了。 陈俊南看了看窗外的夜景, 一脸疑惑地说道, 急道者是什么玩意? 这些年待在房间里没有出来过, 没想到中烟之地变化这么大。 第241章, 我叫韩一墨。 我叫韩一墨。 我没说谎。 不, 好像也说了点谎, 但那无所谓了。 请问, 谁能来救救我吗? 他骂的, 我的人生卡住了呀。 为什么?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永远徘徊在这一天了? 是诅咒吧? 对, 一定是那件事产生的诅咒啊, 要不然我根本解释不了这个现象。 但那件事, 真的不能怪我。 我已经深深地知道, 错了。 可问题是, 没有任何人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啊。 身为一个老牌论坛的坛主, 看着论坛的浏览量每日下降, 我比谁都着急。 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为了让论坛更有人气而已。 所以我从网上找到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随手编造了一个故事, 虽然故事写得有点不堪入目, 但我发誓, 那真的是我编的。 那女孩根本不认识他身边的大叔, 可谁能想到, 那女孩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谁又能想到, 这件事传播的速度比瘟疫还快。 我明明第一时间删帖了, 可是网民却失控了, 他们就像是饿了许久的水质, 偶然间看到了一块滋滋冒血的肥肉, 一股脑地扑了上去。 无数人说, 这个女孩是贱货, 是妓女, 是新时代的潘金莲。 甚至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出了女孩的其他废料, 一个两个都说跟他上过床, 讲得有模有样, 甚至还配了几张完全看不清面旁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人性可以恶劣到如此地步, 于是第一时间发帖声明, 我说之前的故事是我编造的, 照片中的女孩和大叔没有任何关系。 可我的辟谣帖子浏览量寥寥无几, 迅速沉了底。 我根本拦不住网民对他的人肉搜索, 甚至听说很多人找到了他家里, 用油漆将乌言慧语喷了满墙。 那个女孩接受不了网络上和现实中大量的谩骂和流言蜚语, 最终自杀了。 而我的诅咒, 也从那一天开始了。 女孩自杀的三个小时后, 整个大队都开始震动, 仿佛众神之怒。 我明明记得我死在了地震中, 可一转头, 我居然做梦了。 我梦到我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房间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太恐怖了。 那个房间中的游戏叫做说谎者, 我们八个人坐在一起, 需要投票选出说谎的人。 可无论我选谁, 最后都会被那个羊头面具残忍地杀死。 这个梦太真实了。 在梦里被杀死之后, 我会回到地震之前的一天, 然后看着那女孩被人铺天盖地地谩骂, 最后收到她自杀的消息, 接着死在地震中, 然后再做梦。 一天又一天, 我的人生卡住了。 这到底是什么诅咒? 为什么这个诅咒可以这么强大? 我是被人下降头了吗? 在连续被羊头面具杀了十多次之后, 我受不了了。 我准备找到破局之法。 如果不能从这一天当中解放出来, 我绝对会崩溃的。 既然我的诅咒来源于这个女孩, 我准备在现实中尽可能地救下她。 毕竟我徘徊在同一天, 可以知道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通过网友扒出来的信息, 我来到了女孩的家, 这里已经被那群正义使者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房门上泼了很多红油漆, 墙上也写满了见惑的字眼。 当我敲开房门的时候, 首先看到的是女孩全副武装的父母。 他们黑着眼眶, 顶着蓬乱的头发, 手里拿着菜刀和锅铲, 似乎准备随时跟人拼命。 我和他们说了我的来意, 可他们并不相信我。 直到我说了我是造谣者之后, 二人的神色才变了。 本以为他们会让我见到女孩, 可女孩的父亲却一刀把我砍死了。 我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谁能明白我有多么崩溃。 被砍死之后, 我依然脱离不了这个诅咒, 我他妈又做梦了。 还是那个破房间, 还是八个人, 还是说谎者, 还是死。 妈的, 谁来告诉我我该怎么选? 我自己他妈的就是说谎者啊。 这个游戏漏洞太多了, 就算大家都选我也是我死, 大家不选我我也要死。 我怀疑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杀我而存在的。 那段日子我真的要疯了, 我每次睁开眼, 不是地震之前就是阴暗的房间。 我无论如何都会死, 我发现死神好像用镰刀架住了我的脖子, 然后逼我跳广播体操, 我一动就死, 我不动也死。 我感觉我快凑齐这世界上所有的死法了。 为了摆脱这个恐怖的状态, 为了收不到那个女孩悲惨的信息, 我每次醒来都把自己关在衣橱里。 我知道逃避不是个好办法, 但我确实想不到更好的主意了。 可渐渐的, 我会在一片漆飞之中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 她就像是刻在了我的眼球里一样, 挥之不去。 又过了一阵子, 我能够听到那个女孩的声音了, 她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说她很痛苦, 说她死得很冤。 再过几天, 我总感觉那个女孩会在黑暗中站在我的身边, 无法进入封闭和黑暗的环境中了, 否则那个女孩的幻想就会出现, 告诉我她死得有多么冤。 是, 我知道你死得很冤, 我正在想办法救你啊。 直到轮回了三十多次之后, 我才终于救下了那个女孩, 但这次的拯救代价有点大, 因为我杀死了一只阻拦我见她的女孩的父母。 我知道自己已经疯了, 我为了救一个人, 杀死了两个人, 但我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了, 若不救下这个马上要自杀的女孩, 我的诅咒永远无法解开。 看起来很差, 很快就神志不清了, 她应该是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现在满脑子都是轻生的念头。 又轮回了三五次, 我终于找到了能够救下这个女孩的正确方法。 首先我要杀死她的父母, 然后把女孩绑起来控制住, 接着用毛巾堵住她的嘴, 警方才咬舌自尽,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让她的手脚断掉, 这样才保险。 这变态吗? 是的, 非常变态。 虽然我看起来跟个变态杀人魔没什么两样, 但可笑的是, 我是为了救下这个女孩的命, 可这个诅咒到底是他们怎么回事? 我明明就吓了女孩, 我明明让她活下来了, 可地震还是来了, 我又来到了梦中的房间, 又要投票了, 又来了, 你们走开啊。 谁能来救救我? 差不多轮回了七八十次, 我彻底放弃拯救那个女孩的念头了, 因为我发现无论我救下她几次, 那个可怕的地震和噩梦依然会来。 此时我也蒙生了另一个念头, 会不会我的诅咒和女孩无关? 晚上的噩梦才是我的诅咒, 想要逃出去, 我便要破解晚上说谎者的游戏, 这个想法让我精神振奋, 难道我是因为没有选出正确的说谎者, 所以才会一次一次地返回这一天吗? 第242章, 生死冤家, 我将晚上的游戏整理成文字, 发到了论坛上求助, 虽然回复者寥寥无几, 但也有人给了我不同的思路, 有一个人提到主持人有可能也是说谎者, 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得不说网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 在我理清了大概的逻辑关系之后, 又借着地震的威力来到了梦中, 今晚我势必要破解诅咒, 待到所有人都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之后, 我敲了敲桌子, 然后自信满满地开口了, 各位, 我感觉这个人阳势说谎者, 众人果然被这句话下得不轻, 我的目的要达成了, 可, 可是原因呢? 那个花壁难呆呆地问我, 缘, 原因? 我愣了一下, 还需要什么原因啊? 我他妈所有人都投过一遍了, 都不对啊, 看到众人不解的眼神, 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他们根本没有记忆啊, 我在捣什么? 于是我很荣幸, 在那一晚以最高票数当选了说谎者, 这他妈可能是我应得的, 醒来之后的我再次理清思路, 这个游戏的规则很苛刻, 所有人必须同时投给说谎者, 有一个人投错了就会死, 所以, 我应该做的是鼓动大家将票投给同一个人, 最好是仁阳, 这样我们才能逃离房间, 我也能逃脱诅咒, 所以我又发帖求助了, 在广大网友的帮助之下, 我终于搞清楚规则了, 于是我又重新梳理了游戏逻辑, 再次来到了房间中, 这一次我依然建议大家把票投给仁阳, 理由也很明确, 因为我怀疑大家的手牌全部都是说谎者, 所以仁阳在说规则时就撒了谎, 他是最早的说谎者, 大家也都是因为他的谎言才会说谎, 故而应该将票投给他, 我真是天才, 仅仅用了不到一百次轮回就想到了这个答案, 这次很明显, 我把他们说动了,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投票时刻, 当我翻开自己写的人阳时, 简直自信满满, 紧接着就看到警察, 医生, 律师, 混混, 诱诗, 裴酒女全都翻开了自己的答案, 全部都是仁阳, 太好了, 我马上就要脱离诅咒了, 如今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没清目秀的小白脸了, 他一直都不怎么说话, 看起来就没什么主见, 虽然我一直都对长得帅的人没什么好感, 但这次, 他将是我的救世主, 只见那个人将纸片慢慢翻开, 亮出了上面的文字, 此时我才发现这个人不是救世主, 是个傻到满地拉屎的大傻子, 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陈俊南三个字, 甚至还在结尾处画了个精致的小爱心, 陈俊南是什么鬼东西, 我失声叫了出来, 小爷我就是陈俊南, 那人笑了笑, 搞什么啊, 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以为自己是明星吗, 谁他妈在乎你叫什么啊, 那一晚我又被杀了, 干净利索, 完全不拖泥带水, 真是好样的, 醒来之后, 我气得要命, 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去干别的事情了, 这个叫陈俊南的男人太蠢了, 看来上帝是公平的, 长得好的男人, 脑子都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说服他, 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用我的真心感化一个弱智, 于是我提前想了很多话术, 准备在这一次进入噩梦的时候, 跟他讲得明白, 可真到了晚上, 我小只以理动之以情, 破目横飞地感化了他半天之后, 还是崩溃了, 陈俊南翻开纸片之后, 上面写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 刘德华, 这一次后面没有画小爱心, 反而画了一个小笑脸, 我努力控制住住自己的脾气, 押住声音问道, 陈俊南, 你给我解释解释, 刘德华是什么? 哦, 你连这也不知道吗? 刘德华是香港艺人啊, 陈俊南一脸天真无邪地说道, 我记得好像是1962年出生的, 影视哥三七艺人, 你有没有看过吴剑道? 在那里面刘德华扮演, 演你大演? 我大骂一声, 其实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为了刘德华而死, 刘德华不杀我, 我却因刘德华而死, 好样的, 陈俊南, 你好样的, 从这时候起, 我跟陈俊南这个弱智杠上了, 我的目的变得很纯粹, 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陈俊南把票投给人养, 可我不知道这人中了什么险, 他谁都投, 偏偏不投人养, 他一次次的翻开纸片, 郭复成, 黎明, 张学友, 周星驰, 周润发, 四大天王之后就是其他各种明星, 从党澳台到内陆, 从国内到国外, 他认识的明星真不少, 我几乎为了国内外所有的明星死了一遍, 直到我看到郭德纲和岳云鹏时, 我才终于明白过来, 这人分明是他妈故意的, 他一点都不傻, 至今为止, 他写出来的名字从来没有重复过, 他就是故意的, 他根本不想让我逃出去, 他让我待在这里寸不难行, 他才是我活生生的诅咒啊, 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捣乱啊, 只可惜我动不了, 要不然, 陈俊南啊,陈俊南, 咱俩到底有什么仇, 你为什么要卡住我的人生, 逃出这个房间已经完全不能指望了, 毕竟有陈俊南在, 我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 可我每次都在同一天醒来, 我真的会疯的, 又轮回了几十次, 我想到了一个能保持理智的好主意, 那就是每次都给自己找不同的事做, 这样我会认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毕竟我在现实中有大约一天半的时间, 理论上可以做许多事情, 那段日子里, 我尝试过游戏主播, 带货主播, 还心血来潮的当过才艺主播, 后来是贴巴巴主, 甚至网络骗子, 我渐渐的发现我很空虚, 我的日子只在这一天徘徊, 这些事情也只能做到起步阶段, 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 有没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的东西流传下去, 就算我自己要死在这一天, 但我的东西却不会卡在这一天,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流传的? 第243章, 剧情, 作品, 小说, 我忽然有了一个好点子, 写小说啊, 我当年随手编了一个故事, 就可以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这说明我有天赋啊, 于是我开始慢慢地查阅资料, 也想了很多点子, 我非常看好我的作品, 因为它不仅可以发挥我的天赋, 更可以证明我曾经来到过这个世上, 它是我存在的证据, 一开始, 我将世界观制定得非常庞大, 我准备写下一部穿越小说, 题材是, 主角不断地穿越到历史中完成任务, 可我错了, 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我的时间只有一天半, 可这部书, 至少要一百万字才能完结, 一个正常的人不吃不喝不睡, 能够在一天半之内输入一百万字吗? 我试了很多次, 可无论如何, 我都写不到完结, 最接近完结的一次, 是我大量压缩了故事, 只差最后一张就可以全部完结时, 我却鬼使神差地, 想在地震来临之前再校对一遍, 也正是这次校对, 让我葬送了完结的机会, 一天半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我已经没有勇气, 再重新写一次了, 我每小时的打字速度只有四千多字, 究竟要如何才能在一天之内完结一部小说? 于是我又想了第二个题材, 我塑造了一个角色, 换作初期, 他挥舞一把七黑剑在江湖上惩治恶人, 这本小说的预计完结字数只有二十万字, 我努努力的话, 很有信心能够一天半之内写完, 可后来, 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我大约是多少次轮回之后才见到那个人呢? 我算了算, 大约二百六十次轮回, 那一天, 我写完了整部七黑剑, 心情非常好, 这是我第七次在一天之内写完七黑剑了, 我似乎对这部小说的情节越来越熟悉, 这份工作也能得心应手了, 我拿着一罐啤酒, 像往常一样在家里一边喝着酒, 一边等待低震的来临, 今天心情好, 我准备进入房间之后, 直接开始和陈俊男对喷, 在房间里睁开眼时, 我身边的人都满脸震惊, 我知道他们卡住了, 所以并没在意, 可几秒之后, 我也满脸震惊了, 这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啊, 什么情况? 我已经连续二百六十次在八个人的房间里醒来了, 可为什么这次房间里有九个人? 仅仅两分钟后, 我冷静了下来, 这个多出来的人也是个年轻小伙子, 长得也挺好, 按照我的经验, 长得好的人脑子都不行, 就像陈俊男一样, 我趁机看了看陈俊男, 这一看不要紧, 直接把我吓了一大跳, 陈俊男满脸泪水地露出微笑, 看起来表情格外复杂, 他死死地盯着多出来的那个人, 他好像有话想说, 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怎么回事, 他们认识吗? 我从没见过陈俊男露出这种表情, 他好像疯了, 不过, 疯了也好, 我心中暗道, 如此一来, 他岂不是可以听从我的指令投票了? 当所有人都讲完了故事, 还不等我引导众人投票, 那个新来的却忽然拿起纸笔计算了起来, 什么东西, 他在算什么?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这个推断把我都听懵了, 氧气? 氧气含量? 我的妈, 原来墙壁上的格子是用来计算面积的, 中央的座中是用来计算时间的, 我, 我说回我的话, 这个人好像不是个蠢人, 他说自己叫旗下, 他太聪明了, 他应该不是来捣乱的, 他就好像是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 他是个救世主, 对啊, 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这个人是专程来救我出去的, 可接下来, 让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 就算我们所有人都投了仁阳, 游戏也不会结束, 这个鬼地方居然有第二轮游戏, 叫做雨后春孙,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我太害怕了, 就算救世主在我身边, 我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恐惧, 我居然被一根鱼叉射穿了喉咙, 当场死亡了, 妈的, 妈的呀, 我这是什么鬼运气, 但好在我有了希望, 看来, 写小说真的是个明智之举, 我渐渐的可以用小说的情节, 解释我的处境了, 这个东西, 叫做无限重生啊, 因为我是主角, 所以一开始都会经受一些挫折, 陈俊南就是我的挫折, 他会压低主角的修为, 或是给主角不断的制造困难, 这都是后继勃发的一种表现, 也是御扬先逸的一种写作手法, 在经历一定的挫折之后, 我的救世主就会出现, 那个人就是旗下, 只要跟着他, 他就会带我不断的做任务, 我也会慢慢找到出去的办法, 甚至有可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存在, 这跟小说一模一样, 我有些期待下一次的地震了, 哈哈, 救世主, 我他妈来了, 可我再次在房间里睁眼时, 我又乱了, 房间里变成十个人了, 我真的是有点不会了, 这什么意思, 怎么又多了个女人, 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可以随便来吗, 小说里面没有这个情节啊,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陈俊南那小子, 醒来不到一分钟, 就被羊头人给杀了, 我可真是喜忧参半, 陈俊南死了, 说明不会再有人捣乱了, 可他为什么会被杀, 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但也无所谓的嘛, 反正旗下还是那么聪明, 接下来的游戏, 不管他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无条件地相信他, 我不仅看过小说, 我还写过小说, 这点道理我能不懂吗, 主角绝对不能蠢, 要老老实实地跟着厉害前辈的脚步, 这样才能通向最好的结局, 可是鱼叉真的是太可怕了, 由于我曾经被鱼叉射穿了喉咙, 所以这一次我提前开始发抖了, 我真的控制不住, 就算救世主在身边, 我也控制不住, 我心中一直念叨着别射中我, 可没想到, 我还是被射中了, 但这次我没死, 紧紧被射穿了肩膀, 我明白的, 这是主角一定会遭遇的挫折, 别看我受伤了, 我马上就会发生奇遇的, 主角如果受伤了, 大概率会有美女医生出现, 他们会掏出灵丹妙药, 我只要吃下一颗就可以, 妈的, 我便不下去了, 我肩膀真的好疼, 小说里的主角从来都不会喊疼, 现在看来有点太假了, 下次我得改改剧情, 该疼的时候就要喊疼, 让他做个有血有肉的主角, 我不得不夸夸其下, 他确实有点厉害, 如果不是他出现, 我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房间里居然有四个游戏, 什么羊啊, 狗啊蛇啊的, 就算是一整个动物园来了我都不害怕, 毕竟我带着救世主, 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他专程来救我, 一路上替我过关斩将, 很明显, 这将是我逆袭成神的剧情, 第244章, 我的救星, 我试图跟我的救世主搭了几次话, 可他好像是高冷的人设, 不是很喜欢搭理我, 这也是个好事啊, 高冷人设的前辈往往都有极高的神通, 虽然他看起来不会飞天遁地, 但也足够保护我了, 跟着我的救世主旗下, 我们居然真的逃离了这个房间, 虽说我的肩膀很痛, 但我们确实逃出来了, 我本以为逃出来之后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 可这个梦并没有结束, 这里不是现实世界, 反而是个有着强烈腐臭的红色城市, 我得好好想想这是哪段剧情, 是地府吗? 不对不对, 应该是魔界, 按照这个剧情发展, 我是魔界之子,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了, 假如你们遇到了这种情况, 千万不能表现出对这个地方的惊讶, 因为主角不管穿越到什么地方, 从来不会惊讶, 多看几本小说, 你们就懂了, 无论是穿越到异世界, 降临上古时期, 附身到名人身上, 还是遇到背叛之后重生, 主角一定要沉稳, 一点都不能惊讶, 这都是网文基操, 你看, 旗下惊讶了, 所以他不是主角, 我才是, 你们就等着瞧吧, 等有一天, 我获得了无敌的力量, 让你们都成为, 啊, 妈的, 疼啊, 为什么被鱼叉射穿了会这么疼啊, 疼痛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了我的思路, 让我心烦意乱, 故事里的主角, 就算被捅上十几刀都能迎风而立, 可我却被一根鱼叉击溃了, 刚才那个戴着龙头面具的人说的话, 让我有点在意, 持续十天的游戏, 等一下, 难道我每次来到这里探战游戏, 都会消耗十天吗, 那二百六十次, 两千六百天, 七年多, 我总计来到这里七年多, 我震惊了几秒之后, 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一般的小说主角随便闭关都是几十万年, 我, 我才七年, 不算什么, 这不算什么, 时间对我来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可是屏幕上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我听到了招灾的回响, 眉头莫尾的可能是个线索, 身为主角的我要先记下来, 说不定以后能用到, 队伍里的医生给我处理了伤口, 我的救世主旗下为了能给我找到缝合伤口用的针合线, 居然进入了那个女店员的房间中, 她可真是敬业啊, 为了我, 她什么都愿意做, 她不仅把我从永远的轮回之中解放了出来, 甚至还一次次救下我的性命, 她一出现就让陈俊南丧了命, 紧接着又带我们走出了房间, 所以我百分之百确定她是来救我的, 我没有想到这里的夜会这么深, 而且那八个人居然都不生活, 虽然我知道打火机比较难找, 但你们好歹努努力, 如此漆黑的环境我可扛不住啊, 万一我又听到那个女孩的低语了, 可怎么办, 但应该没事吧, 毕竟救世主和我在一起, 问题不大, 四周的声音稀稀锁锁, 我却有点发抖, 我总感觉那个被我造谣害死的女孩在说话, 我的幽闭恐惧症又犯了, 你为什么说我勾引那个大叔, 你哪只眼看到我已经结婚了, 还和他上床, 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睁开眼看看, 我死得多惨, 我猛然睁开眼, 却发现众人都已经睡着了, 这里, 这里实在太黑了, 情况不太妙, 情况真的不妙啊, 这么黑的环境里, 就算那个女孩的亡魂站在我身边, 我都看不见, 我该怎么办, 火在哪里, 我在一片漆黑之中爬起身来, 却连续几次被绊倒了, 我需要马上点火, 这样真的不妙, 我的肩膀疼死了, 疼死我了, 等一下, 死, 不, 不会吧, 我会因为这点杀而死吗, 我, 我有什么理由去死, 我是个好人啊, 慢着, 我, 是个好人吗, 我曾经做过的那些蠢事此刻, 盘旋在我的眼前, 我亲手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孩, 我甚至还杀过她的父母, 我他妈算什么好人, 造谣, 以讹传讹, 这已经是下跋舌地狱的罪了, 我曾经查过资料的, 都能下地狱了, 我怎么会是好人, 四周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虫鸣, 我慢慢地躺倒地面上, 直到现在我才想明白, 原来我是个恶人, 就算我是主角又怎么样, 主角有黑历史, 足够拉低一本书的评分, 别逗了, 只要我不说, 应该没人会知道吧, 我是个恶人又怎么样, 这里又没有出妻, 那把漆黑剑也不可能飞过来, 制裁我这个恶人吧, 应该, 应该不会吧, 漆黑剑, 我已经连续七次在一天之内, 写完了这部小说, 我对他的剧情实在是太熟悉了, 漆黑剑杀人的方法, 已经在我心中回荡了无数遍, 直到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 为什么, 会有风声, 我瞬间感觉小腹一沉, 似乎有什么东西, 狠狠地压了下来, 下一秒是剧烈的疼痛, 我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谁, 谁能来救救我, 我好像, 我好像又受伤了, 我从未想过人受了伤之后会这么久, 都死不了, 我在剧烈的疼痛之中, 看着天空一点点放亮, 可是我一声都叫不出来, 你们被东西刺穿过吗, 我感觉我一直在漏气, 根本发不出声音, 我动不了, 我的脊椎好像断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里的众人全都围了上来, 他们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而我也看到了自己小腹上插着的巨剑, 居然真的是漆黑剑, 我居然真的被发饿了, 可这怎么可能啊, 漆黑剑是我编造的, 它不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我编造的东西, 总是会对现实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你们不要围观我, 我需要我的救世主, 骑下, 嗨嗨, 我终于说出话了, 可我却喷了一大口鲜血, 我在, 救世主走了过来, 拉住了我的手, 我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只有救世主知道了所有的情况, 我才有可能得救, 这, 这地方不对劲, 骑下, 嗨嗨, 这不可能发生的, 这把漆黑剑, 绝对, 嗨嗨, 不可能, 骑下, 漆黑剑, 是不, 我死了, 妈的, 我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 谁能告诉我, 被这么大的一把剑刺穿身体之后, 要怎么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真的服, 电视剧和小说和在一起骗我, 这让我的临终遗言显得很傻啊, 看来, 我的小说又要改了, 下次需要详细的描写一下, 被漆黑剑刺穿的人, 他们理论上是无法交代一言的, 毕竟这把剑真的太大了呀, 这次我又解锁了新的死法, 无所谓, 死几次都无所谓, 只要我再次去到房间里, 我的救世主依然会在那里等我, 这个世界出现了漆黑剑, 足以证明它是小说中的世界了, 从此, 我身为小说中的主角将会所向披靡, 我叫韩一墨, 我要开始说, 等等, 我根本不用说谎, 因为我知道规则的呀, 旗下, 就是主, 等着我, 我他妈又要来了, 第245章, 解脱的人, 天亮的时候, 旗下和乔家静走出门外, 地虎不在, 应该还没上班, 楼尾也不在, 应该下班了, 土黄色的太阳迎着清晨的臭味爬上天空, 预示着这一轮回的第一天正式拉开帷幕, 乔家静伸了个懒腰扭头问道, 骗人仔, 我们要一直在这里等吗? 嗯, 等等吧, 二人不知道如今是几点, 只知道等了大约一个小时, 乔家静已经无聊到蹲在地上挖沙子, 地虎才懒洋洋的从一旁的传送门出现, 他一眼就看到了二人, 哟, 挺早, 地虎漫不经心的走了过来, 找了个台阶, 缓缓坐下了, 不早,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 旗下说道, 嗯, 地虎点点头, 然后抬起眼皮问道, 东西送到了吗? 旗下听后, 从口袋中掏出那包零食, 抛给了地虎, 东西我们送不到了, 这句话让乔家静咽了下口水, 没想到旗下真的说出了实话, 他有点害怕, 眼前的虎头人会忽然发怒, 那二人必然在劫难逃, 为什么送不到了? 地虎问, 那个孩子死了? 哦, 地虎的表情有点奇怪, 你说他死了? 嗯, 旗下点点头, 地虎听后慢慢的站了起来, 意味深长的说道, 小子, 算你聪明, 若你敢跟我说东西送到了,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旗下听后慢慢的松了口气, 你早就知道他死了, 地虎的脸上略过一丝忧伤, 都快一个月了, 每天下班都不见他前来相聚, 二人不知这地虎和人属到底是什么关系, 自然也无从开口, 只能静静的看他悲伤, 我真的有些想念他了, 地虎慢慢的抬起头来, 问道, 死了很久吧? 嗯, 二十天了吧, 乔家静点了点头, 但旗下却感觉不太对, 地虎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那么, 一具腐烂时间超过二十天的尸体, 你为何断定他是个孩子? 地虎双眼冰冷地问旗下, 旗下知道这件事定然是瞒不住的, 人是我杀的, 旗下说道, 我把他堵死了, 堵死了, 地虎微微一正, 是, 我和他堵了命, 你妈, 地虎慢慢站起身, 看起来非常愤怒, 惹得乔家静一阵紧张, 但仅仅几秒之后, 地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表情渐渐失落下来, 你说堵死了, 那他死的时候没有遭罪吧? 地虎的眼里好像有泪, 旗下思索了一下, 点头说道, 没有, 他自杀了, 手枪一击毙命, 那, 那就好啊, 地虎点点头, 不断揉弄着手中那带皱巴巴的零食, 小老鼠啊, 你解脱了, 听到你解脱了四个字, 旗下的头像闪过一阵电击, 莫名的又有点痛, 他很快打断了自己的思路, 问地虎, 所以我们的交易怎么说? 我会帮你保管好你的道, 若有一天, 你能让我见到那个人, 所有的道如数奉还, 一个不少, 地虎说完顿了顿, 又说道, 如果你敢骗我, 不会的, 旗下摇摇头, 那些道是我的全部, 我没必要拿他们来骗你, 地虎听后, 轻轻点了点头, 那么我接下来, 只要帮你找到天阳就可以了吧, 你在想什么鬼东西? 地虎怒笑一下, 我让你帮我送零食, 但你却没送到, 按理来说, 我不应该换个条件吗? 旗下听后并不意外, 只是点了点头, 没错, 你说吧, 我听着, 地虎慢慢地伸出手, 又指了一个方向, 说道, 从这里往前走半个小时, 会看到一间酒吧, 那酒吧下面是个赌场, 正是地阳的游戏场地, 我想要他的命, 什么? 旗下一愣, 要他的命, 你去给我杀死他, 接下来你的要求我都答应, 旗下和乔家静面面相去,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地虎, 你应该知道, 我作为参与者, 想要杀死生肖, 我知道, 我怎么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跟地阳搏命, 旗下皱着眉头, 我若是死了, 那一切都结束了, 你又怎么可能见到天阳, 地虎听后慢慢鸣起了嘴, 似乎也感觉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 那我想让他长得教训, 你说应该怎么办, 旗下听后也对着思索了一下, 问道, 地虎, 虽然道对你们没什么用, 但若我引走了地阳所有的道, 算是给他长得教训吗? 你要引走地阳所有的道, 地虎觉得眼前的男人有点可笑, 你知道杨代表什么吗? 当然知道, 旗下点点头, 论起这个特长, 我估计不比他差, 地虎开始重新审视起旗下, 这个人给他一种别样的感觉, 那既然如此, 我改改要求, 地虎说, 我要你只身前往地阳的游戏, 并且赢下他手中所有的道, 这样我今晚就可以去笑话他了, 旗下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必须是我只身前往, 没错, 地虎酣笑了一下, 老子想要确认你, 是不是个合格的合作伙伴? 好, 成交, 旗下抬头看了看天色, 在你今天下班之前, 我来向你汇报成果, 地虎点点头, 又假装客气地问道, 难得有回头客, 二位要来我的游戏中, 再次体验一下吗? 二人纷纷摇头摆手, 看起来地虎还算开心, 原先拒绝杀人的他, 此时居然开始主动满客了, 旗下和乔家静告别了地虎, 迎着朝阳返城了, 拳头, 旗下说道, 你先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吧, 我去地阳的场地转转, 可是你身上有钱出门票吗? 乔家静愣了一下, 这, 旗下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他刚刚才把所有的道都交给了地虎, 你看, 乔家静忽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五个道, 我昨晚偷拿了, 旗下听后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我说, 所谓偷拿, 应该是不能让我知道的, 旗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劝乔家静了, 这五个道应该自己藏着, 你现在掏出来救济我, 这就不叫偷了, 骗人仔, 我就是怕那地虎翻脸不认账, 我们会血本无归, 所以才偷拿这五个道, 乔家静义正言辞地说道, 好吧, 旗下点点头, 接过了五颗道, 第246章, 欺诈游戏, 旗下拿着乔家静给的五颗道, 正是前往地阳的游戏场地, 乔家静执意要送旗下一段路程, 说也说不听, 虽说地级游戏都有不小的危险性, 可旗下知道自己的死亡几率很低, 就算游戏赢不了, 保命应该能做到, 但要是出现了意外, 拳头, 旗下扭头说道, 如果下次我忘掉了一切, 你记得告诉我云念安说咚咚咚, 那样我就会相信你所说的话, 别这么悲观啊, 骗人仔, 乔家静拍了拍旗下的后背, 你要是敢把我忘了, 我就给你一套琴拿大礼包, 打也要打醒你, 这,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记忆, 你要是忽然跟我动手, 我怕是会给你拼命, 拼命就算了, 乔家静伸了个懒腰, 说道, 那我还是照你的吩咐做吧, 于东东说什么来着, 于东东, 这句简单的话, 旗下交了乔家静三遍, 才让他完全记住, 但旗下还是感觉很不靠谱, 但好在乔家静的为人不错, 就算他失去了记忆, 应当也会跟他重新相识的, 二人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正好看到了地狐所说的酒吧, 此时, 一个长着黑色山羊头的人正站在门口, 他的身边还有十几个人, 看起来是个大型游戏, 骗人仔, 你真的不需要我和你一起吗, 乔家静看着远处的十几个人问道, 这些人都要参加呢, 拳头, 杨代表欺骗, 旗下扭过头来说, 如果我们分道一对还好说, 可如果是个人战, 我不想骗你, 你骗我也没事啊, 乔家静一脸天真的说, 你这是什么逻辑,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我明明可以选择不骗你, 你却非要进去被我骗, 哦, 也对, 乔家静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你有把握吗, 如果要引走帝阳所有的道, 还得看规则是什么, 那, 你自己要小心了, 乔家静还是有些担忧的, 看了看远处那十几个人, 一对一互相欺骗的游戏, 他都不一定能赢过对方, 若是十几个人一起互相诈骗, 想想就可怕, 这个游戏并不适合他, 你先回去吧, 旗下说道, 事成之后, 我去天堂口找你, 道别了乔家静, 旗下慢慢地走向了人群, 帝阳黑亮的短毛, 此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抖了一下鼻子, 看了看旗下, 门票怎么收, 旗下问, 五个, 帝阳说, 五个, 旗下微微点了下头, 大多数情况下地级的门票, 都是这个数量, 乔家静此次帮了大忙, 他拿出自己全部的五颗道, 丢给了帝阳, 还差几个人, 旗下看了看周围的十几个男男女女, 开口问道,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游戏需要五十个人参与, 帝阳的声线很平, 完全听不出感情, 现在人数远远不够, 什么, 旗下一愣, 五十个人, 这个庞大的人数, 让旗下的心里, 也有些不安了, 我们要玩什么, 旗下又问, 人数达标, 知晓规则, 听到这句话, 旗下也只能慢慢地站到了人群中, 怪不得这些人看起来的表情, 都有些凝重, 原来都是, 被这种未知的恐惧感笼罩了, 五十个人的欺诈游戏, 无论游戏规则是什么, 难度都有些超标了, 更何况, 杨慧在解说规则时, 就开始说谎, 这些人能够破局吗? 旗下找了个路边缓缓地坐下, 开始等候接下来的参与者, 五十个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旗下和身旁的众人, 从早上足足等到了中午十分, 人数才差不多三十多个, 之前参与的地牛游戏, 也只需要二十人, 可帝阳居然要五十个人, 他真的能够驾驭这么大型的游戏吗? 喂, 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问道, 如果人数凑不齐会怎么样? 帝阳平静地回过头, 说道, 那本次游戏作废, 作废? 中年男人听不下去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都交了钱的, 那你想怎么样? 帝阳的声线依然很平, 听起来像得很呆板的人, 你要在这找麻烦吗? 中年男人听后, 慢慢地低下头, 居然沉默了, 旗下看了看这些人, 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神情都很冷静, 想来步伐在之前已获得过回想的人, 能够在第一天就参与地级游戏, 不是回想者, 就是纯粹的新手, 这有可能会让游戏更加激烈, 三十多个参与者站在街上非常惹人注目,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问询, 有的人中途放弃了, 有的人选择加入, 让旗下感觉有些好奇的是, 人群中大约有四五个人提着一个小型手包, 看起来就像电影里进行交易的黑道, 又等了大约两个小时, 一直到旗下感觉自己口干舌燥, 腹中饥饿时, 最后一个人才缴纳门票, 此时人头攒动的街头全是参与者的影子, 旗下放眼一望, 其中男女老少皆有, 这也是旗下第一次在游戏中见到老人, 有大约两三个人比较面熟, 应该是天堂口的成员, 但旗下和他们并没有交集, 看来这里每天游荡的参与者数量非常多, 很好, 各位久等了, 请跟我来吧, 地羊扭头打开了酒吧的门, 带领众人进了建筑, 酒吧已经完全废弃了, 里面的桌椅板凳散落各处, 他未曾停留, 静止走向了吧台, 然后推开了吧台旁边的小门, 露出了一个向下的楼梯, 请追一脚下, 小心摔死, 地羊轻声说了一句, 带头走了下去, 队伍排得很长, 旗下在整支队伍的中后方, 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地向前挪动着, 哎, 兄弟, 身后一个方脸的男人拍了拍旗下, 怎么, 旗下回头问道, 也不知道要玩啥, 一会儿咱俩要不要合作一下, 哦, 旗下打量了一下方脸的男人, 感觉有点意思, 你要跟我合作, 是啊, 男人点点头, 阳式欺诈游戏吧, 如果咱俩能够给提前打好商量, 一起欺骗别人的话, 那咱俩就占了新手优势啊, 好啊, 旗下点点头, 那咱们就合作, 他饶有兴趣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在欺诈的场地寻求合作, 不知他究竟是个小丑, 还是高手, 第247章, 四情善, 楼梯的尽头处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下赌场, 放眼望去, 一台台长相一模一样, 像是赌博机的东西摆在赌场墙边, 此刻屏幕正闪闪发光, 不知播放什么内容, 而赌场的桌椅几乎被全部撤走了, 只有中间留有一张长桌, 帝阳慢慢走到房间中央, 站到了桌子前, 与其平缓地开口说道, 请诸位过来站好, 众人慢慢地凑到了桌子前, 气氛有些压抑, 下面我将讲述规则, 帝阳扫尸了一圈众人之后, 轻轻地说道, 我的游戏叫做四情善, 是个极其简单的游戏, 旗下差点被帝阳逗笑了, 五十个人参与极其简单的欺诈游戏, 帝阳从桌子底下掏出一个巨大的手提包, 里面鼓鼓囊囊地装了不少东西, 他将手提包扔在桌子上, 众人放眼一望, 背包里是青一色的折扇, 帝阳从当中掏出四把折扇, 一次在众人面前打开, 四把折扇上分别用凯提写着喜, 怒, 爱, 乐, 此所谓四情善, 帝阳说, 我的包中有四种数量相同的扇子, 每个人在游戏开始时会随机获得三把折扇, 当然, 折扇的内容也是随机的, 此游戏获胜的规则同样简单, 他手中拿着折扇来到了墙边的一台赌博机前, 众人纷纷跟了过去, 这台机器叫做配对机, 众人仔细打量了一下配对机, 这台机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按钮, 中间有四个孔洞, 配对时需要找到另一个队友, 二人分别按下两侧的按钮, 视为开始配对, 帝阳伸手按了一下右侧的按钮, 只见屏幕上出现了帝阳的照片, 照片下面还有三张笑脸, 文字显示等待队友中, 三张笑脸代表我总共还剩三次配对机会, 接下来帝阳看了看人群, 目光停留在了一个高条女人的身上, 你好, 请来和我做一下示范, 女人点点头, 走了过去, 请按下另一侧的按钮, 帝阳说, 屏幕上又亮起了女人的照片, 此时的文字也开始变化了, 写着, 二人就位, 开始配对, 帝阳拿出两把折扇递给女人, 说道, 所谓配对, 就是双方各出两把折扇插入孔洞中, 两个人只要能恰好凑齐喜怒哀乐四种情绪, 便可以双双离开, 视为胜利, 说完之后, 帝阳将两把折扇分别插入到机器上的两个孔洞中, 身边的高条女人也有样学样, 将自己手中的两把折扇也放了进去, 机器吞没了折扇后, 屏幕显示, 识别中, 没多话的功夫, 字体一遍, 显示配对成功, 帝阳点点头, 回头说道, 假如游戏已经开始, 配对成功的两个人就可以离开了, 旗下听后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这个规则确实很简单, 若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队友, 每个人都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 可既然如此, 欺诈游戏的意义何在? 丑话说在前面, 帝阳再次看向众人, 每个人只有三次配对的机会, 况且无论成功与否, 用来配对的折扇都会被消耗掉, 若三次都无法配对成功, 只能留在这里等死, 两个小时之后, 我会对所有留在此地的人进行制裁, 三次? 旗下身边的方脸男人感觉有点不对, 我们一共只有三把折扇, 每次配对需要消耗两把, 我们如何进行三次配对? 问得好, 帝阳点点头, 半个小时后, 我会开始给各位补充新的折扇, 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补充扇子的机会, 往后每半个小时补充一次, 两个小时总共补充三次, 原来是这样, 方脸男人好像明白了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手中的折扇还会增加? 没错, 帝阳答应道, 请问还有谁有问题? 奖励怎么算? 旗下开口问道, 奖励, 帝阳看了看旗下, 又说道, 所有逃脱成功的人请在上层静静地等待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后, 每个活下来的人都可以兑换奖励, 手中每胜一把多余的折扇, 则可以兑换五个道, 旗下略微思索了一下, 手中每胜一把折扇就可以兑换五个道, 也就是说, 开局直接找到另一个人配对的话, 就算配对成功, 每个人的手中也只会剩下一把折扇, 拿着这把折扇前去兑换五个道的奖励, 刚刚好可以抵消门票, 这事凭进凭出的买卖并不划算, 想要在游戏中获胜并且有所收获的话, 手中必须要积攒大量的折扇, 如果每半小时补充一次折扇, 就会迫使众人配对时的时间接近游戏结束时间, 你, 你是说, 一个大审举手问道, 若我们最后没有找到搭档, 就会死在这儿了, 就是这样, 迪扬点点头, 我给你们超出其他生效的回报, 你们自然也要面临相应的危险, 这句话让一些人的面色变了, 这场游戏是赤裸裸的拿命换道, 但好在规则听起来很简单, 想走随时可以走, 如今的旗下依然面色沉重, 他总感觉怪怪的, 身为欺诈游戏的主持人, 这个规则却并不包含欺诈的内容, 听起来却更像个鼓励众人合作的游戏, 如果大家都明白规则了, 游戏将在十分钟后开始, 帝阳说道, 请各位排队到我面前抽取你们初始的三把折扇, 旗下在队伍最后跟着众人慢慢前进着, 看着众人一个一个的领取了自己的指扇之后, 慢慢站到一边, 大家似乎都有意的跟其他人保持着距离, 有几个人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自己的指扇看了看, 这些人太天真了, 由于指扇是双面的, 在他们打开指扇的同时, 附近的人几乎都会看到他们指扇上写的文字, 不管什么情况下, 暴露底牌都是危险的做法, 这一次也不例外, 眼看就要排到旗下时, 那个早就领完折扇的方脸男人却又来到了队伍中, 对旗下说道, 哥们儿, 还记得我不, 咱俩可说好了, 要合作呀, 旗下没说话, 只是假笑了一下, 旗下随即从手提袋中拿取了三把扇子, 他远离众人退到角落中, 背过身去, 确定附近无人之后, 打开自己的折扇看了看, 三把都写着爱, 第248章, 三只哀, 运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旗下不禁冒出这个疑问来, 作为一个人需要哀到什么程度, 才能连续三把扇子都写着爱, 如今的事情非常棘手, 旗下不论跟谁合作都只能掏出两把哀, 换言之, 谁跟他合作都出不去, 如果规则决定每个人都要出两把折扇, 跟旗下组队的人绝对不可能把喜怒哀乐凑齐,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旗下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假设他的运气好到极点, 半个小时之后补充折扇时又拿到了一把爱, 喂, 哥妈, 方脸男人在身后拍了拍旗下, 旗下立刻收起了折扇, 你怎么跑这来了呀, 那人问道, 我, 旗下扭过头, 将折扇装到了自己的口袋中, 我只是来看看我的扇面, 怎么样, 旗下不知眼前人是怎么回事, 居然如此直白地询问对方底牌, 若此人三把都是挨的消息传开, 又怎么会有人愿意和他配对, 除了喜, 剩下的三个字都有, 旗下说道, 哦, 是吗, 方脸男人思索了一下, 我倒是有喜啊, 还有两把呢, 这样看起来, 咱俩是能组成一套喜怒哀乐的呀, 所以, 你想赶紧出去吗, 旗下问, 当然啊, 方脸男人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地方是要死人的, 谁不想赶紧出去, 哦, 旗下不痛不痒地回答了一声, 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我可以答应和你配对, 但你需要给我一把喜, 没问题啊, 方脸男人点点头, 到时候我掏一把喜一把怒, 你掏剩下两把,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旗下摇摇头, 我说我要单独的一把喜, 什么, 方脸男人愣了一会儿, 哥们儿, 我没听错吧, 没有, 旗下摇摇头, 如果想要跟我合作的话, 你需要把手中剩下的那把扇子给我, 凭什么啊, 方脸男人有些不悦地看了看旗下, 我虽然说过要跟你合作, 但也不是必须跟你合作不可吧, 当然, 旗下点点头, 你可以去找其他的队友, 但我的原则不变, 想要跟我合作的话, 我要你手上的第三把扇子, 有病, 方脸男人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了, 帝阳看了看四周的众人, 然后站在了中央的桌子面前, 开口说道, 十分钟已过, 下面游戏正式开始, 一语过后, 四周的人群都动了起来, 旗下深叹一口气, 揣着扇子在场地中慢慢地观望着, 如此人数众多的游戏, 第一个回合无非是大浪逃杀, 那些胆小的, 误入此地的, 或是临时反悔的玩家将会大量逃脱, 剩下的人才是这一场游戏真正的参与者, 此时已经有人开始互相交谈, 更有甚者将自己的善面展示给对方看, 大家都洋溢着笑脸, 四周一片轻松欢乐的景象, 旗下知道自己来此处的目的本来就和其他人不同, 他除了要活下去之外, 更要尽可能地获得到, 可三把哀到底要怎么进行第一步? 和旗下料想中不同的是, 过了足足十分钟的时间, 仅仅只有两队人逃脱, 那四个人在识别成功之后, 走上了通往楼上的楼梯, 看来旗下过于乐观了, 人性的贪婪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可怕, 由于半小时之后地阳会补充折扇, 换言之, 剩下的人每个人手中都会有至少四把扇子, 配对之后剩余两把, 最终得到的奖励也会从五颗道变成十颗道, 所以一开始逃脱并不是明智之举, 可旗下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帝阳毕竟是会说谎的, 他到底有没有在规则中说谎? 旗下正在房间内闲逛, 却忽然听到角落中传来吵闹的声音, 扭头望去, 竟是人性展露了出来, 一个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男人, 此刻正在抢夺一个销售男人手中的折扇, 你干什么呀你, 销售男人看起来非常紧张, 裁判, 有人抢东西了呀, 帝阳的目光缓缓地飘向了二人, 完全没有其他动作, 你, 你不管吗? 销售男人吓得眼镜都掉在了地上, 帝阳此时居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五大三粗的男人看到帝阳的样子, 心里反而更牛抵了, 妈的, 给我拿来, 他伸出手狠狠地一拉, 两把扇子被抢了过来, 销售男人死死地抓住手中最后一把, 无论如何都不撒开, 大汉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蛮横地拉扯着对方, 没几秒的功夫, 只听呲拉一声脆响, 第三把扇子被撕破了, 五大三粗的男人将扇子拿起来, 在手中看了看, 此时的破扇子就像一把剪子, 拿起一端, 另一端就垂了下来, 他不确定这把扇子是否还能用, 思索几秒之后, 抛还给了对方, 坐视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五大三粗的汉子笑了笑, 这把还给你吧, 销售男人看起来气得不轻, 可他完全不敢反抗, 附近的几十个人也都冷眼旁观, 无意人上前制止, 但是众人的气氛明显在这一刻变了, 我有个提议, 一个看起来非常时尚的女人, 此刻忽然高声说道, 我们所有人都不和这个坏男人组队, 让他留在这里等死, 什么? 五大三粗的男人听起来忽然气不打一处来, 两步就来到了女人身前, 臭娘们, 你找死, 你要杀我吗? 时尚女人笑了笑, 我有预感, 你要是杀了我, 就更没有人敢跟你组队了, 什么? 五大三粗的男人慢慢地伸出手, 似乎在犹豫该不该扇这个女人一巴掌, 旗下感觉他就算不杀人, 也指定会让眼前的女人吃点苦头, 喂, 是可而止吧, 一个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忽然出现, 拦在了大汉面前, 这是一个合作才能逃脱的游戏, 你不会要引起名分吧? 旗下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钟表, 游戏才进行了十五分钟而已, 此时就已经有这么多人按捺不住自己的内心了吗? 他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吵闹的众人, 反而走到了萧瘦男人身边, 这个男人刚刚被抢走了扇子, 现在还坐在地上抱着一把破折扇痛哭着, 喂, 别哭了, 旗下说, 啊? 男人抬起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旗下, 你那把破扇子是什么字? 第249章, 欺诈开始, 男人慢慢地低下头, 将手中的扇子小心翼翼地打开, 上面挂着一个被从中间撕开的怒字, 是怒, 萧瘦的男人哭得格外伤心, 估计也不能用了, 我该咋办, 该咋办啊?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和你换, 怎么样? 换? 男人愣了一下, 我这有三把扇子, 我随便抽出一把来和你换, 旗下说道, 我保证我的扇子没破, 旗下的想法很简单, 经过刚才帝阳的演示, 所有的扇子都是折起来之后, 投入到机器中的, 说明机器不是在识别扇子上的字, 而是识别扇子本体, 所以, 撕碎的扇子只要没有缺少零件, 应该是能够使用的, 可, 可你为什么要跟我换? 萧瘦男人又问道,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旗下回答说, 你的扇子破了, 留在手中也是个麻烦, 现在你偷偷换给我, 下一次补充扇子的时候, 你手中就有两把完整的扇子了, 依然可以跟别人配对, 萧瘦男人听到这句话, 反而谨慎了起来,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 那撕碎的扇子, 目光也十分狐疑, 不, 不对吧, 萧瘦男人思索了半天开口说道, 大家都巴不得离破碎的扇子远一点, 你为啥要跟我换? 你有什么目的? 什么? 你肯定没安好心吧? 旗下沉默了一会儿, 感觉卑劣的人性真的很可笑, 我可能是给你脸了, 旗下冷笑一声, 抢你扇子的人你不敢捂逆, 我要跟你换破扇子, 你却怀起来了, 算了, 我反悔了, 你在这等死吧, 旗下知道, 现场还有四十多个人, 很大概率有人和他一样拿到了同样内容的三把扇面, 只要对方愿意交换, 他也没必要冒险换取破扇子了, 啊? 别走啊, 萧瘦男人忽然冲过来拉住了旗下的手臂, 我只是随便问问, 要不我就跟你换吧, 毕竟这把扇子, 我说我反悔了, 旗下冷言道, 世界上的机会不会留给你这种犹豫不定的人, 旗下虽然想交换手中的折扇, 可他知道自己没必要求着这个男人, 随即甩开他的手离去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男人有一把破扇子, 这比三把挨还要难过, 时间过去二十分钟, 虽然没有新的参与者逃脱, 但却有不少人组了队, 看来剩下的人都准备拿到接下来的补充折扇在逃脱, 这样至少能够赚到十克岛, 正在旗下观望众人的时候, 之前见过的时尚女人冲他走了过来, 你好, 女人轻声说道, 你现在有队友了吗? 旗下摇了摇头, 然后望向他, 要组队吗? 那女人说道, 你看起来挺聪明的, 要不要和我一起大赚一笔? 大赚一笔? 旗下上下打量了这个女人一番, 她的妆容很精致, 身上有着浓烈的香味, 此刻穿着一个紧身的包裙, 身材还算不错, 是的, 女人点点头, 我有一个不错的计划, 但我需要一个男人和我一起, 旗下感觉眼前的姑娘确实有点意思, 她的提议不是逃脱, 而是大赚一笔,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保护我就好了, 女人说道, 否则我感觉我会被打死, 那, 我的报酬呢? 旗下又问, 好处少不了你的, 旗下嘴角扬了一下, 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 嗯, 女人想了想, 你跟我来吧, 旗下跟着她往前走着, 感觉自己好像是仙人跳当中的打手, 很快, 女人选中了一个中年男人, 那中年男人一直在四处张望, 好像在寻找合适的队友, 喂, 大叔, 女人叫道, 要不要合作? 合作? 大叔愣了一下, 干啥? 你想出去是吧, 我和你配队, 女人甜甜的笑了一下, 你那里有什么扇子? 中年男人的目光, 毫不客气的在女人身上几处私密地方注视了一下, 才贼眉鼠眼的开口道, 你, 你先说你有什么? 女人点点头, 直接将三把扇子拿了出来, 在手中展开给对方看, 我有喜, 怒, 哎, 女人看了看男人, 只要你有乐, 咱俩就配队成功了, 中年男人思索了一会儿, 从口袋中掏出两把折扇, 也缓缓打开了, 是乐和喜, 很好啊, 女人笑着点点头, 我出怒和爱, 你出乐和喜成交吗? 中年男人将信将疑的, 又看了看女人的脸和腿, 然后问道, 你不能骗俺吧? 不能, 大叔, 我骗你做什么? 女人直接拉住了大叔的胳膊,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现在咱俩就去配队机, 中年男人有些狐疑的, 看了看女人身后的旗下,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旗下也有些好奇, 眼前的女人到底想做什么, 只能静静地看着二人, 并没有开口说话, 中, 大叔点了点头, 然后盯着女人白皙的大腿说道, 妮子, 俺跟你配队, 太好了, 女人就像没有感觉到一样, 依然甜美地笑着, 那我们去找台配队机, 他拉着大汉来到了角落中, 这里四下无人, 显然是故意选择的地点, 旗下也紧紧跟在二人后面, 虽然他并没有答应要成为女人的打手, 但在这种角落中, 不论做什么都会方便一些, 时尚女人来到配队机前面, 伸手就按下了左边的按钮, 女人的照片出现在了屏幕上, 下方有着三张笑脸, 此刻一行文字亮起, 等待队友中, 大叔, 该你了, 女人笑着对中年男人说道, 中年男人点点头, 伸手按下了另一侧的按钮, 下一秒, 中年男人的照片也出现在屏幕上, 此时屏幕上的文字也开始变化了, 二人就位, 开始配对, 大叔, 你看起来不太主动啊, 女人依然面带笑容, 轻声对中年男人说道, 我都主动按下按钮了, 你还不表示表示吗, 怕我会骗你吗, 咦, 那倒不是,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 也露出了笑容, 是俺不好, 俺也该主动点的, 他从口袋中掏出两把扇子, 给女人展示了一下, 正是乐和喜, 女人点了点头,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中年男人, 将两把扇子插入到了两个孔洞中, 好了, 俺都放进去了, 妮子, 该你了, 大叔抬起头来望着女人, 你的怒和哀呢, 女人笑着抱起双手, 往后慢慢退了一步, 大叔, 不好意思, 我反悔了, 第250章, 沉默成本, 啊, 中年男人明显一愣, 小妮子, 你说啥呢, 旗下点了点头, 他已经知道女人的战术了, 自损八百伤敌一千, 这个战术和旗下之前的那套思路差不多, 计划不错, 只是有点莽撞, 我说我反悔了, 大叔, 女人收起了笑容, 反而略带戏血地看向中年男人, 你一个色秘秘的老鬼, 到底凭什么觉得我会跟你配对, 妮子, 你到底要干啥啊, 大叔看起来手足无措, 咱俩都按了按钮, 你现在反悔了, 怎么能行, 无所谓啊, 女人耸了耸肩, 反正有三次配对的机会, 再说我也没把扇子投进去, 无非就是损失一次配对机会而已, 你, 中年男人气得吹胡子瞪眼, 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大叔, 我们重新谈谈条件, 女人再度露出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要是想让我把扇子投进去, 需要把你手里剩下的那把给我, 旗下冷笑一声, 果然, 这确实是欺诈游戏, 若规则仅仅只有逃脱, 那是名副其实的合作游戏, 可偏偏没把扇子都能指五个道, 如此一来人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 给你一把扇子,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看了看自己口袋中最后一把扇子, 大叔, 你应该明白的吧, 女人扬了扬自己的头, 就算你现在放弃我, 去找别人配对, 你也只有一把扇子了, 可是一会儿俺就有下一把了, 中年男人顿了顿, 你再耍诈, 俺不能相信你, 你的下一把扇子要是重复了呢, 女人露出一脸狡诈的神情, 大叔四分之一的几率是重复的呀, 你不想逃出去吗, 你现在给我扇子, 我现在就让你逃脱, 可你若等上半个小时, 然后又被骗的话, 你的结局可就不好说了, 中年男人慢慢低下了头, 表情格外复杂, 他确实想逃出去, 可如果一把扇子都留不下, 他就亏了五个道, 究竟是道重要, 还是命重要, 妮子, 俺真是错信了你, 中年男人跺了跺脚, 最后还是掏出了第三把扇子, 行行行, 俺不想和你们玩了, 扇子给你, 赶紧让俺走, 太好了, 女人兴高采烈的点点头, 大叔, 你果然很聪明的呀, 可只有旗下知道, 这个大叔把自己送入了深渊, 只见女人接过扇子, 放入自己的口袋之后, 仍然没有任何行动, 妮子, 你干啥呀, 大叔声音颤抖地问道, 你把扇子投进去呀, 大叔, 对不起啊, 女人的表情再次冷漠下来, 我还有个想法, 啊, 中年男人这次彻底破了阴, 不是, 妮子, 没有你这样的, 你这次又要什么, 我要你身上所有的刀, 女人继续冷冷地说, 这次你给我刀, 我绝对会把扇子投进去, 妮子, 你别狮子大开口, 中年男人来了脾气, 没有你这样欺负人的, 那算了, 我走了, 女人摇摇头, 毫不留恋地转身就要离去, 别, 别走, 不到两秒钟, 中年男人就慌了神, 如今他所有的扇子都搭进去了, 又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 啊, 俺身上就三个刀了, 中年男人颤颤巍巍地偷出三颗小球, 这是俺全部的了, 俺不想死, 你一定得说话算话, 放心, 杀了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呀, 女人伸手就夺过了三颗刀, 旗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大叔已经彻底陷入了沉默成本效应, 与世界上大多数失败的投资者一样, 从他的角度来看, 不继续投入只会损失的更多, 从他第一次投入两把扇子开始, 情况就已经进入了死循环, 妮子, 道和扇子都给你了, 俺什么都不剩了, 中年男人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让俺出去吧, 俺真的不完了, 旗下慢慢往前站了一步, 他知道需要自己的时候到了, 对不起啊, 大叔, 女人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 我又反悔了, 中年男人双眼一瞪,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女人伸了个懒腰, 直接就要离去, 你, 妮子, 你饶了俺吧, 俺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是啊, 我知道, 女人点点头, 回过身略带同情地说道, 放心, 大叔, 这次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什么都, 不要了, 是啊, 大叔, 他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 欢笑一下说道, 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 我并不想出去, 所以, 还要继续留在这儿, 什么,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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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我给你个建议, 女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这儿等一个小时, 拿到两把扇子之后, 想办法出去吧, 中年男人的眼神, 看起来已经有些绝望了, 小妮子, 你在害死案, 你不是说过, 害死案对你没有好处吗, 我没有害死你, 大叔, 女人叹了口气, 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虽然杀了你, 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但放你出去, 对我也没有好处, 说完之后, 女人摆了摆手, 最终还是走了, 中年男人的心彻底凉了半截, 他本想张嘴说点什么, 可一看到女人身后的旗下, 就有些发怒, 他最终还是没有找女人的麻烦, 只是像个书光所有筹码的赌徒一样, 以着墙脚缓缓坐了下来, 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他现在谁也不愿, 只愿自己眼下, 这种人在社会上不占少数, 可一旦到了中烟之地, 懦弱和老实就是天生的原罪, 他就算从这里离开, 也会死在别的游戏中, 旗下看了看这个男人,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转身走了, 看来这个女人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 眼前的中年男人胆子并不大, 翻不起什么浪化, 怎么样, 女人回头问旗下, 我是不是很聪明, 你管这叫聪明, 你只有三次机会, 能骗几次, 旗下问, 如果计划顺利, 可以骗三次, 女人笑着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越往后, 我骗到的东西越多, 哦, 旗下没想到, 眼前的女人胃口这么大, 第三次明明决定了, 你能否出去, 你还要骗吗, 当然, 孤注一掷时, 才能拿到最多的筹码, 女人转过头来, 将三颗道递给了旗下, 做什么, 这次成功, 有你的功劳, 女人笑着说, 扇子太值钱了, 所以不能给你, 这三颗道给你, 我什么忙都没帮上, 旗下说道, 拿着吧, 女人执意要把三颗道塞给旗下, 旗下只好收下了, 小哥,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问道, 旗下, 很好听啊, 女人点点头, 那你呢, 我的名字怪难听的, 说出来怕你笑话, 我想知道有多难听, 嗯, 女人无奈地摇摇头, 一声说道, 我叫秦丁东, 第251章, 第一个谎言, 丁东, 旗下并没有想笑的意思, 但还是不由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 所以, 旗同学, 秦丁东笑着说, 你准备继续跟我合作吗, 我不好说, 旗下摇摇头, 你这女人太会骗人了, 啊, 那没有你保护我的话, 秦丁东慢慢拉住了旗下的胳膊, 人家会比较害怕, 旗下慢慢地推开女人的手, 不好意思, 说话就说话, 不要这样碰我, 啊, 秦丁东有点惊讶地捂了一下嘴, 你小子不是个楚男吧, 身, 旗下皱了皱眉头, 你问这个做什么, 真的, 秦丁东看起来对旗下非常感兴趣,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在旗下身上乱摸, 你想不想让姐姐带你开开眼界, 旗下的脸庞略微一红, 竟然不自觉地退了半步, 但片刻之后, 他就回过神来, 摇摇头说道, 没必要, 我结婚了, 结婚了, 秦丁东一愣, 你也太不会骗人了吧, 以为我没见过男人吗, 你这副羞涩的样子, 要是结过婚, 姐姐我免费给你当一辈子庸人, 你, 你无不无聊, 旗下的表情慢慢冷淡下来, 与其考虑这些事情, 不如想想怎么转到, 秦丁东听完这句话, 也慢慢收回了手, 委屈地说道, 可你不打算继续保护我了呀,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转到了, 旗下眯起眼睛看了看秦丁东, 这个场地明明有这么多人, 他为什么认准了自己, 只见他思索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秦丁东, 继续合作也不是不可, 我能和你交换一把扇子吗, 交换一把扇子, 秦丁东思索了一会儿, 露出妩媚的笑容, 旗下, 你想要什么善面, 我, 旗下谨慎地看了看眼前人, 开口说道, 都可以, 扑, 别人交换扇子, 所以我才吃定了你, 哦, 我猜, 你手中的三把扇子, 是同一个扇面吧, 只有这样你, 才会迫不及待的, 跟别人交换扇子, 所以呢, 所以跟我合作, 是你唯一的退路, 如果你不听话, 我会告诉所有人, 你有三把同样的扇子, 旗下嘴角微微异扬, 略带戏谑的, 看向秦丁东, 现在大约过去25分钟, 旗下抬头望了望墙壁上的垫子钟, 你的威胁只能持续5分钟, 下一次补充扇子时, 大家的扇面都会刷新, 是吗? 秦丁东点点头, 然后指了指远处的几个参与者, 旗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几个人提着手提包? 旗下早就注意到了, 可他实在想不到, 手提包在这个游戏中的作用, 所以他们是什么人? 旗下问, 旗下, 看起来也保留了记忆, 否则不可能在第一天就进入第级游戏, 是吧? 是, 旗下点点头, 帝阳的游戏很特殊, 秦丁东眯起眼睛, 看了看远处的参与者们, 如果你足够聪明, 可以一直在这里赚到, 而那些人就是来投机的人, 这一句话点醒了旗下, 你是说, 那些人是有备而来, 他又重新打量了一下那几个提着包的人, 所以他们手中的包里装着道, 你确实很聪明啊, 秦丁东点点头, 这里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在这个游戏中, 你会看到现实中所有能够发生的事, 旗下听后感觉很好奇, 他有点期待接下来的画面了, 那么, 你带了多少刀, 秦丁东问道, 除了我给你的那三颗, 还有富裕吗, 旗下没回答, 只是面无表情的耸了耸肩, 若不跟我合作, 你大概率只能赚取五个刀, 运气好一些是十个刀, 秦丁东继续说着, 可你看看场上那些人的表情, 他们的目的有可能是几十颗, 你怎么跟他们斗, 有点意思, 旗下点点头, 也就是说地洋的游戏已经持续了几个轮回, 并且在参与者中小有名气, 当然, 秦丁东点点头, 大家都想拿到三千六百颗刀, 聪明的人自然会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旗下伸手摸了摸下巴, 他知道, 事情不会像秦丁东所描述的一样简单, 如果地洋的游戏真的可以稳定赚取刀, 那应该早就有人凑齐三千六百颗了, 既然如此, 变数在哪里? 所以旗下, 你不考虑考虑吗? 秦丁东再次用暧昧的语气问刀, 不考虑一下我, 暂时不考虑了, 旗下摇摇头, 你可以跟他们说我手中是三把一样的扇子, 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旗下慢慢地转身离去, 走了三步之后我回头说道, 但我觉得,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有机会的话, 我会给你介绍客户的, 见到自己的威胁并没奏效, 秦丁东慢慢收起笑容,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只能期待咱们下次合作了, 旗下告别了秦丁东, 来到了场地之中, 重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参与者, 他感觉自己早该想到的, 能够在第一天参与地级游戏, 并且留到现在的人, 定然有曾经参与过这场游戏, 并且活下来的人, 地羊的游戏和地牛, 地虎, 地鸡都不同, 既不需要团队合作, 又不存在生死拼杀的对抗, 所以相对安全很多, 只要你有实力, 便可以一次次地在这个游戏中赚取到, 因为在这里获胜, 依靠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时间一纷纷推进, 转眼就来到了三十分钟, 房间中央的地羊, 慢慢地从桌子底下又拿出了一个手提包, 他拿出了一大堆扇子, 慢慢地摆在了桌面上, 放眼望去大约有四五十把, 见到地羊的动作, 场地内的众多参与者慢慢地聚了上去, 看来补充扇子的时候到了, 旗下也跟着众人走上前去, 这一次只要他拿到的不是爱, 接下来的情况就不会这么被动, 可让旗下未曾想到的是, 当地羊把扇子摆满桌子之后, 又默默地掏出一个小黑板立在了桌面上, 上面写着折扇没把售价三刻刀, 第252章, 贫富, 旗下微微一正, 他终于找到了地羊说谎的规则了, 补充扇子, 严格意义来说, 地羊也不算是完全说谎, 这确实是补充扇子, 只不过有很多人都补充不了, 正如他自己所说, 每个人都有补充扇子的机会, 可不见得大家都有补充扇子的能力, 喂, 裁判, 这什么意思啊? 一个老头问道, 地羊伸出手拍了拍小黑板, 就是字面意思, 旗下看到很多人都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这也难怪, 毕竟此时是整个轮回的第一天, 能够掏出五颗道, 缴纳门票的人已经可以算是优秀了, 想要再拿出三颗道来购买扇子自然是有些勉强, 这明明是个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三颗道的扇子可以兑换五颗道, 可众人任由机会消失在眼前, 却根本无力参与, 这种感觉像极了人生, 每当你想要用钱来赚钱时, 恰恰没有钱, 可帝扬这么多的原因让旗下有些迷惑, 就算他不在乎道, 只在乎人命, 可出售扇子如何让人丧命, 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提包缓缓地走了上去, 直接将包扔到了桌子上, 剩下几个拿着手提包的人也纷纷上前, 都将手提包亮了出来, 他们打开包, 每个人的包里都装着二三十颗道, 旗下这时理解了秦丁东所说的投机,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暴力的投资游戏, 只要你的本钱够多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道, 旗下嘴角一扬, 他也终于明白这场游戏该如何丧命了, 很好, 帝扬看着手提箱点点头, 请随意挑选, 挑选? 众人一顿, 这一次补充的扇子居然不是随机的, 竟然可以挑选, 五个提着手提包的男人直接上前去, 有四个人开始挑选起了扇子, 围观的众人也在此时窃窃私语起来, 难怪刚才那个叫秦丁东的女人要给我三颗道, 旗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你是想看看我的能耐吗? 四个带着手提包的人都拿到了将近十把扇子, 第五个人却愣愣地站在一旁, 不知该如何选择, 旗下见到桌子上的扇子少了一大半, 也默默走上前去, 拿出自己的三颗道交给了帝扬, 请挑选, 对旗下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能够挑选折扇, 他自然应该拿到除了挨之外的另一把, 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能够跟别人配对成功, 旗下, 你要买哪把? 秦丁东忽然出现在旗下身边问道, 旗下看了看他, 回道, 当然是我缺的那把, 他打开一把纸扇打开看了看, 是喜, 只要有了这把喜, 旗下能够出去的机会直线飙升, 可是, 对于帝扬的欺诈游戏来说, 现在应该拿这把喜吗? 既然要荧光裁判所有的道, 自然不必着急出去, 旗下思索了片刻, 将喜放下, 又拿起了另一把扇子, 是哎, 我要这把, 他将扇子揣进口袋, 然后回头不冷不热地看了一眼秦丁东, 哦, 秦丁东笑着点了点头, 加上这把爱, 你手中的扇子就可以出去了吗? 承让, 勉强能出去, 秦丁东耸了耸肩, 转身离开了, 而旗下去拿着手中的爱, 看了半天, 走向了身边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虽然拿着手提包过来, 可此时却看着桌面上的扇子犹豫着, 兄弟, 你在犹豫什么? 旗下问, 那人见到旗下过来, 立刻露出了谨慎的表情,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和你做个买卖, 旗下说道, 一个让你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买卖? 那人的表情看起来略有兴趣, 但语气依然谨慎, 旗下点点头, 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兄弟, 我准备送你一把扇子, 但你需要帮我一个小忙, 接着, 他在男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这才让男人紧张的神情放松下来, 就这样, 旗下点点头, 嗯, 就这样, 男人思索了一会儿, 又看了看旗下手中的那把扇子, 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 他缴纳了自己所有的刀, 而后将帝阳桌面上剩余的八把爱全都买走了, 这样一来, 旗下最初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没有任何人可以补充心态, 这把扇子暂时成为绝版, 不管接下来的参与者出去几人, 他们手中的爱不是被带走, 就是被消耗掉, 数量只减不增, 最后时刻, 又有大约有七八个人慢慢上前去, 掏出口袋中的刀买了折扇, 但大部分人只买了一把, 有一个中年女人口袋富余, 买了桌面上最后两把, 现在的计划还剩最后一步, 旗下转头看了看那个买走了所有爱的男人, 自己接下来的时间一定要保证他能安全离开, 现在最棘手的情况有两个, 第一, 此处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 现场拥有了五个富人和一群穷人, 更可怕的是, 这里唯一的执法者并不会干涉暴力事件, 所以富人必须第一时间逃离, 拖得越久越危险, 第二, 富人的数量是单数, 按理来说, 为了保险起见, 富人定然要两两组队进行逃离, 定然会导致五个富人其中一人落单, 无论如何, 旗下都要保证自己身旁的富人能够逃离, 如果他不幸留在了这里, 自己的处境就会全面崩盘, 果然, 远处的两个富人显然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们紧紧靠在一起, 冲着墙边的配对机快步前行, 而另外两个富人看起来互相不认识, 对对方显然有些防备, 此刻并没有第一时间组队, 旗下正在快速思索着对策, 却见那最初的两个富人已经在机器前面按下了按钮, 他们要跑了, 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 一般的穷人肯定无权涉足, 但, 果然如旗下所料,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来到了两个富人身前, 用自己臃肿的身躯挡住了配对机, 这个汉子不久之前刚刚抢夺过一个销售男人的扇子, 你做什么? 其中一个富人问道, 兄弟, 你们吃肉, 我也得喝点汤啊, 大汉笑着说, 现在这个配对机让我接管了, 如果想使用的话需要交点钱的, 两个富人面面相去, 然后开口问道, 你要多少? 看来他们的主要对策是破财免灾, 我要你们手上扇子的一半, 大汉回答道, 第253章, 客户, 一个富人听到这句话后冷笑一声, 反而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尖刀, 他把尖刀拿在手里并没有其他行动, 但也让大汉的表情变了变, 旗下知道这几个富人定然早有准备, 否则不可能做这么大胆的举动, 只见那个持刀男子将刀拿在手中, 既没有服软, 也没有威胁对方, 只是缓缓开口说道, 两个选择, 第一, 我们一人给你一把扇子, 你让我们走, 第二, 我们和你拼命, 持刀男子的语气非常老辣, 很显然对这种情况已经四空见惯了, 他给出的两个选择天差地别, 正是生意场上孤注一掷时的谈判手法, 要么共赢, 要么双输, 绝无中坚值, 这会潜移默化之间影响大汉的选择, 大汉听后果然谨慎地思索了一会儿, 毕竟两把扇子对他来说本来就是天降之才, 如果在这里拼起命, 不仅会一无所有更有受伤的可能, 行吧, 大汉点点头, 但我要再加一条, 你说说看, 你们逃出去的时候把刀留下, 大汉指了指持刀男子手中的尖刀, 两把扇子外加一把刀, 那我们就成交了, 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 让场内的众多参与者都听见了, 大家的面色都有些不自然, 他们知道如果大汉拿到了刀子, 情况定然不妙, 可这个问题明显不在妇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只见他看了看手中的尖刀, 点了点头, 我逃出去之前会把刀子扔回来, 但现在必须由我保管, 好的好的, 大汉谗媚地点点头, 竟然站在二人身后保护起了二人, 他转身又对其他围观者吼道, 你们看什么看, 只单买卖我做了, 都给我滚, 旗下冷眼看了看他, 又扭头对身边的妇人说道, 你危险了, 快去找人组队吧, 那人从口袋中抛出手帕擦了擦汗, 然后失神地点点头, 问道, 兄,兄弟, 你不跟我组队吗? 你在这儿也很危险啊, 不了, 旗下摇摇头, 但我会保你出去的, 旗下稍作思索, 拉着眼前的妇人就走向了另外两个没有组队的妇人, 这三个妇人看起来互相都不认识, 这正是极好的机会, 兄弟们, 旗下站在二人面前开口说道, 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那两个妇人站在旗下面前, 都有些狐疑地看着她, 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差不多十把扇子, 现在还没被轰抢, 是因为这里的人还存有一点理性, 旗下在三个人之间低声说道, 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组队逃脱的事情, 我们逃不逃脱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一个年长的妇人开口说道, 你那么关心做什么?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确实和我没什么关系, 说完之后, 她指了指自己身边的妇人, 说道, 但这位是我的朋友, 我建议你们先跟她组队, 我来保证剩下的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逃出去, 什么?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 包括旗下要保护的那个妇人, 也没料到旗下能说出这种话来, 旗下顿了顿, 又说道, 你们应该知道的, 时间每过去一秒, 你们离死亡就越近, 三个妇人明显感觉不妙, 但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有要跟我朋友组队的吗? 旗下趁热打铁又问道, 你们应该知道用不了几分钟, 场上拥有十把扇子的人就只会剩下你们三个, 到时候那个大汉拿到刀, 便会第一时间把矛头指向你们, 到那时候再做决定可就晚了, 那二人此时也思索了起来, 一个看起来比较年长的人考虑了一会儿, 率先开口说, 这位小哥说得对, 我决定和你的朋友组队, 啊? 真的? 旗下身旁的妇人笑了一下, 太好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就要去找配对机, 可却被剩余的那个妇人拦住了, 不, 不对吧? 你俩做啥子? 那人问道, 你俩组队了, 我咋子办吗? 我有办法, 旗下身手搂住了这个满嘴穿余口音的大哥, 大哥你别着急, 我说过了, 我保你出去, 啥子? 来, 大哥, 跟我来, 旗下搂住那男人的肩膀, 不断地将他带到另一旁, 旗下一边走着, 一边用余光看着那两个妇人在另一个配对机上按下了按钮, 这才慢慢点了点头,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只能祈祷他二人配对顺利, 帅哥, 你真有办法吗? 穿余大哥开口问道, 你骂谁我? 当然, 当然, 旗下点点头, 我马上帮你找到另一个队友, 旗下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穿余大哥带到了秦丁东的方向, 呦, 秦丁东正在物色新的猎物, 紧接着就看到旗下将一个大哥带到了眼前, 秦丁东, 你不是一直说想找个人一起出去吗? 旗下冲他点了点头, 这个大哥也正好想要出去, 哦, 真的吗? 大哥, 秦丁东上前一把就拉住了大哥的胳膊, 你也想赶紧离开这里是吧? 是塞, 大哥点点头, 姚妈, 你也要出去, 太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秦丁东一脸委屈地说道, 我刚才被骗了, 有个人让我浪费了一次机会,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事没事, 大哥憨笑着摇摇头, 我和你配队, 咱们赶紧出去赛, 好的好的, 秦丁东看起来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 然后拉着大哥就往身边一个配队机走去, 旗下一边盯着眼前的二人, 一边盯着远处那个带着所有爱的富人, 这两组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配队, 只能期待双方都成功了, 大哥, 我已经按下按钮了, 秦丁东笑了笑, 对身边的川鱼汉子说道, 你也该表示表示了吧, 怎么那么不主动啊, 美女, 你得先把扇子放进去, 我才能相信你, 川鱼大哥低声说道, 第254章, 低级骗子, 秦丁东顿了顿, 而旗下却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盯着二人, 一个拙劣的女骗子, 一个至少参加了两次的大哥, 二人到底谁能生出, 他思索了一会儿, 笑道, 大哥,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可是我上一次就是这么被骗的, 哦, 川鱼汉子打量了一下秦丁东, 你兜里明明有四把扇子, 结果却说上次被骗了, 你当我挖娃子说, 大哥, 你误会了, 秦丁东摇了摇头, 我确实被骗走了一把扇子, 当时我手里只剩两把, 因为我买得早啊, 秦丁东回答道, 大哥, 你不会真的是骗子吧, 你不准备放扇子进去, 川鱼大哥依然谨慎地看了看旗下和秦丁东, 转而又问道, 你们俩之前就认识吗, 秦丁东和旗下互相看了一眼, 感觉眼前的男人并不好骗, 想来也是可以理解, 能够带着手提包进到这个游戏的人, 不可能傻到哪去, 他们自然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也不想认识他, 秦丁东静静地开口说道, 大哥, 这人就是个人渣, 啥子, 大哥听后愣了一下, 人渣, 我不是说我被骗了吗, 秦丁东都气嘴, 指着旗下一脸委屈地说, 骗我的人就是他, 旗下听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叫秦丁东的姑娘思维确实很活跃, 但他的手段一直都像个低级骗子, 你说这个男人骗了你, 大哥显然有点想不通了, 可刚才是他把我带来的赛, 是啊, 秦丁东点点头, 他骗了我之后感觉很内疚, 说一定会让我出去的, 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跟他配对了, 所以他才答应要帮我找另一个队友, 是, 是这样, 大哥继续胡一地盯着二人, 我不是让你别说出来吗, 旗下冷喝道, 你现在说出来, 我怎么办, 我为什么不能说, 秦丁东反驳道, 明明就是你干的, 现在却不让说了, 有种你当时别骗我啊, 我是不是给你惯的, 旗下往前走了一步, 压低声音恶狠狠地问道, 我能给你找来一个愿意配对的队友, 已经人至意尽了, 你他妈居然还把我的身份暴露了, 你让我接下来怎么办, 大家要是都知道我是骗子的话, 谁跟我配对,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秦丁东看起来情绪失控了, 你就算死在这里, 也是你自己活该, 我凭什么要帮你瞒着, 川瑜大哥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 你, 你二人先莫吵, 你给我闪开, 旗下冷喝道, 我今天不给这个女人三个耳光, 我就不叫里面, 李, 李兄弟, 大哥走上前来死死地抓住了旗下, 你给我面子, 给我面子, 咱们别打架, 现在当务之急, 是搞快逃出去赛, 大哥, 我反悔了, 秦丁东面色阴沉地说, 你让这个人走远点, 他在这的话, 我就不配对了, 你他妈, 旗下指着秦丁东就要走上前去, 大哥又立刻拦了过来, 小李小李, 你先冷静点, 旗下看起来气得不轻, 直到大哥好说歹说, 他才同意往后退了几步, 妖妈, 咱们倒快点吧, 大哥思索了一会儿, 从怀中掏出扇子, 跟秦丁东确定了图案之后, 插进了机器中, 我现在不能拖了, 越拖越危险, 好的好的, 秦丁东也赶忙点头, 然后伸手去掏自己的扇子, 掏了半天之后, 他慢慢地抬起头, 露出了一点坏笑, 大哥, 对不起啊, 有点反悔了, 啥子, 你扇子那么多, 出去的话肯定能大赚一笔吧, 秦丁东说道, 可我不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大哥沉默了一下, 妖妈, 你现在手上有四把扇子, 你只要投进去两把, 出去之后能赚十个刀的, 不够啊, 大哥, 秦丁东笑着挽起了对方的手臂, 大哥, 你分我两把怎么样, 分你, 两把, 大哥皱着眉头看了看他, 你疯了吧, 两把可是十个刀, 你胃口也太大了, 秦丁东笑着指了指配对机, 你已经投进去两把了, 就算你现在不跟我配对, 也会损失两把, 你仔细想想, 结果明明是一样的呀, 你, 抖日的, 我明白了, 大哥怒笑一声, 你才是那个骗子, 你们和齐伙来骗老子, 怎么会呢, 秦丁东依然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说道, 大哥, 我真的被骗了, 我现在只想在最后关头拿几把扇子出去, 这样我能弥补一些自己的损失, 旗下站在不远处看着两人的状态, 正在盘算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事, 这个大哥会重击吗, 按照秦丁东的做法, 他大概率不会放这个男人出去, 只会尽可能的骗取他所有的财富, 这个人和之前的大叔完全不同, 他的财富太多了, 他不仅会被骗掉游戏里的扇子, 也会损失用自己所有买扇子的刀, 他有可能会跟秦丁东拼命, 一旦场地内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 情况就会失控, 就算秦丁东能活下来, 他也会成为下一个富人, 马上就会成为被其他人盯上的目标, 如今最好的办法是, 大哥, 你想好了吗? 秦丁东继续问道, 只需要两把扇子, 你就可以拿着剩下所有的扇子逃出去了, 妖妈, 我有个新想法, 大哥叹了口气, 最终说道, 你先把要放进机器的两把扇子拿出来, 咱俩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嗯? 我给你两把扇子之后, 你立刻把那两把放进去, 大哥慢慢露出了阴狠的笑容, 你要是敢耍赖, 我绝对会在这里弄死你, 秦丁东看着眼前男人的状态, 不由得后背一寒, 这个男人似乎有点危险, 妖妈, 你可能不知道我来之前是做什么的, 大哥继续阴冷地说道, 今天我不想惹事, 所以给足了你面子, 希望你好自为之吧, 他继续了求助的眼神。 第255章, 报恩, 旗下嘴角一扬, 慢慢地走了过去, 秦丁东和眼前的大哥明显卡住了, 此时只缺一个动力, 大哥, 虽然很对不住你, 但你没有选择了, 旗下对川玉大哥说道, 若你不按照他说的做, 我会在这里和你牛打起来, 你个瓜皮觉得能打赢我, 男人咬牙切齿地看着旗下, 我根本不需要打赢你, 旗下冷笑一声说道, 你信不信, 一旦我动起手来, 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同伙前来帮忙, 男人听到这句话背后一寒, 他知道旗下说的不无道理, 如今的他就像是一辆翻倒在路边的卡车, 一旦有第一个人上前抢夺, 自然会引来无数轰强者, 男人思索了两久, 悬横了各种利弊之后, 最终还是吐出两个字, 算了, 他低下头, 从手包中掏出了两把扇子, 姚妈, 我事先说好, 这两把扇子给你之后, 若你敢反悔, 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一定弄死你俩, 秦丁东听后也面色一沉, 扭头看向旗下, 按照他的想法, 自然应该将诈骗进行到最后一轮, 可如今第二轮就要逃脱吗? 当然啊, 大哥, 旗下点点头, 如果你这次没出去, 我站在这里, 让你活活打死, 这句话说完之后, 川玉大哥并没什么反应, 可秦丁东却听不下去了, 你,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旗下对他说道, 秦丁东听后思索了一下, 随后点了点头, 三步来到旗下身边, 旗下将他拉到一旁, 低声说道, 你走吧, 啊, 秦丁东也压低嗓子, 什么意思, 你已经失败了, 旗下说道, 现在走了是最好的选择, 你, 你要我现在就逃脱, 秦丁东, 你以前参与过这个游戏吗? 旗下问, 没有, 秦丁东摇了摇头, 我只是听说过, 我感觉你接下来不会有更好的机会逃脱了,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现在逃脱对你来说, 可以利益最大化, 秦丁东算了算这次的收益, 除去配对用的两把扇子, 自己还会剩余四把, 也就是二十个道, 虽说收益已经非常好了, 可正常人在得知, 有可能会赚取更多的情况下, 永远不会知足, 旗下, 我不想逃, 秦丁东说道, 我应该还可以再多拿一些, 你还是惜命吧, 你的骗术不仅有些拙恋, 更会让自己招惹无数敌人, 旗下说道, 若你骗走了这个男人所有的扇子之后, 留在了这里, 你就是心静的妇人, 那时候, 大家会把矛头转向你, 你又该怎么办, 我, 我可以让你保护我, 现场有几十个人, 旗下说道, 你觉得我有多大可能拼了命地保护你, 秦丁东听后沉默不语, 更何况, 我也不可能跟你配对出去, 旗下谨慎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我想要的比你更多, 什么, 所以, 你趁这次机会出去吧, 旗下说道, 看在你给了我三颗道的份上, 我再帮你一次, 秦丁东仔细地思索了一下旗下所说的话, 感觉他所言不虚,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是旗下的一个计谋, 他思索了一会儿, 又回到了川玉汉子身边, 开口说道, 大哥, 我不得你跟你坦白一件事, 男人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妖妈, 你想好了再说, 是, 我想好了, 秦丁东点点头, 本来, 我这次打算再欺骗你的, 可是我不想骗你了, 这一次我就准备把扇子投进去, 男人听后谨慎地看了他一眼, 那你为什么不投, 我决定要三把扇子, 秦丁东一脸严肃地说道, 两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三把, 只要你给我三把, 我绝对, 话音一落, 男人立刻伸手掐住了秦丁东的脖子, 妈卖屁, 你真的找死, 喂, 旗下眼神一冷, 赶忙走了上去, 他伸手掐住了男人的手臂, 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虽说刚才言之凿凿, 但真要动起手来, 绝对是双输的局面, 无论是旗下出手抢夺他, 还是他在这里杀死秦丁东, 参与者们绝对会失控, 秦丁东你做什么, 旗下也疑惑地问道, 你拿着两把扇子出去, 不就好了吗, 不, 秦丁东咬着牙说道, 我就要三把, 旗下从未想过, 眼前的姑娘会如此贪心, 自己已经把路线都给他规划好了, 他为何要急转弯呢, 既然如此, 旗下只能将矛头又对准了穿与汉子, 兄弟, 你若不松手, 我真要夺你扇子了, 啥子, 你, 我只数三下, 旗下皱着眉头说道, 三秒钟之后, 咱俩必须有一个人交代在这儿, 男人的面色非常难看, 似乎一直在揣摩旗下的深浅, 一, 二, 三还未出口, 男人已然松了手,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旗下手中只有三把扇子, 他输得起, 可这个男人输不起, 三把, 扇子, 男人咬着牙说道, 你们两个人真的有点太等鼻子上脸了, 行还是不行, 旗下立刻打断道, 我不要听那些埋怨的话, 男人想了想, 说道, 可以, 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这句话, 旗下慢慢松了口气, 男人将三把扇子, 非常粗暴地扔到秦丁东怀里, 虽说, 他手中有十一把扇子, 可这次的配对, 让他损失了五把, 秦丁东拿过扇子之后, 面露一丝微笑, 然后将两把扇子, 投入了机器中, 识别中, 配对成功, 见到这四个字出现, 三个人都松了口气, 旗下有些不解地问道, 秦丁东, 你到底搞什么, 明令, 话还没说完, 秦丁东将一把扇子递到了旗下面前, 给你, 嗯, 旗下一顿, 一旁的男人也有点愣住了, 给我, 旗下确认了一次, 你帮了我好几次, 这把扇子是替你要的, 秦丁东揉了揉自己的脖子, 有了这把扇子, 咱们俩就两清了, 旗下有些不可置信的接过扇子, 刚刚他还以为秦丁东是由于太过贪心, 而临时起义加了一把扇子, 可现在看来他居然在报恩,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在骗他吗? 好了, 秦丁东笑了一下, 最后这一次如果没有你的话, 姐姐应该就交代在这里了, 如果以后孤单寂寞了, 记得告诉姐姐, 我走了, 他冲旗下挥了挥手, 然后伸手轻力地挽住了川玉汉子, 大哥, 我们也走吧, 见到二人离去的背影, 旗下不再理会, 反而把扇子打开瞥了一眼, 属于自己的强运来了, 这把依然是爱, 他抬起头来想说什么, 却忽然看到一个老汉冲着秦丁东跑了过去, 不等秦丁东反应, 那老汉一拳将他打翻在地。 第256章, 看不见的墙, 旗下一愣神的功夫, 远处的老汉已经抬起脚, 狠狠地踢在秦丁东的小腹处,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直接走了上去, 喂, 老汉转过头来, 满脸怒气地盯着旗下, 此时旗下才认出眼前的老汉是第一个受骗者, 他看起来非常生气, 秦丁东自己做下的恶果如今找上门来了, 刚刚秦丁东安抚他再等一个小时, 拿到两把扇子之后就出去, 可如此看来, 每经过半个小时的补充扇子是需要花费到来购买的, 此时的老汉既没有扇子也没有到, 他百分之百要死在这里了, 所以他彻底崩溃了, 旗下盯着老汉正在思考应该让他冷静下来, 还是立刻放弃秦丁东, 你干啥? 老汉没好气地问道, 俺今天要打死这个贱女人, 谁来俺都不好使, 老汉的嗓门非常大, 引得众人纷纷为官, 老实人的脾气就像火山, 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引发毁灭性的后果, 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足够他积攒愤怒了, 有点麻烦, 旗下感觉到了危险, 他感觉这个老汉将打破一堵完全看不见的墙, 这堵墙倒塌之后, 场上众人的兽性都将迸发而出, 大叔, 旗下咽了下口水说道, 你听我说, 我可以给你一把扇子, 但你如果在这里动手杀人的话, 滚, 老汉是了神一般的大叫一声, 和你有啥关系, 俺今天不活了, 俺就要杀了他, 围观的参与者越来越多, 他们都注意到了秦丁东和穿于汉子口袋中的扇子, 虽说要逃走的二人不是两个妇人, 但绝对是两个小子, 对于众多参与者来说, 这二人死在这里自然极好不过, 他们的扇子将会成为无主之物, 那时候很多人都可以分一杯羹, 只是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双手率先沾上鲜血罢了, 旗下皱着眉头, 快速地思索着对策, 眼前的大叔绝对会与死网破, 他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次虽然是秦丁东有错在先, 但旗下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要尽量防止死人的事件发生, 可让旗下更加绝望的事情接踵而来, 先前买走所有爱的妇人和另一个妇人已经配队完毕, 本想从楼梯上逃脱, 此时却也被一群围观者挡住了去路, 此时除了一开始就已经逃脱的两个妇人之外, 所有的妇人都被拦住了, 在这场游戏中贫富差距导致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展现, 还不等旗下反应, 一个持刀大汉直接站在了逃脱的楼梯上, 看来先前那对妇人逃脱时确实已经将刀子给了他, 此时的情况急转直下, 欺诈游戏有可能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那就是暴力阶段, 此时并不是看谁更有谋略, 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 谁的手中有刀, 喂, 持刀大汉吓止住了正在殴打秦丁东的老汉, 你光打他有什么用, 把他的扇子拿来, 扇, 扇子, 老汉看了看秦丁东口袋中的扇子, 不由得咽了下口水, 说的是啊, 俺的扇子被骗了, 说吧, 他立刻弯下身来抢夺秦丁东的扇子, 你这件人把扇子给俺, 秦丁东死死的捂住自己的口袋, 不行, 我不给, 你不给俺就杀了你, 此时的旗下也无法坐视不管, 冲上前去将老汉拉开了, 哎, 各位, 旗下大声叫道, 你们仔细想想, 一旦这里出现死人的情况, 接下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每个人都有可能死在接下来的游戏中, 你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众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旗下, 皆是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神色, 想来也是, 现在看来马上要死的是眼前几个妇人, 并不是他们, 此时的旗下只有一个念头, 谁能站在自己这边? 姑母不成灵, 哪怕有一个人都好, 队伍中有个皮衣男似乎想上前说点什么, 却被另一个皮衣男拦下了, 一个妇人见到众人僵持不下, 提着自己的手提包趁乱, 直接冲向了出口, 旗下先是慌张地看了一下那个妇人, 转而又露出侥幸的神色, 逃跑的妇人并不是买走所有挨的男人, 反而是跟他左队的人, 妈的, 持刀大汉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三两步追上了他, 紧接着就将刀子移入了他的肋骨, 整件事几乎在几秒之内发生, 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持刀大汉似乎也愣了一下, 但很快回过神来, 故作镇定地问道, 谁让你跑的? 他恶狠狠地抽出鲜红的刀子, 对方也直接瘫倒了下来, 妇人躺在地上哆哆嗦嗦地呼着气, 脸色迅速挂上了一片苍白, 血液从他身下鼓鼓地流出, 第一条人命要消失了, 不管这个持刀大汉以前杀没杀过人, 现在也都算是开了杀戒, 接下来他下手时不会再犹豫了, 此刻的人群也终于骚乱起来, 一条人命就这样消散, 人群中不由地传出唏嘘声, 可身在中烟之地, 众人对死亡的接受度明显高了不少,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盘算是否要抢夺扇子, 旗下看着那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妇人, 慢慢皱起了眉头, 虽说死了人确实不太妙, 可好像还有个重要的是被他忽略了, 是什么? 旗下扭头看了看远处的地羊, 他完全没有动作, 果然杀人是被默许的吗? 买走所有哀的妇人, 见到这一幕, 正在惊恐地看向旗下,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用淳语说道, 跑, 那妇人回过神来, 趁众人混乱之际, 转身一溜烟地跑上了楼梯, 随后打开门逃脱了, 持刀大汉根本没想到自己刚刚立威, 紧接着就有人谋反, 那人动作迅速至极, 持刀大汉见状一时之间气急败坏, 他也想立刻冲出门去, 却在离门口五六米的地方, 渐渐停下了脚步, 他还没有配对成功, 此时逃脱必然会犯规, 还未等人群沉寂下来, 老汉推开旗下, 又来到了秦丁东身边, 俺今天一定要拿来你的扇子, 他伸手紧紧地抓住秦丁东口袋中的扇子, 用力一扯就撕碎了一把, 老汉看起来完全不在意, 接着又去撕扯其他的扇子, 旗下伸手刚要说话, 持刀大汉却回过头来先开口了, 喂, 老头儿, 谁让你把扇子撕了的, 俺不管, 老汉表情争鸣地大叫道, 我就算是撕了他的扇子, 也不可能让他好过, 见到这一幕, 旗下知道自己已无力阻止了, 只能趁早带着扇子逃到安全的角落中, 如果继续待在整件事情的暴风眼, 他迟早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秦丁东此时的死亡概率极高, 而跟他组队的妇人也八成会死在这里, 可谓等他走出几步, 持刀大汉却来到了秦丁东身边, 一把拦住了老汉, 老子让你别毁了扇子, 你听不懂, 持刀大汉怒喝道, 老汉听后也来了火气, 这女的骗俺, 俺得让他出不去, 那你杀了他不就得了, 大汉像是失了理智一样的喊了一声, 对啊, 那你把刀子备俺, 老汉被大汉一击, 反而也来了脾气, 你备俺刀子俺就杀了他, 话罢, 他伸手就去抢夺大汉的刀子, 可大汉哪里肯放手, 两个人居然拉扯了起来, 你拿老子的刀做什么, 你别俺, 俺要杀人, 第257章, 隐藏的谎言, 两个人的情绪都有些失控, 不知在混乱之中, 谁推了谁一把, 刀子见了红, 大汉的刀子插在了老汉的胸膛上, 围观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后退一步, 老汉也不可置信地低下头, 看着自己胸口多出来的那把刀子, 轻轻咳嗽了一声, 你, 持刀大汉感觉脑子有点乱, 谁让你抢老子的刀, 老汉还想争辩点什么, 结果却一头扎倒在地, 紧接着就没了动静, 一切都失控了, 旗下冷眼望着场上的局面, 感觉风向有点变化, 原先一直代表穷人利益的持刀大汉, 此时却当着众人的面, 杀死了另一个穷人, 他的政权还没有稳固, 就已经出现了裂痕, 只能说明, 持刀者还不够聪明, 有的时候, 刀子不必砍下去, 只需要握在手里就好, 正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个意料之外的身影, 慢慢走了过来, 正是一直站在房间中央的帝阳, 帝阳眼神凝重地看了看死掉的穷人, 又抬头对持刀大汉说道, 你胆子也太大了, 谁让你一直杀人了, 哎, 持刀大汉明显一愣, 他以为在这个地方暴力是被默许的, 可帝阳似乎不许杀人, 帝阳蹲下身子看了看被捅伤老汉, 眼神同样飘忽不定, 若其下猜得没错, 他要开始说谎了, 他没救了, 帝阳抬起头对大汉说道, 作为惩罚, 我将对你进行制裁, 制, 制裁, 大汉吓得后退两步, 开, 开什么玩笑, 你说的规则里没有这条啊, 帝阳站起身, 没有任何解释, 只是迅速地抽了大汉一个巴掌, 只见大汉的身子没动, 脑袋却在头上足足转了一圈, 表情也凝固住了, 帝阳从口袋中掏出手帕擦了擦手, 说道, 希望各位明白, 这是我的游戏, 你们需要遵循我定下的规则, 若有人还敢做出出格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再留守, 这个人的扇子我没收了, 你们散了吧, 一语过后, 帝阳从大汉的口袋中取出五把扇子, 随后推开围观的众人, 再次回到了房间中央, 此时围观群众也急忙散去, 完全不敢对眼前的妇人有非分之想了, 旗下见到帝阳的表现, 慢慢地伸手摸起了下巴, 为什么杀死妇人时帝阳无动于衷, 可杀死穷人时, 帝阳却出手制裁,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此时秦丁咚的队友把他扶了起来, 见到情况暂且安全, 两个人跟旗下对了个眼神, 急忙向出口跑去了, 一直到旗下目送他们离开, 谁都没有上前阻拦, 毕竟众人不知道帝阳制定的到底是什么规则, 究竟可不可以抢夺扇子, 究竟可不可以杀人, 在这种模糊的规则之下, 所有人的眼神都有些疑惑, 插在老汉身上的尖刀至今也没有人拿, 难道, 旗下似乎知道自己疏忽的是情是什么了, 这两个被杀掉的人之所以遭到了区别对待, 并不是因为穷人或者富人的身份, 而是逃脱者和为逃脱者的身份, 毕竟参与者的人数是双数, 而参与者们想要逃脱这里, 必须要进行量量阻备, 所以逃脱者死掉根本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已经不在剩余人数的计算范畴里了, 可若是为逃脱者死掉一人, 那会让剩余人数变成单数, 最后导致其中一人落单, 所以递羊才会出手, 想让人数再度回到双数, 对他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杀死一人, 虽说有点奇怪, 但旗下感觉这个思路也比较合理, 接下来他需要专心的进行自己的计划了, 如今他的手中有四把爱, 想要让一切顺利的话, 必须要计算出这场游戏中所有爱的数量, 旗下来到房间中央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的脑海中有大片的扇子飘过, 然后整整齐齐的排列成了四对, 可是仅仅几秒之后, 他就感觉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帝羊曾经说过, 开始阶段四种花色的扇子一样多, 可是现场一共有五十个人, 每个人骑使三把扇子, 也就是说第一回和帝羊发出一百五十把扇子, 一百五十把扇子, 如何平均分配四种花色? 每一把扇子三十七点五把, 这不就互相矛盾了吗? 帝羊难道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了? 应该不会, 旗下皱起眉头, 在心中默默言说, 在这种关键问题上说谎就太致命了, 这会导致这场游戏的名声变差, 不可能有回头课出现在这里, 更何况, 如果扇子的数量可以说谎, 那最优的分配比例应该是一百四十七比一, 一比一, 一种花色有一百四十七把, 剩下的花色各一把, 这会导致整场游戏最多只有两人能够逃脱, 换句话说, 五十个人, 一百五十把扇子, 欺诈游戏这些设定都完全失去了意义, 这不如让众人直接抽签决定生死, 所以, 帝阳应该没有在这么关键的位置说谎, 那么他的谎言在哪里? 旗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四百, 他知道, 若是不计算出场上剩余哀的数量, 自己无论如何也赢不下这场游戏, 可是三十七点五这个数量让他寸步难行, 那么就只有另一种可能了, 此时的旗下站在房间中央, 正好将房间内的所有人尽收眼底, 他缓缓地睁开眼, 快速地计算了一下屋内参与者的数量, 随后露出了异样的表情, 场上站立的参与者总共还剩四十个, 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仔细想想好像不太对, 这当中有个人分明站着死了, 他不能算作剩余的人数, 旗下再次闭上眼睛, 将刚刚发生的全部事情在脑海中回响了一遍, 游戏刚刚开始时, 有四个人立刻逃脱了, 此时场上应当站立四十六人, 半小时后, 第一队夫人逃脱, 站立四十四人, 接着, 买走所有爱的人失去队友, 独自逃脱, 站立四十三人, 最后, 秦丁东和穿鱼汉子逃脱, 剩余四十一人, 再去掉一个妇人的尸体, 一个老汉的尸体, 场上应当站立三十九人, 旗下睁开了双眼, 再次环视了一下所有的参与者, 为什么这里剩下四十个人,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里多了一个参与者, 一股异样的感觉在旗下心头慢慢升起, 参与者真的是五十人吗, 旗下只知道每个人领取了三把扇子, 可是领取扇子的究竟有几人, 五十个人的队伍比他想象中的要更加庞大, 众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排队站好过, 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 根本数不出数量,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出在了这里, 帝羊, 你骗不到我的, 旗下慢慢扬起了嘴角, 这样看来一切都清晰了, 这不是五十个人的游戏, 而是五十一个人的游戏, 第258章, 剩余的哀, 可如果五十一个人参与的话, 帝羊为什么要控制接下来的人数, 这是个危险又刺激的结论, 第一次发出的扇子, 根本就不是分配给五十个人的一百五十把, 也不是分配给五十一个人的一百五十三把, 因为算上帝羊, 场上站着五十二人, 这五十二个人都领到了扇子, 所以, 理论上第一轮的扇子有一百五十六把, 可是一百五十六把, 依然不是第一轮发出的扇子, 在游戏开始之前, 帝羊给众人做示范时, 当众往配对机里投入了四把扇子, 加上这四把, 游戏才正式成立, 第一轮的扇子总共一百六十把, 每一种花色四十把, 这样一来, 所有的逻辑都通畅了, 帝羊杀人并不是为了制裁, 而是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单纯的想杀而已, 他分明就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毕竟配对机从一开始就展示了帝羊的照片, 说明他被记录在案了, 换句话说, 这里的规则并不在乎参与者是否互相杀人, 这样一来, 问题会更加棘手, 因为帝羊也是参与者, 他同样也可以随意杀人, 可他的实力太强了, 真要说到杀人的话, 在场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想来也是, 只要帝羊成了参与者, 就算剩下的五十一人全都团结一心, 也没有任何作用, 他会直接大开杀箭, 这直接让组队参与这个游戏成为了笑话, 旗下摇摇头, 心中不由暗道, 帝羊啊帝羊, 你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对手, 为了亲身体验欺诈游戏, 你每一次都会主动置身其中吗? 旗下的眼神慢慢变得犹豫起来, 本以为他的对手是五十个普通人, 情况在差点, 顶多在对上几个回想者, 可谁能想到, 竟然直接在这里和帝羊本人对上了, 他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 而杀死其他参与者, 这个巨大的赌场, 简直就像他的屠宰场, 可现在情况也有点奇怪, 他明明可以直接杀死场上的所有人, 为什么会允许有人逃脱呢? 难道你想要的是一场相对公平的游戏吗? 你杀死一个暴力分子, 是因为你不崇尚这种获胜方式, 旗下再度望了望场地中央那个黑色的羊头人, 恰逢此时, 帝羊也转过头来看向了旗下, 两个人的目光在此时相聚了, 两久之后, 帝羊将头转开, 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的直视前方, 旗下也回过神来, 走到死去的老汉身边, 将尖刀从他胸口拔了下来, 然后提着尖刀, 又走到被帝羊打死的大汉眼前, 这个大汉站着死去了, 脑袋旋转了360度, 将脖子扭成了一根血肉撕裂的麻花, 他的扇子已经被帝羊没收了, 也正因如此, 没有任何一个人前来查看他的尸体, 旗下举着尖刀, 又看了看那个被持刀大汉戳穿肋骨的妇人, 来到他的眼前翻了翻他口袋中的扇子, 可惜一把挨也没有, 喂, 帝羊在远处喊道, 已经逃脱的人扇子不可再取, 不可再取, 旗下疑惑地回头看了看帝羊, 根本推断不出这句话的真假, 没错, 帝羊说道, 本来他应该拿这些扇子换取的, 可他死了, 所以扇子也作废, 作废? 是, 帝羊点点头, 旗下嘴角易阳直接将死去妇人的所有扇子拿了起来, 然后一把一把撕了个粉碎, 既然作废, 那就别留在这里了, 以免游戏不公平, 帝羊张了张嘴, 并未说话, 旗下将扇子撕碎之后, 又将所有的碎片混合在了一起, 确定完全不能使用了之后, 才拿着尖刀离开了, 旗下的举动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个场内已经不允许杀人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去拿刀子? 而且他明显在挑衅帝羊, 这个人难道不怕死吗? 旗下拿着刀子来到场地一脚, 缓缓地坐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只有等待了, 等待场内的碎被消耗掉, 第一回合发出的碎有四十把, 那么最终剩余几把, 帝羊坐眼是消耗了一把, 两队人逃脱消耗了两把, 旗下手中有三把, 理论上那是流通在市面上的碎, 最多剩余34把, 那么, 帝羊刚才补充了多少把? 毕竟他说过保证每个人都有补充到扇子的机会, 也就是说, 他第二次拿出的扇子数量与在场人数相同, 是52把, 这样才有机率让所有人补充到扇子, 52恰好可以被四整除, 每个花色13把, 唯一的好消息, 是这13把补充的碎都被妇人带走了, 所以说, 其他扇子全都补充了13把, 唯有碎的数量不变, 至今仍在减少, 这三对妇人不仅带走了13把碎, 更是消耗了三把碎来逃脱, 哎, 剩余31把, 秦丁东走之前又拿出了一把碎给了自己, 让市面上的碎再度减少, 现在市面上最多只有30把碎流通, 这个条件还是建立在所有逃脱的人, 只消耗了一把碎的前提下, 不对, 旗下陡然想到, 秦丁东原先的底牌就是喜怒碎, 他多带了一把碎离开, 场上的碎剩余29把, 如果秦丁东这种情况不是个例的话, 也就是说最终剩余的碎的数量只会少于29把, 甚至有可能趋近于20把, 那么, 场上的碎到底能不能少于20把, 40个人需要逃脱, 理论上还需要消耗20把碎, 那自己究竟能不能撑到最后一刻, 究竟是所有人先逃脱, 还是碎先消耗掉, 旗下发现这场诡异的游戏根本没有那是均衡点, 继续干坐下去只是在找死, 为了让计划万无一失必须大量的消耗碎, 可如今要怎么消耗其他人手中呢?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还是要思考吗? 直接乱拳打死老师傅, 用擎丁东的方式就好, 现在他可以主动去跟别人配对了, 而他手中的刀子就可以扮演打扫的角色, 旗下一抬头, 紧接着又看到三队逃脱者, 人数再次减少6个, 于34人, 哎, 再次减少三把, 最多于26把, 还不等旗下找到猎物, 一开始见过的方脸男人便走了过来, 一脸笑容地对旗下说道, 哎, 兄弟啊, 兄弟, 旗下扭头看向他, 不明所以, 他认为二人的谈判已经崩盘了, 兄弟啊, 我答应你了, 方脸男人有些紧张地说道, 什么, 我额外给你一把扇子, 你跟我配对吧, 旗下低头看了看方脸男人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不由地想到了什么, 好啊, 旗下点点头, 先给我一把扇子, 我就和你配对, 没问题, 男人看起来有些着急, 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扇子递给了旗下, 旗下低头打开看了看, 是喜, 可以, 我们去配对吧, 旗下说道, 方脸男人点点头, 二人来到了配对机前面, 我出什么, 方脸男人愣了愣, 你有什么, 除了挨, 剩下的都有, 旗下说道, 那我出挨和乐, 你出喜和怒吧, 好, 第259章, 远远不够, 方脸男人四下看了一圈, 胆忙伸手按下了按钮, 屏幕上出现了他的照片, 并且显示等待队友中, 旗下敏锐地发现, 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一次配对的机会, 如若猜得不错, 他也骗了别人, 由于担心报复,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 可他到底骗到了多少把, 兄弟, 该你了呀, 方脸男人说道, 好, 旗下点点头, 也按下了按钮, 旗下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了配对机上, 他的三次机会全在, 男人健壮放下心来, 伸手掏出两把扇子, 打开给旗下看了看, 正是挨和乐, 展示了一番之后, 投入了机器中, 市面上的哀鱼二十五把, 旗下点点头, 将手中的那把洗插了进去, 转而又从口袋中, 掏出另一把扇子, 插入其中, 方脸男人松了口气, 对旗下连连道谢, 不用谢我, 现在谢我还太早了, 旗下低声说道, 识别中, 片刻之后, 屏幕上字体陡然一遍, 识别失败, 紧接着屏幕黑了下来, 方脸男人猛住了, 怎么回事, 旗下率先大叫一声, 然后立刻伸手拍了拍机器, 什么叫识别失败啊, 这是怎么回事, 方脸男人愣了一会儿, 也下意识地跟着旗下拍打着机器, 机器坏了, 他顿了顿, 回头对旗下说道, 兄弟, 你刚才投进去的, 确定是喜和怒吗? 旗下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你什么意思啊? 旗下痛心疾手地说道, 我也损失了两把扇子, 谁会拿自己的扇子开玩笑啊? 方脸男人知道, 旗下说的不假, 就算要骗人, 他也不可能投入扇子之后再骗人, 难道真是机器坏了? 要不, 旗下顿了顿, 提议道, 咱们换个机器再试试, 方脸男人此刻仅剩一次配对机会了, 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兄弟啊,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机器坏了, 方脸男人心有余悸地说道, 但你下次, 还是把扇面看好了, 再投进去吧, 我, 我可真输不起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旗下连忙点头, 这一次我把扇子打开, 咱们都确认了之后再放进去, 行吧, 方脸男人和旗下一起换了一台机器, 方脸男人颤颤巍巍地按下了按钮, 最后一次机会也被消耗掉了, 兄弟, 掏扇子吧, 旗下点了点头, 接着摸了一下口袋, 坏了, 旗下忽然大惊失色道, 我没有多余的洗了, 啊, 我想起来我只有一把洗, 旗下面呆抱歉地说道, 刚才, 你给我的那一把也投进去了, 你, 方脸男人显然没想到是这个情况, 但仔细想想, 旗下从游戏一开始就问他要洗, 足以证明他没有多余的扇子, 私存良久, 方脸男人还是掏出了一把洗地给了旗下, 你用我的, 但你必须要出一把弄, 要不然我就亏大了, 旗下点点头接过那把洗, 没问题的, 旗下说道, 咱们往里放扇子吧, 嗯, 大汉点了点头, 将挨和乐投了进去,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不太对, 他太急躁了, 旗下到现在连按钮都没有按下, 只见旗下顿了顿, 把洗装入了口袋, 然后将自己手上另外三把扇子, 全都打开了, 全都是爱, 兄弟, 对不住, 我记错了, 旗下说道, 原来我就剩三把爱了, 连怒都没有啊, 你, 你, 方脸男人的表情略过一丝绝望, 他沉默了好久, 开口说道, 你把我拖入了地狱, 是吗, 旗下说道, 你现在给我一把怒, 咱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方脸男人开口怒喝道, 你就是个骗子, 谢谢夸奖, 旗下说道, 但我并不是在和你谈条件, 什么, 旗下慢慢地伸出手, 放在了按钮上, 现在你还有一条活路, 就是在这里静静等待其他人来当你的队友, 旗下说道, 只要有别的人过来按下按钮, 投入喜和怒, 你跟他依然可以出去, 所以,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旗下说道, 现在把你手上的扇子全部都给我, 否则我就按下按钮, 消耗掉你最后一次机会, 方脸男人一论, 他知道, 若是旗下按下了按钮, 自己和他就会开始配对, 可是旗下根本不会投入扇子, 自己的三次机会全部消耗掉, 必死无疑, 他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虽说他只是把手放在了按钮上, 可却分明像是拿着一把刀抵在了自己的喉咙上, 成交吗? 旗下问道, 方脸男人感觉自己从未这么被动过, 他刚刚也用了类似的战术欺骗别人, 可并没有做到这么彻底, 别, 方脸男人认怂了, 别, 他慢慢地掏出自己的所有扇子, 居然还有两把, 卡来他应该也骗走了另一个人的全部, 我给你之后, 你会怎么做? 方脸男人问, 虽说我把你骗得一无所有, 但我的目标不是你, 所以在后面的某一刻, 我有可能会出手救下你的性命, 旗下回答, 何必冒这么大的险呢? 方脸男人不解地说道, 就算你能凑齐二十把扇子, 顶多一百克刀, 可你会与所有人为敌, 游戏结束后你能活着离开吗? 得罪所有人赚取一百克刀, 旗下微微一笑, 你把我想得太弱小了, 什么? 你, 你究竟想要多少? 比一百克多一点, 方脸男人听后沉默了许久, 才终于将手上的扇子递给了旗下, 旗下低头打开一看, 怒, 怒, 乐, 再加上之前的扇子, 现在他总共有三把, 两把怒, 外加喜和乐个一把, 已经有了七把扇子, 足以达到富人的水平了, 虽说已经可以小赚一笔, 但对于引走地洋所有的道来说, 现在远远不够, 旗下果然没有食言, 拿过男人的扇子之后, 直接转身离去了, 由于方脸男人无法远离这台 已经按下按钮的配对机, 旗下的处境相对安全, 他若是贸然离开, 有其他人前来按下按钮的话, 等于直接宣布了他的死刑, 如果他愿意乖乖听话地待在那里不动, 旗下有把握保他一条命, 可他若有其他的想法, 只能让他去死了, 如今还剩两次配对机会, 旗下的面色渐渐沉重起来, 他需要抓紧时间, 第二次补充扇子的时刻要来了, 第260章, 你的命, 旗下看了看墙上的垫子钟, 游戏已经进行57分钟了, 三分钟之后, 第二次补充即将到来, 可现在的情况很被动, 若旗下猜得不错, 现场的众人不可能再掏出哪怕一颗道来, 那接下来要怎么进行补充, 这段时间里又有四个队伍逃脱了, 旗下算了算, 场上于32个人, 理论上的哀最多剩于22把, 不对, 旗下嘴角一扬, 刚才的方脸男人被自己欺骗, 连续两次在机器中投入了哀, 市面上的哀仅剩20把了, 第洋见到时间来到60分钟, 又低头翻动了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提出巨大的手提包, 反而拿出了一个小包, 紧接着他从包里掏出了四把扇子, 一一打开之后摆在了桌面上, 喜怒哀乐割一把, 正在众人不解之际, 他拿过小黑板, 用手帕将上面的字迹抹去, 然后从胸前的口袋掏出粉笔, 认认真真的又写下一句话, 最后将粉笔扔在了桌面上, 众人一看, 小黑板上写着, 折扇没把两把折扇, 这句话写得很绕嘴, 但众人还是明白了其中含义, 用两把扇子, 去换取桌面上的扇子, 旗下明白, 这个规则适合像自己这种三把骑士, 扇子相同的参与者, 否则很难有人会甘愿, 用两把扇子来换取一把, 旗下摇摇头刚要离去, 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慢点, 他回过头, 看了看这诡异的一幕, 小黑板, 桌面, 折扇, 递扬, 递扬明明是个参与者, 他居然在这里大摇大摆地做起了生意, 他有什么权利补充众人的扇子, 原来是这样, 旗下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不论是第一轮的52把扇子, 还是现在的4把扇子, 应该都是免费的, 而这个小黑板就是一个骗局, 如果这是规则的话, 至少不应该用手写的小黑板, 这明显是为了随机应变而做出的选择, 介于帝阳一开始以裁判的身份登场, 众人无人敢忤逆, 所以, 无论是三颗道一把, 还是两把换一把, 这些东西都会落入帝阳的口袋, 这是他在本场游戏中的骗术, 见到有人走来, 表情非常平淡地看了旗下一眼, 然后吐出了几个字, 请随意挑选, 旗下点点头, 根本没有去拿桌面上的扇子, 反而拿起了桌面上的粉笔, 帝阳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问道, 做什么? 和你一样, 旗下回答道, 这句话让帝阳慢慢眯起了眼睛, 只见旗下将粉笔握在手中, 来到了远离帝阳的另一侧, 然后在地面上写下一把换一把, 接着, 他将除了挨之外的四把扇子展开, 扔到了地面上, 他思索了一下, 又将尖刀拿出来插在自己的面前, 旗下的奇怪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喂, 那边有个人一把换一把啊, 那个人比帝阳便宜啊, 很多人来到了旗下身边, 发现这个人身前同样摆着四把扇子, 喜, 怒, 怒, 乐, 除了没有挨, 其他三种花色一应俱全, 他的面前插着刀, 看起来也并不好惹, 一个大省狐疑地看了看旗下, 问道, 什么都可以换吗? 是的, 旗下点点头, 所有扇子都可以换, 我用洗换你一把怒可以吗? 大省又问, 当然啊, 旗下点点头, 将怒直接拿了起来, 给, 见到旗下这么主动, 大省将信将疑地掏出了自己的洗, 跟旗下交换了一把怒, 旗下点点头, 将换来的洗又放到了地上, 各位, 我的交换持续半小时, 他对众人说道, 时间到了, 或是我不想换了, 这次的摆摊将会结束, 地阳见到这一幕, 慢慢离开了桌子, 来到了旗下的摊位前, 围观的众人见到地阳走来, 纷纷让开道路, 旗下慢慢地站起身, 跟地阳对视着, 你活够了吗? 地阳问道, 来这里之前, 我连后事都交代好了, 你觉得我会害怕危险? 旗下回答道, 地阳一直平淡的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杀意, 他知道, 眼前的男人已经看透这个游戏了, 两个人相隔紧紧半米, 气氛非常压抑, 地阳沉了口气, 说道, 把摊位收了,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对我不客气, 旗下的眼神之中, 也闪过一丝杀意, 你以为我对你客气吗? 什么? 别人要的是道, 可我更想要的是你这身皮毛, 旗下笑了一声, 只要有了这身皮毛, 我就可以见到我想见的人, 地阳顿感不妙, 只见旗下嘴唇一动, 缓缓道出, 地阳, 我要和你赌, 话音未落, 地阳的长满黑毛的手, 已经狠狠地按在了旗下的嘴巴上, 他捏着旗下的下巴, 让他顿感呼吸困难, 小子, 你疯了, 地阳瞪着眼问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吗? 旗下说不出话, 但眼神之中依然透过一丝细血, 这让地阳感觉极度危险, 这是什么眼神? 地阳手上微微用力, 他感觉自己必须要马上杀死这个人, 旗下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了一把扇子, 然后啪的一声在地阳面前展开了, 扇子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爱, 你是谁? 地阳凑上前去, 地阳问道, 一个目前连回响都没有的人要跟我赌命, 你怎么敢的? 旗下用力地甩了甩头, 地阳也放开了手, 他咳嗽了两声, 慢慢地抬起头, 笑道, 回响, 我行走在中烟之地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只会扰乱我, 地阳不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犹豫了, 他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非常熟悉的气质, 他冰冷, 危险, 癫狂, 这是多么熟悉的感觉, 你, 地阳憋了半天, 才终于说出一句话, 你知道你选了一条多么危险的路吗? 我当然知道, 旗下冷喝道,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地阳听后慢慢瞪大了眼睛, 他往前一步抓住了旗下的衣领, 谁教你的这句话? 哦, 旗下嘴角异扬, 你想知道的话, 不如来等我堂堂正正地对决一番啊, 第261章, 摆摊, 地阳私存良久, 放开了抓住旗下衣领的手,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 开口问, 那你说说, 何谂堂正正地对决? 旗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你留我性命, 让我们用这里对决, 地阳打量了旗下一番, 低声开口说道, 你早该猜到了, 规则允许杀人, 我不用头脑, 也可以随时让你输, 旗下点点头, 是, 可是那样有意思吗? 有意思, 你明明可以第一时间杀死这里所有的人, 可你却老老实实地参与比赛, 旗下低声说道, 你是怕自己太无聊, 还是怕自己会疯掉? 我, 所以, 你不想跟我过过招吗? 地阳感觉自己好像中计了, 刚才那一句赌命分明是这个男人的虚张声势, 他要的就是这一刻, 小子, 我是阳, 你却妄图炸我, 哦, 旗下扬了一下眉头, 你觉得我在炸你? 地阳面色异冷, 唇黑的毛发居然抖动了起来, 你凭什么觉得跟我赌命之后, 我不会第一时间杀了你? 旗下同样也面色异冷, 不退反镜,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我真的不敢和你赌? 地阳再次迅速出手捏住了旗下的下巴, 他缓缓地咽了下口水, 感觉完全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 难道赌命不是他的计谋? 而是他真正的目的, 这个鬼地方怎么可能有人真的去跟地级搏命? 这个人难道有什么底牌吗? 又或者, 是有后台, 地阳有些后怕地看了看旗下, 他坐到现在的位置, 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 整整十三年, 他绝不允许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小子, 那就按你所说, 地阳咬着牙说道, 我留你一条性命, 你不准再说那两个字了, 旗下嘴角一阳, 竟然挥动手中的挨扇了山峰, 地阳恨不得现在就将这个嚣张男人的脑袋卸掉, 可看到他的眼神时自己却总有顾忌, 他只能打断思路, 转身回到了长桌前, 他本想将黑板上的自己改一下, 可如果真的像旗下那般一换衣, 自己将完全没有收益, 从他的视角看, 他并不知道旗下究竟在想什么, 众人见到地阳走远, 也渐渐地靠近了旗下的摊位, 由于这个男人可以直接跟裁判谈判, 众人对他的语气也客气了不少, 接着又有不少人将自己的扇子掏出来, 跟旗下进行交换, 旗下每次换到扇子都原封不动地放下, 期待下一个顾客, 与其说是他摆摊与其他人交换扇子, 不如说, 如今的旗下成为了一个完全公平公开的扇子交易平台, 所有人都可以在他这里换取自己想要的扇子, 在众目睽睽和一把尖刀的监督之下, 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欺骗, 小伙子, 一个老头颤颤巍巍地走过来,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爱, 我想换把洗, 没问题啊, 旗下点点头, 伸手接过来, 然后递给了老人一把洗, 很多人看到爱之后, 表情似乎都变了, 他们也纷纷掏出自己的扇子, 可还不等众人说话, 旗下却把这把爱塞到了口袋中, 场上可供交换的扇子只余下三把了, 经过无数次的洗牌, 如今是乐, 乐, 洗, 咦, 一个少年不解地问道, 刚才那把爱不可以换吗? 不好意思啊, 旗下笑着说道, 我正好缺那把, 你再看看别的吧, 许多人听到这句话之后, 都露出了信性的神色, 但他们并未离开, 似乎在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毕竟这个摆摊的摊主, 已经得到了自己缺少的爱, 说明下次的爱依然无主, 那时候就是他们的机会, 众人进行交换的频率明显慢了下来, 而旗下的目的也几乎达到了, 根据摊位上遗留的三把扇子来看, 如今场上最多的就是乐, 其次是喜, 怒和哀应该很少, 毕竟乐和喜摆出来这么久, 都没有人换走, 大家都在等着怒和哀, 由此推断, 离开的人应该无意之间带走了大量的怒和哀, 由于这些扇面都是隐藏的, 并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吧, 那么, 有人在垄断怒吗? 旗下嘴角微微一扬, 根本无所谓, 谁在垄断都无所谓, 在这场游戏里, 垄断无疑是最傻的做法, 又等了一会儿, 一个销售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拿着一把破扇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兄弟, 你还记得我吗? 旗下抬眼看了看, 这个男人正是被夺走了两把扇子, 又被撕碎了一把扇子的男人, 旗下点点头, 说道, 我记得, 怎么? 我, 我能用我这把扇子和你换吗? 旗下自然知道男人的想法, 他仔细看了看男人的口袋, 发现他除了手中这一把, 竟然还有一把扇子, 看来上一轮时, 他也花了三颗刀购买了, 兄弟, 你这把扇子是有问题的, 旗下淡淡地说道, 我虽然摆摊做生意, 但也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围观众人自然记得这个销售的男人, 他手中分明是一把破掉的扇子, 兄弟啊, 销售男人一脸为难地说道, 你就跟我换换吧, 你那么多扇子, 不差这一把, 我这把扇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带出去, 旗下只感觉这个男人讲了个笑话, 莫名的好笑, 是啊, 小伙子, 一个大婶忽然开口, 你扇子那么多, 不如就好人做到底帮帮这个孩子吧, 他被人抢走了扇子, 挺不容易的, 是啊, 咱得互相帮助才能出得去啊, 人群中不少人居然附和了起来, 一个人讲笑话已经足够好笑了, 没想到还有团体演出, 没多久的功夫, 在场的众人居然纷纷嘈杂起来, 这当中不仅有着忠烟圣母, 更有一群趁机添乱的小人, 好啊, 旗下忽然大喝一声, 让嘈杂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大家说得对啊, 我们确实应该互相帮助的, 就是就是, 销售的男人听后满脸堆笑, 将自己的扇子不断地往前递着, 兄弟, 你就跟我换吧, 当然了, 旗下点点头, 我不仅要跟你换这一把, 我还换你口袋中的那一把, 说完他就将地上的两把乐拿了起来, 淡淡地说道, 第262章, 宋七, 销售男人微微愣了一下, 似乎在揣摩旗下的动机, 旗下的两把乐已经举在半空中有一阵子了, 他略微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我两把换你一把半, 你要考虑多久, 销售男人确实有些为难, 毕竟旗下拿出的是两把一样的扇子, 这对他的逃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你, 你能不能换一把, 销售男人指了指地面上的喜, 试探性地问道, 一把乐一把喜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旗下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的买卖我说了算, 你爱换不换, 啊, 旗下知道这个男人的性格非常犹豫, 想要让他做出决定, 绝对不能留下思考的时间, 不换是吧, 那算了, 旗下点点头, 刚要把扇子放回去的时候, 销售男人却拉住了他, 销售男人与旗下接触过一次, 自然知道他是说一不二的性格, 此时只能赶紧做出决定, 我换, 我换, 他一脸犹豫地掏出口袋中的另一把扇子, 与手中的破扇子一起交给了旗下, 旗下也没在犹豫, 将两把乐递给了他, 销售男人接过扇子之后, 点头道谢, 然后对众人问道, 有没有人现在愿意跟我交换一把乐, 什么善变都行, 喂, 旗下立刻喝止了他, 啊, 做生意滚到一边去, 旗下挥了挥手, 别在我这里, 可, 可你这里人多啊, 旗下点点头, 将地上的尖刀拔了起来, 明白了, 我送你走就是, 啊别, 销售男人吓得不轻, 他知道这个男人能够跟裁判交谈, 必然不是好惹的, 于是立刻转身走掉了, 见到他离去, 旗下也松了口气, 毕竟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会跟男人交换乐, 他迟早会发现这个问题, 见到围观的众人没在说话, 旗下把那把破扇子揣到口袋中, 然后又拿起了另一把看了看, 众人都围观在四周, 可旗下却仅仅将扇子打开非常小的幅度, 还不等众人看清, 旗下立刻将扇子合了起来, 是运吗? 不, 是计谋, 这又是一把爱, 在所有人的眼中, 每把扇子都价值五颗道, 可在旗下眼中却不同, 这个销售男人手中的破扇子, 是市面上非常缺少的怒, 如今的第二把扇子, 又是爱, 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个隐藏的富豪, 如今用两把乐, 换到了一把爱和一把怒, 只能说是天降横财, 这个男人的扇面, 跟旗下预料之中的完全一样, 他之所以会厚着脸皮过来交换, 正是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他手中剩下的这把扇子, 既不是乐也不是喜, 否则他换了也出不去, 由于他拿出一把怒来交换, 所以他的第二把只能是爱, 旗下将爱揣到口袋中, 将破扇子放到了地上, 众人见到旗下摆出一把破扇子, 纷纷表示不解, 小伙子, 你怎么把破扇子摆下来了? 大神问道, 刚才那把好扇子是什么字? 你给我们看看呀, 对呀对呀, 几个人附和道, 我有义务给你们看吗? 旗下冷淡地说道, 现在就这两把, 想不想要就看你们了, 众人低头看了看, 一把是破扇子, 一把是喜, 纷纷犹豫了起来, 旗下也并不在意, 掏出粉笔又在地上补了一句话, 破扇子, 两把扇子换一把, 众人见到这行字, 只感觉旗下已经疯了, 谁会用两把扇子换一把扇子, 这岂不是和地阳一样吗? 更何况地阳手中的还是好扇子, 此时的围观众人渐渐散去, 旗下趁机轻点了一下场内的人数, 仅剩22人了, 没想到在自己摆摊期间竟然有10个人逃脱, 这其中旗下帮了不少忙, 若没有旗下这个摊位, 这些人想要出去, 怕是还要再等半个小时, 这些人消耗了500, 现在市面上最多剩余15把, 旗下在摆摊期间从市面上收入了200, 这两把挨在进入他手中的同时便不可能再次流入市场, 所以市面上最多剩余13把, 再结合刚才的摆摊情况来看, 挨的数量怕是远远不足13把, 否则一定会有人拿出挨来交换其他的扇子, 毕竟对于所有人来说, 现在逃脱是最好的选择, 地阳和旗下的扇子都需要两把扇子来换, 他们继续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可为什么没有人逃脱了呢? 他们卡在了哪里? 旗下完全不着急, 只是坐在原地静静等待着, 只见场地内剩余的20个人开始互相攀谈起来, 但眼看一个个组队失败, 大家似乎都感觉情况不太妙, 一个皮衣男此时来到了旗下身边, 他低头看了看旗下的摊位, 然后问道, 哥们儿, 你这把破扇子是什么字? 旗下低头将破扇子小心翼翼地打开, 是个撕成两半的怒, 皮衣男见状扬了下眉头, 然后低声说道, 我能不能和你打个商量? 哦? 旗下看着他, 商量什么? 我用两把扇子跟你换, 但游戏结束之后, 你将其中的五个道还给我, 旗下微微摸了摸下巴, 他感觉这个提议并不是很难接受, 这也是合作的一种模式, 两个问题, 旗下说, 第一, 明明都是两把扇子, 你为什么不跟低阳换? 因为他绝对不会把刀还给我, 皮衣男说道, 而且我感觉, 你在这场游戏中耍了点小手段, 此时应该更需要扇子, 而不需要刀, 所以想跟你合作一下,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你又如何确定, 我出去之后一定会把刀给你? 因为我叫宋七, 男人说, 宋七, 旗下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你叫宋七又怎么了? 我的名号足以让我在中烟之地进行一场公平的交易, 旗下知道这句话有两个意思, 既带有一丝威胁, 又带有一丝公正, 这个男人的语气不像说谎, 他很有可能是像灵晴一样, 是在中烟之地赫赫有名的人物, 好, 宋七, 我答应你, 旗下说道, 如果你没有说谎, 那这把怒就归你了, 够爽快, 宋七点点头, 他扭声刚要掏扇子时, 又问道, 你有特别想要的字吗? 当然, 旗下回答道, 我要爱, 第263章, 计划开始, 原来你在垄断, 宋七也露出一点笑容, 那你真的赚到了, 嗯? 我们交个朋友, 我用一把爱一把乐跟你换一把怒, 宋七说道, 成交吗? 旗下完全没想到, 这次交易会是这个情况, 你还有爱? 没错,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 无奈地叹了口气, 兄弟, 你没有在耍我吗? 怎么了哥妈?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旗下问道, 现在的爱价值绝对超过十个道, 你为何要跟我换? 我当然知道, 宋七点点头, 兄弟, 但我要的不是道, 我只是想来体验一下生死一线的感觉, 但貌似这个游戏不适合我, 哦? 旗下皱了皱眉头, 他感觉这个人似乎是来寻找回想的, 在这里除了逃脱, 就是直接死, 宋七摇摇头, 根本体验不到生死一线, 我准备走了, 就这样吗? 没错, 宋七点点头, 然后抬眼望望时间, 时间不多了, 如果你能活下来, 我们出去再聊吧, 旗下听后微微一顿, 好, 他掏出自己的怒, 跟对方交换了两把扇子, 这个男人的动作非常果断, 完全不拖泥带水, 看起来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旗下目送宋七, 跟另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 双双逃脱了, 现在的情况简直完美至极, 这个叫宋七的男人, 仅凭一己之力, 就让市面上的哀少了两把, 按照数量看, 市面上最多只有十一把哀了, 然而, 参与者还有二十个, 也就是说, 之前逃脱的三十个人, 带出去的所有扇子, 最多只能包含一把哀, 否则剩余的哀不足十把, 这二十个人, 必然有人无法逃脱, 但那可能吗? 按照每人带出一把多余的扇子, 每把扇子, 按照四分之一的概率是哀来算, 三十个人已经带走七点五把哀了, 十一把扇子, 减去七点五把, 现在场上的哀理论上, 只有三到四把, 十, 旗下点了点头, 直接将摊位收了起来, 他将地上的字擦掉, 拿着乐和洗两把扇子来到了帝阳的摊位前, 由于帝阳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两把换一把, 他到现在都没有开张, 我要换扇子, 旗下说道, 帝阳听后皱了皱眉头, 感觉情况不太妙, 怎么? 旗下说道, 你身为如此公正严明的裁判, 不跟参与者换扇子, 他的这句话铿锵有力, 让在场的众人都听见了, 这句话不仅将道德压制的刀子抵在了帝阳脖子上, 更给旗下添了一层免死金牌, 一个来换扇子的人被打死的话, 还会有其他的顾客吗? 帝阳微微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点头说道, 请随意挑选, 旗下冷哼一声将一把洗和一把乐扔给了帝阳, 而后拿起了桌面上的哀, 不出意外的话, 这有可能是场上最后一把没有被旗下控制的哀, 市场垄断已经全面完成, 现在将由旗下一家独大, 在场的众人又困在了灾难偏误这一步, 他们不知道的是, 能够用两把扇子来交换一把爱已经是目前的最优解了, 由于旗下一直都在奉行扇子一换一, 自然会让众人的潜意识中认为扇子的价格没有那么贵, 所以这半个小时以来, 没有任何人会愿意拿出两把扇子交换爱, 他们都在等待旗下的摊位上出现机会, 当最后一把爱也收入口袋, 旗下心满意足地松了口气, 接下来需要等到最后一次补充, 若不出意外, 那就是丰收的季节了, 时间很快来到九十分钟, 这是众人最后一次补充扇子的时刻, 帝阳将没人要的三把扇子放在一旁, 转而又拿出一个小包, 从包中又拿出了四把扇子, 依然是喜怒哀乐各一把, 如今桌面上有七把扇子, 分别是两把喜, 两把怒, 一把哀和两把乐, 帝阳将小黑板拿了起来, 又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粉笔, 开始仔细思索要显的话, 此时二换一已经不现实了, 眼前这个男人明显在垄断癌, 既然这样的话, 要怎么才能逆转处境? 帝阳思索了一会儿, 伸手写下, 没把一换一, 挨价格免疫, 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优办法了, 见到这一幕, 旗下嘴角一扬, 帝阳错就错在每半个小时才补充一次, 现在他已经完全被动了, 各位, 他回头喊道, 这句话让众人都停下了脚步, 我想问问, 现在有谁是已经组好队伍的吗? 旗下高声问道, 众人不知眼前的男人异欲何为, 自然也没有人回答他, 是这样, 旗下慢慢地掏出一把爱, 对众人说道, 我不小心多买了一把爱, 有谁想要吗? 这句话让许多人的神色迅速变了, 我现在只想给组好队的参与者, 这样我给出扇子, 你们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旗下又说道, 孤身一人的就别来添乱了, 人群渐渐嘈杂了起来, 他们似乎都在临时组队, 既然这把爱只会给组成队伍的人, 谁又愿意落单, 短短一两分钟的功夫, 众人已经两两一组站在了一起, 兄弟, 我们组好了呀, 一队人开口说道, 给我们吧, 不行不行, 另一队说道, 我们这里也组好了, 就差一把爱便可以出去了, 几个队伍纷纷吵闹起来, 旗下不动声色地望为一眼众人, 随后露出了为难的神情, 这么多人都要啊, 他有些犹豫地说道, 那我到底该给谁, 这, 这样吧, 一个年轻女人掏出一把扇子说道, 我们俩可以跟你换, 哦, 旗下看了看女人手中的扇子, 依然露出为难的表情, 这个神情让众人觉得有些不自在, 若不是这个男人手里拿着刀, 这把扇子恐怕早就被夺走了, 这样吧, 另一个老人说道, 我们出两把和你换, 第264章, 反垄断, 老人的队友听后顿感不妙, 两把, 喂, 你明明就一把多余的扇子, 把你的也给他, 老人说道, 如果没有这把扇子, 咱们就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 旗下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想要赚足这些人的财富, 不能逐个击破, 必须要想办法让他们自愿组成团体, 这样他们的本金总额才会提高, 此时团体中的每个个体, 都会自愿或是被迫的为了团体的得失而出一份力, 毕竟, 韭菜不能一根一根的割, 要一捆一捆的割, 既然如此, 我非常抱歉,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家都是为了出去, 我也只能嫁高者得了, 嫁高者得这四个字, 就像一个约定俗成的市场规则, 在众人间缓缓落了地, 我们出三把, 另一队也开口了, 这一队看起来显然有个小资, 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有七把扇子, 旗下听后依然没有答应, 只是再次还试了一下众人, 这个动作无疑击碎了众人灾难偏误的最后一道墙, 他在用眼神告诉众人, 三把也不是最高价, 最终成交价只会比这更高, 只见人群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有一个队伍开口说道, 四把, 众人纷纷看向那支队伍, 那两人看起来都有四把扇子, 此刻每人要掏出两把来购买哀, 定然会分文不上, 这里的规则已经被蒙上了层层谎言, 对于众人来说, 用扇子来交换自然不如直接抢夺, 可是帝阳那一次看似公平, 实则自私地杀人之后,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是啊, 帝阳早晚都会大开杀戒的, 真正看透了规则的人怕是早早离去, 留在这里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蠢人, 一种是像旗下这样的疯子, 旗下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有人出价比四把更高吗? 众人都面面相觑, 谁都接不上话, 在场的队伍确实有人能出得起四把扇子, 可谁也拿不出比四把扇子更高的价格,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给这支队伍了, 旗下从对方手中接过四把扇子, 转而丢了一把挨给他们, 两个人虽说有些心痛, 但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 半个小时之后帝阳将开启屠杀, 在那之前不逃脱的话损失只会更大, 二人逃脱了, 未逃脱的众人此时又露出了一脸遗憾的表情, 他们似乎感觉自己的末日要来了, 见到那二人走远, 旗下慢慢地又掏出了一把爱, 各位, 我还有一把爱, 旗下开口说道, 这句话既像是一阵照进众人心中的阳光, 给众人带来了缥缈的希望, 又像是一把隐形的刀, 在每个人的心里割下了怀疑的裂口, 你, 你还有? 没错, 旗下点点头, 这一把依然用来和你们交换, 队伍中的大婶看不下去了, 小伙子, 你这不是在骗我们吗? 你刚才表现出来的状态, 好像就只有一把爱了, 你要是早说你有第二把, 刚才那俩人还追出四把扇子吗? 旗下感觉今天听到的笑话格外多, 大婶, 你做过生意吗? 旗下说道, 我并不是救世主, 只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参与者, 大婶听后把脑袋扭到一边, 似乎并不想跟旗下过多的交谈, 时间过去几分钟, 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他们率先走到帝阳的摊位, 为了问那把价格面移的爱, 帝阳见到旗下一把爱换了四把扇子, 自然也在盘算自己手中这把爱的价值, 过了一会儿, 他默默说道, 三把, 只要三把扇子就可以成交, 听到这个价格, 众人蠢蠢欲动, 毕竟如果继续价高者得的话, 从旗下手中买来的扇子, 有可能再次花费四把, 其中一个队伍的两个人, 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正准备钱去购买时, 旗下又说话了, 各位, 请问有谁的手中只有喜和怒这两把扇子吗? 过了一会儿, 一个人举起了手, 是个苗条的女人, 旗下看了看她, 点了点头, 说道, 你不需要跟别人组队了, 我给你安排个去处, 去处? 没错, 旗下点点头, 伸手指了指房间角落中一个方脸男人, 你现在就可以过去配对了, 那个男人已经放入了爱和乐, 你现在过去就可以离开, 啊? 苗条女人听后愣了一下, 你说真的? 是, 真的, 旗下说道, 快去吧, 众人根本不知何意, 却只见这个苗条女人来到了房间角落, 跟方脸男人见到交谈了一下之后, 便投入了自己的喜和怒, 没一会儿, 屏幕上显示配对成功, 二人逃脱了, 各位啊, 旗下叹了口气, 声音平淡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将再次降价, 以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优惠来给你们交换扇子, 什么? 众人停下脚步, 尽了声音, 纷纷望向他, 而帝阳此时感觉不太对, 他直接离开了桌子, 来到了旗下身边, 你真的在找死吗? 有, 急了, 旗下说道, 要在这里杀了我吗? 帝阳慢慢眯起眼睛, 他发现, 旗下给他的感觉越发熟悉, 你到底想做什么? 旗下嘴角一扬, 帝阳, 你的反应实在是太慢了, 我为了让你看出我的垄断, 已经站在你的脸上做生意了, 什么? 当你觉得我在垄断时, 你就彻底输了, 我, 说了, 帝阳疑惑地看着旗下, 你要杀我吗? 不杀我, 那我就继续跟大家说了, 旗下缓缓咽了一下口水, 他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帝阳可以对他容忍到这种程度, 本来他还想在关键时刻, 用地虎来压一压对方, 此刻看起来根本没有必要, 你说的优惠是什么? 一个人问道, 旗下顿了顿, 开口说, 大家没发现, 现在的人数不太对吗? 众人听后, 四下张望了一下, 场上剩余十七个人, 十七个人想要逃脱, 最后岂不是会导致一人落单? 接下来, 我的所有爱只需要一换一, 旗下趁热打铁地说道, 在场除了我还剩十六个人, 我还有七百, 现在我需要有人拿下帝阳手中的爱, 一旦有人拿到了那把扇子, 我立刻和你们交换剩下的爱。 第265章, 最终战术, 旗下的这句话, 让众人格外难懂, 这句话乍一听漏洞非常多, 连帝阳也不太明白, 旗下到底在想什么? 你意思是, 你不走? 大婶问道, 我最后走, 旗下说道, 我有几个问题, 想问帝阳, 众人听后面面相去, 最后走不就落单了吗? 这个人是傻的吗? 而且, 一把扇子换一把爱, 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你换吗? 一个女人问道, 不, 现在不行, 旗下摇摇头, 我说过了, 需要有人拿下帝阳手中的爱, 我的交换会在那个时候开始。 这, 众人为难起来, 帝阳的爱需要三把扇子才能交换, 可谁也不愿意拿出这三把扇子。 各位, 你们现在是一个整体。 旗下说道, 只要有人拿下了帝阳的扇子, 我立刻将所有的爱给你们, 那时候, 你们就可以逃脱了。 若你们做不到, 我一把都不会给。 旗下的话质地有声, 让所有人都愣了愣。 过了一会儿, 一个年长的参与者说道, 要不然, 我们凑一凑。 我们十六个人凑三把扇子, 应该不是难事吧? 人群中开始有人附和道, 旗下根本不管众人如何集资, 只是默默地在一旁闭上眼睛等候着。 大约几分钟的功夫, 他们凑齐了三把扇子, 跟帝阳交换了一把爱。 众人此时都看向旗下。 旗下点点头, 说道, 很好, 下面我要你们所有人选出一个队长。 队长, 我不想一个一个地跟你们做交易, 那样实在太麻烦了。 旗下摇摇头, 我需要一个中间人, 这个人收起每一组的扇子来跟我交换, 我会把爱统一给他。 所有的参与者自己都没想到, 在旗下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 他们居然开始渐渐团结了起来。 要不然, 让这个大哥当队长吧。 一个年轻姑娘说道, 他刚才掏了扇子, 跟帝阳交换挨的。 对啊, 让大哥当吧。 此时, 一个看起来比较内向大的大哥被推到众人面前, 他居然还有些不好意思。 既然, 既然大家都推选, 我当队长, 那我也不客气了。 大哥对众人点点头, 大家请以小组为单位, 每个小组给我一把扇子, 我来统一和这位兄弟交换。 众人听后也不再犹豫, 商量了一下之后, 每个队伍都拿出了一把扇子。 旗下也果断从自己口袋中将所有的哀一股脑掏了出来。 他把每一把都展示给众人看, 确定是七把哀。 兄弟, 那我们交换。 大哥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看旗下, 毕竟他手中的扇子几乎全都是喜和乐。 没错, 我们俩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旗下说道, 但不能在这里, 我们得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没错, 旗下点点头, 请所有人跟我一起来。 众人虽说有些不解, 但现在既交了扇子, 又选了队长, 自然也只能跟着大部队走了。 帝阳看着人群慢慢走到了远离自己的一侧, 表情格外谨慎。 他不知道, 旗下用积攒了这么久的爱, 跟众人一换一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明明是在垄断, 本来可以大赚一笔, 换到至少二十把扇子, 可如今却一换一。 旗下将众人聚在自己身边, 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众人听后都露出了异样的神色。 小伙子, 你没疯吧? 大婶颤颤巍巍地问道。 当然, 旗下点点头, 转头对队长说, 我们来交换吧。 队长愣了一会儿, 最终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七把扇子交给旗下, 旗下也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众人。 队长将所有的爱发到了众人手中之后,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紧接着以小组为单位四散开来。 帝阳微微一皱眉, 总感觉事情有些奇怪, 可此时旗下却冲他走了过来。 帝阳啊, 旗下叫道, 帝阳没回答, 只是冷眼看着这个男人, 你手中应该还有一套喜怒哀乐的吧? 旗下问, 你没看到吗? 帝阳冷冷地回答, 我就桌面上这些了。 不, 旗下摇了摇头, 你有起始的三把扇子, 并且在你杀人之后, 将对方的五把扇子也拿走了, 也就是说, 除了桌面上的六把, 你还有八把, 帝阳依然没有说话, 为了确保最后关头, 无论跟谁组队都能逃出去, 我不相信, 你会一把爱也没有留下。 旗下继续说道, 所以你的手中绝对有一整套喜怒哀乐, 毕竟你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队友, 所以呢? 所以, 你今天栽在我手里了。 旗下说道, 还不等帝阳反应, 远处正在配队的众人忽然之间嘈杂了起来, 配队失败? 你他妈骗我? 我的妈, 我们这里怎么也失败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扇子被吞了呀。 帝阳皱着眉头看了看远处的众人, 并没有多余的动作, 他知道, 在自己的场地中发生欺诈行为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当场上还剩十几个人时,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就会完全展现。 此时的人就算没有刀子, 为了一把扇子, 也有可能活活打死对方。 以往的游戏进行到最后阶段, 这里定然会失衡遍野。 只见人群混乱不堪, 大家都叫嚷着来到了大厅中央, 似乎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帝阳渐渐地发现好像事情不太对, 这七组队伍似乎每一组都打起来了。 就算发生了欺诈行为, 有可能七组人员同时开始欺诈吗? 不等帝阳反应, 所有的参与者冲着出口的方向狂奔去。 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在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自己的位置, 只等着一刻逃脱。 帝阳眼睛一瞪, 顿感不妙, 也立刻翻出桌子冲着众人跑去。 可他慢了一步, 七队人像见到了恶鬼一般跑出了门。 帝阳此时才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身旁的配对机, 每一台机器上都写着配对成功。 他望着出口慢慢瞪大了眼睛, 他知道自己中计了, 此时要马上拦住那个男人。 他回过头冲着旗下急速奔去, 可他又晚了一步。 帝阳, 我要和你赌命。 旗下笑道。 第266章, 比100多一点。 当帝阳跑到旗下身前时, 旗下的话音已然落了。 他伸出手想要直接了结旗下, 可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如今整个场地只有他跟旗下两人, 若杀了旗下, 自己怎么出去? 旗下将手中所有的扇子都扔了, 然后懒洋洋地坐到了桌面上。 他轻蔑地看了帝阳一眼, 说道, 桌牌理论, 当你在赌桌中无法分辨谁最容易被骗时, 那么最容易被骗的就是你自己。 帝阳没说话, 只是盯着旗下。 真麻烦啊, 几把破扇子换来换去,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略带细血地抬起头, 你说是吧? 帝阳凸起的嘴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缝, 心中犹如万马奔腾。 本来我想把哀直接送给他们的。 旗下摇摇头, 可你知道, 人类就是这样, 白给的会一直怀疑, 所以我只能拍卖, 交换, 真是麻烦。 帝阳咬着牙, 吐出了几个字, 你想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 现在赌命两个字把我们俩拴住了, 我肯定不敢杀了你啊。 旗下的眼神十分轻蔑地看着帝阳, 虽说两人如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可旗下却完全占据了上风。 你的骗术不错, 帝阳点点头, 你根本不想要垄断爱, 只是想自己来决定众人出去的时机, 对吧? 是, 旗下答应道, 可我还是不懂。 帝阳像个虚心请教的学生一样问道, 你跟众人说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配合你? 这还不简单吗? 旗下笑道, 我告诉他们帝阳会在最后关头大开杀戒来减少损失, 所以我来帮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 关头他们比我预想的还要聪明, 居然商量出了集体到矛盾这一手。 我居然说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上, 帝阳的面色十分难看。 不, 旗下摇摇头, 帝阳, 你不是说在这句话上, 而是说在我的每一句话上。 哈, 帝阳露出了痛苦而诡异的微笑, 他挪动身体, 坐在了旗下身边, 两个人就像朋友一般目视前方的坐着聊天。 你叫什么? 帝阳问, 旗下, 帝阳点点头, 又说道, 所以你在最后关头再一次来到我面前, 确认一下我手中是不是有整套的喜怒哀乐。 是啊, 旗下点点头, 那是咱俩一起逃出去的时候需要用的, 你可别弄丢了。 旗下, 帝阳扭头看向他,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 以你的头脑完全可以在这里大赚一笔。 你为什么要拴住我的性命? 因为我要和你谈谈条件, 你凭什么觉得能跟我谈条件? 旗下说道, 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如何用手中的货物去换钱, 可我却直接抢劫了银行, 这就是我的本事。 旗下, 你不怕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不不不, 旗下摇摇头, 帝阳, 不是鱼死网破。 你想拼下去的话, 只能你死你破。 帝阳沉默不语, 气氛非常压抑, 我来的时候没有回响, 身上也没有一颗道。 旗下说, 跟你赌命失败, 无非就是变成原住民, 我一共就保存了两次记忆, 变成原住民我也认了, 可你呢? 帝阳没想到, 这个男人连这一步都提前想到了, 如果他不是在说谎的话, 定然是有极强的把握。 他抿着嘴叹了口气, 然后缓缓说道, 那我们谈谈条件吧。 旗下点点头, 好, 这地上所有的扇子我都不要了, 我要你手上所有的道。 不可能。 帝阳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 可能。 旗下说, 帝阳,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若你做不到, 我们一起在这里等死。 帝阳听后, 双腿一身站到了地面上, 他回过头来满脸怒色地问道, 你他妈知不知道什么叫谈条件? 哪有你这么谈的? 谁会开口就要对方的全部? 这就是谈条件。 旗下说道, 我只有这一个条件, 你若不答应, 我绝对会和你死在这里。 帝阳知道, 现在最好的结局是两个人进行配对, 然后双双走出屋子。 这样的话, 他们都没有在游戏中杀死对方, 视为赌命失败。 你胃口别太大了。 帝阳气顺地说道, 假如我真的把所有的道给了你, 我出去怎么跟他们兑换扇子? 我也会犯规的。 哦? 一头一扬, 犯规。 如果他们的扇子换不成道, 我的游戏就失去了意义, 我也会被制裁。 帝阳怒吼道, 如果横竖都是死, 我也不可能放过你。 这件事有那么难吗? 旗下说道, 什么? 你只要给他们道就行了是吧? 旗下摸着下巴问道, 当然, 游戏中的奖励必须要兑现。 那你就打个欠条。 欠条? 帝阳的下巴都差点惊掉了。 你让所有人明天此时再过来取道, 在那之前先欠着。 你他妈真的疯了吧? 帝阳有些崩溃的说, 我在这里这么久, 从来没听过, 还要打欠条一说, 更何况这么多的道, 就算是明天我也。 去跟帝虎见。 旗下说道, 日历率百分之十,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晚就可以去见。 帝虎? 帝阳瞪着眼睛。 是帝虎派来搞我的? 别想多了。 旗下摇摇头嘛, 就算没有帝虎, 我也想来找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羊。 听到这句话, 帝阳中就还是泄了气。 旗下, 那可是一千一百颗道, 你拿得走吗? 你算错了。 旗下摇摇头不是一千一百颗, 而是一千四百七十六颗。 什么? 帝阳感觉旗下有点欺人太甚了, 我第一次发了一百六十把扇子, 第二次五十二把, 第三次四把, 第四次四把, 总共二百二十把扇子, 每把扇子五颗道, 我一共就准备了一千一百颗道。 你另外的那三百多颗, 是哪里算出来的? 是我们五十一个人的门票。 旗下说道, 每人五颗, 总计二百五十五颗, 那也是一千三百五十五颗。 还有第一次我们补充扇子时, 花费三颗道购买的五十二把, 加起来总共一千四百七十六颗。 帝阳知道自己彻底被拿捏住了。 旗下, 帝阳怒言道, 你的胃口真的是太大了。 中烟之地至今为止, 从来没有人在一场游戏中 能够赢取这么多的道。 你知道, 你拿着这些道走在街上 会发生什么事吗? 那我管不着。 旗下摇摇头, 我现在就是个赢了钱的赌徒, 你不给我钱我就和你玩命, 就是这样。 你, 帝阳只感觉自己被气得头昏脑胀。 我和你到底有什么仇怨? 没有,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但我说过, 因为你是阳, 所以我一定会来抓住你的把柄。 旗下说道, 只是这次机会正好, 我也想问问你几个问题。 帝阳慢慢地低了下头, 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天阳在哪里。 旗下说, 帝阳听到这个问题, 狐疑地看了旗下一眼, 然后说道, 虽然这件事不该告诉你, 但天阳的职位现在是空缺的。 第267章, 丰收之日, 旗下听后, 微微眨了下眼, 帝阳, 现在的谈话不是游戏内容, 你没必要撒谎。 撒谎? 帝阳抬起眼来看了看旗下, 天阳是我的晋升方向, 若他还在, 说明我晋升无望, 我又怎么能如此努力? 嗯, 旗下一正, 感觉思维又有点乱, 天阳空缺的话, 不就代表帝阳就已经是这里最高级的阳了吗? 那于念安又是什么? 旗下总感觉自己有些不祥的预感, 他曾做过假设, 真正的于念安要么死在了这里, 要么平步青云成为了生肖, 可现在看来, 他更像死在了这里。 旗下, 帝阳忽然说道, 你不想成为阳吗? 什么? 收集到这条路太难了, 你要不要考虑成为生肖? 帝阳又问, 你们生肖还会主动招揽吗? 不, 但阳实在是太少了, 帝阳叹了口气, 如今仁阳五位, 帝阳一位, 天阳直接空缺, 我们阳在所有生肖是最少的了。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旗下感觉有些好笑, 阳就算死光了又如何? 我只能告诉你, 收集到并不现实, 有朝一日你会发现, 成为生肖才是离开这里最快的方法。 旗下听后默默点了点头, 虽然你说的对, 但我目前还不能成为生肖,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 急到更快。 见到说不听眼前人, 帝阳摇了摇头, 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巨大的包袱, 正是他准备的所有道。 哦? 旗下看了看包袱, 那我们的交易就算成功了吧? 你说呢? 帝阳没好气地问道, 难道我真能在这里杀了你吗? 旗下点点头, 打开包袱看了看, 确实是一大堆闪闪发光的圆球, 此时时间不多了, 无法一一清点, 但仔细想想, 帝阳已经将如此大的数量交给了他, 应该不可能再耍小心思。 旗下将包袱系好, 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然后问帝阳要了两把扇子, 二人配对成功了。 此时他有如此多数量的道在身上, 既危险也安全。 如果有任何人因为这些道杀了他, 那么旋武就会出手干预, 所以旗下的处境相对安全。 可如果杀他的人没有驱走这些道, 而是像极道的做法那样。 旗下摇了摇头, 冲着出口就要走去。 三步之后, 他停住了, 感觉有点奇怪, 好像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 他将后背的包袱慢慢放下, 再次打开, 然后仔细地嗅了嗅。 这一大包道根本没有俯臭。 这是怎么回事? 原先楚天秋给的道紧紧打开一个小口子, 那刺鼻的气味就会迅速扩散开。 而眼前同样也是一千多颗道, 却根本没有气味。 旗下感觉有些疑惑, 于是低下头非常仔细地又闻了闻。 有一丝古怪的腥味, 但这个味道绝对不是俯臭。 他拿起一颗道在手中捏了捏, 然后回头问道, 帝阳, 你在骗我吗? 什么? 你这些道为什么跟我见过的不一样? 帝阳瞬间皱起了眉头。 旗下, 你还来这一趟? 现在道都给了你, 你却说给的不对。 旗下仔细思索了一下, 感觉确实有些奇怪。 帝阳怎么可能提前预料到自己的战术, 然后提前准备好一千多颗假道? 这样想来的话, 楚天秋说谎的可能性更大。 难道他给的才是假的吗? 可帝虎为什么没有看出那两千九百颗道是假的? 帝虎整天都在接触道, 如果道有问题的话,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指出来。 那也就是说, 这两种道都是真的。 锁着, 帝阳却自顾自的朝出口走去了。 时间马上到了, 我不送牌了。 他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着。 旗下看了看墙上的垫子钟, 果然已经接近120分钟了, 于是也不再犹豫, 背上包袱之后就跟上了帝阳。 二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赌场, 时间到游戏结束。 帝阳刚想回头说点什么, 旗下去直接退回了赌场, 顺带将门关上了。 帝阳一愣, 随后又觉得有些生气。 旗下的小心思都快甩到他脸上了。 此时若众人注意到旗下背着一大包袋, 极有可能发生不可控的意外。 妈的, 帝阳按骂一声, 你可真够贼的。 旗下关上门站在门后, 只觉得好笑, 看起来这么死板的帝阳现在要舍战群儒, 不知他能不能行。 果然, 没到一分钟的功夫, 门外直接骚乱了起来。 什么叫打欠条? 众人从未想过自己经历了这一切, 居然会得到一张白纸。 再说了, 生效的欠条算数吗? 人群中的一个大神喊得格外卖力, 讽刺的是, 游戏之前没有任何人敢跟帝阳这么说话。 过了一会儿, 人群渐渐安静了下来, 旗下便将门推开一条小缝, 然后从人群中找了宋七。 宋七也敏锐地看到了旗下, 二人对了一下眼神, 宋七便走了过来。 哟, 兄弟, 宋七说道, 我以为你死了。 还不等他说出下一句话, 旗下将五颗道递给了他。 这是咱们之前说好的。 旗下说完之后, 又掏出了五颗, 再次递给了他。 这是, 宋七看着石颗道略微有些不解。 这五颗是我个人点你的, 想让你帮我个忙。 帮忙? 宋七感觉眼前的男人有点意思。 你为什么选我帮忙? 看起来你在这里赚了不手, 不怕我反水吗? 因为你说过你叫宋七。 旗下说道, 以你的名号, 足以在中烟之地进行一次公平的交易。 哈哈。 宋七听后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兄弟, 你这人真不错。 说吧, 需要我帮什么忙? 旗下顿了顿, 说道, 我希望你去天堂口送个信, 帮我找到一个叫乔家敬的人, 跟他说我需要帮忙。 天堂口? 宋七一证, 你是天堂口的人? 第268章, 如今的天堂口, 不完全是。 旗下摇摇头, 你听过天堂口? 宋七盯着旗下, 顿时心生疑惑。 他曾血洗过天堂口, 可从来没有见过旗下。 沉默了一会儿, 宋七说道, 兄弟, 不准备换个地方吗? 换地方? 天堂口容得下你吗? 原来是这个意思, 旗下摇摇头, 不了, 兄弟, 不必说天堂口, 我感觉整个中烟之地都容不下我。 哈哈, 宋七笑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 说完他就冲身后挥了挥手, 另一个皮衣男过来了, 那男人的头上扎着辫子, 看起来头发很长。 七哥, 那人叫道, 你在这里帮我保护这个兄弟, 如果有任何人动他便直接杀了对方。 知道了, 长发男人点点头, 宋七回过头对旗下说, 天堂口, 我继续救回, 这段时间我兄弟会保护你。 旗下可从未想到宋七的安排居然如此周到。 宋七拿过地阳的欠条出了门, 而其余的参与者们在领到自己的欠条之后也渐渐散去了。 此时一个身影慢慢地冲着旗下走来, 正是秦丁东。 见到有人走来, 长发男子表情一冷, 直接挡在了旗下身前。 这架势让秦丁东和旗下都愣了愣。 过了好久, 秦丁东开口问, 齐同学, 你是被抢劫了吗? 旗下一时语色, 只能伸手拍了拍长发男子。 兄弟, 我认识他。 长发男子听后神色一动, 随后让开了身位。 齐同学, 这是怎么回事啊? 秦丁东疑惑地说, 姐姐我还是第一次收到欠条呢。 你能领到欠条都不错了。 旗下叹了口气, 真亏你能用这种骗术活到现在。 秦丁东被旗下气得不轻, 解决我的骗术怎么了? 不也成功了吗? 是, 旗下点点头, 下次你还是聪明点吧。 那, 你愿不愿意交姐姐怎么骗人? 秦丁东走上前来想要拉住旗下的手, 可被旗下躲开了。 不愿意。 旗下说道, 秦丁东, 拿着你转道的道想办法活下去吧, 我们不是一类人。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 秦丁东忽然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 旗下, 你这次转了1476颗道, 就想装作不认识我了是吧? 什么? 幸亏说这话的声音不大, 但还是让一旁的长发男子错愕了一下。 旗下慢慢眯起眼睛, 真是小看了你。 秦丁东慢慢凑上前去, 笛声说道, 旗下, 骗子有两种。 一种是像你这样, 看起来不像骗子, 但却一直在使用骗术的人。 还有一种是像我这样, 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小骗子, 所以会掉以轻心的人。 他伸手摸着旗下的胸膛, 所以你说, 咱俩谁更容易成功? 旗下再一次推开了秦丁东, 感觉却非常不妙。 这个女人是在虚张声势吗? 但仔细想想, 她在游戏中的一切行动都太巧合了。 游戏刚刚开始时, 她便呼吁众人一起孤立抢夺扇子的大汉。 即将要补充扇子时, 她给了自己三颗刀, 旗下要垄断时, 她给了一把爱。 情况一切稳定时, 她的出现又导致了死人。 她似乎一直都在默默引领这场游戏的发展, 可她的目的是什么? 身份是吉道, 或是某些别的事例? 还是单纯的风格? 无数个危险的情况在旗下的脑海中盘旋, 她庆幸这个女人没什么恶意, 否则现在自己有可能会掉入她的圈套中。 秦丁东, 你想要什么? 她问, 我就是想要帮帮你, 旗下感觉还是不太对。 那你的目的呢? 我知道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秦丁东摇了摇头, 而后一脸怅然地说道, 但也没关系, 我要找的人不是你。 旗下, 告诉我, 陈俊南那个王八蛋在哪? 唉, 没多久的功夫, 宋七已经来到了天堂口的门外, 楚天秋正站在这里四处张望。 你是? 楚天秋疑惑地问道, 装什么? 宋七叹了口气, 这里又没别人。 楚天秋听后微微一顿, 赶忙改口道。 你, 你怎么来了? 有任务。 宋七活动了一下脖子说道, 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有人委托我任务的时候用到来付费, 真是有趣。 哦, 楚天秋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象征性地疑惑了一声。 但他人不错, 所以这个忙我帮了。 宋七冲着学校里张望了一下, 问道, 这里有个人叫做乔家静吗? 我要见他。 乔家静吗? 楚天秋点点头, 他跟校园中的一个人吩咐了几句, 那人听后快步跑进了教学楼中, 没多久的功夫, 一个懒洋洋的花壁男走了出来。 宋七见到这个身影, 吓得差点没站稳。 咦? 乔家静疑惑地看了看宋七, 你不是那个爆炸佬吗? 你, 宋七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波兰街阿静, 你就是乔家静? 是啊。 乔家静点点头, 怎么? 又来杀人了? 宋七听后只感觉有点无奈, 当时二十个人围着乔家静一个人打, 打完了之后, 地上躺着三十多具尸体, 猫一直到最后一个人战死, 都没能彻底杀死他。 这个人太可怕了, 宋七不禁冒出一个念头, 天堂口,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了不得的人物? 一个没有回响, 却能歼灭整只猫队, 还有一个孤身一人, 却能让地阳一败涂地。 甚至, 他还在这里见到了极道者林晴, 楚天秋什么时候实力这么强了? 幸亏这种人物只有两三个, 宋七刚暗自庆幸一声, 却见到一个小白脸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他非常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眼皮慢慢一动, 最后落在了宋七脸上。 他皱了皱眉头,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宋七自问从未见过这个男人, 但这个男人的气质却非常奇怪。 谁来着, 小白脸摸着下巴不断地打量着宋七。 宋七, 楚天秋和乔家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只能愣愣地看着陈俊南。 啊, 陈俊南一拍脑门, 我想起来了, 宋明辉, 对不对? 第269章, 曾经的事, 宋七听后瞬间瞪大了眼睛, 赶忙上去捂住了陈俊南的嘴, 别叫那个名字。 宋七一脸吃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不是, 你谁啊? 什么玩意儿? 陈俊南不耐烦地将宋七的手甩开, 窝嘴干什么? 我他妈又不是葫芦娃, 叫你名字也抓不走你。 乔家静听后感觉不太对, 说道, 俊南, 那好像是金角大王。 哦, 是吗? 陈俊南也跟着思索了一下, 我叫你名字, 你敢答应吗这句话, 不是葫芦娃吗? 胡, 葫芦娃是什么? 乔家静疑惑地问到吗? 不是金角大王说的吗? 嗨, 老乔, 好久没给你普及知识点了。 陈俊南笑着拍了拍他, 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 葫芦娃可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啊。 故事是说, 等, 等一下, 宋七感觉这俩人怪怪的, 现在是讨论葫芦娃和金角大王的时候吗? 哦, 对了, 我, 宋七无奈地摇了摇头, 有个兄弟在地洋的场地里需要帮助。 我丢, 乔家静大叫一声, 骗人仔让人贬了, 陈俊南也一愣, 什么, 老七让人给干了? 不是, 宋七总感觉跟这俩人很难沟通, 那兄弟需要求助, 他点名让乔家静去帮他。 行, 我这就去。 乔家静点点头, 直接要动身前往, 慢着点。 陈俊南一把拉住乔家静, 思索了一会儿问宋七, 那臭小子是赢了还是输了? 赢了, 宋七回答道, 赢了, 却需要求助, 陈俊南摸了摸下巴。 没错, 宋七点点头, 那我知道了, 陈俊南拍了拍乔家静, 老乔, 你跟小楚进去拿两个麻袋。 麻袋? 乔家静愣了愣, 为什么要我去? 你怎么不去啊? 你连衣服都没穿, 赶紧去拿吧。 陈俊南叹了口气, 嗯, 乔家静低头一看, 自己果然没穿上衣, 我丢。 见到他跑远, 陈俊南又在身后喊道, 老乔, 顺便抄两把顺手的家伙啊。 啊? 好, 我知道。 宋七不解地看了看陈俊南, 问道, 我们以前见过吗? 以前? 陈俊南想了想, 没有, 咱俩不第一次见吗? 第一次。 宋七疑惑道, 你刚才明明叫出了我的本名, 你怎么知道的? 我掐指算的。 陈俊南平淡地说道, 小爷掐指一算, 你五行缺名, 命理犯徽, 故而叫做宋明徽。 什么跟什么? 宋七感觉跟这个人讲话, 脑子都乱了。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 我姓宋的, 因为老子愿意。 陈俊南有点不耐烦了, 小宋, 问题别太多, 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 宋七依然疑惑地看了看陈俊南, 这个人简直是太奇怪了, 从他嘴里似乎什么也问不出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乔家静已经穿上外衣前来会合了, 他的左侧腋下夹着两根铁管, 看起来断狠狠心, 像是刚刚折断的两根水管, 右手还拿着两个脏兮兮的编织袋子。 俊南仔, 我来了。 乔家静笑着说, 我们是要去把谁打晕了装走吗? 我特意挑了两个大麻袋。 多大都行。 陈俊南笑着说, 咱俩去给他帮个大忙。 说完他就扭头问宋七, 那臭小子有没有说, 除了乔家静谁都别来。 这倒没有。 宋七摇摇头, 那就得了。 陈俊南说道, 老乔, 走吧, 我和你一起。 好啊。 乔家静点点头, 二人让宋七在前面带路, 他们二人则拿着铁管和麻袋在身后跟着。 宋七感觉有些奇怪, 他认为这二人的身上莫名有猫的气质,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两个人是否愿意加入他们。 旗下实在是没办法了。 眼前这个叫晴丁东的女人说什么都不肯离去, 她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接近自己。 旗下想过无数种危险的情况, 唯独没想到他要找的是陈俊南。 这种复杂的情况根本无法解决, 简直跟对上了另一个地级一样。 谁知道陈俊南那小子当年做了什么? 旗下只能期待陈俊南千万别来, 否则情况就更加难办了。 七年啊, 秦丁东咬着牙说道, 那个王八蛋逃避了我七年啊。 旗下默默地捂着额头, 这句话他刚才已经听了几十遍了。 为了岔开话题, 他只能扭头跟长发男交谈。 兄弟, 怎么称呼? 长发男有些礼貌地冲旗下低了下头, 说道, 哥, 我叫刘二十一。 这个名字让旗下感觉有点奇怪。 刘二十一。 他不太理解什么父母会取出这种名字。 可转念一想, 刚才的男人叫宋七, 难道这都不是本名吗? 他们二人的服装也很相似。 难道是个什么组织? 旗下发现这个长发男人的话很少, 根本无法岔开话题, 于是只能闭口不言。 现在场上的气氛甚至比刚刚参与帝羊的游戏还要诡异。 没一会儿的功夫, 宋七回来了。 刘二十一见到宋七, 默默点了下头, 随后退到一边。 乔家静紧接着提着棍子走了进来, 然后一脸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这里总共就四个人, 羊头男、皮衣男、骗人仔、亮女姐。 乔家静感觉有些举管四顾心茫然, 到底要打晕谁? 老齐啊, 让小爷看看你这次, 陈俊南一边说着话, 一边拿着麻袋和铁管走了进来, 可是他的声音却在进门之后, 戛然而止。 众人几乎没见到他的身影, 就只看到麻袋和铁管丢在了地上, 人已经远远地跑出去了。 王八蛋? 陈俊南? 秦丁东大叫一声, 紧接着就跟了出去, 刚走到乔家静身边, 他的表情一变, 又立刻露出微笑。 哟, 阿静, 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这么强壮? 啊? 乔家静一愣, 你是? 秦丁东没空回答, 表情紧接着一变, 陈俊南你妈的缩头乌龟, 然后一溜烟跑出了屋, 房间里的几个人都有些愣。 骗人仔, 什么情况? 乔家静有点想不明白,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跑出去了? 可能是个人。 旗下摇摇头, 拳头,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交代你。 第270章, 见鬼。 苏闪带着林晴, 赵医生和韩一墨走在街上, 他们本想去找几个简单的人级游戏, 却误打误撞来到了一个显示屏前, 那上面只有孤零零的一句话。 我听到了替罪的回响, 林晴总感觉不太对, 虽然前几次的屏幕上也总会写着孤零零的一句话, 但偏偏不是这句。 嗯? 韩一墨一扬眉头, 怎么了? 你? 林晴想了好几遍措辞, 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在这种地方难道不害怕吗? 赵医生和苏闪听到二人的谈话, 也有些好奇地看向他们。 害怕? 韩一墨微微思索了一下说道, 说来也是, 前几次我一直都很害怕, 可是旗下出现之后, 我的恐惧感渐渐没有了。 什么? 林晴微微皱了下眉头, 你说, 你是说因为你见识过旗下的手段, 所以你已经不再恐惧这里了。 对啊, 韩一墨点点头, 你还没发现吗? 旗下就是救世主, 他会带我们出去的。 林晴表情冷漠地看着韩一墨, 他知道这个人已经疯了。 在旗下没有出现的日子里, 他的精神每天都在饱受折磨, 只有把这里的一切幻想成小说世界, 才能让他的心里好过一些。 但好在他马上就要解脱了, 一旦他死在回想之前, 那些失去的理智、 精神、 三观就会恢复。 从另一种方面来说, 这也是一种救赎。 苏闪, 咱们到底要去哪? 赵医生问到身边的女生, 就像旗下说的, 我们去找点人机游戏吧。 苏闪说道, 按照你们给我普及的知识, 我感觉去人机游戏 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哦, 赵医生贼没数眼地看了苏闪一眼, 好, 好, 都听你的。 四个人大约确定了方向, 刚要离去的时候, 却看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 一个蹒跚的老太太 正拉着一个光屁股小孩, 此时正慢慢地走在路边。 那老太太的步子很慢, 她脸上的皱纹如同深深的沟壑, 穿着很老实的衣服, 像是个古人。 而那个小男孩看起来三四岁的样子, 穿着通红的肚兜, 手脚都带着亮闪闪的金镯子, 还在脑门梳了一搓毛。 四个人见到这一幕, 都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 原住民? 原住民里还有年龄这么大的老太太和小孩吗? 林秦总感觉很奇怪, 她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了, 从未见过这种参与者。 他们的年纪完全不符合中烟之地的常态。 看到二人靠近, 林秦不由地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出现了。 哦哟, 老太太看到众人之后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她的皱纹在露出笑容的同时显得更加深邃, 仿佛用刀刻在了脸上。 林秦咽了下口水, 竟然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二人好像有点奇怪。 大妈, 苏闪虽说也感觉有些好奇, 但她对这里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竟然和对方搭起话来, 您需要帮助吗? 小妮子, 老太太笑着问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 听到? 是啊是啊。 老太太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放开了拉住小孩的手, 反而在自己的面前画了一个圆, 然后嘟起皱巴巴的嘴说道, 当的一声, 那么响, 那么大的声音, 吓死了。 您? 您是说, 终生? 哦哟, 那乃是寻常终生? 老太太摇摇头, 我没说清楚吗? 那么响, 那么震撼。 苏, 苏闪, 跟他们聊了, 快走。 苏闪感觉灵情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虽说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转身便要离去。 可四个人一转身, 老太太却又在眼前了, 这一次离他们更近。 老太太身上的腐臭味, 也在此时传到了众人的鼻腔里。 她依然举着皱巴巴的嘴说道, 哦哟,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太响了, 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个区域。 众人这才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老太太的危险性极高。 见到没有退路, 苏闪只能低声问道, 大妈, 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是啊是啊, 老太太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在找人。 找人啊? 找人, 苏闪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身边的人, 然后对老太太说道, 大妈, 要不然您告诉我, 您要找谁, 我来帮您指个方向。 灵情见到苏闪, 已经流下冷汗了。 方向? 老太太疑惑地看了看苏闪, 就是这个方向啊。 就这儿。 灵情见状也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您是说这儿的钟响了, 是吧? 是啊, 老太太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在车上都听见了。 到底是谁啊? 四个人面面相去, 这个老太太的诡异之处太多了, 什么叫在车上? 她难道还是坐车来的吗? 而且, 她似乎是在找一个回想者, 难道是屏幕上写的替罪? 在场众人只有灵情知道, 替罪就是陈俊男, 此时要直接把陈俊男出卖了吗? 虽说她有回想, 死不足惜, 可这个老太太到底是做什么的? 此时穿着肚兜的小孩慢慢走了过来, 拉住了老太太的手, 他们不说话, 好像傻了。 傻了? 老太太疑惑地看了看四人, 应该没傻啊。 我要吃了他们, 可以吃吗? 小孩笑嘻嘻地问道, 这句话让四个人背后一凉, 你不是吃饱了才下来的吗? 老太太疑惑地说道, 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人问话, 问完了再吃吧。 啊, 小孩露出了一脸惋惜的表情, 现在不能吃吗? 众人正在僵持之间, 却忽然听到远方传来了大喊声, 陈俊南你个王八蛋, 给我站住。 他们抬头一看, 一个看起来像泼妇一样的女人, 此刻正在追着陈俊南跑。 陈俊南好像见了鬼一样的, 没命飞奔着。 可下一秒, 他就远远地看到了老太太和小孩, 那表情像是见到了真正的鬼。 他二话不说地, 换了一个方向, 扭头又跑走了。 秦丁东刚想说点什么, 却也看到了那一老一小, 他浑身一颤, 转身跟着陈俊南也跑走了。 等凌晴四个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老太太跟小孩居然从眼前消失了, 他们似乎去追陈俊南了。 快走, 凌晴回过神来说道, 那两个人太危险了, 赶紧回去。 三人赶忙点头, 然后冲着天堂口的方向飞奔而去。 陈俊南和秦丁东没了命地飞奔了一阵, 一拐弯却看到那老太太跟小孩 就站在眼前等他们。 啊, 见到这一幕, 陈俊南慢慢停下了脚步, 扶着墙壁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感觉自己根本就不该从那个房间里出来。 今天才第一天啊, 自己碰到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秦丁东有些紧张地站在陈俊南身后, 两个人都在尽可能平稳着呼吸。 嘿, 我倒是谁? 陈俊南最终还是抬起头来, 一脸笑容地说道, 哎呦喂, 这不马老太太吗? 这不敢巧了吗? 哦, 被称作马老太太女人, 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小陈, 是不是? 嘿, 可不就是我吗? 陈俊南笑着走上前去, 一脸冷汗地跟老太太打着招呼, 嘿, 您还真别说, 这么多年没见, 您这身子骨还真硬往嘿, 哦呦, 就你嘴甜? 马老太太笑着挥了挥手,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您这说哪的话? 陈俊南扶着马老太太坐到一旁, 然后又伸手摸了摸光屁股小孩的脑袋, 瞧瞧, 胡子, 长这么高了嘿, 秦丁东一直都在一旁浑身颤抖, 他知道陈俊南在拖延时间, 可他却想不出能够逃脱的方法, 陈叔叔, 光屁股小孩笑着叫道, 哎呦, 臭小子还知道叫我陈叔叔了, 来让叔叔抱抱, 陈俊南俯下身子想把小孩抱起来, 这小孩的身高虽然指到他的大腿, 可却犹如扎根在地上一样沉重, 无论他怎么用力, 小男孩的双脚都未曾离开地面, 嘿, 陈俊南咬着牙湿了半天, 最终还是失败了, 看来胡子长大了呀, 叔叔都抱不动你了, 叔叔, 小男孩笑着闻了闻陈俊南,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嘿, 陈俊南又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我说胡子, 你可别跟叔叔闹啊, 叔叔跟马老太太还有正事要谈呢, 嗯, 小男孩笑着点点头, 随后慢慢流下了口水, 你谈完了之后, 能让我吃了你吗? 听到这句话, 陈俊南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 缓缓消失了, 他有些忌惮地看了看小男孩, 又转头问向老太太, 马老太, 您二人今儿个现身, 到底有何贵干啊? 哦, 马老太太坐在一旁, 不断地捶打着后背, 小陈啊, 不知道, 你几天以前, 听没听见动静, 光的一声, 那么大的声音, 那么响亮, 那么宏伟, 几天以前, 陈俊南慢慢皱了下眉头, 他自然不知道, 几天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回头看了看秦丁东, 秦丁东听后点了点头, 说道, 大约六天前, 一个从未听过的回响现实, 连玻璃都能震碎, 什么? 陈俊南愣了一下, 连玻璃都能震碎了, 他也不是没在中烟之地活动过, 可却从未见过这种等级的回响, 是不是老乔想了? 陈俊南小声问道, 不是, 比那还要厉害, 比那还要厉害, 陈俊南摸着下巴思索了好一会儿, 几乎将整个中烟之地有名有姓的回响者, 全都考虑了一遍, 可没有一个人能对得上号, 小陈啊, 马老太太再次捶了捶背, 然后非常吃力地站了起来, 我们要找到那个孩子, 我们得看看他是什么能力啊? 嗨, 这还不简单吗? 陈俊南眼珠子一转, 赶忙上前去掺住了老太太, 这样, 您和胡子先找个地儿休息, 这事儿我帮您办了。 哦, 不行呀, 老太太摇了摇头, 这件事办不好, 我和小虎可就麻烦了。 小陈,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快去忙吧。 忙? 我忙? 嘿, 您看您这话说的, 陈俊南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露出自己白色的胳膊说道, 我就是再忙我也不能不管您啊, 身为叔叔我哪能走呀? 来, 胡子, 今儿你陈叔叔没洗澡, 估计咸淡正好。 秦冰东有些紧张地拉住了陈俊南的衣服, 小声说道, 王八蛋, 你要干什么? 陈俊南回过头来, 一脸沉重的小声说道, 东姐, 也我今天栽了, 赶紧去把情况告诉老齐, 我和他十天后见, 待会儿他们吃我的时候, 你撒鸭子跑。 秦冰东听完仍然一脸犹豫, 他才刚刚抓住这个男人, 谁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躲起来。 小伙儿, 别吃了, 马老太太摇了摇头, 脚步轻挪, 再一看, 他已经在七步之外了, 要是耽搁了时间, 被吃的就是你了。 啊, 是啊, 小孩忽然想起了什么, 赶忙点点头, 上前拉住了老太太的手, 又是一眨眼的功夫, 二人消失在了街道上, 见到他们走远, 陈俊南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也太吓人了, 他惊魂未定地抬起头问秦冰东, 这才第一天啊, 他骂的天马跟天虎, 就开始满大街溜达了, 秦冰东也感觉身上有些瘫乱, 以着墙壁也慢慢坐了下来, 可三秒之后, 他就感觉不太对, 立刻站起身踹了陈俊南一脚, 哎, 陈俊南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被秦冰东全打脚踢了起来, 停停停, 陈俊南大叫道, 东姐, 你再打我有点丢面了呀, 秦冰东打着打着就变了表情, 痘大的眼泪开始哗哗地流了下来, 陈俊南你个王八蛋, 他停下手脚, 眼睛通红地说道, 你给我解释解释, 替罪是这样用的吗? 你凭什么替我去死? 陈俊南慢慢站起身, 然后拍了拍身上的土, 笑道, 会不会是因为小爷愿意? 你…… 陈俊南摇了摇头, 东姐,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这一次我只想帮老齐和老乔逃脱,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妙, 我们需要尽快跟他们会合, 秦冰东思索了半天, 问道, 那你有计划了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计划, 我只知道, 只要有我在, 他们每个人就等于多了一条命。 第272章, 飞升之人, 旗下和乔家静将刀装满了麻袋, 随后将麻袋又背在了身上, 骗人仔, 乔家静有些疑惑地问道, 咱们是不是凑齐了? 嗯, 旗下沉意一声, 随后说道,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顺利, 现在问题一样, 很麻烦, 我们不找到天阳的话, 帝虎不可能把那2900克刀还给我们。 旗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若不是这次唬住了帝羊, 自己八成会死在这里。 可帝羊为什么到最后都没有出手杀了自己呢? 那, 乔家静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黑色羊头人, 骗人仔, 你参加了一个帝羊游戏, 问出天阳在哪里了吗? 正好相反, 旗下摇摇头, 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天阳在哪里了。 二人心情复杂地走出帝羊的游戏场地, 为了凑齐足够的人数, 帝羊的游戏直到中午才开始, 过去两个多小时的游戏时间, 如今已经是下午了。 骗人仔, 这次的道我们又要藏在哪里? 再去找个生肖吗? 对, 去找个生肖。 旗下点点头, 不过这次还是地虎。 你? 乔家静一愣, 他那里已经有了2900颗了, 你还要再给他1000多颗? 是啊, 旗下点点头, 他不把那2900颗还给我们, 我们依然凑不齐3600颗, 不如把所有的道都给他, 既安全又方便。 哦, 好像也是。 二人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再次来到了地虎的游戏场地。 地虎刚刚送走了一批顾客, 那些参与者身上大伤小伤无数, 看起来应该还有人死在场地中啊。 呦, 地虎一扭头就看到了旗下和乔家静, 第二眼又看到了他们后背的麻袋。 我做到了。 旗下说道, 立阳所有的道都在这里了。 二人将麻袋扔在地虎面前, 地虎露出了很明显的吃惊表情。 所有的, 恐怕比所有的还要多。 旗下说道, 他一共带了1100颗。 而我帮你迎来的却不止这个数。 你, 地虎眨了眨眼睛。 难道你连参与者交给他的门票都迎来了? 你小子不会直接去偷的吧? 没有。 旗下摇摇头, 我用地羊最擅长的方式迎下了他。 况且, 你能羞辱他的点不止这样。 哦? 地虎很明显的来了兴趣, 他摇晃着巨大的脑袋问道, 快给我讲讲。 他输了这么多, 哭了没? 倒是没哭, 只不过今晚有概率会去找你借钱。 旗下说道, 他欠了所有的参与者大约1000颗道。 也就是说, 这次行动总计让地羊损失约2400颗道。 这段话, 直接把乔家静和地虎说懵了。 地虎了解过地羊的游戏, 据说有一些投机者运气好, 手段高的话, 能够在他的游戏中一次性赚取几十道颗道。 最厉害的莫过于曾经有人一次性赚走了100颗道。 可他们的成功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和大量的伤亡。 可眼前这个男人只身前往, 全身而退之后, 不仅迎走了地羊所有的刀, 更让地羊欠下了负债。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吗? 旗下见到地虎表情有些犹豫, 趁热打铁地问道, 既然我答应了你的条件, 把地羊所有的刀给你赢来了, 你是不是也该把那2900颗还给我们了? 地虎听后回过神来, 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 那2900。 半秒之后, 他就皱起了眉头, 小子, 不对吧? 嗯?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赢了地羊所有的刀, 我就把你的刀还给你。 不是吗? 旗下有些无辜地回道, 那我可能记错了, 你别想混淆我的记忆。 地虎有些冷淡地说道, 我说, 你赢下地羊所有的刀之后, 就答应帮你看管, 是这样吗? 当然, 旗下点点头, 本来就是这么说好的, 只是我记错了, 我还说过, 只要你让我见到那个人, 所有的刀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是, 我想起来了, 旗下点点头, 小子, 所以你有那个人的线索了吗? 地虎问道, 那个人, 旗下听后慢慢抬起头说道, 地虎, 你确定你要找的人, 他是天羊吗? 我说过了, 地虎摇摇头, 我不管他现在是天地人哪只羊, 我都要见到他, 我想问他, 为什么答应我的事, 一件都没有做到。 旗下越听越觉得奇怪, 你等一下, 他轻声打断了地虎, 也就是说,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吗? 他的级别, 地虎慢慢地眯起眼睛,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地羊了, 并且我亲眼见到他飞升成功, 他飞升成功, 旗下慢慢张开眼睛, 也就是说, 之前就没有天羊,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地虎冷言道, 既然他飞升了, 那他现在就是天羊, 老子不管之前有几只羊, 老子只要见他, 哪怕他变成天际逃走了, 你也要想办法把他丢抓回来。 旗下渐渐觉得地虎有些不讲道理了, 你所说的天羊如果真的逃脱了, 旗下往前一步, 语气严肃地说道, 我就不会再帮你找他了,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逃脱了反而更好。 什么? 地虎瞬间露出一丝怒涩, 小子, 你现在所有的道都在我这里,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的吗? 是, 如果情况真如你所说, 所有的道我都可以不要了, 我只要他平安。 你 地虎从未想到眼前的男子居然会愿意主动放弃这四千多颗道, 可你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 地虎问道, 我在他身边这么久, 为何从来都不知道有你这好人物?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也想问问你, 旗下慢慢抬起头来, 眼中逐渐燃起了一丝希望, 你是亲眼见到他飞升之后逃脱了吗? 地虎听后慢慢坐到一边, 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四个人全都看到了, 那一天, 他飞升为天, 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第273章, 我叫舒华, 我叫舒华,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 但这里确实让我很害怕, 这里的天空每时每刻都是红色的, 空气里的味道让人想吐, 善良的人在前几天都死了, 活下来的人都好可怕,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过期要好久的罐头, 那些人居然拿着刀子来抢, 我好, 可是我根本打不过那些人, 我会饿死, 还是会被打死, 我抱着罐头躲在角落中, 全身都在发抖, 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跟我一起出来的哥哥姐姐, 仅仅三天就全死了, 我好想他们呀, 不知道秦丁东姐姐还好吗? 她说要出去找食物, 可三天都没有回来, 喂, 我看到你了, 听到这句话, 我吓了一跳, 我私下看了一圈, 那些人根本没有看到我, 他们分明在骗我, 一个男人在远处大喊道, 我劝你别惹我们上火呀, 小孩, 你一直跑能跑到哪去? 我虽然不想哭, 可是我的眼泪一直在往下掉, 我要逃走, 我不能待在这里了, 可是我怎么才能甩掉这些人? 一扭头, 忽然发现, 我的身后有一个铁门, 撕锁了一会儿, 我将罐头轻轻扔向另一个方向, 然后打开身后的铁门藏了进去, 他们要罐头, 只要给他们罐头, 我就没事了, 我从地上摸起一根棍子, 抵住铁门, 接着向身后走去, 铁门里很黑, 而且比外面还要臭, 我到底该怎么办? 呦, 有人吗? 我小心翼翼向前走了几步, 下一秒却听到了自己的回音, 看来这个房间并不大, 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是这里面实在是太空旷了, 我到底要怎么才能藏起来? 我不断地在房间摸索着, 却忽然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 那些人来了, 我吓得跑了两步, 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 我只感觉脚下软软的, 黏黏的, 喂? 你是不是在里面啊? 铁门传来了撞击声, 你赶紧给我出来啊! 铁门不断被撞击着, 那一声声巨响仿佛撞在了我的身上, 让我的身体止不住颤抖, 罐, 罐头都给你们了, 我本想拿出我的气势喊一句, 可声音一发出来了就破了音, 但我还是用力地说道, 我手上没有罐头了, 我, 我不吃了, 你们吃吧, 你说什么蠢话, 门外的男人不断晃动着铁门, 你妈的, 我们四个大男人啊, 四个大男人就吃一个罐头, 那, 那你们想吃什么? 我刚问完就感觉有点后悔, 我的头皮开始发麻, 蔓延到身体的每一处, 甚至连站都站不住了, 原来我不是被打死, 也不是被饿死, 我会被这些人吃掉, 我哭得喘不过气,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模糊的双眼渐渐熟悉了屋里的黑暗, 隐约间好像看到屋子中央横着一个黑黑的东西, 是个, 人, 我大着胆子站了起来, 死识的我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如果这屋子里有其他人的话, 他能救救我吗? 我摸索着走了过去, 用脚踩了踩, 他的身子很硬, 像是个假人, 你, 你好, 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慢慢地靠近了他, 却闻到了更加浓烈的臭味, 他好像死了, 而且死了很久, 我摸了摸他的身体, 他好像穿着一身很破的西装, 可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妈的, 这门被顶住了, 门外闷闷的声音再次传来, 往旁边让让, 我撞开他, 完了, 可能要死了, 我的浑身都凉得可怕, 双手也在发抖, 混乱之中, 我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是个面具, 啊, 我失声惊叫一声, 我见过这种面具, 这些是裁判戴的, 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 只要戴上这个面具, 我就可以冒充裁判了, 在黑暗的屋子中, 这张面具会给我带来百分之一的生计, 我将面具拿了下来, 清楚地看到, 那个人的脸已经完全腐烂了, 有些发黑的皮肤已经粘在了面具上, 面具离开身体的时候, 有些黏黏的红丝从他脸上扯了下来, 留下了通红的一张脸, 我现在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只能顶着一阵恶臭将他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砰, 一声巨响, 铁门被撞开了, 屋外暗红色的光线照了进来, 这是我才看清我的四周, 这是一个废弃的仓库, 面积小的可怜, 我呆呆地站在墙边, 一句话都不敢说, 本想虚张声势地做个自我介绍, 吓退他们, 可我连自己头上带的是什么动物都不知道, 属, 领头的男人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 属, 对, 属, 我用力地点点头, 我劝你们快走吧, 我, 我是属人, 属人, 领头男人一愣, 紧接着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知道, 连百分之一活下去的几率也没有了, 他们并不害怕我, 还他妈属人, 领头男人慢慢来到了我的身边, 连装都装不下, 你, 你们放了我吧, 我感觉双腿一软, 紧接着就要坐到地上了, 求求你们, 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 不不不, 领头男人摇了摇头, 过了今天你就不普通了, 我们会先让你变成个女人, 紧接着再用你填饱肚子, 你就是我们的救星, 什么, 听到这句话, 我最终还是瘫倒在了地上, 眼前是四个拿着棍子和刀的高大男人, 他们挡住了仓库唯一的门,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哥, 咱是先杀还是先玩, 一个男人开口说道, 先杀吧, 要不然一直乱动, 领头男人拿着刀子走了过来, 看到他慢慢地走了过来, 我只感觉脑子空空的, 我有些想念奶奶了, 我还没有回去给奶奶做饭, 在刀子落下去的一瞬间, 这房间里忽然多了一个人, 他出现的时候, 手中还拿着一颗带雪人头, 正是那个领头男人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几个闪身的功夫, 手里居然拿着四颗人头, 烟红血液溅满了我的面具, 再一看, 那四个没有了脑袋的身体, 慢慢倒下去了, 赤裸男人将手中的人头扔掉, 然后把我扶了起来, 我看着他怪异的样子,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用面庞贴近我的身体, 轻轻嗅了几下, 然后非常温柔地说道, 小妹妹, 你是人鼠, 不是鼠人, 说错了可就麻烦了, 第274章, 杨哥, 我盯着男人的双眼, 他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 叫我叔叔, 还不如叫我朱雀大人, 朱雀大人, 我有些不懂, 现在也不是古代, 怎么还会有人称自己为大人啊, 但是朱雀大人确实救了我的命, 如果不是他出现, 我绝对会死在这里的, 他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小妹妹, 你今天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 朱雀大人笑着说道, 以后你既不会挨饿, 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啊, 时间快到晚上了, 跟我走吧, 朱雀大人招了招手, 走出了门外, 出门之后, 我才看清他的身上披着一件赤红色的羽毛披风, 朱, 朱雀大人, 我们去哪里, 我赶忙跟了上去, 只见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空地, 那里出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门, 你已是生肖, 每晚都需要前往列车, 这是第一个规矩, 朱雀说道, 祝你交到新的朋友, 生肖, 列车, 朋友, 我一句话都没听懂, 可是仅仅一转头的功夫, 朱雀大人居然消失了, 他是来救我的神仙吗? 见到四周越来越黑, 我只能不断地朝着那个发光的门走去, 这扇门好像是神话故事里的门, 它虽然飘在空中, 却通向另一个地方, 我慢慢地走了进去, 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中, 走廊两旁都是木门, 此时正有许多戴着面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 他们进来之后并未停留, 反而都向走廊另一头走去, 我一回头, 发现进来时的光门消失了, 身后只留下一扇木门,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也是从木门里出来的吗? 滚开, 我身后响起, 我吓了一跳, 赶忙躲到一边, 此时才发现一个戴着白色老虎面具的高大男人站在我身后, 什么东西, 怎么还有这么矮的? 他有些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接着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啊, 我这才反应过来, 立刻跟了上去, 叔叔, 那个高大男人听到这两个字明显一愣, 接着缓缓地回过头来, 什么? 他的语气瞬间软了下来, 叔叔, 你, 你好, 我向他低了一下头, 然后问道, 请问这里是哪里? 高大男人表情十分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缓缓地说道, 这里是列车, 是生肖们休息的地方, 生肖休息的地方? 我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我会来生肖休息的地方? 那个高大的虎叔叔仿佛再次愣了一下, 我本以为他会解答我的问题, 可他顿了好久才变出四个字, 多大了, 叔叔, 我马上十岁了, 我认真的回答道, 十岁? 他眨了眨眼, 你饿吗? 呃,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我, 我确实有点, 走, 我带你吃饭, 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了我, 让我感觉很温暖, 我们才走了几步, 面前的门里又走出了另一个叔叔, 他戴着一个蛇皮面具, 身上的味道很难闻, 哟, 蛇叔叔叫了一声, 这不是小胡子吗? 一个白天没见, 找到小女友了, 滚, 虎叔叔跟他说话的语气非常不客气, 信不信我撕碎了你? 哈哈哈哈, 蛇叔叔不知道为何被逗笑了, 你要在列车上撕碎了我, 来来来来, 我要看看杨哥最后咋说, 那老子就折断你的指头, 虎叔叔凶巴巴的说道, 不是看在杨哥的面子上, 你十个指头都得断一次, 哎哟, 好了, 蛇叔叔伸手搂住了虎叔叔的肩膀, 咱俩好歹算是同学, 你怎么发这么大火? 滚, 虎叔叔甩开了那人的手, 什么叫小女友, 给老子说话注意点, 哈哈, 这不是吗? 蛇叔叔弯腰看了看我, 萝莉形的小老鼠, 可以啊你, 我微微咽了下口水, 看着那人的眼睛开口叫道, 叔, 叔叔好, 这一句话出口, 蛇叔叔也愣住了, 哎, 他的面色一变, 赶忙扭头看向虎叔叔, 开什么玩笑, 这声音, 这还是个孩子啊, 你他妈的才发现吗, 虎叔叔摇了摇头, 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屁话, 蛇叔叔赶忙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嘴, 操, 我哪能想到, 可这是为什么, 别说了, 让杨哥想想办法吧, 虎叔叔把我拉到身前, 环视了一圈又问道, 对了, 那个老黑呢, 死了吗, 话音一落, 我们面前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带着黑色羊头面具的人走了出来, 他冷冷地看了我们三个一眼, 接着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了, 妈的, 虎叔叔骂了一声, 同样都是羊, 看见他我就来火, 好了, 蛇叔叔笑着拍了拍他, 然后低头对我说, 小朋友, 你饿坏了吧, 叔叔带你吃饭去,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如果不是这个蛇叔叔出现, 我可能早就去吃饭了, 两个人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 在众多面具人之间前进, 虎叔叔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途中有很多人都给他让开了道路, 我们跟着黑羊叔叔走了很久, 才在一扇门面前停下, 我有些好奇, 这里的每扇门都长得一样, 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 黑羊叔叔伸手敲了敲门, 十分恭敬地说道, 杨哥, 我们来了, 静, 门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三个人听后慢慢推开了门, 屋里是一个餐厅一样的房间, 餐桌上摆着许多食物, 我一下子就看呆了, 上面有烤鸡, 有排骨, 有鱼, 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东西, 我刚咽了下口水, 又看到那个坐在餐桌前面的人, 他没有戴面具, 反而长着一个真正的纯白色羊头, 看起来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妖怪, 他冰冷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停, 然后抬眼对虎叔叔说, 虎, 你在做什么, 这个人的声音很年轻, 不太像叔叔, 反而像哥哥, 杨哥, 虎叔叔拉着我走了上去, 发生了一件怪事, 有个小孩子成为了生肖。 第275章 抉择 白色羊头的哥哥并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敲了敲桌子, 说道, 无所谓, 来吃饭, 三个人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他们毕宫毕竟地走了过去, 坐在了桌子四周,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搓了搓手, 我虽然很饿, 但这里毕竟是人家家里, 奶奶说到别人家做客时, 就算是水都不能, 来吃饭, 白色羊头哥哥敲了敲桌子, 对我说道, 啊, 我咽了下口水, 我, 我也可以吃吗? 别废话, 羊哥, 让你过来就过来, 虎叔叔说道, 我开心地点了点头, 来到了餐桌旁, 看了一圈, 好像没有我的位置, 白色羊头哥哥伸手拖过来一个椅子, 放在了他的身边, 坐, 他说, 谢谢哥哥, 我笑着说道, 有饭吃, 太好了, 我伸手刚要摘下自己的面具, 白羊哥哥却拉住了我, 别摘, 他依然冷冷地说道, 就这样吃, 就这样吃, 我有些不理解, 我带着这个臭红红的面具, 怎么吃啊? 记住, 你的面具, 只有死的时候才能摘下来, 羊哥哥又说, 啊, 我环视了一下桌子周围的几人, 他们直接拿起食物, 来往面具的嘴巴里塞, 这个面具的嘴巴, 居然是可以打开的吗? 我尝试着伸手摸了摸面具, 发现嘴巴确实没有缝合起来, 正好可以用来吃饭, 虽然这个面具很臭, 但总比饿死了好了, 桌面上的食物非常多, 看起来足够十个人吃了, 我伸手拿来了一个土豆, 剥开皮之后咬了一口, 是煮的, 煮的沙沙的, 一股很香的土豆味, 很好吃, 奶奶以前也这样给我煮过土豆, 傻孩子, 虎叔叔摇了摇头, 只见他伸手, 从旁边黑羊叔叔的盘子中, 拿了一根鸡腿递给我, 吃这个, 多吃肉, 喂, 黑羊叔叔看起来非常不高兴, 你过分了吧? 你是羊, 吃什么肉? 羊怎么就不能吃肉? 别吵, 别吵, 嘿嘿, 蛇叔叔笑着说道, 吵起来小心被打死啊, 我看着盘子里的鸡腿, 有些不知所措, 乖啦乖啦, 蛇叔叔摸了摸我的头, 不用理那两个蠢货, 给你你就吃吧, 我拿起鸡腿看了看, 我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鸡腿, 我能吃吗? 当然了, 蛇叔叔冲我挤了几眼睛, 谢, 谢谢蛇叔叔, 我说完之后又看了看另外两人, 说道, 也谢谢虎叔叔和黑羊叔叔, 看着孩子客气的, 蛇叔叔摇了摇头, 快吃吧, 我点点头, 咬下了一口鸡腿, 简直是太好吃了, 今天好像过年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 白羊哥哥开口说话了, 我发现他每次一说话, 众人就会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 恭恭敬敬地看着他, 我说, 他敲了敲桌子, 把今天的交出来吧, 今天13个, 蛇叔叔率先从身后拿出小包, 谢谢羊哥给我出的主意, 嗯, 白羊点点头, 你的游戏经过我的改良之后, 已经接近完美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签合同的, 我拿到了9个, 黑羊叔叔回答道, 羊哥, 你说的确实没错, 人类互相欺骗的样子, 真的很丑陋, 白羊哥哥听后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任羊, 你的猜善面再进行两次就停下吧, 什么, 黑羊叔叔一正, 羊哥, 你的意思是, 把工作重心转移一下, 白羊哥哥说道, 我给你设计了一个新游戏, 你有空看看, 白羊哥哥将一个小本子递给了黑羊叔叔, 新游戏, 黑羊叔叔翻了翻本子, 很快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八卦善, 一百个人参与, 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白羊哥哥说道, 若你觉得太难, 简化成七情, 六欲, 五音, 四季, 甚至三才都可以, 黑羊叔叔拿到小本子之后, 明显神色激动了起来, 隔了好久他才说道, 可是羊哥, 这不是第级游戏吗? 我现在是任羊啊, 早晚的事情, 白羊哥哥说, 你提前准备一下吧, 羊哥, 难道你? 白羊哥哥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随后又看向虎叔叔, 其他两位叔叔也看向了他, 任虎, 你今天收了多少? 白羊哥哥问, 我, 我其实, 虎叔叔低下了巨大的虎头, 看起来有点好笑, 说吧, 白羊哥哥轻声道, 多少我都能接受, 虎叔叔沉默半天, 小声开口说, 羊哥, 我赔了六克, 不, 蛇叔叔喷了一口饭, 小声嘟囔了一句, 赔钱虎, 你他妈讲什么? 虎叔叔大叫一声, 立刻站了起来, 哟, 急了急了, 蛇叔叔露出害怕的表情, 接着冲我挤了剑, 小老鼠, 咱们长大了, 可别学他, 虽然大家的样子都有点可怕,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安心, 虎叔叔见到没人理自己, 又气鼓鼓地坐了下来, 老子自己欠下的账, 老子自己慢慢想办法还, 绝对不可能让羊哥为难, 我会为了六克道为难吗? 白羊哥哥叹了口气说道, 吃完饭到我这里, 来领心的, 虎叔叔听到这句话, 显然不太开心, 杨哥, 他抬起头, 挣了挣自己的面具, 你没必要为了我们做到这种程度吧, 要不是我们几个拖累你, 你现在早就飞升了, 别说屁话, 白羊哥哥冷冷地说道, 你们跟我在一个桌上吃饭, 咱们是一起的, 众人听后都慢慢低下了头, 沉默不语, 此时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只能把手放到桌子底下, 小心翼翼地盯着大伙, 虽然我把你们当作家人, 白羊哥哥忽然看向了我, 但小姑娘, 你例外, 吃完这顿饭, 你就走吧, 爱去哪去啊, 别在我眼前待着, 唉, 我一愣, 随即明白了过来, 我一直在别人家里, 肯定很打扰别人的, 对, 对不起, 我站起来对白羊哥哥说道, 谢谢白羊哥哥, 给我这么多吃的, 我这就走了, 还不等我转身离开, 虎叔叔一把就按住了我的肩膀, 一共就吃了一个土豆, 一根鸡腿, 不准走, 他抬起头来, 对白羊哥哥说道, 羊哥, 这孩子出去会被打死的, 第276章, 生肖守则, 这孩子会不会被打死, 和我有什么关系, 白羊哥哥冷冷地看着虎叔叔, 那眼神让人有点害怕, 羊哥, 这里的地级生肖, 是什么德性你也知道, 虎叔叔说, 这孩子转不了道, 肯定撑不了几天的, 你怎么知道他转不了道, 白羊哥哥说, 能够戴上面具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普通人, 可, 虎叔叔好像也觉得有点蹊跷, 顿了顿之后回头问我, 小老鼠, 你是怎么戴上面具的? 我, 我见到大家都在看我, 只能把今天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都讲了出来, 他们听完我的遭遇之后, 眼神都变了, 蛇叔叔更是哭得稀里哗啦, 此时我才发现, 他虽然身上的味道不好闻, 可是人却很好, 你说那些人还是人嘛, 蛇叔叔抽气的说道, 明年我就去把他们的尸体, 剁成肉酱给你们做丸子吃, 我说回刚才那句话, 他好像还是很奇怪, 你自己吃吧, 虎叔叔没好气的对他说, 紧接着他又看向白羊哥哥, 羊哥, 你也听到了, 这个小丫头跟我们成为生肖的理由都不一样, 你忍心看他死吗? 白羊哥哥没说话, 黑羊叔叔却开口了, 人虎, 你已经疯了吗? 他慢慢的站起身,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生肖吗? 你同情心这么泛滥, 什么时候才能牵合同? 老子他妈的, 如果跟你一样没有感情, 那才是疯了, 虎叔叔生气的说道, 就算咱们可以随便杀人, 但这和帮助一个孩子矛盾吗? 这孩子该死吗? 无论该不该死, 他都已经戴上面具了, 黑羊叔叔说, 如果他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会活得比任何人都悲惨, 你不能因为想念自己的女儿, 就给我们增加累赘吧, 我认为羊哥说的没错, 如果他早晚都要死, 不如现在就解脱, 解脱你妈, 虎叔叔大吼一声, 刚要上前动手的时候, 白羊哥哥却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 四根桌腿在这一刻全都断掉了, 桌子上的食物也开始往地上倾倒, 我觉得好可惜, 想伸手去接, 却根本接不过来, 只听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盘子和碗都在地上摔碎了, 白羊哥哥慢慢抬眼看了看两个叔叔, 说道, 你们俩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吗? 居然想在我面前动手, 这一句话出口, 两个人的身体都颤动了一下, 对, 对不起, 是我们不好, 羊哥, 两个叔叔立刻低下头, 好像很怕白羊哥哥, 真是奇怪啊, 白羊哥哥的声音听起来像山羊一样绵软, 但大家都怕得要命, 那, 那个, 我小声说道, 各位叔叔千万不要吵架, 都是我不好, 我现在吃饱了, 我这都走了,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闹矛盾, 小老鼠你别说话, 虎叔叔伸手用力按着我的头, 老子把你带来可不仅仅是想让你吃一顿饱饭, 这样吧, 白羊哥哥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小老鼠, 你答应我几个条件, 我便看看能不能收留你, 收, 收留我,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几个人, 但我确实想留下, 他们跟我见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或许是因为他们一见面就给了我吃的吗, 若不是这顿饭, 我可能已经饿死了, 小老鼠,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是每个人成为生肖之后都要遵守的规则, 我们称之为生肖守则, 白羊哥哥说, 如果有一条你没有做到, 就会直接被神兽击杀, 啊, 我, 第一, 第一, 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生肖身份, 除非死亡, 第二, 无论何时都不能摘下面具, 除非死亡, 第三, 无论何时都不可透露真实姓名, 除非死亡, 第四, 生肖永不回响, 第五, 生肖永不溃逃,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还是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我现在成了生肖吗, 我戴上了老鼠面具, 所以我就是生肖里的老鼠了, 接下来是游戏的设计规则, 白羊哥哥想说什么, 但却顿了顿, 小老鼠, 你现在应该没有游戏吧, 呦, 游戏, 我, 我感觉脑子都是猛猛的,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今天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白羊哥哥说, 你去给我设计一款游戏出来, 设计游戏啊, 我听后好像有点懂了, 那个, 我只玩过打沙包和跳房子, 所以我, 话还没说完, 虎叔叔立刻捂住了我的嘴, 小老鼠, 你别胡说八道了, 一会儿我和你细说, 打沙包和跳房子, 白羊哥哥露出了一丝笑容, 如果明天早晨, 你给我的答案是这两个, 我也不敢说话了, 白羊哥哥慢慢站了起来, 又看了看几位叔叔, 说道, 我去看书了, 明天早饭的时候见,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屋内的三个人此时才松了口气, 慢慢地坐在了椅子上, 我见到他们都没说话, 只能低头收拾起了地上的碎盘子, 这些盘子看起来质量好好, 只不过都打碎了, 好可惜, 小丫头, 别收拾了, 虎叔叔对我说道, 劝你赶紧想想游戏吧, 可是这些盘子碎了, 万一待会儿叔叔们踩到的话, 那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 虎叔叔一把拉过我, 小老鼠, 你要知道, 如果想在这里活下去, 杨哥的帮助至关重要, 他跟其他的地级是不同的, 你,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黑羊叔叔摇了摇头, 杨哥是多么狠辣的人, 他只是想找个借口, 光明正大的赶走这个孩子罢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看了看蛇叔叔, 蛇叔叔冲我挤了几眼睛, 然后站起来走到了黑羊叔叔身边, 做什么? 黑羊叔叔问道, 老羊啊老羊, 他伸出手来给黑羊叔叔捏了捏肩, 我可不管杨哥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我只知道, 他让这孩子设计个游戏, 这屋里数你聪明了, 你要不要帮帮这个孩子? 帮他? 我凭什么? 如果你不帮他的话, 蛇叔叔坏笑一声说道, 今晚我就抱着你不走了。 第277章, 数的游戏, 你, 你可别太离谱了, 黑羊叔叔吓了一跳, 你的面具臭得要命, 能不能别恶心我? 那我不管, 蛇叔叔摇了摇头, 你不帮他, 我就恶心死你。 虎叔叔似乎并不想领他的情, 只是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道, 小老鼠, 不用那两个傻子帮你, 老子亲自给你想游戏。 他将我拉到一旁的书桌边坐了下来, 随后拿起纸笔开始思索, 大约过去了几分钟, 他一个字都没写。 他慢慢的吸了口气, 然后说道, 打沙包和跳房子不行, 不知道踢剑子行不行, 你可拉倒吧。 蛇叔叔摆了摆手, 你是想亲手送这丫头去死啊? 你 虎叔叔气得摇头晃脑, 我怎么送他去死了? 你别光想你女儿喜欢玩什么呀, 你得看看鼠适合什么呀。 蛇叔叔摇了摇头, 又看向黑羊叔叔, 人羊啊, 你帮帮他们呗, 死老虎那个态度, 谁要帮他, 那我就去抱你了哦。 蛇叔叔说, 你 黑羊叔叔看起来像是曾经被蛇叔叔抱过一样, 他很害怕这句话, 只见他走到虎叔叔身边, 一把就夺过了纸笔, 亏你那虎头虎脑的样子还能想出来踢剑子, 你怎么不说翻花绳? 翻你妈, 虎叔叔的脾气真的很差, 他又要发火了。 叔叔, 那个, 骂人不好哦, 我拽了拽他。 啊, 虎叔叔稍微愣了一下, 然后瞪着一双滴溜乱转的眼睛看了看我, 我没骂人啊, 我这, 这是问好。 我眨了眨眼, 他刚刚明明像是骂人的样子, 怎么成问好了? 虎叔叔看了我半天, 语气也软了下来, 哎, 好好好, 说道, 小孩, 你过来, 我有几个问题, 要问你。 啊, 我慢慢走到了他身前, 有些害怕地看了看他, 你是在哪里戴上的面具? 黑羊叔叔的声音很平, 听不出情绪, 我好像是在个仓库里。 仓库? 黑羊叔叔拿起笔在纸上刷刷地画了一个大房间, 这样的仓库。 黑羊叔叔画画很好, 但好像跟我印象中的仓库有点区别。 叔叔, 空间好像没有这么大, 是个很小的仓库。 他点点头, 拿出第二张纸, 又画了个小房间。 是这样是吧? 他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又画了几个货架, 仓库里的东西多吗? 好像不是很多, 我小声说道, 就是墙边有几个架子, 货架上有东西。 好, 好像有一些箱子, 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黑羊叔叔很快就在仓库里画了两个人, 思索了一会儿, 又开始在旁边写起了字。 游戏暂定名称, 信任游戏。 我有想法了。 黑羊叔叔说道, 小孩, 你过来, 我告诉你规则。 哦, 我来到了黑羊叔叔身边, 看了看他画的小房子和小人。 游戏需要两个人参与, 门票每人两颗道。 黑羊叔叔一边说一边写, 两个人站在里面, 互相询问对方的隐私, 尤其是那些不愿被提起的隐私。 然后呢? 虎叔叔问, 我们可以在规则上说谎。 两个人获胜的规则不同, 一人需要说实话, 一人需要说谎。 哦? 虎叔叔摸着下巴说道, 你小子玩音的? 不, 这只是羊的特性。 黑羊叔叔摇了摇头, 在两个人互相撕碎对方面具的同时, 也能见到人心最丑陋的一面。 虎叔叔点了点头, 你小子确实心眼多呀。 过奖, 反正比你聪明一点。 哦, 虎叔叔点了点头, 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 可你小子设计的游戏和鼠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羊泪吗? 你有点不讲理了吧? 黑羊叔叔叹了口气, 我这游戏是在仓库里进行的, 怎么就不是鼠泪了? 你放狗, 虎叔叔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他看了看我, 又改口道, 你胡说八道。 虎叔叔抢过纸笔, 说道, 再说了, 你这游戏也太难了, 我给你改改吧。 他将黑羊叔叔所有的规则都删掉, 然后写下了新的规则。 四个人参与, 两人为一组, 每一组能抢到仓库中间的花瓶, 就是做胜利, 手段不限, 武器由裁判提供。 蛇叔叔又坐不住了, 你可拉倒吧, 还有脸说别人, 在仓库里斗殴, 就是鼠了。 那怎么了? 虎叔叔反问道, 难道鼠就不用抢地盘了吗? 抢个屁。 蛇叔叔又把纸抢了过来, 你们就整天带坏小孩子吧, 这事还得看我。 他拿起笔, 又将虎叔叔的规则划掉了, 听我的呀, 进入仓库之后, 用五把锁将仓库门锁上, 五个钥匙就分别对应五个问题, 答对了就能拿到钥匙, 分别是, 三个叔叔就这样, 你抢完了我来抢, 整整一夜没有睡觉, 他们写完了一张又一张纸, 有好几次都快打起来了, 直到天亮时分, 他们才给了我一张杂乱的手稿, 上面写的游戏让我连看都看不懂了。 此时屋门被打开, 白羊哥哥进来了, 他给人的感觉总是与众不同, 他的衣服非常干净, 脸上的毛发也很白, 但总是感觉难以接近。 而那三位叔叔虽说不管怎么看都脏兮兮的, 但他们人很好。 叔, 你想到了吗? 白羊哥哥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语气平淡地问道, 已经整整一夜了。 啊, 我, 我扭头看了看三位叔叔, 他们都朝我几眉弄眼地点了点头, 于是我也搭着胆子说道, 我想到了, 说来听听, 我的游戏需要四个人参加, 两个人为一组来抢夺花瓶, 抢到了之后就可以逃出来, 但是门被锁住了, 门上有五把锁, 分别对应五个问题, 需要答对了才能出来, 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需要询问对方的隐私。 荒唐, 白羊哥哥打断道。 第278章, 囚徒困境。 啊, 我吓得浑身一机灵, 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叔, 你和我说实话, 这是你彻夜想出来的游戏吗? 白羊哥哥语气严厉地问, 我, 我,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 白羊哥哥, 对不起, 我不该说谎的, 奶奶跟我说过, 好孩子不可以说谎, 本以为我道歉之后会让白羊哥消气, 可他似乎更加生气了, 为什么要道歉? 他站起身来到了我面前, 若你觉得说谎是错误的行为, 又要怎么在这里生活下去?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承认错误, 我不希望有下一次。 啊, 看着他的表情, 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叔, 我给你写了一个游戏, 白羊哥哥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个本子, 上面写了很多字, 今天你就按照这个游戏来进行吧。 我身后的三位叔叔赶忙围过来看了看, 游戏名称欺诈仓库, 门票两颗道, 第一人先进入观察仓库内的所有物品, 第二人五分钟后进入, 也观察仓库内的物品, 之后二人分别取走一样物品, 并经二次过观察后猜测对方所取走的物品, 若两个人都猜对, 则每个人获得一颗道, 若两个人都猜错, 一颗道都没有。 若是两个人一错一对, 错的人获得四颗道, 猜对的人没有奖励。 三个叔叔都思索了一会儿, 纷纷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黑羊叔叔率先说话了, 这是标准的囚徒困境, 这个规则会把人性撕得粉碎, 甚至有可能会大赚一笔。 虽说这是羊的游戏, 但剩在操作简单。 白羊哥哥说道, 你今天先按照这个规则试一试, 晚上来跟我汇报。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一下几个叔叔。 小老鼠, 今天是你上班第一天, 记得好好表现啊。 虎叔叔摸了摸我的头, 如果忘记了规则, 就拿出小本子看看。 上班? 虎叔叔点了点头? 对啊, 小老鼠, 以后就跟着我们, 好好赚道, 好好吃饭, 我们和羊哥都会帮你的。 蛇叔叔也冲我挤了几眼睛, 乖, 别跟赔钱虎叔叔学, 今天争取不赔。 啊, 好, 好的, 我点了点头, 却见到几个叔叔都开始整理自己的服装了。 他们挣了挣自己的面具, 又将衣服上的褶皱扯平, 纷纷出了门。 走啊, 小老鼠, 虎叔叔冲我说道, 我将白羊哥哥给我的本子揣到怀中, 快步跟了上去。 蛇叔叔和虎叔叔拉着我的手, 我们三个在走廊中跟着白羊哥哥和黑羊叔叔前进。 我发现走廊里两侧的门都在缓缓打开, 带着各式面具的人都走了出来。 原先我以为他们很害怕虎叔叔, 每次见到他都会让路, 可没想到有几个戴面具的叔叔阿姨见到白羊哥哥之后, 更是直接吓得退回了门里。 白羊哥哥比虎叔叔的脾气还要大吗? 我们正在向前走着, 却忽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他的头好怪, 既不是面具也不是毛茸茸的动物, 他好像是个蜥蜴。 蒂羊, 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那个蜥蜴人看了看我问道, 上班。 白羊哥哥冷言道, 让路, 你还有什么脸上班? 蜥蜴人站在了白羊哥哥面前, 天龙那么看好你, 结果你这几个学生一个比一个拉垮, 你不想办法教育教育他们, 现在又收了的海东瓜, 是准备破罐子破摔吗? 我学生怎么样, 是我的事。 白羊哥哥声音很凶地回答道,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敢在这里对我的人指手画脚? 我凭什么不能管你? 你能当管理者,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争。 你尽管去跟那些拍你马屁的人要我扬威, 但别站到我面前。 白羊哥哥说道, 如果你非要给脸不要脸, 我不管你是不是地龙, 绝对让你颜面扫地。 蜥蜴人身后站着的几个人忽然走了上来, 其中一个戴着马头面具的人恶狠狠地指着白羊哥哥说道, 地羊,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死马, 你他妈跟谁俩呢? 虎叔叔也大叫一声, 但他看了我一眼, 顿了顿又改口道, 小马, 请问您跟谁讲话呢? 马头面具看起来有点害怕, 往蜥蜴人身后躲了躲, 然后叫道, 人虎, 别以为你身强力壮就能欺负人了。 有一天我签了合同, 一定回来撕了你。 那我他妈, 那我就只好请您永远别出去了。 两个说着说着就要动起手来, 这次白羊哥哥却没有阻拦。 虎叔叔三两下就把马头面具打倒在地, 然后伸手去扯他的面具。 老子, 本人, 我倒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蛇叔叔见到我有些害怕, 把我拉到身后挡了起来。 乖了, 没事的。 眼看马头面具要被扯下来的时候, 蜥蜴人出手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 冲着虎叔叔的后背就打去一拳, 可下一秒, 白羊哥哥又忽然出现, 一脚将蜥蜴人的拳头踢开了。 我本来以为是寻常打架, 可他们的拳脚接触的时候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震得我差点没站稳。 一羊, 你敢跟我动手了? 蜥蜴人看起来气得不轻, 我是不是对你太仁慈了? 不, 是我对你太仁慈了。 白羊哥哥回答说, 仁慈倒让你以为可以随便动我的人。 你, 蜥蜴人捂着自己的手腕, 脸上居然一直在抖动, 敢惹我。 你早晚会后悔的, 我不需要后悔。 白羊哥哥回答说, 毕竟我现在正在思考杀死你的方法。 什么? 你, 蜥蜴人咬着牙说道, 杀我? 你连天龙也不放在眼里了吗? 杀了你我会亲自去请罪。 白羊哥哥笑了一下, 如果他处死了我, 会一次性损失两个大将, 所以为了长远计划考虑, 我大概率会被宽恕。 你他妈到底是什么疯子? 蜥蜴人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 你居然把计谋用到天龙头上。 可惜天龙就喜欢我的计谋。 白羊哥哥说道, 你若听明白了就快滚, 耽误了众人上班的话, 今天在场所有人的损失都有你承担。 第279章, 仓库寻道。 蜥蜴人看了看白羊哥哥, 居然气得说不出话来。 白羊哥哥也不再跟他纠缠, 狠狠地将他推倒一边, 然后轻声说, 对了, 今天的面子是你自己凑上来丢的, 可别赖到我头上了。 虽然蜥蜴人的徒弟看起来有几十个, 但他们却纷纷给我们让开了道路。 虎叔叔跟蛇叔叔回头拉着我, 我们一起跟着白羊哥哥走了。 走出几十步之后, 白羊哥哥回头跟我们小声说道, 以后下班你们四个一起走, 有问题的话尽量拖住时间, 我来处理。 黑羊叔叔听后迟疑了一会儿, 问道, 所以羊哥以后我们就收留这个孩子了。 怎么? 白羊哥哥回头看向他, 你觉得哪里不妥吗? 啊不, 不是, 黑羊叔叔摇了摇头, 羊哥你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我只是感觉这个孩子不能给你转来道, 你飞升的日子会更远。 我若一心想着飞升, 不必说那个孩子。 你们三个人一个我都留不得。 白羊哥哥回答说, 我从小便没有任何的家人, 既然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 那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就算我真的要离开, 也一定会安顿好你们。 羊哥, 你不用安顿我。 虎叔叔说道, 我本来就是赔钱的, 你要飞升的话, 随时都可以放弃我。 住嘴巴你。 蛇叔叔敲了一下虎叔叔的后脑勺, 好赖话还听不出来吗? 就他骂你仗义。 死蛇你他妈, 请问您为什么要打我? 虎叔叔捂着自己的后脑勺问道, 你现在说话咋变这样了? 蛇叔叔伸手摸了摸虎叔叔的面具, 小胡子, 你发烧了吗? 你为什么不骂我呀? 老子, 我不想骂人, 你别惹我。 虎叔叔推开了蛇叔叔的手, 快去上班吧你。 蛇叔叔听后点了点头, 然后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看到他的动作我不由地往后推了半步, 毕竟蛇叔叔的味道比较难闻。 你怕什么? 蛇叔叔摇了摇头, 虽然我是蛇, 但我目前不吃你这只小老鼠。 啊, 那倒不是, 我不是怕蛇叔叔你吃了我, 蛇叔叔还是摸了摸我的头, 晚上再陪你玩。 在蛇叔叔走之后, 黑羊叔叔和虎叔叔也先后走了, 我不知道该在哪里出门, 只能跟着白羊哥哥。 毕竟这里的每扇门都长得一样, 他们是怎么记住的? 又走了大约几十步, 白羊哥哥才停下了脚步, 说, 你从这里出去。 他指了指身旁的一扇门, 你的门距离我的门总共隔了113扇门, 以后寄好了。 啊, 好, 我寄好了。 我点了点头, 那, 那我就先走了, 白羊哥哥。 白羊哥哥看了看我, 微微眨了眨眼, 问道, 为什么你叫他们叔叔, 叫我哥哥? 因, 因为你听起来比较年轻, 我声音很小地说道, 我感觉你像个哥哥。 哥哥吗? 白羊哥哥的眼里透过一丝失落。 你知道我来这里多久了吗? 我听后赶忙补充道, 如果白羊哥哥你不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叫你叔叔的。 不, 就叫哥哥吧。 白羊哥哥摇了摇头, 毕竟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 啊, 叔, 白羊哥哥说道, 别死在外面了。 死, 我感觉白羊哥哥好像多虑了, 因为外面的朱穴大人好像会保护我, 我应该死不了,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白羊哥哥摇了摇头, 从口袋中掏出了四个小球给我。 这些小球我见过, 秦丁东姐姐用这个跟裁判做过游戏, 这四个道给你防身, 我对你的要求不高, 不赚不赔即可。 谢, 谢谢白羊哥哥。 原来这个就叫道。 走吧, 晚上见, 白羊哥哥帮我推开了门, 我发现外面正是我来时的仓库门口, 我跟他告别了之后走了出去, 感觉十分神奇。 我呆呆地站在仓库门口, 回想着虎叔叔和蛇叔叔跟我说的规矩。 我是这个仓库的裁判, 所以我要在门口等待参与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紧张, 真的会有人过来参与我的游戏吗? 我掏出白羊哥哥给的小本子, 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规则, 稍微有点复杂, 我不太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太阳在天上慢慢移动着, 我感觉自己等了很久, 可是没有任何人来我这里。 我的仓库好像太偏僻了, 但这也是个好事呀。 我担心自己会搞砸, 也担心会让白羊哥哥赔钱。 他们给了我吃的, 我不能让他们难做的, 所以我真的有点矛盾, 我既希望能给白羊哥哥赚点刀回去, 又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找我。 小老鼠! 一个声音忽然在我身后响起, 吓了我一大跳。 我回头一看, 居然是两个大姐姐, 他们两个长得好漂亮啊。 不, 准确来说, 有一个格外漂亮, 简直像画报里的明星一样。 虽说另一个姐姐也很漂亮, 但跟她一比, 有些黯然失色了。 啊,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 有, 有客人了呀。 我的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愣了一会儿, 只能被骑手来。 你, 你们要参加我的考验吗? 我壮着胆子问道, 一句话出口, 我感觉自己还是很像样的。 考验? 其中一个漂亮的姐姐笑了一下, 你这声音是个小孩子吗? 别人都叫游戏, 你怎么叫考验呀? 阿我, 我不断地思索着该怎么说, 但脑子一片空白, 一个理由都想不出来。 散了, 小妹妹, 漂亮姐姐摇了摇头, 告诉我, 你的游戏是什么? 啊, 我的游戏叫, 坏了, 我全忘了。 她叫, 叫什么? 漂亮姐姐一脸认真地盯着我, 我越想回忆那个小本子上的内容, 头脑就越空白, 白羊哥哥的游戏到底是什么来着? 那个特别漂亮的姐姐看了我一眼, 问道, 你是当当成为生肖吗? 居然连游戏都会忘记。 谁, 谁说我忘了? 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仓库, 忽然有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两位姐姐, 我的游戏叫做仓库寻道。 第280章, 神奇的仓库, 仓库寻道, 两个人愣愣地看了我一眼, 没错没错, 我回头打开铁门, 然后站了进去, 现在这个房间中有一个道, 只要你们能在, 呃, 五分钟之内找到, 这个道就归你们了。 哦, 漂亮姐姐摸着下巴, 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小老鼠, 像是线编的一样。 怎, 怎么会是线编的? 这个姐姐好聪明啊。 这, 这个规则, 我的考验, 其实一直都是这个规则的。 好好好, 漂亮姐姐笑着点了点头, 今天还真是稀奇了, 居然见到了这样的生肖。 她回过头去问那个格外漂亮的姐姐, 小瑶, 你怎么说? 我们无非就是来寻找攻略的, 所以, 生肖是什么样子, 和我们无关。 被称作小瑶的姐姐说道, 小老鼠, 你的门票怎么收? 啊, 我忽然想到虎叔叔跟我说过, 每个游戏都有门票的, 我这, 我这个考验需要两块钱。 两块钱? 小瑶姐姐疑惑道, 两颗道? 我改口说, 两颗道也不对吧, 另一个漂亮姐姐说, 我们给你两颗道, 可你的游戏只能获得一颗道, 这样谁会参加? 所以, 小老鼠, 你真的没问题吗? 完了, 我好像搞砸了, 我, 我是说你们俩一共需要两颗道, 其实每个人只需要一颗道道。 那也不对吧, 小瑶姐姐皱着眉头问, 那我们岂不是依然没有收益? 不, 漂亮姐姐捂嘴笑了一下, 搞什么呀? 你这小孩子为什么这么可爱? 完了完了, 我真的倒砸了。 小瑶姐姐摇了摇头, 对漂亮姐姐说道, 若雪, 你觉得有必要进行这个游戏吗? 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可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一颗道换一颗道, 这孩子设计了一个如此奇特的游戏。 被称作若雪的姐姐说道, 你不想试试? 你说奇特? 小瑶姐姐思索了一会儿, 难道她仓库里的道很难找? 不知道,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得去看看。 若雪姐姐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道, 给, 小老鼠, 你今天开张了? 啊, 谢谢姐姐, 我接过道的时候感觉格外开心, 我给白羊哥哥赚道到了。 什么啊, 若雪姐姐又被我逗笑了, 什么叫做谢谢姐姐? 你知道, 你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吗? 啊, 我是说, 门票已经收到了, 考验可以开始了。 我回头把铁门打开, 时间五分钟, 我会在心里默数三百下的。 好, 知道了, 若雪姐姐居然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头, 我可是裁判呀。 我把铁门关上之后, 开始在心中默数, 毕竟我连个表都没有。 数到差不多一百五十的时候, 我听到若雪姐姐把里面的东西都打翻了, 她好像找得很卖力, 我有点不忍心骗她了。 此时小瑶姐姐开口问道, 小老鼠, 你当生效多久了? 啊, 我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 小瑶姐姐一愣, 随后沉思了一会儿, 也就是说, 你这个游戏确实是刚刚才设计的, 是吧? 啊, 是的, 我点了点头, 姐姐你, 别再叫我姐姐了。 小瑶姐姐的眼中闪过一丝悲伤的表情, 不知她在思索着什么。 我有点不敢说话, 我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 你别忘了莫数。 小瑶姐姐提醒道, 没忘了数到几了吧? 啊, 终于数完了三百下, 我回头打开了门, 若雪姐姐确实把仓库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 搞什么啊, 这里面真的有道吗? 若雪姐姐将扎起来的头发放下, 看起来有点累, 这里面又小又闷, 差点给我热死了。 哦, 小瑶姐姐迟疑了一下, 不是吧, 若雪, 连你都没找到。 哈哈, 若雪姐姐笑了一下, 我没用回想啊, 只是单纯的想看看这孩子设计的游戏。 那, 那姐姐, 你可能考验失败了。 我说道, 你, 你先出来吧, 我得把里面收拾一下。 若雪姐姐看了看一团狼迹的仓库, 有些抱歉的说, 小老鼠, 你每次都自己收拾这里面吗? 啊, 应该是的, 我点点头。 你这小体格, 收拾仓库岂不是需要一整天? 别问了。 小瑶姐姐说道, 这孩子第一天当生肖, 结果就被你搞得一团糟。 什么? 若雪姐姐惊呼一声, 第一天, 她思索了一会儿, 走过来抓住了我的手。 啊? 我吓了一跳。 做什么? 别动。 若雪姐姐说道, 小老鼠, 你听好了, 这可能是一个神奇的仓库。 神奇的仓库? 别说话。 若雪姐姐打断我, 继续说道, 我以前经常梦想自己有一个神奇的房间, 每次不管的搞得多乱, 一旦有朋友来玩的时候, 她就会自动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有些不懂若雪姐姐的意思, 所以你要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见到若雪姐姐的头上流下了一丝汗水, 这段话对她来说好像很难讲。 小老鼠, 若有人来找你, 在仓库收拾得干干净净, 明白了吗? 我明白的啊, 我肯定不会让这里一直这么乱的。 很好。 若雪姐姐听后点点头, 随后松开了我的手, 她看起来依然很累的样子, 然后挥了挥手, 说道, 小瑶, 试试。 小瑶姐姐有些不解地看着她, 若雪, 我不明白,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只是在帮这个孩子呀。 若雪姐姐说道, 有什么不妥吗? 小瑶姐姐眯了一下眼睛, 在我看来, 你并不是在帮这个孩子, 而是我们同为参与者, 你却在帮一个生肖。 嗯, 若雪姐姐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无所谓, 就算她是生肖, 在我眼里也只是个孩子, 你不正是喜欢我这一点吗? 小瑶姐姐听后顿了顿, 伸手打开了仓库的门, 我也跟着她看了一眼, 里面居然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所有散落的东西都摆回到了货架上。 第281章, 转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惊叫一声, 小妹妹, 我就帮你到这了。 若雪姐姐说道, 以后可不要那么实在了, 这个场地你就好好保管吧。 啊, 谢谢, 谢谢姐姐, 他们虽然不想听我说谢谢, 但我还是忍不住跟若雪姐姐道谢了。 小老鼠, 小瑶姐姐扭头看向我, 所以你这个仓库的到底在哪里? 哦, 这个仓库其实根本就, 话还没说完, 若雪姐姐伸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她皱着眉头看了看小瑶姐姐, 小瑶, 你要做什么? 若雪, 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小瑶姐姐说道,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生肖。 你难道忘了天堂口的最终任务吗? 我不准。 若雪姐姐说道, 小瑶, 这个小妹妹第一天当生肖, 她目前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现在不会, 不代表以后不会。 小瑶姐姐虽然看起来很犹豫, 但她还是说道, 虽然她是个孩子, 但不管怎么说, 生肖能少一个是一个。 原先一脸笑容的若雪姐姐听到这句话, 表情慢慢地平淡下来。 她将我的手拿了起来, 和自己的手握在了一起, 然后对小瑶姐姐说道, 小瑶, 你要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因为这个孩子和我站在一起, 所以你赢不了她的。 她攥了攥我的手, 又重复道, 你绝对赢不了。 你…… 小瑶姐姐看起来非常生气, 若雪, 你在保护一个生肖吗? 你这样做和吉岛有什么区别? 你说我是吉岛也罢, 说我是疯子也好。 若雪姐姐摇了摇头, 但你若真在这里伤害这个孩子, 有朝一日你会后悔万分的。 小瑶姐姐听到这句话, 表情逐渐失落, 原来是这样吗? 她苦笑一声, 原先我就有所怀疑, 没想到真的是你。 是。 若雪姐姐点点头, 所以小瑶, 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答应不杀这个孩子。 小瑶姐姐一脸失落地向前走了几步, 然后回头说道, 若雪, 我们分手吧。 她走了, 看着若雪姐姐难过的样子, 我感觉我好像又做错事了。 自从我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 好像一直都在给别人添麻烦。 若雪姐姐, 我轻轻地拽了拽她, 你还好吗? 嗯, 我没事。 若雪姐姐眼里闪着泪光, 但还是俯下身子来摸了摸我的头, 小老鼠, 要记得好好活下去。 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的, 到时候, 你一定要活着。 嗯, 我虽然没怎么听明白, 但还是点了点头, 好的, 若雪姐姐, 我一定好好活着。 她轻轻地擦了擦眼角, 然后从随身的小包中掏出一个小袋子。 这是姐姐之前在一个小超市找到的, 送给你吃了。 我看了看, 是一袋花生。 这个花生, 好像跟我平常吃的不一样, 她是有包装的。 我再抬起头, 发现若雪姐姐已经转身离去了, 她背着身, 在远处跟我挥了挥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跟小瑶姐姐闹矛盾了吗? 我低头又看了看这袋花生。 这个我不能自己吃, 我要回去带点虎叔叔, 蛇叔叔, 黑羊叔叔和白羊哥哥一起吃。 因为这袋花生, 是我第一天上班正来的啊。 嘿嘿, 今天真的很顺利啊, 第一对客人, 就让我赚到了一颗稻和一包花生。 接下来, 还会赚得更多吗? 我在的地方可能太偏僻了, 平时就很少有人来, 一整天的时间里, 我只见到了小瑶姐姐和若雪姐姐。 我站得好累, 没一会儿就要偷偷坐一下, 坐得差不多了, 再站起来。 一直到夜幕降临, 我身边出现了发光的门, 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我迫不及待地走进门去, 发现有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进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感觉有些害怕, 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戴着面具吗? 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虎叔叔又出现在了我的背后。 小老鼠, 你怎么样啊? 他摸了摸我的头, 今天赔了几颗。 嘿嘿, 我今天赚到了一颗。 我笑着对虎叔叔说道, 我没有让白羊哥哥赔钱啊。 虽然从小到大, 我都被叫做赔钱货, 但我这次真的没赔钱。 啥? 虎叔叔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你, 你都赚到了一颗。 啊? 我有点没太明白虎叔叔的意思, 我们不就是出去赚到的吗? 嗯, 是, 是的, 虎叔叔挠了挠头, 低声嘟囔道, 可是老子今天赔了七颗啊。 我们又在走廊上遇到了蛇叔叔和黑羊叔叔, 他们也刚进门, 随后我们一起来到了白羊哥哥的房间。 这个房间真的很奇怪啊, 昨天散落的饭菜和断掉的桌子已经复原了, 是因为白天有人收拾吗? 来吃饭。 白羊哥哥像昨天一样敲了敲桌子, 这一次我也不是很客气, 直接坐在了白羊哥哥身边的椅子上, 大家就像昨天那样狼冲虎咽。 我又拿起了一颗猪土豆, 我总感觉这上面有奶奶的味道。 小老鼠, 你怎么又躲在一边啃土豆? 你真把自己当老鼠了吗? 虎叔叔叹了口气, 又从黑羊叔叔的盘子中给我拿起一条鸡腿。 没完了是吧? 黑羊叔叔看起来生气了, 你非要从我盘子里拿吗? 我帮你减肥, 你别瞎比, 别多说话。 虎叔叔将鸡腿递给了我, 我再次向他们二人道谢, 但黑羊叔叔对此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又从盘子里拿来了一块排骨, 鸡腿的热量低, 多吃猪肉吧。 他说, 谢谢黑羊叔叔,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我们吃完了饭, 白羊哥哥用一旁的餐巾擦了擦手, 问道, 今天受了多少? 我黑黑一笑, 站起身来说道, 白羊哥哥, 我今天转了一颗道, 我从口袋里, 掏出那颗闪闪发光的小球, 往前一推, 白羊哥哥听后, 将餐巾扔在桌子上, 冷冷地看向我, 叔,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第282章, 天生的罪, 白羊哥哥, 你说什么? 白羊哥哥皱着眉头盯着我, 我给你设计的游戏, 要么赢两颗道, 要么一无所有, 你告诉我, 一颗道是怎么赚来的? 我, 我低下头, 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我说我一看到人, 就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忘了本子上的内容, 但为了让游戏继续, 所以临时想了一个简单的游戏, 没想到还真的赚到了, 我对你很失望, 白羊哥哥站起身来说道, 你不必留在这里了, 啊, 我吓坏了, 白羊哥哥好像忽然不想要我了, 羊, 羊哥, 不至于吧, 虎叔叔也站起身来说道, 这孩子虽然没按照你的计划做, 但他也赚到道了, 而且比我强多了, 我所谓的失望, 白羊哥哥对虎叔叔说道, 是他从来都只说实话, 他明明可以编一个理由骗我, 可他却没有, 这让我很失望, 什么? 我好像有点知道, 白羊哥哥生气的原因了, 他似乎希望我骗他, 可这是为什么? 人说, 你在这里活不下去, 找个地方去死吧, 白羊哥哥说道, 现在死对你来说才是解脱, 我, 这句话让我背后一寒, 我不明白, 声音这么温柔的白羊哥哥, 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可怕的话来, 羊哥, 这是为什么? 虎叔叔问道, 难道这个破地方, 只有说谎才能活下去吗? 就算那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可我们也可以尽力保护一个孩子, 你刚才有听他的游戏吗? 白羊哥哥反问道, 他设置了一个如此鸡肋的游戏, 随时都会死在参与者手中, 你们应该知道, 游戏设计完成之后不能更改, 今天的两个女人算是有点良知, 可后面怎么办? 当我们和他有了感情之后再让他去死吗? 可也不能现在就让他, 虎叔叔慢慢低下了头, 他们好像都很难过, 他们为什么这么难过? 难道真像爸爸当时说的, 我是个赔钱货吗? 只要我在这里, 他们就都不会开心, 因为我出生, 爸爸走了, 没几年, 妈妈也因为我去世了, 只有奶奶愿意给我煮土豆吃, 我觉得羊哥说的对, 黑羊叔叔也说话了, 我们让这个孩子活下去真的不是帮他, 他才十岁多, 你准备让他见证人性所有的丑恶吗? 原先一直都嬉皮笑脸的蛇叔叔, 今晚眼神也很严肃, 他摇了摇头说道, 所以让这个孩子去死就是他的解脱吗? 我们每个人的双手都已经沾满鲜血了, 现在连孩子也不放过了, 你这是什么想法? 黑羊叔叔问道, 我们是生肖, 我们最终是要靠杀人来逃脱这里的, 你真把自己当个神仙了? 几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虽然我不太明白他们的意思, 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因为我, 几位叔叔, 你们千万别吵了, 我站起身来, 再次跟他们道歉, 你们让我吃了两顿饱饭, 我已经非常感谢你们了, 几位叔叔沉默地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这, 这是白天白羊哥哥给我的道, 我拿出那四颗小球, 摆在了桌子上, 另外, 我今天还赚到了一包花生, 我又从口袋里将那包皱巴巴的花生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我没舍得吃, 给叔叔们吃吧, 看到他们都没有动作, 我冲他们笑了笑, 说道, 叔叔们千万别吵架, 我是个赔钱货, 真的不值得你们吵架哦, 我慢慢地退到了门边, 再次跟他们道了歉, 然后打开门出去了, 其实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的,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丢掉了, 爸爸丢掉过我, 收养我的姨妈和大伯也丢掉过我, 真的没关系啊, 我不会难过的, 我希望叔叔们也不难过, 他们都是好人, 怎么可以为了我而难过, 可是戴着面具哭真的好难受啊, 我的眼泪都粘在了脸上, 我这一生都在做错事, 做小孩子真的很难, 有时候听话会被夸, 有时候听话会被骂,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明天就能长大, 走在走廊上, 我想起四岁那一年, 妈妈哭着跟我说, 让我帮她踢掉脚下的椅子, 她说她自己不敢, 其实我也不敢, 我感觉很害怕, 但是妈妈哭着嚎着, 让我踢掉椅子, 我最终还是照她说的做了, 那一次我听了她的话, 可是妈妈挂在绳子上, 再也没能醒来, 从此除了奶奶之外, 任何人都不愿意靠近我, 他们说我是个杀了亲生母亲的赔钱货, 或许我的存在注定了会给别人造成麻烦, 我需要自己找个地方藏起来, 虽然我出了房间, 可是我该去哪里, 我有些想念村里的大黄了, 这世界上可能只有奶奶跟大黄真的喜欢我, 其实没有人跟我一起也好啊, 我可以早点去上班, 以后我就住在小仓库里吧, 晚上饿了的话我就出去找点吃的, 白天我就在那里迎接参与着, 啊, 我感觉不小心撞到了什么东西, 抬头一看, 是两个兔子姐姐, 一个人数, 他们低头看了看我, 你是谁家的人数, 怎么深夜还在走廊上游荡, 我, 我思索了一下, 我好像谁家的都不是, 瞬时间我哭得更厉害了, 姐姐, 没, 没有人要我了, 一个兔子姐姐听后, 慌忙地捂住了我的嘴, 说道, 小姑娘, 你再好好想想, 你一定有老师的吧, 你的老师是谁, 我知道自己已经给白羊哥哥造成了太多的困扰了, 我不能再麻烦他的, 我摇了摇头, 将兔子姐姐的手拿开, 说道, 姐姐, 我真的没有老师, 我现在准备去上班了, 她仍然一脸慌张, 又试图伸手捂住我的嘴, 可另一个兔子姐姐却说话了, 没用了, 她说了两遍了, 老师应该听到了, 送过去吧, 唉, 捂住我嘴巴的兔子姐姐, 忽然露出了悲伤的眼神, 小老鼠你, 真是太傻了, 我们的老师跟地龙打过招呼, 他专门收摸人要的女孩子, 他们的老师, 难道这里的老师都会像白羊哥哥一样好吗, 那, 姐姐们的老师会给我饭吃吗, 我小声问道, 我吃的很少的, 每天只要一个煮土豆就可以的, 分, 两个兔子姐姐对视了一眼, 最终叹了口气, 小老鼠, 只要你能懂事一些, 每天会获得很多吃的, 懂事, 我笑着点了点头, 这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从小奶奶就跟我说我很懂事, 所以, 我应该能讨他们的老师喜欢吧, 两个兔子姐姐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 这个房间跟别的房间好像都不太一样, 这里的门很臭, 小老鼠, 你别恨我们, 一个兔子姐姐小声说道, 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 还不等我说什么, 他们便打开门将, 我推了进去, 门里传来了一股难闻的腥味, 第283章, 煤烂的花生, 白羊的房间里, 屋里的四个人静静地看着桌面上那包皱巴巴的花生,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白羊沉默了半天, 感觉有些轻微的头痛, 他伸出长满白毛的手揉了揉太阳穴, 然后将桌子上的花生打开, 拨开了一颗, 这袋花生很多都发霉了, 包出来的一颗花生皱巴巴, 黑曲曲的, 他将花生扔到嘴里, 轻轻咬了一下, 满嘴都是苦涩的霉烂味, 屋内安静地要命, 只能听到白羊的咀嚼声, 三个生肖默默地看着他面无表情地把花生吞了下去, 之后又见他拿起了第二颗, 杨哥, 人虎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连一个小孩子我们都帮助不了, 有朝一日咱们出去了, 真的还有人心在吗? 人蛇也点了点头, 说道, 杨哥, 我们都了解你, 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吧? 我知道你不想让那个孩子吃苦, 可是直接把他赶出门, 他只有两个下场, 要么是地龙, 要么是其他生肖, 这些人没有一个会让他好过, 白羊听后未曾回答, 只是揉了揉微痛的太阳穴, 又转头看了看黑羊, 黑羊顿了顿, 说道, 杨哥, 你比我来得晚, 却更早升上了地级, 这个世上,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所以, 我会遵从你的一切安排, 哪怕, 哪怕, 哪怕什么? 哪怕, 你让我作为新的事? 好, 你去给我杀了他, 白羊冷言道, 什么? 黑羊一愣, 不是说, 遵从我的一切安排吗? 白羊又往嘴里扔了一颗花生, 现在立刻去给我杀了那孩子, 把人头和面具一起带来, 我, 黑羊沉饮半天, 慢慢地低下了头, 眼前这个男人始终这样疯癫, 黑羊自知猜不透他, 真是可笑, 白羊说道, 你们几个人现在都活成这样了, 还见不得苦难, 我当时到底是瞎了哪只眼, 居然收了你们三个废物, 其他的地级生肖徒弟几十个, 每天都可以收入成百上千克道, 而我呢, 每天能够收到三十克, 我就谢天谢地了, 杨哥, 你消消火, 人蛇抬头说道, 我, 我们确实没跟你争气, 是的杨哥, 人虎也气势汹汹地说道, 我说过, 杨哥, 如果哪一天觉得我碍事了, 我随时都可以走的, 白羊听后, 又伸手拿来了一颗花生, 缓缓说道, 我孤苦了一辈子, 进到中烟之地之前, 一直都是截然一身, 我感觉那个孩子跟我很像, 但又不太一样, 三个人望着白羊, 静静地听他说着, 他看起来也是从世界的阴暗处成长起来的, 可他, 却活得比我更像个人, 白羊说道, 阴暗早已腐蚀了我, 却偏偏没有侵染他, 杨哥, 你的意思是, 我不想让他变成我, 白羊回答道, 如果我们真能带着他逃出去, 那他一定会变成一朵黑色的花, 沾满了人世间的阴暗, 与其这样, 不如让他现在就解脱, 三个人默默低下了头, 谁都没有说话, 他们知道白羊的心意了, 可我转念一想, 白羊敲了敲桌子, 你们三个人跟了我好几年, 貌似该怎样还是怎样, 也没有受什么影响, 所以说不定, 对啊, 杨哥, 人舌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 杨哥说啥了, 人虎不解地问道, 你俩别插话, 黑羊瞪了二人一眼, 听杨哥说, 白羊抿了名嘴, 话锋却转了, 我得先跟你们说好, 一旦收留了这个孩子, 麻烦是肯定不断, 说不定会间接影响到你们的晋升, 这样一来的话, 你们还愿意接受他吗? 愿意, 人虎和人舌一口同声地说道, 黑羊眯起眼睛看了看二人, 说道, 虽然我觉得那孩子很可怜, 但我不允许任何人影响我晋升, 那就不用你管, 人虎大声说道, 孩子带回来之后我和人舌管, 你爱滚奶去就滚奶去, 活该你一辈子当个人急, 黑羊也回骂道, 你说什么, 都闭嘴, 白羊说道, 二人听后信信地闭上了嘴, 还有另一件事我真的忍不了, 白羊叹了口气, 又拿起了一颗发霉的花生, 我收了你们快三年了, 天天好吃好喝地供着你们, 你们却连一包花生都没带给过我, 什么, 还是我最小的学生懂事, 白羊说, 上班第一天就知道拿东西孝敬我, 比你们几个蠢东西强太多了, 不知道他现在散完步了没有, 人舌率先反应过来, 他赶忙站起身, 着急地说道, 杨哥, 我们现在就去把您最小的学生带过来, 啊, 对对对对, 人虎也站起身, 杨哥您稍等啊, 我们去接他回家, 二人一前一后跑出了屋子, 此时屋内仅剩白羊和黑羊, 怎么, 白羊盯着他问道, 杨哥, 你好像有点变了, 黑羊说道, 我之所以敬佩你, 是因为你总是能摒弃一切的感情, 像个真正的神, 可今天我感觉你, 杨, 我快要出去了, 神, 什么, 黑羊愣了一下, 黑羊知道他们三个人每天上交的道哨的可怜, 可眼前的帝羊居然用着少的可怜的道, 完成了杀人指标, 他有多余的道夫给参与着吗, 若生效可以离开自己的属地, 他真想去看看白羊进行的到底是什么游戏, 白羊笑了笑, 我还没跟他们两个说过呢, 杨哥,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黑羊有些颤抖地问道, 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教我, 我走后, 书房归你了, 白羊说道, 所有的法则, 定理我都收藏在书架上, 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看, 对你的游戏有帮助, 知道了, 黑羊有些失落地点点头, 二人正沉默间, 却忽然传来了微弱的敲门声, 静, 白羊说道, 等待了几秒之后, 房门打开一条缝, 一个稍微有点臃肿的身影弹出头来, 他戴着一个肮脏的猪头面具, 杨哥, 能打扰一下吗? 那人问道, 猪, 白羊略微迟疑了一下, 找我? 是, 我, 我有点是想麻烦你, 人猪低声说道, 但可能有点冒昧, 第284章, 生肖中的另类, 一旁的黑羊双手环抱在胸前, 向后仰了仰坐直了身体, 觉得冒昧的话就走吧, 杨哥也不是你的老师, 没必要被你冒昧, 白羊看了黑羊一眼, 并没有反驳这句话, 几秒之后, 人猪扑通一声跪下了, 杨哥, 你知道我的老师不可能帮助我的, 我现在能依靠的只有你了, 人猪的语气听起来很绝望, 他明明是个中年男人, 此刻却如同奴才一样的跪地俯首, 站起来, 白羊冷言道, 下跪会让我看不起你, 人猪听后顿了顿, 慢慢地直起身子, 撑着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 到底什么事啊? 白羊又问, 杨哥, 我还差二十多颗道, 就可以签合同了, 但我的老师处处刁难我, 他每天说的越来越多, 人猪的声音慢慢哽咽起来, 我只想从这里光明正大的走出去而已, 我, 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人猪顿了顿, 抬头说道, 我想签合同, 我想脱离现在的老师, 白羊和黑羊互相看了一眼, 露出了异样的表情, 这不是大逆不道的话吗? 白羊说道, 一旦传出去你就死定了, 可你们不会传出去的, 人猪着急地说道, 杨哥, 我马上就可以完成指标了, 现在只需要一个最后关头的保障, 希望杨哥能帮帮我, 一旦我成了地级, 绝对会站在你这边, 黑羊听后用余光撇了撇白羊, 他并不知道这个男人会做何选择, 白羊慢慢站起身, 说道, 猪, 你的意思是, 你想在你的概率游戏里加入谎言, 是的, 但你也知道, 游戏设定完以后是不能私自更改的, 除非, 除非赌命, 我知道, 人猪点了点头, 若继续被压榨下去, 我不仅签不了合同, 更有可能被老师打死, 如果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 我会果断拼上自己这条命, 白羊听后思索良久, 最后点了点头, 只见他回过身, 从房间的抽屉里逃出了两副眼镜, 然后递到了猪的手中, 黑羊慢慢眯起眼睛, 看着这一幕, 深深的呼了口气, 这两副眼镜是我任羊时候的游戏道具, 白羊说道, 戴上之后, 一副只能说真话, 一副只能说假话, 现在送你了, 送, 送我了, 人猪不可置信地看了看两副眼镜, 但我提前说好, 白羊又回到桌边坐下, 这两副眼镜, 岂有可能是灵丹妙药, 能在你出去的时候, 助你一臂之力, 也有可能是万丈深渊, 将你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 具体要看你如何使用了, 杨哥, 人猪有些不好意思的抬起头, 我没有设计过谎言游戏, 能不能求你, 再帮我出个主意, 不能, 白羊摇摇头, 你我毫无瓜葛, 这已经是我能做的全部了, 人猪听后点了点头, 杨哥, 对不起, 你能给我这个, 我已经很感谢了, 你亲自设计关于谎言的部分吧, 白羊说道, 是死是活, 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好, 人猪点点头, 杨哥, 希望关键时刻, 你的道具能救我一命, 但愿吧, 白羊和黑羊目送人猪走出了房间, 气氛又沉寂下来, 隔了好久, 黑羊才缓缓开口道, 杨哥, 原来你一直留着人籍时候的道具吗? 是, 怎么了? 白羊扭头看向他, 没, 没什么, 黑羊摇了摇头, 你是想说你明明有这么方便的道具, 结果却不送我, 送给了外人, 是吧? 我, 黑羊微微一正, 杨哥,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和鼠真是两个极端, 白羊笑着说道, 他从不说谎, 你从不坦白, 黑羊的眼神微微沉了一下, 但还是笑着说道, 杨哥, 这是你教我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是吗? 白羊笑了一下, 我教你的技能, 你就用在我身上吗? 不是的, 黑羊有些慌张的站起身, 杨哥你误会了, 我只是, 好了, 不必说了, 白羊摆了摆手, 这是个好事, 几人之中, 说不定你会最早进入地级, 黑羊听后, 面色复杂的坐了下来, 二人正沉默间, 房门却被人猛然打开了, 杨哥, 坏了, 人虎在门外喊道, 小老鼠遇到麻烦了, 需要你出面解决一下, 白羊慢慢站起身来, 这么慌张, 还有你们俩解决不了的事情吗? 事情确实比较棘手, 人蛇冲进来说道, 小丫头被地蛇收走了, 白羊和黑羊听后, 瞬间眯起了眼睛, 二人先后冲出了门, 几个人在走廊上狂奔, 人虎将刚才从两个人兔那里打听到的事情, 告诉了白羊, 地蛇这个老银贼, 真的是疯了, 黑羊咬着牙说道, 原先抢人也就罢了, 可是鼠才从羊哥这里离开几分钟, 未免太不合规矩了, 好像是小老鼠自己说的没有老师, 人虎眼色担忧地说道,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要不是我们打不过那个老贼, 绝对不可能麻烦羊哥, 别说废话了, 几人快步走过几十个门, 最终来到了地蛇的房间前, 白羊将西装的扣子松了松, 然后又将袖扣解开了, 羊哥, 什么战术? 人虎有些紧张地问道, 毕竟这扇门后面不仅有地蛇, 更有他的男女徒弟若干, 我揍地蛇, 你们揍其他人, 走, 人虎微微一愣, 随后露出了笑容, 不愧是你啊羊哥, 你的战术我已经全都明白了, 白羊身后的三个生肖, 纷纷解开了自己西装的扣子, 他们略微活动了一下筋骨之后, 白羊飞起一脚将木门踹飞, 屋内的景象让四个人怒火中烧, 一个浑身干扁的老年舌头人, 正赤身裸体搂住人鼠, 此刻正在撕扯他的衣服, 而周围无数赤裸的男女正在呐喊欢呼, 众人都被闯进来的四个人吓了一跳, 碧羊, 得蛇扭头看了看, 随后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你做什么, 我来接孩子, 白羊一边活动着手腕一边向前走去, 第285章, 一人万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白羊哥哥会来救我, 我以为我接下来就要在这个房间里活下去了, 可是白羊哥哥真的来了, 他带着虎叔叔, 蛇叔叔, 黑羊叔叔, 他们四个都来救我了, 那一天晚上, 白羊哥哥跟蛇头人大打出手, 虎叔叔一直捂着我的眼睛, 不叫我看, 但我能听到, 那是打架的声音, 他们两个人的力气都很大, 打起架来就像是两台拖拉机撞到了一起, 最后白羊哥哥赢了, 舌头人被打得满脸都是血, 白羊哥哥没有杀他, 只是警告他以后小心一些,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该害怕, 还是该开心, 他们明明把我丢掉了, 可又一起回来救我, 他们会不会再丢掉我, 我可以接受别人对我不好, 但不能接受别人对我好了之后再丢掉我, 虎叔叔把我抱在怀里, 又把我送回了白羊哥哥的房间, 小老鼠, 你没事吧, 虎叔叔问我, 不, 我没事啊, 虎叔叔, 我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黑羊叔叔听后也暗骂一声, 王八蛋, 我都忘了地蛇那个老贼这一手, 幸亏去得走, 哦, 蛇叔叔看了看我的衣服, 一拍脑门, 走到一旁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件脏兮兮的西装, 我这儿, 还有一套多余的西装啊, 今晚我给你改改, 明天你上班的时候穿吧, 你瞎现什么殷勤, 虎叔叔说道, 你准备连续两晚不休息了, 那又怎么了, 我开心, 蛇叔叔摇头晃脑地, 冲着虎叔叔挤着眼睛, 那你改衣服吧, 我哄小老鼠睡觉, 凭什么啊, 蛇叔叔大叫一声, 你长得那么丑, 怎么哄人睡觉, 我不哄谁哄, 虎叔叔反问道, 你哄吗, 你那么臭, 准备熏死谁, 我感觉气氛好像有点变了, 他们似乎不想再丢掉我了, 叔, 以后这里就是, 你的休息室了, 白羊哥哥说道, 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弟羊, 从现在开始, 是你的老师, 你是我的学生, 我将指点你的晋升方向, 说不定有朝一日, 可以引荐你签下生效飞升对赌合同, 老, 老师,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正在犹豫, 要不要说一句, 老师好, 从今以后, 你跟我的其他三个学生在一起生活, 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尽管问他们, 他们解答不了, 可以来问我, 白羊哥哥又说道, 要记住, 在这趟列车上, 只有我们四个可以教训你, 其他人一律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挺开心的, 可, 可我真的能行吗, 我有些忐忑地看了看白羊哥哥, 我担心会再次把事情搞砸, 这世上没有不行的人, 白羊哥哥语气温柔地说道, 因为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 我们只是选择不同的路, 不代表就到不了终点, 自从白羊哥哥说自己是老师之后, 我忽然感觉他真的很像一个老师, 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我白天就去空无一人的仓库门口坐着, 晚上就回来跟大家玩, 我也渐渐地发现, 叔叔们的性格真的好有意思, 黑羊叔叔虽然看起来不太搭理我, 但他每天都会画一张小画, 放在我的床头, 据说黑羊叔叔以前不仅会画画, 还会写书法, 虎叔叔说, 黑羊叔叔写出来的善面, 以前还可以卖钱呢, 蛇叔叔是四个人当中最开朗的, 他经常会逗我开心, 我也经常会忘记他面具上的难闻气味, 他人真的很好的, 为了锻炼我, 他也经常会问我一些智力问答, 每次我都想不出来, 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虎叔叔了, 他非常听我的话, 不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答应我, 听说虎叔叔有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女儿, 他在这里成为虎的原因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再回去见到自己的女儿, 虎叔叔经常会想方设法的带一包零食给我, 他的游戏场地好像是一家超市, 里面经常能翻出来一些没人要的零食, 虽然他带给我的零食很多都已经烂掉了, 但我还是很开心,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人给我买过零食, 其实我有点羡慕虎叔叔的女儿, 如果我的爸爸也能这么想念我就好了, 只可惜他早早地就把我丢掉了, 就算有朝一日我能回去,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见他, 如果我的爸爸有虎叔叔一半好, 那我就算死了也值得了, 至于白羊哥哥吗? 他是个很奇怪的人, 他跟我们所有人都不同, 他从来都不睡觉, 一有时间了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看书, 他看的每一本书都好深奥, 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更让人好奇的是, 白羊哥哥好像没有出去的理由,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在外面没有任何亲人, 出去还不如留在这里, 可他设计的游戏太过优秀了, 据说每一天都能完成指标, 他们也不告诉我指标是什么, 只跟我说游戏设计好了就不能改动了, 所以白羊哥哥总有一天会出去的, 我有些期待那一天, 又有些害怕那一天, 虎叔叔说白羊哥哥如果真的出去了, 那我们三个就没有老师了, 我们可能会被随机分配给其他的D级生肖, 也有可能被分配给D绒, 那时候我可能就不能跟三个叔叔住在一起了, 但我又真的很希望白羊哥哥出去, 这个地方明显不是正常的事件, 白羊哥哥人那么好, 不应该一辈子留在这里的, 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监狱, 他把我们锁住了, 叔叔们说这趟列车从上车起就不能离开,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里的参与者, 就算我们戴上了面具也一样, 每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几个叔叔的眼神就非常的失落, 我们好像自己把自己困在了这里, 无论是我们还是参与者, 仿佛谁都出不去, 发生变故的那一天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白羊哥哥也依旧坐在餐桌前面让我们过来吃饭, 只不过我们吃到一半, 他冷不丁地说出一句话, 各位, 我把你们未来的路铺好了, 什么, 我向天龙引荐了你们三个, 并且交上了你们应该交的数量, 白羊哥哥说, 我们的, 数量, 每个人三千六百克到, 总共一万零八百克, 我已经全都交给了天龙, 第286章, 渐行渐远, 三个叔叔听后全都站起身来, 眼神格外震惊, 杨哥, 虎叔叔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早就可以走了是不是, 你一直在替我们积攒的, 我说过了, 我没有家人, 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 所以我们就是家人了, 白羊哥哥说着, 又从口袋中拿出了三张纸, 只是有些可惜, 天龙知道所有的道都是我赚来的, 所以只给了两份生效非生对赌合同, 外加一份面试房间协作合同, 白羊哥哥将白纸铺到了桌面上, 你们三个挑自己喜欢的签吧, 愿意搏一搏成为地级, 还是愿意成为永远不需要上交道的协助者, 这就看你们自己了, 三个叔叔抬头看了看桌面上的白纸, 心中都有些忐忑, 不管你们选择了哪条路, 白羊哥哥又说道,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们, 这段日子属由我来照顾, 毕竟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三个叔叔互相望了望对方, 似乎都在犹豫该如何选择, 过了很久, 黑羊叔叔才伸手拿来了一张生效非生对赌合同, 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又将合同对折了, 我知道的, 生效永远不能暴露自己的本名, 如今只剩一张生效非生对赌合同, 和一张面试房间协作合同了, 虎叔叔和蛇叔叔显得更加犹豫了, 小胡子, 你出去吧, 蛇叔叔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感觉在这儿过得挺好的, 我在陪陪杨哥和小鼠, 什么鬼东西, 虎叔叔大骂一声, 你他妈凭什么不出去, 你的家人怎么办, 唉, 蛇叔叔摆了摆手, 我犯的错太多了, 哪儿还有脸见家人, 就让我在这儿活下去吧, 他不等虎叔叔反应, 立刻夺过了面试房间协作合同, 接着咬破自己的大拇指, 按下了一个血手印, 你妈, 虎叔叔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凭什么替老子做决定, 老子还没想好要不要出去呢, 乖了, 赔钱虎, 去见你女儿吧, 蛇叔叔笑着说, 不管花费多少年, 一定要见到他, 你, 虎叔叔喘着粗气, 看起来格外生气, 哦呦, 不要这么生气嘛, 蛇叔叔说道, 你们只要不死在面试房间里, 咱们每天晚上, 还是可以见面的呀, 虎叔叔慢慢坐了下来, 满脸都是垂头丧气的表情,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好像也很难过, 我感觉我正在远离他们, 叔, 不要露出这副表情, 白羊哥哥说道, 用不了多久, 你的这些叔叔们, 就变得跟我一样厉害了, 啊, 我看了看他, 这, 真的吗? 嗯, 他们都很优秀, 白羊哥哥点了点头, 从那天开始, 我们五个人之间的气氛, 好像有点变了, 虎叔叔和黑羊叔叔, 每次回来的时候, 身上都带着浓浓的铁锈尾, 他们好像不太愿意和我说话了, 每次我找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眼神都在躲闪, 他们怎么了? 好在还有蛇叔叔愿意和我说话, 他跟我说, 虎叔叔跟黑羊叔叔心情不好, 他们正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可他不告诉我那是什么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年, 这一年来, 我的游戏连一个参与者都没有, 我的仓库又小又偏远, 虽然我从附近收集了很多杂物来封满我的仓库, 但却没有人来玩了, 仔细想想, 这个游戏成型之后, 我似乎一个参与者都没有接待过, 这让我心情有些失落, 虎叔叔跟黑羊叔叔的气质也在慢慢变化, 他们的面具好像越来越逼真了, 终于在半年之后的一天, 黑羊叔叔彻底变了, 那天他回来时, 我发现他跟白羊哥哥一样, 脸上的羊头不再是面具, 而是一个真正的羊头了, 据说黑羊叔叔到现在这个状态所花费的时间很短, 打破了所有生肖的记录, 一年半的时间还短吗? 那一天, 他专程来跟白羊哥哥道谢, 并且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这个房间, 白羊哥哥把他叫住, 二人悄悄说了几句话, 可看他们的表情好像闹得有些不愉快, 从那往后, 黑羊叔叔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房间, 每隔几天回来一次的只有蛇叔叔和虎叔叔, 我感觉我们的家庭正在慢慢分裂,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一有空就帮白羊哥哥打扫房间, 我把我会做的家务都做了一遍, 希望能让他们看起来开心一些, 可是他们好像每个人都有很多心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 虎叔叔一直很少跟我说话, 我都快不知道要怎么对待他了, 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那天我又碰到了若雪姐姐, 他特意来找我玩, 又给了我一包零食, 我不舍得吃, 于是下班带给虎叔叔吃, 虽然不知道我哪里有他不开心了, 但我希望他能别生我的气, 可他看了看那包零食, 只是默默地接了过去, 依然没有跟我讲话, 我有点想哭, 但仔细想想我和虎叔叔飞青飞过, 他本来就不应该一直照顾我的, 白羊哥哥好像也不太对, 他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可最近这段日子里, 他似乎经常走神, 他又在想什么, 半年后变故又发生了, 那天我们就像往常一样, 来到了白羊哥哥的房间里吃饭, 虽然吃饭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默, 但我始终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比较安心, 虎, 你还差几个人, 白羊哥哥问道, 快了, 我的屋里就剩两个人了, 虎叔叔回答道, 那我可能等不到你了, 白羊哥哥抬起头看了看我们三个,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今晚就要走了, 今, 今晚? 虽然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 可谁都无法接受这一天真的到来, 没错, 过了今晚, 我就是可以自由出入中烟之地的天阳了, 白羊哥哥苦笑着说了一句, 而后又看了看我们, 你们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第287章, 我的考验, 我们三个人低着头, 谁都没有答话, 大家仿佛都接受不了, 这一天真的来了, 白羊哥哥见到我们一直低着头沉默, 反而笑着站起身来, 说道, 其实我也不想出去, 但我在这里待的实在是太久了, 是时候出去看看了, 羊哥, 虎叔叔低声开口说道, 我早说过的, 你该走就走, 不用非得管我们, 毕竟我们都是累赘啊, 这句话像是一只沾满墨水的笔, 把我们心中湿弱的情绪又描伸了一些, 你们不是累赘, 在这趟列车上, 你们是我的家人, 白羊哥哥说道, 我马上就走了, 在那之前, 我不想听到难过的发言, 羊哥, 虎叔叔声音有些哽咽了, 都说成为了天就可以自由出入这里, 可我们既不知道对方的样子, 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 我要怎么找你, 我要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出去了, 还是回来了, 我, 我, 我答应你, 白羊哥哥说, 成为天之后, 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当我回到这里时, 走过的地方划满羊角, 指引你前进的方向, 真的, 虎叔叔问, 真的, 白羊哥哥点点头, 如果那时候已经是地级了, 那我就去亲自拜访你的游戏, 看看你的长进, 好, 虎叔叔猛然站起身来, 羊哥, 咱们可说好了, 若我成了地级, 一天没有你的消息, 我就一天不杀人, 啊, 白羊哥哥苦笑一下, 胡, 你这是在惩罚我还是在惩罚你自己, 我不管, 虎叔叔大手一挥, 反正咱们说好了, 我会一直等你的消息, 好, 白羊哥哥点了点头, 说完这句话, 羊哥又扭头看了看蛇叔叔, 他沉默了一会儿,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厚厚的本子, 递给了蛇叔叔, 羊哥, 这是, 蛇叔叔问道, 我有些亏欠你, 白羊哥哥说道, 所以我也给你铺好了一条路, 什么, 我写下了一百个难题, 白羊哥哥说, 有朝一日, 若你能全部写下答案, 我一定回来想办法让你成为地蛇, 一百个难题, 蛇叔叔接过本子, 默默地低下了头, 羊哥, 你真的不是在安抚我吗, 凭我这脑子, 到底如何才能答完你写下的谜题, 总有一天会的, 他冲着蛇叔叔笑了笑, 这是我和你的约定, 我们也说好了, 蛇叔叔苦笑一声, 羊哥, 你明明已经要走了, 却还要替我们着想吗, 你是怕我们失去前进的动力吗, 白羊哥哥没回答, 只是摇摇头说道, 我还需要你们俩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照顾好数, 白羊哥哥指了指我, 要记得我说过的话, 这世上只有咱们可以教训他, 除了咱们之外, 谁都不行, 听到这句话,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的眼泪在面具里一直流下来, 让我非常难受, 白羊哥哥要走了, 这个给我饭吃, 给我地方住, 不嫌疾我转不了道, 还会帮我出头的白羊哥哥要走了,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在这趟列车上, 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生肖, 这么疼我了, 白羊哥哥, 我站起身, 哭得喘不过气, 白羊哥哥,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能不能告诉我你长什么样子, 虎叔叔和黑羊叔叔不理我了, 现在白羊哥哥也要走了, 他慢慢地走了过来, 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把我揽在了怀中, 好了, 叔, 不要哭, 他轻声说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长什么样子, 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当我见到你的时候, 会立刻认出你来, 那时候你会发现, 我也不是如今像山羊一般的声音, 可我不想让你走, 我紧紧地抓着白羊哥哥的衣服, 我感觉若是这次松了手,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该长大了, 白羊哥哥说道, 若是没有了我, 你能赚到刀吗, 我, 我能, 我不断地戳气着, 感觉心里好难受, 那你别哭了, 我给你个好东西, 白羊哥哥说着, 就从怀里掏出了两颗刀, 这两颗刀看起来放了很久, 颜色已经有点发黑了, 叔, 这两颗刀是我的幸运物, 是我两个最好的兄弟给我的, 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带在身上, 如今我把他们交给你, 幸运物, 我伸手小心翼翼地接过了两颗刀, 想接住了我的全世界, 下次见面的时候, 连本带利地还给我十颗, 白羊哥哥笑着说, 那时候我们在好好聊聊天, 能答应我吗? 我可以,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 我们目送白羊哥哥横穿整条列车, 连许久未曾见面的黑羊叔叔都出来对他行注目礼, 所有的生肖恭恭敬敬地走出门, 站在走廊两侧迎接一位天际的诞生, 他们的眼神都很复杂, 只有我一直都在哭, 我们亲眼见到白羊哥哥在一阵金光之中消失不见, 他彻底地离开了列车, 虎叔叔在一旁搂住了我, 轻声说道, 小老鼠, 我会尽快升到地级, 以后我会天天给你送零食, 再等我几天, 我把头埋在虎叔叔的肚子上, 哭得格外厉害, 我们三个没有了老师, 我也没有了白羊哥哥, 那之后, 我和虎叔叔, 蛇叔叔被分别派往了不同的新老师房间, 看着那一大群陌生的哥哥姐姐, 在这种地方, 只有白羊哥哥不会嫌弃我,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白羊哥哥, 我手中剩下的两颗刀就是我的全部寄托, 我时常都在忘得他们发呆, 白羊哥哥走了已经十几天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回到现实世界中了, 真好呀, 我, 我替他开心, 虽然说着开心, 可我却莫名的有些想哭, 白羊哥哥, 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又叫什么名字呢?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你能让我听听你真正的声音吗? 到时候, 虎叔叔和蛇叔叔也会成为地级了吧, 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到那个时候, 虎叔叔还会拿鸡腿给我吗? 我正在走神, 却看到远处走来了两男两女, 哎呀呀, 是参与者, 是我完善规则之后第一批参与者, 我这里有客人了, 白羊哥哥,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赚到十颗岛, 绝对不会再给你丢脸了,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一定会吓你一跳的, 我是舒嬅, 不, 我是人鼠, 我是白羊哥哥最疼爱的学生, 我要开始我的考验了, 第288章, 别说, 旗下冷眼望着眼前的虎头人, 低声问道, 什么叫你们四个都看到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地虎冷眼望了望旗下, 我和你很熟吗? 不, 旗下摇摇头, 只不过, 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地找到你说的那个人, 我只有尽可能地收集线索, 地虎听后默默地叹了口气, 说道, 我们四个都是羊哥的学生, 旗下眼睛一瞪, 感觉自己脑海中有什么东西, 轰然倒塌了, 羊哥? 他慢慢地走上前去, 一脸震惊地望着地虎, 羊哥是什么意思? 天羊是个男人, 地虎疑惑地看了看旗下,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是个女人了? 旗下快速回想了一下, 跟地虎相遇的点点滴滴, 是的, 他从未说过天羊是个女人, 这样一来, 整件事的性质完全变了,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也就是说, 无论天羊还是地羊, 余念安都从未出现在这个范围内, 按照旗下之前做出的排除法, 他大概率是死了, 我, 小老鼠, 死蛇, 老黑, 地虎伸出, 四根手指说道, 七年来, 羊哥只有我们四个学生, 旗下稍微有些走神, 隔了一会儿才扭头望向地虎, 似乎有另一条线被隐隐地串了起来, 七年, 只是这个想法会不会太大胆了一点, 你和小老鼠,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旗下问道, 可是死蛇和老黑又是谁, 是一条轻挑又愚蠢的蛇, 还有今天你见到的那只凡人的羊, 地虎慢慢地伸出四根手指, 我们四个外加羊哥, 原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旗下快速地思索着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仅仅十几秒, 一个不可置信的真相轰然出现在眼前, 你口中的那个羊哥, 用了七年的时间飞升成为天羊, 旗下问道, 没错, 地虎点点头, 他比老黑来得更晚, 却晋升得更快, 人急待了三年, 地急待了四年, 七年的时间便飞升为天, 如果老黑有羊哥一半的实力, 又何苦花费了十三年, 才在羊哥的帮助下成为帝, 你是说, 他不仅自己晋升得飞快, 甚至还帮了你们, 旗下问道, 没错, 羊哥就是天生的欺诈者, 地虎点点头, 但现在的老黑大摇大摆地坐到了羊哥以前的位置, 装模作样地收了几十个学生, 我巴不得他输得一败涂地, 还好你出现了, 旗下低下头, 伸出自己的手掌仔细地看了看, 一个诡异的念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我是天羊, 在这个中烟之地不必说神兽和生效了, 就连一个持刀的普通参与者都可以杀死自己, 这是哪门子天羊, 分明更像是一只带宰的羔羊, 自己跟着最底层的参与者又有什么区别, 难道我的思路还是错了吗, 旗下慢慢地皱起眉头, 若自己是天羊, 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句话刚在心里落地, 朱雀曾经说过的话又回荡在耳旁, 旗下,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看来你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太可悲了, 告诉我, 我到底得罪了谁, 得罪了谁, 得罪了天龙还不够吗, 旗下慢慢眯起眼睛, 总算把这些虚无缥缈的线索全都串联在了一起, 消失的七年中, 他一直都是羊, 并且从仁阳开始一步步地到达了顶峰, 只不过在最后关头被天龙使了一招障眼法,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成为了天羊, 可真实情况却是自己被洗掉了所有的记忆, 重新变回了参与者, 而这七年来, 房间内的人不知为何, 一次都没有通过面试, 直到自己重新回到房间, 一切才出现了转机, 灵情的话又在耳畔响起, 旗下, 我至少有七年的时间, 没有听过中烟之地有你这号人物, 旗下有些惊恐地,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又看了看脚下的土地, 情况好像有些不妙了, 自己现在所做的事, 所经历过的一切, 之前真的没有经历过吗? 自己从七年前就已经在中烟之地活动了, 这还只是有机可循的时间, 那实际的时间会不会比七年更久? 这些岁月里, 他几乎试过了所有的方法, 甚至只差一步之遥就可以成为天, 可最终还是被打回了原形, 这太恐怖了, 自己就像是无限猴子定理中的一只猴子, 此时正在无限长的时间线里, 随机触发着无数种可能, 不, 这和无限猴子还是有些区别, 毕竟多了一个天龙, 在某只猴子仅差一个字母, 就可以敲完沙士比亚全集的时候, 他会重启这只猴子的电脑, 让一切重新来过, 这是为什么? 楚天秋说过, 这个鬼地方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天际, 难道所有成为天际的人都会被打回原形, 洗去所有的记忆, 然后便会参与着吗? 这样确实没有漏洞, 可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旗下摸着下巴, 感觉思绪又被卡住了, 在旁边待了很久的乔家镜, 见到旗下半天没有说话, 伸手拍了拍他, 骗人仔, 你还好吗? 旗下回过神来, 冲乔家镜点了点头, 乔家镜愣了一下, 你找到了? 帝虎也抬起头来看向旗下, 你知道他在哪? 旗下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问道, 帝虎, 我想知道,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无论他是天地人哪只羊, 哪怕他已经不是羊了, 你都想见他一面, 帝虎感觉有点没听明白, 什么叫不是羊了? 难道羊哥费了这么多劲, 最后成了他妈的狗, 他若成了普通人呢? 旗下问道, 这句话让帝虎心中一惊, 普通人? 帝虎盯着旗下的双眼, 仿佛有什么思路, 在这一刻顺畅了, 我只是随便一问, 旗下说道, 他若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你还想要见到他吗? 我, 帝虎犹豫了, 我知道了, 话音一落, 旗下拉着乔家镜就准备离去, 喂, 帝虎声音颤抖地叫道, 你, 别说出来, 旗下冷言道, 在我搞清楚一切之前, 什么都别说, 第289章, 猫的王, 旗下和乔家镜迎着逐渐暗淡的天色, 向天堂口走去, 天人仔, 你不是说, 你知道谁是天阳了吗? 为什么不告诉那个虎头仔? 乔家镜问道, 比起那个地虎, 我更相信陈俊男, 我有些事想要问他, 俊男仔? 乔家镜听后, 微微点了点头, 二人走过一个街角, 迎面就看见了一个领着小孩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一直露出慈祥的微笑, 面带僵硬地盯着旗下看, 乔家镜感觉有点奇怪, 这地方还有老人家? 他刚想说点什么, 旗下先一步开口了, 拳头, 走, 乔家镜听后一愣, 默默地点了点头, 二人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 从老太太和小孩的身边擦了过去, 带到二人渐渐走远, 小孩才开口说道, 马奶奶, 不问问他们俩吗? 没什么必要, 老太太摇了摇头, 两个人身上既没有回响也没有到, 还是去问问这里住地的生肖们吧, 可是上次那个巨大的声音不是晚上吗? 小孩问道, 生肖能知道吗? 好像是啊, 老太太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去找参与者了吗? 果然车上的所有人都靠不住啊, 那我们去找哪个参与者啊? 小孩一脸天真的问道, 倒是有个好地方, 老太太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伸手握住了小孩的手腕, 二人一眨眼的功夫, 原地消失了, 旗下不断用余光看着身后, 在确定没有任何人追来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骗人仔, 怎么回事? 乔家镜问道, 这里还有老人跟小孩? 我不知道, 但肯定有问题, 旗下小声说道, 这两个人的岁数, 怎么想也太奇怪了? 是啊, 他们应该很难走出面试的屋子, 乔家镜小声说道, 不仅是这样, 旗下说道, 我想不到, 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到底会犯下什么罪, 或许, 他们本来不长这个样子, 你, 你是说他们义容了? 乔家镜问道, 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旗下摇摇头, 现在当务之急, 是去问问陈俊男到底对天了解多少了, 二人加快了步伐, 也冲着天堂口走去, 转眼的功夫, 老太太领着小孩出现在城边一座监狱的门口, 这座监狱虽然看上去破败, 但岗少却点着一盏没有灯, 此时, 有一位穿着皮衣的长发男子正站在里面指手, 他微微抬起头来, 看了看面前的一老一小, 表情很快疑惑起来, 老太太毫不在意, 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长发男子面前, 两位好, 我是茂木刘二十一, 你们是? 长发男子试探性地问道, 哦哟, 老太太挥了挥手, 别紧张, 来生意了吗? 生意? 长发男子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二人, 还是觉得十分疑惑, 老客户吗? 当然, 当然, 我很久以前跟你们做过生意的, 有管事的吗? 老太太满脸慈祥的笑容, 看着长发男子后背发凉, 我有生意, 想跟管事的谈谈, 管事的? 长发男子点了点头, 您二位跟我来吧? 他回身打开大铁门, 将二人带进了监狱, 三个人横跨了监狱的操场, 来到了建筑内, 长发男子一扇一扇地打开了监狱内部的防护门, 将一老一哨直接带向牢房, 这里的防护门已经失去电力供应, 大多都是摆设, 袖极斑斑的铁门一扇闪被打开, 通向了监狱的腹地, 行走在满是牢房的走廊上, 老太太不动声嘶地向两边一看, 发现有很多身穿黑色皮衣的人正坐在牢房床上, 他们都面带警惕地盯着自己, 这些人有男有女, 足足几十人, 队伍的规模比老太太记忆中的庞大多了, 正在走廊上闲逛的一个皮衣男子, 见到长发男子之后, 快步迎了上来, 二十一, 什么事? 那人问道, 十一哥, 有人要找负责人? 长发男子说道, 被称作十一哥的男人点点头, 对二人说道, 二位是客人吗? 我是忘忧罗十一, 有什么业务的话可以跟我谈, 请问二位来自哪一年? 十一? 老太太皱了皱眉头, 你不够哥, 找十以内的人来, 不够哥, 十一不够哥,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话音一落, 老太太已然出现在了罗十一身边, 极快的速度让现场众人都未能看清, 她抬起一张满是笑容的脸庞, 沙哑地问道, 孩子, 你看看我是什么东西? 罗十一眼睛一瞪, 紧接着后退了两步, 你, 你们是, 罗十一感觉浑身一凉, 是天? 气氛一时之间僵住了, 正在此时, 一个怪异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十一, 放尊敬点, 罗十一和刘二十一听到此话, 纷纷让到两边, 只见一个异常矮小的身影, 缓缓走来过来, 竟然是个年轻的诸如男人, 他的身材比例很匀称, 左脸有着一个怪异的疤痕, 像是被动物撕咬留下的, 五哥, 罗十一和刘二十一同时低头行礼, 老太太见到这个诸如男人, 又再次露出笑容, 前五, 天马, 被称作前五的诸如男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生效很少跟我们做生意的, 一句天马出口, 附近的几人面色一变, 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天马笑着抬了抬头, 我跟小虎正好来跟你做生意啊, 可我依然有点怀疑, 前五回答道, 咱们的生意能成吗, 小钱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吗, 太不懂得尊老爱幼了, 天马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腰, 能不能对我们热情一点, 我们只看酬劳, 前五说道, 我不太明白, 生效要如何给我们付钱, 我们还需要付钱吗, 天马笑着说, 小钱啊, 我们可以威胁你的吗, 哦, 诸如男人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刚才可能听错了, 你是说要威胁我吗, 话音一落, 牢房中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他们打开了自己的牢门, 缓缓地站到了走廊上, 第二百九十章, 猫的酬劳, 光屁股小孩有些兴奋地环视了一圈, 然后笑着流下了口水, 嘿嘿, 要出事了, 天马, 告诉我, 我是不是听错了, 前五缓缓向前走了一步, 你应该知道, 我若发了疯, 足够让你们俩其中一个留在这, 似乎准备随时动手, 小钱呀, 我跟你开玩笑呢, 天马笑着说, 我知道你的本事, 我怎么会那么冲动, 天马, 你知道就好, 前五冲着众人挥了挥手, 走廊上的众人又缓缓地回到了牢房, 可是老太太我年纪大了, 有点忘了, 天马笑着说道, 你们猫, 到底要什么酬劳来着, 要真金白银, 前五说道, 只要被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家人真金白银, 我们就给你卖命, 这样, 天马听后, 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们猫需要参与者回到现实世界中给你们汇款, 没错, 前五点点头, 现在猫队的成员所在年份已经横跨了四十年, 可以收到每个年代人的汇款, 虽然我们大家的时间卡住了, 但我们的家人不会, 他们收到钱之后一定可以通向更好的未来, 他再次打量了一下天马和天虎, 欲气轻蔑地问道, 可你们生肖又出不去, 究竟要怎么跟我们做生意? 原来是这样啊, 天马微微思索了一下, 这不是欺负我们生肖吗? 所以今天不能招待了, 抱歉, 前五扭头对不远处的两个男人说道, 老六老七, 帮我送他们出去吧, 不远处的一男一女点了点头, 漫步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 两位, 宋七伸了伸手, 做出竹客的动作, 五个发话了, 请, 请, 另一个女人也伸手说道, 天马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小钱啊, 我也确实是没办法了, 如果你不肯帮忙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要学习这里了, 什么? 前五面色一冷, 天马, 我的耳朵今天可能不太好用, 估计又听错了, 我们猫可不是软柿子, 你真的要在这里动手吗? 天马微微一笑, 一伸手就刺穿了身旁刘二十一的胸膛, 只听扑斥一声鲜血飞溅, 众人的脸上都落上了红点, 刘二十一咳了一口血, 紧接着眼神一变, 双手齐灰, 天马和天虎煞事间脚边插满木棍, 无数乱木就像牢笼一样将二人锁了起来, 封住二人的行动之后, 刘二十一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表情完全没有变化, 仿佛失去一个队友, 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 前五伸出手擦了擦肩到脸上的血迹, 面色缓缓沉了下来, 天马, 你胆子真是太大了, 身为天, 你却随意屠杀参与者吗? 天马跟天虎互相对了一眼, 二人猛然挥手, 将身体四周的木棍齐齐切断, 是, 我杀了, 怎么样? 前五冷哼一声, 远处传来巨大的钟声, 接着伸手向前一叹, 冲着天马的手臂就抓了过去, 天马顿感不妙, 后退一步之后, 将天虎顺势向前一推, 恰好触碰到了前五, 天虎不明所以, 只能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个身高和自己差不多的侏儒, 天马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双生花前五,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急躁, 真要闹出人命了, 可怎么办? 前五大笑一声, 真有趣啊, 你杀我兄弟, 现在说怕死人? 小钱啊, 我是真没办法了, 天马一脸堆笑地说道, 天龙这次给了所有天极特权, 可以随意杀死任何的参与者, 如果不能找到那个人, 甚至可以发动天极游戏, 所以, 你就算要跟我们二人开战, 也无所谓, 这次生意, 你不得不见, 前五听到这句话, 语气终于软了下来, 你是说, 现任的天极, 全都触动了,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皱起眉头, 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 我不知道, 天马笑着摇摇头, 我只知道, 天龙说要找一个特殊的回想者, 若是找不到, 我们可都惨了, 前五听后, 仔细权衡了一下这件事的利弊, 他觉得, 天马似乎正在孤注一掷, 而此时是轮回的第一天, 猫队中获得回想的人数太少, 如果真在这里动起手, 虽然有可能留下一位天极的命, 但也会使猫队伤亡惨重, 天马, 你先告诉我, 你所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 我说了, 找人, 天马重复道, 六天以前, 有一个人触发了强大的回想,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人, 只可惜, 这个回想者是在夜间出现的, 所有的生肖都未曾得见, 想要更快的达成任务, 只能靠参与者, 六天前的夜里, 前五一愣, 回头看向宋七, 那天夜里正是猫队被全灭的日子, 那个巨大的回想, 我需要你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那个人, 天马面色沉重的说道, 否则我们所有的天极都要受到处罚, 到时候我也不可能让你们好过, 可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前五看着地上留二十一的尸体, 冷笑一声, 你杀我兄弟, 还让我做事, 我必须要从你这留下点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 天马皱了皱眉头, 我自然是没法付钱, 所以你开个别的条件, 老太太我尽量答应你, 前五放开了拉住天虎的手, 再次笑了一下, 天马, 我要你一个人情, 若有一天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帮我一个忙, 天马的皱纹慢慢聚拢, 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腰, 在这中烟之地, 欠你前五的人情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犹豫地说道, 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值钱了, 别担心, 你应该知道我们猫既不想出去, 也不想惹事, 前五笑道, 成交吗, 他伸出右手示好, 可天马却不敢触碰他, 只见天马眼珠子转了转, 点头说道, 也好, 你们帮我找到那个回想者, 我答应帮你们做件事, 但这件事如果过于危险, 我不会答应, 没问题, 前五点了点头, 收回了手, 第291章, 各自的心思, 送走了天马和天虎, 监狱陷入寂静之中, 而前五再度陷入了沉思, 五哥, 宋七来到前五身边, 扶下身子, 一脸犹豫地说道, 有必要和他们做这个交易吗, 你一声令下, 我们就可以开战, 不管他是不是天马, 兄弟们都, 没必要, 前五说道, 我也想知道, 那个巨大的回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猫子从建立以来都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搞清楚对方是什么立场很重要, 我明白了, 五哥, 宋七点点头, 对了, 前五眯起眼睛又说道, 看起来天马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天堂口的事情, 天堂口, 宋七皱了皱眉头, 五哥, 你是说巨大的回想跟我们上一次的生意有关吗, 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前五点了点头, 我们大举进攻, 极有可能引发他人的回想, 更何况这个回想出现在深夜, 怎么想都跟那次事件脱不开干系, 我明白了, 宋七点了点头, 五哥, 我现在去把二十一烧了, 今晚让兄弟们休整一下, 明天一早就前往天堂口, 好, 前五点点头, 老七, 吩咐下去, 如果真的找到了那个人, 记得保密, 地虎见到一旁的光门亮起, 慢慢站起身, 此时正有几个参与者向他走来, 趁着天还没完全黑, 他们似乎想参与地虎的游戏, 滚, 地虎怒吓一声, 再往前走一步, 我他妈杀了你们, 几个参与者顿了顿, 慢慢退走了, 今天又是不加班的一天, 地虎背着一个巨大的麻袋走进了光门, 一些人急声笑, 纷纷向他行礼, 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的另一头, 可地虎却不紧不慢, 慢慢来到了一扇木门前面,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带着码头面具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轻声叫道, 老师, 今天, 你先滚, 地虎说道, 一会儿我去找你们, 哦, 码头面具恭敬地点了点头, 似乎知道地虎是什么脾气, 于是一言不发地顺着走廊离开了, 地虎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等得有些不耐烦, 正准备无奈离开时, 眼前的木门终于打开了, 木门的另一头是个酒吧, 地虎从中缓缓走出, 他故意挽来了一些, 但没想到地虎就站在眼前, 于是只能扭头就走, 呦, 地虎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满怀期待地看着地虎, 地虎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绕过地虎走开了, 地虎有些生气地看了看他, 然后快步来到他面前, 重新说道, 呦, 地虎见到实在躲不开这个瘟神,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又什么, 今天回来挺晚啊, 地虎笑道, 怎么样, 工作很忙吗, 赢了还是输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咱俩老同学啊, 地虎面色兴奋地说道, 咱俩有福同享, 有那你也说, 来我听听啊, 不需要, 地羊摇摇头, 我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这儿有现成的办法啊, 地虎将背上的麻袋扔到地羊眼前, 快看看这些崭新的道, 真麻烦, 怎么有这么多, 我该怎么处理啊, 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你要吗, 要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啊, 地虎说道, 日历率9.5%, 你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刀利袋了, 地羊看了看地面上的麻袋, 面无表情地抬起头问道, 地虎, 说正经的, 你今天派来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何方神圣, 地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你想说什么, 我想知道, 你是真的蠢, 还是早就看透了这一点, 地虎听后慢慢低下头, 沉默了, 地羊见到地虎的表情, 自然也猜到了什么, 他的眼神, 他使出的手段, 地羊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不觉得我们曾经见过他吗, 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那可能吗, 地虎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身后, 他是个连回想都没有的参与者, 他怎么可能是, 虎, 天羊是空缺的, 什么, 地虎一愣, 老黑, 你他妈的刚才说什么, 我见过天龙了, 他亲口告诉我的, 地羊说道, 虽然这件事不该说, 但你现在明白了吗, 你是说, 杨哥根本就没有成为天羊, 地虎眨了眨眼, 他在大约一个多月以前离开, 却重新成为了参与者, 这不是更可怕吗, 地羊扭头看向地虎, 你我都知道杨哥是什么样的人, 他有可能会把这里搞得天翻地覆, 这里有几个生肖拦得住他, 正当二人的气氛十分严肃之时, 一个慵懒的声音却从二人身后响起, 不可能的, 他们回头一看, 来人正是人蛇, 你小子, 地虎想上前去给他一巴掌, 却忽然想到自己已经晋升为地极了, 只能轻轻地推了人蛇一把, 谁他妈让你偷听呢, 人蛇被地虎推得后退了一步, 然后笑道, 咱们三个是什么关系, 我听听又怎么了, 地虎沉吟了一会儿, 问人蛇, 为什么你说不可能, 凭杨哥的能力, 完全可以通关我们所有人的游戏, 小胡子啊, 你执一根筋, 人蛇笑着推了他一把, 可地虎纹丝未动, 我怎么一根筋了, 还记得吗, 人蛇对地羊说, 杨哥曾经说过他自己加入生肖的原因, 一句话出口, 二人同时想起了什么, 杨哥好像真的说过, 地虎低头思索着, 因为他属于不幸者, 他无论如何都听不到回响, 长久以来都无法保存记忆, 所以加入生肖是他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说, 杨哥就算变成了参与者, 他也绝不可能通关游戏, 地虎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他每一次都像是重新开始, 第292章 蛇虎羊 你说得对, 地羊点点头, 人类之所以能一直发展, 靠的就是记忆的传承, 所以啊, 人蛇拍了拍地虎的后背, 就算他是杨哥, 没有记忆的话, 妈的, 不对啊, 地虎忽然大叫一声, 巨大的声浪将人蛇直接震倒在地, 他赶忙回头扶起人蛇, 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不好意思啊, 死蛇, 你还活着吗? 你是真想杀了我是吧? 不不不, 地虎用力地摇了摇头, 我感觉你们说得不对啊, 老子差点被你们带偏了啊, 地羊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他, 他记得我啊, 地虎不断地用双手比划着, 我上一次和杨哥见面是在十天以前, 他过了十天还记得我啊, 地虎本以为自己说得够清楚了, 也以为可以用这个观点证明, 旗下足以毁掉这里, 但未曾想到地羊和人蛇的表情逐渐黯淡了下来, 你俩怎么了? 地虎说道, 这不是件好事吗? 你个傻老虎, 人蛇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那个人记得你, 不就直接证明他绝对不是杨哥吗? 啊这, 地虎也感觉自己的想法很矛盾, 当年的白色地羊成为生肖之前, 是出了名的永不回响, 如今又怎么可能记得他? 难道, 难道杨哥使了什么计谋? 地虎微微思索了一下, 很快得出了答案, 会不会是因为杨哥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变成天际, 反而会变成参与者, 所以他用了一个计策, 这个计策导致他可以回响了, 人蛇和地羊互相望了一眼, 感觉这个理由有点太过牵强了, 为什么你就认定了那个人是杨哥呢? 地羊摇摇头, 虽然他们很像, 但现在最直接的证据已经证明了他和杨哥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他可以让自己获得回响, 那他成为杨之前就应该行动了, 可, 可他们实在是太像了, 地虎邓作严, 他们绝对是同一个人, 我有种特殊的感觉, 我跟他对话时, 经常能想到第一次见杨哥时的样子, 别傻了, 地羊叹了口气, 我们应该接受杨哥已经走了的事实, 他已经不在中原之地里了, 能不能不要再干些捕风捉影的事了? 死老黑, 他真的没有成为天羊, 地虎神色有些忐忑的抬头说道, 你知道吗老黑, 杨哥曾经答应过我的事全都没有做到, 这太不正常了, 如果天机真的可以自由出入这里的话, 无论怎么说他也会, 那你有没有想过, 地羊扭头打断道, 你在杨哥的心里到底算老几, 他凭什么要做那些答应你的事? 可是, 地虎依然摇着头, 脸上的表情居然渐渐委屈起来, 杨哥以前答应我的事他全都做到了, 唯独这一次, 所以我说, 你别傻了, 地羊冷喝道, 你与其纠结这些东西, 不如早点杀够三千六百人, 然后成为天, 至于那个叫做旗下的男人, 是不是杨哥, 我还是吃保留意见, 什么? 人蛇一愣? 你刚才说, 那个男人叫什么? 两个地级生肖似乎正在气头上, 谁都没有理会人蛇, 死老黑, 你以为我是你吗? 杨哥一走你, 就着急往上爬, 地虎咬着牙反问地羊, 真够冷血啊, 现在你倒舒服了, 整个中烟之地唯一的地羊, 是吧? 你什么意思? 地羊慢慢回过身, 你自己找不到杨哥, 准备把气撒到我身上, 我只是单纯地看不惯你, 地虎说道, 以前有杨哥在, 我拿你没办法, 后来你又成为了地级压我一头, 现在可好了, 我们是平级了, 所以呢? 所以, 要不要打一架? 地虎怒笑道, 以前的各种恩怨咱俩都算一算, 你有病吧? 地羊皱了皱眉头, 黑色的毛发也在此刻颤抖起来, 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你要在这里跟我打架? 怎么? 不敢吗? 地虎往前走了一步, 同样都是地级, 你觉得你打不打得过我? 别闹了, 让开吧, 地羊压着怒火说道, 咱俩要是打起来, 肯定得死一个, 死一个就死一个, 反正死的不是我, 人蛇觉得火药味实在是有点重, 赶忙上前一步拦在了二人中间, 喂, 你们差不多得了吧? 他伸手放在二人的肩膀上, 感觉情况十分不妙, 这二人如果真在这里动起手, 那显然是地级战争, 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三人毕竟曾经有过这么多年的交情, 自相残杀绝对是最坏的情况, 给我个面子吧, 人蛇低声说道, 我不管你们谁会死, 但你们打起来, 我肯定会死, 死蛇, 你走开, 地虎说道, 和你没什么关系, 我今天要把这个篡位的老黑撕碎了, 篡位? 一直压抑着怒火的地羊瞬间暴躁起来, 你说我篡位?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他妈你一个人在乎羊哥吗? 胡子, 老羊, 你们先冷静一下, 人蛇不断的伸手拍打着二人的肩膀, 我现在有个主意, 你们要不要听一下? 我不听, 我今天就要打死他, 地虎说道, 死蛇你赶紧跑, 你在这儿我没法动手, 是, 地羊也点点头, 你走吧, 今天这件事你管不了了, 你们好歹抽出三十秒的时间让我说句话, 人蛇说道, 我说完了之后, 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 死了我也不管了, 二人压着怒火, 扭过头看向他, 那个旗下, 我也见过他, 人蛇说道, 记得我现在是协助着吗? 你直接说重点, 地虎说, 好, 人蛇点了点头, 原先我应该直接拉下手柄, 协助我房间中通过面试的人活下来, 但我心血来潮给他们提了几个问题, 我发现, 那个叫做旗下的人每次都可以答对杨哥留下的难题, 这又能说明什么? 地羊问, 如果你们愿意等, 下次我有万全的办法来测试, 旗下到底是不是杨哥? 他从怀中掏出自己是若珍宝的小本子, 上面还剩九十六个谜题, 如果他能一次性全部答对, 第293章, 无法发挥的作用, 旗下和乔家静赶回天堂口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张珊和另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 四个人互相点头示意, 推开教室门, 旗下二人往里一看, 众人已经全都回来了, 唯独不见陈俊南, 可此时旗下最想见的人就是陈俊南, 那个画牢呢? 旗下问, 陈俊南吗? 林晴站起身, 感觉他好像有点心事, 去天台了, 去天台了? 旗下摸了摸下巴, 随后点了点头, 难道陈俊南发现了什么东西? 他安顿好了乔家静, 正准备要去找陈俊南的时候, 林晴又叫住了他, 旗下, 林晴拉着旗下的胳膊, 将他带到一旁, 我有事要跟你说, 怎么? 旗下问道, 有两件事, 林晴扭头看了看韩一默, 首先是韩一默的事情, 他将韩一默已经不再回想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旗下,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 虽然回想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韩一默的回想实在是有些特殊, 如果他不能再回想了, 既不算损失也不算收获, 只能算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我现在担心的是, 林晴有些犹豫地说, 如果韩一默这次忘记了一切, 那他下一次就会以崭新的状态进入这里, 所以呢? 所以他可能会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惧, 林晴抬头说道, 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而恐怖的, 嗯, 旗下再度点点头, 他觉得林晴说的不无道理, 只是这件事很难处理, 如果韩一默真的获得了七年以来最严重的恐惧, 那应该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可如果为了避免这场灾难, 强行让他现在获得回想同样不是个好主意, 还有其他事吗? 旗下问, 再就是林晴思索了一下, 又将今天遇到的老太太和光屁股小孩的事情讲给了旗下, 旗下也见过这二人, 但未曾见过林晴所说的景象, 那个老太太居然会以超高的速度移动, 是神兽? 旗下问道, 应该不是林晴摇了摇头, 四个神兽我都见过了, 却未曾见过这两个人, 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不是原住民, 不是参与者, 不是神兽, 他们的脑袋上也没有面具, 更不可能是生肖。 说完这句话之后, 旗下顿了顿, 然后扭头盯着林晴, 问道, 你见过天际生肖吗? 我? 林晴轻轻摇了摇头, 我在这里活动了七年, 从未见过天际。 是吗? 旗下慢慢的眯起眼睛, 天际这么难寻。 我不好说, 林晴轻微叹了口气, 我听说天际是没有游戏场地的, 所以, 他们不会在固定的地点待着, 也就更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们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见一见陈俊男, 告别了林晴, 旗下转身向学校天台走去, 可正当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却碰到了楚天秋。 旗下? 楚天秋深邃的一笑, 大半夜的不睡觉, 准备去散步吗? 旗下没有回答, 正准备要绕过对方去天台, 却又想起了什么。 楚天秋, 旗下叫道, 上一次, 你让我获得回想的手段, 还能再施展一次吗? 听到这个问题, 楚天秋微微一愣, 随后笑出声来, 怎么, 这才第一天, 就已经陷入了失忆恐慌吗? 我没有那种恐慌。 旗下回答说, 只不过, 我想用我的回想, 就回一个人, 就回一个人。 楚天秋感觉有些好笑, 一个死人。 旗下听后点点头, 没错, 一个死了大约一个月的人。 以你的头脑, 应该不难想到这件事的矛盾之处吧? 楚天秋笑道, 你自己都记得那人死了很久, 又怎么用潜意识让那个人活过来? 旗下听后, 微微叹了口气,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件事的荒谬之处? 若一直记得这件事, 他便永远无法复活以死之人。 可若他忘掉, 那会连对方是谁也忘掉。 既然如此, 自己的生生不息, 要如何才能发挥效用? 旗下沉溺一会儿, 开口说道, 你不需要操心我的事, 只需要告诉我让我回想需要什么? 那可真是太难了。 楚天秋微微思索道, 我花了不少钱, 也费了不少心思。 那你下次要费心思的时候, 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 旗下笑道, 花了这么多心思, 我们一定要让他发挥效用。 楚天秋也笑着点点头, 刚要离去的时候, 却又停下脚步回头问道, 旗下, 你在回想的前一刻看到了什么? 这个问题重要吗? 旗下问道, 重要。 楚天秋回答说, 那可是我的重点研究方向。 旗下回想了一下自己回想前的状态, 他只记得自己痛苦至极, 那是余念安来带他回家了。 我什么都没看到。 旗下说道, 你有计策的, 尽管去实施, 我等着。 楚天秋的面色闪过一丝异样。 旗下, 你应该想到了吧? 就算我完美复刻了那一天的情况, 你也不一定会再次获得回想, 毕竟你的契机可遇而不可求。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旗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咱们最新的合作方式, 就是我提供回想。 你负责契机, 若我不能成功的话, 咱们要怎么合作? 楚天秋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有道理啊, 旗下。 二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不再说话, 楚天秋冲着云摇所在的教室直直走去, 而旗下则漫步来到天台。 学校顶楼的天台很空旷, 不知谁在这里摆了几把椅子。 旗下远远一望, 陈俊南和秦丁东正坐在天台望着漆黑的夜。 只不过, 他们俩人坐得很远, 仿佛并不熟悉。 听到脚步声, 陈俊南回头望了望, 老齐, 过来坐呀, 跟自己家一样。 第294章 不幸者 陈俊南 旗下叫了一声, 走过去坐在了他和秦丁东之间。 秦丁东看起来不是很开心, 不知二人当才交谈了什么。 老齐, 你有什么事要问我吗? 陈俊南问道, 小爷今天心情好, 有问必答。 旗下也毫不客气, 点点头说道, 陈俊南, 你见过天际吗? 当然, 陈俊南点点头, 不仅我, 你, 你旁边的东姐, 老乔, 我们都见过的。 天极两个字出口, 一旁的秦丁东 好像响起了极度恐怖的画面, 脸色瞬间冰冷起来。 可我不记得了, 旗下说, 如果我能记得就好了, 至少知道怎么应对他们。 秦丁东叹了口气, 旗下, 你当然不记得了。 嗯, 旗下皱了皱眉头, 看向这个女人, 每次我最期待的一点, 就是我每次出现都可以逗你。 秦丁东苦笑一声, 旗下, 我们已经邂逅了几十次, 你每次的表现都很可爱。 旗下感觉秦丁东的话, 有些细思极恐。 邂逅了几十次, 旗下又转头看向陈俊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陈俊南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老齐, 原先你一直是不幸者, 我们每一次都需要给你重新介绍自己。 嗯, 旗下一正, 不幸者。 秦丁东在一旁解释道, 就是一直都无法回想的人, 这种人在中烟之地不占少数。 只不过这一次, 你的表现好像很奇怪, 陈俊南和秦丁东同时看向他, 我倒是很想问问你, 老齐, 你是有过回想吗? 是。 旗下回答道, 短短一个字, 却让二人都皱起了眉头。 你真的回想了? 陈俊南站起身, 不可置信地问道, 难怪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老齐, 你的回想是什么? 可能叫做生生不息。 旗下点头说道, 陈俊南和秦丁东面色铁青地对视一眼。 你说什么? 陈俊南伸出小拇指, 挠了挠自己的耳朵。 我刚才是读了耳朵, 你再说一遍。 生生不息。 旗下重复道, 你小子跟我撒谎是吧? 陈俊南叹了口气坐到一旁, 生生不息, 你连编都不会编吗? 怎么? 旗下疑惑地看了看二人, 生生不息又怎么了? 不可能有人的回想, 是一个成语的。 陈俊南摇摇头说, 这也太荒谬了, 玻璃都能震。 话音未落, 二人表情一变。 天马和天虎要找的人, 找到了。 老七, 你就是那个巨大的回想。 陈俊南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说你是生生不息。 这四个字的能力是什么? 旗下回忆了一下楚天秋的话, 说道, 我并不完全了解, 毕竟回想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 但听楚天秋的意思, 大概是我可以让人活着。 让人活着? 陈俊南思索了一下, 你是说让人变成不死之身? 不, 旗下摇了摇头, 据我估计, 这个活着是字面意思, 就算他死了, 他也要活着。 陈俊南和秦丁东听后同时望向操场, 那里有黑区区的尸山, 其中乔家静和李向林的尸体就炸了三十多具, 就算死了, 也要活着。 陈俊南咽了下口水, 随后露出一丝苦笑, 老齐, 你有了这个能力, 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旗下听后还未等说话, 便感觉脑袋袭来一阵疼痛, 过了几秒他才逐渐适应。 陈俊南, 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 旗下捂着自己的额头说道, 你到底有什么神通? 你的替罪又是什么? 陈俊南听后微微一笑, 这还不简单吗? 老齐, 在我所见的范围内, 只要我想, 那么倒霉的人就是小爷我, 这听起来并不是个有用的回响。 旗下说道, 你就靠这个回响走到今天的吗? 我, 没用。 陈俊南的脸上闪过一丝失落, 你若真是生生不息, 那看来我确实没什么用。 旗下, 秦丁东插话道, 虽然陈俊南这个王八蛋很不是人, 但唯独你不能说他没用。 嗯? 旗下扭头看向秦丁东, 所以你也知道很多之前的事。 没错, 秦丁东说道, 这个傻子一直在替你和阿进去死, 所以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没用, 唯独你们不能。 是吗? 旗下微微点了点头, 仿佛想到自己头痛的理由了, 但他很快打断思路扭头说道, 陈俊南, 我想知道你的水平怎么样。 水平? 陈俊南愣了一下, 我想知道, 你在游戏中都是什么表现。 旗下补充道, 也想知道今后能信任你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似乎把陈俊南问住了, 秦丁东听后微微一笑, 这么说吧, 旗下, 这个王八蛋既没有你聪明, 也没有阿进能打。 这句话一出口, 陈俊南明显不太开心。 东姐,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我说得不对吗? 我重新给你组织一下语言。 陈俊南扭头对旗下说, 老齐, 这么说吧, 我比你能打, 也比老乔聪明。 秦丁东在一旁翻了一个瞳孔直击天灵盖的白眼。 哦, 旗下听后微微一笑, 真的吗? 是啊, 小爷还是有点倒横的。 陈俊南点点头, 你不信吗? 我信。 旗下说, 但是我需要你证明自己。 行啊, 你说怎么证明? 陈俊南点点头, 旗下回忆了一下今天地狐所说的话, 然后缓缓说道, 陈俊南, 你明天和我一起行动吧, 我需要和你一起参加一场游戏。 一起参加一场游戏。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摇了摇头, 老齐, 没那个必要, 我自己去。 你, 自己去? 秦丁东感觉不太对。 喂? 王八蛋, 你不忘了正事吧? 那两个天, 东姐, 现在不是时候。 陈俊南笑着打断了他, 我正在让老齐重新认识我, 有什么事都等我从地狩的场地回来再说。 地狩? 秦丁东马上一愣, 我跟你说过了, 地狩是没必要。 不, 他敢整你, 惹错人了。 旗下点了点头, 说道, 陈俊南, 你真的不带队友吗? 老齐啊, 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陈俊南想了想, 苦笑一声说道, 对我来说, 跟别人一起组队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 小爷我同情心太泛滥了, 随时有可能被蠢货害死。 我一旦不想别人死, 死的就是我。 旗下听后点了点头, 所以, 你确定要自己去吗? 没错, 陈俊南点点头, 老齐, 明天你尽量不要独自活动, 早上的时候, 长地看着旗下, 陈俊南未曾想到, 这种鬼地方还有生生不息的存在, 如此看来, 整个中烟之地都要变天了。 第295章, 英雄, 旗下和陈俊南回到教室的时候, 没想到秦丁东也跟了进来, 在这间教室住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众人站起身跟秦丁东打了个招呼, 呀, 秦丁东一眼就看到了林秦, 你, 没错, 是我, 林秦点点头, 好久不见, 秦丁东又转头扫视了一圈, 发现这里大多都是旗下七年前的队友, 但还有一个短发女孩, 这人似乎不该出现在这里, 你, 秦丁东看着那个兴起的面孔一正, 立刻跑上前去, 小闪, 你是, 苏闪有些好奇地盯着秦丁东, 二人的气氛有些怪异, 真的是你啊, 秦丁东开心地大叫道, 上次我把你丢了, 还以为人海茫茫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我们以前认识吗, 苏闪疑惑地说道, 当然当然, 秦丁东点点头, 我们以前可是好姐妹啊, 啊, 真的, 苏闪眨了眨明亮的双眼, 好姐妹, 旗下在一旁听了, 只觉得好笑, 苏闪是个警察, 而秦丁东是个女骗子, 就算他们认识, 可这二人有多大的可能成为好姐妹, 时间不早了, 旗下插话道, 大家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是跟今天一样, 大家各自出去寻道, 真的吗, 那明天我要跟小闪一起行动, 秦丁东轻易地挽起了苏闪的手, 这让苏闪感觉不太舒服, 几个人分散开来, 分别找了几张桌椅拼在一起, 各自选地方休息了, 旗下也拖过一把椅子坐在门边, 缓缓地活动了一下筋骨, 可他一低头, 忽然发现身旁有一个奇怪的矮小影子, 这个影子似乎是从走廊照射进来的, 他扭头一看, 教室房间门口正站着一个奇怪的少年, 这少年看起来十二三岁, 比金元勋还小一些, 他穿着普通的T恤和短裤, 但奇怪的是, 他用一个破旧的床单做了个披风, 披在了自己的背上, 头上还戴着一顶用就报纸折成的王冠, 少年往前走了一步, 好奇地打量了一下众人, 随即伸出了手, 旗下发现他的手上拿着一把报纸折成的短剑, 众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孩子, 纷纷定睛看向他, 你是? 乔家静开口问道, 我是, 英雄, 少年一脸认真的开口说道, 英雄, 众人不解地看向这个少年, 旗下始终没说话, 一直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个少年, 如今的天堂口对他来说只是个可以安稳容身的住宿地, 这里的每个人都没法完全相信, 你们这里有怪兽吗? 少年又问, 灵晴似乎知道这个少年的意思了, 你的这身装扮是在玩打怪兽的游戏吗? 你扮演的是英雄, 我不是在玩打怪兽的游戏, 我是在找真的怪兽, 少年的表情十分坚毅, 而且我也不是扮演英雄, 我是真正的英雄, 灵晴有点被他逗笑了, 可是这里没有怪兽, 你要怎么办? 你这个小英雄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 你们是平民吗? 少年将报纸做成的短剑插进了自己松散的腰带, 没有怪兽的话, 我可以保护平民的, 怎么保护? 灵晴走上前去, 蹲在少年身前, 略带笑意地看着他, 小英雄, 我们现在有危险吗? 嗯, 少年用力地点点头, 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怪兽, 他可能潜伏在平民之间, 我需要找到他,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过家家游戏听起来难度不小, 中二病犯了吧? 陈俊男挠了挠耳朵, 小孩, 我们这儿好着呢, 你去隔壁屋看看, 我感觉那儿有很强的妖怪气息, 你去挨个盘问一下, 是吗? 小孩望望望走廊, 疑惑地说道, 你感觉怪兽在隔壁? 他思索了一会儿, 伸手扶起眼前的灵晴, 说道, 尊贵的女士, 您先起来, 不必担心, 作为英雄, 我会替你们解决麻烦的, 灵晴只感觉有些好笑, 但还是站起身, 看着这个少年说道, 那就谢谢英雄了, 少年甩了甩自己的披风, 正要出门时, 旗下却叫住了他, 喂, 嗯? 怪兽长什么样子? 小孩听后伸手, 睁了正自己头上, 用报纸叠成的王冠, 开口说道, 我说过了, 他现在长得和平民一样, 所以很难找, 那你准备怎么找? 旗下问道, 就这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去问有怪兽吗? 这, 小孩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我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 毕竟怪兽很狡猾, 听到这句话之后, 旗下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少年, 他是天堂口的人吗? 如今有名有姓的天堂口成员旗下, 几乎全见过了, 可他却对这个少年完全没有印象, 如果他真是天堂口的人, 他的样子如此疯癫, 说明信念极深, 自身应当有着很强的回响, 可为什么在上一次的战争中, 没有见过他? 莫不是这次新加入的人吗? 既然如此, 他所说的怪兽又是什么? 旗下瞬间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难道他, 军中的天极生肖, 小孩, 旗下说道, 你的回响是什么? 少年听后吸了吸鼻子, 能闻到他的臭味, 臭味? 旗下点点头, 也就是说你能闻到生肖? 不只是生肖, 小孩回答道, 我还能闻到回响的臭味, 这个文字让旗下感觉有点怪异, 什么叫回响的臭味? 旗下想了想, 问道, 你能闻到别人的回响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少年点点头,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英雄, 还不等旗下说点什么? 少年忽然转身冲向走廊, 我, 我好像闻到了, 他大喊一声, 从腰间拔出报纸短剑, 快步消失在走廊尽头, 房间内众人都被这一幕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唯有旗下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我闻到了回响, 第296章, 变天了, 旗下望向不远处的陈俊南, 开口问道, 你有见过这个少年吗? 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了, 陈俊南说完又看了看秦丁东, 这事儿还得问问东姐, 秦丁东听后也摇了摇头, 我也没见过, 一夜的时间, 那位少年英雄都没有动静, 几人也算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 陈俊南起了个大早, 他确认身边队友都在沉睡的时候, 漫步走到了教室门口, 旗下正坐在这里睁着眼睛, 看起来一夜没睡, 呦, 老齐, 挺有精神的吗? 陈俊南说道, 起床这么早, 准备去公园练剑, 陈俊南, 你确定谁都不带? 旗下问, 怎么? 陈俊南苦笑一下, 你感觉我会死? 自然不是, 旗下回答道, 我希望你别死, 那不就得了, 陈俊南摆摆手, 打开了教室门, 这一代我已经不太熟了, 我先去问小楚要个地址, 那你小心, 得了, 陈俊南告别了旗下, 天还未亮便离开了屋子, 他正准备到楚天丘的教室去问个明白, 却发现昨晚出现的小英雄正站在楚天丘的教室门口, 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报纸折成的短剑, 他看起来面色苍白, 眼圈很黑, 仿佛一夜没睡, 哟, 这不英雄吗? 陈俊南笑着往前走了几步, 怎么? 大清早给人家送报纸呢? 平铃, 你退后点, 少年有些紧张地回过头来, 他手中的报纸短剑也跟着哆嗦了一下, 这里很臭, 这里有问题, 有问题, 你倒是杀进去啊, 陈俊南叹了口气, 你在这举着报纸等一晚上, 不累吗? 杀进去, 少年皱了皱眉头, 可我是英雄, 若我不幸战死, 没事你死了还有我, 陈俊南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我是葫芦娃, 你解决不了的妖怪, 我来解决, 少年听后疑惑地看了陈俊南一会儿, 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深呼了一口气, 慢慢推开了门, 屋里没有什么异常, 五个人正待在这里, 楚天秋在黑板上写字, 云瑶在和田田聊天, 而许流年和张山正都在一旁发呆, 陈俊南谨慎地看了看这五个人, 然后先一步走了进去, 小楚啊, 陈俊南叫道, 小爷我有事找你帮忙, 平民你, 少年伸手, 想要拦住陈俊南, 却被陈俊南不耐烦地挡开了, 什么事? 楚天秋笑着问道, 他看了看一旁的少年, 思索了了一会儿问道, 你是张山昨天带回来的孩子, 叫什么来着? 张山在一旁轻声说道, 正英雄, 没错, 我是英雄, 少年一脸认真的点点头, 请问, 你们, 你们这里有没有? 陈俊南伸手摸了摸少年的头, 恰到好处地打断了他的话, 小孩, 大清早怎么上人家这里要东西呢? 说完之后, 他又看向楚天秋, 小楚, 给我画个地图吧, 小爷要去找地蛇那个老银贼玩, 他将少年向后一推, 往前走了几步, 正站在四人和少年之间, 地蛇吗? 楚天秋点点头, 稍微有点远, 让云瑶画给你吧, 云瑶听后点点头, 从包中掏出本子, 微微思索了一下, 便刷刷地画下了一幅草图, 陈俊南接过之后, 挥了下手, 谢了呀, 大明星, 云瑶一正, 你认识我? 当然啊, 陈俊南点点头, 你答应过带我见刘德华, 忘了吗? 刘德华, 一句话出口, 现场气氛有些尴尬, 陈俊南咽了下口水, 一字一顿地改口道, 怎么说, 现在属于是翻脸不认账了吗? 我不知道以前跟你说过什么, 但我不认识刘德华, 云瑶无奈地摇摇头, 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地图给你画好了, 赶紧走, 得, 我这就走, 陈俊南伸手接过纸条揣到怀中, 然后扭头对少年说道, 英雄, 你跟我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他抓着少年的胳膊, 将他拉出屋子, 然后来到走廊的另一侧, 平平, 你要做什么? 少年扶着自己的报纸王冠, 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这熊孩子疯了多久了? 我疯什么? 少年将短剑插回腰间, 只是因为英雄做的事情, 你们不理解罢了, 我注定和你们是不同的, 所以呢? 陈俊南伸出一根手指, 拨弄了一下报纸折成的短剑, 你闻到臭味, 准备拿着这个破纸上去, 跟怪兽拼命吗? 你给怪兽擦脸哪? 少年抿了明嘴唇, 在众人当中, 只有我能发现这种臭味, 若我不做点什么的话, 得了吧? 陈俊南叹了口气, 小孩, 你的能力这么特殊, 只是缺了点脑子, 昨晚你去的屋里有个人叫齐夏, 你去跟他聊聊, 看看能不能给你尝尝脑子, 齐夏? 少年沉思了一会儿, 可我是英雄, 我注定是孤独的, 得了得了, 陈俊南摆摆手, 你这英雄强度也太低了, 找老齐给你打个增强补丁吧? 他不再理会少年, 迎着黎明的光亮走出了房门, 这次的任务很重, 不仅要在地蛇的游戏中脱颖而出, 还要尽可能地从那个老银贼的口中, 问出天蛇的下落, 如果只有天马和天虎开始行动, 那事情还有转机, 可一旦天机生效全部出动, 那旗下的处境就危险了, 谁也不知道天龙那个疯子, 会对旗下干出什么事, 陈俊南走到学校门口, 跟门口的守卫假客气地寒暄了两句, 随后拿出地图看了看, 大体确定方向之后刚要离开, 却发现远处有人正在往此处走来, 他抬头定睛一瞧, 青一色的皮衣人, 陈俊南未等看清面目, 直接伸手将身后的学校铁门关上, 然后对门口的守卫说道, 回去叫人, 啊, 年轻守卫迟疑了一会儿, 立刻回身跑走了, 看来中烟之地真的要变天了, 陈俊南伸了个懒腰, 又做了做伸展运动, 此时远处的人也映入了眼帘, 嗯, 陈俊南还以为要大战一场, 却没想到走来的竟是熟悉面孔, 小宋, 宋七今天的表情跟昨天完全不同, 我要见楚天秋, 宋七说道, 哦, 跟我说没用, 我不是这儿的牢牢, 陈俊南笑着看了看宋七, 又看了看他身后乌鸦鸦的黑衣人, 小宋, 正是这么大, 是要动手吧, 有可能会动手, 宋七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男人, 他知道陈俊南的记忆保留的很多, 但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要动手的话, 你等会儿, 陈俊南说道, 我有几个帖子还没起床, 等他们走了, 你爱怎么动手, 就怎么动手, 兄弟, 上次没问你, 这次能报个名号吗, 宋七说道, 葫芦啊, 陈俊南回答说, 什么指教, 第297章, 不搭的组合, 宋七摇了摇头, 不想说就算了, 我们只是来找楚天秋问点事情, 陈俊南伸出指头扣了扣耳朵, 微微思索了一下说道, 找这么多人, 就来问点事情吗, 没错, 这次我们必须要得到答案, 宋七点点头, 毕竟天堂口也是全员回响者的组织, 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 话说, 宋, 小宋啊, 陈俊南往前走了几步, 与宋七面对面站着, 你们现在是个什么组织, 我们是猫, 这里纠集了一批不想出去, 反而想永远留在中阴之地的强者, 我们收取真金白银, 替人做事, 宋七顿了顿, 又说道, 无论是这里还是外面, 无论是脏活还是累活, 大爷的, 陈俊南挠了挠自己的耳朵, 你们这处境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看起来你也有回响, 现在要不要加入吗, 宋七说道, 我们的老大前五应该会很喜欢你, 前五, 陈俊南好像想到了什么, 小前逗, 前多多, 你, 宋七赶忙跑了过来, 眼前这人口无遮拦, 急意动摇前五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 赶忙小声说道, 你胡说什么, 什么小前逗, 你怎么知道五哥的本名, 阿欧, 陈俊南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忘了忘了, 前五是吧, 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他, 居然真的是他, 宋七见状低声说道, 如果你是五哥的故人, 更应该去见见他了, 说不定还能赐你二十二的名号, 陈二十二, 陈俊南摇了摇头, 太难听了, 小爷放着俊南不当, 要去你那当个二货, 宋七叹了口气, 既然兄弟没有合作意想, 那也别再阻拦了, 我们现在去见楚天秋, 陈俊南得知对方的目标不是旗下和乔家近后, 自然也不再担心, 向旁边撤了一步, 露出了大门, 宋七也没有犹豫, 推门走了进去, 猫队众人紧随其后, 同一时刻, 张珊和云瑶带着十几个人从教学楼内走出, 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操场上, 两队人马在操场中央分两侧站好, 片刻之后, 宋七和张珊来到了中央, 宋七隐约记得眼前的男人, 上次为了杀掉他, 众人也费了一番功夫, 兄弟, 报个名号, 宋七说道, 天堂口张珊, 幸会, 我是猫宋七, 宋七对他说道, 我要见楚天秋, 不是这个道理吧, 张珊看了看眼前青衣色的黑衣人, 宋七, 你是猫的首领吗? 不是, 宋七摇摇头, 我们的首领是前五, 首领是五, 你是七, 张珊笑了笑, 我干, 你俩中间还隔着个六, 所以, 你是三把手? 是, 宋七点点头, 你是三把手, 我也是, 张珊笑道, 有什么事可以咱俩谈, 身份对等, 三把手直接点名, 见对方的首领不太合规矩, 你也是三把手, 宋七眯着眼睛, 看了看张珊身后的云瑶, 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试镜,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身份对等, 五哥想要杀死楚天秋, 仅仅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可是有的将帅善武斗, 有的将帅善计谋, 张珊意味深长地看向宋七, 你说出这种话来, 是想要挑衅吗? 几句简单的交谈之后, 宋七明显感觉到, 眼前男人的气势不一般, 这咄咄逼人的架势, 就算说他是首领, 也不为过, 此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一直在宋七脑海中盘旋, 天堂口的实力并不弱, 可上一次猫对大举进攻时, 奋起反抗的回想者少之又少,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难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首要目的, 不是获得回想吗? 更何况, 雇佣猫来血洗的不是外人, 而是首领楚天秋, 我没有挑衅的意思, 宋七说道, 我们只是在找人, 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应该最清楚原委, 正在二人僵持间, 天堂口一侧的后方人群, 渐渐退向两边, 一个轻瘦身影走了过来, 正是楚天秋, 他带着一脸儒雅的笑容走到宋七面前, 缓缓地站住了身形, 二人迎着清晨的朝阳, 吹着腥臭的风, 对视了几秒钟, 猫对吗? 楚天秋率先开口说话了, 怎么了? 楚天秋, 我们有事要问你, 能借一步说话吗? 宋七问, 楚天秋微笑一声, 开口说道, 好啊, 你跟我来吧,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说, 宋七点了点头, 跟身后几人交代了几句, 大家原地坐了下来, 你们也别在这儿了, 楚天秋挥挥手, 来的都是朋友, 大家散了吧, 天堂口的众人听后, 互相望了望, 最终散去了, 云瑶环视了一圈, 发现陈俊南正站在校园门口坐早操, 他稍加思索, 离开人群朝那男人走了过去, 陈俊南刚要走,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声, 等一下, 他转身一看, 正是云瑶, 怎么了大明星? 陈俊南挠了毛后脑勺, 想起刘德华的电话号码了吗?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 问道, 你为什么要找地蛇? 因为我想去锻炼一下脑子, 陈俊南说道, 你有什么指教? 你是要帮旗下收集攻略吗? 云瑶又问, 不算是, 但也差不多, 陈俊南点点头, 我正好看看现在的地蛇是个什么玩意, 我和你一起, 云瑶开口说, 神, 陈俊南一愣, 不行, 长成你这个样, 去地蛇的场地里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你还是老实待着吧, 看来你也知道地蛇是什么德行, 云瑶说道, 你一个大男人去的话, 地蛇怎么跟你敞开心扉?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 点头说道, 但我不能保证你会活下来, 没关系, 为了最终目标, 我本来就会死很多次, 云瑶一脸坚定地说, 可你不管那边的烂摊子了, 陈俊南用下巴指了指操场上的人群问道, 和我没关系, 云瑶叹了口气, 不论楚天秋的目的是什么, 天堂口都有些变位了。 第298章, 中烟刺头, 陈俊南拗不过固执的云瑶, 最终还是带着他一起前往了地蛇的游戏场地, 二人顺着地图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才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间面积很大的建筑物, 似乎是个大平层的博物馆, 博物馆的门口站着一个勾楼的身影, 他长着一颗干黄的舌头, 身上的皮肤看起来有些干燥, 此时就像老人一样爬满了皱纹, 他微微弯曲着腰, 肥大的西装像是挂在了他的身上, 他远远地看到了云瑶, 暗黄色的眼睛中瞳孔立刻竖起, 变成了一条细长的线, 嘿嘿, 他笑了一声, 好啊, 太好了, 嘶哑的声音伴随着蛇类独有的嘶嘶声, 让人感到一阵恶心, 云瑶完全不在意的蛇的眼光, 直接站在了他的面前, 门票? 云瑶问道, 一人四颗, 嘿嘿, 地蛇咽了下口水, 说道, 你这长相的话也可以用衣服来抵, 云瑶从胯包中掏出了四颗道留给地蛇, 然后问道, 需要几个人? 地蛇有些失望地接过道, 说道, 十二个人, 好, 我等着, 云瑶点点头, 走到一旁倚着墙站着, 而地蛇的目光则一直在云瑶身上打量, 陈俊南慢慢地站到云瑶和地蛇中间, 挡住了那恶心的目光, 但他感觉略微有点难办, 门票四颗道, 昨天他出门闲逛了一圈, 一共就转了两颗道, 如今难道还要问云瑶借两颗? 他思索了一会儿, 走上前将自己的两颗道递给了地蛇, 地蛇接过之后不解地看着他, 还有吗? 你等等啊, 陈俊南俯下身子忙活了一会儿, 随后拿起了两只脏细细的袜子, 那什么? 老头儿, 陈俊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在我们胡同里也算是没清目秀的小伙子了, 今儿我先拿袜子底上, 等小爷发达了一定把这袜子赎回来, 您别嫌弃, 身, 什么? 地蛇把伸出来的手直接藏到了身后, 我不要 嗨 您千万别客气, 我空手来的, 没什么孝敬您的, 您先拿回去穿, 有合适的再换, 地蛇看着两只脏细细的袜子, 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脑子有病吗? 谁要你的臭袜子? 您导歧视是吧? 陈俊南回头指了指云瑶, 我长得就比那姑娘差一点, 他衣服能抵, 我的袜子不能抵, 小子, 你长麻烦是不是? 我长麻烦? 陈俊南一脸委屈地说道, 大爷, 我这是在按照您的规则交门票啊, 袜子您不要的话, 我勉强也可以送上我的裤衩, 只不过您得稍等, 我得找个地方拿下来, 裤, 裤衩? 小爷今天没洗澡, 估计裤衩但正好, 您不嫌弃地拿去收藏, 您放心, 我绝对不跟别人说, 看着地蛇背弃地连连后退, 云瑶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 哈, 他擦了擦眼角, 你这人蛮有意思的, 我借你两颗吧, 咦? 可以吗? 陈俊南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再丢点时间, 我可能马上就要说服他了, 云瑶笑着摇摇头, 你准备拿手上的两只脏袜子, 说服一个地级吗? 虽然概率不大, 但我这人就是不服输, 陈俊南说道, 云瑶从包中掏出两颗刀, 随手抛给了地蛇, 然后对陈俊南说道, 赢了, 记得还我, 啊, 您真是太居气了, 陈俊南低头穿上了袜子, 紧接着要去跟云瑶握手, 云瑶也被吓得连连后退, 握手就不闭了, 我心领了, 嗨, 您别嫌弃, 陈俊南用裤子擦了擦手, 今儿您瞧好吧, 我肯定把它还给你, 地蛇皱着眉头盯着陈俊南, 感觉略微有些不妙, 在他还是人籍时, 仿佛见过这个身影, 只不过时间太久远, 当时发生的事已经有些淡忘了, 他隐约记得这人是个刺头, 从不按套路出牌, 接下来的游戏可能会有点麻烦, 大明星, 你以前来过这里, 陈俊南问道, 没有, 但有其他的队友探查过这里, 所以我知道地蛇是什么德行, 得, 看在你那么举气的份上, 小爷会保护你的, 陈俊南说道, 待会说完了规则之后, 你就滑水摸鱼吧, 看我表现表现, 云瑶有些好奇地盯着陈俊南,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说他像个好人, 可他的言语动作都格外轻浮, 说他不是好人, 他至今为止都没有过出格的举动, 反而莫名的让人有种安全感, 二人正在等待, 却忽然看到远处走来了一个白衣女子, 见到这名白衣女子时, 二人都错愣了一下, 他好像有点眼熟, 仿佛昨天才见过, 可当他一步一步走近时, 二人才发现这个白衣身影, 好像跟记忆中的区别不小, 那是个长相平庸的女孩, 她的眼神看起来很坚定, 只是衣服和发型有点像, 你们好, 他冲陈俊南和云瑶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走到了地蛇面前, 请问门票是多少, 地蛇打量了一下, 姑娘露在白色连衣裙外面的肢体, 眼神下作地说道, 四个道, 如果戴得不够, 可以拿衣服来抵, 两件衣服能抵一个道, 嘿, 宁鸭还真会做生意, 陈俊南在一旁冷嘲热讽道, 长得一般的两件衣服, 一颗道, 长得漂亮的一件衣服, 一颗道, 像我这种极度帅气的, 袜子加裤衩都不换, 你给我闭嘴, 地蛇叫骂道, 白衣女还笑了笑, 说道, 我不用衣服换, 我有道, 他拿出四颗道递给地蛇, 然后冲陈俊南和云瑶点头示意, 默默站到了另一边, 只有我有这个错觉吗? 陈俊南说道, 这姑娘的条看起来眼熟呢, 她的身材有些像旗下的妻子, 云瑶点点头, 但看长相却完全不一样, 嘿, 有点意思, 陈俊南笑着点点头, 这姑娘待会儿要活下来, 我死活带回去给老齐看看, 做什么? 云瑶不解地问, 做红娘啊, 陈俊南扣了扣鼻子, 老齐就喜欢这款, 第299章, 封王, 楚天秋挥了挥手, 一旁的小年和张杉便走出了教室, 宋七, 坐呀, 楚天秋挥手示意了一下, 宋七点了点头, 毫不客气地拖来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要问什么? 楚天秋笑道, 我们再找一个巨大的回响, 宋七说道, 五个亲子下的命令, 哦, 楚天秋扬了扬眉头, 巨大的回响, 没错, 宋七点头, 五个怀疑这个回响者, 是因为我们大举进攻, 才触发的回响, 所以, 你应该知道些什么? 是啊, 我当然知道, 楚天秋有些开心的笑道, 我用一千万, 买了整只猫队的命, 自然就是为了这个巨大的回响, 我想知道他是谁, 宋七说道, 那可能吗? 楚天秋伸出纤细的手指, 摸了摸自己发红的嘴唇, 花钱的人是我, 答案也只能由我看到, 我们可以和你交换, 宋七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一千万我们拿不出来, 但我们可以帮你做相同价值的事。 啊? 楚天秋大笑一声, 你觉得我在乎的是一千万? 那你, 宋七, 这次前五接了谁的任务? 楚天秋画风一转问道, 这, 按照规矩, 客人的信息我们不能透露。 楚天秋大笑几声, 然后相后靠了靠, 轻声道, 宋七, 这个客户亲自去找了前五, 并且让猫除了首领和副首领之外, 再次全部出动, 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天堂口, 难道他比我还有钱吗? 宋七沉默不语, 所以他极有可能压根就没有付钱。 楚天秋说道, 要说在中烟之地能够一分钱不花, 就让前五做出这种事, 想来应该是大人物吧? 你别再猜了。 宋七打断道, 为保护客人隐私, 就算你猜到了, 我也不会承认。 保护隐私? 哈。 楚天秋面色忽然一变, 略带凶狠地问道, 你告诉我, 他们有什么值得保护的? 宋七沉吟了一刹那, 摇头说道, 楚天秋点点头,收起笑容又改口道, 那我想知道你们猫是什么立场? 找到了那个巨大的回想之后, 又要如何? 这我不知。 宋七摇摇头, 五哥做事我从不过问细节, 只知道要把那个人带去见他。 楚天秋沉默一会儿, 开口说道, 宋七, 若是此举会让猫跟所有参与者为敌, 你们也义无反顾吗? 什么意思? 宋七问道, 你和我都保留了两年的记忆, 应当知道, 这种程度的回想从未出现过, 他极有可能改变中烟之地的格局, 更有可能是众人逃脱的希望。 楚天秋又擦了擦嘴唇说道, 而雇佣你们的大人物的目的, 自然要阻止这件事发生, 就算如此, 你们也要帮他吗? 宋七沉默许久, 开口说道, 楚天秋, 你应该知道, 猫之所以能安稳地存活至今, 正是因为, 我们不会单摄中烟之地的变化, 无论是生效, 是集道, 是参与者, 是其他任何组织, 我们全都一视同仁, 所以你们把中烟之地当成上班的地方了? 楚天秋感觉眼前人可悲到好笑, 每十天回家一次, 剩下的日子里, 全都在这给家人赚钱, 这样不好吗? 宋七活动了一下肩膀, 让自己也尽量做得舒服一些, 然后苦笑道, 我们自知罪孽深重, 就算回去也是死, 更何况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根本不可能给家人赚到这么多钱。 楚天秋听后点了点头, 所以, 猫的最终动机跟挤到差不多吗? 你们要保护这个地方, 毕竟对你们来说, 这里是一个能挖到黄金的煤窑, 那也不是, 宋七摇摇头, 只能说我们顺应一切天意, 如果能赚钱自然最好。 好, 那我知道了, 楚天秋点点头, 这个巨大的回响是我逃脱的关键, 我很难告诉你们他是谁, 完全没得谈了吗? 宋七又问, 倒是可以谈, 楚天秋沉吟道, 可我的价码很高, 你说说看, 楚天秋听后, 看了看操场上原地坐下的众多猫队成员, 开口说道, 带来多少人? 十八个, 宋七答道, 几个人回响了, 六个, 哈, 楚天秋又笑了, 他缓缓站起身, 走到宋七面前弯下腰, 脸庞贴近对方, 一字一顿地开口说道, 我要你们所有人的右手, 一人一只, 现在给我留下, 宋七的眉头微醋, 随后露出了一脸怒笑, 楚天秋, 你可真够疯的, 别误会, 宋七, 楚天秋直起腰, 这不是威胁, 也不是宣战, 只是生意, 你可以拒绝, 同样也可以杀架, 每人一只右手, 我能得到什么? 我会告诉你, 那个人是谁, 楚天秋说道, 如果你愿意加架, 留下每个人的双手, 亦或是六个回响者的尸体, 我会号召整个天堂口, 帮你一起捉到他, 宋七的面色慢慢沉了下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任务, 至少要留下十八只手, 破坏规矩也可以啊, 楚天秋点点头, 我们双方直接宣战也行, 天堂口目前的回响者, 也差不多五六位, 可以算是旗鼓相当, 那和任务不符, 五个不会满意的, 宋七从腰间快速地摸出了一把匕首, 我的右手先奉上了, 楚天秋慢慢凑近了宋七, 这么老旧的刀, 能切得下右手吗? 宋七看着自己的右手手腕, 略微沉默了一下, 看啊, 楚天秋双眼发直地盯着宋七的右手, 离这么近, 小心血溅到脸上, 楚天秋慢慢地伸出一根指头, 指向了自己的左眼, 我的眼睛很冷, 往这里溅, 宋七一皱眉头, 随后匕首闷声入肉, 一道小小的血柱喷起, 恰好见到了楚天秋左侧的眼球上, 楚天秋并未眨眼, 反而一脸笑容地活动了一下瞳孔, 让血液在眼球上均匀扑开, 然后瞪着通红, 温热的左眼留下了一丝血泪, 这丝血泪让他儒雅的面容看起来又多了几分怪异, 宋七将右手扔在地上, 随后解下皮带狠狠地缠在了手腕处, 整个过程一身胃坑, 可额头已经有了一层薄汗, 我收回我的话, 楚天秋笑着擦掉血泪, 随后轻舔了一下手指, 你的刀不错, 我也收回我之前的话, 宋七面色苍白地说道, 你确实有首领的气质。 第三百章, 孤独的参与者们, 宋七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时, 所有猫队成员面色都变了, 几个人快步走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却被他挥手拦住, 所有人都留下一只右手, 宋七抬头说道, 男人负责砍手, 女人负责止血, 一语过后, 大半的人已经掏出了匕首, 抵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旗下坐在窗边, 看着远处操场上这诡异的一幕, 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宋七, 罗十一, 他盯着场上那两个熟悉的面孔沉思起来, 看来他们确实隶属于同一个组织, 可他们为什么要集体斩断自己的右手, 难道是交易? 旗下又看了看远处的楚天秋, 正在脑海中构建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这群雇佣兵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难道是我? 可很快, 旗下就摸着下巴, 皱起了眉头, 我有这么重要吗? 正在他思索间, 身后传来了一个细微的脚步声, 他转头一看, 李警官正面色沉重地盯着自己, 似乎有话想说, 怎么了? 李警官在旗下身边坐下, 抬起头看了看他, 欲言又止, 有话直说吧, 旗下说道, 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李警官看了旗下一眼, 缓缓说道, 旗下, 你还记得吗? 你说, 只要我站在你这边, 你就会帮我摆平张华南的事情? 没错, 旗下认真的点点头, 现在搞定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 李警官的面色一沉, 随后苦笑说道, 我没想到, 事到如今, 你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旗下,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骗你? 旗下一顿, 我选择相信了你, 可你却欺骗了我, 难道你说帮我搞定张华南, 只是临时想出的缓编之计吗? 李警官的眼神之中并没有愤怒, 反而带着思思失落, 神, 旗下有些摸不清楚现在的状况了, 我哪里欺骗你了? 李警官沉吟一会儿, 伸手摸了摸口袋, 却想起口袋已经是空的了, 上一次, 你给了我一张电话号码, 让我去联系十四岁的你, 李警官想伸手摸一支烟, 发现烟也没有, 只能一脸失落地说道, 可是那个电话号码是空号, 空号? 旗下慢慢皱起了眉头, 感觉事情有点超出自己的预料了, 为了摆脱我自己的困境, 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我已经默备了无数次,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甚至还思考要如何说服十四岁的你, 可我压根就没有想过那个电话号码是错的, 旗下没有说话, 只是低头沉默不语, 所以,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李警官用一双满是失望的沧桑眼睛看向旗下, 仿佛再一次失去了逃脱的动力, 旗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李警官, 不管你信不信, 我没有骗你的动机, 自始至终, 没有人帮我, 我回到现实的意义在哪里, 你确定电话号码没错吗? 旗下又问道, 李警官双眼微闭, 将电话号码重复了一遍, 这是坐机号码, 也是旗下从小居住的房子中的号码, 一个数字都不差, 你说这是空号? 旗下问, 难道我专程过来跟你撒谎吗? 无论怎么想, 这件事也太奇怪了, 毕竟旗下给李警官的是真实的电话号码, 结果却无法联系到自己, 这是哪一环出了问题? 旗下一扭头, 看到操场上的楚天秋指了指自己的方向, 宋七一行人确认了目标之后, 纷纷走了过来, 麻烦, 旗下皱着眉头, 回头看向李警官, 李警官, 虽然不知道空号是怎么回事, 但你留下你的电话吧? 我的电话? 李警官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的时间比我要往后, 我留下电话, 你又要如何帮助当时的我? 旗下摇摇头,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帮你了, 而是我想知道, 咱们二人之间究竟能不能在现实世界获得联系? 什么? 李警官一愣, 你是在怀疑? 我没什么怀疑的, 旗下说道, 只是做个实验罢了, 况且我们的人生都卡住了, 不差这十天, 李警官沉思一会儿, 说出了一串电话号码, 由于我职业特殊, 这个号码应当不会轻易更换, 李警官补充道, 如果你打不通的话, 只能说明我已经不存在于你的世界了, 不存在吗? 我犯了错, 所以会沉沦在历史中, 李警官苦笑道, 我到不了你们所能见到的, 那光明的未来, 光明的未来, 旗下苦笑道, 但愿吧, 二人正沉默间, 教室门被人推开了, 一群猫走了进来, 屋子里的众人谁都没动, 只是静静地看向他们, 宋七往前一步, 望着旗下开口说道, 我早该想到, 你不是普通人的, 旗下未曾说话, 不远处的乔家镜, 缓缓地站了起来, 不是普通人? 乔家镜笑了一下, 所以你们是爱拜码头的吗? 见到眼前这个光着上身的男人, 众人都微微后退了半步, 乔家镜, 宋七沉应道, 这次我们要把旗下带走, 希望你不要阻拦, 哈? 乔家镜笑了一下, 那我们个退一步, 你们不带他走, 我就不阻拦你们, 成交吗? 此时的李警官也站起身, 与乔家镜肩并肩站着, 他从未见过这些穿着黑色皮衣的人, 但从景这么多年, 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团伙, 麻烦, 宋七看了看乔家镜, 又看了看一旁身材健硕的李警官, 开口说道, 这俩应该都不太好对付, 话音一落, 宋七又看到了坐在角落中的韩一墨, 此人同样让他印象深刻, 在他死亡时曾经发生过剧烈的爆炸, 直接击杀了三个猫队的成员, 宋七感觉他恐怕是除了自己之外, 中烟之地第二个能引起燃爆的人, 而韩一墨也瞬间想起了什么, 一股淡淡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只感觉耳畔嗡嗡作响, 这个房间有够热闹的, 宋七的面色渐渐沉了下来, 旗下, 乔家镜, 一个精通格斗的警官, 集道者林晴, 外加一个能引起燃爆的人, 说完他又看向苏闪, 还有一个久违的至江, 第301章, 女子团, 还不等宋七说完下一句话, 一把报纸折成的短剑横在了他的眼前, 他一扭头, 发现一个奇怪的少年正盯着自己, 口中念念有词, 平民之间禁止自相残杀, 回头疑惑道, 平民? 旗下缓缓站起身, 宋七, 你说要带我走? 没错, 宋七面无血色地回过神来, 猫所接到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你们现在是一群残兵, 准备要怎么完成? 我们死了也无所谓, 宋七摇摇头, 我们要么全部与命于此, 要么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 绝无第三条路, 有点意思, 旗下冷笑一声, 昨天我还把你当成兄弟, 没想到, 今天就要刀剑相像了, 兄弟是兄弟, 生意是生意, 宋七开口说道, 这次把你带走, 不代表我们日后成不了兄弟, 也是, 旗下点点头, 随后又问,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们老大前五要见你, 宋七说道, 别的我不敢说, 但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旗下只感觉有些好笑, 你们十几个人都断了手, 却声称能够保证我的安全, 宋七听后慢慢走到旗下眼前, 然后低声说道, 实话说, 这次是有大人物想要见你, 但是被五哥拦了下来, 他要先见到你, 大人物, 大人物, 旗下眉头一皱, 那个老太太和小男孩,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难道那二人真的是天极吗? 所以我们为了得到你的消息, 宁可断掉一只手, 为的只是让五哥的计划顺利进行, 宋七看起来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你应该能看出来, 我们的时间不多, 若你不跟我们走的话, 别说了, 旗下摇摇头, 走吧, 你答应了, 宋七有些惊讶地说道, 嗯, 旗下站起身, 我忽然对你说的那个老大很有兴趣, 也想见见他, 乔家静和李警官互相看了一眼, 感觉这件事不太对, 骗人仔, 你认真的吗? 乔家静问道, 能断了手来找你的, 会是什么好人吗? 嗯, 旗下思索了一下, 回答道, 拳头, 他们砍断的是自己的右手, 而不是我的手, 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兴趣, 那我陪你一起去, 乔家静从桌子上, 抄起自己的上衣搭在肩上, 笑道, 对方来了十几个人请你, 你怎么能只去一个人呢? 李警官听后笑了一下站起身, 说的对啊, 旗下, 我也跟你去, 旗下点点头, 刚要出门时,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回过身走到韩一墨身边, 低声开口说道, 韩一墨, 这次我一去凶多吉手, 你接下来的日子就跟着苏闪吧, 什么? 韩一墨一顿, 直接伸手扼住了旗下的手腕, 不对吧? 什么叫你这一凶多吉手? 你明明是我的救, 你都理解了, 还问我什么意思吗? 旗下拉开韩一墨的手, 转身又来到苏闪面前, 他思索了一会儿, 伸手将苏闪拉到了角落中, 什么? 苏闪问道, 苏闪, 你是个聪明人? 旗下说道, 只是你现在对中阴之地的了解太少了, 我没法百分之百的信任你, 接下来的时间尽可能的去参与游戏吧, 我说回之前的话, 接下来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游戏, 你都可以去尽情参与, 无论什么级别, 没错, 旗下点点头, 坠入绝望, 苏闪似乎想起了什么, 谨慎地点了点头, 别压抑你自己的想法, 旗下说道, 卫手卫脚会让你暂时安全, 但会永远危险, 原来是这样, 苏闪的眼神好像有些变了, 你是说关键时刻我应该和你一样, 果断拼上自己和队友的性命, 就是这样, 苏闪, 旗下点点头, 想要逃离这里的话, 正常人不行, 疯子才行, 你虽有头脑, 但终究还是太理智了, 你点醒了我, 旗下, 苏闪微笑一声, 你疯掉需要多久, 很快, 苏闪回道, 毕竟你的队友不是我的队友, 非常好, 旗下点点头, 你要记得, 只要获得了回响, 任何人都死不足惜, 旗下, 我真想早点见到你, 苏闪笑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我应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今天, 旗下冲苏闪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来到了宋七身边, 走吧, 乔家竟穿上了上衣, 跟李警官点头示意, 二人跟着旗下出了屋子, 猫队众人纷纷将右手举过胸口, 也跟在三人身后走了, 角落中的英雄思索了一会儿, 抄起自己的短剑, 远远地跟在了他们后面, 苏闪环视了一圈屋内的几人, 开口说道, 赵医生, 韩作家, 你们二人有时间吗? 什么? 二人同时抬头看向他, 我准备去参与游戏, 想要带你们俩去, 不知道方不方便? 苏闪问道, 赵医生和韩一默思索了几秒, 同时开口说道, 不方便, 苏闪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这二人会如此干脆, 甚至连害死他们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们呢? 他又看向屋内的三个女生, 林晴, 秦丁东, 张晨泽, 我无所谓, 林晴说道, 小闪去哪我去呢? 秦丁东说道, 张律师环视了一下屋内几人, 点头道, 我同意大多数人的选择, 如果你们三个去, 我也会去, 关键时刻还是女孩子靠得住, 苏闪笑着, 看向赵医生和韩一默, 医生, 大作家, 你们二人在家洗一扫地吧, 等我们把刀拿回来给你们买吃的, 哼, 秦丁东言嘴一笑, 小闪, 你还是老样子, 林晴和张晨泽沉默地看了看苏闪, 他们感觉这姑娘的气场有些变了, 她似乎在向旗下的方向靠拢, 在极度的理智当中带着一丝不可捉摸的意味, 我们走吧, 苏闪整了整自己干净利索的短发, 用一双明眸看向三人, 接下来我们互帮互助, 三个女生跟着她站起身, 先后出了门, 韩一默愣了一会儿, 扭头问道, 她当前是不是骂人呢? 没, 没吧, 赵医生回道, 第302章, 地蛇的游戏, 陈俊南和云瑶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 稀稀拉拉的参与者才聚了过来, 放眼一望, 陈俊南只感觉这些人当中有几个眼熟的面孔, 可实在太多年没有见过了, 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 云瑶算了算在场人数, 足足十一人了, 如今只差一个就可以开始游戏, 可往往越是这个时候, 越让人觉得漫长, 大爷的, 陈俊南暗骂一声, 早知道我把老齐那小子带过来了, 云瑶听后好奇地看了看陈俊南, 你跟齐夏认识很久了吗? 是啊, 陈俊南点点头, 跟那小子认识起来很费劲, 每次都要自我介绍, 什么? 云瑶微微一正, 你, 你意思是说他, 我什么都没说, 陈俊南敏锐地捕捉到了云瑶的微表情, 大明星, 好像知道些什么, 云瑶并不确定眼前的陈俊南到底是什么立场, 也不知道该不该把当天晚上见到的那具生生不息的激荡告诉陈俊南, 只能思索了一会儿之后摇摇头, 最后一个人是个穿西装的男人, 云瑶见到此人微微皱了下眉头, 这是个熟悉的队友, 是和李湘林来自同一个房间的男人, 名叫钟镇, 他跟云瑶点头示意, 随后走到地蛇面前上交了自己的道, 钟镇, 你怎么来这里了, 云瑶问道, 我还想问你呢, 云瑶, 钟镇笑了笑, 我感觉只有蛇的游戏适合我, 所以一直都在寻找蛇, 哦, 原来是这样, 云瑶苦笑了一下, 那还真是巧呢, 钟镇也跟着笑了笑, 是啊, 是啊, 真的是太巧了, 云瑶, 你回想了吗, 我, 还没, 云瑶回答道, 那可怎么办, 钟镇为难的笑了一下, 你还未能回想, 若是这个游戏有互相坑害的规则, 我怕我会下不去手, 哼, 云瑶笑了一下, 下不去手, 这可不像你, 也是啊, 嘿, 钟镇皮笑肉不笑的咧了咧嘴, 陈俊南发现云瑶的表情好像有点不自然, 在身后小声问道, 没事吧, 大明星, 我没事, 云瑶回过头来小声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但你要小心那个男人, 嗯, 那个穿西装的, 陈俊南轻蔑的看了他一眼, 那哥们怎么了, 他很冷血, 云瑶直言不讳地说道, 为了赢下游戏,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任何人, 无论是队友还是朋友, 这不挺好的吗, 陈俊南笑道, 说明这个人比较好懂, 是吗, 云瑶有些失神地笑了笑, 他只能祈祷自己在这个游戏中, 尽快获得回响了, 否则情况会比较危险, 陈俊南看了看, 发现自己对其毫无印象, 只能站起身走向了地蛇, 老头儿, 人齐了呀, 趁早开始吧, 地蛇看了看参与者的男女比例, 发现男人要更多一些, 失落的表情压抑不住地流露了出来, 但好在这次有个姑娘看起来格外漂亮, 一个人能顶得上四五个人, 地蛇又鼓足了精神, 开口说道, 行吧, 跟我走, 十二个人跟着地蛇进到了他身后巨大的建筑物里, 建筑物里是个不大的圆形场地, 中央摆着一张类似讲桌的东西, 讲桌上还放着一台老式电脑, 而围绕着圆形场地的是一整面圆形的墙, 每隔机里就有一扇木门, 似乎在墙壁的后面有着十二个房间, 各位, 我的游戏叫做少数与多数, 是一个很简单的问答游戏, 德蛇背着双手跟众人说道,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房间, 游戏进行时我会锁住房间门, 众人在房间内进行答题, 见到众人似乎没听明白, 他便来到了一扇房间门前伸手打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很小的正方形房间, 中央有着一把椅子和一个小型的显示屏设备, 而在墙角的位置还挂着一个非常老旧的电话, 为了能让老师电话顺利地放在墙角, 建造这里的人甚至还贴心地给他建造了一个小小的置物架, 地蛇带众人走进房间, 陈俊南和云瑶走上前去查看了一下房间中央的显示屏, 这个显示屏好像是专门定制的, 有一根铁管支撑立在了椅子前方, 显示屏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按钮, 一绿一红, 这场游戏中的问答非常简单, 只有试合否两个答案, 德蛇说道, 你们只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按下按钮即可, 绿色按钮代表是红色按钮代表否, 为了公平起见, 本场游戏中的答案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答案将采用更多人选取的一项, 地蛇说完之后又走到了墙角, 拿起了老师电话, 另外, 这是一个特制电话, 德蛇说道, 你们十二个人的房间呈环形排列, 首尾相连, 无论何时, 你们的电话除了可接取电话之外, 只能连通左手侧的下一个房间, 他思索了一会儿, 又说道, 倘若有人在房间中被淘汰, 则电话铃声响过十次之后会往下顺延, 连接到下一个活着人的房间, 钟正听后微微思索一下, 然后问道, 你这个游戏怎么被淘汰, 你们在游戏的进行中自然会知道, 德蛇笑着说道, 如果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 女性参与者可以直接向我求救, 只要表现得让我满意, 我有可能会救你们一命, 男性参与者呢? 钟正又问, 男性请直接去死, 德蛇冷言道, 老头儿, 陈俊南开口问, 这电话是干什么用的? 什么叫连通左手侧的下一个房间? 问答的时候, 还可以场外求助吗? 德蛇摇了摇头, 并不是场外求助, 而是我每回合都会将问题告诉给其中一个参与者, 此人在自己作答之后, 再将问题通过打电话的方式传递给左手边下一个人, 等到十二人全部收到问题并且作答结束, 视为一个回合结束。 陈俊南听后看了看地蛇手中的电话, 隐隐的感觉不太妙, 这是一个问答游戏, 可众人所听到的问题问题并不一定是来自裁判, 反而有可能来自其他的参与者。 而蛇的游戏通常只有两种, 一种是问答, 一种是狡诈, 恐怕这个游戏会结合两种风格产生难以预料的局面。 我总共有48个问题, 也就是48个回合。 德蛇说道, 48个问题全部结束后, 幸存者可以评分48个道。 第303章, 对错, 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云瑶小声问身边的陈俊南, 有何高见? 我如果没听错, 这地蛇出的都是判断题吧? 云瑶死所道, 明明是一个极其容易分清每个人对于错的游戏, 却偏偏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答案。 那还不简单吗? 陈俊南满不在乎的说道, 说明地蛇这个老银贼出的并不是判断题, 而是答案不固定的问题。 答案不固定, 这老贼说了半天规则, 从未提过对合错的问题, 所以最后能不能活下来跟问题的对错无关。 陈俊南笑着看向云瑶, 大明星, 每人一个房间, 我可不一定能保住你了。 云瑶点了点头, 看起来并不在意, 你保护好自己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量不要再开始阶段杀死我, 开始阶段杀死你。 大爷的, 这他们说的什么屁话? 陈俊南有些不悦地看了看云瑶, 你以为咱俩有多大仇? 不, 云瑶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只是不能完全相信你, 各位若是明白规则了, 请随意选择自己的房间。 德蛇想了想又补充道, 对了, 我更鼓励互相认识的人成为邻居哦。 云瑶听后微微一正, 随即对陈俊南说道, 那我们尽量不要待在一起了, 我去对面找个房间。 你怕他干什么? 陈俊南笑道, 安心当我邻居吧。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你可能不了解我。 陈俊南伸手整了整自己的发型, 一切套路在我这儿都不管用。 那老色Pi说什么说什么, 今儿你可把小爷的萨爽英姿看好了, 回去正好给老齐讲讲。 萨爽英姿? 云瑶有些疑惑地看向他, 你确定吗? 确了个大定。 陈俊南点点头, 伸手就打开了眼前的房门, 大明星, 您就住我东边吧。 陈俊南进入房间之后, 在座位上坐好, 又重新看了看眼前的屏幕。 他如同一个平板电脑, 屏幕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按钮, 左侧为绿色按钮, 代表是右侧为红色按钮, 代表否? 陆续选择了自己的房间。 陈俊南抬头看了看, 由于房门还未关闭, 自己的正对面是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而其他房间由于角度问题很难看清做的到底是谁。 地蛇点点头, 随后拉下了讲桌旁边的把手, 十二扇门都在此时关闭了。 请大家熟悉场地内的各种设施, 游戏将在五分钟后开始。 陈俊南伸手推了推房门, 发现不知是什么机关原理, 这扇门被完全被卡住了。 他感觉自己冲动的老毛病还是没改。 早知道应该最后一个进入房间, 现在除了云瑶和那个白衣女孩的位置之外, 其他人的位置一律不了解。 唉, 走一步看一步吧。 陈俊南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 小爷奉行的人生哲理, 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几分钟之后, 陈俊南只见眼前的屏幕上缓缓亮起了四个字。 游戏开始, 这就开始了。 屋内非常安静, 陈俊南站起身敲了敲身边的墙壁, 发现这里的墙壁似乎都专门加后果。 不知是为了隔音, 还是为了防止参与者逃跑, 仿佛是用纯铁打造, 然后又在外面刷了粉。 他踩了踩地面, 发现地面的建造更是简单粗暴, 几乎全部都是纯铁铸造, 踩在上面格外坚硬。 正在陈俊南望着地板出神时, 墙角的电话忽然声音极大的响了起来。 叮铃铃! 陈俊南吓了一大跳, 在这么安静的房间里, 忽然响起电话铃声, 实在是有点吓人。 他深呼了一口气, 接起了电话。 那头是云瑶, 陈俊南。 啊, 小爷我是, 什么指教? 云瑶听后松了口气, 说道, 这电话上一共就一个案件, 能打给你真的好神奇。 哈哈, 是啊。 陈俊南笑着看了看自己的电话, 发现上面确实只有一个案件, 所以咱俩聊点什么? 需要先互报年龄吗? 你正经一点。 云瑶说道, 刚在我的屏幕上显示出了问题。 哦, 陈俊南饶有兴趣的点点头, 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你是女性吗? 啊, 陈俊南听后微微一愣, 这算是问答? 我也不知道, 但我照实回答了。 云瑶说道, 接下来有你答题, 然后将问题传给下一个人吧。 云瑶说完后便挂上了电话, 陈俊南来到屏幕前, 发现屏幕上的字体便成了一接电话, 请答题。 我是不是女性?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 将手放在了否的按钮上, 但思索了几秒钟, 果断按下了左侧的事。 小爷答错了, 可这又能怎样? 今儿个小爷就是女的了, 这样说不定可以跟地蛇那个老鹰贼求救。 屏幕渐渐亮起, 已作答完毕。 陈俊南起身走到墙角, 伸手拿起了电话, 按下了上面唯一的按钮,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男人接电话了。 喂, 听好了呀, 陈俊南说道, 问题是你是女性吗? 啊? 男人一愣, 这, 这问题。 好了, 问题送到了, 挂了。 陈俊南挂了电话, 坐在椅子上思索了一下。 如今的参与者共有十二人, 其中男性七人, 女性五人。 若所有的人都按正常答案回答, 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道题的最终答案应该是否。 可是是真的如此吗? 等待了几分钟, 似乎所有人的都答完题了, 屏幕也跟着一阵闪烁, 上面的字也让陈俊南露出了笑容。 本次题目最终答案为, 是, 搞什么? 陈俊南笑道, 变态这么多吗? 话音一落, 众人的头顶忽然响起了巨大的链条声。 陈俊南猛然抬头一看, 头顶是黑漆漆的天花板, 但在天花板上方似乎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活动。 咔啦咔啦。 随着房间一阵颤动, 链条声停了下来。 陈俊南仔细看了看天花板,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头顶有什么东西, 只能回过神来盯着屏幕。 此时, 他的屏幕已经显示出了第二道问题, 看来这一次将由他进行传递了。 请再读题后, 将问题通过电话传给下一个人, 犹太义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18年正式发表了狭义相对论, 并于此理论中首次把引力长等效成时空的弯曲, 以上说法是否正确。 你大爷! 陈俊南大骂一声, 地蛇! 你大爷! 压整我是吧? 第304章, 要坐下吗? 还不等陈俊南骂完, 屏幕上的字已然消失了。 我他妈, 陈俊南赶忙伸手拍打着屏幕。 哎, 等会儿啊, 老师, 我没什么安提啊。 地蛇在中央原型广场上听着陈俊南闷闷的叫声, 不由得会心一笑。 陈俊南深沉地叹了口气, 开始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这道鬼问题, 一般人都不知道答案, 就算自己真的能回答, 可要怎么往下传递? 大爷的, 管他呢?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笑了起来, 反正就是出个问题, 让大家都跟我的答案一样, 就行呗。 他伸手果断按下了试, 然后举起了电话, 拨给了下一个房间。 喂, 那个男人又接起了电话。 喂, 你好吗? 陈俊南笑道, 我, 我还好。 二人随即沉默了一会儿, 接电话的男人仿佛感觉不太对。 你, 你的问题呢? 我问完了呀。 陈俊南说道, 我说, 你好吗? 啊, 男人明显一愣,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不就是判断题吗? 陈俊南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 总之你就往下传吧。 问题是, 你好吗? 得了, 挂了。 在果断挂上电话之后, 陈俊南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他感觉这游戏有点诡异。 既然不分对错, 那答题的意义是什么? 像自己这种水平都可以出题, 出题的意义又何在? 又过了大约几分钟的功夫, 所有人都答完了题, 屏幕上又亮起了文字。 本次题目最终答案为, 是, 喀啦喀啦。 头顶上巨大的链条声再次响起, 陈俊南抬头看了看, 总感觉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头顶活动。 什么狗东西啊? 陈俊南站起身, 踩在椅子上敲了敲天花板, 却发现天花板出乎意料的薄, 似乎只有一层不太结实的木板。 这薄薄的天花板, 跟四周完全隔音的墙壁, 产生了极度鲜明的对比。 这, 陈俊南从椅子上慢慢下来, 眯起眼睛思索了一会儿, 可几秒之后, 他就放弃了。 身世难, 陈俊南摇摇头, 动脑子真麻烦, 快他妈开始下一轮吧。 坐在椅子上等了十几秒, 屏幕显示已经进入了下一轮, 可是陈俊南却没有收到问题。 这一次的问题出在谁那里? 第一回合是云瑶, 第二回合是自己。 如此看来, 参与者们应该是顺时针轮流成为第一人, 如果猜得没错, 现在是自己左手边的男人获得问题。 这样, 自己将成为最后一个被传递的人。 毕竟是由电话传递问题。 如此一来, 一句简单的, 你吃饭了吗? 也有可能在这么多次的传递中产生误差。 等了大约七八分钟的功夫, 电话终于打来了。 虽然陈俊南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还是被这巨大的铃声吓了一跳。 叮铃铃? 哎呀我, 陈俊南吓得一个机灵, 赶忙接起了电话。 陈俊南在此, 您请讲。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陈俊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不对, 但我听到的确实是这样的。 你说, 问题是要坐下吗? 嗯? 陈俊南一愣, 坐下。 对, 云瑶迟疑地说, 我怀疑前面可能有什么口音很重的参与者, 让问题变了。 嘶, 陈俊南慢慢了口气, 要说口音的话, 要坐下吗? 这句话会有无数个可能, 未免太难猜了。 更何况, 也许根本就不是口音的问题, 而是有人跟自己一样, 故意改变了问题。 你选的什么? 陈俊南问道, 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云瑶一愣, 不可以说吗? 陈俊南疑惑道, 游戏规则里有提过这个吗? 这,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 好像确实没有这个规则, 我选的否。 哦? 由于我感觉, 这道问题是被改过的, 所以应该跟椅子无关, 不论前面的人是由于什么, 而改掉了这个问题, 似乎都想让我们选事, 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机, 所以保险起见, 还是选择了否。 我感觉你做出了很正确的选择。 陈俊南点头道, 那我也选否, 支持你一票。 二人挂上电话, 陈俊南坐在椅子上思索起来。 坐下, 之前虽然只经历了两个问题, 但问题好歹还算是有点逻辑, 可是这个要坐下吗? 既没有主语, 也没有指向性。 到底是谁坐下? 到底是不是坐下? 陈俊南知道自己是这道问题的最后一个答题者, 一旦他做出选择, 这一回合就将宣告结束, 所以需要更加慎重。 刚才的两回合明明结束得如此潦草, 可这一回合陈俊南总有不祥的预感。 妈的老齐, 快帮帮我。 陈俊南揉着自己的额头, 按照旗下的方法, 思索着现在的局势。 他学着旗下的样子摸着下巴, 嘴中默默念叨着, 根据规则来说, 首先是这样, 然后那样, 最后是。 十秒之后, 他又放弃了。 漂亮, 什么破规则, 完全想不到, 去他的吧。 陈俊南摇摇头, 果断按下了风, 不管谁要坐下, 总之先让他站着吧。 几秒之后, 屏幕上的字一阵闪动。 本次题目的最终答案为, 是。 悠可, 陈俊南笑了一下, 看来大家还是很舍不得椅子的。 话还未说完,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房间明显晃动了一下, 陈俊南连人带椅子, 直接翻倒在地, 这感觉简直就像是短暂的强烈地震。 什么东西啊? 他爬起之后, 环视了一下四周, 感觉好像有什么变故发生了。 紧接着, 他左侧的墙壁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 有一股尘土的气味飘散开来。 等一下, 他茫然地抬起头, 发现这一次的答题过后, 并无恋条声响起, 取而代之的是这声巨响。 难道, 陈俊南皱起眉头, 心跳猛然加速, 去他妈的要坐下吗? 他骂骂咧咧地站起身, 然后敲了敲左侧房间的墙壁, 是谁这么有心计, 已经开始下手了吗? 链条声明显是在触动什么机关, 有个巨大的东西悬在众人的头顶, 而刚才的那个问题, 让那个巨大的东西掉了下来。 问题不是要坐下吗? 应当是要落下吗? 第305章 方块 虽然众人都听见了这一声巨响, 可由于视角有限, 谁也不清楚自己的房间以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只知道有人死了。 可是死的是谁? 又是怎么死的? 妈的, 陈俊南伸手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怒斥道, 陈俊南你清醒一点, 死的那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轻微的疼痛感让他回过神来, 若是再继续担忧下去, 死的一定是自己。 他再次起身在屋内躲蹲了一圈, 这屋子锁得牢牢地完全打不开。 现在自己左手边的男人大概率已经死了, 可要怎么验证? 第四轮开始了, 按照陈俊南刚才的推断, 假设云瑶是一号提问人, 自己是二号, 左手边的男人是三号, 那现在轮到四号获得问题, 自己又将是最后一个接到电话的人。 问题到自己这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漫长的等待之后, 陈俊南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随后将手提前放在了电话上。 叮铃, 电话铃响起的瞬间, 陈俊南便拿起了电话。 喂, 云瑶叫道, 太好了, 你还活着? 嘿, 您真会说吉祥话? 陈俊南叹气道, 您放心, 我一直离死不远。 别耍平嘴了, 云瑶认真地说道, 这次的问题是杀人的是方块吗? 这, 陈俊南愣了一下, 这老银贼的问题越来越刁钻了呀。 所以, 你怎么想? 云瑶问道, 那个声音离我们很近, 你知道是谁死了吗? 我大概知道, 陈俊南点点头, 可杀人的是个方块, 还是梅花? 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选了否, 云瑶说, 之前每一个答案都是实, 你说, 这会不会跟死人有关。 云瑶的话, 给了陈俊南新的思路。 大明星, 你确实比我聪明一丁点。 陈俊南笑道, 可是我们俩的答案, 无法左右整场的局势, 谁也不知道, 其他人选择了什么。 但你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 云瑶说, 你可以通过拨打电话, 来确认你身边的人, 是不是真的死了。 有道理, 挂断电话之后, 陈俊南直接按下了拨号键。 堵。 拨号音响起, 无人接听。 堵。 第二声拨号音响起, 另一头依然静静悄悄。 这基本已经可以宣告, 身边男人已经死了。 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陈俊南没有放弃, 依然耐心地等电话响了十几次。 等他要伸手挂断的时候, 拨号音被打断, 一个轻柔的声音传了出来。 喂。 陈俊南浑身一震, 随后收回了手, 将老师电话拿在耳边。 喂? 你? 你是谁? 那个女生问。 陈俊南听后眉头一皱, 当即伸手挂断了电话。 按照之前的蛇所说的规则, 电话铃声响十次没有人接听, 便会自动转接给下一个活着的人。 刚当的拨号音至少响了十三四次, 也就是说, 这个姑娘并不想第一时间接电话, 她根本没意识到电话会打来。 所以, 她是本轮的第一人。 这就转了一圈了。 陈俊南自言自语了一句, 然后回到自己的屏幕旁边, 开始思考起这一轮的问题, 杀人的是方块吗? 首先要确定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这句话是原先的问题吗? 如果跟之前那句要落下马一样, 那么, 它又被谁改过? 改之前又是什么意思? 假设并没有人改过问题, 那么就需要解决第二件事。 方块是什么东西? 方块的同类词语究竟是梅花? 还是圆饼? 既然是同类词, 按理来说, 替换成另一个也同样解释得通。 那应当不是梅花。 毕竟从游戏开始至今, 从未提过扑克牌花色, 或是任何跟扑克牌花色有关的内容, 冷不丁地提起方块, 可以确定跟扑克牌花色无关。 所以这个方块指的是字面意思, 是真正的几何体。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的最终含义, 是刚才那人是不是被一个方块几何体弄死的? 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 顺带还能猜测出刚才的声音是什么。 有一个巨大的几何体从他的头顶落下, 活活砸死了他。 而之前那句要落下马, 应当就是控制巨大几何体的问题。 你带的, 小爷这辈子的脑子都在今天用完了, 陈俊南摇摇头, 伸手按下了否。 之所以选择否, 是因为他知道掉下来的东西偏偏不是方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当是个圆球。 陈俊南伸手抚摸了一下自己左侧的墙壁, 在巨大的声响之后, 自己左侧的墙壁接着被一个巨大的东西撞击了一次。 这种感觉更像是一个落地后不太稳定的圆球。 如果落下的是方块, 由于平面接触平面, 几何体落地后应该立刻停止行动才对。 陈俊南的答案选择完毕, 屏幕照常亮起。 本次题目最终答案为否。 他默默点头, 看来有很多人都跟我想的一样。 几秒后, 巨大的链条声再次响起, 只听喀啦喀啦声连绵不断, 带动旁边房间废墟瓦砾一同升上高空。 陈俊南静静地听着这阵声音, 尽可能地脑补另一个房间的画面。 若没猜错, 仅仅一墙之隔, 一个粗壮的铁链栓动着巨大的铁球, 在几分钟之前轰然落下, 将坐在房间中的人瞬间砸成了肉酱。 而现在链条收紧, 铁球再次回到天花板。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砸的是他? 难道刚才要落下麻的问题, 只有他选择了诗? 可这是不合理的, 蛇类游戏很少在规则中说谎。 既然的蛇说过答案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那说明刚才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诗。 选择诗的人至少七个, 七个人偏偏砸了他。 陈俊南沉吟一声, 他知道若不搞清楚铁球砸人的原理, 不一定何时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头顶上的铁链声哗哗作响, 吵得他心烦意乱。 本来脑子就不够用, 还他妈噪音扰名。 他一摸手心, 发现掌中已经有了细汗, 这种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轮到自己砸成肉酱的感觉有些不妙。 第306章, 头顶的巨物。 这次的电话来的, 明显比原来久了不少, 似乎每个人都在斟酌自己的答案。 毕竟这个游戏真的会死人, 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 而生与死的抉择, 就隐藏在是与否的答案中。 叮铃铃。 陈俊南早已等候多时, 伸手抓起了电话。 请讲。 那个, 云瑶开口问。 你旁边的人死了吗? 嗯。 陈俊南点头道, 大概率被砸扁了, 他现在属于匠乡型帅哥。 我有些没想通, 云瑶迟疑道, 为什么死的是他? 我也没想通。 陈俊南直言道, 估计再来几轮才能看出端倪吧。 嗯, 另一头的云瑶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陈俊南, 这次的问题是让我们再杀一个吧。 大爷的, 陈俊南总感觉有点奇怪, 这老银贼直接不装了。 我感觉很多人都会选择是, 云瑶失落地说道, 毕竟活下来的人越少, 最后分道的倒就越多。 二人举着电话沉默了一会儿。 大明星, 你说死亡会不会是随机的? 陈俊南冷不丁地问。 云瑶听后一正, 又问道, 你是说上次那个要落下吗? 会导致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人随机被砸死吗? 也就是, 我们每个人死亡的几率是十二分之一。 嗯, 陈俊南点头道, 这才符合赌博的逻辑吧。 接下来死亡的几率是十一分之一, 随着人数减少, 我们每一次的死亡概率将会上升, 就像俄罗斯轮潘土那样。 云瑶感觉陈俊南说得不无道理, 但仔细思索一下又有点漏洞, 可这属于运气和概率类了, 不像是地蛇, 更像是地猪的游戏。 也对, 陈俊南点点头, 最后挂上了电话。 这个新的问题很重要, 若选择是的人更多, 就可以直接证明想要杀人的人更多。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游戏是概率杀人还是计谋杀人, 他们一定会竭尽所能地除掉对手。 他慢慢地伸出手, 按下了否。 他希望这次的问题所有人都能说实话, 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场上的局势。 陈俊南思索一会儿, 随后拿起电话按下了拨号键, 这一次依然想了十次无人接听, 在第十一次时被人接起。 喂? 一个女生开口说道, 怎么称呼? 陈俊南问, 对面的女生思索了一耳, 说道, 没必要互报姓名吧。 问题是什么? 见到对方油盐不尽, 陈俊南只能撇了撇嘴说道, 问题是我们在杀人吧? 好像是这样。 这, 女生听完之后明显一愣, 你没有改过问题吗? 你可别太离谱, 咱俩已经是这一轮的末尾了。 陈俊南摇摇头, 我改问题的意义何在? 仅仅是你和我的答案, 左右不了整场局势。 说得也对, 女生犹豫地回答道, 那你选了什么? 我选了否。 陈俊南如实回答说, 好, 我知道了。 女生挂断了电话, 这简短的交谈, 让陈俊南的思路有些明朗了。 德舍每次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毕竟他只见过一次真正的问题, 那个问题, 他甚至难以重复第二次。 爱因斯坦发表了什么? 峡谷对对砰? 除此之外, 他收到的所有的问题, 全都来自于云瑶。 那么, 云瑶有多大概率欺骗自己? 这个单线联系的电话, 是个很有心机的手段。 若他不了解隔壁房间的人, 很有可能产生信任危机。 可他太了解云瑶了, 毕竟云瑶在陈俊南的心中, 算得上是中烟之地的地化。 这姑娘的心思一直都比较纯粹, 在没有发动回响时,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那么只剩一种可能, 当云瑶听到这个问题时, 他就已经变了。 还不等陈俊南得出结论, 屏幕再次亮起。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否。 巨大的链条声再次荡漾开来, 如同一群艳鸟划过头顶, 最后不知飞向了何方。 陈俊南算了算, 现在已经问了五道问题, 三次的答案为是, 两次的答案为否。 参与者死亡一人。 一旁房间的云瑶慢慢抬起了头, 看向了自己的天花板。 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他能感觉得到。 这可能就是女人的直觉, 此时此刻, 他分明感觉有个东西悬在自己的头顶。 冰冷, 巨大, 来了吗? 杀了人的方块。 陈俊南在自己的房间中不断地抖着腿, 这要怎么尽得下心? 他得知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得蛇这个老鹰贼到底问了什么问题? 如果每一个人轮流获得问题, 在自己获得下一个直接问题之前, 还有七个问题。 能撑到那时候吗? 没多久的功夫, 电话打了过来。 叮铃铃? 陈俊南接起电话, 明显地感觉到云瑶的语气变了。 陈俊南, 我可能要死了。 云瑶沉声道, 什么玩意儿? 陈俊南皱着眉头安抚他说, 啥情况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死了? 我能感觉到那个东西, 云瑶再次抬头看起天花板, 他就在我的头顶, 我甚至都能闻到天花板缝隙处飘下来的血腥味。 在你的头顶, 陈俊南感觉事情不太对, 那大铁球刚刚才砸死了自己左边的邻居, 紧接着又跑到了自己右边, 这是在围着自己砸吗? 而且这次的问题, 云瑶咽了下口水, 缓缓说道, 这次的问题依然是要坐下吗? 哦, 陈俊南眼神一冷, 原来每隔两道题, 就会轮到落下吗? 我感觉马上就要死了。 云瑶慢慢闭上眼, 只感觉耳畔嗡嗡作响, 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要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觉得不一定, 陈俊南一句话瞬间扫出了云瑶耳畔的异响, 你说什么? 毕竟跟老齐混了那么多年, 我对人性颇有研究了。 陈俊南笑道, 刚才这个问题的答案招来了一阵巨响, 吓了众人一跳, 所以由于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效应, 短时间内他们更想看看选择否的结果是什么, 而不是连续做出相同的选择。 第307章, 小爷的路子, 云瑶微微一正, 苦笑一声说道, 你这段话听着有点像旗下说的, 可仔细想想又不太一样, 反正我觉得你死不了。 陈俊南笑道, 放心吧大明星, 我还没去看你演唱会呢, 只能借你吉言吧。 云瑶正要挂上电话, 却被陈俊南喊住了, 慢着。 嗯? 大明星, 你右边是谁? 陈俊南问, 我的右边? 云瑶一顿, 说道, 是个性格着急的姑娘。 性格着急的姑娘?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下次你接电话的时候, 问问他的右边是谁吧? 云瑶沉默了几秒, 问道, 你觉得他有问题? 我感觉你前面一定有一个不怀好意的人, 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 陈俊南思索道, 有机会的话我们搞清楚各个参与者的排布吧, 这样说不定可以猜出是谁出了问题。 云瑶点了点头, 好, 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打探我前面几个人的身份。 好, 剩下的事交流了吧。 陈俊南伸了个懒腰, 随后挂上了电话, 这狗贼的游戏还挺危险的, 看来得认真点了。 按下拨号键之后, 依然等了很久, 才连通下一个房间。 喂? 那女生说道, 陈俊南刚要开口, 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姑娘, 死人那次, 你收到的问题是什么? 嗯? 女生一愣, 那次你是第二个收到问题的吧? 咱俩之间的那具尸体是第一人, 他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 电话那头的姑娘听起来很谨慎。 你要做什么? 我想活下来。 陈俊南说道, 现在咱俩离得很近,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照应, 所以要不要合作? 这, 女生思索办上, 开口说道, 可我感觉你, 作为我的上家, 是全场最容易害死我的人, 毕竟大多数情况下, 我的问题都来自于你。 哎, 陈俊南摇摇头, 行行行, 我换个说法, 你要不跟小爷合作, 妈的小爷以后每次通了电话就挂, 您他妈自己猜问题吧。 你, 姑娘生气的怒骂一声, 可仔细想想, 这句话确实把他架住了。 沉默许久, 女生开口说道, 行吧, 我当时听到的问题是要在这里落下吗? 唉, 陈俊南没想到这个问题会如此的清晰, 要在这里落下吗? 这句话在十多个人的传递中逐渐变成了要落下吗? 要坐下吗? 此时的陈俊南忽然闪过一个想法, 难道是第一个获得问题的人来承受这个有可能落下的巨球吗? 换句话说, 剩下参与者选择的是与否, 完全是在审判第一人的生命。 陈俊南感觉这个想法算是比较合理, 如果每隔两个问题就会出现一次现在要落下吗? 那么48个问题的游戏, 铁球总机会落下16次。 可现场只有12个人,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跟铁球亲密接触。 同时, 生与死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掌握在其他人的手中。 可好像还是不太对, 陈俊南感觉自己发现了什么漏洞, 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砸死, 12个人总计要被砸16次, 这样还会有活下来的人吗? 这个游戏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他又扭头看向右边的墙壁, 如果是第一个被提问的人有死亡的可能, 为什么云瑶会紧张? 现在分明不是他的回合, 又为什么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只见他思索了一会儿, 又问像电话的那一头, 姑娘, 你后面是谁? 我后面。 女生说道, 我不认识那个人, 只知道是个男的, 听起来有点紧张。 那我明白了, 这次的问题呢? 女生又问, 是你想死吗? 啊? 就这样, 挂了。 陈俊男挂上电话之后, 趁着还有些时间, 伸出一根石, 纸磨了磨指甲, 然后在墙上刻出了现在的情况。 他先是写下了一个云字, 随后又在云的左边刻上俊, 右边刻上着急姑娘。 三人身份已确定。 他吹了吹指甲里的粉末, 又在俊的左边刻上了一个死, 死的左边是锦盛姑娘, 在左边是锦张大叔。 六人身份已确定。 他随后又在俊的正对面, 刻下了白衣姑娘四个字。 全场十二个人的身份已有七人确定。 而在剩下的五人之中, 藏有云瑶所说的危险男人中正, 以及剩下的三男一女。 大爷的破局之法到底是什么? 陈俊男摸着自己的太阳穴一脸的不解, 小爷明明已经开始动脑子了, 可还是没想明白。 此时的屏幕开始闪动了起来, 看来本次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否。 陈俊男见状轻笑一声, 那个什么狗屁笑应声没生效我不知道, 小爷的笑应倒是生效了, 头顶的链条声再度响起, 若没猜错, 此刻头顶巨大的铁球正在转换位置。 现在到哪了? 思索了几秒的陈俊男摊坐在椅子上, 居然慢慢打了个哈欠。 太扯了, 这个游戏进行的时间虽不久, 可他渐渐已经没有紧张感了, 那种死不死都无所谓的感觉开始袭来, 竟然让他有些犯困。 他曾无数次的因为这种感觉而死在游戏中, 我果然不适合老齐的路子, 他慢慢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老乔的路子在这也用不上, 看来只能用自己的路子了。 陈俊男不知道这次是谁获得问题, 他自己的屏幕也一片漆黑, 却在此时直接伸手拿起了电话, 果断拨给了下一个人。 对方明显是完全没想到此时会打来电话, 想了将近二十次才接了起来。 你…… 没错, 就是小爷我。 你…… 你什么毛病啊? 那女人直接开口说道, 现在打电话的话违规了怎么办? 一会儿不能打了怎么办? 怕什么? 陈俊男笑道, 小爷我太无聊了, 不找个人聊天的话, 估计就要睡着了。 那你打给别人啊? 打给我干什么? 这……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小爷的电话只能打给你? 第308章 破局之法 听着陈俊男这懒洋洋的声音, 女生气不打一处来。 我说…… 你能不能紧张一点? 现在不一定什么时候咱们就会死, 紧张就不死了吗? 陈俊男挠了挠耳朵, 姑娘, 怎么称呼啊? 我…… 女生叹了口气, 徐倩。 嘿, 我有一老同学也叫徐倩, 这不巧了吗? 徐倩沉默了一会儿, 无奈地说道, 我这名字本来就很常见。 你没有课的话能不能别阴望? 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游戏让我有点犯困了。 陈俊男叹了口气, 我们搞点有意思的玩法吧? 有意思? 徐倩有些不太理解, 在这随时都有可能死的时候, 你还在乎什么有意思没意思? 当然了, 陈俊男笑着说道, 你是女生, 所以你可以把地蛇叫过来是吧? 不对吧? 徐倩一愣, 地蛇之前说只有感觉自己要死了的时候, 才可以跟他。 求救? 陈俊男插话道, 对, 求吧, 我求个鬼啊, 我求。 徐倩已经不是第一次想挂断电话了, 我为什么要跟他求救? 为了帮我把他叫过来啊? 你自己怎么不叫啊? 我是男的啊。 两个人虽然才通过几次电话, 可眼下已经要吵起来了。 你是男的又怎么了? 徐倩看起来被气得不轻, 呼叫裁判, 还分男女吗? 那个老银贼怎么会听我的啊? 倩姐, 你就帮帮我吧。 你都说了, 他是老银贼了。 徐倩大喝一声, 而且的蛇刚才还说, 只要表现得好他就会帮助女性, 这一听就不是什么好话吧。 我为什么要叫他? 哎, 你放心。 陈俊男笑道, 你把他叫过来了之后, 由我跟他聊, 绝对不让你有事。 可你看起来一点可信度都没有啊。 徐倩叹了口气, 你连门都出不去, 拿什么保证我没事。 那你要我怎么保证? 陈俊男也有些没辙了, 我现在只能联系到你了。 这样吧, 再过几个回合。 徐倩说道, 如果你能保我平安, 我就帮你把地蛇叫过来。 哎, 行吧。 陈俊男惋惜地点点头, 那先挂了, 常联系啊。 徐倩二话不说, 挂掉了电话, 陈俊男也不舍得把电话放下了。 他来到椅子旁边坐下, 双手自然地搭载了屏幕两侧。 在他的双手触碰到两个按钮的同时, 一股奇妙的感觉渐渐浮现。 哎, 他将两个大拇指分别放在两个按钮上, 感觉刚刚合适。 这, 这是。 正在他犹豫间, 电话陡然响了起来。 叮铃铃, 哎呀妈。 陈俊男又吓了一跳, 大爷的, 小爷早晚给你把电话先拔了。 他伸手拿起电话, 喂, 俊男驻地蛇半是处, 请讲, 陈俊男你那里是怎么了? 云瑶不解地问, 刚才怎么一直战线? 战线? 嗨, 骚扰电话。 陈俊男摇头道, 来问题了吗? 没错, 云瑶点点头, 这次的问题是一年有四个季节吗? 这, 大爷的, 哄孩子呢? 陈俊男叫骂一声, 我真想跟这老贼好好聊聊, 他到底有文化没文化。 而且, 我也打探了一下我前面的人, 那个性格着急的姑娘说, 他的前面是个声音比较闷的男人, 可不知道具体是谁? 是你说的那个钟正吗? 陈俊男问, 大概率不是, 云瑶否认道, 你应该听过那个男人的声音, 他虽然年纪三十多岁, 但声音听起来还算年轻, 陈俊男一边答应着, 一边用指甲刻上了新的名字门声男, 快了, 已经有了八个人的位置信息了, 陈俊男刻完之后, 对云瑶说道, 大明星, 这个问题, 我们选否吧? 否?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问道, 陈俊男, 这个问题是一年有四个季节吗? 你确定要答否? 确定啊? 陈俊男答应道, 可这不是答错了吗? 云瑶思索了一下, 答错了没关系吗? 实不相瞒, 小爷第一个问题就答错了, 陈俊男顿了顿, 说道, 第二个问题我连题都没看明白, 估计又错了。 啊? 第一个问题我选的是, 我承认自己是个姑娘, 可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他笑着说, 现场一共五个女生, 结果最终答案却是是, 这说明什么? 云瑶顺着陈俊男的思路考虑了一下, 回答道,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有至少两个男人说了谎, 第二是有人在后面改变了问题。 没错, 陈俊男继续说道, 正如我一开始考虑的一样, 这个游戏的对合错并不重要, 毕竟第二题的时候我直接改变了问题, 并且让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和我一样的选择。 如果当时的答案是错的, 现在你们应该都错了。 云瑶还是有些不理解, 可是你选否的原因是什么? 陈俊男慢慢歪起脑袋, 用脸颊夹夹着电话, 然后拉长电话线, 有两侧的按钮上。 大明星, 你小时候玩过小霸王吗? 小霸王? 云瑶愣了一下, 抱歉, 听都没听过。 得, 又聊出代沟了是吧? 陈俊男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记得你是00后? 什么00后, 我有那么老吗? 云瑶叹了口气, 我是11年生人。 哦, 11年啊, 陈俊男点点头, 那你见到小霸王的机会确实有点渺茫, 你们那时候PS都出到第四代了吧? 陈俊男, 你要不要说重点? 嗨, 陈俊男笑着说, 大明星, 我只是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他伸手按了按左侧的适合右侧的缝, 又说道, 你说, 咱们屏幕上这两个按键, 有没有可能一个是向左, 一个是向右? 我们所谓的对和错, 其实每次选的都是巨大几何体的左和右。 什么? 云瑶皱起眉头迅速地思索了一下, 很快就瞪大了眼睛。 没错, 这个方向完全是对的。 云瑶快速心算了一下, 说道, 假设我是0, 选择是会1, 选择否会加1, 则现在死的人应该是2, 巨球现在到了1。 陈俊男听后愣了半天, 开口说道, 大明星你说慢一点, 我有点跟不上了。 第309章, 铁球的诡计。 云瑶耐心地给陈俊男讲解了一遍整个原理, 这才让他大约明白了过来, 原来你是用数字代表每个人啊。 陈俊男点点头, 看向墙壁上自己刻满了的文字, 确实比我方便点啊。 你帮了大忙啊, 陈俊男。 云瑶闭上眼睛快速地回忆着刚才的几个问题, 仔细想想确实无关对错, 只有左右, 我们每一回合的最终答案会确定铁球移动的方向。 只要明白了这一点, 再加上随时修改问题, 有极大的概率可以控制杀人的时机。 陈俊男跳脱的思路确实帮了大忙, 他们二人有可能是率先找到真正答案的人。 毕竟之前修改问题的人两次都将问题修改成了要坐下吗? 说明他虽然修改了问题, 可手段却有些普通, 极易让人起疑。 陈俊男黑黑一笑, 随后说道, 小爷知道自己蛮帅, 你可不要爱上我。 放心, 我不喜欢男人。 云瑶不假思索地说道, 啊? 这个答案显然超出了陈俊男的预料。 云瑶思索了一会儿又问, 所以你要一直选否, 是为了尽量将死亡移向我们的右手边, 是吧? 没错, 我是这么想的。 陈俊男点头答应着, 尽量先让锯球在那边降落, 我们再找找, 也无其他规则。 云瑶听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看来这次跟你来参与游戏, 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要我不死, 或是获得了回响, 这份地级攻略可以完整得到了。 陈俊男听后忽然来了兴趣, 大明星, 你们现在这个组织, 为什么要收集攻略? 因为我们要毒死所有的生肖。 云瑶坚定地回答道, 有何? 陈俊男没想到居然会得到这个答案, 怎么玩得这么大? 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云瑶长叔一口气说道, 若在这里长期生存而没有目标的话, 我会疯掉。 可是毒死生肖有意义吗? 陈俊男不解地问, 别说了, 云瑶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一样赶忙打断了陈俊男, 不管意义是什么, 这都是我的前进的方向。 得了, 陈俊男点点头, 那我知道了。 二人挂上电话, 陈俊男又拨给了下一个房间。 十一次拨号音响起之后, 对方接起了电话。 倩姐, 好久不见, 最近咋样? 说人话。 好嘞。 陈俊男干笑了一下, 这次的问题是一年有五个季节, 对吗? 什么弱智问题? 徐倩叹气道, 我知道了, 挂了。 等一下, 陈俊男又叫住了他。 怎么? 倩姐, 三个回合。 陈俊男笑道, 三个回合之内, 我会让其中一个参与者惨死, 但会让你活下来。 短短的一句话, 让徐倩的后背凉了一下。 你,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想证明一下, 自己已经完全看透了规则, 并且可以随意掌握杀人的实际。 陈俊男坏笑一下, 倩姐, 我在威胁你啊, 你快紧张起来啊。 试, 什么东西, 徐倩确实有点紧张了。 你说你已经看明白这个游戏了吗? 没错, 陈俊男点头道, 如果三个回合之内, 真的和我说的情况一样, 我要你把地蛇叫过来, 否则小爷马上就杀了你。 你, 徐倩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略带嘴硬地说道, 那就等三个回合之后再说。 二人不欢散地挂上了电话, 陈俊男也毫不在意, 已在椅子上耐心等待了起来。 现在锯球的位置, 应该在云摇右手边的女孩头顶。 若这次的答案是是, 那么锯球会重新回到云摇头顶。 如果是否, 他伸手点了点自己画在墙上的位置图。 闷声男, 到你了。 屏幕上渐渐亮起了文字。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是, 否。 果然, 现在已经是第七题了。 随着收到问题的第一人离自己越来越远, 陈俊男改变问题时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毕竟后面的所有人都会受到他问题的影响, 从而改变自己的答案。 接下来, 他有非常大的概率杀死闷声男右手边的那个参与者, 只是想和不想的问题。 随着头顶的链条声响起, 铁球应当已经悬在了那个闷声男的头顶。 只不过距离落下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这次死的不是他。 几分钟之后, 云摇再一次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的问题依然荒谬。 请问一年有十二个月吗? 陈俊男笑着将电话打给了许倩, 但他将问题稍作了修改。 请问一年有十三个月吗? 第八回合结束, 这次的答案依然是否。 虽然看不见铁球, 但根据推断, 他现在已经离云摇远去了, 至少相隔了两个房间。 云摇的右边分别是着急女和闷声男, 此时的铁球已经略过了两人的上方, 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头顶。 而现在第一个受到问题的人, 若计算得不错, 应该差不多在自己的对面。 如果不是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 那么就是他左手边的人。 陈俊男在脑海中大约构建了一下地图, 按照云摇的说法, 他的坐标是零, 毕竟他是一切的开始。 第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屏幕上, 第一次的锯球也应该悬在他的头顶。 现在已经要到第九道题了, 那么下一个提问的人的坐标是八, 也就是云摇从左手边数去第八个人。 而锯球悬在三的头顶, 也就是云摇右手边数去第三个人。 唉, 陈俊男好像感觉哪里怪怪的。 由于众人处在一个环形的场地内, 房间总共十二个, 所以这两个房间的坐标不仅仅是八和三, 这么简单。 因为八已经距离三非常近了, 毕竟八在这个环形场地内的坐标也可以写作四, 而三也可以写作九。 他们是邻居。 现在的问题变得有些直接了, 提问者有没有搞清楚规则? 他会不会将要落下吗? 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传递给自己的邻居。 第310章 三角 陈俊男知道无论如何, 自己的坐标是一, 他离这一次的出题者并不远, 他们中间只隔了四个人。 换句话说, 剩下一大半的人都会受到自己问题的影响,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要这一次自己能够和出题人合力杀死那个三, 那么徐倩就会中计, 从而喊来递舌, 自己的计划就会开始进行下一步。 终于要有意思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 云瑶打来了电话, 可他的语气不太对。 陈俊男, 云瑶叫道, 好像出了点问题。 怎么? 这, 这次的问题很奇怪, 哪里奇怪了? 云瑶迟疑了一会儿, 说道, 这次的问题是一周有六天吗? 什么? 陈俊男终于知道, 云瑶为何感觉如此忐忑了。 按照之前的推断, 这次的问题应该是要落下吗? 可为什么变成了这个问题? 你说究竟是我们猜错了, 还是有人改变了问题? 陈俊男低头仔细地思索了一下眼前的情况, 有些摸不着头吗? 之前第三, 第六个问题都是要落下吗? 可第九个问题却变了? 难道规律不是这样? 等一下, 陈俊男忽然想到了什么? 说起来第六个问题, 由于众人都选择了否, 所以我们也并不知道铁球会不会真的落下。 这, 云瑶也想起了那次的经历, 所以你是说, 那时候我们被人误导了吗? 陈俊男也不敢下定论, 毕竟一切都来源于猜测。 大明星, 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陈俊男果断停止了思考, 有些时候想得越多越麻烦, 我觉得这个问题依然是要落下吗? 只不过, 那个要被砸死的人不想死, 所以改变了问题。 云瑶听后也点了点头, 有道理, 这个一周有六天吗? 明显是想让我们选择否, 这样他就可以活下来了。 对了, 陈俊男点头答应道, 小爷说过, 一切套路在我这儿都不好使, 毕竟他这个改题思路我已经用过好几遍了。 改, 改题, 云瑶一愣, 陈俊男, 你刚才改题了? 嗨嗨嗨嗨, 陈俊男尴尬地咳嗽了几声, 怎么会那大明星, 我只是把题目润色了一下。 云瑶无奈地叹气道, 行吧, 这一次, 你决定要杀人了吗? 没错, 陈俊男笑道, 来到中阴之地的每个人随时都会死, 就算我不杀他们, 他们也会死在这里, 所以我早就没有负罪感了。 我, 我知道了, 云瑶犹豫着挂断了电话, 陈俊男回头选择了事, 随后坐在椅子上低下了头, 他正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剩下的人全部选择事,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剩下的人团结一心? 片刻之后, 他露出一丝邪性的微笑, 按下了拨号键, 十几次拨号音响起, 徐倩接起了电话, 你说, 倩姐, 这次的问题有意思了? 有意思? 嗯, 陈俊男笑道, 我们团结一心的时候要来了, 是, 什么问题? 我前面的人是这么说的, 最终瓜分的筹码要翻倍吗? 啊, 徐倩明显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 可还没等他发出疑问, 陈俊男先开口了, 倩姐, 你说, 这不会是骗人的吧? 他问道, 这, 电话那一头的徐倩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你选了什么? 我当然选了试啊, 你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过问题, 你就选试, 对啊, 我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改过问题, 但是选试的话我没有损失, 陈俊男叹气道, 大家都是来赚到的, 难道你不想试试吗? 徐倩思索了一会儿, 觉得陈俊男说的颇有道理, 你说的也对, 就算是骗人的, 选试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陈俊男的嘴角慢慢一扬, 幸亏第六次使铁球没有落下, 现在大多数的人对于规则还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 他们只知道第三题时有人因为坐下而死亡了, 目前很难找到规律, 对啊, 欠姐, 陈俊男说道, 反正我把话说给你了, 咱们都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游戏, 如果能多赚点就最好了, 好, 我知道了, 徐倩思索了一会儿, 挂断了电话, 陈俊男再次回到座位上坐好,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时间, 趁着空闲的时间, 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一次他和提问者之间只隔了四个人, 这其中有一个人改变了问题, 改变问题的人大概率不是云瑶, 因为他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改提者的范围集中在剩下的三人身上, 分别是云瑶右手边的着急姑娘, 闷声男人以及闷声男人右手边的人, 陈俊男又看了看自己画的图, 为了方便分析, 他将闷声男人右手边的人画了一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的头顶正悬着铁球, 他也是这一次的信任, 这三个人当中有人说谎了, 可是几秒钟之后, 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 还有一个人, 他在正方形的右手边又画了一个三角形, 随后将三角形圈了起来, 三角, 你是这一次的第一人, 你也有可能在得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修改问题, 是吧? 正在此时, 屏幕亮了起来, 陈俊男聚精会神地盯着上面的字,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轰隆, 甚至还未读完这行字, 一声巨响陡然炸开, 就在陈俊男右手边的不远处, 一个连样貌都不知道的人死了, 这一次的谋杀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 没有任何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偏见, 杀了就是杀了, 陈俊男慢慢露出了笑容, 本以为会议不错不不错, 可是这一步却偏对了, 果然生而为人不能太谨慎, 该相信自己的时候就要相信自己, 郑芳行, 早点回家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陈俊男站起身慢慢走向了电话, 第311章, 见面礼, 此时不是问答时间, 可徐倩却依然接到了陈俊男的电话, 倩倩, 陈俊男热情地叫道, 怎么样, 听到了没, 徐倩的声音慢慢低沉下来, 真的能够控制杀人的时机, 差不多吧, 陈俊男点点头, 说好三个回合之内让你见到死人, 现在是第二个回合, 徐倩感觉到电话另一头的男人, 似乎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玩世不恭, 他似乎有点危险, 你就这样随便杀人, 不怕一会儿有人杀你吗? 不是, 倩倩, 你在这放什么狠话呢? 陈俊男有些不解地问道, 一会儿有没有人要杀我,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小爷我就想, 让你帮忙叫个地蛇, 怎么这么费劲呢? 徐倩这才意识到, 陈俊男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呼叫地蛇, 只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合作, 才渐渐变成了危险, 是我的问题, 徐倩说道, 我现在就叫地蛇过来, 得嘞, 陈俊男点点头, 靠你了呀, 倩姐, 徐倩刚要挂断电话, 陈俊男却叫住了他, 别挂, 啊, 举着电话, 我才能保你没事, 这, 徐倩慢慢站起身, 拿着来到自己的房间门前, 伸手拍了拍门, 裁判, 地蛇, 他大叫道, 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地蛇微微一愣, 看向了徐倩的房门, 快过来一下, 徐倩继续大声喊道, 哟, 得蛇冷笑一声, 随后磨动着沟楼的身体, 走向了那扇门, 这一次的姑娘, 求救得真早啊, 几步之后, 他来到了房门前, 搁着房门说道, 怎么了小姑娘, 害怕了, 仅仅一门之隔, 徐倩似乎已经闻到了地蛇身上, 那南门的味道了, 他扭过头, 小声地说道, 喂, 现在那老家伙就在我门口, 我要说什么啊, 你让他开门, 陈俊男说道, 开, 开门, 徐倩咽了下口水, 你确定他不会在开门的瞬间, 直接杀了我吗, 不会, 陈俊男摇了摇头, 那样的话, 他就违反规则了, 毕竟在这个游戏里, 他不可以随意涂入参与者, 好, 好吧, 我试试, 徐倩慢慢抬起头, 说道, 地蛇, 你能把门打开吗, 哦, 地蛇贴着门, 将自己猥琐的声音传了进来, 小丫头, 你等不及了, 短短几个字, 让徐倩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油腻的语调, 让他感觉格外恶心, 等不及, 他巴不得的蛇去死, 走, 总之你开一下门, 徐倩壮着胆子说道, 我有事要和你说, 得蛇听后, 将一张长满皱纹的老脸, 再次贴近了门板, 怪声说道, 小丫头, 你要是敢乱来, 我就算不杀了你, 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知道吗, 我, 我知道, 徐倩答应了一声, 然后立刻低头用电话小声问道, 喂,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找死, 你真的能行吗, 当然了, 陈俊南笑道, 小爷欺负, 谁也不可能欺负姑娘, 您尽管让他开门, 徐倩知道, 现在已经骑虎南下了, 眼前的地蛇很危险, 可是陈俊南又何尝不危险, 他找到了游戏的规律, 可以洞察杀人的时机, 自己合不合作都已经身陷危机了, 如果非要在地蛇和陈俊南之间 选择一方投靠的话, 他更倾向于陈俊南, 虽说通常情况下的裁判 都比参与者更守规矩, 可是的蛇例外, 他实在太恶心了, 他就像职场上某些自以为 德高望重的男性老前辈, 瞪着一双猥琐的眼, 说着自以为贴心的话, 然后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想方设法的满足私欲, 地蛇, 你先把门打开, 徐倩苦笑道, 你是地级, 我没有胆子乱来, 嘿嘿, 你知道就好, 地蛇从外面转动了一下门把手, 解开了锁, 然后将门拉开了, 门内的景象稍微有点让人费解, 这个女人手中还拿着电话, 你的蛇微微一正, 慢慢皱起了眉头, 你在做什么, 我的妈, 徐倩如此近距离地靠近地蛇, 只感觉汗毛根根立起, 只能呆呆地举着电话问道, 你到底有什么计划, 让他听电话, 陈俊南说道, 啊, 徐倩瞪大了眼睛, 让他听, 徐倩听后, 只能默默地伸出了手, 小声说道, 你的电话, 地蛇看了看他手中的电话, 不由地谨慎起来, 电话那头是谁, 他问, 你, 徐倩无奈地摇摇头, 我只能接到上家打来的电话, 上家, 他扭头看了看, 徐倩右手边的房间门, 若没记错, 这里就是那个刺头的房间, 地蛇转动着明黄色的眼睛, 看了看徐倩, 疑惑地问道, 他有话跟我说, 为什么是你, 让我开门, 我也不知道, 徐倩如实回答道, 我受到了生命威胁, 所以不得不叫你过来, 不好, 地蛇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伸手就要去关门, 听到电话听筒里传来了两个字, 赌命, 地蛇的手上动作停了下来, 整个人也愣在原地无法动弹了, 陈俊南嘴角微微一扬, 又补充道, 我是说我和你, 听到这颇有心机的道庄剧, 地蛇的浑身慢慢颤抖了起来, 这是什么赌命方式, 他居然让另一个人把宣告赌命的电话递到了自己脸上, 如此一来连捏住他的嘴都做不到, 接下来该怎么办, 死, 地蛇忽然之间捂着脑袋哀嚎了起来,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为什么真的有人要跟自己赌命, 自己明明可以在这里过着天上人间的生活, 他凭什么扰乱自己, 地蛇像是见了鬼, 不断地扯着自己的脸皮大叫着, 妈呀, 陈俊南隔着电话问道, 那老头怎么了, 你可帮我做个见证啊, 我没动他, 别讹人, 徐倩虽然有些惊讶于地蛇的表现, 但他更惊讶于陈俊南的做法, 你说, 你能保我没事, 这就是你的计策, 他声音颤抖地问, 你要在这里送命吗? 送命? 陈俊南摇摇头, 飞也飞也, 我不一定会送命, 倒是有可能在这里击杀一个地籍, 送给老七一个阔别七年的见面脸。 第312章, 崩溃之蛇, 地蛇依然在自顾自地抓着脸惨叫, 徐倩看着他将自己的脸抓出了一道道血痕, 甚是恐怖。 那老头咋了? 陈俊南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着急地问道, 好, 好像有点崩溃了。 徐倩疑惑地说道, 不是, 这就有点离谱了。 陈俊南在电话里大叫道, 堂堂一个弟爷, 我跟他赌命, 他崩溃什么了? 小爷我还没崩溃呢。 那, 那现在怎么办? 徐倩说道, 就这样等他崩溃。 别啊, 陈俊南回答说, 再让他接一下电话。 还接? 徐倩苦笑一声, 你不会直接把他吓死吧? 怕什么? 毒命都已经说出来了, 还能比这更坏吗? 徐倩点点头, 将电话线拉长, 往前走了两步。 那个, 地蛇, 他还要跟你讲话? 地蛇浑身一震, 呆呆地看向徐倩手中的电话。 干, 干什么? 地蛇大叫道, 这小子想杀了我呀, 他要来了呀, 他马上就要来了。 倩姐呀, 甭管他, 把电话对他脸上。 陈俊南说道, 徐倩只能慢慢地伸出手, 将电话递了上去, 而地蛇也终于忍无可忍, 伸手夺过了电话。 你小子到底要做什么? 德蛇用着沙哑的嗓子, 冲着电话怒吼一声, 跟我赌命。 你有这个本事吗? 不是, 你别急啊。 陈俊南一脸认真地说道, 年纪这么大了, 要注意身体, 这儿也没监控。 你真躺下了我可就解释不清了。 你…… 地蛇不断地喘着粗气, 他有些后悔, 明明知道陈俊南是个刺头, 自己却大意地收了他的门票。 可是谁又能想到, 一个看起来吊锒铛的刺头, 居然敢跟地级搏命。 小子, 你为什么这么做? 地蛇颤抖着问道, 既然你这么问了, 按照规矩, 小爷应该跟你盘盘的。 陈俊南伸手挠了挠鼻孔, 前不久有个漂亮大姐来你这参与游戏, 因为不想跟你做些恶心的事, 被你抽了四个巴掌, 我就是打了他四个巴掌, 我什么也没做啊, 你要为了这件事跟我赌命。 小老头, 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 陈俊南在电话中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得到了强化的身体, 结果用来打女人。 我想问问你当生肖的时候, 没有别的生肖揍你吗? 你, 就算我不对, 那你也太激动了。 地蛇大叫一声, 你知不知道这场游戏若我成了参与者, 就没有出题者了, 他会来的? 那个疯女人吗? 陈俊南笑道, 让他来呗, 咱们俩好好交交手。 这, 这样吧, 地蛇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有一个两拳的办法, 可以让咱们安稳地度过四十八的问题, 谁都不用死, 事成之后我多给你一些。 这样的吗? 陈俊南犹豫了一下, 听起来倒是很诱人, 但之前你打的那四个巴掌怎么算? 我, 我打回来还不行吗? 哦, 还可以这样? 没, 没错, 地蛇答应道, 爸, 听到陈俊南的话, 得蛇伸出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啪, 这一巴掌让徐倩彻底看梦了, 这个不能算, 陈俊南继续挖着鼻孔, 用脑袋夹着电话, 漫不经心地说道, 巴掌不够响, 再打, 地蛇咬住牙, 沉了口气, 伸出手又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啪, 这一下听起来声音巨大, 正转到了陈俊南的耳中, 这声听起来差不多, 陈俊南点点头, 老头, 这是第一个, 还差三个, 再打, 啪, 地蛇确实有些害怕了, 若不照做, 这个男人极有可能会粉碎他的皇帝梦, 再打, 啪, 啪, 四个耳光打完, 地蛇的脸都肿了起来, 上一次挨到的耳光记忆, 还是来自那个该死的白色地羊, 行, 行了吧, 地蛇咬着牙说, 四个巴掌也还你了, 接下来你听我的, 咱们, 可我不同意, 陈俊南笑道, 什么, 我说之前你那个一起活下去的建议啊, 小爷我不同意, 陈俊南伸了个懒腰, 咱们开始赌命吧, 陈俊南的话音刚落, 整个场地内忽然刮起了一阵邪风, 你妈的, 地蛇大骂一声后, 惊恐地四下看了一圈, 第一反应居然是逃跑, 可两步之后他就停了下来, 不, 不能逃, 逃跑的话一定会死, 而留在这里却不一定会输, 这一切都怪那个刺头, 他慢慢地抬起双眼看着半空, 那里出现了一个古怪的身影, 这个身影浑身都被长长头发包裹着, 此刻正如吕平帝一样地站立在半空之中, 地蛇咽了下口水, 嘴中的杏子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只见半空中的身影伸出一只手, 慢慢地掀开了自己面前的头发, 他露出了苍白的脸庞和赤裸的身体, 然后低头看向地蛇, 立声说道, 无奈玄武, 听到这个女人危险的声音, 地蛇只能深呼一口气, 装傻冲愣地问道, 有, 有何贵干? 我感受到此场地触发赌命, 裁判空缺, 特来补足, 果然, 逃不过的依然逃不过, 那, 那, 地蛇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 他只感觉自己已经过了太久花天酒地, 淫乱糜烂的日子, 现在居然已经忘记了生肖会遭遇的危险, 地蛇, 请参赛, 玄武冷言说道, 能, 能再等会儿吗? 地蛇的眼珠子转了转, 心中正在盘算如何才能逃离这场游戏, 不能, 玄武从半空之中落了地, 来到了场地中央的讲桌旁边, 地蛇知道自己已经无望逃脱了, 接下来只能绞尽脑汁的游戏中存活, 地蛇的笑容, 是的, 太久没有更换过游戏了, 他险些忘了自己曾经设下的保险, 这个赌命的刺头还是太年轻了, 他忽略了一件事, 自己现在是什么? 是地蛇生肖, 那个巨大的圆球就算直直掉下来, 也不见得会直接砸死他, 毕竟他在设计游戏的时候, 曾经用自己的肉体做过实验, 虽然有可能会受伤, 但是不一定会死, 地蛇毕竟是地蛇, 他们有着普通参与者永远也无法比拟的身体素质, 这就是他最大的杀手锏。 第313章, 三成, 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后, 的蛇抬头看向了玄武, 我, 现在要加入哪个房间? 已经死了两个, 玄武环视了一圈说道, 你挑选一个死者的房间, 说完之后, 他又轻轻挥了一下手, 徐倩的房间门关闭了, 此时的徐倩终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太可怕了, 玄武这种级别的人刚才就出现在他的脊部之外, 危险的气息斩露无遗, 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卷入到地级的赌命现场。 千姐, 你没事吧? 陈俊南问道, 我, 我没事, 徐倩说了口气, 我发现你是真的有毛病, 你还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够危险吗? 危险? 陈俊南模棱两可地反问一句, 我觉得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很危险, 那你为什么要把地蛇拉进来当参与者? 徐倩生气地问道, 他完全熟悉这个游戏的规则, 咱们又要怎么跟他斗? 嗨, 这才哪到哪啊? 陈俊南笑道, 您别忘了, 宣布赌命的人是我, 若是输了的话, 受到惩罚的也只能是我。 这, 别犹豫了, 快帮我看看地蛇进入了哪个房间。 陈俊南严肃地说道, 刚才玄武让的蛇那个老银贼选择一个死者的房间, 现在一个死者在我后面, 一个死者在我前面, 这老贼选择的房间将影响我后面的战术。 我想看也看不了了, 徐倩他的口气, 他们把我的房间门关上了。 哦, 陈俊南一正, 这么快吗? 除了陈俊南和徐倩之外, 房间内的众多参与者也泛起了嘀咕。 游戏进行到现在, 这似乎是第一次终成休息, 问题并没有继续传递, 也没有任何人的电话铃声响起, 由于隔音出色, 他们的房间都十分安静, 这让每个人的心情都略微有些煎熬。 期间云瑶还试着给陈俊南打了几次电话, 可奇怪的是, 每次都显示战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第二个人死后会有这么久的空闲时间? 又等了大约几分钟的功夫, 云瑶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叮铃铃? 喂, 啊, 一个女生叫道, 可急死我了。 我, 我终于收到问题了。 云瑶点点头, 怎么停了这么久? 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 我等了好久才等来电话。 那, 问题是什么? 这个着急的姑娘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这个问题是我前面那个声音闷闷的大叔告诉我的, 虽然他传递得很清楚, 可我还是觉得很诡异。 你说来听听, 那你可记好了, 着急的姑娘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橘子, 谋杀饭, 在太行山上, 水果不吃。 啊, 云瑶从未想到这个问题居然离谱的, 像是一新密码。 你前面的人真是这样说的? 是的, 那个大哥说他记忆力很好, 仅仅用了几秒钟就记住了这些词语, 可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仔细地交给了我, 希望后面的人有人能破解。 你, 你再跟我说一次吧。 姑娘给云瑶又说了一次, 云瑶也把这些词语记下来了。 他还是不太明白, 这些词语和判断题有什么关系? 这听起来更像是个小孩子在电脑上随机敲出的几个名词。 云瑶只能先选上答案否, 然后给陈俊南拨打了电话。 他一五一十地把这几个词语告诉了陈俊南。 不, 陈俊南听后忽然笑出了声。 陈俊南, 云瑶叹了口气。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刚才游戏停止了那么久, 说不定发生了什么变故, 这些词语之中可能隐藏着。 大明星, 别多想了。 陈俊南打断道,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 什么? 我刚才干了一件大事。 陈俊南笑道, 我想问问, 你们天堂口从成立至今, 干死多少地级生效了? 这, 云瑶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一个都没有。 曾经我们尝试过, 但是下场太过悲惨了, 从那往后这个计划就一直被搁置, 我们只能去赌人级生效的命。 一个都没有。 太扯了, 那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干死地级? 啊? 云瑶慢慢瞪大了眼睛, 随后捂着电话, 低声说道, 陈俊南, 你, 你跟地蛇赌命了? 是啊, 太危险了。 云瑶说道, 若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跟地级赌命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如果说了的话, 会变成原住民的。 陈俊南听后甘笑一声, 大明星, 你知道什么叫赌吗? 这世上不可能存在百分百把握的赌局, 就算是老齐也做不到。 这, 陈俊南的一番话点醒了云瑶。 大明星, 如果你一直在等一个百分百的机会, 我劝你趁早换条路, 否则你一百年也出不去。 似乎你说得对。 云瑶苦笑道, 是我太畏手畏脚了。 那你想明白了吗? 陈俊南说道, 我们一起干死他。 嗯, 云瑶点头答应,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见到云瑶答应得如此痛快, 陈俊南笑道, 倒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什么? 如果是我死了的话, 你别忘了把今天的事转告给老齐, 最好能够添油加醋一下, 让他知道小爷我不是凡人。 你在说什么? 云瑶瞬间疑惑起来, 你才刚刚宣布跟着蛇赌命, 怎么直接就开始交代一言了? 怎么? 不行吗? 我不会帮你转答的。 云瑶说道, 你要说就自己去说。 嘿, 小爷我只怕活不到那个时候。 云瑶越听越感觉不对, 陈俊南,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自己决定跟着蛇赌命, 可现在看起来你一点把握都没有, 你真的能行吗? 小爷不是说了吗? 陈俊南笑道, 我纯粹是赌, 我的胜率最多三成。 第314章, 陈俊南的路, 你用三成胜率去跟地级赌命, 云瑶觉得陈俊南简直是疯了, 三成很少吗? 陈俊南严肃地说道, 在我看来三成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什么? 大明星, 如果跟每个地级赌命都有三成胜率的话, 理论上三个参与者就可以击杀一个地级。 云瑶听后感觉不太对, 不能这么算吧? 好, 就算我学习差, 算错了, 那么四个够不够? 五个够不够? 陈俊南的语气逐渐严肃起来, 十个参与者换一个地级的命, 够不够? 你想说什么? 地级一共才二十多人, 可参与者有多少个? 陈俊南一针见血地问道, 如果所有人都能团结一心, 前赴后继, 现在生肖早就灭绝了。 就算输了, 会变成原住民, 又如何? 只要这个鬼地方能够毁掉, 大家不还是能够逃出去吗? 云瑶知道陈俊南说得非常在理, 如果真的要堵死所有的生肖, 整个中烟之地的人团结起来自然是罪优解, 可是这个罪优解却依然逃不过人性, 都知道冲锋会获得胜利, 可是谁又愿意冲在最前排? 你也知道, 这只是个概念。 云瑶叹气说道, 所有的参与者并不是纪律严命的军队, 反而各有各的想法, 其中更不乏懦弱者和自私者。 所以, 小爷来当那个无私者。 陈俊南笑道, 虽然我也不知道堵死所有生肖是不是有用, 但就拿地蛇试试手吧。 电话另一头的云瑶沉思着, 他感觉陈俊南似乎对中烟之地非常了解, 但又隐藏了不少事情, 他不清楚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刚才的问题你也不用考虑了。 陈俊南说道, 出题人是玄武, 他大概率不会使用地蛇的设备, 刚才的问题是他乱按的, 估计以后每一次的问题都会是这样。 那, 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陈俊南笑道, 我们没有出题者了, 这个游戏现在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左右游戏, 一切问题都由玩家掌控。 陈俊南又交代了几句, 随后挂上了电话。 现在, 他有更重要的任务, 确定的蛇那个老银贼的位置, 事情变得稍微有些棘手。 他左手边的房间原先是空的, 按理来说打一通电话, 就可以确定的蛇是否选择了这个房间。 但地蛇深谙游戏规则, 他知道从玄武接手之后, 问题完全不重要, 接下来只要主动控制, 是何否就可以掌握游戏, 所以他有可能为了隐藏位置而选择不接电话。 这样就没法确定他的坐标究竟是二还是三了。 陈俊南按下拨号键等了一会儿, 正如他所料, 左手边的房间没有人接听, 拨号音响到第十一声时徐倩接听了。 喂, 倩倩, 陈俊南叫道, 我把问题告诉你, 让我们看看这里的众人都是什么态度吧。 好, 陈俊南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 假设的蛇就在他的左手边, 但却没有接听电话的话,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说明地蛇没有办法干涉问题, 自己的想法将准确无误地传给徐倩。 而由于的蛇加入了游戏, 众人已经不再需要互相残杀, 只要能够杀死的蛇即可以平分他身上的所有刀, 所以团结性应该会相对提高。 陈俊南慢慢睁开眼睛, 说道, 倩倩, 问题是这样的有人跟着蛇赌了命, 让我们一起杀死的蛇吧。 这个好, 徐倩点头说道, 只要将这个问题传遍全场, 参与者有可能会占据主动权。 也不一定。 陈俊南否认说, 毕竟在其他人的眼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证明它是真的, 但, 先按照这样传下去吧。 好, 二人挂断电话之后, 陈俊南又看了看自己在墙上画出的人员分布图, 现在自己左手边的房间和云瑶右手边第三间是空的, 地蛇就隐藏在这两间房间的其中一个。 而现在的铁球正悬在云瑶右手边第三间的头顶, 这次问题的答案若是是, 则会让铁球继续向左移动。 陈俊南已然确定了战术, 这一次是下一次否让铁球重新回到三。 然后第三个问题要落下马选择是狠狠地砸下去, 不管的蛇再不在那个房间, 先狠狠地砸它几次。 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参与者团结一新的基础上, 只要没有任何人修改问题, 陈俊南的信息就会传递给至少六个人, 再加上自己和云瑶, 知道地蛇参与游戏的人会达到八人, 无论如何都是多数派, 地蛇只能等死。 若运气再好一点, 地蛇根本不在三, 反而在二, 那么他没有任何修改问题的机会, 场上的所有人都会知道的蛇参赛的消息。 接下来铁球还会落下十次,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全部落在地蛇的头上, 这样一来让他身体再强韧, 终究必死无疑。 漫长地等待了几分钟, 陈俊南面前的屏幕闪烁了起来。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是。 嗯, 陈俊南迟一着点了点头, 仅仅是一个事, 依然无法推断出整件事的全貌。 众人知道了地蛇参赛的消息吗? 就只看接下来的进程了。 下一个问题是第十一题, 陈俊南看了看墙上的分布图, 慢慢皱起了眉头。 第十一人, 正是三。 哈哈。 陈俊南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 按照规则, 收到问题的第一人需要用电话将问题传给下一人。 若他依然装死, 定然违反规则。 地蛇你个老贼, 这还不把你揪出来。 接下来就是等待。 等待这一次的问题传递, 若是地蛇想要活命, 那他一定会传递并且改变问题。 叮铃铃。 电话响起来的瞬间, 陈俊南已经将他放在了耳边。 说。 陈俊南。 云瑶夹杂着开心和紧张的教导, 得蛇现身了, 他的坐标是三。 第315章, 他的希望。 果然。 陈俊南点了点头, 那个老贼提了什么问题? 云瑶回答, 他说我是地蛇, 我参赛了, 只要让我活下来, 每个人都将获得48克岛。 什么? 陈俊南感觉有点疑惑, 这老贼脑子有病吗? 我就在这坐镇, 他直接亮底牌了, 难道他不知道你的位置吗? 云瑶问, 怎么可能? 陈俊南伸手摸了摸下巴, 我是通过左边人的电话跟地蛇联系的, 他一定知道我的位置。 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云瑶有些疑惑地说道, 他知道你的位置, 却依然传出这个信息。 陈俊南也感觉这件事有点奇怪, 地蛇这个老银贼看起来已经苟迹跳墙了, 在他看来, 虽然这个消息仅仅能从三传到一, 但能够蛊惑的人多一个算一个。 当然还有第二个可能, 那就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地蛇。 这样一想的话, 事情就更恐怖了。 也就是说, 座位在一和三之间, 其中有一个人说了谎, 这个说谎的人已经洞察到了一切。 他不仅料到了地蛇已经参与了比赛, 更是设计好了计谋。 他想误导众人地蛇的坐标十三。 可是, 陈俊南扭头望向自己右手边的墙壁, 就这么几个人却有人说了谎。 虽然看不见, 但从他的右手边依次数去分别是云瑶, 紧张的姑娘, 闷声难。 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了谎。 陈俊南没有挂断电话, 却开始怀疑起云瑶。 好像有点奇怪, 云瑶的表现真的有点奇怪。 仔细想想, 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说了谎。 自己接受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爱因斯坦的, 可云瑶接受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女性吗? 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说了谎?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陈俊南的脑海。 在来到地蛇的游戏之前, 云瑶曾经清清楚楚地说过, 你应该也知道地蛇是什么德行。 你一个大男人, 地蛇怎么跟你敞开心扉? 这不就说明云瑶了解地蛇吗? 他曾经参与过地蛇的游戏, 亦或是从天堂口的其他队友那里收集到了地蛇的游戏攻略。 他有极大的概率说了谎。 他的目的是什么? 云瑶, 陈俊南的声音有些冷峻, 这一次他不再呼唤大明星, 反而叫了对方的全名。 怎么? 云瑶问, 你, 在跟我说谎吗? 什么? 云瑶迟疑了一下, 我这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咱俩尖把话说清。 陈俊南拿着电话坐到椅子上, 身体向后一靠, 翘起了二郎腿。 我自从参与这个游戏开始, 就想着如何保下你, 可你却跟我说谎。 云瑶的声音渐渐变了, 被你发现了吗? 陈俊南听后点了点头, 到底是为什么? 你要杀了我吗? 我, 云瑶释怀地笑了一下, 说道, 我并不想杀了你, 但正如我所说的, 我不能相信你, 所以我准备自己挑战地蛇。 啊? 陈俊南一愣, 不是, 我没太明白啊, 你, 你骗我是因为, 我觉得你有点傻。 云瑶说道, 但你看起来跟旗下的关系很好, 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一起毁了这里吧。 旗下他, 真的很重要。 什么玩意儿? 陈俊南感觉自己有点听不懂了, 大明星,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你不想要逃出去? 我吗? 云瑶苦笑着说, 陈俊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存在的目标已经不是出去了, 而是毒死所有生肖。 听到陈俊南没有说话, 云瑶又说道, 你的话点醒了我, 我身为天堂口其中一个首领, 却从未向地级生肖提出赌命, 组织里的其他成员就更不会了。 不是, 小爷我算是听明白了。 陈俊南有些安心的说道, 大明星, 你是想逞英雄啊。 我? 逞英雄? 我没猜错的话, 你活够了吧? 陈俊南干笑一声, 你想用一个看起来体面的方式离开。 云瑶听后微微一震, 笑道, 你好像不傻, 到底发生什么? 你不是跟小鼠混得风生水起吗? 陈俊南的面色有一点笑容, 转为阴冷。 但小子对你不好吗? 你现在看起来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了。 云瑶听后浑身都微微颤抖了一下, 眼中微微一酸, 终究还是把眼泪染了下去。 那一天, 他回到天堂口时, 只看到了遍地的尸体。 猫已经将整个天堂口的人都屠杀殆尽了, 这一次获得回响的人再度减少, 天堂口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追逐了两年的梦想, 那个让他活下去的堵死所有的生肖的目标, 也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陈俊南, 我确实想死在这。 云瑶含着泪说道, 我很自私, 这一次要么是地蛇死, 要么是我死, 我绝对不允许其他的情况发生。 原来这才是, 你跟着我来的蛇游戏的理由啊。 陈俊南终于明白了一切, 云瑶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 他想要死在这。 没错, 云瑶点点头, 陈俊南, 谢谢你给了我向前一步的勇气。 不是, 连我死都不行吗? 陈俊南不解地问道, 我帮你堵死地蛇都不行。 你, 云瑶犹豫道, 陈俊南, 我没说明白吗? 我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 这样吧, 我盘盘道。 陈俊南干咳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虽然不知道楚天秋那小子做了啥, 以后你就跟着我和老乔吧, 我俩, 哦, 还有老齐, 我们仨不会亏待你的。 什么? 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年你到底发生了啥, 连曲向都改了, 但很久以前你可套我们喜欢的呀。 陈俊南笑道, 没必要再跟着不该跟的人了, 我听说你这次还收了小女友, 是吧? 你死了他怎么办? 田田他孤单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云瑶的脑海中。 大明星, 你和田田是整个中烟之地最让我心疼的姑娘, 带着他一起来吧。 第316章 穿墙 你知道我的过去。 云瑶皱着眉头问道, 你也知道田田的故事。 不仅如此啊, 陈俊南笑道, 强运和巧悟, 对我们来说确一不可。 巧悟? 云瑶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明白了, 这一次让我们联手吧, 或许你能够让我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动力。 啊? 陈俊南笑道, 这就对了。 但, 云瑶话锋一转说道, 虽然我之前跟你说了几次谎, 但这一次却没有。 啊? 陈俊南刚刚放下的心, 一下子提了起来。 我刚刚说到的问题, 确实是这个。 云瑶说道, 地蛇似乎真的在我们右边。 既然如此, 陈俊南说道, 只能说明地蛇那个老贼 比我想象中的笨太多了, 他真的狗技跳强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这一次的问题, 只能选择否。 不然铁球回不去, 你就危险了。 陈俊南说道, 交给我吧。 二人挂上了电话, 陈俊南算了算铁球的位置, 直接按下了否。 现在铁球的坐标是二, 必须让他回到三, 否则下一回合危险性太高了。 毕竟云瑶是零。 陈俊南思索一会儿, 拨通了徐倩的电话。 倩姐, 陈俊南思索道, 你刚才将问题传下去了吗? 这不是废话吗? 徐倩没好气地反问道, 我刚才可是亲眼见到地蛇 参与了游戏啊。 我怎么可能不往下传啊? 也对, 陈俊南感觉自己 好像又有点多虑了, 可经过刚才云瑶的事, 他看谁都像是在说谎。 真希望此时此刻 倩姐, 你帮我把这个问题传下去吧。 陈俊南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选否, 让地蛇去死。 这, 这会不会太直白了? 徐倩说道, 直白不好吗? 陈俊南反问道,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地蛇参赛的消息, 然后把他杀死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 徐倩才终于开口说道, 我觉得你的想法 好像有点偏激了。 什么?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现场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想让地蛇死。 这句话 犹如扎进气球的细针, 让陈俊南的思绪陡然炸开。 是啊, 他犯了个大错, 现在是他和地蛇的赌局, 这就像是一场赌大小的比赛, 他和地蛇赌命的结局 就像是中理的头子。 众多参与者对于大和小个有想法, 他们会选择自己认为 赢面最大的一方下主,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赌陈俊南赢。 若是他们一起攻击了地蛇, 反而没有杀死他,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好过了。 原来是这样, 陈俊南笑道,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不少耸祸呀。 什么? 倩姐, 能帮我个忙吗? 陈俊南问道, 什么忙? 待会儿你别接电话, 我要跟你左边的人聊一聊。 啊? 徐倩已经不是一次 被陈俊南的想法吓到了, 这样能行吗? 我, 我还没死, 如果不接电话的话,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你不算犯规, 只是不想接电话而已, 放心吧。 陈俊南笑道, 徐倩只能听从陈俊南的意思, 毕竟他已经算是 赌命地蛇的帮凶了, 现在对于他来说, 不杀死的蛇只会更加危险。 好在自己不是赌命的参与者, 就算死了应该也会轮回。 没多久的功夫, 徐倩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没有选择接听, 让铃声声声响了十次。 果然在第十一次时, 铃声戛然而止。 看来这个电话的工作原理 是机械式的, 不管房间中的人是否死亡, 只要十次之后, 无人接听 就会自动跳转的下一个人。 陈俊南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电话终于被接起来了。 喂,喂, 电话那头是一个听起来 非常紧张的男子, 和徐倩的描述一致。 哟,大哥, 陈俊南笑着打了个招呼。 啊,男人吓了一大跳, 你,你谁啊, 我前面那个妹子呢? 大哥您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当那个妹子。 紧张男人沉默了半天, 声音颤抖地问道, 死了? 怎么会呢? 陈俊南意识到, 这个大哥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搞清规则, 说不定他没死, 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想接电话, 所以我电话直接打您这儿来了, 没打扰您吧。 你到底要干嘛? 我想和你聊聊, 陈俊南笑道, 大哥, 刚才那个妹子 给你传的是什么问题? 男人刚要开口, 却忽然意识到不太对。 你问这个做什么? 他反问道, 按理来说, 你应该知道 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吧? 嘿, 你还挺聪明的是吧? 陈俊南笑道, 实不相瞒, 你前面的姑娘 已经被我弄死了。 小爷和地蛇赌了命, 现在我草木皆兵啊, 任何可疑的人都不能放过。 啊? 男人吓了一跳, 弄, 弄死了。 他怀视了一下 自己身处的封闭空间, 忽然感觉并不安全。 你不相信我? 陈俊南笑道,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 在跟我通电话吗? 你回忆回忆规则。 男人思索了一下, 规则似乎确实说过, 只有房间中的人死了, 电话无人接听之后 才会转播给下一个人。 你, 你真的杀那个妹子啊? 你, 男人懊恼地说道, 那个妹子人很好的啊, 他每次都会跟我说明 现在的情况。 那就当我杀错人了。 陈俊南说, 我杀错一个 就可以杀错第二个, 大哥你想死吗? 我, 我当然不想, 可现在是我跟地蛇 赌命的关键时刻。 陈俊南说道, 所有的人只有两种下场, 要么为我所用, 要么被我杀掉。 毕竟我的回响 是他妈的穿墙啊。 啊? 男人吓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 你会穿墙? 没错, 陈俊南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说道, 你等着, 小爷现在就穿过去弄死你。 倒, 倒是不用, 男人甘笑一声, 我感觉你比地蛇还要恐怖, 肯定站在你这边的。 好, 那我可以给你开看。 陈俊南凑近电话说道, 你现在是我的小弟了。 啊? 一会儿我的电话 会再次拨过来, 你不要接电话。 这, 不接电话? 要不然你去死。 啊, 别别别, 陈俊南知道这个男人的胆子很小, 应该不可能左右整场的局势,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果断开启了第三轮电话。 第317章, 丹河双。 谁? 很肩的男人。 啊, 你好你好, 陈俊南热情地说道, 咱们这边就是说, 有个赌命活动想跟您推荐一下, 不知道你有兴趣没? 没兴趣。 男人冷冷地说道, 你是谁? 陈俊南已经大体猜到了这个男人的性格, 他跟刚才的紧张大哥不同, 并不能够靠威胁让他屈服。 我? 陈俊南沉嘻一秒, 说道, 我是跟地蛇赌命的人。 什么? 尖声男人一愣, 随后沉默了十几秒, 问道,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长时间的停顿, 是你搞的鬼。 没错, 陈俊南答应道, 我这次打电话来, 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立场。 原来如此,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电话还可以主动放弃接听。 你是想知道, 我会支持你, 还是支持地蛇? 是。 陈俊南点头道, 我想让地蛇从中烟之地彻底消失, 但这件事, 仅凭我是做不到的, 我需要帮手。 这我不好说。 男人如实回答道, 我不想插手你们二人之间的事, 只想等游戏结束之后, 拿着刀离开。 陈俊南听后点点头, 这样的话, 你也应该想要多转一些吧? 我们赢下游戏的话, 只有48颗刀, 可是地蛇身上应该更多, 它如果死了的话, 我只是个普通的参与者。 先生男人打断陈俊南的话, 我不想卷入你们这些大人物之间的斗争, 得罪了谁对我来说都不是好事。 那换句话说, 你是中立的? 我并不是完全中立的。 男人回答道, 我大概率倾向于地蛇, 毕竟生效要比参与者厉害得多。 那我明白了, 陈俊南皱着眉头说道, 如果我让你待会儿不要接电话, 你会同意吗? 我不同意。 男人果断回答道, 你想做什么都没关系, 但我会严格按照规则来执行游戏, 只要电话想起我一定会接。 原来如此, 陈俊南叹了口气, 那么我挂了。 挂掉电话之后, 陈俊南在自己的墙上再一次完善了一下现在的布局。 徐县的左边是紧张男人, 在左边是奸生男人。 由于奸生男人拒绝不接电话, 陈俊南的探路工作到这里已经断了, 但好在整个人员布局已经大体浮出了水面。 虽然奸生男人的左手边不确定是谁, 但一定是个男人, 因为在左边就是白衣女子了。 陈俊南伸出手指在白衣女子的左右两边, 画了两个问号。 现在所有的人之中, 只有白衣女子左右两边的人不确定身份, 只知道是两个男人。 这样看来, 钟正就在白衣女子的身边, 虽然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 但他们一定通过电话。 现在陈俊南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给徐倩拨打电话, 让他开始传递问题。 而后等这一次的电话传递结束。 几分钟之后, 陈俊南面前的屏幕终于亮了起来, 这一次似乎比任何一次花费的时间都要久。 坏了, 陈俊南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事情并不在他的控制中。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巨大的链条声在头顶响起, 现在的锯球移动到了坐标一。 什么情况? 陈俊南感觉自己有些捉摸不透整个场上的走向了。 这一次的答案依然是事。 他感觉自己的问题至少传递给了左手边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答案大概率都是否, 再加上云瑶和自己已经是五个否了。 现在场上有十一个人, 难道剩下的人全部都是事? 太扯了, 搞什么? 陈俊南扭头看向自己的右侧, 现在铁球悬在了云瑶右手边的女人头顶, 他会死吗? 别这样啊, 陈俊南站起身来茫然四顾, 我们的机会不多, 一定要砸死地蛇才可以。 可是, 空荡狭窄的房间里, 他的声音完全传不出去, 他感觉剩下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个厉害人物, 他已经开始出手了。 这一回合获得问题的人是二, 也就是闷声男。 而陈俊南知道自己是一, 离对方很近, 而此时云瑶不会再跟他说谎, 所以他有很大的概率得知真正的问题。 默一会儿的功夫, 电话响起了, 陈俊南面色严峻地将听筒拿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云瑶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是很紧张, 我右手边的女孩似乎活不下来了。 你, 为何这么淡定? 陈俊南,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云瑶说道, 我好像死不了。 你在说什么屁话? 你知道现在铁球离你多近吗? 是, 是很近, 但正是因为很近, 所以我才绝对安全。 什么? 云瑶沉了口气, 说道, 陈俊南, 我是双树, 现在要死的只能是丹树。 陈俊南一时竟然没听明白云瑶的逻辑, 只能愣愣地看向自己刻在墙面上的布局图。 双树和丹树? 他将手指放在椅上, 然后算了算, 随后慢慢地瞪大了眼睛。 如果按照一, 二, 落下, 一, 二, 落下, 这样的节奏来看, 一的铁球居然永远也到不了云瑶的灵。 什么? 陈俊南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乱, 这个游戏的铁球只能砸单数, 最多死六个人。 短短几秒之后, 他就感觉不太对, 而后看向了自己的左手边。 不对啊, 好像有个问题, 云瑶的坐标是零, 自己是一, 可是二死了呀, 开局没多久的功夫, 一个双树就死了呀。 他又赶忙用手指算了算这几次的答案, 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出了纰漏, 而铁球的位置也完全在他的预料之内。 到底是什么时候? 死亡的目标从双树变成了单树。 云瑶听到陈俊南的疑问, 尝了一口气, 说道, 是第二次铁球要落下时, 我们选择的否。 第318章, 鞋舌现身。 啊, 陈俊南思索了一下, 忽然想明白了, 当铁球要落下时, 若答案不是是, 而是否, 那么铁球就会向右侧平移一格, 死亡目标也会进行双树和单树的切换。 大明星,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你学习这么好的吗? 云瑶叹了口气, 是我没想到你学习会这么差。 陈俊南庆幸好在有云瑶在, 二人的头脑几乎完全互补, 他负责提供想法, 而云瑶负责完善细节, 在二人的通力协作之下, 这个游戏的全貌已经浮出水面了。 直到下一次落下问题的否出现之前, 所有的单树有挥散不去的死亡威胁, 而所有的双树会绝对安全。 原来是这样, 太好了, 陈俊南说道, 好, 云瑶愣了一下, 陈俊南, 我没说明白吗? 你现在是单树, 你会死的呀, 我会死吗? 陈俊南假装惊讶, 却又爱搭不理地说道, 哦, 多谢提醒, 你, 大明星, 我怕很多东西, 唯独不怕死。 陈俊南说道, 在这中烟之地, 我随时都可以去死, 但你在赌命啊。 云瑶说道, 我们死了只是死了, 你死了可就消失了。 没事, 陈俊南打了个哈欠说道, 都一样, 和地级赌命输了, 无非就是换一种形式存在, 我依然是中烟之地的一份子, 你连这都知道的吗? 云瑶疑惑道, 小爷知道的是多着呢? 陈俊南笑道, 别跑题了, 这次的问题是什么? 就像你说的, 这次依然是随机的文字, 没有任何的意义。 云瑶无奈地说道, 好, 我知道了, 陈俊南说道, 下面交给我吧, 你想选择是, 还是否? 云瑶问道, 你, 希望我怎么选? 陈俊南反问, 我不知道。 云瑶回答说, 为了我自己的安全考虑, 我更希望这次的答案, 是是, 这样我右手边的女孩会死, 但我在下面的几个回合之内, 都是安全的。 是, 这样选择是对的, 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想法。 云瑶说, 你毕竟是这一次的赌命发起者, 铁球一直悬在单数的头顶, 会让你十分危险, 若你想要, 把答案变成否, 进行单双数的切换, 我也觉得理所应当。 这样吗? 陈俊南嘴角一扬, 那我知道了。 嗯, 云瑶本应挂上电话, 却始终拿着, 拿着听筒, 不肯放下。 怎么了大明星? 陈, 陈俊南云瑶低声说道, 我身边的那个女生和我并不相熟, 她的死活不是很在乎, 但我有预感, 下一次死的极有可能是你。 打住打住, 陈俊南连忙摇头说道, 姐, 你闲着没事在这招灾呢? 能不能说点好听呢? 可, 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别别别, 陈俊南头摇得像波浪鼓, 你三十六度的嘴怎么说出这么冰浪的话? 我会因为救你而不改变答案吗? 你太天真了, 还是趁早挂了吧。 陈俊南挂上电话, 然后回头选择了否, 又拿起电话拨给徐倩, 整套动作一气合成。 是的, 这一次不能选择是, 就算选择是云瑶会安全, 也绝对不能选择是。 电话被接了起来, 倩姐, 在, 你说, 有人要大开杀戒了, 这一次如果选择是, 就会拦不住的开始死人。 陈俊南说完之后沉默了几秒, 又说道, 这一次的问题你来出吧, 目的就是让你后面的人选择否, 拦不住的开始死人? 是, 陈俊南点头道, 多余的话我也不再说了, 记得, 选择否? 我, 知道了。 徐倩声音迟疑地挂上了电话, 虽然陈俊南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答案倾向于否, 但他知道希望并不大。 几分钟之后, 屏幕照常亮起,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轰隆。 声音很近, 仿佛就在眼前, 一死了, 那个性格着急的姑娘。 这是第十二个问题, 但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规则。 虽然这才第二天, 但这一局游戏的聪明人格外多, 游戏还未过半, 就已经杀死了三个人。 现在丹树和双树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 现在只要接下来的回合中, 双树能够齐心协力, 足够杀死所有的丹树。 接下来可真是, 陈俊南话还没说完, 却似乎感到一阵灵光穿过脑海。 此时他终于明白, 旗下那些绝妙的想法,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了。 看来自从自己选择赌命之后, 智商名显比以前提高了。 老齐, 就是因为你没有回响, 所以每一次死亡都像是真正的死亡, 所以你一直都如履薄冰啊。 陈俊南露出了笑容, 他已经知道地蛇真正的位置了。 答案很简单, 为什么现在双树的实力会这么强? 每一次的答案都如他们所愿, 这说明双树的人数比单树更多。 原先的两局游戏分别让二和三死了, 按理来说双树和单树各减少一人, 双方阵营人数不变。 可自从的蛇加入游戏之后, 双方的人数发生了变化, 双树变强了。 这样一来, 地蛇的位置已经完全确定了。 陈俊南站起身, 面朝自己左边的墙壁, 露出一抹邪笑。 你, 原来离我这么近吗? 他将手缓缓放在墙壁上, 眼神渐渐兴奋起来。 你说咱俩, 到底谁会永远留在这儿? 而一墙之隔的地方, 地蛇也转头面向自己的右侧。 虽然他从进入房间, 开始就没有接听过任何电话, 也并没有暴露过自己的位置, 但偏偏感觉右手边的墙壁 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杀气。 他也将手掌放在了墙壁上, 二人隔墙相望。 小子, 那蛇咬着牙说道, 你实在是太危险了, 绝对不能留下。 第319章, 掌控者, 接下来的问题不出陈俊南所料。 头顶的铁球就像失控的列车一样 奔腾向左, 悬在了云瑶的头顶。 趁着这次通话的机会, 陈俊南告诉了云瑶自己的推断, 他说地蛇就隐藏在双树之中, 坐标极大概率是二, 但此时的云瑶和陈俊南都知道, 他们大概率无力改变现状。 陈俊南又和云瑶说了另一个猜想, 那就是要小心闷生男。 这个不险山不漏水的男人, 应当是之前冒充地蛇的人。 毕竟在冒充地蛇的回合中, 只有他可以改变问题, 这说明他在不知道全貌的情况下, 已经完全猜到了事情的发展, 绝对不是个小角色。 而后面的回合里, 他也顺利地杀死了一。 这样看起来, 三一直都是空房间, 闷生男假装接到了三打来的电话, 从而改变了问题, 但他没有料到赌命发起者就在他前面的不远处, 这才识破了他的阴谋。 而闷生男在前面就是三角, 这个三角也出手杀过人, 他杀死了之前的三。 云瑶前面的两个男人都不是普通人, 他接下来的处境非常危险。 十四回合, 陈俊南的屏幕也亮起了一行诡异的文字, 看似是个问题, 但却毫无意义。 一朵花崩溃在雪花间。 陈俊南看到问题后, 拿起电话拨给徐倩, 这一回合依然如同之前一样, 明明已经转了一圈, 来到了第十四题, 可处境依然没有改变。 铁球最终悬在了陈俊南的头顶, 下一回合的问题将会决定他的存活。 果然如云瑶所说, 已经杀过人的铁球和刚开始的铁球完全不同。 他带着浓烈的血腥味悬在那里, 隐隐地能够感觉到巨大冰冷的轮廓, 陈俊南笑道,地蛇,你怎么这么着急? 十五回合开始, 徐倩作为第一人, 陈俊南最后才接到云瑶的电话。 但是云瑶的语气很奇怪, 像是让自己交代一言。 陈,陈俊南,云瑶说道, 我,我已经选了否, 待会儿也选一下否, 说不定接下来你会活下来。 好,我知道了。 陈俊南淡然地说道, 我会选择否的。 你,真的不怕死吗? 云瑶有些紧张地问道, 现在的铁球已经在你的头顶了。 说实话, 陈俊南叹了口气, 我对死亡的感觉已经十分淡漠了。 就算知道自己可能真的要死, 内心却依然毫无波澜。 这么多年来, 我只担心朋友会死, 却从不担心自己会死。 可你, 而且, 我的看法跟你并不相同。 陈俊南举着电话, 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 我有一种奇妙的预感, 感觉自己并不会死在这一回合。 为什么? 因为,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陈俊南眯起眼睛说道, 这场游戏前面几个回合, 是我在带着走。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 场上的主导者已经换了。 你是说, 有人控制了这场游戏? 是的, 大明星, 现在场上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若我没猜错, 他应该和老七七骨相当。 陈俊南伸出一只手, 摸了摸墙上的布局图, 这个人应该控制了我们对面相当大的区域, 差不多从二到六, 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并且, 这个人在第一时间就推断出了地蛇参与游戏 和地蛇准确位置, 从那时开始, 他就开始试图掌握主动权。 陈俊南的一番话让云瑶大惊失色, 这世上真的会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所以呢? 云瑶问, 所以他正在不断地让铁球奔向二, 如果我以上的猜测全部都是正确的, 那么这一回和他会让众人选择否, 进行双数和单数的切换, 所以我可能不会死。 这个假设太大胆了, 云瑶皱着眉头说, 只要有一个猜测是错误的, 你就永远消失了。 正因为我跟老七组过队, 所以才把人的上限想得很高, 跟聪明人相处时, 需要完全相信对方的手段。 陈俊南笑道, 大明星, 你猜猜那个人有没有料到, 我是赌命发起者? 就算他猜到了, 你是赌命者, 又如何? 那他应该知道, 一旦我死了, 那么赌命就结束了, 地蛇有可能会被放出房间, 重新成为裁判。 那时候说不准他会报复还是报恩,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让他留在这里。 云瑶咽了一下口水, 感觉陈俊南似乎是太信赖聪明人了, 这世上真的会有一个人坐在孤零零的房间中, 从而洞察整个游戏的全貌吗? 大明星, 你了解, 那个叫钟正的男人, 他有这么聪明吗? 陈俊南问道, 他不是个蠢人, 但也绝没有你说的这么聪明。 云瑶谨慎地说道,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冷血, 我曾和他参与过几次游戏, 他杀死的队友不在少数, 甚至连我也被他杀了一次。 楚天秋曾经说过, 他正是看中了钟正这一点, 所以才把他纳入天堂口。 陈俊南点点头, 这样说来, 操控全局的人应该不是他, 而是另一个人。 云瑶也思索了起来, 刚刚他们跟所有的参与者打了照面, 可有谁能有如此手段? 大明星, 先不说了, 陈俊南说道, 毕竟我马上就可以证实, 我的想法是否正确了。 他挂上了电话, 一脸慎重地按下了否, 随后喃喃自语道, 让我看看你的能耐吧。 短短的十几秒的时间, 陈俊南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他眼睁睁地看着屏幕上的字暗淡下去, 随后又渐渐亮起, 宣道他生与死的审判书落下了。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否。 赌对了, 陈俊南的眉毛瞬间扬了起来, 随后只听巨大的链条声咔啦咔啦地响起, 带动头顶的巨大铁球远离了自己。 从这一刻开始, 这颗铁球就像是一辆坦克, 缓缓地转动着炮筒, 转头瞄准了地舌。 陈俊南也感觉此时有一道隐秘的桥, 将他与对面的某人联系到了一起。 第320章, 洞嘴之王。 云瑶抬起头, 感觉到了巨大铁球的悬浮, 他微微地叹了口气。 是的, 一切都如陈俊南所料, 但现在问题同样棘手, 下一次铁球落下时, 死的人会是自己和地蛇其中一个。 他无法确定死亡者百分之百是地蛇。 而陈俊南也在此时慢慢闭起了眼睛, 接下来的时间只有等, 等到第18题来临。 对方究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 还是一个随意杀戮的恶魔, 就在第18回合见分晓了。 16回合, 众人照常传递问题, 云瑶打来电话的时候, 传递的问题很简短, 就两个字, 选试。 接下来最好的方式, 自然是跟着这个隐形的领导者走。 毕竟地蛇的审判之日要来了。 陈俊南拿起电话拨打给徐倩, 可未曾想到的是, 电话响到第二声就被人接起来了。 自从二死去之后, 他每一次的电话都要响十次以上, 此时难免有些不习惯, 但还是很快明白了过来。 老贼, 原来您住得离我这么近啊。 陈俊南笑道, 最近身体好吗? 喜欢惨叫的老毛病改了没? 地蛇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能不能放过我? 放过你? 没错, 我不想死。 德蛇说道, 你开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是漂亮女人, 是训练过的小孩子, 亦或者我可以帮你杀个人都行, 你能不能放过我? 陈俊南听后渐渐收起了微笑, 随后瞪起一双冰冷的双眼说道, 你个人渣, 连求人也是这么让人恶心, 什么叫漂亮女人和训练过的小孩子? 我他妈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你的房间, 扯断你的舌头。 不, 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每个人在中阴之地一定有所求, 你的所求是什么? 德蛇严肃地问道, 这个地方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我会变得无所不能, 无论你是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你, 你尽管提出来。 陈俊南沉默了一会儿, 冷笑道,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啊, 这个地方确实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是的, 是的, 德蛇点点头, 你难道不想凌驾在别人之上吗? 平日里, 你得不到的那些女人, 成为地级之后就能一如反掌地玩弄她们, 没有人可以反抗你的啊。 如果你愿意, 甚至可以从人蛇做起, 我可以成为你的启蒙导师。 陈俊南摇了摇头, 继续冷笑道, 你意思是, 小爷我的这副尊容不要了, 然后套上一个腐烂发臭的蛇皮, 接着学你那样, 在游戏中利用规则来威胁姑娘, 让她们屈服于我。 这不好吗? 德蛇有些着急地说道, 在现实世界里, 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完全做主的? 又有哪一件事是完全顺遂你意的? 但在这里, 我们可以啊, 我们成为生肖就可以。 在我们的游戏里, 他们只能听我们的, 就连上面的人也要尊重我们所设立的规则。 陈俊南听后, 深深地呼了口气, 看起来气得不轻。 小爷还真有点好奇了, 宁压现实生活到底过得有多么不如意, 才会在这种阴暗恶臭的土地上寻求自己的存在感。 我? 只可惜啊, 小爷的思想太过传统了, 接受不了你那潮流玩法。 我这辈子揍过无数的人, 可偏偏没在姑娘面前红过脸。 老天爷让我生得身强体壮, 目的就是在姑娘有难的时候, 小爷, 我能帮衬一把。 地蛇听后, 紧紧地皱起了粗糙的眉头, 事到如今, 你还在说什么漂亮话? 同样都是男人, 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你在想什么? 你跟那个漂亮女孩一起来参赛,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吗? 你无非就是想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码罢了, 可你现在选择了赌命, 明明是玩砸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陈俊南笑道, 同样都是男人, 你还真的不了解我, 你居然希望我站在你那一边, 可小爷我交朋友只看两点, 一是对朋友局部局气, 二是对姑娘客不客气, 你自己撒泡蛇尿好好照照, 你符合哪一点? 你倒是声明大意了, 地舍冷笑道, 虚伪的男人我见得多了, 发骚的女人我也见过不少, 你带来的那个女孩穿着短裙, 不就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 你俩还在这装什么清白? 听到这句话, 陈俊南知道好好聊天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哟, 我想请问您养那两眼珠子是长他们膀胱上了吗? 怎么整天甚鸟, 看啥都骚呢? 人家穿衣服就为了给你看了? 你现在是又当狗又吃草, 满嘴是屎还想装药? 杨, 那是吧, 小爷现在脱得就剩裤衩, 跑到你房间里, 是不是可以告你骚扰了? 陈俊南搁着电话, 将地舌劈头盖脸的痛骂一顿, 竟然骂得他一句话都还不了口。 怎么? 高血压犯了? 说话啊, 陈俊南骄骂道, 你刚才那牛逼轰轰的架势呢? 老北京的各大胡同里你去扫听扫听, 小爷动手指排第二, 动嘴天下无敌。 地舌确实没有办法了, 叹了口气问道, 我不和你吵, 最后问你一次, 你要不要合作? 陈俊南听后顿了顿, 说道, 这样吧, 小老头, 你答应我个要求, 我就不针对你了。 什么要求? 你刚才说的女人, 还有受过训练的小孩, 他们现在在哪? 你还是感兴趣啊, 地舌听后干笑一声, 他们被我关着呢, 就在这栋建筑物里, 只要你让我活下来, 他们就都是你的了。 好, 那就太好了。 陈俊南点点头, 既然如此, 你就放心地等死吧。 是, 什么? 得舌一愣, 你小子给我耍诈, 你不跟我合作, 有点遗憾了。 陈俊南摇头说道, 我确实不想针对你了, 可是现在场上有另一个人要你的命,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另一个人? 是啊, 小优我运气好, 有个人开着坦克过来, 想要将炮筒塞到了你的嘴里, 而我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也爬上这辆坦克和驾驶员一起杀了你, 至于最后, 谁才是坦克的拥有者? 那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 您老走好吧。 说完之后, 陈俊南没等地蛇回复, 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321章, 白衣, 答题时间结束之后, 陈俊南的屏幕亮了起来,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果然, 对方的思路和自己搭在了一起, 现在的铁球, 悬到了陈俊南的头顶。 接下来十七回合也毫无悬念, 众人齐心协力地选择了事, 儿的蛇并没有接听电话, 现在他已经没有接听电话的必要了。 他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有限, 最好的方法依然是隐藏自己的位置, 现在徐签大概率已经接到了他的电话, 并且很有可能告知后面的人。 只可惜, 后面的人不一定会百分之百相信徐签。 第18题, 答案不出所料的偏向了事, 只听铁链声震震, 巨大的铁球落在了二。 可让陈俊南略感疑惑的是, 这一次的声音跟之前不同。 毕竟, 铁球曾经在二落下过一次, 可这一次落下时产生的声响远远不及之前, 只感觉地面一阵轻微摇晃摇晃, 其他异常的声响几乎完全没有。 这合理吗? 陈俊南低头思索了一下, 由于地蛇的肉体经过强化, 那他确实有很大的概率拖住铁球, 使他不接触地面从而始发出的声音大幅减小。 可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之前的轰铃声和瓦力声呢? 他瞬间想起了什么, 紧接着抬起头看向了天花板。 是的, 问题出在纯木质的天花板上。 铁球第一次落在二时砸碎了天花板, 可这一次却没有。 之前每一次铁球落下时的巨大声响都是因为砸碎了天花板, 这一次是铁球第一次落在重复的位置, 所以声音相对小了许多。 铁球明明在我的隔壁, 听起来的声音却并不大。 陈俊南摸着下巴沉思道, 那对于远处的人来说岂不是根本听不到? 几秒之后, 陈俊南露出了一点兴奋的表情。 啊? 太逗了。 他一拍手, 大叫道, 小爷真他妈的, 是个天才啊。 居然想到一个妙招啊。 虽然是先赌的命, 后想的渣, 但好歹想到了呀。 果然, 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生信条没错。 如果你个老小子能接住那个铁球, 那么我就只能出这招了。 第十九回合开始, 陈俊南向征信地接了云瑶的电话, 随后拨给左手边。 本以为地蛇那个老小子能拖着半只脚踏入地狱的身体接个电话, 随后自己在假客期的寒暄几句, 可没想到接电话的人变成了徐倩。 是你? 徐倩愣了一下。 是我呀, 怎么, 不欢迎。 哎, 你刚才听到了没? 你是说斩蛇起义吗? 陈俊南点了点头, 算是听到了吧? 他, 死了。 问得好。 陈俊南笑道, 等会儿我有空了, 出门帮你看看, 别急。 听到陈俊南这么说, 徐倩只能叹了口气, 他上一回合给我打了电话, 我已经把他的位置告诉后面的人了, 可我不知道后面的人是否相信我, 如今好不容易砸到了地蛇,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 这种感觉真的好烦啊。 急什么? 陈俊南笑道, 地蛇那个老贼如果没死的话, 过两个回合就会给你打电话报平安了。 徐倩沉吟了一下, 也对。 倩倩, 接下来我们按照事, 砸这种节奏, 将地蛇砸成蛇肉饼吧。 二人挂上电话静候了一会儿, 第十九题的答案浮出水面,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第二十题, 地蛇依然没有接电话, 陈俊南向征信地跟徐倩交代了几句, 随后继续等待。 可当答案浮现时, 他又失算了。 这一次的答案也是是, 炮筒的方向转了, 场上的风向也转了, 铁球没有继续回到地蛇的头顶, 反而远去了。 陈俊南看了看自己画下的布局图, 若这一回合选择是, 那么铁球就会悬在紧张南的头顶, 他招谁惹谁了。 况且刚刚的问题, 自己, 云瑶和徐倩都已经选择了否, 为什么最终答案会是是? 巨大的链条声响起, 铁球毫无悬念地远离了地蛇, 是什么导致了变故? 这一回合和之前的回合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硬要说的话, 那就是徐倩告诉了后面的人地蛇的位置。 糟了, 陈俊南站起身, 似乎想明白了。 那个所谓的聪明人似乎并不相信地蛇的真正位置, 他想让铁球从二一路砸回三。 这样一来的话, 能够在尽量杀死参与者的同时, 重伤的蛇。 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 随着一阵巨大的声音响起, 那个紧张的男人被众人投票出局了。 整个过程耗时不过三分钟, 干脆利落, 完全不拖泥带水。 事情似乎又有点诡异了, 不管陈俊南的选择是什么, 似乎都控制不了铁球的走向。 接下来的第二十二、 二十三题, 答案依旧是, 事情正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前进。 陈俊南赶忙重新端亮起了墙上的布局图, 在心中模拟起了接下来几个回合的动态。 你骗了别人, 你想开杀剑。 他用手在紧张男人处克了一个死, 然后跳过那个不跟自己合作的男人, 在第三个男人处也克了一个死。 如果不出所料, 第二十四个回合死的就是这个男人。 接着他又跳过了白衣女孩, 在他后面的男人的位置克下了一个死。 按照这样隔一个死一个的节奏来看的话。 等一下, 陈俊南眉头一皱, 白衣女孩左右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中正, 接下来他们都会死。 他本以为这两个男人当中有一个是掌握大局的人, 可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被大局掌握了, 完全不能脱身。 他们被骗了。 我早该想到的, 陈俊南苦笑一声, 原先以为双树当中有一个聪明人, 他领导着整个双树在屠杀丹树, 可明明双树所获得的问题都来自于丹树。 他伸出一根手指, 用指甲将白衣女孩四个字狠狠地圈了起来。 原来你这么可怕吗? 陈俊南嘴角一扬, 现在我更想把你介绍给老齐了。 你俩搞对象的话, 八成会很有意思吧。 第322章 夺心破 第27回合 一切如同陈俊南所料, 铁球一路从二项三砸过去, 杀光了沿途的双树。 现在已经掠过了白衣女孩, 悬在了他左手边人的头顶。 陈俊南对面的房间, 一个白衣女子拿着电话, 面带微笑地等待着。 没多久的功夫, 他开口问道, 大哥,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我, 我叫钟正, 这名字不错呀, 大哥, 白衣女孩点了点头, 你这次选什么? 钟正咬着牙, 嘴唇发白地问道, 能不能别折磨我了? 怎么会呢? 白衣女孩笑道, 你可以继续选否呀, 若是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白衣女孩捂嘴一笑, 而钟正也在另一个房间捂起了嘴。 我信了, 我全都信了, 钟正慌张地点着头,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我现在还不能死, 你别再让我选事了, 怎么会呢? 白衣女孩笑着皱起眉头, 大哥, 你自己看看, 是你自己要选事的。 钟正低下头一看, 瞬间露出绝望的表情, 他的左手不知何时伸得出来, 冲着室的按钮移了过去。 姑娘, 你别, 我现在不能死, 钟正一脸惊恐地说着, 你先让我回想吧, 只要我能杀死相熟的人, 死了就死了。 哦, 白衣姑娘扶了扶自己的长发, 那你快把手缩回来, 晚了可就按到了。 钟正听后将电话一扔, 随后用右手死死地拉住自己的左手, 此时的左手就像是着了魔, 冲着按钮勇往无前的挪去, 好不容易用尽全身力气拉住了左手, 可下一秒, 他的整个身体都开始向前移动。 啪, 一声脆响, 左手最终还是按下了事。 钟正的面色缓缓阴沉了下来,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这么霸道的回响吗? 大哥, 要不要告个别? 白衣女还笑道, 看起来咱们能聊天的时间不多了。 钟正无神地坐在椅子上重新拿起电话, 茫然地问道, 为什么你的回响可以控制得这么好? 每一次都不会激起终声, 你保留了多久的记忆。 哈, 大哥, 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我会给你暴露底牌? 白衣女还摇摇头, 在这片土地上能自由自在地使用回响, 却不激起终声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这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 钟正听后将嘴唇紧紧地抿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真的不想忘记你的存在。 中烟之地有你这样可怕的人物, 我应该随时保持警惕的。 可你做不到了。 白衣女还依然甜美地笑着, 这也是我为什么从来不杀回响者的原因, 现在的你, 死了就死了。 这样吧, 钟正苦笑道, 既然我马上就要死了,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能力是什么, 有意义吗? 我不知道。 钟正摇摇头道, 但说不定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会记得你呢。 好, 白衣女还点头道, 大哥, 既然你认知将死, 我也让你死个明白, 我是夺心魄。 夺, 心魄。 钟正露出一脸难看的笑容, 他未曾想到和自己交手的竟然是三个字的回响, 你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别人? 那我就不能说了, 抱歉。 女孩伸出手铝了铝头发, 诡异的是, 同一时刻另一个房间的钟正也伸出手铝了铝不存在的长发。 你用这个能力控制了我们附近几个人, 让他们都被迫做出了选择。 我没有那么强, 所以控制范围也有限。 白衣女还说道, 除了回想之外, 我还能依靠我的智慧, 当这两样东西都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才能够称霸所有的地级右蟹。 真是厉害啊。 钟正最终还是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如果我能活下来, 一定第一时间想办法杀了你。 这算是临死的遗言吗? 白衣女还伸手看了看自己的指甲, 一脸平静地说道, 连你自己都选了。 是。 你觉得这回合能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 纵使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你能活下来, 也是忽然冒出了哪个回想者。 可这举死的是你, 理论上除了你自己之外, 击不起任何人的回想。 哈哈。 钟正听后露出了难看的笑容, 随后伸手解开了自己衬衣领口的扣子, 但说不定凡事都有例外, 既然是拼上性命的豪赌, 自然要抓住每一次机会。 虽说不会有新的回想者出现, 可现在榜单上不是还挂着一个回想者吗? 白衣女还听后微微思索了一下, 外面的榜单上确实挂着一个回想者, 名为替罪。 你指望这个替罪现身帮你? 白衣女还捂着嘴笑出声来? 天哪, 你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啊? 这就是救命稻草吧。 钟正说道, 人在失去所有希望的时候, 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缥缈的稻草上。 既然如此, 我助你抓紧这根稻草。 白衣女还放下了电话, 闭上双眼静坐了起来, 没多久后, 她缓缓露出微笑。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毕竟只有吉道, 才是这里唯一的路。 场地另一侧, 云摇的房间, 她已经愣在原地许久了。 刚才通电话时, 陈俊南的话让她完全摸不着头脑。 大明星, 我想明白了,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对面的白衣女孩。 如果没猜错, 她正要杀死自己左手边的人, 那也已经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情了吧。 不, 恰恰相反, 陈俊南说道, 在这个场地中, 能控制铁球的人不仅只有她一个, 还有我。 你, 你信不信, 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无视一切规则, 能够让铁球随意落在任何地方。 啊, 云摇一时之间没听明白陈俊南的意思。 你, 你有这种能力吗? 可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准备救下白衣女孩左手边的那个人。 陈俊南笑道, 现在我救下她, 她有可能成为你最强力的队友, 成为我的队友。 你要干什么? 那就不能说了, 说了可能就失败了。 这, 云摇露出担忧的表情, 你有多大把握? 把握? 陈俊南活动了一下脖子, 小爷我做事从来不看把握, 成功了就叫我陈总, 我们迪拜见, 不成功就叫我陈某, 我们时日后见。 第323章, 云摇的运。 所有人都选完了答案之后, 中正缓缓地站起身, 将自己的西装脱下来, 自己的座椅上, 她又松了松自己的上衣领子, 让自己尽量舒服一些, 接着站起身, 吱嘎吱嘎几步来到了屋子中央, 抬头淡然地盯着天花板, 巨大的铁球吗? 来吧, 来杀我。 她将双手张开, 仿佛在迎接狂风暴雨, 屏幕上渐渐亮起了一行文字,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中正微微一笑, 死了好啊, 如果每次都能忘记一切, 人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轰隆, 一声巨响陡然炸开, 所有人都疑惑了一下, 云瑶更是被这声音震得难以坐稳, 连同椅子直接摔倒在地, 她来不及感受疼痛, 胆忙爬起身来, 惊恐地拍打着自己的左侧墙壁, 刚才的巨大声音, 居然是从自己的左侧传出来的, 这一回合要死的人, 坐标不是死吗? 怎么会是? 啊? 陈, 陈俊男, 陈俊男你, 云瑶颤颤巍巍地敲打着墙壁, 可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仿佛此时问什么都是多余的, 几秒钟的功夫, 云瑶已经急得满眼通红, 无数个疑问在她脑海当中冒了出来,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给她解答,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谁耍诈了? 裁判, 裁判, 云瑶离开墙壁又来到门口, 随后大力敲打着墓门, 设备出问题了, 你们的规则也出问题了, 有人吗? 片刻之后, 云瑶只感觉有一阵强劲的风声, 在墓门另一头响起, 接着射出一股扑面而来的寒气, 玄武似乎就站在外面, 裁, 裁判, 你们自己制定的规则, 铁球不应该在这里落下的啊? 云瑶又伸手拍了拍门, 现在正是赌命的时刻, 怎么可以耍这种手段? 玄武沉吟了一会儿, 开口道, 大呼小叫, 大胆, 云瑶听后慢慢后退了一步, 门外的玄武给人的危险感, 比地折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见到云瑶没有说话, 玄武又开口道, 规则从未提及, 铁球何时落下, 游戏情况一切正常, 正常, 云瑶感觉, 玄武已经封得没有正常思维了, 刚刚的铁球明显在我们对面, 如今一声不响地横跨了半个场地, 忽然落在了我旁边, 你管这叫正常? 大胆, 玄武冷喝一声, 若再继续胡搅蛮缠, 必定伸手易出, 云瑶微微一震, 所有的话都噎在了喉咙里, 到底是为什么? 自己才刚刚找到前进的动力, 一切却又转瞬即逝了, 为什么在这个该死的地方, 所有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到? 自己付出了一切心血的天堂口, 现在已经全面瓦解, 保存记忆的人一个比一个少, 好不容易想要堵死一个帝级, 重头开始, 陈俊南又死了, 他的死, 代表参与者跟帝蛇的赌命结束了, 难道跟帝级赌命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吗? 为什么玄武会说一切正常? 云瑶极的手心发抖, 耳畔也一直嗡嗡作响,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到现在还没听到钟声? 等一下, 云瑶茫然地抬起头, 环视了一下自己所在的房间, 这里的隔音实在太好了, 很难听到外面的声音, 那会不会回想已经来了? 云瑶沉思了一会儿, 嘴角一扬,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料到自己会完全与外界隔离, 不知道回想在何方, 但强韵毕竟是强韵, 云瑶从随身的小包中拿出了一个烂番茄色的口红, 拔开盖子悬了出来, 随后轻轻地涂抹在了下嘴唇上, 接着将嘴唇一鸣, 让自己在这阴暗的房间里看起来有了些许气色, 我的强韵, 他眼神一冷, 抬头将口红随意地抛向了空中, 只见口红高高跃起, 在空中滑出完美的抛物线之后冲向地面, 砰, 这只扭开的口红稳稳地立在了地上, 云瑶弯下身子将口红捡了起来, 随后再一次抛向了空中, 口红依然立在了地上, 三次之后, 云瑶已经有了把握, 自己的强韵已经来了, 只是不知道这次的运能够强到什么程度, 云瑶左手拿着口红盖子, 将盖子朝上举向半空, 然后右手拿起口红, 将它狠狠地摔向墙面, 这一次的力气非常之大, 这只被丢出的口红就像是乱飞的子弹, 在屋内的墙壁上连续撞击数次, 每一次都是底部接触墙面, 最后撞在云瑶面前的屏幕上又弹向高空, 云瑶闭上眼睛, 尽量不去控制自己的动作, 下一秒, 那个飞向高空的口红自己插回了盖子里, 一切都是运, 很好, 云瑶睁开眼睛, 将口红扔进了背包中, 运很强,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到这么强的运了, 希望能够持续的久一点, 他低下头重新思索了一下战术, 此时陈俊南应该已经死了, 可是玄武却说一切正常, 难道是要等游戏彻底结束才行吗? 因为地蛇现在正在游戏里, 所以没有理由让他中途退出, 亦或是有其他人赌了命, 导致地蛇无法脱身, 无论结果是什么, 自己现在有强运在身, 那个铁球就算悬在自己的头顶, 也绝对不可能落下来, 它会卡住, 会损坏, 会开裂, 总之不会落下来, 这就是强运, 另一侧, 钟镇的房间, 巨大的声音在远处尘埃落地之后, 钟镇也不可置信地睁开了双眼, 是神迹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 缓缓地露出笑容, 有人居然在此时出手了, 很难相信不是神的意思, 顿了几秒钟之后, 钟镇回头拿起自己的西装, 重新踢在了身上, 万分之一的概率都生效了,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吗? 那个替罪真的在这里, 这是一件几率多么微小的事情, 他不仅在这里, 还恰到好处地出手, 帮自己逃脱了必死的局面, 如若不是神的安排, 那又是什么? 既然神帮了我, 那么轮到我来还愿了, 钟镇将自己额前有些散乱的头发抄了起来, 露出一张格外阴狠的脸, 我亲爱的邻居, 我要想办法杀你了, 白衣女孩此时缓缓皱起了眉头, 感觉情况有些诡异, 规则看起来已经被他摸透了, 可是铁球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第324章, 乱杀时刻, 下一回合, 云瑶接到了来自闷声男人的电话, 二人举起话筒, 谁都未曾开枪, 几秒钟之后就双双挂断了电话, 现在场上剩下的人都不是蠢人, 已经没有在客套下去的必要了, 一人拨打了, 一人接听了, 只要在规则范围内, 没有人会选择言多必失的行动, 如今的铁球在云瑶身边, 他果断在屏幕上按下了试, 然后拿起电话拨给旁边的房间, 虽然早就知道了结果, 但云瑶还是想自己确认一下, 陈俊男真的死了吗? 电话响起了, 云瑶第一次在拨打电话的时候, 等待这么久, 十次拨号音响起, 无人接听, 二十次拨号音响起, 无人接听, 直到第二十一次响起的时候, 一个姑娘才接起了电话, 她看起来吓坏了, 喂, 那姑娘说道, 云瑶顿了顿, 开口说, 你好, 她意识到, 这个姑娘应该就是陈俊男长久以来的下架, 只不过陈俊男从未提起她, 她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倩顿了顿, 问道, 死了吗? 云瑶脸上的表情闪过一丝落幕, 说道, 应该是, 那个铁球落在了我左边的房间, 徐倩感觉很不能理解,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吗? 他的每个动作, 每个表情都嚣张至极, 又凶有成竹, 结果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真是, 真是太荒唐了, 徐倩有些崩溃的骂道, 他, 他留下这个烂摊子, 留下地蛇, 自己居然死了, 云瑶表情也有些暗淡, 他并不了解陈俊男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知道对方很冲动, 做事从不计后果, 现在的结局, 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吧, 裁判居然会和地蛇串通作弊, 此端一个, 彼端一个, 如果真是这样, 那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前猜到, 只能说地蛇太过狡诈了, 虽然云瑶有些悲伤, 但他也不想再继续纠结陈俊男的死因了, 现在的重点是赢下游戏, 姐妹, 你现在处境比较危险, 云瑶说道, 你和陈俊男是相邻的单数, 下一回合的铁球, 有可能会掉到你的头上, 徐倩顿了顿, 说道, 原来, 他叫陈俊男, 云瑶听后, 深深地叹了口气, 姐妹,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吧, 你要想办法活下去, 啊, 对, 徐倩点点头, 也是啊, 我, 我得活下去, 没错, 云瑶无奈地说道, 接下来两个回合, 我不再和你说话了, 电话你可以直接挂掉, 啊, 为什么, 我们不是朋友, 我无法相信你, 好, 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之后, 云瑶坐在椅子上, 玩弄着手中的口红, 这一次的铁球, 落在陈俊男的头上, 虽说是个悲惨的结果, 但也不完全是个坏消息, 铁球现在离地蛇更近了, 本来还有半圈才能转回这里, 可现在, 铁球就在地蛇的旁边, 只要接下来几个回合控制的好, 还是有可能再砸他一次的, 第30个回合来临, 场上存活的仅仅6人, 而这一轮的铁球, 也毫无意外地, 悬在了徐倩的头顶, 云瑶虽说不太了解这个姑娘, 但通过刚才简短的交谈, 她大概能知道这姑娘的性格不坏, 人品也说得过去, 所以向征信地选择了否, 不知能不能帮到她, 但这也是最后的善意了,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没有任何人手软, 对于剩下的人来说, 徐倩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必要, 轰隆, 巨大的声音再次响起, 云瑶再一次愣住了, 这次的声音居然没有来自左边的徐倩, 反而来自右手边, 但这次的声音明显没有上一轮的强烈, 似乎并不是隔壁, 反而隔了一个房间, 等一下, 隔了一个房间, 云瑶自至右手边的着急姑娘已经死了, 再往右, 就是陈俊南说过要小心的闷声男人, 怎么会这样, 闷声男人死了, 场上的所有人现在似乎都感觉有些混乱, 自从二十七回合, 铁球在陈俊南的房间落下之后, 似乎就开始随机杀人, 完全没有章法和道理, 云瑶此时也慢慢张大了眼睛, 陈俊南说过的话在他的耳畔一直回响, 大明星, 你信不信, 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无视一切规则, 能够让铁球随意落在任何地方, 陈俊南, 云瑶的心像是刚刚熄灭的火堆, 此时又有了点点的火星, 你还活着吗? 他站起身望着自己右侧的房间, 可是脑海当中一问万千, 陈俊南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可以随意控制铁球? 他难道找到了什么隐藏规则? 可他明明没有这么聪明, 又是怎么凌驾在规则之上呢? 还未等他思考明白, 接下来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这一次云瑶直接接到了中正的电话, 看来他和中正之间的人全都死了, 一定啊, 中正似乎一直都在说话, 云瑶接听时话音刚刚过半, 中正, 云瑶愣了一下, 你还活着? 中正顿了顿, 说道,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能不能听到, 但我算了算, 现在铁球已经到我右手边的人头顶了, 他使得大麻烦, 一定要杀死他, 他太危险了, 云瑶感觉有点奇怪, 你在说什么? 中正, 你没有发现现在铁球的运行轨迹已经, 一定啊, 中正大叫道, 这个人可以通过某种接触来控制别人的动作, 如果他活下来, 接到电话的所有人一个都跑不了, 中, 中正, 云瑶感觉有点不妙,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现在的铁球已经不是从阿尔挪过去了, 你, 一切都拜托你了, 一定要杀死他, 你,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能不能听到, 你听得到吗? 云瑶感觉中正好像着了魔, 静静的又听了一会儿, 发现他似乎一直都在重复同一段话, 他只能一脸不解地挂上了电话。 第325章, 铁刺猬 中正的房间, 此时的房间与刚才截然不同, 多了斑斑点点的血迹, 屋内的椅子已经被摔碎了, 中正手中拿着一截断裂的遗腿, 双颊烟红一片, 不久之前, 他用这根断裂的遗腿刺穿了自己的双耳,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任何办法了, 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就算不接也没有用, 自己依然会被他的回响所控制, 这个诡异而强大的回响, 似乎只有完全丧失了听觉才能破解。 他举着电话, 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的话, 忍着阵阵的头晕目眩, 直到说得自己口干舌燥, 真希望后面的人能够听见, 他算了算, 刚刚的铁球落在了一, 而白衣女人的坐标是七, 如今经过两轮, 应该正好悬在了他的头上。 在游戏结束之前, 这极有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他将电话挂断之后, 再一次将他举了起来, 放在身前。 由于完全丧失了听觉, 他绝不可以让电话处于挂断状态, 否则长时间无人接听, 白衣女人就会将电话拨打给下一个人, 所以最好的方法让电话一直战线。 钟正输了口气, 用双手抹了抹脸颊的鲜血, 然后用满手的鲜血将散落的头发再次捋到头顶, 这比发胶管用得多。 真是可惜啊, 我亲爱的邻居明明找到了破解之法, 却没有办法亲手掐死你。 钟正懊恼地说道, 人海茫茫, 若是我们擦肩而过, 下次我该去哪杀你? 此时的白衣女孩抬头望着天花板, 表情也略带疑惑。 铁球乱砸, 这是什么规则导致的? 而且从刚刚开始, 天花板上的声音就很奇怪。 第三十三回合, 铁球落在了五。 徐倩和白衣女孩同时听到了五发声的异动, 毕竟他们都与五相隔一个房间。 若是没记错, 那个男人还活着, 可此时也死了。 看起来, 现场只剩四个人了。 零, 云瑶。 三, 徐倩。 七, 白衣女孩。 八, 钟正。 目前这四个人首尾相连, 互相传递着问题, 可钟正已经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另外, 场上应当还有两个不可见的人。 二, 地蛇。 未知, 陈俊男。 这二人明明是赌命的双方, 此时却都将自己隐藏了起来, 完全不与外人沟通。 云瑶知道, 陈俊男应该是使了什么手段, 可他的手段实在是太高明了, 居然可以让铁球完全无视原本的路径, 精准呜呜的杀死场上的活人。 就算是回响, 都不可能这么强大。 铁球现在悬在, 随时都会在徐倩和白衣女孩的头顶落下。 既然如此的话, 云瑶皱着眉头正在思索着, 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他知道, 能给自己打电话的人只有钟正, 于是不假思索的拿起电话, 接着就要挂断。 他不能相信钟正, 可电话还未远离, 一个见兮兮的声音从中飘了出来。 哈喽啊, 大明星。 云瑶浑身一顿, 随后将电话缓缓挪到了自己耳边。 陈, 陈俊南。 嘿, 好久不见啊。 陈俊南气喘吁吁地说道, 先等小爷坐下, 有点太疼了。 疼。 云瑶有些着急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 你做了什么? 嗨, 你甭管, 你先夸小爷两句。 陈俊南深呼一口气, 然后笑道, 我厉害不? 瞧见没, 小爷杀疯了呀。 云瑶思索几秒, 问道, 是什么回响? 替罪。 陈俊南说道, 在这个场地内, 只要我想, 那么倒霉的人就是小爷我。 倒, 倒霉? 云瑶瞬间想明白了什么, 这个回响听起来只能让铁球落在你的头上。 是啊, 陈俊南点了点头, 不瞒你说, 这几次的铁球都落在了我的头上。 什么? 大明星, 我考你几个问题。 陈俊南低声吸了几口凉气, 然后说道, 你说, 掉下来的大圆球, 会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吗? 那是当然的吧。 云瑶说道, 光是听铁球落地的声音就可以推测一二了。 可是有个疑点啊, 陈俊南说道, 地蛇所在的房间遭受过了铁球的洗礼, 可为什么他既可以接电话, 又可以答题? 这, 云瑶听后稍微一震, 随后慢慢张大了眼睛。 是的, 这个铁球既没有砸坏电话, 又没有砸坏显示器,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很久, 才想明白这个问题啊。 陈俊南说道, 电话自然比较好解释了, 他在墙角, 由于我们的房间是正方形的, 而众人猜测铁球是圆形的, 所以墙角的位置是安全的。 说实话, 只要躲在墙角, 就有极大的概率躲开铁球。 是的, 云瑶点头道, 我也想不这个问题, 只要是身材消瘦的人, 应该可以躲在墙角, 可大家还是死了。 陈俊南说道,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躲墙角会活, 却依然没有人活下来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不会只有我能想到吧? 我还是不明白, 云瑶说道, 照你的说法, 大家应该都会活下来的。 那是因为我们被误导了。 陈俊南, 话锋一转笑着说道, 我们头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铁球。 不, 不是铁球? 由于见过他的人都死了, 所以谁也无法把这个消息传出来。 陈俊南叹了口气, 他是什么? 大明星, 这个东西布满了铁刺, 他是个铁刺猬, 除非你和电话一样高高挂在墙角, 否则在哪个角落都会死。 什么? 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只是个普通的铁球, 我们根本不会闻到血腥味。 陈俊南揉了揉鼻子说道, 我们所闻到的血腥味, 正是因为他的铁刺上挂满了碎肉。 原来是这样, 云瑶略微愣问一下, 也就是说, 很多人在死之前都试图跑向墙角, 但他们不是被砸扁, 反而是被撕碎了。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陈俊南压住声音又低声哼了几下, 随后说道, 我是不是很聪明, 能够猜到这么多东西。 云瑶感觉陈俊南的状态实在是不太对, 略微有些担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我没事, 你先别打断我。 陈俊南黑黑地笑了一下, 又问道, 大明星, 你再猜猜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猜不到。 云瑶摇摇头说, 这个老蛇真是又扣门又狡诈。 陈俊南开心地笑道, 他害怕巨大的铁球会打碎房间里的显示屏, 所以做了个失策的决定。 第326章, 博命之人, 到底是什么? 云瑶问道, 那个铁球到底有什么古怪? 大明星, 这个死蛇几乎利用了人类想要逃生的一切弱点。 陈俊南说道, 当你知道天上有一个铁球要掉下来时, 会想要藏在哪里? 云瑶想了想, 第一个选择必然是墙角, 可墙角如果无法藏匿的话, 只能尽可能地贴近墙壁。 但按照陈俊南的说法, 为什么显示屏会没事? 我实在猜不到, 云瑶摇摇头说道, 那小爷就告诉你吧, 陈俊南坏笑着说道, 恐怕现场的所有人当中只有我知道, 天上的东西说起来像个球, 但实际上是个长满了字的窝头。 啊? 云瑶一顿, 窝, 窝窝头? 这个答案虽然出乎了云瑶的预料, 但也瞬间让他有了画面感。 是啊, 陈俊南答应道, 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底部有一小部分是挖空的, 正好用来容纳显示屏的位置。 这也太荒唐了, 话虽如此, 但云瑶感觉这件事情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D级游戏通常一天要进行竖场, 若每一次都要重新维修设备的话, 自然是个麻烦事,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杀人的时候不损坏屋内的设备。 大明星, 就算一个人在想躲避铁球, 也很难想到要把房间里的显示屏拆掉, 然后自己蹲到房间中央。 陈俊南这番话说的不无道理, 当明知道天上要掉下铁球时, 有几个人会选择蹲在房间中央。 这也说明了地蛇为什么要用天花板挡住铁球, 这样可以让众人无法看清他的面貌。 所以, 你拆掉了显示屏。 是啊, 那个显示屏用一根铁管支撑在地上, 小爷用椅子就能打断。 只不过, 问题也接踵而来啊, 若我不能投票的话, 我必然会犯规。 你, 你等一下。 云瑶打断陈俊南问道, 就算那个铁球的底部像个窝窝头, 可他在落下的时候, 必定是有误差的吧? 一个小小的显示屏或许能够逃过重窗, 可人的身体比那个显示屏大很多。 你要怎么? 所以, 小爷浅浅地受了点伤, 陈俊南压抑不住骄傲地说道, 那不重要啊, 好在小爷他妈的是个天才啊。 我想到了更换房间的方法。 嗨嗨, 话还没说完, 陈俊南直接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这并不像是寻常咳嗽, 反而像是带着撕心裂肺的痛楚。 小伤? 你, 你先别说话了, 云瑶叹气道, 陈俊南, 你再等会儿, 用不了几道题游戏就结束了。 不, 陈俊南平稳了呼吸, 对云瑶说道, 游戏结束不了, 除非我和那个老鹰贼有一个人死在这里。 不然, 就算你们能够结束, 我也结束不了。 云瑶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该怎么劝他, 陈俊南听起来受了不轻的伤, 可对于伤势来说, 他似乎更想炫耀自己的丰功伪计。 那好吧, 云瑶终究还是妥协了, 那, 你快跟我讲讲, 你到底是怎么跑到别的房间里去的? 嗨, 陈俊南听起来高兴极了, 你早就该这么问了呀。 来来来, 小爷说给你听听啊。 云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陈俊南在铁球落下时, 虽然被砸伤了, 可在铁球升起时, 居然抓着尖刺跟铁球一起升上了天花板。 据他所说, 能够让这么大的铁球在天花板上跟着链条走动, 那么天花板上的空间应该非常大, 足够一个人行走。 接下来就是小爷的表演时刻了, 陈俊南笑道, 一开始, 我先设事随意跳到一个没有天花板的房间, 然后再次发动替罪。 果然如我所料, 铁球依然会跟过来。 这就是你所说的, 可以无视一切规则, 控制铁球的落点, 云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你这根本不是控制铁球的落点, 而是让铁球一直追着你砸。 你就说是不是控制了? 这, 云瑶知道, 如果二人的身份对调, 自己绝对不可能使出这么拼命的计策。 铁球每次落下都有误差,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打碎陈俊南的头, 可他却一次次地把铁球召唤到自己头顶。 后来啊, 小爷更大胆了。 陈俊南又咳嗽了几声, 既然我站在房间里, 铁球可以落下。 那么小爷我站在天花板上, 可不可以杀死天花板下面的人? 你真是太疯了, 云瑶最终还是忍不住地吐槽道。 你参与游戏的时候, 一直都是用这种战术吗? 是啊, 陈俊南点点头, 用比老乔灵光百倍的头脑, 和比老齐立了万倍的伸手, 再加上小爷我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生信条, 这世上还有什么赢不了的游戏吗? 太, 太牵抢了吧。 云瑶棱道, 你这纯粹是赌命啊, 可不就是赌命吗? 陈俊南嘿嘿一笑, 大明星, 现在一切情况你都知道了,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陈俊南思索了一下, 回答道, 一共只有48个问题, 可如今已经30题了, 也就是说铁球最多只会落下6次。 没错, 我想让你帮帮我, 在这6次里面, 砸那个老贼一万次。 陈俊南说道, 你当我是什么? 云瑶觉得跟陈俊南接触的时间长了, 自己都变得有点疯了, 我的回想是强欲, 不是啄木鸟, 怎么可能砸他一万次? 可是小爷的脑子就到这儿了, 陈俊南说道, 我的战术卡住了, 那老贼的头顶没有天花板, 肯定会发现我的, 他一旦发现我, 就会猜到我的战术。 原来是这样, 云瑶点点头, 为了保命, 他的选择很多, 要么用双手将铁球托起, 要么和你一样拆掉显示屏, 藏在场地中央。 是, 所以你说, 接下来该怎么办? 陈俊南问, 云瑶听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是的, 现在可不是夸奖陈俊南的时候, 毕竟最重要的一步还没有进行, 地蛇至今还活着, 如今的问题已经不多了, 要怎么尽可能用这6次机会将地蛇活活砸死呢? 第327章, 聪明人, 大约一分钟后, 云瑶慢慢抬起了头, 有了, 他慢慢瞪大了眼睛, 仔细地思索了一下整个计划的可行性, 这个计谋可以,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陈俊南问道, 就是, 云瑶一愣, 随后说道, 我, 我不能说, 陈俊南忽然明白了什么, 点头笑道, 原来如此, 大明星, 你说得对, 那根本不是计谋, 而是百分之百将会发生的事实, 没错, 云瑶也一脸严肃地点头道, 它一定会发生, 所以并不是我的计谋, 一切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好运, 陈俊南听后接着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 才能迎来这场好运, 砸他, 云瑶说道, 当那个插满了刺的窝窝头照常落下, 一切都会发生的, 明白, 陈俊南挂掉了电话, 随后踩着屋里的椅子, 跳起来抓住了天花板上移动的巨大铁链, 规则从未说过, 参与者不可以出现在其他参与者的房间之中, 更未说过不可以出现在天花板上, 我果然是个天才, 接下来的两个回合, 云瑶一直坐在房间之中稳定自己的心神, 试图加深自己的信念, 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 可他的额头却留下了细寒, 虽然运很强, 但这个未来想要真正的发生, 似乎太过困难了, 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 云瑶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第三十三回合, 陈俊南已经靠近了地蛇的天花板, 此时正伸手抓着铁链挂在半空之中, 他藏在暗处盯着地蛇的屏幕, 只要那个老贼的屏幕上出现本轮的最终答案试试, 他将立刻挪动自己的身形, 引导铁球砸下去, 可让他未曾想到的, 是这次的答案偏偏不是试, 而是否, 什么? 陈俊南略微迟疑了一会儿,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刚才他闹得有些过头了, 在所有人的视角里, 现在的铁球几乎是无差别攻击, 只要落下, 必定死人, 所以这一次谁都不敢选择试, 只能为求自保, 除了云瑶外一致选择了否, 你们现在开始自保的话, 小爷, 我会有点难罢啊, 陈俊南感觉自己的战术又被卡住了, 现在场上的六个人都不是泛泛之辈, 究竟要怎么才能让他们团结一心的选择试, 接下来的时间非常宝贵, 众人只剩十五个回合, 这期间铁球只有五次落下的机会, 不对, 陈俊南脑海当中灵光一闪, 有些明白了云瑶的战术, 如果云瑶的战术跟他想的一样, 那么他们剩下的时间将会更短, 根本不是十五个回合, 而是九个回合, 铁球在三次之内必须落在地蛇的房间, 这样才能保证百分之百将其击杀, 妈的妈的, 陈俊南在天花板上挤得满头大汗, 老齐啊老齐, 真想跟你打个电话求助啊, 到底怎么才能让这些人全他妈的听我的, 几秒之后, 陈俊南忽然想到了什么, 等一下, 小悠为什么要自己想这个办法, 他慢慢露出一丝笑容, 这个办法, 自然是让聪明人去想啊, 白衣女孩坐在屋内正思索着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忽然听到了微弱的敲门声, 咚咚咚, 这个敲门声将他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未曾声张, 站起身来走到门口, 全程一声未坑, 他将耳朵趴在门上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那阵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只不过不是来自门口, 而是来自天花板, 咚咚咚, 他将椅子拖到自己的身前, 然后站了上去, 仔细地听了听, 声音似乎真的是从天花板传下来的, 上面有人, 这是个什么疯子, 白衣女孩思索了一会儿, 也伸手敲了敲天花板, 咚咚咚, 嘿, 天花板上方传来一个闷闷的声音, 早好啊, 能听见吗, 白衣女孩慢慢皱起了眉头,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一尊记手法的参与者啊, 有个买卖想跟您谈一下, 尊记手法, 白衣女孩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饶有兴趣地回答, 说来听听, 嗨, 小爷我跟个老小子赌命, 现在有点不会了, 可能需要你出来抱盘盘道啊, 白衣女孩听闻此言, 将双手慢慢地环抱起来, 脸上露出了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 哈, 他笑道, 你就是跟地蛇赌命的人吗, 现在看起来你比地蛇还吓人, 怎么能到单身女孩的天花板上趴着呢, 嗨, 您说的一点都对, 陈俊南略带傲谋地叹了口气, 可小爷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不得不在这儿趴一会儿, 但您放心啊, 小爷是正人君子, 偷窥的事儿可从来不干,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白衣女孩笑着点点头, 那这位良尚君子想要我帮什么忙, 我想让你们选世啊, 陈俊南说道, 我知道你是个厉害人物, 只要你能怂恿左右两侧的人, 在下一回合一起选世, 我们就赢定了,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 白衣女孩抬着头冲天花板说道, 我们选世, 看起来只有你能赢, 我们赢不了, 毕竟选择了事之后, 铁球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房间落下, 可偏偏不会在天花板落下, 错了错了, 陈俊南摇头道, 铁球可不是随机落下的, 小爷有办法控制, 哦, 白衣女孩听着这男人信誓旦旦的话, 脑海中迅速思索了一下, 我明白了, 你是那个替罪, 嘿, 陈俊南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和老七可真是整个中烟之地我最烦的人, 怎么一下子就能猜到, 白衣女孩听到陈俊南间接承认了这个答案, 心中更是疑惑, 是吗? 他开始分析陈俊南的回响, 那你现在趴在我的天花板上, 是想要害死我吗? 这, 陈俊南感觉事情有些瞒不住了, 小爷我其实不想对姑娘下手, 但说实话是到如今, 若是我死了, 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 所以只能在这里威胁你一下了, 是吗? 白衣女孩再次抬头看去, 天花板上竟然开始向下渗血了, 看来这个男人受伤不轻, 此刻正在虚张声势, 陈俊南不知自己的计划成功了没, 刚想补充两句, 却忽然感觉自己的脖梗, 忽然被一只手狠狠地扼住, 将它按倒在地, 他慌忙地四下一看, 却发现, 扮住自己脖梗的东西, 居然是自己的右手, 白衣女孩的声音, 此时也从房间内传来, 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对, 居然认为能够威胁到我? 第328章, 剑艳之春, 这是什么回响? 陈俊南想要将自己的右手, 从脖梗上脱离, 却发现, 这只手似乎变成了别人的手, 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姑娘, 陈俊南咬着牙说道,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 我想杀死地蛇, 你杀不杀死地蛇, 和我有什么关系? 白衣女孩微微一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陈俊南感觉这姑娘有点难为人了, 自己已经这么多年, 没有在中阴之地的地界上活动了, 谁知道她是哪个庙里的菩萨, 你先把小爷松开, 陈俊南说道, 我本来是不想杀你的, 可你这不是, 再给自己拉仇恨吗? 可是杀了你对我没有任何损失啊, 白衣女孩继续说道,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你等等, 让小爷猜猜, 陈俊南感觉自己呼吸有些困难了, 让小爷猜猜你是谁, 行吧? 啊? 那你说说看, 小爷从未听说过, 有人的回想可以直接控制别人, 但却听说过另一种情况, 哦? 陈俊南用力挤出一丝笑容, 黑黑的笑了一声, 若是小爷没猜错, 你现在也在用自己的右手掐着自己的脖子吧, 你是在装模作样, 要是把我掐死了, 你自己也不好过, 房间内正在用右手掐着自己脖子的白衣姑娘愣了一下, 你会强制其他人做出和你一样的动作, 陈俊南感觉自己的呼吸有些恢复了, 于是继续说道, 而控制方式, 我记得是听到你的声音, 对不对? 白衣女孩感觉有点不妙, 她在中烟之地行走数年向来谨慎, 所有知道她回想的人必须要死, 她也会在所有的回想者面前装成不幸者,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里完美地隐藏身份, 可今天情况好像不太对, 这个男人似乎知道她的能力, 陈俊南感觉自己渐渐地夺回了右手的控制权, 看起来这个女孩的信念动摇了,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问, 小爷陈俊南, 女孩仔细思索了一下, 虽然每次杀人之前都会问对方的姓名, 可他却从未听过陈俊南三个字, 难道真的是漏杀了一人? 听到白衣姑娘一直在沉默, 陈俊南问道, 这位大姐怎么称呼? 白衣女孩顿了顿, 说道, 烟之春, 烟之春, 安静, 一阵非常诡异的安静回荡在二人之间, 怎么了? 烟之春伸手敲了敲天花板,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认识我? 啊,我不, 陈俊南皱着眉头, 我好像是不认识你, 但又感觉有点奇怪啊, 陈俊南自知从未见过这个女孩的容貌, 可是烟之春这三个字, 他绝对在哪里听过, 可是时间过去太久, 根本回忆不起来, 我也感觉有点好奇, 烟之春说道, 陈俊南, 在今天之前, 你应该是整个中烟之地第一个能说出我回响的人, 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杀了你? 你又是怎么知道我都回响的? 陈俊南回过神, 感觉烟之春话里有话, 于是顺着对方的话说道, 我觉得, 现在不是纠结这件事的时候了, 春姐, 你看, 当初你没有杀我, 足以说明我不是你的击杀目标啊, 说不定很多年前, 咱俩还是队友呢? 烟之春皱着眉头思索着这件事, 他可不是中烟之地里的泛泛之辈,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陈俊南, 但, 找到这个游戏当中的不死之法吧。 那当然了呀, 春姐, 陈俊南点点头虽然比你来说差了一点, 但小爷聪明得很, 那个不死之法我也找到了。 烟之春说, 你就算要把铁球扔到我头上, 我也不会死, 你能找到我并不意外。 陈俊南答应道,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但这一次我的目标不是你, 而是地蛇, 毕竟我跟那个老贼赌了命, 我真的很想弄死他。 烟之春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既然如此, 我倒是可以帮你一把。 哦, 陈俊南瞬间露出笑容, 您可真是中烟活泪风啊, 需要小爷怎么报答你吗? 烟之春笑着点点头, 当然, 我需要你生生世世的回报。 什么? 陈俊南微微一正, 你这话说得也太重了, 生生世世, 我要你成为一名吉道者。 烟之春说, 从今以后发誓保护中烟之地, 吉道万岁吉士, 你的全部信条, 在你有记忆的时间内, 绝不允许有人收集够三千六百克刀。 嗯? 陈俊南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当机了, 吉道者, 我怎么好像前两天在哪听过这个词? 这是什么刚刚流行起来的组织吗? 你是吉道王? 吉道王不敢当? 烟之春回答道, 我只是众多吉道者中的一员, 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中烟之地不被破坏。 哦, 这样啊, 你听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惊讶。 烟之春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问出什么有营养的问题呢? 你不好奇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里吗? 这我不知道奇, 陈俊南忽然露出一脸邪笑, 我本来就不可能让任何人收集够三千六百磕道, 就算是我最信任的人, 也绝不可能让他成功。 哦, 这次轮到烟之春的思维堵塞了。 你, 你是? 看来你们吉道者真的很有意思啊。 陈俊南一声放松地躺在了天花板上, 小爷我也想起来了, 那个姑娘, 他也是吉道者。 哦, 烟之春笑了笑, 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你还认识我们的人吗? 我倒是认识, 但是不知道他拿不拿我当自己人。 陈俊南笑着说, 现在小爷谁的人也不是, 只是参透了这个鬼地方真正规则的人之一, 不过我从未想到, 你们吉道者有着跟我一样的目标, 你也在机缘巧合下参透了这个地方真正的规则吗? 烟之春顿了顿, 开口说道, 那你简直就是天生的吉道者。 第329章, 恶报,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陈俊南说道, 那也无所谓我是不是吉道者了, 我们能合作了吧? 可以, 吉道万岁会引领我们走向胜利。 烟之春咧嘴笑着, 我会发动我的能力, 虽然我左手边的人已经聋了, 但我可以控制我前面的人, 接下来我们俩都会选择试, 但场上加上你总共有六个人, 还需要两个选择试的人才行。 放心,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靠得住的队友。 陈俊南拍了拍天花板的木头, 对烟之春说道, 春姐, 这次能成的话别着急走, 小爷请您吃饭。 行, 我等着。 第36回合, 陈俊南找到一个房间落地, 然后随意按下了屏幕上的试, 接着又蹬着墙壁翻过屋顶, 他算了算这次的答题情况, 烟之春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徐倩和钟正, 他们有可能都会选择试, 此时再加上自己和云瑶, 这是第一次万众一新的选择。 就算有其中一人反悔, 那也是四票对两票, 这场仗输不了。 果然, 地蛇的屏幕一阵闪动, 缓缓地露出一句话。 本次问题的最终答案为, 是。 地蛇浑身一颤, 赶忙靠近了屏幕, 抬起头来一脸谨慎地望着上空, 他一眼就看到了藏在天花板一旁的陈俊南。 你小子, 地蛇狠狠地咬着牙说道, 你搞什么? 我在搞你。 陈俊南笑道, 老银贼, 去死吧。 说完, 他慢慢地挪动着身体, 让自己更靠近地蛇的房间, 随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嘴中默念道, 小爷, 真他妈的倒霉啊。 话音一落, 巨大的铁球陡然出现在了地蛇上方, 所有的铁链没有发出任何一丝一毫的声音, 似乎这铁球本来就在这里一样。 你他妈的, 地蛇刚要大叫一声, 铁球轰然落下。 由于陈俊南距离这个长满了刺的窝窝头很近, 他的身体被大范围划伤, 一道道惊心动魄的伤口绽放开来, 可他看起来毫不在意, 毕竟只有离地蛇的房间足够近, 铁球才能在这里落下。 碰, 铁球并没有落地, 却似乎被什么东西拖住了。 地蛇你个老贼还在做垂死挣扎, 陈俊南捂着身上的伤口说道, 你给我去死。 小子, 我, 我不会死的。 地蛇双手托着铁球, 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只要我这次不死, 马上就会去杀了你。 陈俊南抬起头一脸紧张地看向拴住铁球的链子, 情况好像不太对。 为什么链子没有断? 难道云瑶的计划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同吗? 大明星, 你失败了吗? 他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妙, 云瑶这一环似乎出了问题。 云瑶! 陈俊南在天花板上大喊道, 你的信念呢? 巨大的声音传到了不远处云瑶的房间, 云瑶此时正满头大汗地闭着双眼。 他把这件事想得太过简单了, 他从未见过那个巨大的像钢铁刺猬一样的窝窝头, 也从未见过跟铁球相连的铁链, 既然如此, 要怎么通过想象破坏这个设备? 一个长满了铁刺的窝窝头? 再, 再等我一下, 云瑶闭着眼睛喃喃自语地说道, 再给我一次机会。 此时的铁球开始慢慢上升, 这次的攻击结束了。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陈俊南已经大体猜到了现在的情况。 对云瑶来说, 想要完全控制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实在是太难了。 陈俊南快速地思索了一下, 忽然抬起头来大叫道, 牛逼啊! 巨大的声音从天花板传到了云瑶的房间中, 将他吓了一跳。 他抬起头来, 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似乎不太清楚现在的情况。 大明星, 真有你的啊! 陈俊南说道,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拴着铁刺位的环形链子, 其中一环松动了, 正好让铁球落了下来。 啊! 云瑶听到陈俊南的话, 稍微有些安心, 真的? 没错啊! 陈俊南说道, 幸亏这个铁链用了很多次, 现在已经有些生锈了, 不然你的回想还不一定好使呢。 陈俊南一边喊着话, 一边看着地蛇的头顶的铁链, 那里肉眼可见地出现了秀迹, 现在他嘴中所描述的东西, 正在云瑶的脑海中形成画面, 一旦他脑海中的画面与现实重合, 强韵即会生效。 大明星,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陈俊南皱着眉头继续说道, 为什么你恰好知道, 铁球从下网上数第六个铁环锈掉了? 第六个, 而你正好让铁链从这里裂开, 真有你的呀, 大明星。 地蛇此时也发觉不太对了, 天花板上方的这个男人似乎在干什么大事, 他是在助力某个人的回响吗? 小子, 我要了你的命。 趁着铁球缓缓升起, 地蛇立刻一跃而起, 伸出粗糙的手向着墙壁之上的陈俊南抓去。 陈俊南面色一冷, 立刻半蹲坐下, 伸出一只脚向下猛的一蹬, 刚好蹬在了地蛇的脸, 他只感觉自己的脚心生疼, 像踩到了一块石头。 砰, 一声脆响, 地蛇居然从半空之中直接被踢翻在地。 打了个滚。 陈俊南知道自己只是走运, 下一脚若是没有踢中地蛇, 反而被他抓住的话, 自己必死无疑。 他又抬头看向了渐渐升起的铁球, 从下往上数的第六个铁环确实已经快嗅烂了, 但此刻却没有直接让铁环断裂, 一旦铁球摸到其他地方断裂的话, 一切都会功亏一篑的。 哎呀, 大明星啊。 陈俊南有些着急的大喊道, 你造成的断口真是整齐啊, 像他妈刀切的一样。 这下子, 这个奸淫妇女, 囚禁小孩, 坏事做绝, 千刀万剐, 最该万死的地蛇总算是能够被我们弄死了吧? 啪哒, 云瑶感觉念头一阵通明, 他从未感觉自己的信念如此坚定过。 是的, 地蛇该死, 他没有任何理由活在这个世上, 那个铁球百分之百都会掉下来, 活活地压死他, 恶人自然有恶宝。 在陈俊南一脸兴奋的注视之下, 拴住铁球的铁链终于断裂, 铁球失去一切控制, 垂直掉入了地蛇的房间。 第330章, 小爷骂死你。 尘埃落定, 陈俊南探头看了看, 地蛇这个老贼此刻居然再次将铁球抵了起来。 厉害啊, 老贼, 陈俊南忍着一身的伤痛向前一跃, 避开了几个尖刺站在了铁球之上, 地蛇只感觉自己双手更加吃力了。 你, 你们干了什么? 他不明白此时的铁球为什么再度落了下来。 没事, 老贼, 您先顶着, 我们准备杀你。 杀我? 地蛇紧紧地咬着牙。 你还不明白吗? 小子, 这个东西杀不了我。 是哦。 陈俊南站起来, 在巨大的铁球上面跳了跳。 我记得你这个游戏没有时间限制的是吧? 那我就一直在这玩蹦床, 看看你这老胳膊、老腿能坚持多久了。 你妈的, 地蛇看了看现在的情况, 你可能不知道, 我还有杀手锏, 就算你一直在这里蹦, 我也绝对不可能死。 杀手锏是吧? 来, 展示, 陈俊南说完之后, 又用脚向下蹬了蹬铁球, 让小爷看看你, 还有什么隐藏才艺。 地蛇逐渐感觉, 双手有些酸痛了。 这巨大铁球, 抵挡一时三刻, 对于地级来说不是难事, 可若要一直举着它, 必然会脱力而死。 地蛇静静等了一会儿, 感觉不太对, 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杀死参与者, 他每一次都会对设备进行维护, 可这次的铁球, 为什么半天都没有升起来? 由于视野有限, 他完全不知道, 拴住铁球的链子已经断裂了。 妈的, 你们耍了什么诈? 得蛇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看向了场地中央的显示屏。 陈俊南听后怒笑一声, 我们他妈的买通了玄武, 现在准备合伙弄死你。 什么? 我不会死的, 这个铁球永远也杀不死我的。 我为什么杀不死你? 陈俊南大叫道, 你个老银贼他妈的, 现在就要举铁球活活累死了。 不可能? 怎么他妈的不可能? 你明明就要累死了。 陈俊南完全不给地蛇思考的机会, 站在铁球上方疯狂地叫骂着, 你死不死? 告诉小爷, 你他妈的死不死? 我绝对不可能死的。 地蛇失去理智一般的大教导, 凭这个铁球绝对不可能砸死我。 我会活下来, 游戏结束之后就轮到你了, 放你妈的屁。 陈俊南怒吼一声, 你这样举着铁球怎么活下来? 你以为我会这样傻傻地一直举着铁球吗? 不举铁球? 不举铁球你居亚铃吗? 你他妈有种就挺在这儿, 小爷就站在这儿活活把你骂死。 陈俊南大叫道, 我看看是你的胳膊硬还是小爷的嘴硬? 妄想。 地蛇伸出一只脚, 用力地蹬在了显示屏下方的铁管上, 生生将铁管踢断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地蛇怒笑一声, 你想让我着急? 你想让我无法答题? 太天真了。 陈俊南眉头一皱, 侧身看了看下方地蛇踢断的铁管, 感觉有些不妙。 这个老银贼确实太有心机了, 他从中间将铁管踢断, 此时的铁管虽然断裂, 可电线依然与屏幕相连, 屏幕并未熄灭。 原来还有这一手。 地蛇趁着松手的一瞬间, 赶忙将屏幕抱在怀中, 然后一毛腰, 俯身藏在了铁球下方的空间里。 大! 一声巨响, 铁球落地了。 现在的地蛇, 带着几乎完好无损的身躯, 躲进了铁球中, 如同一个浑身布满钢铁的缩头乌龟。 哈哈哈哈! 地蛇沉闷又遥远的声音从铁球中传出, 你来杀我呀! 来呀! 陈俊南见状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的表情渐渐平静下来, 露出一丝邪笑, 太不容易了, 你妈的终于上当了。 他转过身, 再次抓住了头顶的铁链, 然后用尽浑身的力气爬到墙上, 深呼一口气大喊道, 兄弟姐妹们, 游戏继续! 接下来的问题选什么都可以。 喊完这句话, 陈俊南一时脱力, 从墙上摔了下来, 然后直直地掉到了地蛇旁边的房间里, 落地的瞬间如同掉落案板的鱼, 鲜血四溅。 陈俊南在地上哀嚎了几声, 随后用尽全身力气痛苦地爬起身, 整个房间已经被他的鲜血溅红了。 可惜啊, 小爷我还不能躺下, 还有题目没答完呢。 云瑶, 徐倩和燕之春都听到了这声巨响, 知道陈俊南的战术已经成功了, 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 燕之春第一个猜到了陈俊南的战术, 只不过这个想法有些大胆, 他不确定自己的猜测一定正确。 这一次是徐倩作为第一题, 每个人都进行了选择。 此时的中阵完全失去了听觉, 只能每个三十秒就按下一次否。 而地蛇也如他所说, 可以躲在铁球里答题, 一切仿佛进入了死局。 可陈俊南却虚弱地坐在地上, 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第一题结束了, 虽然铁链在移动, 可上方却没有铁球了。 接下来是第二题, 第三题, 一直到第六题, 地蛇的屏幕上显示出了一行字。 请在读题之后, 用电话将问题传给下一个人。 本次问题为, 谁能杀了我? 这短短的问题, 让地蛇整个人都发起抖来。 是的, 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下可怎么办? 地蛇老贼, 陈俊南的嘴唇渐渐失去了血色, 却依然坐在地上大笑道, 你快他妈的给徐倩打电话啊。 地蛇微微咽了下口水, 随后用力地推动着自己头顶的铁球。 情况不妙, 现在的情况真的非常不妙, 会犯规的。 可是一个完全落在地上的铁球, 又怎会如此容易推动? 地蛇在这有限的狭小空间中, 连腰都直不起来, 又怎么可能将铁球顶起来? 十秒钟过去了, 地蛇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土黄色的眼睛在黑暗之中不断地颤抖着。 不, 不对, 这样是不对的。 一阵巨大的风声吹过, 似乎有什么人站在了门口。 地蛇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 用后背抵住铁球, 然后双脚爆发出可怕的力道, 只听一阵阵鼓烈声响起, 也紧紧将铁球撬动起了一脚。 地蛇, 请传递问题。 玄武说道, 等, 等我一会儿。 地蛇大叫道, 我, 我马上就会打电话。 地蛇, 请马上传递问题。 玄武冰冷的声音透过木门传到了房间内, 咬着牙大叫道, 明明是个不穿衣服的女人, 你凭什么敢催我? 第331章, 落幕。 大胆。 玄武冷喝道, 五秒之内请传递问题。 你这个疯女人。 地蛇只感觉心中一慌, 双腿跟着一软, 好不容易举起的铁球的也落了下来。 催催催, 催你妈呀。 玄武在门外静候了几秒, 随后伸手打开了门, 可他开门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 他横向降门一拉, 木门就被压成了粉末。 地蛇, 范龟, 死。 玄武伸手轻轻的一挥, 面前所有的金属似乎被什么东西切割过, 居然全都晃动起来, 画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 随后如同豆子一般洒落满地。 只不过, 他用的力气不小, 地蛇房间两侧的墙壁也全都被切除了口子。 陈俊南和徐倩互相看到了对方。 地蛇, 死。 地蛇见到玄武的样子, 瞬间坐到了地上。 你等一下, 得蛇大吼道, 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我马上打电话。 晚了? 晚? 地蛇听后心意横眼一瞪, 还不等玄武出手, 立刻伸出手掌就向他的胸膛刺了过去。 玄武未曾躲避, 任由那只手掌穿过了自己的身体。 地蛇只感觉自己的手像刺进了稻草之中, 触感空虚而散乱。 玄武的身体并不像是寻常肉体。 哦? 玄武微微一顿, 眼神中冒出一丝惺喜。 你想要杀我吗? 听到这句话, 地蛇浑身上下的血都凉透了。 我错了, 错了错了。 他将手猛地抽了回来, 我不敢杀你, 都是误会, 你连杀我都不敢。 玄武的眼神之中的欣喜, 逐渐地变成了失落, 随后将手慢慢伸到半空之中轻轻一握, 一个红的发紫的东西已经握在了手中。 定睛一看, 他手中正捏着一个不断跳动, 腥臭难闻的心脏。 啊, 得蛇伸手捂着胸口大叫道, 你这个疯女人,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断地开口大骂道, 你连衣服都不穿, 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你凭什么敢杀我? 大胆。 玄武随手一捏, 紫红色的心脏在手中炸成了烟花, 地蛇倒吸一口凉气, 喷出一大口鲜血, 随后捂着自己的胸膛, 缓缓地趴在了地上。 陈俊南和徐倩虽然看到了这一幕, 但也仅仅是瞪着双眼, 不敢发出任何一丝声响。 徐倩更是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这个叫做玄武的女人, 看起来实在是太害人了, 她的头发像衣服一样的披在身上, 冰冷的目光却能够穿过, 发丝投射出来, 让人看得心里发毛。 她杀人的手段也并不寻常, 既不像是强化了身体, 也不像是回响, 反而像是魔法。 嘿嘿, 嘿嘿, 地蛇还未死透, 在地上不断地向前爬动的, 我也不算是一无所获啊。 她一点一点地靠近了玄武, 整个中烟之地, 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女人, 嗨嗨, 反正我要死了, 我倒要摸摸看, 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她拨开玄武, 垂到地面的长发, 伸手就要摸对方的腿。 玄武轻轻一挥手, 地蛇的整个手臂飞了出去。 大胆, 玄武伸出双手, 手指微动, 似乎在半空之中弹奏古琴, 接着地蛇的身躯就化作一段段碎肢, 如同被乱刀展开的肉。 她的每一节身体都各自抽搐, 随后又一次停摆, 眼前作恶多端的地极生肖, 如同牲口一样死在了玄武手中。 赌命结束, 玄武低声说道, 游戏结束。 她轻轻地挥了一下手, 所有人的房间门都在此刻打开了, 大多数的房间中那些被砸烂的血肉倾傍而出, 带着难闻的气味会成为一条骇人的血肉脏河。 诸位的道在此, 玄武在一伸手, 场地中央的讲台处飞出48克道, 静静地躺在了地上, 地舌的尸身和场地由诸位瓜分, 告辞。 四个尚且能动的幸存者走出了门, 分别是燕之春、 钟镇、 徐倩、 云瑶。 他们四下一看, 并未见到玄武的身影, 似乎已经走了。 陈俊南呢? 云瑶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随后跑到隔壁看了看门里的情况, 短短的一眼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陈俊南的浑身上下全都是被铁刺划过的伤口, 深邃无比, 由于出血量太多, 一眼望过去居然难以分清伤口在哪里。 陈。 云瑶跑到陈俊南身边, 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他的全身依然在流血。 你, 你这? 徐倩也紧随其后地跑了过来。 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打量陈俊南的脸, 先前一直听对方声音, 还以为对方应该是个相当猥琐的人, 却没想到长得格外好看。 喂, 你要死了? 徐倩问道, 嘿, 这声音, 你是倩姐啊? 陈俊南用力站了起来, 没想到倩姐也是个大美妞, 小爷好着呢, 我还得回去跟老齐显摆, 怎么可能挂在这? 话音一落, 陈俊南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像一棵倒下的大树一样朝前倒去, 云瑶赶忙伸手扶住了他。 陈俊南的身体变得很轻, 徐倩刚想伸手, 却又默默地缩了回来, 看起来旁边这个姑娘和陈俊南才是一对, 他二人的长相都很出众, 应当是一对吧。 大明星, 你先把我放开。 陈俊南再次稳住了身体, 推开了云瑶的手, 小爷我自小迎风而立, 怎么能麻烦你? 我说, 别装了。 云瑶无奈地说道, 我要不扶着你, 你连回都回不去。 小爷不怕死。 陈俊南笑道, 我这身体状况确实是有点差, 一会儿找个风水宝地, 我就先挂了吧, 小爷光辉世纪的传送任务就交给你了。 别瞎扯了。 云瑶说道, 站起来, 我背你回去。 你…… 陈俊南笑了一下, 小爷不想累死你啊。 我跳舞跳了十年, 体力比一般人都好, 你们房间里有医生的吧? 云瑶将陈俊南的胳膊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能找到医生的话, 说不定你还有救。 陈俊南看起来有些不自在, 手不断地往回缩着。 呦, 云瑶被陈俊南逗笑了, 你可别想太多了, 我不喜欢男生的。 是, 小爷知道, 可总感觉有点唐突了。 二人正在说话间, 却听到另一头传来了异想, 徐倩跟二人同时回头看去, 却看到, 钟镇满脸是血的冲了出来, 此刻已经掐住了燕之春的脖子。 第332章, 不败之运。 我去, 陈俊南大叫一声, 然后推开云瑶和徐倩, 跌跌撞撞地跑上前去。 喂, 呀干嘛呢? 可是钟镇似乎完全听不到陈俊南的声音, 一脸怒笑着说道, 你这女人终于让我逮到了, 记不记得我说过什么? 燕之春不断挪动着双手, 却无法控制钟镇的任何动作。 他未曾料想, 这个男人居然心狠手辣到这个程度, 当场刺破了自己的骨膜。 陈俊南三两步来到了钟镇身边, 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喂, 呀有话好说, 先把他放开。 滚。 钟镇大吼一声, 伸出一拳就打在陈俊南的胸口。 陈俊南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这一拳完全躲不开, 被直直地打倒在地。 你大爷的, 陈俊南倒地之后捂着胸口喘了几口粗气, 一拳两句, 云瑶却一把按住了他。 嗯? 陈俊南一愣, 大明星你往后退一下, 一会儿针打起来, 小爷我的血有可能溅到你的脸上。 云瑶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 陈俊南, 什么叫你的血? 你去逞英雄, 好歹让对方出血啊。 小爷今天状态不佳, 一直在飙血, 但你放心, 我肯定不能让那小子好过。 看起来是私人恩怨吧, 你有必要插手吗? 云瑶问, 我不管是不是私人恩怨, 现在他俩不是都活着吗? 地蛇的游戏没让他们死, 结束之后, 却因为私人恩怨打了起来, 未免太不值了。 况且, 一个大老爷们, 要在我眼前活活打死姑娘, 我就是看不惯。 云瑶感觉陈俊南似乎有种奇怪的执念, 只可惜自己不了解他的过往, 只能开口说道, 那个女人明显不是泛泛之辈, 他说不定也想杀死钟正啊。 钟正的死我已经踢过了, 铁球自始至终都未在他头上落过, 他若是再聪明一点, 或许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陈俊南一脸认真地说道, 况且一码归一码, 这件事要么别让我看到, 看到了我就会管。 你, 算了, 云瑶拗不过他, 只能无奈地摆了摆手, 你死了会比较麻烦, 还是交给我吧。 在陈俊南一脸疑惑之下, 云瑶从地上拿起了一块小石头, 随手抛了出去, 只见石头准确无误地击打在了中正太阳穴上, 但是力道很轻, 中正双眼一闭, 当要站起身, 右脚却踩到了一块不太牢靠的石头, 紧接着后退几步, 又被地上的一块碎肉绊了一下,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后脑勺磕在了一扇打开的门上。 啊, 中正惨叫一声, 捂着后脑勺在地上打起滚来。 嘿, 陈俊南点点头, 大明星有点从前的影子了。 云瑶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中正, 游戏结束了, 都住手吧。 中正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 而后恶狠狠地看向云瑶, 你已经强韵了呀。 陈俊南仔细地看了看中正脸上的鲜血, 回头提示道, 这哥们儿好像已经聋了。 聋了? 云瑶说道, 既然说话不管用, 那就让他知难而退。 中正也慢慢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你强韵了, 李温少我不该招惹, 但现在, 杀了你我也能回想,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杀了这个女人, 否则我夜不能寐。 好嘞。 陈俊南忽然大叫一声, 现在西装大叔队已经放完了狠话, 下面镜头切给偶像明星队。 中正, 算了吧, 为了能让中正明白, 云瑶一字一顿地说道, 强韵没有败过。 或陈俊南又叫道, 偶像明星队严谨一概, 这场比赛露死水手, 现在还不。 话音未落, 一个巴掌干净利落地 飞在了陈俊南后脑勺上。 哎, 你能不能消停点? 徐先生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看你就是伤得太轻了, 你都这样了还平嘴, 难道你不担心那个姑娘的安危吗? 他? 陈俊南走到墙边, 慢慢靠在了墙壁上, 一旦他听到了回响, 根本不需要小爷担心。 话音一落, 中正已经大步跑了过来, 他抡起自己粗壮的拳头, 冲着云瑶的脸颊, 挥去。 云瑶未曾躲避, 全程站在原地没动, 可中正却左脚绊到了右脚, 整个人的身体一片打歪了。 妈的, 中正回过神来, 又伸出了另一只手, 反手抡起一个巴掌, 云瑶不急不慢地 从随身的背包中 掏出小镜子和一只口红, 竟然对着镜子补起了妆。 而中正则在他身边 不断地挥舞着拳头和巴掌, 诡异的是, 这些拳头竟然无一例外地全部打歪, 他不是被地上的石头绊倒, 就是被碎肉挡住了步伐。 好不容易地上的碎肉清理干净, 中正再次挥起一拳, 头顶的一块天花板 却忽然开裂, 准确无误地砸在了他的手臂上。 你, 中正气喘吁吁地捂着手臂, 眼里都要冒出火来。 他知道强韵状态下的云瑶 必然是无敌的, 他的回想甚至杀死了地蛇。 究竟要怎么破除 这个诡异的护身咒? 中正思索了一会儿,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小刀, 他抬头看了看云瑶, 云瑶依然在对着镜子抿着嘴唇, 似乎对自己的唇装不太满意, 伸出小拇指, 轻轻擦了他嘴角。 既然杀招不管用, 他亮出小刀的刀刃, 冲着云瑶的脖子慢慢地挪了过去, 只要这把刀能刺入他的脖子, 再慢都能杀了他。 可是刀子马上就要接触到云瑶脖子的时候, 竟然碰得一声, 从中间断做两段, 刀刃轻微晃动之后落了地, 只剩一个刀柄轻轻地抵在了云瑶白皙修长的脖子上。 云瑶将随身带的小镜子巴搭一声合了起来, 转头问道, 闹够没? 中正喘着粗气, 浑身慢慢颤抖了起来。 虽然他完全听不见声音, 但是云瑶的嘴形他看懂了。 但现在的云瑶眼中, 自己就像是一个虎脚蛮缠的小孩子一般可笑。 而现在地上有了一把断裂的刀片, 中正有预感, 如果继续纠缠下去, 自己一定会因为某些荒唐而诡异的原因被这刀片锁伤。 想到这里, 他终究还是收了手, 深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们居然想要救下那个女人, 总有一天, 你们会为这个决定而后悔的。 花爸, 他将手中的刀柄丢在地上, 又看了燕之春一眼, 淡淡地说道, 虽说人海茫茫, 但我也已经记住你的样子和回想了, 你绝对跑不了。 他婴冷地一笑, 随后扭头走了。 当当, 靠在墙壁上的陈俊南忽然大叫一声, 胜负已分, 本次战斗的胜者就是, 你可闭嘴吧。 云瑶和徐倩同时喊道, 陈俊南无奈地耸了耸肩, 闭上了嘴巴。 云瑶走上前, 将燕之春扶了起来, 问道, 你没事吧。 燕之春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回答, 然后绕过云瑶走到了陈俊南的身边, 说道, 你就是替罪师吧。 有意思, 我也记得你了。 多谢。 陈俊南不痛不痒地回了一句, 小爷不一定记得你。 第333章, 王妃。 云瑶和徐倩面面相去, 这个女人似乎有点奇怪, 明明是众人救了她, 她却并没有感激之情。 我们来分道吧。 燕之春说道, 走了一个男人, 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十二课。 行, 分吧。 徐倩也说道, 虽然有点危险, 但收益还不错。 你们先分, 陈俊南说道, 大明星, 我的那份, 你先给我拿着。 花爸, 他挪动着差不多已经报废的身体, 渐渐走向另一侧。 你去哪儿啊? 云瑶美好气地问道, 你自己什么样子了, 不知道吗? 小爷还不能在这里倒下, 陈俊南虚弱地说道, 还得救人才行。 救人? 云瑶没理解陈俊南的话, 这里活下来的人就剩他们了, 还需要救谁。 陈俊南走了三步之后, 原地弯下身子休息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的状态, 好像确实应该先死一下, 否则实在是太遭罪了。 可是他还不能离开这栋建筑物, 这里有陷入危险的人。 我有点站不住了, 陈俊南回头对云瑶和徐倩说道, 两位大姐, 这里囚禁着地蛇抓来的女人和小孩, 我们既然杀了地蛇, 把他们也放了吧。 有这个必要吗? 云瑶皱着眉头说道, 他们死了之后就会重生。 你应该比我清楚这个道理, 可这样是不对的, 咱们是来自现实世界的人, 不是游荡在中烟之地的鬼。 陈俊南叹了口气, 你不救我救。 云瑶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经过这一次的接触, 他已经大体了解了陈俊南的性格, 这个男人虽然在某些方面很强势, 但却有着最明显的软肋。 他和徐倩对视了一下, 二人开始四下寻找其他的房间。 燕之春则将自己的道收了起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几人。 不多久的功夫, 徐倩在中央讲台的桌子底下 发现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暗门。 在这里, 徐倩叫了一声, 云瑶和陈俊南纷纷走了过来。 三个人靠近暗门之后 发现情况好像不太妙, 有一股诡异的恶臭 正从暗门飘散出来。 这下面有人吗? 云瑶不可置信地问道, 毕竟这种气味怎么看 也不像是活人。 陈俊南看了看暗门上面的大铁锁, 他用手拽了拽, 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能不能帮我打开。 徐倩听后, 第一时间转身前往地蛇的尸体, 他在无数碎之上摸了摸, 找到了一把完全断裂的钥匙。 这钥匙已经连同尸体一起 被切成了很多段, 完全无法使用了。 不用那么麻烦。 云瑶一边说着话, 一边伸出了手, 这个锁看起来很老旧, 内部的零件应该大多都坏掉了。 说完他就捏住了铁锁, 铁锁瞬间变得嗅急斑斑, 真有你的啊。 陈俊南虚弱地笑了一下, 然后伸手拉住暗门, 直接掀起开来。 一股难以抵挡的恶臭 从暗门里扑面而来, 云瑶捂住口鼻, 回头连连干呕, 连陈俊南都皱起了眉头。 这怎么可能是活人的味道? 现在才第二天, 地蛇到底抓了谁? 又把他们怎么样了? 我下去看看。 陈俊南将云瑶向身后一拉, 接着就走下了楼梯, 他浑身都在颤抖, 感觉有什么不好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 你们先别来。 云瑶和徐倩面面相去, 陈俊南看起来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 为什么非要逞这个英雄? 我也下去吧。 徐倩说道, 如果是救人的话, 我也能出一份力。 听到陈俊南已经在楼梯深处没了声音, 徐倩也缓步走了下去, 云瑶微微一思索, 也跟在二人的身后下了楼梯。 燕之春则慢慢地走到了暗门旁边, 既没下去也没有其他任何动作, 只是默默地思索着什么。 这个楼梯看起来很长, 并不像是寻常的地下室, 差不多有着地下二层的深度。 在一片黑暗之中, 三个人先后向下走着, 那股射人心扑的臭味也越发浓烈, 让三个人顿感呼吸困难。 三人走得并不快, 大约一分多钟的功夫才看到了点点亮光。 这地下室似乎有灯火。 陈俊南率先到达了下方的隐藏空间, 他环视了一眼, 随即棱在了原地。 阴暗、潮湿、恶臭、血腥、荒诞。 这里即是地狱, 只见墙壁两侧站着数十个女子, 她们赤身裸体都被铁链拴住了脖子, 此时正双眼无神地站在原地, 根本看不出死活。 她们无一例外受得不成人形, 干瘪的身体上肋骨根根分明。 搞什么? 陈俊南眼神微动, 顶着恶臭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有一些女孩已经死了。 她们死后依然被铁链拉扯着脖子, 像一根拖把一样的挂在那里, 身上的血肉开始腐烂脱落, 浑身爬满了蛆虫。 地狩, 你呀, 陈俊南忘记了浑身的伤痛, 紧紧地握住双拳, 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忘了自己曾经是人吗? 云瑶和徐倩也先后来到房间, 被吓得瞬间待在了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这里的地面上满是排泄物和白骨, 而那些女人似乎都不太正常, 她们是原住民。 陈俊南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两侧的女孩们就像雕塑一样的呆呆站着, 完全没有表情。 这个长方形的房间总共有十几米, 但由于灯光很昏暗, 陈俊南总感觉在镜头处有什么东西。 陈, 陈俊南, 云瑶轻声叫道, 你小心一点。 陈俊南似乎已经完全听不到声音了, 他迈动沉重的步伐不断前进, 最终, 他停在了房间的另一侧。 云瑶和徐倩远远望着陈俊南的背影, 不知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只能静静地挪动步伐也跟了过去。 十步之后, 一个巨大的王座出现在二人的视野中, 这个王座看起来是用石头打造, 却在上面铺了一层腐烂发黑的人皮, 巨大的恶臭从王座上缓缓散出, 让人前进不了半步。 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孩, 此时坐在王座旁边的地面上,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 云瑶的瞳孔微微抖动了一下, 上前打量着这个女人。 她看起来并不消瘦, 似乎才变成原住民不久, 但她浑身都是伤, 瞳孔已经逐渐涣散了。 她散乱的头发上戴着一个用铁丝弯成的皇冠, 胸前刻着血淋淋的似的大字。 我的王座, 这些刻痕显然才刻上去几天而已, 字体歪歪扭扭, 伤口出现结痂, 此刻所有的字体都微微凸起, 眼看就要发炎了。 云瑶还未说话, 那个女孩就抬起头咧嘴笑了一下, 露出了满嘴的血迹和紧剩的几颗牙齿, 主人回来了吗? 这个场面让云瑶和陈俊南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随后一口同声地叫道, 萧染。 第334章, 下一个王, 气氛异常沉默, 陈俊南扭头看向云瑶, 二人都不知该如何言说目前的情况。 陈, 陈俊南, 云瑶深呼一口气, 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道, 他们都是原住民。 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救他们吗?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 不, 不是这个道理吧, 陈俊南也缓过神来说道, 原住民不会随着时间推进而言, 如果我们不救他们的话, 他们会永生永世被困在这里的。 这, 云瑶扭头看了看萧染, 虽然他变成这个样子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但你知道萧染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知道, 陈俊南点头道, 我和他来自同一个房间, 自然知道他的人品。 虽然我把他骂哭了十几次, 但小爷还是觉得不过瘾。 那你觉得他有被救的必要吗? 陈俊南叹了口气, 回头说道, 大明星, 我也很后悔我看到了这件事, 但如果我们转身就走了, 和地蛇的做法也没有什么区别。 云瑶疑惑地看向他, 淡淡地问道, 陈俊南,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好人遍地的世界, 我想当恶人。 陈俊南低头解开了萧染脖子上的锁链, 在恶人遍地的世界, 我想当好人。 他看着萧染的脸庞, 感觉略微有些感慨, 你们也帮忙解开锁链吧。 三个人在房间中走来走去, 拯救着这些毫无感情的原住民, 这些锁链仅仅是简单地缠绕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可他们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完全无法挣脱。 没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的锁链都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脖梗, 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走动。 喂? 陈俊南大喊一声, 你们自由了, 可以走了。 房间内的女生完全没有动作, 这让陈俊南一度以为他们聋了。 过了好一会儿, 坐在王座旁边的萧染才缓缓地抬起头, 说道, 坏人 什么? 陈俊南转头望向他 坏人, 我不走。 萧染口齿不清地说道, 我等主人回来。 陈俊南看了看萧染, 嘴角一扬, 说道, 随你喜欢吧, 我人之一尽了。 话音一落, 墙边一个站立的女孩居然开始缓缓挪动脚步, 朝着楼梯走了过去,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二十多个人中有一半都走向了楼梯, 随后像机器人一样挪动着脚步离开了房间。 我们也走吧。 陈俊南回头对云瑶和徐倩说道, 选择已经给他们了。 徐倩有些不解地看了看场上剩下的几个女孩, 真的不需要再管他们了吗? 这, 这里还有十几岁的孩子。 倩倩, 我虽是个好人, 但远没有那么好。 陈俊南说道, 我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个人离开地下室时, 只感觉中烟之地的空气都变得芬芳无比。 很难想象, 这些女孩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中整日与排泄物和尸体作伴, 幸亏他们早就没有了意识, 不然也会变成疯子的。 那几个走出来的女孩出门之后左右看了看, 随后缓缓地分头走了。 而一身白衣的燕之春依然站在这里。 你…… 云瑶疑惑地看了看他, 你没走吗? 燕之春听后淡然一笑, 伸手捋了捋长发, 说道, 你们三个行侠仗义的人胆子真够大的, 倒都扔在这里, 也不留人给你们看门, 就这样直接跑到地下室里去了。 我把门一锁, 然后将刀全都拿走。 你们该怎么办? 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盯着燕之春, 不知他究竟做何打算。 燕之春说完之后, 又看了看远走的几位女子, 但不得不说, 你们确实做了一件好事, 这也算是守护中燕之地了。 徐仙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是特意在这里帮我们断后的。 那倒不是, 燕之春摇了摇头, 然后看向陈俊南。 我记得之前, 有个人让我结束之后不要走, 他要请我吃饭。 哎? 陈俊南忽然想起了什么, 赶忙往前走了两步。 春姐, 我何止要请你吃饭? 嗯? 燕之春笑着看向他, 还有别的吗? 春姐, 你要老公不要? 陈俊南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 你要老公的话, 只要你开金口, 我就给你送。 话还没说完, 他的眼皮渐渐垂了下来, 整个人向前扑倒下去。 云瑶和徐倩都离陈俊南很远, 根本来不及辅助他。 当陈俊南马上就要面冲地面摔断鼻子的时候, 燕之春忽然举起了手, 而失去意识的陈俊南也在同一时刻举起了手, 稳稳地用手掌撑住了身体。 燕之春接着将手向前一撑, 控制着陈俊南的身体翻了过来, 就像睡觉时翻了个身一样, 缓缓地躺在了地上。 三个女人看着躺在地上, 又满身是血的陈俊南, 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云瑶率先走上前去, 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脖梗, 虽然很微弱, 但此时应当还有脉搏, 我要把他带回去。 云瑶说道, 他是这次鸡杀地舌的功臣, 我要让他当天堂口的王。 说完之后, 他抬头看了看燕之春和徐倩, 你们能帮我吗? 两个女生看起来有些不解, 燕之春顿了顿问道, 你要怎么把他弄回去? 这里连个推车都没有。 云瑶二话不说的, 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露出了里面的运动背心, 我来背他。 背。 云瑶背对着陈俊南蹲下身, 拉起他的手臂搭在肩膀处, 随后拿起脱下的外套当作绳子, 将自己和陈俊南的腰部死死地绑在一起, 然后一运力将陈俊南背了起来。 此时, 徐倩和燕之春才发现, 云瑶虽然看起来消瘦, 但腿部和胳膊上有着明显的肌肉线条, 看起来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 云瑶没有理会徐倩, 反而扭头看了看燕之春, 说道, 我不知道你的立场, 但如果你想搞鬼的话, 估计会死在我的手里。 是吗? 燕之春的表情依然带着和善的微笑, 却透露出危险的气息, 我的立场吗? 我是吉道啊! 听到这两个字, 云瑶面色异冷, 毕竟在这片土地上, 他最痛恨的便是吉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云瑶说道, 你自己走吧。 哈! 燕之春感觉云瑶很有趣, 姐妹, 邀请我的人并不是你, 所以你也没权利赶我走。 徐倩感觉二人之间的火药味有些浓烈, 看似有些恩怨, 但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再耽耽下去的话, 陈俊男就死了。 徐倩说道, 要不要先带他去治伤? 云瑶知道徐倩言之有理, 然后回过神走到地舌的尸体旁边, 伸手抓起了他那苍老干瘤的舌头, 背着陈俊男走出了房间。 而燕之春和徐倩也跟在他身后, 离开了这个让人发毛的恶臭场地。 第335章, 无妄之罪。 旗下, 乔家静和李尚武三人跟着一群猫队成员 走了差不多一上午的时间, 渐渐地感觉有些疲惫了。 猫的根据地居然离天堂口这么远吗? 骗人仔, 乔家静低声说道, 有件事我一直很在意啊。 什么? 乔家静向后拧了拢嘴, 有个小英雄一直跟着我们。 旗下转过头, 视线穿过所有脸色苍白的猫队成员, 直接望向了队伍最后的正英雄。 只见那个孩子依然带着报纸折成的王冠, 两只眼睛谨慎地望向四周, 他的手始终放在腰间的报纸短剑上, 不知在应对什么。 宋七, 旗下叫道, 队伍前排的宋七听闻此言, 面无血色地回过头来, 问道, 怎么? 你, 又见过那个孩子吗? 旗下朝队伍最后瞥了下眼睛。 宋七远远地看了看, 微微思索了一下说道, 好像见过, 但没什么深刻印象。 我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 旗下说道, 所有进入中烟之地的人都是罪人, 我们是来赎罪的, 可是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罪吗? 当然。 宋七叹了口气, 说道, 如果你在中烟之地保存的记忆够久, 甚至会发现有些人生来就带着不可饶恕的罪。 是吗? 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 因为帮母亲上吊, 被视作弑母。 一个街头, 流浪的乞丐在寒冬的街头偷走了其他乞丐的食物, 被视作掠夺。 宋七露出一脸苦笑, 一脸绝望的盘点道, 还有落魄的魔术师不小心摔坏了观众的昂贵手表, 从而背上百万负债, 家破人亡。 有见义勇为的大哥失手打死臭名昭著的恶棍, 甚至还有出租车师傅没看到高考生落在车上的准考证, 导致对方没有赶上高考而自杀。 荒唐, 旗下冷连打断道, 宋七, 你觉得这些是罪吗? 如果这种逻辑都可以成立, 那这些人赎的是什么罪? 他们又为何要赎罪? 确实荒唐, 可这怎么不算罪呢? 宋七转过头来看向旗下, 眼神同样冰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又怎么会去关心一个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 一旁的李警官看着争论中的二人, 缓缓地开口说道, 在我看来, 凡是被称作罪, 至少他应该犯过法, 如果连法律都不认定他有罪, 那自然说明这个罪是不合理的。 哼, 宋七看了看李警官, 说得倒好听, 可我见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甚至还有极少数的人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自己做过什么错事, 难道这些人都犯过法不自知吗? 李警官听后叹了口气, 沉默不语, 如果我们都犯了法, 为什么会是中烟之地来制裁我们? 宋七露出了冰冷的笑容, 听你的口气, 你是执法者吧? 你告诉我,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被困在这里永生吗? 宋七的问题, 李警官一个都解答不了, 他又何尝不是被困在这里的人? 搞命啊! 乔家静走到二人中间, 对宋七说道, 爆炸佬, 你给我好好说话, 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 你再跟我们的人大呼小叫,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 宋七听后叹了口气, 不知是怕了还是想通了, 转头对李警官说道,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针对你, 只是这个地方总能勾起不好的回忆, 见到宋七沉寂下来, 乔家静又转头问道, 骗人仔, 那个小孩子不管了吗? 就让他跟着我们去猫的地盘, 我觉得猫应该不会杀个孩子, 旗下说道, 但我们还是注意点吧, 毕竟我们不是孩子, 宋七听后摇摇头, 五哥如果想杀你们的话, 不会费这么大的周折, 旗下没有说话, 几人又跟着猫走了半个多小时, 才终于来到了一座巨大的监狱门口, 这里的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颇为高挑的女人, 她打着唇钉, 抹着深色的口红, 看起来不太好接触, 六姐, 宋七捂着自己断掉的右手, 有些艰难地走上前去跟女人打了个招呼, 老七, 你们这是怎么了? 被称作六姐的女人, 有些愤怒地看了看鲨鱼而归的众人, 谁这么大胆子感动你们? 只是交易而已, 宋七说道, 五哥要找的人找来了, 是他们吗? 女人扭头看了看旗下三人, 随后说道, 天大的事也先往后放一放, 你们先跟我去见五哥, 让旗下三人未曾想到的是, 那女人让他们三个在门口稍等, 随后带着所有猫队的人进了监狱, 三人外加正英雄则孤零零地站在门口, 似乎没有任何人想要招呼他们, 什么情况? 天人仔, 乔家劲挠挠头发, 这是? 不知道, 旗下冷言说道, 我不了解他们, 李警官活动了一下筋骨, 说道, 本以为是个犯罪团伙, 可现在看起来似乎很有组织, 乔家劲微微思索了一下, 回头说道,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李警官问, 我偷偷溜进去怎么样? 溜进去? 李警官一愣, 有这个必要吗? 拳头, 算了, 旗下说道, 虽然他们都受了伤, 但是人数不少, 还是慎重点吧, 好吧, 乔家劲耸了耸肩, 于是坐到一旁, 没一会儿的功夫, 开始挖起了地上的沙子, 英雄此时缓缓地向前走了一步, 税嫩的脸庞写满了谨慎, 平民, 我劝你们小心一点, 这里面的味道很浓, 哦, 旗下眉头一扬, 英雄, 这里面有怪物吗? 不, 这里面闻起来不是怪物的味道, 而是浓浓的回响味道, 旗下也低着头思索了一下, 回响的味道, 现在看来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猫对此刻已经全员回响, 要么它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回响者, 可它们为何会这么放心地 把几个人丢在门口, 反而要先去见那个五哥呢? 旗下微微一思索, 感觉情况并不难推测, 宋七他们不惜断掉整支队伍的右手, 也要带自己回来, 自然证明自己足够重要, 可它们回来的第一时间却去见五哥, 如此说来只有一个可能, 那个叫做前五的人也许能够医治他们。 第336章 清香 刚才那个被称作六姐的女人说过天大的事都可以先放一放, 先见五哥, 如此看来只要宋七等人先见到前五, 大概率会活下来, 情况和旗下猜测的并无出入, 仅仅两三分钟过去, 宋七就走了出来, 他的右手此时已经恢复如初了。 不好意思, 各位, 你们先跟我进去休息一下吧, 五哥现在比较忙, 他冲三个人点了点头,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应该就可以见你们了。 旗下低头看了看宋七的右手,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叫做前五的人连断掉的手都可以复原, 难道有着能够救死扶伤的回响吗? 他就是英雄闻到的浓烈气味。 三个人跟着宋七进到监狱, 在一个看似警卫休息室的地方等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听到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三个人缓缓地站起身, 朝屋门的方向看去, 这个叫做前五的人, 猫的首领, 究竟会长什么样子? 几秒之后,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 她身穿黑色皮衣, 留着干练的短发, 有着一张异常干练的脸庞, 她的左脸处有一道害人的伤疤, 像是被什么野兽撕咬造成的。 那女人往前走了几步, 瞳孔微微闪烁了一下, 随后冲旗下伸出了手, 说道, 你好, 我是前五。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怪异。 你是前五? 如假包换? 女人说道, 你好, 旗下没有去握前五的手, 只是淡淡地点头说道, 旗下。 是, 旗下, 前五的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 而又怅然若失的表情。 你认识我吗? 旗下问道, 不认识, 前五收回了自己的手, 咱们第一次见, 旗下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女人应该在说谎, 可谁又规定猫的老大必须跟她说实话? 前五冲着旗下笑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表情? 仿佛很怀疑我的身份, 我确实怀疑, 旗下依然皱着眉头, 你身后的两个人都叫你五个, 可你居然是个女人吗? 我? 女人? 前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说道,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乔家竟和李警官对视一眼, 也感觉有点奇怪, 还有人需要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来确认性别吗? 我丢, 你不是个变态老吧? 乔家竟脱口而出, 哈, 怎么会呢? 前五又抬头看了看乔家竟, 同样露出了欲言又止的表情, 他顿了顿, 然后说道, 你们对我的性别感兴趣, 我没兴趣, 旗下毫不留情地打断道, 前五, 来聊聊吧。 哦, 前五扭头看向了旗下, 我知道你应该有很多疑问,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是时候? 前五并未说话, 拖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随后冲几人挥了挥手, 众人都坐下了, 抽烟吗? 他从皮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众人, 旗下和乔家竟都没拿, 李警官则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前五站起身, 弯腰给李警官点上了烟, 随后自己也拿了一根点上, 旗下感觉有点怪, 开口问道, 我们在等什么? 前五吸了口烟, 缓缓地说道, 等人, 等人? 几个人不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旗下坐在桌旁沉默不语, 心中盘算着目前的情况, 乔家竟则看了看房间之内的家具布局, 思考着如果真动其手来该抄起哪样家具, 李警官和前五则静静地抽着烟, 相顾无言, 屋内最不安定的无非就是郑英雄, 他在房间之内四处踱步, 提起自己的鼻子, 无端地嗅着, 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支烟的功夫, 前五将烟头在手中搓灭, 回头给纯丁女人使了个眼色, 是, 女人点了点头, 随后嘴唇微微一动, 仿佛在跟什么人讲话, 几分钟之后,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长相斯文的男人推门进来, 六姐, 你叫我, 男人低声说道, 十九, 五哥要讲话, 女人说道, 你进来站着, 明白, 十九点点头, 交给我吧, 宋七和纯丁女人对视一眼, 接着就要离开房间, 前五去把他们叫住了, 没关系, 谁都不用回避, 前五招了招手, 宋七, 周六, 你们也跟着坐, 见到几人都落了座, 十九默默地站在众人身边, 闭上了眼睛, 郑英雄此时慢慢地躲到了旗下身后, 小声地嘟囔着, 我, 闻到了尖末的清香, 什么? 旗下回过头, 一脸茫然地盯着郑英雄, 还不等说点什么, 只感觉众人的房间, 被一股奇妙的力量包裹, 房间之外的一切声响, 在悄然之中变得安静无比, 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各位不需要紧张, 前五一脸认真地说道, 十九的能力会让周深的区域与外界的声音完全隔离, 这只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地聊聊天, 聊天? 乔家静和李善武的面色都闪过一丝戒备, 而此时的旗下却转头看向了郑英雄, 心中冒出了很多疑问, 同时间前五开口说道, 旗下, 天在找你, 哦? 旗下回过头, 面无表情地看向前五, 毕竟这个答案他早已经猜到一二了, 原来你是怕隔墙有耳, 所以是天委托了你们,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前五挥了挥手, 周六便从一旁的厨子里拿出了一瓶看起来放了很久的洋酒, 旗下, 今天我想看看你的态度, 然后决定要不要把你交给天, 前五很自然地将酒递给乔家静, 半秒之后感觉不太对, 又将手收了回来, 问道, 怎么称呼? 波兰街阿静, 波兰街, 阿静, 前五迟疑了一下, 眼神也闪过些许落寞, 随后将手中的酒瓶放在了乔家静面前, 这, 乔家静看着眼前的半瓶酒, 微微咽了下口水, 他感觉自己好像上天堂了, 这, 这些都是给我喝的吗? 并不是, 前五微笑一下, 阿静, 中烟之地的好酒喝一瓶少一瓶, 所以, 你不能独吞, 我要和你一起喝, 第337章, 道德骗局, 旗下看到前五如此热情地招待李警官和乔家静, 自然也意识到了什么, 前五, 你以前真的不认识我们吗? 旗下问道, 我们没必要在第一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前五对旗下说道, 你倒是有闲情意志, 你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上, 结果就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故人, 旗下听后也点了点头, 看向前五, 你说得对, 我们是不是故人并不重要, 你说, 你想看透我的态度, 究竟要怎么看? 古有曹操刘备逐久论英雄, 今就有我前五和你旗下肩默定中烟, 旗下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冷静地说道, 那么, 你是曹操还是刘备? 场上我最大, 我自然就是曹操, 有意思, 旗下嘴角一扬, 曹操与刘备逐久论英雄, 目的就是看看刘备有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 却不料想被刘备的花言巧语蒙骗了, 前五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着看向旗下, 旗下慢慢往前凑了凑身体, 眼神锐利无比地盯着前五, 那你觉得我会是刘备吗? 旗下, 你自然不是刘备, 前五笑道, 我也知道你不想要称霸这天下, 哦? 旗下向后靠了靠, 坐直了身体, 看起来你了解我, 那你要如何确定我的态度? 旗下, 前五忽然变了神色, 认真地说道, 我想知道你的最终计划是什么, 我的最终计划, 旗下也眼色严峻地看向了对方, 你觉得我有多大概率跟你透露自己的计划, 你还有可以相信的人吗? 前五问道, 在这里, 你靠自己能够走多远? 旗下不动声色地看了看一旁的乔家镜与李尚武, 随后笑道, 我从来都不是靠自己, 就算你带上你所有可以信赖的人, 最终也只是倒在天龙的脚下, 前五一脸绝望地说道, 这里发生的惨剧还少吗? 旗下听后微微一震, 问道, 你见过天龙? 何止是我? 前五的面色渐渐失落起来, 旗下, 中烟之地的每一个人都见过天龙, 什么? 那一年, 你带领当时所有存活的参与者, 决战天龙, 前五怅然地说道,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也是第一次见到天龙, 只可惜我们输得太惨了, 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旗下听后慢慢站了起来, 他从未想到前五居然保存了这么久的记忆, 决战天龙, 旗下嘴唇微微一动, 当时是什么情形? 决战的内容是什么? 是一场平常的游戏, 前五说道, 谁都没有想到天龙居然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天乘游戏让你, 让我们, 让所有的参与者输得一败涂地, 什么? 我们不能招惹那个男人, 前五皱着眉头说, 他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回想者, 他有法术, 像个真正的神, 法术? 旗下也眉头紧簇, 虽说在这里已经见过了不少回想者, 可是真听说天龙身怀法术之后, 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乔家静和李尚武也互相看了看对方, 似乎正在判断前五所言有几分针, 前五伸出两只手, 掌心朝上, 旗下, 你觉得, 若是站在天乘的两端, 谁中谁就能赢, 是一万个参与者更重, 还是天龙和青龙二人更重? 你的意思是, 旗下沉吟了半秒, 瞬间想象到了当时的场面, 一万人站在天乘的左侧, 天龙和青龙站在天乘的右侧, 可是参与者却输了, 就是这个简单的游戏, 让众人输得一败涂地, 他们的心中有道, 而我们却只是一群凡人, 前五说道, 有青龙在他身边护法, 就算一万个人都是回想者, 也绝不可能打赢天龙, 更何况, 我们也不可能全员回想, 旗下顿了半天, 开口问道, 那是哪一年的事? 大约十年前, 前五静静地回答说, 记得这件事的人非常少, 但凡保留记忆的人, 都会被青龙亲手处决, 什么? 旗下微微思索了一下, 十年前, 目前或许只有极少数的人记得这件事, 但他们都将自己伪装了起来, 此时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前五抬眼看了看旗下, 我觉得那个时机就是你, 是吗? 旗下依然保持着怀疑的目光看向前五, 若真如他所说, 每一个拥有记忆的人都需要隐瞒自己, 他又为什么要全盘拖出? 看起来你还是不相信我, 前五摇了摇头, 旗下, 当时你和天龙对赌失败, 现场的回想者们为了逃命各显神通, 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逃过那场屠杀, 但也有能力特殊的几人逃脱了, 并且存活了下来, 前五的每一句话都让旗下心头一紧, 他感觉前五并没有说谎, 可是这种荒诞感是怎么回事? 天龙和青龙, 一人作为所有生肖的首领, 一人是神兽之首, 居然公开屠杀参与者吗? 你想让我相信你的话, 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旗下说道, 你说, 我和天龙对赌, 筹码是什么? 前五听后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那你岂不是在说谎? 旗下说道, 你明明参与了这场赌局, 却不知道赌的是什么? 不, 我没有说谎, 前五依然一脸认真的说道, 旗下, 我说过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你, 所以我和你并不熟悉, 我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 我们在你身后替你助阵, 而你在最前方和天龙对峙, 我不清楚你们说了什么, 旗下感觉前五说的话并没有什么破绽, 至少目前来说逻辑是完整的, 我想要更了解天龙, 旗下话锋一转说道, 我要了解我的对手, 旗下, 我知道你不会听权,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那个男人我们对抗不了, 前五就没说道, 普通人甚至连剑都见不到他, 又怎么问他要人, 要见他很容易, 旗下嘴角微微扬了一下, 我凑齐了三千六百刻刀, 马上就可以见到天龙了, 十? 前五, 周六, 宋七的眼神都有些慌乱, 一旁的十九也信念一动, 险些将尖末撤除, 旗下, 万万不可, 前五着急地喊道, 千万不可以收集三千六百刻刀, 道本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骗诀, 前五伸手抓住了旗下的胳膊, 他的身体在下一秒迅速发生变化, 居然从女人变成了男人, 除了面容未变之外, 整个人的身材与旗下分毫不差, 郑英雄依然藏在旗下身后, 嘴中默默念叨着, 我闻到了双生花的浓香, 第三百三十八章, 毁灭之路, 双生花, 旗下再一次回头看向郑英雄, 他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能力非常出众, 他简直就像是个移动的显示屏, 居然能够知道其他人的回想名称, 乔家静和李尚武则呆呆地看着前五, 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 这种情形在电影中都很少出现, 你, 你真的是个变态老啊, 乔家静感觉喝到嘴里的酒都有点不甜了, 不, 前五摇摇头, 我是双生花前五, 我其中一个能力是变化自己的形态, 旗下此时抬起头来看着前五, 虽说他的身形在一瞬间改变, 可是在中阴之地没有什么事情是接受不了的, 为什么不能集齐三千六百颗道, 前五听后稍微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然后放开抓住旗下的手, 向后靠了靠身体重新做好, 回到, 旗下, 你不觉得奇怪吗, 倒是什么东西, 他从哪里来, 又有什么用, 当我们集齐三千六百颗道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但既然有人制定了规则, 那我们就按规则办事, 你错了, 前五摇摇头, 我只能告诉你, 倒是中阴之地最大的骗局, 一旦有参与者收集到了三千六百颗, 天龙和青龙便会双双现身, 他们会洗掉所有人的记忆, 杀光可见之人, 随后洗牌整个中阴之地, 每个人都像是刚刚来到这里, 这便是所谓的出路, 乔家静和李尚武都慢慢仰起了眉头, 感觉事情有些超出预料了, 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可思议, 但又理所应当, 原来三千六百颗道, 根本就不是逃生之路, 而是毁灭之路, 旗下, 你也应该知道, 中阴之地存在的时间, 有可能比我们的年纪都大, 怎么可能没有人收集到三千六百颗道, 旗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他知道, 就算是当年的自己, 也应该收集过三千六百颗道, 只要能够熟知规则, 这对他来说不难办到, 只要你们在这里游荡得够久, 便可以发现, 众人的记忆出现过统一的断层, 前五慢慢皱起了眉头, 似乎在回忆什么难过的事情, 有些人的记忆保存了七年, 有些人的记忆保存了五年, 还有些人的记忆仅保存了两年, 李尚武听后微微一震, 说道, 你是说, 之所以众人会整齐地保留这几个时间节点的记忆, 正是因为当时有人收集到了三千六百颗道, 没错, 前五点头道, 猫队的兄弟有一部分保留了五年记忆, 还有大部分人只保留了两年记忆, 保留七年以上的唯我一人, 李尚武还想问点什么, 旗下去默默地把手放在了他的手臂处, 打断了他的话, 前五,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可以逃脱洗牌? 旗下问道, 七年前, 五年前, 两年前的洗牌你都逃过了? 前五听后眨了下眼, 然后从桌子上的烟盒里, 掏出了一根烟点燃了, 我的回想有特殊作用, 可以让我在洗牌时逃脱, 那你的言外之意, 是说, 你的回忆就是中烟之地的全部历史吗? 不,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中烟之地的存在可能比你我的年纪都要大, 只是我在十年前恰好发现了可以逃脱洗牌的方法, 至于更久之前的记忆我也未能保存, 但这个方法是我的生存之道, 我不可能透露, 旗下听后默默眯起了眼睛, 不知在思索什么, 旗下, 我这次把我知道的全盘拖出, 为的就是听听你的计划, 前五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若我觉得你的计划可行, 会带着所有的猫和你一起拼上这条命, 哦? 旗下拖住了自己的下巴, 仔细斟酌着前五每句话的真假, 随后说道, 我记得猫是雇佣兵吧, 你们留在这里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如今却想要出去, 前五听后秒头看了看宋七, 周六和十九回答道, 这件事恐怕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了, 什么事? 中烟之地的参与者正在逐渐减少, 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出去, 所有人都会永远留在这里, 可是贸然和天龙开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也只能等待一个奇迹, 是吗? 旗下略微仰了仰头, 你们猫从五排到二十一, 满打满算十七个人, 你说过当年一万个人都没有做到的事, 十七个人就可以做到了吗? 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跟在你的身后, 可现在不同了, 前五慢慢地抽着烟, 将烟雾吐到了房间中央, 旗下, 猫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队伍, 可以达成一切任务, 那我为什么不去寻求楚天秋的帮助? 旗下问道, 他比你更想杀死天龙, 况且天堂口的人数也远比猫要多, 几乎是你们的两倍, 听到这句话, 眼前的几位猫都露出了不屑的眼神, 周六更是将嚼了半天的口香糖, 狠狠地吐在了地上, 抬起头来恶狠狠地对旗下说, 则, 说什么呢? 天堂口的人再多也只是杂兵, 他们不够团结, 看不出来吗? 前五伸手拍了拍周六, 整个人的身形瞬间变化, 成了女人, 周六没必要, 走, 五哥, 你看这人是什么玩意? 周六似乎觉得不解气, 又往地上涂了口口水, 我告给你面子了吧? 从进门开始我就没说过话, 可他这态度像是好好说话的样子吗? 前五微微皱了下眉头, 说道, 周六把口香糖捡起来, 涂在地上不好打理, 周六听后沉沉地吸了口气, 然后咬着牙匠口香糖捡了起来, 前五回过头来对旗下说道, 旗下, 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加入楚天秋的阵营? 你和他真的合得来吗? 旗下知道前五话里有话, 只能点点头, 说道, 楚天秋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瞒了我很多事情, 是啊, 前五笑道, 看来你也知道, 楚天秋并不是两年这个档次的人, 他当然不是, 旗下也笑道, 虽说他一直都在骗我, 但是我和他的最终目标并不冲突, 暂且可以站在同一阵营。 第339章, 预留的路, 旗下, 前五感觉眼前这个男人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深不可测, 就算真的要互相利用, 你为什么要选楚天秋这么可怕的队友, 我对你掏心掏肺, 难道不是笨合适吗? 他要成神, 我可以帮他。 旗下笑道, 他愿意在这里替代天龙, 而我却只想出去, 所以从各自的目标来看, 我们俩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的困扰。 他一旦成了神, 也绝对不可能让我这种角色留在中烟之地, 毕竟他无法完全杀死我, 而我总有一天会威胁他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俩人在刀尖上做出的交易。 前五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台头问道, 你宁愿跟那种人做交易, 也不肯赏我的脸。 旗下看着眼前这个忽男忽女的人, 默默地摇了摇头, 前五, 在我看来你算是个不错的人, 所以我很难跟你合作, 毕竟跟我合作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哈, 前五苦笑一声, 可是旗下, 我找了你十年啊。 是吗? 起先的三年我, 还能依稀见得到你, 可从七年之前开始, 你好像完全消失了一般。 前五的表情之中掠过一丝忧伤, 再过一阵子, 你们全都消失了, 我一度以为你们成了中烟之地某个角落中的行尸走漏。 旗下只感觉前五的状态好像似曾相识, 他和陈俊男很像。 为什么是我呢? 旗下眯起眼睛问道, 这中烟之地有上万人, 就算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 可为什么非要是我呢? 因为只有你正面对抗过天龙。 前五有些激动地说道, 就算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可我知道你能做到。 十年前你可以让一万人同时站在天龙面前, 十年后依然可以。 旗下听后慢慢地低下头, 同样感受到了一阵悲伤。 前五, 可我输了, 旗下说道, 我不仅输了十年前, 甚至还输了十年后, 虽然我没有记忆, 但我知道我一直在用不同的方法击破天龙, 从而逃离这里, 可我真的没有把握。 旗下感觉这一次似乎是自己进入中烟之地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吐露心声, 不知是他对前五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还是尖默给了他安全感。 不同的方法, 前五似乎很感兴趣, 你知道自己用了什么方法? 旗下点了点头, 说道, 这件事本来也要说出来, 恰好可以当作跟你谈判的筹码。 什么? 我说出我所使用过的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综合考虑一下跟我合作的可能性。 前五听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说, 我做了七年的生肖, 一语过后, 四座街巾, 在场众人除了旗下之外, 全都站了起来。 你做了七年的生肖, 这个答案完全超过了前五的预料。 我从仁阳开始,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最高爬到了地阳, 可在我马上就要晋升天阳的时候, 被天龙摆了一道, 打回了原形, 我被洗掉了所有的记忆, 重新成为了参与者。 前五听后慢调私礼和送七, 周六交换了一下眼神, 试探性地问道, 这件事, 你能够记得? 不, 我不记得。 旗下摇摇头, 我是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推断出来的, 但现在看来, 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推翻我的假设。 乔家静此时也在一旁嘴唇微动, 低声开口说道, 骗人仔, 你就是那个虎头仔要找的羊。 是的, 旗下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立场。 旗下叹了口气说道, 他知道我就是那只羊又怎样, 他身为生肖, 会选择帮助我们参与者吗? 抑或是让我重新成为羊,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期待, 所以我没有和他调明。 此时的前五像是了神一样的缓缓坐下, 我原以为成为生肖是我们的退路, 可如今看来, 却依然是一场骗局吗? 沉默许久的宋七也终于开口道, 原来, 这里所有的路都不通吗? 五哥, 我们该如何出去? 路, 旗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下, 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 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 等一下, 旗下忽然想到了一丝非常缥缈的线索, 但始终难以抓住。 一个诡异的疑问也在他的脑海中盘旋。 为什么他每一次迎战天龙使用的都是不同的方法? 同一个人从同一个房间中走出来, 率领着同样的队友走过同样的路, 可他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战术。 慢着, 旗下抚摸着自己的额头, 好像想明白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假如, 假如自己明确地知道自己不会保留记忆, 那么他要怎么知道自己下次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抗天龙? 他要如何才能保证自己没有重蹈覆辙? 原来是这样。 旗下猛然瞪大了眼睛看向了前五。 此时只有这个男人知道问题的答案, 可此时的旗下却不敢问出口了。 如果答案真和他自己想象中的一样, 余念安该怎么办? 前五也发觉到了旗下的异样,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怎么了? 我, 旗下思索了再三, 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前五, 在你十年前的记忆中, 我是个回想者吗? 前五微微思索了一下, 点头道, 应该是的, 在当时的战场上, 我似乎听谁说过这个问题, 只不过你的能力并不强力, 只是个普通的二字回想。 果然, 旗下有些懊恼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表情十分痛苦。 这样一来,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他每一次都会选择不同的路? 因为他给后来的自己铺好了路。 若他没猜错, 他在挑战天龙失败的时候留了一记, 这一记便是封印住自己的回想契机。 这样一来, 不管自己复活多少次, 只能是个不幸者, 所以不得不走上成为生效的路。 而在成为生效七年之后, 眼见自己要失败, 他为了不重蹈覆辙, 又给自己留下了一条新的路。 这条路就叫余念庵。 只要有余念庵的存在, 便可以保证自己留有念想, 不会再次成为生效。 第三百四十章, 我和我的计划, 难道余念庵真的不存在? 它是我给自己留下的路。 旗下俯下身子看着地面, 用双手不断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他感觉情况好像有些不太对。 他的人生总共才二十六年, 其中余念庵就占据了七年, 这个后路流的未免也太过真实了。 在没有余念庵以前, 自己想要逃出去的理由是什么? 假设自己真的创造出了余念庵, 那么自己给自己留下的路又是哪一条? 旗下感觉自己正通过一条隐秘的线索, 和七年前的自己, 十年前的自己通信。 可他也同样清楚, 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这么容易洞察。 曾经的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余念庵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旗下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就算是生生不息, 也绝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 旗下知道中焰之地里的所有能力, 想要发动成功, 则必然需要自己的潜意识中认为这件事是真实的。 他若是从未见过余念庵, 又怎么把余念庵创造出来? 他的潜意识中, 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不存在的人真的存在? 自己又为什么能确定余念庵的性格和长相? 乔家竟知道旗下的性子, 每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 往往都是这副忘我的神态, 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 此时, 前五拿起乔家竟面前的酒瓶给自己倒了半杯。 而后开口说道, 可是旗下, 我听宋七说, 你这次回响了, 但不知为何你这次回响的声音格外巨大, 直接惊动了整条列车上的声响。 旗下听后打断了自己的思路, 慢慢地抬起头看着前五, 此时又有一个疑问在他脑海当中产生了。 前五, 你说, 我回响了, 那么一个人可以同时有两种回响吗? 前五浅浅地抿了一口酒, 随后摇了摇头, 我没有听过这种情况, 只知道神兽那种级别的人, 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类似于回响的技能, 可你是神兽吗? 旗下知道自己定然不是神兽, 他现在甚至连生肖都不是, 可这一次他的回响, 为什么不是普通的二字回响? 生生不息是什么动线? 前五发现旗下的表情不太对, 微微思索后, 将拿到嘴边的酒杯放下了。 旗下, 难道你可以创造两个回响? 你这次回响的和以前不同? 旗下知道, 前五肯定不是泛泛之辈, 继续瞒下去也没有什么必要。 于是点头对这个看起来是女人的前五说道, 不错, 我这一次的回响为生生不息, 一言出口, 本以为会遭到怀疑, 可前五却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果然如我所料, 他嘴唇微微动了动, 难怪整个中烟之地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 居然有四个字, 这都是曾经的你计划好的吗? 曾经的我计划好的。 旗下感觉这个理由很难成立, 难道他每一次给自己留下不同的路,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四字回响? 可是在中烟之地没有任何人听过, 见过四个字的回响, 他又怎么可能往这个方向努力? 如今看来, 他在中烟之地的经历总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发生在初始时到十年前这段时间, 他拥有着普通的二字回响, 不知道经历了多久, 最终在十年前的某一天对天龙发起了决战, 带领一万参与者输得一败涂地, 这一次之后自己也失去了这个二字回响。 第二个阶段大约在十年前到七年前之间, 这段时间他虽然成为了不幸者, 却和乔家静, 陈俊南等队友在中烟之地频繁活动, 他们战胜了众多生肖, 自己也在这段时间内总结出了下一个战术, 那便是成为生肖, 或许是怕乔家静和陈俊南担心, 也或许是有其他的想法, 旗下隐瞒了这个事实。 第三个阶段大约在七年前到三十多天以前,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羊, 只不过这条路没有让他出去, 反而再次把他打回了原形。 如今正是第四个阶段, 如果要问这一次的经历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那自然就是生生不息了, 这是其他阶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难道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了这里吗? 李警官见到旗下一直在沉思, 便转头问乔家静, 混混, 生生不息是什么能力? 乔家静听后耸了耸肩, 说道, 条子,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但上一次我能够死而复生, 从而打倒所有的猫, 靠的应该就是骗人仔的帮忙吧? 你是说地上那一大堆你的尸体? 宋七听后才恍然大悟, 什么? 你是说, 那次你一直死而复生, 靠的是这个生生不息? 是啊, 乔家静茫然地点点头, 难不成靠克隆机器, 那你的回想又是什么? 宋七问, 名字我忘了, 乔家静摇了摇头, 然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可能是叫为你个粉肠别出老千啊一类的吧, 短短一句话把几个人都说愣了, 前五听后微微一笑, 你的回想叫破万法, 哦, 乔家静看了前五一眼, 你连我的也知道吗? 当然, 前五点点头, 你的能力一旦发动, 整个中烟之地所有的回想者都要低头, 只可惜他无法克制天龙, 那不就够了吗? 乔家静笑着身来的懒腰, 能够保护我身边的队友, 不受其他人的伤害, 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至于你们口中的那个天龙, 就交给你们去想办法吧。 办法? 前五再次向旗下投去了复杂的目光, 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对付天龙的办法, 现在只能依靠这整个中烟之地唯一的四字回想者。 我想好了, 旗下说道, 我会去想办法将那三千六百颗道聚在一起, 让天龙现身。 第三百四十一章, 旗下的不同, 听到旗下的话, 前五一正。 旗下, 你忘了我说的话吗? 你若是集齐三千六百颗道, 天龙和青龙必然现身, 他们会二话不说地大开杀戒, 到时候一切都会被洗牌的, 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吗? 旗下问道, 说一句话, 前五的语气迟疑了一下, 旗下, 这就是你的计划, 你个疯子,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集齐三千六百颗道是出不去的。 是的, 我来想办法跟天龙赌命。 旗下说, 你觉得可行吗? 我不知道, 前五有些紧张地摇摇头, 正如我所说, 天龙的强大完全不像是人类, 它只需要挥挥手, 就可以让你变成肉酱。 你就算能够在千军一发之际说出这句话, 它也不见得会收手。 是吗? 毕竟很多生肖, 就算是在赌命游戏中, 也依然可以杀死对手。 前五有些担忧地说, 十年前你只是输了游戏, 后果就已经如此悲惨了, 如果你再输了赌命, 还能更惨吗? 旗下说道, 就像你说的, 我们所有的路都不通了, 和天龙赌命已经是最后的路了。 输了游戏之后, 你有可能连原住民都不是, 反而会彻底被抹出存在的痕迹。 我倒觉得不是, 旗下摇摇头, 我曾听说我和天龙有过节, 他似乎恨我恨得牙痒, 可不知为何, 我至今依然活蹦乱跳, 所以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抹出我, 抑或是, 每一次他抹出了我之后, 我都会在十日之后归来。 好, 就算他没有办法抹出你, 前五还是有些担忧, 那他依然可以让你变成原住民, 如此一来, 你就再也不可能恢复正常了。 这句话旗下已经听了很多次, 可他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毕竟他曾经见过一个人, 从原住民变回了参与者, 本以为这种情况不是个例, 可为何在中烟之地游荡了这么久, 每个人都一口咬定了原住民是不可逆的。 你们从未见过, 有原住民变回参与者的情况吗? 旗下确认道, 听到这个问题, 前五沉默不语, 一旁的宋七只能接话道, 旗下, 不瞒你说, 我们曾经有个队友, 因为私人恩怨, 前去跟地级搏命, 最终被夺去了理智, 成为了原住民。 我们找到他之后, 几乎用了所有的方法来唤醒他, 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嗯, 这一点头, 毕竟原住民的理智都是朱雀亲手拿走的, 除非能问朱雀要回来, 否则绝对不可能恢复。 旗下忽然想到, 之前朱雀曾经当着自己的面拿走过萧然的理智, 原来所有的原住民都是朱雀的杰作。 前五的话给了旗下新的思路, 难道当时许流年忽然变回了参与者, 是因为朱雀现身, 将理智还给了他? 这可能吗? 自己死在了许流年的出租车上, 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朱雀又有谁来了? 为什么许流年不仅变回了参与者, 甚至还回到天堂口扮演起了楚天秋? 楚天秋又在计划什么? 真是有意思, 旗下的嘴角微微一样, 这样才对啊。 你们的计划只有这么复杂, 才够资格跟我合作。 前五还想说点什么, 一旁的十九却忽然打断了他。 五哥, 估计时间快到了。 十九擦了擦额头的汗, 这次会谈先暂停吧。 好, 前五点了点头, 然后对众人使了个眼色, 各位谨言慎行, 接下来各位所说的话有可能被天听到。 几秒钟过后, 包裹着整个房间的尖墨消失了。 众人陷入了沉默, 谁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前五顿了顿, 开口说道, 各位, 要加入猫吗? 李警官看了看旗下和乔家境, 十分配合地问道, 你们猫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雇佣兵, 收人钱财, 替人做事。 所以你们是用自己的方式赚道? 李警官问, 不, 前五似乎已经无数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熟练地开口说道, 我们不需要道, 我们收取的是真正的钱财。 什么? 李警官一愣? 你要怎么收取真正的钱财? 自然是去现实世界中收取。 前五笑道, 你们只要在现实世界中给我们汇款, 下一个轮回我们就会给你们卖命。 啊? 李警官一愣, 似乎有话想说, 他扭头看了看旗下, 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混乱, 我不是很懂, 我们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年代, 我要怎么给你们汇款? 我们猫的人能覆盖前后四十年? 前五拿出香烟给李尚武示意了一下, 李尚武又接过了一根, 不知这位警官来自哪一年? 我来自李尚武微微一顿, 抬头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警官? 前五听后伸出手, 给李尚武点燃了香烟, 然后说道, 我是不是应该编的理由, 说我觉得你像个警察? 李警官被前五逗笑了, 那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前五也跟着笑了一下, 我和你交情匪浅, 所以了解你的身份。 李警官沉映了一会儿, 我来自2010年, 那正好, 前五点头道, 指着身边的女孩说, 周六来自2009年, 她的家人能够收到你的汇款, 以后有需要可以找她, 她会为你卖命。 被称作周六的女人, 非常敷衍地跟李尚武点了下头, 然后继续漫不经心地嚼着口香糖。 你们没有说谎吗? 李警官面色一冷, 盯着前五说道, 我们在外面给你们汇钱, 你们真的能够收到吗? 什么意思? 前五有些不解地看向李尚武, 我们猫已经存在了快七年的时间, 还有什么说谎的必要吗? 你是说, 李警官再次用余光撇了下旗下, 随后又谨慎地问道, 我们在外面是能够相遇的。 第342章, 四, 不完全是。 前五回答道,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进来时都已经丧命了, 所以理论上你只能联系到周六的家人, 而不是他本人。 这句话让旗下和李尚武皱起了眉头, 乔家静则是直接死机了, 可是这样不会很奇怪吗? 李尚武思索了一下又问道, 明明是如此大规模的地震, 为什么只有我们死了? 我们的家人却安然无恙吗? 我不知道, 前五回答道, 我也不想知道, 与其去调查我的家人为什么没死? 我更想让他们好好地活着。 你说得对, 李尚武在得知自己的女儿萱萱有可能活下来之后, 显然心情也变好了不少, 但很快又有另一个疑问在他脑海中盘旋而出, 他扭头看向旗下, 欲言又止, 而旗下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叹了口气说道, 李警官, 十四岁的我没有家人。 你, 李警官所有想问的话都压在了喉咙中, 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前五听到两个人的谈话, 忍不住插嘴问道, 怎么, 老李, 你没有联系到十四岁的旗下? 是的, 李警官点点头, 话里有话地说道,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旗下一直都是这样? 前五笑道, 他对我们说的话有几句真? 恐怕不仅是你, 我和旗下来自同一年, 我也联系不到他。 什么? 李警官和旗下同事一正, 但旗下很快就回过神来, 开口说道, 我独来独往惯了, 联系不上我也是正常的事情。 独来独往,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个妻子, 是吧? 李警官又问道, 前五听到这句话, 微微一愣神, 而后一脸疑惑地看向旗下。 妻子? 是的, 旗下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有一个妻子, 我希望她没事。 前五听后虽然一脸疑惑, 但始终没有说话, 他扭头看了看十九, 问道, 今天还能有吗? 十九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摇摇头说道, 不行了, 信念有些撑不住,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前五点点头, 对旗下几人说道, 我邀请你们在这里住一天, 明天等十九恢复, 我还有些事情, 想要跟你们说。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对方, 发现并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我们有些吃的, 下午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前五笑着对众人点了点头, 起身就要走, 等一下, 李尚武叫住了他, 怎么? 前五回过头问道, 你们猫, 还收人吗? 听到这句话, 前五微微一笑, 然后点了点头, 当然, 李警官, 你天生就是猫的一员。 我? 你和这里大多数人一样, 根本不想出去。 你只想给女儿赚点钱吧? 是的, 你连这都知道, 你就留在这里吧。 前五对李警官点点头,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们的战友, 我可以给你一个 让你满意的数字。 李警官从未想到, 加入猫竟然会这么容易, 居然连考核和问话都没有, 所以我以后不能叫李尚武了吗? 李警官又问道, 没错, 前五点点头, 这个名字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从今天开始就是游荡在中烟之地的猫, 我们是没有封号的生肖, 我们即是同一个人。 旗下和乔家静都看向了李警官, 虽说他们还不算特别熟悉, 但此时要和李警官分道扬镳, 总感觉有些难过。 干嘛露出这副表情? 李警官爽朗地笑了笑, 我是加入猫了, 又不是死了, 我看这个叫前五的男, 女人还算不错, 应该不会阻止我跟你们来往吧? 当然, 前五点点头, 你甚至可以自由活动, 有任务时, 周六会告诉你, 握个手吧。 周六语气平淡地伸出手, 以后每次复活后都记得跟我握手, 我跟五哥寸步不离, 会传达他的任务。 李警官听后微微地伸出手, 和周六触碰了一下, 周六便迅速收回了手。 他嘴唇慢慢动了几下, 小声地说着什么。 李警官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他的声音, 测试,测试。 李尚武收到, 请讲。 李警官习惯性地说道, 嘖, 不用那么正规。 周六摆了摆手, 得了, 能听见就行。 此时的旗下忽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了看藏在自己身后的郑英雄。 只见郑英雄吸了几口气, 然后低声说道, 虽然很轻微, 但我还是闻到了是传音的倾向。 听到这句话后, 旗下抬头看向周六, 问道, 请问你的回想叫什么? 嘖, 传音啊。 周六不耐烦地说道, 这位大聪明有什么指教吗? 你也需要我的传音吗? 不, 不需要。 旗下摇摇头, 此时经过了三轮验证, 足以说明这个叫做郑英雄的小孩 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出对方的回想。 可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的能力吗? 那个孩子, 前五侧身看了看旗下身后的郑英雄, 刚才一直没问, 他也是你们的人吗? 是。 旗下点点头, 我们暂且一起住在这里吧。 可以。 前五点点头, 扭头对宋七说道, 老七, 给他们安排房间吧。 好的, 二十一后面还有几个房间, 我暂且把他们安置下。 宋七点头说道, 不, 李警官不需要住在二十一后面, 前五摇摇头, 把我前面的房间给他。 什么? 宋七一愣, 五哥, 我没听错吧? 你, 你前面的房间是? 周六也慢慢皱起了眉头。 五哥, 搞什么呀? 这个人不是李二十二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他二十二? 前五说这话, 眼神一直在盯着李尚武, 从今天开始, 李警官是四, 他排在我之前。 此言一出, 房间里的众人都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四? 为什么? 宋七满脸不解地问道, 五哥, 我们猫的首领一直都是你啊? 你现在给他四是什么意思? 你们搞错了一件事。 前五摇摇头, 随后露出了一脸复杂的笑容, 并不是我给了他四, 而是他给了我五。 这句话让众人都稍微愣了一下。 你, 你是说李警官眨了眨眼, 仿佛在接受什么事实, 在很久以前我是这里的四吗? 前五点了点头, 已经过去快七年的时间了, 他依然记得那句不着调的话, 你们就是张三李四, 前五周六啊。 第三百四十三章, 玉。 前五盯着李警官的眼睛, 微笑了一下, 时间不早了, 该休息了。 那你, 旗下叫住了他, 已经确定我的态度了吗? 还用确定吗? 前五摇摇头, 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他果断转身推门离开, 周六紧随其后, 只剩下几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各位, 请跟我来吧。 宋七对众人说道, 我带各位去房间,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我们猫的房间都是担任监狱, 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我会睡在牢房里。 几人跟着宋七来到各自的牢房, 郑英雄执意要和旗下住在一起。 旗下在宋七要走时叫住了他, 他有些担心陈俊南。 今天早上, 陈俊南信誓旦旦地 要孤身前往地蛇的游戏, 算算时间现在也该结束了。 宋七, 你能回天堂口帮我打探一下消息吗? 旗下说, 我想知道陈俊南回来了没有。 陈俊南吗? 宋七点点头, 知道了, 我去去就回。 等到众人都离开了, 旗下才转头看向了郑英雄, 这个奇怪的小孩总给他一股强烈的违和感。 英雄, 旗下叫道, 怎么了? 拼拼。 英雄回道, 旗下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的回想是什么? 回想。 郑英雄似乎理解了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 随后动了动鼻子, 吸了几口气, 回答道, 我是灵秀。 灵秀? 旗下第一次听说如此奇怪的回想, 所以你之前说, 你能闻到生肖身上的臭味和回想的味道, 正是因为这个灵秀。 没错, 英雄用力地点了点头, 所以我跟你们所有人都不同, 我注定是个孤独的英雄, 旗下总感觉有哪里怪怪的。 那你岂不是跟显示屏和剧中一样了吗? 只不过你是闻到。 不一样。 郑英雄一点坚毅地说道, 我比那个显示屏厉害太多了。 哦? 旗下嘴角一扬, 慢慢坐在了床边。 那你跟我说说, 你比他强在哪? 我能捕捉到微不可见的气味, 可显示屏不行。 郑英雄好像在夸赞自己一般地说道, 那个呆呆的显示屏只能根据钟声来显示回响, 一旦某个人的回响发动得很轻微, 便根本不会激起钟声, 显示屏也不会亮。 哦? 旗下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线索,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回响轻轻地发动, 那钟就不会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 郑英雄稚嫩的声音在小小的牢房中回荡, 那就是这个人的回响能够使用的得心应手, 他可以迅速地发动回响, 并在钟响之前就结束这一次的回响。 旗下慢慢仰起了眉头, 感觉这一次的猫之旅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原来真如灵晴所说, 钟声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 你知道钟的构造吧? 我当然知道。 旗下说道, 只要你在剧钟底下抬头看过, 一定会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可以不激起钟声。 旗下思索了一下, 抬头问道, 你是说, 只要回响发动得足够迅速, 便能够使剧钟里面的钟摆来不及接触到钟臂, 这样剧钟就不会响了。 就是这个意思。 正英雄用力地点点头。 虽然旗下已经明白了正英雄的意思, 但他却冒出了另一个疑问。 这样说来的话, 剧钟的存在有着明显的弊端, 那钟烟之地为什么要建造这个钟呢? 既然能够建造剧钟, 那为什么不把它建造得更加完善一些呢? 平明, 你身上的味道很奇怪。 正英雄问道, 你不是清香者吗? 清香者? 我, 我是说回响者。 旗下皱了皱眉头。 怎么, 我身上的味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一般情况下, 能力者的味道是一股清香, 可是你身上的味道却很奇怪, 好像趋于生肖和回响者之间。 是吗? 旗下抬起自己的胳膊, 凑到面前轻轻地嗅了嗅, 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味道。 毕竟这个味道只有英雄能闻到。 英雄, 你是怎么加入天堂口的? 旗下画风一转, 问道, 我? 正英雄将腰间的报纸短剑拔了出来, 放在眼前小心翼翼地擦了擦, 然后回头对旗下说道, 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平民邀请我进来的。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加入天堂口吗? 是的, 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天堂口。 我有些好奇, 旗下问道, 之前你一直都在哪里? 你保留了记忆吗? 正英雄听后将报纸短剑插回了腰间, 然后开口说道, 实不相瞒, 平民。 我来自另一座城市。 另一座城市? 没错, 我们那座城市已经病了, 沉沦了。 正英雄一脸茫然地抬起头看着旗下说道, 我没有想到, 你们这里还有这么多正在活跃的人。 旗下回忆起, 之前在许流年的出租车上跟着他一起, 前往了城市的边缘, 在那里, 他看见了高楼林立, 道路死通八达。 只可惜, 眼前小小的城市就已经让他心焦磨烂了。 这里到底有多大? 城市的外面又是什么? 城市的边缘到底在哪里? 生肖分布在哪里? 参与者又到底有多少人? 沉沦了。 旗下有些疑惑地看向这个小孩子, 总感觉他的身份不太简单。 我虽是英雄, 却无法组织起整座城市的人, 大家只能不断轮回在生与死之间。 正英雄不断露出失落的神色, 这让旗下总感觉他好像是一座城市的领导者。 但是很奇怪, 正英雄眨了眨眼说道, 你们之前说过要收集到是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把旗下问住了, 他总感觉曾经有个人问过这个问题, 但那个人和正英雄显然搭不上关系。 毕竟那个人是白虎, 那个奇怪枯搞的老者也曾在旗下面前一脸疑惑地问过, 倒是什么东西? 英雄, 你所在的城市里, 大家是不需要收集到的吗? 我不确定咱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你说的这个道有什么用? 旗下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就是参与游戏的筹码。 正英雄听完略微思索了一下, 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小把翠绿色石头, 他将这堆小石头平放在手掌上, 然后往前一递, 递到了旗下眼前。 我们参与游戏用的是这个。 正英雄一脸疑惑地问道, 难道你们用的不是玉吗? 第344章, 孤独的英雄。 旗下将那些翠绿色的小石头捧在手中, 仔细地看了又看, 始终感觉有点奇怪。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非常像一颗颗牙齿, 这些翠绿色的石头大小不一, 有棱有角, 却又通体通透, 散发着隐隐的绿光, 看质地又显然是一颗颗玉石。 这个叫做玉的东西, 你们要收集3600个。 3600个? 正英雄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坚韧表情消失了一些, 反而露出了一丝不像是孩子苦笑。 如果真的只要这么少, 它们又怎么会全员沉沦? 旗下显然没想到, 它们两个城市不仅需要收集的道具不同, 甚至连要求的数量也不同。 那你们这个叫做玉的东西, 需要收集多少个? 平明, 我们房间里的裁判跟我们说过, 如果想要逃出去, 这个叫做玉的东西, 必须要收集57600克。 多少? 旗下一愣, 感觉自己好像是听错了。 这个有灵有整的诡异数量是怎么回事? 看起来并不像瞎编的, 可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 我们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正英雄说道, 我知道我所在的城市已经失去逃脱的希望了, 为了找到破解之法, 这一次醒来之后, 我就找到了一辆自行车开始向城市边缘移动,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到达了这里。 正英雄从监狱小小的窗栏中看向了窗外, 那眼神里有几分惆怅又有几分失神。 这座城市跟我之前待的地方很不一样, 你们这里居然有显示屏, 它可以给你们展示觉醒者的力量。 而我们之前叫做清香的能力, 在你们这里叫做回响。 你, 你等一下, 旗下感觉自己的思维又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我刚才没有听错吗? 你是说显示屏只在我们这里才有, 我不知道别的城市有没有。 郑英雄说道, 总之我在我的城市里从来没有见过, 也就是说, 你们每次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回响。 旗下慢慢眯起了眼睛,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就是这座城市沉沦的原因。 是的, 郑英雄慢慢低下了头, 正如我所说, 作为一座城市的英雄, 我无能为力。 旗下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 感觉好像想明白了一点蛛丝马迹。 这个剧中和显示屏根本就不是中阴之地的特殊产物, 它们好像有点先入为主了, 由于在一进入这里的时候就见到了剧中和显示屏, 所以很容易就以为这些东西是跟随着中阴之地一起出现在这里的。 既然这里的场地不会变, 变得只有人,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剧中和显示屏是某个参与者建造的。 这个人建造这些东西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给大家展示回响的存在, 只要能够将这种超自然能力捕捉到, 那么这里的人们就会渐渐地找到中阴之地的生存法则。 参与者们也会在一次次的死亡中发现, 只要获得了回响, 他们就可以保存记忆, 这个剧中和显示屏将是他们最好的参照物。 虽然猜想非常大胆, 但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建造剧中和显示屏的人, 他的回响就是听到回响, 再确切一点, 这个能力的名字有可能叫做灵文。 剧中和显示屏只是把这个灵文能力者的能力具象化, 放大化, 让城市中的所有人都能看到。 旗下慢慢皱起了眉头, 感觉对这个人肃然起敬。 若不是他想到了这样的方法, 并且最大化地利用了自己的能力。 现在这座城市不可能存活至今。 由于中烟之地的特殊性, 不能回响的人便不可以保存记忆。 而这么重要的回响, 对于正英雄所在的城市来说, 却是一种看不着摸不到的神秘之物。 就算有人能够走运, 在死亡之后保留记忆, 他们也很难推断出自己保留记忆的原因, 更不可能通过回响的名字来推断出, 自己拥有了什么特殊能力。 这恐怕也是正英雄, 为什么会被称作英雄的原因。 如此看来, 他在隔壁的城市中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能够分辨大家是否回响, 也能够判断此人是否能够保存记忆, 日积月累, 他养成了会随时说出对方能力的习惯。 可若他们的城市和旗下所在的座城市差不多, 每个城市都有万人左右, 一万人又怎么可能全仰仗正英雄一人? 旗下知道这个少年可能没有说谎, 他极有可能是另一座城市的领导者, 或者在悲观一些, 他有可能只是那座城市的吉祥物。 大家把他奉为英雄,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大, 只是因为他能够闻得到回响。 正英雄看了看旗下, 说道, 虽然当英雄很辛苦, 但是我会保护你们的, 平民。 旗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跟正英雄纠缠。 这个孩子的回响看起来非常容易触发, 他保留了太多的记忆, 现在已经完全不像的孩子了, 反而像个幼稚的疯子。 只可惜他在心智不健全的时候经历了这些, 现在想让他回归正常, 除了让他失忆之外, 旗下从床上站起来, 走到桌子前面, 将椅子拖了出来坐下, 床给你睡, 我坐在这里就可以。 旗下冲着正英雄挥了挥手, 正英雄看了看也毫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好的, 平民, 那我就先睡个午觉了。 正英雄把自己后背的床单披风, 小心翼翼地摘了下来, 然后整整齐齐地对折了几次, 放在了自己的床头作为枕头, 然后又将自己的报纸王冠和报纸短件拿下, 摆在了桌子上。 旗下叹了口气, 仰坐在了椅子上。 不得不说, 监狱的构造要比教室更适合居住, 只不过从这里的每个房间往外走都需要相当长的距离。 明天天亮之后需要再借助十九的能力, 跟前五好好地聊一聊。 只不过旗下感觉自己有点太冒险了, 就凭自己现在的能力和处境, 真的能够在这一轮回的第十天跟天龙见面吗? 旗下只感觉现在自己的方向再一次迷茫了, 毕竟他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实在有点多。 但在这里除了天龙之外, 还有谁能解答云念安的问题呢? 第345章 求求你。 云瑶只感觉自己的双腿因为过度疲劳, 开始疯狂地颤抖。 虽说他比平常人接受了更多的锻炼, 可是在这么远的路程里一直背着一个男人, 对他来说还是有些勉强了。 徐倩和燕之春跟他一起来到了天堂口的门口。 今天的守卫是老吕和小眼镜, 二人一眼就看到了云瑶, 瞬间吓了一跳, 云瑶浑身都是血, 他背后还背着一个通红的人, 看着出血量应该是活不了了。 云瑶, 你怎么了? 老吕有些担忧地问, 我没事, 受伤的不是我, 是陈俊南。 云瑶有些着急地喊道, 快去叫医生, 快去准备止血物品。 老吕听后, 立刻回头跑进了教学楼里, 瘦弱的小眼镜则走上前来, 仔细看了看云瑶身后的陈俊南。 没多久的功夫, 他就摇了摇头, 这个男人的状况实在是太差了。 云瑶, 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什么救的必要了。 小眼镜有些惋惜地说道, 就算你能给他止住血, 他在剩下的时间里也没有办法痊愈, 只是徒增他的伤痛罢了, 倒不如早点让他解脱吧。 云瑶听后眼神一冷, 缓缓地说道, 他有多么痛苦和我无关, 但我绝对不能让这个男人死。 他堵死了地蛇, 我要用他向大家证明, 堵死地级生肖是能够活下来的。 小眼镜听后微微一愣, 他分明在云瑶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执着。 你说他堵死了地级? 没错, 这么多年以来, 楚天秋没有带领我们做到的事, 他做到了。 云瑶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细汗, 然后晃动了一下自己手中的地蛇头颅。 你应该能看得出这是什么东西的头吧? 小眼镜眯起眼睛看了看, 自然能看出这就是地级生肖的头。 可是这个叫做陈俊南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事? 徐倩抬头看了看这所学校, 感觉这个组织好像比他们想象中的大了不少。 胭脂春也在一旁动了动嘴唇, 天堂头。 俺来了, 老吕带了两个小伙子, 抬着一把长凳跑了出来, 快快, 快把男人放下。 俺刚才问过了, 有个姓赵的医生正好在这里, 说不定能救他。 徐倩帮云瑶一起将陈俊南扶了下来, 躺到长凳上, 几个人急忙将其运往赵医生的房间。 剧烈地颠簸了几下, 陈俊南居然慢慢睁开了双眼, 他的瞳孔看起来有些失焦, 过了很久一阵才缓缓眨眨眨眼, 看了看暗红色的天空。 等会,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们先等会儿。 怎么? 老吕着急地问道, 小伙子, 你现在危在旦夕啊, 别说话了。 我说等会儿, 陈俊南用力伸手抓住了老吕的衣角, 爷们, 让他们停下。 干啥呀? 老吕皱着眉头问道, 你小子不想活了吗? 小爷要撒尿, 陈俊南苦笑了一下, 这儿都是姑娘, 不太方便。 你都成啥样了, 还撒尿? 老吕怒骂一声, 臭小子你直接尿裤子就行。 那不行, 陈俊南用全身的力气坐了起来, 然后又在手上使了使劲。 大哥,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但你先让我撒泡尿吧。 你这后生, 老吕无奈地叹了口气, 让两个年轻人停下脚步, 然后回头对几个姑娘说道, 那啥, 你们三个先回避一下吧, 这小子现在非要撒尿。 三个女生听后也原地停下, 盯着已经浑身是血的陈俊南。 只见陈俊南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然后踉枪地向一旁走去。 小子, 我扶你去吧。 老吕担忧地抓住了陈俊南的胳膊, 却被陈俊南一把甩开了。 不用, 爷妈, 这种事不用人帮。 陈俊南挥了挥手, 独自一人非常缓慢地 向操场上腐烂的尸堆走了过去。 云瑶摇摇头, 低下身子垂了垂自己的腿, 刚才来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钟声, 自己的强运结束了。 但现在站在天堂口的领地里, 身旁的燕之春应该不会乱来。 我说, 燕之春笑着看了看云瑶, 他去撒尿, 你不跟着吗? 云瑶听后抬起头, 眉头微醋, 有这个必要吗? 他不是对你很重要吗? 燕之春又说道, 听了刚才你那番话,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这么大意啊。 什么? 云瑶眨了眨眼, 仔细理解了一下燕之春的话, 随后扭头看向陈俊南, 只见他来到了狮山旁边, 扶着乔家境的尸体休息了一下, 随后缓缓从地上拿起了一块石头。 然后云瑶忽然出现,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喂, 陈俊南, 云瑶叫道, 你做什么? 啊, 陈俊南有些失神地转过头, 什么做什么? 大明星你让让, 小爷想死, 你不能死。 云瑶将陈俊南手中的石头夺过来, 远远地扔了出去, 你好不容易从地蛇的场地中活了下来, 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死? 你, 陈俊南看起来非常疲劳, 他缓缓地弯下腰, 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大明星, 你有点难为我了, 我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死。 陈俊南的声音越来越小, 几乎都要听不到了, 我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吧? 陈俊南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现在很难受, 一分钟我也不想活下去, 我就想死在兄弟旁边罢了。 你, 你不能死。 云瑶执着地说, 求你了, 陈俊南嘴唇微动, 让我死吧, 求你了。 云瑶听后眼神有些悲伤, 但依然死死地抓着陈俊南的胳膊。 陈俊南, 我理解你很痛苦, 但对不起, 我确实不能让你死。 想不听了是不是, 陈俊南的双眼渐渐失去了神色。 小爷, 我又碰上恶霸了是吧? 老吕! 云瑶盯着陈俊南面无表情地大喊一声, 他上完厕所了, 快把他带去止血。 啊, 好嘞。 老吕带着两个年轻人跑了过来, 将陈俊南重新放在长椅上, 抬起之后向教学楼走去了。 看着云瑶呆呆地站在原地, 炎之春往前走了几步, 对他说道, 怎么, 来都来了, 不请我们进去坐坐吗? 第346章, 想死。 赵医生的房间中, 此时他正满头大汗地查看着陈俊南的伤口, 他感觉事情有些棘手。 这个男人的伤势并不完全是割伤, 反而夹杂着挫伤, 好像让他伤痕累累的东西并不是刀片, 而是尖锥。 这些尖锥插进了他的身体里, 随后又竖向滑动, 在制造伤口的同时又撕裂了大量的皮肤。 一般人是不可能在这种疼痛下保持清醒的, 可这个男人却依然醒着, 难道他受过很多次这样的伤吗? 喂, 兄弟, 赵医生拍了拍陈俊南的脸, 你现在不能睡啊, 我们没有麻药, 只有一些简单的设备能够处理伤口, 你要不断地跟我聊天, 知道吗? 妈的, 小爷知道个鬼, 陈俊南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按骂一声, 不知在思索什么。 赵医生翻了翻天堂口准备的东西, 剪刀和刀子之类的东西有很多, 可是不太符合医用标准, 应当都是学校里的文具, 这里没有针线, 唯一能够使用的东西应该就是。 赵医生从众多道具之中拿出了一个定书机, 然后打开看了看里面的钉子, 既然条件已经这么简陋了, 此时定书机说不定是最好的选择。 陈俊南扭头看了看赵医生, 表情十分复杂地咽了下口水, 等会儿, 能不能让小爷说两句? 陈俊南的伤口, 在我给你处理伤口的时候, 咱们需要一直聊天, 你千万不能睡着了。 你, 陈俊南无奈地看了看赵医生, 我说, 你每次给人治病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个人。 是吗? 赵医生没抬头, 揪起了陈俊南小腹上的伤口, 然后用定书机的机身咔哒一声定在了一起, 接着用剪刀将竖出来钉头向内侧掰直。 他发现, 这样做确实真的可以让伤口暂时闭合,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毕竟血液会慢慢凝固,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小伤口的面积, 防止血液大量流出了。 喂, 你别睡啊。 赵医生擦了擦汗, 又说道, 告诉我, 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想死。 陈俊南冷冷地说道, 啊? 坏了坏了, 赵医生有些慌乱地说, 这哥们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只可惜这里没有书写的条件, 你先忍一忍吧。 徐倩和燕之春坐在房间的角落中, 看着赵医生医治陈俊南, 却不知该怎么帮忙。 云瑶在进入房间后不久就匆匆离开了, 不知去了何方, 现在房间里只有韩一墨, 以及送陈俊南过来的老吕和小眼镜了。 医生, 他能活吗? 徐倩怯生生地问道, 我不好说, 赵医生摇了摇头, 这种伤势我本来就不拿手。 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我造化不好, 快让我死。 陈俊南伸手想要推开赵医生, 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都没了, 他都糊涂成这样了, 徐倩担忧地说, 就回来是不是也变傻了。 倩姐啊, 陈俊南苦笑着看了看徐倩, 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能不能过来把小爷杀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 云瑶从房间外推门进来, 他看了看陈俊南的伤势, 发现对方没死, 随即松了口气。 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人, 一个是皮肤有黑的清秀姑娘, 李湘玲。 还有一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优雅女人, 童姨。 第三个是个穿着很少的姑娘, 正是这两天没露面的甜甜。 见到童姨进来, 老吕立马站起身, 恭恭敬敬地搓了搓手, 说道, 小缠, 你怎么来了? 童姨皱了皱眉头, 别叫小缠啊, 这么多孩子呢。 嗨, 是是是, 老吕点点头, 回头对众人说道, 童老师进来了, 你们都放尊敬点啊, 在场的众人都没有搭理他。 云瑶姐, 李湘玲不解地问道, 你叫我来试? 云瑶思索了一下说道, 湘玲, 童姨, 小眼镜, 你们是上次少数的几个回想者之一, 我要让你们在这里见证一件事。 见证一件事, 云瑶从桌子底下将地蛇那苍老枯稿的人头拿了起来, 放在了桌面上, 众人看到之后都变了神色, 这个东西既不是面具也不是人头,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巨大蛇头, 这是地级生肖的头颅。 你们这是? 童姨有些激动地问道, 童姨, 您是天堂口的元老了。 云瑶说道, 待会儿请您说句公道话, 还不等云瑶想明白, 楚天秋已经推门走了进来, 原来跟他寸步不离的金元勋这次却没有出现。 楚天秋进来之后, 环视了一圈, 微微一笑说道, 怎么了? 阵仗挺大。 云瑶有些警惕地看了看楚天秋, 问道, 张山和许刘年呢? 张山带着小年去执行任务了。 楚天秋找了一把椅子缓缓坐下, 正坐在了地蛇的头颅对面, 可他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问云瑶, 你找我们要说什么? 既然你问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云瑶伸手将地蛇的头颅摆正, 用那双死去的蛇眼对着楚天秋, 今天有个男人堵命堵死了生肖, 换句话说, 你楚天秋这么多年没有带我们做到的事情, 他做到了。 哦? 楚天秋眉毛一扬, 那真是太厉害了, 他在哪? 我要见他。 云瑶一顿, 这间教室总共也没多大, 赵医生自始至终都在给陈俊南处理伤口, 楚天秋居然装作看不到, 那个人就是陈俊南。 云瑶说道, 他的存在证明了跟地籍生肖赌命不是必败的, 我们只要有完善的战术, 过人的胆识和能够勉强一用的回响, 谁都可以去跟生肖发起挑战。 童医和李湘林扭头看了看陈俊南的伤势, 他们感觉云瑶似乎有点执念了, 虽说这个男人没有直接死去, 但他和死掉没有什么区别, 原来就是他吗? 楚天秋激动地站了起来, 那太好了, 看起来他比我更适合做天堂口的首领, 是吧? 第347章 被冒充 云瑶没想到, 楚天秋会第一时间抛出自己想要说的话, 只能一时雨色地盯着对方。 真好啊, 居然能够堵死地籍, 楚天秋意味深长地看着陈俊南, 若我们中烟之地都是这种人物, 那该多好, 是吧? 云瑶感觉楚天秋变化有点大, 他比第一次见面时更加疯了。 楚天秋? 你真的愿意让出首领的位置? 云瑶问道, 这首领很重要吗? 楚天秋笑了笑, 每次我都要冒着危险, 把你们聚在一起, 管你们吃喝, 要安排每个人的行动, 你们以为我很轻松? 你…… 楚天秋的面容渐渐阴沉下来, 回头扫尸了一下众人, 真是有意思啊, 抱着一个地舌的头颅来到我面前, 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 准备罢免我。 虽然听起来对你不公平, 但事实就是这样。 云瑶果断地说道, 我们聚在这里不是为了长久生活, 更不是为了分出什么阶级制度, 我们是为了出去才追随你。 如果你不能带我们出去, 又为什么要把我们聚在这里, 浪费我们的时间? 那你大可建立第二个组织。 楚天秋笑道, 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愿意跟你走的都可以跟你去。 那样太慢了。 云瑶摇摇摇头, 最快捷的方式并不是换掉所有成员, 而是换掉一个首领。 所以, 你一直都这么自私吗? 楚天秋的语气渐渐平缓下来, 因为自己建立组织会比较慢, 所以准备直接抢下天堂口。 楚天秋说完之后, 又看了看童一。 童一, 你也是元老了, 你也这么想。 小楚, 童一也是几分钟之前才知道云瑶的计划, 又怎么可能提前想好说辞? 他只能一脸苦笑地对着楚天秋说道, 我看云瑶也不是乱来的孩子, 要不你们俩好好谈谈。 听到这段话, 云瑶大体知道了童一的立场, 于是趁热打铁地说道, 就算不提地级生效的事, 你上一次雇佣猫血洗天堂口, 看起来也没有把我们当成队友吧。 哦? 楚天秋扬了扬眉头, 血洗天堂口吗?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云瑶问, 不, 楚天秋摇摇头, 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 此言一出, 在场的几个天堂口成员都愣了一下, 但如果我说我这么做, 是为了探寻一条出去的路。 你们信是不信? 楚天秋扫视了一下屋内众人, 眼神格外疯癫。 你, 云瑶沉了口气, 点头说道, 好, 你说, 你在探寻出去的路, 那你通过屠杀我们的队友, 发现了什么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 屋内的气氛一时之间变得格外安静, 只能听见赵医生手中定书机咔哒咔哒的脆响。 楚天秋看了看赵医生, 随后嘴角露出了一丝极其可怖的笑容。 云瑶啊, 我还真的找到了一条路。 楚天秋从口袋找掏出一块红红的血肉, 用两根指头夹着扔进嘴里, 随便嚼了几下, 将嘴里的东西吞下了肚, 随后露出满是鲜血的牙齿, 对着众人笑了笑。 云瑶见到楚天秋这副样子, 不受控制的向后退了半步。 赵医生, 你不必救他了。 楚天秋笑道, 你正在缝补的那具血肉, 根本不是陈俊男。 什么? 赵医生一愣, 连带着陈俊男也一愣。 陈俊男有气无力地转过头, 他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幻听了。 小爷我不是陈俊男。 陈俊男苦笑了一下, 难道我冰死的脸庞像吴彦祖吗? 他是冒牌的。 楚天秋说道, 真正的陈俊男跟金元勋一起去帮我拿东西了, 很快就回来。 深, 陈俊男终于听明白了楚天秋的意思, 想要挣扎着坐起身, 却感觉自己浑身被钉满了钉子, 只要一动就刺痛。 大爷的, 赵医生, 你怎么跟容嬷嬷似的? 你, 你先别乱动, 赵医生担忧地说道, 你至少得躺到血液凝固。 我他妈还躺个屁, 陈俊男气喘吁吁地坐了起来, 许多伤口再次崩裂, 陈俊男想要站起身, 却无论如何动不了了, 他第一次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没有自杀成功, 整个人满脑子都是如何去死。 我看清楚了, 你是个冒牌货? 楚天秋一脸笑容地站到陈俊男面前, 你到底是谁呢? 化妆成这样潜入天堂口, 又有什么目的呢? 小子, 真是反了你了, 陈俊男慢慢地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楚天秋的衣服, 我可是回想过了, 你这样惹我, 真的好吗? 这是什么意思? 楚天秋笑着推开了陈俊男的手, 我只是惹了一个冒牌货罢了, 云瑶有些不解地看向楚天秋和陈俊男, 感觉自己的思路也有点混乱了, 楚天秋, 你不要再妄图扰乱视听了, 云瑶生气地说道, 我从离开天堂口, 就一直跟陈俊男在一起, 他受伤了之后我一路背着他, 寸步不离, 你又凭什么说他是假冒的? 那有没有可能, 楚天秋再次露出满是鲜血的牙齿, 盯着云瑶说道, 从你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就已经是假冒的了, 荒谬, 云瑶打断道, 就算他是假冒的, 就算他是某个人扮演的, 那为什么连陈俊男的回响也可以扮演? 楚天秋, 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了吗? 回响, 楚天秋顿了顿, 谁看见了? 我, 云瑶说完之后, 又回头指了指徐倩和燕之春, 我们三个人都看见了, 话音刚落, 云瑶只感觉有点心虚, 扪心自问, 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陈俊男发动回响, 可他如果是假扮的, 又为何要去跟帝级赌命? 还不等他想明白, 教室的门被推开, 两个人走了进来, 一人是金元勋, 而另一人正是陈俊男。 第348章, 我与我, 看到这个陈俊男进门, 众人都变了神色, 他看起来没有受伤, 整个人的状态极好, 见到大家都盯着他, 连他自己都有些难为情了, 干嘛呢? 他问道, 都盯着小爷我看, 我这么帅吗? 受伤的陈俊男此时也慢慢瞪大了眼睛, 脸上毫无血色,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是化形。 小丑, 你拿这种拙劣的手段对付我? 门口的陈俊男听到这个声音微微一震, 扭头看向了受伤的陈俊男。 唉, 两个人目光相遇时, 很显然都愣住了。 你? 门口的陈俊男指着受伤的陈俊男, 表情一阵恍惚, 什么玩意? 这, 这不是我吗? 受伤的陈俊男皱了皱眉头, 感觉自己有些呼吸困难。 还在装? 我? 门口的陈俊男愣了一下, 小爷我在装? 鸭又是谁啊? 金元勋没有在这二人, 将自己拿来的包袱放在了楚天秋面前, 然后俯下身子小声说道, 哥, 刚才这个人忽然出现在地下室那样。 是, 我知道, 楚天秋点点头, 不必说了。 金元勋也点了点头, 来到了楚天秋身后站好。 鸭问我是谁, 受伤的陈俊男咬住牙齿, 忍着一身的剧痛,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你鸭跟我玩真假美猴王这套事吧。 门口的陈俊男往前走了几步, 什么他妈的真假美猴王? 鸭是六耳迷猴吗? 他跟受伤的陈俊男对视着, 二人都感觉有些奇怪。 不必争了。 楚天秋笑着打断了正在对峙的二人, 你们俩都是真的。 什么? 房间内众人一顿, 两个陈俊男也回过头来看着他。 真是不好意思啊。 楚天秋对着受伤的陈俊男笑道, 刚才说你是冒牌货, 那是我故意冤枉你, 你可不要生气。 你, 什么意思啊? 受伤的陈俊男问道, 你, 你又是从哪搞来的这个东西的? 他指着面前的自己表情格外复杂。 当然是回想。 楚天秋笑道, 各位, 我暂时掌握了让你们永生不死的方法。 永生不死? 这个陈俊男, 楚天秋指了指门口的人, 是我用某种回想的能力创造出来的。 小初,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门口的陈俊男表情一冷, 你说小爷是他妈你创造出来的? 别激动。 楚天秋笑了笑, 这个能力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你, 就是像克隆那样。 你二人的记忆可能有些小断层, 建议现在多沟通一下, 同步你们的记忆。 什么? 两个陈俊男都皱起了眉头。 你是说, 我们都是真的? 云瑶, 燕之春和徐倩都盯着这二人仔细看了看, 他们除了伤势和气色, 看起来真的毫无区别。 包括他们的小动作和说话语气都一模一样, 谁都不像是假的。 怎么? 没话说。 楚天秋转身对着受伤的陈俊男说道, 既然没话说, 那你现在可以放心去死了, 有另一个陈俊男会替你活在这里, 你没用了, 安心死吧。 受伤的陈俊男无助地瞪着眼睛, 脸上茫然的表情, 展露无遗。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 他在死亡关头第一次出现想要强烈地活下去的念头。 他感觉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并不是自己, 就算他们毫无差别, 就算他们浑身上下包括记忆都是相同的, 可他偏偏就不是自己。 不, 不对, 陈俊男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回头拉住了云瑶的胳膊, 大, 大明星, 这是不对的吧? 我是我, 他是他, 你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抛弃我吧? 云瑶明显能感觉到陈俊男的无助, 可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旧的陈俊男注定要死, 新的陈俊男注定要活。 陈, 陈俊男, 他嘴唇颤抖了半天, 最后只能扔出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你会没事的, 什么他妈没事? 陈俊男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 随后伸手指了指面前的自己, 他, 你们, 他组织了半天语言,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是了, 我成为这了。 陈俊男慢慢低下头,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感觉自己浑身冰凉, 头也晕得厉害, 虽然他已经死过无数次了, 可是心里这股难受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真是霸道的能力啊, 楚天秋笑着自言自语道, 怪不得我一定要让你获得回响。 云瑶见到陈俊男如此难过, 一脸愤懵地转过头看向楚天秋,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用所有天堂口成员的性命, 探求了一条新的路。 楚天秋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再也无需惧怕死亡。 你就凭这个? 云瑶指着两个陈俊男说道, 你将冰死的队友放弃, 然后创造一个全新的复制体, 有什么不好吗? 楚天秋说道, 你去问问那个活蹦乱跳的陈俊男, 他是假的吗? 他除了没有今天的记忆, 剩下的哪一点不是陈俊男? 门口的陈俊男听后又来了火气。 你呀到底说什么呢? 你凭什么可以创造我? 可是这样真的是不对的。 云瑶说道, 这, 这似乎, 这似乎有被伦理。 楚天秋笑道, 咱们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克隆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啊, 你说克隆出来的人到底是工具, 是动物, 还是真正的人? 这分明就是一样的问题。 云瑶有些恍惚地说道, 这个能力实在是太诡异了, 如果我们要靠他来走出去。 所以我说, 你真的很自私啊。 楚天秋从自己的衬衣口袋里, 拿出自己的眼镜带上, 然后说道, 明明你每次死了之后, 也会被同样的原理复制而复活, 可现在, 我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复制他, 你却觉得有被伦理了? 我。 一旁半天没说话的老吕和童姨 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他们同样感觉这个能力有点不妙。 虽然不知道楚天秋 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 可若真的有办法, 能够随意复制队友, 那么在出去之前, 整个天堂口定然会一片混乱。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所有的复制体都能够听从安排, 可谁又能确定会有几个人出去? 出去的到底是自己还是复制体? 第349章 王的资质 你们的思想实在是有点老旧。 楚天秋对众人说道, 仔细想想吧, 就算是复制出来的自己又怎么样? 什么? 他们有我们的记忆, 有我们的想法, 他们和我们本来就一模一样。 楚天秋又掏出一块手帕,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说到底, 只要有一个自己能够出去, 那你们的目的不就达成了吗? 楚天秋说完之后, 看了看云瑶, 一脸认真的问道, 你想过吗? 到底是想要自己出去, 还是想要云瑶这个人出去? 听到这句话, 云瑶愣了半天,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出去, 可是每个自己到第十天都会死亡。 出去的又是谁? 一个轻柔的声音从房间角落中响起, 确实有点意思。 楚天秋寻声望去, 那里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白衣面孔。 哦, 楚天秋非常绅士地向他汉手, 不知怎么称呼, 燕之春。 幸会, 楚天秋点点头, 不, 该觉得荣幸的人是我。 燕之春笑道, 我从没想过天堂头的首领, 曾经被称作良人王的男人, 竟然这么疯癫。 哎, 真是太过奖了。 楚天秋开心地笑了笑, 你认同我的观点吗? 当然, 燕之春点点头, 你说得很有道理, 如果中燕之地有一万个我, 只要有一个我逃离, 那人们也只会记得燕之春逃离了, 看来你理解我的意思, 楚天秋的目光之中充满了热气, 能够找到之音真是不可多得的美事, 看你也不是普通人, 连良人王这种称呼都记得, 有兴趣加入天堂口吗? 没兴趣, 燕之春非常肯定地摇了摇头, 楚天秋, 我本来准备杀掉你的。 哦, 楚天秋听到这句话不但没有恐惧, 神色反而更加激动了, 你是来杀我的, 你是吉道? 没错, 燕之春点点头, 然后看向云瑶, 你身边的这个小明星也蛮有意思的, 明明知道我是吉道, 却任由我跟着进来, 只可惜借刀杀人这一招对我来说不是很好用, 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楚天秋站起身走到了离燕之春三不远的地方, 我在这里潜伏了两年, 这还是第一次有吉道杀到面前, 我现在心脏跳得很快。 是吗? 可惜很遗憾, 我已经决定不杀你了, 燕之春说道, 是啊, 多可惜啊, 楚天秋依然没有放弃, 再一次贴近了燕之春, 是因为难以动手吗? 我已经离你这么近了, 还是没有把握吗? 没有把握, 燕之春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轻视, 他轻轻地举起左手捋了一下头发, 同一时刻, 屋内所有的人都伸出左手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其中包括已经快要失去意识的陈俊南, 想要杀你并不是男士, 只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燕之春小小的动作, 却让房间内的众人都变了神色, 其中最尴尬的莫过于老吕, 他早就已经拖了顶, 刚刚只能捋了吕自己的秃头, 确实厉害, 楚天秋点点头, 你的回想控制得得心应手, 看来存在了很多年, 你也不差, 燕之春回敬道, 复制一个人这种强大的能力, 你却能够一次成型, 看来你的信念也很强, 信念强? 楚天秋被逗笑了, 或许在其他人看来, 我不是信念有多强, 而是疯得足够彻底, 都一样, 信念强大的人有几个不是疯子, 看到这二人一唱一和, 云瑶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楚天秋, 就算你能够百分之百发动这个复制, 我也不觉得, 你比陈俊南更适合做首领, 连这都不够资格吗? 楚天秋冷冷地看向云瑶, 我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 不必说你杀死了我们全部的人, 就单单跟地级生效赌命这一件事, 你就已经输给陈俊南了, 是吗? 楚天秋微微一顿, 回头给金元勋使了个眼色, 金元勋点了点头, 回身将包袱打开, 一股恶臭瞬间散发了出来, 众人捂住口鼻, 只见金元勋从中拿出了两颗头颅, 虽说这两颗头颅已经高度腐烂了, 但大体还能分得出轮廓, 一颗干瘪的猴头, 一颗发黑的兔头, 这两颗头颅看起来已经有些时日了, 兔头似乎是被人暴力地扯断, 薄梗出的皮肤并不完整, 而猴头则被完整切断, 这是什么? 房间内的众人愣愣地看向这两颗头颅, 它们看起来明显不像是寻常动物的大小, 很明显是地级生肖, 看不出来吗? 楚天秋笑道, 需要我给你们普及一下这是哪两位生肖吗? 听完这短短的一句话, 反应最大的莫过于陈俊南了, 他忍着一身的伤痛, 往前缓缓地走了两步, 再看清楚了确实是地猴和地兔之后, 整个人的露出一丝苦笑, 随后瞳孔完全涣散, 整个人如同一颗随风飘摇的草, 一头栽倒下去, 他的全部念想全都没有了, 还不等燕之春出手控制他, 门口的陈俊南快步向前扶住了这个浑身是伤的自己, 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受了重伤的男人, 感觉分外诡异, 大, 大明星, 陈俊南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云瑶皱着眉头, 根本说不出话, 毕竟跟自己经历过生死瞬间的战友已经死了, 眼前这个崭新的陈俊南, 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 所以我够不够资格当这个天堂头的首领? 楚天秋完全没有在意陈俊南的尸体, 只是冷笑着问道, 能力和实力我都有了, 只不过我和某些人不一样, 不会因为杀掉一个地级就闹得满城风雨。 他环视了一下屋内的众人, 问道, 你们怎么看? 众人已经在这段时间内看到了太多不可思议之事, 现在除了惊恶之外都说不出话。 这是不可能的, 云瑶回过神来, 走上前去检查了一下两颗头颅,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参与游戏, 从哪里搞来的这两颗地级头颅? 楚天秋伸手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从这里, 你…… 谁说一定要参与游戏才能让生孝死? 楚天秋咧嘴笑了笑,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第350章 分歧 见到众人都语色了, 楚天秋又扭头看向老吕和小眼镜, 咋? 咋了? 老吕感觉有些不妙, 我刚才可啥也没说啊。 你们俩不去大门那里看着, 有外人进来了怎么办? 楚天秋特意加重了外人二字的重音, 似乎另有所指, 话音刚落, 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晚了, 外人已经进来了。 宋七说道, 呦, 楚天秋回过头来陪笑了一下, 这不是猫家老七? 宋七没说话, 进门之后只是扫尸了一圈, 可是很快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旗下让他来确认一下陈俊男的安危, 可这屋子里看起来有一具陈俊男的尸体, 外加一个毫发无伤的陈俊男, 现在毫发无伤的陈俊男抱着陈俊男的尸体, 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这算是有事还是没事? 而楚天秋的目光只是紧紧地盯着宋七已经复原的右手, 表情略带迟疑。 你, 宋七看了看两个陈俊男, 你现在算是? 别惹我。 陈俊男茫然地开口说了一句, 然后放下了自己的尸体, 转身来到了楚天秋面前。 怎么? 楚天秋问道, 小楚, 小爷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可总感觉你没安好心。 陈俊男眯起眼睛说道, 劝你现在给我说明白, 否则小爷的巴掌绝对落在你脸上。 对你来说或许很难理解, 可我真的在救你。 楚天秋一脸认真地说道, 你可以跳脱出来看看, 刚才陈俊男要死了, 所以我想办法让陈俊男活了下来,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陈俊男听后转过身, 略带迷惘地问道云瑶, 大明星, 我现在很乱。 你告诉我是这样吗? 云瑶说不出话。 陈俊男又看向童姨, 大婶, 虽然有些难以理解, 但以最终结果来看, 确实是这样。 老吕听后一愣, 不, 不对吧? 没什么不对, 小眼镜在一旁说道, 正如楚天秋所说, 我们应该跳脱出来看。 赵医生的看法却又不同了, 确实不对。 死的不是你们, 被复制的也不是你们, 你们当然可以跳脱出来看, 可是被复制的人怎么办? 众人似乎各有不同的看法, 谁也说服不了谁。 楚天秋没有理会众人, 推了一下眼镜, 轻声问道, 宋七, 你这次来, 众人之事。 宋七说完之后, 来到了陈俊南身边, 看了他几眼, 然后低头自言自语着。 监狱, 周六来到旗下的牢房门口, 伸手向征性地敲了敲铁门。 怎么? 坐在椅子上的旗下, 向后一侧头。 宋七有话跟你说, 周六毫不在意地走了进来, 方便吗? 还不等旗下点头, 周六就自顾自地开始说道, 我现在在天堂口, 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看见了陈俊南正抱着陈俊南的尸体, 这尸体还有体温, 看起来显然刚刚才死, 可这里还有一个毫发无伤的陈俊南。 嗯? 周六没理会旗下的疑问, 继续转述道,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场有人说是楚天秋用某种特殊回响, 复制了一个陈俊南, 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任何人知道, 连楚天秋自己也不肯透露。 旗下微微眨了眨眼, 复制了一个陈俊南。 为什么? 思考了几秒之后, 旗下抬头说道, 假的, 周六听后没有半句废话, 用一根手指放在耳畔, 低声说道, 变他真伪。 宋七听后点点头, 低头对陈俊南说道, 今天早上我带了一群人来的天堂口, 在门口碰到了你。 那时候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 陈俊南抬起头看了看宋七, 愣了半秒之后就说道, 估计是小宋。 宋七听后一愣, 感觉有点奇怪。 奇怪的并不是陈俊南的态度, 而是他今早听到的第一句话正是小宋。 你还有事吗? 陈俊南有些走神的问道, 小爷现在脑子有点乱, 呀最好别惹我。 听到这句话, 宋七往后退了一步, 低声说道, 三分假, 七分真。 周六将宋七的话一字不差的转告给了旗下, 旗下皱着眉头, 说道, 七分真。 他不太明白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人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何来七分真? 我能直接和他对话吗? 旗下问, 不能。 周六摇摇头, 你个大聪明, 不要那么多想法, 我愿意给你传音已经人之一尽了, 你要不满意, 就自己走回去看。 旗下没有跟他纠缠, 只是说道, 这样吧, 你跟他说有个小孩叫郑英雄, 问他在我们第一次见到郑英雄的时候, 屋子里当时有几个人, 周六听后有些不耐烦的将这个问题传递了过去, 而陈俊南在听到问题之后也慢慢皱起了眉头, 宋明辉, 你是不是存心给小爷找麻烦? 我他妈怎么会记得现场有几个人? 宋七听后无奈地传递了回去, 旗下点了点头, 应该是真的。 旗下了解许流年的性格, 若这个陈俊南是许流年假扮的, 听到问题之后, 大概率会按照当时的情况猜一个数字, 可如果连猜都懒得猜, 八成是陈俊南本人了。 可如果陈俊南没事, 那宋七所说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 复制又是怎么回事? 楚天秋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听起来简直就像是, 等一下, 旗下感觉不太对, 这不是生生不息的能力吗? 楚天秋为什么可以运用生生不息? 你真的在冲着全能的方向努力吗? 旗下茫然地说道, 喂, 周六叫道, 你问完了没有? 那里可是有一具尸体的, 你确定它是真的吗? 我问完了, 话音一落, 旗下感觉头有点痛, 他只能扶着自己的额头说道, 不管有没有尸体, 只要陈俊南没事就行。 周六有些狐疑地看了看旗下, 只是择了一声, 并没多说, 顺便将旗下的话传递给了宋七。 好, 我知道了, 宋七点点头, 却发现陈俊南在一脸好奇地盯着自己。 怎么? 宋七问道, 小宋, 你刚才这状态, 小爷看着眼熟啊? 陈俊南放下自己的尸体, 站起身盯着他的双眼, 你再和某个人远程交流吗? 是, 宋七点点头, 周末, 陈俊南试探性地问道, 还是应该叫他周六。 你, 你又认识? 原来如此啊, 陈俊南苦笑了一声, 瞬间明白了过来, 前五, 猫, 周六, 哈哈, 原来是这样。 第三百五十一章, 分裂, 鼓鼓怪怪的, 宋七皱着眉头看向陈俊南, 你和五哥, 六姐都认识吗? 我和你五哥肯定是认识的, 只是不知道你那个六姐, 陈俊南还设了房间一圈, 咦, 东姐去哪了? 应该带他去见的老熟人呐。 云瑶此时顿了顿, 陈俊南, 你只有今天以前的记忆吗? 今天, 以前, 陈俊南沉了口气, 来到窗边看了看天色。 是的, 很奇怪, 自己感觉才刚刚睡醒, 可怎么就下午了? 小楚, 这个能力, 真是有点耳熟啊。 陈俊南面色深沉地回过头, 盯着楚天秋。 是吗? 难道跟你的某个熟人很类似? 你自己心里清楚, 刚才听你们一直在争论天堂口的首领人选, 现在看来, 真是非你莫属了。 陈俊南略带讥讽地说道, 这全员封天的鬼地方, 还是你来统领比较合适。 真是有些难为情, 楚天秋笑道,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个首领, 我就勉为其难地再当下去吧。 陈俊南冷笑一声, 然后来到了自己的尸体旁边, 他面色十分复杂地看着这具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尸体, 不知在思索些什么。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摸了摸尸体胸口的口袋, 然后露出了一丝笑容, 看到无人察觉。 他将口袋里的东西迅速收入手中, 然后站起身对宋七说道, 小宋, 你是不是要回去? 没错, 宋七点点头, 毕竟这只是个任务, 现在任务完成, 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里了, 那一起走吧。 陈俊南说道, 顺路再去找个东姐, 说完之后他回头问道, 知道东姐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现场的几人并没有头绪, 赵医生跟韩依默互相看了一眼, 小宋说道, 他们几个女生跟着苏闪一起去参与游戏了, 好像还要去地级。 苏闪, 宋七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我们挖了好几次都没有挖到的人, 现在也跟了楚天秋。 你可别想多了, 陈俊南说道, 苏闪怎么可能跟了小楚? 他分明是跟了我们家老齐。 云瑶看了看陈俊南, 这个说话的语气, 这种轻蔑的神态, 他好像还是他, 可他又是一个崭新的人。 楚天秋听到陈俊南的话也不生气, 只是点头笑道, 是的, 我并不认识那位叫做苏闪的小姐, 所以他不能算是跟了我。 往里他, 陈俊南说道, 小宋, 咱们走吧。 等一下, 一个声音叫住了陈俊南, 回头一看, 正是徐倩。 怎么? 陈俊南问道, 有事? 你? 徐倩顿了顿, 看了看地上的尸体, 又看了看眼前的陈俊南, 略带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 陈俊南听后愣了几秒, 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徐倩, 并没有规定说中烟之地的每个大美妞, 我都要认识吧。 徐倩听后, 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后慢慢低下了头, 这到底是在搞什么? 眼前这个男人, 还是陈俊南吗? 徐倩感觉, 他和陈俊南的所有记忆, 似乎掉进了裂缝之中。 在整个中烟之地, 回想便可以保留记忆, 不回想便不能保留记忆。 可眼前的陈俊南, 却把跟自己的记忆跳了过去, 若是下一次再复活, 他依然不能记得, 曾经发生的一切。 陈俊南看着眼前的女人, 表情不明所以, 片刻之后, 他回头拍了拍宋七, 轻声说了句, 走吧, 然后推着他, 转身出了屋子, 二人很快消失在走廊一侧。 现场的几人面色都不太自然, 最难过的无疑就是云瑶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在他的预料之内, 现在感觉头脑格外混乱。 为什么楚天秋能够复制出陈俊南? 他的回想明明只有见证了中烟才能处罚, 可现在却当着所有人的面复制出了一个崭新的陈俊南。 他刚才吃的东西是什么? 他又是怎么杀死地级的? 云瑶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楚天秋, 可他知道他已经变了。 最近的三次轮回, 天堂口已经被眼前这个男人搞得乌烟瘴气了。 云瑶, 楚天秋嘴上叫着云瑶的名字又转头看了看屋内的众人, 见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支持他,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次你只是昏了头, 其实之前说的话都是无心之举, 对吧? 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依然是好伙伴, 好战友。 云瑶思索了几秒, 神色坚定了下来。 楚天秋,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无心之举。 他回答说, 既然你会继续统领天堂口,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退出。 中阴之地傍晚腥臭腐烂的热风从窗户吹了进来, 拂过了云瑶面无表情的脸庞。 嗯? 楚天秋微微一震, 眼神似乎跟刚才有些不一样了。 云瑶, 现在走, 不觉得可惜吗? 我们以前曾经说好了, 要? 不可惜。 云瑶坚定地说道, 看了你今天的举动, 我现在越发地相信跟着你根本不可能出去。 我认识的那个楚天秋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疯子。 他是人命如草剑, 他能够漠不作声地复制同伴, 我感觉很难过。 听到这句话, 楚天秋明显露出了压抑不住的失落。 你想要怎么样? 就像你说的, 我可以出去建立第二个组织。 云瑶走到桌子旁边, 抓起了地蛇的头颅, 从现在开始, 我会自己贯彻天堂口的最初想法, 让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生效, 还参与者一片净土。 若我有一天失败了, 变成原住民, 也不会和你有任何瓜葛。 楚天秋听后皱了皱眉头, 一把拉住了云瑶的胳膊, 一脸严肃地低声说道, 你在说什么鬼话? 知不知道场上还有外人? 无所谓。 云瑶坚定地说道, 即到早晚都会知道我的存在, 与其一直躲躲藏藏, 不如现在就挑明。 他转过头来, 看了看面带微笑的燕之春, 开口问道, 即到, 现在你的目标改变了吗? 要杀我吗? 燕之春笑了一下, 我并不反对杀死生效, 况且, 你已经回想了, 杀你没有什么意义。 第352章, 不能走的人, 你不反对杀死生效? 这个答案, 有些出乎云瑶的预料。 你们急到, 不是要保护这里吗? 是, 燕之春点点头, 但是毒死地鸡生效, 是个很有意思的玩法, 我不会干涉。 你请自便吧。 云瑶听后眯起眼睛,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叹了口气。 你们的想法我不做评价, 就像你说的, 我已经回想了, 就算你们真的要杀我也无所谓。 楚天秋听后, 眼神闪过一丝失落, 随后也苦笑着, 放开了拉住云瑶的手, 点点头道, 也罢, 云瑶, 你走吧。 云瑶听后, 一只手抓着地舌的头颅, 一只手牵起了田田, 田田, 你想跟我走吗? 田田有些发愣地看了看屋里的众人, 说实话, 这里的人他一个都不熟悉, 此时唯一熟悉的云瑶摇走了, 他又能去哪里? 似乎漂泊才是他的使命。 田田心中早有预感, 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让他安稳度日, 不论是现实世界还是中烟之地, 这几天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舒服了, 也该终止了。 他思索了半晌, 开口说道, 云瑶, 跟你走吧, 这里容不下我。 云瑶点点头, 然后环视了一下屋内众人, 问道, 还有人想跟我走吗? 屋内的众人见识到了今天这场闹剧, 没有一人能够立刻做出回应, 虽说楚天秋的行为有些奇怪, 但云瑶的做法在他们看起来更加极端。 不管发生了什么大事, 此时的楚天秋已经完全展示了作为一个首领的全部资质, 他能够击杀地级生肖, 能够使出神鬼莫测的回响, 更有办法给众人提供实物。 在这种情况下, 云瑶当场宣布退出多少有些不妥, 毕竟他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更是天堂口的副首领之一。 当一个组织的副首领要带人出走, 基本可以宣告组织的破裂, 所以众人综合考虑之后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见到半天没人回答, 云瑶点了点头, 也好, 他说道, 我总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各位有缘再会。 云瑶落寞地抓着地舌的头颅, 刚要走出房门的时候, 一个声音却在房间角落内响起。 云瑶姐。 云瑶停下脚步, 缓缓回过头看向那个皮肤有黑的姑娘。 我, 也想跟你一起走。 李湘玲小声说道, 李湘玲? 云瑶从未想过在这个房间中, 唯一支持的自己的, 会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女孩子。 虽说她们在天堂口相识已久, 可是自己从未和她参与过任何一场游戏, 只知道她不爱说话, 回想的能力也不出众。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李湘玲点点头, 天堂口被侵入的那天晚上, 我和乔哥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比谁都了解当时的惨状。 继续留在这里, 我也只会不断想起那天的事。 李湘玲虽然没有完全说明一切, 但云瑶还是点了点头, 毕竟在窗外还有一堆李湘玲的尸体。 那天晚上她见到了整个天堂口的人被屠杀殆尽, 她一直挺到了最后一刻, 疑惑着说她连死都做不到。 这一切都是楚天丘的复制搞得鬼吗? 可以的, 小脸, 你跟我走吧。 云瑶想要上前去拉李湘玲的手, 却忽然被楚天丘拦了下来。 她语气冰冷地说道, 云瑶, 你和田田可以走, 但李湘玲不行。 短短一句话让云瑶和李湘玲多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什么? 云瑶皱着眉头说道, 李湘玲要留还是要走, 应该看她本人的意思吧? 不, 楚天丘摇摇头, 整个天堂口谁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留, 可唯独李湘玲不行。 房间内的众人都看向他们二人, 燕之春更是面带笑容地捋了捋头发, 感觉这一次的天堂口之旅似乎能够得知很多情报。 李湘玲听后也面带疑惑地问道, 啊, 我, 我不能走, 这是为什么? 我, 我的能力并没有那么重要啊。 你的能力至关重要。 楚天丘慢慢站起身, 云瑶, 如果你要带走李湘玲, 我会不顾及一切旧情, 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你。 什么? 云瑶皱了皱眉头, 楚天丘, 你到底还隐藏什么事情没有说? 既然是我隐藏的事情, 之前没有说, 现在也不会说。 楚天丘看云瑶的眼神再次变得疯癫, 李湘玲绝对不能走, 她就算要化成粉末, 也只能在我眼前飘散。 房间内的气氛有些不对, 楚天丘显然有些恼怒, 众人从未见过楚天丘露出这副神态, 似乎云瑶的退出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但李湘玲三个字却是她的底线。 这是为什么? 趁着众人迟疑间, 楚天丘回头对身后的少年说道, 金元勋把李湘玲带走。 明白, 哥。 话音一落, 远处迅速传来终声, 众人放眼一看, 金元勋双眼一闭, 此刻已经从楚天丘身后如同鬼魅般的消失了。 云瑶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大喝一声小心, 可话音还未落下, 金元勋已经出现在李湘玲身后, 正准备反扣她的关节。 她的闪身非常奇怪, 她并不像电影中出演的那样发出光芒, 也没有行动轨迹, 似乎一直都站在李湘玲身后, 此时只是顺手抓住了李湘玲的胳膊。 李湘玲感觉右手被抓住, 当即面色一冷, 整个人凌空一转, 瞬间挣脱了关节的反向束缚, 紧接着在空中伸出一脚蹬向了金元勋的胸口。 金元勋从未跟李湘玲交过手, 未曾料到原先没放在眼中的姑娘居然伸手如此了得, 赶忙伸出双手在胸前一挡住了这一脚。 这一招势大力尘, 让金元勋整个人都退后了好几步。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李湘玲的双手慢慢分开, 摆出迎战架势, 但若你们觉得用武力就可以让我屈服的话, 未免有些太小看我了。 第353章 隐藏的刀手 金元勋活动了一下筋骨, 跳过李湘玲看向了他身后的楚天秋。 楚天秋的眼光和金元勋对在了一起, 微笑道, 我不会放弃的。 你要小心, 他比你想象中的更难对付。 金元勋思索了一会儿, 看了看地上陈俊南的尸体, 然后抬头问道, 就算我死了, 你也会救我的, 是吧? 楚天秋听后沉默半上, 然后咧开嘴笑了笑, 金元勋不能所有事都指望我, 你要靠你自己。 金元勋的神色略微沉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 我知道了, 哥, 他正要上前的时候, 老吕却看不下去了。 等, 等会啊, 老吕挠了挠自己肥胖的后脑勺, 开口问道, 你们这是干啥呢? 俩老爷们准备抓个小丫头骗子吗? 滚。 金元勋说道, 楚歌要让他留下。 啥? 啥叫滚? 老吕显然有些生气, 你这小子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吧, 就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童医在一旁听了一会儿, 小声开口说道, 老吕, 咱们还是别掺和了。 那不行, 老吕义正言辞的说道, 你别看我老吕平日里不险山不漏水, 但关键时候我也能分得轻是非。 大说, 您的好意我收到了。 李香林目光紧紧盯着金元勋, 然后一脸严肃的说道, 这个人的能力很特殊, 您还是别参与了, 小心被伤到。 小丫头骗子, 你别逞强。 老吕露起自己的袖子, 就往前走了几步。 他虽然看起来气势很足, 但声音在发抖, 今天我倒要看看, 这个小伙子还能把咱们都杀了不成。 金元勋轻蔑地笑了一下, 接着双眼一闭, 又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秒, 他出现在了老吕身边的一张桌子上面, 伸脚踢向老吕的脑袋。 老吕身材肥胖, 根本躲避不及, 哀嚎一声, 直接被踢翻在地。 但这一瞬的时间, 给了李香林出手的机会。 只见他反应十分迅速, 直接一个鞭腿侧身踢向桌子, 在桌子被踢翻的同时, 金元勋跳向空中, 但放弃防守, 追着对方迎接而上。 通常情况下, 人类的下肢比上肢更有力。 金元勋很显然知道, 李香林并不好对付, 所以一直用踢技向他招呼。 而李香林比众人想象中的更加敏捷, 来自金元勋的所有踢技, 他都没有应接, 反而在躲避之后, 踢向对方的桌子。 在室内的搏斗中, 很少有人会跳到高处, 毕竟落脚点一旦被攻击, 其其容易造成重心不稳, 但金元勋却完全不在意这个问题, 他总能在桌子马上翻倒之前, 瞬间消失。 二人搏斗了三分多钟, 李香林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可金元勋看起来没有受什么影响, 毕竟他全程都在空中辗转腾膜, 而李香林却一直都在奔跑。 差不多了, 楚天秋轻声说道, 放倒他。 金元勋听后一个闪声, 瞬间出现在李李香林最近的一张桌子上, 他趁着李香林喘息的空隙, 刚要伸脚踢向他, 却感觉脚下一晃, 没有任何人触碰的桌子, 忽然之间断裂了一条桌腿。 他第一时间紧闭双眼, 整个人陡然出现在了另一张桌子上, 还不等他站稳脚跟, 脚下的桌子再次断裂。 这一次, 金元勋闪避不开, 整个人跟着碎裂的桌子一起摔倒在地, 发出了一阵闷哼。 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 只剩下李香林的喘息声,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刚像的猴子一样乱动的金元勋, 居然因为桌子倒塌而摔了个跟头。 楚天秋见状, 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环视了一下屋内众人, 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有高手在。 金元勋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也谨慎地看了看屋内的众人, 接着向楚天秋投去了疑惑的目光。 接连两次捉腿断裂, 这种事情若不是回想所为, 那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楚天秋了解在场大多数人的回想, 所以很快就排除了大部分目标, 只留下了两个可疑之人。 徐倩,赵医生, 第一个姑娘她从未见过, 可她如果有这么霸道的能力, 那和她一起参与游戏的陈俊男 还会死得这么惨吗? 所以说, 楚天秋又扭头看向了赵医生。 是了, 这可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在以前收集的各种资料当中, 从未收集到这个人的回想, 自己一直以为他只是个不幸者。 赵医生抬起头, 眼神不小心跟楚天秋对在了一起, 但他马上就装作若无其事地看向别处。 楚天秋嘴角一扬, 站起身向赵医生走了过去, 嘴中喃喃自语道, 确实有点意思啊, 居然能够藏到现在。 赵医生咽了下口水, 眼神不自觉地乱飘, 他身旁的寒衣墨也感觉到气氛不太对, 很拾去地往旁边坐了坐。 赵医生知道躲不过, 苦笑了一声, 抬起头来, 问道, 你说什么? 这位医生, 楚天秋俯下身子, 盯着赵医生的眼睛说道, 你的主业是修补, 副业却是破坏吗?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没必要懂。 楚天秋笑了笑, 我想你没看清楚现在的局势吧? 你有没有仔细算算,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房间里还剩下多少旗下的人? 赵医生听后微微一愣, 才发现事情好像确实有点不太对。 旗下, 乔家静, 李尚武三人跟着猫走了, 林晴, 张晨泽, 苏闪, 秦丁东一道去参与游戏, 几分钟之前, 陈俊南也走了。 用不了多久, 田地也会跟着云瑶离去, 整个房间里旗下的人就只剩下自己喝。 韩一墨? 你, 你在说什么? 赵医生有些结结巴巴的问道, 他们都只是临时有事, 晚上就会回来的。 是吗? 楚天秋将一只手放在了赵医生肩膀上, 可现在已经临近黄昏了。 你要不要扪心自问, 他们今晚有谁会回来? 赵医生低头思索了一下。 是的, 不确定, 没有一个人确定会回来。 那些人似乎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待在这里。 你们二人已经完全落单了, 旗下抛弃了你们, 还不懂吗? 听到这句话, 二人神色微微一变, 这件事确实不能怪他, 毕竟抛弃无能的队友是属于这里的优胜劣汰。 楚天秋看了看赵医生的表情, 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动摇对方了, 所以考虑清楚吧, 只要是回想者, 天堂口都愿意接纳。 还不等赵医生做出回应, 一旁的韩一墨缓缓站了起来, 表情格外惊恐。 你他妈的说什么? 韩一墨瞳孔不断闪烁, 整个人似乎在崩溃的边缘, 你说旗下他, 他放弃了我。 远方回音阵阵, 终声陡然降临。 楚天秋皱了皱眉头, 看向了他。 没有旗下怎么能行? 韩一墨嘴唇一直都在发抖, 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 要是没有旗下, 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 我们这些人死了怎么办? 第354章 伐恶 韩一墨话音一落, 众人只感觉整个房间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什么? 楚天秋皱着眉头看向他, 什么叫没了旗下就活不下去? 你们这些配角已经被就是处给抛弃了。 韩一墨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们居然还在大言不惭的计划未来, 没有任何一部小说里的配角能够成事的。 配角? 楚天秋跟燕之春都愣了一下, 感觉眼前的男人扒成疯了。 他们二人都是中燕之地响当当的人物, 怎就成了其他人的配角?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韩一墨紧张地说道, 这到底是哪段剧情啊? 赵医生扭头拍了拍韩一墨? 兄弟, 你冷静一点, 情况哪有你说得那么糟? 还不糟吗? 韩一墨叫道, 现在的情况已经糟透了。 我这个主角, 他骂得跟就是主走散了。 众人谁都跟不上韩一墨的脑回路, 只能呆呆地望着他。 天哪, 韩一墨蹲下来抓着自己的头发, 众人只感觉整座教学楼又颤动了一下,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到底谁能保护我? 云瑶感觉眼前的男人似乎有点危险, 他将甜甜护在身后, 不解地看向他。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自己保护自己?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 如果遇到根本解决不了的困难, 要怎么办? 韩一墨一脸癫狂地抬头问道, 如果和现实世界一样, 这里也地震了, 该怎么办? 话音一落, 整个房间开始持续晃动了。 你, 你等一下, 楚天秋感觉事情不太妙, 连这个男人也是回想着吗? 为什么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人? 他竟然能撼动大地, 要是这里也跟外面一样, 经历那种地震, 韩一墨继续低着头, 浑身不断发抖, 要是墙壁裂开, 天花板也碎了, 话音还未落下, 整个墙壁都在这微弱的晃动之下, 出现了细小裂痕, 而天花板也在不断落下灰尘, 金元勋顿感不妙, 瞬间出现在韩一墨的面前, 将他按倒在地。 喂? 够了, 他抓着韩一墨的衣领大叫道, 你什么能力? 话那样说的, 妈的, 韩一墨被金元勋吓了一跳, 你个恶霸, 你们一群人抓个姑娘, 这种桥段在小说里可太常见了, 怎么会有恶霸可以抓住主角的衣领? 什么? 远处呼呼风声响起,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急速飞来。 赵医生刚要开口说话, 自己的面前忽然落下了几个白花花的东西。 他愣了一下, 发现脚旁的地面上居然躺着几块碎银。 同一时刻, 云摇, 田田, 童仪, 老吕, 李向林的面前都掉下了几块碎银。 这些碎银如同屋内降落的冰雹一般, 瞬间洒落一地。 劈啪! 一声脆响炸开, 有一个漆黑的东西穿破了玻璃飞了进来。 此刻, 正寒气四射地悬在众人头顶。 放眼一望, 此物赫然是一把纯黑色的巨剑, 他如同飘在空中的毒蛇, 正在用剑尖描向屋内众人。 被裁定善之人, 赏文银一两漆钱, 被裁定恶之人, 被漆黑贯穿丹田。 韩一墨冷笑地说道, 让我看看, 到底是我更恶, 还是你更恶? 金元勋感到一股寒意, 立刻放开了韩一墨, 谨慎地向后退了几步。 漆黑! 空中悬浮的巨剑此刻不断转动着剑尖, 一会朝向韩一墨, 一会朝向金元勋, 似乎真的在判断应该攻击谁。 片刻之后, 巨剑朝向了金元勋, 接着爆发出骇人的破风声, 以任何人都反应不了的速度, 冲着他的小腹直直地刺了过去。 金元勋剑撞, 赶忙紧闭双眼, 在剑尖距离自己不足一指的时候, 从原地消失。 黑剑没有停下, 直接划破地面, 砍翻了大量的桌椅。 屋内的众人剑撞, 赶忙四下躲避, 老吕赶忙把铜银户在墙角, 云瑶也把田田拉到了身后。 不论这是什么招式, 都太过害人了。 一人欲起飞剑进攻, 而另一人能原地消失, 这像是超人一般的诡异对决, 居然发生在眼前, 众人无力抵抗, 只能四下躲避。 巨剑撞翻了一大半的桌椅, 又从半空中回过头来, 似乎心有不甘地发出阵阵龙吟, 然后再度瞄准了金元勋。 喂, 云瑶感觉不太对, 这把巨剑看起来非常巨大, 如果继续在屋里飞来飞去, 怕是一个人都活不下来了。 韩一墨, 你先冷静一下, 你要杀光这里所有的人吗? 韩一墨听后扭过头, 苦笑着说道, 你以为那把剑真的受我控制吗? 什么? 没有收到文印的人, 跑吧, 金元勋死后就轮到你们了。 韩一墨怅然地说道, 恐怕连我也逃不过, 你根本控制不了这把剑。 没错, 韩一墨点点头, 他会一直屠杀恶人, 我们谁也逃不过。 话音一落, 漆黑剑再度凌空加速, 如同飞镖一般直直地冲向金元勋, 金元勋赶忙紧闭上双眼, 出现在了房间的另一侧。 云瑶顿了一下, 然后回头环视了一下众人, 在场的众人当中, 有谁的回响能够克制这把剑? 楚天秋屹立在房间正中央, 一动不动, 慢慢仰起了嘴角。 果然, 都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啊。 这可真是太好了。 七飞剑几次擦过楚天秋的身边, 巨大的剑气把衣服吹得噼啪作响。 他慢慢地回过头, 对云瑶说道, 云瑶, 你走吧, 带上李湘玲, 走吧。 云瑶听到这句话后, 谨慎地转过身, 真的, 真的。 楚天秋点点头, 金元勋被困住了, 我留不下你们了, 走吧。 云瑶发现他的表情很奇怪, 像是放弃了什么, 又像是想通了什么。 小脸, 田田, 我们走吧。 云瑶说道, 这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好, 二人都冲他点了点头, 贴着墙边依次跑出了教室。 此时的屋子里, 七飞剑依然在飞, 目标一直都是金元勋, 好在剑身看起来有些笨重, 金元勋勉强能够存活, 但他为了不让巨剑商及其他人, 躲避起来也越发困难了。 赵医生, 楚天秋忽然叫道, 动手吧, 我可以让你当天堂口的副首领。 副首领? 赵医生一顿。 没错, 你想要的东西可以跟我说, 我会尽量满足你。 楚天秋点头道, 以后你们俩都跟着我吧。 是吗? 赵医生听后思索了一下, 随后微微皱眉, 空中的七黑剑瞬间化成了一大片 黑沙散落在地。 韩一墨惊叉了片刻, 扭头看向了赵医生。 为什么这个人有击破七黑剑的力量? 为什么大家都有隐藏身份? 现在的剧情, 到底是哪一段? 第355章, 引路人, 童医走到屋子中央, 将躺在地上的老吕扶了起来。 哦哟, 老吕, 你没事的吧? 他有些担忧地打量了一下这个胖男人。 没事没事, 老吕摇摇头, 你别看我一身肥肉, 但是关键时刻很抗奉。 就知道逞强啊, 童医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往老吕身边靠了靠。 老吕发现了童医的异样, 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童医皱了皱眉头, 可能是错觉。 错觉? 老吕感觉不太对。 小缠, 就算是错觉, 也跟我说说啊, 发生什么事了? 童医的表情闪烁了半天, 才拉过老吕低声说道, 我刚才感觉那个医生小伙子在摸我。 啊, 老吕打量了一下童医, 虽说他很喜欢这个略有气质的同龄女人, 可自己也并不糊涂。 童医的姿色实在说不上多好, 身材也开始发福了, 很难相信那个医表堂堂的年轻医生会轻薄他。 小缠, 你没说错吧? 他真的摸了你。 老吕问道, 所以我才说有可能是错觉, 童医摇摇头就短短两秒钟, 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 老吕听后点了点头, 嗨, 两秒钟? 那八成是错觉了。 嗯, 童医摸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声, 随后躲在老吕的身后不再说话。 韩一默沉默了半天, 扭头看向了赵医生。 你, 真的要加入他吗? 韩一默低声说道, 你现在的决定做错了。 是吗? 赵医生神色不太自然地看了他一眼, 你能够分辨吗? 我们在这里做出的每一个选择, 结果都是未知的。 你又如何判断对错? 总之, 你跟着他们就是不对, 韩一默失神地扭过头, 环视了一下屋内众人, 加入配角阵营会有什么下场? 尤其是这种明显是恶人的配角, 连漆黑剑都不会放过他们。 你难道还指望他们带你走向大结局吗? 狗屁大结局,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赵医生回道, 你就像是个丧心病狂的赌徒, 准备把一切筹码都压在旗下身上, 可你不问他本人吗? 他想要接纳你吗? 他必然要接纳我。 韩一默说道, 我们的身份注定了形影不离, 他是救世主, 而我是主角啊,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赵医生就没说道, 你现在还不知道旗下为什么放弃了你吗? 看到韩一默的状态, 楚天秋慢慢扬了下嘴角, 这个男人够疯, 实在是太好了, 只有这么疯的人才能释放出最强大的回响, 他不需要像原住民那样完全丧失理智, 也不需要像正常人那般清醒, 只要游离在半疯的边缘即可, 这就是完美回响者的状态, 一个能够使用飞剑的人, 一个能够撼动大地的人, 这份能力简直就是上天的馈赠, 也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韩一默, 是吧? 楚天秋笑道, 刚才听你说了半天, 我总感觉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忽略了一件事情? 韩一默慢慢抬起头, 二人的目光对在了一起, 此时众人才发现, 这二人有着同样疯癫的眼神。 没错, 我一直不是很明白。 楚天秋推了一下眼镜, 轻声问道, 你说过你才是主角吧? 是的, 韩一默点点头,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我是主角吗? 楚天秋笑得更加开心了, 他往前走了几步, 靠近了韩一默,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说, 那你怕什么? 什么? 你是主角, 你怕什么? 楚天秋重复道, 拿本书里的主角离了就是主活不了了, 现在该是你独自闯荡的时候了, 是吧? 韩一默微微眨了下眼, 感觉楚天秋说的话似乎颇有道理, 我们虽然全都是一群微不足道的配角, 可你一旦加入了我们, 那我们也算是主角阵营了吧? 我实在是很好奇, 一本书的大结局究竟是主角活下来的概率大, 还是就是主活下来的概率大? 楚天秋接连几个问题逐渐动摇了韩一默的立场, 你说的, 好像也对, 韩一默点点头, 就是主离开了我, 他的剧情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的故事才是重头戏,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楚天秋点点头, 你现在不再需要就是主了, 需要的是我, 我是你的引路人, 引路人, 我将全面了解你的回响, 并帮你最大限度地开发它, 楚天秋伸手拍了拍韩一默的肩膀, 而你什么都不需要多想, 只需要跟着我就好了, 可, 可是就是主他, 他如果是个反派呢? 楚天秋打断道, 这段剧情如果是就是主反水, 最终和你大打出手, 你会对他心词手软吗? 我? 韩一默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个曾经就自己逃脱危难的救世主, 他会反水吗? 仔细想想, 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这样的剧情在小说里很常见, 主角一开始的恩师, 其实是有着自己心思的反派, 他会在最后时刻倒戈, 走向和主角完全不同的路, 可是, 旗下会是那种人吗? 不着急, 楚天秋笑道, 我可以给你点时间, 你好好考虑一下, 只要你愿意加入天堂口, 一定会有最好的未来等着你, 他说完之后, 看了看屋内的, 众人和地上的一片狼藉,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今天的闹剧也到此为止了, 各位,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大家各思气质吧, 众人听后都沉默地看着他, 不知心中在思索什么, 金元勋, 待会儿帮我把两颗头颅放回原位, 楚天秋说道, 老吕和赵医生有空的话, 把这句陈俊南的尸体埋了吧, 他说完之后顿了顿, 又安抚众人道, 不要被这些小插曲影响了心情, 要记得我们天堂口的目标, 那就是逃脱, 接下来的日子, 继续去收集游戏攻略吧, 楚天秋转过身去, 将手插进口袋中, 刚要走出一步, 却忽然摸到了, 自己口袋中有一个坚硬的东西, 他皱了皱眉, 将那东西拿了出来, 翻手一看, 渐渐变了神色, 他手中是一顶黄登登, 金灿灿的元宝, 什么? 他微微思索了一下, 将这顶金元宝不动声色地放回了口袋, 回头刚要说点什么, 却发现燕之春也在此时, 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顶金元宝, 二人的眼光对视了一下, 燕之春感觉有点意思, 微笑道, 这位首领, 什么事? 楚天秋低头看了看他手中的金元宝, 思索了半晌, 挤出了一句, 没事, 随后推开教室门走了。 第356章, 他们的路, 苏闪, 林晴, 秦丁东, 张晨泽从一间人马的游戏场地中走出来, 每个人神色都有些疲惫了, 小傻, 我说, 今天结束了吧。 秦丁东活动了一下脖子, 向队伍最前方的苏闪说道, 今天这又是智力又是竞速的, 你拉着我们做特训是不是? 可是还不够苏闪喃喃自语地说道, 难道真像旗下说的一样, 要抛弃一部分人性, 让自己变得更加疯狂才可以吗? 你说什么? 张晨泽在一旁问道, 我是说, 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严苛的游戏。 苏闪摇摇头, 你们都很聪明, 这些人机的游戏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 灵晴听后思索了一会儿, 问道, 你真的要参与地级? 是。 苏闪点头道, 秦丁东眨了眨眼, 又抬头看了看天色, 现在已经要傍晚了, 你确定要现在参与地级游戏? 两位, 苏闪看了看秦丁东和灵晴, 你们应该是前辈, 所以都已经回想了吧。 张律师在一旁皱了皱眉头, 回想, 秦丁东和灵晴自然见过大世面, 一路参与了五个人机游戏, 就是为了逼迫自己回想。 灵晴问道, 是。 苏闪点点头, 而且我发现, 哦, 似乎不难赚呢。 你比一般人聪明, 所以对你来说是不难。 灵晴点点头, 但就算你每个人机游戏都能赢, 也不见得能够在十天之内集齐三千六百克。 是吗? 苏闪模棱两可地说道, 但我总有预感, 我会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在短时间内集齐三千六百克道。 灵晴听后叹了口气, 我劝你不要那么做。 不要, 别误会。 灵晴摇摇头, 我只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 有那么危险吗? 苏闪思索了一下, 据我观察, 人及游戏都不危及生命。 总之, 我话说到这里, 灵晴说道, 尽量不要大张旗鼓地去收集三千六百克道。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 那就不要相信来自中烟之地的任何一个人, 尽管自己偷偷地去做。 什么? 秦丁东听到这段话, 也面带警惕地看向灵晴, 秦军地沉默起来。 各位, 张晨泽说道, 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休息? 苏闪看向他, 说道, 我想赌一把。 赌一把? 众人看向他。 苏闪伸出一根手指, 指向了眼前这条弯弯扭扭的街巷。 我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一直走到大街上, 若是能够恰好碰到地级生肖, 那就是我们的造化, 我们就去参与他的游戏。 小闪, 秦丁东摇了摇头, 你管碰到地级生肖叫造化? 可能不是你们的造化, 但却是我的造化。 苏闪说道, 我得感谢旗下, 他让我知道了能够保留记忆的方法, 若不是他把我从轮回的长河之中拉了出来, 恐怕我现在还带着几个累赘队友在单打独斗。 所以呢? 林晴问, 所以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想办法让自己回想, 否则我会再度陷入被动。 苏闪说完之后, 看向秦丁东, 开口问道, 对了, 丁东, 你之前说过, 以前我和你关系很好, 我的回想到底是什么能力? 啊? 秦丁东一愣, 小闪你上次明明回想了, 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吗? 是的, 苏闪点点头, 上一次旗下的手段太高明了, 我在回想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就死于非命。 啊这, 秦丁东苦笑了一下, 以前咱俩关系确实不错, 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可我确实不知道你的回想是什么。 嗯, 苏闪毕竟是女警出身, 很快就发现了秦丁东话里的逻辑漏洞, 也就是说, 我明明不记得你, 却能够和你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嗯, 是的, 秦丁东有些干大地笑了一下, 我每次都会去找你, 然后跟你介绍自己啊。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找了? 苏闪追问道, 我? 看到秦丁东语色, 苏闪很自然地笑了笑, 这毕竟不是审问, 没必要将气氛搞得太僵, 我跟你开玩笑呢, 咱俩都相处了快一天, 我当然知道, 你是我的好朋友。 哦, 真的? 秦丁东听后松了口气, 你刚才把我吓坏了。 林晴饶有兴趣地盯着二人, 她知道, 秦丁东最擅长的手段, 就是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漏洞百出的骗子, 但她的骗术, 往往隐藏在各种破绽之中。 当你越是认为她出现了破绽, 就越有可能掉入她的陷阱。 而苏闪不知道有没有看出秦丁东的小心思, 只是让大家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 在今天的五个人级游戏中, 苏闪的表现非常亮眼, 她似乎有意地向旗下的思路靠近, 整个人的想法异常跳脱, 也经常会做出让人眉头一紧的赌博。 就比如现在, 她居然要凭天意去寻找地级。 不必说, 这小小的一条街巷就算是专门去寻找地级, 运气不好的话也要花费几个小时。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 她从不会按照你的想法进行。 当众人看到那个身材无比销瘦的狗头人, 静静地蹲在转角时, 神色都变了。 那人的穿着和其他地级略有不同, 她赤裸上身将西装直接穿在了身上, 此时她露出自己长满了狗毛的精壮腹肌, 懒洋洋地坐在地上。 是地狗? 琴叮咚低声说道。 灵晴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跟旗下 真正意义上组队参与的游戏, 便是一场地狗的送信人游戏。 只可惜, 这地狗跟之前的地狗长相不同, 是一只说不出品种的棕色短毛猎犬, 看起来格外精干。 嗯, 地狗愣了一下, 看了看站在眼前的四个女生, 面无表情地说道, 各位女士, 不好吧? 要下班了。 第357章, 百来, 所以能不能加会班? 苏闪问道, 你的游戏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吗? 那倒不会。 地狗摇了摇头, 叹气说道, 但是很累人啊, 我今天已经杀了一批了, 能不能明天再来? 杀了一批了, 张律师在一旁露出不安的神色。 是, 有点累了, 咱们约明天吧。 地狗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地说, 我怕一会儿我在游戏里睡着了。 秦冰东扭头看了看苏闪, 真的决定要参加了吗? 倒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苏闪反问道, 秦冰东听后叹了口气, 我和林秦都是回想者, 参与这种游戏对我们来说压力不大, 毕竟输了也会保留记忆, 可你们俩呢? 他的目光在苏闪和张晨泽之间游动, 你们若是在回想之前死去, 会忘掉这些经历的。 我, 张晨泽顿了顿, 说道, 其实我也无所谓, 我并没有保留记忆, 要不是刚才你们给我普及这里的规则, 我真的以为自己才来不久, 众人听后又将目光聚焦在了苏闪身上, 我不害怕失败, 苏闪说, 越惨痛的失败, 便越能激发我的回想, 地狗伸出小拇指挠了挠耳朵, 感觉情况有点麻烦, 等话, 你们四个人都是老手啊? 不, 苏闪摇摇头道, 准确地说老手只有两个, 还有两个是新手, 两个也很麻烦, 地狗撇了撇嘴, 能不能换一架? 虽然我很想杀你们, 但今天真的挺累, 真是奇怪, 苏闪不解地看向眼前这个销售的狗头人, 你们生肖还可以拒绝我们参与游戏吗? 倒是拒绝不了, 得狗皱着眉头说道, 能拒绝, 我早拒绝了, 这, 苏闪有些不解, 既然你拒绝不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我们换一架? 因为我在拖延时间, 地狗向后靠在墙上, 将手臂枕在了脑后, 说不定再拖延一会儿, 我就可以下班了, 没有用的, 苏闪摇头道, 我心意已决, 老手真的是太难搞了, 秦丁东, 林晴和张晨泽听后都互相看了看, 片刻之后, 秦丁东开口道, 小傻, 既然他不想招待, 我们还是算了吧,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苏闪听后撇了一下秦丁东, 说, 要不然你先去休息, 我觉得时间很宝贵, 不想浪费在睡觉上, 啊? 秦丁东没想到苏闪给出的理由如此牵强, 苏闪说完之后又看向地狗, 请问你的游戏需要几个人参与? 地狗眼神落寞地看了看众人, 低声回答道, 简直是倒了血霉, 正好需要四个人, 张晨泽听后点了点头, 苏闪, 我也和你一起, 收集情报有利于我更好地做出判断, 哦? 苏闪看向他, 然后略带满意地点了点头, 林晴和秦丁东显然没什么动力, 二人都有点想走, 苏闪, 林晴叫道,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最先死掉的人, 往往都是那些热衷于参与游戏的人, 就是说,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苏闪抬起一双分外明亮的眼睛看向林晴, 可是这里整个世界都灌了水, 我们要么第一时间学会游泳, 要么缓慢地被淹死, 你们选择哪个? 林晴听后, 微微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中烟之地就是因为总会冒出这种人, 才会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 老青, 你怎么说? 林晴扭头问道, 哎, 我能怎么办? 秦丁东叹了口气, 谁让我是小闪的好朋友呢? 好, 林晴伸出一只手, 说道, 张律师, 苏闪,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握个手吧, 握手? 二人都有些不解, 没错, 林晴说道, 只要你们愿意跟我握手, 这场游戏, 我和老青就跟着你们去了, 苏闪听后,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跟林晴握在了一起, 之后, 林晴又松开了手, 看向张成泽, 张成泽略带谨慎地看了看林晴, 然后问道, 我就算了, 除非是紧要关头或是医疗场合, 其余的时间我不希望任何人碰我, 听到这句话, 林晴才想起之前的地狗游戏是跟张律师一起参与的, 那时他也说过一样的话,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排斥别人碰你, 但我们握手之后, 你会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回响, 林晴说道, 你确定不要碰我吗? 听到这句话, 张成泽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伸出手, 轻轻地触碰到了林晴的手背, 这样行吗? 林晴看后点点头, 说道, 虽说有些勉强, 但就这样吧, 四个女生回过头来看向地狗, 看表情似乎是认真起来了, 不是, 地狗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你们参与者什么时候这么卷了? 我就想找个没人的角落, 当个透明人, 今天居然还要接待两批客人, 你既然打开门做生意, 自然会遇到这一天, 苏闪笑道, 门票怎么收? 要, 要不, 地狗从兜里掏出了一枚硬币, 我和你们玩的猜硬币的游戏, 你们要是猜中了, 我给你们队伍一颗刀, 今天就这么算了吧? 你觉得呢? 苏闪问道, 地狗听后面色一冷, 将硬币装回口袋, 然后慢慢站起身, 捋了捋自己的头顶, 看起来有些不开心, 我这辈子最讨厌两种人, 他打了个哈欠说道, 第一是摆烂的人, 第二是阻止我摆烂的人, 那你岂不是很讨厌自己? 苏闪问, 正是, 地狗点点头, 门票每人三颗刀, 胜利之后每人十颗, 还不错, 苏闪说道, 不愧是地级, 我们忙了整整一天, 一人才赚了三四颗, 你的一场游戏, 就可以让我们赚七颗? 我也不想, 地狗摇摇头, 摆烂的生肖一不小心, 收了几个狠卷的徒弟, 搞得我现在很分裂, 不假装努努力的话, 就要让徒弟们看不起了。 第三百五十八章, 灾厄, 什么意思? 苏闪不解的, 回头看了看林晴和秦丁东, 那眼神似乎是希望两位前辈, 能够给他解答一下, 可是秦丁东和林晴 也从未上过生肖的列车, 自然不知地狗话里的含义, 没什么? 地狗主动回答说, 日常发牢骚, 苏闪回头从每个人那里 拿过三刻刀, 回头交给了地狗, 地狗撇了撇嘴, 最终还是不情愿地 收购了这些门票, 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筋骨, 似乎变了个人一样, 回身打开了自己身后的门, 这看起来是一间面积不小的玻璃店, 百烂归百烂, 可一旦交了门票, 就是我的工作时间了, 地狗一脸认真地说道,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尽全力杀死各位, 短短的一句话, 让张承泽背后一寒, 很难想象, 这句完全违背法律的话, 会从一个人口中信誓旦旦地说出, 似乎真的像是一份 寻常工作那般轻松, 众人跟着地狗进了门, 发现这里和他们之前 见到的游戏场地不太一样, 这间面积接近一百平米的玻璃店 居然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各种碎片和瓦砾都被收拾干净, 甚至屋内罗列的各种玻璃 也都被擦去了灰尘, 简直和现实世界的店面 没有什么不同, 这哪里像是摆烂的人 所能做出来的事项, 我们被骗了吗? 苏闪说道, 你将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明明很想让人进来看看吧,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地狗冷言说道, 我在工作的时候 只想把工作做好, 谁想让我摸鱼都不行, 而我在摆烂的时候 只想摆烂, 谁让我工作我就跟谁拼命, 真是个奇怪的人, 苏闪说道, 是奇怪的狗, 秦丁东纠正道, 地狗带众人走进屋子中央, 这里放着几个大型玻璃 搭成的东西, 上至屋顶, 下至地板, 看起来竟像是几个巨大的鱼缸, 秦丁东伸手敲了敲这些巨大的鱼缸, 发现建造它们的玻璃很厚, 似乎是特殊材质, 注意别留下手印, 地狗说道, 擦起来很麻烦, 秦丁东美好气地白了地狗一眼, 趁地狗不注意, 直接往玻璃上抹了一个大大的手印, 苏闪向这几个大鱼缸里看了看, 发现里面都有一张类似讲桌的东西, 讲桌上还有两个小洞, 不知适合作用, 玻璃房间里的地面和天花板都是铁网制成的, 一旁的地面上似乎还设置了很多机关, 地狗走到墙壁旁, 伸手按下了墙上的开关, 屋内的气氛变化了, 几个追光灯从四处落下, 正好照在了中央的五个大型鱼缸上, 而店内的其余空间则变得漆黑无比, 整个场地似乎变成了大型舞台, 只有几个鱼缸在灯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各位, 请听我介绍一下规则, 地狗带着几人来到了大型鱼缸旁边, 对众人介绍道, 本次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 只要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任何人能打败我, 就算做你们胜利, 打败? 是的, 地狗点头道, 我们五个人每人都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玻璃房, 游戏开始时, 大家会在各自的玻璃房子中进行, 此时, 众人看了看这些顶天立地的大鱼缸, 他们的排列很有规律, 中间有一个圆筒形的玻璃房间, 而圆筒的正前, 正后, 正左, 正右方各有一间正方形的玻璃房间, 房间与房间大约间隔两三米, 由于是用玻璃制成的, 所以各个房间之内能够互相看到对方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 四个正方形的玻璃房间所使用的玻璃各有不同, 仔细看看居然有着淡淡的颜色, 粉色, 绿色, 橘色, 蓝色, 而中央的圆筒形玻璃, 仔细看去是大红色玻璃制成的, 看起来我们五个人有五个房间, 苏闪说道, 我们四个人虽然把你围了起来, 可是根本碰不到你, 要如何才能打败你, 不需要真正意义地打败我, 只要能够在游戏规则里打败我, 就算做你们胜利, 地狗对众人耐心地解释道, 你们可以把这款游戏当成简单的道具对战, 道具对战, 地狗点点头, 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几个木片, 众人凑过去一看, 这些木片像是寺庙里求的签, 你们每个人在开始时都有两只不同的签, 轮到自己的回合时, 每个人会再获得一只新的签, 不同的签有着不同的功能, 地狗来到了一间方形的玻璃房间, 将门打开了, 若你们准备使用某支签, 便把他插在桌面右侧的小孔中, 视为用这支签许愿, 灵琴凑上前去看了看, 这大概跟打出一张卡牌的道理差不多, 玻璃房间内的奖桌立在地面上, 上面有两个小孔, 小孔正好可以容纳一支签, 那另一个小孔呢? 张晨泽指着左边的小孔问道, 这正是我要说的, 地狗回答, 若你们将手中的签插到左边的孔中, 则会将它传递给左手边的下一个人, 视为馈赠, 馈赠? 是的, 地狗随手拿起一支, 扦插在了左手边的孔中, 只见迁迅速没入洞口, 几秒之后, 在另一个玻璃房间的桌面上弹了出来, 这就是馈赠, 地狗掩饰之后, 对众人说道, 每回合只可以选择一个动作, 选择许愿, 则不能馈赠, 若是馈赠, 则不能许愿, 苏闪皱起眉头看了看这个房间, 从内部来看, 房间的玻璃确实很厚, 若是待在这里, 应该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换句话说, 四个人虽说要打败地狗, 可他们在这场游戏中, 应该是无法进行交流的, 若是不能交流, 馈赠这个规则就会显得很奇怪, 毕竟传出签的人和收到签的人, 都无法知道对方的想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地狗又补充道, 无论是选择馈赠还是许愿, 每回合只能消耗一支签, 林晴和秦丁东听完规则之后, 都感觉不太妙, 这个游戏有点太难了, 可苏闪看起来并没有很在意, 他抬头看了看玻璃房子的屋顶, 那里有着很多网格, 似乎在游戏进行时会掉落东西, 苏闪点点头, 回头问道, 地狗, 你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我的游戏, 名为灾恶年。 第359章, 灾恶规则, 灾恶年? 不错, 在这场游戏之中, 我扮演一年之中的最后关头, 年兽, 而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败我, 地狗说完之后, 从口袋之中掏出了一个小型遥控器, 然后按下了上面的按钮, 中央圆柱形的玻璃桶中忽然亮起了三盏白痴灯, 这三盏灯依次排列悬在了半空之中, 这三盏灯是我的血量, 地狗回头说道, 你们四个人每人都使出一支签后, 视为一个回合结束, 游戏总共八个回合, 你等一下, 苏闪感觉的狗马上就要将规则讲解完了, 可是最重要的规则却没有提及, 如果这三盏灯是你的血量, 我们要怎么让它熄灭? 用你们的签, 地狗说道, 有一些签会对我造成伤害, 也就是可以熄灭我头顶的灯, 只要能在八个回合之内熄灭我头顶的三盏灯, 你们便可视为全员胜利, 八个回合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 游戏都将结束, 四个女生听后沉默不语, 规则似乎已经讲解的差不多了, 可她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对啊, 秦冰东说道, 你这看起来跟打牌一样的规则我, 大体算是理解了, 可你不参与吗? 什么? 你不需要使用签吗? 秦冰东问道, 我们四个人就围着你打, 你坐在中间挨揍就可以, 我当然参与, 地狗说道, 刚才说过, 你们四个人都使用过签, 算作一个回合结束, 而我在每个回合也可以使用一支签, 听起来算公平吧, 苏闪听后果断抓住了这句话的重点, 随后问道, 那你的签是在我们之前使用, 还是在我们之后使用, 这取决于我的策略, 地狗说道, 我的签可以在回合内的任何时候使用, 但每回合仅限使用一支, 林晴发现眼前的地狗确实跟别的生肖不太一样, 他似乎有问必答, 想到这里, 林晴往前一步, 问道, 那我想知道, 你在游戏里要如何杀死我们? 这个问题一针见血, 让地狗的面色变了变, 我, 地狗思索了一下, 说道, 罢了, 既然我要认真对待工作, 那么全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手中的签和你们手中的略有不同, 我共有八支签, 分别代表八种灾厄, 苏闪听后点了点头, 所以你是能够带来灾厄的年兽? 没错, 地狗说道, 我的灾厄有可能会杀人, 所以你们要小心了, 四个女生听后又陷入了沉默, 一旦游戏宣告开始, 几人就会陷入无法沟通的被动, 所以只能尽可能地想想有什么需要提问的问题, 那这四个玻璃房子, 苏闪指了指四个方形的玻璃房子, 待会出签的顺序是什么? 地狗听后皱起了眉头, 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太多了点? 我? 苏闪刚要说什么, 秦丁咚却率先一步走了上去, 对地狗说道, 本来就是你规则没说明白吧? 我们这样进去了, 连顺序都不知道, 一会儿乱套了怎么办? 我工作起来像来一丝不苟, 怎么会忘记说规则? 得狗皱着眉头说道, 我觉得说这些已经够你们参与游戏了, 一丝不苟? 秦丁咚笑道, 狗同学, 姐姐我有句话真不知道是当讲不当讲了, 你可以质疑我的性格, 但你不能质疑我的工作能力, 得狗没好气地回到, 秦丁咚冷哼一声, 回头指着不远处的玻璃, 那上面有一个脏脏的手印,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一丝不苟, 结果换了一批参与者, 你连玻璃都不擦了吗? 啊? 地狗一愣, 两只狗耳也抖动了一下, 我没擦玻璃? 诺, 自己看, 秦丁咚指了指手印, 你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差的游戏体验, 我们不在乎了, 就是单纯地想再问问规则, 这都不行吗? 地狗走过去, 看了看玻璃上的手印, 慢慢皱起了眉头, 我没说错吧? 秦丁咚拍了拍地狗的后背, 你再回答, 我们一个问题, 这事就算扯平了, 地狗看了看苏闪和秦丁咚,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得了, 你问吧, 我们刚才问过了, 这几个玻璃房子出手的顺序是什么? 地狗听后,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粉色的玻璃房子, 说道, 粉色玻璃房间的人每回合第一个出手, 然后顺时针轮流, 不知道, 地狗表情冷淡地打断了苏闪, 话已至此, 我应该说明了全部的规则, 接下来的游戏就看各位的造化了, 地狗慢慢走到了房间最中央的玻璃圆桶中, 然后在门里对几人说道, 请尽快挑选自己要进入的房间, 游戏将在五分钟后开始, 说完后, 他自顾自地关上了房门, 玻璃房门上一把异常复杂的锁, 也在此时扣上了, 这死狗, 秦丁咚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他心可真够大的, 咱们下面商议的内容他完全听不见了, 正好趁机摆他一道吧, 我倒不这么觉得, 苏闪有些担忧地看了看地狗的方向, 他能这么放心地锁上自己的房门, 只能证明他有绝对的把握, 他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概率, 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杀死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 秦丁咚看了看眼前几人, 通过今天白天的几个人集游戏来看, 这次的四人组都很聪明, 如果真的能联合起来, 对抗一个地狗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先选位置吧, 苏闪说道, 我准备当第一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率先搞清楚游戏的全部规则, 然后想办法传递给你们, 传递? 虽然我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但用手笔画, 用嘴型进行简单的沟通, 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苏闪强调道, 毕竟我们在玻璃房子中, 能够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 许久没说话的张晨泽顿了顿, 抬头说道, 地狗明明可以让我们待在封闭房间中的, 可他却建造了玻璃房子, 我觉得有古怪, 就算有古怪, 现在也猜不到, 苏闪说道, 当务之急是选好房间进行游戏, 接下来在游戏中, 大家就要各凭本事了。 第360章, 许愿, 张晨泽点点头, 绿色象征和平, 我要绿色, 林晴厅后点点头, 我要橘黄色的房间, 那没办法, 我最后吧, 秦丁东伸了伸懒腰, 我去蓝色, 几个人分别站到了房间中, 站在了自己的桌面前, 然后一次回身关上了门, 秦丁东刚刚将门关上, 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赶忙活动了几下门, 试图将门打开, 糟了, 他面露一丝不安, 自己刚才忘了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虽然游戏规则众人已经大体知道, 可是中烟之地的规则却忘记跟苏闪说了, 在他那些远古的记忆中, 这个女人认真起来非常危险, 他会为了大举考虑, 毫不犹豫地杀死任何人, 可是这个游戏绝对不能这么做, 如果没猜错的话, 四个人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全员死亡, 要么全员生还, 毕竟这是地狗的游戏, 它象征团结, 勾心斗角, 只会加剧灭亡, 秦丁东用力地推了几下门, 发现完全没有效果之后, 最终也只能放弃了, 苏闪虽然是个聪明人, 可他能够猜到, 这些没有人讲解过的规则吗? 只可惜, 今天白天参与的几个游戏里没有狗, 还没来得及跟苏闪这个聪明的新人, 讲述狗的游戏类型, 苏闪, 秦丁东透过玻璃看了看他, 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墙壁, 苏闪意识到了秦丁东的眼神, 然后向右扭头看向了他, 秦丁东贴着玻璃, 伸手指了指地狗, 然后用嘴形说出了两个字, 忠诚, 苏闪不知看明白了没有, 只是皱了皱眉头, 秦丁东感觉不太对, 于是改变口形又说了两个字, 团结, 苏闪看到秦丁东的口形, 只能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 秦丁东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 以苏闪的聪明才智来说, 只要给他一点线索, 应该就可以顺水推舟了解到狗类游戏的属性, 玻璃房间的所有锁都在同一时刻咔哒一声扣紧, 广播里传来了地狗的声音, 游戏正式开始, 下面所有人开始抽签, 每人两只, 苏闪看了看眼前桌子上的小孔, 居然渐渐地扶上来一只签, 他赶忙伸手拿了过来, 上面写了五个字, 细语绵绵绵落, 这只签的下方画了一个向右的箭头, 这个, 苏闪正在理解签上的意思, 却看到桌子上扶出了第二只签, 他伸手拿过一看, 上面又是五个字, 四海无咸田, 这只签上画了一个向左的箭头, 苏闪眯起眼睛看了看这两只签, 只感觉一头雾水, 要用这两只签杀死年兽, 细语, 咸田, 不等他想明白, 地狗的声音又开始响起, 抽签结束, 现在回合正式开始, 每人会在自己的回合时再得到一只签, 苏闪一边听着地狗的解说, 一边看向自己手中的两只签,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使用这两只签会是什么作用, 仅凭五个字的签面, 剩下的内容只能靠想象, 如今马上就要到自己的回合了, 只能看看下一只签的签面是什么, 综合三只签的内容再做定夺, 只见右侧的小孔慢慢地浮出一只新的签, 苏闪看了看上面的文字, 瞬间仰起了眉头, 是了, 这只签才对, 他伸手接过这只签, 上面赫然写着对年兽伤害最大的五个字, 鞭炮辞救岁, 这只签和其余两只唯一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的下方没有箭头, 反而画了一只类似狮子的怪兽, 请一号许愿, 地狗在广播中说道, 苏闪点点头, 拿起了这只写着鞭炮辞救岁的签, 在传说故事中, 百姓点燃鞭炮的目的就是为了驱赶年兽, 所以要在这三只签当中找到一只能对年兽造成伤害的, 那必然是这只了, 可他刚要将这只签插入孔洞中, 却隐隐地感觉不太对, 是的, 越是直观的情况就越可疑, 对年兽造成伤害的手段为什么会这么容易, 众人需要在八个回合内灭掉年兽的三盏灯, 可现在分明是第一个回合的第一阶段, 难道说, 谁能够抽到炮烛, 谁就可以灭掉年兽的一盏灯吗? 这样一来, 苏闪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投入鞭炮磁就碎, 毕竟这只签目前来看是最有效果的, 剩下的签在弄清楚他们的意思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使用, 苏闪将鞭炮磁就碎插在了右侧的孔洞中, 看着他被孔洞慢慢吞没, 下一刻, 地狗的玻璃圆筒中瞬间亮起了五色灯光, 伴随着劣质的鞭炮音哮声, 这阵闪烁的灯光足足亮了十秒才渐渐停下, 可让苏闪不解的是, 但是灯光闪烁之后, 地狗头顶的三盏白赤灯依然亮着, 没有任何一盏熄灭, 什么? 他微微一愣, 感觉自己还是忽略了什么东西, 鞭炮对年兽没有用吗? 苏闪忽然想到了什么, 在传说故事中, 鞭炮的作用是吓跑年兽, 因为只是吓跑而已, 所以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还是说, 所有的伤害只在回合结束的时候才会结算, 一号行动结束, 地狗说道, 下面由二号抽签, 苏闪还没回过神来, 自己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下面的阶段交给了自己左手边, 坐在浅绿色玻璃房子中的张晨泽, 苏闪看了看张晨泽, 只见他面色相当为难, 由于距离有些远, 根本看不清他手上的签是什么字, 当他的面前浮出新的签时, 他的表情更加奇怪了, 他似乎完全搞不懂这三支签的作用, 并且在片刻之后将一支签扔在了桌子上, 似乎是放弃了他, 然后左右手更拿着一支签, 时而左看, 时而右看, 思索了几秒钟之后, 将桌子上乃至被放弃的签投入了孔洞, 这一次情况更加诡异了, 张晨泽投入这支签后, 场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就好像那支签的签面是空白的一样, 第361章, 灾厄开始, 什么情况? 苏闪非常想问问张晨泽到底投入了什么签, 可是他既看不清签上的文字, 也听不到张晨泽的话语, 第一回合的第二阶段也结束了, 已经经历过回合的张晨泽和苏闪, 全都一头雾水, 虽说苏闪不了解张晨泽, 但也大概知道他的性格, 因为理性使然, 所以张晨泽应该打出了一支目前看似最优作用的签, 但可惜这支签也被吞没了, 详细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苏闪发现这场游戏和之前跟旗下见面时的兵器牌并不相同, 那场比赛的规则从一开始就完全讲明, 剩下的时间纯粹是玩家与玩家的斗智斗勇, 可为什么地狗的游戏连规则也不完全讲明呢? 从最直观的理由来考量, 因为这场游戏地狗参与了, 他想赢, 不说清楚规则有助于他在游戏中胜利, 原来中烟之地的地级游戏每一个都这么难, 苏闪微微点了下头, 旗下, 你可真是个厉害角色, 经过这些游戏的洗礼, 说不定下一次再对上你, 我也能有一战之力了, 第一回合的第三阶段, 轮到橘黄色房间当中的灵晴许愿, 他的表情依然与众人一样, 并不知道到底要用哪一支千才能许愿, 大家的院士年寿死亡, 可现在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灭掉他头上的灯, 很快, 灵晴的回合也过去了, 他投下了一支签, 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苏闪的脸上露出了一副懊恼的表情, 他信誓旦旦地进入了第一个房间, 想要提前给大家搞清楚规则, 可是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没有想出任何对策, 也根本想不到方法将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 而右手边的秦丁东此刻正在抽签, 他同样将三支签拿在手中, 看了半天之后, 嘴唇一动, 明显骂了一句一个字的脏话, 他发现苏闪正在盯着自己, 于是向苏闪靠近了一步, 将手中的铅贴在了玻璃上, 似乎正在寻求帮助, 苏闪眯起眼睛看了看, 由于这里的聚光灯全都聚在了玻璃房间的中央, 秦丁东靠近玻璃墙壁时便离开灯光, 陷入了黑暗, 导致苏闪完全看不到上面的字, 他只能抬眼看了看秦丁东的口形, 说的大概是小闪, 帮我看看一类的话, 苏闪只能指了指头顶的灯光, 随后摇了摇头, 秦丁东明白了过来, 只能靠自己思索了一下三支签的内容, 然后随意投入了一支, 这一次的情况和以前略有不同, 在秦丁东使出这支签之后, 苏闪看到自己正对面, 灵晴的房间忽然之间吹起了浓烟, 这股浓烟漆黑无比, 似乎是从上方喷出, 将灵晴吹得东倒西歪, 他桌面上的签也在这一阵浓烟的席卷之下, 满屋乱飞, 灵晴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们重新抓住, 整整半分钟过去, 灵晴屋内的浓烟消失了, 他茫然地站起身, 捂着口鼻咳嗽不止, 脸上的表情既痛苦又疑惑, 不是说只有地狗的灾厄, 才会对参与者造成伤害吗? 刚才这股快要让人窒息的浓烟是怎么回事? 刚才使出签的人是秦丁东, 难道是他搞的鬼? 一个念头忽然在灵晴心中闪过, 他想要杀人吗? 可灵晴明明知道秦丁东不是极道, 如今忽然出手杀人没有任何动机, 灵晴皱着眉头看向了秦丁东的方向, 却发现秦丁东同样一脸茫然地盯着自己, 二人虽然相识已久, 可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对方, 第一回合已经在四个参与者一脸不解的情况下结束了, 此时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中央的地狗身上, 毕竟他说过自己会在回合内的任何时候使出一只灾厄签, 如今四个人的阶段都已结束, 只剩他没有行动过了, 看来这只灾厄签将会在回合最后使出, 苏闪此时靠在玻璃上仔细地看了看地狗, 发现他的面前有许多签, 虽说距离很远, 但仔细数了数, 大约七八只, 若没猜错的话, 他和参与者的玩法不同, 他不需要每回合都抽签, 反而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八个回合的全部签, 各位, 本次灾厄, 名为杀暴, 地狗的广播声在众人屋内响起, 他从桌子上众多签当众抽出一只, 在向大家展示了一番签上的文字之后, 将它插在了桌子的左边, 众人这才发现地狗的桌子上有四个孔洞, 分别在桌子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而地狗插入签的孔洞正好对应着擒叮咚的方向, 这只签刚一达出, 房间内忽然出现了巨大的机关声, 众人都谨慎地看了看自己的四周, 毕竟地狗说过自己的灾厄是可以杀死参与者的, 谁也不想在此刻死得不明不白, 果然, 不出几秒的功夫, 秦丁东的房间发生了异样, 他头顶的网格在一阵变换之后, 如白丝飘下一般掉落细沙, 整个房间内瞬间黄土弥漫, 让人睁不开眼, 苏闪只看到秦丁东在玻璃房间内慌乱地挥舞着手臂, 试图驱赶眼前的细沙, 可是细沙越落越多, 十几秒的功夫就开始在秦丁东的脚下堆积, 原来如此, 苏闪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就是沙暴, 秦丁东的头发很快就沾染了土色, 嘴里也涌进了沙土, 感觉呼吸都异常困难, 苏闪眉头微醋, 感觉秦丁东八成没救了, 毕竟他在自己的房间中完全无法帮助对方, 这场游戏最残酷之处应该就是玻璃房间的设定, 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参与者去死, 这会极大的干扰其余人的思维, 有可能会一步错, 步步错, 从而导致满盘皆输, 但苏闪也同样知道, 想要变成和旗下一样的强者, 便不能在意其他人的死活, 旗下曾经暗示过自己, 就算他们是队友也不行, 第二回合开始, 地狗的广播声又响了起来, 请一号玩家抽签, 苏闪侧头看了看秦丁东, 他的房间内细沙依然在落下, 这些细沙下落的速度很快, 已经淹没了他的小腿, 他只能不断地挪动身体, 试图将腿从细沙中拔出来, 可是一旦他抬起一条腿, 另一条腿就飞速地下沉, 导致他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 于是他只能退到了玻璃房间的角落处, 试图躲避头上飘来的黄土, 尽量让自己保持呼吸, 下一瞬间, 他的眼神和苏闪对上了, 眼中满是慌乱, 他的嘴巴一开一盒, 显然在说着求救的话, 可苏闪却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面无表情地扭回头, 第362章 巴恶 可是苏闪这一轮的签, 却比之前更加奇怪了, 上面依然有五个字, 万民其震灾, 这支签的下方画着向左的箭头, 震灾, 苏闪看了看这支签, 感觉和之前自己手中的两支签一样, 他能够理解签上所写的字, 却并不了解这些字的含义, 如果许愿震灾, 会发生什么事? 等一下, 苏闪果断地想到了什么, 震灾不就是震寂灾荒, 救助灾民的意思吗? 那岂不是可以应对灾厄? 他知道, 这支签级有可能是保命符, 一旦递狗将灾厄对准了自己, 这支签上所写的内容, 完全有可能就自己一命。 苏闪将万民其震灾放在了一旁, 然后拿起另外两支签看了看, 细雨绵绵落和四海无闲田, 一支画着向右的箭头, 一支画着向左的箭头, 此时一个回合已经结束, 游戏仅剩七个回合了, 若是不能在七个回合内灭掉三盏灯, 游戏就结束了, 秦叮咚也白死了。 说到秦叮咚, 苏闪又扭头看了看他, 细沙已经没过了他的大腿, 估计几分钟之内就会把他完全淹没。 他的脸上已经沾满了沙土, 露出了非常绝望的表情, 他的嘴巴一直都在冻着, 似乎在说一个二字词语, 可是玻璃房间内沙土飞扬, 苏闪根本看不清楚。 对不起, 苏闪说道, 我没有把握救下你。 他拿出一支四海无闲田看了看, 放在了洞口, 如今鞭炮辞就岁已经试过了, 下面该试试四海无闲田了。 可是片刻之后, 苏闪的手停在了半空, 秦叮咚在游戏开始之前, 说过的那两句唇语在他眼前浮现了出来。 苏闪起先没在意, 可现在想想, 秦叮咚现在一直在说的二字词语, 似乎和游戏开始之前说过的一样。 他皱起眉头, 穿过沙土, 仔细地看了看秦叮咚的嘴型。 若没猜错, 这两个字就是合作。 合作? 苏闪一愣, 随后低头思索了一下, 难道是说这个游戏要合作? 可是四个人分别都在自己的房间中, 又要怎么合作? 几秒钟之后, 苏闪想起了林晴房间中的大风。 等一下, 难道这些签, 他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几只签, 它们上面分别都画了箭头? 难道说, 这些箭头是指生效的方向? 向左的箭头代表签的内容会在左侧的房间生效, 而向右的箭头代表右侧的房间生效。 这就是合作。 苏闪似乎抓住了什么缥缈的线索, 他手中的细语绵绵绵绵画了向右的箭头, 意思是, 这支签如果投下去, 将会立刻在右手边秦丁咚的房间生效。 可是, 签真的太少了, 每个人手中最多只有三只。 现在, 要考虑的问题是, 究竟是秦丁咚的命比较重要, 还是手中的这支签比较重要? 苏闪思索了几秒, 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乱。 究竟怎么做才能像旗下那般, 果断赌上自己和队友的性命, 然后赢下游戏。 我的思维还不够完善, 苏闪慢慢闭上了眼睛, 开始复原这整场游戏的原貌。 假设自己对于签的理解是正确的, 那么, 在这场游戏中, 还有什么规则是没有猜透的? 还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是某种规则, 自己却没有猜到的呢? 这样看来, 确实有一个明显的规则自己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每个人玻璃房间的颜色。 按照出手顺序, 四个人的房间分别是粉色、 绿色、 橘色、 蓝色, 年寿则是大红色。 如果通过年寿房间的颜色来反推其他人房间的含义, 那么, 大红色很有可能代表了鞭炮。 那么, 自己房间的粉色代表什么? 苏闪双眼微闭, 在脑海中快速地进行着头脑风暴。 如果提到粉色, 自己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东西应该就是花。 花? 苏闪嘴唇微动, 开花? 原来是这样。 苏闪猛地睁开双眼, 将细雨绵绵落插在了桌上的孔洞中。 下一秒, 秦双咚房间的沙土停了下来, 头顶居然落下了细小的水珠。 还不等他明白过来, 他脚下的铁网也发生了变化, 只见双层地板微微旋转, 煞时间露出了不少孔洞。 这些孔洞让整个房间内的沙尘在细雨中开始下落。 秦双咚慢慢抬起头, 看着这像淋浴一般的水珠, 表情更加疑惑了。 他思索片刻, 用手捧起少量的水擦了擦脸上的沙土, 然后转头看向苏闪。 苏闪冲他点了点头, 秦叮咚在愣了几秒之后也露出了感激的眼神。 原来真的有效, 苏闪的嘴角慢慢扬起, 果然需要用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游戏, 毕竟冬天遭遇的沙暴只有春天的细雨能解。 四个颜色代表的是四季, 粉色为春季, 绿色为夏季, 橘色为秋季, 蓝色为冬季。 正如这场游戏的名字灾厄年一样, 这是一场持续八年的游戏, 这八年之中每一年都会遭遇灾厄。 而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一年四季互相照应, 安稳地度过春夏秋冬之后, 风衣足时的迎接年寿。 苏闪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四海无咸田, 已经大体了解了这只铅的意思。 正因为自己是春季, 所以应该在自己的阶段使出这只铅, 由于这只铅的箭头是向左, 所以会作用在张晨泽的房间, 也就是夏季的身上。 春天一旦剥了种, 夏季便会开始劳作, 秋季就会丰收, 这样冬季就可以对抗年寿了。 也就是说, 现场虽然坐着四个人, 但真正能够对年寿造成伤害的只有冬。 毕竟一年到头, 如果攒不下粮食, 冬天又要怎么熬过去? 只要其他三个季节能够安稳度过, 冬一定会有办法出手。 苏闪点了点头, 感觉自己的想法虽然天马行空, 但是非常接近真相, 毕竟自己作为春, 打出鞭炮之后, 年寿没有任何反应, 足以说明是用错了时机。 可是苏闪同样明白, 这一切是需要建立在, 全年没有任何灾厄的情况下。 如今的地狗, 就是能够带来灾厄的人, 它绝不可能让众人安稳度过每一年。 再加上规则的限定, 每个人每回合只可以许愿一支签, 而苏闪手中的签却有两种, 一种可以是做播种, 一种便是救人。 可惜的是若救人, 则不能播种, 若播种则不能救人。 所以关键时刻, 该不该放弃某个队友?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下是可以放弃的。 只要春季能播种, 秋季能丰收, 那么理论上这一年就可以过冬。 苏闪扭头看了看自己左手边代表夏季的张晨泽, 心中已经闪过了不少念头。 此时地狗的广播也缓缓响起。 第一人许愿结束, 下面由第二人抽签。 第363章, 地震。 苏闪往旁边挪了一步, 靠近玻璃房间的边缘, 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墙壁。 虽然她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但张晨泽还是注意到了她的动作, 于是在抽签之前, 转身看向了她。 苏闪顿了顿, 指了指自己的玻璃房子, 又指了指张晨泽的玻璃房子, 伸出了四根手指, 开口说了两遍, 四季。 在无法沟通的环境下, 这已经是她能想到的全部表达方式了。 好在她知道, 张晨泽身为律师, 思维非常严谨, 应该会明白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张晨泽轻轻地挠了挠头发, 揣摩了一下苏闪的口型。 四…… 她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 四什么? 现在的张晨泽感觉有些忐忑, 作为新人, 她同样不清楚狗的游戏代表什么, 在她的视角看来, 苏闪也有可能会欺骗自己。 可是四…… 是什么意思? 张晨泽看了看自己的绿色玻璃房子, 然后嘟囔了几个关于四的可能性, 很快就想到了答案, 四季。 她又看了看剩下几个人的房间颜色, 虽然感觉这个想法很大胆, 但居然有一定的道理。 每个人扮演一个季节, 而大家所做的事都只能对应自己扮演的季节。 张晨泽思索了一会儿, 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两支签, 一支是暴雨滚瓢泊, 一支是艳阳府大地。 这似乎确实是夏季才能发生的事。 所以我是夏季, 虽然搞明白了规则, 可是张晨泽感觉自己还是很迷惑。 既然自己是夏季, 说明他根本就不会遇到年寿, 也不会对年寿造成任何的伤害, 那么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这样等待其他人做出动作, 还是说自己要召唤暴雨和艳阳? 还不等他想明白, 桌子上浮出了一支新的签, 平签, 这是一支不带任何箭头的签, 上面的字也没有任何提示性的语言, 单单写了平签二字。 张晨泽知道这支签没有任何作用, 就像抽奖时的再来一次一样平庸, 因为他在上一回合就已经打出了一支平签。 如果四季和年寿许愿的每支签都会生效, 那只能说明所有的签都有自己的作用, 所以绝对不能贸然打出。 张晨泽准备贯彻自己一贯做法, 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 不要做出任何判断。 毕竟他曾见识过林晴和秦丁东房间中的景象, 细细推断就会发现, 林晴的大风来自秦丁东, 秦丁东的沙暴来自地狗, 而解开地狗沙暴的签如今只能来自苏闪。 也就是说, 每支签都有自己的用处, 且只能作用在其他人的房间中。 此时, 如果打出暴雨或者艳阳, 极有可能在后期发生其他灾难的时候无力阻止。 于是, 他果断拿出了瓶签, 插在了桌面上的孔洞中。 接着, 他学着苏闪的样子, 将四季的理念传递给了秋天的林晴。 林晴很快明白了张晨泽的意思, 可他同样无奈。 他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签, 三支全都是瓶签。 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意思? 由于林晴上一支签也是瓶签, 所以没有对任何房间造成任何影响。 虽说消耗瓶签是好事, 但从他的角度来看, 已经完全无法理解这场游戏了。 由于连续两回合抽到瓶签, 使他不得不认为每个人都只能抽到瓶签。 如果真的是这样, 到底要怎么赢下这场游戏, 又要怎么对年兽造成伤害? 难道瓶签和瓶签之间还有区别吗? 你们到底都在玩什么? 林晴看了看手中的三支签, 脸上的表情越发迷茫。 如果都只能拿到这种签, 我们是不是四季又有什么区别? 苏闪敏锐地观察到了林晴的表情, 他没想到如今已经是第二回合了, 林晴的面色却依然迷惘。 难道他还没有理解四季的含义吗? 林晴沉默了半天, 只能拿出一支瓶签插入孔洞, 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刚刚要轮到秦丁东的阶段, 地狗的广播却响了起来。 各位小心了, 这一回合的灾厄名为地震。 地狗将灾厄签瞄准了林晴。 地震。 苏闪微微一震, 他好奇的并不是地震二子, 而是好奇要如何在这狭小的玻璃房间内模拟地震。 众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林晴身上, 按理来说, 地震的死亡概率要远高于沙暴, 几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毕竟林晴是秋, 如果秋死了, 一年之内的各种计划都会受到影响。 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之中, 林晴发现自己脚下的铁网居然像电梯一样慢慢地升了起来。 这铁网绕开了房间中的桌子, 将他送向了天花板。 林晴只感觉手心冒汗, 他抬头一望, 自己离天花板越来越近, 如果脚下的铁网不停, 自己极有可能被压成肉饼。 在他经历过的各种死法之中, 这恐怕是最痛苦的一种。 为了自保, 林晴赶忙蹲下身体, 祈祷脚下的铁网不再上升。 在林晴的头顶刚刚触碰到天花板的时候, 脚下上升的铁网终于停了。 还不等林晴松一口气, 铁网上, 脚下放空的瞬间根本稳不住身形, 从两三米的高空狠狠地摔在了铁网上, 直接磕破了膝盖。 啊, 他闷哼一声, 只感觉两只腿都有点失去知觉了, 根本站不起来。 这就是, 地震。 林晴快速思索着对策, 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掉以轻心, 按照刚才的情况来看, 灾厄在解决之前并不会停下。 此时唯一能救自己的人, 应该就是擎叮咚了。 林晴刚刚抬眼望向擎叮咚, 二人的眼神还未对上, 脚下的铁网又再度升起, 他只能死死地伸手抓住铁网, 以求在铁网下坠的时候能够不脱离他, 可他还是低估了铁网下坠的速度。 在铁网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再一次骤降, 由于速度太快, 林晴抓住铁网的手瞬间松脱, 顺带折断了他食指的指甲, 一秒钟之后, 他又狠狠地摔在了铁板上。 这一次, 不知他摔到了哪里, 只是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终于不再淡定了。 尽管这些人是前辈, 尽管他们能保存记忆, 尽管他们已经在这里无数次的摸爬滚打, 死了又生, 可他们毕竟是人了。 作为人, 在这些铁皮机关下有多脆弱? 只要地狗的机关设置得稍微很辣一些, 林晴现在已经死了。 可现在这种让人缓慢死亡的方法, 又何尝不残忍。 当苏珊眼睁睁地看着林晴再一次被铁网推到高空时, 他放弃了。 旗下, 我已经努力按照你的指引去做了, 可我总感觉我做不到。 苏珊眨了眨眼, 如果要抛弃队友, 我根本想不到怎么才能赢。 苏珊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我想要救下他们。 如今的来到了第二回合的最后一个阶段, 咚。 秦丁咚看着林晴的房间有些发呆, 一直到自己的桌面上弹出了一支签, 鞭炮辞就碎。 他挣了一下, 将这支签面无表情地拿了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杀招, 比上一回合他打出的浓烟散巴荒要强多了。 他刚想将这支签插入孔洞中, 却又想起了自己上一回合的遭遇。 当自己快要被细杀淹没时, 是苏珊的签救了自己。 那按照这个逻辑来看, 自己现在是不是也要救下林晴? 可他, 还有救吗? 就在秦丁咚思索的时候, 林晴又接连摔了两次, 有一次险些撞在了屋内的桌子上。 他的情况非常紧急, 这世上又有谁尝试过 不断地从三米的高空半蹲着身子摔下。 秦丁咚拿出了自己手上的签, 一支是大风扫落叶, 一支是水落了无痕。 从字面上看, 这两支签应该没有一支能够救到林晴, 可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 他能活下去吗? 正在此时, 秦丁咚的余光看到了苏珊, 苏珊此时正在着急地拍打着玻璃, 似乎想要表达什么。 秦丁咚看了看他的嘴形, 才发现他说的是过。 过, 秦丁咚皱了皱眉头, 难道你能救林晴? 他来不及做出思考, 赶忙将鞭炮瓷就碎插进了孔洞。 片刻之后, 帝狗的房间亮起了五色光芒, 廉价的鞭炮音效再度响起。 这一次和上一次明显有了区别, 在灯光熄灭, 音效停止之后, 帝狗头顶的灯灭了一盏。 帝狗皱起眉头看了看秦丁咚,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杀鸡, 嘴中念叨了一句, 真是麻烦。 除了灵晴之外, 众人都看向了那盏熄灭的灯。 这是他们向胜利迈出的第一步, 由于苏闪曾经抽到过鞭炮辞就碎, 所以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想要让鞭炮攻击年寿, 唯一的方法是把这支签传递给冬季, 然后由冬季许愿。 毕竟台面写的是辞就碎, 而冬季才是一年的末尾。 第三回合开始, 苏闪开始行动后没有片刻犹豫, 赶忙拿起了自己手中的万名其震灾, 插在了桌子左侧的孔洞中。 这一次他要做的不是许愿, 而是馈子。 毕竟这支签画了一个向左的箭头, 若他猜测的没错, 自己一旦许愿, 这支签只会作用在张晨泽的房间中, 可他的房间没有地震, 签也不会生效。 现在唯一的希望便是让张晨泽许愿这支签了。 送出签之后, 苏闪又拿到了自己这一回合的签, 是平签。 这是苏闪第一次见到平签。 如今他的手中是四海无咸田与一支平签。 原来还有, 平签。 苏闪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场游戏如果为了让双方获胜的概率均衡, 那在所有的签之中应该会有大量的平签。 换句话说, 每一支可以许愿的签都非常珍贵, 必须要善加利用。 可是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隐患。 秦丁东在之前的回合曾经浪费了一支签, 那是一支可以产生巨大烟雾的签。 假如每一支签都恰好可以破解一个灾厄, 无法被破解。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 苏闪来到玻璃旁边吸引了张成泽的注意, 然后指了指张成泽桌子上刚刚浮出来的签, 又指了指灵晴的房间。 张成泽点点头, 拿起这支签看了看。 是的, 签上的字已经写得很详细了。 由于灵晴的房间正在发生地震, 这是一种完全无法抵抗也无法预知的强大自然灾害。 人们在这种灾害下, 唯一能做的就是震灾。 张成泽当机立断地将万民旗震灾插进了孔洞。 这一次的灵晴又被抬到了高空, 他看起来非常虚弱, 手和膝盖也全都是血。 他有气无力地抬起头, 看了看屋内的众人, 表情略带绝望。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如此诡异的刑罚之下。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可让自己直接从三十米的高空落下来, 而不是从三米的地方落下十次。 而房间内的其他人同样清楚, 若是这一次灵晴被摔下去, 以他现在的状态来看, 就算没死也绝不可能再站起来。 如此一来, 秋季将会消失, 四季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此锻炼。 在铁网马上就要落下的时候, 灵晴房间中的广播忽然响起了上万人的呐喊声。 这股震撼人心的声音给了灵晴一丝声的希望, 他隐约中感觉好像有人来救自己了。 虽说没有任何人出现, 但铁网还是迎着众人的呐喊声缓缓下降, 最终稳稳地落在地上。 灵晴得救了, 但是他的状态非常差, 他感觉自己浑身都在痛, 右腿也失去了知觉。 他抬起头, 感觉有一丝冰凉的东西从额头滑下, 伸手一摸, 掌心竟也是烟红的鲜血。 看来刚才不知何时磕破了额头, 好在磕得不中, 现在头脑还算清醒。 第二人许愿完毕, 请第三人抽签。 地狗冷静的声音再次从广播中传出, 盖过了灵晴房间中的呐喊声。 张晨泽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签, 慢慢皱起了眉头。 这一回合他并没有进行抽签, 反而是接过了苏闪的签。 换句话说, 他手中的签跟上一回合比起来没有任何变化, 原来只要接受馈赠, 就会放弃抽签吗? 地震真的是很可怕, 张晨泽面色沉重地说道, 这只灾恶签只作用给了秋季, 却让剩下的几个季节整个回合都无法做出其他行动。 第365章 无解之灾 第二人许愿结束, 请第三人抽签。 地狗在广播中说道, 林秦扶着屋内的桌子咬着牙站了起来, 随后浑身颤抖地从桌子上摸过了自己这一回合的签。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摔傻了, 因为这只签和他之前拿到的所有签都不同, 他不是平签, 反而写了五个字。 春暖花开日, 他甩了甩头, 努力让自己的幸运感消散一些, 然后仔细理解了一下签上的内容。 难道之前他们几人所抽到并不是平签, 反而都带有这种文字? 这样说来, 这只签下面向右的箭头, 就是作用在自己右手边的房间中吗? 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林秦苦笑一声, 然后将这只签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反而拿出了一只平签扔进了孔洞中。 只可惜我没有摔到脑子, 现在还能用心思考。 林秦笑了笑, 然后活动了一下自己没有知觉的腿, 感觉自己大概是骨折了。 对他来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医治自己的腿, 而是消耗掉手中所有的平签, 然后尽可能地积攒许愿签, 这样不管是馈赠还是许愿, 至少都能应对灾厄。 苏闪看到林秦恢复了精神, 略带安心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场游戏任何人都不能死, 一旦死了一个, 必然会导致满盘皆输。 毕竟几人作为四季形成了一个环, 他们首尾相连, 相互照应。 若是这个环有了缺口, 就会导致缺口左右两旁的房间陷入危险, 毕竟一个死人无法拯救左右两旁的灾厄。 不仅如此, 甚至连馈赠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下无法跳过丘, 直接馈赠给东。 秦丁东略带紧张地看了看灵晴, 发现他没事之后, 玄之的心算是放下了一些, 开始回过神来等待自己的下一只铅。 可是下一只铅迟是几秒都没有浮起来。 你们解决得不错, 果然除了老手就是高手。 地狗沉声道, 但你们已经掉入我的节奏里了。 什么? 你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破解去年灾厄留下的疮痍, 这想法固然不错。 可这一年的灾厄, 你们又将怎么办? 听了这句话, 几人才终于回过神来。 是的, 灾厄不会停止。 只要地狗扮演的年兽还存在, 那他们就会一直徘徊在灾厄年中。 地狗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从面前拿出了一支签, 一脸认真地说道, 做了这么多年打工人, 我唯一误出的人生哲理就是,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永远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他将签插进了右手边的孔洞中, 正对着张晨泽。 各位准备好了, 这一轮的灾厄名为蝗灾。 看到地狗的动作, 张晨泽明显慌乱了。 蝗灾? 等, 等一下, 他的神情变得非常恐惧, 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己会遭受灾厄, 可没想到来的偏偏是他最不想面对的事。 还不等说上一句话, 张晨泽的头顶忽然爆发出了巨大的瘟鸣, 有大量的东西正在头顶上空盘踞。 别, 蝗灾真的不行, 张晨泽急得双眼通红, 声音带着哭腔的说道, 别用这种东西碰我。 随着天花板网格轻轻一动, 无数只蝗虫带着巨大的虫鸣从上面飞出, 犹如墨汁降临一般瞬间染黑了张晨泽的屋子。 这景象让场上的几个女生都后退了半步, 他们都来自城市中, 又有谁在这么近的距离见识过蝗灾? 张晨泽在房间中不断挥舞着手脚, 可他越是想驱赶这些虫子就越会碰到它们。 一只蝗虫跳动着身体落到了张晨泽挺拔的鼻尖上, 正好和他对上了眼神。 他的浑身都是灰绿色的, 后腿强韧发达。 在他那张坚硬无比且面无表情的脸上, 两只巨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张晨泽。 张晨泽终于忍受不了这种近在咫尺的恐怖, 在狭小的房间里放声尖叫, 可他才刚刚叫出声来, 一堆蝗虫就爬进了他的嘴巴。 他从未吃过昆虫, 也从没有想过活着的蝗虫触感如此冰凉。 他们在嘴中爬动, 坚硬的后腿刺痛着口腔里的每一寸皮肤, 他感觉自己根本呼吸不了, 胃里翻江倒海的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 我要死了, 我要以这个世界上最丑陋最痛苦的方式死了。 张晨泽满脑子都是绝望的想法, 可他已经在遮天蔽润的蝗虫之中迷失了方向,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正面向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哪个方向。 张晨泽? 苏闪用力地拍了几下自己面前的玻璃, 放声大喊道, 冷静一点, 黄栽里的蝗虫是不会吃人的。 只可惜张晨泽完全听不到苏闪的呼喊, 请第四人抽签。 地狗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冷冷地开口说道。 秦冰东此时嘴角微微上扬, 他没有立刻去抽签, 反而一脸深邃地望向自己正对面的张律师。 他记起自己而是在外婆家借宿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 屋里爬满了叫不上名字的虫。 外婆告诉他, 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想要对付这些虫子, 最好的方法便是烟熏。 于是那天晚上, 外婆点燃了不知名的甘草, 让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诡异的味道。 是的, 烟熏是正解, 他会破除这场游戏中的虫子。 如果把灾厄和虫子联系起来, 秦冰东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蝗灾。 所以, 那张浓烟散八荒已经被他主动消耗掉了, 地狗也如自己所料, 使出了这只无法破解的蝗灾。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回想啊。 秦冰东微笑道, 别怪我, 毕竟蝗虫没什么危险性。 他微微思索了一下, 看了看自己新抽到的签, 依然是平签。 不知道他们的运气,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重要的签, 居然在开头几回合已经拿到了七七八八。 接下来有可能是漫长的平签器。 苏闪, 交给你了, 秦冰东插入了一只平签, 之后看向了苏闪, 趁早陷入绝望吧。 第366章, 波文。 第四回合开始, 由第一人抽签。 短短的一句广播让苏闪坐立难安。 已经第四回合了, 游戏的进程已经过了一半。 若每一回合都是一年, 如今四年已经过去, 众人被年兽折腾得体无完肤。 年兽头顶的三盏灯仅仅灭掉了一盏。 接下来四个回合必须要灭掉两盏才能赢下这场游戏, 可显然的狗并不容易对付。 现在, 林青已经严重受伤, 若是再随便迎来一次灾厄便有极大的可能死亡。 张晨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他的房间已经满是灰绿的颜色, 根本找不到人在哪里。 但是, 从虫群的活动轨迹来看, 他现在仍然在用力挣扎, 导致虫望大面积的波动。 不知道他现在还能抽签和许愿吗? 状态比较好的人, 如今只剩自己和秦丁东, 可他们偏偏是一个回合的开始和末尾, 始终难以完美配合。 地狗接下来的灾厄有两套战术, 第一是激进打法, 继续攻击受过灾厄的季节, 用祸不单行的战术将他们彻底抹杀。 可这也有弊端, 因为张承泽和苏闪相连, 林晴和秦丁东相连, 他们理论上都可以救到对方, 所以地狗除非铤而走险, 不然应该不会这么激进。 第二个战术是求稳, 将灾厄用在目前仍然安全的季节上, 这样四个人的整体状态都会下降, 全年一片灾厄, 互相难以救援, 难以配合, 也更加难以胜利。 这个游戏最大的难点在于谁都不能死, 可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 要怎么救下所有的人? 他有预感, 再过两个回合, 这就是地级吗? 苏闪苦笑了一下, 上一次见到旗下时的记忆我还历历在目, 那次输给了参与者, 而这次输给了裁判, 我果然是不适合在这里生存下去。 现在苏闪的手中只剩一只四海无咸田和一只平谦, 理论上现在想要获得胜利, 必须要许愿四海无咸田, 可是夏季满是蝗灾。 有谁会在明知道夏季有蝗灾的情况下, 在春季许愿四海无咸田? 苏闪此时的大脑一片混乱, 她感觉这场游戏根本赢不了。 我真是太天真了。 她的眼神渐渐落寞下来, 没想到自己信誓旦旦地带着几个人, 执意要进入地级游戏, 如今却是伤的伤, 残的残。 这个鬼地方, 真的能够逃出去吗? 到底需要用什么方法? 什么手段才能逃出去? 苏闪只感觉自己的耳畔嗡嗡作响, 她伸手挥了挥, 误以为有蝗虫来到了耳边。 怎么回事? 她记得这种感觉, 在和旗下对决被逼入绝境的时候, 她也听到自己的耳畔有过一响。 若猜得没错, 这是要回想的前兆。 可这一次, 明显没有达到和上一次的那般绝境, 自己既没有受伤, 也没有遭受灾恶。 为什么也会听到声音? 我的回想, 似乎来得更容易了。 苏闪慢慢闭上眼睛, 完全不去控制自己的思维, 让那种绝望和恐惧彻底侵占自己的大脑和心脏。 旗下曾经说过, 要让我陷入绝望。 难道我只有绝望才能回想? 现在的情况还不够绝望吗? 没错, 已经足够绝望了, 不必说地狗的游戏, 单单是中烟之地就已经足够让人绝望了。 她在警局技术科工作了五年, 都没有在中烟之地一天见到的惨案多。 没有了法律的约束, 人类可以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 自相残杀。 而这里的管理者和现实世界也截然不同, 他们维持的不是秩序, 而是更加公平的残杀。 无数人在这里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失忆会带给人新的希望, 而保留记忆的人却要在这里痛苦地轮回。 这种地方完全不是给活人和正常人类准备的, 这是真正的地狱。 大! 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 让灵晴和秦冰东同时皱起了眉头。 他们看到苏闪慢慢睁开了眼, 若是细细看去就会发现端倪, 苏闪原本闪闪发亮的眸子在此刻如同钻石一般流离璀璨。 她缓缓地看了看四周, 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化了。 难道这就是回想吗? 那些光芒正在屋内四处游荡, 他们飘来飘去, 好似有着自己的生命。 这些光芒的路径既规律又奇怪, 像是道道波纹, 却又似阵阵涟漪。 放眼一看, 整个房间就像是黑夜中的墙壁倒映着泳池中的水光, 煞时间变得波光淋漓, 静谧四溢。 那些光芒在半空中聚了又散, 有一些碰撞在一起, 迸发出了诡异的图案, 像是文字, 却又辨认不出。 奇怪, 苏闪记得自己上一次回想的时候, 根本不是这幅景象, 现在是怎么了? 为什么面对旗下的时候几乎没有光芒? 可面对眼前这几个队友的时候, 却是这般模样? 难道因为世人不同, 所以景象也不同吗? 苏闪记得, 灵晴曾经和自己提到过, 凡是回想, 必定有其特殊能力。 那么, 自己的特殊能力是什么? 能够看到这些光芒, 就是我的能力。 苏闪曾幻想过, 自己会获得某种上天入地的超然能力, 可却没想到, 只是能够看到诡异的光。 此时, 一些光芒正在张晨泽的房间周边徘徊, 似乎拼了命地想要聚在一起, 却总在马上就要相聚时陡然四散。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苏闪一扭头, 看了看秦丁东, 他身边的景象和张晨泽不同, 只有几束稳定的光团浮在他的四周, 这些光团既不会聚也不扩散, 反而稳稳地停在他的身旁。 苏闪又看了看自己对面的灵晴, 这些诡异的光芒在灵晴身边聚集的最多, 一道道波纹来来往往, 聚了又散, 不断地碰撞在一起。 而波纹每次碰撞, 便会有两个几乎微不可见的小字浮现。 苏闪眯起眼睛, 仔细地看着那两个小字, 由于距离太远, 过了好几秒苏闪, 才认出了波纹之间荡漾的小字。 他嘴唇微微一动, 我看见了, 激发的波纹。 第367章 进攻手段 为什么我会看到文字? 苏闪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感觉没有任何头绪。 他低下头又看了看灵晴的桌子, 忽然震了一下。 虽然相隔很远, 但此时的苏闪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灵晴签上的字。 他的眼睛似乎真的发生了变化, 那几支签不仅距离自己非常远, 上面的文字更是背对自己的。 可苏闪却如同获得了透视般, 能够在此时清楚地看清那上面的每一个字。 春暖花开日和平签。 念完签上的字, 苏闪又扭头看了看秦丁东。 秦丁东在此刻跟苏闪对了一下眼神。 他看到苏闪的双眼已经变得璀璨无比, 但似乎有些用眼过度, 现在双眼通红。 真是怪麻烦的, 秦丁东摇摇头, 刚刚获得能力就这么乱来吗? 瞎了怎么办? 苏闪不知道秦丁东在念叨什么, 只是低头看了看秦丁东面前的签, 秋风扫落叶, 水落了无痕。 原来如此, 现在的他确切想要知道张律师手上的签。 毕竟自己是春, 若是不能为全年做好打算, 这场游戏无论如何也赢不了。 他用力地盯着那灰绿色的虫裙看去, 由于每一只蝗虫身边都有细小的光芒, 苏闪只能非常用力地瞪着眼睛, 直到双眼开始变得灼热, 才大体地看清张晨泽的轮廓。 他似乎冷静下来了, 不再手舞足蹈, 但是浑身依然颤抖不已。 苏闪透过每只蝗虫的光芒望向了桌面。 由于每一只蝗上都趴着蝗虫, 上面的字迹非常难以辨认。 苏闪往前一步, 更加用力地睁开双眼, 似乎只有用尽全身力气, 自己的目光才能够穿透那些蝗虫。 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双眼开始变得更加滚烫。 在一阵血红的血运感之后, 他终于看清了蝗上的蚊子。 暴雨滚瓢泼, 艳阳斧大地。 现在所有人手中的蝗已经全部明晰了。 张晨泽前两回合打出的是平蝗, 第三回合打出的是自己的传递的万名其震灾。 灵晴连续三个回合打出平蝗。 而秦丁东的手牌比较富裕, 他打出过一只不知道名字的浓烟, 一只平蝗, 一只鞭炮瓷就碎。 除去平蝗, 加上所有已经消耗过的许愿签, 现在一共出现了十一只许愿签。 其中鞭炮瓷就碎有两只。 也就是说, 写有五个字的许愿签, 目前有九种。 有点奇怪, 苏闪皱起眉头, 已经在向更加深入的方向思索了。 如果每一只鞭都可以应对一种灾厄, 为什么会出现九只带有字面的鞭? 毕竟地狗的灾厄只有八种, 那剩下的一只鞭是做什么的? 苏闪看了看自己手中仅剩的一只许愿签, 四海无咸田。 如果没猜错, 这就是多出来的那只。 之前自己猜测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四海无咸田不会应对任何灾厄, 反而是一种积累。 它既然没有防御手段, 那一定是攻击手段。 从另一个方面看, 剩下的八只鞭已经全都出现过了, 接下来所有人只能够抽到两种鞭, 瓶鞭和鞭炮。 不知这到底是诡异的运气, 还是地狗的安排, 现在四季和年寿双方都已经抽到了 所有能发挥效用的鞭, 接下来靠的全是策略。 苏闪慢慢地闭上眼睛, 感觉自己的眼睛有点干涩发痛, 脸上也有些冰凉, 好像流了眼泪, 她没有顾及许多, 将四海无咸田插在了桌面的孔洞中。 现在任何人都救不了张晨泽, 唯一的办法就是期盼她 能够克服这漫天的蝗虫, 在房间之内将游戏进行下去。 虽然很难, 但这是唯一的出路。 张晨泽的房间, 她浑身发抖地闭着眼睛, 听着巨大的嗡鸣声在耳畔振振作响, 感受着那一只坚硬冰凉的虫子 爬满全身, 让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加速收缩。 蝗虫的触感很特别, 为了能够在任何作物上停留, 他们的脚上都长有锋利的稻钩。 现在这数万只稻钩全都挂在张晨泽的皮肤上, 本来应该是刻骨的疼痛, 可张晨泽完全感受不到。 他濒临崩溃的边缘, 此时不敢呼吸, 不敢张嘴, 更不敢睁开眼睛。 好不容易才将那几只蝗虫从嘴巴里吐了出去, 现在嘴中还留有苦味, 如今再也不想体会那种感觉了。 地狗抬起头, 看了看苏闪的双眼, 似乎有话想说, 但他还是清了清嗓子。 笛声说道, 第一人许愿结束, 请第二人抽签。 张晨泽听到这个声音, 微微一正, 自己虽然已经被这些恶心的蝗虫包围了, 但现在绝对不能停止行动。 如果这真是关于四季的游戏, 自己绝不能在这里倒下。 如果因为自己不能行动而导致其他人惨死, 这件事本身就不公平。 从宏观角度来看, 这次死的确实应该是自己, 毕竟他既不是林晴和晴叮咚那样的回响者, 头脑也不如苏闪灵光。 如果要牺牲一个人来赢得游戏, 那么自己死掉绝对是此时的最优解。 是的, 这样才公平。 想到这里, 他慢慢睁开了一只眼睛, 确定自己眼皮上没有蝗虫之后, 大着胆子挥动了一下手臂。 情况已经没法比现在更糟了。 只不过是浑身爬满虫子, 张晨泽缓缓往前走了一步, 感觉脚下像是踩到了无数干枯的叶子一般琵琶作响。 只可惜我有经验, 这种事情难不倒我。 他努力地驱赶着桌子上的蝗虫, 想要将被堵住的孔洞清理出来, 可是这些虫子无论怎么驱赶都趴在桌上一动不动。 张晨泽慢慢咬住了牙齿, 然后将手掌按在桌子上, 用力将桌面上的虫子全部推走。 这一回合的牵终于显露了出来。 他只隐隐地看到牵上有五个字, 可还莫等看清, 视线就被纷乱的蝗虫灌满。 他赶忙护住自己的双眼, 拿过牵之后, 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 在清理了眼前的几只蝗虫之后, 低下头子仔细细地看了看牵上面五个字。 汉低河下土。 第368章, 公平之力。 这是闽农的诗句, 张晨泽低声念叨着。 在古诗中, 汉低河下土是指农民在农忙时将汉水洒在田中, 象征农忙时的辛苦与天气炎热。 农忙。 张晨泽尽量不去管耳边的嗡鸣声, 仔细思索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因为自己是夏, 所以应该打出这一张代表农忙的签。 毕竟夏季距离年寿太远了, 如果想要做出贡献, 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农忙。 张晨泽站起身, 向前走了几步之后, 大着胆子清理了一下桌子上的蝗虫, 然后将这只汉低河下土放了进去。 现在的他完全看不到其他房间中的景象, 只能祈祷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否则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 刚刚松了一口气, 张晨泽往后退了一步, 准备在房间之中继续接受煎熬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自己衣服的后背处被撕开了一个小口。 煞时间, 所有蝗虫像是侵占领地一般的蜂拥而入, 撕扯着张晨泽的每一寸肌肤。 是的, 蝗虫不吃人, 但他们替代了衣服, 挂满了全身。 刚刚才习惯了与漫天蝗虫共处一室的张晨泽, 再一次崩溃了。 他能清楚地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动, 好像自己已经与蝗虫融为了一体。 蝗虫在蠕动, 带动着他身上的皮肤在蠕动。 隔壁的苏闪忽然感觉有些异样, 他扭头一看, 此时正有大量的光芒向张晨泽的房间涌动, 发生了接连的碰撞。 每当有光芒碰撞, 两个极度清晰的蚊子就腾空而起。 魂牵? 难道苏闪大概明白了这些蚊子的含义? 它们应当就是众人口中所说的回想, 它的能力居然是直接看到回想的名称。 虽然这种超然能力跟自己想象中的略有不同, 可若是能够熟练掌握, 应当也能给团队带来巨大的贡献。 足足十几秒之后, 远处的钟声姗姗来迟地响起, 向中烟之地的所有人宣告着张晨泽回想了。 钟, 比我更慢。 苏闪眉头一皱, 感觉抓住了一丝线索。 只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需要尽早赢下这场游戏。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房间内的四个人都是回想者, 这场游戏能赢的话最好, 若是赢不了也不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这一切恐怕还要感谢这次的蝗虫了。 可是, 魂签是什么意思? 张晨泽感觉耳畔作响了一阵, 整个人的思路通透了一些, 那些压在自己身上的虫子带给自己的恐惧感也略微减轻了。 可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毕竟自己的耳边除了嗡嗡作响的钟声, 更多的是虫鸣。 他走上前去将桌子上仅剩的两支签拿了过来放在右手中, 这两支签分别是鲍鱼滚嫖泼和艳阳斧大地, 应当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派上用场。 若是不保护好这两支签, 他们有可能会再次被虫子霸占。 张晨泽拿到签后再次蹲了下来, 细细地感受身上爬满蝗虫的感觉。 下一秒, 一只蝗虫飞到了脸上, 他在惊慌之中用左手抓住了那只蝗虫, 稍加思索之后将它捏死在手中。 虽然这对你们不公平, 但我真的不想再被你们触碰了。 这感觉就像捏碎一颗生的鞍唇蛋, 在不算坚硬的外壳碎裂之后, 粘粒的东西粘了满手。 张晨泽一阵作呕, 赶忙将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但此时也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如果想要在这间屋子里自由活动, 现在唯一的对策是不是尽可能地杀死蝗虫? 毕竟蝗虫的出现只是游戏中的一环, 它们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 只是一种象征, 所以数量不可能源源不断。 杀一只少一只, 还不等它想出杀死蝗虫的对策, 忽然感觉自己右手的一只牵动了起来。 这感觉非常奇怪, 明明是一枚木片, 可那只牵似乎有了脉搏, 此刻正在手中跳动, 这感觉像是抓住了一条虫子。 它有些慌乱地将牵丢了出去, 下一秒怪事就发生了。 那只写着艳阳府大帝的牵在地上弯折了一下, 借着反弹力居然跳了出去。 什么? 张晨泽愣愣地看向那只牵, 它就像有了生命一样在地上反复弯折, 不断跳跃, 就好像一只蝗虫, 它感觉自己大概是疯了。 难道因为自己接触蝗虫的时间太久, 数量太多, 导致现在将手上的牵也看穿了蝗虫吗? 见到那只牵蹦蹦跳跳地来到了自己眼前, 张晨泽回过神来伸手去抓, 却没想到牵再次拔地而起, 冲着自己的面门跳了过来。 由于它本来就蹲在地上, 混乱之中闭眼往后一躲, 整个人险些摔倒, 而那只牵也彻底没入了地上的虫群中不知所踪。 不好,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它感觉八成是地狗做了什么手脚。 或许每个人的牵里都有着特殊机关, 若不把他们抓到, 游戏进行起来会越发困难。 这一幕被一旁的苏闪清楚地看在眼里, 它看到虫群闪烁的光芒之中, 闪闪发光的张晨泽正在追逐一只写着字的牵。 这难道是回想造成的? 可仅凭借这个诡异的画面, 苏闪完全不知道张晨泽的能力到底有什么作用。 她知道自己对于回想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如果能记得几个回想者的能力, 应该就能大概地推断出张晨泽能力的原理。 第二人许愿结束, 下面由第三人抽签。 灵晴扶着自己受伤的额头看向桌子, 那里慢慢地扶起了一只签到花飘封年。 正对面的苏闪此时也用力地睁开眼睛, 忍着微微地刺痛看向了那只签。 现在她完全清楚游戏的规则了。 只要自己能够许愿四海无咸田, 则夏季就会抽到旱滴河下土。 若是夏季也顺利地使用了这只旱滴河下土, 那么秋季就会抽到到花飘封年。 夏、秋、冬能否抽到这几只签, 纯粹取决于春天是否打出了四海无咸田。 这是联合所有人一起发动的攻击手段。 正如现实世界中一样, 春天不劳作, 剩下的季节不可能凭空有所收获, 最终也只能是凭签。 第369章 杨难做,人难骗。 林晴将到花飘封年拿到手中, 忍着一身的伤痛思索了一下。 自己身为秋季居然在此时丰收了, 这说明前面的春季和夏季 一定使出了自己季节的策略, 让她这个满目疮痍的秋季能够拿到这只签。 刚才还想起了两次终生, 林晴喃喃自语道, 你们可真没让我失望啊。 她抬头跟苏闪对了下眼神, 却忽然震了一下, 苏闪的双眸已经变得如同钻石一般璀璨, 可此时正有两道烟红的血泪从她眼中流下, 看起来有点害人。 苏闪! 林晴不再犹豫, 果断拿起了这一只道花飘封年, 现在自己作为秋季的任务, 就是把丰收的粮食全部安全地带给冬寄。 还不等她将签头进去, 地狗的广播声却在此时响了起来。 等一下, 林晴一正抬头看向了地狗, 此时她正回过身来面对自己, 手上拿着一只签。 什么? 林晴没明白的狗的意思, 我手上的签是寒流。 地狗说道, 若你敢使出那只签, 我就会在你的房间中降下寒流, 这只签会让你的房间在短时间内降温到零下三十度, 你穿的不多, 肯定会被冻死的。 林晴听后将手慢慢缩了回来, 皱起了眉头。 由于每个人的房间中只有喇叭没有话筒, 所以她无法和地狗交谈, 只能单方面听着对方所言。 你可能会很疑惑, 我明明可以直接使出这只签, 可我却要威胁你, 是吧? 地狗说道,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太晚了, 你们死在这里, 我很难打扫房间, 我明天就不得不早起, 这很痛苦, 所以我准备让你们至难而退。 林晴听后看了看地狗, 站在心理学角度揣摩了一下对方的虚实, 一般人在说出这么长的一段话时, 微表情很容易露出破绽, 只可惜对方长了一张猎犬的脸, 实在难以分辨。 你若是这一回合打出一只无用签, 我保证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不杀死任何人。 地狗补充道, 你应该看出来了, 在游戏之前讲述规则的时候, 我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谎话, 这就是我对各位的诚意。 到时候, 你输掉游戏, 留下几个道, 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是的, 林晴轻轻扬了一下嘴角, 游戏开始前地狗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谎话, 大部分的规则都已经在游戏之前讲明了, 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所以, 这一回合才更不能相信他。 林晴面带微笑地将签放在了洞口, 然后当着地狗的面稳稳地投了进去, 二人始终四目相对, 地狗的眼神格外冷峻。 地狗, 若我没记错, 你在游戏开始前还说过一句话, 接下来我会用尽一切手段杀死各位。 林晴略带歉意地耸了耸肩, 我更加愿意相信游戏开始之前的你, 而不是游戏中的你。 地狗自然听不到林晴的话语, 但表情已经明显变了。 骗人真呐, 怪不得杨这么洗手, 地狗无奈地摇了摇头, 去死吧。 这一年的灾厄来了, 目标依然是林晴。 林晴站起身, 面无巨色地看着地狗, 他知道自己受的伤已经够重了, 不差这次的寒流。 况且, 零下三十度的气温在短时间内不会将人冻死, 自己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林晴头顶响起了巨大的机关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酝酿。 几秒之后, 一股巨大的寒风从上方吹了下来, 冷得彻骨。 几秒钟之后, 他就感觉不太妙。 如果房间停留在零下三十度, 自己活下来的概率会很大, 可如果一直都有零下三十度的冷风吹过, 那自己将必死无疑。 流动的冷风将会不断带走身体所产生的热量, 狭小的房间也不能让他通过运动来饱暖, 情况有些危险。 但从另一个角度想, 他们接下来获胜的概率非常大, 唯一的前提就是, 擒叮东不能救自己。 如果这一回合他破解了自己的灾厄, 那四个人全年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想到这里, 他伸出自己的手指, 颤颤巍巍的在满是白霜的墙壁上写下了三个字, 别救我。 第三人许愿结束, 第四人抽签。 秦冰东毫不犹豫地伸手拿起了桌面上的签, 封一足十年。 现代时间很宝贵, 林秦的房间降下了寒流, 若不能抓紧时间, 他会在房间中被冻成冰雕。 那现在应该打出哪支签? 他手中的三支签看起来都非常珍贵, 大风扫落叶, 水落了无痕, 封一足十年。 从签面上来看, 自己原有的两支签根本对抗不了寒流。 只能交给明年了, 秦冰东皱着眉头说道, 老林, 你再忍一忍吧。 他将手上的签对准了孔洞, 死狗, 我们已经忙活了四年了, 该让我们过个好年了吧。 手中的签投入孔洞, 下一秒, 地狗的房间传出了欢快喜庆的音乐。 众人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段音乐了, 若不是在这阴暗发臭的房间之中, 他们还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 在温暖的房间中跟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着年夜饭, 只可惜他们出不去, 他们一直都在这里死了生, 生了死, 就算是尸体也运不出去。 地狗沉着脸慢慢站起身, 看了看自己灭掉的第二盏灯, 又看了看天花板, 那个破喇叭居然放起了过年的音乐。 喜气洋洋的音节跟他冰冷阴沉的面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自己的游戏进行过很多次, 能够完整旅行出一年之内每个季节使命的情况少之又少。 看来你们这个队伍不算太差, 环视了一下身边的几人, 开口说道, 第五回合开始, 这一回合有我第一个行动。 苏闪刚要进行抽签, 听到这句话却忽然愣了一下, 地狗先行动? 他作为第四回合的末尾和第五回合的开始, 居然连续行动两次, 这一次是准备杀招进出吗? 本回合灾恶名为毒杖, 他拿出一支签冲着秦丁东投了下去。 几秒之后, 秦丁东的天花板飘出了黄绿色的诡异气体, 他赶忙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他知道这下事情有些麻烦了, 能够处理毒杖的八成是大风扫落叶, 可是这支签在自己手中, 更让人绝望的是, 他上面画了一个向左的箭头。 换句话说, 只有林秦使出这支签, 才能解开自己房间的毒杖。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需要不断地溃赠这支签, 等于彻底浪费一个回合。 如今已经是第五回合了, 还有时间让他们救人吗? 第370章, 接连意外, 四个回合需要灭掉地狗头顶的最后一盏灯。 秦丁东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从现实情况来看, 毒杖可能比寒流更加危险。 很多毒气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巨大破坏, 沾之即死。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这场游戏,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行了。 秦丁东捂着口鼻看了看地狗, 狗同学, 你这样对付我, 可别说我欺负你了哦。 苏闪感觉秦丁东房间内的光芒有些异样, 赶忙扭头看去, 只见汇聚在秦丁东身边的两个光团缓缓运动了起来, 他们非常有秩序地排列在一起, 然后精准无误地撞向对方。 两个汉子瞬间凭空出现, 清晰无比。 赶平。 姐姐哦, 可是个著名骗子啊。 秦丁东慢慢闭上眼睛, 拿起自己的秋风扫落叶抚摸了一会儿, 没多久的功夫又把它轻轻地放了回去, 没想到在帝阳四清扇中使用过的手段还要再用一次。 只可惜啊, 这只铅是假的, 他口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那么真的秋风扫落叶到底在哪里? 说完这句话后, 秦丁东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他尽可能地放缓自己的呼吸, 在毒杖之中捂住了口鼻。 他知道自己有可能会死, 但也有可能会被救下。 苏闪看到那两团光芒在碰撞之后, 又迅速撤离,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般地悬在了原先的位置。 虽说苏闪有些不解, 但此时时间紧迫, 只能低头看一下自己刚刚抽到的签, 依然是四海无仙田。 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打出四海无仙田不是明智之举, 因为众人都在危难之中, 无论是寒流还是毒杖, 都能以极高的概率造成死亡。 所以, 这一回合, 就算能够打出四海无仙田打败地狗, 还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 游戏结束后地狗会把房间门打开吗? 游戏开始前地狗曾经说, 众人有八个回合的时间来打败年兽, 可现在, 他们在第五回合就要灭掉年兽的灯了。 在所有的规则中都没有提及过关于开门的问题, 唯一明具的规则是灾乐在得到解决之前不会停止。 再仔细推断一下地狗的动机就可以知道, 他现在正在全力进行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让这场游戏尽快结束, 而是杀人。 由此推断, 如果灾乐没有解决就结束游戏, 队友百分百会死在这场游戏中。 现在需要赌一把, 如果这一回合运气够好, 每个人恰好都能破解其他人的灾乐, 那四个人就可以一起活下来。 要把节奏放缓, 苏闪深呼一口气说道, 赢已经是注定的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活下去。 如今最好的方案是将游戏在第八回合停止, 毕竟地狗在游戏开始之前说过, 无论第八回合发生了什么, 游戏都会结束。 不愧是裁判, 居然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苏闪点点头, 这是虚假的围城必缺, 看起来你给我们留了一条生路, 但如果我们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你就会对我们彻底地赶尽杀绝, 虽然灭掉你的三盏灯能够赢, 可谁说赢就不会死。 苏闪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签, 如今已是平签, 平签, 四海无咸田。 正如他所料想的, 接下来的时间只会摸到平签和鞭炮。 可是真的还有鞭炮吗? 游戏到现在为止, 已经消耗了两只鞭炮辞就碎, 难道会准备三只吗? 不, 那是不可能的。 苏闪摇了摇头, 如果这场游戏有三只鞭炮辞就碎, 那就完全不存在合作这一说了, 众人只需要静静地等待鞭炮来临, 这场游戏中所有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要体现合作的特性, 众人至少要完整走完一次四海无咸田, 所以鞭炮辞就碎最多两只。 如今自己浪费了一只鞭炮, 所以接下来众人只能抽到平签。 自己的推断距离真相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今要赢, 只需要许愿一套完整的四海无咸田, 但在那之前一定要将队友救下。 他确定了战术, 投入了一只平签。 第五回合, 第一人许愿结束, 下面由第二人抽签。 而张成泽的房间中也在此时浮现出了一只平签。 由于春季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夏季只能毫无作为地度过。 此时的张成泽已经在房间中杀死了大量的蝗虫, 他的脸上沾满了黄褐色的液体, 看起来非常不妙。 现在趴在玻璃上的蝗虫已经大幅减少, 让张成泽可以看清附近的情况。 不知是他已经习惯了这些虫子, 还是受到了回响的影响。 虽说对脚下堆积如山的蝗虫尸体抱有一丝歉意, 可他安慰自己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张成泽站起身, 用手将玻璃墙壁上的虫子推散, 然后看了看林晴房间的情况。 他的玻璃墙壁已经满是双花, 看起来温度极低, 刚才地狗所说的寒流, 此时应该奏效在林晴的房间里了。 坏了。 张成泽脸上露出一丝惊慌的表情, 想起了那只逃跑的签。 艳阳辅大帝。 看起来只有这只签才可以救到林晴, 可他已经一头钻入了地上的尸堆中, 并且以扁平的身体持续移动, 根本寻不到踪影。 他手中拿着暴雨滚瓢泊, 开始弯下腰翻动地上蝗虫的尸堆。 不得不说, 虫子真的是很可怕的生物, 就算它们被踩扁了腹部, 被击破了头颅, 可它们剩余的四肢依然在自顾自的活动, 甚至有一些被踩扁腹部的蝗虫 此时正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 吃着其他蝗虫腹部被挤压出的内脏。 如果中烟之地是人类的地狱, 那中烟之地的这间玻璃房子就是蝗虫的地狱, 让人紧紧看上一眼便浑身发寒。 张晨泽努力地不让自己被这些虫子吸引注意力, 低着头正在寻找那只艳阳腐大帝。 可时间没过几秒, 他手中的暴雨滚瓢泊活动了一下, 也从指缝间逃走了。 第371章 富雨 张晨泽没想到自己安稳地拿了半天的签也会逃走, 一时掉以轻心让他也钻入了虫堆。 搞什么? 这是搞什么? 如果这只签也有机关, 为什么他在一开始不逃走, 反而在此时逃走? 莫非 这并不是机关? 等等, 张晨泽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难道是他们所说的回响? 由于众人的房间完全封闭, 张晨泽的房间又挤满了蝗虫。 他不仅不知道自己是否回响了, 更不知道自己回响的能力。 但其他人的房间看起来签都没有逃跑, 偏偏自己的签逃跑了。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个情况是自己的回响造成的, 这是一种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超然能力。 他努力让自己濒临崩溃的思绪平稳, 不去听房间中的虫鸣, 然后尽可能地回顾着刚才的情况。 签逃走的原理是什么? 第一次签逃走的时候, 自己正用右手拿着签, 然后用左手捏死了一只虫子。 那一刻开始, 右手的签变成了虫子。 这是一种诡异的公平, 也像是一种超出理解的置换。 等一下, 张晨泽感觉自己好像还是疯了, 这真的合理吗? 如果自己杀死某个东西, 就可以让别的东西变成他。 这种能力不是太奇怪了吗? 灵晴说过, 所有的回响都可以是做是一种超然能力, 可是这个能力有用吗? 不对, 张晨泽慢慢皱起了眉头, 自己已经杀死了这么多的蝗虫, 为什么偏偏只有一只签变成了蝗虫? 他慢慢地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看了看上面的蝗虫残肢, 感觉忽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 只有用左手杀死的东西, 才能作用在右手上。 自己之前只是不断地用双脚踩死地上的蝗虫, 导致这个诡异的能力一直都没发动, 如今用左手开始翻找, 不小心又杀死了几只冰死的蝗虫。 我在搞啥子? 张晨泽摇了摇头, 感觉自己已经摒弃了常规思维, 开始用疯子的理论分析这件事了。 他摇了摇头, 让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回过神来, 自言自语道。 既然那两只签已经变成了蝗虫, 接下来只有一个办法来找到它们了。 他就站起来驱赶着地面上大面积的虫海。 只听嗡的一声巨响, 大量的蝗虫受惊之后拔地而起, 飞向高空。 整个房间煞时间一片混乱, 无数蝗虫四处乱撞, 让旁边的苏闪看到后心中一紧。 张晨泽没有在意, 只是用左手护住自己的脸部, 然后用右手不断挥舞着衣服, 他现在要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左手不杀死任何的蝗虫, 否则连他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几秒钟的功夫, 所以格外显眼。 有一只铅窜出了尸堆, 想用力跃到空中, 张晨泽眼疾手快, 赶忙往前踏了一步, 将他稳稳地抓在了手中。 翻手一看, 正是艳阳府大地。 他好了。 他来不及寻找另一只铅, 赶忙来到桌子面前将他投了进去。 这一年的夏天, 许愿秋天依然能够艳阳府大地。 张晨泽拿着自己的外套, 左手撑在桌子上刚要松一口气, 却恰好有一只蝗虫飞到了他的掌下, 就在这万分巧合的实际下被他的手掌压扁了。 还不等他惊慌, 右手的西装忽然之间抖动了起来, 活动的幅度让人毛骨悚然。 啊! 张晨泽将西装一扔, 赶忙后退了好几步, 感觉整个人的汗毛根根立起, 从绞性到头皮的每一滴血都是凉的。 那西装在半空中煽动了几下衣袖, 然后如同变换了形态一般的趴在桌面上。 他用双袖穿着桌面, 领口的部分慢慢抬了起来, 似乎正在盯着张晨泽看。 啥子东西, 莫要吓我。 张晨泽紧张地退后一步, 却看到西装外套正翅高飞, 直接从桌子上拔地而起, 不断地挥舞着自己的衣袖, 冲着他扑了过来。 由于脚下全都是虫子尸体, 张晨泽的移动非常不便, 很快就被绊倒在地。 而那件西装也在此时张牙舞爪地扑在了他的身上。 苏闪一直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此时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了。 这个叫做魂牵的能力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不仅是牵一动了, 现在连西装也活了过来, 可是这种情况真的合理吗? 他们会伤害自己的主人吗? 而苏闪的正对面, 林晴感觉自己的大脑正在逐渐变得空白。 在这个极度寒冷的房间中, 他蜷缩在角落中努力地保持着自己身体的热量, 他从未想过人在极度寒冷的时候, 竟然会完全感受不到寒冷。 他只是有点困。 随着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不断地吹下来, 寒冷的感觉正在逐渐消失, 许而代之的是越发沉重的眼皮。 真的好嘞, 林晴吐了一口热气, 正要闭上眼的时候却感觉大风停止了, 几秒之后一股热风猛然灌入, 这阵热风的温度似乎不高, 但却让他浑身都传来了火辣辣的剧痛。 这阵剧痛不仅打消了他的困意, 更让他瞬间瘫倒在地, 哀嚎不止。 原先自己断掉的腿由于寒冷而失去了知觉, 可这阵热风却将痛感重新送了回来。 热风吹过身体, 只感觉像开水浇在身上一样滚烫, 让他从头皮到四肢全都开始疯狂跳动。 苏闪看到林晴的房间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水汽, 知道他应该是得救了, 可他的情况太危险了。 从游戏开始到现在, 林晴接连遭受了两次灾厄, 而这两次灾厄偏偏偏都是杀伤性极高的灾害。 林晴要活下去。 苏闪低声说道, 我们迟早会离开这个鬼地方的。 林晴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然后抓住桌子, 慢慢站了起来。 虽然浑身剧痛, 但似乎并不影响行动。 你们这回合什么都没有做吗? 他用手擦了擦玻璃上的水汽, 明明马上就可以杀死那只狗了。 确定秦丁东的房间出现了灾厄之后, 林晴看了看自己桌面上的签, 加上这一回合新抽到的瓶签总共有四只。 现在必须马上用这四只。 等一下, 四只? 第372章, 赌命。 林晴不断地活动着手指, 试图让自己尽快恢复知觉。 他看了看自己桌面上的四只签, 分别是平签, 平签, 大风扫落叶和春暖花开日。 有一只签根本就不是我的。 他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眼花之后, 拿起了桌面上那一只大风扫落叶。 林晴从来都不记得自己抽过这只签, 仔细看看, 这只签真的很奇怪。 他给人的感觉很不真实。 虽然林晴已经确定将这只签拿在手里了, 他能够摸到这只签, 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签上的每一个字, 可就是感觉他不真实。 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右手摸左手, 虽然知道他是一只手, 但总感觉和摸到别人的手的触感区别很大。 老秦, 是你行动了吗? 林晴扭头看了看秦丁东的房间, 那里正在不断地降下黄绿色的烟雾。 秦丁东的面色此时有些发紫, 他脸上的血管, 净显看起来颜色都变得紫黑, 明显是中毒的迹象。 林晴知道自己多出来的这只签是来自秦丁东, 但它是一只赝品。 这是秦丁东惯用的伎俩, 本来应该是他招摇撞骗的手段, 可现在却成了摆在林晴面前的难题。 地狗的游戏能够识别赝品吗? 自己曾经受过秦丁东的欺骗, 在其他的游戏里使出过一次赝品报具, 那一次被视作全员违规, 所有人都被地猴制裁了。 要说那一次和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这次识别签的不是地狗本人, 而是机器。 可是苏闪,林晴抬头看了看, 那脸上挂满血痕的苏闪。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回合选择救人呢? 从林晴的角度来看, 这一回合最优的战术应该是迅速地打出除荷日当午, 来灭掉地狗的最后一盏灯, 这样众人就会得救。 可苏闪却放弃了这个战术, 选择花费一个回合来让众人摆脱灾厄。 你认为在这一回合救人是必须的吗? 既然已经确认了苏闪的战术, 那么这一回合就必须要使用手上的这一支艳品了, 否则谁都救不了秦丁东, 冬季会消失, 游戏也将进入必输的局面。 那既然没有冬季必死, 投入艳品有概率死, 选择哪个答案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苏闪, 你可真的安堵啊。 林晴苦笑着将那支艳品放入了洞口, 若我手上所有的签都不能救人, 你该怎么办? 看着签一点点的被孔洞吞没, 林晴的脸上阴晴不定, 好在这支签还是被收进了桌子中。 秦丁东的房间迎来一阵变化, 地面上的铁网露出缝隙, 天花板陡然刮起了大风, 这阵大风从上方吹入, 瞬间席卷了整个屋子。 由于风力太大, 秦丁东直接被吹倒在地, 房间中的几支千叶随风乱飞, 看起来比毒气更加危险。 好在大风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屋内的黄色毒气就已经被刮走了大半, 屋内情况瞬间变得清晰可见, 可秦丁东很久都没有从地上站起来。 不,不会吧, 苏闪再次瞪大了眼睛, 用力地看向秦丁东, 他的光芒还没有消失, 应该还活着, 你可千万不能死。 你是我们的最后一华啊。 地狗看了看秦丁东的方向, 冷冷地说道, 第三人许愿结束, 请第四人抽签。 话语过后, 房间内一片寂静。 秦丁东过了十几秒, 终于微微动了一下, 在众人的注视下, 撑着地面缓缓站了起来。 灵晴看到他的面色依然白里透子, 脸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 要说没事是不可能的, 但他好歹活下来了。 我? 秦丁东刚要说话, 一大口鲜血就咳了出来, 鲜血充满了气管, 让他本来就不顺畅的呼吸, 显得更加痛苦。 每咳嗽一声, 就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在痛, 仿佛要爆炸了一般。 狗同学, 秦丁东平缓了呼吸, 吐了一口血水之后, 看向了地狗。 你是真的活够了? 我跟陈俊南那个王八蛋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你居然敢惹我吗? 地狗饶有兴趣地看向秦丁东, 似乎在期待着他的动作。 秦丁东伸手拍了拍玻璃, 地狗跟姐姐赌命吧? 可让秦丁东未曾料想的是, 一语过后, 地狗依然用那张欠揍的认真脸看着自己,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喂? 秦丁东感觉有些生气, 只能用力地拍了拍玻璃, 我跟你拼命了, 听到了吗? 地狗看了看秦丁东的嘴形, 然后低头整理了一下桌子上散落的三支签, 广播中传来了他低沉的声音, 真是抱歉, 我可能上了岁数, 完全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什么? 秦丁东皱着眉头, 看了看地狗那张见兮兮的脸, 似乎发现了问题。 这波游戏设计的颇有心计, 参与者在游戏过程中根本不能跟地狗赌命, 毕竟这间封闭的玻璃房子中, 白烂狗完全听不到参与者说的话。 他只在房间中留下了喇叭, 却没有留下话筒。 搞什么? 秦丁东又咳嗽了几声, 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要在你的游戏中赌命, 只能一开始就决定吗? 可秦丁东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 地狗在说完所有的规则之后, 立刻就钻到了玻璃房间中。 表面上看起来是他留下所有的参与者, 自己进行商讨, 可实际情况是, 他怕众人伤一出对策之后, 第一时间选择跟他赌命。 狗同学, 你可真狗啊! 秦丁东盯着那双狗眼, 不由得越看越气。 你等着, 等姐姐, 我恢复体力。 现在众人房间中的灾厄, 都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接下来的三个回合只要能够稳住, 见灾破灾, 然后在第八回合结束游戏即可。 第六回合开始, 下面由第一人开始抽签。 苏闪看了看孔洞中浮起的平签, 二话不说的将他又按了下去。 他知道地狗这次的目标只能是自己了。 现在夏秋冬都已经遭受过了灾厄, 唯独自己这个春依然健康。 如果自己是地狗, 一定会将灾厄作用在春上。 第373章, 联合营救。 苏闪再一次确认了一下几人的签。 现在能够抵御灾厄的签, 只剩三只。 秦丁东手中的水落了无痕, 林寅手中的春暖花开日和张晨泽手中的鲍鱼滚瓢泼。 通过答案来推断问题, 大体能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灾厄。 如今还没有出现过的自然灾害只剩下几种, 那么水落了无痕对应的自然就是洪水。 春暖花开日就比较值得推敲了, 从字面上来看它和艳阳辅大对很像, 只不过艳阳辅大的听起来更加炎热一些。 那它能够应对的灾厄也应该跟寒流十分相似。 如此看来无非就是暴雪, 雪灾这类低温灾害。 照这个逻辑, 张晨泽手中的暴雨滚瓢泼对应的应该是干旱。 假设接下来三个回合, 众人所要迎接的灾厄分别是洪水、 雪灾、干旱。 那看起来危险性最高的就是洪水。 它的作用应该跟沙暴类似, 会在某个季节的房间中注水。 这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 所以地狗有可能会优先使出。 接下来便是春暖花开日对应的雪灾。 它同时结合了窒息和寒冷两种属性。 但和溺水不同, 人类被血掩埋并不是必死的。 最安全的应该是干旱。 由于旱灾的属性是持续缺水和高温, 所以杀死人需要更久的时间, 如今最多只剩三个回合, 用干旱杀人实在是有些困难。 三只许愿签分别在三个人手中, 这是再好不过的情况了。 再加上自己手中随时可以打出的这一只四海无咸田, 四季阵营每个回合都可以做出动作。 此时四季似乎形成了一张包围网, 将年兽死死困在了中间。 第一人许愿结束, 下面由第二人抽签。 见到地狗没有使用灾厄签的意思, 张晨泽学着苏闪的样子, 在瓶签扶上来的时候就将它按了下去。 第二人许愿结束, 下面由第三人抽签。 苏闪慢慢皱起了眉头。 你还不用吗? 她大概知道了地狗的战术, 这一回合恐怕跟上一回合一样, 地狗会在一个回合的末尾和另一个回合的开始 接连使出两只灾厄。 果然, 灵情的回合也直接度过, 她也将那只扶起来的瓶签按了下去, 是做许愿。 第六回合已经接近尾声, 来到了擎丁东的阶段。 此时的苏闪已经做好了准备, 各位, 地狗在此时终于开口了, 本回合的灾厄名为洪涝。 让苏闪没想到的是, 这一回合地狗依然没有对自己使用灾厄, 反而又对准了擎丁东。 妈的, 你个死狗没完了呀。 擎丁东大喝一声, 剧烈的活动又让他咳嗽不止, 他一边咳嗽着一边大喊道, 几次了? 你告诉我几次了? 沙暴, 毒涨之后是洪涝。 姐姐我是欠你钱了吗? 你他妈的, 直接给我下刀子语吧。 我不活了。 所有人都能看到, 擎丁东在玻璃房子中只着地狗一顿大骂, 虽然听不见他骂的是什么, 但看口心和表情就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下一秒, 擎丁东的房间开始积水。 这一次的积水和之前的灾厄有些不同, 水并不是从上方落下的, 而是从底部的一根管道喷涌入, 看着喷涌的速度, 灌满房间仅仅需要几分钟。 擎丁东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水落了无痕, 倒霉的是, 上面又画了一个向左的箭头。 连他都以为这一次倒霉的会是苏珊, 所以一直将这支向左箭头的签留在手中, 可人倒霉起来真是没辙。 我肯定是被陈俊南那个王八蛋传染了, 擎丁东拿起自己的水落了无痕闭上了眼睛, 想要活下去只能顾忌重施了。 真是太可惜了, 这支签居然也是假的。 片刻之后, 擎丁东就皱起了眉头, 他发现自己的潜意是不受控了, 虽然他很想认为这支签是假的, 但他做不到。 他怎么可能是假的? 就在几秒之前, 他还准备用这支签来救下苏珊, 几秒之后就要说他是假的, 就算是回想也没法在如此荒唐的情况下发动。 死狗, 你真的看不见我们手中的签吗? 擎丁东总感觉的狗站在了更高层面上来策划这一次的行动, 他故意留出苏珊这个缺口, 难道是为了动摇自己的信念?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人未免也太可怕了。 算了, 水而已。 擎丁东说道, 灌满房间需要几分钟, 我憋气还能一分多钟, 接下来只剩两回合, 值得赌一把。 擎丁东果断将自己的水落了无痕馈赠给了苏珊, 接下来的战术便由他来想了。 还不等苏珊抽签, 地狗的语音就响了起来, 第七回合开始, 由我先行动。 地狗的行动和苏珊预料的一样, 他准备将灾厄最大化, 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自己了。 毕竟在自己的阶段获得灾厄, 最快也要等到下一个人来救自己。 如果运气再差一些, 拯救行动需要足足一个回合。 可是情况再次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地狗依然没有对准苏珊, 反而将这一回合的灾厄再次对准了擎丁东。 本次灾厄, 名为冰雹。 啊? 擎丁东彻底瞪大了眼睛, 地狗使用了最直接的策略, 他不再管其他任何季节, 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杀死冬季。 由于现在场上不再有多余的鞭炮, 只要能够杀死冬季, 地狗便可以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 短短几秒钟之后, 随着秦丁东头顶巨大的机关声响起, 无数碎兵开始噼里啪啦地落下。 这些碎兵打在秦丁东的身上, 随后掉入水中。 你自己还有组合技是吧? 秦丁东用双手挡着头顶, 显然已经气坏了。 有这么多想法, 全他妈用我身上了是吧? 苏珊知道自己的手牌根本就不下秦丁东, 赶忙将水落了无痕馈赠给了张晨泽。 张晨泽早就在桌子旁边准备了, 见到铅伏上来, 也拿起它放到了馈赠的孔洞中。 接下来又成了林秦的抉择。 他手中有两支铅, 分别是春暖花开日和水落了无痕。 秦丁东的房间正在面临两个灾厄, 可是林秦却只能使出一支铅。 第374章 隐藏杀招 如果一支铅就能救下老秦的话, 林秦果断拿起了水落了无痕。 只要能够解决秦丁东房间中的积水, 那他就很难丧命。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洪涝加冰雹的组合极大提升了秦丁东丧命的概率。 湍急的水流混合着低温, 可以比寒流更快地带走一个人身上的全部体温。 况且, 房间从两个方向灌入异物, 被填满的速度加快了一倍。 现在只需要将秦丁东房间之内的水抽走, 情况就会大为好转。 毕竟碎冰很难造成窒息, 就算要将人溺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融化。 应该就是这样吧。 林秦左右手各拿着一支签, 他知道游戏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 每一次的抉择都影响着众人的生死, 只能抬起头看向了苏闪, 随后慢慢地举起了水落了无痕, 似乎在等待苏闪的意见。 苏闪看着那只牵用手抚摸着下巴, 当要点头答应, 却犹豫了一下。 有一丝微不可见的想法穿过了他的脑海。 等会, 他伸手指住了林秦的动作, 随后眯起眼睛思索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有点古怪, 地狗会这么傻吗? 现在是已经是最后两个回合, 对他来说和决战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他现在给出的是最为凶猛的杀招。 可他在秦丁东的房间设下灾厄之后, 明显留了一整个回合的时间来给剩下的四季做出反应。 按照正常发展, 所有的救援都会从各个季节陆续送往冬季。 由于年寿是在秦丁东许愿之前发动的灾厄, 导致秦丁东自己手中的许愿签都有足够的时间转完一圈来拯救自己。 也就是说, 这一回合看似年寿杀招进出, 可他却处处留了缺口, 又是围城必确的战术。 这实在太不正常了, 苏闪伸出一根手指抚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你有什么特殊计划吗? 现在看起来使出水落了无痕就可以解决眼前所有的问题。 秦丁东能够活命, 众人顺利开启最终回合。 到时候不必管灾厄是什么, 众人只需要立刻走完一圈四海无咸田便可以灭掉年寿的灯, 从而赢得这场游戏。 所以, 你希望我们使出这一只水落了无痕? 苏闪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一次的旗下就是这样不动声色的让他坠入了地狱。 但苏闪知道, 这一次的他比上一次更加冷静了。 从宏观角度推断一下, 为什么地狗要引导他们打出水落了无痕呢? 如今只剩最后一个回合, 地狗的手中也只剩一只灾厄签。 不管这只灾厄签的签面是什么, 他都会被暴雨滚瓢泊解决。 现在暴雨滚瓢泊在下的手中, 这是一年的中间足够应对一年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退一万步讲, 就算最后一轮的灾厄落在了春货下的头上, 就算这个灾厄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只要动作够快, 依然能够走完四海无咸田。 这不是避营的局面吗? 啊! 苏闪瞬间瞪大了眼睛, 只感觉自己温热的眼泪不断流出, 此时眼前有些模糊了, 他赶忙擦了一把眼泪, 双眼放出金光。 我知道了, 他来不及多说, 赶忙抬起头来, 向灵晴打了个手势。 他试图用简单的手语告诉灵晴, 不要打出水落了无痕, 反而要打出春暖花开日。 灵晴总感觉自己理解错了苏闪的意思, 好几次拿出水落了无痕在苏闪面前晃了晃, 可苏闪每次都摇了摇头。 搞什么? 真的没问题吗? 灵晴有些不敢相信的自言自语道, 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冰雹。 他索性将签直接反转了过来, 给苏闪露出了上面的字, 苏闪仔细地看了看, 还是摇了摇头。 你没疯吗? 灵晴有苦难言, 他看了看隔壁的晴丁东, 此时水流和碎冰的混合体已经到了他的腰部。 此时居然要停止冰雹? 那晴丁东不是很快就会被逆死吗? 这,灵晴知道自己并不蠢, 可他居然完全猜不到苏闪在想什么。 算了, 就听你的吧。 在他将牵头入孔洞的时候, 现场包括地狗的所有人都盯住了晴丁东的房间。 苏闪不动声色地看着地狗的表情, 知道自己应该是猜对了。 这是一部显到不能再显的棋。 只见屋顶的碎冰在一阵抖动后停了下来, 整个房间内只剩逐渐涨高的水位。 见到这一幕的地狗明显皱起了眉头, 他转过脸来看向了苏闪。 不愧是你啊, 地狗低沉的声音从广播中响起, 这也太不科学了, 你为什么能都猜到? 苏闪没有办法回答地狗, 只是微微仰起了嘴角。 现在这场游戏的迎面终于变大了。 地狗默默地低下了头, 说道, 第三人许愿结束, 下面请第四人抽签。 他的语气已经不如刚才那般平静, 毕竟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绞尽脑汁使出的计谋居然被人看透了。 秦丁东不明所以, 他本以为剩下的几个队友应该解除自己的红浪, 可是忙了半天居然解除了冰薄。 现在他的房间一片狼藉, 他手中的两只瓶签跟碎冰一起飘在水面上, 而桌子却沉在水底。 自己要怎么抽签? 还不等他想明白桌面上浮起了一只签, 这只签很快脱离了桌面, 飘到了水面上。 搞我是吧? 秦丁东皱了皱眉头, 姐姐的妆要花了。 秦丁东飘在水面上, 忍着一身的寒冷, 深呼一口气, 然后拿着签一头潜入水中, 将它稳稳地插在了桌面的孔洞中。 第八回合, 开始。 地狗深深叹了一口气, 苏闪看到地狗的表现, 玄哲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 综合所有的情况来推断, 地狗手中最后一只签根本就不是干汗, 因为用暴雨滚瓢泼来解干汗原理虽然没错, 但却不是百分百契合。 由于地狗将这只签一直留到最后一个回合, 说明他手上最后一只签是比干汗更强大的灾厄, 强大到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杀死一个人, 但是他怕水。 比如说, 山火。 第375章, 信念。 地狗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说道, 现在有我, 先开始行动。 苏闪知道地狗已经别无选择了, 他缓缓地拿出一只签, 似乎在选择方向, 思索了半天, 最终还是瞄准了秦丁东, 本次灾厄名为山火。 他将这只签缓缓地插入了秦丁东方向的孔洞中。 啊? 秦丁东大惊失色, 伸出一只手刚要痛骂地狗的时候, 屋顶伸出了几根小管, 还不等他说话, 几条火蛇瞬间喷射出。 幸好他的身上沾满了水, 瞬间落下的火焰没有伤到他, 但也把他逼入了水中。 只见秦丁东在水中捂住口鼻, 痛苦地闭着双眼。 秦丁完全浮现, 苏闪立刻将他抽离扔在一旁, 随后准确无误地插下了四海无咸田。 张晨泽焦急地等待着, 地狗隔了好几秒, 才缓缓说出请第二人抽签。 可恶, 别拖延时间啊。 苏闪伸手拍了拍玻璃, 我以为你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现在居然使出这么低劣的手段。 苏闪一边看着地狗, 一边用余光不断地飘向秦丁东。 由于他入水太急, 根本来不及吸满氧气, 玻璃是什么材质所打造, 在这种恶劣条件下, 却连一丝裂纹都没有。 水中的秦丁东感觉四周正在升温, 况且刚才被毒气伤到的肺部也没有恢复, 现在平住呼吸之后, 整个人的胸腔都在火辣辣地作痛。 接下来的时间, 自己是会被煮熟, 还是会溺死。 张晨泽赶忙将面前飞舞的西装撞开, 然后把扶起来的除和日当午按了下去, 可地狗又陷入了几秒钟的沉默。 他和灵晴也发现了异样, 此时都在用力地拍打着玻璃。 这一次苏闪的计策完全没有错, 如果刚刚解除的是洪涝, 现在秦丁东的房间里只会有少量的碎冰, 天花板上落下的火焰已经足够烧死他了。 看来地狗定下的规则导致他不能无限制地拖延时间, 但每一次都会拖延五秒左右, 这可能是他所能控制的极限时间。 他应该也知道暴雨滚瓢泼在张晨泽手中, 所以山火落在秋季没有作用, 最长十秒钟之后, 夏季就会救下他。 而春季和夏季更不必说, 这两个季节会在开始时就快速行动, 一旦他们使出了签, 就算死了也无妨, 地狗依然会输掉游戏。 综合考虑之下, 地狗也只能将山火降在秦丁东的房间里, 然后使出了最难看的计策, 拖延时间。 秦丁东的房间现在是四人中唯一一个经历拖延时间的山火, 却不会被烧死的, 现在唯一期待的是他能撑下去。 第二人许愿完毕, 请第三人抽签。 狗日的, 张臣则急地握紧了拳头, 用力地锤了锤玻璃, 你这样做不公铁, 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 你说了又不会死, 为什么非拖延时间不可? 林秦早就在洞口边等待, 那只道花飘封棉同样在他飘起来的瞬间按了下去。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秦丁东身上, 只见他紧紧地皱着眉头, 在水中不断地蹬着双腿, 明显马上就要窒息了。 撑下去, 苏珊紧张的手心全都是汗, 叮咚, 你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可是缥缈的希望总是让人绝望。 秦丁东虽然在水中捂着口鼻, 可众人分明见到一大口鲜血从他的指尖炸开, 由于水温持续升高, 这些血液不像是墨汁一般丝丝散开, 反而如同焰火般直接熨染了一大片区域, 他要到极限了。 第三人许愿完毕, 下面请第四人抽签。 秦丁东房间的签缓缓升起, 可他却根本睁不开眼睛, 他此时用两只手狠狠地按着自己的口鼻, 由于刚刚喷出一口鲜血, 现在只要一松手他就会猛吸一口水。 不好, 苏珊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知道那只铅一旦漂浮到水面上, 就会夹在烈火与冷水之间, 秦丁东想要再拿到他就难了。 此时房间内的几个女生全都跟秦丁东一起屏住了呼吸, 只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 秦丁东在此时慢慢睁开了一只眼, 浑浊冰冷的水让他双眼一阵刺痛。 他根本听不到广播的声音, 一低头, 却正巧看到下方的桌子出现了异样。 铅来了吗? 可是我, 秦丁东咬着牙, 让自己的身体慢慢沉了下去, 但是自己的眼前开始发黑, 浑身也剧痛无比。 现在对他来说只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双手离开口鼻的时候, 尽量按下那只铅, 虽然自己会枪水, 但也会终结这场游戏。 前到桌子旁, 秦丁东看准了铅的位置, 立刻伸手去抓, 可倒霉的是又来了, 正在此时, 那只铅脱离了桌子, 以极快的速度飘向了水面。 他吸了一大口水, 瞬间感觉自己的口鼻酸痛无比, 但还是硬着头皮伸出了手, 双眼一闭, 向着记忆中孔洞的位置伸手一抓, 随后用力地插了下去。 这一次只能将所有的运气堵在自己的信念上了。 其余几人瞪着眼睛看向秦丁东, 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只铅已经飘向了水面, 可是秦丁东依然在桌面上插下了一只铅。 会赢吗? 秦丁东此时已经完全没了意识, 整个人在水中舒展开来, 如同另一只铅也静静地飘向了水面。 短短几秒钟的等待, 让众人感觉像度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终于, 地狗的头顶灭掉了一盏灯, 欢快的音乐陡然炸开。 又是风衣足食的一年, 这一次彻底赶走了年寿。 五个人的屋门都在此时打开了。 游戏结束, 秦丁东房间内的积水瞬间倾洒而出, 他也在水流的带动下连续撞击了几次玻璃墙壁, 最后扑倒在地上。 苏闪赶忙跑向了他, 灵琴虽说也有些担心, 可他的右腿已完全失去了知觉, 只能扶着墙壁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了出来。 张晨泽猛地将那件活动的西装推倒一旁, 出门之后立刻回头把门关上, 然后疯狂地抖动着自己的身体, 满身的蝗虫也在此时洒落一地。 第376章 故人 喂? 秦丁东? 苏闪着急地将秦丁东翻过身来, 然后拍了拍他的脸, 只感觉他的脸颊分外滚烫。 不太妙 苏闪当机立断地伸手摸了摸秦丁东的脖梗, 确认他还有脉搏之后又听了听他的呼吸。 现在的他还活着, 但是已经没有呼吸了。 苏闪没有犹豫, 捏开了秦丁东的嘴, 伸手进去清理了几块碎冰。 接着将他上衣的扭扣解开, 用大拇指确定了一下秦丁东胸骨的位置, 又往下挪了三公分, 然后跪在地上立起上身, 双手合在一起猛地按压了下去。 他借助自己整个上身的力量向下疯狂按压, 大约二三十次之后, 他放松了双手, 然后捏住了秦丁东的鼻子, 往嘴里吹了两口气。 松手之后, 苏闪再次趴下身来, 听了听秦丁东的呼吸, 情况依然不太妙。 张晨泽来到灵晴的房间前将他搀扶了起来, 二人一起挪动着步伐来到了苏闪身边。 三个人的职业都比较特殊, 他们多少都了解一些急救知识, 可书上从没告诉他们一个人在同时经历了沙暴, 洪涝, 毒账, 冰雹, 山火之后该怎么营救。 磨多久的功夫, 苏闪已经满脸汗珠, 胸部按压的双手也越来越无力了。 换我吧, 张律师拍了拍苏闪的后背, 让他站到一旁, 接着自己也支起了上半身, 开始给秦丁东做心肺复苏。 看到几个人切而不舍的样子, 地狗慢慢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走到了他们面前。 有必要吗? 地狗问道, 现在就他没有意义了, 他就算醒过来也会难受的想死。 三个女生谁都没有搭理他, 只是全神贯注的盯着秦丁东, 苏闪直接坐到了秦丁东身边, 用双手扶着他的头部, 如果让他继续侧着脸, 呼吸会更加困难。 终于在两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秦丁东大咳一声, 一口血水混杂的呕吐物从他嘴中喷出。 啊, 啊, 他惨叫一声, 瞬间恢复了呼吸, 他痛苦地皱起眉头, 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没一会儿就咳嗽不止, 不断地咳出鲜血。 太好了, 苏闪和张晨泽都疲累地坐在了地上, 二人对视一眼, 露出了苦笑。 这一场的狗的游戏终于在全员存活下胜利了。 妈的, 秦丁东慢慢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这间天沙的玻璃垫, 是不是闲得很, 救我做什么? 张晨泽此时正在从自己身上驱赶着蝗虫, 他叹了口气说道, 那你要怎么样? 我们明明可以救你, 却要在这里视而不见, 这对你并不公平。 谁在乎公平? 秦丁东又咳嗽了几声, 我这身体撑不了多久, 还不如让我死了。 老秦, 虽然我理解你, 灵晴点点头, 但这只是我和你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冒出的想法。 你又要如何用这种想法来制约新人? 新人? 秦丁东有气无力地抬起眼皮, 看了看苏闪和张晨泽坚定的眼神, 感觉有些惆怅。 曾几何时, 他和灵晴的眼中也是这种眼神。 他们想要赢, 想要打败生肖, 更想要逃离这里。 可在他们积累了经验, 获得了能力的同时, 便逐渐地开始漠视生命。 他们不仅开始漠视他人的生命, 更不在意自己的死活。 灵晴知道, 若此时只剩下自己和秦丁东, 他绝对不会出手相救, 只会等到下一次重逢。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算了, 姐姐不怪你们, 秦丁东用力撑了一下地面, 发现完全使不上力气, 于是只能在灵晴的搀扶下站起身来, 开口说道, 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七级什么来着? 图苏? 地狗此时拿出了一个布包, 装了足足四十个到地点苏山。 你们愿意待多久都行, 我下班了。 他往前走了几步, 又转过身来, 这里已经够乱了, 明早我再来打扫, 你们不要给我弄得更乱就行。 四个人都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他, 谁都没回话。 见到没人想要搭理自己, 地狗点了点头, 转身叫出门。 等一下, 苏山喊住了他。 怎么了? 地狗问道, 有件事我很在意。 苏山站起身说道, 在最后关头, 我破除了你的计划时, 你似乎说了一句不愧是你。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以前见过我吗? 地狗面无表情地看着苏山, 眼中的神色很怪异, 他伸手整了整自己西装的领子, 然后缓缓地说道, 苏山, 你的面试房间里还剩几个人。 听到对方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苏山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 他们果然曾经相识。 什么叫还剩几个人? 我们的房间里一直都有四个人。 苏山说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地狗听后微微点了一下头。 那让我猜猜吧, 你, 江若雪, 周末, 是吧? 还有一个是谁? 听到这句话, 苏山慢慢走向了地狗。 什么意思? 你连若雪和周末都认识? 不可以吗? 地狗苦笑了一下, 我们曾经有这么多战友, 最后只剩下你们四个了, 若不是我还站在这里, 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便没有任何人记得了, 这对他们来说比死上一万次更痛苦。 你到底是? 我还是很好奇, 第四个人是谁? 地狗又重复了一遍, 他叫方子晨。 苏山回答道, 是个大一的学生。 子晨的狗点了点头, 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存活至今。 难道是你一直在保护他吗? 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 地狗思索了一会儿, 点头说道, 没有规定说我不可以透露我的身份, 所以我告诉你也无妨。 苏山, 我和你来自同一个房间, 但我们的队友根本不足以让我们逃出这里, 所以我换了一条路。 嗯…… 苏山没想到的狗在游戏结束后依然如此诚实, 但他的思绪有点混乱。 你和我来自同一个房间, 结果现在是地狗。 是的。 地狗点点头, 苏山, 你要加入我们吗? 加入你们。 四个女生听后同时一愣, 走生效吧。 地狗叹了口气。 你现在走的路太危险了, 我已经不是参与者了。 你身边的助力又少了一人, 剩下那三人紫辰毫无作用, 将若雪神出鬼没, 而周末又不合群, 你要怎么逃出去? 说完他又看了看苏山身后的几人, 说道, 就靠他们吗? 地狗的目光在秦丁东身上停留了很久, 谎言道, 本来想替你杀了那个女人的, 可你却偏要救下她, 真是件天马行空的事。 什么? 苏山, 那个女人害死过你。 地狗懒洋洋地说, 本以为过了这么久她会有所收敛, 可她却依然在第一回合选择浪费掉许愿签, 她早晚会害死你们的。 听到这里, 张承泽慢慢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不要说出这种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你也没有权利替别人做出判断。 第377章, 心中的公平, 这叫什么话? 地狗说道, 苏闪之所以做出现在的选择, 是因为她对这里并不了解, 那你也没有权利替别人了解。 张承泽解释道, 在我的视角看来, 你在让苏闪做一个她更加不了解的选择, 这并不公平。 地狗冷哼一声, 随后转过身去, 沉生说道, 苏闪,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到你, 看到你依然失去记忆生龙活虎, 我替你开心。 但是在这里, 相信任何人都会吃亏。 是吗? 苏闪反问道, 可是在我看来, 这场游戏中是他们一直在保护队友, 而你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杀人, 可我没有杀你。 德狗说道,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对你使出任何一只灾厄。 听到这句话, 苏闪慢慢皱起了眉头, 难道自己没有收到灾厄签, 不仅仅是地狗的战术吗? 这里面还夹杂了私人感情, 可你, 苏闪还要说什么? 地狗却直接推门出去了。 不好意思, 确实太晚了, 我要赶不上末班车了。 地狗在门外说道, 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晚吧, 有缘再见。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苏闪最后问道, 我, 地狗眨了眨眼睛, 我只是一条想要摆烂的野狗, 可能会咬人, 但不会咬自己人。 他从外面关上了房门, 转身没入了黑暗中。 四个女生此时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场游戏算是彻底结束了。 现在除了苏闪之外, 其他人的情况都不算太好, 秦丁东和林秦受了伤, 而张晨泽现在还能从头发中掏出蝗虫。 你们怎么样? 苏闪看了看秦丁东和林秦, 还能怎么样? 秦丁东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个受了内伤, 一个受了外伤。 你要被我们运工疗伤吗? 毕竟你们看起来不太好, 我有些担心。 听到苏闪的话, 众人扭头看向了他, 要说这里有谁一眼, 看上去就很让人担心, 除了秦丁东就是苏闪了。 他的双眼通红, 脸上挂着两条格外显眼的血痕。 怎么了? 你,你没事吗? 张晨泽有些担忧地问, 你的眼睛。 苏闪这才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翻手一看, 指尖竟全是鲜血。 我这是, 你没有感觉不舒服吗? 张晨泽又问道, 倒是没有, 只是感觉眼前有些模糊, 苏闪用自己的袖子擦了擦脸颊, 可几秒之后, 感觉双眼也有些刺痛了。 我们至少活下来了。 苏闪没在意, 又转头看向了林秦和秦丁东。 你们二位是前辈了, 我想问问, 仔细思索了一下, 慢慢地皱起眉头。 是的, 在地级游戏中全员存活 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虽然地级不会每次 都将所有的参与者赶尽杀绝, 但他们一定会杀人。 毕竟每一场地级游戏的目的 就是用道来吸引参与者, 然后直接购买他们的死亡。 不得不说, 全员存活很罕见。 秦丁东轻轻咳嗽了两声, 但我这和死了区别不大, 所以不能给你打分, 你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让我死。 可能我还是不习惯 这里的生存法则。 苏珊解释道, 我认为只要活着, 就能去做更多的事, 就好像别人睡了, 我却没睡, 我就能比别人的 每一天都长一些。 什么歪理? 秦丁东叹了口气, 找了个墙角倚靠着坐下。 今晚我们估计出不去了, 需要在这里过夜。 要不是你的话, 我估计能睡个好觉。 张晨泽听后, 转过头看向他。 你们都说晚上不能出去, 这里晚上有什么古怪吗? 是的, 你可能想象不到。 秦丁东闭上眼睛靠在墙上, 轻声回答道, 外面有像虫子一样的人满街跑。 像虫子一样的? 人? 张晨泽微微一正, 似乎有话想说。 光狼? 还不等几人反应, 一个玻璃房间的门 忽然被什么东西猛然撞开, 巨大的声音回荡在房间之内。 哎? 几个人扭头望去, 只见一件黑色的女士西装 从房间中跳了出来。 此时, 两个袖子撑在地上, 抬起衣领的部分看着众人。 她不仅看起来像是一只蝗虫, 上面更是爬满了真正的蝗虫, 让几个女生看了一眼 便感觉汗毛倒立。 我差点忘了, 还有这个东西。 苏闪皱着眉头望向这件西装, 然后慢慢瞪起了眼睛。 张律师,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苏闪分明看到, 这件西装上有一个发光的蝗虫轮廓。 我不是很确定, 张晨泽说道, 好像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将这件衣服变成蝗虫。 林晴此时和秦丁东对视了一眼, 感觉情况有些怪异。 这听起来分明是回响, 可他们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如果她的回响这么强大, 为什么会隐秘这么久? 林晴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旗下的身影, 而秦丁东却想到了陈俊南。 似乎有某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导致那个房间里的所有人 都没有在中间之地露面。 苏闪深吸了一口气, 将张晨泽拉到身后, 然后和那件怪异的黑色西装对峙着。 由于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衣服, 所以苏闪并不知道杀死她的方法, 只能立住双脚, 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气势。 张晨泽皱着眉头看了看这里的聚光灯, 微微一思索, 走到墙边将房门打开了。 室外的空气瞬间灌入了房间, 带着中烟之地独有的腥臭味。 那件西装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扭头看了看漆黑的室外, 在沉寂了一会之后, 她用力蹬起衣袖, 冲着室外跳了出去。 张晨泽也立刻将屋门反锁, 众人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若没猜错, 这件像是蝗虫的西装将一直在中烟之地徘徊, 因为它不是生物体, 所以不存在寿命的概念。 虽然我杀死了你, 但也算是让你永生了吧? 张晨泽低声说道, 这很公平。 第378章 我叫张晨泽 我叫张晨泽 我说谎了, 我今年33岁, 在成都打拼了10年。 如果说我愿意将我的经历分享下来, 发表到任何一个公众平台, 都有可能会成为宏极一世的独立女性代表。 毕竟一个来自小山村的女孩, 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成都最有名的律师之一, 不论怎么想都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可我却不愿意这么做, 我想并且有从前的一切, 到这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重新开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永远都不想跟那个小山村扯上关系。 我有我的抱负, 也有我的理想。 我想成为优秀的人, 为了这个目标, 我愿意做任何事。 在律师事务所刚刚创立的那段日子, 我没有钱租房, 于是在事务所里的沙发上睡了三年。 我每天五点起床收拾事务所, 然后在公共厕所里洗漱, 化妆。 晚上的时候, 借口加班晚走, 去五元一次的大众浴室洗澡。 三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下属, 知道我住在这里。 这种苦我都熬过来了, 只因为我心中有梦想。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会永远被那个山村困死, 不仅是我, 还有我的后代。 但我时常在想, 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后代。 假如我能灿烂而辉煌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童年如此悲惨, 从公平的层面来说, 我的未来里应幸福一些, 我不敢奢求自己会过上多么好的生活。 只要能得过且过, 让我自己觉得舒服即可。 张姐,张姐。 事务所里的小孙拍了拍我, 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年轻的男孩子来了三年, 替我摆平了不少棘手的官司, 在众多年轻人当中, 我最看好的就是他。 怎么了? 你怎么走神了? 小孙叫的,快看,新娘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 今天的新娘子, 萌萌正穿着一身香满了亮片的纯白婚纱, 在聚光灯的照耀下, 掺着父亲的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向舞台。 除了小孙外, 萌萌就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他跟我打拼了六年, 现在能看到他走向婚姻殿堂, 我真的替他开心。 那个帅气又温柔的新郎拿着捧花, 向着萌萌和他的父亲大步走了过去, 旁边的观众同时拍手呐喊, 送予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但说实话, 接下来的环节我并不喜欢。 在主持人的要求下, 萌萌的父亲要亲手将萌萌的手交给新郎, 然后当着萌萌, 新郎和几百位宾客的面, 郑重其事地对新郎说, 萌萌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此时有不少宾客轻轻抹擦着眼角, 仿佛落了泪。 主持人也用煽情的声音说道, 从此以后, 这个男人会代替父亲, 永远照顾你, 无论他贫穷或富裕, 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萌萌站在舞台上, 看着激动的父亲与新郎, 又看了看父亲哭成一片的宾客, 冲着我一脸苦笑地耸了耸肩。 我了解萌萌, 我也知道他的意思。 若不是因为习俗, 因为传统, 因为家中所有的亲戚都这样做, 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环节出现在他自己的婚礼上。 短短的几句话, 几乎否定了萌萌此生的所有努力。 好似没有了爸爸和新郎的照顾, 他就成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他仿佛随时都会饿死在家中。 为什么结婚的原因一定是找个依靠呢? 为什么不能是因为爱情? 这些年跟着我干, 萌萌每个月至少有六万块工资, 就算没有人照顾他, 也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毕竟萌萌付出的努力也不比我少。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律师, 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这很公平。 萌萌没有要一分钱的彩礼, 也没有给双方的家长添任何麻烦。 他只是和新郎用二人自己存的钱 买了一套几十瓶的小房子, 然后又一起出钱购买了家具, 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正式开启了人生的第二阶段。 接下来的日子中, 他们依然会一起奋斗, 直到购买更好的家具, 直到住上更大的房子。 这是我认为的爱情最好的样子, 他像是一档稳定的天平, 永远不会倾他。 到底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发现, 婚姻的目的是给爱情一个结果, 而不是给某一方找一个依靠。 张姐张姐! 小孙那晴朗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我看向他, 回过神来微笑一下, 怎么了? 你电话响了? 小孙跟我说道, 想半天了都。 我低头看了他那个号码, 片刻之后, 脸上的喜悦之情一扫而空, 整个人如同坠入冰窖一般寒冷。 我失陪一下, 我拿起电话, 走出宴会厅, 四下张望了一会, 找到了安全通报, 看到四下无人才走了进去, 沉重无比地接起了电话。 喂, 张来店? 他刺耳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 让我眉头紧促。 妈, 我现在叫张晨泽。 你还知道你狗日的姓张? 他在电话中大叫着, 为啥子不接我电话? 昨天为啥子不接我电话? 在忙。 我说, 忙? 忙你先人要。 说你笨你也不笨, 你窝屎都晓得正塞。 他痛骂一句, 人人都羡慕老张家儿女双全, 可他们不晓得你个死亡, 连二十万都不得得了。 啊, 儿女双全? 我所在的村子里, 生了儿子的人都期盼着养儿防老, 只有生了女儿的人才怕儿女双全。 何其讽刺? 妈, 我不懂。 我冷冷地说道, 成才结婚我可以给他包个大红包, 可杂子要我出二十万。 你有钱塞? 他大叫一声, 你比成才能挣, 你是玩他姐姐塞, 亲弟弟结婚缩。 你给他出钱买套房子, 杂子了? 我不明白, 你为啥子可以把这件事当作理所应当。 我冷笑一声, 我挣的钱是我的, 和他有啥子关系? 你们从小给了他最好的衣食住行, 也给了他比我更多的教育, 他理应能够自己赚钱了。 成才还没得找到合适的工作赛。 哈麻皮, 他的语气更加坚立了。 你急啥子, 跟亲弟弟还算账缩。 妈, 我实话说了, 我正在扩建事务所, 投入了全部存款, 现在一分也拿不出来。 第379章, 竹篮, 你刮娃子缩。 他再次提高了音量。 你那个店面, 啥子时候, 扩建不得行, 非得要成才结婚的时候扩建。 妈, 讲点道理。 我说, 是我先决定扩建, 他后决定结婚的。 你娃讲啥子? 我皱着眉头将电话拿到远处, 试图让自己的耳朵清净一些。 接下来他要说的话我倒背如流。 我是他和老汉含辛茹苦, 一把屎一把尿袋大的。 本来只带我一个人很轻松, 可是他们却要如此辛苦地带两个人, 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嘞。 在他的描述中, 若不是他如此细心地照顾我, 我绝不可能考上西南政法大学, 也不可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可我清楚地记得, 在我初中毕业时, 哭着好多想要上高中, 他没有同意。 他让我外出打工, 给那倒数第一的弟弟挣学费。 我还听到他和老汉商量, 要在我十七岁那年把我嫁掉, 换一万块钱的彩礼, 送成才去市里读书。 若不是来村里之教的老师, 给我拿了学费, 让我读了高中, 我现在应该已经回到山村里, 三十三岁的年纪, 有着十几岁的孩子。 每天的工作重心, 就是如何照顾好一头猪和五只鸡。 老师跟我说过, 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一生, 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他是我此生的起名灯, 你玩儿知不知道给我丢了多少人? 他继续大声叫着, 你都三十五岁了, 三十五岁了你晓得不? 你还能挣钱好多年啊。 妈, 我三十三岁。 我说, 三十多岁了, 没得结婚。 我和你老二脸都没得了。 他深吸一口气, 村里有哪个三十多岁了不结婚? 他们都说你有病你晓得不? 所以, 我不想待在村里了。 妈, 我苦笑一声, 我想过别的生活。 你不想你弟弟想塞? 他再一次将话题回归到了主题。 你给拿二十万, 你弟弟在县城买套房子, 以后也不用你个瓜皮再出钱了。 要得不? 我出不了。 我再一次重申了我的观点, 成才已经三十二岁了, 至今连一份工作都没有做过。 他凭什么结婚呢? 他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规划吗? 凭你塞? 他说道, 你不是成都有名的大老板吗? 妈, 我不是老板, 我是一名律师, 就是告状的塞, 你会告状? 那些老板怕你不得。 他继续给我灌输着他的思想, 你问他们要钱塞, 他们不给钱你就去告状, 要得不? 真是太可笑了。 妈, 这不仅违法, 而且也不公平。 我说道, 成才什么时候结婚? 下个礼拜哇, 六月六号。 他骂骂咧地说道, 还剩一个礼拜了, 你搞快点嘛。 好, 到时候我一定包个红包。 红包? 你个狗日。 我没有听他继续说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虽然已经打拼了这么多年, 可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我接到家里的电话, 一定会陷入崩溃的境地。 我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替我考虑过, 哪怕一丝一毫。 在他们眼里, 我只有两个作用。 要么回去嫁人, 挣一份彩礼, 从此变成生育机器, 老死不相往来。 要么在成都挣钱, 寄回家里, 从此便为挣钱机器永不停息。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颗宽窄, 面无表情地咬住了一根。 我现在真的很累, 应付家里人比打官司还要累。 我刚刚点燃香烟, 安全通道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我下意识地将香烟往身后藏了藏, 毕竟很多人会对抽烟的女人充满了恶意, 我想避免这种麻烦。 张姐? 小孙探出头来, 好奇地看了看我。 看到是小孙, 我将烟重新叼在嘴中, 吓我一跳。 怎么了? 我看你接电话接了好久, 怕有什么问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孙非常熟练地拿过我手里的烟盒, 也掏了一根。 张姐, 好久没见你吸烟了, 咋子了? 没事。 我摇摇头, 家里的事。 说完之后, 我顿了顿, 看向他点烟的手, 开口问道, 你不是接烟了吗? 张姐, 我以前说过啊, 你接我就接, 你抽我就抽。 他吸了口烟,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要养好身体, 我们就一起养, 要糟蹋身体, 我们就一起糟蹋嘛。 我听后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 这叫什么话? 你把你的身体跟我挂钩, 公平吗? 公平啊。 小孙点点头, 张姐, 不管做什么事,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 小孙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让我感觉有些不安, 所以我每一次的做法, 只能是不予回应。 见到我没说话, 小孙又开口了, 只是这次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张姐, 明天没活, 我人嫌弃的演唱会门票多买了一张, 听说你很喜欢他, 要一起去看他吗? 我拿出随身烟灰缸, 将烟灰收纳了一下, 抬头问道, 小孙, 你恰好明天没活, 恰好买了人嫌弃的门票, 恰好买了两张, 而他又恰好是我喜欢的明星, 你想做什么呢? 我, 小孙顿了顿, 他的耳根有些红, 隔了好久才说到, 张姐,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我不想和你停留在上司和属下的关系里, 我想多了解你一些, 现在的小男生胆子真的很大, 纵使我见识过了官司场上这么多风雨, 却依然被他说得心跳加速, 可是张姐, 你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始终无法走进你的心里, 小孙有些紧张地说道, 这一辈子还很长, 我们, 要不要一起走? 我看了看小孙那双清澈的眼睛, 默默低下头, 将烟插到了随身烟灰缸中, 不知为什么, 听到这种话的我, 异常地失落, 我如同一个满是破洞的竹篮, 没有权力撑下任何人的柔情似水, 小孙, 你, 今年二十六岁吧? 是的张姐, 过完生日我就二十七岁了, 我比你大七岁,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年轻有为, 足以找到更好的伴侣, 你们将会有更好的人生, 如果你把自己拴在我这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身上千疮百孔, 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的伪装, 空气中多了几分安静, 只有远处婚礼的音乐正在闷闷作响, 我, 我不管你是千疮百孔还是破碎不堪, 我都愿意用我自己的一切帮你补足, 小孙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张姐, 我喜欢你, 不问年纪, 不问出身, 不问过往, 我喜欢的是这个坚强, 奋斗, 认真, 执着的你,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考虑了很久, 现在只等你一个答复。 第三百八十章, 家和家, 他说等我的答复, 我能如何答复? 我好想答应下来, 我好想每天和一个相爱的人一起回家, 然后道一句今天辛苦了, 我想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能一起做一顿乱七八糟的晚餐, 然后笑着, 皱着眉头, 试得干干净净净, 我想在我累的时候, 能有人听我说一句, 我好累, 然后我能靠在他肩膀, 一声不响地哭一会儿, 可那种生活是我应得的吗? 今天早上我准备早饭时, 抹了黄油的面包从手上掉落, 本以为他要弄脏地毯, 可我却迅速地弯腰抓住了他, 这个动作特别漂亮, 简直像是武林高手, 可当我抬起头来, 屋里却空空荡荡的, 我好想有一个人在那里看着我, 我可以笑着问他我厉害吗? 他也笑着跟我调侃, 说他从没见过身手如此敏捷的律师, 然后我们开开心心地开启这一天, 抑护着开启以后的每一天, 我好想答应他, 可这样的我是自私的, 对他并不公平, 正如我所说, 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人, 悲惨的童年造就了我的执拗与孤僻, 烦乱的原生家庭让我整日都陷入焦虑与悲哀, 我无法带着这些东西投入一段爱情, 这对我的另一半来说并不公平, 小孙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 他们彬彬有礼, 我只见过一次就印象深刻, 他家和我家很像, 同样都是儿女双全, 小孙有一个妹妹, 他们的父母在第一胎生了儿子之后, 依然愿意生下女儿, 这在我看来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况且那个姑娘我也见过, 从小饱受父母和哥哥的宠爱, 那种自信的锋芒压抑不住的喷洒而出, 让他无往不利, 可我是什么, 我是个怪物, 我不能答应, 我沉生说道, 这句话出口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被看不见的刀割伤了, 喂, 为什么, 小孙有些着急的说道, 张姐, 是, 是我有些唐突了吗, 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 我可以等的,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不搞小孩子那一套, 这种事情不需要时间考虑, 我摇了摇头, 不行就是不行, 抱歉, 看到小孙失落的表情, 我感觉那把看不见的刀, 再一次穿过了身体, 很痛, 好, 好的, 小孙面色失落的点了点头, 张姐, 你别跟我道歉, 该道歉的是我才对, 这, 真的很对不起, 不会啊, 我笑着对他说道, 敢于表达是好事, 小孙,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拒绝了你, 希望你不要难过, 嗯, 虽然小孙点了点头, 但我从他的眼神里, 能看出他难过至极, 参加完萌萌的婚礼, 我给他放了半个月的假, 虽然他想要回来工作, 但蜜月是一辈子一次的事, 我宁愿他带心休假, 也不要他用这种宝贵的时间铺在工作上,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小孙一起经办了一场商业纠纷的案子, 但这一次由于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足, 最终没有宣判, 很快就要进行二次开庭, 小孙, 接下来的两天, 你帮我盯一下, 我说道, 我得回趟家, 回家? 他扬了扬眉头, 张姐, 你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 看起来都很难过, 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 是好事, 我笑着说道, 我弟弟要结婚了, 弟弟? 小孙明显吃惊了一下, 张姐, 你还有个弟弟哦? 是, 你真沉得住气啊, 从来没听你说过你有个弟弟啊, 没提不代表我没有, 我尝出了一口气, 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无论如何, 我要露个面, 最后一次, 小孙明显没听明白, 见亲生弟弟, 还有最后一次的吗? 是, 我显然有些开心, 总之我很快就回来, 最快一天, 最多两天, 这两天锁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张姐, 没问题的, 小孙点了点头, 可是, 不需要我送你吗? 你开车回去, 不开车, 我说道, 没必要这么张扬, 我坐车回去就好, 好, 那你要注意安全, 到了之后, 给我发微信, 没问题, 我点点头又对他说道, 如果家里有事的话, 也可以先去忙, 最近除了那场商业纠纷, 应该没什么官司, 我家就在成都呀, 小孙笑着对我说, 放心吧, 我绝对坚守港外, 看着小孙的状态, 我感觉很开心, 他没有因为我拒绝他, 而疏远我, 只要能和熟悉的人一起共识, 我就觉得有底气, 他一定会找到更好的伴侣, 但那个人绝对不能是我, 我又何尝不想, 永远和那个山村断绝关系, 23岁那一年, 我单方面的切断了和家中的一切联系, 我换掉了住址, 换掉了电话, 找到了新的工作, 本以为可以重新开始一段人生, 可他们却报了警, 他们声称担心女儿在城里受骗, 拜托警察前去寻找, 奈何他们的演技实在太好, 警察相信了, 相信我是一个被城市中五光十色的诱惑迷了眼的人, 是啊, 父母担心失联的女儿多么正常的理由, 我的住址, 公司, 电话号码, 全被他们得知, 第二天, 他们气势汹汹的来到我的公司大闹一场, 他们哭着喊着, 把我塑造成一个知恩不报, 不忠不孝的人, 他们在所有同事面前编造着谎言, 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我, 一招身败名裂, 只能在百口莫辩中离开了那个前途无量的公司, 可是谁又能听我解释, 当时我每个月2200块的工资, 有1800块都寄到了家里, 一家三口都需要靠我一个人来养, 若我消失, 他们就会报警, 警察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愿意相信血浓雨水, 母女没有隔夜愁, 亲生妈妈不会害女儿, 我理解他们的, 可他们很难理解我, 毕竟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的人生, 那一次事件让我深刻的明白道, 这段亲情根本斩不断, 若是成才, 结婚我胆敢不露面, 我的罪名又会再加一条, 辛苦至今积攒起来的全部成绩, 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我买了一张大巴车票, 穿上便装出发了, 我不可能让村里人知道, 我在成都过得有多好, 否则他们会变成一个盘旋在我人生上方的无底洞, 吸干我身上所有的血液, 大巴车, 普通的衣服, 然后化上一个恰到好处的淡妆, 足够我这次出行所需,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我没有多余的钱救济他们, 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给任何游手好闲的人在城里安排工作, 我就是我, 一个普通人, 汽车驶离成都, 盘旋了大约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才终于将我送到了离村子十公里的地方, 接下来需要坐飞车, 然后转三蹦子, 早上出发的我一直到傍晚才进入村子中, 村子里确实正在筹备婚礼, 道路上都摆满了桌子, 电线杆上贴满了红纸, 明天婚礼就要开始了, 来地, 一个大婶忽然认出了我, 是, 我点点头看向他, 我回来了, 则, 他稍微有些鄙意地撇了下嘴, 随后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多少年没回来了, 城里就那么好啊, 不好, 我摇摇头, 但是城才结婚, 我是姐姐, 必须得回来啊, 是, 他皮笑若不笑地点了点头, 那你快回家塞, 我冲他点了点头, 长输了一口气, 向家走去, 从踏入高中的第一天开始, 我便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上学的时候住在学校里, 周末和寒暑假都在外面打工, 这里对我来说很陌生, 村民的气氛也让我压力倍增, 他们就像世界上最好的情报员, 你在家里说的每一句话, 第二天都会传遍全村, 尤其是我, 一个不愿意给弟弟挣学费, 偏要自己去上学的固执女人, 一个爱上了城市的灯红酒绿, 不愿意回家看看的放荡女人, 一个三十多岁都没有嫁人, 没人愿意收留的悲惨女人, 一个不管弟弟结婚, 不出彩礼, 也不出房子首付的小气女人, 一个打拼了十多年, 依然没有衣锦还乡的失败女人, 这就是村民眼中的我, 我是村里著名的笑话, 我的存在, 是每家每户都会热议的, 经久不衰的经典话题, 第三百八十一章, 牛奶, 我站在家门口迟疑了半天, 都没有想好第一句话要说什么, 正在此时, 口袋中的手机震动, 我拿出一看, 小孙发来了微信, 姐, 到了, 看到这句话, 我稍微有些心安, 是啊, 我还没给小孙报平安, 我到了, 本想将手机收回口袋, 却看到他正在输入中, 于是我拿着手机又等了一回, 姐, 我眼皮一直跳, 能发的定位吗? 我去接你, 我感觉稍微有些好笑, 小孙, 难道也是个迷信的人吗? 你担心啥子呀? 我这是回家, 不是上战场, 不是, 姐, 小孙很快发来了回复, 最近老是看到大巴车出事的新闻, 我实在不放心, 明天正好我没事, 我开车去接你, 不行, 太远了, 不远, 发给我, 看到他如此执着, 我将定位发了过去, 小孙回了一句, 收到之后也没了动静, 我将手机收起来, 慢慢地输了口气, 是啊,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 这次我回家, 就是为了跟这个村子彻底地画上句号, 早点了断, 早点结束, 我推开房门, 发现他们正其乐融融地准备吃饭, 我妈, 我爸, 我弟弟, 还有一个从未见过的胖女孩, 那应该就是我未来的弟妹吧, 这四个人见到我进屋, 有两个人都翻了一下白眼, 而我那弟妹连头都没抬, 一直都在吃饭, 唯独我老汉, 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真不错呀, 这种意料之内的欢迎仪式, 这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来地回来了, 老汉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 吃饭了啊, 爸, 我吃了, 我点点头, 成才要结婚, 我肯定得回来塞, 回来正好刷碗塞, 那个女人说道, 你狗日的好多年, 没在家里干活了, 我生你, 就是为了让你想福的啊, 我不刷, 妈, 我笑着摇摇头, 你们吃这些东西的钱, 都是我给的, 我没有必要再帮你们刷碗, 这不公平, 那个女人的眼神, 身败名列时, 才会露出这种表情, 而我却从自己亲生妈妈的眼中, 看到了这种眼神, 哎, 玩啊, 那个男人对我招了招手, 来坐嘛, 一块吃点东西赛, 我不吃了, 爸, 我一边说着, 一边从随身的背包中, 掏出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放在了成才眼前, 成才, 祝你新婚快乐, 以后成家了, 要有担当, 我那弟弟拿手剔了剔牙, 在裤子上擦了擦之后, 当着我的面打开了红包,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我一眼, 他大提数了数, 很快发了个白眼, 然后将红包扔在了我妈面前, 狗日的, 就他妈一万块钱, 成才说道, 啥子, 那个女人瞬间暴跳如雷, 张来弟, 妈, 我现在叫张晨泽, 我说, 张来弟你要脸不得, 他指着我的鼻子, 恶狠狠地骂道, 全村这么多当姐姐的, 就你狗日的, 不给弟弟拿钱结婚, 你都三十五岁了, 打工十多年了, 你没人要, 你弟弟能被人要吗, 妈, 我三十三岁, 我又说道, 一万块钱红包, 是我人之一尽的了, 既然弟弟成了家, 说明他有能力成立家庭, 从这个月开始, 家里的生活费我也不会再给了, 这一次, 就是专程来给你们说清楚的, 啥子, 他瞬间捞起了桌子上的一个空碗, 看架时, 是想把那个碗扔到我的脸上, 哎, 我老汉瞬间拦住了他, 算了吗, 算了吗, 来弟好不容易回来了赛, 你莫要打人吗,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我叹了口气, 转过了身, 本来还想去成才的婚礼上露一面, 现在看起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既然话都说清楚了, 我这就走, 来弟啊, 老汉叫住了我, 现在天太晚了吗, 住一晚要得吗, 我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确实有些为难, 村里和城市中不同, 晚上五点过, 外面已是漆黑一片, 现在出门不仅叫不到车, 连手机也快没电了, 我回过身来点点头, 尽管我十分讨厌这个地方, 但这几个人毕竟是我的亲人, 他们只是让我感觉恶心, 倒不会让我陷入危险, 那我住一晚, 明天一早我就走, 来弟, 不在家里多住两天了, 老汉又问道, 嗯, 我比较忙, 来见你们一面就回去, 说完之后, 我便走进了内屋, 那里有我曾经的房间, 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打扫, 里面堆满了杂物, 勉强能找到一张布满灰尘的床, 这环境对我来说不算恶劣, 毕竟我连沙发都睡了三年, 没有什么苦是吃不了的, 我爬到床上, 在床头拨开蜘蛛网, 找到了一个尘封许久的强插, 然后从背包里拿出充电器, 给手机充上了电, 幸亏我穿的是便装, 脏了回去洗洗就行, 这一次, 我是爱斩断这个难熬的亲情, 所以我会吃点苦, 这很公平, 从今以后, 我便会慢慢好起来, 尽可能地去试探幸福, 我没有开灯, 只是在漆黑的房间里, 看着漆黑的窗外, 村里和城里比起来更加安静, 没有午夜穿行的, 按喇叭的车子, 也没有喝醉的, 在街上叫喊的疯子, 我只是有点热, 六月份的天气, 让房间里多了不少飞虫, 但这也无所谓, 只是一些蚊子和飞蛾, 在成都的时候, 我也经常和他们亲密共处, 只要今晚能过, 我就能开始我的新生活, 这将是独属于我自己的漫长黑夜, 来地, 睡了, 老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他端着一个不锈钢杯子, 站在门外, 我慢慢皱了下眉头, 没有, 怎么了, 牛奶给你喝, 他低声说道, 这么多年了, 都没提醒你, 多喝点奶, 他将杯子放在桌上, 叹了口气, 然后走出了房间, 我看着那杯依然在晃动的牛奶, 只感觉一阵反胃, 九岁那一年, 老汉听说喝牛奶, 能让女人的胸部变大, 可以找到更好的人家, 从此以后, 每晚给我拿一杯牛奶过来, 他不在乎我今天吃没吃饭, 是否开心, 也不管牛奶过期与否, 是不是冷得难以下咽, 他只在乎我有没有喝牛奶, 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见到牛奶就想吐, 直到后来失眠严重, 才开始在医生的叮嘱之下, 渐渐喝起了牛奶, 第382章, 彩礼, 我微微咽了下口水, 我不仅快一天没吃东西, 甚至连水也没喝, 但是这杯牛奶真的能喝吗, 我拿起杯子轻轻地闻了闻, 并没有什么怪味, 于是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 进嘴的瞬间, 我立刻将这几滴牛奶吐了出去, 他很苦, 可能是过期了, 幸亏我没喝, 这牛奶要是喝下去, 八成会在夜晚的时候拉肚子, 糟糕的环境我能忍, 但糟糕的厕所我真的忍不了, 我将牛奶拿起来泼到窗外, 随后拿起手机, 给小孙发了一条微信, 明天能早点来接我吗, 我在我定位的位置等你, 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姐, 小孙瞬间回复了信息, 我大约七点到你那里, 你一定注意安全, 放心吧姐, 你早点睡, 我给你带早饭, 他的信息让我安心不少, 朦朦中, 我听到有人在我的房间里聊天, 可不知什么原因, 我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 女人说, 你个扒尔朵下了多少, 莫把他堵死了哦, 死了犯法的吗, 男人说, 你放心塞, 就能放倒几头猪, 毒不死人的, 女人说, 真的哦, 你个扒尔朵, 还能想出来这种办法, 待会儿叫成才一起把他搬走吗, 都拿了人家的钱, 十万块钱也不少了错, 男人说, 你莫要扯皮哦, 谁要谁来搬塞, 你给他挂个电话吗, 我心里有些紧张, 现在的情况不对, 我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却睁不开眼, 我如同坠入一个漆黑的洞里, 所有的亮光都在逐渐远离我, 我怎么了, 等我再睁开眼时, 感觉很无力, 我的头很晕, 整个眼前的景象都是模糊的, 隐约感觉自己好像身处, 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 脚下全都是干草, 隔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 我似乎真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于是赶忙伸手去摸自己的手机, 非常难受, 我慢慢皱起了眉头, 这是搞什么,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的亲生父母居然这么荒唐, 他们把我关起来了, 多么可笑, 喂, 我伸手拍了拍老旧的木门, 你们这是做啥子, 有什么话把门打开讲, 你们这样犯法了, 听到没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 外面一直都静悄悄的, 似乎一个人都没有, 等一下, 他们去举办婚礼了, 那我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从没见过这个房间, 是我不在的这几年新盖的吗, 还是说, 结合我在半梦半醒中听到的那番话, 一个更加可怕的想法, 在我脑海中盘旋着, 我被卖掉了, 荒唐, 简直太荒唐了, 那可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我这次回来, 一枚开车, 二枚带钱, 把我关起来的意义在哪里, 我赶忙冷静下来, 开始寻找屋内能够使用的工具, 现在的好消息是, 附近没有人看管, 我有机会逃跑, 可坏消息是, 这屋子里看起来除了干草之外, 似乎什么都没有, 这间房子是土坯房, 内饰十分老旧, 而一旁的墙壁很高的位置上, 有一个小窗口, 就算我能爬上去, 估计也无法从小窗口逃脱, 我只能将目光, 再次聚在了面前的木门上, 只要能够撞开这扇木门, 应该还是可以逃跑的, 我往后退了几步, 稍加助跑之后, 用全身的力气, 撞在了木门上, 可下一秒就听到了哗啦哗啦的铁链声响, 我瞬间意识到, 这扇门被非常严密的锁死了, 就算能够撞碎门, 也不可能破坏铁链, 所以撞门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如今最好的办法是保存体力, 我只能等他们主动将门打开, 到那时候再想办法逃生, 若是此刻我浪费了太多的体力来撞门, 不仅会让自己筋疲力尽, 更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想到这里, 我找了个墙角, 慢慢的坐了下来, 要冷静, 不管遇到什么事, 人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所以一定要冷静, 可我没想到, 这一等就是一整天, 我在酷热的屋子里口干舌燥, 谁里未尽, 感觉身体马上就要脱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尽可能保存水分和体力, 否则我就没有办法逃跑了, 他们真的太荒谬了, 就算是我的家人, 我也一定要让他们坐牢, 直到天色入夜, 屋子里的视线便暗时, 门外的铁链, 才终于被人晃动了一下,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说实话, 我有些害怕, 对于人类来说, 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未知, 可我很快平静了自己的心绪, 不管开门的是谁, 他们的胆子真的太大了, 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他们领到了自己的牢犯, 门锁晃动了一下, 面前的木门忽然被人用力地打开, 一个高大的汉子出现在了那里, 坏消息是, 他的身材看起来, 既不像是老汉, 也不像是成才, 反而是一个陌生人, 啪, 闭起了双眼, 哟, 醒了吗? 由于光线太强, 我实在看不清他的脸, 你, 我想说点什么, 但却有点害怕, 顿了好久, 那人开口说道, 你不认识老子了, 需要给你介绍介绍, 他的声音又粗又难听, 嗓子里像是吞了沙子, 不, 不必跟我介绍了, 我咽了下口水, 对他说道, 劝你早点停止自己的行为, 我怀疑你拘禁我, 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 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被记录下来, 会形成对你不利的证词, 我真的好蠢, 我太害怕了,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啊? 那男人愣了一下, 然后慢慢走上前来, 我现在正蹲在地上, 感觉有些被动, 于是立刻站起身, 只要能找到一个机会, 我就可以从他身后逃跑, 可让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 那个男人直接飞起一脚, 踢在了我的腹部,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殴打过, 只感觉胃里翻江倒海, 整个人都执不起药, 他将我推倒在地, 用力地踹向我, 我嘴里不断喷吐着酸水, 感觉一时都在远离我, 臭婆娘, 臭婆娘, 他一边踢着, 一边大叫道, 老子, 给了你妈十万, 彩礼都收了, 你这么跟老子讲话的? 神, 虽然我的浑身都在痛, 但这句话, 还是让我浑身一额, 彩礼是什么意思? 他停下手脚, 将手电筒慢慢举了起来, 对准了自己的脸, 灯光从下上, 照出了他那张海人的面庞, 那是一张五十岁满是挫疮的脸, 他是村子里的屠户, 姓马, 小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 他很有钱, 但是人丑, 脾气差, 每天除了喝酒就是打牌, 这么多年来, 没有任何人敢跟他接近,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家人, 收了他的彩礼? 第383章, 时代器物, 我说来爹, 他慢慢蹲下身来, 浑身臭味地靠近了我, 从小我看你, 就是个美人胚子, 谁能想到35岁了, 还没人要, 什么? 你妈都跟我说了, 你脑子有问题, 他笑着撇开自己那张满是黄牙的大嘴, 喷出一股激气难闻的臭味, 你要是听话, 老子就不打你, 否则我每天都来一趟, 直到把你打服了为止, 打, 打服? 我难以想象在当今社会, 还能遇到这样的事, 成为律师十年的时间里, 我也遭受过威胁和软禁, 但没有任何人敢明目张胆地对我动手, 你, 你先听我说吧, 我捂着自己的小福说道, 我脑子没有问题, 不管你给了我家多少钱, 你放我走, 我都双倍还给你, 不可能让你亏钱的, 我甚至可以先给你打个欠条, 还给我? 马图户伸出一只手, 非常猥琐地抬起了我的下巴, 你现在是我婆娘, 我们是两口子了,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还什么还? 不对吧, 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不掺杂颤抖, 两个人结婚是要领证的, 你要是真的想让我当你的婆娘, 咱俩应该去镇上领个证, 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咱俩结婚了, 是吧? 马图户听后沉默了半赏, 露出了难看的笑容, 你果然脑子有病, 他冷笑道, 我找了没人, 也给了你老汉彩礼, 没人和你老汉都答应了, 你凭啥子不答应? 你不是上过大学, 有文化的吗? 书上都说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晓得不? 什么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 我感觉真是太可笑了, 现在到底是哪一年? 我穿越回了古代吗?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时代发展的有些过于迅速了, 这导致在同一代人之间产生出了矛盾的割裂感, 能跟上时代列车的人再变得越来越好, 而上不去车的人却永远留在了过去。 我想起小的时候, 连接打电话都要去村子里唯一的公社, 而长大之后, 带着一个巴掌大的手机就能扫平一切障碍。 而如今在同一个省份中, 人们既能听到爱他就送他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资本营销广告, 又能听到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的诡异古代思想。 只能说, 时代发展的实在太快了,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上时代的步伐被遗弃在了阴暗的角落中。 总之你拿了我的钱, 这辈子就是老子婆娘了。 他捏着我的脸说, 村子里十六七岁的, 长得好乖的女娃才值十万块, 你莫要给脸不要脸。 说实话, 我真的被吓到了,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他不可能让步。 作为村子里有名的恶徒, 如果真的有人愿意把女儿送入虎口, 也不可能五十多岁了还是光棍。 现在他花钱购买了我, 并且不想退货, 那我到底该怎么逃脱? 这个人的力量远在我之上,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是他没有强暴我, 可这是早晚的事。 那这样吧, 我咬着牙说道, 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 只要有人发现我没有回去就会报警, 你让我跟他们报个平安, 总得让人知道我结婚了吧。 杂子病得这么严重, 马屠户的眼中慢慢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老子再讲一次, 我们已经是两口子了, 你是我的婆娘, 晓得不? 你嫁人他们报啥警? 哪有人结婚报警的? 什么两口子?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站在自己的逻辑上无懈可击, 完全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脑子没有病, 我只是不想在这个村子里嫁人, 不想嫁人也是病吗? 马屠户听后叹了口气, 他嘴巴里的味道真的很难闻。 你不想在村子里嫁人, 难道想去城里吗? 城里有什么好? 那里的男人靠得住, 都知道你在城里就是个告状的, 听起来就苦命得很, 以后你不用告状了塞, 家里猪肉免费给你吃, 你给我老马家生娃娃, 我保证不找其他婆娘。 荒谬, 简直太荒谬了, 刚才那是什么? 表白吗? 求爱吗? 我给你猪肉吃, 你给我生娃娃? 这到底是多么荒唐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 他似乎是疯了, 如果我继续反抗的话, 情况可能会不太妙, 我一开始已经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如今不如先答应下来, 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是, 谁家娶婆娘是把人关起来的? 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有什么话, 我们出去再说, 只要你不把我关在这里, 什么我都答应你, 行吗? 本以为我已经提出了最卑微的要求, 可没想到,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一个巴掌又扇在了我的脸上。 啪! 他的手仿佛沾满了猪油, 心骚又黏腻。 你以为我刮吗? 所有从城里买来的人都是你这套说辞, 你以为我会信? 马屠呼骂道, 你等着吧, 上你五天, 到时候让你求助我当我的婆娘。 什么? 他站起身来就要走, 我却把他拦住了。 喂? 你如果不给我食物和水, 在这种天气下不必说五天, 三天我就会死的。 我试图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服他,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婆娘, 所以不能让我死吧? 我要是死了, 你十万块可就白花了。 他冷哼了一声, 五天, 猪都饿不死, 你能饿死? 我是人, 不是动物。 我浑身发抖都捂着脸, 对他说, 你好歹给我点水喝吧, 我很久没喝过水了。 他思索了一会儿, 用很大的力气将我推倒在地, 然后走出门去重新上了锁。 我感觉情况很危险, 这个男人以为我是一头猪, 他真的有可能让我饿死在这里。 让我未曾料想的是, 几分钟之后, 墙壁上的窗子里扔进来了一瓶矿泉水, 外加一个还差一天过期的带装面包。 我仔细看了看矿泉水的瓶盖和面包的包装, 它们都没被开封过,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马图户能够细心到这种程度, 选择在水和食物里下药, 我也只能认栽。 我将瓶装水和面包全都咽下了肚, 感觉自己稍微好过了一些, 可是这个只有五六平方的小房间到底要怎么出去? 我要在这里被困多久? 对了, 小孙, 我忽然想起了小孙,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按理来说, 他在早晨就失去了我的消息, 他会意识到我陷入了危险吗? 不, 这很难讲, 对他来说, 这里是我的老家, 他无论如何也推断不出, 我会被自己的父母卖给一个图户。 他也绝不可能想到, 在成都打一场官司都要两万元代理费起步的张晨泽, 以十万块的高价被卖到了。 第384章, 注定的人生, 已经多少天了? 我看着墙上的刻痕, 不由地露出了苦笑。 二十天, 我被困在这里二十天了, 这三个星期里, 我每天只能拿到一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 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能够存活三天, 没有食物能够存活一周。 可若每天都只有一瓶水和一个面包, 人能撑多久? 由于营养严重失衡, 我的浑身都已经失去了力气。 在这剩下时节, 我被关在了一间极度闷热的小屋里, 这里没有合适的地方让我排线, 所以屋子里恶秀熏天, 无数蛆虫和苍蝇在屋子里徘徊, 更有数不清的蟑螂爬满了墙壁。 真好笑啊, 现在的处境真的让我太想笑了。 我, 平日里家中连灰尘都不能有的一个人, 如今整日与蟑螂为伍。 一开始的几天, 我到处乱跑地躲避他们, 可是这里的面积实在太小, 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 只能任由他们爬满我的全身。 蟑螂的触感柔软, 冰凉, 他们爬过手臂的时候, 痒痒的, 你甚至感受不到他那轻微的重量。 我真的很害怕这种东西, 可我躲不开, 每天我都能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布满了全身, 但我知道, 就在我睡觉的时候, 他们也会靠着我, 在我耳边细细地抹扎着自己的前肢, 他们在夜里跟我说话, 用我的身体取暖, 我可以从头发里随意地掏出蟑螂。 在这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 我没有任何的卫生用品, 只有虫子, 只有数不清的虫子, 可我到底是谁来着? 我是七岁那一年, 每天放学回家就要给全家人做饭的张来地, 还是三十三岁那一年, 出入各大公司都有人派车接送的张晨泽? 我有两段截然相反的人生, 这不正常吧? 其中的某一段, 一定是在做梦吧? 是的, 我一定是义症了, 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 我要当张来地, 我不想死, 我说了, 我真的认输了, 这些人眼里完全没有法律, 他绝对会让我饿死在这里的, 如果我不当张来地, 那我只能是一具尸体, 我是人, 我不是猪, 我不应该每天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吃喝拉撒都混在一起, 我想站起来, 我想抖掉身上的虫子, 我想换上单净一些的衣服, 想洗个澡, 也想吃一颗满是汁水的桃子, 我要做张来地, 之前的我, 到底在触碰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妄想脱离这里, 妄想重新开始另一段生活, 在成都的十年, 真的是我人生中最荒谬的一场梦,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只要能让我离开这间屋子, 无论什么我都能答应, 我愿意当马夫人, 我愿意留在村子里, 我也愿意给他生孩子, 我的人生从出生起, 就注定了应该如此, 只是我一直在做梦般的挣扎, 如果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完全摆脱这些境遇, 那世界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悲惨的人呢? 这对他们来说不公平, 现在我的梦醒了, 我也该回归我本来的人生了, 张王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可那个屠户为什么不来找我了? 不是说只要呃我五天吗? 现在已经二十天了, 幸亏我在屋子里能够分得清黑夜和白天, 也能够隐约听得见远处的声音, 要不然我绝对会疯掉的, 最近的村子是怎么了? 前些日子总是能听到警车的声音, 而且还能隐约听见争吵, 这些天却安静了下来, 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想要求救都做不到, 谁能来救我?可是求救有用吗? 这个村子里大家团结无比, 连口供都会提前对好, 在这种深山里, 哪怕出了人命, 也不见得会有人报警, 一直到了晚上, 屋子里的门终于被打开了, 这扇门二十天以来第二次被打开了, 狗日的, 马图虎美好气地站在那里, 他回头看了看四下无人, 转头将房门关上了,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伸出自己的手,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发现我的手臂都开始干瘪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个狗日的, 到底在城里是做啥的? 他神色慌张地问道, 朗格来了这么多警察, 搞得我好几个礼拜都不敢过来, 放我, 我终于说出了两个字, 几乎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放我走吧, 还放你走呢? 我这才看到他的手中拿了一盏油灯, 他将油灯放在一旁, 伸手就去解自己的腰带, 我的神情有些恍惚,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把你个婆娘关起来都这么麻烦, 看来不能等你服软了, 得先把你办了, 等, 等一下, 我终于反应了过来, 但我的思维现在异常迟钝, 所有想说的话都像是车祸时撞在一起的车辆, 堵在喉咙中一句都说不出来, 他一巴掌将我打倒在地, 伸手就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我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我同意了, 我什么都同意, 但是不要这样碰我, 求你了, 咦? 他吞下我的裤子之后露出鄙夷的眼神, 你这瓜婆娘, 你怎么比猪还脏? 我要崩溃了, 我积攒而下的尊严, 我努力了这么久的坚持, 全都在此刻瓦解, 我到底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 导致我的人生会如此悲惨, 我到底该怎么办? 此时的我, 就像聚尸体, 无论这个浑身恶臭的男人在我身上做什么, 却一点都动不了, 瓜婆娘, 他见到我没有任何反应, 伸手就冲我脸上挥去, 我被打了很多个巴掌, 嘴里全都是血腥的味道, 可我一声都没有坑, 直到他停止了动作, 我才流下了眼泪, 这就是我的人生, 是我从出生那一天, 变注定好的人生, 据说我出生的那一天, 产房当中总共六个婴孩, 其中五个都是男孩, 我老汉和我妈高兴地问大夫, 我们家的是哪个男娃? 当得知唯一的女娃, 才是他们的孩子时, 二人面色阴冷, 扭头便走, 若不是大夫把他们喝住, 我现在连父母都没了, 真的刮了, 马图户站起身, 穿上了裤子, 在我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 却又给了我迎头痛击, 他从口袋中拿出那不知道用了多久的手机, 开始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 录像, 无论是能拍的, 还是不能拍的, 违法, 他又违法了, 可是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在意他为不违法? 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啊, 我又不是律师, 我是张来甸, 在我最无助, 最绝望, 最肮脏的时候, 被他仔仔细细地拍摄了一遍, 现在的我, 连用手挡住自己的脸庞都做不到了, 瓜婆娘, 你不是爱告状的吗? 他将手机翻过来, 在我眼前晃了晃, 你要是敢告状, 我就把这些照片到处发, 晓得没的? 说完这句话, 他往地上吐了口痰, 多当了一句臭死个人便摔门离去, 重新锁上了锁链, 他又走了, 真的不行, 别再把我丢在这里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我好像受伤了, 病了, 也快要饿死了, 别把我扔在这, 我浑身都在痛, 恍惚间感觉有蟑螂爬到了我的脸上, 不要再碰我了, 真的不要再碰我了, 我用尽全身力气伸出一只手, 将脸上的蟑螂拿了下来, 我好想将它捏死在手中, 可是这对它并不公平, 这只蟑螂没有做错任何事, 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情绪而被迫受死, 这样并不公平, 我的遭遇已经足够悲惨了, 没有必要再牵连其他的生命。 第385章 明灯 我和手中的蟑螂注视了半天, 忽然露出了笑容, 我这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 自始至终都追求着公平, 我将公平奉为人生的信条, 可是世界上又有谁替我考虑过? 我握着心中的这感天秤, 面对整个世界, 却时刻在被其他人摇晃清闲, 每个人介绍我时, 都说我是成都有名的女律师,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称获, 我要的是平等, 不是优胆, 我就是律师, 不管是否有名,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是女律师? 我只是想和其他律师一样而已, 我希望他们能看到的是工作能力, 而不是性别, 可是, 这些东西现在都不重要了, 我现在只想喝点水, 也想吃点甜的喝咸的, 我的牙龈一直都在流血, 他们抑制不住, 我可能要死了, 你说, 这个房间里死过人吗? 为什么墙壁上会有这么多划痕呢? 那些划痕不是我刻的, 但却依然清晰, 有谁曾经住在这里吗? 第二天晚上, 马图户又出现了, 这一次他应该是受不了我身上的气味, 特意拉来了一条水管, 在他开门之后, 二话不说就朝着我的身上喷水, 他用手机全程记录下了这个过程, 是的, 我好像一头猪, 我记得他们屠户就是这样拿着水枪, 冲刷猪的身体, 现在的我没有任何的尊严和人格, 只是一头带宰的猪, 能不能杀了我? 他大约冲刷了我十几分钟, 我身上的污垢和泥巴都被洗去了大部分, 虽然我很像一头猪, 但我不得不说现在的感觉比之前舒服多了, 至少我便干净了些, 身为一个人, 至少要保证自己是干净的吧, 我毫无招架之力地躺在地上, 等待着马屠户的灵性, 这荒诞的人生真是太扯了, 我的生活状态和他猪圈里的猪没有任何区别, 不, 准确来说, 养我比养猪便宜, 我每天只需要三块钱的成本就能活, 可猪不行, 猪要养得白白胖胖才能卖钱, 可我不需要, 我只要还剩一口气, 还是一个活着的女人, 对她来说, 我就还有用, 马屠户趴在我身上喘着粗气的时候, 我用尽全身力气说了一句话, 我什么都能答应, 能不能放了我, 放了你, 指定是不行了, 他喘着粗气回答说, 至少得先关你个几年, 等那些警察找不到你了再说, 几年, 是我听错了吗,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吧, 我只在这里待了二十天, 就已经要死了, 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年, 我会死的, 我连眼泪都流不出了, 只有声音在哽咽, 你把我丢在这里, 我会死的, 你不是要我当你婆娘吗, 我要死了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是我婆娘了, 他用力的说道, 死了不要紧, 死之前给老子生个娃娃, 生了男娃娃就让你死, 这样的人生, 和我二十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我答应, 我答应你生娃娃, 我哭嚎着说, 能不能让我出去, 别做梦了, 你生了娃娃, 我就带你出去, 看着他自顾自的做着龌龊之事, 我感觉彻底绝望了, 他真的想让我死, 我慢慢搂住了他的脖子, 用力张开了自己的嘴, 趁他忘乎所以的时候, 直接咬在了他的动脉上, 我想杀了他, 可我高估了自己, 我一点力气都没了, 我只是咬疼了他, 留下了深深的牙医, 我甚至感觉到了我的牙齿在松动, 可依然咬不破他的喉咙, 他也哀嚎了一声站起身来, 随后开始对我拳打脚踢, 我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脚一直都在踢向我的腹部, 可我根本挡不住, 我绝对会受伤的, 在这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我的内脏和骨头都会受伤, 他们会加剧我的死亡, 第二天, 我连爬也爬不起来了, 只能艰难地在地上挪动着, 我一直都在咳血, 昨天, 马图户将这里的地面上洒满了水, 可是这里并没有排水口, 地上的各种排泄物活泥垢混合在水里面, 泡着发霉的干草, 在七月份的夏天, 洋溢出了令人崩溃的味道, 而我呢? 我站不起来, 我在污水里游泳, 所有的污垢都在我身上沾满, 现在的我, 就是一头在泥塘里打滚的猪, 我在污水中不断摸索, 寻找着我今天的水和饭, 来爹, 以后你要是去了城里, 第一时间去派出所改个名字吧, 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那是我的启明灯, 我的老师, 他和村子中所有女孩的名字都不一样, 他不叫来爹, 朝帝, 叛帝, 也不叫二妮, 三妮, 他叫宁婉, 那一年的我和他, 正站在村头的湖水前, 看着日出, 为什么? 我问道, 虽然你很优秀, 但是这个名字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 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希望你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要一辈子都被困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人生, 那时候得我不明所以, 我升来低人一等, 居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可我, 要叫什么名字呢? 你喜欢就好, 名字是用来祝福自己一生的, 而不是用来祝福别人的一生, 老师咳嗽了几声继续说道, 我希望你能如同这清晨的湖泊一样, 别人受于你一丝温暖, 你便反射出耀眼的阳光, 就算你的底部黑暗寒冷, 但也要报仪, 这个世界如涟漪般的温柔, 那时的我根本听不懂老师的话, 只是见到他日渐憔悴, 清晨的湖泊, 现在想想, 他那时定然是病了, 他还好吗? 他痊愈了吗? 他有没有健康地活到现在呢? 小时候的我, 居然从未想过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 导致这么多年过去, 始终也寻不到他, 来弟, 我听过一个传说, 老师看着湖面, 淡然地对我笑道, 这世上所有的东西死了之后, 都会以其他的形式活下去, 那是什么意思? 假如有一天我死了, 那我可能会变成一株草, 一棵树, 一只飞鸟, 或是一只草虫, 我感觉老师说的话很深奥, 但却感觉很有趣,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会死吗? 他们如果死了, 就会变成其他的东西, 以另外一种形式, 永远活在这世界上, 这听起来好像很公平, 我希望老师永远都不要死, 我对他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世上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我看着他当时的眼睛, 感觉他好像想哭, 老师, 就算你要变成飞鸟, 草虫, 或者是一块石头, 我都不想让你死, 那老师知道了, 他笑道, 宁老师说他三天后就要离开了, 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见了, 想必有什么事情着急, 提前回到了城里吧。 第386章, 不公平, 没想到快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不管当时的宁老师去了哪里, 我却要死了, 我会变成什么? 这附近除了蟑螂, 就是虫子, 我会变成虫子吗? 不, 我不想, 我讨厌虫子, 我感觉要睡不去了, 可我还差一米就能拿到那瓶水, 让我喝一口吧, 我真的好渴, 门外传来了巨大的嘈杂响声, 可我的眼里却只有那瓶水, 光芒, 门被一脚踢开, 我听到有人跑了进来, 张姐, 什么张姐不张姐的, 现在谁都别碰我, 我只想喝水, 我感觉自己被人浮了起来, 浑身传来巨大的痛感, 别碰我, 现在谁都别碰我, 张姐, 那个人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短短两个字去破了音, 我艰难地扭过头, 看向眼前这个人, 他是谁, 好像是小孙, 但是小孙部长这个样子, 这个人胡子拉叉, 双眼通红, 头发蓬弯无比, 衣服上全是褶皱, 看起来和我一样, 二十多天没洗过澡了, 他怎么可能是小孙, 我, 我现在就报警, 他大喊道, 别, 我听到报警二字, 才终于反应过来了眼前的情况, 慢慢拉住了眼前男人的手, 别报警, 我说道, 带我走, 带我走就行, 啊, 眼前的男人一愣, 随后皱了皱眉头, 张姐你,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千万别报警, 求你了, 在睁开眼时, 我看到了纯白色的天花板,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只是感觉自己躺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我可能到了天堂, 隐约中, 我忽然感觉有人摸索我的手臂, 我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随即抽回了手, 我感觉自己好像恢复了一些力气, 只不过我的皮肤依然干扁, 啊,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孩吓了一跳, 张女士, 您, 您醒了, 请不要乱动, 我正在给你输液, 不要碰我, 我大叫一声, 谁都不要再碰我了, 眼前的护士似乎是吓坏了, 不受控制地后退了半步, 张姐, 一男一女推门进来, 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衣声穿着的人, 我这才认出来, 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小孙, 他变得好沧桑, 仿佛老了十岁, 而另一个姑娘是满脸担忧的萌萌, 她的蜜月结束了吗? 我, 是不是给她添麻烦了? 张姐, 你终于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小孙有些担忧地问道, 腹部疼不疼, 头晕吗? 说完她, 便要伸手拉住我的胳膊, 被我万分惊恐地躲开了, 不行, 我不能被小孙触碰到, 我实在是太肮脏了, 别碰我, 我说到, 谁都不能碰我, 张姐, 小孙的一双眼睛瞪得通红, 没事的, 现在没事了, 你很安全, 我们在这里陪着你, 谁都不会再来伤害你了, 不, 我永远都不会安全, 我有些失神地摇着头, 你们都走, 谁都不要看我, 谁也不能碰我, 可是, 医生要给你输液的, 你现在有些营养不良, 小孙语气十分温柔地轻声说道, 等你稍微恢复一些了, 我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甜点, 好不好, 小孙的语气越是温柔, 我的心就越痛, 本来点起脚尖, 拼尽全力可能触碰到的幸福, 现在的我再也不可能碰到了, 是啊是啊, 萌萌眼含着泪在我眼前蹲下, 张姐,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桃子, 但你现在还不能吃, 你乖乖听医生的话好不好, 我还给你约了成都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到时候你们见一面吧, 见到我的样子, 那个医生穿着的人慢慢往前走了一步, 低声对我说道, 张女士, 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 也理解你, 不想让任何人触碰你, 可是现在是在给你医治病情, 不如你做个让步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碰你, 但是紧要关头和医疗场合除外, 否则你的情况会更加危险, 紧要关头和医疗场合, 是的, 除了紧要关头和医疗场合之外, 谁都不可以碰我, 我慢慢地躺了下来, 让头部尽量地和枕头贴合, 这感觉真的很舒服, 张姐, 小孙坐在我旁边, 他似乎想拉我的手, 但很久都没有动, 这些日子里, 我一直都在找你, 对不起, 我太笨了, 我没有想到, 你离家这么近, 没关系, 我苦笑着说, 小孙, 不必说你, 连我都没想到我亲生父母, 会做出这种事来, 很快, 护士给我输了夜, 和医生一起走出了屋子, 看到他们离开, 小孙拖了拖自己的凳子, 离我更近了, 萌萌也很时序地站到门边, 从窗口盯着门外过往的行人, 我从没见过他, 露出这副表情, 张姐, 他皱着眉头说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报警, 我不知道, 你当时的思绪是否混乱了, 但那个男人, 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已经把那个男人, 留在你身体里的液体采样了, 如果你有需要, 我们立刻, 就可以让他坐牢, 不管他有什么把柄都没关系, 我可以找关系迅速出警, 他没有时间反应的, 让马途护坐牢, 不, 我不想这么做, 我长舒了一口气, 看着小孙的眼睛, 十分认真地说道, 小孙, 你知道吗, 在我们村子里, 给过彩礼, 父母点头, 我们就已经算是夫妻了, 之前有人被拐卖到我们村子里, 在村支书的调节下, 那个女孩只是补了一张结婚证, 便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什么, 小孙明显愣住了, 张姐你在说什么, 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 你没和山里的人打过官司吧, 我苦笑着说, 很多时候当地的民情也是重要的宣判依据, 我的父母收了他的彩礼, 在习俗上我们就是夫妻了, 就算这是不合法的, 却依然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你是说, 小孙, 我考考你, 我慢慢地转头望向他, 那个男人犯了什么罪, 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 人口贩卖, 强奸, 小孙脱口而出, 现在人口贩卖已经很难成立了, 就算剩下三个罪名全部坐实, 这个人数罪并罚的话, 最高可以怎么判, 小孙听后慢慢眯起了眼睛, 非法拘禁二十天, 故意伤害, 强奸, 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情节严重的话, 一般是无期徒刑, 情况非常恶劣的话, 能判死缓, 我再问你, 无期徒刑需要做多久的牢, 表现得好, 最长二十二年左右, 那死缓又是怎么判, 死缓, 小孙默默低下了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我都知道, 死缓死不了, 所以我不能让他坐牢, 我说道, 他如果在牢中安稳度日, 这对我来说不公平, 第三百八十七章, 天堂, 听完我的话, 小孙明显愣住了, 张剑, 你要做什么, 他有些发愣地说道, 你马上停止自己的想法, 你不能为了那个人渣, 毁掉自己的一生啊, 是, 我正在毁掉我自己的人生, 可我的人生, 并不是现在才开始毁灭的, 我一脸绝望地对小孙说道, 所以这件事不需要你参与, 我自己来就好, 什么, 我赌上我自己的一切, 就算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也绝不后悔, 我绝不能让他坐牢, 我要让他死, 小孙听后沉默了很久, 从喉咙中挤出一句话, 张剑, 我说过了, 不管做什么事, 我都想要和你一起, 你安稳度日, 我便也安稳如日, 你铤而走险, 那我也, 别傻了, 我有些绝望地看着他, 你还不明白吗, 我是个怪物, 你哪里是个怪物, 小孙也有些着急了, 你就是正在奋斗的人而已, 张剑, 你不要把这一切遭遇, 都当是自己的错啊, 你根本不明白,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此生已经不配拥有爱情了, 我是个肮脏无比的女人啊, 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闪过脑海, 让我整个人都眩晕了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小孙瞪起眼睛, 非常认真地看着我, 姐, 那个男人强暴你, 肮脏无比的人应该是他才对吧, 应该是他受人唾骂, 受人指责, 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什么是你, 你只是受害者啊, 受害者有罪吗? 呵, 是的, 我是受害者, 可是在这个社会中, 又有几个人会愿意真心接受一个被强暴过的女人, 有几个人会不戴有色眼镜的看待被强暴过的女人, 我是不是受害者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身为张来地的原罪, 怪不得任何人,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我和小孙的结合会遭受无数人异样的目光, 对他不公平, 他是了年轻有为, 长相帅气, 性格温柔阳光的律师, 结果却找了一个阴险狠毒, 性格阴沉, 被强暴过的老女人, 可笑, 太可笑了, 我如果是个路人, 也一定会看不起她的, 她太好了, 她太耀眼了, 而我是什么? 我是一个彻底成长起来, 内心冰冷无比, 阳光照到, 我都不会有任何连一的怪物, 张姐, 虽然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很不合适宜, 但是我早就决定好了, 想要陪你走完人生剩下的路, 小孙眼中含着泪水, 苦笑着说道, 如果你做出危险的决定, 也会陪你走, 就算我的人生只剩很短的时间, 你也要和我一起吗? 我冷冷地问道, 是, 如果你要杀人, 那么我也陪你去, 她说道, 我们一起被宣判,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我盯着小孙的眼睛看了两久, 慢慢低下了头, 为什么呢? 有一种无助感在我的周身徘徊, 我想去亲手杀了性马的屠户, 可我不能连累小孙, 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这对他不公平, 小孙,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我问道, 你永远都不可能理解我的人生, 又要怎么陪我走完? 张姐,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很多年, 我了解你, 小孙说, 你只是想被别人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而已, 这样的要求真的不高, 不管你以前遭遇过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 我都会加倍给你补偿回来, 让你, 让我们来这世上走一走, 都不曾留下任何遗憾, 我坐在床上, 全起了身体, 把头埋在膝盖里,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人可以无条件地对我释放一切恶意, 上天, 你到底是想要折磨我, 还是想要拯救我? 为什么一次次地给我搭起希望的堡垒, 然后又让他一次次地倒塌? 我想不通, 我只知道不能连累小孙, 这对他来讲并不公平, 我不去了, 我摇摇头说, 我放弃了, 我不希望你有事, 真的, 小孙喜出望外地看着我, 张姐, 你想通了? 嗯,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报警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安心调养身体, 律师事务所大小事务全油萌萌打理, 而小孙则全权接手了起诉马图户的案子, 由于证据确凿, 性质恶劣, 警方很快开展了行动, 他们趁夜色破开了马图户的家门, 将他直接缉拿归案, 他手机里储存的那些有关我的照片, 也全都交由我处理, 我不想再看, 只能忍着恶心将他们全都删除了, 是的, 如果我愿意走法律途径, 一切都会这么顺利, 这些日子里, 小孙替我忙前忙后, 让我有些心疼, 当我提出要给他律师代理费时, 被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他说他不是在打官司, 只是在帮朋友一个忙, 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同样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盏明灯, 除了宁瓦尔老师之外,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图回报的对我报以善意, 他理解我的一切感受, 照顾我的一切想法, 他把我当作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虚幻了, 我时常都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拥有一个这么好的人, 两个月以后, 我第一次以女朋友的身份去到了小孙家里, 正式会见了她的父母和妹妹, 不, 我不该称她为小孙了, 她是我的男朋友, 孙佳琪, 佳琪的父母和我印象中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得知我是她的女朋友后, 十分高兴地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她的妹妹也非常喜欢我这个嫂嫂, 一直都在拉着我的手臂跟我摆龙门阵, 看着她拉住我的手, 我感觉身上有些不自在,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还是不习惯有人碰我, 就算对方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子, 她拉住嫂嫂, 嫂嫂怎么吃东西啊, 我不管妹妹撒娇地说道, 我终于有嫂嫂了, 我要将哥哥小时候的糗事全都告诉嫂嫂, 这种家庭氛围简直如同天堂。 第388章, 永无宁日, 佳琪的父母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的年纪, 只是一直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佳琪的缺点, 让我多多包涵, 我一直笑着答应, 感觉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 本以为会是一场让我难堪的聚会, 可是难堪的人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佳琪, 让我不由地笑出声来。 父母数落着佳琪的缺点, 妹妹吐槽着佳琪的糗事, 让我第一次在佳琪的脸上看到了窘迫的表情, 今天便是我新人生的开始。 陈泽, 五天之后, 周杰伦要来成都, 上一次人嫌棋的演唱会没能和你一起, 这次要一起去看吗? 佳琪问道, 嗯, 有时间的话, 当然好啊, 叮铃铃, 佳琪的手机响了起来, 备注是青阳区公安局。 喂? 佳琪一脸笑容地坐到了我身边, 拿起电话接听了起来。 是, 我是孙律师, 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了闷闷的声音, 虽然我离佳琪很近, 但却听不真切。 啥子? 行, 我知道了, 我明天一早去找你们, 这两个案子, 尽量合在一起吧。 佳琪的笑容慢慢沉了下去, 是的, 我明白, 虽然听那个女孩惋惜, 但也能彻底惩治坏人了。 佳琪挂断了电话表情有些惆怅, 几秒钟之后, 他扭头对我使了十眼色, 我和他来到阳台, 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陈泽, 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 但因为和你有关, 不得不告诉你。 佳琪笑着对我说道, 什么? 警方调查发现, 那个马图户的后院里, 埋着一具女尸, 被被发现是很多年前失踪的女大学生。 女大, 学生? 听到这四个字, 我的声音略微颤抖了一下。 我们村子里, 很少出现女大学生。 是啊, 佳琪拿出一只烟雕在了嘴上, 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 总之, 现在给那个马图户判死刑,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明天我去警方那里看一下具体情况, 据说在他后院里, 都埋了十几年了, 我感觉自己的头很晕。 佳琪啊, 那个女, 女大学生, 叫什么名字? 我问道, 名字刚才好像有听到, 但我没记住, 听说是去支教的。 小孙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怎么了? 陈泽, 你认识那个女孩, 持教的女大学生啊, 我怎么能不认识, 她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灯。 在这盏灯光的照耀下, 我成功地离开了村子, 用我的余生不断地奔向更好的生活。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盏照耀我前行的明灯, 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么多年以来, 她被埋在马图户的后院中, 她该有多么害怕, 多么绝望, 我的身上渐渐开始发抖。 在马图户的那间小屋子里, 我看到了满墙的划痕, 那些划痕明显有些年头了。 原来是这样吗? 宁娃儿老师, 你在某一个时空中, 曾经和我一样的绝望吗? 不, 你比我更加绝望, 因为你知道,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人来救你。 你也知道自己, 永远也不可能从这个村子中逃脱, 你只能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死亡, 你只能永远留在那里。 我的灯塔, 我此生的明灯, 一个给了我全部希望的女人, 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 和朱一样, 绝望地死在了那个狭小的房间中。 佳琪, 我感觉很不好, 我的双眼红肿一片, 感觉整个人的天空都塌了, 我可能要失态了, 我想先回家。 陈泽, 你有事的话可以跟我说的。 小孙盯着我的双眼说道,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替你解决。 解决? 可悲的是, 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解决了。 宁娃儿老师死了, 现在马图户也要偿命, 这件事从各个方面来看, 不都已经解决了吗? 可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绝望呢? 冰, 我许久未曾想起的手机忽然之间收到了微信, 是成才的消息。 哟, 我刚才打电话给警察, 他们说你醒了? 真是稀奇啊, 八百年不联系的成才居然主动和我说话, 但是没关系, 这些人已经影响不了我了, 我现在就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 我叹了口气, 直接向左滑了一下屏幕, 准备将对话删掉的时候, 又收到了信息。 我略微一迟疑, 还是打开看了看, 你男朋友知道你这非样子吗? 接下来是一张成才和马图户的聊天记录截图。 马图户被城里人调教过的婆娘就是骚啊, 给你看看, 接下来就是我的照片。 我那些本以为从世界上抹除掉的照片, 现在一张一张的出现在了眼前。 后面更是有几段视频, 将我所有的尊严都踩在了脚下。 我好像真的逃不过这个村子, 逃不过这个痴人的村子。 你们能不能放了我? 你们能不能当作从来都没有见过我? 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不行吗? 陈泽, 你怎么了? 家琪有些疑惑地问道, 谁给你发的信息? 我。 她正要探头过来, 我却立刻将手机锁屏揣到了口袋中, 慌乱中我甚至撞到了自己的手肘, 但我却没有感受到疼痛。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不想让家琪看到我这副样子, 就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到, 也绝对不能让家琪看到。 啊, 家琪看到我慌张地收起了手机并没有生气, 只是面色有些尴尬。 对不起陈泽, 我不是有意窥探你的隐私。 啊不, 不是, 我有些慌张地摆了摆手。 自从确立了关系, 小孙每次接打电话的时候都会坐在我身边, 他或许是为了给我安全感, 也或许是为了让我放心, 总是会不经意间做出这种举动。 他对我从不隐瞒, 可这次我却慌忙地收起了手机, 这对他来说并不公平。 家琪,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根本没想好该怎么解释, 只是有些想哭, 也想痛骂这个事件。 可我不能哭。 我若哭了, 家琪会担心。 明明是我自己的问题, 却硬要牵连别人, 这样不对。 所以, 此刻的最优选择, 应该是我默默地回到家,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就和十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我知道, 我知道, 家琪认真地点了点头, 陈泽, 没关系,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 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等着。 那一天的我,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不记得, 我是怎么离开家琪家的。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正站在家里的客厅中, 看着自己的手机出神。 陈泽来电话了, 如果不把这件事解决, 我的人生将永无宁日。 我从抽屉中拿出录音笔, 又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 按下免提, 接起了电话。 第389章, 从未正确过, 说, 狗日的张来地, 你瞎了, 没看到老子的信息。 陈泽骂道, 我看到了, 我回答道, 你给我发这些东西做什么? 我给你看看你的骚样子。 陈泽讥笑道, 怎么样, 你不是耍朋友了吗? 他要是看到, 会咋想来? 直接说你的目的吧。 我开门见山地问, 张来地, 你莫要跟老子兄, 老子要钱。 陈泽说道, 二百万零三千, 你打到我卡上, 要不然你完咯? 二百万, 你这属于敲诈吧? 我说道, 敲诈咋了吗? 老子就算是诈骗, 又咋了吗? 陈泽冷哼一声, 你不给钱, 我没有那么多。 我低头看了看录音笔, 二百万我给不起, 问你男朋友要塞。 陈泽大喊一声, 你没的, 他还没的。 我终于冷笑一声, 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你要二百万就要二百万, 为什么是二百万零三千? 老子好心赛, 陈泽听起来非常高兴, 老子把你的照片拿去彩音咯, 花了三千块钱赛。 这是你的照片啊, 老子让你出名, 你得报销的嘛。 是? 我微微一正, 未曾想到居然是这个答案。 陈泽你? 张来地, 你放心的嘛, 这三千张照片都在我床底下, 你要是给钱就算咯, 你要是不给钱的话, 老子可就要去成都街上张贴咯。 听到这里, 我看了看窗外漆黑的月色, 然后面色冰冷的将手机的录音功能关闭, 然后又关闭了录音笔。 接下来的话, 便不需要再录了。 陈泽, 你这样不好的? 我语气温柔地说道, 你先不要激动, 给姐姐点时间, 让我去筹钱, 好不好? 当然好塞。 陈泽笑道, 你筹好了钱, 直接给我打过来吗? 不, 我摇摇头, 陈泽, 这么大一笔钱直接转入你的银行卡, 会引起警察关注的。 啥子? 我是律师。 我说道, 爸妈不晓得啥是律师, 你该晓得吧? 我懂法律的, 一下子转入二百万警察会管的哦。 陈泽问道, 是的, 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想想, 你连工作都没的, 哪里能赚来二百万? 警察问你不得, 到时候你咋说吗? 陈泽犹豫了起来, 那你说宰个办吗? 我给你现金赛。 现金? 我答应道, 由于法律规定, 一次性取二百万也不行, 所以我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吗? 我得分五天取。 是缩? 陈泽思索了一下, 然后说道, 张来弟, 我警告你别耍花招, 五天之后你把二百万送家里来。 好, 但我也得和你提前说好。 你要是将我的照片泄露出去, 我可就不给你钱了。 啥子? 陈泽一愣, 张来弟你是不是疯了? 你以为二百万就算结束了? 二百万是给你个警告, 以后你要是不听话, 这些照片指不定会出现在哪里? 你晓得没的? 是吗? 我的眼神越发的冰冷, 感觉在我脑海中紧绷的最后一根弦也断了。 你张口就二百万, 却只是个警告吗? 那咋子了? 我也算是讲道理的, 这些图现在就家里人看过, 可你以后要是不听话, 那可真讲不准了。 家里人看过, 我慢慢地低下头, 将电话紧紧地靠在耳边。 那他们怎么说? 我婆娘不爱看, 老哈儿爱看塞, 她屋里已经贴上了。 之前你走了, 你不晓得吗? 老汉屋子里贴的一直都是十多年前那个女大学生的照片挖, 都吊晒了, 这次终于换上新的咯。 我只感觉自己心里咯噔一声响, 甚至连头发都要立起来了。 成才仿佛在跟我讲笑话一般地说道, 去过城里的女人真是不一样, 皮肤白白净净的, 还是妈妈说得好, 早知道你狗日的这么放荡, 应该再多加两万块钱的, 真是便宜了老马。 哈哈, 哈哈哈哈, 确实很好笑, 我咬着牙, 咧着嘴, 流着泪, 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拍下这些照片吗? 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活成现在这幅模样吗? 现在马图户已经被解决了, 只剩我的家人没有被解决, 他们为什么还不死呢? 真的是太好笑了。 成才, 你放心, 我五天后就回家, 将所有的钱都给你。 我依然笑着说道, 哈哈, 你听话就行了塞, 咱们是亲姐弟啊, 我能害你不得? 是, 挂断他的电话, 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太好了, 我的苦难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在屋子里坐着, 连一丝睡意都没有。 我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 看着午夜街头的车流, 这世界这么大, 却没有一方净土, 能够容得下我。 第二天开始, 我把孙家琪约到了家里, 这是确立关系之后, 我第一次让他来到我的家。 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只有五天了, 在这几天里, 我不想给他留下任何遗憾。 陈泽, 小孙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今天这么早就叫我过来, 你不需要再休息休息吗? 不需要。 我笑着说道, 家琪, 你有什么愿望吗? 愿望? 他眨了眨眼, 表情有些警惕, 怎么忽然这么问?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有没有什么想和我做的事? 如果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 你有没有什么未了的愿望? 我慢慢地松动着自己的依寇。 虽然我知道, 我已经肮脏不堪了, 但家琪毕竟是个男人, 他有自己的需求。 我不能因为我心理上排斥, 让他连碰都不能碰我, 这对他不公平。 我流着泪, 不断地解开自己的依寇, 感觉要跨过这个难关, 真的好痛苦。 陈泽, 家琪止住了, 我正在解开依寇的手, 一脸悲伤地说道, 如果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 第390章 复仇开始 听到家琪说的话,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到底, 到底在做什么? 我曾在这个世界上最阴暗的角落, 跟一个最不想要待在一起的人说我什么都愿意, 也曾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喜欢我的人面前, 露出我最不想露出的样子。 我真的好难过, 家琪对我越好, 我就越想要逃离, 我根本不该再拖累他。 陈泽, 你到底怎么了? 家琪将我的衣服重新剔好, 然后捋了捋我的头发, 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需要我来帮你解决吗? 我? 我知道, 只要这件事说出来, 那就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家琪无论如何都会被牵连其中。 就算是我自己要杀掉那一家三口, 家琪也成了知情不报的共犯。 没事, 我只能摇了摇头, 将所有的过我埋在心中, 就和以前的每一天一样。 刑法第274条, 敲诈勒索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金额巨大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成财若是坐几年牢,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在他出狱之后, 等待我的将是永恒的地狱。 家琪看了我半天, 慢慢露出了一丝苦笑。 陈泽, 我看过一个有趣的问题, 让我问问你。 嗯, 我回过神来点点头, 如果给你一千万的话, 你想要吗? 什么? 我有点没懂, 假如现在有人要给你一千万, 你选择要还是不要? 家琪重复道, 如果有人白送我, 那我当然会要。 我呆呆地望向他。 小孙笑着点了点头, 那假如给你一千万之后, 你会在明天天亮时就死去, 你还会要吗? 我, 我苦笑着叹了口气, 那我肯定不要呀。 也就是说, 在你眼中, 明天早上能醒来, 比一千万更加重要。 小孙扶着我的肩膀, 认真地说道, 所以每天醒来, 我们都要告诉自己, 这是比一千万更加珍贵的一天, 我们绝对不能辜负。 什么? 陈泽, 你每一天能够醒来, 对我来说比很多个一千万都重要。 小孙依然露出那副坚毅而清澈的表情, 我们的未来还有很久,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的走下去吧。 他将我的扣子一颗一颗系好, 然后摸了摸我的头,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 因为我不想只当你的男朋友, 我想成为你真正的另一半。 哼, 我的人生, 我悲惨的人生, 真是一步错, 步步错。 若我能再早一些接受佳琪的爱意, 或许我的整个人生都会不同了。 若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这样爱我, 我完全可以舍弃那缥缈的亲情, 不对那些血缘上的家人抱有任何幻想。 我不可能天真的回到家里, 以姐姐的身份给弟弟送上红包, 我也不可能天真的以为离家二十年, 他们对我的敌意会减少一些。 不可能以为离家二十年, 家乡的变化会大一些。 我也永远不可能被关在那个阴暗的房间中, 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只是一个固执的普通人, 我在做出每个选择的时候, 永远都想不到自己的结局。 所以这都是我活该, 怪不得任何人。 别再对我好了, 我不想再有任何希望了, 因为我即将自灭满门, 变成这个世上当之无愧的恶魔。 接下来的几天, 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的, 和家妻待一起, 只等待那天的来临。 第五天清晨时, 我打开家里的空调和电视, 然后下楼将自己车子上的行车记录仪拔掉电源线, 关闭了手机的定位功能, 然后在网上联系到了价格最高的黄牛, 但我并没有和他们打电话, 坚持要跟对方发微信沟通。 花了一万八千块后, 我从黄牛手中顺利购买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那场门票, 然后又问他买了一些周杰伦的应援周边, 花了二百块。 我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 屏蔽了成才之后, 配文好激动。 看到有人开始点赞, 我将票根上写着请勿泄露的二维码, 匿名发到了周杰伦的贴吧中, 这张票也会被消耗掉。 接着我又联系到了之前, 让我帮忙打官司的几个灰色地带的人物, 让他们不动声色地给我购买了一些杀人放火的必备品, 并且给了高额的封口费。 最后一步便是去街边的文艺店, 打印两张蓝色背景的数字, 用来贴在车牌上改变车牌号。 我不需要将所有的号码都变掉, 只需要两个数字, 我的车就不再是我的车了。 准备好了一切, 我迎着朝阳开车往家走去。 我没有走任何一条高速和国道, 尽可能地从各个村子里的小道穿行, 虽然车牌号已经改变了, 但我依然要尽量避开摄像头。 在傍晚的时候, 我盘旋完了最后的一段山路, 将车子停在了村口不引人瞩目的地方, 然后打开手机打车软件, 叫了一辆从自己家楼下到周杰伦演唱会现场的车。 几分钟之后, 司机师傅打来了电话, 喂? 美女, 我到了呀, 你在哪嘞? 师傅, 我不上车了, 你直接开到目的地, 软件显示形成开始, 我将手机锁屏, 开启静音, 放到了口袋中, 随后拿着手提包向村中走去。 我选择了最不引人瞩目的小路, 一路上避开所有人的目光, 来到了我的家。 我将手提包藏在门口的水缸旁, 伸手敲了敲门, 他们似乎正在看电视, 一家人哈哈大笑着, 隔了很久才来开门。 张来地? 成才开门之后, 就露出了喜出望外的笑容, 你回来了? 嗯, 让我进去吧。 我笑着对她说道, 我想跟你们聊聊天。 妈妈呀, 张来地回来了, 成才叫道, 狗日的, 那个女人本来还在乐呵呵地看着电视, 听到成才说话之后, 立刻大骂着走出了屋子。 你狗日的还回来? 你干了啥子? 警察怎么把老马带走了? 他挪动着臃肿的身躯, 三两步来到了我的眼前, 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骂道, 村子里都说你客服, 你狗日的到底干啥子了? 哎, 算了, 算了, 我老汉笑眯眯地拉住了那个女人, 不容易回来吗? 你莫要骂人赛? 看到老汉洋溢的笑脸, 我也微笑着朝她走去, 然后将她推开, 走进了她身后的房间中。 这个其乐融融的房间中, 贴满了我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上我都在哭, 可他们刚刚却在这里笑。 是啊, 以前我不太懂老汉, 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笑? 现在我懂了, 她每次打量我的身体, 都会露出这种笑容。 我那心静的弟妹, 此刻正拿着我的照片, 接着瓜子壳, 她一直都在看着电视笑, 连看都没曾看过我一眼。 弟妹, 我叫道, 哈哈, 她笑着吐着瓜子壳, 然后斜眼看了我一眼。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并不想对这个姑娘下手, 因为她有可能有着和我一样的遭遇。 还不等我说上下一句话, 她将手中的瓜子壳递到了我的眼前。 喂, 给我丢了。 第391章, 自灭满门。 我看着那堆用我照片包裹起来的瓜子壳, 总感觉事情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 我接过那张纸, 然后笑着问道, 弟妹, 见过两次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姚金豆。 她说道, 你要杂子。 金豆啊, 我点点头, 这名字好, 给我去把瓜子壳丢了, 我还要吃。 弟妹想了想又说道, 对了, 你把钱带回来没的? 我, 我皱了皱眉头, 这个女孩确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同, 她敢不带回来吗? 成才从身后走了过来, 张来地, 你看到这个屋子里的照片了吗? 我床底下还有很多呢? 真是不错啊, 我环视了一下屋子, 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然后低下头对弟妹说道, 弟妹, 你明明也是个女人, 坐在这种房间里开怀大笑, 不觉得有些别扭吗? 别扭, 我别扭啥子? 金豆露出了一丝激笑, 狗日的, 拍的是你又不是我。 你如果没去过城里, 早点嫁给老马, 现在还有这些是没的。 是哦, 我顿了顿, 也就是说, 因为我去过城里, 所以才被你们看不起吗? 城里女人就是浪塞, 金豆伸了个懒腰说道, 你愿意去城里被人睡觉挣钱, 我不愿意塞, 这句话有点意思, 原来不去城里的人被是做忠贞, 去过城里的人都放荡吗? 你们在为自己的懒惰和无能找什么借口? 哎呀, 好了, 好了, 老汉又笑眯眯的走了过来, 莫要吵了, 来弟, 你弟妹说的也没有错塞, 老马被抓了不要紧, 你在家里多喝点牛奶, 村里还有很多没结婚的男人, 等你的奶大了, 老汉再给你挑一家吗? 是塞, 我妈妈说道, 二婚了, 这次不好卖了, 能卖到五万块钱就烧包厢了, 哈哈, 我真的好想笑啊, 张来弟, 倒快点嘛, 城才问道, 钱呢? 二百万零三千呢? 为了结婚, 我还出去借了高利贷塞, 现在就指望着你这二百万还钱呢, 啊, 你们甚至连高利贷的钱都放在心上, 却从来没想过我能不能活下去, 我去拿, 我回过神说道, 我放在外面, 外面? 城才一愣, 啥子? 让人拿走了怎么办? 不会的, 我藏起来了, 你等我一会儿, 我现在去给你拿, 我笑着推开了城才, 我和你一起啊, 不, 我想给你个惊喜, 众人棱在原地, 看我走出了屋子, 我来到屋门口, 将当才打车的车废负了, 然后收起手机, 低下头在手提袋里摸索了一会, 随即面色一冷, 抬头说道, 有点沉啊, 城才, 出来帮我拿一下, 啥子? 来了来了, 城才高兴地喊道, 我手中拿着一把多用锤站在门口, 等那个身影走出来, 狠狠地一锤抡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城才连一声都没坑, 直接倒了下去, 我蹲下身, 他的眼神开始迷离, 居然还在看我, 我从地上随手抓起了一把沙子, 用大拇指慢慢揉到了他的眼睛中, 一直揉到自己的大拇指沾满鲜血, 你喜欢看, 那我就让你看, 你这个吸血的恶魔, 故意伤害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看到城才倒在了血泊中, 我的身上慢慢开始发抖了, 是害怕吗? 不是, 非常兴奋, 我拿着法律的天诚奋斗半生, 却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兴奋, 我用尽全身力气拉着城才向旁边挪了挪, 随后俯身从背包中拿出了一个压缩罐, 然后又戴上了口罩, 老哈, 我压抑着颤抖的声音又叫道, 城才有些拿不动了, 你也来帮一下忙吧, 钱实在是太多了, 哦, 来哥来了, 看到老汉露脸, 我立刻将压缩罐对准了他的脸盘了过去, 他整个人一猛, 随后身体摇晃了一下, 只可惜这不是防狼喷雾, 而是影迷, 趁着他神情恍惚间, 我拿起锤子敲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一下子力气很大, 将他敲的原地转了半圈, 看到他背对我, 我再次拿起锤子敲向了他的后脑勺, 老汉重了一辈子地, 比我强壮得多, 如果不能让他失去意识, 我肯定会陷入危险, 只不过这一下敲得太重了, 直接敲碎了后脑勺, 他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老汉扑倒在了屋子中, 发出了闷闷的声音, 引起了那个老女人的注意, 他嘴里念叨着狗日的, 往外走了两步之后, 正在了原地, 他的面前是后脑开花的老汉, 和满脸鲜血, 戴着口罩的我, 张,张来地, 他哑着嗓子大喊一声, 你做啥子, 你要做啥子, 妈, 我想公平一点,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们不想让我活, 那我就让你们死, 听完我说的这句话, 他扑通一声地坐到了地上, 而隔壁房间的屋内, 金豆依然在哈哈哈哈地笑着, 毕竟眼前这个女人整天都在大呼小叫, 相信金豆也习惯了吧, 你和我都是女人, 为什么你要对我感情杀绝呢, 我拿着铁锤和乙迷慢慢地走向她, 我从六岁开始包揽家里的全部家务, 你已经足够清闲了, 我给你洗内裤, 洗袜子, 给你端茶道水做饭,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呢, 你让我奋斗十年的努力化为泡影还不够, 非要让我身败名裂不可吗, 你还来问我, 他颤抖地说道, 都是你塞, 要是我第一胎是男孩, 我早就享福了, 你狗日的去哪里投胎不好, 非要投到我肚子里, 我蹲下来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看着他, 女孩就该死吗, 你投胎的时候也是女孩, 你为什么不死, 张, 张来地, 你到底要做啥子, 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 没几秒就尿了裤子, 你有病, 你别冲我撒啊, 我是有病,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笑, 总之我咧开了嘴, 我现在正在治我自己的病, 你们就是扎在我身上的刺, 你们全都死了, 我的病也就好了, 在他惊恐无比的目光下, 我将尹密喷到了他的脸上, 整整喷下了一罐, 我也亲眼看着他在大口喘着的粗气中, 慢慢翻起了白眼, 然后我又拿起了锤子, 面无表情地砸了下去, 做完了这一切, 我走出屋子, 将成才和老汉拖了进来, 然后从门口的手提包里, 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煤油, 随后我来到成才的房间, 在找到那些照片之后, 将所有的煤油都浇在了他的床上, 接下来我拿出自己的打火机, 点燃了我的一张照片, 抛向了满是煤油的床铺, 就让这一切都消失吧, 成才的房间很快燃起了大火, 而我没有犹豫, 将剩下的煤油全都倒在了厅里几个人的身上, 随后走出屋子, 拿出了我最后一样东西, 铁链和门锁, 我从屋外锁上了门, 然后看着屋内的火焰迅速蔓延, 放火罪,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392章, 我的公平, 在山里, 遇到火灾很难求助消防队, 大多数人会选择观望, 若是偶尔有好心人, 可能会选择从井里打水灭火, 只可惜我浇了没有, 遇到水反而更加危险, 很快我就听到了剧烈的咳嗽声, 胶贝的惊斗应该也忍受不了了吧,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虽然我对你没有深仇大恨, 但是因为私人原因, 我不能让你走, 你若是走了, 我的罪名就会坐实, 今晚不能有任何人看到我, 所以你只能死, 故意杀人罪, 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站在门口痛哭流涕,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我明明亲手治好了我的病, 可我真的好难过, 这到底是什么人生, 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痛苦, 火势很快蔓延了整栋房子, 我从窗口处看到满身大火的金豆在房间中乱窜, 他的知识太有限了, 既不会原地打滚扑灭火焰, 也不会俯下身子躲避浓烟,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死, 我看到他摔了一跤没了意识, 接着用自己点燃了成才, 在其他人注意到火势之前, 我隐秘身行来到了村口, 然后关闭车灯, 直到小心翼翼地下了山, 我才将车灯打开, 在路上扬长而去, 几分钟之后, 我来到了镇里, 找到了一个路边的洗车店, 花三十元将车身和车轮上的泥土全部洗净,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拿出了周杰伦应援周边里面的贴纸, 贴在了手臂上, 然后打开荧光棒发了一张手臂的照片, 今晚真的很开心, 是的, 今晚很开心, 压在我身上的一块巨石掉到了谷底, 我重新上路, 这一次依然没有走大陆, 还是选择从村中的各个小道中穿行, 由于天色太黑, 村里大多都没有路灯, 我花费了更久的时间, 才终于回到成都, 车子开进成都时, 天也刚刚放亮, 这座城市就如同我的心情一般, 我黑暗的过去, 就要随着漆黑的夜色一起消失了, 从今以后, 我会安稳地生活在这里, 而我的父母和弟弟, 今夜不小心失火, 死在了山中, 我没有自灭满门, 我只是个不幸的人而已, 我在心中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一直到自己泪流满面, 我此生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有着最不幸的童年, 却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上人, 明明自灭满门, 却又幻想着拥抱全新的人生, 我凭什么, 这世上犯罪的人那么多, 如果我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公平, 可现在的我, 好想体会一次不公平, 我想让这些事情全部翻篇, 我想和佳琪安稳地度过余生, 我想要穿一次婚纱, 做一个正常的女人, 今天的成都起了大雾, 我的眼前一片浑浊, 佳琪, 你等着我, 我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泪水, 试图开导着自己, 可是心里却痛得像插了一把刀, 我回来了, 我们以后每一天都要一起醒来, 欢迎您在早高峰收听音乐广播, 车在收音机里传出了闷闷的声音, 昨天周杰伦来到成都, 掀起了所有8090后的回忆, 如果你没有在现场, 请跟随下面这首以赴之名, 一起回到华语乐坛的至尊年代吧, 微凉的沉路, 沾湿黑礼服, 石板路有雾, 负在低俗, 无奈的觉悟, 只能更残酷, 一切都为了通往圣堂的路, 吹不散的雾, 隐没了意图, 谁轻柔夺步, 停住, 还来不及哭穿过的子弹, 就带走温度,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犯着不同的罪, 不, 不是的, 我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没有杀死自己的家人, 只是, 只是有人诈骗我二百万, 这个案子涉及金额巨大, 性质恶劣, 我去收集开庭的证据而已, 家琪, 你相信我的吧, 那个人不仅敲诈勒索我, 他甚至还借了高利贷的, 家琪, 你一定是理解我的吧, 我不想当恶魔, 我只想当做普通人, 我现在真的没有任何包袱了, 我们在一起吧, 只要警察没有找到我, 我们就在一起吧, 等成都今天的大物散去, 我们就在一起吧, 我路过了杜甫草堂, 从青阳正街, 开往五侯祠, 正准备给家琪打个电话, 却忽然感觉天旋地转, 地震来了, 和之前经历过的几次地震不同, 这次的震感非常强烈, 似乎震源中心就在成都, 我见到前方不远处的地面开裂了, 只能立刻刹车, 稳稳地停在裂缝前面, 却没想到身后的车子避让不及, 造成了追尾, 我不断地擦拭着自己的眼泪,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为什么还有一道难关呢? 为什么我想要走向新的人生, 会这么困难呢? 车子不断追尾, 开始将我撞向面前的裂缝, 不要这样, 我在车里痛哭道, 老天爷, 求你不要再考验我了, 我只想活下去而已, 能不能对我不公平一次? 可是这悲惨的人生, 和之前经历过的33年并无不同, 直到我的车子坠入深渊, 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 这地方让我有不好的回忆, 这个游戏叫做送信人, 我作为人质, 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微波炉里, 可怕的是, 这个微波炉的面积, 那些痛苦的回忆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 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我为什么会流落到这种地方呢? 我又为什么会被关起来呢? 一定是因为我自灭满门, 老天爷再一次给我送来了考验, 是的, 这很公平, 可我很害怕,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不会被这个巨大的微波炉活活烤死吧? 我正坐在微波炉里面瑟瑟发抖, 门却忽然被打开了, 我一抬头对上了他的视线, 就跟上一次一样, 有人来救我了, 外面的亮光投了进来, 把眼前清秀的男人照耀得好似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 旗下, 我控制不了自己发抖的身体, 上前去抱住了他, 我, 他的神色有些尴尬, 两只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太好了, 只是吓死我了, 我的浑身都在发抖,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还以为自己会在里面被活活烤死, 张, 张律师, 我记得你好像不喜欢别人触碰你, 旗下尴尬地说道, 啊, 我赶忙放开手, 擦了擦双眼, 不, 不好意思, 我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吧, 倒是没有困扰, 只是吓我一跳, 他摇摇头, 我不太喜欢超出预料的事情, 在我印象中你不是这种人, 对, 对不起, 我慢慢地低下头, 恢复了往日的神态, 这些人不知道啊, 他们不了解我, 我是一个杀了自己全家的怪物, 我和这里的所有人都有着天壤之别, 就算这里的恶人再多, 也绝不可能比我更恶, 多么可笑啊,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律师, 却未曾想到, 我的内心可以黑暗到如此地步, 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毕竟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不在场证据, 只要能够从这里出去, 我便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等着佳琪给我披上嫁衣, 走向他更好的未来, 我不是张来爹, 我叫张晨泽, 虽然对你们不公平, 但是对不起, 我要开始说谎了, 第393章, 我是我, 宋七和陈俊南在夜色中快步前行, 终于在完全天黑之前回到了猫的总部, 大爷的, 陈俊南没好气地骂道,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东简, 你还真是乐观, 宋七看着陈俊南说道, 这里这么大, 你居然靠缘分来找人吗, 那怎么了, 陈俊南耸了耸肩, 小爷的随缘大法爱着你了, 倒不能说爱着我了, 宋七刚要说话, 一旁却忽然扑过来一个白色的身影, 竟是一个如同虫子般的人, 宋七头都没回, 紧紧挥了一下手, 那人便被一阵小型的爆炸机飞了出去, 一闪而过的火光将二人的面庞在黑夜之中瞬间照亮, 陈俊南,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着我回来呢, 宋七甩了甩手回头问道, 你认识很多猫里的人吗, 说实话, 应该不太多, 陈俊南嘴角一扬, 说不定就那么两三个, 二人随后没了话, 没几步便看到了漆黑夜色中监狱门口的守卫, 六姐, 我们回来了, 宋七对那女人毕恭毕敬地说道, 嗯, 周六微微一点头, 随后看向了宋七身后的陈俊南, 这位是, 听到这简短的三个字, 陈俊南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多么可笑啊, 在这个鬼地方, 无论是关系多么可靠, 经历过多少次生死瞬间的战友, 都有可能将你彻底忘掉, 小爷是个大帅哥, 这位大美妞怎么称呼, 陈俊南问道, 听到这句话, 周六只感觉无名之火, 从心头冒起, 他一伸手, 从身后摸起了一根铁棍, 用手一轮扛在了肩上, 一会儿小爷一会儿大美妞, 你这人说话, 是真他妈气啊, 陈俊南只感觉有些好笑, 他慢慢往前走了一步, 说道, 哎, 不是吧, 你用铁棍招呼客人啊, 走, 你算哪门子客人, 六姐, 宋七摆了摆手, 这位就是旗下要求辨别真伪的那个陈俊南啊, 应该算是客人, 你消消火, 周六一脸鄙夷的看了看陈俊南, 然后低下头, 轻声说了一句, 开门, 几秒的功夫, 周六身后的监狱大门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响声, 卷帘门也随之缓缓上升, 谢了呀, 陈俊南微笑一下, 转身就跟着宋七走进了监狱, 在他转过身后, 脸上荡起了一丝失落, 周末已经不记得自己了, 那么钱多多呢? 猫存在的意义和自己想象中的到底一不一样, 二人走过监狱的操场, 却忽然见到有两个吵闹的身影, 他们驻足看去, 发现那二人正是乔家静与旗下, 骗人仔, 你看, 这样出拳才有力啊, 乔家静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说道, 你那样出拳真的不行的, 一旦受力不稳, 很容易伤到自己的手腕, 这样, 旗下面无表情地问, 不不不, 这样, 在这吵闹得二人不远处的地方, 还坐着一个小孩, 那小孩始终怀抱着一把报纸折成的短剑, 小心翼翼地看着四周, 正是陈俊南昨天见过的郑英雄, 陈俊南挠了挠头, 随后又看向了旗下和乔家静, 这可真算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场面了, 旗下居然在跟乔家静学打拳吗? 俊南仔, 乔家静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陈俊南, 随后轻呼一声, 旗下也扬了下眉头, 回头看向了他, 他原本想让宋七去确认一下陈俊南平安与否, 没想到陈俊南却直接跟了过来, 如此一来天堂口还有回去的必要吗? 今天怎么样? 旗下开门见山地问道, 今天, 陈俊南听后慢慢皱了下眉头, 然后对回道, 老齐, 这件事说来话长, 他回头看了看宋七, 有低声说道, 找个能说话的地方吧, 我把今天的事告诉你, 旗下点了点头, 回身给乔家静使了个眼色, 三个人甩开了宋七, 静止向牢房中走去, 郑英雄看着三个人的背影, 鼻尖一动, 将短剑插回腰间, 也快步跟了上去, 来到牢房之后, 陈俊南向外面看了一眼, 确定附近没有人之后, 将铁栏门伸手关上, 你这么小心做什么? 旗下说道, 这门都是铁栅栏, 隔音肯定不好, 老齐, 我现在有点混乱, 陈俊南没有理会旗下, 只是在床上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我有些事想不明白, 得让你帮我想想, 想不明白? 乔家静一听来了兴趣, 来, 俊南仔, 你说来听听, 我来给你答疑解惑, 陈俊南刚要说话, 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然站在了门口, 少年小英雄, 陈俊南一愣, 随后回头看向了旗下, 这小孩什么成分? 我不好说, 旗下摸着下巴说道, 但他现在孤立无援, 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帮手, 呦, 陈俊南听后露出了笑容, 老七竟然开口了, 那这次就不收你门票了, 进来听着吧, 郑英雄听后, 认真地点了点头, 也走了进来, 三个人看着陈俊南, 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在等了很久之后, 他才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缓缓开口了, 老七, 我现在就一件事想不明白, 你说, 旗下说道, 我现在到底是谁, 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几人一头雾水, 陈俊南无奈, 只好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讲述了一遍, 在他的记忆中, 他本来准备天亮之后就去参与地级游戏, 可未曾料想一睁眼, 自己正站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中, 面前正是背着一个包袱的金元勋, 金元勋以为被人跟踪, 回头就要动手, 却被陈俊南三两下抓住了胳膊, 二人僵持不下时, 陈俊南率先开口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金元勋也感觉有些奇怪, 入口我都堵住了,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小爷哪知道, 二人又僵持了一会儿, 陈俊南才开口说道, 这样吧, 你带我出去, 我就当没来过, 行不? 金元勋警惕地看着他, 最终慢慢松开了手, 二人始终盯着对方, 金元勋在确认了陈俊南没有威胁之后, 将地下室的门打开了, 陈俊南这才发现自己, 居然从天堂口旁边的坟墓中爬了出来, 第394章, 盛世年代, 你是说, 旗下皱着眉头看向陈俊南, 你的记忆直到今天以前, 是啊, 陈俊南点点头, 我出来之后发现时间已经到傍晚了, 我本以为是自己梦游或者失忆了, 谁知道回到教室之后, 我看到了另一个我, 剩下的事旗下都知道了, 按照一知情况来看, 这一天出现了两个陈俊南, 其中一个按照原计划去跟地级搏命, 而另一个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楚天秋的地下室, 这么说来, 那个跟地级搏命的陈俊南, 如同弃子一样地死在了教室中, 旗下感觉自己的头稍微有点痛, 于是只能伸手揉了揉眉心, 是啊, 眼前的陈俊南到底是谁, 他和之前的陈俊南有区别吗, 这么久的时间里, 这二人仅仅相差了一天的记忆, 这个听起来跟声声不息一样的能力, 旗下小声嘟囔着, 楚天秋是怎么发动的, 什么, 陈俊南和乔家静同时疑问一声, 片刻之后, 陈俊南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我是, 楚天秋用声声不息制造出来的, 那不是你的回想吗, 旗下听后没有说话, 仅仅是揉着自己的眉心, 这件事确实很值得推敲, 如果楚天秋能够发动声声不息, 那理论上他能够做到的是更多, 为什么仅仅复活了陈俊南, 隔了一会儿, 旗下陈俊说道, 我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现在并没有回想, 所以发动这个能力的人并不是我, 现场的众人之中, 能做出这种疯狂行为的只有楚天秋了, 听到旗下的推断, 陈俊南也低头沉默了起来, 只可惜在楚天秋发动这个回想的瞬间他并不在现场,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俊南, 你的记忆比较久, 我想问问你, 楚天秋的回想到底是什么, 他, 陈俊南冷哼一声, 小爷一直以为这人是个不幸者, 结果没想到他确确实实有回想, 但是他回想的契机非常鸡肋, 他必须要等到第十天, 见到所有的人开始飘散之后才会出发, 你等一下, 旗下开口打断了陈俊南的话, 我有个问题, 什么, 已经有两个人跟我说过, 楚天秋回想的契机是见证中焉了, 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简单吗, 陈俊南说道, 那小子只要活到第十天, 下一次的轮回就有记忆, 若是死在了其他时间点, 下次就需要跟他重新介绍自己了, 那他的契机自然而然是待到最后一天, 导致咱们有时候不得不保护这个小子, 况且连他自己也说过, 自己的契机是见证中焉, 旗下感觉这其中似乎有个悖论, 如果楚天秋只保留了两年记忆, 他不应该疯得这么厉害, 这显然超出了正常范围, 被中焉之地搞封的人不在少数, 但两年就封的人却太少了, 云瑶保留了两年记忆, 他没封, 猫队的众人都保留了两年记忆, 他们也没封, 难道他们的心理素质比楚天秋更强大吗? 我感觉楚天秋从很久以前就在策划着什么东西, 旗下感觉细思极恐, 他并没有失忆, 而且一直都认识我, 什么? 陈俊南一顿,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旗下说道, 楚天秋并没有撒谎, 但见证中焉指的并不是见证中焉之日, 而是见证中焉之地。 啊, 陈俊南一顿, 然后也眯起眼睛思索了起来, 这么说的话, 他岂不是落地就会回想, 他也认识小爷我。 乔家竟愣了半天, 开口问道, 那他认识我吗? 二人谁都没理他, 只是纷纷低头回想着什么? 如果楚天秋回想的契机真的是见证中焉, 那他保留的记忆实在太多了。 郑英雄听了半天都没有听懂几人的谈话内容, 只能无聊地提起鼻子, 闻了闻陈俊南的气味, 然后皱起了眉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是替罪的倾向。 话音刚落, 他便伸出了手, 擦了擦鼻子里涌动而出的鼻血, 气氛沉默了许久, 旗下抬头说道, 陈俊南给我讲讲吧。 什么? 你最初的记忆。 陈俊南微微思索了一下, 开口说道, 老齐, 这些事情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我可以跟你说, 不过你听了就会知道, 这些事情除了能让你多认识几个人之外, 再无其他用处。 在陈俊南的讲述下, 那段陈锋德记忆终于露出了水面, 他的记忆始于十年之前, 那时候的中烟之地和现在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只不过天空不如现在暗红, 那时的头顶依然挂着土黄色的太阳, 太阳表面有着丝丝黑线, 正在从外围向内圈蔓延, 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 只需要在这里待上半天, 这个味道就会深入骨髓。 四座剧中坐落在城市四角, 向大家展示着现身的回想者。 而屏幕上最常见的两行字, 无非是替罪和招灾。 其实韩一默那小子人还算可以。 陈俊南对旗下和乔家静说道, 只不过他造了黄瑶, 小爷对他一直都有偏见。 在陈俊南的描述中, 韩一默还没疯, 他一直都在担忧那个被他造了黄瑶的女孩。 每次韩一默死后, 都会回到现实去想办法求的那个女孩的原谅。 只可惜, 这件事毁了那个女孩的一生, 他绝对不会谅解。 在他看来, 自己只是拒绝了韩一默一次, 可韩一默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被拒绝了无数次, 这让他的心态在前一默话中改变了。 老切, 我们九个人当中有两个不幸者。 陈俊南继续说道, 在所有的房间之中, 我们的回想者比例已经很高了。 后来, 在旗下, 陈俊南和乔家静的带领下, 众人不断地参与游戏, 一度成为了中烟之地最著名的房间。 由于陈俊南和韩一默的回想极易触发, 导致他们二人可以长久地保留记忆, 再加上旗下的周密安排, 让房间里的七人全部觉醒回想。 这其中有, 乔家静, 破万法, 以信念和潜意识破除任何人之回想。 李尚武, 探囊, 拿出潜意识中认为存在的东西。 韩一默, 着灾, 召唤潜意识中相信, 并且能够发生的灾难。 陈俊南, 替罪, 以潜意识转移他人祸患, 主动替死。 张晨泽, 魂牵, 以信念转移生物之灵魂。 田田, 巧物, 以潜意识创造, 制作自己所了解的精密物品。 赵海伯, 离析, 以潜意识, 瓦解无生命之物体。 这是多么强大的队伍啊。 陈俊南苦笑道, 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房间中, 回想者的比例都很少。 能够有四五人便已是数一数二的队伍了, 可我们却有整整七人。 第395章, 猫的前身。 旗下听完只感觉深深的悲哀。 从大方向来看, 他们现在所走过的路和十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准确来说, 现在的进度没有之前快。 现在现身的回想者很少, 张律师, 赵医生和田田都没有明确的回想。 就算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重蹈覆辙, 但谁又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九个人的房间整整七个回想者。 就算当时的萧染帮不上任何忙, 但旗下知道自己绝对没有给这支队伍拖后腿。 但转念一想, 现在的人员配置似乎比那时好了一些。 此时待在房间里的九人全部都是回想者, 灵晴将萧染剔除了, 并且带来了激发。 再加上自己的生生不息, 这支队伍能够成事吗? 只可惜, 你走了呀。 陈俊南的面色沉重地说道, 我们在中烟之地结识了无数战友, 结果你却走了。 在陈俊南的描述中, 当时的中烟之地不存在疾道。 猫, 天堂口亦或是任何其他势力, 唯有旗下率领的队伍是这座城市中的英雄。 楚天秋房间, 张山房间, 钱多多房间, 甚至包括苏闪房间的众多强大的回想者, 慕名而来, 形成了整个中烟之地团结一新的罕见盛事。 当时的生肖游戏和现代的有很大区别, 通常只要旗下出马, 大多数游戏都会迎刃而解。 这种情况导致当时的生肖, 不得不集体减少到的奖励来延缓众人的收集效率。 通常一整队人参与完了地级游戏, 才能勉强获得一两颗道。 就当马上要收集到三千六百颗道时, 这支庞大队伍的引领者旗下, 却一夜之间消失了。 他只和自己的心腹陈俊南和乔家竟提过我找到了出去的方法, 便永远消失在了面试房间中。 老齐, 从那一天开始, 我临危受命, 替你接管了这支巨大的队伍。 陈俊南面色越来越阴冷, 好像想到了什么极其难过的回忆。 可小爷真的感觉齐了个大怪, 他摇摇头, 一字一顿地说道, 自从你消失后, 那些生肖的游戏开始变化了, 一旦我们堵死了原先的地级, 新的地级便会带来更加强力的游戏, 原先我能勉强应对的游戏, 后面却每一次都要绞尽脑汁, 他们好像得到了全面强化, 可原先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在陈俊南的描述中, 原先的地级游戏只是会导致参与者丧命, 但总体来说难度不大。 只要能够谨慎一点, 不仅不会丧命, 甚至还会满载而归。 可自从旗下消失后, 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 听到这句话, 旗下慢慢皱起了眉头。 如若猜得不错, 这件事八成和自己有关, 所以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由于意外死亡的人数急速增多, 大多数人都被迫脱离了队伍, 陈俊南也无法将他们一一找回, 仅仅五六次轮回的功夫, 众人在之前积累起来的全部成绩, 复之一句。 当时连我们自己房间中的人都开始失忆, 老乔、老李、 小韩就成了房间中最后的希望。 陈俊南捂着自己的额头说道, 可是小韩逐渐开始疯癫, 由于他的回响危险性过高, 我只能被迫放弃了他, 选择和老乔、老李单独行动。 但问题在于这三个人几乎都是冲动性选手, 导致短板过于明显, 使他们接连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老乔, 你真是好样的, 陈俊南抬起头看着乔家静, 危急关头, 我给你替罪, 你却破我的法, 谁叫你这样用回响的? 哦, 乔家静听后呆呆地笑了一声, 我以前这么犀利吗? 老乔那段时间孤孤单单地死了好多次, 陈俊南又扭头看向了旗下, 这都是因为你, 老齐, 你把他丢下了。 旗下的表情也有些落寞, 似乎自从到了这个地方, 等待着众人的就只剩绝望了, 于是我放弃了。 陈俊南说道, 我不想再出去了, 我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在这里给家人谋点福利。 什么? 正在此时, 一个身穿皮衣的身影, 默默来到了几人的房间门外, 但他未显出身形, 只是靠在门口点燃了一支香烟。 那时我带着两个房间内的队友, 前去找到了钱多多和周末, 他们是在我记忆中, 完全没有理由出去的人。 陈俊南似乎也发现了门口的身影, 但他并未戳破, 只是自顾自地说道, 那时我们来到了这座监狱, 准备成就一番大事。 你所谓的大事, 旗下问道, 就是成为雇佣兵给家人赚钱。 老齐, 这只是第一层含义。 陈俊南打断道, 正如我所说, 生肖已经全面成长了, 但是参与者却在全面降级, 我们和生肖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我们需要韬光养晦, 在收集到足够的情报之前, 绝不能贸然出手。 我需要聚集一批不会失忆的人, 在这里作为信号塔。 陈俊南说完, 又看向了旗下, 当时我想, 有过无数磨练的专业队伍, 也是隐藏在此的第十三生肖。 只可惜, 我们全员都是回想者, 没有成为生肖的资格。 所以是猫, 旗下低声说道, 没错, 其实一开始, 我并不想叫猫的, 陈俊南苦笑了一声, 我是大娃, 老乔是二娃。 原来是这样, 旗下眯起眼睛问道, 那剩下的人呢? 剩下一个姓张的三培小姐, 一个姓李的阿瑟, 一个身高只有五尺的钱多多, 外加一个每天只想过周六的周末, 算上我陈大娃, 乔二娃, 我们六个人便是葫芦七兄弟啊。 等, 等一下, 旗下明显没听明白。 你们是六个人啊, 什么葫芦七兄弟? 傻子, 你们有看过葫芦娃吗? 陈俊南叹了口气说道, 七兄弟当中有一个是隐身娃, 所以我们六个人就可以扮演七兄弟了。 第396章, 隐藏的目的, 旗下感觉自己的思维有点被堵住了。 这个理由虽然听起来荒唐, 但如果是从陈俊南口中说出来,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我, 旗下无奈地捂住了额头, 我没有想到田田居然是猫的第三人, 可他的能力这么强大吗? 居然能够排到三? 这和能力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不是两伤好汉, 我只是觉得张三顺口。 陈俊南解释道, 张四, 张五, 张六都很别扭啊, 有没有? 旗下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实在是想的太多了。 后来呢? 他叹了口气又问道, 后来就有点不好描述了, 陈俊南牛脸望向了乔家静, 我和老乔大吵了一架, 这小子还揍我了呢。 啊? 乔家静一愣, 憋了好久才憋出三个字, 谁赢了? 还有脸问呢, 陈俊南伸手捶了一下乔家静的胸膛, 他骂得在这个鬼地方, 也就张三那个老小子能跟你误误开, 剩下的人都得被你压着打。 说完他又觉得气不过, 回头拍了拍旗下, 老齐, 你可记好了呀, 这小子发起火来连自己人都打。 这一次旗下有点听不下去了, 乔家静是什么人我也知道, 如果连他都发火了, 事情肯定不小吧, 也不能算什么大事, 陈俊南撇了撇嘴, 我就是当着这小子的面把你臭骂了一顿。 骂我? 是啊, 你小子抛下我们哥俩自己逃了, 就算不是王八蛋, 但也差不多, 我让老乔死心, 不用再等你了。 陈俊南说完又耸了下肩膀, 露出无奈的表情, 可我没想到老乔这小子脾气还挺大, 直接跟我分道扬镳了, 旗下知道陈俊南也是在嘴硬, 如果他不抱有同样等待自己的想法, 便不可能建立葫芦七兄弟这个让人想笑, 又令人惆怅的组织。 明明只有六个人, 却硬要叫七兄弟, 第七个位置是留给谁的? 分道扬镳是指, 旗下又问道, 这小子退出了, 他当时这么说的, 陈俊南清了清嗓子, 学着乔家静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如果借个组织不惜为了等骗人子肥来, 那偶就不带了了。 乔家静听完露出了一连笔的表情, 我平常是这么说话吗? 反正差不多。 陈俊南说道, 听到这句话, 旗下又感觉有些头痛, 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自己正在引领着一大群拥有回响的参与者, 又到底为什么要选择铤而走险, 前去成为生肖呢? 如果不是这小子自己出去送死, 陈俊南咬着牙说道, 现在估计我还是陈大娃, 依然待在这里当老大呢。 乔家静听后有些甘大的笑了笑, 这, 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吧? 老齐, 要说这小子没头脑, 他做事还是蛮有计划的。 陈俊南伸手搭在了乔家静的肩膀上, 他好像自己去干了些什么, 当时的钟声确实变频繁了, 但我也不断地收到他的死讯。 我的死讯? 是啊, 陈俊南点点头, 楚天秋那小子动不动就来找我, 抱怨你又冲动了, 又死了, 话说你当时到底去干嘛了? 楚天秋, 旗下皱了下眉头, 乔家静听到陈俊南的问题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他的记忆根本没有留存。 我本来以为时间一长他就会放弃, 陈俊南回过神来说道, 可我没想到他甚至在没有回想的时候都去参与地级游戏, 直到洗掉了所有的记忆。 旗下知道就算他没有参与当时的情况, 可以乔家静的为人来看, 他定然会这么做。 由于老乔失去了记忆, 所以他又会重新带着一腔热情去送死。 陈俊南盯着旗下, 眼神中带着一丝埋怨, 虽然这个臭小子揍了我一顿, 但我和他毕竟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不能再让他惨死了。 陈俊南回到了房间中,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众人只会干净利索地被人养打碎头颅, 然后失去记忆不断轮回着这一天。 韩一墨那小子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 居然也失去了记忆。 陈俊南又补充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来往了, 每次离开房间我都会直接走, 不知道从哪一次开始。 那小子失去了记忆,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整个房间里保留记忆的人仅剩我自己了。 旗下自己推断了一下韩一墨的情况, 他回想的条件大概率是恐惧, 要是想让他失去记忆, 那必然是他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靠山, 让他暂时忘记了恐惧, 结果却不小心丧命了。 这恐怕就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所以, 你以一己之力, 旗下说道, 让整个房间的人卡住了七年。 是啊。 陈俊南点点头, 随后懒洋洋地瘫坐在椅子上, 小爷不想让大家出去绞尽脑汁, 旗下却皱了皱眉头。 真奇怪啊, 旗下摸着自己的下巴, 眼神冷峻地看向了陈俊南, 对于每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 他们每次死亡都是第一次死, 你拯救这些人的意义何在? 他们并不会因为不断的死亡而烦恼, 也不会因为你的拯救而开心。 哦, 陈俊南皱了皱眉头, 面色也阴沉了下来, 你明明有更好的办法。 旗下说道, 那可是整整七年啊, 七年里, 你都没有想过让乔家进重新加入你的组织吗? 你也没有想过带领众人再挣扎一次吗? 乔家进和郑英雄同时看向了陈俊南, 没想到他竟然沉默了, 他一言不发, 紧紧盯着旗下的双眼。 几秒之后, 旗下似乎反应过来了, 只能点点头, 说道, 可能是我多虑了, 你继续说吧。 听到这句话的陈俊南也松了口气, 继续说道, 后面的事, 你们都知道了, 林青来到了我们的房间, 结果, 我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信念, 接连两次替林青死去了。 不过也算因祸得福, 现在萧染消失了, 我们房间已经是全员回响者的状态了。 旗下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只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陈俊南压低了声音, 再次问道, 虽然我现在能够坐在这里, 和你们侃侃而谈, 但我却不确定, 我到底还是不是我。 旗下也回过神来, 打量了一下陈俊南, 他曾与陈俊南接触过, 说实话, 这二人的气质完全相同, 甚至连说话时的微表情和小动作都一模一样, 他们记忆相同, 形态相同, 如何否认眼前的陈俊南不是陈俊南, 这依然是手表定理, 当你发现自己有两块时针不同的手表时, 只要随意打碎一块, 那另一块的时间就是对的。 第397章 遗书 你们二人的记忆不相通吗? 旗下问, 目前看来是的, 也就是说, 你们俩没有办法得知对方的想法, 自然也没法同步记忆。 不, 陈俊南伸手打断了旗下, 要说沟通, 确实有个办法让我们二人可以得知对方的想法。 什么? 陈俊南听后微笑一下, 从自己的上衣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纸条, 伸手在旗下面前打开了。 因为死的次数太多了, 我有留下遗书的习惯, 本来这封遗书是留给你的, 但却阴差阳错地回到了我的手中。 旗下探头望去, 那封遗书写得非常潦草, 不知道陈俊南的字体本就如此, 还是写这封遗书的时候处于慌乱之中。 老七,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大概是死了。 怎么样? 这开头吓一跳吧? 哈哈哈哈。 小爷我准备去地蛇的场地转一转, 要是活着回来, 就给你讲讲小爷的丰功伪计, 要是没回来, 就下次再讲, 反正你得听。 当然也不排除, 我一上头和他赌了命, 那结局就不好说了。 不管怎么样, 这封遗书还在, 你应该能挠不出小爷的萨爽英姿吧? 对了, 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 天蛇极其互短, 倘若我真的干翻了地蛇, 八成会有一书呆子出来寻我。 你们和我出自同一房间, 也有可能被盯上。 换句话说, 只要见到了那个书呆子, 便证明天蛇也离开了列车。 而传说, 天蛇是天龙的得力助手, 若是连天蛇都离开了列车, 便证明其他天机全部出洞, 小爷建议你打地洞逃生。 我见过的天机生孝仅三个, 但他们一个比一个难搞。 但话说回来, 若是天蛇没有现实, 那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行动。 人只剩我了。 就这样吧, 此之敬礼。 不用回信啊, 我根本受不到。 旗下看完这封遗书, 再一次抬头盯着陈俊南的双眼。 是的, 有件事他没提, 关于天机。 通过陈俊南刚才的讲述来看, 他们的经历不足以触碰天机, 那陈俊南有什么理由认识他们? 这上面写的三个, 人。 旗下隐去了不必要的词汇, 对陈俊南说道, 你是从哪里见过他们的呢? 在你消失之前, 陈俊南回答说, 那时有一半的人出动了, 甚至还发动了游戏。 什么? 旗下扬起了眉头, 到底是什么游戏? 基本上可以说是洗牌游戏。 陈俊南叹了口气, 在他们的游戏当中, 我们根本不必考虑怎么才能赢。 能想办法活下来, 就已经是万幸了。 正在此时, 门外靠在墙边的身影终于走了过来。 众人回头看去, 前五正拿着香烟站在那里。 陈俊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 感觉并没有什么印象, 直到目光停留在他左脸的疤痕处, 才忽然露出了笑容, 钱多多。 是我呀, 陈大娃。 此时, 旗下和乔家竟才终于确定, 这看起来如此有城府的一个女人, 本名居然真的叫做钱多多。 小钱豆啊。 陈俊南看起来格外高兴, 两步走上前去, 抓住了钱五的肩膀。 你还记得小爷我了? 这次我没白来。 钱五在此时, 陡然化身成了男人, 身材看起来与陈俊南一模一样。 呀, 你小子回想着呢? 是, 我感觉有些抱歉啊, 在门外偷听了这么久, 钱五对陈俊南笑道, 这叫什么话? 我们能在这里聊这些, 说明没把你当外人啊。 陈俊南打了个哈哈, 我明白。 钱五点点头, 然后面色沉重地看了一下众人, 当才听你们提到游戏,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诸位, 今天时间不早了, 你们最好早点休息。 说完之后, 他转眼看向屋内众人, 随后用力皱了皱眉头, 旗下明白了钱五的意思。 现在他和陈俊南探讨的话题有些敏感, 不一定哪句话就会被监听到。 可是这个监听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曾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在天堂口的天台上, 信誓旦旦地告诉陈俊南自己便是那个巨大的回响。 如果真的有人在监听, 现在自己应该已经被天机带走了。 也就是说, 他们所说的话只是有可能被监听到。 我觉得你说的对, 旗下点点头, 也冲身旁的人使了个眼色, 今天很晚了, 确实该休息了。 陈俊南和乔家静纷纷点头。 得, 今儿确实也不早了, 我先找地方休息了。 陈俊南拍了拍旗下和乔家静的肩膀。 骗人仔, 那我也走了。 乔家静也站起身, 回头看了一眼前五, 冲他点头示意, 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牢房。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旗下和郑英雄。 旗下刚要找地方休息, 却发现眼前这个小孩不太对, 他一直都在擦拭着自己的鼻子, 脸颊已经磨满了鲜血。 喂, 旗下皱了下眉头,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正英雄吸了吸鼻子, 让鼻血停止了几秒, 但很快又流了出来。 老毛病了, 我一直这样。 这叫什么老毛病? 旗下将正英雄扶到椅子上坐下, 将他的头向前倾, 然后伸手捏住了他的鼻子。 你经常流鼻血吗? 嗯, 英雄小声回答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不应该把头痒起来吗? 不该。 旗下回答道, 鼻血止不住时, 痒头会让你的鼻血全部倒灌到胃里, 不仅无法将血液凝固, 更有可能损伤胃肠道和气管。 是啊? 旗下捏着正英雄的鼻子, 一分钟后就皱起了眉头。 通常情况下流出鼻血, 捏住鼻子, 等待血液自然凝固就可以止住。 但这个孩子的鼻血似乎越来越多, 已经开始从旗下的指缝中流出了。 这好像不是寻常鼻血, 你像是受伤了? 旗下松开了手, 正英雄的鼻腔瞬间洒下一大滩鲜血, 这些血液完全没有凝固的意思, 反而一直都在流淌。 他愣了一下, 只能赶忙撕开一块布条 堵在了正英雄的鼻子里。 我没事, 没事的, 正英雄不断摆着手, 这鼻血流着, 流着就不流了。 旗下看了看正英雄, 不由得叹了口气, 难道因为这孩子是灵秀, 所以他的鼻子才会受伤吗? 第398章 头鸣状 列车 地虎正在一山木门前面焦躁地等待着, 路过的生肖纷纷行礼, 然后躲得远远地离去。 妈的, 还不下班? 地虎一只手撑着墙壁, 面色看起来烦躁至极。 你小子整天加班到底图个啥呀? 又等了几分钟的功夫, 地虎面前的门才缓缓打开了。 一身黑色毛发的地羊从中走出, 面无表情地看了地虎一眼, 转身就要离去。 等会儿, 地虎叫道。 地羊听后停下脚步, 回过身来美好气地说道, 你有毛病吗? 这才第一天, 你的道我慢慢还。 谁他妈要道啊? 地虎一把就拉住了地羊, 老子有个新想法, 想让你帮个忙。 直接说, 地虎刚要说话,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这个, 那个, 求人办事, 我是不是得先请你吃个饭? 你能不能不要忽然假客戒? 地羊一把将地虎推开。 你不说我走了。 等会等会, 地虎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这里说话不方便, 你先去我的房间吧。 啊? 地羊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哎, 来吧来吧。 地虎声拉硬拽地将地羊向自己的房间拉去, 走了没几步, 面前另一扇门打开, 显出了另一个身影, 那是一只光着上身披着西装的狗。 哟, 地虎敷衍地点了下头, 稀奇啊, 狗子, 你也有加班的时候? 别提了, 遇到老手了。 地狗叹气道, 胡子, 你那有吃的吧? 带我去吃点东西, 下班太晚了, 饭都没领到。 啥? 今天不行, 地虎当机立断地说道, 明天吧, 明天我请你吃两顿。 什么东西? 地狗听后皱起了眉头, 不是吧, 让你请我吃顿饭, 你都不肯。 唉, 今天真不行啊。 地狐有些委屈地看着地羊, 咱俩有事要谈的, 是吧? 谁跟你有事要谈? 地羊冷笑一声, 地狗, 你一起来吧, 这小子说要请吃饭呢。 我就知道, 地狗打了个哈欠, 快走吧胡子, 不要浪费珍贵的下班时间。 本来是地狐生拉硬拽着地羊, 可片刻之后, 就变成了地狗拖着这二人一起, 前往了地狐的房间。 地狐一脸无奈地推开了房门, 里面正有七八个人级生肖坐在桌子旁边等他, 而桌子上放满了饭菜。 老师回来了, 一个女性人猴说道, 一语过后, 所有的学生都看向了地狐, 那个, 那啥, 地狐露出了一脸窘破的表情, 你们先滚一下, 我们三个有事要说。 七八个学生看到进门的居然是三个地级, 谁也不敢怠慢, 纷纷站起身来走出门去, 队伍最后的人猴细心地将门关上了。 地狗看到满桌子的饭菜也不再客气, 坐到椅子上就吃了起来, 而一旁的地虎和地羊却一直沉默。 你们聊你们的呀, 地狗说道, 我耳朵不好, 啥也听不见。 妈的, 对虎弯骂一声, 你说的话自己信吗? 你是狗啊, 你耳朵不好。 那我能怎么办? 地狗一边低着头, 拿着食物一边说道, 你这儿又没有塑料袋, 要不我就打包带走了。 地羊双手环抱在胸前, 叹了口气说道, 有事你就说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可是有外人在啊。 地狐叫道, 外人? 地狗嘴里塞着包子环视了一下, 这哪儿还有人啊? 就他骂你啊。 地狐吼道, 你干啥飞得过来啊? 你这可太伤人了。 地狗摇摇头, 又咬下了一口包子, 要不是我今天被迫加班, 能跟你俩遇上吗? 我能跟你们遇上是一种缘分, 而你请我吃饭代表了生效情义, 从各种方面来说, 这都应该是一次愉快的见面。 快打倒吧。 地狗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根胡萝卜, 咬了一口对地狐说道, 咱俩跟这只狗认识也不少年了, 算不上外人吧? 还有什么事, 是他不能听的? 哎, 是, 地狐压住嗓音说道, 是羊哥啊。 虽然他已经极力压住了自己的声音, 可奈何的虎的嗓门实在是太大, 这句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地狗的耳中。 羊哥? 得狗愣了一下, 白羊哥? 你小子别听啊。 地狐叫道, 不是, 你也太离谱了, 你这丁泡的嗓音我不想听都不行啊。 地狗说道, 羊哥好歹是我偶像, 我没跟你说过吗? 一开始我是想当羊的, 只可惜人难骗, 羊难当, 最后不得不成了狗。 阿行了行了, 地狐摆了白手。 你小子这叫自找倒霉, 接下来说的话是你自己要听的, 出了事老子盖不负责。 哎? 听到地狐这句话, 地狐和地狗感觉不太妙, 忽然感觉有些后悔, 跟他过来了。 老黑, 狗子, 地狐看着二人的眼睛, 十分认真地说了一句, 让两人都瞪大了眼睛的话。 咱们造反吗? 一语过后, 地狗猛烈地咳嗽一声, 显然被食物枪住了。 地狗也慌忙地站起身, 小声嘟囔了一句告辞, 随后就向屋门的方向, 没了命地奔去。 哎, 别走啊。 地狐跨不上前拉住了地狗, 你小子可都听见了呀, 现在走也晚了。 说完他又回头, 指着不断咳嗽的地狗, 还有你小子现在也入伙了, 谁走我就告发谁, 妈的你俩谁也跑不了。 地狗咳了半天, 才将掖住的食物咳了出来。 你个老小子也太狠了吧, 我他妈这辈子第一次蹭你饭, 你就给我来这出,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吐出来。 地狗慌忙地用自己的手指抠着喉咙, 但看起来貌似作用不大, 吐了也没用了。 地狗说道, 我话已经说出来了, 你俩都是知情者, 要么现在告发我, 我到时候反咬你们一口, 要么咱们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 地狗一直把自己抠到连连作呕, 也没想明白这件事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想吃一顿饭而已, 没想到上了这么荒谬的贼船, 地狐脑子有泡吗? 第399章, 羊的秘密, 你跟我玩硬的是吧? 地狗一脸窘迫的推了地狐一把, 你这不是让我们俩人去送死吗? 是有什么送死的? 地狐大大咧咧地说道, 你在怕啥? 怕天? 你? 地狐听到这句话, 赶忙回身看了一下屋门, 他总感觉自己现在离死不远, 你能不能小点声? 反正我不管, 地狐说道, 本来我只想拉你下水的, 现在狗子也来了, 那咱三个就一起吧。 什么玩意就一起, 地狗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没事吧?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要和你一起? 看到地狐的表情不像开玩笑, 他又看向了地狼, 这裴浅虎到底怎么了呀? 这, 地狼的眼神露出了一丝迟疑, 应该是因为羊哥的事。 羊哥怎么了? 地狗不解地看着两人, 羊哥现在不是天羊吗? 他鼓动你们造反。 别胡说, 地狼打断道, 这件事和羊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裴浅虎自己心血来潮。 在地狼的讲述下, 地狗大体知道了事情的全貌。 什么? 德狗听完黑羊的讲述, 眉头微微一皱。 你们怀疑羊哥没有成为天羊, 反而变成了普通的参与者? 只是猜测。 地狼说道, 可是这个裴浅虎仅仅因为猜测, 已经要造反了。 地狗听完还是有些不理解, 不是裴浅虎, 你到底为什么呀? 如果你真的确定, 那个叫做旗下的男人就是羊哥, 难道不应该和他聊聊吗? 妈的, 地狗听后按骂一声, 在外面我聊个屁呀。 你顶头上死的耳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被他听见了怎么办? 那你也不能在这聊啊。 地狗说完眨了眨眼, 不对, 你在哪儿都不应该聊这个啊? 你要死啊, 是有什么? 地狗讥笑着说道, 天的身体素质和我们是一样的, 只不过多了一些奇怪的能力, 我觉得只要很下心, 造反根本不是问题。 不不不, 地狗疯狂地摇着头, 裴浅虎, 你先听我说。 你说, 你说有没有可能, 咱们成为生肖的原因是为了活下去, 逃出去。 地狗说完, 又看了看地羊, 他们二人现在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劝地虎放弃这个想法。 没错, 裴浅虎, 地羊点了点头, 你冲动不代表我们也冲动, 好好的待在这里近身不好吗? 你花了这么久才成为地级, 就这么白白葬送了。 你们俩是傻吗? 地狐没好气地问道, 我们根本不能变成天级啊? 羊哥的例子, 不是已经活生生地摆在这里了吗? 只要我们杀够了人, 就算我们上头的天级是空缺的, 我们也只会变成普通参与者啊。 我都说了, 这只是猜测啊。 地羊有些着急了, 裴浅虎,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确定旗下就是地羊, 你忘了吗? 人蛇说, 要去确认一下那个人的身份, 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确认的? 咱们可是最了解羊哥的人啊, 这世上会有枝妖巧的是吗? 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能陷入沉默。 等一下, 此时的地狗又开口了, 他的眼神和刚才稍有不同, 我现在已经不太在乎造反这件事了。 你们刚才说我们不能变成天级, 这句话是真的吗? 地狐听后严肃地点了点头, 狗子, 你自己想吧, 在你成为生肖的这些年里, 有哪个地级真的变成了天级? 话不能这么说吧? 得狗回答道, 现在的问题在于咱们和天级根本没有待在一起, 你又怎么知道那些地级没有成功晋升? 老子脑袋瓜子, 只有一根基。 地狐说道, 晋升成功的我一个都没见过, 晋级失败的却见过一个综上所述, 晋级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你…… 地狗被地狐的强盗逻辑呛得说不出话来, 而狗的表情此时已经完全变化了。 胡子, 如果我们真的不能晋升为天级, 那情况确实会比较麻烦, 地狗的表情渐渐认真了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里摸爬滚打这么些年, 如果最后得不到好结局, 那我之前杀掉的人算什么? 我付出的努力算什么? 我每天按时上班的目的是什么? 地狗, 怎么连你, 地羊错愕一下? 我记得你不是这种人啊? 以前我对所有的事都可以不在乎, 因为那没有触及到我的利益, 只要能够准时下班我就别无所求了。 得狗摇了摇头, 可现在, 如果情况真如胡子所说, 那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 你…… 你们俩冷静一点, 地羊慢慢伸出了手, 虽然我现在理解你俩的想法了, 但能不能再等一等? 等什么? 地狐问道, 等人蛇确认旗下的身份, 地羊有些紧张地说, 至少还有几天的时间, 是吧? 那几天有什么意义吗? 地狐说道, 如果那条死蛇真的确认了旗下的身份, 那说明它也会被卷入这场斗争中, 可它是人啊? 虽然咱们三个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但你真的想让它死吗? 是人也没关系吧? 地羊摇了摇头, 地羊摇了摇头, 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对二人说道, 我不会走, 也不会让你们造反。 哦? 德狗听到这句话冷笑一声, 原来如此啊, 你既不能走, 又不能答应, 也就是说, 你有别的计划, 是吧? 第四百章, 顶头上死, 我, 地羊一愣, 随后看向地狗, 话不要乱讲, 我哪里会有别的计划? 地虎听到这句话, 也感觉有些奇怪, 老黑, 你在盘算什么? 他一步一步地靠近地羊, 虽然我经常想要杀了你, 但我知道你没有什么坏心思, 但现在, 你在想什么? 地羊彻底语色了, 在他来到这个房间之前, 并未预料到如今的发展, 所以连说辞也没有准备好, 你想要卖我? 地虎问道, 别他妈瞎说, 地羊叫骂一声, 我如果想弄死你, 绝对会光明正大地和你打一架, 告密出卖, 你算什么? 那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地虎好像在看犯人一样地看着地羊, 让地羊感觉浑身难受, 有什么事是不能和我说的, 什么叫做你既不能离开, 又不能造反? 我不能说, 地羊说道, 这件事另有隐情, 所以真的不能说, 原来你小子真的有事瞒我, 地虎皱起眉头, 挪动着一张大脸凑近了地羊, 和羊哥有关, 地羊的面色也沉重起来, 沉生说道, 陪浅虎, 你要是真的为了羊哥着想, 现在就绝不能出乱子, 什么? 羊哥有自己的安排, 你摸着你那海绵一样大的脑袋, 好好问问自己, 你和羊哥的计划谁更靠谱? 你他妈扯什么犊子, 地虎胡须微微一动, 你这话说出来自己信吗? 羊哥如果真的是天, 你怎么知道他的计划? 如果羊哥不是天, 他又怎么给自己安排计划? 总之我就是知道, 地羊非常认真的回答道, 如果你俩真的要造反, 我宁可现在就和你们干一家, 地虎知道地羊的性子, 这种情况下地羊敢说出这句话, 八成是铁了心, 地羊见到地虎已经沉默不语, 便转头看向地狗, 狗, 你是真的准备跟陪浅虎一起了吗? 我和谁一起都无所谓, 地狗抬眼说道, 我的想法比胡子还简单, 只要能够想办法让天空缺, 那么我就不得不惊声了吧, 这句话出口, 地虎和地羊同时一正, 你的目标是天狗, 地虎问道, 可不是吗? 地狗渐渐露出了一副慵懒的表情, 你们所谓的造反, 难道不是杀死自己的顶头上司吗? 这样我们便有极大的概率成为天, 如果还有碍事者, 就把其他同类也杀了, 地羊转头打断道, 生肖残杀没处理好的话, 我们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其他生肖了, 你要是惊动了白虎, 该怎么办? 哈, 地狗忽然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没错, 玄武负责维持公正, 朱雀负责审判生肖, 二人扭头看向他, 白虎在这辆列车上吗? 啊? 地狐略微愣了一下, 啥意思? 白虎没上车? 你们有谁见过那个传说中的白虎吗? 地狗问, 他长什么样子? 现在在哪节车厢? 二人本想找个理由反驳的狗, 但仔细想想似乎真的有些古怪, 若是涉及到公正, 无论是参与者杀人夺盗, 还是触发与生肖赌命, 玄武便会从天而降, 维护这次事件的公平性, 若是涉及到犯规, 无论是生肖犯规, 还是参与者在人籍游戏中犯规, 试图杀死人籍生肖, 朱雀一定会现身正法, 但要说到生肖残杀, 或许因为生肖比任何参与者都惜命的原因, 这辆列车至今为止, 发生过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斗殴, 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白虎都未曾现身过, 可话又说回来, 如果白虎不在列车上, 那生肖们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 我感觉你被赔钱虎传染了, 帝阳说道, 没见过就是没有吗? 你应该知道, 就算你运气好, 能跟天极硬碰硬, 可神兽绝对碰不得, 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几率会惹到白虎, 我也绝不能冒险, 没错, 帝虎听后点点头, 如果真的要对抗神兽, 仅凭咱们三个人确实不行, 还需要更加强力的帮手。 喂? 什么叫咱们三个? 我什么时候决定入伙了? 帝阳说道, 你当才没听懂我说的话吗? 杨阳有安排, 你不要自作主张, 帝虎眨了眨眼睛, 抬头看向了帝阳, 看我做什么? 帝虎露出一颗虎牙, 忽然笑出声来, 老黑, 我忽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什么?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杨阳有安排, 那理论上, 他应该是在变成天阳之前, 和你说了些什么吧? 是, 帝阳点头答应道, 你我都知道杨阳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觉得我比你差在哪里, 帝虎说道, 什么意思? 帝阳反问道, 我意思是, 假如真如你所说, 现在的一切都是杨阳提前计划好的, 可他却故意没有跟我透露过, 那会不会, 我的造反也在他的计划之内? 听到这句话, 帝阳和帝狗同时瞪大了眼睛, 是的, 将人心掌控在指尖, 这个太像他会做出来的事了, 就是因为杨阳知道我冲动的性子, 所以一旦我发现他没有成为天阳, 便一定会去找天龙问个清楚, 若是我再粉狠心, 说不定可以把整趟列车搞得乌烟瘴气, 帝狐此时又抬头看向帝阳, 认真地说道, 他知道我和你是死对头, 你越是阻拦我, 我的反骨就会越重, 所以这件事, 他只单单告诉了你, 荒谬, 帝阳微微动了动嘴唇, 虽然他嘴上在否定, 可心中却觉得这简直就是白阳的真正计划, 现在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 帝狐笑道, 我不管阳哥和你说了什么, 我都要开始我自己的计划了, 所以, 你要杀你的顶头上司, 天虎, 帝狗在一旁问道, 不一定, 帝狐的眼神一冷, 我最终目标并不是我的顶头上司, 而是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你是说天, 帝狗没有说出口, 只是咽了下口水, 然后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疯了吧, 你说的造反, 目标是龙, 要不然叫什么造反, 帝狐坏笑一下,